龙国 江城一中操场上人流涌动 今天是高三考生完成转职仪式的日子 苏洛挤在人群中满脸的期待 对于他来说 接下来面临的是命运的转折点 三年前姐姐转职成为刺客 以17级的优异成绩考上了燕都大学 父母早年英勇牺牲 如今只有他一个人在江城 苏洛最大的希望是能转职成为主战职业 只有这样才有机会考上燕都大学和姐姐相聚 若是转职生活职业 估计这辈子就只能沦为牛马 给别人当韭菜了 主战职业大致就是战士剑士法师之类 能战斗的职业 而生活职业基本就是农夫铁匠一类的职业 就在苏洛失神的时候 队伍前方已经开始了 陈大牛 战士 张黛玉 铁匠 叶寒 农夫 转职成为主战职业的人都红光满面 而获得生活职业的人则是愁眉苦脸 当轮到苏洛上台时 所有人都看了过来 全校文科成绩第二名 大家都期待他能转职成为什么职业 苏洛这家伙每天在宿舍卖零食赚生活费 文科成绩还能进前五 不知道他能觉醒什么职业 听说他想考燕都大学 至少也得是主战职业才行 要是这次成为主战职业 咱们学校的校花和校草应该能成一对了 在场的众人议论纷纷 站在后方的两名女子也开始小声地交流着 文文 大家都在传你和苏洛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这次他要是成为主战职业 你俩应该能有戏吧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已经和他说过了 本姑娘现在不想谈恋爱 周文文眼神中露出一抹不悦 在他看来 苏洛就是成绩好一点而已 和自己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哪怕觉醒了 主战职业没钱没事 也不可能有太高的成就 寒门很难出柜子 这时候 转职台上传来了动静 苏洛 玉兽师 众人一看 顿时傻眼了 卧槽 苏洛竟然觉醒了玉兽师 真是天度英才啊 不过这个职业 也算是不愁吃穿了 玉兽师职业是出了名的坑爹 宠物最多只能升到二十级 所有人都露出了惋惜的表情 看到苏洛转职成为玉兽师职业时 一旁的班主任周泽也叹了口气 他一直都认为 苏洛能转职成不错的主战职业 拉高江城义中的整体水准 但是现在 玉兽师其实也不错 培养宠物卖钱 这可是个暴力职业 周泽拍着苏洛的肩膀安慰 不忍心摧毁一个文科天才的自尊心 谢谢老师 我不会自暴自弃的 苏洛勉强笑了一下 握着一根象征着玉兽师的小皮鞭 缓缓走下转直台 人群中 一名身材魁梧 长相憨厚的少年拦住了苏洛 他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安慰道 苏洛 你别灰心 哪怕你 只是个玉兽师 我也会认你这个妹夫的 这是苏洛的学渣同桌周铁生 很简单的理论知识 都要苏洛交半天才会 最后 周铁生不好意思了 非要让苏洛当他妹夫 苏洛未谋面就要定下关系 苏洛是拒绝的 但周铁生依旧不死心 隔三差五就提这事 虽然有玩笑的成分 但更多的是友谊 你放心吧 玉兽师运气好的话 也能搞到不少钱 二人站在一起等待副本试炼 苏洛这才开始查看自己的属性面板 姓名 苏洛 职业 玉兽师 等级 灵级 力量 8 敏捷 6 精神 20 体质 10 装备 驯化皮鞭 宠物 无 数量无限制 技能 驯化 被动技能 满级炼药术 神级天赋 万兽之主 看到被动技能和天赋 似乎有些不对 苏洛顿时狂热起来 立马开始查看介绍 满级炼药术 炼制药物百分百成功率 万兽之主 宠物数量无限制 等级无限制 与主人距离无限制 宠物获得任何经验 主人可同步获取 可实现血脉繁组 种族进化 每只宠物主人 能复刻一项技能 可更换 宠物等级无限制 那我这个御寿师 似乎和别的御寿师 不太一样 这样的话 打完副本 再额外炼制一点兽灵丹 等级提升速度 应该比任何主战职业都快 等级提升起来了 宠物战斗力 还会弱吗 苏洛顿时心情大好 甚至心里 已经燃起熊熊烈火 开始期待 加下来的副本试炼了 一直以来 所有御寿师的宠物 都只能升到20级 战斗力非常垃圾 这才导致了 御寿师的地位不高 而苏洛拥有 万寿之主天赋后 就能打破 御寿师20级的天花板 再加上满级练药术 考上阎都大学 绝对有希望 这时候 周文文也踏上了转职台 成为全场的焦点 文科成绩第一 家里开制药厂 条件极好 追求者无数 周文文上台 全场顿时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暗自猜测 他会觉醒什么职业 他的成绩和苏洛差不多 以后无论是接管家族生意 还是干别的 都是一片坦途 众人议论 同时紧盯着转职台上的动静 周文文 木系元素法师 转职结果一出来 顿时让众人羡慕不已 纷纷拍起了马屁 果然不愧是咱们江城一中的笑话 元素法师啊 我要是能转职成法师就好了 可惜我是个骑士 你怕啥 咱们骑士也不差 管他啥职业 咱们只和他们比血量就行了 终于出了个稀有的职业 一旁周则心情大好 拍了拍周文文的肩膀 说道 元素法师升级很快 以后估计会有不少人和你组队 加油 周文文点了点头 露出谦虚的笑容 像是高傲的白天鹅一般走下转职台 转职仪式结束 周则站在人群前方 表情严肃道 同学们 转职仪式已经圆满结束了 接下来的副本试炼 才是你们跨入名校最大的考验 四大学府今年高考录取线是15级 无论你们想要考什么大学 都需要在接下来的副本试炼中 全力以赴 讲完话后 周则带领着江城一中高三的应届生 前往江城市中心参加副本试炼 此时 市中心的考生专用副本入口处 已经是人山人海 高考试炼也算是一场逾越龙门 每年都会有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 趁着这个机会 前来考场挑选人才 抛橄榄枝 一旦考出好的成绩 便是逾越龙门 飞黄腾达 副本试炼时间为7天 请大家努力考试 尽最大努力提升自己的等级 主考官表情严肃地交代了一句 然后开始指挥众人 准备进入副本 职业不同 副本也不同 考生战队是按照职业分类的 然后再按照职业进入相对应的试炼副本 今年整个江城市转职的预售师 包括苏洛在内 只有12个人 大多数都是一副愁眉苦脸的表情 苏洛丝毫不慌 自己有满极练药术 这个顶级技能 凭啥要慌 一阵光幕将整个玉兽师阵营包裹 仅是一刹那 苏洛等人就已经进入了一片辽阔的草原 花草树木应有尽有 其中藏着一些怪兽 诸位 玉兽师不能直接杀怪 我们还是先驯化宠物再说吧 在众人不远处 一头野山羊正在悠闲吃草 说话的男子率先宣布主权 朝着那只野山羊走去 玉兽师们纷纷离开原地 去寻找心仪的宠物 苏洛没有立即离开 而是目光火热地盯着一株翠绿的药材 炼制寿灵丹药用的玉灵草 想不到这么容易获得 拥有满级炼药师 关于药材的知识 苏洛早已融会贯通 遍地杂草丛中 苏洛能一眼看清 什么草是什么药材 能有什么用 苏洛目前最需要的 就是炼制寿灵丹的药材 能驯化的宠物 都是野怪中最弱的 没有丝毫战斗力 按照寻常套路 绝对没有希望打赢任何一只野怪 但如果驯化之后 立即灌下大量的寿灵丹 催化宠物升级 那结果就不一样了 在满级炼药术的加持下 炼制简单的药物 根本不用任何装备辅助 所以苏洛根本不慌 也山羊大灰狼小野兔之类 潜力不高的宠物 苏洛根本看不上 目前能做的 就是快速采集药材 顺带筛选宠物 不远处 正在联手驯化宠物的两名玉兽师 看到苏洛正在干练药师的活 顿时如遭雷击 那个哥们儿 该不会只受到打击了吧 怎么不驯化宠物 采集药材能有几个钱啊 还不如和我们一样 驯化宠物培养好之后再卖出去 估计是接受不了现实 精神出现毛病了 再过几个小时 副本中厉害的怪物就要出来了 咱们赶紧多抓点宠物 然后推出副本吧 副本地图宽阔 随着越来越深入 其他预售师消失在苏洛的视线中 这时候 苏洛突然停止采药 满脸疑惑地 看着草丛中的一只蓝色生物 野生小水龟 可驯化 按照血脉反阻来算 这小水龟 怎么也算是神兽玄武的后代了 苏洛满脸兴奋 对着小水龟施展了一次驯化技能 一道白光瞬间将野生小水龟笼罩 恭喜您 成功驯化野生小水龟 小水龟只有八掌大小 呆蒙的小脑袋 此时疑惑地看着苏洛 似乎在分辨主人有没有奶水 该不会还没断奶吧 感受到小水龟怪异的目光 苏洛一震头大 他立马从背包里取出药材 炼制寿灵丹 不然这小家伙迟早要爬到自己胸口来 此时 江城中心广场上已经是人山人海 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 盯着一块巨大电子屏幕 上面是考生的名字和当前等级 江城二中的狂战士周寒稳 稳占据全榜第一的位置 江城一中 只有周文文勉强挤进了第九名 看着排行榜上的排名 周则表情很不自然 下意识地就要去寻找苏洛的排名 别看了 那小子不知道在搞什么鬼 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 周则扭头看了看 惊讶道 赵校长 您怎么来了 今年宴都大学的苍龙学院对外招收了 名额只有一个 我来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苗子 赵天南是53级火系法师 脾气火爆 当看到预售师排行榜最末端的名字时 顿时脸色涨红 显然是被气得不轻 校长 苏洛这小子平时挺上镜的 估计是要求太高 被现实击垮了 哼 等这小子出来了老夫 非要好好骂他一顿 转职成玉寿师就把他打倒了 算什么男子汉 品学兼优又努力上进的学生 谁不爱 赵天南一直都对苏洛予以厚望 但现在被气的鼻孔都快喷火了 但奈何人家在副本里 火气再大也得憋着 就在这时候 整个现场忽然嘈杂起来 不少人更是疯狂地尖叫 赵天南坐在专属的位置上喝茶 只顾着手里的茶叶 丝毫没关注排行榜的变化 他们在吵什么 好像是有人说 苏洛在副本里开挂 周泽不可置信地 看着玉寿师阵营的排行榜 刚刚还是灵机的苏洛 瞬间成为了二级玉寿师 不仅如此 苏洛的经验进度条 还在不断地上涨 单凭增长速度 几乎超过了排行榜第一名 开他奶奶的挂 这是现实 又不是写小说 赵天南吐了一口茶叶墨子 然后抬起头看向玉寿师排行榜 苏洛这小子在哪呢 赵校长 明网玉寿师阵营 第一名的位置看看 周泽小心翼翼提醒道 当看到苏洛的等级 在两分钟内上涨到三级后 赵天南也呆住了 秒升两级 这他M的不科学啊 老赵 你们一中在搞什么鬼啊 想拉刀升学率 也别用这种下三滥手段吧 说吧 这小子身上带了多少寿灵丹 这小子不知用了什么手段 带了寿灵丹进去 必须要废除职业 开除学籍 高考副本试炼 严谨带任何消耗物品进入副本 这是铁律 而现在苏洛作为战斗力低下的玉寿师 竟然连升两级 立马引起了其他几所中学校长的不满 放你娘的狗屁 赵天南脸色胀红 刚刚没憋下去的火气 瞬间上来了 对着几个老头冷嘲热讽道 副本传送是你们负责的 该不会是 你们几个老家伙 连一个灵级的玉寿师都摸不透吧 只要你们敢说这次看走眼了 老夫亲自动手 把苏洛强制弄出来 此话一出 几个校长立马闭口不言 能成为高校校长的都是一方强者 至少都是四十级以上的主战职业 要是公开承认看走眼了 以后就很难混了 既然这样 那就等他出来再说 如果拿不出合理的解释 废除职业者身份 开除学籍 主考官开口 众人这才安静下来 副本中 苏洛将最后一颗寿灵丹 塞进小水龟嘴里 宠物食用寿灵丹 经验值加500 经验值加500 每位出一颗寿灵丹 苏洛也会跟着增加500经验值 到现在他一只怪没打 就跟着小水龟升了两级 这种感觉太棒了 四颗寿灵丹灌下去 小水龟的体型 顿时大了一圈 属性也发生了变化 小水龟 二级 攻击 十 防御 三十 技能 小水球 水盾 被动技能 寻宝 两个技能 一个攻击一个防御 很常见的技能 寻宝 可锁定方圆 一百米内的普通药材 等级提升后 被动技能也会提升效果 看到技能介绍 苏洛呼吸 顿时变得急促起来 有寻宝这个被动技能 寻找药材的速度 至少能增加十倍 预售师阵营 等级排行榜上 排名第一的苏洛等级 到二级后 经验条例码 停在了80%的位置 一直保持两个小时 都没有动静 所有人都傻眼了 一会儿暴涨一会儿 又静止不动 你他妈搁这儿 玩过山车呢 主考官是一名六十级的弓箭手 这次试炼副本 包括传颂 都是他亲自监督 弓箭手有视野之灵的被动技能 再加上自身实力不低 他能百分百确定 苏洛没有带任何东西进去 但是 苏洛的经验条 怎么看都不对劲 主考官越想越烦躁 阴郁的眼神 时不时地瞥向一旁的赵天南 你特么看 我干什么 赵天南不断地用手擦拭 额头上的汉字 可又不敢说什么 副本脸 苏洛坐在一棵苍脆的大树下面 面前摆着一堆药材 这些材料足够炼制 三十多颗寿灵丹 唉 真羡慕他们那种 打打杀杀才能升级的日子 苏洛无奈地看了一眼呆萌的小水龟 叹了口气 开始炼制寿灵丹 分别从药材堆里 抓起三种药材 用手揉成一团 在满集炼药术的加持下 苏洛只感觉自己 是在手搓丹药 龙玉扑鼻的丹药香味传开 一旁的小水龟立马 开始嗷嗷直叫 快点吃吧 希望你能长成玄武 不然我就拿你炖汤喝 随手将手中的寿灵丹 丢在小水龟旁边 苏洛又开始了流水线般的炼丹 宠物食用寿灵丹 经验值加500 经验值加500 宠物食用寿灵丹 半个小时后 所有药材消耗完毕 苏洛达到了七级 而小水龟已经到了十级 此时的小水龟 已经变成大水龟了 身高和成年人差不多 体型就更大了 龟壳坚硬 浑身皮肤 均烈的沟壑里 闪烁着黑色光芒 无比的霸气 悬水龟 十级 攻击 八十 防御 145 技能 冰柱冲击 冰盾 被动技能 寻宝 伤害反弹 五一百 眼看着小水龟 长成了悬水龟 苏洛心里很是满意 这样一来就能让悬水 规矩帮自己刷经验了 苏洛又打开了自己的属性版面 姓名 苏洛 职业 九十 体质 八十 装备 驯化皮鞭 宠物 悬水龟 数量无限制 技能 皮鞭攻击 驯化 可复制数量 一 被动技能 满级炼药术 神级天赋 万兽之主 升级之后 多了一个皮鞭攻击 苏洛内心没有丝毫波澜 这种羞涩的技能 只能两个人的时候 偷偷用 光明正大使出来 还是需要勇气的 复制个冰盾吧 靠小皮鞭刷怪升级 就是吃人说梦 苏洛毫不犹豫地选择 复制冰盾技能 冰盾 浑身释放寒气 凝结冰墙全方位防御 可抵挡600伤害 有了防身技能 苏洛立马又化身 才要狂魔 击杀红眼狼 经验直加30 击杀掌牙黑兔 经验直加20 一路上碰到的各种野怪 都被玄水龟斩杀 为了减少浪费时间 苏洛也会时不时地 施展一两次皮鞭攻击 高考时间为7天 每天只有8个小时副本时间 随着一道声音响起 副本里的人 都被传送回江城中心广场 众人的第一反应 就是在排行榜上 寻找自己的名次 苏洛出现的一瞬间 立马就被周边的 御寿师考生团团围住 兄弟 你牛逼啊 竟然在副本里坚持了这么久 而且还到了八级 同学你算是创造奇迹了 第一天就成为八级的御寿师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就是运气好一点也 对于众人的吹捧 苏洛带着微笑一一回应 没有丝毫摆架子 一阵寒暄后 苏洛才看向排行榜 第一名 周涵 狂战士9级 第二名 李牧 骑士9级 第三名 苏洛 御寿师8级 第十名 周文问 法师6级 第三名还不错 明天再进入副本 有悬水归刷怪 应该能再快一些 对于这个成绩 苏洛很满意 只要再努努力 考上阉都大学 绝对没问题 众多考生 都在打量成绩排行榜 而观众席 以及主席台上的人 看向苏洛时 眼神顿时变得古怪起来 作为御寿师 8个小时升到7级 这其中多少有点问题 所有人都认为 苏洛通过某种手段作弊了 试炼副本关闭后 主考官将视线 放在苏洛身上 与气冷漠道 苏同学 请问一下 你的御寿师天赋是什么 此话一出 现场顿时一片安静 不知情的人 看到苏洛头顶的 8级御寿师头衔时 也瞬间呆住了 主席台上 赵天南和周泽 神色凝重 他们更希望 苏洛是天赋一柄 而不是作弊 我的天赋是经验共享 苏洛毫不犹豫回答 作为御寿师来说 自己的等级 确实有些逆天了 主考官这么问不奇怪 在没有组队的情况下 你是怎么升到7级的 主考官脸色越发冰冷 主席台上 其他几所高校校长 更是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 苏洛的潜力如此逆天 如果是作弊 对其他高校来说 苏洛不担心自己天赋被暴露 经验共享所有御寿师都能做到 只是共享多少而已 话音落下 全场所有人瞬间不说话了 御寿师能炼制丹药 能不能编个更离谱的理由 几个校长幸灾乐祸 赵天南和周泽 都无奈地闭上了眼睛 口气这么大 如果真出了问题 他们也保不住啊 主考官脸色越发阴沉 冷冷道 那你现场炼制一枚寿灵丹 他伸手一抓 副本传送阵所在的方向 顿时变得扭曲 三株炼制寿灵丹的药材 从中飞了出来 悬浮在苏洛面前 六十级强者动目 整个广场瞬间狂风大作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暗自猜测 苏洛到底能不能炼制寿灵丹 苏洛你赶紧开始吧 只要能证明 主考官肯定不会为难你的 赵天南对着苏洛一阵挤眉弄念 同时传音道 别慌 就算你不会炼丹老夫 也能强行保你 难道今天这个逼是非装不可了 感受到众人戏削的眼神 以及主考官审视的目光 苏洛暗暗叹了口气 本来还想低调的 既然这样 那就不装了 摊牌吧 苏洛缓缓伸手 结果三株药材 揉搓的同时 施展神级炼药术炼制丹药 这一幕在外人看来 却不是那么回事 苏洛 考官大人让你炼丹 没让你在这炸汁 不知是谁起哄喊了一句 现场顿时哄笑起来 主席台上 除了赵天南和周泽之外 其余的人都开始幸灾乐祸起来 主考官脸色铁青 眼神中怒火冲天 恨不得活活撕了苏洛 这小子竟然敢遭他自己的药材 另一边 苏洛揉搓药材的同时 余光也在扫视着主席台上 几位大佬的脸色 如果他们露出震惊的表情 苏洛反而会担心 他们认出来自己的炼药级别 但现在 苏洛能肯定 他们不知道自己炼药术有多厉害 只要别人不知道多厉害 那就能放开手脚大胆蛋了 随着苏洛的彻底放飞自我 一阵微弱的光芒 从他手中亮起 整个广场瞬间无比安静 快看 他手里的药丸 好像真是寿灵丹 我经常看我爹炼制寿灵丹 怎么和苏洛的手法不一样 玉兽师职业配合炼药师职业 倒也算是稀奇的双职业 可惜了上限不高 同时觉醒了两个赚钱的职业 以后也算是能有出息了 能不能别用手搓啊 整得像是有手就行呀 看到苏洛手中的三枚兽灵丹 场外的围观群众议论纷纷 主席台上几人 却是表情各异 主考官怒火消散了一些 挥手轻易就将苏洛手中的丹药 吸入自己手中 当场查验 原本还幸灾乐祸的几名校长 却是笑不出来了 纷纷盯着主考官手中的丹药 拇指大 微黄 通体圆润 散发着淡淡一香 比零兽药剂效果强十倍 这孩子天赋应该不错 确定丹药没有问题后 主考官脸色越发缓和 看向苏洛的眼神也赞上起来 还是考官大人厉害 不像某些井底蛙 看到好苗子就觉得是作弊 赵天南一张老脸都笑出花了 捧主考官的同时 还不忘嘲讽其余几个老家伙 练个丹药而已 有什么好显摆的 有种你让他去边境对抗一模呀 这小子上线就摆在那 就算考上了四大学府 也没啥前途 一名老者冷嘲热讽 眼神中依旧是瞧不上的模样 怎么 你们不服气 赵天南耿着脖子一瞪眼 立马和那个人吵了起来 其余的校长则是闭口不言 转职两个职业 在这个世界并不少见 但是像苏洛这么快 就能炼药的却很少见 他们分得清苏洛 到底有没有前途 而一些制药企业 也都向苏洛抛出了橄榄枝 主席台上的人 在研究苏洛炼制的寿灵丹 台下大部分人 都在围着苏洛想要拉近关系 周天海拉着周文文在旁边等待 想要拉拢苏洛的人很多 甚至还有不少是艳都来的人 周家只是开了个制药厂 根本排不上号 父女俩只能站在人群最外围 等着其余人走了 才有机会和苏洛搭话 文文 你和苏洛是同班同学 有没有把握让她成为咱们周家女婿 只要本小姐愿意 她分分钟能变成我的舔狗 周文文不傻 从主考官的表情来推测 就能知道苏洛的炼药天赋不低 如果能让她为周家所用 定能让周家的事业发扬光大 而现在要做的 周文文很快就挤进了人群 成功走到苏洛面前 苏洛 恭喜你啊 以预授施的身份 竟然进了全职业排行榜前三 谢谢 苏洛微笑着致谢 然后毫不犹豫地 朝着身后的高考队伍走去 留下周文文在风中凌乱 该死的 本姑娘主动和你搭话你 竟然爱搭不理 看到苏洛毫不犹豫地离开 周文文脸色难看 跺了跺脚 也朝着队伍走去 对于周文文 苏洛本来还是有些好感的 但也仅限于同学友谊 但是 某次这个女人 竟然莫名其妙地告诉自己 她不想谈恋爱 整得像是自己在追她似的 这种女人 还是保持距离比较好 很快 各大高校的队伍都集合完毕 主考官走上台 开始讲话 同学们 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 接下来的六天内 你们每天都会有八个小时 进入副本试炼 你们可以在任意时段 进入副本 讲话结束 市中心的人开始逐渐变手 回到家 苏洛第一时间 使用召唤术 召唤悬水龟 一阵光芒闪烁 房间里顿时多出了一只 蓝色乌龟 此时的悬水龟 又恢复了呆萌可爱的状态 和副本中的凶猛状态截然不同 使用冰盾 苏洛对着悬水龟 发出指令 悬水龟体型没有变化 只是外壳凝结出了一层蓝色光照 使用冰柱冲击 随着第二道指令下达 悬水龟体型瞬间暴涨 吓得苏洛立马 让他停止 要是真让这家伙施展冰柱冲击 估计整个房间都得没 看来 这家伙有两种形态 一旦进入攻击模式 就会变身 苏洛皱着眉头思索 又在网上查阅大量资料后 才得出了这个结论 拥有两种形态的宠物上限很高 但是需要大量资源堆积 而苏洛刚好有解决资源的办法 啾啾 悬水龟再次恢复成呆萌小可爱 用脑袋蹭苏洛的裤腿 没有了 苏洛一脚踢开 想要骗兽灵丹的悬水龟 然后回到卧室 从枕头下翻出手机 看着空白的信息列表 苏洛暗自叹了口气 三年前姐姐苏冰雪考入燕都大学 刚开始还会和苏洛通电话 到后来是偶尔发消息 但是现在已经两年多没有消息了 高中三年 姐姐的下落和安危 成了苏洛心里唯一的念想 等去了燕都大学 第一件事就是找姐姐 照常给苏冰雪发去一条短信后 苏洛开始休息 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狂风暴雨 龙国需要培养各种人 才来应对一模 所以高考试炼规则也简单粗暴 只是不允许带入消耗物品 以及下死守 除此之外 拉帮结派 斗智斗勇 都是在默认范围之内 第二天 副本里的情况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 所有职业参加高考试炼 都是统一的副本 龙蛇混杂 然后就是拉帮结派情况严重 苏洛进入副本的时候 几乎所有能轻易刷怪的地方 被各种小团体占领了 这种情况下 想要单独刷怪升级 就只能去副本更深处 被往里面走 怪物的实力就越是深不可测 只是在入口处停留了片刻后 苏洛便朝着副本深处走去 战斗形态下的玄水龟 如同蓝色铁塔般 晃悠悠跟在苏洛旁边 还时不时地提醒他收集药材 苏大哥 能不能给兄弟们 弄点狂暴药剂呵呵 一处山谷中 正在收集药材的苏洛 被十来个人堵住了 这群人职业分布很均匀 辅助 法师 战士 刺客 每个人都是六级以上的实力 这样的组合几乎就是刷怪机器 走到哪儿都能引起一片腥风血雨 不过这样的队伍 苏洛还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别说这些人的等级 就算他们配合的天衣无缝 也终究只是六级 而玄水龟已经达到了十级 你们确定要找我抢狂暴药水 苏洛眯起眼睛 浑身散发出一股冷意 这时候 山谷另一侧 又走下来了二十来个人 领头的 竟然是平时看起来老是芭蕉的周铁生 不过此时他顶着七级骑士称号 满脸凶象 你们眼睛都他妈瞎了是不是 敢打我妹夫的主意 大哥 你不是说让咱们不惜一切代价 提升实力吗 信苏的能炼制瘦灵丹 肯定能炼制更低级的狂暴药水 被骂的小弟顿时委屈起来 看那样子就快要哭了 给苏洛看得一愣一愣的 周铁生大不留心走到跟前 笑着说道 妹夫 这些都是我小弟 你那个不是想考燕都大学吗 还需要啥药材 兄弟们给你办了 说到这里 周铁生把自己的胸膛拍得砰砰作响 嗯 我自己也能考上燕都大学的 苏洛都骂了 周铁生这家伙 平日里不是老实芭蕉的吗 怎么突然冒出来这么多小弟 妹夫别客气 咱们都是自己人 周铁生乐呵呵地拍了拍苏洛的肩膀 然后又皱着眉头 看向周边的小弟 愣什么愣 还不赶紧叫妹 叫姐夫 姐夫好 二十多个人齐齐喊道 苏洛顿时满脸黑线 最终他还是拒绝了周铁生的帮助 自己目前只需要培养玄水龟就够了 一边杀敌一边炼制受灵丹 升级速度刚刚好 如果太过逆天 反而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只有进入大学后 才能彻底放飞自我 双方分开后 苏洛又继续朝着秘灵深处走去 不多时 他就停下了脚步 被一只巨大的幽灵猛虎挡住了去路 其双目闪烁着蓝色火焰 就连身躯都在不断扭曲 幽灵猛虎 十级 精英 攻击 一百五十 防御 八十 生命 一千五百 技能 力找撕裂 灵炎冲击 被动 嗜血 根据受伤程度提升攻击力 以及恢复能力 要想继续深入 就必须得解决幽灵猛虎 但是看到他的属性版面时 苏洛却舍不得干到他了 如果能收服幽灵猛虎 自己的战斗力 绝对能原地起飞 哪怕不用炼制兽灵丹 也能凭着两大宠物轻松升级 玄水龟也是十级 应该能试试 下定决心后 苏洛命令玄水龟登场了 为了保险 还给他塞了一个狂暴药水 好 使用狂暴药水后 玄水龟双目赤红 兽性大发 转身就朝着苏洛 干他呀 你科目看我干啥 苏洛狠狠一脚 给玄水龟 踢到另一个方向 心里那叫一个气啊 恨不得晚上回去 立马包乌龟趟 挨了一脚之后 玄水龟又嚎叫着 朝幽灵猛虎冲去 距离还有三米远的时候 他就发动了技能 一根巨大的冰柱从天而降 朝着幽灵猛虎狠狠砸去 600 冰柱冲击瞬间打掉了 幽灵猛虎600血量 相当于血条的一半 但是下一秒 幽灵猛虎也开始反击了 利爪带着锋利的气息 狠狠朝着玄水龟抓去 450 玄水龟防御天赋极强 被动反伤 但是幽灵猛虎也不是吃素的 一龟一虎瞬间打了起来 苏洛站在一旁静静地等待 时不时地朝着幽灵猛虎 抽一鞭子 两只灵兽的速度很快 偶尔会有一鞭子 抽在玄水龟身上 战斗之余 玄水龟偶尔会用忧怨的眼神 看向苏洛 你他妈到底是在帮忙 还是在添乱啊 最后苏洛还是选择站在旁边看戏 给玄水龟帮忙 完全就是吃力不讨好 偶尔一鞭子 抽在他那龟甲上 虽然不会对主人反伤 但是容易坏鞭子 好 看到苏洛在一旁心疼小皮鞭的样子 玄水龟更气了 发了风似的朝着幽灵猛虎攻击 战斗瞬间进入白热化阶段 双方都火力全开 苏洛时不时丢出一个回血药剂 玄水龟越战越猛 不一会儿功夫 满身伤痕的幽灵猛虎败下阵来 奄奄一息 苏洛抓住机会 立马使用玉兽技能驯化 驯化失败 驯化失败 他大爷的 一连串的失败提示 让苏洛差点怀疑人生 拦到玉兽师的设定 是不能驯化 比自己等级高的生物 又或者是血量越低 驯化的几率越高 苏洛不由地想到了一款 捕捉宠物的游戏数码游戏 尝试着一拳砸在幽灵猛虎头上 13 在不使用任何装备的情况下 一拳下去只打掉了13滴血 幽灵猛虎 玄水龟 照这样下去 再打18拳就能让他只剩6滴血 到时候应该能提升驯化的几率 不过他们猛逼的表情 苏洛放下皮鞭 骑在幽灵猛虎的脑袋上 开始疯狂输出 有冰盾护身 他也不怕幽灵猛虎反击 再加上玄水龟在一旁守着 安全绝对有保障 砰砰砰砰 十多拳砸下去 幽灵猛虎像是烂泥一样 瘫倒在地上 幽灵猛虎觉得 自己受到了侮辱 竟然被一个人类按在地上摩擦 最关键的是想含冤 而死都做不到 感觉火候差不多了 苏洛再次使用驯化 驯化失败 驯化失败 难道是我等级不够高 苏洛眉头皱起 然后开始查看自己的系统背包 这一路走来 他收集了至少40颗兽灵丹所需的药材 现在只需要将所有兽灵丹 炼制出来给玄水龟吃下去 大概能让自己达到十几 玉灵草 百味果 翻山根 三种药材每种都有20多株 炼药一次能随机炼出一到三颗之间 药材全部取出来后 苏洛便立马开始施展神级 炼药术 转眼间 两颗香味扑鼻的兽灵丹 就出现在苏洛手中 龙玉的香味扑鼻蔓延开来 对于灵兽 那就是更致命了 玄水龟 哈喇子留了一地 就连地上像死狗一样的幽灵猛虎 都猛地站了起来 不过又被玄水龟一巴 掌拍趴下了 苏洛拿起一颗兽灵丹 在幽灵猛虎的鼻子处晃悠 晃得他口水直流 臣服我 你每天都能吃到这个东西 好 我答应你 什么猛虎 什么百兽之王 在兽灵丹的诱惑下 幽灵猛虎像是傻狗一样狂点脑袋 就差跪下磕头了 主要是臣服了 就不用挨打了 苏洛再次对着幽灵猛虎 使用驯化技能 驯化失败 尼玛 果然是等级不够 苏洛郁闷地收起丹药 开始不停地炼制寿灵丹 所有药材消耗完毕后 苏洛面前已经堆了40多颗寿灵丹 在他炼丹期间 玄水龟和幽灵猛虎 一个抢一个守护 又足足打了三次架 40多颗寿灵丹 被苏洛全部推到玄水龟面前 像是喂猪一样 让他大口大口地吃 使得一旁的幽灵猛虎 再一次口水直流 宠物食用寿灵丹 宠物经验值加500 经验值加500 经验值加500 每一颗寿灵丹 价值3000块钱 但苏洛毫不心疼 随着玄水龟疯狂禁食寿灵丹 苏洛的经验条 也在飞快地飙升 终于十极了 白光流转 苏洛顿时感觉浑身舒适 就像是脱胎换骨一样爽 姓名 苏洛 职业 御寿师 等级 十级 力量 120 敏捷 60 精神 180 体质 600 装备 驯化皮鞭 宠物 玄水龟 数量无限制 技能 皮鞭攻击 驯化 冰盾 可复制数量 1 被动技能 满级炼药术 神级天赋 万兽之主 四维属性都有各方面的成长 但终究只是御兽师 攻击力比不过战士 血量也比不过骑士 不过 苏洛收服宠物数量无限制 完全可以一个召唤术 直接叫出来 无数宠物吊打一切 等级达到十级 有多了次复制的机会 苏洛也发现了复制技能的规则 每隔五级 就能复制一个技能 如果现在能收服幽灵猛虎的话 立马就能复制一个厉害的攻击技能 想到这里 苏洛的目光不由自主地看向 趴在地上 像死狗一般的幽灵猛虎 也生幽灵猛虎 可驯化 果然还是等级的问题 看到幽灵猛虎脑袋上的提示后 苏洛瞬间大喜 当即施展驯化技能 恭喜您 成功驯化幽灵猛虎 随着驯化成功 幽灵猛虎眼神中的胆怯之色消失 取而代之事 无穷的欢喜 因为 再也不用担心 被人骑在脑袋上锤了 而且还有香香的药丸吃 副本里有句古怪 叫做实实物者 维俊杰 驯化不仅能收服灵猛 还能治愈之前的伤势 被驯化后 幽灵猛虎的伤势 已经全部恢复 他收敛了身上的灵眼 趴在苏洛脚边蹭啊蹭 哦 去杀怪刷经验 我去采药材 给你们练单 苏洛一脚 想把他踢开 可那巨大的虎头 反正极大 差点让他骨折 气得他那叫一个气啊 要不是幽灵猛虎跑得快 苏洛立马就要掏出他的鞭子了 检测到宠物幽灵猛虎 击杀猎猎猪 经验加260 您获得经验反馈 经验加260 检测到宠物幽灵猛虎 击杀黑魂骷髅 经验加300 您获得经验反馈 经验值加260 幽灵猛虎在不断地杀怪 苏洛的经验值 也在跟着缓慢增长 只按照这个增长速度 苏洛也能保持前五的位置 但是苏洛觉得 自己还能再多囤积一些底牌 比如 偷偷驯化几十只十级精英怪 万一碰到危险了 再一股脑地召唤出来 密林中 一人一归 四处搜刮药材 不单是寿灵丹所需的药材 包括狂暴药水 零售药剂等各种能用的药材 全部都被苏洛收入囊中 培养一两只怪物苏洛 还觉得绰绰有余 但是几十只上百只的话 就得花些心思了 哎 要是能有自动收集药材的宠物就好了 苏洛叹了口气 躺在玄水龟的背上 让他四处搜寻药材 之前周铁生想要帮忙收集药材 苏洛也不是没想过这个问题 他们都还在参加高考试炼 苏洛不想让他们为了自己而耽误成绩 苏洛不是大善人 但也不想欠人情 咔嚓 咔嚓 就在苏洛探索副本的时候 两只身高两米的骷髅 从玄水龟身旁走过 他们扛着一根奇怪的棍子 像锄头又像是武器 直接忽略了玄水龟和苏洛 静止往某个地方走 双方几乎是擦肩而过 这么近距离都不会发起进攻 绝对有什么秘密 苏洛立马命令玄水龟悄悄跟上去 走了十来米距离后 他们开始用锄头在地面挖坑 然后往坑里洒了些类似种子的东西 骷髅怪竟然会重点 苏洛有些惊讶 立马开始查看骷髅的属性 骷髅仆人不可驯化 介绍 王林巫师的仆人 能支配他们干任何事 能支配他们干任何事情 苏洛眯着眼睛开始思考 然后眼神越来越亮 想起来了 他之前在一本课外书上 看到过关于王林巫师的介绍 只要给他足够的成长时间 王林巫师能独自建立一个王林帝国 不知道这个王林巫师达到什么等级了 如果能驯化 将来绝对是我的大助理 想到这里 苏洛已经没有什么心思去寻找药材了 都啥时候了 当然是找王林巫师要紧啊 苏洛命令玄水龟 使用冰柱冲击攻击其中一只骷髅 自己则是观察骷髅的实力 巨大的冰柱瞬间撞击在骷髅身上 八板 巨大的红色数字亮起 被撞的骷髅已经粉身碎骨 由于骷髅仆人是中立型生物 并没有任何攻击力 所以击杀也没有任何经验 咔嚓咔嚓 骷髅被瞬间秒杀 剩下的一只骷髅受惊了 立马丢掉锄头往来时的方向跑 浑身骨头摩擦不断发出声响 甚至有时候用力过猛 骨头还会磨出粉末 苏洛骑在玄水龟身上飞快地跟着 穿过丛林跑过山谷 最后来到了一处山洞 当看青山洞周边环境时 苏洛整个人都骂了 洞口密密麻麻的全是骷髅 这些骷髅和刚刚被打死的那只骷髅长相一样 只不过这次数量众多 至少有一百多只 所有骷髅都在洞口种植什么东西 苏洛揉了揉眼睛 震惊到 真是邪门了 野生的怪物从来都是吃灵药 还是第一次见到有怪物会种植灵药 就在这时候 那只受精的骷髅已经跑进了山洞里 几秒钟后 山洞中传出一声怒吼 所有骷髅都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空洞的眼眶直勾勾地看着苏洛和玄水龟 咔嚓咔嚓 山洞中又有五十多个骷髅走出来 不过这些骷髅的骨骼不是白色 而是青色的 每一只青色骷髅身高接近两米 浑身散发出阴冷的气息 手里拎着的骨剑和破烂盾牌 更是给人一种压抑感觉 苏洛立马开始 查看这些青色骷髅的属性 骷髅战士七级 攻击八十 防御一百 体质四百 介绍 亡灵巫师召唤的战士 骁勇善战 汗不畏死 好 一阵响彻天地的咆哮声响起 密林中一道青色身影 飞速朝着苏洛靠近 就在跟踪骷髅仆人的时候 苏洛就已经命令幽灵猛虎赶过来了 十四级的玄水龟 再加上十一级的幽灵猛虎 能轻松对付这些骷髅战士 是谁打伤了我的子民 愤怒的声音从山洞内转出来 紧接着一道黑色的影子 从山洞内飘了出来 宽大的黑袍斗篷 遮住了他的全身 袖口和帽子里空洞洞的 似乎亡灵巫师就是这件衣服一样 亡灵巫师十八级 攻击八百 防御三百 体质一千二百 技能 亡灵召唤 死亡诅咒 被动 狂热 介绍 狂热与召唤各种骷髅怪物 研究新奇的东西 完善自身 等级越高 召唤的骷髅越厉害 看到亡灵巫师的瞬间 苏洛心里顿时就碍了 若是能将这家伙收入麾下 药材方面的压力 绝对能降到最低 既然这样 那就先定个小目标 拿下亡灵巫师 五天时间 升到十八级 不是没可能 副本时间结束后 苏洛的身影出现在市中心广场 击杀了所有骷髅战士后 苏洛的等级已经达到了十一级 骷髅战士是吃素的 亡灵巫师可不是吃素的 玄水龟只是吃了一记死亡诅咒 差点原地升天 苏洛不得不收回玄水龟和幽灵猛虎 然后撤离副本 此时 排行榜上的情况也发生了轻微的变化 第一名 周涵 狂战士十三级 第二名 李牧 骑士十二级 第三名 周文问 元素法师十二级 第八名 周铁生 骑士十一级 排行榜前十 已经没有苏洛的位置了 不过他并不在意 今天收服幽灵猛虎 以及得到亡灵巫师的位置 就是最大的收获 真正充等级 还得做些准备 毕竟亡灵巫师的诱惑太大了 必须要想办法拿下 不过 看到周铁生 排名第八十 苏洛很是意外 这家伙之前 总是嚷嚷着考个野鸡大学 就够了 但是现在这势头 至少也能进四大学府啊 感慨了一番后 苏洛回到家 立马开始查阅 关于亡灵巫师的资料 亡灵巫师 竟然是SSS 及辅助宠物 当看到这个消息后 苏洛瞬间坐不住了 哪怕不吃不喝 也得想办法 赶紧升级 高考副本 每个人只能进入一次 这次错过了 可就终身没机会了 苏洛兴奋无比 但是等级提升 越到后面所需的经验值 就越多 单凭一个人 想要在五天内 升到十八级 是不可能的 苏洛连夜制定了一套 粗暴的方案 玄水龟 和自己四处采集 寿灵丹所需要的药材 幽灵猛虎 负责刷怪加经验 以及寻找合适的精英怪 然后由苏洛驯服 只要再拥有十来只精英怪 活力全开 基本上能让经验值 飞快上涨了 五天时间 十八级 完全没问题 接下来的时间里 苏洛进入副本后 就立马开始采集药材 同时 让幽灵猛虎四处刷怪 寻找精英怪驯服 这样一来 他的等级 比起其他考生 就越发落后了 是中心广场上 主考官一直坐镇于此 其他的校长 则是偶尔来看一次 高考试炼倒数第二天 当看到苏洛的名次 摇摇落后时 赵天南和周泽都憋不住了 两人决定 在副本出口处 堵住苏洛问个清楚 高考试炼 明天就要结束了 你怎么才十二级啊 苏洛刚从副本中退出来 就被周泽堵住了 他满脸的担忧 旁边还跟着满脸淫欲的赵天南 按照苏洛之前的升级速度 现在应该都有十四级了 但是现在这家伙 才只有十二级 相当于这两天 啥都没干 你小子最好老实交代 不然老夫就把你屁股考树 赵天南手心里 冒起一缕火苗 因侧侧地说道 赵校长好 周老师好 苏洛尴尬地用手捂住屁股 保证道 明天我肯定不会再这样了 那你说说 这两天 你都在里面干嘛了 赵校长 对你可是有很大的期待啊 甚至还想给你个苍龙院 入院测试的名额 周则语气无奈地说道 这两天 我都在忙着收集宠物 所以升级慢了些 苏洛其实心里 也在发苦啊 他本来打算 一边收集药材 一边驯化宠物的 但是 精英怪识 暂时太多了 导致他根本没啥时间 去采集药材 收集宠物 隔壁二中的天才御寿师 已经收集了两只 十级精英宠物 你收集了多少 赵天南 顿时眯起眼睛 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 看着苏洛 我收集了六只 苏洛毫不犹豫地说道 御寿师的召唤空间 只有六个位置 所以最多 只能驯服六只宠物 不过 苏洛拥有 顶级天赋万寿之主 可以拥有无限宠物空间 这段时间 他足足收集了 二十三只十级以上的 精英宠物 当然 对外宣布 一律都只说六只 真有六只精英宠物 赵天南眼珠紫瞪的鬼员 立马说道 快弄出来我看看 为了满足赵校长 和周老师的好奇心 苏洛还是将宠物弄出来了 包括玄水龟 和幽灵猛虎在内 一共六只十级以上的宠物 而此时的玄水龟 已经达到了十五级 幽灵猛虎 也达到了十三级 其余的宠物 大多数都是十级 哪怕只是十级 无论是体型 还是吸睛程度 都是顶级的 随着六只宠物一出来 苏洛顿时成了 全场的焦点 一些刚从副本里出来的考生 看到这一幕 纷纷唏嘘不已 这特么 可是六只精英级的宠物啊 哪怕是排行榜上 第一的狂战士周涵 和苏洛单挑 也只有求饶的份 宠物确实不错 可是明天只有八小时 不知道你能不能达到十五级 哎 赵天南叹了口气 然后表情郁闷地离开了 临走前 周则拍着苏洛的肩膀安慰道 别担心 你只是玉兽师而已 明天只要好好升级 也能进入最顶级的玉兽师学院 周老师放心 我会努力的 苏洛微微一笑 并没有把他们的话放在心上 亡灵巫师自己都打算拿下 区区十五级算什么 不过这些底牌 他并不打算告诉任何人 毕竟这个世界 除了父母 很少有人真的希望你过得好 不远处 刚从副本里出来的周文文 看到苏洛拥有六只精英级别的宠物时 也是震惊无比 但发现苏洛只有十二级后 他心里立马就平衡了 因为现在 他已经是十四级元素法师 明天轻松 就能考入顶级大选 但是苏洛就不一样了 哪怕有宠物帮助 副本最后的八个小时 也很难达到十五级 谁的前途更辽阔一眼 就能看出 周文文心里 是觉得苏洛配不上自己的 甚至觉得 很和他这种废物职业说话 都是一种煎熬 但是周家 需要他的炼药天赋 最终周文文还是走了过去 他已经计划好了 只要苏洛签订了终身协议 他就立马甩了他 苏洛 你要是愿意 和我们家的制药厂 签订终身协议 我会考虑 给你一个追求我的机会 哦 你觉得我喜欢你 苏洛淡淡一笑 看向他的眼神中 隐藏着一抹厌恶 这女人怎么阴魂不散 要不然学校里 怎么会有我们的传言 那你想怎么样 苏洛表情冷漠 自顾自的 把所有宠物收入宠物空间 对于这个自大 且自恋的女人 他一句话都不想多说 不如我们打个赌 周文文挤出一丝笑容 继续说道 如果明天 你达到了十五级 我就当你女朋友 但你要是做不到 就得和我周家的制药厂 签订终身协议 对自己的奇葩一想 赌注得换一下 如果我达到了十五级 以后你见了我得绕着走 话音落下 他的身影也离开了广场 高考一共七天 这最后一天时间里 是中兴广场 又彻底的热闹了起来 不过 这次大部分人的目光 几乎都停留在 排行榜前十的人身上 因为他们是天选之子 能考上龙国 四大学府的顶级天才 他们代表着 跨越阶层 前途无量 广场中央 所有考生严阵以待 苏洛静静地站在人群中间 排行榜不进前十 哪怕他是预售师中 等级最高的人 依旧没多少人注意他 实力为尊 就是这么现实 不远处 周文文站在法师阵营中 和苏洛的目光偶然相对 他嘴唇微动 对着苏洛无声提醒道 别忘了我们的赌约 赌约 苏洛根本就没把这当回事 此时他只想立马进入副本 让大家知道一下 什么叫做刷经验 不只是苏洛 所有考生都是兴奋的 最够八个小时 意义重大 随着一道白光亮起 所有考生瞬间被传送进副本试炼 副本入口是固定的 只不过每个人 都有自己固定刷怪的地方 一大群人很快在入口处散开 周铁生并没有急着开 而是担忧地看着苏洛 妹夫 要不要帮忙 兄弟有人多 考验都大学都是轻轻松松 完全可以帮你刷几个怪 他不知从哪搞来了一把大铁刀 再加上身材魁梧 看起来很是威风 我又把握达到15级 放心吧 苏洛笑着白白手 然后朝着副本深处走出 被拒绝后 周铁生也没过多停留 带着二十多个人 浩浩荡荡又开始了刷怪之旅 随着深入 周边刷怪的人也越来越少 直到没人时 苏洛才一口气 将所有宠物全部召唤出来 包括玄水龟和幽灵猛虎在内 一共23只气息强大的灵兽 将它团团围住 阵营极为庞大 一个人便能碾压一个小队 所有宠物都被苏洛派去杀怪升级 只留下玄水龟手在身边 宠物击杀猎眼蛇 您获得150经验 宠物击杀独眼黑熊 您获得400经验 击杀黑灵树妖 获得500经验 一条条获得经验的提示不断传来 苏洛也在分秒必争 四处搜寻 这一次 他还额外寻找了兽王丹所需要的药材 兽王丹比起兽灵丹 效果强了50倍不止 至少要炼药宗师才能炼制 稀有且价格昂贵 但苏洛拥有神级炼药术 只要材料足够 更厉害的丹药都不在话下 此时 江城市中心广场 所有人目光都凝聚在苏洛的名字上 因为这家伙的经验提升速度真的很快 名字提升更快 原本苏洛在300多名 但是现在竟然瞬间达到了前50 随着经验条不断暴涨 他的排名还在不断靠前 我打赌 苏洛肯定又炼制寿灵丹了 你们猜他多久会停下 最多也就冲刺到前30吧 毕竟他只是御寿师 寿灵丹增加的经验越来越少 没有杀怪升级快 御寿师能像他这样凶猛 也算是光宗耀祖了 围观群众们议论纷纷 主席台上却很安静 几个校长级别的老家伙 看到苏洛的名字提升速度都不以为意 单凭寿灵丹就想达到15级 绝对不可能 苏洛这小子到底在干什么 周泽皱起眉头满脸的疑惑 他知道苏洛有6只精英级别的宠物 可这经验提升速度古怪 绝对不是6只宠物就能办到的 赵校长 您觉得苏洛现在是在炼丹 还是在杀怪升级 老夫也不清楚 这小子为什么会这么快 不过能升级就行 赵天南伸手抓了抓头上 本就不多的几根头发 然后笑眯眯的端起茶杯 管他在干嘛呢 能达到15级就行 御寿师专业 要是有人考上四大学府 以后他将成一中 可就有吹嘘的资本了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排行榜上的名次变动 也越来越缓慢 苏洛的排名 却还在不断地变化 竟然直接从300名开外 一直追到了前十的位置 整个广场的人都沸腾了 几乎所有人都死死地盯着 显示屏上苏洛的经验条 照这样下去 他很有可能追到第一的位置 原本一些不看好苏洛的制药企业 纷纷懊恼 前几天 他们看苏洛的名次 一直没有变动 就放弃了苏洛 但现在 苏洛给人的感觉是 好像又行了 此时此刻 苏洛已经达到了15级 还有最后三小时 应该尝试一下 冲击18级了 副本中 苏洛站在亡灵巫师 所在的山洞不远处 眼神中充满了兴奋 20多只宠物 到处找怪物厮杀 比起普通人 他相当于开了10倍速 而现在 他面前已经摆好了 100颗兽灵丹 和3颗兽王丹 再加上亡灵巫师 似乎感觉到了危险 开始大批量的召唤 能提供经验值的骷髅战士 很有可能直接升到18级 这些骷髅战士 此时正在不断的集结 而苏洛身边 也有宠物在陆续赶过来 气氛已经渲染到了顶点 大战一触即发 人类 你究竟想干什么 亡灵巫师从山洞中飘出来 空洞的黑袍下 仿佛有眼睛在盯着苏洛 竟然还会说话 苏洛一惊 但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直接命令众多宠物出击 同时也在命令 玄水龟疯狂地嗑药 这是自己的第一只宠物 再加上他的被动防御很高 是自己唯一能保命的手段 王灵巫师也怒了 命令所有骷髅战士出击 灵兽这边尽是精锐 而骷髅战士虽然实力不高 但胜在数量庞大 双方瞬间打成一片 击杀骷髅战士 经验直加600 击杀骷髅战士 群刷是掌经验最快的方式 仅仅只是五分钟时间 苏洛的等级就达到了16级 但是距离18级还远远不够 苏洛直接将三颗兽王丹 摆在玄水龟面前 同时命令所有参战的宠物 火力全开 外界 是中兴广场 彻底沸腾了 大部分人都在疯狂地尖叫 甚至有的人 因为过度激动而晕厥 因为一个叫做苏洛的家伙 不仅拿到了全职业排行榜第一名 而且还在一分钟之内 从16级直接升到17级 这特么是开挂了吧 甚至还有人开始猜测 苏洛是强者重生 也有人说是孟婆汤对了水 不然 为什么他升级这腰牛逼 主席台上 一直闭着眼睛 休养身心的主考官逢利 也猛地睁开眼睛 他满脸震惊地盯着排行榜 眼神中满是惊骇 太特么疯狂了 赵天南一口茶水 从嘴里喷出来 直接激动地爆粗口 此刻 副本中的战斗已经结束了 所有骷髅战士全体阵亡 而苏洛这边 也有6只宠物重伤 兵临死亡 不过预售师的好处就是 宠物并不会真正死亡 只要达到兵临死亡状态 就会自动回收进宠物空间进行治疗 24小时后 宠物就会满血复活 服用了大量兽灵丹 和三颗兽亡丹后 玄水龟的等级已经达到了20级 玄水龟 20级 攻击 430 防御 700 体质 3200 技能 冰龙咆哮 寒冰碾压 被动技能 伤害反弹 15斜杠100 忠诚守卫 忠诚守卫 30米内能和预售师共享防御 以及被动技能 达到20级后 玄水龟的技能发生了变化 被动技能也多了一个 相当于玄水龟的防御力越高 苏洛的防御也能跟着上涨 人类 你到底想干什么 亡灵巫师的语气中充满了愤怒 但他又拿苏洛没有办法 500多名骷髅战士全部阵亡 现在只剩下几十个毫无战力的骷髅仆人 拿什么打 最气人的是 这家伙现在又停下来了 战又不战 退又不退 臣服于我 我能给你各种要剂 看完玄水龟的属性版面后 苏洛才把视线放在亡灵巫师身上 同时心里也在估算着时间 现在距离副本结束还有最后十分钟 而自己的等级才是七级 距离十八级还差百分之一的经验值 除了玄水龟和幽灵猛虎之外的所有宠物 都被苏洛派去杀怪了 收服亡灵巫师只是时间问题 亡灵永不为奴 亡灵巫师发出一阵邪恶的笑声 开始继续施展召唤术 却被幽灵猛虎打断了 亡灵巫师和苏洛 差不多也是属于召唤系职业 也有些法师的味道 但终究不是近战职业 很快就被玄水龟和幽灵猛虎 按在地上摩擦 别打了 我臣服 亡灵巫师凄厉的惨叫道 但是苏洛不为所动 玄水龟和幽灵猛虎也并没有停下 反而更用力了 啊 我的牙 别打了 别打了 我愿意臣服于你 你先让这只乌龟滚开 压死我了 恭喜您等级提升到十八级 请继续努力 一道白光流转 苏洛正式达到十八级 可驯服 而此时 距离副本试炼结束还剩下十秒 苏洛立马对着亡灵巫师 使用了驯化术 恭喜您 成功驯化亡灵巫师 驯化成功 苏洛立马将所有宠物 以及亡灵巫师收入宠物空间 恰好这时候 一道白色的光芒将苏洛笼罩 仅是一瞬间 他的身影就消失在副本当中 试炼结束了 感觉今天的副本试炼时间好快啊 不知道今年报考 骑士大学的人多不多 我勉强达到了十四级 刚传送出来 所有人都向同伴 分享着自己的经历 周文文出来的第一时间 就是看排行榜 此时的他已经达到了十五级 能够进入燕都大学 他只想看看自己 和苏洛的赌局结果 怎么 可能 周文文突然眼睛瞪得滚圆 不可置信地看着排行榜第一的位置 第一名 苏洛 玉兽师十八级 第二名 周涵 狂战士十六级 第三名 李牧 骑士十五级 第四名 赵海云 刺客十五级 第七名 周文文 法师十五级 第八名 周铁生 骑士十五级 苏洛竟然拿到了第一名 而且 等级还比第二名高出了两级 他是怎么做到的 周文文脑袋里一片空白 恰好这时候 苏洛从他身旁路过 周文文同学 我们的赌注从现在开始生效 希望你说到做到 说完这句话 苏洛头也不回地 朝着班级队伍走去 留下脸色苍白的周文文 在原地发呆 高考试炼结束 接下来 就是各个大学的招生老师出场了 只要是符合要求的考生 都能去新义的大学报名 然而 苏洛正打算报燕都大学的时候 却被周则拦下来了 苏洛 你先别报名 赵校长校长找牛点事 周则伸手指了执主席台 台上一群人正在争论不休 这些人个个都生面孔 实力却强得可怕 一举一动都能引起空间波动 周老师 发生什么事了吗 苏洛疑惑问道 还不是因为你小子厉害 四大学府的人都在抢你呢 周则又爱又恨地摸了摸苏洛的脑袋 提醒道 四大学府的质量都差不多 你家里条件不好 一会儿谁开的筹码高你 就选谁吧 这样校长也不会为难 说完周则 便带着苏洛往主席台的方向走去 一旁正准备搭话的周铁声 听到二人的对话后 当场实话 好家伙 四大学府都出来抢人了 这得躲你天 主席台上只有三个陌生面孔 和主考官冯立正 吵得不可开交 这小子必须去龙水大学 我们学院有最顶级的 预售师专业 以及炼药师专业 你那算啥啊 我们学院免费提供 药材五五分账 他要炼制任何药剂 我们青山大学都给得起 四的人 你一言我一语 争论不休 在他们面前 周则和赵天南都只是小角色 只能静静地在一旁等待 从争吵中 苏洛才知道主考官冯立 竟然是阎都大学的人 行了行了 我们说得再好 也不如让他自己选择 感受到苏洛的目光 冯立立马示意他们别吵了 让苏洛自己做选择 小子 我们龙水大学 可以给你契约 一只S级的宠物 青山大学免费提供任何药材 天门大学 你去历练几年 直接让你当预售系导师 好家伙 真是一个比一个离谱啊 导师都整出来了 苏洛整个人都呆住了 面临四大学府抛出的诱惑 苏洛都很喜欢 但他还是要去阎都大学 主要是他想去阎都大学 找姐姐苏冰雪 想到这里 苏洛不由地将目光 放在了冯立身上 看他能给出什么筹码 在场的三个人 都抛出了筹码 就他还没说 那个 我们阎都大学 嗯 冯立脸色胀红 他在阎都大学 是出了名的铁面无丝 刚正不阿 想让他贿赂人心 嗯 确实有点难 你们阎都大学行不行啊 看到冯立窘迫的样子 其他三所大学的人 纷纷嘲讽到 嗨嗨 学校的苍龙院 今年要在校内招售一个人 如果你能进入青龙院 我可以给你一个 专属的刷怪小副本 苍龙院确实不错 但这孩子 只是御寿师和炼药师啊 老冯你吃错药了 就是 说的可真好 下次别说了 燕都大学的青龙院 竟然能给专属的 刷怪小副本 这手笔 还真不算小 这样一来 亡灵巫师 就能在小副本里 安稳发育了 眼看着几个人 又要吵起来了 苏洛立马说道 各位前辈 我还是想去燕都大学 不过 我想提前打听一个消息 三年前 苏冰雪进入青龙院后 接了一个 红头加密文件 就离开了 具体去了哪里 我也没全力知道 既然你想找 苏冰雪的下落 那你就有必要去青龙院了 只要你足够强大 你的地位和权力 甚至能超过院长 不过进青龙院 需要考核站立职 说到这里 冯丽的意思 已经很明显了 想要去燕都大学容易 可青龙院 却不是那么好进的 冯大人 这小子的等级 能够轰动整个江城市 想必他也有把握 通过青龙院测试吧 一旁沉默许久的赵天南 忽然开口缓和气氛 冯丽沉音片刻后 开口解释道 青龙榜中共15万人 其中最高的40多级 最低的也是15级以上 想要通过青龙院测试 必须要达到青龙榜1300名 一时间 主席台上的众人都沉默了 青龙院是燕都大学 最精锐最神秘的地方 随便派出来个人 都能独当一面 如此强悍的地方 想要加入 也同样难如登天 是不是必须要进入青龙院 才能打听到我姐姐的消息 这是唯一的办法 加密的任务 不是一般人能接触的 主考官为什么会说 这么多苏洛心里十分清楚 无论是报燕都大学 还是报青龙院 都会有一个入门考核 如果考核失败 则不被录取 他之所以说这么多 完全是希望自己慎重选择 不过也多亏了在场的几人 毕竟燕都大学和青龙院 似乎有不小的差距 思索片刻后 苏洛语气坚定地说道 我还是选择青龙院 行 既然你选择了 就尽快准备一下 明天一早来这里集合 冯丽交代了一句之后 走下主席台 代表燕都大学开始招生 回到家 苏洛仔细地看着房间里的陈设 目光中满事不舍 房子是老旧的居民楼 从父母去世后 他就一直住在这里 原本幸福的一家人 现在却只留下他一个人 还少在这 姐 我一定会进入青龙院 然后来找你 苏洛很少有情绪波动 但是此刻 他的眼眶有些泛红 缓了一阵后 苏洛才把王林巫师召唤出来 房间内瞬间 多出来了一件漂浮的斗篷 同时 温度也降低了许多 人 哦不 主人 您找我有什么吩咐吗 王林巫师刚出来就看到 苏洛表情冰冷地盯着自己 立马就改变了口吻 要还是之前那样桀骜不逊 估计又得被按在地上摩擦 做宠物 就得有个宠物的样子吗 王林巫师心里在不停地自我安慰 苏洛却在看他的属性版面 王林巫师 十八级 攻击 八百 防御 三百 精神 一千 体质 一千二百 技能 王林召唤 死亡诅咒 被动 狂热 王林召唤 消耗五十精神值召唤骷髅仆从 或两百精神值召唤骷髅战士 召唤物叠加无上限 死亡诅咒 对敌人发动死亡诅咒 造成每秒一千八百真实伤害 五秒 技能可持续性提升 看完他的基本信息后 苏洛才继续问道 你的骷髅仆从能重地 不光是重地 打铁 挖矿 炼金 炼药它们都可以 那你弄几个炼药师骷髅出来 嗯 我的实力太低了 至少要达到五世纪以后 才能弄炼药师骷髅 不过我的骷髅仆人 不仅会重地 还会采集 感受到苏洛情绪不太稳定 王林巫师立马开始吹嘘 自己的骷髅多厉害 不愧是SSS级宠物 竟然还懂得察言观色 苏洛心里惊讶的同时 也在盘算 如何才能利益最大化 种植药材虽然利益可观 但时间成本太大 最好的 还是采集药材 骷髅仆人 没有任何攻击力 属于中立生物 哪怕在野外 也不会被其他怪物攻击 用它们来采集药材 是最好的 距离天量 至少还有12个小时 苏洛打算准备一下 然后去城外提升实力 等级达到18级后 苏洛多了一个复制技能的机会 一直没有使用 此刻他毫不犹豫地 复制了亡灵巫师的死亡召唤 姓名 苏洛 职业 御兽师 等级 18级 力量 750 敏捷 400 精神 1400 体质 1300 装备 驯化皮鞭 宠物 玄水龟 幽灵猛虎 亡灵巫师 数量无限制 技能 皮鞭攻击 驯化 冰盾 死亡召唤 可复制数量 0 被动技能 满极炼药术 神级天赋 万兽之主 黄昏时分 苏洛穿着灰色运动服 头戴鸭舌帽 缓缓走出了江城城门 这一次 他不打算提升等级 而是想利用骷髅仆人 寻找一些药材 宠物等级最低级为S级 以此类推到SSS级最神级 一般的宠物 也就是C或者D级 如果能到B级 就算是优秀了 A级宠物算是罕见 至于S级宠物 更是稀有品种 越往后越稀有 至于SSS级宠物 除了苏洛手里的亡灵巫师 龙国目前只有一只 苏洛打算收集一些药材 来炼制进阶药水 让宠物们都提升品级 他手里的所有宠物 除了一个亡灵巫师的品级最高 剩下的就只有玄水龟 和幽灵猛虎达到了B级 其余的全部都是B级之下 品质不好 等级再高也没有 如果所有宠物都是SSS级 哪怕只是十来级 也能对付二三十级的强者 城外是一片森林 前来此地刷怪的人很多 但和副本中一样 越往森林里面走 就越危险 副本中面临死亡危机时 还有机会被传送出来 但现实中刷怪死了 就是死了 越往里面走 怪物的等级越高 人也越少 十八级怪物所在的地带 更是很少能看到人烟 苏洛将所有宠物全部召唤出来 然后开始分配岗位 玄水龟负责贴身保护苏洛 亡灵巫师负责召唤骷髅仆人 采集药材 其余的宠物 则是去寻找精英怪击杀 高考试连副本里 没有怪物爆装备 导致苏洛现在都还在用小皮鞭 亡灵召唤 苏洛尝试性的发动技能 顿时召唤出来了一只 两米高的骷髅 他扛着奇异的农具 眼眶里闪烁着蓝色火焰 等待苏洛的指令 技能冷却时间只有十秒钟 一次消耗武士精神值 苏洛的精神值能召唤二十八次 再加上亡灵巫师的二十次 短短五分钟之内 苏洛周边已经占了四十八个骷髅仆人 主人 我要休想 继续 今晚上别想休闲 消耗完精神值的亡灵巫师 正准备休息 却看到一大堆恢复药剂 已经堆在他面前了 SSS级宠物 当然要合理利用 第二天 苏洛顶着两个黑眼圈 从城门口回来了 虽然疲惫不堪 但他却兴奋地不行 昨晚所有骷髅采集的药材 至少能炼制四十个进阶药水 再加上所获得的装备 可谓是收获颇风 此时此刻 苏洛身上已经装备了一套 骑士专用的C级黑眼套装 全身套装都是灰黑色 又酷又拉风 这套装备主要是增加防御力和体质的 加上苏洛原本的属性 如今体质已经达到了2300 防御力更是增加到了800 再加上玄水龟的被动技能 苏洛的卸量和防御力 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境界 想不到骷髅仆人还能回收 只是可惜了 我召唤出来的那些骷髅 苏洛一边赶路一边叹息 昨晚他只召唤了几十个骷髅仆人 最后没办法处理 只能让宠物们集体抹杀了 而亡灵巫师足足召唤了1000多只骷髅仆人 临走时 他甚至还将骷髅仆人 全部收入了骷髅空间 等到下次需要使用时 还能一股脑全部召唤出来 完全就是暴兵神宠 一路上 苏洛都在思索如何提升自己的战斗力 他现在最大的优势就是数量 亡灵巫师可以大批量囤积骷骷战士 加上二十来只精英级别的宠物 战斗力绝对能爆炸 回到家 苏洛本来只想简单收拾几件衣服 刚走到门口 他又扭头走进了姐姐曾经的房间 屋子里一尘不染 苏洛每个月都会打扫一次 床头的柜子上挂着一张苏洛和苏冰雪的合照 只有八张大小 苏洛从来没有将照片取下来过 但是现在 他想把这张照片带走 这是什么 取相片框架的时候 一个牛皮纸信封从相框背后掉了出来 这是姐姐写的 信封上没有写名字 苏洛却有种直觉 他立马取出里面的信件 苏洛 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看到这封信 但是有些话必须要让你知道 这个世界并不是你看到的那么真实 或许你自认为很了解的东西 其实并不是你了解的那样 如果哪天你联系不到我了 千万不要尝试着来找我 我会平安回来见你 但是在这期间 你要照顾好自己 千万不要相信任何人 这个世界并不是看到的那么真实 不要相信任何人 一瞬间 苏洛感觉曾经的观念被彻底轰碎 但姐姐不会骗自己 但是为什么三年前他就知道这么多 并且留下这封信 苏洛满脑子的疑惑 短时间内却又找不到答案 将信件烧毁后 苏洛才带着行李离开 江城一中 各大学院的招生导师 已经在布置传送阵了 野外四周都是怪物 甚至步伐有几十级上百级的强大怪物 各大城市都有强大的阵法 或是高墙挡住怪物 最安全的赶路方式就是传送阵 直接点对点传送 苏洛走到操场上时 燕斗大学的招生队伍 差不多已经快要集结完毕了 队伍中只有两个熟面孔 一个是周铁生 一个是周文文 或许是赌约的原因 看到苏洛到来 周文文主动扭过头 看向另一个方向 周铁生则是热情地打招呼 苏洛 你这气色好像不太对劲啊 压力很大吗 我有啥压力 你获得燕斗大学青龙院 测试资格的事 已经传开了 周铁生满脸羡慕 又酸溜溜说道 现在我都不敢喊你妹夫了 我担心 我那妹妹配不上你 怕你当负心汉 苏洛一阵无语 不在搭理周铁生 而是将视线放在了前方 冯丽正在用几颗白色的石头 搭建阵法 其余来的招生老师 则是在一旁辅助 过了半个小时左右 传送阵才搭建完毕 燕斗大学新生 所有人进入阵法 苏洛跟着队伍跨进阵法 心里感觉一阵莫名的激动 燕斗大学 我来了 庞大的阵法 散发出一道白色光芒 将众人笼罩 紧接着光芒冲天而起 形成一道巨大的光柱 光柱消失 人也消失了 今天是燕斗大学招生的日子 所有人都早早地 抵达是中心广场 想要看看 今年的新生中 有什么天才 广场上空 时不时地有光柱亮起 那是前往各个地方 招生的导师 带着人回来了 黑铁城的新生来了 竟然只有七个人 穷乡僻壤的地方 能出什么人才啊 这几个人 也就是勉强达到 分数线而已 青山城的不错呀 和去年一样 又出了个十七级的强者 作为燕斗人 养尊处又惯了 再看这些小地方的人 显然是看不入眼的 特别是 看到小城市来的 一两个人组成的队伍时 更是全场哄笑 算了不看了 最后又是我们 燕斗本土考生 最厉害 再等等啊 还有个中小型城市没到呢 据说那地方也挺偏僻的 就当看笑话呗 你说的是江城市 来了来了 是冯丽大人带的对 虚空中一道白光 直直照射在地面的 接引阵法上 下一秒 冯丽便带着江城市 所有新生出现在地面 江城市这一届的新生 总共有十八个人 不算最差也不算最好 但是 所有人的视线 都不由自主地 放在这支队伍上 因为苏洛的称号 实在是太耀眼了 十八级御寿师 若是在其他地方 这个称号倒是平平无奇 但这是新生入校啊 加上高考试炼 一共才七天时间 这小子 只是个御寿师 怎么做到短时间内 升到十八级的 燕兜 最豪华的地豪酒吧内 一名穿着黑色豪华礼服 打扮优雅碗的少女 正在和几名女子玩耍 这时候 一名穿着 复古服饰的老者 突然出现在她面前 小姐 江城市 出了十八级御 受职业的天才 家族猜测她的天赋 可能对我们有用 有用就招懒啊 软得不行上硬的 在这燕兜 还有我们叶家搞不定的事吗 少女不以为意 自顾自地 和小姐妹比赛 开香槟 我只是奉老爷的指令 来通知你的 老者不以为意 身上不经意间 散发出一缕寒意 行了行了 我知道了 少女不耐烦地摆手 然后一本正经地 对着身后 护卫安排道 马上给我报名燕都大学 顺便把他所有资料 给我拿过来 燕兜 乃是整个龙国的首都 面积比起江城 大了几十倍 繁华且带着无尽的神秘 城中藏龙卧虎高手如云 燕兜更是被誉为 坚不可摧的龙国堡垒 面临这么一座城 苏洛心里也有些好奇 但听到周边人群 那刻薄自大的言语后 他瞬间没了兴趣 苏洛 这燕兜可真他娘的大 这些大一心声 估计有一千多人了吧 周铁生不禁感慨了一句 差不多吧 不过咱们还是好好修炼 没实力在哪 都会被人看不起 对于燕兜某些人的脸色 苏洛同样是看不惯的 不过有黑就有白 世界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人 这就是基本规则 这个道理我懂 等我成了传奇奇事 他突然表情凝重地看着苏洛 你经历的事儿少 哪怕进了青龙院 也千万别轻易相信别人 为什么这样说 坏人很多 苏洛诧异地看了一眼周铁生 这家伙平日里老实憨厚 没想到心哑这么多 总之你信我就行了 有些东西 以后你会懂的 说完 周铁生又恢复了往日嘻嘻哈哈的样子 跑到队伍后面 去训斥他新收的小弟了 这个家伙 应该也不简单 苏洛抿了名嘴唇 周铁生说的话 和姐姐留的那封信 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时候 有人开始负责分配职业专业了 分到最后 只剩下苏洛一个人 孤零零地站在原地 那个预售师 怎么没去预售专业 处在那儿干啥呢 听说青龙院 今年在校内开放一个名额 不少天交都会争取这个机会 小地方来的预售师 也想进入青龙院 真是痴心妄想啊 听说叶家的叶天灵 已经是十九级见识了 估计青龙院的名额是他的了 众人议论纷纷 苏洛也看清了局势 原本上千新生 此时还剩下六十多个人 每个人都身着不凡 实力极强 这些人应该是和自己一样 要去参加青龙院的测试 不一会儿 就有一名穿着长袍 打扮拉他的老头 走进了广场中央 他腰间跨着个酒葫芦 看起来和街头乞丐差不多 但是随着他的出现 场面却是出气的安静 甚至没人敢说他任何坏话 因为来者是燕都大学的护道者无用 也是青龙院的院长 八十三级火系法师 号称最久无用大法师 哪怕是燕都这种一线城市 他也能轻易抹除 这种恐怖存在 谁敢说他的坏话 所有参加试炼的新生 纷纷跟在无用身后 朝着不远处的燕都大学走去 隔着老远 就能看到燕都大学内的 地标性建筑 青龙塔 抵达青龙塔下方后 无用才停下脚步 你们有一个小时的机会 可以调整状态 一个小时之后 老夫亲自送你们进那里 说完话 他醉醺醺地抬手一挥 广场中央瞬间弥漫起 一股灰色浓郁的雾气 将六十多个人全部包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秘密 用雾气隔绝视线 显然是相当贴心的 一个小时 足够了 苏洛当即从背包里 把所有的药材取出来 同时又将幽灵猛虎召唤出来 然后每练制出一批兽灵丹 他都会让幽灵猛虎 立马吃下去 同时还是 进阶药水 也通通给幽灵猛虎享用 检测到宠物实用寿灵丹 经验值加500 您获得经验值加500 进阶药水并不是百分百 让宠物进阶 而是有几率 苏洛此时炼制的进阶药水 只是最初级的 只有2%的几率 让宠物进阶 从B级进阶到A级 还算容易 至于从A级到S级 需要多少药水 就很难说了 到了后期 哪怕是最顶级的 进阶药物几率 也低得可怜 所以培养宠物 能算得上 烧钱职业之最 当然除了进阶之外 还能用等级 来提升宠物的品质 不过比起进阶更难 幽灵猛虎使用进阶药水 进阶失败 幽灵猛虎进阶成功 连续吃下 20多个进阶药水之后 幽灵猛虎进阶成功了 苏洛立马开始查看情况 幽灵猛虎17级 攻击1150 防御400 体质2400 技能力找撕裂 幻影攻击 被动 嗜血 根据受伤程度提升攻击力 每次攻击获得伤害20%的恢复 攻击能力加强了 体质和防御算是重规重矩 唯独嗜血技能发生了变化 原本只是增加恢复能力 现在是攻击带回血 为了不暴露秘密 苏洛再次从宠物空间 召唤了5只宠物出来 将剩下的20多个进阶药水分给他们 钢铁魔狼使用进阶药水 进阶失败 玄水龟使用进阶药水 进阶失败 烈焰大鹏鸟使用进阶药水 进阶成功 所有进阶药水消耗完毕 只有烈焰大鹏鸟进阶成功 不过这家伙等级只有13级 聊胜于无 将所有宠物收回空间后 苏洛开始推测自己的战斗力 20多只精英级别的宠物 再加上亡灵巫师囤积的 100多个骷髅战士 这战斗力应该能和 食人组队的小团体摩擦一下吧 都说玉兽失弱 我觉得玉兽失倒是挺有优势的 苏洛嘴角露出笑容 这时候 迷雾恰好开始消散 意味着一个小时时间已经过去了 所有人整齐地站在原地开始等待 酒鬼随意地宣布了几道规则 然后就封住了所有人的背包空间 最后给每个人都分发了一个 挂着白色石头的项链 喵的 凡是在测试性质的考核 都要封背包吗 苏洛有些诧异 幸好自己提前给宠物使用了进阶药水 要不然就白准备了 青龙塔是我们青龙院的标志 排名不认等级 只认战斗力 每个人进入青龙塔后 都是单独的空间 但是你们面临的怪物是相同的 如果感觉快死了就捏碎传送时 老夫可保你们平安 还有 算了 你们进去了就自然知道了 话音还没落下 每个人的脚底下 就已经亮起了火红色的圆圈 火光一闪 圈内的人瞬间消失 灰色雾蒙蒙的天空 周边是一望无际的草原 杂草干枯 大地均裂 充满荒凉气息 苏洛静静地站在原地 打量四周 可是并没有任何异常 这就是青龙塔里面吗 十秒钟过后 大地开始出现轻微的颤动 苏洛能看到前方的泥土凹陷 一只怪物的脚率先破土而出 怪物是从地里出来 苏洛心中震撼无比 同时感觉浑身莫名的燥热 似乎血液沸腾一般 此情此境 定要杀个痛快 咔嚓 咔嚓 仅是几秒钟 食指体型巨大 浑身长满鳞片 宛如黄牛的生物 就从土里钻了出来 银角魔牛 十五级 攻击 六百五十 敏捷 一百五十 体质 三千二百 技能 银角撞击 冲锋 银角撞击 攻击力增加百分之三百 只要击中必出暴击 冲锋 冲锋撞击敌人 身边每多一个同伴 攻击力增加百分之五十 苏洛收回视线 立马将所有的宠物 一口气全部召唤出来 给我秒了这些大水牛 只是十只银角魔牛而已 苏洛有把握 能把他们轻松秒掉 击杀银角魔牛 战力直加五菱 战力直加五菱 一连串的战力直提示 让苏洛更加兴奋 为了确保万一 他特意留下了 一只银角魔牛 在众多宠物的胖奏下 银角魔牛的血量 很快就达到了残血状态 驯化成功 增加一只银角魔牛后 苏洛的宠物数量 已经达到了24只 不过 这还不是极限 一旁的亡灵巫师 正在不停地召唤骷髅战士 苏洛也在召唤骷髅战士 虽然骷髅战士的等级不高 但数量多呀 苏洛和亡灵巫师一起召唤 没多久就召唤了 50多个骷髅战士 再加上亡灵巫师之前囤积的 共有300多个骷髅战士 这一次 苏洛算是火力全开了 不为别的 只为了能够万无一失地 进入青龙院 刚刚击杀九只银角魔牛 苏洛一共获得了 450点战力值 咔嚓咔嚓 这时候 地面开始了震动 新的一批怪物出现了 这一次的怪物不仅数量更多 而且实力也极为强悍 竟然是16级的怪物 毒气树桩 16级 攻击 800 防御 320 精神 600 敏捷 120 体质 3800 技能 毒气剑 树根抽打 毒气剑 一共被敌人造成三次伤害 每次伤害800 树根抽打 强有力的树根破土而出 狠狠抽击敌人 并且束缚三秒 这一次的毒气树桩 一共有30个 他们的移动速度并不快 摇摇晃晃的朝着苏洛这边靠近 看到毒气树桩的技能介绍时 苏洛瞬间又有了驯化一个的想法 树根抽打 加毒气剑 配合起来完全就是组合技能 减少一个树桩的战力值 就能增强自身实力 这性比较高高的 苏洛心里很是高兴 如果每一波战斗都按照这样来 自己岂不是能越战越强 外面 青龙塔下方 周边站满了围观的学生 青龙塔上的排名和高考试炼一样 同样是时刻变动的 不过青龙塔意义非凡 算是除了高考之外的 另一个改变人生的机会 每个人只有在入校的时候 才有机会能进入一次 青龙塔的战斗力 从某种意义来讲 也代表了一个人的潜力 研渡大学十几万在校学生 青龙院只收取战斗力 最彪悍的前三百人 再加上今年研渡不少天交 都要参加青龙院的入院测试 自然引起校内不少人的重视 至于无用大法师 在所有人进入青龙塔后 他就离开了 什么狗屁保护安全 捏碎传送时 就能瞬间传送出来 需要保护吗 至于那种不知道 捏传送时的蠢材 也没必要救下来 人群外围 周文文静静地站在角落 眼睛一动不动地 盯着排行榜上苏洛的名次 在他身旁 还站着一名年轻男子 冯海洋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然后与其温和地问道 文文学妹 你不是说单身吗 这又是什么情况 我和他只是同学罢了 实力比不过苏洛 眼看着他逐渐光芒万丈 周文文心里莫名的不舒服 他应该是想进青龙院 不过青龙院不是这么好进的 你看 站立榜上第109的位置 就是去年我刚入院的时候留下的 你也可以在三天内 进入青龙塔挑战 感受到周文文的情绪不对 冯海洋很巧妙地炫耀起了自己的身份 周文文的眼神 也逐渐地从排行榜 转移到冯海洋身上 冯大哥真是天之骄子 不愧是青龙院的人 才进燕都大学两年 就已经达到37级了 他脸上开始逐渐绽放笑容 似乎对眼前这个男人比较满意 还好吧 青龙院里个个都是怪胎 我也没什么厉害的 冯海洋谦逊一笑 然后不经意间伸手轻轻地 搂在周文文肩上 学妹 我先带你去食堂吃饭 然后再想办法带你练机怎么样 有强者带着练机 对于任何转职者 来说都是无法拒绝的好事 周文文想了想也就答应了 任由这位刚认识三个小时的学长 搂着自己离开 同时 他心里莫名的一阵喜悦 苏洛又如何 终究是小地方的人 论实力论背景 都比不过冯学长 青龙塔另一边 周铁生脖子上挂着金链子 穿着紧身衣裤 将浑身肌肉寸寸包裹 大家看好了 现在排在第403位置的苏洛 就是你们大哥的好兄弟 以后见了他 就和见了我一样 要叫大哥 明白吗 明白 周铁生旁边站着这十来个人 全部都是他新收的小弟 这些人本来是被周铁生暴力收服的 但看到他还有个战力榜400左右的兄弟 所有人瞬间心服口服 他的嗓门极大 这几嗓子一喊 所有人都注意到了苏洛的名词 卧槽 这是哪来的怪胎 竟然排在402的位置 哥马 说错了吧 现在是398了 一直光顾着看叶天灵了 没想到这小子 竟然暗度陈仓 直接到了300多名 短暂的喧闹过后 所有人都沉默了 叶天灵作为验读第一人 都还只是排在600多名 这个姓苏的 居然达到300多了 究竟什么来头 青龙塔战力测试 没有时间规定 那些顶不住的人 自然也就出来了 随着时间推移 留在里面的人越来越少 周边围观群众越来越多 一名穿着黑色运动套装 身材高挑 长相极为漂亮的女子 走到了青龙塔下面 在他身后 跟着两名男保镖 其中一人手里 拿了一个喇叭 当女子停下时 立马将喇叭递了过去 老公 加油 音量之大 朕的喇叭都发出嗡名 夸张的喊声 再配上他那夸张的演技 让两名男子眼皮子狂跳 立马转过身去 当说话的人看清女子的相貌后 与其顿时开始颤抖 叶家天骄叶天灵 纵横整个燕都年轻一代无敌手 却有个更加彪悍的骑士姐姐 叶灵月 三天前 姐弟俩还打了一架 据说叶灵月将她的天才弟弟 揍得毫无还手之力 就是这样一个彪悍凶猛的女人 现在竟然在这儿喊老公 看什么看 我在这儿叫男朋友加油不行吗 叶灵月眼神一冷 横扫全场 愣是看得所有人低着头不敢接话 苏洛老公加油 你是最棒的 苏洛加油 老公加油 出自肺腑的呐喊声响彻全场 作为苏洛的铁哥们 周铁生在得知这个女人的来历后 也猛逼了 这女人是不是脑子有毛病 苏洛这是在和你亲弟弟争夺大纪元啊 你哥这儿胳膊肘往外拐 你弟弟不生气吗 你爸妈不生气吗 作为十五级骑士 他是不怕挨揍的 但看到叶灵月是二十级骑士后 周铁生顿时觉得 人家的家事和自己没多大关系了 青龙塔内 苏洛已经迎来了第十五波攻击 四面八方 全是密密麻麻的骷髅巨人 每一个巨人都身高三米 身披铠甲 手持利剑 攻击力 防御力 以及速度 都十分的惊人 因为他们是二十级的亡灵将士 数量足足有三百多只 这一波怪物 应该是看不过去了 苏洛的表情满是纠结 他担心自己就此退出的话 会不会被其他人超越 但是不退出的话 好像也不行 二十多只宠物 已经开始精疲力竭 亡灵巫师召唤的骷髅战士 和骷髅仆人 完全不堪一击 甚至现在亡灵巫师 都亲自上场了 不过这家伙的死亡诅咒 是真的好用 一个诅咒下去 就能干掉亡灵将士 一大半的血量 再加上其他宠物的拼命攻击 第一只亡灵将士倒下了 恭喜您击杀亡灵将士 战力值加六百 就这么点吗 好不容易杀死一只 才获得六百战力值 苏洛心里很是不满意 从近来到现在 一共才获得九千八百点战力值 不过那些人 应该也淘汰的差不多了吧 苏洛心里暗暗猜测 自己有这么多宠物充当门面 才勉强撑到现在 如果真有其他人 比自己还能扛 那就只能算他 牛逼数得不冤了 主人 我没精神施展技能了 真的一滴也没有了 亡灵巫师哀嚎一声 立马退回苏洛身旁 其他宠物也节节败退 一些十五级以下的宠物 更是被砍瓜切菜一样 直接送回了苏洛的宠物空间 唯独二世纪的玄水龟 当作肉盾 还在拼死抵挡 恭喜您击杀亡灵将士 战力直加六百 恭喜您 直到最后迫不得已了 苏洛才指挥所有宠物 集中火力收割残血 然后捏碎传送时 哄 苏洛瞬间消失在原地 亡灵将士巨大的骨剑斩下 深深地嵌入泥土中 青龙塔下 巨大的广场上 人山人海 出来了出来了 大家快看 他就是苏洛呀 果然长得很帅 看起来应该很腼腆 现在已经名花有主了 苏洛出现的一瞬间 整个广场彻底沸腾了 各种花里胡哨的发言 落入苏洛耳朵中 让他整个人都骂了 我特么参加的是战力测试啊 怎么都是讨论颜值的 苏洛扭头去看战力排行榜 发现自己的名字 排在第八的位置 不过他却没多少喜悦 反而有股毛骨悚然的感觉 因为人群最外围 有人扯了一条长长的横幅 上面写着 苏洛老公 我爱你 看到上面的内容 苏洛脸上的表情就 彻底凝固了 苏洛 你太上事了 周铁生从人群中挤出来 跑到他身边小声地嘀咕道 有个疯女人 长得倒是挺漂亮的 但是脑子估计不好使 我看到了 你直接说重点 苏洛面无表情 这女人不知道怎么回事 跑到这里 就直接喊老公 周铁生面色古怪地看着苏洛 打趣道 该不会是你以前的老乡好吧 怪不得看不上我妹 苏洛 就在这时候 无用从虚空中缓缓落下 他看了一眼苏洛的站立直 脸上没有丝毫不揽 明天去青龙院报道 前辈 那我今晚住哪啊 苏洛连忙开口询问 可是人家无用大法师 已经飞走了 尿的 不愧是青龙院的人啊 有个姓 老公 今晚跟人家一起睡吧 我家的床又大又软 叶琳月朝着苏洛走了过来 原本拥挤不堪的人群 瞬间被清空成了真空地带 在他身后 跟了两个保镖模样的男人 以及一个脸色发黑的少年 刚见面就邀请去床 去家里约会 苏洛麻了 周铁生麻了 吃瓜群众也麻了 苏洛自认为 自己的处事能力 面临突发情况时 虽然不至于太差 但也能应对自如了 但现在面对这个女人 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叶琳月 喜欢你很久了 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呃 我们好像是第一次见面吧 苏洛皱着眉头 满脸的疑惑 老公不想跟人家回去 是闲人家长的丑吗 原本还气场十足的叶琳月 突然变得委屈起来 眼含泪水 可怜巴巴地看着苏洛 呃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苏洛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经历过 这么生猛的女人 立马拉着周铁生 往外面挤 被害人都走了 在场的吃瓜群众 也纷纷离开 脸色铁青的叶天灵 这才怒气冲冲地 走到叶琳月面前 姐 你什么意思 她本想问她丢不丢人 但是又怕挨揍 这是家里的意思 你还真以为 你老姐我没见过男人 这小子是有些奇怪 就凭她目前 还征服不了本姑娘 目前 叶天灵猛地瞪大眼睛 死死地盯着叶琳月 眼睛里都快喷出火了 这家伙身上 有一股别人没有的气质 而且还敢 对本姑娘爱搭不理 叶琳月笑得眯起眼睛 仿佛在说 我就喜欢她 桀骜不驯的样子 叶天灵却突然哭出来了 她觉得自己 肯定能进青龙院 但是出来一看 竟然有个性俗的家伙 比自己还猛 就在叶天灵打算报复的时候 自己清洁又闹了 这么一出 姐 我青龙院的名额被她抢了 以后该不会还得叫她姐夫吧 离开燕都大学后 苏洛在学校外面 随便找了个旅馆住下 当然 居民胡同里 也有不少柔弱女子 等待善人 但是苏洛 没有自助别人的习惯 躺在床上后 苏洛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今天的遭遇太离奇了 先是在副本里生死搏杀 出来后 又碰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女人 叶家的人 应该不至于这么缺男人吧 在出学校的路上 周铁生已经讲了 艳斗业家的实力 以及地位 苏洛知道自己帅 但还不至于 让人家这么放下面子来倒追 第二天 苏洛起了个大早 前往艳斗大学 在里面转了足足三圈后 苏洛才找到青龙院的入口 一个狭长地走道 镜头是一扇不起眼的木门 推开木门 里面坐着一个 头发花白的老头 旁边还有个类似 传送用的灰色光幕 干什么的 学生苏洛 前来青龙院报道 老头正在打盹 光幕的另一边 是个巨大山谷 周边修建了各种房屋建筑 看起来似乎并不在艳斗室内 苏洛到来后 立马就有一个 长相甜美的少女接待 带着她去领取青龙院弟子的物品 少女很有耐心 花了足足半天时间 带领着苏洛四处熟悉环境 每个人都有独栋的木屋 附带了不小的院子 有24小时营业的食堂 宿舍以及各种生活用品 可以请专业的人来清洗打扫 但是 一切都得用战力值来兑换 除了每个月参加一次血色试炼之外 其他的时间可以自己支配 至于上课 青龙院的人都是怪胎 不需要上课 下午 苏洛坐在属于自己的院子里 抚摸着一颗黑色的珠子 珠子只有拇指大小 两端开了孔 被苏洛用细绳子做成了吊坠 这是刚刚缝离给她的 说是什么小型专属副本 能让拥有者随时随地 进入到珠子里面的副本 进入 为了验证这个私人副本有多厉害 苏洛已经置身在另一片天地里 蓝天白云 绿水青山 周边是成群的牛羊 以及一些小动物 一级野生小白兔 三级吃草大水牛 五级野生猎豹 这就是我得专属副本吗 苏洛惊奇地看着周边 然后召唤出幽灵猛虎 骑着它开始转悠 这副本确实是能刷怪 只不过这怪物的等级 真特么的低 最厉害的竟然是那只 五级的野生猎豹 我要这副本有何用 苏洛只感觉气得脑袋发晕 一气之下 把所有宠物召唤出来 直接来了个大清理 击杀野生小白兔 经验值加三 击杀大水牛 经验值加五 击杀野生猎豹 经验值五十 主人 这是您的专属空间 杀完所有的小白兔后 亡灵巫师漂浮在苏洛面前 语气惊恐地问道 什么专属空间 一个副本罢了 苏洛撇了撇嘴 然后反问道 如果我退出这片空间 你能继续留在这里面吗 太能了呀 主人您不知道 专属空间 亡灵巫师的语气 几乎都开始颤抖了 空洞的黑桃下 一双星红的眼睛 埋怨地看着苏洛 这不就是一个专属的副本吗 看来主人还不了解 本大巫师 我给主人好好讲讲 在亡灵巫师的介绍下 苏洛这才意识到 冯丽给自己承诺的 不是专属副本 而是一个天大的机缘 这副本虽然也能刷新怪物 提供经验 但它却有个更大的用处 这片空间 就是苏洛的私人空间 在里面盖房子 养猪匹柴喂马 只要是能想到的都能干 完全就相当于 是一个随身携带的小事件 要是被包装不下了 还能在这片空间里 修个仓库来堆东西 你能让人在这里面 种植药材吗 亡灵巫师讲完之后 苏洛立马问道 主人 只要你愿意让我留在这里 我绝对把这片空间 种得满满的 亡灵巫师目前 能召唤的骷髅仆人 刚好能用来种地 最重要的是 还不用吃喝 也不要工资 如果在外界承包种地 不仅要花钱 还得担心别人偷东西 或者抢东西 但是 在专属副本里 种植药材就不一样了 你有种子吗 苏洛疑惑地 顶着亡灵巫师 这家伙也不简单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就在带领骷髅仆人种地 主人 我还有另一个天赋 召唤的骷髅仆人 能帮我携带各种东西 也包括草药种子 不愧是SSS级的辅助宠物 论打架亡灵巫师 可能还干不过幽灵猛虎 但是 论后勤这块 这家伙 绝对是属一属二的大佬 只要亡灵巫师 真能在这里面发展起来 以后 炼药就不愁药材了 主人 你还没给这片空间命名呢 命名有什么用 只有命名以后 这片空间 才算是真正属于你 而且以后 你要是获得了空间时 还能扩大面积 甚至还能成为 小型星星 这么厉害 书本上也没教啊 甚至是网站资料 也没有关于 私人副本的直言片语啊 这世界 果然有点意思 联想到姐姐留下的 信和周铁生 说的某些话 苏洛一下子就释然了 以后 这里就叫神药界吧 苏洛尝试着取了个名字 脑海中瞬间多出了一丝 关于这片空间的关联 虽然不能控制 神药界的一草一木 但苏洛能感知到 他们的存在 离开神药界后 已经是傍晚了 苏洛坐在椅子上 手里握着神药界吊坠 保持这个姿势 一动不动 对面不知何时 坐着一个姑娘 正用一种古怪的目光 盯着自己 恭喜你啊 有一个自己的专属副本 叶灵月看着苏洛手里的吊坠 笑眯眯地祝贺 你找我有什么事 苏洛表情麻木地 看着叶灵月 你姓苏 认识苏冰雪吗 怎么了 苏洛身上的气息 瞬间变得凌厉 眼神也眯了起来 我就是想看看 你认不认识她 现在看来 你是认识的 叶灵月笑眯眯地 用手卷着长发 说完 叶灵月起身 朝着外面走去 苏洛盯着她的背影 思索片刻后 还是选择跟上去 夜幕降临 天地一片寂静 群山中偶尔传来的售吼 和人类的惨叫 森林中 时不时的有亮光传来 那些是夜晚 还在辛苦组队刷怪的人 苏洛跟着叶灵月 一路走出学校 走出燕都城 然后来到了一块 地势高昂的山岭 说吧 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苏洛面无表情地看着叶灵月 苏冰雪是你姐姐吧 叶灵月扭头看了一眼苏洛 见她没反驳后 才继续说道 她是个难得一见的天才刺客 到燕都的时候 已经是二十级了 当时燕都各个势力都想招揽 包括我们叶家 但是一些人不想让叶家得到她 于是就用她弟弟威胁 说到这里 叶灵月又看了苏洛一眼 从那以后 她就在燕都消失了 具体去了什么地方 我们也不清楚 只知道 她在江城有个弟弟叫苏洛 其实我也不过是个 为家族卖命的普通人而已 白天追求 你只是为了完成任务 你别当真 说完她便转身朝着城内走去 苏洛依旧静静地看着远方 直到叶灵月走远了 苏洛才朝四周打量 然后朝着山林深处走去 高考结束和大学报到 只有一晚上的时间 姐姐是怎么升到二十级的 苏洛清楚地记得 苏冰雪的高考成绩 十七级 一晚上时间升三级 苏洛想不通 她是怎么做到的 而眼下最重要的 就是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 就像无用大法师一样 单凭八十多的等级 就能够让人望而生畏 谁敢算计她就是找死 现在已经在艳斗了 我完全可以放手干了 看着连绵不绝的山林 苏洛激动地张开双手去拥抱 下一刻 幽灵猛虎 玄水龟 猎焰大鹏鸟 众多灵宠全部出现在苏洛身后 这里就是你们的猎场 去给我杀 苏洛指挥着众多灵宠 朝四面八方出击 他自己则是带着玄水龟 朝山脉深处走去 野外怪物众多 同时也充满了各种机遇 一株普通的翻山根 能卖二十块钱 A级精英宠物能卖九十万 一件绿色精英武器 能卖上百万的价格 想要快速变强 除了高强度刷怪之外 还需要收集装备 购买药剂来综合战斗力 当然钱越多在这个世界 就越能够为所欲为 苏洛路过一条狭窄的沟壳时 突然有破空声响起 紧接着 两只暗黑色的剑羽 飞速袭来 砰 剑羽撞击在苏洛身上 五百二十 巨大的数字冒出来 苏洛顿时吓了一跳 紧接着 草丛中又有两道剑羽射来 玄水龟扭了扭身躯 用龟壳挡住了 但也依旧掉了一百多点血 有人蹲我 苏洛立马将亡灵巫师 从神药界中召唤出来 当即决定以雷霆手段还击 好 主人受到袭击 玄水龟当即开始了反击 朝着剑羽飞来的方向 就是一个冰龙咆哮 我一个强化剑 竟然只打出一百二十的伤害 它只是十八级的玉兽师啊 怎么可能有这么高的防御 高地上 有女人诧异的声音响起 小心 她的宠物很强 女人身旁 一名男人猛地站起身 举起一面金色盾牌防御 碰 长达三米的冰龙 撞击在盾牌上 巨大的冲击力 将男人直接撞飞出去 同时他脑袋上 也冒出了一串数字 888 怎么可能 男人表情惊恐 而这时候苏洛 也看清了偷袭自己的人 是一男一女 男的是十八级骑士 女的是十八级弓箭手 死亡诅咒 亡灵巫师担心玄水龟 抢了全部功劳 立马给男人丢了一个死亡诅咒 1200 1200 死亡诅咒 持续伤害五秒 每秒伤害一次 男人只扛了两秒 就瘫倒在地 抱出了身上所有的装备 求你 饶了我吧 弓箭手是一名二十来岁的女人 看到苏洛指示 两只宠物就化解了危机 当即跪地求饶 只要你不杀我 让我干什么都可以 女人跪在地上连连磕头 我还能施展 亡灵巫师空洞的黑袍脑袋 看向苏洛 并没有继续动手 人类中存在一些圣母和坏胚 他担心自己的主人 就是那种货色 所以不敢贸然动手 苏洛面无表情地看向女人 任由他哭得多惨 都没有一丝表情波动 要不是自己和玄水龟 共享防御 自己估计求饶的机会 都没有 苏洛师妹也没说 只是伸手成刀撞 在脖子上动了两下 亡灵巫师黑袍下 顿时泛起一阵红光 再次兴奋地施展死亡诅咒 1150 女人一秒都没抗住就去了 人死了 白色和绿色的装备掉了一地 一把绿色精英级别的弓箭 一个精英级别的护甲 一只精英级别的护腿 森林之弓 精英 弓箭手 攻击 89-130 力量 加18 使用等级 15级 附带技能 每射出一箭 对敌人造成轻微中毒效果 巨石护甲 精英 骑士 防御 150 体质 加100 使用等级 15级 套装技能 减少5%伤害 并且对敌人造成10% 无法抵御的反伤 巨石护腿 精英 骑士 防御 120 体质 加100 使用等级 15级 套装技能 这个世界的装备 和游戏里差不多 但也有些不一样 唯一的区别 就是没有职业划分 法师可以穿骑士的护甲 职业不对应的话 唯一的缺点 就是激发不了装备技能 从而降低战斗力 又收获了两件保命的装备 苏洛满意地 将巨石护甲 和巨石护腿 穿在身上 防御立马 加了270 体质 也加了200 穿上装备后 苏洛打开了自己的属性版面 姓名 苏洛 职业 御兽师 等级 18级 力量 750 精神 1400 防御 1250 提示 玄水归加700 体质 2200 装备 驯化皮鞭 巨石护甲 护腿 宠物 技能 皮鞭攻击 驯化 冰盾 死亡召唤 可复制数量 0 把弓箭装入背包后 苏洛立马骑着玄水龟 朝着森林里面冲去 烈焰大鹏鸟 反馈回来了一个重磅消息 前方发现了一个 食人怪物部落 其中包含了 几只20级的怪物 苏洛猜测他们身上 肯定能爆出来 巨石套装 自己虽然 不能激发装备技能 但是能实打实地 增加防御啊 集齐套装后 再加上玄水龟的防御 直接20级之内无敌 蝶防月 养宠物 复制技能 在赶路的时候 苏洛给自己定制了一个 简单粗暴的战略方案 抵达食人部落的时候 31只宠物 也全部到地方了 就等着他来发号施令 苏洛站在一处山丘上 远远地打量着 食人部落 在一个盆地里 一共有百来之石头人 正在四处 漫无目的地晃荡 虽然是野外 但这些怪物 也有固定的活动范围 和副本相差不大 当然 也可以把现实生活 理解为一个巨大的副本 巨石魔人 15级 攻击500 防御420 体质4500 技能 重拳出击 地裂天崩 重拳出击 快狠准连续挥出三拳 对敌人造成300%伤害 地裂天崩 巨石魔人体重恐怖 跺脚下去大地裂开 对敌人造成800%伤害并束缚 巨石魔人很厉害 但苏洛丝毫不慌 又不用亲自下场 慌什么 随着苏洛下达指令 31只宠物 立马气势汹汹地冲了上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配合 宠物们也有默契了 甚至都会合击了 站在最前方的 一只巨石魔人反应过来时 已经被毒气树桩 使用树根缠绕住了 玄水龟 直接使了个冰龙咆哮 600 1200 巨大的数字冒出 幽灵猛虎瞬间施展撕裂 1800 恭喜宁击杀巨石魔人 经验直加850 苏洛站在后方静静地看着 同时召唤出骷髅参战 战斗力高低无所谓 最重要的是参与感 不过召唤出来的骷髅 还没进入战斗区域 就被一记地裂天崩打了个粉碎 众多宠物表情古怪地看了苏洛一眼 然后继续奋起杀敌 恭喜宁击杀巨石魔人 经验直加900 恭喜宁击杀 毒气树根濒临死亡 已自动进入宠物空间 宠物们虽然强 但巨石魔人血量很高 战斗开始没一会儿 毒气树桩就撑不住了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 苏洛又把亡灵巫师 从神药界召唤出来了 你给我照着精英级别的怪物打 苏洛给亡灵巫师 指了指石头人中 个子最高的四个家伙 主人放心 我已经到19级了 亡灵巫师黑黑直笑 然后像是幽灵一般 飘入战场 仅是一瞬间 残血的精英巨石魔人身上 就冒起了一连串数字 1500 1500 恭喜您击杀巨石魔人头目 经验值加1200 恭喜您击杀巨石魔人 恭喜你达到20级 以解锁宠物图鉴 十分钟时间战斗结束 巨大的战斗动静 也引起了不少人 朝这个方向赶来 苏洛看了一眼身后 立马开始清理战场 巨石魔人一共爆出了四件装备 巨石护壁 巨石战靴 巨石头盔 以及一把金色大剑 三件护具装备 加上苏洛之前 获得的胸甲和绑腿 刚好凑齐了一套 巨石利剑 精英 骑士 攻击 180 使用等级 15 套装技能 受到攻击时 5秒内做出反击 可增加当前攻击20%伤害 这件不错 将巨石利剑收入背包后 苏洛又把巨石三件套 穿戴在身上 把所有宠物收回空间 然后才骑着幽灵猛虎 快速离开现场 要是跑得慢了 被人看到满地的巨石魔人尸体 必然会引起不少麻烦 幽灵猛虎的速度很快 苏洛享受着晚风轻浮脸庞 同时打开了自己的属性版面 姓名 苏洛 职业 玉兽师 等级 20级 力量 950 精神 1600 防御 1450 体质 3500 装备 驯化皮鞭 巨石套装 巨石利剑 宠物 技能 皮鞭攻击 驯化 冰盾 死亡召唤 可复制数量 1 可重置数量 3 技能重置 每升5级 可获得一次技能重置机会 驯化不可重置 这次既然多了技能重置 苏洛心里大喜 每次战斗自己都帮不上忙 现在可以去掉冰盾和死亡召唤 然后复制死亡诅咒和其他的攻击手段 这样一来 不仅战斗力提升了 多学点远程技能还能直接当的法师 苏洛当即把冰盾 死亡召唤以及皮鞭攻击重置 只留下一个驯化 重置之后 苏洛第一个选择的 就是亡灵巫师的死亡诅咒 然后又选了毒气树桩的树根抽打 和猎咽大鹏鸟的猎咽洗礼 一个控制技能 一个单体技能 以及一个群攻技能 为了验证自己的战斗力 苏洛骑着幽灵猛虎 又在山林里转了很久 直到天亮了 才朝着燕都城区赶去 清晨 燕都城口热闹非凡 来往的全都是出城刷籍的人 在城内 除了学院拥有副本之外 也有一些专门开设副本的商城 副本对生命有保障 价格昂贵 一般人根本负担不起 所以更多人选择去野外刷籍 高价回收药材 比市场价高二十块 天海集团收装备了 价格美丽 高价回收建设装备 只要精英级别以上的装备 卖肉了卖肉了 二十级金盐和豚肉 已经只要一千八 苏洛经过城门口的时候 道路两旁已经摆满各种摊位 聚集了一批想要交易的转职者 一名被揍得鼻青脸肿的男子 突然拦在苏洛面前 试探性地问道 然后被人堵住了 他让我来找你 男子说话的同时 伸手指了指城门旁边的一片荒地 密密麻麻的全是人 不过大多数都在地上哀嚎打滚 少数站着的也都是鼻青脸肿 走吧 苏洛表情平静地跟着那人走去 同时也在打量着双方细节 双方大概都有五六十个人 大多数都是十五六级的 也有十级左右的 苏洛 苏大爷 今天你可千万要给我把肠子撑起来啊 以后所有的药材和药剂收益 咱们平分 看到苏洛走来 周铁生立马松开按鼻子的手 一股鼻血瞬间狂飙他又 立马给摁住了 你就是青龙院的苏洛 脚步还未停下 对方一名年轻人率先开口 怎么了 苏洛看了看对方 二十来岁的模样 胸口挂了一枚青色龙头徽章 显然是青龙院的人 而对方也同样在打量苏洛 这个二十级 顶着全套骑士装备的预售师 北门以外十公里以内的地方 所有药材都归我管 所以 你的人以后不许出现在我的地盘 年轻人气焰很是嚣张 一副谁也不放在眼里的表情 你的地盘 苏洛摸了摸鼻子又问道 谁规定的 老子叫王莽 海洋哥的人 你要是再让他们去我的地盘采集药材 以后在学校老子见一次打你一次 到时候 别说没给你苏天采面子 王莽笑咪咪的 但怎么看都是笑里藏刀 尤其是他头顶上的十八级剑士称号 很是显眼 虽然苏洛隐藏了等级 但青龙院测试的战绩摆在哪 他知道苏洛也是十八级 而城门口范围内 是不允许宠物战斗的 所以他认定 苏洛不敢和自己硬钢 看着王莽嚣张的表情 苏洛眉头皱得更深了 怕了吧 大学和高中不一样 在校外只要不出人命 学员是不会管的 特别是咱们青龙院 王莽咧嘴一笑 伸手拍了拍苏洛的肩膀 这时候 苏洛却缓缓地伸手了 在众目睽睽之下 他伸手在王莽的脸上 对比了一下角度 然后 啪 一个响亮的耳光响起 王莽的脸上 肉眼可见地 起了一个青色手印 他竟然敢打莽哥 这小子疯了 兄弟们抄家伙 苏洛竟然先动手 王莽以及他身后的人 都愣住了 这边周铁生 和一众新收的小弟 也都骂了 他竟然真敢动手 这下事可就大了 小子 你敢打我 王莽脸色阴沉 伸手朝着苏洛的鼻子 狠狠一拳砸去 十八级剑士 哪怕不用剑力道 也大的惊人 但是 他那一拳 却被苏洛轻松挡下 啪 紧接着 苏洛又给了他一耳光 老子杀了你 啪 操你大眼 啪 你 你究竟多少级了 啪 我错了 真的错了 苏大爷别打了 啪啪啪啪 一连串耳光声响起 王莽两边脸颊 已经高高肿起 在场的敌我双方 全愣住了 剑士无论是攻击力 和防御力 在所有职业中都是最均衡的 但现在 竟然竟然被一个御寿师 摁在地上摩擦 苏 苏大哥 大爷 我错了 都是那个女人惹的祸 王莽脸上 已经肿成了猪头 两只鼻孔不停地流着鼻血 说 苏洛表情平静地看着王莽 然后从身后 接过一张纸巾 开始擦拭手上的血迹 我之前是个海洋哥的 他新找了个女朋友 叫什么文文 之前听到 他给海洋哥抱怨 说 你在江城抢了他的风头 海洋哥说 有机会了 给他出气 然后我 然后你就来找我麻烦 苏洛眯着眼睛 看向王莽 眼神中冒出一股寒气 不 不是 我 我错了 苏哥 以后我跟你会好不好 看到苏洛那双冒着寒气的眼神 是真敢杀人的眼神 王莽顿时双腿一软 差点就跪在地上 苏哥 我真的服了 冯海洋指示了37级的见识 对于苏哥来说 要不了多久就能追上他 而且你就在学校练集 他也不敢 拿你怎么样 似乎真的担心被做掉 这世界上除了学校和家族企业之外 还有一些工会和其他组织 一个人单打独斗虽然好 但某些时候还是得人多 而且人多也有人多的好处 人的名术的影 只要实力足够强 有的人甚至愿意倒贴钱加入组织 这些人都是你的人 苏洛指了指王莽身后 被指的人瞬间眼神发亮 期待地看着苏洛 他们虽然是跟着王莽混饭吃 但之前也是靠着冯海洋的影响 那家伙只拿好处很少处理 而且碰到硬骨头了 就啥也不知道 完全不管他们死活 现在有个人狠话不多的狠人 想扩大势力 他们自然是愿意的 都是我的人 大概还有百来个人没叫来 不过只要我跟着苏格宁 他们肯定也会对你死心塌地的 察觉到苏洛对自己的人感兴趣 王莽立马变得谄媚起来 一旁的周铁生 顿时意识到情况不妙 立马说道 苏洛 你看咱们是老同学 又是兄弟 周铁生的意思很明显了 他也想跟着一起混口饭吃 行 愿意跟我的人都可以来 我无限量说过玉林草 百味果和翻山根 每一百株 我可以免费帮你们炼制 三十瓶体力药水 或者精神药水 但是你们得自己提供原材料 苏 苏哥你还是炼药师 看到苏洛点头后 王莽眼珠子都快瞪直了 玉兽师家炼药师 简直是绝配 哪怕玉兽师等级限制 只能达到二十级 但高阶炼药师的江湖地位 还是很强的 就算不追随任何势力 别人也都会客客气气的 因为保不准哪天就会求人家 想到这里 王莽更是铁了心要跟苏洛 告别众人后 苏洛便直接回到了庆龙院 临走时 他已经交代好了一切 给周铁生打理 然后自己做收药材就行 王林巫师只需要达到三十级 就能够召唤炼药师骷髅 神药界再加上周铁生 和王莽收集的药材 到时候 自己就能够拥有一个 完整的供需体系 神药界内 王林巫师漂浮在虚空中 不断地指挥着骷髅仆人 开垦土地 骷髅仆人数量庞大 至少有上千人在不断劳作 同时还有百来个骷髅战士 在田间地里游走 负责击杀刚刷新的小白兔 整个神药界 大概有一千亩的面积 此时已经开垦了大概五百亩地 最早开垦的土地里 已经有药材 开始生根发芽 苏洛观察着药田进展 很是满意 这个世界的植物 基本上从种植到收割 只需要六个月时间 而神药界空间特殊 只需要两个月就能成熟 要不了多久 就能收割第一批药材 少林丹可以给宠物升级 在市面上也是紧俏货 功不应求 照这样下去 要不了多久 就能实现财富自由 主人 您来了 感受到苏洛的气息 亡灵巫师立马飘过来 绕着苏洛飞亚飞 此时的亡灵巫师 已经十九级了 而苏洛的目标是 率先把它升级到三十级 不然以后 周铁生和王莽弄来的药材谁练 把这里面的事安排好 这段时间 我先给你冲到三十级 亡灵巫师身形一致 然后直挺挺摔倒在地上 主人 我 我没听错吧 三十级 嗯 苏洛认真的点了点头 三十级 没开玩笑 青龙院有主战职业公开课堂 凡是青龙院弟子 都可以去免费听课 苏洛不是主战职业 所以很闲 完全是放养状态 院子里 苏洛拿着一本 青龙院副本手册 仔细观看 上面写了院内的三个副本 以及所需的费用 十五级到三十五级的 试炼副本 进入一次需要十万 至于更高的副本 要的更多 这个大学不好上啊 苏洛叹了口气 他终于知道 为什么那么多人会选择 去野外刷怪了 因为安全发育 是给富人准备的 穷人只能 花大量时间 甚至是生命去达 换取想要的东西 这时候 院子门出现了一个中年男人 我可以进来吗 冯丽笑眯眯地敲了敲门 对于苏洛 他是越看越喜欢 所以站在门口 开起来玩笑 冯导师 快请进 苏洛立马开门 将他迎进来 想不到你才是 深藏不露的天才啊 竟然直接冲到了 青龙榜第八的位置 我这次给你带来了 两个好消息 说着 他取出了一枚绿色 刻画了一株小草的徽章 第一个好消息 是燕都的炼药师协会 听说你有炼药天赋 会长亲自找到我 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燕都炼药师协会 在龙国是很有名的组织 据说当前的会长 便是一位宗师级炼药师 在整个龙国 都是举足轻重的存在 一旦加入炼药师协会 就相当于多了一块免死金牌 让导师费心了 结果炼药师徽章后 苏洛也记下了这份人情 燕都大学很厉害 但一个普通学生 还不至于 让人家炼药师协会 主动上门收人 第二个就是你 不用参加学院的血色试炼了 其他人都是主战职业 对你来说不公平 这段时间 苏洛也通过资料 一瘦数量来计算积分 然后再根据积分 兑换相应的奖励 甚至还能用积分 换取大学副校长的职位 这就是所谓的实力 决定一切 而积分兑换的奖品中 恰好有一枚小型空间石 能扩展空间面积 老师 血色试炼 我还是想参加 苏洛表情古怪地看着冯丽 眼神中满是无辜 他都已经计划好了 参加血色试炼是 唯一获取空间石的途径 如果去市面上买 一颗小型空间石 就要几十亿 希望更加渺茫 血色试炼的对手 可都是三十级以上的存在 冯丽皱着眉头 表情有些不满 而且 免除苏洛参加血色试炼 是他好不容易才求来的机会 这家伙竟然不领情 我有把握 在月底之前达到三十级 你是御寿师啊 冯丽眉头皱得更深了 但片刻后又舒展开来 我想起来了 你和其他御寿师不一样 想到这里 冯丽又仔细地打量着苏洛 虽然苏洛隐藏了等级 但依旧瞒不过冯丽的眼睛 不看不要紧 这一看 冯丽顿时就站了起来 开学不到两天 你竟然达到二十级了 去野外刷了一些经验 侥幸升级了 苏洛摸了摸鼻子 然后索性不隐藏等级了 大大方方地把等级展示出来 那行吧 距离下次血色试炼 还有二十三天 如果到时候 你达不到三十级 就放弃吧 离开院子后 冯丽又去了青龙院院长办公室 怎么 还想点点小子 要点好处 吴老头正躺在椅子上 握着葫芦 往嘴里倒酒 唉 那小子油盐不尽啊 他还是想参加血色试炼 冯丽一屁股坐在旁边的办公椅上 露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模样 勇气可嘉 虽然复职夜试炼要诗 但比起夜天灵 还是差了些 兴许是酒意上头 吴老头脸色有些泛红 笑眯眯的 又往嘴里倒了一口 燕都大学高层 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所有高级导师 都会在每年的新生中 挑选出一个人 作为自己的门面 而苏洛 就是冯丽看中的人 吴用虽然是院长 但也挑了一个人 两人看似在聊学生 实际上暗地里也在较劲 当然 整个学院高层的人 都在赌自己挑选的人 能成为最强者 见吴老头如此自信 冯丽觉得 有必要打击一下 他嚣张的气焰 便故作无奈道 才开学两天啊 这小子竟然又升了两级 你 嗨嗨 吴用顾不得酒水流进衣服里 瞬间坐起来 惊讶地问道 你说苏洛这家伙 又升了两级 是啊 学院的副本多贵啊 我还打算自掏腰包 让他去刷几次呢 没想到他自己去野外刷几去了 短短两天时间 竟然到了二十级 这特马还是人吗 吴老头脸色变得通红 像是被无形的大手给打脸了 而且还是啪啪作响的那种 缓了一阵后 吴用才叹了口气 这小子确实有点东西 就是不知道 能不能打破玉兽师的诅咒 突破到二十级以上 玉兽师的诅咒 这小子绝对能成为 玉兽师中的传奇 冯丽伸手压了压嘴角 强忍着不让自己笑出来 然后说道 老吴 他要是打破了诅咒 按照和苏冰雪的约定 咱们就该告诉他 那件事了呀 吴老头点了点头 然后表情郁闷的 又灌了一口酒 傍晚时分 苏洛穿着一套黑色运动服出门了 刚走出院子 一道充斥着香风的身影 便出现在他面前 苏洛老公 这么晚了 你要去哪里啊 叶灵月手里拎着一个袋子 同时对着苏洛眨了眨眼睛 在他身后 还跟着两个保镖 看样子 应该是叶家的眼线 再配合上叶灵月眨眼睛的动作 苏洛顿时就明白了 我出去有点事 你来干什么 人家来给你送东西啊 这些可是炼制受王丹的药材 叶家可真难缠 又是美人计 又是糖衣炮弹的 纠结了一会儿 苏洛还是选择收下东西 然后扭头朝着外面走 目的达成了 叶灵月又俏皮地眨了眨眼睛 然后才离开 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又突然回头看向苏洛的背影 这家伙 竟然又升级了 叶灵月表情震撼 他作为大三学姐 现在都才只有三十八级 而苏洛刚入学没两天就到二十级了 这小子现在就敢给我甩脸色 以后还了得 不行 我得压着他才行 思索片刻后 叶灵月立马冲向了青龙院内的副本 距离艳斗四十里外的密林中 直到一处山岭时 苏洛才命令幽灵猛虎停下 顺着斜坡看去 能看到山谷沟壳中 有无数褐色的身影在晃动 想不到巨石魔人这么快又出现了 苏洛兴奋地舔了舔嘴唇 然后将幽灵猛虎收回宠物空间 主人 今晚上打这些家伙 就我们两个会不会有点不安全 马上就要升级了 亡灵巫师很兴奋 但是看到巨石魔人的块头之后 他又恢复了胆小的本能 苏洛没有搭理他 而是开始查看巨石魔人的属性 巨石魔人 十五级 攻击 五百 防御 四百二十 体质 四千五百 技能 重拳出击 地裂天崩 死亡诅咒 苏洛站在安全距离 对着一只巨石魔人施展死亡诅咒 一千三百八十 一千三百八十 死亡诅咒造成第四次伤害的时候 巨石魔人身上就已经冒出了蓝色光芒 然后直挺挺倒在地上了 相当于死亡召唤 可以直接秒杀一只巨石魔人 施展一次技能需要二十秒冷却时间 耗费三百点精神值 亡灵巫师可以连续施展四次 苏洛粗略查看了一下自己的背包 一共有二十瓶小型精神恢复药剂 一瓶恢复三百点精神值 加上亡灵巫师的四次 一共能杀死二十四只巨石魔人 击杀一次能获得九百点经验 算起来能获得两万多经验 此时的亡灵巫师想要升级 至少也要四万经验值 早知道就多吞点药水了 苏洛暗暗后悔 可是巨石魔人族已经冲过来了 他只能带着亡灵巫师往后退 同时让他施展死亡召唤 巨石魔人虽然皮操弱后攻击力又强 但他们的移动速度不是很快 用风筝打法能完美猎杀 一千三百八十 一千三百八十 宠物击杀巨石魔人经验值加九百 亡灵巫师一出手 立马秒掉了一只巨石魔人 二十秒后他再次出手 又直接干掉了一只 经验值加九百 主人 我最多还能施展两次 要不咱们撤吧 作为合格的法师 他是懂合理分配精神值的 苏洛表情一黑 顺势给他丢了两瓶小型精神恢复药剂 得到补充 亡灵巫师立马又开始施展技能 一个个技能连续不断丢下去 就跟不要钱似的 苏洛则是暗暗肉痛 一瓶小型精神恢复药剂 市面上至少要卖五百块钱 这一会儿时间就用十多瓶了 但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这个道理苏洛还是懂的 只要亡灵巫师手里空了 他都会贴心地立马补上一瓶 但是没会儿功夫就 就给完了 主人 亡灵巫师杀得兴起 盯着追兵的同时 朝着苏洛摊开手 干嘛 药水啊 没了 真是一滴也没有了 苏洛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 然后扭头就跑 亡灵巫师回过神的时候 他已经跑出去几十米了 哦 伟大的死神啊 我怎么摊上这么一个不靠谱的主人 亡灵巫师悲痛欲绝 不得不转身飞跑 对于法师来说 技能和攻击力 是决定火力是否强大的标准 而精神值和精神恢复药水的多少 则决定了 火力是否充足 显然苏洛这次 没有准备充足的丹药 所以才会中途撤离 第二天 苏洛直接找周铁生 和王莽收集药材 炼制寿灵丹所需的翻山根 玉玲花和百味果 分别收到了一千多株 另外 还有炼制体力恢复药水 和精神恢复药水的材料 一套药材炼制 有几率出两瓶或者三瓶药水 所以 苏洛帮他们炼制药水 不仅收拢了人心 自己还能从中捞到一些好处 回到院子后 苏洛便开始了闭关炼药 炼制一次寿灵丹 大概三分钟左右 一千多套药材 苏洛不吃不喝 足足忙了三四天时间 神要戒内 王林巫师躺在地上 无聊地往嘴里丢药丸 一颗接一颗 就跟吃糖豆一样 经验值加五百 经验值加 哎 这玩意儿都吃腻了 养猪应该也不会整天吃吧 王林巫师哀嚎一声 又翻身换了个姿势 继续往嘴里塞 吃完某一颗寿灵丹的时候 王林巫师身上 突然发出一阵柔和的光芒 恭喜你达到二十七级 嗯 还真别说 我还是第一次尝试躺的升级 在他旁边 寿灵丹足足堆成了一个小山丘 王林巫师又换了个更省力姿势 这次 他改为趴在地上 用黑漆漆的舌头 一颗一颗往嘴里舔 院子里 苏洛不知疲倦地炼制寿灵丹 同时心里也干尽十足 王林巫师每吃下一颗寿灵丹 他也会跟着增加500点经验 但是 宠物和转职者升级所需的经验值不一样 所以 苏洛现在只是二十四级 但他也很满足了 三天时间从二十级升到二十四级 要是消息传出去 不知道会引起怎样的轰动 所以这段时间 苏洛能做的就是 尽量少出门 尽量不和等级太高的人接触 虽然转职者能隐藏等级 但在境界高很多的人面前 依旧是屠楼 傍晚 苏洛终于将所有药材炼制完毕 周铁生一共交上来了 两百六十套体力药水材料 和三百二十套精神药水材料 减掉他们的药水 苏洛额外还多了八十六瓶体力药水 和一百三十瓶精神药水 如果把多出来的拿出去卖掉 再买药材炼制 能赚得更多 但是 苏洛现在最浪费不起的 就是时间 如果月底达不到三十级 损失更大 夜幕降临 苏洛再次出门了 夜晚出门 能减少和学院导师碰面的几率 运气好 也能顺势获得一些外快 这是苏洛比较喜欢的 城门口处 浩浩荡荡一大群人站在旁边 整齐滑衣排列整齐 所有人基本上都是全副武装 意气风发 为首的是周铁生和王莽 二人容光焕发 神采奕奕的盯着出城的人 看到苏洛从城门口出来的时 他们连忙迎了上去 苏哥 您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呀 兄弟们还脚都没站稳呢 周铁生嬉皮笑脸的搓着手 一旁的王莽则是脸色占红 这特么叫来得早 兄弟们腿都站抹了好吧 人都到齐了 苏洛惊讶地看着二人身后场景 两个整齐的方阵 加起来至少有四百人 要是不知情的 还以为在搞什么演习呢 都到齐了 就等着苏哥您来发号施令呢 这次王莽学聪明了 抢先一步开口答应 简单的交接之后 苏洛便带着他们朝山里走去 在场的最低也是十级以上 高得大概十七八级 虽然单体战斗力不高 但综合起来规模庞大 以多摇死相 所到之处 基本上达到了群雄退让的地步 苏哥 我王某人从来没想过 这辈子竟然还有这么风光的一天 王莽跟在苏洛旁边 看到两边退让的行人 嘴角都快翘上天了 俺也一样 周铁生咧嘴一笑 又伸手挠了脑脑袋 只要别人不找我们麻烦 我们就低调一点 苏洛的目的是猥琐发育 所以必须得让他们前期少惹麻烦 目前最要紧的事情 就是让亡灵巫师达到三十级 同时 自己也能跟着升升级 密林中 众人已经穿行了三十多公里 周边野怪都是十级以上的存在 这样一来 采集药材就减少了一些竞争对手 能获得更高产量 苏洛将体力药剂和精神药剂 取出来递给周铁生之后 又交代道 你们就在这开始吧 碰到野兽了 记得清理一下 苏哥放心 今晚我们肯定能收集更多药材 王莽信誓旦旦的保证 然后立马命令所有人 开始地毯式的搜刮药材 这一次 不仅是寿灵丹的药材 还包含了寿王丹 和精神恢复药剂所需的药材 一切交代完毕后 苏洛才继续深入 宝周 你和苏哥真是高中同学 等到苏洛走远后 王莽才语气古怪的说道 咋了 感觉你俩这差距太大了吧 苏哥给我的感觉 就是深不可测 而且还有些神秘 他很神秘吗 你不觉得我也很神秘 周铁生拍了拍自己的胸膛 然后昂起脑袋 咧嘴露出一副骄傲的笑容 你 挺好的 王莽翻了个白眼 然后开始瓜分药剂 山岭斜坡上 苏洛带着亡灵巫师 再次来到了巨石魔人的地盘 不过这一次 已经有人杰族先登了 一个17级的五人小队 正在和巨石魔人交手 三男两女 职业搭配均衡 可就是实力太低了 被巨石魔人打得节节败退 后方法师和弓箭手攻击力太弱 每次只能打出600左右的伤害 顶在最前面的骑士 哪怕在不停地使用体力恢复药剂 但也于事无补 朋友 你是御兽师吗 要不要和我们组队 一名男子看到苏洛和漂浮的亡灵巫师 立马开口邀请 其余人也纷纷朝着苏洛看去 能独自一人到达这个位置的人 至少也是167级的御兽师 所以他们立马对苏洛发出了邀请 抱歉 我不习惯组队刷罐 苏洛腼腆地摇了摇头 哼 口气倒是不小 真以为我们差你一个呀 你不组队就滚远点 不然我们有理由怀疑 你的动机不良 弓箭手职业的男子眼神一冷 直接朝着苏洛放了一箭 他是17级弓箭手 哪怕不用技能 也能打出1000左右的伤害 普通一击虽不致命 但也达到了宣战的目的 其余四人冷眼相对 丝毫没有阻止的意思 反而暗自和巨石魔人拉开了距离 只要这个人敢反击 他们就立马转移火力 剑宇速度很快 苏洛却有十足的把握能躲开 但是他却没躲 叮 剑宇射在苏洛肩膀上 发出清脆的声音 苏洛身上顿时冒出一个数字 一 苏洛 男子 其他人 一时间所有人都愣住了 包括苏洛自己 他是真没想到 这个17级的弓箭手 竟然没破掉自己的防御 剪掉的那一滴血 都是世界规则强制扣除的 要不然 他就算攻击到天荒地牢 也造不成伤害 哦 我想起来了 苏洛猛然拍了拍脑袋 亡灵巫师疯狂刻要获取经验 自己也享受到了经验值 本来还想看看自己防御力多厉害 奈何人家根本就不破防啊 就在所有人都愣神的时候 二十多只巨石魔人 已经追上来了 咔嚓 气势磅礴的巨石利剑斩下 顶在最前面的骑士瞬间破防 不到两秒钟 就被乱拳锤死 其他巨石魔人也围了上来 剩下的四个人 全都脸色发白 大哥 求你救救我们 队伍中 一名法师女孩 立马开口 对着苏洛哀求 另外三人 则是一边躲闪 一边等待苏洛的回应 我们是阉都天地盟的人 只要你救了我们 必有重险 又一名男子开口求救 但苏洛却无动于衷 反而脸上带着一丝微笑 就这么静静地看着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弓箭手男子 表情怨毒地盯着苏洛 手上多出了一块白色石头 这是纪录石 一般都有两块 能将周边画面记录下来 然后传送到另一块石头上 找死 看到记录石的一瞬间 苏洛毫不犹豫地 对他施展了死亡诅咒 1580 1580 仅仅两秒钟 记录石还没来得及 开启弓箭手男子 就倒地身亡 其余三人 也纷纷被巨石魔人击杀 报了一地的装备 人心不可揣测呀 我不和他们计较 他们反倒是想陷害我 苏洛叹了口气 然后往亡灵巫师手里 塞了两瓶小型精神恢复药剂 示意他可以开始了 嘿嘿 刚刚那些人死有余辜 耽误了咱们干大事 亡灵巫师 发出洁洁洁的冷笑 然后朝着 距离最近的一个巨石魔人 发起攻击 效果 依旧是昨天的效果 不过现在的亡灵巫师 已经27级了 死亡诅咒的攻击伤害 已经高达2600每次 刷起怪来更加顺畅 等一下 苏洛猛地拉起亡灵巫师 然后召唤出幽灵猛虎 转身就跑 跑到一处隐蔽的山岗后 苏洛才停下来 怎么了 亡灵巫师杀的兴起 突然被苏洛打断了 让他有些猛逼 好像有人朝这边来了 苏洛紧紧地盯着 下方巨石魔人的位置 不到一分钟时间 几个黑影从山道里窜了出来 最前方的人 手里拿了一块白色的石头 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 但苏洛能猜到 这些人和刚刚那群人是一伙的 再加上距离太远 苏洛看不到他们的等级 只能先躲在暗处当的老六 尸体就在那摆着 那群人研究了一会儿后 围首的男人 突然朝着苏洛的方向看来 然后大声喊话 朋友 出来见一见吧 这事只要说明白了 就什么事也没有 要是藏着不出来 以后可就是死敌啊 想炸我出去 做梦吧 苏洛嘴角扬起 依旧一动不动地蹲在石头后面 躲在石头后面 双方间隔距离很远 苏洛一直都以为 他们没看见自己 只是想炸自己出去 直到有破空声响起 一道剑语深深刺入巨石中 见鬼了 这么远都能发现 既然发现了 就干脆不藏了 苏洛郁闷地站起来 然后仔细地打量那群人 本来还看不到 但他们在不断地逼近 苏洛也清楚地看到了 他们每个人的实力 一共六个人 阵容职业搭配很均衡 最低级的都是18级 最高的竟然有22级 是你杀了他们 率先开口的是一名弓箭手 也是队伍中等级最高的人 此时他双眼通红 眼神中充满了愤怒 其余几人同样是表情冰冷 干 冤架已解 为了避免更多的麻烦 苏洛依旧是选择解决他们 还不带众人反应 他就率先对着那名弓箭手 施展了死亡诅咒 收到指令的亡灵巫师 同样第一时间瞄准了对面的法师 依旧是死亡诅咒 弄死他 弓箭手反应迅速 大喊了一声就要弯弓搭箭 可他感觉身上有什么东西漂浮起来 仔细一看 是一串数字 1650 1650 弓箭手血量本来就不高 再加上没有戒备 竟然直接被苏洛一招秒了 他倒下时 脸上充满了不甘心 苏洛却感觉稍稍有些安心了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 这次只要把这些人彻底解决 再来个毁尸灭迹 就彻底结束了 另一边 那名女性法师正在吟唱咒语 突然脸色一白 胶软的身躯也直挺挺地往地上躺 这小子不对劲 一下被秒掉两个人 剩下的三个顿时不淡定了 立马开始猎阵 失去了远程攻击 近战职业 虽然血量较厚 但也不敢轻易上前了 在他们看来 苏洛什么都没做 就杀了两个人 简直就是魔鬼 他们不动 苏洛也站在原地不动 他们在想如何全身而退 苏洛则是在等技能冷却 他们和我们只是临时组队的 要不今天的事就这样 我们装作什么也没看到 站在最前方的骑士 率先顶不住压力 主动开口求和 行 那你们走吧 苏洛咧嘴一笑 露出满口白牙 同时也随意地拍了拍手 山水有相逢 那咱们后会有期 三人说着 便开始逐渐往后退去 苏洛眼神中露出一抹利色 紧接着 对准移动速度较快的狂战士 直接施展死亡诅咒 而亡灵巫师则是选择了那名剑士 他宽大的黑袍中 亮起一对星红的眼睛 扑通 两具尸体硬生倒地 那名骑士 吓得脸色惨白 再也顾不得什么阵型了 丢了盾牌撒鸭子跑 20秒时间能跑多远 骑士的移动速度本来就不占优势 很快就被亡灵巫师再次收割 此时的山谷内 满地都是各种装备 巨石魔人爆出来了一些 刚刚那群人也爆了一大堆 主人 这次咱们发达了 这一地的装备 估计能卖不少钱 亡灵巫师发出刺耳的笑声 然后开始主动帮苏洛收取装备 破军长弓 卓越 弓箭手 攻击 加320 力量 加50 使用等级 20级 装备技能 每射出两件 有几率造成一次300%暴击伤害 竟然有一件卓越装备 至少能卖好几十万啊 苏洛心里舒适 拿着破军长弓 爱不释手 装备分为普通 白色 精英 绿色 卓越 蓝色 传说 金色 史诗 红色 神话 五彩 在普通人群中 能拥有卓越套装 就算是走上人生巅峰了 至于金色传说 和红色史诗 这些装备和更罕见 也更不容易获得 而苏洛的心态极好 装备自己能用的就用 不能用的就不抢球 毕竟自己已经拥有一只级别 和神话装备 一个等级的SSS宠物了 区区装备 死物而已 金炎圣盾 卓越 骑士 防御 加420 装备介绍 每增加一件套装 增加10%免伤 烈火长剑 卓越 剑士 攻击 加280 移动 加100 装备介绍 移动中批出的每一件 附带8%的烈火灼烧 此伤害不可减免 无视防御 今天晚上 苏洛大丰收 一共获得了 7件卓越级别的装备 12件精英级装备 和20多件普通装备 另外 亡灵巫师还在尸体中 发现了一瓶化S粉 这些人也不是善差啊 看着手里的化S粉 苏洛感觉头皮发麻 要是自己实力不够强 或许第一支队伍 就能要自己的命 现在这玩意儿 应该会撒在自己身上 不过现在嘛 苏洛把所有粉末 都平均分了出去 每个人都撒了一些 尸体融化之后 苏洛又召唤出 烈焰大鹏鸟 让他一通乱烧 彻底抹出所有痕迹 一旁的亡灵巫师 都看待了 杀个人而已 又是化S水 又是火烧的 不用这么低调吧 继续吧 苏洛摸了摸鼻子 然后从背包里 取出小型精神 恢复药剂地到他旁边 唉 又要开始当苦力了 亡灵巫师叹了口气 又开始拼命地施展 死亡诅咒 同时不停地 可精神恢复药剂 这种感觉 就好像和角色同房 虽然很舒服 但大幅度透支 哪怕有大补 但还没消化 又特么成别人的了 杀完所有的巨石魔人后 苏洛又带着亡灵巫师 在其他地方游荡 这一夜 亡灵巫师提升了一级 苏洛也勉强升了一级 天色微亮 苏洛骑着幽灵猛虎 准时离开 今天青龙院有一次 免费刷副本的机会 他必须得赶回去参加 现实生活中 必须得小心翼翼 但副本里 可以为所欲为 这么爽的事 苏洛可不想错过 到达城门口时 周铁生和王莽 已经等候多时了 这次他们一共收集了 两千多套售灵丹药材 以及三百多套售王丹的药材 另外 还有大量其他的药材 苏洛被包装不下 索性就把多余的装备 和体力恢复 药剂全套出来 你们帮我按照市场价处理掉 然后给你们一成报酬 说完 苏洛便转身朝着 燕都大学走去 留下二人呆若母鸡 苏 苏哥怎么弄到这么多装备 反应过来后 周铁生才磕磕盼盼地开口 肯定是杀人了 昨天晚上 不也有人想抢我们的药材吗 咱们联手杀了三个 王莽表情佩服地 看着苏洛的背影 然后又看了看周铁生的名字 惊讶道 窝草 你红明了 杀人之后 头顶上的名字和等级 都会变成红色 红明 周铁生诧异地观察自己的状态 然后又看了看一地的装备 最后又看了看城门口 越来越远的背影 苏洛一晚上就搞到这么多装备 杀了多少人 现在应该是红的发泽了吧 不过那家伙低调得很 随时都是处于隐藏状态 一般人看不到 苏洛回到学校时 天已经亮了 学校的操场上 偶尔有人在散步 或是刚从外面小酒店 赶回来的匆忙小情侣 跑道上 偶尔也能看到一些女孩 为了保持身材 在努力奔跑 苏洛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但她并不打算理会 而是转身朝着青龙院 传送阵的方向走去 苏洛 我就这么令你反感吗 周恩文停在苏洛身后 传着气问道 有事吗 苏洛转过身 她并没有隐藏等级 十九级木系法师称号 在整个新生界里 都是显眼的存在 感受到苏洛在看自己的等级 周恩文不经意间挺了挺胸膛 开口道 曾经我们确实有一点误会 但是现在 你身边不是有个女孩在追你吗 我也有男朋友了 希望我们能够冰释前线 可以吗 周恩文笑着朝苏洛伸出手 脸上露出一副很真诚的表情 不可以 苏洛想了想 最终还是选择转身 苏洛 我爸从一开始就很看好你 就算你不想去我们家工作 但也不用和我置气吧 你这样 只会让我觉得 你没有放下过去的事 周恩文脸上带着怒意 语气也逐渐变得刻薄 悬着的手却依旧没有放下来 一握手言和 以后我绝对不会再理你 我们的赌约也正式生效 行 这是最后一次 苏洛黑着脸去和周恩文握手 在他打算松手离开的时候 却发现周恩文不愿意放手 恰巧这时候 四周突然多出来了一群人 带头的男子是一名三十八级见识 他神色阴郁地盯着苏洛 以及那只拉着周恩文的手 周恩文露出一副惊慌失措的表情 故意拉扯了几下才松手 满脸委屈地看着平海洋 洋哥 他还是缠着我不放 贱女人 想坑老子 苏洛的眼神瞬间变得冰冷起来 抬手直接给了周恩文一巴掌 冯海洋脸色阴沉 盯着苏洛的眼睛咬牙切齿道 小子 这里是学校 有种出去说 说你麻辣隔壁 一道声音响起 冯海洋顿时脸色铁青 谁敢和他这么说话 这时候 校门口的方向又有一群人过来了 周铁生带着二十多个人 将在场的人团团围住 艳斗大学的规矩是在学校内 不得使用转值力量 打架斗殴 单凭肉体打闹倒是无所谓 所以 周铁生看到苏洛这边有事 第一时间就带着人冲了上来 你是什么人 冯海洋盯着周铁生 十八级骑士的称号满是疑惑 这家伙实力这么才还敢大放厥词 莫非是艳斗世家的人 我是你妹他男人家孩子爷爷的亲家公 冯海洋和一众狐朋狗友都愣住了 这大块头看起来很憨 嘴皮子这么溜 另一边 苏洛目光死死地盯着周恩文 语气冰冷道 为什么要害我 普通的预售师招惹一个三十七级强者 完全就是死路一条 他这么做 已经把苏洛彻底惹怒了 你现在招惹的人也是青龙院的 等你死了 我再告诉你 周恩文露出一抹冷笑 刚打算继续嘴硬就看到黑影一晃 然后另一边脸颊瞬间挨了一巴掌 你再不说 我打断你的鼻梁鼓 周恩文 他本以为冯海洋能帮自己 但那家伙还在思索他妹孩子的爷爷的亲家公是谁 根本无暇顾及他 面对苏洛人狠话不多的性格 周恩文顿时打了个哆嗦 有人给了我一套装备 让我想办法 想办法 陷害你 周恩文本来是想说别人收买他 让他利用冯海洋除掉苏洛的 但是他不敢 想办法陷害我 苏洛眯起眼睛打亮着周恩文 同时心里也不由地想到了姐姐之前的遭遇 得不到的就毁掉 是不是有人不愿意看到自己和叶家走得太近 所以才有了今天的事 这些人是不是当初威胁姐姐的那些人 一时间苏洛有些茫然 另一边 周铁生和冯海洋也彻底开启了呼骂模式 直到苏洛走到中间 双方才彻底停下来 信苏的 我知道你在江城的时候就缠着文文不放 但是现在 他已经是我的女人了 今天你把文文打成这样 以后你走夜路小心点 看到周恩文的狼狈模样 冯海洋语气冰冷 眼神中绽放着杀机 洛哥 现在怎么办 周铁生表情纠结地看向苏洛 你们这段时间别出学校 等我把事情解决了再说 留下一句话后 苏洛便朝着青龙院走去 失恋就要开始了 他不能错过 冯海洋只是37级 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让苏洛头大的隐藏在暗处的敌人 但是 只要自己够强 任何阴谋诡计都会不攻自破 不远处 叶灵月将刚才发生的一幕 尽收眼底 鬼老 你去通知组里 说那些人又开始活动了 是 一名黑衣老者点了点头 然后身躯逐渐消失在空地上 青龙院一号副本入口 苏洛到的时候 已经错过了组队时间 当众人看到他顶着御寿师头衔时 表情顿时变得精彩起来 青龙院人数本来就不多 大多都是主战职业 突然来了个御寿师 怎能不让人一轮 但是苏洛在战力榜上排名第八 大家也不敢太过分 只是有些惊讶 堂堂第八名 竟然会来刷这种免费副本 掌管副本的是一名四十多岁中年妇女 看到苏洛到来 她略微有些惊讶 但还是例行登记 姓名 苏洛 等级 25级 这家伙竟然这么快就25级了 女人有些诧异 又仔细看了一眼苏洛隐藏的等级 确认无误后 才在小本门上写下数字 然后给苏洛发了一块传送诗 旁边排队等待进入副本的众人 瞬间就不淡定了 大一新生 报道才几天啊 这家伙就25级了 一时间 男人们把苏洛视为竞争对手 女人们则是纠结地看着苏洛 我好想去向他表白啊 可他是御寿师 我是弓箭手 我们不搭配 哎 我是剑士 一个女孩子 总不能站在男人前面吧 他是御寿师 他是御寿师 御寿师竟然能达到25级 他的天赋肯定很强 不知是谁猛喊了一嗓子 所有人都反应过来了 是啊 御寿师不是有诅咒 突破不了20级吗 他怎么突破了 这时候传送阵开始了 众人却还在盯着苏洛发呆 苏洛不喜欢被人围观的感觉 索性直接进入了试炼副本 学院门口的早餐店中 冯海洋表情阴郁地 坐在一张桌子旁边 海洋哥 院内的冯导师和吴院长 都很看好那个家伙 这件事要不算了吧 一众小弟虽然也讨厌苏洛 但他们不傻 为了一个女人 搭上自己的前途 不值当 这件事不能这么算了 就算有人看中他 只要他没有死不就行了 冯海洋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表情 说道 打断他一条腿就行 这样他就无意于是个废人了 断条腿而已 只要不出人命就行 一众小弟这才松了口气 纷纷开始吃饭 副本内 苏洛静静地站在入口处 这是一片荒地 四周有不少游荡的怪物群体 但是最低级的都是二十级 不仅实力强 还数量庞大 几乎都是一群一群的 这样的副本他 还是第一次见 哪怕自己底牌众多 想要刷这种副本 也绝对要掏不少成本 果然便宜没好货呀 苏洛叹了口气 然后召唤出所有宠物 亡灵巫师需要快速达到三十级 所以苏洛不得不专门 为他制定一套方案 此时的亡灵巫师已经二十八级了 召唤出来的骷髅战士能达到十五级 但是十五级去打十八级 显然是不可能的 如果继续用风筝打法又太慢了 副本时间只有十二个小时 每周一次免费的副本试炼 如果不达到性比价最高就不划算 怎么办 总不能让他一个法师上去硬钢吧 思索片刻后 苏洛让亡灵巫师召唤了一个骷髅战士 骷髅战士十五级 攻击六百二十 防御四百八十 精神九百 体质三千二百 技能死亡诅咒恶灵斩击 死亡诅咒连续对敌人造成五次伤害 每次造成一千八百点伤害 恶灵斩击透支已损失的生命 发出强有力的斩击 血量越低斩击伤害越高 一个远战技能一个近战技能 亡灵战士已经强化了 所需要消耗的精神值也变成了三百点 亡灵巫师二十八级 攻击一千三百二十 防御七百八十 精神一千八百 体质四千五百 技能亡灵召唤死亡诅咒 被动狂热 亡灵召唤 消耗五十精神值召唤骷髅仆从 或两百精神值召唤骷髅战士 召唤物叠加无上限 死亡诅咒 对敌人发动死亡诅咒 造成每秒一千八百真实伤害 五秒技能可持续性提升 此时亡灵巫师的精神值 足够他一次性召唤六个骷髅战士 唯一的打法就是囤积数量 苏洛的背包里 还剩下130瓶小型精神恢复药剂 足够亡灵巫师召唤130次 很快 苏洛和亡灵巫师旁边 就出现了一只骷髅战士 15级的骷髅战士 比之前的强了很多 身高足足达到了2米2 骨骼有黑 散发着金属光泽 手中的骨剑更是锋利无比 如果有几万只这样的骷髅战士 哪怕是高等级的转职者 也得转头就跑 如果不跑 那就是数量还不够多 当骷髅战士达到20只的时候 苏洛立马开始召唤其余的宠物 前来助阵 距离苏洛最近的位置 有一群体型巨大的马蜂 五毒飓风 20级 攻击 880 防御 450 精神 2200 体质 2800 技能 毒针穿刺 腾飞 风鸣干扰 毒针穿刺 无视敌人的防御 20秒内攻造成1800伤害 腾飞 攻击敌人后 瞬间上升10米 逃离现场 风鸣干扰 每秒消耗50点精神值 对前方30米内敌人造成干扰 降低范围内敌人80%移动速度 看到五毒飓风的技能版面时 苏洛略微有些惊讶 亡灵巫师作为SSS级宠物 目前都只有两个技能 而五毒飓风 却有三个技能 惊讶归惊讶 等级还是要升的 苏洛立马派出防御系的宠物 顶在前面 然后其他宠物攻击 亡灵巫师也同时指挥指挥 骷髅战士上前参战 战斗模式很简单 残血的怪物 留给骷髅战士补刀 玄水龟顶在最前面 此时的他依旧是20级 但是面对五毒飓风的攻击 依旧很轻松就能挡下 击杀五毒飓风 经验值加1200 击杀精英五毒飓风 经验值加1800 不愧是20级的怪 加的经验都不一样 看着不断上涨的经验条 苏洛很满意 一旁的亡灵巫师也很满意 打到最后时 苏洛习惯性地留下了一只 残血五毒飓风精英怪 然后施展驯化技能 驯化失败 苏洛 等级没问题 驯化失败就是血量不够低 命令一只宠物 对五毒飓风使用麻醉 然后苏洛上去 就是帮帮两拳 一旁的亡灵巫师 看到这一幕 立马伸手捂住眼睛 每当看到苏洛驯化宠物 他都能想起自己的伤心往事 恭喜您 成功驯化五毒飓风 第34只宠物了 苏洛美滋滋地带领着众多宠物 继续寻找其他怪物 副本中的怪 基本都是20级以上的 每次刷怪到最后时 都会有一只残血精英怪 被苏洛驯化 恭喜您 成功驯化精灵炎龙 精灵炎龙和别野怪不一样 他只有一只 等级高达25级 战斗力极为强横 足足击败了苏洛13只宠物 精灵炎龙 25级 S级 攻击 1580 防御 1420 精神 1200 体质 6800 技能 炎火天降 精灵穿梭 燃魂 介绍 上古一种持续成长性异兽 可成长至SSS神兽级别 炎火天降 火焰与陨石共存 锁定敌人后 对指定敌人造成持续打击 精灵穿梭 飞速穿梭细弱游斯 洞穿敌人身躯 对范围内 敌人造成300%伤害 单体攻击 可造成600%伤害 燃魂 无视防御直击灵魂 10秒内对敌人造成4000伤害 且增加所有负面效果 25级的S级宠物 这么吊炸天 看到精灵炎龙的属性版面时 苏洛激动地瞪大了眼睛 这次副本没白了啊 竟然刷到了S级宠物 苏洛当即离开副本 却发现副本入口处空无一人 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这是青龙院最简单的副本 难道连三个小时都撑不住 看到苏洛这么快就退出副本 中年女人的表情很是不悦 导师 我刷完了 就出来了 苏洛满脸纠结地看着她 露出一副不知道哪里做错了的样子 你 三个小时就刷完副本了 女人似乎不信 又重复道 我知道 你站立排行第八很厉害 但是排在你之上的第五名都还没出来 为了证明自己确实通关 苏洛说开始诉说每一波怪物的特征 导师 一共36波怪物 最后一波怪物是千星妖暴 精英怪死的时候会发出剧烈爆炸 倒数第二群怪物是黑袍妖道 不属于怪物也不属于宠物 玉兽师无法驯化 行了行了 老师相信你了 女人重新露出笑容 然后夸奖道 下次副本试炼你早点来 我让你刷两次 谢谢导师 行了 你走吧 回到自己的院子后 苏洛立马就进入了神药界 此时 整个神药界已经被骷髅仆人全部开发 绿油油的药材涨势喜人 哦呼呼 哦耶 小爷我终于三十级了 拳打个大秘境 脚踢神秘副本 从今以后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亡灵巫师在神药界内飞来飞去 一边飞还在鬼哭狼嚎的呐喊着豪言壮语 小小苏洛 以后你不也得求着本王给你炼药 哈哈哈哈 他似乎兴奋地过头了 只顾着看天上 丝毫没注意到地上多了个人 苏洛 以后本王的炼药师也得收工资 真拿我当韭菜啊 哈哈 调转方向的时候 亡灵巫师突然看到地面上多了个身影 他身形一顿 立马从虚空中跌落下来 主人 嘿嘿 这是误会 我就是太兴奋了 被幸福冲昏了头脑 我就是韭菜 主人您想怎么割就怎么割 不对 我的一切都是主人的 包括人家的身子也是 哪怕摔了个狗啃泥 他还是立马爬起来 跑到苏洛旁边拍马屁 行了 召唤一个炼药师来看看 被这家伙蹭了一身泥 苏洛立马黑着脸踢了他一脚 好的主人 话音落下 亡灵巫师身上 便散发出一股黑色光芒 紧接着 一道绿色的骷髅出现在苏洛面前 他和其他骷髅不一样 浑身的骨头像是长满苔藓一般 骨骼和正常人差不多大小 身上穿着一件宽大的黑袍 他对着亡灵巫师跪了下去 骷髅炼药师 初级0% 介绍 亡灵巫师手下的御用炼药师 虽然没有战斗力 但他们可以持续成长 无平井束缚 初级炼药师是最初始的状态 能炼制的药剂也少得可怜 而炼制寿灵丹 至少也要终极炼药师水准 主人 这家伙只是初级啊 炼制不了寿灵丹 要不等到第一批药材成熟了 我再种植一些体力 恢复药剂的药材 亡灵巫师不用看 就知道自己召唤出来的是什么玩意儿 所以 此时的语气充满了谄媚 生怕苏洛会不满意 不用 苏洛摇了摇头 交代道 你先准备一百个骷髅炼药师 其他的 我来想办法 交代完后 苏洛又把自己身上 所有的小型体力恢复 药剂药材留下 然后直接离开了神药界 虽然现在培养骷髅炼药师 要花费一些时间 但万丈高楼平地起 根基月牢固 后期发力才会更猛 只要炼药师和药材足够 宠物升级的速度才会更快 药材哪里来 研读大学的学生们 基本上每天会都消耗大量的 小型体力恢复药剂 因为这玩意儿 便宜药材也容易获得 无论是用药材换药 还是花钱购买 性底价都非常高 特别是骑士和剑士这种近战职业 基本上都是两三组两三组的 往背包里放 一组五十个 想到这里 苏洛立马通过传讯手环 给周铁生发信息 让他在学院里公开一则消息 承接小型体力恢复药剂加工 两套药材换一瓶药水 售卖小型体力恢复药水 一瓶只卖一百块 比起市场价 苏洛一瓶便宜三十块 加工费比外面少收一套药材 消息发出去后 苏洛又传讯给王莽 让他这段时间 多弄点小型体力恢复药剂的材料 一切安排妥当 接下来需要做的 就是静静地等待了 而他自己 则是开始炼制寿灵丹 昨天晚上群体出动 足足收获了 接近两千套寿灵丹的药材 看着堆积如山的药材 苏洛越发觉得 有必要快点把骷髅链药师 培训出来 这时候 院子外面突然传来了敲门声 苏洛皱了皱眉头 打开门时 才发现 外面站着一名陌生的男子 他胸口同样有青龙院标志 你有什么事吗 虽然心中不爽 但苏洛的情伤 还没低到暴露情绪的地步 苏兄 能让我进去再说吗 这外面人多眼杂 男子脸上带着和善的表情 并且朝四周张望 看到他头上 二十六级见识的称号 苏洛也没有过多犹豫 测开身子 让他进来了 苏兄弟 其实我来啊 是给你送机缘来了 在院内坐下后 男子脸上的笑容越发浓郁 同时笑眯眯地看着苏洛 什么机缘 坐在对面的苏洛 故意露出一副疑惑的样子 我叫张海 和苏兄弟你一样 也是今年才来烟都报到的 看到兄弟我的等级没有 他乐呵呵地指了指自己头顶 二十六级的标志很显眼 苏洛微微一笑 并没有说什么 二十六级虽然很厉害 在新生中算是佼佼者了 但比起自己 还是差了一点 苏洛又确认了一下自己 二十七级预售师的标志 是处于隐藏状态后 才松了口气 有时候 实力暴露太多 并不是好事 见苏洛满脸羡慕 王海又侃侃而谈 其实我也算是运气好 加入了一个组织之后 每个月都能领取 大量的钱财和药剂 甚至还有人专门带我们练集 苏兄弟 单目难成舟 独目难成灵 你看 要不要考虑一下加入我们 这样的话 以你练药师和预售师的天赋 在我们组织内 绝对比我更有前途 先打一板子 然后再给一颗糖 从张海进来开始 苏洛就觉得他的目的不单纯 现在对方果然露出了 此行的真实目的 或许他就是那些人的鹰犬 晨音片刻后 苏洛才故意露出 一抹感兴趣的表情 问道 燕豆不少世家都招揽我 不过我还没有答应 你身后组织这么厉害 在燕豆 应该也算是赫赫有名了吧 就是不知道 你是在燕豆四大家族 三大帮会中的哪个组织 苏洛看似随意 眼神却静静地盯着张海的表情 别的我不敢说 就单凭你刚刚说的那些 和我身后的组织比起来 差远了 张海摸着下巴 看了苏洛好一会儿 确定他真有那种想法之后 才压低身子 小声说道 这个组织比较神秘 不能对外声张 你要是真想知道 加入了你就懂 但是现在 我还不能告诉你 说完 张海便老神在在地坐在旁边 等待苏洛的答复 还是不了吧 我刚到这个地方 还不想参加什么组织 那行吧 如果你想好了 可以随时来我的院子里找我 说完最后一句话 张海便直接起身离开 关好门之后 苏洛又继续开始炼药 同时思索着张海 透露出来的支言片语 燕都仅次于燕京 已经算是龙国顶流城市了 四大家族和三大帮会 都比不上他身后的背景 苏洛揉了揉脑袋 然后开始专注炼药 燕都大学内 除了无用大法师之外 肯定还有其他高手作证 只要自己待在学校 凭着诸多手段 就绝对不会出现什么乱子 接下来的几天里 苏洛都一直待在院子里 只是偶尔周铁生 会过来送一次药材 不知不觉中 整个燕都又开始热闹起来了 燕都大学一年一次的 团队争霸赛及举行 整个燕都都是关于 这次比赛的话题 原因无他 只因为这次比赛 关乎到了参赛者的地位 以及金钱 燕都城外 去野外刷怪的人越来越少 每隔四年 怪物就会有一次疯狂增长 且实力大增 燕都大学 每次都会派学生前往镇压 同时也能增强学生的实战能力 凡是在团队争霸赛中 取得前三名的队伍 都会获得大量奖励 得知这个消息 苏洛也让周铁生 帮自己报名了 因为第一名的奖励中 有一枚小型空间石 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 苏洛当然不会错过 为了低调形势 苏洛并没有给宠物 继续使用寿灵丹 而是把所有寿灵丹存了起来 团队争霸赛开始那天 燕都大学所有学子归来 浩大的广场上挤满了人 同时 城内的各方势力 也都前来围观 苏洛静静地站在一个角落 周铁生和王莽 跟在他旁边站着 一是23级骑士 一个是24级剑士 团队基本上包含了骑士 剑士 法师 弓箭手 以及回血的辅助 一共五个人 当然 如果对自己的实力有信心 也可以不按照团队标准排列 只要凑够五个人就行 苏洛的大学生涯 还不到一个月时间 也没什么朋友 所以一切他都不着急 如果真找不到 周铁生和王莽的小弟中 也能找出几个天选之子 比起其他人那样疯狂找队友 苏洛这边反而显得有些白烂了 距离开赛 还有半个小时时间 苏洛这边依旧是三个人 冯海洋早早地就组好了队伍 如今的他已经达到40级了 他的队伍基本上也都是40级的 骑士 剑士 法师 弓箭手 辅助 队伍搭配很均衡 比起苏洛的队伍豪华了不少 看到苏洛旁边只站着两个人 其中的王莽 还是曾经跟自己混的 冯海洋顿时就有了过去嘲讽一番的心思 哟 比赛都快开始了 你不只打算三个人就去比赛吧 像你们这种低等级的货色 去了估计连怪物都抢不到 冯海洋领着人朝苏洛走去 一开口就没有留面子的余地 王莽低着头 沉默不语 苏洛直接将他当作乱咬人的狗 根本就不理他 只有周铁生露出一副感兴趣的表情 哟 这不是海洋哥吗 想明白 那天那个问题没有 什么问题 冯海洋皱了皱眉头 立马就联想到 那天在校门口赌苏洛发生的事 这家伙竟然指名道姓的 占自己便宜 小胖子 等开赛以后 你最好离老子远点 不然技能可没长眼睛 冯海洋咬牙切齿 周铁生嘴角一撇 血也骂道 技能没长眼睛 你还没长眼睛啊 你要是敢动爷爷一根汗毛 爷爷立马让你们逢是家族破产 那我们就交区见 眼看嘴皮子功夫比不过周铁生 冯海洋骂骂咧咧的带着人走了 他前脚刚离开 后脚就有两个人找上了苏洛 你们还缺人吗 我和我小姐妹还没找到队伍 叶灵月穿着一身灰色运动套装 砸了高马尾 一出场 瞬间就让三个大男孩眼前一亮 不过很快 三人的视线又一到了他旁边 因为叶灵月旁边的女孩也很漂亮 鹅蛋连柳叶眉 白皙透亮的脸颊上戴着微笑 蓝色长裙更是将他那玲珑身姿 很好地隐藏了起来 妹 你不是在天门大学吗 怎么到燕都来了 周铁生惊叉地看着那女孩 后者也惊讶地看着她 你说好的去龙水大学 不也来燕都了 后者嘟起了嘴唇 胖嘟嘟的脸上竟然有婴儿肥 一时间往往都看待了 不过立马他就反应过来了 然后用一种古怪的表情看向苏洛 嗨嗨 那个 这个是我妹妹周兰 周铁生立马开始介绍大家认识 同时也纠结地看着苏洛 他曾经表示过 要让苏洛当自己妹夫 可现在 情况貌似有点复杂 一时间 场面陷入了静止状态 叶灵月是31级火系法师 周兰是36级圣光辅助 再加上都是大美女 竟然被如此区别对待 叶灵月瞬间就不耐烦了 抱怨道 我们一来 你们就不说话 要是不喜欢 我们可以直接说啊 说完 叶灵月便拉着周兰打算离开 那个 苏洛 你看要不要让他们留下 周铁生不好意思开口 王莽反应过来后 立马拦住了叶灵月和周兰 一时间 所有人都将视线放在苏洛身上 你们愿意加入自然是最好的 不过我们等级太低 你们真不嫌弃 苏洛纠结地看着叶灵月和周兰 怎么会嫌弃呢 我个等级最低 我也不可能说什么呀 周兰眨巴眨巴大眼睛 露出一副无所谓的表情 他都无所谓 叶灵月自然也没什么意见了 于是 一个奇葩的队伍 就成功组建完毕了 23级骑士 24级剑士 31级法师和36级圣光辅助 以及苏洛这个27级的预售师 此时 所有人的队伍都组建完毕 只不过不少人目光 都停留在那只奇葩的队伍上面 参加这次比赛的 至少有一百只队伍 大家实力也各不相同 从最低级的十多级 到最高级的四十级都有 只不过苏洛等人的队伍 依旧是人群中最显眼的存在 主要是太杂了 苏洛是青龙榜排行第八的战力强者 可又是预售师 再加上不太给力的骑士和剑士 一下就拉低了队伍的平均水平 哪怕有美女法师和美女辅助 众人依旧不看好这只队伍 阵营差距太大了 估计前十名都挤不进去 苏洛这小子行啊 竟然能拉来两个实力强大的美女助阵 一会儿到了公布等级的时候 我倒要看看苏洛这家伙 有没有二十几 林月那丫头瞎掺和什么呀 拉拢人归拉拢人 老叶你可别把闺女陪进去了 观众席上 一名穿着朴素气质出众的中年男人 乐呵呵地看向叶家家主叶天赐 面临老友的取笑 他丝毫不担心 只是笑眯眯说道 孩子们瞎闹 我这当大人的可不敢瞎掺和 林月这丫头就是贪娃 兴素的那小子 可惜了 没能觉醒个好职业 叶天赐依旧笑眯眯地 看向场下的苏洛等人 只是从旁边小桌子上端起茶水 不再言语 距离队伍争霸赛开启 还有十分钟时 虚空突然开始扭曲 一阵火光逐渐从扭曲的空间内传来 紧接着 青龙院院长 燕都大学副校长 无用大法师出现了 他漂浮在虚空 身后的火元素 形成两只巨大的翅膀 距离比赛 还有十分钟开始 所有人等级信息 解除隐藏状态 随着他一声令下 所有人 纷纷不再隐藏实力 这边队伍里 五个人中 只有苏洛隐藏了 一时间 其余四个人 都纷纷看向苏洛 苏哥 红明没什么的 我二叔杀了三年猪 那名字红的都 开始发黑了 见苏洛在犹豫 王莽立马 开口解释 同时也算是 在变相地 教他如何钻银空子 我本来就在 杀猪场干兼职啊 苏洛拍了 拍王莽的肩膀 然后一本正经地 吐槽了一句 苏洛 二十七级预寿师 稍微耽搁了 一下苏洛 就成了最后解除隐藏的人 这也导致了不少人 将目光放在他身上 当看到苏洛的等级时 整个现场沸腾了 我的天啊 这个预寿师 竟然二十七级了 不是说预寿师 只能达到二十级 就再也不能突破了吗 他为什么可以 该不会是杀人 也能获得经验吧 一时间都陷入了自我怀疑 观众席上 叶天赐死死地 盯着苏洛的等级 过了好一会儿 才扭过头羡慕地 看着旁边的一名老者 蒋老 你们炼药师公会 可真是好运气啊 这小子以后前途无限 被换作蒋老的是 一名头发花白的老者 看起来普普通通 身份却是 龙国炼药师协会的会长 更是龙国唯一的 圣级炼药师 听到叶天赐的夸赞 他也乐呵呵地回应道 你们叶家也不错呀 你看林千金和叶公子 感情多好 蒋星河说着 伸手指了职场下 叶灵月正和苏洛 有说有笑地讲着什么 都是孩子罢了 他们的交情 和叶家无关 叶天赐乐呵呵地笑着 并没有反驳蒋星河的话 此时 已经有专业的工作人员 登记完所有参赛人员的信息 同时给每个人都发了传送识 虽然城外不远 但为了安全起见 学校每次清理 也怪多是使用传送证和传送识 周铁生和王莽 本身就听苏洛的 周兰则是听周铁生的 至于叶灵月这个叶家大小间 他只是抱着玩玩的心态 所以 队长的职务 便直接落在了苏洛身上 这也是苏洛计划好的 若是其他人当队长 或许会觉得自己战斗力不够 从而导致分工不明确 只有自己当队长 才能完美发挥宠物们的能力 此时此刻 神药界内 亡灵巫师已经不吃不喝 足足工作了三天了 足足五千名骷髅战士 聚集在田间地头的空地上 等待着召唤 精灵炎龙只有两米长的身躯 此时他正无聊地 趴在一棵树下面等苏洛的指令 在他面前 摆放着成堆的寿灵丹和进阶药水 寿灵丹的数量至少有三千颗 进阶药水也有百来瓶 另一边 玄水龟面前也摆放了一千多颗寿灵丹 不过 他的进阶药水数量更多 足足有六百多瓶 苏洛 咱们打算拿第几名啊 排队进入传送阵的时候 叶灵月无聊地问了一句 听到这个问题 站在队伍最前面的周篮 也好奇地转过身来看着苏洛 尽力就好 苏洛勉强一笑 看了看周边三四世纪的队伍 终究是说不出口 要是说拿第一 不得被人笑死 想不想拿第一 叶灵月好奇地看向苏洛 看到他摇头后 立马就化身贴心大姐姐安慰道 队伍争霸赛和别的不一样 这次可以带东西 杀的怪物 不仅能获得经验 还能升级 这次 你就看姐姐怎么把你们带飞的吧 说完他又自豪地拍了拍腰间 挂着的米白色小袋子 只有八掌大小 但叶家大小节的东西 能是普通东西 苏洛猜测 他肯定带了不少好东西 比如爆裂服 雷丸等一次性攻击的道具 很快就轮到苏洛的队伍了 所有人站上传送阵 很快就消失在传送阵内 燕都郊区 身后是城墙高达威猛的燕都城区 相距不到三里地 而前方是密密麻麻的野怪 等级最低的也是二十级的怪物 数量庞大 就像是遮天蔽日的蝗虫过境一般 不少第一次参加队伍争霸赛的人 都看得头皮发麻 像冯海洋这种老手 则是第一时间就动手了 作为见识 他和骑士相互配合 顶在最前方抵挡伤害 给队友留下足够的输出空间 每击杀一只怪物 都会掉落出一枚黑色的石头 这是异兽金河 金河的重量 根据怪物实力来衡量的 最后的金河重量 也是衡量比赛输赢唯一的筹码 叶灵月耐心地给几人解释 而王莽和周铁生 则是率先做好战斗准备 战场上上百只队伍出现 一时间显得有些拥挤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 各个队伍之间 也会逐渐拉开距离 先让他们打一会儿吧 苏洛静静地站在原地 同时将亡灵巫师 从神药界中召唤出来 眼看着前方地区逐渐空旷 周边百来米距离 顿时变成黑压压一片 阴冷的气息传来 让人忍不住直打哆嗦 亡灵巫师突破30级之后 骷髅战士的等级 也来到了20级 此时的骷髅战士战斗力强大 当看到骷髅战士的属性版面时 包括叶灵月和周篮在内 所有人都惊呆了 骷髅战士20级 攻击980 防御800 精神1200 体质5400 技能死亡诅咒 恶灵斩击 死亡诅咒 连续对敌人造成五次伤害 每次造成2800点伤害 恶灵斩击 透支已损失的生命 发出强有力的斩击 血量越低斩击伤害越高 二世纪的亡灵巫师 其战斗力 已经快比得上人类转之者了 看到这一幕 王莽和周铁生二人 直接张大了嘴巴 用一种像是看怪物的眼神 看着苏洛 骷髅 你这 你这宠物多少集了啊 王莽小心翼翼地问道 31集了 苏洛不是那种喜欢装逼的人 但人家问 至少要说吧 卧槽 以后谁他妈说预兽师 我直接把他弄到苏哥面前来 王莽眼睛发红 羡慕得不行 验斗中心广场 郊区的队伍争霸赛画面 能通过投影时 直接投影到广场中央的大屏幕上 此时的画面 正好投在苏洛带领的队伍上 看到苏洛等人 还没有上去杀怪的意思 众人顿时吃笑起来 包括炼药施工会的蒋星河在内 慈子竟然还停留在原地不动 如此自大 看来老夫得重新考虑他的去预留了 叶天赤笑呵呵地劝道 蒋会长别急吗 或许人家有他的计划呢 哼 老夫当初让他加入炼药师协会 只是得冯导师和吴院长的面子罢了 就凭开一个小小炼药师 还不配让我炼药师工会 主动去邀请他 恰好这时候 画面中又有声音传出 先让他们打一会儿吧 苏洛懒洋洋的声音响起 几人依旧没有动作 现场嘲讽之声更甚 甚至不少人骂苏洛的同时 还带上了炼药师协会 蒋星河脸色战红 彻底忍不住了 他猛地站起身来 对着前方燕都大学的诸多高层 以及吴院和冯丽喊话 诸位 苏洛此子在如此重大的比赛中 竟如此自负 可见其心性之卑劣 老夫蒋星河今日再次宣布 将苏洛逐出我炼药师协会 今后无论如何 苏洛不得再入炼药师协会 不得我炼药师协会任何庇护 蒋星河此话一出 现场瞬间热闹了起来 叶天赐表情古怪地看向蒋星河 然后笑眯眯地将视线 放在燕都大学高层身上 吴院脸色一黑 手里的葫芦瞬间捏成了炸 冯丽身上也时不时地传出冷意 他们这个级别的人 自然知道蒋星河的行为有多恶劣 不单单是将苏洛逐出炼药师协会 而且还是在给苏洛去世 宣告其他事里 苏洛不是我的人了 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哼 以后苏洛是我清传弟子 谁人敢动他一根汗毛 老夫定斩不饶 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 吴用伸手朝着虚空狠狠一掌拍出 瞬间风起云涌 无尽的火光在云层中蔓延 以后苏洛就是我师弟 谁敢动他 哪怕相隔千里 我也一键设置 冯丽冷冷地看向蒋星河 后者则是脸色通红 现场瞬间鸦雀无声 众人震撼无比 冯导师竟然是吴院长的徒弟 这个消息已经够劲爆了 但是更炸烈的是 无用大法师竟然要收徒 而且还是一个二十多级的御寿师 叶家主 我也是为了协会的名声着想 才将苏洛梯出炼药师协会 这两个家伙为何为此暴躁 我也不清楚 叶天赐故作迷糊地摇了摇头 眼神中隐藏着一抹笑意 不清楚 他比谁都清楚 当初苏冰雪被人逼得没有办法 只能玩消失 如今其弟苏洛天赋一柄 蒋星河当众讲的那些话 完全算是在给苏洛施展催命符 哼 区区一个炼药师而已 多他不多 少他不也少 日后这师徒二人 还不是会求到老夫这炼药 蒋星河冷哼一声 并没有把苏洛放在心上 但是下一秒 全场唏嘘 大屏幕上 苏洛面前突然多出了 黑压压一片怪物 仔细一看 竟然全部都是骷髅战士 每一支都是二十级的实力 这 蒋星河脸色战红 感觉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 打了一巴掌 火辣辣的疼 燕都焦躯 战场已经开始逐渐空旷 所有的队伍 都开始朝着远处的山林杀去 战线被无限拉长 最宽的地方 甚至有百来米距离 而苏洛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34只宠物整装待发 5000多只骷髅战士 全体待命 甚至苏洛还从神药界内 调集了1000只骷髅仆人 出来收集异兽金河 完全就是流水线操作呀 一时间内 叶灵月等人 被震惊的五体投地 直到苏洛准备发出进攻号令 他才小心翼翼地问道 那个 苏洛 我们干点什么 杀怪有人杀了 异兽金河有人捡了 他们四个人显得很渺小 可总不能干瞪眼看着吧 你们 跟着我一起去杀怪吧 行 周铁生率先拍了拍胸脯 其余人也都松了口气 有安排就好 要是真站着看戏 可就丢脸了 出发 苏洛对着亡灵巫师等众多宠物 发出指令 浩浩荡荡的队伍 宛如收割机一般 瞬间开入战场之内 旁边正在刷怪的队伍 看到如此浩荡的队伍 集体震惊了 这小子开挂了吧 从哪弄了个骷髅军队 这特么 还是预兽试干的活吗 特么的死灵法师 一时间也弄不了这么多骷髅啊 特么的 这小子叫啥名字 苏洛是吧 怎么了 等队伍争霸赛结束了 也就去当他的舔狗 众多宠物在前方开路 苏洛则是命令五人 全部分开 直接冲进了大队伍前面 演读广场 大屏幕上 一直都是苏洛等人的身影 当看到苏洛命令队友 冲进怪物群里时 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他要干什么 叶灵月等级较高 再加上法师 有不少保命技能 他在怪物中 穿梭的速度十分之快 距离骷髅大军 百来米的时候 他对着一群浑身 燃烧着火焰的星星 施展了技能 星火燎原 一点火焰在怪物群中燃烧 紧接着以非常快的速度 蔓延开来 980 980 980 星火燎原 是群攻技能 至少覆盖了 一百多只星星 瞬间所有星星 都开始暴躁起来 追着叶灵月打 但是 叶灵月身法很快 不断地朝着 骷髅大军所在的位置后退 另一边 周铁生仗着皮糙肉厚 也吸引了不少怪物 朝着骷髅大军靠近 周兰 王莽的操作 同样如此 苏洛则是骑在 玄水龟的背上 操控整个大局 苏洛 我们回来了 周铁生大喊了一嗓子 然后飞快地挤进怪物大军内 他身后跟着上百 枝树金怪物 另外三个方向 叶灵月 王莽和周兰 也都纷纷赶了回来 每个人身后 都跟着大量的怪物 骷髅大军 本来就面临 上千只怪物的进攻 虽然加上 众多宠物迎战 勉强占据上风 可面对 不断增多的怪物 明显有些吃力了 叶灵月 随手施展了几个法术 可根本没什么效果 苏洛 要不我们停下来吧 长时间下去顶不住啊 周铁生纠结地看着苏洛 面临这种大规模的战斗 他一个二十来级的骑士 也只能干瞪眼 是啊 这一波怪物 全部消灭我们基本上 就能拿到第一了 没必要再冒险 叶灵月也立马开口劝阻 一千多只怪物 哪怕是那种 四十级的队伍 也得打上一两个小时 而队伍争霸战 是二十四个小时 完全没必要这么拼命 苏洛看了看冯海洋的方向 然后摇了摇头 你们继续去吸引怪物 我有分寸 说完之后 苏洛也不过多解释 只是开始操控所有宠物战 在骷髅战士后面 准备输出 首先是控制技能 五毒飓风的风鸣干扰 瞬间降低前方 三十米内所有怪物 移动速度80% 毒气树桩的树根抽打 直接缠住了一只 三十级的精英管 另外冰冻 寒气 麻痹 三十多只宠物 集体释放各种 减速负面效果 一瞬间战场上的局面 就打开了 最后 又是集体施展的 一波范围攻击 看到这里 叶灵月也明白 苏洛的战斗方案了 趁机开始施展 大范围法术 星火燎原 陨石天降 一千一百九十八 六百五十 八百五十 一千二百 一瞬间 无数密密麻麻的数字 从各个野怪身上冒出来 群攻之下 无冤魂 一只怪物 能顶住一个群攻技能 但是十个呢 几十个呢 几乎是在眨眼间 上千只怪物 就瞬间被消灭殆尽 几杀深渊金刚 经验值加八五零 几杀猎影狼 经验值加七百 几杀黑熊巨妖 经验值加一二零零 几杀 队伍之间经验共享 包括苏洛在内 小队里的人 都获得了相同的经验加成 一瞬间 苏洛的等级 从二十七级 直接升到了二十八级 而周铁生和王莽 也分别升了一级 只不过周兰 和叶灵月的等级 依旧没有动静 密密麻麻的骷髅仆人 开始打扫战场 一块块有黑的怪物金盒 被他们收集起来 然后全部交给苏洛 空地上 很快就堆了一大堆怪物金盒 骷髅仆人 就像是捡蘑菇一样轻松 采集速度飞快 洛哥 要不我们继续去饮怪 尝到甜头的王莽 脸上乐得快开花了 叫洛哥 比较他轻爹还顺口 去吧 我们必须要拿到第一 苏洛淡定地说了一句 然后命令骷髅大军 继续前进 守战告捷 其余三人也没任何意见 纷纷自觉地去吸引怪物 这次战斗 骷髅战士损失了两百多只 不过 亡灵巫师一直在施展召唤术 进行缓慢补充 苏洛心里也粗略计算了一下 五千只骷髅战士 消耗完毕之后 时间差不多也快结束了 坐稳队伍争霸赛 第一的位置绝对没问题 卧槽 那只骷髅大军 竟然还没死过 一名武装到牙齿的骑士 看向苏洛的方向 瞬间发出惊讶的声音 他妈的 那么多异兽金河 要不是有人监视 真想上去抢了 杀完一波怪物之后 冯海洋抬头看了一眼 瞬间眼睛发红 只见苏洛那边满地 都是异兽金河 在阳光底下 闪烁着光芒 这家伙 宠物召唤的骷髅 竟然如此逆舔 木秀与凌峰必催之 应该会有不少麻烦 会找上他了 冯海洋强忍着妒忌的冲动 又开始了拼命厮杀 只不过任他如何努力 始终感觉心不在焉 甚至每隔一会儿 都忍不住 朝着苏洛的方向看去 另一边 周文文也被冯海洋 安排在一只 等级不低的队伍里 当看到苏洛的操作之后 他整个人都傻了 特别是看到周铁生 和王莽都能跟在 苏洛身边蹭惊艳 而凭海洋却不愿意 亲自带自己升级 一时间他竟然有些后悔 不过 很快周文文脸上 又重新露出了笑容 那些人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就让你再动那几天 广场上 整个光幕几乎成了苏洛的专场 从骷髅战士出现开始 光幕上一直都在 播放苏洛的队伍情况 此时 画面上的几人又开始了引怪 而骷髅大军 则是继续朝着怪物 朝前进 异兽金河排行榜上 苏洛的队伍 已经获得了8.2分 直接达到了第一名的位置 第二名是冯海洋的队伍 7.3分 相差一分左右 中间的差距 至少需要半个小时 一片安静 所有人都静静地 看着苏洛恐怖的刷怪速度 谁说预售试弱的 谁说预售试没有前途 验斗大学高层领导们 同样紧盯大屏幕 看着苏洛冷静杀怪的模样 无用连酒也不喝了 只是乐呵呵地 拍着冯厉的肩膀 这次派你去江城 是老夫 我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啊 是否 他是苏冰雪的弟弟 您老人家 还是想想怎么应对那些麻烦吧 冯厉面无表情地 应了一句 然后又猛地睁大了眼睛 大屏幕里 苏洛的身边 突然出现了一条 暗金色龙形宠物 精灵炎龙一出场 瞬间引起一片震动 所有人都死死地盯着 大屏幕上的龙形生物 龙国之所以叫龙国 就是因为龙是最为神圣的 国之守护兽 守护兽千百年间 难出现一只 珍惜无比 而现在苏洛手里那只 貌似就是神龙 如果真是 苏洛绝对能成为 龙国第一遇受试 在所有人的震撼中 苏洛带领着精灵炎龙 进入了战场前段 苏洛 你这只宠物 又是S级的 最先带着怪物回来的夜灵月 看到精灵炎龙 顿时瞪大了眼睛 运气好碰上的 苏洛腾腆一笑 并没有太过高调 只是默默地命令 精灵炎龙出场 经历过几次副本测试之后 他已经能猜到 这种规模的争霸赛 肯定会被城内的人知晓 既然已经爆出来了一只 SSS级的亡灵巫师 那S级的精灵炎龙 也无所谓了 这样做 不能震慑藏在暗处的臭虫 但能让燕都大学的高层警觉 自己这样的好苗子 他们如果都不知道保护 那燕都大学 也不可能屹立数百年 战场上 无数的怪物 如同潮水般涌来 骷髅战士 和众多控制系的宠物 顶在前方 虽然如此 但骷髅战士 还是在以非常快的速度消耗 三头悬兵犬 25级 攻击1500 防御420 精神1400 技能狂噪 悬兵猎魂 急速 狂噪 每秒钟消耗50点精神值 增加300%伤害 急速 每秒钟消耗50点精神值 增加200%移动速度 悬兵猎魂 丢出两颗脑袋 对目标造成三米内范围攻击 每次造成2800点伤害 三头悬兵犬的速度非常之快 周铁声跑回来的时候 脸都已经白了 苏洛仔细一看 他的血量还剩下240 再慢一步 估计就能重新投胎做人了 洛哥赶紧弄啊 他妈的这群疯狗真是厉害 早知道我就不招惹他们了 周铁声一边克体力 恢复药剂一边揉屁股 显然刚才被咬得不轻 这时候 周兰和王莽也各自带领着怪物回来了 所有宠物依旧是按照刚才的陆树进攻 首先是控制系技能 然后就是群攻技能 不要前世的往怪物堆里面砸 苏洛利玛命令精灵炎龙发起攻击 首先是一记炎火天降 作为S级灵兽 精灵炎龙的炎火天降 直接覆盖了方圆接近50米的范围 密集的陨石夹杂着火球从虚空砸落 陨石一击直接爆出了3650的高额伤害 火球则是持续性烧伤 1688 1688 1688 随着精灵炎龙一出手 战场上顿时冒出了一片密密麻麻的数字 一旁的叶灵月已经看得呆住了 他知道苏洛不简单 可没想过这家伙竟然会这么厉害 苏洛 你好厉害啊 叶灵月忍不住夸了一句 苏洛却摇了摇头 这算什么啊 还有技能没使用出来呢 还有更厉害的技能 旁边的周铁生 周蓝和王莽都瞪大了眼睛 仔细地打亮着精灵炎龙 好 他发出一声亢奋的声音 然后整个身躯瞬间消失在原地 虚空中 一道金色的光芒像是丝线一般 不断地将虚空划开 这 这特么就是S级宠物 周铁生拍了拍脸 似乎不敢相信这是真实的 精灵炎龙的速度越来越快 直至整片虚空 仿佛都被一根无线延长的丝线覆盖 开始吧 苏洛脸上带着一抹期待 命令精灵炎龙开始攻击 金色的长线宛如剑痕般降临战场 三千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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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密麻麻的数字再度漂浮起来 伴随的还有无数野怪倒地的声音 恭喜宁击杀三头玄冰犬 经验值加九百 恭喜宁击杀黑魂使者 经验值加八百 恭喜宁击杀千年束妖 经验值加六五零 经验值倒仗的声音响起 周铁生忍不住 闭起眼睛直打哆嗦 真特么的爽啊 这就是躺赢的感觉吧 打完哆嗦 在睁开眼时 他顿时就看到自己 亲妹妹周兰嫌弃的眼神 周兰嫌弃地撇了撇嘴 然后才开口问道 哥 你啥时候认识的这么厉害的朋友啊 周铁生看了看苏洛 然后小声说道 我本来打算把他介绍给你的 但是又怕你配不上人家 凡人 周兰红着脸踢了他一脚 然后又扭过头 目光装作不经意间 扫过苏洛的侧脸 苏洛只是专注地盯着战场 并没有注意到周家兄妹的异常 精灵炎龙火力全开 战场上的怪物 很快就被再次清空 阎都大学的广场上 蒋星河坐在观众席 原本还老神在在 但看到苏洛的底牌越来越厉害 逐渐开始成为众人口中的天之骄子时 他感觉脸上火辣辣的 恨不得找个洞钻进去 蒋大会长 你可真是好眼光啊 知道自己妙太小 提前把我乖徒请出来了 吴老头给自己灌了一口酒 然后乐呵呵地看着蒋星河 他是那种报仇不隔夜的人 既然和蒋星河翻脸了 现在正是痛打落水狗的时候 平日里 炼药师协会的人都高人一等 再加上蒋星河性格高傲 目中无人 导致在燕都看不惯他的人极多 此时有无用带头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嘲讽 人非圣贤熟能无过 蒋会长目光狭义 错过了苏公子这等天才 也是情有可原 真以为会炼这几个破药剂 就了不起了 等哪天在山里碰到老娘了 我直接让这老头牙齿掉光 以往都是大家给他面子罢了 不给他面子 这协会能办起来 面临众人指责 蒋星河脸上越来越黑 额头上的血管被气得高高鼓起 他猛地一拍桌子 然后直接站起来 对着那些出口讽刺的人破口大骂 你们这群 只会成口蛇之力的家伙 以后 蒋某绝对不会给你们炼制一点药剂 还有 蒋星河环顾四周 冷笑道 今日凡是针对我蒋星河的 有一个算一个 今后别想从炼药师工会买任何药剂 说完他便直接离开现场 但是议论的声音依旧没有停止 敢于开口的 本就和炼药师协会不对付 也不怕蒋星河威胁 主席台上吴老头儿却有些慌了 他敢和蒋星河硬碰硬 是因为苏洛是自己徒弟 不争馒头争口气 但这么多人帮他和苏洛说话 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 或许大家都看好 苏洛炼药师的身份 浊浊地看着冯丽 这小子手段古怪得很 我也不知道他炼药具体是什么段位 苏洛炼药他也只看到过一次 但冯丽猜测苏洛的水准应该也不低 感受到冯丽面部表情变化 无用脸上也逐渐露出笑容 只要争霸赛结束 只要这小子能当众证明炼药水平 绝对能收获很多不少势力拥护 燕都焦躯 参加队伍争霸赛的所有小队 都卯足了劲儿击杀怪物 靠近城池范围内的怪物 很快就被清空 当然 其中最耀眼还是苏洛的队伍 因为他的战斗方式很猛 只需要队友不停地吸引怪物 然后交给宠物 以及骷髅大军击杀就行了 其他的队伍虽然羡慕嫉妒 但却不敢贸然模仿 人家吸引一两千只怪物 能集火消灭 普通队伍吸引这么多怪物的话 下场就只能是集体团灭 战火很快就从郊区 蔓延到山林里 苏洛骑在悬水规备上 慢条斯理地打开了自己的属性版面 姓名 苏洛 职业 御兽师 等级 28级 力量 1500 精神 2000 防御 2200 体质 6000 装备 驯化皮鞭 巨石套装 巨石利剑 宠物 技能 驯化 树根缠绕 死亡诅咒 烈焰洗礼 距离30级还差两级 不过苏洛毫不担心 他背包里还有大量的兽灵丹 以及药材 队伍争霸赛 结束了再去练制一些兽灵丹给精灵年龙和玄水龟使用 突破30级 毫无悬念 眼看着争霸赛快结束了 周铁生和王莽却开始着急了 如此快的刷怪方式 他们是第一次见 尝到甜头后 也是最舍不得比赛结束的 于是 便跟在苏洛身边 纷纷用一种渴望的眼神盯着 洛哥 还有半个小时就结束了 要不咱们干一票大的 王莽小心翼翼地提议到 同时脸上挤出一副讨好的笑容 对 咱们再干一票吧 周铁生挥舞着手里的对牌和大斧头 拍得砰砰作响 经验谁先多呀 苏洛自然是没有意见的 于是二人又去游说周篮和叶灵月 所有人达成一致 最后再干一票大的 大到前所未有的那种 四人商量好后 就各自离开了 苏洛打量了一下骷髅战士的数量 大概还有3000只左右 骷髅战士冰死状态下爆发的技能 恶灵斩击 几乎一下能砍出六七千的伤寒 如果怪物数量不够多 绝对是浪费 想到这里 苏洛又立马派出了 猎烟大鹏鸟等移动速度较快的宠物 出去吸引怪物 很快地面就传来了轻微的震动 周边的队伍纷纷停下 包括苏洛也猛地瞪大了眼睛 四面八方全都是实力强悍的野怪 不仅实力强悍 而且全都朝着这边飞快地跑来了 暗夜魔牛30级 魔咽尸32级 鬼灵解鹰31级 赤裂魔蛇29级 咔嚓 一路上 粗壮的树枝被强大野怪们轻易撞断 地面震动 空气中弥漫着沙尘 周边的队伍顿时就傻眼了 这小子疯了 这特么哪是刷怪啊 完全就是受潮了 距离苏洛最近的几个队伍 脸色仗红 丢下打了一半的怪物 转身就跑 这些家伙究竟引了多少怪物 苏洛目瞪口呆 他也想跑啊 可是这些野怪 是自己答应引来的 不能跑 苏洛 够不够 不够我再去一趟 叶灵月使用火系传送阵 直接出现在苏洛身旁 喘着粗气问道 够了够了 苏洛威 威擦了一下额头的汗珠 然后立马给所有宠物 补充体力恢复 药剂和精神恢复药剂 洛哥 我回来了 周铁生把盾排顶 在屁股后面 然后故意放慢速度 暗夜魔牛 朝着他屁股狠狠一顶 然后这家伙 就直接飞过来了 等到所有人到齐后 苏洛立马命令 所有宠物火力全开 这一次精灵炎龙 也没有压轴出场 而是直接开杀 兄弟们 干了 周铁生大喝一声 带领着王莽穿梭 在骷髅大军中间开始杀怪 叶灵月和周兰 则是跟在苏洛旁边 施展范围攻击 一时间 战局勉强稳定 但时间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 苏洛也不打算隐藏了 直接施展了自己的压轴 技能烈焰洗礼 战场内 顿时出现了一个30米 覆盖面积的巨大火环 1800 1800 1800 整个火环从大到小 收缩一圈后 所有敌人都遭到了伤害 虚空中 猎烟大鹏鸟 看到主人施展自己的技能 似乎更兴奋了 接着苏洛刚才释放的位置 重新释放了一个猎烟洗礼 苏洛 现在怎么办 我们好像挡不住了 叶灵月脸色发白 额头布满了细密的汗珠 飞快地从口袋里 抓出一颗颗珠子往外洒去 野怪群中 一头黑色的巨大雄狮 战力非凡 三两下就能打死一片骷髅战士 苏洛立马开始 查看这只大狮子的等级 魔艳狮 32级 攻击 2900 防御 1800 精神 1500 体质 12500 技能 魔化 魔气咆哮 竟然是32级的大狮子 苏洛稍微有些惊讶 不过依旧没有慌乱 只是命令亡灵巫师对他施展死亡诅咒 1800 1800 魔艳狮吃了一记死亡诅咒后 开始不断掉血 同时他也开启了魔化 朝着苏洛飞快扑来 玄水龟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直接冲上前去 和他扭打起来 苏洛立马给魔艳狮 又补了一个死亡诅咒 同时 其余宠物也都给魔艳狮 补上了单体攻击技能 恭喜宁击杀魔艳狮 经验值 加1500 恭喜宁击杀赤裂魔蛇 经验值加1000 这时候 战场内残血的骷髅战士 也开始施展 恶灵斩机 整个战场 蔓延数十米开外 火光冲天 轰鸣声 爆炸声不断响起 无数大鹅吊血数字 和惨叫声此起彼伏 宛如人间炼狱 周边的队伍 都情不自禁地停了下来 呆呆地看着那块战斗区域 时间来到最后的三分钟 苏洛内心没有丝毫波澜 只是命令所有宠物全力进攻 恭喜宁达到29级 一阵白光流转 苏洛成功升了一级 周兰和叶灵月也升级了 只有王莽和周铁升升了两级 叶灵月松了口气 解释道 强制传送开启 咱们这次比赛总算是结束了 阎都大学广场 所有队伍已经传送回来后 立马开始盘点 所有收获的异兽金盒 以每个队伍收获的异兽金盒总重量 来决定排名高低 此时 排列在最前方的队伍 已经开始上交异兽金盒了 一名中年男子 手里拿着特殊的仪器 走到第一个队伍面前 他只是对着异兽金盒扫描了一下 地面上堆成山的金盒 瞬间被仪器所吸收 然后冒出来一组数字 18分 广场大屏幕上 很快也出现了队长的名字 以及得分情况 紧接着是第二个队伍 24分 第三个队伍 22分 苏洛站在队伍中间 神色平静地看着前面 并没有丝毫紧张 第一名是30级的队伍 获得异兽金盒 只有四个篮球那么大一堆 而自己背包里装的异兽金盒 至少是他们的几十倍 苏洛不慌 观众席上的众人也不慌 甚至很多人的目光 根本就没有放在那些人身上 而是饶有兴致地看向苏洛 怎么回事啊 我们队伍获得了76分 比去年冠军还高了三分 怎么没人惊讶 就是啊 这些人不看我们老看后面干什么 一支队伍交完异兽金盒后 对于观众的反应 很是不满意 参加争霸赛的队伍中 只有少数几个队伍 知道苏洛他们的情况 很多队伍此时 都是处于猛逼状态 他们甚至都不知道 为什么观众席上的人 为什么要看夜灵月那边 苏洛的队伍中 夜灵月人气最高 所以 阴都大学的学生们 理所当然把他当成了队长 逐渐的 一些不知情的队伍选手 也都纷纷朝着苏洛等人看去 苏洛同学 你们在争霸赛中的表现很不错 把异兽金盒取出来吧 负责收取异兽金盒的导师 笑眯眯地看向苏洛 同时还扬了扬手里的设备 瞧瞧 瞧瞧 这语气温柔的 简直不像话 人群中 不知是谁感慨了一句 顿时影的无数队伍脸色战红 觉得这名导师 在搞区别待遇 当苏洛从背包中 取出所有异兽金盒的时候 全场瞬间鸦雀无声 哗啦啦 一大堆黑猶有的异兽金盒 瞬间出现在广场上 堆起来足足有一人高 不错 导师微微一笑 冲着苏洛竖起大拇指 但是下一秒 他的手静止不住地颤抖了起来 哗 又是一堆异兽金盒出现 只不过 这次的异兽金盒 稍微少一些 只有半人高 抱歉啊 背包空间一个格子装不下 所以分成两次装了 苏洛尴尬一笑 然后对着呆住的导师 伸手指了指异兽金盒 卧槽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啊 这是燕都大学队伍争霸赛中 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吧 载入史册 给劳资载入史册 现场哄闹无比 甚至不少人都激动地 发出了尖叫声 负责收取金盒的导师 也激动地脸色涨红 颤抖着双手握住仪器 然后开始收取异兽金盒 苏洛给的金盒收集完毕后 仪器上显示出了一串红色数字 998分 998分 全场寂静 包括主席台上的无用 以及诸多艳朵高层 都纷纷露出了狂热的表情 苏洛越是逆天 他们这些燕都大学的导师 领导也能跟着脸上有光 观众席上寂静的众人中 不少是艳朵本地人 原本对于苏洛这种小地方来的人 再加上是御寿师身份 他们是瞧不上眼的 但是此刻 所有人看向苏洛的眼神已经变了 变得无比的诚恳和火热 我们龙国出了这么一位天才 是我们的幸运啊 对 少年强则国强 以后我艳都召架 愿意无条件帮助苏公子 做任何事情 我艳都孙家同样 观众席上 所有人都改变了对苏洛的看法 而艳都的学生们 也用一种新的目光 去看这个谦逊的大男孩 所有队伍的异兽金盒 收取完毕之后 便是发布奖品了 队伍争霸赛第一名的奖品 很是丰富 当苏洛从冯丽手中 拿过装着奖品的 一次性储存袋时 主席台上的大屏幕 也显示出了奖品名单 小型空间十一 龙国币八千万 卓越级主战职业套装 蓝色五套 大型精神恢复 药剂五百 大型体力恢复药剂五百 学院积分五万 苏洛 你小子可真没让老师失望啊 以后你可得叫我一声师兄啊 冯丽用一种羡慕的眼神 看着苏洛 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 师兄 苏洛当场就愣住了 包括一旁的周铁生等人 都瞪大了眼睛 见他们不敢相信的样子 冯丽便说出了 争霸赛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得知无用大法师 要收自己为徒时 苏洛脸上忍不住露出一抹红韵 这是他第二次这么激动 上一次还是觉醒万寿之王 和神级炼药术的时候 无用可是83级火系法师 在整个燕都市 几乎都是数一数二的强者 成为他的徒弟后 只要苏洛愿意 整个燕都市 什么纹固子弟 什么富贵人家 都可以把这些人踩在脚下 但是苏洛想得很简单 多了一层身份 自己身上就多了一个保命的手段 而且无用收自己为徒 十有八九 是和炼药师协会的人志气 一个小小的玉兽师 还不至于让80多级的强者 屈尊收徒 就在苏洛师神的时候 颁奖仪式已经结束了 主席台上 已经有人刻画好了 一个特殊的图案 苏洛 快过来啊 还愣着干什么 冯丽冲着他挥手 示意他去主席台上 无用已经站在上面了 他依旧是乐呵呵地抱着酒葫芦 红光满面地打量着苏洛 小子 以后你就是我无老头的关门弟子了 赶紧开始吧 一会儿 老夫还得去给你弄个见面礼 无用对着苏洛一阵催促 二人脚下踩着的 是这个世界上 拜师典礼专用的图腾 也是一种神圣的仪式 当拜师一事举行完毕之后 苏洛并没有立即离开 而是满脸认真的看着我老头 师父 徒儿想给您老人家一个见面礼 苏洛的声音不大 却令全场瞬间鸦雀无声 一个29级的预售师 要给83级的强者送拜师礼 要么是惊天动地的大宝贝 要么是普普通通的小玩意儿 不过在场的众人 还是很期待苏洛要送什么礼物 你打算送我什么 无用语气平静 脸上的表情却很是享用 只要师父手里有材料 我可以帮您炼制火之灵 元素之灵 是法师的质保 更是法师年迈时期最为重要的东西 除了火之灵以外 还有水之灵 土之灵 每使用一次元素之灵 都能加快身体对元素的反应 从而降低升级难度 或者实力降低难度 这个世界虽然是刷怪升级 但转职者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类 不达到巅峰 同样会老 会死 但元素之灵却极难炼制 世上能炼制的人 屈指可数 放言整个龙国 也就只有炼药师协会会长 竟然放出豪言壮语 要炼制火之灵 一时间所有人都觉得苏洛疯了 把空间石当作败师礼 都比炼制火之灵靠谱 这种场合可不幸开玩笑 苏洛你可别冲动 感受到现场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冯丽立马对苏洛使了个眼色 示意他改口 我这乖徒儿 可能是被蒋星和那老狗气坏了 所以一时间说了胡话 大家别和孩子一般见识 五老头笑呵呵地朝着四方抱拳 然后才转过身满脸 严肃地看向苏洛 你可想好了 师傅 只要您提供药材 徒儿应该能行 苏洛再次确认 只不过这次声音小了许多 他是担心 五老头拿不出药材试了面子 至于为什么要帮这个便宜师傅 炼制火之灵 苏洛也有自己的小心思 五老头和炼药师协会闹翻了 以后阎都大学 估计都会很少和炼药师协会的人来往 只要利用火之灵和无用打好关系 以后自己再炼都绝对吃得开 而自己恰好能够利用骷髅炼药师 挑起这个大量 倒不是苏洛有多乐于助人 而是这其中的油水太肥了 两套药材换一瓶药水 简直就是抢钱 不仅能捞油水 还能获得一股不小的势力 这笔买卖怎么算都是稳赚 得到苏洛的肯定后 五老头不动声色地看了冯丽一眼 眼神中露出一抹狡猾 他正打算测试一下苏洛的炼药天赋 没想到苏洛竟然主动提出来了 那他这个当师傅的 肯定不能送了 行 既然你有这个决心 老头子我要材多的事 刹那间 一大堆珍贵药材和各种天才地宝 出现在苏洛旁边的桌子上 在场的人看到这一幕 也都意识到苏洛要开始了 坐在后面的人 纷纷站在凳子上 想看看苏洛究竟是真能炼制 还是想出风头 吴勇和冯丽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 也都纷纷往后退了几步 给苏洛留下了足够的操作空间 就在这时候 一道白色的划痕在虚空之上出现 最开始是一条线 随着越来越近能看清 那是一道人意 蒋星河那老匹夫 又来这里干什么 吴勇瞇着眼睛看清来人后 顿时就气得鼻孔冒火 恨不得一个静咒给他砸过去 老夫炼药师协会会长 蒋星河 此次前来别无他意 只是听说 此处有圣级炼药师 要当场炼制火之灵 特地来看看 是哪位高人 蒋星河身后 还跟了不少炼药师协会的 高层炼药师 这些人无论走到何处 都是被人奉为座上宾的存在 今日齐聚于此 顿时引来了更多人 前往燕都大学围观 一时间 整个观众席 地面 甚至是天上都围满了人 哼 我还以为是哪里来的 圣级炼药师呢 结果是个矛头小子 看清苏洛的身形之后 蒋星河顿时吃笑起来 蒋老匹夫 我乖托今日当众炼药 你若是再敢放一个屁 老子 当场烧了 你信不信 作为燕都大学 青龙院副院长 又是苏洛的师父 无用自然不许 蒋星河如此放肆 当即就念了一句咒语 引得整片虚空红彤彤的 若是他继续下去 恐怕就不好收场了 蒋星河冷横道 我老头 老夫只是好心提醒你罢了 他能不能炼成火之灵 和我没关系 只不过这些年来 你为了火之灵的药材 走南闯北 好不容易才收集了两套吧 你就这么忍心 让你这好徒弟用来浪费 干你娘的 老子乐意 无老头骂骂咧咧 气得直接在蒋星河脚边 引燃了一缕火苗作为警告 苏洛只是看了蒋星河一眼 便直接将视线 放在了眼前的药材上 将所有药材熟记于心后 苏洛又从背包里 取出了一只青铜小鼎 这只是个普通的小鼎 苏洛将它摆好之后 又使用炼药术 引燃一缕地火 然后开始往里面逐个添加药材 火之灵必须要圣级炼师 才能炼制 但苏洛有神级炼药术傍身 只要是世界上有的药材 他都能炼制出来 就算没有 他也能想办法研究出来 随着药材一株一株地往里面加 整个现场顿时飘散出一缕奇异香味 但炼药师协会的人 却毫不留情地开始嘲讽 就这破顶也配炼制火之灵 药香味激发程度不够 这小子估计从来没炼过药 蒋会长 您觉得这小子能炼成吗 人群中有人冷不丁问了一句 顿时激发了蒋星河的兴趣 他冷笑道 这小子今天要是把火之灵炼制出来了 我将某人任凭大家处置 一旁正愁没地方撒气的吴老头 顿时两眼一亮 结果话查 死话当真 老夫的赌注已经下了 吴老头 你是不是也该下赌注了 蒋星河皮笑若不笑地看向吴用 一双眼珠子不停地转悠 你想要什么赌注 吴用撇了撇嘴 若是这小子炼制不出火之灵 老夫要亲手废了他 让他从今以后当不了转职者 更当不了炼药师 如此歹毒的话语一传开 吴用顿时就眯起了眼睛 浑身寒意迸发 旁边正在炼药的苏洛也猛地抬起头 一双没有任何感情的眼睛 直勾勾地看着蒋星河 怎么 不敢读也正常 这世界上的圣级炼药师数量只手可数 而这龙国之内 只有老夫能炼制元素之灵 就连老夫也只有三成把握能炼成 今日你们若是就此收场 老夫可以既往不救 若是要继续哗众取宠 给我们炼药师抹黑 那这个赌注 你们就非下不可了 蒋星河直接忽略了苏洛 将目光放在吴用身上 在他看来 苏洛不过是个有些底牌的小人物罢了 谈笑间就能轻易毁了他 好 我跟你赌 苏洛神色平静 看向蒋星河的眼神中 带着一抹嘲讽 徒儿 不可冲动 吴用刚想拦住苏洛 他却对着蒋星河再度开口了 既然蒋会长看得起我苏某人 那就赌一把 不过要赌就赌个大的 你敢赌吗 众目睽睽之下 苏洛沉着脸直接伸手 指着蒋星河的脑袋 一字一句道 只要我炼之出火之灵 你拜我为师 拜师 蒋星河猛了 围观群众也梦了 不过却没人开口说话 众人都感觉这件事不简单 如今已经不单单是吵架了 事情越演越烈 仿佛已经发展到 燕斗大学和炼药师协会双方的矛盾了 两者都是龙国数一数二的巨头 在场有九成九的人 都不想卷入这场漩涡 主席台上 燕斗大学诸多高层 都惊诧地看着苏洛 时不时地又会看一眼吴庸 大家眼神中夹杂着笑意 仿佛在告诉他 你这个徒弟不是省油的灯啊 吴庸却不以为意 依旧端着酒葫芦 笑盈盈地看着苏洛 眼神中赞赏之色 越发浓郁 他原本以为苏洛指 是实力强一些 天赋好一些 为人谦逊 却无傲气 只能算中上水准 人群中 蒋星河回过神来后 脸色逐渐开始变红 最后呈现出猪肝一样的紫红色 赌还是不赌 贴上自己一生名誉 和一个黄毛小子赌 蒋星河觉得吃亏 可赌约是自己率先提起的 此时怎么退场 他强忍着要暴走的冲动 咬牙切齿道 既然你要让老夫作为赌注 那你们的筹码远远不够 不够 苏洛抿了名嘴 面无表情道 你要我用大好的前途 赌你一世虚名 这还不够 我若是练出火之灵了 身份地位岂不是和你平起平坐 现在我反而觉得你的筹码不够 对于蒋星河接连找麻烦的行为 已经严重触及到苏洛的底线了 所以苏洛不打算给他留任何情面 反而打算从他身上狠狠地捞一笔 眼看着场面即将陷入僵局 五老头立马开始了煽风点火 蒋老匹夫 你还敢不敢赌了 不赌的话别在这耽误我徒儿练药 哼 有何不敢 蒋星河气得双眼通红 恶狠狠道 说吧 还要加什么筹码 吴佑眯着眼睛 又拎起酒葫芦 自顾自地喝酒 显然是让苏洛自己看着办 再加上高级进阶药水一万瓶 宠物进阶的高级药水 市面上一瓶就价值一万 苏洛一张口就要一万瓶 相当于是直接要了一个亿 不过 宠物进阶药水很少 一直都是处于有价无事的地步 除了练药师协会之外 有钱也很难买到这么多 行 老夫答应了 那你就赶紧开始吧 见苏洛指是要高级进阶药水 蒋星河这才松了口气 立马答应 浪费口舌的时候 苏洛也没有停下炼药 随着十几种药材丢进小顶 苏洛逐渐地掌握了炼制圣级药物的感觉 有神级炼药术傍身 别说火之灵了 就是神级药品苏洛也能炼制出来 他现在之所以这么慢 完全就是因为第一次 弄这么高级的玩意儿 不熟炼罢了 在全场人的注视下 苏洛的动作越来越快 他感觉很舒服 炼制药材仿佛成了一种享受 而这一幕在外人看来 他的动作已经快到出现幻影了 要不是小顶里的药香味越来越浓 兴许会以为苏洛已经开始破罐子破摔了 此时 虚空中原本的乌云开始逐渐扭曲 变成火红色 仿佛整片天空都开始燃烧起来 所有人都惊诧地抬起头 这是 异象 冯立满脸震惊地看向虚空中的变化 然后再看向苏洛时 眼神中满是狂喜 成了 我的好团成了 无用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这些年来 他第三下四求蒋星和炼制火之灵时 也偶尔会有一些这种异象 但没有苏洛引发的异象夸张 现场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凭着呼吸 看着苏洛将最后两株药材丢进小顶 顿时虚空中的红色云层开始沸腾 如同烧开的水一样咕噜冒泡 同时地表温度隐隐有升高的趋势 不一会儿功夫 两朵红色的火焰逐渐从小顶里升腾起来 那是两团燃烧的火焰 其中蕴含着一颗晶莹剔透的珠子 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随着火之灵炼制成功 整个偌大的广场开始变得燥热 在场的元素法师们 明显能感觉到四周充斥着浓郁的火元素 他 他竟然真的炼成了 而且 还是一次性成功炼制两个火之灵 自己纵横龙国炼药界数十年 走到哪儿 不是被人好生伺候着 如今竟然被一个乳羞未干的小子 教训了 蒋星和脸色惨白 额头上不断地有汗珠低落 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突然双腿一软 直接昏死过去 苏洛伸手轻轻一握 两个火之灵顿时被他抓在手中 直到这时候 其余人才反应过来 纷纷用一种崇拜的眼神看着苏洛 如此年纪就已经达到了 圣级炼药师水准 日后有很大的几率 能问顶神级炼药师 不仅仅是前途无量 哪怕是一百多级的强者 在苏洛面前也必须得保持低调 主席台上 原本还抱着看热闹态度的 众多大学高层导师们 此时看向苏洛的眼神都纷纷变了 特别是看向五老头时 那叫一个羡慕 老欧 你这好徒弟可不是火系法师啊 你有啥教不了的 尽管找我 这孩子不错呀 我那小侄女今年也恰好十八岁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老欧你表个态 我可是先说好啊 这种宝贝疙瘩你 可不能藏着掖掌 一时间 主席台上的人都纷纷围着五老头转 冯丽则是笑盈盈地看着苏洛 然后对他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想不到 他才是藏得最深的那个人 人群中 叶灵月满脸震撼地看着苏洛 仿佛第一次认识他一般 另一旁 周铁生和周兰二人 则是满脸惊喜地看着苏洛 二人简单交谈了几句 周兰从背包里取出一枚 类似于传音符的石头 周兰对着石头说了几句话 然后便直接将只直接捏碎 走出层层包围之后 无用的一张老脸 已经笑出了无数褶皱 苏洛很自觉地收起一个火之灵 然后将剩下的一个双手奉上 这是徒儿的拜师里 苏洛毕恭毕竟说道 好好好 五老头笑容满面 有些话却终究是说不出口 他觉得这孩子虽然懂礼貌 但懂得不多 一套药材炼制一个成品 多出来的那是炼药师的本事 这是规矩 只拿了一个火之灵 五老头也没多想 而是将目光放在了 还在装死的蒋星河身上 老匹夫赌局已经结束了 无用的声音不大 却能震慑全场 炼药师协会的人也抹不开面子 装模作样地叫了几声 蒋星河才悠悠 醒来 一时间 众人看向蒋星河的眼神 都充满了讽刺 本来已经回去了 听说人家要炼制火之灵 又屁颠屁颠地赶回来 回来看也就罢了 竟然还要和人家打赌 这特蒙不是主动把脸送上去 给人家抽吗 行 老夫输得心服口服 蒋星河长叹一口气 瞬间像是苍老了几十岁一般 他颤颤巍巍的站起身来 面对众人嘲讽的眼神 他脸色越发惨白 对着苏洛双手抱拳说道 是老夫输了 高级进阶药水一万瓶 这就让人送过来 说完 他便转身朝着燕都大学的门口走去 一时间 现场气氛尴尬 五老头皱了皱眉头 作为83级强者 他可不会被蒋星河忽悠 这家伙明明生命力十足 却装得像个垂死老人一样可怜 恰好苏洛此时也纠结地看向五老头 仿佛是在让他做主 站住 悠长的声音传开 蒋星河脚步一顿 身体明显晃了晃 吴院长 苏小友 老夫身体不适 若是不及时回去吃药 恐怕时日无多 你们还有什么事吗 蒋星河再次转过身 脸色又苍白了几分 痘大的汗珠不停地从额头低落 他看向无用的眼神 却充满了挑衅的意味 现场这么多人 你堂堂燕都大学青龙院院长 好意思欺负我一个普通老人家吗 药剂没送来之前 你不能走 无用面无表情地又补充道 堵住你还没履行 蒋星河脸上露出一抹夸张的惊讶 然后又悲惨地朝着众人喊道 大家给我平平脸 老夫身体虚弱 此时若是再受刺激说不准 就一命呜呼了 堂堂青龙院长 竟然围挠我一个普通老人 天理何在啊 还有没有良心啊 蒋星河喊得那叫一个悲惨 就差拖鞋坐在地上哭了 然而 现场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仔细地回味着蒋星河 刚刚那句话 普通老人 他是普通老人吗 炼药师协会会长 在场大部分人 可都是被他甩过脸色的 作为炼药师总头目 他一年的油水 不知道有多丰厚 还普通老人 呸 众人虽然没有开口 但眼神却越发的耐人寻味 不履行赌约 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 来了你也走不出这个地方 无用一就是面 无表情地看着蒋星河 艳斗高层 也都静静地看着 并没有开口阻止的意思 蒋星河脸皮一阵抽搐 忍不住皱眉 看向苏洛 要不今天这事就算了 年轻人路 不要走得太窄了 众人静静地看着苏洛 无用也出奇地 没再开口说话 而是让他自己做决定 拜完师你就可以走了 苏洛静静地站在原地 没有半点 要放过蒋星河的意思 行 就是不知道老夫这一跪 你淡不淡得起 蒋星河脸上的表情 逐渐变得恶毒起来 说完他 便一步一步朝着苏洛走去 距离主席台越近 蒋星河的脚步就越发缓慢 牙字必报的人 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受人欢迎的 他在等 等苏洛为了一个大善人 既往不救的好名声 而选择放过他 恰好这时候 送药剂的人也来了 他们虽不情愿 但还是将一个储存袋 递给无用 行了 赶紧跪下拜设滚蛋吧 高级进阶药剂到手 无用懒得再磨叽了 直接开口催促 蒋星河眼神怨毒地盯着苏洛 极不情愿地磕了一个头 师父 乖腿起来吧 苏洛面露笑意 不偏不正站在蒋星河下跪的正前方 没有正式的拜师一式图腾 所以他这一跪 只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 诸位 少赔了 无用对着众人拱手 然后便带着苏洛离开主席台 消失在众人视线中 只留下蒋星河灰溜溜地站在原地 似乎还不敢接受 自己输了的事实 观众席上 这才有人开始小声议论 想不到不可一世的蒋会长 今天终于踢到铁板了 他平生最爱践踏别人的尊严 如今总算是遭到报应了 苏公子 这哪是践踏尊严啊 是把这老狗的尊严 踩在地上摩擦 活该 呸 叶家主 想不到你才是藏得最深的 此时恐怕林月那丫头 已经和叶公子成为好朋友了吧 周边的家主对着叶天赐打趣 表情极为羡慕 叶天赐微微一笑 谦虚道 林月那丫头生性活泼 她是她 叶家是叶家 若是能招苏洛当女婿 自然是飞黄腾达 但叶天赐也有她的苦恼 因为叶林月并不算是她的孩子 只不过是别人寄养在叶家罢了 周边人并没有注意叶天赐的遗憾 而是自顾自地讨论了起来 今天这事倒是让我看清了 今后我王家任何人都要躲着这个苏洛 对 这家伙低调是相当低调 但整人 他是真敢往死里整啊 刚刚你们没注意看吗 那小子名字都红得发黑了 嗨嗨 就凭他能炼制火之灵 我要是惹了他 估计我家老祖都会抓我去给他认错 说起火之灵 这小子是真厉害啊 一次炼制两个 蒋星河那家伙 要四五次才能炼制一个吧 众人议论了很长时间 才恋恋不舍地离开燕都大学 让蒋星河跪下拜师 这一次过后 或许整个宴都会留下苏洛的传说 苏洛的院子里 周铁生等人都在 众人看着桌子上的奖品 然后剩下的东西 我们五个人平分 周铁生表情严肃 在这之前 苏洛表示自己 只要空间时 其余的东西 他们四个人分 但他们非得要分苏洛一份 拿着吧 我们也不怎么去这些玩意儿 周蓝开口了 叶灵月和王莽也点头表示 让苏洛多拿点 行 那这次就算我占便宜了 苏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然后开始给周铁生和王莽 安排新的任务 炼药师协会的人 肯定是不会和燕都大学合作了 就算是继续合作 肯定也会狮子大开口的 所以苏洛直接让二人 在燕都大学 发布带加工体力恢复 药剂和售卖的消息 如果可以的话 整个燕都的药材市场 都可以抢过来 毕竟这油水是真的足 众人走后 苏洛便拿起小型空间试研究 他很好奇 这东西能给神药界 扩大多少面积 神药界内 药材长是喜人 一片片划分 整齐的药田内 各种药材生机盎然 绿油油的充满了生命力 苏洛站在田梗上深吸一口气 仿佛空气中 都带着甘甜的滋味 众多骷髅仆人 在田间忙碌 除草 浇水 捉虫 他们不知疲倦地劳作着 最重要的是 不用发工资 在亡灵巫师的心情召唤下 骷髅仆人的数量 已经达到了接近2000人 每片药田 都有四五个骷髅仆人在干活 没活了他们 便会站在旁边守着 24小时为药田服务 另外的一块空地上 站着1000多个骷髅 练药师 只不过他们更闲 有的站着 有的坐着 有的干脆趴在田梗上 观察着药材是否成熟 这些药材 怎么长得这么快了 要不是趴着看药材的骷髅 练药师提醒 苏洛还真没注意到 最先种下的药材 已经快成熟了 这些骷髅练药师的境界 在苏洛眼中 毫无隐私可言 粗略一看 大多数练药师 还是初级状态 只有少数几个 达到了终极练药师水准 境界太低了 主要是没材料 给他们练习技能 旁边正在辛苦 召唤骷髅仆人的 王林巫师 看到苏洛出现 立马化身舔狗 屁颠屁颠地跑过来 主人 您来了 这一切都很稳定 没让您失望吧 可惜 就是空间小了点 不然我还能规划出 更多东西 王林巫师一来 就开口抱怨 直到苏洛将一个东西取出来 他才立马闭嘴 这 这这这 王林巫师黑袍 上面的红色眼睛 越瞪越大 直至斗篷 被烧了一个洞 他才立马恢复正常 空间实像是 抛光发亮的铁石一样 只有乒乓球那么大 上面布满了孔洞 稍微有些压手 苏洛轻轻地 将空间石朝着上方抛去 整片空间开始 逐渐扭曲起来 紧接着 整个神药界 弥漫起了雾气 随着空间实在不断变小 雾气也越发浓郁 主 主人 你从哪搞到的空间石啊 王林巫师惊喜地看向周边 他能感受到 神药界正在不断地变大 苏洛则是指着旁边的药田 好奇问道 这些药材的生长速度 怎么会变快了 嘿嘿 经过我的熏陶之后 这片空间已经认可我了 现在本大巫师 就是神药界的戒灵了 王林巫师还想显摆一下 但又担心 苏洛会揍自己 只能老老实实交代 一个空间 只要诞生了戒灵 就相当于 从一个婴儿长成了大人 戒灵能在这个小空间内 呼风唤雨 控制一切 包括时间流逝 不过 王林巫师现在并不强大 最多也就只是让时间 稍微比外界宽那么一点点 不过成为戒灵后 王林巫师能够控制怪物刷新 最低级能刷出野生动物 最高级能刷出十级的怪物 提供经验值 不过 十级怪物太过渺小 作用并不大 对于神药界的变化 苏洛很是满意 就在这时候 龙雾开始逐渐飘散 整个神药界 重新恢复了明亮的感觉 作为这个世界的主人 苏洛和王林巫师一样 可以凌空飞行 苏洛站在虚空 居高望去 整个神药界的面积 已经扩大了一半 山川 河流 草地 又是一片生机勃勃 从未开垦的新土地 主人 这些多出来的地方 还是用来种植药材吗 王林巫师纠结地 看着苏洛 他只是热爱种地发育 搞基建这类东西 但真正意义上来讲 他的脑子还是有限的 这次先盖大仓库 然后再弄几百个炼药 使用的密室 剩下的再种植 小型体力 恢复药剂 需要用到的药材 接收到新的命令后 王林巫师立马 开始发号施令 让所有空闲的骷髅 开始干活 此时的神药界空间 虽然不大 却无脏俱全 看着这片小世界 逐渐变得充实 苏洛心里也很舒适 无论在外面怎么样 这片小世界 永远是他最后的进度 想到这里 苏洛越发地 觉得自己参加血色试炼 是正确选择 只要再获得一块 小型空间时 神药界的面积 又能增加一些 无论是种药材 还是用来当仓库使用 都是相当完美的地方 苏洛静静地 看了一会之后 又召唤出了精灵炎龙 精灵炎龙 29级 S级 攻击 1880 防御 1520 精神 1600 体质 7800 技能 炎火天降 精灵穿梭 引燃 引燃 无法扑灭的火焰 无视防御 对灵魂和肉体双重燃烧 每秒造成300伤害 持续5分钟 经过队伍争霸赛的杀戮后 精灵炎龙 已经达到了29级 燃魂技能 也变成了引燃 5分钟 一共能造成9万伤害 看到精灵炎龙的新技能 苏洛顿时 心里一阵狂喜 9万伤害 这攻击力 基本上已经能单挑很多 强大的怪物了 苏洛将剩下的 1000多枚兽灵丹 全部取出来 然后让精灵炎龙吃 作为S级宠物 退出神药界后 苏洛坐在院子里 开始看书 虽然他只是在看书 但经验值却在不停地暴涨 经验值加500 经验值加500 苏洛看了一眼 自己的经验条 已经达到50%了 估计精灵炎龙 把所有兽灵丹 吃完它 也刚好能升到30级 这时候 苏洛感受到 背包里的某块石头 在不停震动 那是传音时 是这次队伍争霸赛获胜后 逢利给他们追加的奖品 比手机更高级的通讯工具 只要耗费少许精神值 就能传音 包括各大副本中 也能轻易使用 苏洛取出传音时 里面立马传来周铁声 胶着的声音 洛哥 咱们在研究大学加工药材 这方法恐怕行不通啊 刚刚我和王莽 去操场上宣传 被冯导师拦住了 他让我们别瞎起哄 还说 让你亲自去他办公室 不许瞎起哄 苏洛顿时 就皱起了眉头 他和冯丽 现在是师兄弟关系 肯定不是批评自己 自己加工药材 比市场价更便宜 为什么不许宣传 苏洛放下书 立马朝着冯丽的办公室走去 办公室内 冯丽正坐在椅子上 研究着什么东西 看到苏洛来了他 才将手上的东西放下 导师 苏洛微微行礼 却被冯丽拦下 现在 你也是师父的弟子 我们就是师兄了 别整个些没用的 说完后 冯丽又去拉了一张椅子 给苏洛坐下 然后才与众心肠道 我知道 你小子炼药天赋不低 但是你知道 整个宴斗大学 有多少人吗 整个学校 除掉长期 在外面升级的学生 在校内的 至少都有十万人 这么多人 你去宣布 代加工药材 对学校影响不好 冯丽一个劲地唠叨 苏洛则是静静地听着 大致意思 就是学院打算 聘请一些炼药师到学校 来炼制药材 如果自己这么做的话 会让那些炼药师 觉得有人抢生意 冯丽滔滔不绝地 讲了很多 苏洛脸上笑容 却越来越浓郁 等到讲完之后 苏洛才开口说道 如果我可以 大批量炼制药材 是不是就能在学院 大肆宣传了 大批量炼制药剂 冯丽的瞳孔 猛然收缩了一下 然后又疑惑地 盯着苏洛 你打算怎么证明自己 他相信 苏洛不是那种 爱吹牛的人 但事关重大 不能这么草率 苏洛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这正好合了 他的心意 师兄你要是不相信 先给我两千套 小心体力 恢复药剂的材料 下午 一个小时 只要一个小时 两千套药材 全部炼制完毕 苏洛为了彰显自己的实力 拍着胸脯保证 你小子身藏不落 那跟我去库房取药材吧 见他如此自信 冯丽也打算试试这家伙 究竟有没有这么大能力 一个时辰 加工两千套药材 整个龙国 也就炼药师协会能做到 如果苏洛真能做到 以后学院的药材 多给苏洛 也不是不可以 还省了去看蒋星河的脸色 事到如今 冯丽越发肯定 苏家绝对是一个 隐藏的大世家 要不然怎么会一门出两大天才 苏冰雪 曾经在艳斗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苏洛如今 更是搅得艳斗风起云涌 艳斗大学面积很大 不过转职者 比普通人速度快多了 仅是十分钟左右 二人便来到了学校的库房 仓库门口 是两扇巨大的石门 旁边坐着一名老者 甚至中间 还有一条公车辆行驶的路 这就是我们学校的仓库了 你要的东西还在里面呢 冯丽一边向苏洛介绍 一边带着他往仓库里面走 突然 苏洛身上亮起了一阵白色光芒 恭喜您 突破三十节 苏洛脑海中 顿时响起一道声音 走在前面的冯丽 也感受到了苏洛气息的变化 他扭过头 满脸震惊 这特么的不科学啊 走路也能升级 你 你是怎么做到的 冯丽满脸惊讶 一副见了鬼的样子 嗯 宠物吃了些寿灵丹 然后我也跟着长了点经验 被不是敌人的一个中年男人 死死盯着 苏洛莫名感觉后背发毛 原来是这样 我记得你有个私人小副本 宠物在里面升级倒是挺不错 你的宠物没有距离限制 冯丽原本平静下去的脸颊 顿时又颤抖了起来 直到苏洛点头后 他又叹了口气 都说欲受失弱 我看你啊 以后估计有机会超过师傅了都 苏洛没有说话 而是怀着激动的心情 开始查看自己的属性版面 姓名 苏洛 职业 御寿师 等级 30级 力量 1800 精神 2400 防御 2600 体质 7000 装备 驯化皮鞭 巨石套装 巨石利剑 宠物 技能 驯化 树根缠绕 死亡诅咒 烈焰洗礼 可复制技能次数 三 可重置技能次数 三 又能重置和复制技能了 苏洛心情大好 不过这次他有经验了 这种技能重置的机会 可不能浪费 等到宠物 有更强的技能之后 再选择复制也不错 到了地方后 冯丽似乎也被苏洛这个怪胎 打击信心了 有些心不在焉 取出2000套小型体力恢复 药剂的药材后 他便灰溜溜地想走 不过刚走了几步他 就被苏洛给拦住了 师兄 当初你们说月底之前 我只要达到30级 就让我参加血色试炼 还算数吗 苏洛满脸期待地看着他 血色试炼 对于苏洛来说 代表着又是一颗小型空间石 你这小子 既然达到30级了 肯定是算数的 似乎想到了什么 冯丽又表情古怪地看了他一眼 补充道 你干脆现在和我一起 去见师父吧 我还得回去练药呢 你和师父说就行了 苏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一提起吴老头 他就有种本能的抗拒 自己手里 还有个价值不菲的火之灵呢 这段时间 还是不去见他为妙 师父之前好像说过 等你到了30级 他会告诉你一些 关于你姐的事 走吧 提起姐姐苏冰雪 苏洛立马不纠结了 他拼了命来阴都大学 本就是想找姐姐 可结果却破了个空 如今好不容易有姐姐的消息 他自然不会放弃 山夜间 一栋纯手工搭建的小木屋前 种满了瓜果药材 无用躺在椅子上 悠哉悠哉地喝着美酒 时不时地还哼上一曲 好不快活 这是他的私人领地 一般没人知道 当山脚下走上两个人的时候 他才表情严肃地 将酒葫芦放下 那小子这么快就30级了 哪怕人还没到 无用就已经猜到了 苏洛这次来的意思 师父 苏洛跟在冯厉后面 跟着骑骑行礼 嗯 你们俩有什么事吗 无用依旧躺在椅子上 顺势抓起酒葫芦 高高举起 往嘴里倒酒 一时间院子里 没了声响 苏洛尴地摸了摸鼻子 他知道这时候 该自己主动了 于是上前一步 恭敬道 师父 我想打听一下 关于我姐姐的事 你30级之后 倒是有资格 参加血色试炼了 你姐姐的事 也不是不能告诉你 但是你准备好了吗 我老头放下酒葫芦 表情严肃地看着苏洛 准备好了 见他如此执着 无用叹了口气 然后才不疾不虚地开口道 30年前 一只叫做血煞的神秘组织 在龙国诞生 经过无用一番描述 苏洛这才知道 姐姐为什么要离开燕斗了 血煞组织 在龙国根深蒂固 而且神秘无比 甚至都没人知道 这个组织的总部在哪 具体成员有多少 几乎每个 出路征容的天才转职者 都被他们招揽过 凡是参加血煞的人 全部都消失了 而苏冰雪当初 为了避免加入血煞 所以才离开了燕斗大学 去了龙国战区 你姐姐现在 应该在漠北战区 这次你去参加血色试炼 或许有机会 能打听到一些她的消息 听完之后 苏洛如遭雷击 漠北战区 常年战乱不断 也怪 敌国来犯 各路人马 都想越过边境 进入龙国 而龙国战区战斗人员的职责 就是将各路妖魔鬼怪 拦截于边界线之外 看似风光的职业 背后却是九死一生 她心里暗暗觉得 这一次血色试炼 一定要找机会 去寻找姐姐 见苏洛心神不宁的样子 无用皱着眉头摆手说道 行了 你早点回去吧 明天早上在学校门口等我 老夫送你一个好东西 就当是你的拜师礼了 似乎对那个组织 都充满了很多无奈 在姐和姐姐留下的 信和周铁生说过的那些话 苏洛越发觉得 这个世界并不是那么平静 或许普通人 根本接触不到这些东西 而自己从觉醒神级天赋 和神级被动技能之后 就注定不是普通人了 今后的日子里 和这些人打交道 是必然的 任重而道远啊 苏洛叹了口气 找了个隐秘的地方后 便直接进入了神药界 主人 您来了 亡灵巫师看到苏洛降临 立马屁颠屁颠跑了过来 众多骷髅练药师 依旧是很闲 没有事情干 纷纷打量着苏洛 趴在田梗上 看药材的人也更多了 把这些药材 给每个人分发一下 一人两套药材 让他们立马炼制 今天这件事 只要办好了 以后就有更多的药材 给我们练手了 话音落下 苏洛便从背包里 取出两千套药材 摆在地上 足足堆成了一座药材山丘 主人你就看好吧 我的这些练药师 就是嗜血的刀啊 他们已经太久 没有闻到血味了 亡灵巫师兴奋地 在天上飞来飞去 同时命令骷髅仆人 上来分发药材 小型体力恢复药剂 是最低级的药剂 同时也是最刚需的药剂 这刚好符合 这些骷髅练药师的能力 因为现在的他们 也只能炼制 小型体力恢复药剂 药材分发完毕后 这块巨大的空地上 顿时如火翻飞 浓烈的药香味 开始扑鼻传来 上千骷髅练药师 齐齐练药 哪怕苏洛作为他们的主人 看到这种场景 也不免有些震撼 太特么壮观了 主人 我感觉 我们即将开始腾飞了 你看 这么多练药师 只要成长起来了 都是为我们服务 以后无论是兽王丹 还是兽神丹 都能当饭吃 进阶药水当水喝 不行了 我快哭了 亡灵巫师巨大的黑袍下 竟真流出来几滴液体 你再这么肉麻 我弄死你 苏洛用一种杀人的眼神 盯着亡灵巫师 他浑身一个哆嗦 立马恢复了正常 另一边 精灵炎龙已经达到了31级 他正无聊地 趴在一棵树下打瞌睡 看到苏洛在炼制药材 他又打了个哈欠 然后伸得懒腰 继续睡 骷髅练药师 并没有苏洛那么厉害 炼制药材也偶尔会失败 药材加工完毕后 一共只产出了 2300瓶小型体力恢复药剂 不过苏洛也很满足了 相当于这一次 他只是跑跑腿 就赚了300瓶药剂 把所有药水装进背包 苏洛立马就离开了神药界 冯丽的办公室里 他依旧在研究 那块黑色的铁块 直到苏洛走到跟前了他 才恋恋不舍地放下 完成了 2000瓶体力恢复药剂 全部炼制完成 苏洛脸上露出一抹自豪 然后找了个空地 把所有药剂取出来 行 你让周铁生那小子 去宣传吧 我已经打招呼了以后 整个宴都都是你的 冯丽摆了白手 转身坐在椅子上 继续研究他的东西 苏洛点了点头 离开办公室后 便立马去找周铁生和王莽 第二天 苏洛早早地出现在 在宴都大学门口 手里还拎着四个 一瘦肉包子 和一杯现魔灵豆浆 直到日上三干 一个穿着普通的小老头 才揉着眼睛从里面出来 看着他一副 没睡醒的样子 苏洛一时间 有些怀疑是自己来早了 师父 特意给你买的早餐 五老头脚还没站稳 苏洛立马 就把手里的东西递了过去 他也没客气 结果包子豆浆三两口 吃完了 便带着苏洛往外走 不过 越走苏洛越觉得不对劲 这特么 竟然是去公交站 堂堂83级法师 坐公交车 人家 到底该不该 给他让座 上了公交后 五老头又靠在椅子上睡着了 苏洛虽然疑惑 但也没说什么 只是每路过一个站台的时候 他都要很努力 才能忍住叫醒师父的冲动 走吧 下车了 到了公交车终点的时候 五老头才懒洋洋地睁开眼睛 然后拎着一个小包下车 紧接着 二人又去了一个收费的传送阵 密林中 苏洛走得汗流加倍 偏偏五老头 却不让他使用转职者的力量 二人就这样 像个普通人似的 在山里苦哈哈地赶路 到地方了 五老头停下脚步 指了指前面的一个山洞 山洞洞口直径 大概有七八米的样子 周边黑漆漆的像是火烧过 方圆数十米内 没有任何植物 就连石板都被烧得乌黑 一会儿打起来了你 就躲在旁边看 时机成熟了 帮我驯服大的 然后小的闺女 听到他要让自己 帮忙驯服宠物 苏洛微微一愣 玉兽师能驯服自己的宠物 同时也能帮别人驯服宠物 不过苏洛疑惑的是 他都这个境界了 还没有属于自己的宠物 另一边 五老头已经准备好了 他手里拿着一个 巴掌大小的草团子 往洞口处狠狠一丢 草团子不断传出 阵阵奇异香味 不一会儿功夫 山洞里就传出一阵鸟鸣 声音尖锐刺耳又极为响亮 苏洛猜测这只异兽 绝对是大型鸟类动物 而且能被五老头看上的东西 至少也是很厉害的存在 就 又一声鸣叫传出 山洞内顿时喷出一股金色火焰 气浪生腾 远处刚长出来的杂草 瞬间化为灰烬 瞬间出现在二十米开外的位置 苏洛还没反应过来 一人一鸟就已经打起来了 这只鸟 好像是传说中的三足金屋 应该算得上是S级宠物 认出这只异兽的等级后 苏洛激动的小脸通红 自己收服宠物全靠运气好 而五老头这种等级的人 收服宠物 貌似就是硬打 虚空中 蓝天白云全部变成红色 仿佛已经化作一片火海 五老头手里握着一根木棍 身形不断地闪转藤挪 三足金屋是吃素的 但它的实力却不是吃素的 一时间二者斗的难解难分 苏洛趴在一处草丛中 静静地看着虚空的战斗 脸上丝毫没有担忧的样子 反而还满脸的兴奋 等级越高的人 越不会做没把握的事 他相信这三足金屋 不是五老头的对手 而刚刚五老头的话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大的归他 小的归苏洛 说明山洞里 还有一只小金屋 天空中火焰爆裂 滚滚的火焰四周席卷 作为法师 五老头的身法很灵活 苏洛死死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近距离观察强者实战 这是最好的进步方式 而此时 苏洛也真正领会了 83级强者的威力 这要是一个失手技能甩歪了 自己恐怕根本没有任何痛苦 瞬间就离开这美好的人间 苏洛 你小子干嘛呢 赶紧找机会驯化啊 五老头顶住三足金 误一个技能之后 对着苏洛骂骂咧咧起来 他已经喊了好几声了 这小子竟然看着自己一脸傻笑 这就来 苏洛应了一声 站在一块巨石上 对着三足金屋施展驯化技能 驯化失败 驯化失败 苏洛 五老头 怎么搞的 这三足金屋都残血了你 还驯化不了 五老头爆脾气 一下子就上来了 对着苏洛嚷嚷的时候 被三足金屋一爪子抓住 但他很快又施展密法 从三足金屋的掌控中消失 师父 你说的残血 他还有几滴血啊 这家伙五十多万血量 现在还剩三万多 不算残血吗 五老头满脸疑惑地看着苏洛 师父 我一般都是达到一百点左右 或者十来点的时候 才能驯化 这样成功率更高 行行行 一会儿 你要是再驯化不了 你那只小的我们 就烤了当午饭吃 五老头便红耳赤 他当然知道 是血量的问题 不过苏洛这要牛逼 比普通玉兽师厉害一点 很正常好吧 又经过一番苦战 五老头逐渐落入了下风 因为他要控制三足金屋的血量 要保持每一击 都能恰到好处地打出伤害 却又不能将他打死 师父 差不多了 眼看三足金屋已经摇摇欲坠 苏洛立马又开始施展驯化 驯化成功 经过苏洛的不懈努力 终于在施展了无数次驯化后 成功了 整片天空瞬间安静了 三足金屋静静地助力在虚空之上 仿佛被人抽取了灵魂 这是被玉兽师驯化的状态 只不过 此时苏洛是帮五老头驯化 所以 最后的认主过程 还得五老头亲自上场 五分钟后 三足金屋再次恢复活力 只不过这次已经温顺了很多 五老头骑在他身上 缓缓地从天上落下来 好小子 这次的是干得好啊 师父记下了 五老头哈哈大笑 然后又一口气朝着山洞内钻进去 不一会儿功夫 他便从里面取出一只成年母鸡大小的三足金屋幼崽 浑身都没长毛 看起来脏兮兮的 或许是幼崽 苏洛一眼就看到了他的属性版面 三足金屋幼崽 灵级 S级宠物 攻击 5 防御 5 精神 8 技能 未知 介绍 三足金屋幼崽拥有极大的潜力 成年后掌控无尽的火之元素 灵级的宠物苏洛还是第一次见 关键是这玩意儿灵级竟然有攻击力 还比自己副本里一级的小白兔都厉害不少 愣什么呀 赶紧驯服了走吧 回去咱们奇鸟 见苏洛一个劲的傻笑 五老头忍不住开口催促 那就谢谢师父了 苏洛咧嘴一笑 露出满口白牙 驯化成功 恭喜您获得S级宠物 三足金屋幼崽 驯化成功后 苏洛立马就把小金屋收进宠物空间 生怕这家伙还没满月被风吹死 燕都城外 虚空中一片火红 引起无数人侧目 只见天空中 一只火红色的大鸟 扇动着翅膀 缓缓朝着燕都而来 凡是它飞过的地方都变为赤红一片 需要很久时间才能消失 在大鸟身后 划出了一道长长的红色痕迹 下方 无数人纷纷出门观看 当看青鸟背后站着两个人时 才意识到 这只大鸟是别人的宠物 那只鸟怎么长了三只脚 头发长见识短 那特么是三足金屋 在龙国 仅次于四大神兽的存在 这应该是火属性的宠物 隔这么远我都能感觉到 温度开始上升了 这只鸟等级该有多高 大家快看 上面那两个人 好像是燕都的吴院长和苏洛 一时间 众人纷纷猜测 苏洛原地起飞了 都认为是吴用帮苏洛收复的三足金屋 此时 炼药师协会上方 收到消息的蒋星河 打开房间窗户 恰好看到 吴用和苏洛骑着三足金屋在虚空赶路 他脸色阴沉 怎能不知道 这是吴老头特意装逼来了 来人 会长 有什么事吗 通知下去 以后凡是燕都大学的学生 或者在燕都大学毕业的人 无论是售卖 还是加工丹药 一律涨价十倍 是 直至三足金屋消失在虚空中 蒋星河脸上 才露出得意的笑容 燕都大学总共十多万学生 再加上毕业的人数 对于药剂需求量极大 涨价十倍 他相信 吴老头和苏洛很快就会登门赔罪 到时候不让你们 从燕都爬到炼药师协会 我就不信蒋 一想到苏洛和吴老头会跪着 来求自己 蒋星河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 燕都大学广场上 三足金屋落地 吴用露出一副风轻云淡的样子 将三足金屋收进宠物空间 在众目睽睽之下 带着苏洛朝青龙院方向走去 一路上 各种崇拜和赞赏的话语 不断传入二人耳中 不过大多数都是夸吴老头牛逼之类的 吴老头面露微笑 苏洛则是满脸飞线 高调 这太特么高调了 关键是这老头儿太能装了 面对众人的夸赞 他竟能平静自如 装作一副 没有刻意装逼的样子 要不是 苏洛近距离能听到他 砰砰直跳的心脏都差点性了 师父 神格是什么啊 进入人烟稀少的僻静小道后 苏洛才开口问道 神格就是成神的标准 一旦拥有了神格 就代表跨越种族鸿沟 成为永远的神 吴老头脚步轻快 心情极好 顺嘴便说了出来 下一刻 他便猛地停下脚步 表情严肃地看向苏洛 你是怎么知道神格的 看到吴老头如此凝重 苏洛便如实交代道 我突破三十级之后 多出来的一些知识 当然 苏洛时刻都紧记着姐姐的话 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 所以他并没有全盘拖出 这个世界上 知道神格的人很少 已经很多年没出现过神了 吴老头也没发现苏洛说谎 胡乱解释了一通后 又开始往前走 苏洛则是朝着自己的院子走去 距离血色试炼报名 还有一天时间 他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准备 推开院子的大门 周铁生和叶灵月等人 正好坐在里面 看样子 他们似乎已经等很久了 周铁生 叶灵月 周兰和王莽四人 坐在院内的石桌旁 正百般无聊地等待着 看到他们四个都在 苏洛有些意外地问道 出什么事了吗 叶灵月扑斥一口就笑了起来 抱怨道 你这家伙真是没劲 像我们这种大美女 来找你 还不开心啊 周兰脸色微红 只是对着苏洛 微微笑了一下 见他们这样 苏洛也知道没什么大事 便从屋子里 拿出几瓶水发给他们 周铁生红光满面 自豪地说道 其实是咱们 在学院的宣传火了 很多人都找我们 代加工药材 东西太多了 所以我们一起 给你送过来 说完他便开始 从背包里往外拿 一次性储存袋 能装大概三千套药材 周铁生一个人 足足拿出了二十个储存袋 其他人也纷纷开始取东西 所有的药材加起来 大概有七十五个储存袋 算下来 所有药材 大概就是二十多万套 多 实在是太多了 院子里储存袋 堆积成山 这些全是按照你的意思 收的小型体力药剂的药材 另外 还有一些精神恢复药材 这次多亏了 炼药师协会的人啊 不然我们也收不到这么多 周铁生美滋滋地 看着地上的储存袋 仿佛是在看无尽的 金银财宝一般 苏洛倒是没多兴奋 而是在脑海里 默默地算计着 这些药材 需要多久才能炼制出来 二十多万套药材 以骷髅炼药师的水平 就按照三分钟炼制一套 一千个骷髅炼药师 一小时二十个来算 大概需要十个小时 就能干完 所有药材加工完毕之后 多出来的药剂 无论是换钱买材料 还是直接卖钱 都有很大的利润可图 洛哥 那您先忙 忙完了叫我 又交接了一些东西后 周铁生对着苏洛一阵挤眉弄眼 然后就招呼着 另外三人离开了 众人走后 苏洛立马就把所有药材 搬到了神药界内 作为一介之主 苏洛早已和神药界 一念合一 只是微微动一下念头 所有药材便凭空消失 神药界内 王林巫师看到如此大规模的药材 眼睛都看直了 主人 这么多药材全都是咱们的 这些药师全拿去卖了 该赚多少钱啊 作为一个合格的领主 王林巫师 他是懂怎么赚钱的 但是这些药材 都是别人送来代加工的 按照两套药材 一个药剂来算 纯利润大概是十万个药剂 一个骷髅炼药师升级 需要炼制一百次小型体力药剂 从初级炼药师达到中级后 能炼制的就更多了 到时候就能彻底解决 验斗大学炼药的问题 处理妥当后 苏洛直接把所有东西 交给王林巫师管理 他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啾啾 啾啾 小金屋一出现 就立马对着苏洛的裤腿狂蹭 光秃秃的脑袋 顿时蹭得油光发亮 饿了 苏洛疑惑地看着小金屋 啾啾 小金屋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然后嘴里就被塞了一颗甜甜的豆子 经验值加500 吃下一颗寿灵丹后 小金屋身上顿时有白色光芒流转 白光散去 他身上已经长出了暗金色的羽毛 体型也长大了一些 直到这时候 苏洛才开始查看他的属性版面 三足金屋 三级 S级 神格 未解锁 攻击 25 防御 12 精神 18 体质 168 技能 石破 禁锢之海 未解锁 三昧真火 未解锁 可进化路线 金屋始祖 朱雀神兽 难道是有达到三十级之后 就能看到宠物的进化路线 神格又是什么鬼 莫非三族金屋进化之后 能成为神一样的存在 苏洛皱着眉头思索 然后又立即将视线放在了 旁边的亡灵巫师身上 亡灵巫师 SSS级 神格 未解锁 可进化路线 亡灵之神 明主 竟然是真的 所有宠物都有进化路线 苏洛心里一阵狂喜 为了验证 是否所有宠物都有神格 苏洛毫不犹豫地 将所有宠物都召唤出来 玄水龟 神格 未解锁 可进化路线 玄武神兽 玄冥妖龟 精灵炎龙 神格 未解锁 可进化路线 青龙神兽 七彩玄芒 几乎所有的宠物 苏洛都一口气看了个遍 每一只宠物都有多种进化路线 但是神格只有潜力高的宠物才有 潜力低的宠物没有神格 而且进化到凡族之后 也最多只能算是妖兽 与神兽比起来差远了 而且潜力普通的宠物 想要进化到最顶级 需要付出的代价 也极为庞大 此时苏洛才明白 为什么五老头都83级了 还没有宠物 因为宁缺无乱 以后就着重培养潜力大的吧 苏洛心里乐开了花 他已经能看到 哪些宠物具有培养价值了 所有宠物中 只有亡灵巫师 玄水龟 幽灵猛虎 小金巫和精灵年龙 拥有神格 这也就意味着 他们以后会成为神一样的存在 拥有万兽之主 这个神级天赋在 苏洛丝毫不担心 自己会拖后腿 每只宠物 无论是杀怪 还是食用丹药 他都能百分百获得 同等经验值 五只神级宠物 带自己一个人 应该是绰绰有余了 青龙 白虎 四 回想着几只宠物的进化路线 苏洛这才意识到 自己好像集齐了四大神兽 看着脚底下蹭裤腿的小金巫 苏洛立马给他抓了一大把寿灵丹 快点吃吧 快点长大 成为神兽猪犬 四大宠物中 目前三族金巫的等级最低 幽灵猛虎和玄水龟的品质 还没提升 苏洛立马又给他们 补了一堆进阶药水 同时给三族小金巫补了一堆寿灵丹 就在这时候 苏洛才意识到 自己的背包差不多已经空了 血色试炼 为期一个月 在有限的时间里 他必须要把补给装满 想到这里 苏洛立马离开了神药界 为了让所有的药材 尽快加工完毕 苏洛同时命令亡灵巫师 开启世界加速模式 这样一来 不仅三族金巫能尽快升级 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药剂 也能用来换资源 第二天 艳斗大学再度迎来了诸多看客 今天是整个龙国所有大学 四年一次的血色试炼报名的日子 血色试炼和其他比赛不一样 这场试炼地方 是在极为遥远的龙国 边境墨北战区 若是运气差的 极有可能今日一去不复返 前来看热闹的人 大多数都是想看看 都有谁去了 一个月之后 再来看看哪些人能回来 苏洛站在队伍中静静地等待着 在他前面是叶灵月 后面恰好是高中校友周涵 作为狂战士转职者 周涵如今已经达到了32级 再加上他的战斗天赋很高 所以去参加血色试炼苏洛 并不感到意外 二人只是相互点了个头 便算是打招呼了 队伍中 几乎所有人都是整装待发的状态 为了这次的血色试炼 大家都做足了各种准备 因为血色试炼一旦报名 就需要立马进入培训状态 三个小时之后 便会踏上前往战区边境的传送阵 一时间整个队伍中 都莫名地飘荡着一股壮烈的气息 有的人或许是为了刺激 有的人是为了奖品 但是去了到底有没有机会再回来 每个人心里都没底 叶灵月扭过头 对着苏洛询问道 听说去了之后 很少有地方能买不解 你东西都带够了吧 带够了 苏洛立马点了点头 这次试炼是真会死人的 每一届血色试炼 几乎有四分之一的人回不来 叶灵月脸上露出一抹惶恐 说道 我对自己的要求不高 只是去真正的战场上实战一下 顶不住了就退回来 这话他是说给自己听的 同时也是在给苏洛说 就在这时 苏洛感受到有人在盯着自己看 他扭头朝前方看去 发现冯海洋也在队伍之中 二人相互搂着的同时 眼神都齐齐朝苏洛看去 时不时的又会焦头接耳 似乎在憋什么坏水 这次血色试炼 冯海洋应该会对我动手了 这个麻烦早点解决也好 苏洛远远地瞥了一眼 他脑袋上39级见识的称号 39级的确很强 但是和自己比起来 还差了点 观众习上 这次前来充当看客的人不多 但个个都是艳多各行业的领军人物 或是世家代表 因为血色试炼是龙国所有大学 最高规格的试炼 普通人根本没资格旁观 此时 一名身穿黑袍的老者 红光满面地指着队伍中一名年轻人 自豪道 那是我杨家近年来最为出色的后生 今年刚马20岁 就已经成为38级见识 此次试炼过后 他定然成为我杨家的天之骄子 杨家煮好福气啊 族中有这样出众的后生 我赵家也不不会拖后腿的 虽然没有天才后生 但我们赵家招揽了一位天才法师 众多势力头目之间相互攀比 但也有一小部分人没有开口说话 有的是不屑于攀比 有的则是还未挑到合适的人选 招揽门客 发展人情世故 在这个实力为尊的世界 已经成了常态 叶天赐旁边 一名中年女子开始和他搭话 叶家主 你看灵月那丫头身后的人 好像就是天才恋要是苏洛吧 真是想不到 他也要参加血色试炼 有旁边的人提醒 叶天赐这才注意到 叶灵月身后站着的是苏洛 他眼里顿时露出一抹惊讶 玉兽师的战斗力主要来源于宠物 而这次血色试炼 主要考验的是单人厮杀能力 玉兽师看起来优势很大 但实际上身体素质 技能方面都跟不上主战职业 很容易被异兽大军吞没 叶家主 凭他和林千金的关系 要不你去劝劝吧 是啊 只要让他留下来 你叶家以后再艳斗的地位 可就了不得了 众人纷纷打去 已然把苏洛 当成了叶家女婿看待 叶天赐对着众人苦笑了一番 然后便只顾着喝茶水 并没有表态 叶灵月其实并不是他叶家所生 而是另一个叶家寄养于此 作为艳斗顶流 叶天赐曾经也想过 打听叶灵月父母的消息 可十多年没有任何消息 他心里却总觉得 叶灵月的亲生父母很厉害 是叶家招惹不起的存在 不然人家怎么敢把孩子 寄养在一个陌生的家族 所以叶灵月的婚姻大事 叶天赐从来就没打算干预 甚至他自己都疑惑 这丫头为什么会突然想去阉都大学 而且还封了四用浮夸的方式 去和苏洛表白 老叶 咱俩这么多年交情了 你表个态 是不是没看上这个恋药天才 你要是没看上的话 我王家可就要去招揽了呀 旁边的女子见叶天赐半天没反应 立马开口说出了积压已久的想法 你们打算你怎么招揽 叶天赐挑了挑眉头 他不是恋药师吗 药材 钱 要多少我皇家给多少 王略迎脸上露出一抹坚定 沉音片刻后 叶天赐缓缓开口道 你王家给得起的 我叶家也给得起 老叶你什么意思 刚刚你不是 没打算招揽人家吗 王略脸上顿时就沉了下来 他们说的是 婚姻大事 我说的是 叶家和苏公子 建立友谊的事 叶天赐不疾不徐地说着 至于为什么要解释这么清楚 他是想让王家也打消 让苏洛当女婿的想法 叶家得不到的女婿 也不能让王家拿去 王略迎涂满坟底的脸颊 顿时一颤 他瞬间反应过来了 要么是 叶家看不上 苏洛不想把女儿嫁给他 要么就是他们 发现了苏洛身份不一般 觉得叶家配不上苏洛 无论是哪种结局 叶家都参与了 自己跟着绝不会吃亏 仅是片刻王略影就给出了答复 那最多只有我们两家 人多了 叶公子的感情也就淡了 成交 半个小时之后 所有参加血色试炼的人 都登记完毕后 无用上场了 作为此次试炼的带队人 他依旧是昨天那样高调 体型巨大的三足精巫灵 立在虚空中 五老头则是表情严肃地 站在其后背上 很多都是关于战区边境的基本知识 以及众人此次去往的目的地 黑压城 毕竟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无用很认真的讲了两个多小时 而此时 在另一处空地上 十几名顶级阵法师 也刻画好了巨大的传送阵 在无用带领下 全体人员进入传送阵 整个大阵顿时升腾出无尽的雾气 传送时间为三个小时 传送期间所有人不得乱动 唯令者杀无赦 五老头语气严肃且充满肃杀之气 所有人都低着头不讲话 随着整个地面发出轻微颤抖 苏洛知道传送阵开启了 三个小时之后 众人抵达黑压城内的传送阵 随着灰色雾气散去 周边顿时传来一阵阵腥味和恶臭味 令人作呕 一些从未见过世面的人 闻到这股味道 顿时被臭得开始呕吐 苏洛捂着鼻子 好奇地打量着四周 龙内的腥味是常年血迹 浸泡散发出来的 至于恶臭味道 不用想肯定是腐肉的味道 在传送阵的外面 站着几个穿着破烂且脏臭的男人 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沾满了褐色 已经干枯的血迹 身上散发出一股令人头皮发麻的气息 众人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 但也能猜到 这是常年厮杀酝养出来的煞气 领头的是一名中年男人 七十三级骑士 他没有隐藏等级 只是和五老头点了个头 然后便开始观察众人 血色试炼现在就算是开始了 在这里 你们要尽快学会明白 物尽天泽试者生存的道理 这里留下二十个人 剩下的随我去另一个地方 五老头说话的同时 伸手示意站在前端的人走出传送阵 显然已经和当地负责人对接好了 传送阵之外 四周一片荒芜 曾经的高楼也都变成了废墟 宛如人间炼狱 被指的人满脸不愿意 而站在后方的人则是松了口气 仿佛下一个地方会更好一般 苏洛跟随队伍缓缓走出传送阵 一起的还有叶灵月和周涵 众人走出传送阵后 站在外面的沈刚便立马带着大家离开 很快 众人抵达了一个偏僻的居民楼 楼梯四周长满了杂草 看样子里面应该没住人 沈刚指着居民楼说道 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 你们就住在这里面 吃东西买不起的话那边有条件 不过要晚上才有得卖 明天一早 我会带你们去各自的防守通道 简单交代了几句后 他便转身离开了 众人满脸茫然 这就走了 会不会有点草率了 直到沈刚走远了众人 才反应过来 但都是抱怨的居多 妈的 以后打死老子也不来了 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我们好歹是爱保卫边疆 就这么对我们 算了赶紧去抢房间吧 运气好的话 还能找个干净的房子 对于住的地方 苏罗要求不高 随便找了个房间 住进去后 就一头扎进了神药界 神药界中 骷髅炼药师们 炼制了一批体力恢复药剂后 全都达到了终极炼药师水准 此时 他们正在炼制寿灵丹 苏罗站在仓库中 盘点着寿灵丹树木 亡灵巫师则是在一旁 像个画牢似的汇报工作 主人 第二批药材已经成熟了 全部炼制成寿灵丹的话 大概能炼制两万颗左右 另外 您交代的进阶药水 我们也种下地了 估计一个月之后就能收获 此时的仓库中 大概囤积了八千颗寿灵丹 若是别人看见如此 数量重多的寿灵丹 恐怕会惊讶得合不拢嘴 但苏罗却觉得不算多 一颗寿灵丹 只能提供五百点经验值 现在主要培养的宠物 基本上都三十几左右了 每提升一级 大概需要四十万经验值 相当于要八百颗寿灵丹 看似树木庞大 分给几个宠物之后 根本就不剩多少了 离开仓库后 苏罗又来到了一套小庄园 这是亡灵巫师 特意为他修建的 在庄园的后面 还有一个更大 充满死亡风格的建筑 那是他给自己修建的行工 精致的房间内 一只篮球大小的小鸟 正在一颗接一颗的 吃着寿灵丹 看到苏罗前来 小金屋顿时露出一抹委屈的表情 然后扇动翅膀 飞到他怀里 啾啾 啾啾 发出几声鸣叫之后 他又打了个嗝 空气中都是香甜寿灵丹的味 这几天吃了太多寿灵丹 导致拉出来的巴巴 都是一颗一颗的 小金屋委屈的都快哭了 苏罗一边安抚小金屋的情绪 一边查看他的属性版面 三族金屋 18级S级宠物 攻击1600 防御890 精神1200 体质4500 技能石破 禁锢之海 未解锁 三昧真火 未解锁 可进化路线 金屋始祖 朱雀 石破 吞噬敌人的魂魄 造成4500伤害 并令其5秒钟之内失去生命 禁锢之海 身躯化作火海 将敌人禁锢于火海之内 每秒钟消耗100点精神值 造成1200伤害 三昧真火 嘴里喷出三昧真火 被敌人造成3800伤害后 吞噬敌人的魂魄 造成石破效果 真不愧是S级宠物 看到三族金屋的属性版面 和技能介绍后 苏洛满意极了 当即就对亡灵巫师安排 所有的寿灵丹 都优先满足这个小家伙 对了 还有玄水龟和幽灵猛虎 也不能落下 想到这里 苏洛立马又把玄水龟 和幽灵猛虎召唤出来 啾啾 小猪雀满脸绝望 寒泪往嘴里塞瘦灵丹 至于玄水龟和幽灵猛虎 他们俩已经很久没有吃瘦灵丹了 看到堆积如山香气扑鼻的丹药时 立马开始风卷残云吃了起来 作为战斗的主要输出 精灵炎龙也没错过这次丹药盛宴 房间内顿时变成了动物饲养场 第二天 所有人都被早早地叫了起来 有的人甚至还在梦游 沈刚站在队伍最前方 给众人训话 同时还有守卫 给每个人分发褐色的手环 除了燕都大学的人之外 这次还多了十多个 清一色身穿黑色做驯服的人 他们最低也是38级 最高的甚至达到了49级 这些人意气风发 哪怕即将要上战场了 依旧谈笑风生 似乎根本不在意血色试炼有多危险 所有人到齐后 沈刚站在前方 语气严肃地开始给众人讲解规则 你们手里拿着的龙环 必须时刻戴在手上 它能记录你们上阵杀敌的数目 黑鸭城外异兽无数 时刻都想着摧毁人族堡垒 践踏我们最后的家园 而我们的主要责任 就是瓦解他们的力量 将他们隔绝于高墙之外 黑鸭城一共有36条异兽通道 与龙环上的数字相对应 每条通道分别由一个人镇守八小时 只要不死 就不能提前撤离 出发吧 祝你们都能平安归来 沈刚表情严肃 空气中充斥着一股莫名的气氛 仿佛是生死离别的悲凉 随着一声令下 立刻便有人带着这些 第一次上战场的虫儿 朝着战斗区域走去 苏洛看了一眼自己的龙环 上面写着32号 就是这里了 八个小时 一定要撑住 36号守卫者将苏洛带到地方后 便转身离开了 留下他一个人 站在36号通道里面 说是通道 却更像一个巨大的水渠 或者牢笼 两旁是高耸垂直的石墙 前方是巨大的青石墙壁 在墙壁下方有两道巨大的铁门 通道的入口处 也有一道高耸的大铁门 随着守卫者离开 第二道铁门开始缓缓关闭 苏洛被留在了其中 只要前方隔绝异兽的大门打开 刹那间就会有无数异兽冲进来 要么留异兽的血 要么留自己的血 血色试炼 果然对得起这个名字 苏洛伸手摸了摸鼻子 然后又朝着旁边高墙 眺望塔看去 36号守卫者 已经站在眺望塔上了 在他旁边 还站着一个男人 身上同样写着36号 看样子是他们两个人 合力镇守这条通道 现在有人顶替 他们刚好能泄口气 咔嚓 青涩石墙之下 巨大的铁门发出摩擦声 无数异兽嘶吼的声音 从门缝中传出 一些体型较小的异兽 更是直接从门缝中挤了进来 瞭望塔上 张力剑苏洛 还迟迟没有动静 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一旁的李四则是满不在乎 感慨道 这家伙竟然是32级预售师 在咱们漠北战区 可是很罕见的职业啊 这家伙怎么还不动手 我敢赌他撑不过十分钟 你看他那样子 估计是吓傻了 两人在眺望塔上 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 苏洛战在下面心里 充满了纠结 他从来没在外人面前 使用过自己的底牌 但是前方异兽来势汹汹 不火力全开 根本顶不住 先试试我自己的实力吧 确定想法后 苏洛眼神逐渐变得凶狠 目光紧紧地盯着 最前方的一只犬状异兽 瞭望塔上 目睹着一切的张力和李四 都愣住了 这家伙想干什么 一个御兽师 难道要和异兽肉搏 法师肉搏都比御兽师肉搏靠谱 下一秒两人 就齐齐瞪大了眼睛 那只犬状异兽 距离苏落 还有十来米的时候 突然浑身抽搐 然后直接死亡 这怎么可能 那可是二十八级的腐蚀犬啊 他怎么做到的 李四满脸震惊 他转过身 想要和张力确定一下 是不是自己眼花了 可张力也是一副见鬼的模样 甚至连手里点燃的半截烟 都不小心掉落在地 他职业就是御兽师啊 御兽师怎么可能 拥有这么诡异的技能 二人还是不敢相信 又齐齐朝着苏落头顶望去 苏落三十二级御兽师 看到明晃晃的标志后 两人这才稍稍平复心情 然后趴在眺望塔的栏杆上 开始研究 苏落到底还有什么手段 我猜他的宠物不厉害 不然哪个御兽师 会自己上场啊 这你就不懂了吧 有的御兽师宠物很厉害 但是耐力不够 我猜他是想让宠物压轴出场 那咱们打赌 他凭自己能顶多久 我赌三分钟 好 恭喜您击杀爆裂树桩 经验值加1200 恭喜您击杀恶灵兔兔 经验值加1400 恭喜您 通道内 苏落凭着玄水龟 提供的超高防御所向披靡 手里的巨石利剑 更是捂得虎虎生风 不一会儿 苏落就摸清了这些异兽的底细 大部分都是二十多级的 都不是很快 边打边退倒也不算很难 再配合上树根攻击 死亡诅咒和烈焰洗礼 苏落杀得兴起 眺望塔上的两人表情 也越来越精彩 边境之地本就枯燥无趣 如今有了乐子 张力立马吹了的口哨 天才玉兽失手 提大剑肉搏 比剑士还生猛 有人把消息传出去了 刹那间 瞭望塔上的人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多了起来 塔里站不下了他们 便站在两边的高墙上 苏落不知道为什么人这么多 只当是他们担心 自己守不住关卡 而这时候 至少有上千之异兽 冲进了通道内 苏落也被逼到 第二道铁门附近 妈的 暴露就暴露吧 苏落忍不住 直接召唤出玄水龟 就在他打算 继续召唤的时候 周边响起了震天的呐喊声 他撑不住了 他终于守不住了 哈哈哈哈 太好了 老王你这三包烟 是我的了 这小子 真是皮糙肉厚啊 撑了这么久 害得老子 也输了一包烟 今天是个好日子 哈哈哈哈 随着哄响声响起 苏落顿时就猛了 他满脸猛逼的 看向周边的守卫者 眼神疑惑 我这儿拼死杀敌呢 你们笑什么 终于撑不住了 是什么意思 苏落表情郁闷 扭过头部里会这些人 继续召唤宠物作战 幽名猛虎 36级 A级宠物 精灵炎龙 35级 S级宠物 三足金屋 29级 S级宠物 毒气树桩 随着30多只宠物现身 原本哄闹的众人 瞬间安静 苏落也懒得搭理他们 直接开始操控全场 整个通道宽15米左右 精灵炎龙 三足金屋等宠物 刚好可以火力覆盖 禁锢之海 陨石天降 精灵穿梭 一个接一个的范围技能 不断地在战场上胜放 整个战场局 面瞬间扭转 周边观望的守卫 看到这一幕 脸上顿时就露出了 炙热的光芒 在战区实力就是王道 战斗力强的人 才是值得尊敬的 看到苏落一 出手瞬间逆转乾坤后 所有人都改变了 对苏落的看法 这时候 玄水龟飞快地 冲到通道前方 一个寒冰碾压席卷而出 整个通道的 异兽瞬间被降低速度 等级低的异兽 甚至直接被冻成了冰雕 其他宠物也都纷纷跟进 技能就像是不要钱似的 往怪物堆里拼命地扔 恭喜你 击杀腐尸犬 经验之家八百 恭喜您 击杀魔狼 随着异兽成片成片的死亡 苏落的经验条 开始飞快地飙升 地面上普通的白色装备 随处可见 就连绿色的装备也很多 这时候 周边围观的老守卫们脸上 又露出了古怪的笑容 战区通道内的装备 只能当场捡取 一旦退场后 地面上剩下的所有装备 都要充攻 这是不成文的规定 捡装备会影响战斗 但要是不捡装备 又可惜了 毕竟是用生命 杀出来的装备 而且还是翘无声息地 绕到后面去了 看到骷髅怪的一瞬间 两旁高墙上 所有人都汗毛树立 但是通道 只能容纳一名转职者 他们也爱莫能重 若是两个人下去战斗 还没被怪物拍死 就先被通道的封印之力拍死了 张力皱着眉头百思不得其解 疑惑道 这些骷髅究竟是什么来头 身法如此诡异 有啥好诡异的 只是二十级骷髅怪罢了 那小子应该能对付 可是 他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现 那些骷髅啊 小子你身后有怪物 一名操汉子对苏洛喊了一声 但这时候 一个骷髅仆人 走到一件绿色装备旁边 然后弯腰将只捡了起来 紧接着 更多的骷髅仆人 加入了捡装备的队伍 两旁围观的守卫们眼睛都瞪直了 这 这些骷髅是那小子搞出来的 特末的不都说玉兽失落 只能召唤几个宠物吗 怎么这家伙 弄出来这么多 要是再多点 都能和野怪打群架了 听说我家侄子也是玉兽失 等我回去了 倒是要好好问问他 对 你家大侄子 要是不交代 就狠狠揍他 地面上 一堆堆装备分类有序 堆起来 足足有一人那么高 骷髅仆人井然有序 亡灵巫师在一旁指挥 而苏洛则是守在青石围墙门口 凡是进来的怪物 基本没有撑过五秒钟的 过了一个小时之后 白光流转 苏洛直接达到了33级 虽然升级了 但他感觉很枯燥 这通道里充满了血腥味 再加上周边的高墙 都已被染成血色 看起来宛如人间炼狱 这一片空间内 除了他一个人之外 剩下的就是宠物 怪物 一时间 他感觉到了孤独 麻木 主人 你怎么了 旁边指挥骷髅仆人的亡灵巫师 察觉到苏洛脸色不对 连忙飘了过去 感觉有点无聊 苏洛疲倦地揉了揉眼睛 然后看向周边 宠物们依旧在厮杀 两旁高墙上的人 依旧在看热闹 似乎一切都很正常 可为什么会觉得 想睡觉 这时候 苏洛感觉有一道目光 从异兽群后方看过来 似乎在看自己 操 苏洛抬头望去 整个人瞬间就精神了 各种异兽早已被杀干净 此时只有无数的白骨大军 朝这边疯狂冲锋 白骨将士 三十级 攻击 一千八百 防御 两千八百 体质 一万两千 这些白骨将士 只有攻击防御和生命 没有技能 也没有天赋 只是攻击力高 且皮糙肉厚 但他们却好像杀不完一样 一波接一波地 朝着门内冲来 在白骨大军后方 有个特殊的骷髅 宛如雕塑一般 助力原地 那是一具通体雪白的骷髅怪 浑身骨骼 像是玉石雕刻一般精致 他头颅眼眶中 没有任何东西 此时却好像有无形的眼睛 在盯着自己 刚当的那些负面情绪 应该就是他引起的 这是什么东西 苏洛皱皱着眉头 想要查看他的等级属性 却发现看不了任何信息 包括什么名字品种 都看不到 苏洛茫然地看了一眼 眺望塔方向 不仅是张力和李四 就连周边看热闹的守卫者们 都纷纷皱起眉头 你小心一点 这东西 我们也从来没见过 今天还是第一次见 有人对着苏洛提醒 但更多的人是担忧 每多一种未知的怪物 今后的危险 就会增加很多 苏洛皱皱着眉头 看向白骨骷髅 他也毫不示弱地看着苏洛 足足过了两个小时后 苏洛身上又亮起一道白色光芒 恭喜您升到三十三级 请继续努力 虽然升级了 但苏洛依旧高兴不起来 因为那沙比骷髅 还处在那儿盯着自己看 单凭那些皮糙肉厚的骷髅大军苏洛 丝毫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 他就担心 这白骨骷髅会不会很厉害 万一举手投足之间 对方就把自己灭了怎么办 苏洛越想 心里越烦躁 当即命令所有宠物 使出最强杀兆 三足金屋 石破 精灵炎龙 隐燃 幽灵猛虎 空间撕裂 亡灵巫师 死亡诅咒 众多宠物齐齐释放最强单体技能 整个通道内空间开始扭曲 周边围观的老手卫们 看到如此强有力的攻击 都纷纷瞪大了眼睛 他们本以为苏洛已经是穷途末路了 没想到他竟然有这么多底牌 眼看着众多技能杀来 白骨骷髅依旧没有使用任何防御措施 只是静静地站在原地 咔嚓 他身上传出一声脆响 紧接着身体突然晃了晃 似乎受到了巨大的伤害 两旁围观的人纷纷喝彩 只有苏洛脸色阴沉 这么多技能至少可以打出15万伤害 哪怕是五老头手里那只大金屋来了 也得哀好几声 可这家伙竟然只是晃了晃身子 这不科学吧 就在苏洛以为他会反击的时候 这家伙竟然转身一溜烟跑了 动作迅速跑得很是干脆 就在这时候 隔壁通道突然传来一阵低沉的击鼓声 苏洛抬头朝着那个方向看了一眼 然后又继续操控着宠物禁忌 在进入通道之前 张力给他简单讲解了一下规则 只要是有鼓声响起 就代表着有人淘汰了 弱肉强食 适者生存 从和姐姐相依为命开始 苏洛就明白了这个道理 所以此时他并不会多愁善感 很快就到了结束的时间 侵蚀高墙下方 巨大的铁门开始缓缓关闭 外面的怪物拼了命地响起进来 怪物击杀后 又将所有宠物收进空间 然后才朝着通道内部走去 回去的路上很安静 存活下来的人都满脸疲倦 根本没人愿意说话 高强度的战斗 让人透支了大部分体能 每个人身上都带着红色血迹 有异兽的 也有自己的 黑鸭城的规矩很简单 只要离开通道范围 就没人管了 回到居民楼后 他们几乎是第一时间躺在了床上 这时候 却有一群不速之客 闯进了这栋居民楼 领头的人随意敲开一间房门后 拎着那人的衣领问道 谁是苏洛 苏洛的房间在二楼 对于楼下发生的一切 他听得清清楚楚 这时候 苏洛的房间门被人打开了 率先进来的是周涵 他先是朝里面看了一眼 然后才对着后面招了招手 紧接着 叶灵月也进来了 还有一些苏洛不认识的人 苏洛 咱们才来一天时间 应该不至于惹麻烦吧 叶灵月皱着眉头 看向苏洛 显然他也听到楼下的动静了 苏洛摇了摇头 同样满脸茫然 我先去看看吧 别让其他人夹在中间为难 听那些人的语气似乎很冲 而被问的那个人 夹在中间两边都不是人 不说吧 得罪那些人 说了吧 又得罪苏洛 这是一个送命题 我是苏洛 有什么事吗 苏洛缓缓地从楼梯走下去 叶灵月和周涵跟在他身后 三人身后跟着的 几乎都是阎都大学的人 你就是苏洛 那领头的男子 似乎有些不幸 拿着一块显示屏 对比了一下之后 才指了指外面 我们出去说吧 这里面空间太小 说完他便率先出门 走到院子里等着 其他十来个 人均是一副目中无人的表情 狠狠瞪了苏洛一眼 然后跟着出去了 太特么狂了 周涵忍不住暗骂了一句 怒骂道 苏洛你尽管去 我支持你 叶灵月 我也支持你 其他人也纷纷喊道 我们也支持你 面对大家的支持 苏洛心里很是感激 走出院子后 他才发现 沈刚竟然也在 苏洛 今天这事儿 就是个误会 沈刚走到双方中间 脸上露出一抹尴尬的笑容 然后又解释道 这些人 你们可能还不认识 他们是龙国战院的人 将来会成为 各个战区的中高层人员 这次来这里 参加血色试炼的目的是 沈刚苦口婆心讲了很久 苏洛脸上的表情 也越来越阴沉 按照沈刚话里的意思就是 这些人来头很大 他作为黑鸭城 最高负责人都惹不起 而这些人来黑鸭城参加试炼 就是为了 混个好听的名声 今天第一场试炼 苏洛的杀戮职 将整个战院的人 都圆圆甩在身后 这会让他们很没面子 按照沈刚的意思是 明天开始 大家稍微放一些水 把前几名的位置 留给战院的人 当然 战院的人也不弱 前十名除了第一名之外 其余九个名额 都归他们包揽了 姓苏的 你要是不服 咱们比划比划 我也不欺负你 我不用武器和你打 为首的那名男子 是四十五级骑士 哪怕战斗了一天 浑身都没有挂彩 一身实力强大无比 赵公子 要不这事 老夫来说何 可以吗 沈刚尴尬的上前 想要劝一下 可却被赵小元 一把推开了 今天是我们战院 和苏洛的事 沈长老要是没事 就先请回吧 赵小元仰着头 用一种极其藐视的态度 看着苏洛 一时间 在场的人都默默地 替苏洛捏了把汗 赵小元哪怕不用武器 可也是四十五级的骑士 单靠一面盾牌 就能打出不少伤害 万一苏洛答应 打一场 恐怕要吃大亏 只要受了伤 明天的试炼分数是小 万一倒霉的话 恐怕还会性命不保 我不喜欢平白无故地打架 苏洛摇了摇头 表情平静 看起来似乎一点也不生气 哼 胆小鬼 只要和我打一场 我给你一千万龙鞭 见苏洛没有要动手的意思 赵小元也不好先动手 毕竟是战院的人 要是这事 闹大了他也会损失惨重 所以增加筹码 让打架的性质 变成挑战也是他计划中的一部分 不够 一千万龙鞭 再加五百套体力 恢复药剂 抱歉 我对钱和药剂不感兴趣 苏洛脸上露出一抹兴奋的笑容 然后表情怪异地盯着赵小元 你还有什么 能拿得出手的好东西吗 这时候 站在后面的一名男子 取出了一颗银白色的石头 他冷笑道 你应该知道空间 是有多珍贵吧 只要你愿意接受挑战 赢了空间石归你 输了 输了我们不要你任何赌注 连空间石这种罕见的宝物都拿出来了 周边的人顿时传来一阵吸气声 怎么 还是不敢接受赌注吗 赵小元的脑袋顿时扬得更高了 用鼻孔对着苏洛 你们战院的人都这么有钱吗 如果刚刚你说的那些赌注 加上空间石的话 我愿意接受你的挑战 苏洛脸上带着古怪的表情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那人手里的空间石 仿佛真被财迷心撬了一般 顿时惹得战怨众人 哈哈大笑 好 这些赌注加起来没问题 开始吧 赵小元很满意苏洛的反应 然后就兴奋地开始活动膀子 苏洛却摇了摇头 赌注得先给我 行 为了尽快干掉苏洛 赵小元立马转身 从那人手里拿过空间石 然后又从背包里 取出一张储存龙币的银行卡 和五百个体力恢复药剂 所有东西都摆出来之后 苏洛不慌不忙地 往自己背包里装 看得众人头皮发麻 这特么都什么时候了 还有心思收堵住 看到这一幕 站在旁边的沈刚 更是急得满头大汗 他和五老头是老朋友 苏洛是五老头的弟子 可赵小元这边又是战院的人 两边他都得罪不起啊 为了最大程度减少损失 沈刚想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嗨嗨 既然你们执意要鄙视 那老夫就当裁判 只要你们点到为止 不做过分的事 老夫绝不插手 如何 苏洛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赵小元 让他决定 要不要裁判 能看出来他的态度 只要他是单纯地 切磋苏洛觉得 没什么问题 但这家伙要是想动歪心思 那自己也不会客气 沈长老 您身体不好 还有三年就要退休了 我们年轻人的活动 您还是少参与吧 言语间 威胁的意味不言而喻 沈刚脸色难看 又将目光放在苏洛身上 你呢 要不要老夫做裁判 他都不要 那我也不要 还望沈长老莫要怪罪 苏洛对着沈刚抱拳赔礼 见双方意见一致 沈刚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能尴尬地退后 艳斗大学和战院的其他人 也都纷纷退后 流出了一个足够宽敞的区域 赵小元从背包里 取出一块金色的盾牌 脸上露出跃跃欲试的表情 苏洛只召唤了精灵年龙 然后便站在原地面 无表情地看着赵小元 赵小元 你先攻击 苏洛 那就试试燃魂和死亡诅咒吧 别的时候 苏洛或许会客气 但关系到空间时的比试 谁客气谁就是傻子 苏洛达到33级后 死亡诅咒的攻击 已经由每秒1800提升到了2800 精灵阎龙的引燃更是逆天 十秒内对敌人造成十次伤害 每次造成四千伤害 且无视防御 增加全体负面效果 来吧 本大哨可是未来的圣光骑士 你知道我手里的盾牌 赵小元还想说什么 突然感觉脑袋一昏 1600 4000 1600 4000 巨大的数字从他头顶冒起 眨眼间就让他失去了一万滴血 关键是人家还站在原地 只是施展了两个技能而已 卧槽 你小子耍我 赵小元气的脸色通红 浑身闪烁出一阵金色光芒 瞬间止血 这时候 他突然改变了想法 既然这小子这么强 那不妨改变一下游戏规则 等一下 眼看着苏洛又要施展 刚当那个什么鬼技能 赵小元立马叫停 怎么了 苏洛脸上露出玩味的表情 静静地看着他 我要改变游戏规则 你可以把你的宠物 全部召唤出来 但是我要用武器 刚刚掉血的那刹那 赵小元才意识到 单独作战的时候 骑士不能没有剑 就像男人不能没有长枪 你确定让我召唤所有宠物 苏洛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 确定 赵小元表情坚定 同时从背包里 取出一柄金色的 后剑表明他的决心 经历了刚刚的第一次交锋 这次赵小元学聪明了 他立马开启了被动防御状态 浑身防御性能直接拉满 既然这样 那我就陪你玩玩吧 为了让这家伙觉得 那些赌注花的物超所值 苏洛也不打算留守了 幽灵猛虎 玄水龟 三足金乌 以及精灵炎龙 齐齐上阵 苏洛自己则是站在后面 抠着指甲 时不时地看上一眼 优雅 潇洒且充满自信 太帅了 燕兜大学这边 众人都冲着苏洛竖起大拇指 刚刚战院的人 实在是太过分了 所以此刻 苏洛就算是把他们 扮在地上摩擦 也是他们旧游自取 随着四只宠物出现 战院的人 以及旁边观战的沈刚 都纷纷脸色大变 小子 你到底是什么来头 竟然拥有两头S级宠物 赵小元刚开始 还没注意精灵炎龙的品质 但现在一下子冒出来 四只体型各异的宠物 他立马就警觉起来了 结果不堪不知道 一看下一条 这四只宠物里面 竟然有S级的宠物 其他人哪怕拥有一只S级宠物 都算是祖坟冒清烟了 这小子竟然拥有两只 我是燕都大学 青龙院院长 无用无大法师的二徒弟 苏洛自然知道 他们想问自己的底细 于是便一本正经地 爆出了五老头的名号 无用 赵小元皱了皱眉头 然后又冷冷地对着苏洛说道 这次还是你先攻击 其实 对于自己的防御 是绝对自信的 这就是骑士精神 苏洛依旧没有客气 心念一动 四只宠物便直接 对着赵小元围围了上去 四十五级骑士 一个配上任何职业 都是王牌肉盾的职业 但最忌讳的 就是单独作战 这一次 赵小元打算拿出权力 来教训一下苏洛 同时 苏洛的四只宠物 缓缓围了过去 虎视眈眈的盯着他 特别是幽灵猛虎 曾经挨过胖揍的他 此时眼神中 透露着莫名的兴奋 赵小元还没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动手吧 这次我一定不会输的 他浑身金光暴涨 手中的盾牌 顿时幻化为四个 将四面八方团团封住 固若金汤 苏洛命令四只宠物开始进攻 为了给赵小元 留下美好的回忆 他特意让四只宠物 都不使用技能 只是使用肉体攻击 悬水龟战斗状态 身高六米多 身形如铁塔 力量也十分恐怖 他伸出一只爪子 狠狠一拍 那四面盾牌 立马开始不断摇晃 紧接着 巨大的幽灵猛虎 也发动了攻击 四只宠物中 平移了梁明月 双脚在地上 离出两道深深的沟壳 看到这一幕 战院其余的人 顿时开始紧张了 赵小元是他们当中 最强最有话语权的 要是这一战打输了以后 就抬不起头了 这不太公平吧 四只宠物打一个人 怎么说都不合理啊 眼看赵小元落入下风 一名战院的男子 顿时满脸忧怨 他的空间时 都被苏洛收走了 要是打赢了 还能拿回来 要是打输了 可咋整啊 赵哥不会输的 这些宠物虽然厉害 但还没有破得了防御 等级差距 终究是无法跨越的鸿沟 估计赵哥现在 只想陪那些小动物们玩玩 战院众人谈话间 并没有降低音量 大部分都听得清清楚楚 此时被打得 毫无还手之力的赵小元 脸色胀红 几乎已经使出全力在放手了 当听到队友在夸自己时 他顿时感觉 心里生出一股 无穷的爆发力 让你们见识一下 本大少的圣剑裁决 他当即怒吼一声 从防守姿态 转换为进攻状态 圣剑 碰 突然一只巨大的虎爪拍来 赵小元话 刚说到一半就被拍飞出去 这时候剩下的宠物 也都蜂拥而至 碰碰碰 顿时沉烟四起 哀嚎漫天 停手 我认输 赵小元绝望的声音 从灰尘中传来 别打了 我认输行不行 快让这些牲口停下 出声啊 别打脸 苏洛默默地扣着自己的指甲 做出一副 完全没听到的样子 想要上前帮忙 却被艳斗大学的众人盯住 战院的人从到黑鸭城开始 就十分嚣张 此时此刻沈刚 也充分地利用植物质变公报私仇 他十分认真地看着 就这么看着几只灵兽 把赵小元当球踢来踢去 沈长老 我们认输了 这个姓苏的是不是 也该收手了 战院的人目光阴沉地看向沈刚 带着遗旨气使的语气 老夫也做不了主啊 刚刚赵公子让我回家休息 别管闲事 对了 我现在就回家休息 沈刚恋恋不舍 又看了一眼赵小元的惨状 才美滋滋地转身离开 战院的众人脸色瞬间就黑了 但他们不是赵小元 不敢对沈刚不敬 只能忍着 人群中间 赵小元已经被揍得鼻青脸肿 别说武器了 就连盾牌他都丢了 堂堂四十五级骑士战斗力 真就这么弱吗 答案肯定不是 至于赵小元的惨状 苏洛猜测 他是实战比较少 有人带着炼击 再加上此时 被四只天赋极高的宠物群殴 招架不过来也正常 觉得火候差不多了 苏洛才命令四只宠物停止蹂躏 信苏的 你可真特么的狠心啊 不就是切磋吗 你下手这么重 赵小元哀嚎着 从地上站起来 一边揉屁股一边朝着放狠话 苏洛只是面带微笑地看着他 并没有说话 多亏这是黑鸭城 要是在野外碰到这种情况 估计几人的尸体现在都被火化了 不错 你小子够狠的 这个朋友 我认了 赵小元拍了拍身上的灰尘道 以后你去龙兜腰上遇到麻烦了 直接报我的名字 有啥事照给我照着你 苏洛 验斗大学众人 战怨众人 什么情况 感受到众人的异样 赵小元撇着嘴解释道 我这叫不打不相识 苏兄弟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今天这事我赵小元说到做到 那些赌注输了就是输了 日后若是有机会 我在 算了 我不赌了 他呲牙咧嘴地拍着身上灰尘 说话时也不像是装的 给苏洛直接砍蒙圈了 愿赌服输豪爽的人绝对是有的 但这么豪爽的人貌似还是第一次见 那就多谢赵公子美意了 苏洛回应了一句 也不管他是真情还是假意 收起宠物转身朝着自己的房间走去 随着他离开 战怨众人也离开了 只留下一众吃瓜群众站在原地一轮纷纷 第二天 苏洛镇守的还是36号通道 跟着他一起去的依旧是张力和李斯 只不过 这次二人的态度明显热情了很多 是昨晚苏洛的做法让他很爽的缘故 他对苏洛的态度也十分热情 小苏啊 听说你的战斗力不错的 今天我特意来看看 对了 你争取保持住第一名新人王的头衔 第四次休息的时候 新人王可以提一些条件 比如你想去其他地方转转 说这话时 沈刚脸上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表情 苏洛心里瞬间明了 应该是师父五老头和他交代过什么 要不然他不会对自己说这些 沈长老放心 我一定会努力的 苏洛谦逊地应了一声 然后缓缓踏进36号通道 沈刚跟着走上眺望塔之上 表情立马变得严肃无比 昨天36号通道出现的生物已经查出来了 很有可能是神界过来的 具体目的不清楚 沈队长 万一被苏洛杀了怎么办 神界的爪牙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苏洛若是能杀他 整个战区的人都会以他为荣 通道中 苏洛虽然听不到沈刚三人的对话 但他的想法和他们对话的内容相似 他也想试探一下白骨骷髅的底细 咔嚓 令人牙酸的摩擦声响起 巨大的侵蚀高墙下 厚重的铁门缓缓开启 嘶吼的怪物出现 腥臭的气息传来 会让恐惧的通道内再度化为人间炼狱 这一次苏洛没有任何留守 直接让所有宠物全体出击 火力全开 趁着这个好机会多升级没坏处 苏洛沉着冷静 站在玄水龟背上跟着释放技能 30多只宠物再加上苏洛 合起来的输出像是一群法师在战斗一般 五彩斑斓的各种技能 不要前世的砸进怪物群中 宛如烟花盛开 引爆出巨大的伤害 眺望塔上 沈刚都看待了 这小子 这么生猛吗 沈刚目瞪口呆 要不是苏洛还在镇守通道 他真想跳下去 问问他是怎么做到的 这综合战斗力简直爆表啊 李斯显摆式的回应了一句 这算啥呀 昨天他还拎着一把剑和异兽进展博傻呢 那防御后的不像话 有多厚 这么说吧 20多级的宠物碰他一下 只打出150点伤害 张力和李斯二人 因为昨天看到了苏洛的逆天操作 此时脸上的表情无比自豪 他是天生的强者 沈刚咽了咽口水 满脸羡慕地看着苏洛 能徒手干架 又能施展技能 还能召唤一群宠物 帮着打群架 这是所有男人心目中的强者 哪怕苏洛现在等级还不算高 三个小时之后 苏洛顿时感觉一阵头晕 心中莫名的烦躁 他眼睛一亮 立马朝着大门外面看去 果然又来了 血迹斑斑的大门外 无数异兽在嘶吼 拥挤着巢里面冲击 一具两米高的人形白骨骷髅 就静静地站在那里 这一次苏洛提前发现了他的存在 但白骨骷髅似乎没有察觉 自己已经被发现了 他站在怪物群中 双手似乎在祈祷 几秒钟之后 地面逐渐开始军裂 无数的白骨大军从地面爬出 数量众多 多到让其他的异兽 都无法靠近大门范围 做完这一切后 他便静静地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地盯着苏洛 这次的白骨骷髅似乎强了很多 基本上都已经达到了30级 比昨天的更强了 要是长此以往下去情况就不妙了 今天就来探探你的底 苏洛直接命令玄水龟上前抵挡 自己则是操控着猎焰大鹏鸟 去攻击白骨骷髅 白骨骷髅的位置 距离苏洛至少有一百米左右 猎焰大鹏鸟飞快地冲出大门 然后朝着白骨骷髅的头顶 拉了一坨黑色黏乎乎的东西 没有情绪 见白骨骷髅依旧一动不动 苏洛再次命令猎焰大鹏鸟 释放技能 这次是这儿巴金的 要开始攻击了 1200 一个技能下去 白骨骷髅头上 立马冒出了一串数字 不错 很强 省望塔上 沈刚对猎焰大鹏鸟的战斗力很满意 甚至他还看出了 之前苏洛的试探行为 用侮辱性的攻击 去挑衅那具骷髅 就是为了试探 他会不会愤怒 此时 沈刚猜测 苏洛应该是要对白骨骷髅动手了 毕竟猎焰大鹏鸟 也是30级宠物 实力不低 当看到张力和李四 还在旁边抽烟时 沈刚顿时满脸不爽说道 苏洛要对那骷髅动手了 你们不看看吗 沈队长 这才哪到哪啊 昨天苏洛几十只宠物一起进攻 都没弄死那只骷髅 对 估计他只是想和那骷髅玩玩 张力和沈刚一人一句 心里的自豪感却油然而生 至少整个黑鸭城的守卫中 他们俩是最了解苏洛的人 而沈刚则是满脸震惊 这么多宠物集体攻击 都没弄死那只骷髅 真特娘的奇怪 高强之外 烈焰大鹏鸟火力全开 抓 扑 丢技能 各种伤害 一串又一串的从白骨骷髅身上冒出 可他却像是木头一般 站在原地不动弹 任由烈焰大鹏鸟攻击 苏洛丝毫不着急 刚刚命令烈焰大鹏鸟出发之前 嘴里含了十多个精神恢复药剂 只要白骨骷髅不还手 就能和他慢慢耗 七个小时之后 骷髅白骨被烈焰大鹏鸟锋利的爪子 抓了一下后 身体顿时开始摇晃 苏洛全神贯注地盯着他 果然 这家伙又要跑了 转身 逃跑 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根本就不带一丝犹豫 直接就消失在异兽群中 苏洛眯着眼睛 看向白骨骷髅消失的方向 心情很是平静 而眺望塔上的沈刚却不平静了 异兽出击都是不死不休 而这具骷髅竟然真的会逃命 我得去墨北城一趟 这骷髅绝对不简单 说完沈刚转身就下了眺望塔 通道内 随着白骨骷髅一同消失的 还有白骨大军 各种形态的异兽 瞬间填满了整个通道 苏洛再次和他们火拼起来 全城苏洛都面露笑容 心情极好 等到铁门关闭后 苏洛便迫不及待地回到房间 直接将亡灵巫师召唤出来 主人 您心情似乎不错 亡灵巫师看了一眼苏洛的表情 立马拍上了合适的马匹 苏洛没有理会他 而是拿着一张白纸 在上面记录白骨骷髅出现的时间和距离 以及跑多远会原地消失 一切都记录下来后 苏洛才开口道 你确定 杀了那具白骨骷髅之后 会掉落神格碎片 我敢用脑袋担保 绝对会有神格碎片 而且还是死亡属性的 亡灵巫师语气激动 在房间内飘来飘去 撞得电灯泡不断摇晃 神格碎片有什么用 苏洛语气也急促起来了 昨天他只是和亡灵巫师聊了一下 关于白骨骷髅的事情 而今天战斗的时候 苏洛特意将亡灵巫师召唤出来 就是想让他辨认真假 如今看来确实是真的 各种族的神数量都是固定的 真神陨落之后 神格会化为四片 遗落在各地 按照亡灵巫师的描述 无论是灵兽还是人 想要成神都需要收集足够的碎片 凑成完整的神格 只要拥有神格碎片 就能获得一定幅度的强化 凑齐神格碎片之后 便能脱颖而出 亡灵巫师猜测 这两天出现的白色骷髅 大概率是吞噬了死亡属性的神格碎片 只要将它击杀 就能掉落神格碎片 主人 只要您帮我拿到这枚神格碎片 以后本王也能造出 源源不断的骷髅大军 此刻 面对神格碎片的诱惑的他 直接变成了舔狗 苏洛心里暗暗惊讶 这玩意儿的厉害 但是又有很多东西不太懂 比如除了收集神格碎片之外 还有什么办法能成神 转职者也需要神格碎片吗 这些问题现实生活中没人知道 苏洛不可能用自己的前途和性命 来赌别人的仁慈 所以他也不打算去问吴庸 毕竟神格碎片的诱惑力太大 吴庸那么强大了都不曾接触过 将亡灵巫师收进神药界之后 苏洛便看着桌面上的图纸 开始思考 白骨骷髅的距离 速度以及大概能承受的伤害 苏洛都全部计算出来了 眼下最需要考虑的就是 如何才能防止他逃跑 如果只是单纯的逃跑 普通的束缚就行 万一他有更厉害的保命手段怎么办 苏洛揉着脑袋皱眉思索 之前无用和三族金屋对战的时候 苏洛见识过无用的手段 可以直接原地消失 出现在另一个地方 为了能百分百击杀 苏洛立马做出了一个全方位的方案 第二天早上 镇守通道的队伍再次出发 人群中 赵小元对着苏洛 露出一抹好机友式的笑容 兄弟 你可别有心理负担 赵爷 我也不是吃素的 今天肯定能超越你 面对着奇葩的家伙 苏洛直接选择无视 在快要靠近通道的时候 众人开始逐渐分开 苏洛跟在张力后面 缓缓地朝着36号通道走去 一路上 苏洛都在打量着周边的环境 同时还有一搭没一搭地 和张力聊着 快到通道口时 苏洛才漫不经心地问道 张大哥 咱们黑鸭城也是属于墨北战区 那墨北战区一共有多大 墨北战区很大 一共有36座锁子连环城 黑鸭城只不过其中的一个 范围这么大吗 苏洛神色黯然下来 心中的希望瞬间黯淡了一下 但是张力接下来所说的话 立马又让他变得亢奋起来 咱们墨北战区也有不少年轻天才 前两年来的年轻女孩子也很厉害 现在据说已经当上副手了 你毕业之后 若是愿意来咱们黑鸭城 绝对能当这个 张力对着苏洛竖起了一根大拇指 看向苏洛的眼神敬佩无比 对于黑鸭城第一 苏洛并不感兴趣 他急些问道 那个女孩子是不是叫苏冰雪 我也不确定战区的女孩子很少 你 你们都姓苏 该不会是亲戚吧 反应过来的张力顿时目瞪口呆 又举起了大拇指 不愧是一家人 个个都是天才啊 闲聊的时候 苏洛并没有透露太多 但是 能确定的 就是姐姐现在应该在墨北城 按照沈刚的说法 只要拿到黑鸭城新人王的位置 就能去一次墨北城 想到这里 苏洛顿时浑身热血沸腾 浑身有劲 暗沉的通道内 苏洛将所有宠物召唤出来 第一次让宠物们准确有序地排列 等待着即将来临的厮杀 开始了 沈刚提醒了一声 巨大的铁门顿时开始咯咯作响 高墙之外 无尽的野怪 如同稻草一般茂密 随着36道大门打开 异兽们立马疯狂地涌入其中 幽灵猛虎嘶吼一声 顿时化作一道黑影 穿梭在野怪之中 巨大的胡爪不断撕裂着低等级的异兽 有技能加持 哪怕是同等级的异兽 依旧挡不住他猛烈的攻击 玄水龟则是主打控制技能 方圆十米内 几乎所有异兽都被冰冻 苏洛静静地站在后面等待着 一双眼睛紧紧地盯着大门之外 过了几个小时之后 一些白色的骷髅开始出现 苏洛立马意识到 是白骨骷髅出现了 可是异兽群中却不见他的身影 去哪了 苏洛眉头皱起 在异兽群中不断地寻找 组组找了三分钟他才看到 那具熟悉的骷髅 他好像被打怕了 这次站的位置距离大门至少有十米 而且这一次 他面朝另一个方向 眼睛所看的位置 似乎是另一个通道的入口处 只要你来了 就跑不了了 苏洛脸上露出笑容 立马命令猎咽大鹏鸟出击 依旧是昨天那样的攻击套路 白骨骷髅依旧是站在原地没有动静 任由猎咽大鹏鸟攻击 只不过这一次 他所召唤出来的怪物 大多数都是朝着隔壁通道的入口过去了 苏洛心里暗暗庆幸 要不是自己做足了准备 今天就要把他拿下 或许明天这家伙就去别的地方了 瞭望塔上 张力无精打采地打了个哈欠 然后拿起一根烟走到旁边抽了起来 李斯更加直接 竟然躺在椅子上睡着了 击杀异兽 对他们来说就像吃饭喝水一样正常 哪怕出现白骨骷髅这种特殊的异兽 最多也就让他们新鲜两天 今天都懒得看了 干脆不看 通道内 三族金屋在苏洛的命令下 开始逐渐降低输出 最后化作正常鸟类大小 直接飞出了高墙 毒气树桩更是直接化作普通树木的模样 没有异兽攻击他后 他便大摇大摆地朝着门外走去 另外还有冰封狼 六臂魔圆 各种异兽也开始逐渐地朝着门口靠近 战场不知不觉中 已经从通道内转移到了铁门入口的位置 苏洛计算着时间 同时又看了看眺望塔上 见张力和李斯各自都躺在椅子上休息 他心里稍稍松了口气 若真是能掉落神格碎片 最好的情况就是 没人看到 而现在这两个家伙 正躺在椅子上吹牛 显然是不会注意下面的情况 苏洛缓缓地走到大门口 烈焰大鹏鸟 已经足足攻击三个多月小时了 白骨骷髅依旧完好无损 差不多可以动手了 苏洛成鹰片刻后 立马下达命令 哇 巨大的风鸣响起 这是五毒飓风的风鸣干扰 能大幅度降低敌人移动速度 紧接着 一根巨大的树根突破地面 直接击打在白骨骷髅身上 下一秒 便将白骨骷髅紧紧缠住 这是毒气树桩的树根抽打 直接将白骨骷髅束缚住 与此同时 早已准备多时的宠物们 纷纷对白骨骷髅发起了进攻 一秒钟之后 白骨骷髅身上 立马开始出现裂缝 他身体顿时开始摇晃起来 这家伙是打算要逃跑了 苏洛眼神微眯 立马命令三足精乌开始行动 白骨骷髅被巨大的树根缠绕住 他只是轻微地晃了晃 顿时就凭空消失 竟然直接出现在三米之外 苏洛表情惊讶 但他早就料到 这只骷髅不简单 专门为他准备了第二个方案 救 三足精乌鸣叫一声 瞬间对白骨骷髅施展了技能 石破 白骨骷髅虽然不是生命体 但他也具有灵魂 而三足精乌的石破 恰能克制他 令其五秒内动弹不得 与此同时 精灵炎龙 幽冥猛虎 冰封狼 各类宠物的大杀招分踏而来 白骨骷髅身上的裂缝瞬间增多 苏洛痛打落水狗 跟着补了一个死亡诅咔嚓 咔嚓 随着裂缝越来越多 白骨骷髅似乎撑不住了 他再一次开始摇晃身体 苏洛眼神一冷 三足精乌瞬间释放禁锢之海 巨大的火海将周边方圆20米完整覆盖 与此同时 其余的宠物也都纷纷施展大面积的群体技能 几乎是一瞬间 整个战场同时进行了无差别全方位火力覆盖 苏洛的心也跟着紧绷起来 要是这都让他跑了 恐怕就没有下次了 就在这时候 白骨骷髅摇晃的身形出现在10米之外 幽冥猛虎瞬间暴走 巨大的虎爪朝着他脑袋狠狠抓下 就连空间都被撕裂 露出新红的虎爪须影 咔嚓 清脆碎裂的声音响起 白骨骷髅的身躯瞬间裂出无数缝隙 黑色的雾气从裂缝中散发出来 带着浓烈的腐烂味道 不一会儿功夫 白骨骷髅变成了黑骨骷髅 然后被幽灵猛虎再次一巴掌直接拍碎 骨头碎片中 一块黑色的不硅则的碎片 引起了苏洛的注意 他立马冲出城门 一把捡起来 碎片只有一半手掌那么大 通体发黑 碎裂的痕迹成锯齿状 恭喜您获得死亡 属性神格碎片 听到提示声音响起 苏洛悬着的心这才落下来 这次血色试炼直了 苏洛松了口气 这才扭头朝着四周看去 只是看了一眼 他的脸色瞬间就变得苍白起来 四周全都是密密麻麻的异兽 山上 地上 水里 无穷无尽的异兽 仿佛是构成了一个新世界 密密麻麻的 宛如驱软一般扭曲 赶紧回来 马上关门了 眺望塔上传来张力的喊声 苏洛来不及细看 立马便转身朝着门内冲去 报告领导 黑鸭城发现了一种新的异兽 一次半年 年前出现的死灵骑士 墨北战区总部大厦 一间极为豪华的办公室内 沈刚站在门口 被急停地比直 他眼皮拉搭 紧盯着地面 根本不敢看向 这间办公室的主人 你是说那怪物身上 可能有神格碎片 办公桌里面 响起了一个女人 冰冷的声音 是 沈刚不知道 神格碎片是什么 但她看过总部下达的通告 白骨骷髅 很符合通告上的形容 行 我让清姐跟你去一趟 女人冰冷的声音 再次响起 紧接着便没了声响 沈刚小心翼翼地 朝办公桌方向看去时 里面已经空空如也 刚刚说话的人 早已经离开了 离开办公室后 沈刚在大厦门口 碰到了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 只是看一眼 她眼皮子顿时就开始狂跳 这女人竟然是八十四级狂见识 要是打起来 一百个字级都不够她砍的 关键是还这么年轻 实力这么彪悍 一时间沈刚有些手足无措 甚至有些自卑 走吧 女人冷冷地说了一句 沈刚立马点头 跟着她一起往黑鸭城赶去 黑鸭城 居民楼内 苏洛静静地坐在凳子上 手里拿着神格碎片不断地观摩 越看她越觉得眼熟 这种类似的碎片 好像在哪见过一样 但一时间又想不起来 房间内装备了简易的台式电脑 苏洛已经连续搜索了 半个小时都没找到 关于神格碎片的消息 按照王林巫师的说法 她拥有神格碎片后 实力将会暴增 同时神药界也能受到一定好处 想了一会之后 苏洛还是决定给王林巫师使用 目前来说 她是自己手里品质最好的宠物 再加上她能力特殊 若是能提前开发一些能力 神药界将会迎来一个飞跃式的发展 想到这里 苏洛立马拿着碎片进入了神药界 主人 您来了 如果你用了神格碎片之后 会有什么特殊的能力 苏洛好奇地看着她 主人您放心 我肯定对您摆一摆顺 安全马后 亡羊补牢 一通胡言乱语 最终还是被苏洛一脚踢停了 说人话 嗨嗨 拥有死亡属性的神格碎片 能强化召唤技能 以后我的死亡召唤 不仅能无限制召唤 还能召唤等级较高的骷髅战士 源源不断 不过傻子才只召唤战士 本王还要召唤矿工挖矿 召唤炼器师炼制装备 还要召唤亡灵骑士 他在不断地抒发自己的幻想 苏洛也忍不住跟着激动起来了 这就是神格的力量吗 要是真有这么厉害 再搞一块死亡属性的神格碎片 岂不是能原地飞升 沉思片刻后 苏洛毫不犹豫地 取出神格碎片交给他 得到碎片的亡灵巫师 像是第一次吃肉的狗一般 激动得浑身发抖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过来 将碎片按在头颅位置 神格碎片瞬间化作无尽的黑器 将它包裹 苏洛立马后退了几步 要不是亡灵巫师的宠物契约一直存在 苏洛都担心这家伙会翻脸不认人 黑色雾气经久不散 而雾气之中 亡灵巫师似乎在进行一场特殊的洗礼 苏洛没有打扰他 立马退出了神要件 因为有人在敲他的房门 开门后 沈刚红光满面地站在门口 与其兴奋地开口道 墨北城来的人指明要见你 赶紧跟我走 墨北城来的人 还指明要见我 会不会是姐姐收到消息来来找我 苏洛心里大喜 立马关上门 跟着沈刚去他专属的办公室 就在里面了 你进去吧 沈刚满脸激动地搓了搓手 甚至还贴心地 帮苏洛立了礼衣服上的褶皱 若是这次发现的白骨骷髅 真能掉落出总不要的那个东西 他也能跟着往上挪挪位置 怎能不激动 办公椅上坐着一名三十岁左右 冷冰冰的美艳女子 苏洛推门进去后 心里的幻想碎了一地 他本来还以为是姐姐姐姐收到消息 后来找自己了 结果以为错了 就是你发现白骨骷髅的吗 青千宁看向苏洛 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随即又恢复如初 是的 苏洛点头承认 满脸疑惑地看着他 最后一次看到白骨骷髅是什么时候 刚刚下午 又被你打跑了吗 是的 行 你回去吧 明天我会和你一起去三十六号通道 离开办公室 苏洛又静止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真险 关上门后 苏洛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刚刚和那女人的对话看似平静 苏洛心里却早已经掀起惊涛海浪 白骨骷髅的消息 竟能引来墨北城的关注 而且刚刚那女人实力貌似不低 她应该也是知道神格碎片的 幸好自己提前出手了 要不然只能眼睁睁看着别人抢走 不过接下的时间里 必须要学会隐藏 至少亡灵巫师 是绝对不能出现在大众视野的 然后自己也不能露出破绽 苏洛进入神药界看了一眼 亡灵巫师依旧被黑色气体包裹 回到房间后 苏洛躺在床上 开始用一种很笨的方法 给自己洗脑 白骨骷髅跑了 她跑得很快 白骨骷髅被猎烟大鹏鸟 找了最后一次后 跑了 整晚的时间 苏洛都在心里默念 直到最后 她自己都相信 白骨骷髅是真的跑了 清晨 镇守通道的大队伍 又一次出发了 苏洛跟在队伍中 如同往常一样 和周涵以及叶灵月寒暄了几句 进入通道后 苏洛又神色如常地 将宠物全部召唤出来 控制器的宠物在前排 拥有范围攻击的宠物在第二排 至于像幽灵猛虎这种 杀伤力极强单体 战斗力爆表的宠物 则是在前方厮杀 防止异手突进 瞭望塔上 清千宁将苏洛的一举一动 尽收眼底 沈刚则像是狗腿子一样 站在她后面 讲解苏洛的英雄事迹 她竟然能够打破欲兽师的诅咒 还拥有这么多宠物 有意思 清千宁美目中露出欣赏之色 随即又将视线放在围墙外面 异兽多如潮水 不断地挤压着高大后石的城墙 寻找了好几圈 也不见白骨骷髅的踪迹 虽然疑惑 但清千宁并没有说什么 拥有神格碎片的家伙 不神秘一点反倒是不正常 苏洛 开始了 到时间后 沈刚大声提醒苏洛 然后打开了36号通道的大门 杀怪 升级 这是苏洛当前的目标 哪怕清千宁就在瞭望塔上 毫不掩饰地看着 苏洛也丝毫不慌 异兽冲进来时 宠物们早已等候多时 苏洛静静地站在原地 各种各种宠物在她前方 形成了一道保护罩 根本就不可能有异兽靠近宠物 更别提突破防线 近身苏洛 恭喜宁击杀千足无功 经验值加1200 恭喜宁击杀黑背魔猿 经验值加1400 恭喜宁 无数异兽惨死通道之内 苏洛只需要站在原地 享受经验加成即可 实在是站得无聊了 她偶尔会朝着怪物群中 较为强大的异兽 施展死亡诅咒 这家伙有点意思 清千宁眼神中露出好奇 然后又满脸期待地 看向城门口处 按照沈刚所说 白骨骷髅每次 都会出现在城门外 并且还会站着一动不动 任由别人攻击 可这都过了四个小时了 还没有出现 怎么回事 清千宁平静开口 瞭望塔上的温度 却纵然降低了许多 沈刚脸色一黑 眼皮子顿时开始狂跳起来 此时他觉得 网上挪不挪位置 什么都不重要了 最重要的是 怎么才能让这位相信自己 真没骗他 那个 昨天我去总部了 所以并没有看到白骨骷髅 我立马叫人 他们肯定看到了 沈刚立马通过传讯设备 将张力和李四叫了上来 沈队长 二人气喘吁吁地爬上瞭望塔 看了看沈刚后 又朝清千宁望去 见对方不像是好惹的主 他们立马又低着头看脚尖 昨天你们两个 看到白骨骷髅了没有 看到了 是不是和往常一样 是 问完话之后 沈刚这才有些底气 对着清千宁说道 秦大人 你也看到了 咱们这是真有白骨骷髅来过 清千宁没有说话 一双冷谋缓缓缓地放在张力身上 6号通道内 苏洛击杀异兽的同时 也时不时地看一眼 瞭望塔上的情况 当看到张力和李四都被叫来后 苏洛更加确定 这名女子是冲着神格碎片来的 不过 应该也问不出来什么东西 昨天击杀白骨骷髅的时候 苏洛一直都有注意 瞭望塔上的情况 二人只顾着躺平 根本没注意到白骨骷髅被击杀 所以 只要他们没看到 天王老子来了 那白骨骷髅也是他自己跑的 恭喜您成功升到34级 在大门即将关闭的时候 苏洛身上白光流转 代表着他又升了一击 而青千宁和沈刚早已经离去 只留下满脸郁闷的张力 还留在瞭望塔 苏洛 今天差不多了 赶紧打完收工 看着时间差不多了 张力立马关闭大门 同时催促苏洛快点 张大哥 你心情不好吗 回去的路上 见张力表情烦闷 苏洛开口问道 哎 都怪那狗日的白骨骷髅啊 前两天都来 偏偏今天不来了 害得我和老李都被训了 苏洛不动声色 心里却莫名地想笑 恐怕沈刚都得挨骂吧 一路上张力都在骂骂咧咧 苏洛则是强忍着笑意 然后装出一副 我很同情你们的样子 走了几分钟后 各个通道里的人 开始逐渐会合 叶灵月满脸疲倦地 从队伍中挤到苏洛身边 兴奋道 接下来三天都是休息时间 我们晚上去夜市看看吧 我精神恢复 要几块莫勒的买点 行 我也有些装备要处理 苏洛又扭头看了看旁边 周涵不知什么时候跟了上来 默默地走在旁边 三人约定好时间 然后便各自回到房间 打算休息一下子 苏洛快速洗完澡 然后立马进入神药间 整整一天了 他非常期待 亡灵巫师拥有神格碎片后 到底有多厉害 神药间呢 大部分的药田已经被绿色覆盖 一批批药材已经无限于接近成熟 在药田的另一边 有山林和石头 此刻 一些浑身穿着粗布麻衣的骷髅 正叮叮当当地挖矿 除了不是人 其他的道士和人类矿工相差不大 这家伙还真是敢想敢干啊 看到亡灵巫师真弄出了矿工挖矿 苏洛心里有些佩服 万一这家伙培养出了神机炼气势 以后装备也不用愁了 主人 您来了 亡灵巫师依旧是披着宽大的黑色斗篷 只不过此时他的斗篷上充斥着白色纹路 浑身营绕着一股黑气 苏洛没有说话 而是立马开始查看他的属性版面 亡灵巫师32级 神格 死亡民主 攻击3250 防御4400 精神3000 体质18500 技能 亡灵召唤 死亡诅咒 民主之力 被动 狂热 亡灵之主所统治的子民 力量 速度 体质 采集 炼药 各项能力武 拥有神格碎片之后 亡灵巫师多了一个民主之力技能 同时自身也彻底被强化了 四维属性更是大幅度提升 甚至比起某些四十级的异兽更加强悍 民主之力能强化骷髅子民 那现在的骷髅战士该有多强 苏洛好奇打量着旁边的一具骷髅战士 这只骷髅战士和其他的不一样 身高3米 通体骨骼青色 如同青铜铸造一般 他手里的盾牌和战剑也是青色 散发着悠悠的冷气 骷髅战士 22级 青铜级 攻击 1800 防御 1200 精神 2000 体质 8500 技能 恶战 恶灵斩击 恶战 战斗状态对敌人造成40%减速效果 自身获得40%吸血效果 每秒消耗50精神值 恶灵斩击 透支以损失的生命 发出强有力的斩击 血量越低斩击伤害越高 无需精神值 青铜级骷髅战士的四维属性 也跟着上升了 同时 技能也变强了 对于近身作战的战士来说 恶战的强化效果 比起之前的死亡诅咒更合适 不错 对于骷髅战士的能力 苏洛十分满意 除了青铜级战士 另外还有白银级 黄金级 钻石级和传说级别 此时此刻 苏洛心里明白 亡灵巫师的潜力 几乎已经被开发到最高了 怀弼其罪这个道理 苏洛一直都懂 现在需要做的就是 稳定且低调的发育 尽可能地减少别人的注意力 所以 在黑鸭城这段时间 骷髅大军是不可能开出去的 前两天的兽灵丹 已经全部炼制完成了 苏洛一口气 把玄水龟 幽灵猛虎 金灵猿龙和三族金屋 全部召唤出来 让他们全力进食 见识到亡灵巫师的能力后 苏洛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将他们四个也培养起来 单凭一个拥有神格碎片的 SSS级亡灵巫师 他现在就能碾压大部分人 要是其他四只宠物 全部达到SSS级后 该会有多厉害 想到这里 苏洛顿时心里火热 向亡灵巫师问道 进阶药水的药材需要多久 至少还要20天 这批药水的药材收割之后 直接种植高级进阶药水的药材 退出神药界后 苏洛立马收拾了一下 然后出门和周寒夜 凌月二人会合 黑鸭城人口不多 在这居住的大多数 都是守卫者和少部分生意人 街道上的环境脏乱不堪 饭店和超市这种东西 更是少见 三人在街道上转悠了一圈 好不容易才找到 一个偏僻的胡同 狭小的通道不是很长 两旁都摆满了各种地摊 有人买东西 也有人卖东西 来往的大多都是守卫者 他们穿着陈旧的战斗制服 身上带着浓厚的煞气 各自都静静地 挑选着需要的东西 没有丝毫热闹喧嚣的感觉 对于苏洛等人的到来 他们也只是颇为好奇地看了一眼 然后又各自忙自己的事情 叶灵月是法师 对于精神恢复药剂需求量很大 周寒则是购买了大量的 体力恢复药剂 和少部分的精神恢复药剂 至于苏洛 他什么也没买 只是打算把神药界里 堆积的装备处理一下 这几天下来 普通的装备 他大概收获了3000多件 精英级别的有600多件 卓越级别的也有20多个 他目前手里最高级的装备 就是卓越级别了 精英和卓越级别的装备 苏洛没卖 而是打算交给周铁生 让他分发下去 毕竟他也算是大哥级别的人物了 得给下面一点好处才行 他有好处 自己才能获得更多好处 一件普通的装备 价值6000龙币 苏洛一下子丢出来3000多件 整个巷子都快被填满了 周围的人看到这一幕 瞬间呆若木鸡 这 这么多装备 兄弟 你 你等我操作一下 看到这么多装备 贩子顿时激动的脸色涨红 立马又去联络了 两三个收装备的人 由于苏洛要卖的装备数量太多 他只能找人帮忙收购了 3000多件装备卖出去 苏洛的账户上 立马多了1800多万龙币 再加上之前散财童子赵小元 输给自己的1000万龙币 和以前的赢的奖励 苏洛目前一共有4400多万龙币 如果只是日常开支的话 这些钱一辈子也花不完 但苏洛也是炼药师 有时候 一注名贵的药材 就需要好几百万 接下来的日子里 众人的日常 除了休息 就是战斗 能存活下来的人 逐渐的已经习惯了 这种高强度的战斗生涯 战院和燕都大学的人 也相处融洽 很快就到了第四个周期的最后一天 只要这一天结束 那就意味着 血色试炼彻底结束 只要你能杀出一个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好成绩 必定会引起上面的重视 到时候在墨北城 帮你找个人 也就是吃饭喝水那么简单 沈刚站在苏洛身旁鼓励道 这次 我会竭尽全力的 苏洛神色平静地 站在36号通道入口处 看向那山巨大的铁门时 原本平静的眼神中 逐渐燃起了熊熊的斗志 今天结束之后 就能去墨北城找姐姐了 血色试炼最后一天 所有参与者都拿出了12分力气 城墙上 站满了黑鸭城的老守卫者 他们含着烟卷 又或是磕着瓜子 都想看看 这些学校里的花朵 和自己有什么不一样 血腥未浓 但同样是怨气冲天 不少活下来的人 对于镇守通道都充满了排斥 这些瓜娃子 可能还不晓得镇守通道的好处 当初我只有28级 来这血战两年就达到60级了 在这刷怪比刷副本强多了 今年黑鸭城的新人王 就是那个年轻人 宠物是真不错啊 苏洛站在通道之内 查看起了自己的属性版面 姓名 苏洛 职业 玉兽师 玉灵师87.5% 等级 35级 力量 1800 精神 2500 防御 4500 体质 7500 装备 白骨战剑 白骨胸甲 白骨护手 宠物 技能 驯化 树根缠绕 死亡诅咒 烈焰洗礼 玉灵师 看到属性版面上多出来的东西 苏洛满脸诧异 自己的属性版面 怎么会多出来一个玉灵师称号 就算是转职 也得40级之后才能知道 在苏洛疑惑的表情中 青铜大门缓缓打开 异兽再度来袭 通道中的气氛依旧无比压抑 浓重的心味扑面而来 嘶吼的异兽依旧恐怖争鸣 只不过这一次 苏洛的心态已经不一样了 今天 他打算升两级 早上出发的时候 苏洛就给所有宠物开了试试大会 我等级高了 你们的日子才好过 总结起来就是 我好才是真的好 每个宠物嘴里 都含了十来瓶精神恢复药剂 当然 三足金屋这种靠嘴喷火输出的 则是用爪子抓着 青铜大门彻底打开后 一瘦如潮水般涌来 啊 幽灵猛虎嘶吼一声 化作一抹黑影冲了上去 啾啾 三足金屋也冲上去了 张嘴就是一片火焰喷射而出 紧接着玄水龟 精灵炎龙 毒气树桩 各个宠物都争先恐后地扑上去 兵不振吗 就这样搞 这家伙疯了吧 刷怪不是这样刷的 这种打法还是第一次见 不过能有这么多宠物的玉兽师 他也是第一个了吧 还是太年轻了 可能是觉得枯燥了 在发现呢 周边的老手为没一润纷纷 通道内 三十多只宠物火力全开 几乎每一只宠物都能单挑好几只玉兽 各种颜色的技能在通道内绽放 宛如放烟花一样炫目 苏洛站在后面不停地施展死亡诅咒 同时无数经验值到账的提示 也在不断响起 恭喜您击杀地狱之犬 经验值加1400 恭喜您击杀魔狼 经验值加1100 恭喜您 通道内的异兽很快清理干净 而大门只能同时允许十只异兽通过 在这种情况下 守卫者们觉得应该站在原地等待 但是苏洛的举动让所有人再次实话 他冲出去了 按照这种速度 八个小时升两级太慢了 苏洛心里一直都在 注意着经验条上涨的速度 再加上宠物们的等级 已经高于外面 异兽太多 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出去放手一搏 然后城墙上的守卫们却不这么觉得 这小子是真疯了 冲出去可是吃力不讨好啊 万一大门关了 可就完蛋了 我算是看出来了 这家伙是打算在最后的几个小时内冲一下 我健身房会员快到期了 也没他这么拼 三十多只宠物在前面冲锋 大门口顿时被清理出一片真空地带 苏洛战在原地打量着外面的世界 树木干枯 遍地黄沙 四周的丘陵上全都是游荡的异兽 他们像是受到某种命令一般 不断地朝着围墙这边聚集 冲出城外的苏洛 很成功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不过 压力却立马给到了三十多只宠物身上 宠物们的眼神顿时变得哀怨起来 你别让我们出来 血也能死啊 大家别慌 精神恢复药剂管够 苏洛直接无视了他们忧愿的眼神 从背包里 取出一大堆精神恢复药剂放在地上 苏洛立挽狂澜 其余通道的人压力纵然降低 三十五号通道 怎么回事啊 我他妈这边没多少怪了 赵小元满脸疑惑 他本来打算冲击五十一级的 但是现在通道内就只有十来只了 大门口进来的异兽也寥寥无几 冲击个屁啊 三两下将异兽解决完毕之后 他冒着危险冲到城门口 三十四号 三十二号 周边几条通道内的人 几乎是同时跑到门口查看情况 当看清外面的场景后 所有人都震惊呆了 苏洛奇在一只浑身燃烧着火焰的大鸟上 在空中飞来飞去 只见他时不时地施展一个技能 然后又往下面洒几瓶精神恢复要紧 地面上 他的宠物三五成群的组成团队 疯狂地阻击异兽 潇洒且暴力 看似快要不行了 却又还很坚挺 妈的 有他这样抢怪的吗 我还打个屁啊 赵小元骂骂咧咧地将一只冲来的异兽踢开 然后满脸忧怨地叹了口气 另一边 叶灵月和周涵同样是满脸无语 说他抢怪吧 貌似他也没超过区域 说他没抢吧 但又好像是抢了 六个小时后 血色试炼结束 连升两集后 苏洛心满意足地从36号通道内走出 沈刚已经在出口处等候多时了 你现在已经是我们黑鸭城的新人王了 这是属于你的荣誉 他手中放着一枚暗金色纯金打造的勋章 上面刻画着斑驳高墙 战区守卫者勋章 代表着守卫家园的无尽荣耀 苏洛擦了擦手 恭敬地将勋章接了过来 你们还要在战区停留三天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沈长老 我想让你们帮我找一个人 同时我还想去墨北城一趟 战区的人大多都用代号 不过也能试试 至于你去墨北城的申请书 我昨天就已经办下来了 说着他扬了扬手里的一张白纸 你的战绩很不错 就连总部的次月大人都对你很感兴趣 见到次月大人之后 你请他帮你找人 应该会容易很多 墨北城是整个墨北战区的中心枢纽 无论是繁华程度还是面积 都比其他小城强了几十倍 街道上来往的人 基本都是五十级以上的强者 苏洛跟着沈刚走了许久 才抵达一座豪华的大楼 一系列的流程走完后 沈刚把他带到了一间等候室 你在这儿等着 我去外面等你 简单交代了 两句沈刚便匆忙离开了 作为七十三级骑士 在墨北城他也得按规矩行事 想到这里 苏洛不由地自嘲一笑 自己要不是实力够强 碾压了大部分的同龄人 恐怕也不会被刺约大人面见 苏洛被人带到了一间 极为豪华的办公室门口 学生苏洛见过刺约大人 进门后 苏洛对着办公桌行李 但是办公桌里面 却一点动静都没有 他抬头望去 顿时皱起了眉头 这刺约大人 怎么有点像自己的姐姐苏冰雪 姐 苏洛试探性地叫了一声 苏冰雪眼眶微红 对他露出一个温柔的笑容 你来了 姐 我找你找得好辛苦 苏洛鼻子一皱 眼眶忍不住就红了起来 还这么爱哭鼻子啊 苏冰雪笑着朝苏洛走去 同时伸手挥了一下 隔空关上了办公室的门 乖 姐姐也一直都在牵挂着你呢 这些年没陪着你 让你受委屈了 苏冰雪红着眼睛 将苏洛搂在怀里 伸手抚摸着他的脑袋 姐弟二人相拥在一起 苏洛更是紧紧地 抱着不肯松手 过了好一会儿 苏洛才松手 打量着姐姐的等级 可是等级相距太大 就算没有隐藏等级 他也看不到 你来找次月大人 是想让他帮你找谁啊 说着他还像小时候一样 伸出手指拨弄苏洛的鼻子 看似自然 但他眼睛上蒙的那层雾气 不会撒谎 行了 赶紧把眼睛擦擦吧 苏冰雪又摸了摸苏洛的脑袋 然后转身去办公桌 收拾东西 墨北总部大厦门口 沈刚背对着蹲在旁边 召着烟卷 时不时地回头看一眼 见苏洛许久没来 他眼神里露出一抹焦急 次月大人极其冷漠 为人苛刻 不留情面 他担心苏洛会被教训 叹了口气后 沈刚再次回头看去 整个人顿时惊呆了 这小子 竟然牵着次月大人的手 一定是疯了 要么是他疯了 要么是我疯了 沈刚猛地站起身来 揉了揉眼睛 这时候苏洛已经走到他跟前了 沈长老 要不您先回去吧 我已经找到我要找的人了 可能会在这边单个一下 哦 那你记得三天之内赶回来 不然就要错过传送阵了 沈刚机械般地回应了一句 然后木讷地转身离开 一边走他 一边在思索 找到要找到的人了 他要找一个 叫苏冰雪的女孩 貌似苏洛说过苏冰雪 是他姐姐 沈刚猛吸了一口凉气 然后警惕看了一圈 见四周没人后 他才松了口气 关于次月大人的一切 是绝对不能讨论 也不能打听的 傍晚的墨北城 街道上稍稍有些热闹 和普通的繁华城 是没什么差异 苏冰雪带着苏洛吃完饭后 又在街道上溜达 姐 啥时候回江城啊 苏洛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 实际上他想说 家里已经很久没热闹了 等什么时候有空了再说吧 过两天 还得去黄龙岛一段时间 那你要保护好自己 你也要保护好自己 下次再偷偷出现 给姐姐一个惊喜 苏冰雪笑着抱了抱苏洛 不经意间就往苏洛衣服里 塞了一块冰冷的东西 姐 你要走了吗 苏洛不动声色地 将东西收进背包 然后满脸不舍地看着姐姐 我送你去传送阵那里吧 苏洛没有说话 只是跟在姐姐身后 不情愿地走着 接近三年的苦苦等待 就见面这几个小时 任谁也会舍不得 快要抵达传送阵位置的时候 苏冰雪才摸了摸苏洛脑袋 然后指了指传送阵 去吧 姐 等我有空了就来这找你 你没空我就等你 苏洛笑盈盈地 给他展示了 一下手里的战区守卫者勋章 赶紧去吧 一会儿传送阵就要关闭了 在苏冰雪的不断催促下 苏洛才极不情愿地 朝着传送阵走去 道路上不合时宜出现的 一颗小石子 苏洛发泄似的 将他一脚踢飞 然后越走越远 后方的苏冰雪 将这一切尽收眼底 他眼眶有些发红 随即又玩耳一笑 独闹道 还是和小时候一样 倔脾气 三天后 血色试炼彻底结束 五老头准时出现在 传送阵内来接人 当看到队伍中 少了几个人的时候 他脸色微微沉了一下 但什么也没问 燕豆大学的广场上 早已经是人山人海 这一次 各大势力全部到齐 甚至隔壁相邻的 一些势力都派人过来了 能从血色试炼 活着回来的人 都是他们争抢招揽的目标 广场上临时搭建的传送阵 很快泛起白光 最后变得刺眼 光芒消失后 他们回来了 随着他们的出现 广场顿时开始沸腾起来 各大势力 也都纷纷开始寻找 想要招揽的对象 苏洛隐藏了属性 静静地走出传送阵 朝着周铁生和王芒走去 这两个家伙太显眼了 竟然踩在凳子上看 洛哥 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你想听哪个 周铁生脸色难看 一旁的王芒 更是尴尬地直接背过身去 先说好消息吧 你走的时候交代的事 我们已经办妥了 整个燕都走大货的药剂商人 我全拉过来了 练药师工会 现在没啥生意 据说已经开始内乱了 坏消息呢 你在江城不是有套房子吗 怎么了 被海洋地产的人刨了 说是拆迁 实际上根本就没给多少钱 而且你们没人在家 听说拆迁费都没给 逢海洋 周文文 苏洛眼神中顿时露出一抹冷意 这两个家伙屡次三番的找死 那这次就成全他们吧 一个月能发生很多事 周铁生和王芒相继回报了一些情况 然后才带着苏洛去学校外面的仓库 这段时间苏洛离开 二人手里已经积压了非常多的药材 对于现场的势力 招揽苏洛并不感兴趣 早早地就隐藏了自己的等级和个人信息 然后偷偷溜走 另外 周铁生还透露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 四天后 江城一中校长赵天南要组织他们 这一届毕业的同学聚会一次 作为海洋地产的未来继承人 冯海洋也会和周文文一起去江城 同学聚会苏洛不感兴趣 但他对江城的地理环境感兴趣 地方小 够偏僻 绝对是解决某些小麻烦的不二选择 雁都大学的东侧食堂区域聚集了许多住校的商家 其中也有空着的门面 为了保险起见 周铁生在这儿租了一间门面作为仓库使用 此时此刻 仓库内摆放着几个巨大的货柜 上面堆积了大量的一次性储存带 洛哥 这些储存带每个都能容纳一万套中型精神恢复药剂 小型的就更多了能装两万套 周铁生一边开门 一边对着苏洛介绍仓库里的资源 说着他又拿出一个小本子递给苏洛 这段时间收的药材全部在上面了 不过这么多药材你真能忙得过来 二人只知道苏洛炼药很厉害 猜测苏洛身后有大量的炼药师支持 可没亲眼见过心里终究是担心的 苏洛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打量着树木 小型体力恢复药剂药材共32万套 中型体力恢复药剂共9万8千套 小型精神恢复药剂共58万套 中型精神恢复药剂共18万3千套 小型进化药剂 密密麻麻的药剂 加起来已经超过100万套了 而且这些药材全部都是代加工的收来的 两套药材只需要交货一个药剂就行 剩下的都是利润 所以这次的药材利润足足有50万套左右 看到这么多药材 苏洛的心脏忍不住猛跳了几下 现在小型体力恢复药剂的市场价 大概是50笼币一个 中型体力恢复药剂能卖到200 这50万套药剂就按照100块钱来估算 大概就是5000万左右的利润 钱赚了 还兼顾培养了自己的人马 最重要的是 骷髅炼药师的水准也提升上去了 骷髅炼药师比起人类炼药师 没那么多弯弯绕绕 只要勤奋炼制就能升级断位 主打的就是简单粗暴 苏洛站在仓库中央 所有药材瞬间被他收入神药界当中 但周铁生和王莽不知道 他拥有私人小副本 只当是苏洛手段神秘 三天时间差不多应该能完成 记得到时候来取货 100万套药材看似很多 一千个骷髅炼药师 也就每人分一千套而已 三天时间绰绰有余 临走时 苏洛才想起来 神药界中还堆了一堆装备 他好奇地对着周铁生问道 现在咱们手下有多少人了 呃 这段时间忙着收药材 没咋收小弟 也就两千多个吧 什么叫也就两千多个 听周铁生的语气 好像不忙的话 他还能收更多 这家伙来上大学 完全是屈才了 完全是剑帮会的好苗子 苏洛满脸郁闷 然后开始从神药界中取装备 打算给两人 也来一点小小的震撼 哄 随着所有装备瞬间出现 仓库中顿时传来一声巨响 紧接着又是叮叮当当 金属碰撞的声音不断响起 大量的装备 差点把整个仓库直接塞满 周边用餐的学生 也都瞬间看了过来 当看到如此海量的装备时 所有人都露出了羡慕的表情 精英级别的装备虽然不罕见 但大多数人 都还没达到精英套装的程度 洛哥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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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多装备 精英级别的一共有1882件 卓越级别的好像是750多个 你们自己先挑一挑 剩下的拿下去看着分吧 苏洛简单交代了两句之后 便带着药材离开了 留下周铁生和王莽 呆置在原地 足足过了好一会儿 二人才从极度兴奋中清醒过来 卧槽 洛哥牛皮 跟着洛哥 是我王莽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 不过 这么多装备 要不叫人过来帮忙搬吧 别着急 咱俩先挑几个套装 轮着穿 燕都大学四年一次的血色试炼 圆满结束 接下来便是颁奖典礼 大多数人走出传送镇 第一时间就跑去放松了 导致颁奖典礼 根本没有多少人参加 但也会给他们保留 第一名的奖品中 包含了一个小型副本 和一颗小型空间石 领完奖品后 苏洛飞快地赶回了自己的小院子 然后迫不及待地 进入了神药界 原本装着药材堆积如山的 一次性储存袋 已经被亡灵巫师 安排人分发下去了 一千多名骷髅炼药师 在全力加工药材 此时 亡灵巫师 趴在一个铁匠铺 模样的建筑旁边 研究着一柄 做工粗糙的战斧 苏洛没有理会他 而是开始盘点这次的收获 首先是获得了一块 最为神圣最罕见的神格碎片 然后是两颗价值不菲的 小型空间石 和一个小型专属副本 另外还有大量的装备 和代表战区守卫者的勋章 最后 苏洛又小心翼翼地 从背包里 取出了姐姐临别钱 给自己的那件东西 那是一块青铜铸造的碎片 和之前得到的死亡 属性神格碎片 有些相似 恭喜您获得 神兽青龙神格碎片 竟然是青龙神格碎片 苏洛激动的脸色战红 立马召唤精灵炎龙出来 亡灵巫师 使用神格碎片后 便强了很多 精灵炎龙拥有神格碎片之后 自己的战斗力 绝对能翻倍增长 宠物品质较低 使用失败 品质较低 苏洛又尝试了一下 宠物品质较低 使用失败 S级的宠物 都使用不了神格碎片 这玩意儿 果然是高端产品 苏洛遗憾地 将神格碎片收集起来 然后又取出了 两颗空间石 和小型私人副本的珠子 这相当于是 三颗小型空间石 使用之后 神药界的面积 瞬间开始扩大 比初始状态 足足大了五倍 新扩增的土地 苏洛打算全部用来 种植高级进阶药水药材 大概一个月后 就能收获60万套药材 三天后 所有药材都加工完毕 苏洛将所有东西 交给王莽打理 自己则是 和周铁生 一起回了江城 在做传送阵的时候 恰好碰到了周文问 和冯海洋 周文问恢复了以往的骄傲 看向苏洛实验神中 更是带着浓浓的鄙视 冯海洋故意搂着周文问 走到跟前 露出一副好人的模样 拍着苏洛肩膀说道 你现在家都没有了 我要是你就绝对不会回去 苏洛摸了摸鼻子 面无表情地看着冯海洋 冷笑道 我也不想回去 但是这次有点事 必须要回去办了 回到江城后 苏洛第一件事 就是去原来住的地方看看 原本的小区 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 破碎的钢筋混凝土块 和各种废品混合在一起 看起来就像是垃圾厂一样 废墟中 有人用黑色塑料布搭建棚子 苏洛走近看了看 里面躺着一名老铁匠 棚子外面 有名戴着眼镜的年轻人 正在烧水做饭 你们还来干什么 看到苏洛靠近 年轻人顿时满脸愤怒 眼神中毫不掩饰地露出了敌意 小江 我是苏洛呀 以前住302的 苏洛 听说你上大学去了 现在小区被人强行拆迁了 有关系的人都拿到了赔偿 小江放下戒备 额头上血管高高鼓起 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 却又无可奈何 他只不过是一名中级农民而已 废墟中除了小江野孙俩之外 还有几户人也都住在 临时搭建的棚子里 乘在童年时光的家园 就这么毁了 苏洛心里顿时起了一个残忍的念头 既然海洋地产的人 这么不把人当人看 那自己也不用把他们当人看了 苏洛面无表情地问道 是海洋地产派人来拆的吗 周家看中了这块地 打算用来盖制药厂 海洋地产负责施工 他们都是罪魁祸首 本来这个小区不用拆的 但是周家的周文文 前段时间回来过一次 然后就决定拆我们小区了 行 我知道了 苏洛点了点头 离开前特意数了数搭建的棚子 一共是六户人家 傍晚 江城红月楼 苏洛到的时候 同学聚会已经开始了 众人各自端着酒杯 讲述着自己的最近的遭遇 人群中最为耀眼的 莫过于盛装出席的 周文文和冯海洋 作为强势入住江城的 海洋地产未来继承人 冯海洋已然成了 众星捧月一般的存在 此时 冯海洋正在滔滔不绝地 卖弄着自己的身世 在场的都是文文的同学 我冯某人肯定不会亏待你们 只要诸位愿意捧场 海洋地产的大门 永远向你们敞开 好好的同学聚会 都快变成他的公司招聘会了 赵天南和周泽脸色难看 可他们惹不起海洋地产的人 看不惯也只能忍着 苏洛穿着一身黑色运动服 和周铁生一起出现在大厅门口时 顿时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冯海洋立马露出一副礼貌的笑容 打招呼道 苏同学这是刚从家里赶过来的 赶你妹啊 周铁生从来就看不惯冯海洋的做派 更何况海洋地产的人 还拆了苏洛的房子 要不是打不过 他真想冲上去 给冯海洋两个大嘴巴子 周铁生 海洋哥家里可是开发房地产的 你最好低调点 周文文目光冷冷地盯着周铁生 其余的同学 也都收起了脸上的笑容 选择和周文文站在同一战线 众人心里都清楚 周铁生只是小地方来的人 而苏洛也只是个预售师 哪怕考上阉都大学了 但他依旧没什么前途 虽然没什么阴阳怪气的言语 但那刻薄轻蔑的眼神 令人极为不舒服 一时间 大厅里的气氛变得古怪 所有人都开始针对苏洛和周铁生 苏同学 我看你还是赶紧回去吧 没看到大家都不欢迎你们吗 冯海洋依旧是面带微笑 仿佛一切都与他无关 其余的人立马就开始表现了 纷纷嘲讽道 你们两个家伙赶紧回去吧 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的人 挤不进来的圈子 就别应急了 这么骄傲吗 苏洛顿时就眯起了眼睛 他虽然不问江湖事 但这些人家里是干什么的 他也大概知道一点 你 你 还有你 你们三个的家族生意 好像是从燕兜拿原材料回来售卖吧 苏洛伸手一连着指了三个人 然后平静地说道 现在你们家族拿不到药材了 我说的 整个大厅安静了几秒 然后立马哄笑了起来 众人顿时嘲讽得更加厉害了 只有赵天南和周哲 注意到周铁生在拿手机拨打电话了 不到三分钟时间 被指的那三个人 几乎是同时接到了来自家里的电话 接完电话后 三人均是脸色死灰 证明了苏洛说的话似乎是真的 整个大厅瞬间安静下来 效率是真特么的高啊 这大晚上的竟然一个电话 就搞定了江城三个小家族 赵天南和周哲满脸惊讶 看向周铁生的眼神 微微发生了变化 二人都觉得 这件事主要是周铁生的能力 宴会厅中 其余的人则是满脸紧张地盯着苏洛 然后又时不时地 看向周文文和冯海洋 大家别担心 他苏洛不给大家提供药材 我周家可以给大家提供 我们周家在江城传承了上百年 是绝对有这个实力的 周文文信誓旦旦地朝着众人保证 再加上他身旁的冯海洋 一下子给在场众人 带来了不小的安全感 周家虽然是百年传承家族 但也是依靠炼药师协会生存 或许他们还不知道 炼药师协会快要被自己搞垮了 大厅里寂静无比 苏洛随手拉了 把椅子缓缓坐下 然后神色平静地看着周文文说道 对了 忘记告诉你 过了今晚之后 你们周家应该是也做不了邀请生意了 声音不大 分量却十足 在整个宴会厅内 宛如一道惊雷 就连一旁赵天南和周折都满脸惊讶 一时间分不清苏洛和周铁生 到底谁话语权更重 苏洛 你少在这吃人说梦吧 我实话告诉你吧 燕豆来的供应商今晚 就在我周家谈合作的事情 你只不过是有些炼药天赋罢了 真以为自己能指手遮天 我看你还是赶紧走吧 再不走惹怒了别人 恐怕就走不了了 周文文脸上露出冷笑 同时还隐晦地对苏洛 做出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周铁生再也忍不住了 在苏洛耳边小声道 洛哥 要不要现在弄周家 苏洛点了点头 然后让他提前回家了 对于今晚的一切 苏洛早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 同学聚会在他看来 更像是一个解开矛盾的好机会 聚会结束后 苏洛故意慢悠悠地 在一条偏僻小路上走 冯海洋和周文文果真追了上来 并且直接拦住了他 信苏的 你要是个男人 就跟我好好打一场 哦 怎么打 这儿人多眼杂 我们去郊区 行啊 我觉得我们之间有些矛盾 需要解释清楚才行 苏洛眼睛顿时就亮了起来 然后乖乖地 根本不会有人从那里路过 绝对是个好地方 神不知鬼不觉办完事后 自己明天还能大摇大摆地 以受害者身份 去找海洋地产的麻烦 江城郊区 荒无人烟 黑夜中 只能遥遥看到城市的灯光 苏洛静静地跟在后面 同时警惕地打量着周边环境 神药界中 他已经准备好了500名骷髅战士 有必要的话 可以全部释放出来 同时 众多宠物也可以一起召唤出来 只要能杀人 人多欺负人少 苏洛觉得不丢人 干到他吗 放心吧 我的两个朋友 都是四十几件事 他只不过三十七级而已 一会儿 我们四个打他一个 就算有厉害的宠物 也保不住他 可万一被他跑了怎么办 青龙院那边 我们不好交代 放心吧 他跑不掉的 看着前方黑暗中 隐藏的两道身影 冯海洋脸上 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如今的他已经四十三级了 再加上三十级的周文问 他有信心 突破众多宠物的防线 以雷霆手段击杀苏洛 到地方了 觉得差不多后 冯海洋停下脚步 转过身冷冷地看着苏洛 此时他的两个朋友 就隐藏在苏洛后面不远的位置 直到这时候 周文问悬着的心裁放下来 四打一还是偷袭 这下苏洛死定了 这么快就到了吗 苏洛露出一抹意外的表情 又问道 你想怎么打 当然是群殴你了 哈哈哈哈 冯海洋浑身散发出一抹青色光芒 他手持利剑 朝着苏洛快速突进 周文问脸上露出一抹利色 挥舞着手中的法杖 嘴里念念有词 此时 苏洛后方也有两道剑光闪烁 一时间四个人都对苏洛使出了杀招 我就知道 你们也不讲武德 苏洛撇了撇嘴 直接将所有宠物释放出来 玄水龟硕大的身躯 瞬间将它挡得严严实实 后面突袭的两个剑士 原本气势汹汹 却突然身形一致 什么鬼东西 卧槽 有蛇 暴露后 幽灵猛虎和精灵年龙瞬间暴走 直接使出了最强的杀招 朝着两人攻击 其他的宠物 则是直接将周文温和冯海洋围住 开始群殴 海洋哥 你他妈不是说咱们群殴他吗 什么情况 现在我们被群殴了 幽灵猛虎已经达到了38级 精灵年龙更是达到了40级 权力输出的时候 哪怕是两个42级的剑士 也很难抵挡 面对同伴的抱怨 冯海洋顿时满脸黑线 他只知道苏洛宠物厉害 只要突破宠物的防线 先把他弄死就行 可他妈没想到 苏洛反应这么快啊 早知道就多叫点人来了 冯海洋心里暗暗后悔 同时带着周文温 不断地朝着另外两人靠近 四人逐渐会合在一起 抵挡众多宠物的围攻 海洋哥 他这些宠物貌似也不行啊 似乎没多大脸 就这些垃圾宠物 我一件能砍两个 看到他们的自信心不断膨胀 苏洛嘴角忍不住露出笑意 放水这么严重都没看出来 过了十分钟后 四人的体力药水 几乎都快消耗完了 冯海洋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 苏洛 做事别做得太绝了 阉读大学师生之间 禁止同门相残 更何况 我们之间是公平决斗 他义正言辞地看向苏洛 然后满脸认真地说道 我现在认输 你赶紧收了你的宠物 那你们把身上的东西都交出来 我就放过你们 你休想 那就继续吧 苏洛摸了摸鼻子 命令宠物们继续打 他们越来越弱 宠物们下手就越来越轻 一名箭士被破防后 也没被宠物们直接杀死 而是不断地将他踩来踩去 请客间就将他踩得鼻青脸肿 别打了 我愿意交东西 那人从一只宠物屁股底下钻出来 立马举起手表示愿意配合 再不配合 他估计自己就要被踩死了 行 赶紧交 苏洛冷冷地看着他 然后指了指旁边的空地 示意他将东西丢在空地上 转职者死亡之后 装备会爆出来 但身上的东西 有可能会随着背包消散而消失 但让他们提前取出来 就完全没这个问题了 我也交 另一名剑士被打得快吐血了 也跟着选择上缴物品 失去两个人后 冯海洋和周文文只剩下被摩擦的份 他恶狠狠地看着苏洛问道 只要交了东西 你就放过我们 嗯 苏洛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本着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 冯海洋和周文文也立马选择了 交出身上所有东西 至于他们有没有把背包掏干净 苏洛不在乎 他本来就没打算放过这些人 我们可以走了吧 取了一堆东西放在地上之后 周文文面无表情地看着苏洛 眼神中带着一丝恨意 感受到周文文眼神中的敌意 苏洛忍不住叹了口气 他和他本来就没什么交集 可不知道为什么 这娘们总是三番四次地找自己麻烦 这一次 甚至还和冯海洋串通起来 要杀自己 该杀 上路吧 苏洛叹了口气 然后缓缓地朝后退了两步 免得见自己一身血 你不讲信用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苏洛放过我 我可以给你做女朋友 他们本就奄奄一息 几乎是瞬间 就被宠物们抹出了生命 四人死后 地面上爆出了两件精英级别的装备 五件卓越级别的 以及一件传说级别的护甲 另外 还有一颗中型空间石 和一堆零零散散的杂物 将所有东西收起来之后 地面就只剩下四具冰冷的尸体 苏洛淡定地从背包里 取出一瓶绿色的药剂 这是他上次杀人得到的战利品 融化喷雾 只需要对着尸体轻轻地喷几下 就能彻底将之融化成水 随后 苏洛又召唤出三足金屋 将地面的水分烧干 然后让亡灵巫师 从神药界内 挖了些杂草出来 烧过的土地只需要翻一下 然后再让骷髅仆人 把杂草种下去 再喷上一些植物营养液 增加杂草增长速度 一切恢复如初 第二天 一只体型巨大 浑身燃烧着火焰的三足金屋 出现在江城上空 朝着海洋地产的总部大楼飞去 飞红的火焰 在虚空中留下长长的划痕 三足金屋 降落在海洋地产公司门口 顿时引起了无数人的围观 这好像是S级的三足金屋 我在书上看到过 那个人是谁啊 好厉害的感觉 看他的样子 好像是预售师 该不会是来给海洋地产送宠物的吧 众人议论纷纷 苏洛淡定地将宠物收起来 然后走进了海洋地产办公大楼 一名穿着黑色制服短裙 长相清秀的女孩 立马迎了上来 先生您好 请问您是找人还是办事呢 我找你们这儿的负责人 苏洛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其实她很想说自己是来找麻烦的 但是 逢海洋都没了 要点钱就行了 而且现在自己的实力还不是很高 达不到动动手指 就轻易灭一群人的地步 听到苏洛来找人 又是骑着三足金屋来的 女孩顿时就皱起了眉头 然后立马将苏洛 请到了旁边的办公室 我就是海洋地产的负责人冯娇娇 请问您有什么事呢 宏远小区的房子是你们拆的吧 苏洛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补充道 你们未经允许拆楼的房子 这事怎么算 这时候办公室的门被人推开 走进来了一名中年男子 冯娇娇看了她一眼 顿时就皱起了眉头 然后又对着苏洛问道 请问您怎么称呼 苏洛 苏洛 冯娇娇顿时眉头皱得更深了 而近来的中年男子 也满脸惊讶地看着苏洛 海洋地产的总部在验斗 对于苏洛的大名 二人都有所耳闻 但是此刻 气氛一瞬间就尴尬起来了 苏公子 那个小区拆迁之后 确实有几户人家 没来得及联系商业主 咱们现在就办理赔偿流程 您看怎么样 反应过来的冯娇娇立马开口 一旁的中年男人也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 一套房子你们赔偿多少 八十万龙币 苏洛心里算了算了 这个价格也差不多了 于是便点头说道 那就给我一千万龙币吧 中年男人脸色顿时一黑 立马开口道 苏公子 咱们都是体面人 做事情还是点到为止比较好 我也想点到为止啊 可我师父吴大法师 叫我做人不能太低调 苏洛挑了挑眉毛 毫不畏惧地对上了他的目光 这么一个给吴老头 拉仇恨的好机会 他可不会放过 空气中的温度 瞬间降低到了极点 无用实力极强 在艳斗的名声是有仇必报 一个小小的海洋地产 可经不起他折腾 中年男人很快就败下阵来 他脸上的表情僵硬 语气尴尬到 既然苏公子这么说了 那我们照办就是 剩下的几户人家也一并赔偿 行 算你会办事 苏洛站起身来 走到办公桌旁 拿起笔写下了自己的卡号 然后大不留心离开了海洋地产 几分钟后 苏洛收到了一条道账信息 他顿时感觉浑身愉悦 这种仗着有靠山 为所欲为装逼的感觉可真好 可靠别人终究不如靠自己 终究要自己自己强大 才能做到真正的为所欲为 回到宴都后 苏洛又一头扎进了自己的小院子 然后开始清点这次出门的战利品 中型空间时 被他放到了一边 然后挑出了那件传说级的护甲 和一柄卓越级的长剑 荣耀之甲 传说 剑士 攻击 加800 防御 加1500 体质 加3800 使用等级 30级 套装技能 减少20%伤害 血量低于20%时 免疫80%伤害持续10秒 嗜血长剑 卓越 骑士 攻击 加2000 使用等级 35级 套装技能 增加20%普通攻击伤害 40%技能伤害 普通攻击会对敌人造成持续流血两次 每次造成目标总生命1%的伤害 看到嗜血长剑的属性和攻击力之后 苏洛瞬间就爱上了这件装备 这玩意儿 比巨石利剑伤害强多了 换上嗜血长剑之后 苏洛毫不犹豫地又穿上了荣耀之甲 装备这玩意儿 只要自己不脱下来 不被人爆出来 就完全不用担心被别人会发现 换完装备之后 苏洛又打开了自己的属性版面 姓名 苏洛 职业 玉兽师 玉灵师92.5% 等级 37级 攻击 3950 精神 2600 防御 5800 体质 11600 装备 嗜血长剑 荣耀之甲 百股护手 宠物 技能 驯化 树根缠绕 死亡诅咒 烈焰洗礼 体质直接突破了1万 攻击力高达4000 对于四维属性 苏洛很满意 技能重制次数和复制次数 他目前不打算用 因为用处不大 倒不如把机会留着 而这一次 玉灵师后方的经验条 又增长了一些 苏洛根据以往的变化推算 自己达到40级之后 玉灵师的经验条 应该就会达到百分之百的状态 转职者40级之后 会进行一次转职 不过都是在基础职业上进行强化 而玉灵师标志 恰好在玉兽师后面 难道我40级转职之后的职业 是玉灵师 苏洛满脸茫然 然后把所有东西收拾起来 进入神药界 去寻找亡灵巫师 这家伙虽然是亡灵 但他貌似存活了很多年 脑子里装的东西是真多 主人 您来了 苏洛一出现 亡灵巫师立马冲了过来 空气中都是讨好的味道 这个家伙 仿佛是天生自带了 田狗属性一般 像是变魔术一样 凭空取出了一个果盘 不过苏洛可不想吃他的东西 直接开门见山问道 你听说过玉灵师吗 玉灵师 嗯 亡灵巫师愣了一下 然后扑通一下 宛如泼妇一般坐在地上 他唉声叹气地说道 那玩意儿是真变态啊 战斗的时候 任何东西都能被他操控 完全就是嘎嘎乱杀 我上一辈子 就是被玉灵师弄死的 那时候 还是个纯真无邪的小亡灵 和小伙伴在河边自由自在的 听完亡灵巫师的讲述 苏洛心里 对玉灵师也大致有了了解 玉兽师只能契约宠物 而玉灵师能契约天地万物 就和元素法师召唤元素一般 甚至比它们更简单粗暴 法师是召唤控制属性元素 而玉灵师则是直接主宰万物 使用了中型空间时候 神药界中的面积 比之前扩大了足足一倍 比起江城所有的山川河流 加起来还要大 一块块平地 被骷髅仆人心情开垦出来 生机盎然的药材在田间疯涨 看着自己亲手打造出来 波澜壮酷的大好江山 苏洛心中充满了成就感 同时也不禁感慨了起来 无论是小说还是现实 果然还是杀人夺宝 成长得最快 先有赵小元给自己 送了一颗小型空间石 如今冯海洋又送了一颗 中型空间石 甚至还搭上了他的性命 盛情难缺啊 退出神药界后 苏洛取出了几本 陈旧破烂的手闸传记 这些东西是他之前 在黑压城地摊上顺手买的 苏洛喜欢看书 看书能让人安静 这也是他从小就有的习惯 其中一本书很厚实 自传故事极为精彩 苏洛看得津津有味 一连这两天都在埋头苦读 书中大量记载了 关于神格的事情 不知道世界上有神格的人 或许觉得这本自传很假 但苏洛觉得是真的 这世界上的神一共分为三种 属性之神 元素之神 主宰之神 而这三种神当中 主宰之神最为强大 亡灵巫失日后 若是集齐了死亡属性神格碎片 必然会化身属性之神 至于其他的宠物 基本都会根据自身元素属性 成就相应的元素之神 至于主宰之神 书中没有记载 唯一能确定的就是 这世界上有很多遗落的神格碎片 苏洛皱着眉头沉思 他不禁想起了 前几天和姐姐分别的场景 姐姐让自己多去战区转转 莫不是那里 还有可能出现神格碎片 此时 燕都大学冯丽的办公室内 一群愁眉苦脸的中年男人 将他团团围住 冯导师 让苏洛同学公开恢复蒋会长的声誉 您就帮帮忙吧 蒋会长现在茶不思饭不想 更别提炼药了 我家老头子可就等着他救命了 只要苏洛同学愿意公开和蒋会长和解 我们愿意拿出五千万龙币补偿他 对啊 苏洛同学是咱们燕都的天才 可蒋会长也是不可多得的炼药圣手啊 冯丽被众人为的焦头烂额 整个人都成了一张苦瓜脸了 冯导师 您实在不方便出面的话 能否请苏洛同学到这里来一下 我们当面和他谈一下也行啊 在场的都是燕都赫赫有名之辈 此时却纷纷露出一副快酷了的表情 苏洛虽然稳住了整个城市刚需药剂的生产 但某些少见的药剂 依旧要炼药师亲自出马才行 作为圣级炼药师 蒋星河罢工之后对不少人都影响巨大 所以这些人才着急着来找冯丽谈这件事 傍晚 苏洛被冯丽叫到了办公室 办公室旁边的沙发上 还坐着一个醉醺醺的邋遢老头 苏洛呀 炼药师协会的蒋星河想与你和好 这事我和师父其实也没什么意见 主要是看你自己愿不愿意 苏洛刚进门屁股还没坐热 冯丽便开门见山说出了主要的目的 他给苏洛到了一杯茶后 又坐回自己的办公位 顺手拿起那块黑色的小铁片把玩起来 苏洛眼睛亮了一下 然后又故作淡定说道 这事你和师父做主就行 我听你们的 嘴上漫不经心 苏洛的眼睛却若有若无地 往那块铁片上瞅 获得过两块神格碎片后 苏洛对神格碎片的外观 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 虽然冯丽手里的那块 看起来很不一样 但苏洛敢确定 那就是神格碎片 这事主要是你的表态 我和师父都无所谓的 冯丽皱着眉头满脸愁容 他很担心苏洛不答应 但又不想代替苏洛做决定 师兄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宝贝啊 就是一个有些特殊的铁片而已 你要是感兴趣 就拿去吧 看到苏洛满脸好奇的表情 冯丽脸上顿时就露出了一抹笑容 吃人嘴短 拿人手软 只要他拿了东西 今天这事就好办了 师兄手里的东西 肯定不简单 苏洛故意露出很感兴趣 却又不好意思的样子 一旁喝酒的五老头 扭过头看了看 然后又没了兴趣 只顾着往嘴里倒酒 那铁片他早就研究过无数次了 只是块特殊的普通铁片而已 看到苏洛还在犹豫 逢利光速将铁片塞到他手里 然后说道 师弟喜欢拿去便是 这两天我都快被那些人纠缠疯了 只要你愿意和解 蒋星河那 还有很多好东西 你都可以想办法弄出来 既然师兄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答应和解吧 苏洛露出一副极不情愿的样子 然后心里却是无比的兴奋 铁片终于到手 他装作漫不经心地 打量着铁片属性 生锈的铁片 苏洛 他们还真没说假话 这玩意儿 真就是块生锈的铁片 惊喜吧 一旁喝酒的无用 突然站起来指着哈哈大笑 苏洛满脸猛逼地 看了看手里的铁片 然后又看了看冯丽 师弟 前几个月 我也以为这是宝贝 花了一个亿 才从师父手里买下的 现在送你了 见苏洛还在满脸猛逼 冯丽立马露出一副肉痛的样子 催促他赶紧将这宝贝疙瘩收起来 就在这时候 办公室门口又出现了一道身影 好久不见 一段时间不见 如今的蒋星河越发苍老 走起路来摇晃不定 办公室里的三人都没说话 蒋星河尴尬地咳嗽了一声 然后才将目光放在苏洛身上 苏洛小友 老夫这段时间日夜思索 对于炼药一道 又有了更深的领悟 老夫想亲自和你比试一场 若是苏小友能赢 炼药师协会会长的位置归你 若是你输了 只需当众向老夫道歉就行 你看如何 蒋星河开门见山 然后满脸期待地看着 你觉得你能赢我 二人虽然没有像上次一样针锋相对 可双方气场 隐隐已经开始斗了起来 在没有实力之前 高级的炼药手段 苏洛是不愿意暴露太多的 但是奈何 他给的太多了 炼药师协会中 包含了几千名龙国顶级炼药师 每一个放在小城市 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座上会长的位置 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好处 身份地位也会跟着水长传高 这种送上门的好处 不要白不要 思索片刻后 苏洛毫不犹豫地 答应了蒋星河的赌局 怎么赌 比药剂的成功率或者品级 第二天 整个宴都风起云涌 这一天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只不过很多人都来去匆匆 街道上也只是多了一些来往的车辆 暗地里 各方大佬早已知道 圣级炼药师蒋星河 与炼药天才苏洛要比试炼药的消息 蒋星河选择炼制的 是圣级至宝木之灵 和苏洛之前炼制的火之灵 是一个品级 为了给蒋星河一点小小的震撼 苏洛选择了圣级巅峰 能够起死回生的药物 药神联敏 药神联敏虽然被列为圣级巅峰药物 但其复杂的炼制过程和难度 已经无限接近于神级药品 只要药神联敏成功问世 苏洛立马就会被列为 龙国第一炼药师 为了这场赌局 整个燕都所有势力都参与了寻找药材 木之灵的药材还算好找 可药神联敏需要的药材极为罕见 炼药师协会 燕都各大家族 甚至五老头都动用了不少人脉 整整三天时间 才终于将炼制药神联敏所需要的材料 全部找齐 炼药师公会 一个巨大的会议室内 苏洛和蒋星河各自占据一方 在后方观望的 都是燕都各大势力高层 看着这一场惊天豪赌 在场的众人表情古怪 但都没有表现出 支持谁的意思 这一次 众人都学聪明了 不见兔子不撒婴 在没决定出胜负之前 绝不会轻易得罪任何人 五老头静静地坐在二人中央 在他旁边还坐着一个等级不低的炼药师 两人作为这次对赌的裁判 相互观望了一下 双方准备好后便宣布了比赛的开始 开始吧 一声令下 苏洛和蒋星河均是第一时间使用炼药树营火 会议室中鸦雀无声 只有温度在不断升高 蒋星河速度飞快地 把药材加入他面前的紫禁小顶中 药神怜悯虽然是宝贝品质极高 但也更加难以炼制 成功的几率几乎是没有 虽然不看好 但他们脸上依旧保持平静 甚至目光都没有任何变化 毕竟五老头就大马惊刀地坐在对面 隔着正在炼药的两人往这边看来 在这种情况下 谁要是敢做出干扰比赛的举动 得罪的人可就多了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五老头那边的药材 已经全部添加进药顶里了 一缕缕药箱扑鼻而来 整个会议室的人顿感神清气爽 此时 众人顿时觉得 压力马上就要给到苏洛身上了 所有人看向苏洛的眼神 都充满了担忧 虽然比赛没有时间规定 但是一方就快要完成了 对于没完成的一方来说 多少会有些压力的 五老头瞥了一眼蒋星河 然后又看了看苏洛 眼神中露出了不解 苏洛的底细 他早就调查清楚了 江城市出生的人 父母双亡 现在和姐姐相依为命 姐姐苏宾雪 在墨北城的地位貌似不小 而这家伙成为转职者 不到半年时间 就达到了37级 而且还能炼制出火之灵 这等身份级 足以让所有人震惊了 但这家伙 现在还要炼制要神怜悯 这玩意儿 能令人起死回生 可是号称 可以和神级药物的东西 要是苏洛真能炼制出来 估计立马会引起不少人的注意 不知不觉中 五老头嘴角 流出了一抹晶莹剔透的液体 再怎么 天才又怎样 当初是他心甘情愿拜师的 现在还不是我老吴的徒弟 越想到最后 五老头脸上的笑容越灿烂 而观众席上众人的视线 也逐渐转移到了他的脸上 五老头 意识到自己失态了 他立马调整心神 然后若无其事地取出酒葫芦 往嘴里倒了一口 半个小时后 蒋星河苍老的脸上露出一抹红韵 他颤抖着双手 从紫禁小顶中 捧出散发绿色光芒的木枝灵 脸上的笑容越来越灿烂 安静 无用神色冷漠地看了他一眼 蒋星河脸上的表情 微微凝固了一下 然后又撇了撇嘴 将视线放在苏洛身上 此时 苏洛旁边还堆积了上百株药材 他神色平静地 将一株株药材加进小顶中 但心里却十分着急 随着药材增多 顶身上面竟然逐渐出现了裂痕 吃了射备落后的亏了 苏洛心里暗暗叫苦 可现在正在进行中 幻顶是不现实的 只能硬撑 在场的要么是炼药高手 要么是几十级的强者 自然也能清楚 观察到青铜小顶的变化 一时间 众人都为苏洛担忧起来 要是顶裂开了 他就输了 而他们也有可能会失去一次 观摩神药将士的机会 咔嚓 咔嚓 苏洛身边留下的药材越来越少 青铜小顶上面的裂缝越来越多 随着最后一株药材加进去 青铜小顶应声而碎 他失败了 蒋星河脸上瞬间绽放出笑容 吴老头则是低下头叹了口气 天才总是命途多喘啊 所有人都在为苏洛的失败而感到遗憾 但只有苏洛没有动静 快看 突然有人惊呼了一声 众人再次看向苏洛时 顿时都瞪大了眼睛 只见苏洛双手环抱 一团蓝色的火焰在他双手之间跳动 火焰中间是一团绿色的药物精华 此时正在不断地凝练承担 看到这一幕 蒋星河双目瞪的滚员 众人议论纷纷 同时都对着男子鞠躬行礼 吴老头也满脸严肃地站起来 对着男子拱了拱手 诸位别担心 家中长辈病危 听说此处有高人炼制药神怜悯 家父特意命龙某前来求药 求药 不是取药 仅仅两个字 却宛如惊雷在蒋星河脑海中轰然炸脸 会议室中间 苏洛炼制药神怜悯已经到了最要紧的关头 并没有察觉到会议室里的异样 药神怜悯并不是药丸 也不是药剂 而是一团类似于果冻 却又飘渺如棉絮的东西 随着苏洛手中火焰的温度越来越低 整个会议室中 都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青草香味 空气清新 令人幻觉平生 仿佛看到了春天里无数种子在生根发芽 要成功了 看到这一幕 众人目瞪口呆 站在旁边的蒋星河 眼睛瞪得滚圆 露出了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 没想到他真的成功了 蒋星河面如死灰 暗自叹了一口气 然后便兴趣懒散地盯着即将成型的药神怜悯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苏洛完成最后一道工序 绿色充满生命力的药神怜悯 缓缓漂浮在他手心 圣极以上的药物 已经诞生了一丝丝灵性 哪怕直接掉在地上 也不会和地面接触 如此奇异的现象 顿时影得无数人惊呼 想不到苏洛竟然真炼成了 这他妈可是圣极最难炼制的药物啊 看样子 他的炼药手段 抵蒋星河强多了 这下子 咱们宴都要出一个大人物了 龙家登门求要 算是双喜临门了吧 众人议论纷纷 苏洛则是兴致勃勃地看着蒋星河 服气了吗 服了 蒋星河面如死灰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整个人失魂落魄地倒在椅子上 目光呆滞 一时间 众人看向蒋星河的眼神都充满了怜悯 当初何等风光 何等的意气风发 自从招惹了苏洛之后 便一日不如一日 一场赌局 更是丢失了曾经所有的荣光 自作孽啊 门口处 一直在等候的龙少辉 朝着苏洛走了过去 龙少辉脸上 带着礼貌又柔和的微笑 彬彬有理说道 你好 我是龙都龙家的龙少辉 家中长辈病危 特地来此求药 还请苏少爷成全 炼制完药品后 苏洛还没缓过劲 他满脸疑惑地 看着龙少辉的着装 脸上露出了怪异的表情 苏洛心里 暗暗猜测起了龙少辉的身份 赵小原那种吊儿郎当的家伙 是龙都的 这个龙少辉 应该也和他一样 是个顽固子弟 陈阴片刻后 苏洛一本正经地 对着龙少辉问道 药神怜悯可以给你 但是你拿什么换呢 此话一出 会议室中 众人军事脸色大变 他竟然敢和龙家弹跳剑 站在旁边不远处的无用脸色 顿时就不自然了 但是说 都说出来了 覆水难收 以他对龙家人的了解 应该不会为难苏洛 那苏公子想要什么呢 龙少辉摸了摸鼻子 脸上依旧带着微笑 第一次见面 就当交个朋友 你给我两套 药神怜悯的药材 再加上一套 传说及骑士套装就行了 苏洛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然后还特意转过身 对着五老头问道 我没吃亏吧 不亏 五老头脸色发黑 咬牙切齿 两个字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一样 感觉他脸色不对 苏洛也意识到有些不对 但又没发现哪不对 龙少辉爽朗一笑 立马指了指旁边桌子上放着的笔记本 问道 用不用我立字句 嗨嗨 龙公子的人品 我们大家都是知道的 我这逆途刚从小地方来烟 都还不适应 若有得罪龙公子 还请见谅 无用立马站起身来 挡在苏洛之前开口 以苏洛的品德 十有八九会要求立字句 甚至可能还会查验身份 那就多谢了 龙少辉松了口气 从无用手中接过 装着药神怜悯的愈合之后 又将目光看向了苏洛 苏公子请放心 三日之内 我定会让人将东西送来 说完他便带着人匆忙离去 人走了 整个会议室的人 都用一种怪异的眼神看着苏洛 就连原本颓废至极的蒋星河 也露出一副感兴趣的样子 怎么了 苏洛满脸疑惑 甚至还有点郁闷 自己辛苦炼制的神药还没捂热 就被别人拿去救命了 换点好处不应该吗 你知道龙家在龙国意味着什么吗 无用揉了揉脑袋 只感觉痛不欲生 看向苏洛时 满脸都是生无可恋的表情 这徒弟啥都好 就是太交真了 刚刚那人是太子爷 太子爷算什么东西 龙家世代都是龙国的护道者 太子爷他爹 都要看龙家人脸色行事 但是他们也没那么小气 毕竟你要的那些东西 对于人家来说 真不算什么 龙家这样牛逼吗 苏洛心里一阵庆幸 多亏自己没有狮子大开口 不然可就算是把人的罪死了 短暂的沉寂之后 会议室里的气氛开始缓和 作为裁判的那名炼药师 本就是炼药师联盟中的人 此时他的表情有些尴尬 但是此时此刻结果已定 虽然不情愿 但他还是默默地从口袋里 取出一枚金色的戒指 这是炼药师协会的专属标志 也代表着无尽的荣誉 和各方势力的友谊 一旦戴上这枚戒指 只要不主动作死 在整个龙国 基本上都没人会主动上来找茬 苏公子 恭喜你 他脸上挤出生硬的笑容 然后缓缓将戒指放在苏洛手中 人群中也有不少炼药师协会的人 他们时不时地看一眼苏洛 然后又将视线放在蒋星河身上 一时间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是该跟蒋星河 还是跟这位刚上任的会长 人群中 看热闹的人 已经开始对着苏洛祝贺了 恭喜苏公子啊 今日对于苏公子来说 可谓是双喜临门啊 今后炼药师协会 必然会走向一个更高的巅峰 叫什么苏公子啊 现在该叫苏会长了 对对对 日后还望苏会长多多关照 在众人的欢声笑语中 炼药师协会会长的位置 便算是简单交接完成了 观众里也包含了炼药师协会 原本的骨干成员 会议结束后 整个协会的人都会知道 会长已经换人了的事情 既然这样 那诸位就散了吧 五老头往嘴里灌了一口酒 红光满面地对着众人招手 就在众人即将散场的时候 蒋星河突然大声地喊了一句 等一下 老夫还有一个要求 要求可真这么多 此时的蒋星河 已经不再是昔日里 高高在上的会长了 被打断后 众人看向他的眼神 也充满了冷漠 什么事 无用面无表情地看着他问道 我想拜苏罗为师 蒋星河眼神中 闪烁着火热的光芒 却很快被他的几个徒弟拉住 师父 你这是何苦啊 就算是书 咱们也是光明正大的书 拜他做什么 师父您老人家苦心钻研几年 一定能超过这小子的 一时间 蒋星河的几名徒弟 心急如焚 前一次拜师 他们这些当徒弟的 就够丢脸了 现在还要重来 老夫心意已决 蒋星河眼神坚定 然后又冷漠地看着几名徒弟 你们要是觉得丢人 大可以和我解除仕途关系 老夫炼药一辈子了 临死之际 想再进步一次 药神怜悯在炼制尾声的时候 蒋星河心里 已经开始猜测苏罗的手段了 这种药物 苏洛都能从容不怕轻易炼制 炼药术必然是登峰造极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还年轻 有生之年 必定能突破极限 成为神级炼药师 拜师不愧 苏公子 老夫这一次 是诚心想拜你为师 还请苏公子不要拒绝 蒋星河恭敬地对着苏洛拱手 弯腰 看到这一幕 有的人表情麻木 有的人逐渐开始欣赏蒋星河了 能屈能伸 勉强算得上是半个炼药疯子 一时间 众人再度将视线 放在苏洛身上 我不需要徒弟 苏洛面无表情 对于蒋星河他 一丝兴趣也没有 而且自己的炼药术 也不是别人教的 而是一种技能 苏公子若是不愿意收徒 老夫也愿意做 苏公子的追随者 蒋星河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眼神中充满了诚恳 师父 你怎么能这样 一时间 蒋星河的徒弟们 纷纷脸色大变 自己师父成了别人的追随者 若是传出去了 还不得被人耻笑一辈子 从今以后 你们不再是我的徒弟了 蒋星河直接宣布 将几人逐出师门 一番操作下来 众人猛了 苏洛也猛了 这老家伙来真的啊 苏公子 还请让我当你的追随者 哪怕苏公子不愿指点 蒋某也死而无憾 看到蒋星河决然的样子 苏洛有些茫然 收吧 自己貌似教不了什么 不收吧 又显得不尽人情 苏洛索性看了一眼无用 让他来做主 有追随者对你来说是一件好事 而且 蒋老头的炼药术很高 很多事情 你不用亲力亲为 既然师父都这样说了 苏洛也就点头答应了 多一个圣级炼药师 当下属也不错 算是有个高级苦力 那行吧 你以后就是我的追随者了 苏洛叹了口气 然后接受了蒋星河的追随者契约 契约生效后 作为追随者 不能有任何对苏洛不利的想法和行动 一旦违约 将会被契约的力量抹除 所以 苏洛丝毫不担心 蒋星河会对自己扬奉名为 当天下午 整个燕都市都拉满了恭喜苏洛 成为炼药师协会会长的横幅 街道上张灯结彩 很是热闹 燕都大学 众人得知这个消息后 纷纷都激动得面红耳赤 苏洛这家伙好厉害啊 怎么当上会长了 老子这学生会会长算什么呀 人家炼药师协会会长 才叫牛逼 炼药师协会 现在是咱们自己人了 以后买东西 岂不是便宜了 而采集药材的转职者 则是希望苏洛卖贵一点 这样他们也能跟着多赚钱 另一边 蒋星河成为苏洛追随者的事 也在炼药师协会中传遍了 同时 众多炼药师 还收到了会长变更的通知 本来他们还对这个 新上任的会长不屑一顾 但得知苏洛炼制出 药神怜悯的时候 众人顿时就改变了看法 当然也有一些人立场很坚定 还有人反对我当炼药师会长的 苏洛静静地站在会议室演讲台上 在他前面 坐着的是几百名炼药师协会的成员 我反对 我也反对 支持蒋会长的请举手 会议室中 零零散散地有反对的声音响起 但是不多 对于有意见的人 苏洛给他们离开的机会 然后又简单讲了几句话 便离开了 炼药师协会他才懒得管理 现在蒋星河是自己的追随者 他管理也是一样的 回到院子后 苏洛简单休息了一下后 便又一头扎进了神药界中 语气谄媚又难听 和古代皇宫的神秘转职者魏忠贤 没什么两样 周边的土地已经空出来了许多 此时无数骷髅仆人在里面勤奋播种 苏洛问道 寿灵丹的药材都收割了 全都收割了 现在正在炼制呢 估计三天之内能完成 一提到自己的业绩 亡灵巫师的语气就兴奋起来了 开始滔滔不绝地汇报各项指标 苏洛心里大概盘算了一下 这一批寿灵丹应该能让自己达到四世纪 四世纪之后 所有转职者都可以再进行一次转职 称之为二转 想到这里 苏洛立马就将玄水龟 三足金乌 金灵严龙和幽灵猛虎召唤出来 看到这一幕 亡灵巫师立马懂事的 派人开始搬运寿灵丹 一堆一堆的寿灵丹被搬运过来 在四兽面前逐渐堆起了一个小山丘 直到最后 但要堆起来 甚至比玄水龟战斗形态的身体还要庞大 快吃吧 苏洛笑眯眯地对着他们摆手 敞开肚子吃 屋 玄水龟第一个摇晃着脑袋冲上去 紧接着 精灵严龙 幽灵猛虎也都冲上去 开始干饭 唯独三足金乌目光呆滞 用一种哀求的眼神看着苏洛 啾啾 啾啾 怎么了 啾啾 你不吃 我怎么升级 苏洛伸手抚摸着三足金乌的脑袋 我不升级 你们的前途就毁了 最终三足金乌 还是极不情愿地开始吃了起来 而苏洛则是躺在一旁 享受着经验加500的快乐 随着经验值不断上涨 苏洛也越发的兴奋 马上就能成为育灵师了 目前苏洛的等级还是37级 距离40级差了三级 不过1000多个骷髅练药师 在炼制受灵丹 4只宠物在拼命地吃 平均一秒钟 他就能增加2000点经验值 一分钟增加的经验值更多 完全躺平 都能稳定发育 大学里基本上课很少 大多都是实战课 而苏洛作为青龙院 唯一的预售师 根本就没有课 完全就是放养状态 苏洛打算转职之后 就去漠北战区停留一段时间 在那里不仅能免费练击 还能有几率找到神格碎片 比留在学校强多了 傍晚时分 周铁生把苏洛约到了 学校外面的一家奶茶店 洛哥 有个事儿 兄弟们想让你帮帮忙 咱们俩什么关系啊 尽管说就行 苏洛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看到苏洛如此态度 周铁生也满意地笑了 纠结说道 最近咱们不是在焰夺火了吗 所以收的人也多了很多 但是有几个帮会不服气 和我们帮抢地盘 帮会 苏洛整个人都愣住了 他只以为周铁生和王莽 带着一群人 只是找找药材而已 没想到这俩家伙 竟然还搞了个帮会 在龙国 帮会是属于一种 自发性的民间组织 只要不做违反社会的事情 就不会被反对 后期苏洛带着帮会马踏樱花 但是新生帮会 一般都会遭到老牌帮会的打压 毕竟谁也不想多一个对手 来瓜分蛋糕 看着周铁生呆呆的模样 苏洛忍不住笑着问道 那你是帮主了呀 不不不 周铁生连连摇头 说道 你才是帮主 我是帮主 苏洛人妈了 自己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想升级 居然成了一帮之主 都是我和王莽之前带的人 周铁生尴尬地摸了摸后脑勺 药神帮的主要工作就是采集药材 然后顺带刷刷野怪带领帮众生生级 另外 帮会长老中竟然还有周篮 叶灵月等人 得到这些消息 苏洛整个人头都大了 他打算去墨北发展一段时间 可这样一来 药神帮留在这自己就照顾不到了 就在苏洛头痛的时候 一群人熙熙攘攘地走进了店里 奴家叶灵月 见过苏帮主 叶灵月走进店里 立马有模有样地对着苏洛顿了顿身子 引得众人哈哈打笑 洛哥 洛哥 十几个人齐齐喊道 声音震耳欲聋 哪怕是店铺外面的人都忍不住看了进来 周铁生贴心地给每个人都点了一杯喝的 然后才得意地显摆道 这些人都是咱们帮的骨干成员 每个人手底下都带了500个人 每个人管理500个人 在场的一共有13个人 这么一算 药神帮目前至少有6000多人 苏洛看了一眼 这些人基本上都是30级以上 实力还算不错 大多都是20来岁的年轻人 朝气蓬勃 人多力量大 但消耗也厉害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缓过劲来 接受了自己药神帮帮主的身份 晨音片刻后 他才开口问道 需要我怎么做 一时间 在场的众人顿时都眼睛亮了起来 周铁生恶狠狠地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怒骂道 青联邦那些狗砸碎 已经暗地里杀了我们帮不少人 我们已经相互立下了帮会血势 今晚上在燕都城东方40里外进行决斗 不许叫帮会之外的人 不许叫超过50级的人 听周铁生这么一说 苏洛顿时就明白他为什么要约自己了 感情这是要拉自己去打群架啊 看到苏洛表情捉摸不定 周铁生立马开口解释道 洛哥你别担心 他们帮会也才7000多个人 他们的帮主好像是一个43级的骑士 本来我们不打算叫你的 但是叫上你更保险 周铁生咧嘴笑了起来 他是见识过苏洛群战能力的 这种场面要是苏洛出手 一个至少能干翻对面好几百个 这时候 坐在一旁的叶灵月 也笑嘻嘻地对着苏洛劝道 整天刷副本升级也怪无聊的 就当是陪大家一起玩吗 行吧 不过咱们要玩就玩点狠的 今晚把他们装备全部扒过来 苏洛当场答应 这种大规模的帮会战争 作为帮主苏洛必须得出场 帮会战争不比真正的战场 大都是点到为止就和切磋一样 但是过程中没有裁判 偶尔有些伤亡在所难免 苏洛心里已经开始盘算 如何对付青联邦了 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必定要让他们大出血 让人望而生味才行 不然以后肯定还会麻烦不断 决定好后 苏洛立马就把神药界中仓库里的药剂 全部取了出来 七千多个人 没人大概能分到四瓶小型体力恢复药剂 和两瓶小型精神恢复药剂 随后 苏洛又看了看周铁生 和在场的十来个帮会补干 你们跟我来 将众人带到一处僻静的宽阔场地后 除了自己主要培养的几只宠物之外 苏洛一口气把剩下的宠物全都召唤出来 等级最低的也是28级 最高的甚至达到了39级 这些宠物 你俩先选吧 苏洛对着周铁生和王莽交代了一句 然后又将目光放在夜灵月和周兰身上 你们要的话也可以选 我们暂时就不用了吧 夜灵月和周兰都笑着摇了摇头 女孩子都喜欢呆萌可爱的宠物 很显然苏洛弄出来的这些不合他们的胃口 转职者30级以后就可以装备宠物了 但是除了苏洛 其余的御寿师只能把宠物培养到20级 20级的宠物30级之上的转职者看不上 之下的转职者契约不了 这也就导致了宠物变成了鸡类 洛哥那我就不客气了 周铁生咧嘴笑了起来 然后在众多宠物中选择了一只 35级体型彪悍的铁皮钢毛猪 他是骑士 配合铁皮钢毛猪这种皮操肉厚的宠物 无论是冲锋还是防御 都是绝佳的搭配 王莽选择的34级的毒气树桩 他是攻防一体的剑士 配合上毒气树桩的控制技能 正好能够提高输出空间 二人选好宠物之后 就轮到十几个帮回骨干了 他们大部分都是第一次见到苏洛 就算是看到过的 也都是远远地看到过 第一次见面就收到这么贵重的礼物 都觉得有些受宠若惊 普通的御寿师 想要驯服30级之上的宠物 需要很多人帮忙扛怪 而且还需要一定的运气 运气不好三两个月也难以驯服 30多级的宠物 在市面上是很难看到的 一时间众人都愣在了原地 赶紧选吧 选好了好打架 见他们还愣着不动 周铁生顿时不耐烦地开口 他们这才开始挑选起来 很快 他们也都挑好了 每个人都开始起约 而苏洛这边 只需要选择转让就可以了 周铁生骑在体型庞大的铁皮钢毛猪身上 神气地转悠了几圈之后 才爱不释手地将之收回宠物空间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众人才缓缓地朝着燕都城东门口走去 在那里 浩浩荡荡的一群人已经在等候了 周边来往的人群 看到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 有的驻足观望 有的则是匆忙离开 6000多人站在一起 黑压压的一片 无论是视觉上的冲击力 还是气场上的震慑 都是顶级的 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 苏洛也备受震撼 本来他还觉得 周铁生成立帮回这件事有些鲁莽 但现在他不这么觉得了 这个帮回貌似不错 若是以后自己遇到了什么事 直接大队伍开过去就行 不过目前帮回成员的整体水平都比较低 比不过一些老牌帮回 还需要多多努力 诺哥 咱们准备好了 周铁生在旁边咧着嘴笑嘻嘻的汇报 仿佛不是去打架 而是去揍人一样 出发吧 苏洛淡淡地说了一句 浩浩荡荡的大队伍 立马全体出动 朝着山林中走去 山林中 一处巨大的盆地内 同样聚集了一大批人马 只不过这些人比起药神帮的人 阵容更加豪华 几乎每个人身上都穿着精英级的装备 整体实力也颇高 气势更足 帮主 他们已经出发了 人数很多 赵秋月面前 一名女下属对着她汇报情况 大概多久能到 最多四十分钟就能到这里 埋伏的人都安排好了吧 安排好了 全都是群工的法师和弓箭手 行 再去打探一下 赵秋月神色冰冷 同时紧紧地握住了手里的剑盾 丝毫没注意到 云层中盘旋着一只三族怪鸟 密林中 苏洛带领着众人赶路 同时也命令众多宠物 低调地在前方探路 各种鸟类宠物 全都飞上天去查看情况 借着夜色 它们能更好地隐藏身形 而幽灵猛虎收敛气息后 和普通老虎差不多 再加上灵敏的嗅觉 它能轻易探查 方圆五十米之内的敌人 苏洛一边赶路 一边接受着宠物们反馈回来的信息 然后不断调整队伍戒备 罗哥 你脸色不好 出啥事吗 周铁生小声地嘀咕道 没事 他们想玩鹰的 咱们要是老实赶路 估计要完蛋 苏洛指了指前方的峡谷 两旁都是斜坡 上面好像埋伏了不少人 七千多人聚集在一起经过 人家几十个群攻击能丢下来 几乎就能团灭了 骂了个八子 这个狗日的赵秋月 不讲武德 周铁生顿时就忍不住怒骂了一句 然后又眼巴巴地看着苏洛 等他安排 苏洛看了一眼斜坡 然后淡淡说道 弄几个刺客过去吧 好 这就让所有刺客出动 周铁生带着火气 立马开始传令 刺客有隐秘技能 黑夜中不仔细观看 根本难以察觉 而那些人 正在全力注意峡谷下方的动静 刺客一旦近身 远攻的转职者 根本就是代载的羔羊 黑夜中 两百多道身影 飞快地朝着不远处的斜坡摸了过去 苏洛眼神中露出一抹惊讶 这些刺客虽然只是二十多集 但是在黑夜里却如同幽灵 哪怕他已经三十八集了 不特意看根本看不到他们的身影 据说刺客转职之后还能隐身 那姐姐现在杀人的话 应该是神不知鬼不觉了吧 一想到姐姐苏冰雪 苏洛心里不由地又开始担心了起来 如果说漠北战区的敌人 大部分是异兽 那么黄龙岛的敌人 大部分都是转职者 异国他乡 想要入侵龙国的人 密林中 突然传出阵阵杀声 紧接着便是五光十色的技能 照亮了半边天 苏洛立马命令几只鸟类宠物 在空中展开袭击 同时所有宠物 也都朝着战场上冲了上去 洛哥 现在打吗 打 苏洛果断下了命令 所有人立马朝着两边斜坡冲去 一时间山野间杀声阵阵 随着无数技能照亮黑夜 也终于看清了对方的人数 大概是两千人左右 看到这么多法师埋伏在此 周铁生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要是对方真不讲武德杀人的话 估计要神帮能被一锅端了 而且 对方到底打没打算讲武德 现在都还是个未知数 一想到自己的小命差点完蛋 周铁生顿时感觉更不好了 妈的 周铁生怒骂一声 然后骑着铁皮钢毛珠 恶狠狠地冲了出去 同时他心里也暗暗下定决心 下次绝不能这么无脑行事了 既然战斗开始了 那就加点东西出出信吧 苏洛脸上露出冷冷的笑容 然后将亡灵巫师召唤了出来 主人 啥事啊 亡灵巫师漂浮在虚空中 好奇地打量着远处火光冲天的战场 你现在召唤青铜级的骷髅战士 一次性能召唤多少 很多 到底多少 苏洛咬了咬牙 真想一巴掌拍死这家伙 嗯 一分钟的话至少能召唤三百个 最多也就五六百个了 开始干活吧 苏洛交代了一声 然后骑着玄水龟也杀进了战场里 来的时候 他已经和众人交代过了 白骨骷髅是自己人 只要不打骷髅骷髅 就不会打他们 只要看到白骨骷髅加入战场 他们立马远离就行了 苏洛冲到战场边缘的时候 他身后已经聚集了 大概一千只青铜级的白骨骷髅 不仅实力强 而且还数量多 兄弟们 给我狠狠地打 看到苏洛带领着白骨大军加入战场 周铁生顿时就兴奋起来了 兴冲冲地对着众人喊了一句 然后立马对着一个女剑士追了上去 你流氓 周铁生胯下的铁皮钢毛猪皮操肉后 汗不畏死 女剑士被打得节节败退 峡谷两边杀声震天 此时 旁边的盆地中 青联邦帮主赵秋月也察觉到了这边的意想 顿时就意识到埋伏失败了 所有人 跟我冲 赵秋月带领着人马不停蹄地朝着峡谷赶去 峡谷两岸埋伏了两千多人 而此时他身后浩浩荡荡地 蹲着接近上万人 不远处的斜坡上 苏洛和周铁生静静地看着这一幕呆若目击 青联邦何止七千人啊 全部加起来都他妈快一万三千人了 苏洛感觉周铁生这次完全是鹰沟里翻船 被人算计了 你不是说他们只有七千多人吗 前两天确实只有七千多人啊 可能是有人在暗中搞鬼 周铁生恨恨地骂了一声 然后又将目光放在苏洛身上 洛哥 他们这么多人 要不咱们还是撤退吧 退 退鸡毛 苏洛面无表情地摇了摇头 直接远程将亡灵巫师收入宠物空间 然后再召唤出来 间歇性地实现了瞬间移动 主人 今晚有点热闹啊 亡灵巫师看着远处不断靠近的大队伍 语气中充满了兴奋 作为死亡系宠物 他是喜欢这种战场的 干活吧 苏洛撇了撇嘴 然后让亡灵巫师不断地召唤白骨大军 一旁的周铁生看到这一幕 心里这才松了口气 要不是洛哥这只宠物厉害 恐怕今晚上不死也要脱层皮 洛哥 那边打完了 周铁生指了指身后的战场 地方埋伏的人员都是远战人员 再加上人数悬殊过大 很快就被拿下 此时全都成了药神帮的俘虏 把他们装备全抢了 背包里的资源也全抢了 做好一段时间不出城的打算 抢装备 还抢资源 周铁生顿时瞪大了眼睛 看向苏洛的表情像是剑龟了一样 洛哥还得是你啊 这事二环的是你专业 周铁生咧嘴一笑 立马让人开始搜刮装备 让他们把东西全都交出来 如果有不配合的怎么办 当然是打到他愿意交出来为止 安排完后方工作后 周铁生又立马开始派前远战人员 过来这边准备战斗 苏洛紧紧地盯着前方 不断靠近的清联帮众 又时不时地看一眼亡灵巫师 这个家伙不停地施展召唤术 目前已经囤积了 一千多个青铜级的骷髅战士 若是放在平时这些骷髅战士的水平 还是蛮可以的 但这是人与人的斗争 二十多级 顶多算是普通帮众的水平 眼看着前方的大军越来越多 苏洛不得已只能想出一个瞒天过海的计划 主人什么事 亡灵巫师一边施展召唤术 一边等待着苏洛安排 你弄五千个骷髅战士 然后和骷髅战士混合在一起冲锋 亡灵巫师二话不说 立马就开始操作 顿时 整个密林中全都是咔嚓咔嚓 骨骼摩擦的声音 五千名骷髅战士和骷髅战士混合在一起 黑夜中若是不仔细看根本分不清 在苏洛的安排下 所有骷髅全部朝着青莲帮的人冲了过去 当然 顶在最前面的 必定是炮灰骷髅仆人 帮主 你看那是什么 一名探路的青莲帮众 看到密密麻麻的骷髅冲过来 吓得浑身开始哆嗦 这应该就是要神帮苏洛的召唤物了 不过怎么会这么多 赵秋月只是看了一眼 就立马皱起了眉头 隔得太远 一时间他也看不清 这些骷髅的实力到底如何 猎阵 所有人 随我冲锋 赵秋月柳眉一横 手中瞬间出现了一柄剑 和一柄小巧的盾牌 浑身散发着肃杀的气息 英姿撒爽 冲 随着赵秋月一声令下 青莲帮上万人立马冲了上去 咔嚓咔嚓 无数骨骼碎裂的声音响起 众人猛了 赵秋月也猛了 这些骷髅就像是泡沫一样 一砍就碎了 搞什么鬼 别管这些骷髅了 赶紧冲上山 一名青莲帮高层大喊道 但是立马人群中就传来了哀嚎声 啊 骷髅们已经冲进了青莲帮队伍里 四下顿时乱成了一锅粥 混蛋 赵秋月暗骂了一声 顿时意识到自己上当了 他脸上露出愤怒的表情 立马施展出一记杀伤力极强的技能 剑荡九霄 只见他手中的长剑宛如油龙一般 朝着四面八方斩击 同时还有无数剑气四周扑杀 仅是一瞬间 他身边方石部之内 所有的骷髅都被打成碎片 就在这时候 更多的骷髅又冲了出来 青莲帮众顿时被冲散 成了一盘散沙 而苏洛这边 接近两千名青莲帮众 躺在地上哀嚎 有的光着上身 有的光着下身 他们身上的装备都被扒下来了 甚至连空间背包里的东西 都被迫取了出来 药神帮的 你们太过分了 只要你们做了初一 我们就能做十五 你们等着 我们帮主马上就带人过来了 你们等着瞧 我是女生 还我的裤子 无数的青莲帮众 被药神帮展开了强烈谴责 但是苏洛却懒得理会他们 淡淡地对着周铁生问道 收获了多少 每个人身上 至少都穿了精英级的装备 卓越的也很多 甚至还搞到了一些传说级的 周铁生咧着嘴一个劲的傻笑 搞到这么多装备 别说一阵子不出城 就算是一年不出城 也值当啊 这时候 亡灵巫师召唤的骷髅 已经逐渐挡不住了 赵秋月带领着众人 疯狂地朝着这边杀来 密林中 无数低级的野兽 四处逃窜 这么多人打起来 那既能绽放的光芒 能照亮半边天 差不多了 让兄弟们准备一下 拿下他们吧 一块巨大的石头上 苏洛饶有兴趣地 看了赵秋月一眼 然后对着周铁生 下达了攻击指令 同时 他也将自己的四只宠物 作为杀手锏召唤了出来 如今的苏洛 还差一点点 就能达到四十级 精灵炎龙 已经达到了四十八级 三足金屋四十二级 幽灵猛虎四十七级 玄水龟四十五级 单凭这四只宠物 就能碾压上千人 阎独城门口 无数人站在空地上 朝着远方的山林中看去 火红色的技能 在夜晚格外耀眼 五光十色的技能 在山间暴响 同时还响起了阵阵厮杀声 战斗的余波 甚至将整个山林都引燃了 顿时火光冲天 对于这一切没人在意 还近二十四个小时之后 就会复原 相比之下 他们更好奇 谁更厉害 后生可畏啊 这些年轻人整的帮会站 可比我们那时候精彩多了 可不是吗 听说药神帮是新建的帮派 而青联帮 已经算是老牌帮会了 药神帮帮主 好像是苏洛呀 这次他可能要吃亏了 真希望有人能顶替阎龙帮啊 听说山口组的人 又在黄龙岛蠢蠢欲动了 众人议论时 周边也包含了 不少燕都大学的学生 得知苏洛竟然成立了药神帮时 他们顿时肃然起敬 觉得有机会了 也可以加入一下 密林中 苏洛的四只宠物宛如碾压一般 不断地把青联帮的人 按在地上摩擦 在苏洛的安排下 他们专门找实力强大的 青联帮骨干成员 首先是实力最高的赵秋月 他是43级骑士 无论是攻击力 还是防御力都十分厉害 但是玄水龟和幽灵猛虎 不讲武德 在两只凶兽的联手攻击下 赵秋月只抵挡了一分钟 就败下阵来 苏洛忙里偷闲 开始查看起了四只宠物的属性 玄水龟 45级 A级宠物 攻击 5000 防御 12000 精神 2800 体质 32000 技能 冰龙冲击 极寒降临 无尽冰封 被动技能 绝对零度 荣耀共享 荣耀共享 30米内能和御寿师 共享防御以及被动技能 绝对零度 受到攻击后 10米之内冰封一切 并且造成200%伤害 三足金屋 42级 S级宠物 神格 未解锁 攻击 7000 防御 5500 精神 3500 体质 15000 技能 石破 禁锢之海 三昧真火 精灵炎龙 48级 S级 神格 未解锁 攻击 8500 防御 6000 精神 3500 体质 2万 技能 炎火天降 精灵穿梭 燃魂 幽灵猛虎 47级 A级 攻击 9800 防御 5500 精神 3100 生命 12500 技能 碎空血爪 震射 急杀 被动 嗜血 对敌人造成伤害时立马索取30%血量 碎空血爪 又有力的一击对敌人造成150%伤害 可持续释放 震射 技能开启后对周边30米内的敌人造成30%持续减速 急杀 技能开启后 速度 攻击 防御增加50% 玄水龟和幽灵猛虎的技能随着升级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 特别是幽灵猛虎的技能如果用于单挑堪称完美 而玄水龟的技能则是越来越朝着防御系发展 这也正是苏洛希望看到的 和玄水龟共享防御之后 自己的安全性也提升了许多 至少被别人偷袭的时候不会一下子隔屁 而此时 两大帮会的战争算是进入了尾声 赵秋月被玄水龟的一只爪子按在地上动弹不得 他如果愿意爆发 倒也是能挣扎一下 但是有意义吗 姓苏的 你不要太过分了 赵秋月恶狠狠地看着苏洛 宛如一只愤怒的母狮子 眼神中充斥着寒气 苏洛皱皱着眉头看了他一眼 心里大概有数了 自己和赵秋月无冤无仇 药神帮和青联帮也没什么大的摩擦 完全用不着这么大规模的打架 他为什么非要这样 而且还秘密增加了许多帮众 提前在峡谷两侧埋伏 完全就是想把自己往死离整 莫名其妙的做死行为 和之前的周文文有些相似 在青联帮帮众中 苏洛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影 张海 此时他虽然被人压在地上动弹不得 但看向苏洛时 他眼神中充满了冷漠 周铁生红光满面地走到苏洛面前 高兴地问道 洛哥继续整活吗 全部都压榨干净 然后撤吧 想了想苏洛又让周铁生安排人 把赵秋月和张海也带走 今晚发生了这么多事 这两个人要承担主要责任 至于药神帮的众人 今天没多大损失 逃干净青联帮的家底就够了 苏洛 你不要太过分了 你就不怕引起众怒 被其他帮会围攻 听到苏洛要掏空青联帮的所有资源 赵秋月顿时就急了 但是苏洛并没有理会他 而是静静地坐在一棵树下面 欣赏着他这副狼狈的模样 苏洛淡淡说道 把你身上的装备也脱下来吧 这样还能少遭点罪 你怎么不去抢 那你以为我现在在干什么 赵秋月 他的两件武器都是传奇级别的装备 其余的也都是卓越级 将东西交给周铁身后 苏洛便缓缓地往回赶了 毕竟一万多人要全部压榨干净 至少得忙活到天亮了 现在局势已定 他也该回去了 验兜东门城门口 众人看到火光熄灭之后 也都意识到战斗结束了 有些八卦跑去看戏的人 也都赶了回来 回来的人纷纷被吃瓜群众拦住问话 情况怎么样了 要神帮的赢了 那场面简直不要太残忍 莫非苏洛他们还敢光明正大杀人 比杀人还残忍 说着那人打了个哆嗦 然后看了看周边的众人 似乎意识到人多嘴杂 表情顿时就紧张了起来 说呀 怕啥呀 你实话实说就行 只要不添油加醋药神帮的人 应该不会怎么样 众人又是一阵催促 那人纠结了好一会儿才开口道 我也不清楚之前发生了什么 我去的时候 青年帮的人已经输了 全都被安在地上 然后呢 有人的表情顿时就兴奋起来了 然后药神帮的人 就开始扒他们的衣服 不对 是扒装备 神药界中 苏洛目光兴奋地盯着一排排 整齐有序的炼药房 终极宠物进阶药剂的材料 已经成熟了 此时 所有的骷髅炼丹师 都在炼制宠物进阶药水 而几只宠物依旧在漫不经心地吃寿灵丹 检测到宠物实用寿灵丹 经验值加500 检测到宠物实用寿灵丹 经验值加500 感受到经验条在不断地上涨 苏洛心里十分的舒爽 谁说玉兽失弱了 这不挺好的吗 其余的玉兽师 天赋多多少少 也能获得一些宠物的经验加成 要是能打破二世纪的诅咒 玉兽师这一职业 绝对能成为当下最热门的职业 想来想去 苏洛心里暗暗觉得自己的天赋 确实变态 百分百同步宠物的经验 这特么完全可以躺平了 就算没有寿灵丹之类的东西增加经验 也完全可以让宠物去捕猎 自己躺在家里就行 恭喜您 等级提升至四十级 恭喜您获得一次转职机会 请尽快转职 两道声音在苏洛脑海中响起 终于可以转职了 苏洛兴奋地呢喃道 然后便朝着青龙院内无用的办公室走去 青龙院的学生 有任何事都可以去找无用 当然 在他之前还有专门的导师 负责解决问题 得知苏洛是要转职 负责接待的导师 眼神中露出了赞许的眼神 然后让他进去了 无用的办公室内摆满了古朴的用具 充满了年代感 刚走到门口就能闻到浓烈的酒味 他坐在窗户边 左手边放着酒葫芦 右手边放了一滴花生米 正兴致勃勃地用捏碎了的花生米喂小鸟 只不过 那只火红色的小鸟长了三条腿 与寻常鸟类不同 师父 苏洛轻轻地喊了一声 然后便静静地站在旁边 这么快就四十节 你速度这么快就能转职了 估计要让院内不少人脸红了 五老头并没有回头 却能感受到苏洛身上的气息 他语气中带着一些欣慰 然后又说道 你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转职的御寿师 知道转职后是什么职业吗 好像是御灵师 御灵师 五老头把剩下花生碎全部放在窗台上 然后皱着眉头开始思索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摇了摇头 没听说过 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苏洛嘴角抽了抽 但也没说什么 五老头的一番话 不禁让他想到了 打算什么时候去转职 越快越好 明天正好是转职台运转的日子 你小子碰上了 五老头瞥了苏洛一眼 又问道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转职之后去墨北战区转转 苏洛摸了摸鼻子 表情有些尴尬 毕竟自己现在是炼药师协会的会长了 再加上周铁生又拉扯了一个药神帮 就凭这两个不小的组织 一般人都能活得很滋润了 丢下摊子往外跑 有点不地道 要不要考虑再验斗发展 无论是药神帮还是炼药师协会 都能上一个新的道路 势力代表着权力 也代表着财富 但这些都不是苏洛想要的 他追求的是绝对的实力 能够跟上姐姐的步伐 如果非要留下来 享受这些荣华富贵 至少也是自身势力 能够自保之后了 面对五老头亲自的询问 苏洛脸上露出苦笑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拒绝 想清楚了就好 老夫当年也有滔天的志气 出去闯闯 如果不想闯了 燕都还是会在这里等着你的 这番话过往的回忆 似乎让五老头陷入了某种心结 说着他又往嘴里灌了一口酒 师父 那我就先回去了 苏洛默默地说了一声 然后转身就走 当走到门口的时候 他突然停住脚步 又转了回来 日后药神帮和炼药师协会 还望师父帮忙照看一下 说完之后 苏洛从背包里取出火之灵 然后轻轻地放在桌子上 这些事情 你不说我也会做的 你留这玩意儿 倒是显得生分了 这东西 本来就是给师父留的 苏洛尴尬地笑了笑 然后转身就走 直到他离开办公室之后 五老头儿脸上 才浮现出一抹笑容 这小子要去漠北 估计站区那些老家伙 以后就难以安稳了 学校门口的奶茶店内 苏洛静静地坐在角落里 捧着一杯奶茶 听周铁声在那滔滔不绝地 讲述着昨晚的精彩瞬间 周兰 叶灵月和王莽三人也都坐着 仔细地回味做完的事情 昨晚咱们药神帮 可是打了大胜仗啊 今天整个宴兜都在讨论咱们呢 你们实在是没看见啊 赵秋月那个老娘们 以前高傲得不得了 今天我们回来的时候 他都哭了 还有亲联帮的一些人 以前都不拿正眼看人 周铁声夸张地描述着 甚至还时不时地 学别人一些狼狈的样子 惹得众人哈哈大笑 洛哥 咱们今天主要就是来分赃的 你们不在 我们都不敢动啊 周铁声表情神秘地看了看周围 然后小声说道 我手里现在有二十多件 传说级别的装备 全都是昨晚缴获的 洛哥你先选 金色传说级别的装备 在公共场合不太适合放出来 周铁声贴心地拿出了一打纸 上面不仅有装备的图片 还有装备的各种信息 我就不要了 你们自己分吧 洛哥 你高低是个帮主啊 有好处肯定是你先啊 我也不是主战职业 对装备要求不高 苏洛没碰那些职业 直接又退回了周铁声手里 论攻击 他只需好好培养 那几只宠物就够了 论防御 装备这玩意儿 他真不太需要 那好吧 周铁声又兴致勃勃地 把纸张推到桌子中央 让他们先选 就在几人研究装备的时候 门口进来了一名 身穿黑色长袍 戴着墨镜的中年男人 他浑身散发出一股冰冷肃杀的气息 顿时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您是苏洛先生吧 男人走到苏洛面前 摘下墨镜后 直接坐在了苏洛的对面 请问我们认识吗 苏洛皱皱着眉头 打亮着他的实力 75级狂战士 很猛的一个职业 龙公子派我来给您送东西 说着 他从怀里掏出了一个黑色储物袋 推到苏洛面前 黄龙头盔 传说 骑士 防御 加5200 体质 加8000 使用等级 45级 技能 受到攻击时 立马对敌人造成30%的反伤效果 套装技能属性可无上限叠加 黄龙胸甲 传说 骑士 防御 加5200 体质 加8000 使用等级 45级 技能 受到攻击时 立马对敌人造成30%的反击效果 黄龙套装 一共有6件套 分别为 头盔 胸甲 护腕 护腿 靴子 戒子 6套装备加起来 一共增加3万多的防御 和4万多的血量 苏洛眼神中露出一抹喜悦 有了黄龙套装 以后就不怕被别人暗算了 再加上玄水龟的加成 防御至少能达到5万左右 比骑士还骑士 我们龙少特意给苏公子 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礼物 希望苏公子不要嫌弃 见苏洛对装备没有意义 男人又从桌子上 推过来了一张卡片 这个世界的银行卡 是可以看到数额的 苏洛能轻易看到卡片 上一亿龙币的数目 这个我就不要了吧 无功不受禄 这只是龙少的一点小心意 他希望苏公子有空了 去一趟龙东 他有事情需要您帮忙 男人面无表情 像是一个没有情感的机器 一般传达话语 苏洛摸了摸鼻子 然后毫不犹豫地 把卡片收入囊中 那就替我谢谢龙少的美意了 告辞 男人走后 周铁生等人立马围了上来 苏洛恋之药神怜悯的事 已经不是秘密了 周铁生满脸佩服地说道 整个龙国敢和龙家人 提跳见的 洛哥你是第一个呀 就连叶家 都不敢在龙家人面前放个屁 苏洛这次可算是名震厌都了 叶灵月也附和了一句 然后便名嘴笑了起来 苏洛摸了摸鼻子 表情略微有些尴尬 他当时要是知道龙少辉的身份 哪儿还会提什么条件 多亏人家有涵养 不和自己计较 不然连五老头都忌惮地存在 后果应该很严重 现在闹了的大乌龙 悬宴都都知道了 行了 你们玩吧 我去办点事 交代了一声 苏洛便朝着炼药师协会的方向走去 宽大奢华的办公室里 蒋星河看到苏洛进门的一瞬间 立马就站起身来 脸上充满了恭敬 苏公子 您来怎么不提前招呼一声 我就是来看看情况的 苏洛毫不客气地坐在办公椅上 蒋星河则是立马自觉地站在一旁等待安排 眼神中一点怨言也没有 看到这一幕 苏洛心里也暗暗佩服 这家伙看来是真的服了 当然 苏洛也不觉得是因为自己的人格魅力 这老家伙应该是想让自己有时间了 教他棘手 最近下面的人忙吗 苏洛淡淡问道 不忙 你有什么安排吗 不忙的话帮我练制五万套终极进阶药水 您多久要 尽快 两天之内肯定能练制好 听到苏洛给自己安排活了 蒋星河这才松了口气 简单闲聊了几句之后 苏洛便直接从药神界中取了五万套终极进阶药水的药材 交给蒋星河 神药界中虽然也有一千多名骷髅练药师 但最近这段时间又要练兽灵丹 又要练制进阶药水 根本忙不过来 而苏洛想尽快把四只宠物的品质提升上来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足够的实力 第二天 燕都大学的转职台上面 灵星有几个达到四十级的人等待转职 但他们都是入学一年的大二学长 当看到苏洛也达到四十级时 几人纷纷用一种看怪物的眼神看着苏洛 这特么才距离新生报道几个月啊 这么快就达到四十级了 让他们这些入学一年多的老哥哥们怎么想 但很快他们又释然了 毕竟苏洛当初转职的是御寿师职业 虽然每个人都知道苏洛有他自己的秘密 但其他御寿师就永远的只能停留在二十级 所以苏洛值得羡慕 第一位的剑士立马站了上去 他双手触摸转职台上面的石碑 顿时整个人被一股乳白色的光芒包裹 片刻之后光芒消失 他身上的称号也发生了变化 四十级魔剑士 任何职业在第二次转职的时候 都会面临一个巨大的分水岭 比如剑士中第二次转职 就会有圣剑士 魔剑士 幻影剑士 而魔剑士则则是攻击力最高的一个职业 几个等待转职的人均是满脸羡慕 魔剑士能持续消耗精神值 增加巨额攻击力 不错呀 我要是也能转职魔剑士就好了 以后技能一开 追着别人狂看 巨爽 很快第二个骑士登场了 他转职的是巨龙骑士 所有骑士中血条比较厚的一种 巨龙骑士是所有组队刷怪 最受欢迎的肉盾 因为血量之高 第三名是一名火系法师 他转职成为了炎爆法师 所有技能增加爆炸 建设伤害 转职过了的人并没有着急离开 而是选择留下来观望后续的人 毕竟人不多 很快就能看到其他人的职业 而他们也很好奇 苏洛这个龙国第一预寿师 会转职成为什么职业 那名巨龙骑士转职者 笑嘻嘻地对着苏洛催促道 苏洛学弟 该你了 是啊 快让我们也看看 你转职什么职业 那名炎爆法师 也满脸期待地看着他 苏洛看着自己属性版面 100%御灵师的职业 满脸郁闷地登上了转职台 别人转职 都相当于是开彩票一样 能获得惊喜 而他这答案都出来了 能有啥惊喜 唯一让他期待的就是 御灵师究竟有什么不一样 双手触摸石碑就可以了 一旁负责转职的导师 对着苏洛提醒道 哇 随着苏洛双手放在石碑上 石碑顿时弥漫起一股 淡金色的光芒 将苏洛包裹 恭喜您成功转职 成为御灵师 果然是毫无悬念 苏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然后走到一旁 开始查看自己的属性版面 姓名 苏洛 职业 御灵师 等级 40级 攻击 5800 精神 3200 防御 16500 12k加4.5k 体质 13000 装备 嗜血常见 荣耀之甲 白骨护手 宠物 技能 训灵 树根缠绕 死亡诅咒 烈焰洗礼 四分之六个技能槽 技能无限制复制 每只宠物同时复制限制一个 驯灵 古老的驯化之法 驯化石无等级限制 除了灵兽之外 还能驯服植物 为我所用 看着属性版面的种种介绍 苏洛惊呆了 驯服植物 这世界上还没听说过 谁能驯服植物的 因为植物是没有灵制的 像毒气树桩 也不是真的树 而是一种血肉与植物的混合体 回过神来后 苏洛又看了一眼技能 别人二转 最多也就只有五个技能槽 而自己拥有六个 无限复制 相当于每天都能换技能 换着花样玩 至于防御力这块 玄水龟提供了12000 再加上自己的4500 简直无敌了好吧 苏洛学弟 你这玉灵师是什么功能啊 给我们说说呗 就是啊 别藏着野着了 看到苏洛久久没有动静 周边的几人 立马开始了催促 就连一旁负责掌管 转制台的导师 也看了过来 也没什么特殊的 就是比普通二转转职者 多了一个技能 苏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感觉他们不太相信 又补充道 好像还可以驯服植物 完了 完了 在众人呆滞的目光中 苏洛尴尬地摆了摆手 然后立马溜走了 回到属于自己的院子后 苏洛迫不及待地 想拿墙角的盆栽做实验 但刚提起来的兴趣 又瞬间消失了 五老头儿和冯丽两人 正坐在石桌旁磕瓜子 看那样子似乎等很久了 师父 师兄 你们来了呀 苏洛笑着和他们打打招呼 冯丽点了点头 然后便盯着他身上 四十级玉灵师师的标志 好奇地问道 玉灵师是干什么的 跟玉兽师差不多 就多了个驯服植物 哦 五老头儿顿时就眯起了眼睛 然后对着院墙角落的盆栽 轻轻一招 长满了四叶草的盆栽 立马飘到桌子上 你刚刚应该是想试一下吧 五老头儿笑眯眯地指着 桌子上的四叶草 然后露出一副吃瓜群众的表情 见状 苏洛也不藏着掖着了 开始尝试查看 驯灵如何使用 一株普通的四叶草 可契约 契约 暗暗发动驯灵技能 紧接着 四叶草顿时开始无风自动 速速地抖动着叶子 一秒钟后 整株四叶草表面 开始泛着白光 然后体积暴涨 足足长高了三十多公分后 才停止 契约成功 恭喜您获得一株普通四叶草 四叶草 一株强壮的绿植 可以给食草动物填饱肚子 一时间三人都沉没了 这四叶草确实很普通 师弟 不要回信 你主要还是御寿师 以后退休了 倒是可以养养花种种草 逢立一本正经的安慰道 而旁边的五老头 却在皱眉沉思 似乎在想什么东西 苏洛点了点头 然后进屋去给他们倒水喝 驯服植物到底有什么 用他自己也不清楚 不过亡灵巫师应该知道一些 当他端着两杯水出去的时候 五老头猛地拍了一下脑袋 我想起来了 龙国之外不远处有一个小岛 上面有个花国 据说那里有一种很奇特的转职者 可以控制植物战斗 五老头脸上的表情逐渐愤怒 接着又缓缓说道 我们龙国和花国有着不共带天之仇 此次黄龙岛发生事故变 是他们联合海外的国度搞的鬼 苏洛你日后要是碰到花国的人 千万不用和他们客气 花国 海外 黄龙岛 苏洛皱了皱眉头 很认真地点了点头 喝了一口水之后 五老头又开始讲述起了植物战斗的方式 有的是一棵看似普通的树 但战斗时铺天盖地的树叶宛如刀锋 能轻易将人斩为两劫 也有的是无穷无尽的树根 从地面瞬间穿出 将人直接捅死 还有的是藤蔓 毒刺 能置换的花 各种各样的植物层出不穷 品种数量千奇百怪 甚至比一收的品质还要多 听完五老头的话 苏洛心里瞬间不淡定了 这样算起来 自己要是能找到些厉害的植物契约 岂不是能再增加一层手段 谈到植物 苏洛顿时就想到了 漠北战区城楼之外的荒地 黄沙漫天 荒芜的地面上 依旧有写参天古树 那里的古树 是他这辈子见过最大的 漠北战区存在已经数百年 只要能成长起来 哪怕只是一棵 普通的小树苗 也能有无穷威能 送走五老头和冯丽之后 苏洛便立马进入了神药界中 亡灵巫师此时 正在他的巨大行踪之中 享受着这个繁华的世界 当感受到苏洛的气息后 他立马走到一面镜子前 收起自己身上的王拳气息 然后不断调整 直到最后浑身散发出 一股纯正的甜狗气息后 他才屁颠屁颠地 朝着苏洛的方向飞去 主人 您来了呀 那产妹的声音 比起青楼干了几十年的劳保 还要油腻 苏洛退后两步 和他保持安全距离后 才开门见山地问道 我问你个事 玉灵师战斗 一般都是怎么样的 玉灵师战斗 王灵巫师脑袋晃了晃 然后缓缓开口说道 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王灵 苏洛眼皮瞬间跳了一下 但还是强忍着想 打死他的冲动 继续往下听 王灵巫师所说的 和巫老头讲的差不多 不过也有些差别 能控制植物战斗的转职者 叫术士 并没有一般的转职者厉害 而玉灵师不单是能控制植物 还能使植物 如同宠物一般突破品级 让植物战斗力成倍增长 至于升级植物的方法很简单 苏洛顿时就笑了 用经验喂养植物 这算是和自己专业对口了呀 苏洛静静地站在传送阵边缘 看到来和自己道别的人这么多时 他心里还是有些伤感的 冯丽 周铁生 叶灵月 周兰 王莽 包括药神帮一众骨干 和炼药师协会的蒋星河等人都站在原地 他们的眼神里 或多或少都充满了离别仇绪 毕竟这一走 下次相见或许是一两个月 又或许是一两年 都回去吧 大家都好好努力 苏洛对着众人挥了挥手 然后默默地踏入传送阵中 随着白光将他笼罩 苏洛算是正式踏上了自由的道路 验兜这边大大小小的事情 他都交代好了 之前让蒋星河负责炼制的进阶药水 也全部收入神药界当中 此时 苏洛开始期待这次的末北之旅 他拥有战区守卫者勋章 可以随时去战场和野怪厮杀 也可以选择别的生活方式 而苏洛的目的也很简单 只有三个主要目的 变墙 植物 神格碎片 这一刻 苏洛宛如土壤中的一颗种子 可以自由生长 也可以野蛮生长 苏洛离开之后 传送阵旁边众人也逐渐散去 周家兄妹二人缓缓地走在道路上 并没有着急的意思 哥 苏洛确实很厉害 但你考虑清楚了吗 龙家都出手了 肯定不会站错队 放心吧 哥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周铁生脸上露出自信的笑容 这一刻 他脸上没有以往憨憨的气息 仿佛充满了无尽的智慧 周篮眼神中露出一谋担忧 小声说道 家里已经传信了 那件事情最多还有两年就会爆发 你也得好好练及了 圣魂骑士的使命哥哥 我一直都记在心里呢 放心吧 周铁生脸上露出笑容 又恢复了昔日的傻憨憨模样 从这一天起 药神帮的副帮主周铁生 从众人视野里消失了 开始频繁出现在各大副本中 骑着铁皮钢毛珠疯狂练及 黑鸭城是漠北战区 三十六铁锁城中 靠近边缘的一座城池 苏洛缓缓地从传送阵中走出 闻着充满血腥味道的空气 他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苏洛的野心很大 三十六座城池 一个一个地找 总能找出遗落的神格碎片 只要找到一枚神格碎片 他的实力差不多就能翻一倍 来了 传送阵外面接应的人 依旧是沈刚 接收到苏洛要来黑鸭城的请求 他早早地就来这儿等着了 由于苏冰雪的原因 一时间沈刚不知道该叫苏公子 还是小苏 所以干脆就不叫了 沈长老 又麻烦你了 苏洛谦逊地和他打了个招呼 然后便跟着沈刚走 可走着走着他发现路线不对 怎么了 见苏洛突然停下步伐 沈刚满脸疑惑 沈长老 这不是去通道的路线吧 老夫打算先给你安排个落脚的地方 让你休息一下 我就住上次那里就行了 那边环境比较差 不过你愿意的话就住那里 也行 沈刚尴尬地笑了笑 然后又带着苏洛 往之前血色试炼时 使用的那栋废弃居民楼走去 将苏洛的一切都安顿好后 沈刚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其实他还想打听一下 次约大人 有没有对自己不满之类的小道消息 但苏洛闭口不提他便自觉地没问 还是那栋楼 房间也还是那个房间 简单打扫一下 从背包里拿出床上用品布置好之后 一个临时的据点就算安顿好了 此时天色逐渐变得暗淡 关上门之后 苏洛便直接进入了神药界 此时进阶药水储存量已经十分丰富 堆积起来 足足有一层楼那么高 精灵炎龙 玄水龟 幽灵猛虎和三族金屋 都在拼命地吃进阶药水 幽灵猛虎使用进阶药水 进阶失败 三族金屋使用进阶药水 进阶失败 进阶失败 一连串的提示响起 苏洛内心毫无波澜 宠物品级本来就很难提升 失败才是正常的 不失败 反而不正常 这些进阶药水 苏洛并不指望让所有宠物都能提升 能有一只宠物提升品级就不错了 当然这也取决于苏洛财大气粗 神药界中药材种植面积巨大 自己自足很容易 所以看到进阶失败的提示 苏洛毫不心疼 此时此刻 神药界内的一座山峰 突然开始发生轻微的抖动 苏洛顿时就皱起了眉头 白骨宫殿中 亡灵巫师第一时间飘了出来 凝视着那座不停抖动的山峰 怎么回事 我踏马也不知道 作为这个世界的戒铃 亡灵巫师也很茫然 感觉脑瓜子嗡嗡的 那座山高三十米左右 山体巨大 看起来和倒立的金字塔差不多 山体表面种植的药材全部被抖落 甚至连泥土都在不停地滑坡 而整个山体却在不停地膨胀 宛如地平线上鼓起来了一个小包 苏洛和亡灵巫师直接飞到山的上方 警惕地打量着 要不是空间很稳定 他们都怀疑神药界要崩塌了 主人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 王灵巫师语气中 似乎压抑着极度的兴奋 他又缓缓说道 我感觉神药界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氧气似乎更充足了 蓝天白云 青山绿水 弯曲的河流弯异而行 流经各处药田 显得生机勃勃 那座山峰停止了动静 从原本的样子变成了一个小包 中间凹陷了一小块 就像是火山一样 凹陷下去的地方 正好出现了九块大小均匀的土地 就像九宫阁一样整齐 看到这一幕 王灵巫师顿时发出了节节节的怪叫声 浑身止不住地颤抖了起来 指不定是哪根筋发疯了 苏洛瞥了他一眼 并没有打扰他发疯 主人 咱们神药界里终于也出现神界了 什么是神界 苏洛皱着眉头满脸疑惑 这两个字他觉得很陌生 但听起来貌似很厉害的样子 地灵之眼你知道吧 算了你也不知道 你可以把这个世界当作一块巨大的土地 说着王灵巫师取出一粒药材种子种在一块地上 眨眼间种子就开始生根发芽 只是几秒钟时间种子就已经开花结果 并且还在不断地生长 净化 土地中的药材长到一米多高时 接出了几颗红色果子之后便没了动静 一株普通的药材潜力有限 哪怕在这种神迹土壤中也长不出什么花样 作为这个世界的主人 苏洛能清晰感觉到这几块地的存在 苏洛甚至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将它们挪动到各个地方 这九块小小的土地也可以理解为 这个世界的核心拥有无穷的生长速度 如果将驯服的植物种植在其中 植物的品质将会飞快地提升 主人 这种好地方用来种植药材太浪费了 要不您想办法搞点高级的植物进来 苏洛点了点头 然后退出了神药剪 他也想多搞点高级植物 可目前还没接触过什么特殊的植物 不过黑鸭城通道之外 苏洛之前看到过一些长相特殊的植物 第二天 黑鸭城种多通道中 苏洛静静地站在一号通道口入口处 等待着通道大门开启 他有战区守卫者勋章 能随时申请镇守通道 镇守通道本就是枯燥乏味的事情 原本镇守一号通道的人听说苏洛要来 立马就痛快地让给他了 苏洛 准备好了吗 瞭望塔上 一名中年男人大声喊道 准备好了 那就开始了 随着最后的声音响起 血迹斑斑的厚重铁门 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随着大门缓缓开启 没有一点距异 如今的他 防御力已经达到了一万多 哪怕不小心被异兽抓了一下 也不会被破防 甚至他还觉得挑战性太低了 白天时间 通道内的异兽和怪物 大多都是20到35级之间 如今苏洛已经达到了40级 哪怕宠物数量减少了十几只 对他来说也没有丝毫影响 瞭望塔上 老守卫者见苏洛站在原地 迟迟没有动静 正打算开口提醒 但看到苏洛的等级之后 又打消了念头 40级的强者来 镇守通道 确实很枯燥乏味 这儿的老守卫者们 镇守时也会做一些 常人无法理解的事情 比如静静地站在墙角 等怪物挤满了通道 再开始攻击 又或者直接冲出去 杀爽了再退回来 就在这时候 苏洛开始行动了 精灵炎龙 三足金乌 玄水龟 幽灵猛虎 四只宠物被他召唤出来 对着众多异兽扑杀过去 救 三足金乌发出嘹亮的鸣叫 紧接着嘴里喷吐出一片金色火焰 12800 一连串恐怖的伤害值 瞬间密密麻麻地 从异兽群体中爆发出来 凡是被三倍真火吞没的异兽 均是被直接秒杀 恭喜宁击杀地狱骷髅犬 经验值加800 恭喜宁击杀蟹狼 经验值加600 一连串的经验值冒出来 但是对于苏洛和宠物们来说 这么点经验值不够撒牙缝 玄水龟爆吼一声 原本圆溜溜的身形 瞬间开始暴涨 龟壳上长满了尖刺 身躯上也弥漫起了一层 带着尖刺的鳞片 他抬起一只脚 轻轻一跺地面 顿时无尽的寒冰 朝着前方席卷而去 大片大片的异兽 被瞬间冻成冰雕 随着玄水龟 第二个技能释放出来 冰雕集体碎裂 紧接着幽灵猛虎上场了 他如幽灵一般 飞快地在战场中央闪烁 每闪烁一次 就有一只异兽被抓断脖子 精灵炎龙 则是懒洋洋地 在虚空施展 炎火天降 四只宠物出手 通道内的异兽 瞬间就被清空 但是他们没有停下 而是继续朝着城门之外杀过去 各种异兽 就像是被割的草一样 只要在火力输出范围之内 几乎是一瞬间 就被杀得干干净净 确实有点太轻松了 苏洛感慨了一句 然后立马跟在四只宠物后面 朝着门外走去 如果他愿意的话 甚至能带个小马扎 弄点啤酒花生烤肠什么的 坐在后面吃东西 等到时间结束了再回去 高墙之外 随着苏洛的几只宠物杀出去 周边大片大片的异兽 瞬间扑了过来 要不是宠物们实力强大 还真有点顶不住 苏洛静静地站在一块大石头上 打量着漫天黄沙 以及不远处的小山丘 这是距离他最近 且长有植物的地方 上面长了一棵低矮 却异常壮硕的大树 叶片漆黑如墨 树干盘根错节 宛如魔鬼肌肉人一般拉丝 苏洛简单估算了一下 那棵树距离自己大概百米左右 距离非常安全 于是便命令四只宠物围在他身边 朝着大树走去 一棵普通的大树 长得这么夸张 还只是一棵普通的大树 苏洛满脸猛逼 心里失望至极 普通的大树没有任何契约的价值 潜力也就和之前试验用的四叶草差不多 四叶草可以喂牛 这大树最多也就能多劈点柴火了 就在苏洛打算往回走的时候 他突然注意到 不远处长了一个黑色的东西 形状长得和喇叭花一模一样 但是体积却很大 连接巨大或多的根筋 比起苏洛的大腿还粗 幽明懒月花 五十级传说级植物 生命力十八大六 攻击力一万八千 防御力一万五千 介绍 一种藤蔓类型植物 散发出的气味会导致幻觉 可束缚超过自身五十级的目标 一旦被它束缚 身躯 灵魂 空间都无法逃离 看到幽明懒月花的介绍时 苏洛顿时满脸疑惑 这不是一朵花吗 怎么可能是藤蔓类型植物 而且生命力还这么逆甜 好不容易碰到了一个传说级的植物 苏洛自然是不会放过 他立马尝试对着幽明懒月花 使用训灵技能 训化失败 训化失败 一连串的失败提示 让苏洛反而更兴奋了 驯服了无数宠物之后 他已经总结出了一套 非常暴力的驯服手段 无非就是打 打到他愿意服软为止 受到指令后 幽灵猛虎立马冲了过来 虽然对于幽明懒月花很疑惑 但他还是照着苏洛的意思做 碰 狠狠一爪子拍下去 幽明懒月花被击中的部位 瞬间碎裂成无数碎片 顿时 一股极为难闻的气体 从花蕊处弥漫出来 幽灵猛虎闻到这股味道 顿时就往后退了几步 然后张嘴朝着幽明懒月花 喷出一团火球 这种情况下 用屁股想都知道 顿时散发出更为浓郁 更加难闻的气体 轰隆 就在这时候 地面突然抖动了一下 紧接着出现了一条长长的裂缝 似乎有什么东西 要破土而出 轰隆 又是一阵抖动 这次裂缝更大了 透过缝隙 门看到里面 散发着绿色的光芒 苏洛惊呆了 原来这特么才是幽明懒月花的本体 长达三百米左右的沟壑中 绿色的光芒越来越暗淡 无数巨大的花朵 率先探出地面 然后才是真正的藤蔓 这时候 苏洛才看清那些花 只不过是长在幽明懒月花 根筋上的小花而已 整株幽明懒月花长达三百米 根筋恰好在苏洛所站不远处 根部直径至少有三米左右 有黑墨绿的体表布满尖刺 同时还长了许多巨大的花朵 放眼望去 更像是一只摇摆的章鱼触手 这样才符合幽明懒月花 这种高大上的名字吗 看到本体后 苏洛心里这才松了口气 至少这株传说级的植物本体 没让他失望 长达三百米的藤蔓突然出手了 他像是鞭子一样 狠狠地朝着幽灵猛虎抽去 带着刺耳的破空声 幽灵猛虎看到巨大的藤蔓袭来 立马就进入了战斗状态 当然 他不是选择进攻 而是选择全力闪躲 这么大的体积 傻子才会硬碰硬 幽灵猛虎的身躯化作残影 瞬间消失在原地 轰隆 就在这时 巨大的藤蔓瞬间抽打在地上 使得方圆百米内都颤动不止 无数异兽瞬间被拍成了一滩烂泥 死得不能再死 这时候 另外三只宠物也都赶了过来 四只宠物攻击幽冥蓝月花的同时 还要附带击杀周边异兽 一时间 方圆百米之内几乎成了针控地带 瞭望塔上 负责观察情况的守卫者 看到这一幕 整个人都呆住了 他立马通过传音设备通知审刚 同时也在给其他守卫者发通知 在他看来 那根巨大的藤蔓绝对是个硬查 如果有必或需要启动紧急装置 冲出去帮助苏洛 战场上沉烟四起 同时臭气熏天 幽冥蓝月花每抽打一次 就会有无数的花朵被拍得粉碎 幽灵猛虎原本还时不时地冲上去 对着藤蔓抓几下 到最后 他都不敢靠近了 只是远远地使用远程攻击 轰隆 又是一次猛烈的抽打 伴随着的 还有无数花朵粉碎散发出来的气体 一时间 整个战场臭气熏天 苏洛算是看出来了 这特么哪是智化 分别是把目标臭出幻觉了 不一会儿功夫 以近战著名的幽灵猛虎 就扛不住了 他推到苏洛身边 用哀求的眼神看着苏洛 臭得他想死的心都有了 这家伙确实太臭了 哪怕苏洛站得比较远 但也能闻到那种难以言表的气味 就在这时候 瞭望塔上响起了一阵急促的钟声 苏洛扭头望去 才发现 瞭望塔和城楼上都挤满了人 赶紧回来 时间快到了 沈刚站在城楼上 对着苏洛大声的喊 时间过得可真快 苏洛招了招手 表示自己听到了 然后又看了一眼 藤蔓的生长位置 按道理来说 他应该是不会移动的 明天再来 犹豫了片刻之后 苏洛带着几只宠物 缓缓退去 这一下周边的异兽可遭殃了 被幽明懒月花打的妈都不认识 走出通道后 苏洛默默地叹了口气 那家伙实在是太臭了 哪怕时间再充足一点 都不敢保证 能把那猪藤蔓拿下 苏洛 你没事吧 沈刚站在通道出口 满脸担忧地看着 没事 那是什么异兽 怎么之前从来没见过 好像是一种 生长年限比较久的植物 虽然会攻击人 但好像没什么灵质 那也算异兽的一种 明天我试试 能不能收服吧 苏洛笑着指了指 自己脑袋上御灵师的标志 沈刚这才恍然大悟 苏洛又和他闲聊了几句 然后才朝着自己的住处走去 驯服藤蔓这个计划 他觉得没必要瞒着沈刚 万一他通报上去 别人觉得藤蔓威胁过大 然后连夜派人过来清理就麻烦了 离开通道后 苏洛去了一趟交易摊位 然后才缓缓地往回走 回到房间后 他取出一只金色的小鼎 然后又掏出一些刚买来的药材 开始炼药 有了圣光净化药剂 明天就能舒服多了 半个小时后 苏洛手里握着20支 圣光净化药剂 脸上的表情 这才舒缓开来 今天的幽冥懒月花 实在是太臭了 苏洛被臭的脸都快抽出了 所以离开通道后 便立马去买药材了 这些圣光净化药剂 不是给宠物的 而是他给自己准备的 忙完后 苏洛才把王林巫师召唤出来 主人 什么事 苏洛一本正经地看着王林巫师 开口问道 你有嗅觉和味觉吗 呃 我怎么有股不好的预感 王林巫师身形一顿 语气变得吞吞吐吐起来 我就随便问问 你别那么紧张行吗 主人 咱们当王林的 哪有什么嗅觉啊 就连味觉都没 你该不会是想拿我是毒吧 王林巫师语气惊诧 顿时就开始后悔起来 苏洛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夸赞道 没有嗅觉好啊 没有嗅觉才有前途 王林巫师 看着苏洛脸上畅快的表情 王林巫师只感觉背脊发凉 第二天 苏洛再次出现在一号通道入口处 只不过这次 瞭望塔和周边城楼上 都挤满了守卫者 苏洛 今天可得好好表现啊 大家伙都看着呢 沈刚乐呵呵的和苏洛 开了一个玩笑 然后第一个登上了瞭望塔 倒不是他多想负责 而是第一个上去 能占据一个不错的位置 随着厚重的铁门 传来咯吱咯吱的声音 苏洛也瞬间召唤出了 自己的宠物 只不过 这次多了一只裹着 宽大黑袍的王林巫师 主人 这么多怪物怎么打 王林巫师语气不满 一分钟最多也只能召唤十个 只能少不能多 随着异兽再度袭来 四只宠物立马冲上去掠杀 而苏洛和王林巫师 则是蹲在后面 默默地囤积骷骷骷战士 一个小时之后 按照苏洛安排的速度 王林巫师终于凑够了 600个骷骷战士 差不多了 我们出发吧 苏洛淡淡地说了一声 然后缓缓地朝着 幽冥懒月花的位置靠近 1号通道 两旁的高墙上 都站满了前来看热闹的人 听闻这边有编译的植物 他们都想过来看个热闹 在传说级植物灯的巨大诱惑下 苏洛也懒得低调了 直接朝着大门之外杀去 12999 15000 14500 连串的伤害此起彼伏 城楼上第一次来观看的人 都傻眼了 这特么哪儿 是镇守通道啊 完全就是来割草的好不好 城门外 在四只宠物的保护下 苏洛带领着亡灵巫师 和众多骷髅战士 已经靠近幽冥懒月花了 此时的幽冥懒月花 依旧是昨天的样子 本体隐藏在土壤中 地表面只留下一朵巨大的花 看到他还在这里 苏洛心里才松了口气 然后命令幽灵猛虎上去攻击 好 幽灵猛虎满脸不情愿地上前 张嘴对着巨大的花朵 喷出一团火球 碰 花朵根部遭到攻击 整个花朵瞬间坍塌下来 同时地面开始不断地颤动 主人 这玩意儿是啥呀 我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亡灵巫师像是好奇宝宝一样 朝着完好无损的花菇地走去 苏洛和幽灵猛虎隔了至少二十米 但都能闻到那股臭味 亡灵巫师这家伙 却丝毫不在意 反而蹲在地上研究花朵 咔嚓 他伸手轻轻地戳了一下 花朵顿时碎了一地 同时无数的黑色气体 从碎裂的部位传出 现场顿时更臭了 苏洛和幽灵猛虎 立马又往后退了退 哦 作为嗅觉灵敏的动物 幽灵猛虎忍不住开始呕吐 玄水龟 三足金屋 金灵炎龙也都开始身形摇晃 主人 我们撑不住了 有亡灵巫师兜底 几只宠物索性开始摆烂 算了 你们去杀一兽吧 苏洛叹了口气 再次退后二十米 这时候 地面开始出现裂缝 带着尖刺的巨大藤蔓 从裂缝中钻出来 主人 这可是个大家伙呀 我们怎么搞的 亡灵巫师朝着苏洛喊了一声 甚至连亡灵巫师身上 白色的骨头 不熏的漆黑 且充满裂痕 关键是亡灵巫师貌似还没发现 像个好奇宝宝一样 抬头望着幽明懒月花的藤蔓 这家伙真特么不靠谱 苏洛翻了个白眼 然后开始下达指令 让他们攻击 无数骷髅手持利剑 将幽明懒月花的根部围了起来 一剑接一剑地往上面看 350 350 一连串的伤害瞬间冒出 幽明懒月花防御力非常高 而且生命力很强 骷髅战士一次 攻击虽然伤害不多 但胜在数量大 幽明懒月花的根部围了一圈骷髅战士 什么地方的骷髅被拍死了 立马就会有其他骷髅战士补上 不到一分钟时间 幽明懒月花抽打的力道就小了许多 快要残屑了 苏洛死死地盯着他的属性版 然后命令亡灵巫师亲自上场 要是一不小心 把幽明懒月花打死了 就麻烦了 碰 巨大的藤蔓带着破空声 再次抽打在地上 正在攻击的几只骷髅 瞬间被拍成了骨粉 而这时候 苏洛开始不断地尝试施展训灵技能 训化失败 训化失败 随着亡灵巫师亲自上场 开始不断地攻击 苏洛也在不停地施展训灵 训化失败 恭喜您 成功训化传说级植物 幽明懒月花 一道清脆的提示音响起 幽明懒月花顿时不再挣扎 体型也在飞快地变小 眨眼睛 遮天蔽日的藤蔓 就变成了一根和筷子差不多粗 半人高的小藤蔓 随着它缩小 战场上的臭气也瞬间消失 怎么没动静 看到藤蔓缩小后 就没了动静 苏洛也满脸疑惑 然后尝试着操控它 随着苏洛意念操控 幽明懒月花像是长了腿一般 飞快地朝着这边靠近 紧接着又开始尝试控制它 做出其他动作 弯曲 抽打 缠绕 过了几分钟后 苏洛才意犹未尽地停下来 同时它也大概摸清楚 这幽明懒月花的底细了 虽然它是传说级植物 而且也很威猛 但是却没多大灵质 就算是收服了 也没有办法 让它像宠物那样灵活攻击 最多就像是一个听话的机器人 让缠绕就缠绕 让它旋转抽打它 就保持旋转抽打 还不错 至少威力强大 苏洛满意地摸了一下藤蔓上的小刺 然后开始查看它的属性版面 幽明懒月花 五十级传说级植物 生命力十八大八六 攻击力一万八千 防御力一万五千 活力值一百一百 介绍 不能长时间脱离土壤 一点活力值可持续 战斗十秒钟 活力值每小时恢复三点 藤蔓最大可束缚超过 自身五世纪的目标 束缚目标同时包括身躯 灵魂空间 一旦被它束缚住 任何手段都无法逃离 无法长时间脱离土壤 以后刷副本总不能随手端个花盆吧 苏洛想了想 还是决定把它放在 神药界中的神徒里培养 幽冥懒月花的等级不低 放在神徒里不算糟蹋 不过在这之前 还是先让我试试 你的实力吧 苏洛把宠物收回空间 然后操控着幽冥懒月花 进入战斗状态 它目前只有一百点活力值 大概能持续战斗 十六分钟左右 活力值消耗完毕之后 就会重新变成小藤蔓的模样 随着苏洛开始控制 小藤蔓瞬间变成 巨大的幽冥懒月花 然后对着周边 不断袭来的异手攻击 藤蔓长达三百米 一击之下 无数异兽瞬间魂飞破散 似乎觉得不过瘾 苏洛又操控着 巨大藤蔓直接轮一个圈 周边方圆六百米内的 异兽瞬间被清空 恭喜宁击杀一月狗 经验值加1500 恭喜宁击杀铁北龟 经验值加800 恭喜宁 一连串的经验提示响起 苏洛身上瞬间泛起了一阵白光 一阵白光之后 又是另一道白光 苏洛麻了 城楼上看热闹的众人 也都惊呆了 这一下 直接连升两级 要不是自己的属性版面显示 已经达到了42级 苏洛自己都有点不相信 太特么快了吧 就算是四只宠物 火力全开齐齐出手 也没这么快 紧接着 苏洛又操控着幽冥懒月花 杀了一大批野怪 然后才意犹未尽地 朝着通道走去 时间差不多了 主要是外面短时间内 也很难再聚集那么多一手 瞭望塔上 沈刚等人 看向苏洛的眼神 已经变成了崇拜 以后 谁特么再说玉兽失弱 我第一个不同意 就是啊 怪不得玉兽失惠 有诅咒 这特么植物也能驯服 太变态了吧 这根藤蔓 都快抵得上我们 黑鸭城36条通道的工作量了 玉林是太变态了 众人议论纷纷 同时看向苏洛的眼神 也充满了羡慕 没了异兽的骚扰 通道内很安静 苏洛自然也能听到他们的讨论 他嘴角扬起一个弧度 然后淡定地走出 医号通道出口 只留给众人一个潇洒的背影 幽灵懒月花确实很猛 但只有他知道这家伙 只能猛十几分钟 活力值一旦消耗完毕 就会陷入沉睡 直到活力值恢复之后 才能再次活动 当然这些秘密 苏洛不打算告诉外人 也不可能告诉别人 一旦讲出去了 自己就多了一个弱点 回到房间后 苏洛立马把缠在手腕上的藤腕 取了下来 然后钻进了神药界中 主人 你要把这玩意儿种 在神土里吗 亡灵巫师斗篷下的眼睛 闪烁着红光 与其兴奋无比 很显然 他也很喜欢这种 战斗力爆表的植物 种在里面试试 苏洛怀着激动的心情 把幽冥懒月花 放进了其中一块神土之上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 苏洛已经把神土的功能研究透彻了 不需要任何种植手段 无论是种子还是植物 直接放在上面 就能自动契合 咔嚓 幽冥懒月花的根筋 在触碰到神土的一瞬间 立马就生根发芽扎在神土中 紧接着 它像是气球一般 开始不断地生长变大 然后又不断地缩小 始终维持着半人高的状态 只是生长了十来分钟后 藤万就再也没有任何动静了 应该是达到它的极限了 要么提升等级 要么提升品质 但是苏洛一时间 也找不到提升植物品质的方法 只能先凑合着用了 第二天 苏洛兴致勃勃地出发了 为了好好发挥 幽冥懒月花的威力 这次他特意选了 十八号通道 一个最中间的位置 这样一来 就能尽最大可能击杀更多的一手 苏洛 好好干 年轻人前途无限 沈刚笑盈盈地 拍了拍苏洛的肩膀 然后亲自登上了 十八号通道瞭望塔 通道大门开启的一瞬间 没有一只异兽 有机会能冲进来 苏洛带领着四只 宠物飞快地杀了出去 然后不断地朝着 开阔地带前进 因为只有那些 长达三百米的幽冥懒月花 才能发挥他的最大效率 差不多了 眼看着距离城墙 足够三百米了 苏洛立马从神药界中 把幽冥懒月花召唤出来 虽然他没有灵智 但是召唤 还是一样的召唤 开始尽情地战斗吧 苏洛喃喃自语 然后让四只宠物 注意躲闪 同时细小如筷子的藤蔓 也开始了飞快膨胀 跟巾在地面 瞬间生根发芽 而藤蔓 也遮天蔽日 变得猙獰无比 碰 碰碰碰 巨大的藤蔓 宛如灵活的鞭子一般 不断地抽 打 摔 各种输出方式 层出不穷 体型巨大的藤蔓威力 巨大无穷 哪怕只是很轻微的一个动作 都能轻易压扁一片一兽 瞭望塔上 沈刚满脸羡慕地 看着幽冥懒月花 然后又叹了口气 和一旁的张力 闲聊了起来 现在是年轻人的天下了 是啊 现在天赋强大的年轻人 层出不穷 我们老了 张力脸上带着苦笑 沈刚也满脸无奈 这个世界强者为尊 一旦某一批人变得不强了 那就意味着 快要被淘汰了 一天战斗下来 苏洛的等级 直接提升到了44级 经过不停的战斗 苏洛已经能够完美地操控 幽冥懒月花和几只宠物 相互配合 接下来的日子里 苏洛一直都在 勤奋刷怪升级 不知不觉 中等级就达到了45级 除了刷怪升级之外 苏洛特意又在外面留意了一下 可再也没看到过能入眼的植物 至于神格碎片的踪迹 也没有任何线索 或许之前的死亡属性碎片 完全是运气好碰上了 傍晚时分 苏洛满脸疲倦地 从通道出口走出来 远远地就看到 沈刚在路边等待着了 沈长老 有什么事吗 苏洛开口问道 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有个小任务 想让你去完成一下 沈刚脸色胀红 似乎有些羞愧难耐 又补充道 龙兜有人发布了召集令 让三十六成派人去参加地窟探索 要求四十五级以上 二十五岁以下的人才行 我们黑鸭城的底子你也看到了 都是一群老弱病残 符合的就只有你一个了 说完沈刚刚大的搓着手等待回应 地窟探索 苏洛满脸疑惑 其实就是山体发生动荡 露出来了一个地窟 里面好像有些特殊的异兽 根据沈刚的描述 这地窟似乎并不是偶然的 除了龙兜之外 还有一个红叶城的地方 也出现了地窟 这些地窟很奇特 超过一定岁数的人 进入就会破坏空间 然后导致的窟毁灭 所以经过上面的人一致商量 才有了这个事情 您的身份特殊 要是不愿意参加 应该也没人敢说什么 老夫就是传个话而已 沈刚此时尴尬的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苏洛在墨北城每天的战绩 他都会如实朝总部汇报 而现在人家不太想去 再加上赐约大人的身份 他左右为难 多久去 越快越好 龙都那边的通行令 已经下来了 最快明天就可以出发 听到苏洛感兴趣 沈刚这才松了口气 那就由沈长老安排吧 苏洛礼貌地回应了一句 然后才转身离开 地窟中有变异的异兽 看样子 应该是有几率出现神格碎片的 再加上这黑压城 确实也没什么留下来的意义了 对于地窟探索 苏洛自然是不排斥的 而且他拥有战区守卫者勋章 无论在哪里刷怪 都能积累杀戮值 去龙都 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龙都是龙国心脏 同时也是漠北战区 36座城中战线最少 最安全的城市 论繁华 范围 人口 都是龙国顶尖的存在 苏洛抵达龙都之后 足足找了两天 才找到地窟探索报名处 来之前苏洛还以为 只是一次普通的行动 但是到了地方后 他傻眼了 光是报名的地方 就挤满了人 放眼望去 至少有数百人 你好 我是苏洛 代表黑压城 来参加的窟探索的 苏洛拿着沈刚的介绍信 走到旁边一名工作人员面前 并且将介绍信递给他 黑压城来的 等着吧 工作人员接过介绍信 然后转身走进了 旁边的办公室 这一等 就是半个小时 苏洛站在一旁站的脚脖子 都有些发软了 办公室的门 才被人推开 龙四爷说了 黑压城这次 不用参加地窟探索 您请回吧 不是说每个城池 都要派人来吗 苏洛满脸疑惑 不光是每个城池 看样子龙都也有不少人 报名参加海选 让黑压城的不用参加 苏洛似乎知道 为什么黑压城不用参加了 不是黑压城的原因 而是因为 自己叫苏洛 之前炼制药神怜悯的时候 没给龙家人面子 你好 我能见见龙四爷吗 这里不是黑压城 也不是艳斗 请你立即离开 工作人员面无表情地看着苏洛 眼神中带着敌意 这下子 苏洛更加确定 是因为那件事了 我们要的是五十级以上的强者 你有五十级吗 办公室的门打开了 一名国字脸 留着寸头 满脸落腮糊的男人 从办公室内走了出来 他面无表情地看着苏洛 眼神中透出强烈的敌意 毫不掩饰 前段时间 家里老爷子病危 听说燕斗有人 能炼制药神怜悯 龙家立马派人去燕斗求药 龙老爷子一生为国征战 可竟然被炼药师协会的人 要求交换 龙四海心里 早就对炼药师协会不满意了 这次他是铁了心 要为难苏洛一把 要是苏洛知道 自己无形中帮蒋星河之前的 所作所违背了锅 估计能哭死 龙前辈 之前我在黑鸭城 收到通知的时候 确实是说的四十五级 就够了呀 我就直说吧 上次你的药神 怜悯对我龙家 有再造之恩 但是 这并不妨碍我讨厌你 龙四海摆明了态度 我今天就是要出口气 你要是有胆量 就参加海选 只要你够强自然 能淘汰其他对手 成功加入的哭探索队伍 龙四海说完 转身就走 如此傲慢的态度 让苏洛心里很是不爽 要不是想找神格碎片 谁来受这鸟气啊 此时报名通道的人 已经差不多快完了 苏洛报完名之后 便在附近 找了一个宾馆住下 等待着第二天的海选 街道上车水满龙 苏洛下楼 买水喝的时候 突然被一辆 豪车挡住了去路 一个染着黄毛 很是显眼的脑袋 你怎么来龙兜了 赵小元走到苏洛跟前 然后轻易地拍着苏洛的肩膀 不错呀 这么快就45级了 苏洛 他本以为赵小元 是来找自己麻烦的 没想到这家伙 是真不计仇啊 我来龙都参加 地窟探索小队的 那可太好了 能和你这个妖孽成为队友 应该会很爽 要去哪 我开车送你 赵小元热情抓着苏洛衣袖 就往车上拉 我去买瓶水 苏洛指了指旁边的便利店 恰巧这时候 豪车里一个面色驼红的女人 开口催促他上车 赵小元立马瞪了他一眼 这么近那我就不送你了 咱们明天下午见 赵小元尴尬地应了一句 然后飞快地开着车离开 在他转身的时候 苏洛注意到 这个家伙裤子上的门 好像都没关好 第二天 海选专用的广场上 站满了人 苏洛静静地站在队伍里 等待着测试攻击力 这次地窟探索参选人员很多 包含了龙都大部分年轻人 和其他城市的人 可谓是强者如云 一块巨大的测试石碑 被摆放在广场中央 排队在最前方的是一名52级的剑士 他在工作人员处登记好名字之后 便立马走到了灰色的石碑上面 测试规则很简单 石碑泛出红光 便立马使出最强手段攻击 参加测试的人 一共有5秒钟时间输出 后续根据统计 选取战斗力最强的10个人 参加地窟探索 哇 测试石碑突然泛起红光 所有人全神贯注盯着那名剑士 他身上散发出红色光芒 手中的战剑瞬间覆盖起一层烈火 横空九剑 一剑开天 剑士接连使出了两个强悍技能 紧接着又接了两个普攻 现场顿时剑光闪烁 风声大作 随着测试石碑上的红光消失 上面也浮现出了一串数字 65800 最终测试石碑上冒出了 5秒钟时间 6万多的伤害已经算是相当强悍了 随着剑士走开 又一名55级的烟火法师走了上去 爆裂神火 地狱火龙 抗拒之环 113200 作为主战职业中输出最恐怖的法师 他一口气直接打出了接近12万的伤害 人群中不少人顿时唏嘘不已 5秒钟12万伤害 同等级的骑士 恐怕大部分都扛不住吧 太特么逆天了 队伍中的苏洛也暗暗惊讶 因为自己经常都是单刷 除了五老头之外 他基本上很少看到过法师出手 看到法师伤害如此逆天 苏洛心里暗暗地给法师加入了黑名单 日后若是和人起了冲突 有必要动手的时候 一定先杀法师 接下来 苏洛又先后欣赏了弓箭手和刺客的攻击力 这两个职业的伤害也极高 论危险程度的话 比起法师 专搞偷袭的刺客更加恐怖 队伍中的人 基本上都是五十级以上的存在 但是也有人时不时地盯着苏洛看 因为只有他一个人隐藏了属性 其他人都能看到等级 苏洛还在脑子里 研究刺客和弓箭手 谁更危险 站在他后面的人忍不住提醒道 兄弟 快到你了 赶紧开始准备吧 测试的时候 所有人都非常珍惜这个机会 所以早早地就开始热身 做准备工作 一时间苏洛有点纠结了 目前测试伤害最高的五秒钟 伤害达到了十四万 自己应该召唤几只宠物 出来合适 正在测试的人已经完成了 随着他走下台 苏洛本能地朝着登记处走去 姓名职业 苏洛 御灵师 负责登记的人 抬起头看了苏洛一眼 然后指了指测试石碑 示意他可以过去了 这时候 全场的人都将视线 放在了苏洛身上 就两只应该就够了 纠结片刻后 苏洛决定召唤幽灵龙虎 和精灵严龙 单凭幽灵龙虎一爪子下去 就能打出接近一万的伤害 再加上精灵严龙的 普通伤害也不低 五秒之内 应该能打出十四万吧 人群中 龙四海和一群人 坐在最开阔的地带 静静地看着测试情况 同时也在讨论着 龙老四 这两只宠物等级可不低啊 你觉得能打出多少伤害 看不准 龙四海皱着眉头看了一眼 然后又摇了摇头 要是寻常御寿师 他根本就不会放在眼里 但苏洛不仅是御寿师 还是炼药师 身份有点神秘 应该不会达到第一名的位置 前五名还是有机会闯闯的 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 测试石碑泛起红光 砰 砰砰 幽灵猛虎双目赤红 瞬间对着测试石碑攻击了起来 一万一千 一万一千 另一边 精灵炎龙直接使出了技能精灵穿梭 两万八千 两万八千 伤害直接拉满 看到如此恐怖的数值 苏洛顿时就变得愁眉苦脸起来 早知道这俩家伙伤害这么高就 只用一个就行了 数大招风 要是伤害太逆天的话 会引起某些人眼红 嗨嗨 随着苏洛咳嗽了两声 正准备发动最强一击的幽灵猛虎 顿时停下了爪子 精灵炎龙也啪的一下 掉在地上大口大口的喘着气 像是身体被掏空 怎么回事啊 时间还没到就停下来了 估计是宠物透支潜力了吧 刚开始还觉得挺猛的 现在看来也就那样 周边围观的群众顿时议论起来 原本一些羡慕极度恨的转职者 看到两只宠物软啪啪的样子 顿时就不羡慕了 两秒钟后 测试石碑上红光消失 然后冒出一串长长的数字 二十三万六千 看到这串数字 全场寂静 所有人看向苏洛的眼神 都充满了羡慕 两只宠物只用了三秒钟 就打出如此逆天的伤害 要是再来 几只会怎么样 恐怕连测试石碑 都能直接干碎吧 人群中 龙四海顿时就眯起了眼睛 看向苏洛的眼神 充满了感兴趣的样子 那两只宠物虚弱的样子 瞒得了别人 却瞒不了他们 这时候 龙四海身旁的人 也忍不住开始讨论了起来 这小家伙挺聪明啊 还知道藏桌 要是他继续下去 恐怕能直接 打出三十多万的伤害 你们猜 除了这两只宠物以外 他有没有可能 还有更厉害的手段 一时间众人沉默了 在这种该出权力露脸的时候 他都还收了几分力气 绝对还有更厉害的手段 没用出来 苏洛满脸郁闷的收起宠物 然后静静地走到旁边 等候通知 所有人都测试完毕之后 就轮到宣布结果了 这个环节是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 但是对于参选者来说 毫无意义 这么多人只选十个 攻击力排行前十的是谁 基本上都能记住 很快 十个人的名额出来了 除了苏洛之外 还有一个刺客 两个剑士 四个法师 和两个弓箭手 龙都边境处 群山环绕 四周没有任何野怪 苏洛坐在一辆大巴车上 静静地看着窗外的环境 很快 车辆停在了一个山脚下 还没下车 就能看到前方硕大的山洞 无数的黑色气体 从山洞中冒出来 时不时的 也会有一两只 五世纪左右的异兽 从里面钻出来 山洞外面围满了守卫者 凡是钻出来的异兽 都会被瞬间击杀 这时候 又有一辆大巴车 缓缓地停在附近 从车上下来了十个年轻人 这些人有男有女 实力均是在五世纪以上 不过比起海选进来的人 他们更像是来旅游的 谈笑风生 没有丝毫紧迫感 人群中有两个熟人 龙绍辉和赵小元 苏洛眼神亮了一下 然后又迅速扭头看向山洞 装作没看到 苏洛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来 赵小元刚下车 就对着苏洛大声喊话 声音极大 能带回响的那种响亮 一时间 所有人都看向了苏洛 包括龙绍辉 苏洛 苏兄弟 好久不见 龙绍辉面带微笑 走上前来主动打招呼 苏洛则是尴尬地笑了笑 然后借机闪到了赵小元后侧 因为要神怜悯的事 苏洛本来是不想 和龙绍辉在打交道的 但是没想到 在这儿又碰上了 显得有些尴尬 既然大家都到齐了 那我作为这次行动的队长 就简单给大家交代几句 龙绍辉不疾不徐地 给众人讲解地哭的各种事宜 大致意思就是 里面地形宽阔 异兽众多 让大家不要乱跑 紧跟队伍 说完之后 他又给美人分发了一个 联系用的心灵手环 心灵手环不同于普通传讯工具 距离超过30米后 能直接通过心灵感应实现沟通 吊打一切通讯设备 既然大家都准备好了 那我们就出发吧 骑士带路 其余的人紧随其后 地窟中阴森黑暗 但是在20只强光手电的照射下 犹如白昼 再加上石壁中 偶尔有会反光的矿石增加亮度 照明效果就更好了 苏洛根在人群中缓慢前进 心里莫名有些兴奋 这是他成为转职者以来 真正意义上 第一次和别人组队摸鱼 前方时不时地有异兽冲过来 基本上活不过两秒就被解决 就算是一群异兽 也很快被众人解决干净 组队摸鱼虽然很爽 但是大家并没有进入组队模式 像苏洛这种浑水 摸鱼不出力的 也分不到经验值 走到一个拐角处时 龙绍辉突然停下脚步 神色严肃说道 大家注意了 再过20米 就是地窟的危险地带 所有人进入组队模式 尽全力照顾好身边的队友 谁要是敢耍心机 我第一个不放过他 说完之后 龙绍辉从背包里 取出一柄两米长的红色大剑 同时身上的装备 也散发出红色光芒 苏洛直接把悬水龟召唤出来 然后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中 骑了上去 为什么召唤悬水龟 因为安全 所有人都是徒步前进 只有苏洛骑在悬水龟上 悠哉悠哉地很是显眼 赵小元跟在苏洛旁边 眼巴巴地看着 只有羡慕的份 就在这时候 前方洞穴中突然传来了亮光 新红色的光芒 宛如血液一般粘稠 随着走进洞穴里面的场景 顿时映入眼帘 那些光芒 都是石壁上的一些红色石头 散发出来的 像是有人镶嵌上去一样 虽然光线很暗 但对于转职者来说 却犹如白昼 在距离众人不远处 一群异兽正在酣睡 他们像乌龟一样 浑身不满灵甲 但体型又如猎犬一般修长 新红龙龟 六十级 卓越级 攻击 一万两千 防御 一万一千 精神 六千五百 体质 一万八千 技能 翻滚撞击 嗜血獠牙 尸暴 这群怪物大概有三十多只 似乎是感受到有人靠近 其中某些新红龙龟 已经开始苏醒了 所有人准备战斗 速战速决 尽量不要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作为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龙少辉立马下达了命令 随着他一声令下 所有人都进入了战斗状态 苏洛则是将精灵炎龙 该让别人心里不舒服了 骑士顶在前面 战士排第二 缓慢前进 远战职业准备攻击 二十人的队伍 瞬间进入战斗模式 排列整齐地朝着前方靠近 好 一只新红龙龟 猛地睁开眼睛 漆黑没有眼白的瞳孔 死死地盯着众人 随着他的苏醒 其余的新红龙龟 也都纷纷站了起来 开始摇头晃脑 攻击 赵小元一声令下 所有法师开始施法 弓箭手开始弯弓搭箭 啾啾啾 几道剑语带着滔天之势狠狠射出 全部都精准命中 好 新红龙龟中 一只体型较大的家伙 发出一声咆哮 然后所有龙龟都开始咆哮起来 他们瞬间释放了翻滚撞击 身体弯曲成球状 朝着众人撞来 三十多只新红龙龟同时攻击 对于前方的骑士来说压力很大 后方的人也都满脸担忧 这特么要是挡不住 所有人都得完蛋 圣魂之光 无敌铁墙 无尽防守 绝对防御 最前方的六名骑士 均是五十级以上的转职者 面对六十级的新红龙龟虽然有些压力 但他们也有绝对的自信 一身装备加持 再加上各自的防御天赋 大概率不会破防 所有人全力攻击 龙少辉对着后方远战职业大声喊话 弓箭手 法师纷纷都开始发动群攻技能 而辅助则是紧盯着前方的骑士 准备回血 精灵炎龙和三族金屋懒洋洋地喷吐着火球 火焰 当看到新红龙龟冲上来时 他们俩齐齐看了苏洛一眼 要出手吗 虽然没说话 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犹豫了片刻之后 苏洛还是命令他们全力攻击 大家无冤无仇组队探索地窟 这种情况下虽然要隐藏自己 但也不能偷懒 精灵穿梭 禁锢之海 两大宠物齐齐释放技能 威士甚至超过了一众法师和射手 哼 几名法师施展的技能砸在新红龙龟身上 但只是让他们减缓了一些速度 这时候 三族金屋的火海禁锢出现了 整个地面都是一片金色的火焰 直接将众多新红龙龟覆盖 4600 4600 在无尽的火焰外面 是拥有禁锢之力的火墙 一时间 新红龙龟根本就冲不出来 这也给了众多防守在前方的骑士 一个喘气的机会 火海覆盖全场的一瞬间 精灵炎龙杀到了 他化作一抹流光 以肉眼难以分辨的速度不断地穿梭 速度快到几乎是从新红龙龟身体中穿过 5600 5600 在新红龙龟的高额防御面前 一众天骄法师 射手的伤害此时竟然低得离谱 2100 1800 1560 众人急火攻击 很快就将这群星红龙龟团灭 但是现场的气氛却有些诡异 一路上这些法师 射手都是高傲且自命不凡的态度对待苏洛 为什么 因为这么多人 只有苏洛是玉兽师 在他们看来玉兽师这个职业只不过是依靠强大的异兽而已 但是此刻看到造成的伤害差距如此之大 有的法师忍不住低下了高贵的头颅 苏洛静静地骑在玄水龟背上 看着他们的伤害 再看看自己宠物弄出来的伤害 心里莫名感觉一阵舒爽 大家表现得不错 我们还可以再往前去看看 龙绍辉用一种赞赏的眼神看了苏洛一眼 然后再次下达命令前进 赵小元依旧是死皮赖脸地贴在苏洛旁边 紧紧地靠着玄水龟 其余的法师射手也都暗暗地朝着苏洛靠近了些 但凡有人和苏洛对上视线都会抱一微笑 苏洛 一会儿你可得好好保护我啊 赵家救我这么一个毒苗 可不能出现意外啊 赵小元小声地嘀咕 但是地窟内除了小队前进的声音就没别的声音了 这些话十几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苏洛 众人 妈的 亏你还是个战士呢 竟然让一个远战 辅助性质的转职者保护 这特么搞反了吧 我给你吃大餐 我尽量保护你 苏洛尴尬地应了一声 然后扭头看向另一个方向 如果再和这家伙交流下去 不知道这个猛人会说出什么经典名言出来 赵小元干咳了两声 然后闭嘴不说话了 不知不觉中 众人已经在地窟中前行了三百米 这个距离若是放在陆地上不算多远 但是的窟却不一样 三百米 如果出现什么意外是很难冲出去的 等一下 前面好像有点麻烦 龙少辉察觉到异常 立马叫停了众人 前方通红一片 仔细看去 竟然燃烧着熊熊烈火 这些火焰似乎和红色光芒融为一体 温度也不高 但苏洛却熟悉无比 这是三昧真火 要么是某种强大异兽弄出来的 要么是有什么好东西 就 就在这时候 一声鸣叫响了起来 一只披着五彩羽毛 拖着长长尾巴的大鸟 从前方岩浆中冲了出来 凤凰 看到这只大鸟的一瞬间 苏洛眼神中顿时就露出一抹光芒 凤凰涅槃 浴火重生 虽然这个世界异兽众多 但没有任何鸟类异兽 能在岩浆中存活 这绝对是凤凰 苏洛一眼就认出来了 不仅是他 其余人也都认出来了 在场的人都是龙国各地的精英 或者是龙都各大世家培养的天才 见多识广 看到火凤凰现身的一瞬间 所有人的呼吸都急促了起来 这可是传说中 四大神兽之一的火凤凰啊 一时间 所有人都将视线放在了苏洛身上 他是在场唯一的御兽师 也是整个龙国 最有可能收服火凤凰的御兽师 救 火凤凰在巨大的山洞内不断盘旋 翩翩起舞 七彩羽毛在虚空中 拖出长长的火焰痕迹 苏洛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了 有了火凤凰之后 三族金乌完全可以朝着 金乌始祖的方向进化 金乌始祖也是上古凶兽 实力不比火凤凰弱多少 若是能收服火凤凰 对他来说是一箭双雕的好事 火凤凰 七十级SSS级宠物 攻击力五万八千 防御两万一千 精神一万两千 体质十八万 被动凤凰涅槃 技能三魅神火 火皇扑杀 火皇焚天 凤凰涅槃 浴火重生 死亡后可重生一次 三魅神火 喷土炎火 对前方敌人造成300%伤害 且造成持续攻击 火皇扑杀 空间闪烁 任何角度都能出现他的身影 一共对敌人造成三次伤害 每次八万伤害 火皇焚天 凝聚出十丈神火 凤凰身躯向前方飞去 爆炸造200伤害 范围覆盖一公里 且神火不灭 持续伤害十秒 看着神火凤凰的属性版面 苏洛人妈了 这么变态 恐怕就连五老头来了 也只能刚看着着急吧 相遇而不得 这种感觉真特么不好受 苏洛手指甲都快抓进肉里了 一时间却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苏洛 如果我们勉强帮你拖一拖 有机会收服吗 龙少辉回过头 满脸认真的看着苏洛 我还得好好想想办法 苏洛对他露出苦笑 大脑开始飞快运转 这么高的攻击力 就算是悬水龟 估计都扛不住几下 倒不是品级差距大 而是等级差距太大了 七十级 谁特么能扛得住 就在苏洛沉思的时候 一众队员也都开始议论起来了 有人羡慕 有人妒忌苏洛是预售师 还有人看到龙少辉几次三番 替苏洛说话 干脆开始眼红极度了 照说还是算了吧 七十级的SSS级宠物 可不是好惹的 而且我们也不一定能收服的了 一名五十五级的 水属性法师转职者 酸溜溜地开口了 随着他打头阵 立马就有更多的人开始反对 对啊 出现神兽了是好事 但是收服的事 我们还是别参与了吧 就是啊 这么珍贵的东西 就算是收服了 也不好分 真要是能收服 我就算是倾家荡产 也要神兽 得不到的东西 最好也别让其他人得到 这就是人性 看到苏洛还在密闭沉思 龙少灰脸色难看 却也不好说什么 在场的人 大部分都是龙都世家弟子 虽然他能用龙家的身份 压过大家一头 但也无法强迫他们做什么 一时间里 苏洛把自己的所有底牌 都想了个遍 但都没想到什么好办法 此时他也顾不得避嫌了 直接原地 进入了神药界中 幽名懒月花 依旧静静地在神土里生长 比起之前强了许多 再加上他的天赋很强 能够束缚超过 只要把他的精神值 全部消耗掉 剩下的就好办了 主人 您来了 亡灵巫师屁颠屁颠地赶过来 然后眼巴巴地等待苏洛命令 经过一段时间相处 他已经摸清 苏洛无视不登三宝殿的习惯了 骷髅战士囤积多少了 三万多个吧 你别看我现在在休息 其实我也才刚刚闲下来 亡灵巫师结结巴巴地解释 苏洛没有理会他 直接大手一挥 幽名懒月花瞬间化作 一根小小的藤腕 缠绕在他手腕上 离开神药界后 苏洛又瞬间出现在玄水归背上 对于苏洛来无影去无踪的手段 在场中人并不觉得奇怪 他们每个人 有很多种方法原地消失 这就是大家族的抵御 见苏洛出现 龙少辉上前几步 再次开口问道 想清楚了吗 龙少爷 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此话一出 顿时引起一阵唏嘘声 性格刻薄的人顿时就不干了 怒气冲冲道 什么叫试一试啊 你要是就自己试 别拿我们的性命开玩笑 就是啊 你才四十五级 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候 谁敢和你站在一条船上 性苏的 你要是有本事就自己试 收服了火凤凰 我们绝对不眼红 有的人议论 有的人面无表情 有的人沉默 唯有赵小元几次想张嘴 却都被别人打断了 最终他只能无奈 走到苏洛身旁 兄弟 要不暂时先算了吧 等回去后 我肯定会想办法 帮你弄到这个火凤凰 一时间 众人都不说话了 都等待苏洛表态 你们都误会了 苏洛脸上带着平静的笑容 然后又补充道 我的意思是我自己试试 众人 赵小元和龙少辉 脸色顿时 就变得脏红了起来 这家伙才四十五级 竟然要打七十几火凤凰的主意 你没事吧 赵小元眼睛眉毛凝成一团 龙少辉也满脸无语 其余人则是乐开了花 我已经想清楚了 大家往后退一退 我要装逼了 苏洛故作淡定地甩了甩膀子 然后收起所有宠物 静静地朝着前方走去 看着苏洛的背影 赵小元和龙少辉沉默了 其余人则是叽叽喳喳地讨论着 苏洛会怎么死 没人注意到 前面的三昧真火 没能破苏洛的防御 溶洞中面积很开阔 盘旋的火凤凰并没有注意到 下方多了一个蝼蚁一般的人类 突然 一根宛如小蛇的藤腕 钻进了土里 紧接着冲天起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直接惊呆了 这特么是什么操作 那个不断变大的是什么玩意儿 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 幽冥懒月花的藤腕 还在不断地扩张 长达三百米的藤腕 全部扭曲在一起 遮天蔽日 宛如盘踞在洞府中的巨蛇 此时 火凤凰已经注意到 有东西进入了自己的领地 他张嘴 想要释放技能 但是苏洛主打的 就是一个稳准狠 幽冥懒月花 也承受不了火凤凰一击 所以一开始就直奔主题 火凤凰刚打算张嘴的时候 幽冥懒月花已经接触到他了 无数的花朵爆裂 散发出阵阵黑气 同时 巨大的藤腕开始缠绕 将火凤凰牢牢束缚 黑气浓烈 苏洛忍不住用衣袖捂住口鼻 哪怕作为幽冥懒月花的主人 苏洛依旧扛不住这股味道 洞府外面的通道里 赵小元和几个爱看热闹的人 站得比较近 此时闻到幽冥花爆裂的味道 纷纷作呕 太特么臭了吧 这是什么玩意儿 老子隔夜饭都要吐出来了 几人神色痛苦 立马往后退了几步 神火凤凰被藤腕束缚住后 同样被臭得无比痛苦 他拼命地 背着幽冥懒月花释放技能 所有技能 均被苏洛操控着 灵敏地躲开了 这时候 火凤凰又开始施展技能 火皇扑杀 这是一个带着位移效果的技能 他试图通过这样 挣脱束缚 现实吗 苏洛嘴角扬起一抹微笑 然后静静地看着他的技能效果 藤腕缠绕中 火凤凰的身影开始闪烁 一次 两次 三次 技能释放完毕后 神火凤凰依旧没有挣脱束缚 但是藤腕上 却开始闪烁出灰色的光芒 幽冥懒月花好像是进化了 能免疫伤害 但是不能免疫太久 通过藤腕反馈的一些信息 苏洛猜测出了一些东西 如果任由火凤凰一直这么折腾 幽冥懒月花肯定是扛不住的 再加上时间限制 必须要采取行动了 苏洛将亡灵巫师召唤出来 然后又让他带领骷髅战士 去攻击火凤凰 此时 巨大的藤腕就像是一只大手 捏着火凤凰放在地面上 让双方有很好的交手条件 救 感受到危机来临 火凤凰立马发动技能三昧真火 对着骷髅战士杀去 一万八千 一万八千 数十只骷髅战士瞬间葬身火海 紧接着 又有几十只骷髅战士 汗不畏死地冲了上去 火凤凰双目赤红 只能不停地施展技能 这时候 苏洛开始查看他的属性 火凤凰 七十级SSS级宠物 攻击力五万八千 防御两万一千 精神 八七零零 一二零零零 体质 十八万 被动 凤凰涅槃 技能 三昧神火 火皇扑杀 火皇焚天 精神之果然被消耗了 苏洛心里大喜 这正是他计划中的一环 只要把他的精神消耗完毕 所有宠物就可以近身攻击了 当然 苏洛算是在豪赌 毒火凤凰的灵质不高 猜不到幽冥懒月花的无敌状态 有时间限制 此时 无数的骷髅战士 汗不畏死地朝着里面冲击 火凤凰越来越暴躁 施展的技能也一个比一个惊天动地 整个山洞摇晃不止 无数碎石纷纷开始往下掉 苏洛身后 不少人都好奇地围了过来 看到他一个人对战七十级的神火凤凰 所有人都麻木了 这不科学吧 越界挑战听说过 但没听说过四十多级掉打七十级的 苏兄弟 你这个触手也是宠物吗 龙少辉红着脸走到苏洛身旁 脸色有些发红 作为世家子弟 从小就接受各种文化熏陶 此时他竟然没认出来 幽冥懒月花究竟是植物还是动物 除了龙少辉之外 其余人纷纷像是好奇宝宝一样 等待着苏洛解答 他算是一种植物吧 我也是转职之后才驯服的 苏洛谦虚地解释 同时往赵小元和龙少辉的身旁走了两步 现在他火力全开 底牌进出 某些不靠谱的人必须得防着点 苏兄弟果然是人中龙凤 龙某人甘拜下风啊 龙少辉也谦虚地笑了起来 然后又将目光放在了战场上 他虽然疑惑 苏洛为什么让那些骷髅 源源不断地去送死 但也没问 几分钟之后 神火凤凰的精神值已经全部消耗殆尽 再也释放不出任何技能 直到这时苏洛才松了口气 在这期间 火凤凰要是对着幽冥揽月花施展技能 他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但是他没有 好 在苏洛的指令下 幽冥猛虎率先出击 化作一道黑影 瞬间扑到火凤凰脑袋上 狠狠就是一爪 然后又接了一个技能 碎空血爪 2800 破防之后 伤害并不是很高 但总归是看到了希望 此时的火凤凰放不出技能 嘴里偶尔吐出几个火球 也没多大精准度 紧接着 三足金屋 金灵炎龙 玄水龟纷纷出动了 为了加快速度 苏洛把手里剩下的一些宠物 也都放了出来 不管有用没用 数量上至少得给火凤凰 一点小小的震慑 让他低下高贵的头颅 这样能增加驯服的成功率 1200 1058 12 被束缚住的火凤凰身上 不断冒出伤害 高的高低的低 看得一旁的赵小元 头皮发麻 这特么就跟杀鸡用盾刀子一样 不是杀死的 是磨死的呀 太特么有想法了 麻烦诸位让一让 对着众人摆手 听到他要开始操作 众人虽然不情愿 但还是退后了十来步 有了安全距离之后 苏洛这才开始施展技能 训灵 施法需要距离吗 不需要 只不过是训灵 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 苏洛不太信任他们罢了 训化失败 训化失败 还不够吗 苏洛眯着眼睛 看了一眼火凤凰的血量 体质 1560 18000 18万血量 还剩下一千多血量 这都无法驯服 眼看着幽名揽月花 苏洛心里顿时就生腾起一股火气 他气势汹汹地朝着火凤凰走去 有玄水龟防御加持 再加上装备和自己本身的防御力 就算是被他打到了也没关系 啪 苏洛狠狠地给了火凤凰一个巴掌 耳光声极其响亮 伤害没有 侮辱性极强 服不服 苏洛恶狠地盯着火凤凰那比牛眼 还大的眼睛 啪 又是一个耳光 反正的力道 让苏洛感觉双手发麻 但他脸色依旧是一副冰冷的样子 啪 火凤凰眼神中怒火生疼 被一众宠物折腾 他吐火球吐得口干舌燥 现在又来个人打自己耳光 一个巨大的火球从他嘴里喷出来 11800 哪怕苏洛扭身躲过去 但依旧被火球击中了 一个普通攻击就差点给秒了 苏洛心里震惊 不动声色地快速使用体力恢复药剂 回满血之后 砰砰砰 砰砰砰 一阵阵击打声在洞内转开 甚至最后苏洛干脆取出了一个卓越级别的拳套装备 什么能不能穿戴 什么能不能加成伤害 这些都不重要了 只要能戴上像是拳击手一样打拳就行了 主打的就是一个侮辱 左勾拳 右勾拳 呸 苏洛打得口水直流 顺势一口唾沫吐在火凤凰脸上 一旁的幽灵猛虎和亡灵巫师相互对视了一眼 退至重宠身后 太特么过瘾了 这才是特么的打脸装逼啊 赵小元兴奋地拍着自己的大腿 仿佛主角是自己一样 激动得差点直接跪下了 一些嫉妒的转职者则是分分比一 他敢这么侮辱火凤凰 今天要是让人家逃走了 以后天涯海角都无路可退 你们看 火凤凰好像被气晕了 有人惊诧地开口 然后指了指前方 此时的火凤凰脑袋低垂拉松着 毫无生气 他脸上全是带着稀泥的鞋印 已经晕过去了 看着气晕的火凤凰 苏洛心里也暗暗发毛 今天要是驯服不了的话 估计以后这家伙 要和自己不死不休 苏洛心里纠结 但还是立马开始施展技能 驯灵 恭喜鸣成功驯服火凤凰 清脆的提示音 在苏洛脑海中响起 刹那间 幽明懒月花也耗尽了所有活力值 体型瞬间缩小 成为镯子模样缠绕在苏洛手上 好险 要是再晚一点 估计结局就不一样了 苏洛拍了拍胸脯 然后直接把火凤凰召唤了出来 三米高的巨大身材 五彩斑斓的羽毛油光发亮 此时 他已经恢复了所有伤势 浑身散发出一股高不可攀的气势 不愧是神兽 苏洛笑着摸了摸他的羽毛 火凤凰满脸郁闷 眼神烦躁地盯着苏洛 对于这个突然夺出来的主人 他一爪子就能轻易捏死 可是现在已经签订契约了 一容俱容 一隐俱语 哎 火凤凰叹了口气 化作大公鸡体型大小 然后低垂着脑袋 哈哈 苏兄弟 恭喜啊 赵小元开怀大笑 激动地上前 搂住苏洛的肩膀 那开心的劲儿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他收服的火凤凰呢 运气好而已 我能收服火凤凰 大家也有功劳 我欠大家一个人情 以后只要是我能办到的 大家尽管开口 苏洛心情大好 对着所有人郑重承诺 得到承诺 龙少辉心里很是满意 看向苏洛的眼神 也越来越欣赏 得到一个能炼制药神 怜悯炼药师的承诺 这波赚大了 是渡火中烧 你既然感谢我们 那就拿点诚意出来啊 空口说白话 谁不会啊 一名姿色上等的女孩 酸溜溜地开口了 她是54级炎火法师 如果能将火凤凰作为宠物 战斗力至少能翻十倍 所以此刻她嫉妒了 实名嫉妒 就是啊 可不能光说不练假把事 要不你把那只乌龟让给我吧 一名骑士跟着开口了 猪都能看出来 玄水龟是防御性神兽 配合骑士 相当于多了一条命 我要那只老虎 那条蛇不错 一时间地库内炒作一团 没经过苏洛同意 他们甚至自作主张 开始分配起了苏洛的东西 三言两语间 苏洛脸色微微有些僵硬 赵小元和龙少辉 脸色也都沉了下来 苏洛 我们说了这么久 你表个态啊 见她不动于衷 那名法师女孩开口了 矛头直指苏洛 表什么态 你的宠物 什么时候交接给我们 赵小元再也忍不住了 她砰的一件 直接砍碎墙壁 对着那名女孩 恶狠狠开口道 冷飞雪 你知道苏洛是什么人吗 人家是龙国炼药师协会会长 炼药术水平比讲老头只高不低 人家一个承诺 可比你们要那些宠物稀罕得多 别特么给脸不要脸 赵小元咆哮完后 大部分人都沉默了 大部分人都敢得罪一个御寿师 但却不愿意得罪圣级炼药师 就算是他们不在乎 他们背后还有家族 有老人孩子 人多就意味着 有需要要药剂的时候 得罪不起啊 那些从开始就没有发言的人 顿时开始庆幸了 至少他们没得罪苏洛 有他刚刚那句话 日后有需要了 也有理由求上门 众人沉默 冷飞雪脸上的怒意 却不减反增 他气冲冲地 瞪了赵小元和龙少辉一眼 然后又用一种威胁的眼神 看着苏洛 哼 炼药师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只火凤凰 我冷飞雪要定了 放下狠话 冷飞雪便气冲冲地离开了 场面顿时变得尴尬 龙少辉咳嗽了两声 然后安抚道 苏兄放心 我龙家肯定不会坐视不理的 老爷子还等着你炼药呢 没事 不就是一个冷家吗 先不起什么风浪 苏兄弟放心 我们肯定会帮你的 冷飞雪从小就嚣张跋扈 这次我们可离他远点 一时间众人都开始安抚苏洛 又或者是 安抚一位伟大的圣级炼药师的心情 面对众人的嗜好 苏洛都一一接受 只是他脸上的表情很遗憾 像是错过了什么重要的事情一样 出现了这种事 龙少辉当即决定所有人撤离 回去商业好后再来探索 而苏洛心里却很不爽 像是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这里人多眼杂 才给冷飞雪叫嚣的机会 要不然 直接就能做掉他了 走出地窟 外面已经有不少人在等待着了 各大家族的人都派了人来迎接 嘻嘻嚷嚷 很是热闹 唯有通过海选进来的人 孤孤单单 显得有些冷清 苏洛静静地看了一眼 冷飞雪正在对来接应他的人说些什么 各大家族的弟子 也都在向家族长辈汇报 苏洛扭过头 打算坐上公交 却被赵小元和龙少辉同时拉住了 那个 龙少你先吧 我都可以的 赵小元尴尬地扣了扣脑袋 然后退后了两步 对着龙少辉抬了抬手 示意他先开口说话 苏洛 去我家住吧 老爷子最近身体恢复得不错 但应该还有点毛病 想让你再看看 龙少辉脸上带着标准的微笑 对着苏洛发出邀请 另一边 龙四海站在人群中 也时不时地朝这边看过来 只不过脸上的表情有些古怪 当视线触碰到苏洛的目光时 他就会立马闪开 仿佛之前的事情 让他难为情 这时候 又有几个龙都大家族 朝着苏洛走来了 见苏洛还在犹豫 龙四海直接大不留心走了过来 苏洛小兄弟 之前是我意气用事了 你放心 以后绝对不会刻意刁难你了 晚上我自罚三杯 向你陪罪爱 龙四海小声地说道 此话一出 现场顿时安静了片刻 就连那些同样想邀请苏洛的大家族 也都暂时没有开口了 龙家四大猛人之一的龙四海 表示要自罚三杯 这已经很给面子了 苏洛不是见好不收的人 当即就对着龙四海 和龙少辉抱拳作一 那就打扰你们了 不打扰 不打扰 龙四海咧嘴一笑 然后带头朝着一辆汉马汽车走去 其余的人看到苏洛跟龙家人走了 纷纷面露遗憾 不行 王叔 你今天必须帮我把苏洛拦下来 那只火粪黄我一定要拿到手 看到苏洛就要离开 冷飞雪瞬间炸毛了 大声地威胁身旁的管家 小姐 这事涉及很多事情 不能乱来的 还是回去找家主商量之后再决定吧 面对冷飞雪的无理要求 管家显得很是难看 特别是感受到龙四海的眼神 看过来之后 他更是感觉头皮发麻 小姐 赶紧上车吧 回去再说 管家催促到 冷飞雪看了一眼龙四海 这才作罢 气冲冲地上了一辆劳斯莱斯 作为龙国最为古老的世家 龙家在龙都的地位 是无可撼动的 就连家族据典 都是在一座影视的大山中 整个山腰都能看到豪华的山庄 山庄修建很是讲究 大部分建筑都被树木遮挡 不仔细看只会以为是一些小山村 车辆抵达山庄大门后 两名身穿绒装的男子 立马上前开门 苏洛和龙绍辉坐在后排 每个人下车 都会有人扶着车顶小心撞头 这种高规格的待遇 让苏洛一时间有些不适应 特别是自己身上的穿着 甚至都比不上侍卫 一时间苏洛有种自己是 屠狗进城的感觉 或许是提前得知了命令 两名戎装男子 对着苏洛礼帽微笑道 苏少爷 在这儿就当自己家一样 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就行 谢谢 礼帽道谢后 苏洛就被龙绍辉拉着 朝山庄里面走了 那两名戎装侍卫 则是保持微妙的距离 跟在二人身后 进入山庄大门 迎面来的是狭长的走道 两旁是低调奢华的花园 前方则是古朴大气的会客厅 此时里面已经站满了人 在门口等待着 苏兄弟 你今天可是来对了 家里人大部分都在 大家都很欢迎你 感受到苏洛似乎有些紧张 龙少辉立马开口解释 不是要给下马威啊 苏洛内心这才稍稍平静了一些 欢迎苏会长来我龙家做客 我是龙家 现任家主龙镇山 一名身穿灰色长袍 莫约五十岁左右的男子 率先站出来开口 同时对着苏洛伸出了手 龙家主好 苏洛回应着 同时双手握住了龙镇山的手 紧接着更多的人和苏洛打起了招呼 欢迎来龙家做客 欢迎苏会长 早就听闻苏会长大名了 今日一见 果然是人中龙凤 龙家人都对着苏洛 露出笑容 气氛和谐 直到这时候 苏洛心里才松了口气 龙家人作为龙国护道者 果然是名不虚传的 他原本还以为龙少辉 只是性格和气 没想到 整个龙家人都这么和气 家风淳朴 不愧是大家族 进入会客厅之后 龙家众人又简单寒暄了片刻之后 才接二连三地离去 最终只留下了龙镇山 龙四海和龙少辉三人 前段日子 家父病危 多亏苏会长出手炼制神药 才能让我父亲起死回生 只是 家父患有恶疾 恶疾不出家父性命 就一直有威胁 苏会长 现在是否方便 龙镇山眉宇间 近视仇色 同时看向苏洛的眼神 也满是期待 龙国中圣级炼药师 数量屈指可数 这些年来青红不接 只有蒋星河一人了 如今苏洛的出现 才让炼药界 有了新的希望 龙老爷子一生为 龙国抛洒热血 能为老爷子看病 是晚辈的荣幸 只是晚辈实力有限 苏会长尽力即可 家父的病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万一苏会长 也束手无策 那我父亲 就是天命所归了 在场的人 何等聪明 龙镇山立马就给苏洛 下达了免责申明 苏洛这才点头答应 众人起身朝着 一处僻静的小院走去 一路上苏洛都在暗暗 打量龙家人的实力 龙少辉是一名 62级新红剑士 而龙四海和龙镇山的实力 则是直接隐藏了 也有可能是眉眼隐藏 只是苏洛实力太低 看不到而已 一行人进入院子后 里面的侍卫和保姆 立马自觉地退了出来 打开房间 里面顿时就传来 一股淡淡的意味 哪怕打扫 已经很干净了 但常年生病的老人身上 依旧有一股病人特有的味道 当看到老人身上的等级时 苏洛顿时 眼睛瞪得滚圆 153级 暴炎狂剑剑盛 如此实力 若是恢复巅峰状态 定能横扫天下了 苏兄弟 如何 很少有情绪波动的龙少辉 此时声音有些低沉 小声问道 龙镇山和龙四海 也都红着眼睛 看向苏洛 满心期待问道 有把握吗 普通人生病 去医院就可以 但转职者生病 去普通医院可不行 必须要强大的炼药师 炼制高阶药物 而龙家老爷子的 暗急则是灼伤 类似于诅咒一样 能对人体持续造成伤害 虽然不会一下子就死掉 但日积月累 会比其他人寿命 少一大半 想要根治 必须要炼制圣阶 巅峰药水 光明神进化药剂 光明神进化药剂 已经是标准的神级初级药剂了 与其说是考验炼药师水平 倒不如说 总能炼制出来 可以试一下 苏洛淡淡地回应了一句 龙震山和龙四海脸上 顿时露出了喜色 就连病床上的老人 也猛然睁开了眼睛 你是神级炼药师 老人的声音不大 却充满了神奇的力量 令得房间内狂风大作 前辈尽管放心 我会尽可能地炼制出 光明神进化药剂 一个不够 至少要两个才行 老人眼神中的亮光暗淡了一些 似乎觉得 自己要求过分了 又委婉赔罪到 小有精力就好 哪怕只能炼制出一枚药水 老夫承诺 日后答应你三件事 老人开出筹码 龙震山和龙四海 眼皮子都跳了起来 老爷子一诺可不止千金啊 更何况三件事 哪怕只是一个要求 苏家也能立马 躋身龙都世家第一 甚至龙国第一 一旁的龙少辉 则是满脸担忧 上次他求要的时候就知道 苏洛是小地方来的人 不知道很多潜规则 现在老爷子 只是答应三件事 他担心苏洛会觉得不够 那就多谢前辈了 晚辈自当竭尽全力 苏洛拱手作一 表示答应这个条件 接下来就是写下 炼制光明神 净化药剂所需要的材料 让龙家人去收集 苏洛写东西的空档里 隔壁房间的龙四海和龙震山 都满脸质疑地 看着龙少辉 少辉 你爷爷都答应 帮他做三件事了 看你那表情 似乎担心苏洛不答应 龙震山满脸的疑问 一旁的龙四海 也愤愤不平 老爷子巅峰时期的权力 实力比起神机炼药师 可厉害多了 这小子 怎么如此不识趣 但是片刻后 听到龙少辉的解释后 两人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原来是这样 我就说 这家伙得到老爷子承诺 怎么如此淡定呢 不骄不躁也蛮好的 至少不会和别人攀比 大哥 当年你结婚的时候 刚从战场上退下来 不也是和这小子一样 对龙家家主的位置 表示不满意吗 都过去了 别提了 房间里恢复了 其乐融融的气氛 一处豪华的别墅区内 冷家所有人都聚集到了一起 冷飞雪站在众人中央 会声会色地 讲述着SSS及宠物火 凤凰有多厉害 然后又添油加醋地 说了许多苏洛的不是 直到房间里 所有人脸上 都露出愤怒的表情 他才故作委屈地开始哭泣 这个信苏的太过分了 仗着是炼药协会会长 就真以为可以胡来吗 我冷家同样有高等级炼药师 只要好好培养日后 也不是没机会冲击圣接 别人怕连药师协会 我们冷家可不怕 来人 去给我把苏洛的所有信息 都查出来 对 他家有多少只苍蝇 都给我狠狠地查出来 龙家 短短半天时间 所有药材全部凑齐 看着密密麻麻的药材 苏洛感觉头皮发麻 龙家太特么可怕了 这么多药材 基本上每一种都很珍贵罕见 龙家能在半天内击齐 而且还是八套 整个龙国恐怕也只有 龙家有这种恐怖的力量了 要是让他自己来 估计一年也难以凑齐一套 神级药剂的药材 苏兄弟 所有药材都集齐了 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 比如炼制药材 需不需要密室什么的 龙少辉站在门口 看向苏洛的眼神 温柔的不像话 就像是看情人一样满意 不用了 就在这里就行 苏洛没注意到 龙少辉的表情 只是沉浸在药材的冲击中 那就好 你有什么事 喊一声就行 我在门口守着 龙少辉温柔地说了一声 然后缓缓关上门 坐在旁边早已准备好的凳子上 院子里 站满了身穿戎装的侍卫 每一个基本上 都是六十级以上的实力 此时 全部都进入了警戒状态 房间中 苏洛对着一堆药材焦头烂额 神级药剂 所需要的药材 已经达到上千种了 光是整理这些药材 就需要很久的时间 哎 辛苦一下 拿龙家一个人情 也不算亏 好不容易 把所有药材集齐之后 苏洛叹了口气 然后开始施展神级 练药术 房间外 龙少辉听到这句话 顿时脸色一黑 然后满脸郁闷 什么叫辛苦一下 拿龙家人情不错 合着在这儿练药 对他来说是顺手的事 房间内 苏洛已经开始练制药材了 练制神级药剂 需要用的药顶也不一样 龙家早就给苏洛安排好了 一尊紫色 史诗级别的药顶 练制光明神进化药剂 绝对没问题 剩下的 就是看苏洛的水平高低了 对此 不断地旋转跳跃 然后进入药顶 这次苏洛的状态达到了最佳状态 每一次加入药材 都是全神贯注 不光是为了炼制 他也有自己的小心思 八套药材 炼制出两个药剂龙家人 还得对自己感恩戴德 夸自己牛逼 但是剩下的药材 要是也能炼成 那不就是自己的东西了 一支神级光明神进化药剂 在外界随便都能换一套史诗级的装备 这油水不久捞出来了 想到这里 苏洛炼制药才更小心了 此时 龙家也迎来了今日的第二波客人 不过貌似来者是来找麻烦的 冷家家主带领着冷飞雪 气势汹汹地走进了龙家会客厅 龙老大 今天我就把话说明白了 我们是来找苏洛的 冷兄弟 苏洛是我龙家贵客 现在正在给老爷子炼药 龙震山脸色阴沉 一旁的龙四海更是直接站了起来 冷冷问道 你们找苏洛有什么事 他抢了属于我的火凤凰 冷飞雪语气冰冷地回应了一声 但看到龙四海阴沉的目光时 立马又退回父亲身旁了 龙四海冷冷笑道 别说是 抢了你的宠物 就算是 把你怎么样了 今天这事 我龙四海也管定了 第二天 冷家的人又来了 这一次来的人比较多 足足来了十来个人 每一个都是六十级以上的强者 虽然不是和龙家开战 但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苏洛 冷飞雪已经和他父亲冷长风商量好了 只要苏洛离开龙家 就直接动手 把苏洛抓起来 他们没有进入龙家山庄 而是直接在山脚下等着 此时 龙家会一听 龙正山和龙四海满脸纠结 作为龙家负责人 有人在下面 使手段 他们自然是第一时间收到了消息 作为外人 他们也不太好插手这件事 就算是要处理 也得看苏洛的意思 不然下手轻重也不好拿捏 大哥 你说苏小兄弟 真能炼制出神机要水吗 龙四海满脸茫然地看着龙正山 眼神中露出一抹茫然 试试看吧 结果没出来之前 不能随便下定论 听说你之前为难了人家一次 人家还愿意来家里帮着炼药 已经是很给龙家面子了 作为龙家家主 龙正山考虑得更为全面 但是苏洛已经关在房间里 快一天一夜了 到底能不能成功 他心里也没有底 就在这时候 一名戎装侍卫快步走了进来 报告家主 光明神净化药剂 已经炼制出来了 现在正在给老爷子服用 炼出来了 龙四海猛地从沙发上蹦起来 脸上露出一抹喜色 然后快步朝着会议厅外面走去 龙正山松了口气 也立马跟了上去 此时 龙家老爷子的房间外面围满了人 龙家所有人聚在一起 挤满了整个院子 两管光明神净化药剂 已经派人送进去了 现在老爷子正在使用 只要药剂能起作用 老爷子的身体就能恢复正常 而此时 苏洛则是满头大汗地坐在房间内 兴奋地轻点着桌子上 剩下的五个光明神净化药剂 这次出手练八套材料 只有一套失败 一共炼成了七个药剂 给龙家两个之后 自己手里还剩下五个 看着五支散发着 银银白光的净化药剂 苏洛心里一阵舒爽 原来当炼药师捞外快这么容易 一时间 苏洛都有点想昭告天下了 凭自己的神级炼药术 估计能引来不少人求药 到时候 光是赚外快就能赚不少 这时候 山下打算守株待兔的冷家众人 也收到了消息 苏洛成功炼制出光明神净化药水 对他们来说 无疑是一个坏消息 若是龙老爷子真的恢复了 定会死保苏洛 到时候 就算是神仙来了 也拿苏洛没办法 想到这里 冷长风立马将目光 放在了身旁的 一名黑衣老者身上 故作悲痛说道 老祖 火凤凰这么多年了 才出现这一次 许儿不能错过这次机会啊 神兽火凤凰 若是能拥有的化冷家 在龙都的地位 立马就能上涨一大截 而且因为御寿师职业有诅咒的缘故 驯化的高等级神兽 在龙国更是凤毛麟角的存在 七十级火凤凰 凭着冷家的实力 将他喂养到一百级 也不是什么难事 再加上龙家人是龙国护道者 虽然地位高 却很少插手江湖士 若是明着来 龙家也无法强保苏洛 想到这里 冷家老祖顿时心头火热 陈生说道 走 上山去 龙家今日歌舞升平 每个人脸上都是欢天喜地的表情 老爷子身体恢复之前的状态 这也就意味着 龙家的顶梁柱再次站起来了 只要老爷子不到 龙家就不会倒 龙国也还有守护者 苏小兄弟 多亏了你啊 要不然我这把老骨头 恐怕真撑不了多久了 宴会上 老爷子龙霸天拉着苏洛的手 一口一个小兄弟喊得很是亲热 坐在下方的龙镇山 龙四海和龙少辉 脸色瞬间就不自然了 他们之前也是叫苏洛苏兄弟啊 现在老爷子也叫他小兄弟 那以后这该怎么叫 最苦恼的是龙少辉 若是爷爷叫苏洛兄弟 自己不得叫苏爷爷了 一想到这里 龙少辉脸色更黑了 但却又不敢吱声 此时 宴会厅门口突然闯进来了一群人 老爷子 冷家老祖带人来了 一名中年侍卫在龙霸天耳边低语 龙老爷子则是风轻云淡地摆了摆手 让他退下了 苏洛静静地吃着菜 有人撑腰 他也不担心冷家会怎么样 霸天兄竟然身体可好 冷家老祖走进门后 笑眯眯地和龙老爷子打了个招呼 然后才将视线放在苏洛身上 冷兄为何而来 龙霸天脸上露出皮笑肉不笑的表情 明知故问道 这位苏惠长强行夺取了我孙女的功劳 刚好霸天兄也在 倒不如主持的公道如何 公道 龙霸天撇了撇眉毛 然后又将目光放在苏洛身上 苏小兄弟怎么说 站在旁边的冷家人听到龙霸天这称呼 顿时就脸色沉了下来 他们原本只以为苏洛是收取了好处 才帮龙家炼制药材 但现在看来 龙家似乎有意结交苏洛 这样的话 事情就不好办了 苏洛看了一眼冷家老祖 不卑不亢问道 冷前辈 我怎么就抢功劳了 老夫听说 你们进入地窟 是所有人组队进去的 获得的经验大家平分 没错吧 没错 那伙凤凰既然是大家一起发现的 该不该有我孙女冷飞雪一份呢 当时所有人都已经放弃了 我去收服火凤凰的时候 不少人更是冷嘲热讽 苏洛皱皱眨眉头 看向旁边的冷飞雪 冷笑道 你有种的话 就不用任何宠物赤手空拳 和本姑娘打一场 只要你能答应我 我那份火凤凰就归你 冷飞雪嚣张跋扈地看着苏洛 眼神中充满了挑衅 挑战你妹 面对冷飞雪这种无理要求 苏洛翻了个白眼 懒得理会 然后默默地加菜池 就在这时候 冷家老祖却默然笑了起来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 你应该是将城市出来的吧 父母双亡 只有一个姐姐 好像实力不错 在漠北当了的战将 今天你接受也得接受 职务还是不难做到的 希望苏公子能好好考虑一下 威胁我 苏洛眼神中 顿时露出了一抹寒芒 冷笑道 我苏洛从不接受任何人的挑战 除非是千生四季 千生四季 一瞬间 在场的人都愣住了 特别是龙耍辉 看向苏洛的表情 就像是看怪物一样 整个龙兜 大大小小的顽固们 最多也就是打得闹闹 可从没闹出过性命啊 苏洛一开口竟然要玩命 你敢吗 苏洛眼神冰冷地看着冷飞雪 特别是看到 他眼神中的巨异之后 眼神中竟然出现了一些嘲讽 苏会长 谁不知道你战力无双啊 欺负一个小孩子 太过分了吧 以你炼药师协会的便利 无论如何 对于飞雪都是碾压的 不过你要是说千生死气 老夫倒是愿意陪你玩玩 冷长风笑着 挡在冷飞雪面前 现场再度陷入安静 苏洛满脸无语 特么的冷飞雪是小孩子 我不是小孩子 苏洛看了一眼冷长风 但只能看到 他是八十级木系法师 如果只是八十级的话 有幽明懒月花和火凤凰联手 倒也不是没机会 但是单凭这样就底牌进出 绝对不划算 苏洛想也不想直接拒绝了 怎么 你不敢 冷长风眼神中露出浓烈的嘲讽 想要以此来激怒苏洛 小的不敢上 就派老的来 苏洛心里瞬间就没了搭理他们的兴趣 冷冷笑道 我就是不敢 说把他坐了下来 伸手夹了一筷子菜开始吃 这时候龙少辉瞬间反应过来了 他给苏洛夹了一个虎皮鸡爪 夸赞道 这鸡爪你尝尝 是我们龙家的特色菜 外面一般吃不到的 味道确实不错 又软又弄 龙四海哈哈大笑 和龙震山对视了一眼 然后也开始安心地吃起了菜 一时间冷家众人被冷落了 晾在一旁根本就没人搭理他 作为龙都冷家大小姐 他什么时候说过这种待遇 此时冷飞雪眼神中都快喷出火来了 但是这是龙家 他也不敢造次 苏洛 只要你敢和我父亲牵下生死气 赢了的话 我冷家财产全部归你 冷飞雪双目喷火 对着苏洛大声说道 一旁的冷家老祖顿时就皱起了眉头 看向冷飞雪的眼神充满了指责 但他现在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哪顾得上那么多 冷家的财产 很多吗 苏洛疑惑地看着龙少辉 嗯 差不多能买下你们江城市了 经过这一提醒 苏洛瞬间来了兴趣 无脑的人他见多了 但是这种又坑爹又坑家族的 紧张地看着冷长风妇女俩 苏会长都不担心 我冷某人为了爱女也敢拼命 冷长风淡淡说道 一时间 现场的温度降低到了冰点 龙老爷子淡淡地看了苏洛一眼 心里顿时纠熟了 双方确定好了 接下来就是千生死气了 一旦签下生死气 无论谁死了都是生死不论 因为冷家搭上了所有财产 所以苏洛也得搭上自己的所有宠物 为了保持公平公正公开 双方签下生死气后 战斗的时间为三天之后 在龙都最大的格斗场举行 傍晚 龙家专门给苏洛准备了一个豪华大房间 但苏洛无形享受 他只是坐在桌子前 用笔不断地在纸张上计算各种数据 同时 他又打开了各个宠物的属性版面 首先是火凤凰 火凤凰 七十级SSS级宠物 攻击力五万八千 防御两万一千 精神八千七百一二零零零 体质十八万 被动凤凰涅槃 技能三昧神火 火皇扑杀 火皇焚天 这只火凤凰是苏洛目前手里攻击力最强的宠物 另外就是那四只宠物了 想要弄死冷长风 至少还得把幽冥懒月花的等级往上也弄一弄 现在的幽冥懒月花只有五十几 而冷长风是八十几 为了万无一失 得做好万全的准备 计算好各项数据之后 苏洛立马闪身进入了神耀界 主人 您来了 亡灵巫师漂浮在苏洛面前 他浑身披着白色长袍 如同鬼魅一般 再加上骨骼也是通体白色 看起来就像是一件漂浮的白色大衣 你升级了 苏洛眼皮子挑了挑 然后疑惑地看着亡灵巫师 亡灵巫师 五十五级 神格 死亡民主 一四 攻击 一万五千三百 防御 八千八百 精神 六千 体质 两万四千 技能 亡灵召唤 永恒诅咒 可升级 民主之力 被动 狂热君王 民主之力 所统治的子民 力量 速度 体质 采集 炼药 各项能力武 永恒诅咒 一五 诅咒目标时间无限 可对目标造成任意持续性伤害 或负面效果 狂热君王 召唤的骷髅仆人 有几率觉醒生活职业技能 看着亡灵巫师的新技能 苏洛心里顿时觉得很舒爽 龙老爷子 之所以身体虚弱 差点一年早逝 就是受到了永恒诅咒 当然他受到的永恒诅咒 比起亡灵巫师 现阶段的厉害多了 兽王丹的炼制材料 种出来了没有 高级的兽王丹了 兽王丹的药材还没成熟 不过之前炼制的兽灵丹太多了 还没吃完 还有多少 至少五十万颗 苏洛 五十万颗兽灵丹 一颗一颗吃的话 那得吃到猴年马月啊 倒不如直接让龙少辉 帮忙买点现成的 目前的骷髅炼药师中 已经有一百多名大师级炼药师了 只是给几只宠物供应丹药的话 倒也忙得过来 不过 时间就是金钱 苏洛当即把玄水龟 幽灵猛虎 三族金屋 火凤凰 金灵炎龙 全都放了出来 哪怕只是初级的兽灵丹 也让他们拼命地吃 而苏洛自己这边 则是直接把经验值全部关闭 直接给了幽明拉努夜话 主人 您最近是不是又要干账了 王临巫师小心翼翼地问道 别废话 你也去给我吃吧 苏洛直接将王临巫师 奔在了丹药堆里 六只宠物吃兽灵丹 平均每两秒钟 就能给幽明揽月花 增加三千点经验值 一分钟就是九万经验值 此时 幽明揽月花的 升级经验条为一百八十万 大概二十分钟就能升一级 除此之外 宠物们也能跟着增加经验值 一切都安排好后 苏洛才静静地打开了 自己的属性版面 在炼丹界面 各种不同的药剂 已经诞生了不同的药方 大型体力恢复药剂 A级体力药水 S级体力药水 兽灵丹 兽王丹 灵犬丹 风神丹 难道是我连续炼制了 几个神迹药剂之后 水平增加了 看着丹药版面的变化 苏洛陷入了沉思 三天之后 就是和冷长风的生死决斗了 苏洛心里充满了压迫感 虽然他有很大把握 但他并不满意 比起大概率 苏洛更喜欢百分之百没问题 灵犬丹配方 无根草 西山花 九屈龙果 介绍 传说中很稀有的丹药 一颗灵犬可为宠物增加经验值一万点 灵犬丹的功效 比起兽灵丹 足足强了二十倍 如今各个宠物的实力都提升了 升级所需的经验值也精非细比 灵犬丹就是最好的替代品 苏洛当即就给亡灵巫师交代了新的安排 这一批药材全部收集起来之后 就开始种植灵犬丹所需要的药材 离开神药界之后 苏洛又找到了龙绍辉 让他帮忙购买一批灵犬丹的药材 此时 冷家正在设宴庆祝 冷飞雪坐在冷长风身旁 不停地给他加菜 冷家众人也都满脸期待 毕竟苏洛手中的神兽可不守 只要弄死他 日后单凭这些宠物 都能让冷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他那只宠物像是某种植物 但又像是一只章鱼触手 可以变得很大 而且还能承受火凤凰的技能 都没有受伤 冷飞雪会生晦瑟的描述 冷家众人也在集体思考着 如何应对 无妨 老夫这里有一柄史诗级斩天炎火箭 到时候 你利用植物操控炎火箭去劈砍 应该没问题 冷家老祖淡淡地开口了 听到这话 冷长风顿时松了一口气 众人立马开始歌舞声平地庆祝起来 在他们看来 苏洛收服火凤凰 肯定是利用了一些御寿师的手段 要不然绝对不可能这么轻易 将火凤凰收服 而冷长风作为八十级法师 就算战斗力不是最强的 但击杀一个四十多级的御寿师 也绰绰有余 龙家 一辆军用汉马车 缓缓地驶入庄园 龙绍辉站在门口接应 他满脸严肃地对着司机问道 没人发现吧 龙绍放心 这些药材我们都是暗中收集的 没人发现 那就好 龙绍辉摆了摆手 让车辆开进庄园内 然后叫苏洛过来取货 一万套灵权单药材数量庞大 打怕用一次性储存带装着 都占用了车辆的所有空间 苏洛把所有药材扔进神药界 然后取出了一张价值一亿龙币的卡 递给龙绍辉 苏洛 你这是打算练着什么好东西啊 龙绍辉没有伸手去接 而是两眼放光地盯着苏洛的眼睛 就一些宠物吃的东西 苏洛笑着将卡片 放到龙绍辉的上衣口袋里 然后便心满意足地 朝着自己的房间走去了 灵权单是大师级药品 正好有一百多个骷髅炼药师 可以干活 神药界中 苏洛直接来到了 骷髅炼药师的地方 作为这方世界的主人 他能够直接命令 所有炼药师 一百个大师级骷髅 炼药师整整齐齐地站在苏洛面前 等待着命令 而另一边 是苏洛命令炼药师仆人 搬运过来的所有药材 每人领取一百套 灵权单药材去炼制 随着苏洛的指令传达 所有骷髅炼药师开始干活了 这些大师级骷髅炼药师的外表 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原本又脏又破的黑袍 此时已经变成了暗红色的长袍 每个人手中的炼药小顶 也从原本的石头 变成了淡紫色 看样子他们的随身物品 会随着实力增强而变化 另一边的空地上 精灵炎龙正在空中不停地穿梭 四只脚都在不停地 往其余四只宠物嘴里丢丹药 时不时地也会往自己嘴里丢一颗 玄水龟趴在地上 嘴里每进一颗丹药塔 就会咀嚼两下 然后继续张嘴等着 幽灵猛虎和亡灵巫师这俩货 更是懒到了极致 干脆躺在地上一边晒太阳 一边等待头位 好了 十分钟过去了 胆小金屋你来了 精灵炎龙类地瘫倒在地上 然后也学着亡灵巫师的模样 往地上一躺 等待着头位 旁边的火凤凰 则是静静地站在地上 伸出一只翅膀夹起兽灵丹 优雅地放进嘴里 细细咀嚼 偶尔渣子从嘴角露出来了 他还会擦一擦嘴 优雅永不过时 看着几只宠物各有千秋 苏洛笑着摇了摇头 然后直接去了神徒旁边 幽明懒月花 58级传说级植物 生命力20W 攻击力2.5W 防御力2W 活力值150150 被动技能束缚免疫 60级解锁 介绍 不能长时间脱离土壤 一点活力值可持续战斗10秒钟 活力值每小时恢复3点 藤蔓最大可束缚超过自身50级的目标 5分钟内免疫束缚目标任何伤害 束缚目标同时包括身躯 灵魂空间 一旦被它束缚住 任何手段都无法逃离 新增了一个技能 很棒啊 看着神徒里随风摇摆的小藤蔓 苏洛心里很是舒爽 幽冥兰越花越强 到时候和冷长风的决斗 就越有把握把它按在地上摩擦 这一次战斗必定是底牌进出 要打就要打出名气 要不然灭了冷家以后 少不了各种苍蝇蚊子来不停找麻烦 就在这时候 炼药室工作区里 第一枚灵权丹炼制出来了 扑鼻的香味在神药界中蔓延开来 引得原本百烂的几只宠物顿时 就来了精神 纷纷朝着炼药工作区张望 就连一向优雅的火 凤凰也不例外 灵权丹的香味太香了 寿灵丹和这股味道比起来 完全就是豆腐渣一样的东西 瞧你们那没出息的样子 这玩意儿叫灵权丹 主人已经安排好了 下一批药材就种植这个材料 亡灵巫师仗着自己的优势 顿时就在几只宠物面前显摆了起来 以后大家都能当糖豆吃 灵权丹通体绿色 晶莹剔透 宛如透光的绿豆一样 通体散发诱人香味 别说宠物了 苏洛自己拿在手里 都有种尝一口的冲动 但是这玩意儿一颗价值几千块 比黄金还贵 还是算了吧 随着第一颗灵权丹生产出来 紧接着更多的灵权丹权都接连出来了 一颗颗灵权丹被骷髅仆人平均分配 摆在宠物们面前 玄水龟 幽灵猛虎 火凤凰和精灵炎龙 全都一口接一口地吃着 甚至吃完了还眼巴巴地等着 比起吃寿灵丹的场景 这完全就是两个态度 主人 干嘛不让我吃啊 王灵巫师委屈地戳着手指 可怜巴巴地问道 明天有一场血战 他们得尽快提升实力懂了吗 苏洛没好气地 瞥了王灵巫师一眼 别说他了 就连自己都没有得到经验值 全都归幽冥懒月花了 闲来无事 苏洛又在神药界中转悠了起来 此时的骷髅中 已经有农夫 铁匠 矿工之类的生活职业了 而神药界中 也有足够的矿场 让他们挖矿 当铁匠的职业等级 达到高级之后 就有机会突破到锻造师职业 高级的锻造师 能够打造更高级的装备 不久的将来 苏洛又能拥有一个 实力强大的军火库 至少能小范围地满足 药神帮装备问题 主人 你得想办法 再搞点空间识了 要不然按这么发展下去 很快神药界的面积 又不够用了 作为苏洛的头号狗腿子 王灵巫师跟在 实际上 冷家的好东西 应该会不少吧 到时候能用的用 不能用的全都变满 生死器上的条款 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苏洛死亡 所有宠物和物品 归冷家所有 冷长风死亡 则冷家所有人 只能带走个人生活用品 其余的东西 全都归苏洛所有 作为公正人 龙老爷子已经开始命人 暗地里调查冷家了 只要他出手 冷家就算是想要转移东西 也绝对逃不出龙家的手段 傍晚时分 一万套灵犬丹药材 此时已经全部进入了 四只宠物的肚子 9000多颗灵犬丹 换算下来大概是 9000多万经验值 苏洛迫不及待地 打开了幽冥 蓝月花的属性版面 获得了9000多万经验值后 他已经达到了94级 幽冥蓝月花 94级传说级植物 生命力30W 攻击力2.5W 防御力2W 活力值150150 主动技能 置换风暴 被动技能 束缚免疫 置换风暴 花朵碎裂散发出置换气体 形成风暴将目标困住 使其产生幻觉 束缚免疫 束缚目标之后 10分钟内免疫90%伤害 束缚时间一共只有13分钟时间 看着幽冥蓝月花的属性模板 苏洛心里还是比较满意的 这玩意儿免疫90%伤害 相当于10万的伤害 只能造成1万 恐怕龙老爷子都很难搞定 而宠物属性版面 也发生了轻微的改变 毕竟灵犬丹是高级丹药 几只宠物也都提升了等级 玄水龟65级 A级宠物 攻击1.8W 防御3W 精神8000 体质11.8W 技能冰龙冲击 极寒降临 无尽冰封 被动技能绝对灵度 荣耀共享 三足金屋67级 S级宠物 神格 未解锁 攻击4.5W 防御1.2W 精神1.2W 体质3.5W 技能石破 禁锢之海 三昧真火 精灵炎龙67级 S级宠物 神格 青龙神格 未获得 攻击5W 防御1.3W 精神1.2W 体质3.8W 技能 炎火天降 精灵穿梭 燃魂 幽灵猛虎69级 A级宠物 攻击5.8W 防御1.6W 精神1W 体质2.8 技能 碎空血爪 震射 急杀 被动 嗜血 对敌人造成伤害时 立马索取30%血量 火凤凰 76级SSS级宠物 攻击力 6.5W 防御 2.5W 精神 1.8W 体质 2.2W 被动 凤凰 涅槃 技能 三昧神火 火皇扑杀 火皇 焚天 这么多宠物全都突破了 而且火凤凰的等级和冷长风 已经无限接近了 到时候五只宠物一起上 再加上幽冥 揽月花 苏洛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可能会输 任他冷长风再怎么厉害 也绝对不可能躲得过遮天蔽日的幽冥 揽月花 就算他有些手段 但是再加上臭气幻觉的话 绝对也跑不掉了 三天时间转瞬即逝 这段时间里 冷家为了给龙家施压 以免他们出手保苏洛 更是在龙都大肆宣扬生死气的事情 在这个消息飞速传播的世界 短短三天内 苏洛和冷长风决斗的事情 几乎轰动了整个龙国 这一天 整个龙都来了许多陌生人 龙都中心广场 硕大的决斗场内 挤满了看热闹的人 这时候 一群全部都是四十多级的年轻人 浩浩荡荡地走进了决斗场 在他们身后 跟着一群挨胡子老头 挨着所为何事 登记处的老者面无表情问道 燕都要神帮帮众 前来替我们苏洛帮主加油助威 炼药师协会骨干成员 前来替苏洛苏会长加油助威 周铁生面无表情地 应了一声 这时候 虚空中出现了一朵红色的云朵 一名浑身散发出冰冷气息的女人 出现在云朵之上 她目光温柔 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决斗场 一边的苏洛 空气中的温度突然上升 天边一只火红色的三足金屋 划破长空 飞速驶来 鸟背上坐着一名 提着酒葫芦的拉搭老头 和一名身背弓箭的中年男子 今日 整个龙国各路强者云集 苏洛看着场外的一个个老面孔 顿时觉得心里有暖流化过 观众席上 药神帮的人足足来了三十多个 虽然实力不高 但苏洛心里明白 他们都是帮会里的骨干成员 千里迢迢来给自己加油助威 苏洛心里很是感动 在药神帮的旁边 是蒋星河带头的炼药师协会高层 每一位都是德高望重的炼药师 他们一出场 顿时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龙都虽然是一流城市 但炼药师大部分都是炼药师协会管理 大部分世家都和炼药师协会有供求关系 虚空中 五老头带着冯丽战在三足进屋背后 就这么静静地助力在虚空 居高临下地望着生死台 另一边的云朵上 苏冰雪身穿黑色风衣 衣绝飘荡 长发随风舞动 浑身散发着冰冷至极的气息 看着各方强者出动 一时间观众席上的看客们都震惊了 想不到燕豆大学青龙院的五老头都来了 苏洛克是五老头的关门弟子 能不来吗 则则 次月战神看样子应该快突破 八十级了吧 今天这场生死斗 多亏是龙老爷子主持 要是换做其他人 估计苏洛这边的人 能直接把冷家杀几十次 就凭一个炼药师协会 都能把冷家压死 冷家拿头比 什么世家 和苏洛的底蕴比起来完全差远了 众人感叹之余 生死台上的长香正好快要燃烧殆尽 长香静 风云起 这是生死斗的规矩 作为这次决斗的裁片 龙老爷子静静地站在生死台边缘 面无表情地看着香头 长香彻底燃烧完毕的刹那 冷长风出手了 他嘴里快速念动咒语 直近五十米的圆形决斗场上 瞬间长满了杂草 一株株杂草生长速度极快 转眼间就长到了两米长 铺天盖地 全部都朝着苏洛延伸而去 若是被这些草困住 绝对会被包裹在里面 八十级强者 果然够恐怖 苏洛心里暗暗心惊 立马召唤出几只宠物 然后一个剑步跳上了悬水龟后背 如今的他实力虽然不高 但加上悬水龟的防御 面临冷长风的攻击 至少不至于有生命危险 面对铺天盖地的杂草 火焚黄眼神中露出一抹不屑 张嘴轻轻一喷 铺天盖地的三昧真火 瞬间席卷而出 三族金屋也不甘示弱地 喷出了三昧真火 轰轰轰 无尽的杂草瞬间被烧成灰烬 仅仅是第一个交手 冷长风就没占到好处 看到这一幕 观众席上 众人纷纷露出震惊的表情 玉兽是这么恐怖吗 苏洛才四十五集啊 竟然能单挑八十级的冷家 家主冷长风 关键是 就算没有火凤凰 苏洛貌似也不会被秒杀 而且他敢签订生死器 绝对还有更厉害的手段 众人震惊的同时 又开始暗暗地期待了 所有人都想看看 苏洛有什么底气 和八十级强者叫嚣 看到苏洛轻易化解了自己的攻击 冷长风脸色微微一变 立马又开始施展第二个法术 还来劲了 苏洛眼神中露出一抹冷意 瞬间将幽冥蓝月花 放在决斗场上 轰隆隆 幽冥蓝月花瞬间开始膨胀 在苏洛的操控下 飞快地朝冷长风席卷而去 同时 幽灵猛虎 三族金屋 火凤凰和精灵炎龙 全都冲了出去 这一击 不死不休 小子 真以为我奈何不了你 看到来势汹汹的巨大藤腕 冷长风眼神中露出一抹冷笑 在他看来 幽冥蓝月花 只不过是一种普通的植物罢了 自己拥有老祖赐予的宝剑 定能一箭斩织 其风疼 其 冷长风嘴里快速念动咒语 使用一根巨大的藤腕 卷起一柄暗红色的长剑 狠狠朝着幽冥蓝月花斩去 九千八百 锋利的长剑 瞬间在藤腕上 砍出一道巨大的口子 同时 几朵花也被斩碎 顿时一股黑气 从战场上蔓延开来 周边的观众们 顿时神色痛苦 纷纷捂住了口鼻 卧槽 什么玩意儿 这么丑 这玩意儿是不是有毒啊 我感觉我快看到我太难了 不行了 我快要出现幻觉了 这玩意儿竟然有置换效果 而且还是臭出来的幻觉 众人纷纷大叫 龙老爷子眼神中露出一抹疑惑 惊讶地看了看幽冥蓝月花 然后挥手打出了一道屏障 巨大的屏障将决斗场隔离开 现场这才平静下来 冷长风还想操控着藤腕砍第二剑 但四只宠物怎么会再给他机会 三族金屋瞬间施展技能 火海禁锢 精灵炎龙也施展出了杀伤力巨大的技能 精灵穿梭 火凤凰 幽灵猛虎则是仗着速度快 追着冷长风打 他的速度很快 苏洛操控着幽冥蓝月花 根本没机会控制他 索性也就不控制了 巨大的藤腕被操控着 像是鞭子一样 不停地朝着冷长风抽去 藤腕体型巨大 若是被击中不死也得重伤 决斗场上 冷长风原本不停闪烁的身影 逐渐变得缓慢 他脸上瞬间弥漫起了一股恐惧 就在这时候 火海禁锢已经形成 冷长风被困其中无法逃离 幽冥猛虎直接冲了进去 追着他一顿输出 6800 2500 685 685 一连串的伤害从冷长风身上冒出 他顿时脸色惨白 老祖救我 冷长风朝着下方看台上的老者望去 眼神中充满了绝望 竖子尔赶 冷家老祖大喝一声 他狠狠地一摆手 顿时又冲天剑光 瞬间朝着三族金屋斩杀而去 龙老爷子眼神中露出一抹利色 但却没有任何动作 碰 剑光碰到防护罩的一瞬间 便直接被弹开 虚空上 五老头儿瞥了一眼肃冰雪 然后又美滋滋地往嘴里倒了一口酒 在场的强者这么多 就算要出手也轮不到他 法师被困住之后 即将面对的就是被群殴 决斗场上 冷长风被四只宠物包围 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若不是他等级太高 恐怕十秒钟都撑不到 苏洛 饶了我爹 冷飞雪闪到决斗场边缘 眼泪大颗大颗地往地上掉 他跪在地上 用一种哀求的目光盯着苏洛 饶了他 苏洛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淡淡问道 若是我败了 你们会饶了我吗 而且出现这种事情 完全是你们冷家旧游自取 苏洛冷哼一声 操控着巨大的藤腕 狠狠拍下 碰 一声惊天动地的碎裂声响起 决斗场瞬间被拍下去了一个长长的凹痕 而冷长风则直接化作血沫 当场被格杀 这一刻 全场寂静 就连龙老爷子心里也暗暗惊讶 一个四十五级的御寿师 所拥有的底蕴 竟然能击杀八十级强者 这要是换做其他职业 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一刹那 龙老爷子心里似乎猜到 御寿师为什么会有诅咒了 这战斗力完全太离谱了 本人不用上场 直接派宠物上去 就能轻易把敌人捶爆 在场的观众们也都纷纷傻眼了 看着决斗场上那一片新红色的液体 纷纷觉得又惋惜又震惊 八十级的强者何其珍惜 但现在就这样永远地死亡了 甚至死无全尸 决斗场边缘 冷飞雪双目赤红 死死地盯着苏洛 咬牙切齿道 我发誓 我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的 此时的他感觉 整片天都快塌下来了 唯有把仇恨放在苏洛身上 唯有复仇 才是他活下去的希望 可惜你没机会了 苏洛脸上露出一抹冷笑 此时的幽冥猛虎 就在决斗场之上 受到苏洛的指令 他瞬间化作一抹黑影 朝着决斗场边缘的冷飞雪冲去 锋利的爪子 对着身后的冷家老祖苦苦哀求 此时的冷家老祖气得蹊跷声烟 恨不得把苏洛碎尸万段 他一个闪身出现在冷飞雪旁边 手中的长剑狠狠朝着幽灵猛虎劈去 他是一百级强者 对付幽灵猛虎完全绰绰有余 这一剑蕴含了无尽的怒火 若是劈中至少能砍掉幽灵猛虎半条命 龙老爷子顿时就皱了一下眉头 按照规矩 决斗场之下是禁止动手的 但是这是苏洛先动手 冷家老祖只不过是出手庇护 作为在场实力最强的人 他敏锐地发现 虚空中苏冰雪的身影消失了 消失得无影无踪 今天这龙都怕是要变天了 龙老爷子叹了口气 然后默默地坐在旁边的椅子上 不打算掺和这件事 碰 锋利的长剑 披在幽灵猛虎的爪子上 三万两千 秒杀 幽灵猛虎瞬间化作一抹灰色的光芒 回归宠物空间疗伤 虽然是秒杀 但作为宠物是不会死亡的 二十四小时之后就能再次复活 苏洛心里暗暗心惊 开始操控幽冥懒月花准备迎战 但是这时候 冷家老祖脖子上 却突然闪烁出了一道红色光芒 噗哧 皮球被割破的声音响起 新红色的液体不断从他脖子上喷洒出来 八万六千 高额的伤害从冷家老祖头上冒出 他眼神中露出一抹不可置信的神色 然后缓缓倒在地上 秒杀 又是秒杀 现场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瞪着眼睛想要看究竟是谁出的手 就在这时候 一道倩影出现在苏洛身旁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 你做得很好 苏冰雪伸手摸了摸苏洛的脸颊 然后才转过身去 甩掉匕首上的血液 同时对着众人说道 今日我苏冰雪恰巧路过此地 见有人无故袭击我弟弟 所以将此人就地格杀 说完 苏冰雪又回过头 对着苏洛竖起大拇指 然后身体逐渐消失在风中 一百级强者就这样被人秒了 在场的人 看着苏洛的眼神都充满了畏惧 本来以为弟弟就是个狠人了 没想到还有个更狠的姐姐 龙多关系错乱复杂 冷家家主签订生死器 被杀就算了 就连冷家老祖都说杀就杀 太霸气了 苏洛没理会众人异样的眼光 而是抬头看了一眼天空 原本姐姐站立的云朵已经消失了 代表着他应该是走了 只有五老头 还骑着三足精 巫注立在虚空中 不过他对着苏洛摆了摆手 然后又骑着三足精 巫高调离开了 冷飞雪看着身旁老祖的尸体 脸色下的煞白 浑身哆嗦着蹲在地上 嘴里喃喃自语地喊着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看样子 十有八九十下风了 此次决斗苏洛胜 按照生死器内容 冷家所有财产将归苏洛所拥有 现场平静之后 龙老爷子才缓缓出声宣布 同时 无数龙家侍卫涌入现场 每个人手里 都拎着巨大的一次性储存袋 接近上百个袋子 全部都摆放在决斗场边缘 众人心知肚明 那是冷家所有的家底 有龙家出手 冷家大概是被搜刮得干净了 好了 大家都散了吧 龙老爷子对着众人淡淡说道 同时示意苏洛收取战利品 有劳龙前辈了 苏洛对着龙老爷子抱拳作一 然后才召唤出亡灵巫师 往神药界中搬运物品 苏洛将其他的宠物 收回宠物空间后 目光时不时地看向一旁 还在封边的冷飞雪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 无论它是真风还是假风 仇恨的种子一旦种下 就有机会长成天大的危机 要么不做 要么就做得彻底 这是苏洛的原则 他小声地询问王林巫师 你的永恒诅咒能杀人吗 主人 你太小看我了 就这毛都没长齐的小屁孩 能撑过三天算他厉害 王林巫师知道苏洛话里的意思 哪怕只是出来搬运东西的这点时间里 他聪明的小脑袋 也看清了形势 那就整一个 苏洛隐晦地指了指冷飞雪 然后又对着龙老爷子露出尴尬的笑容 虽然永恒诅咒师法手段很隐晦 但龙老爷子肯定是能感觉到的 提前表态免得大家都不好做 你们慢慢收拾吧 老夫回去了 龙老爷子怜悯地看了一眼冷飞雪和冷家众人 然后便缓缓转身离开 他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 这事儿我不管 你自己办 王林巫师对着冷飞雪施展了永恒诅咒 他顿时浑身一抖 脸上的气色肉眼可见的正在快速消散 或许用不了三天 把所有物品都装进神药界之后 苏洛才心满意足地朝着外面走去 在决斗场门口 一群人已经满脸期待地在等着他了 会长 一群穿着炼药师协会长袍的白胡子老头 毕恭毕敬地站在门口等待苏洛 蒋星河站在最前方 手里拿着一件紫色长袍 这是象征着炼药师协会最高地位的颜色 苏洛站在原地 任由他把衣服披在身上 对着众多老头打完招呼后 迎面来的又是药神帮的众人 周铁生和王莽都面带笑容地看着苏洛 恭喜苏帮主 苏洛兄弟威武啊 这一战之后 估计你要成龙国的传说级人物了 周铁生笑着拍了拍苏洛的肩膀 众人寒暄一番后 便有人提议找个酒楼聚一聚 对于自己的部下 苏洛也不吝啬 当即让龙少辉帮忙找了个足够大的酒楼 所有人吃饱喝足之后 苏洛又将冷家收缴出来的一些装备 交给了周铁生 临走时 苏洛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消息 原本的亲联帮已经解散了 大部分帮众都加入了药神帮 甚至就连赵秋月也有意要加入 如今药神帮的帮众已经突破了五万人 估计今天之后 药神帮的规模还会再次扩张 对于帮会 苏洛没那么多功夫去管理 所以全部都交给周铁生和王莽打理了 就算周铁生不管 自己实力够强的话 王莽一个人管理也不会出什么乱子 送走众人之后 苏洛拒绝了龙少会的邀请 直接找了个酒店住下 等待着第二次的窟探索 毕竟他来龙兜就是为了寻找神格碎片 出了这么多乱子 已经耽搁了很多时间了 三天后 地窟探索小队再次集结 只不过这一次 无论是海选进来的 还是原本预定的人选 全都挤在了一个大巴车上 苏兄弟 一会儿进了的窟 你别急着出手 实在我们扛不住了你 再出手就行 就是啊 一些小怪物交给我们 杀鸡哪轮得到用宰牛刀啊 我觉得不错 这次我们肯定能探索到更深的地方 有苏洛再绝对是万无一失啊 大巴车上 苏洛坐在最后一排 却也避免不了被其他人骚扰 这次的行动 所有队员们都活跃了不少 不过大多数人一开口 就带着浓浓的甜狗味道 怎么样 感受到龙兜弟子的魅力了吧 看到苏洛应接不暇的样子 坐在旁边的龙少挥嘴角 扬起了笑容 还好吧 苏洛故作淡定地 硬了一声 嘴角却不经意间扬了起来 整车人都在巴结自己 这种飘飘然的感觉 一般人还真拿捏不住 抵达地方 众人下了大巴车后 立马就进入了组队模式 苏洛一就选择坐在悬水龟背上 别问为什么 问就是这样更安全 小队缓慢地进入地窟 顺着天然溶洞不停地往里面进发 一些四五世纪的小群怪物 基本上都撑不住十秒钟 就会被探索小队急火秒杀 经验值加650 经验值加480 苏洛静静地坐在悬水龟背上 享受着躺平增加经验的快感 同时 他也在留意山洞内的情况 苏兄弟 你又不用出手 这一路上 你都在看什么东西啊 在路过新红龙龟群体的时候 紧跟在苏洛身旁的赵小园 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我随便看看不行吗 苏洛翻了个白眼 神格碎片这种秘密 他是不可能告诉赵小园的 这有啥好看的 经验也不多 还不如刷腹本来的痛快呢 赵小园撇了撇嘴 满脸的不乐意 就在这时候 众人路过了 上次苏洛收服火凤凰的岩浆池 这时候 苏洛感觉到 宠物空间里的火凤凰 似乎在不停地散发热量 有情况 苏洛立马命令悬水龟放慢速度 不经意间和众人拉开了一些距离 紧接着 苏洛又将火凤凰直接召唤了出来 主人 这里面有一枚玄武神格 火凤凰压低声音 对着苏洛小声说道 神格 还是神格碎片 苏洛感觉心里一阵火热 同时又立马皱起了眉头 神格和神格碎片的差距 可不是一心半点啊 一枚完整的玄武神格 我亲眼见过 火凤凰语气笃定 又补充道 之前我感应到 这里面有一株火灵仙草 可是进入演讲的时候 发现下面有一尊三足小鼎 小鼎里面 就装着一枚玄武神格 经过火凤凰的再三确定 苏洛的呼吸 顿时就变得急促起来 作为伸手 脑袋里天生 就比普通人要懂得多一些 若真能得到一枚完整的神格碎片 玄水龟的实力将会暴涨许多倍 到时候 自己的防御力也能跟着暴涨 在看到姐姐苏冰雪轻易 将冷家老祖脖子划开后 苏洛心里就对强者有了新的定义 正面刚或许不可怕 但若是有人存心偷袭 自己的实力恐怕很难抵抗 沉思片刻后 苏洛又疑惑地问道 那你能拿到吗 三足小鼎中有一个细小的空间 里面有诸多异兽 而且必须要人类的才闯过去 只要通过空间里的所有关卡 就能解开小顶封印 感受到苏洛逐渐火热的眼神 火凤凰立马又泼了一盆冷水 空间里面的异兽 至少都是五十几以上 最高都有八十几 以我们显得的实力估计很难 八十几的异兽 一个苏洛还有自信可以对付 可空间里只不定有多少八十几的异兽 现在进去 无疑是等于找死 可谁知道这地窟秘境会 持续多长时间 苏大少 你在想什么呢 赶紧跟上啦 一路上都在八戒苏洛的 头号狗腿子赵小元 察觉到苏洛掉队 便立马开始叫唤 来了 苏洛应了一声 然后命令玄水龟跟上队伍 众人并没有发现苏洛的异样 不过 心思敏锐的龙少辉 还是察觉到了苏洛心情的变化 他放慢脚步走到苏洛身旁 笑问道 怎么了 感觉大家一起组队生计太慢了 苏洛厚言无耻地随口 扯了一个谎言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龙少辉顿时就笑了起来 拍着他肩膀安慰道 这次我们探索完之后 地窟秘境就会成为龙多的秘境之一 到时候只要愿意交钱 都能进入的窟试炼 以你的能力 估计单刷没问题 试炼 只有一个秘境怎么容纳多人 苏洛顿时就皱起了眉头 万一的窟秘境被分割之后 找不到岩浆池了 该怎么办 龙少辉挑了挑眉头 似乎又想到了苏洛出身寒威 很多事情都不懂 便耐心解释道 秘境试炼一次只能容纳一个人 而且每天只会开放一次 怪物刷新之后 才会让第二个人进入 听到这话 苏洛顿时就安心了 只要自己的试炼机会排在前面 神格碎片就没有悬念了 但是在这之前 还得尽快增强自己的实力 才能做到万无一事 有了龙少辉的交代 苏洛心里顿时就安稳多了 接下来的路程中 遇到的怪物等级越来越高 苏洛直接将自己的几只 得力干将全部放出来都无济于事 最高的怪物群体 甚至都直接达到了80级 血豹甲虫80级 史诗级怪物 攻击9.5W 防御6.2W 精神2.2W 体质28.5W 被动血豹 技能年夜喷射 虫标 噪音干扰 除了基本信息之外 技能介绍都没人清楚 这特么怎么打 一只血豹甲虫缩落 还要把握搞定 可前方堵录的是一群 足足有30只左右 如果非要硬闯 除非是龙家老爷子亲自上阵 要不然其他人来也不好使 撤吧 龙少辉无奈地叹了口气 其余的队员也都纷纷松了口气 这玩意儿要是真上 估计在场的每一个 能活着离开的窟 众人将血豹甲虫的资料 记录下来之后 便开始缓缓撤离地哭 这一次 在所有人的骑行协力下 探索了足足1000多米 一共遇到了32种怪物 怪物等级 从最开始的50级到80级 均匀上升 而且每一种怪物 都是群体出现 这么密集的怪物数量 也代表着能收获大量经验值 走出地窟后 呼着外面的新鲜空气 众人这才觉得轻松了不少 龙少辉贴心地交代道 一会儿就会有人过来 勘测地窟情况 大概五天之后 就会开放试炼 你要帮我搞个名额啊 苏洛挑了挑眉头 期待地看着龙少辉 人家毕竟是龙家公子 只需要略微出手 都比普通人折腾几天有用 只要你愿意 第一个试炼的机会 我都可以帮你搞到 龙少辉神秘一笑 又补充道 不过有条件 刚刚探索的时候 那群急影狐你看到了没 帮我搞一只 你一个大老爷们 用那种宠物合适吗 苏洛眼神中露出一抹古怪的表情 满脸嫌弃 急影狐虽然名字带有狐字 但长得合狐 是真不大便啊 我是眼火见识 主战类型的 就缺乏那种主管后方的宠物 龙少辉摸了摸鼻子 尴尬地笑了起来 急影狐体型庞大 和人体差不多 浑身光洁如玉 眉长绒毛 不仔细看 还会以为是一个 趴在地上的妙龄女子 答应了龙少辉的委托之后 众人差不多也恢复体能了 回到龙都 苏洛直接找了个酒店住下 然后又一头扎进了神药界中 回到神药界 苏洛立马打开了自己的属性版面 姓名 苏洛 职业 御灵师 等级 48级 攻击 8200 精神 6000 防御 4.4W 14K加3W 体质 8万2000 装备 嗜血长剑 荣耀之甲 白骨护手 宠物 技能 驯灵 树根缠绕 死亡诅咒 烈焰洗礼 4.6 技能无限制复制 每只宠物同时复制 限制一个 看着自己稀烂的属性版面 苏洛立马把之前的传说 及黄龙套装穿上了 黄龙套装一共有6件套 每一件都能增加防御5200 体质增加8000 整套装备一共能增加 31200点防御力 48000的体质 这样一来 苏洛的防御力 直接达到了75200点 体质达到了13万 论血条厚度和防御力 比玄水龟都强了不止一星半点 感受着满满的安全感 苏洛又直接把树根缠绕 死亡诅咒 烈焰洗礼 三个技能抹掉 打算复制一些更加强大的技能 技能挑选对象 当然是最强悍的几只宠物 首先是火凤凰的被动技能 凤凰涅槃 然后是玄水龟的防御带 控制技能 无尽冰封 然后就是攻击技能 凤凰凡天 碎空穴爪 三昧真火和石破 五大攻击技能 再加上凤凰涅槃 哪怕被刺客割吼 也能复活 根本不待怕的 而且苏洛打算这三天之内 竭尽全力培养 几只宠物的等级 随着玄水龟的防御 越来越高 自己也能享受到防御加成 一百级之后 恐怕就连龙老爷子 也很难对自己造成威胁 万兽之主这个天赋 真是太棒了 强忍着内心的兴奋 苏洛又立马 开始查看药田状态 现在大部分药田 基本上都已经开始种植 灵泉丹的药材了 在神药界加速生长的增幅下 最快也得半个月才能成熟 某些稀有药品 至少也得一个月 神药界是指望不上了 苏洛只能再次寻求龙少辉 和赵小元的帮助 半个小时后 苏洛约了二人 在一家咖啡店见面 听到苏洛要大量的 灵泉丹药材 二人军事露出了羡慕的眼神 他们不是傻子 自然知道 苏洛是要用灵泉丹来培养宠物 打算三天后冲击地哭秘境 苏洛 你已经够逆天了 能不能不要这么努力 给我们施加压力啊 赵小元露出一副 痛不欲生的表情 上一次他和苏洛 在黑鸭城见面时 等级还能够力压苏洛 但是 现在抛开战斗力不谈 光是二人之间的等级 几乎已经没有差距了 龙少辉也满脸麻木 在认识苏洛之前 他是整个龙都当之无愧的第一天才 甚至很多人 还猜测他以后的实力 能超过龙老爷子 可是自从苏洛出来 他才发现自己狗屁都不是 我是小地方出来的人 也没啥背景 自然要努力往上拼搏 不像你们一个个家底英识 苏洛一本正经的讲述 龙少辉和赵小元 却是同时翻起了白眼 你小地方出生的了不起 姐姐能秒杀一百级强者 还说没背景 炼药师协会和药神帮 现在在龙国 已经传的人尽皆知了 再加上你一个人 独吞了冷家的家底 还叫没背景 作为曾经的天之骄子 两人现在都感觉很郁闷 就好像一个学渣 被学霸降维打击了一样 行了 咱们说正事吧 苏洛直接从口袋里 掏出了两张龙都银行卡 这两张卡里装着的 几乎就是整个冷家的 大部分家底了 你打算要多少零全单 越多越好 三天之内 最好能收集到十万套以上 佣金什么的 你们该怎么花就怎么花 毕竟这么多药材 短时间内极其 要花费很大的代价 见他满脸认真 龙绍辉和赵小元 也不好再说什么 收了卡片 就立马去办事了 而苏洛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在这三天内 他需要尽可能地 多培养出一些 高等级的骷髅炼药师才行 神药界中 还有大量的寿灵丹药材 精神恢复药剂 和体力恢复药剂的药材 虽然这些药材很低级 但也能够增加 骷髅炼药师的炼药经验 苏洛立马让所有骷髅 炼药师动工 至于能炼制灵犬丹的炼药师 则是原地休息 另一边 所有宠物也都被苏洛召唤了出来 一颗寿灵丹 虽然只能增加500经验值 但苏洛还是让它们分秒必争 同时 苏洛阻断了幽名揽月花的经验值 让所有宠物反馈的经验值 都加到自己身上 检测到宠物使用寿灵丹 经验值加500 经验值加500 亡灵巫师 精灵炎龙 幽灵猛虎和玄水龟 以及火凤凰 三足金屋 六只宠物不停地吃惊艳 苏洛的经验条 顿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不停增长 苏洛单杀一名八十级法师的消息 很快就传遍了五湖四海 同时他的名声 在不断地发酵 酝酿 短短半天时间 几乎就传遍了大半个龙果 江城市 周家家主和冯家掌门人 正聚集在一起 商议着如何对付苏洛 突然听到这个消息 两人顿时就傻眼了 八十级强者都能斩杀 他们这种小家族中的最强者 也不过才七十多级而已 拿什么报复人家 一瞬间 现场顿时就变得安静了 周兄 我看这事要不还是算了吧 听说龙多的冷家 现在已经接近于是面门状态了 我们只是小家族 确实犯不上去 斤斤计较这些事 二人达成一致 立马放弃了报复苏洛的想法 别说是报复了 他们甚至还担心 这种想法传到苏洛耳朵里 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 宴斗 随着周铁生 把苏洛的光辉战绩 大肆宣传之后 整个宴都震惊了 同时 药神帮新人报名数量 瞬间激增 甚至都排起了长队 还有人自发 上前组织秩序 人群中 赵秋月带领着一名少女 静静地排在队伍中间 她神色平均 倒是身旁的少女 满脸不乐意 嘀咕道 姐 为啥我们还要加入药神帮啊 要不是苏洛这个人渣 把我们装备抢了 我们至于解散吗 就算我们清联帮不解散 现在也得加入药神帮 为啥啊姐 因为苏洛是神级炼药师 只有她才能炼制光明神 净化药水治娘的病 什么神级炼药师啊 那都是传言 姐你该不会真信了吧 少女眼神中露出一抹鄙夷 又补充道 就算她是神级炼药师 也不一定会帮我们炼制 而且我们现在穷得连药材都凑不起 不管怎么样我都要试一试 听到这话 赵秋月眼神中露出一抹痛苦 但她还是不愿放弃这个机会 神药节中 苏洛在各大药田里转悠 看看花草树木 经验条就能疯狂地增长 此时此刻她的等级 一定达到了五十级 若是等到灵犬丹出来了 升级的速度就更快了 想到姐姐的实力那么强大 苏洛心里隐隐有些担心 毕竟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失邪 自己必须得再快一点提升实力 只有这样 在姐姐遇到危险的时候 才能成为她的帮手 而不是脱油瓶 主任 你要是能帮我再找到一枚神格碎片 我有把握让这些骷髅战士 也能提升实力 得知苏洛最近发现了一枚玄武神格 亡灵巫师顿时就吃醋了 就连兽灵丹都觉得不香了 整体茶不思饭不想 就想着让苏洛再帮她搞一块神格碎片 你以为那玩意儿是大白菜啊 苏白瞥了她一眼 要是那么好找的话 谁不想找 现在不光是提升实力 提升宠物的品质也成了一大难题 她手里现在还有一块青龙神格碎片 没有使用 这玩意儿至少要SSS级的宠物才能使用 现在几只宠物又要可受灵丹 还要喝进阶药水 每天吃的比拉的多 主人 高级进阶药水的药材 马上就要成熟了 要不要炼制 肯定要弄啊 这还问我 苏洛皱了皱眉头 然后不满地打量着亡灵巫师 他立马后退了几步 你又想踢我屁股 没有 你肯定想踢我屁股 我也不一定非要踢屁股啊 苏洛朝着他脑袋敲一拳 然后交代道 以后所有的药材只要成熟了 就全部加工成品 这点基本操守 你都不知道吗 哼 谁让你偏心的 偏心 苏洛脸色顿时一黑 然后遗憾地摸了摸腰间 要是拴了皮带 该有多好啊 可惜他没有 当天晚上 所有的炼药师 就开始忙碌起来了 一只又一只的高级宠物 进阶药水新鲜出炉 苏洛立马让骷髅仆人 给宠物们加餐 目前 他手里只有亡灵巫师 和火凤凰是SSS级的 精灵炎龙和三足精巫师S级 幽灵猛虎和玄水龟是A级 四只宠物看到进阶药水 均是两眼放光 身为灵兽 他们也想努力地 提升自己的身价 而提升品质 则是最快的方式 没有之一 一只一级的SSS级宠物 珍惜程度 能掉达100级的A级宠物 高级进阶药水 提升品质的成功率 稍微高了一些 半个小时之后 玄水龟进阶了 恭喜您的宠物 品质提升到S级 系统提示音响起 苏洛激动坏了 一旁的玄水龟也同样激动 此时它的属性版面 也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 玄水龟68级S级宠物 攻击2.0W 防御4.1W 精神1.1W 体质11.8W 技能冰龙冲击 极寒降临 无尽冰封 被动技能 极寒领域 荣耀共享 极寒领域方圆50米内 所有中立生物无法隐藏 敌对生物速度降低30% 攻速降低30% 被动技能发生改变了 它的外貌也发生了变化 原本湛蓝色的外表此时 显得有黑 浑身的尖刺缝隙中 张满了细密的灵甲 透露着金属光泽 看起来更酷了 也更强了 但是 这次发现的玄武神哥碎片 是一整枚 如果玄水龟想要使用的话 至少要把品质提升到SSS级 就在这时候 旁边的幽灵猛虎身上 也传来了一阵光芒 恭喜您的宠物品质提升到S级 幽灵猛虎的品质也提升了 幽灵猛虎 71级S级宠物 攻击 6.8W 防御 2.2W 精神 1.2W 体质 3.2W 技能 血爪 幻影 急杀 被动 嗜血 对敌人造成伤害时 立马索取30%血量 血爪 全身力量融入爪子 造成600%伤害 幻影 技能可连续试掌5次 每次可顺移5米 无法被控制 急杀 技能开启后 每秒钟消耗200精神值 增加300%攻击力 300%防御力 200%移动速度 幽灵猛虎的 技能攻击性不强 但是却有巨大的增幅效果 急杀一旦开启 基础6.8W的伤害 瞬间翻了三倍 同时还增加了三倍防御效果 再加上 被动吸血30% 完全就是一个 追着被人打的变态存在 论战斗力 这家伙绝对是顶级的 甚至自己都能做到秒自己 除了主要的几只宠物之外 苏罗把其他的宠物 全都送人了 现在两只宠物接连进阶 他手里的六只宠物 全都是S级和SSS级 看着几只神采奕奕的 稀有货色宠物 心里顿时一股自豪感 油然而生 接下来的日子 就开始枯燥乏味了 神药界里 大批量的生产高级宠物 进阶药水 除了亡灵巫师和火凤凰之外 其余的宠物 全都猛贯进阶药水 两天后 龙少辉收集的 第一批灵犬丹药材到货了 一共有38000多套 花了2亿左右的龙币 交货时 龙少辉还给苏洛 拿来了一个小木牌 上面写着1号 这是两天后 地窟秘境试炼入口的门票 1号代表着 第一个进入地窟秘境试炼 龙少辉让人 把货卸到酒店门口 就带着人飞快逃走了 喂 我还没给你钱呢 眼看着卡车就要开走 苏洛立马喊了一声 钱不要 宠物你到时候 一定要给我搞到啊 车辆1612开走了 苏洛心里暗暗有些无语 这个富二代 可真特么是大方啊 两亿龙币 普通人几十辈子都赚不到的钱 他却说送就送了 把所有药材搬进神药界后 苏洛似乎想到了什么 嘴角顿时 露出了一抹古怪的表情 既然你送我这么多东西 那我就多花点力气 帮你把那个醉疯S的狐王抓来 回到酒店后 苏洛立马命令 所有符合条件的骷髅炼药师 开始炼制灵犬丹 在炼制丹药的同时 幽灵猛虎 玄水龟 三足金乌和精灵炎龙 还得不停地磕进接药水 看着他们痛苦的表情 苏洛心里一阵郁闷 要是转职者能磕要提升实力 谁愿意去赴本厮杀啊 真特么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灵犬单炼制出来后 苏洛首先让火凤凰食用 数量多了之后 才给所有宠物平摊 毕竟现在所有宠物中 只有火凤凰的品质最高 他的等级高了战斗力 自然也会成倍增长 恭喜您的宠物品质提升到SS级 天刚微微亮的时候 苏洛被一道系统提示音吵醒 他猛地从床上坐起来 穿着大苦茶子 就冲进了神药界中 快让我看看 是谁家宠物这么争切 神药界中 一大堆价值连城的灵犬 单堆成了小山 像是卫猪一样堆在地上 几只宠物 趴在地上不停地进食 悬水龟身旁 还摆了十来个高级宠物 净化药剂 其余的宠物则是光顾着吃东西 啾啾 悬水龟抬起头 冲着苏洛露出了一个 龙家大哨都没你奢侈 苏洛冲着玄水龟 竖起了大拇指 心里也暗暗惊讶 玄水龟的智商 至少高达二十以上 竟然知道主动吃进化药剂 或许他也知道 自己即将获得一枚玄武神格 所以想要拼命地提升品质 而另一边的精灵炎龙 看到这种情况 也立马朝着旁边的 进阶药水冲去 用尾巴卷了十多个 进阶药水摆在旁边 他也有一个 青龙神格碎片等着使用嘛 不错不错 你们都好好努力 我争取给你们全都找到 神格使用 苏洛嘴角露出了神秘的笑容 谁说宠物需要培养 只要饲料给足 他们现在 不是自己都卷起来了吗 一枚零权单 增加一万点经验值 几只宠物火力全开 苏洛的经验条 瞬间像是做了火箭一样 一夜时间 等级直接提升到了57级 因为转职者 所需要的经验 比宠物多得多 所以导致苏洛的等级 一直都跟不上 宠物们的增长速度 但是 速度更不是数量跟得上 苏洛的等级虽然升得慢 但也不至于落后太多 第二天 赵小元又送来了一批药材 只有两万套左右 交接药材的时候 他脸上露出了惭愧的笑容 洛哥你别介意啊 我家里的零花钱 每个月只有一百多万 这些东西都是用你的钱买的 末事 买东西 花钱天经地义 多亏了你帮忙 其实我也没白帮 刚刚路过装备店的时候 我给我女朋友 买了一套传说集的装备 一亿三千万 以后 我的零花钱分期还 赵小元把银行卡一丢 立马撒鸭子就跑 你一个月一百万零花钱 拿头海啊 苏洛翻了个白眼 也没想着追究 区区一个冷家家底 就有几十亿融币 赵家要还这笔钱太容易了 而且 赵小元这人也不错 就当交个朋友了 苏洛豪气万丈地 将银行卡塞进兜里 又开始往神药界里搬运药材 两天后 苏洛穿着一套黑色运动套装 缓缓地走出了酒店大门 一米八的身高 再配上阳光大男孩帅气的颜值 顿时引得周边少女暗送秋波 不过对于女人 苏洛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一头就钻进了一辆出租车 师傅 去地窟秘境 年轻人 地窟秘境今天刚开始公开试炼 而且每天只能接待一个人 出租车司机并没有开车 而是用一种看傻子的眼神 看向苏洛 这个我知道啊 苏洛皱了皱眉头 满脸茫然地看着司机 据说预约的人 已经排到三个月之后了 你预约了吗 怀疑我是傻子 苏洛满脸郁闷地 从口袋里 掏出写有一号的小木牌 在他眼前晃了晃 一号 据说一号龙家帮联钥匙协会的苏 你 你是苏会长 莫问题就开车吧 好好好 我知道一条进路 很快就能到 我给你免单 地窟秘境入口处 除了一些实力强大的守卫者之外 没多少外人 苏洛到地方后 直接交了小木牌 顺利成为的 窟秘境的第一个试炼者 时间是12个小时 12个小时之后 将会自动传送出来 进入地窟之后 苏洛直接查看了 一下自己的属性版面 姓名 苏洛 职业 御灵师 等级 58级 攻击 1.5W 精神 1.1W 防御 6.8W 19K 加4.9W 体质 8万2000 装备 黄龙头盔 黄龙胸甲 黄龙护手 宠物 火凤凰 亡灵巫师 玄水龟 技能 驯灵 凤凰涅槃 无尽冰封 三昧真火 8万2的血条 再加上68的防御力 安全感满满 再加上苏洛 根本就不用亲自参战 拥有这些防御力 已经是非常保险了 紧接着 苏洛又把几只宠物 召唤了出来 玄水龟 72级 SS级宠物 攻击 3.20W 防御 4.9W 精神 1.4W 体质 13W 技能 冰龙冲击 极寒降临 无尽冰封 被动技能 极寒领域 荣耀共享 极寒领域 方圆50米内 所有中立 生物无法隐藏 敌对生物速度 降低30% 攻速降低30% 三族金屋 79级 S级宠物 神格 金屋始祖 未获得 攻击 5.5W 防御 2.4W 精神 2.1W 体质 4W 技能 石破 禁锢之海 三昧真火 精灵炎龙 79级 S级宠物 神格 青龙 未获得 攻击 6.2W 防御 2.1W 精神 2W 体质 3.8W 技能 炎火天降 精灵穿梭 燃魂 幽灵猛虎 75级 S级宠物 攻击 6.8W 防御 2.2W 精神 1.2W 体质 3.2W 技能 血爪 幻影 急杀 被动 嗜血 对敌人造成伤害时 立马索取30%血量 火凤凰 80级 SSS级宠物 神格 朱雀 未获得 攻击力 7W 防御 3.5W 精神 3W 体质 12W 被动 凤凰 涅槃 技能 三昧神火 火皇扑杀 火皇 焚天 除了几只主战 宠物之外 亡灵巫师也达到了76级 不过苏洛 并没有把他召唤出来 面对未知的战斗 需要他多囤积一些骷髅战士 如今 70级的亡灵巫师召唤的骷髅战士 等级高达40级 只要数量够多 就算是当炮灰 这些大的山洞差不多 至于最里面 目前还没人去探索 而苏洛的目标 也不是真的探索地窟 他的目标是中间位置的岩浆池 进入地窟之后 很快苏洛就迎来了第一批怪物 星红蜘蛛 52级 攻击 18000 防御 12000 精神 9000 体质 3.2W 技能 蛛丝缠绕 粘液喷射 突袭 介绍 一群很团结的生物 只要其中一只遭到了攻击 整个群体便会倾巢而动 看着这些蜘蛛 苏洛心里没有丝毫波澜 区区52级而已 小菜一碟 杀 苏洛宛如队长一般 对着几只宠物下达了命令 精灵炎龙率先出动攻击 直接施展了技能 精灵穿梭 12000 12000 紧接着幽灵猛虎又出动了 他的攻击很朴实 技能击杀 幻影一开 整个身躯便瞬间和黑暗融为一体 每闪烁一次 就会收割一只星红蜘蛛的生命 击杀技能让他的速度 直接增强了两倍 攻击力增加三倍 进入蜘蛛群后 宛如猛虎进阳群 成功击杀星红蜘蛛 经验值加1800 成功击杀 密集的经验值到账提示不断闪烁 不到十秒钟时间 星红蜘蛛团灭 几只宠物火力全开 苏洛则是 骑在玄水龟身上 慢悠悠地前进 每出现一批怪物 几乎都会被几只宠物瞬间秒杀 很快苏洛就成功抵达了岩浆池旁边 巨大的岩浆池和足球场地差不多大小 两边分别出现了一条环绕的小路 而此时 苏洛就在战分岔路口 就是这里面吗 苏洛好奇地看着火凤凰 就是这里 火凤凰点了点头 然后发出响亮的鸣叫声 然后化作一抹红色光芒冲进了岩浆池 充斥着炙热温度的岩浆 对他来说却宛如大海一般 能在里面畅游无阻 轰咚咚 就在苏洛等候的时候 岩浆池突然开始沸腾了起来 无数岩浆翻滚不停 如同沸腾的开水 随着火凤凰在里面不停地喷吐三味蒸火 岩浆内的温度越发恐怖 这时候 无数红色液体宛如巨浪一般高高地冲了出来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传送门 主人 快接来戴路 火凤凰停留在传送门口 对着苏洛大喊了一声 戴路 这么远的距离怎么过去 苏洛迟疑了片刻 一下跳到了三足金屋的背上 同样是火属性灵兽 它也可以承受高温 至于其他的宠物 则是被苏洛直接收进了宠物空间 轰动 这时候 岩浆形成的传送门开始不停地震动 这是即将崩溃的象征 苏洛不再迟疑 立马命令三足金屋朝着传送门飞去 一人二鸟进入传送门后 传送门瞬间崩塌 不过此时 苏洛已经进入了另一片空间 这是一片很正经的黑色森林 虚空中没有阳光 只有无穷无尽的黑暗 苏洛静静地站在原地 仔细地打量着周围环境 这似乎是一座巨大的山脉 此时 自己正在一个起点位置 只需要沿着脚下的小路一直行走 大概就能抵达终点 获得玄武神格 既然来都来了 那就干吧 苏洛的语气瞬间变得兴奋起来 只要拿到玄武神格 玄水龟就能突破 成为一个无法想象的存在 到时候自己的战斗力 绝对能翻很多倍 玄水龟贴身 跟在苏洛旁边 四处巡逻 保护着他缓慢前进 吼吼 翻过一座山头的时候 前方的丛林中 顿时传出阵阵野兽低沉的吼声 苏洛扭头看去 顿时整个人就妈了 疾风狼王 六十级 传说级 攻击 3.2W 防御 1.4W 精神 1.1W 体质 5W 技能 统治 狼形天下 视魂之牙 统治 统领的麾下攻击力增加30% 狼形天下 发动技能后 所有狼群对目标法器冲锋 持续10秒 过程中增加30%攻击力 视魂之牙 每一次攻击目标 都能造成肉体 灵魂双重打击 让苏洛害怕的 不是疾风狼王 而是他身后那些密密麻麻的紫色眼睛 每一双眼睛都是一只疾风狼 而在疾风狼王身后 至少站着好几千只疾风狼 妈的 低波怪物就这么多吗 那之后的路程该怎么走 就算是用屁股 想也知道 越靠近神格的地方怪物的实力 就会越高 想到这里 苏洛的心情瞬间沉入了低谷 立马对着火凤凰问道 要是打不过 怎么退出这片空间啊 主人 没有办法退出去 火凤凰在虚空盘旋 同时对着疾风狼王 发出阵阵低沉的鸣叫 如今他已经达到了80级 对于疾风狼王来说 有着巨大的压迫感 疾风狼王也吼了几声 似乎在和火凤凰交流着什么 过了片刻 火凤凰回应道 主人 他说他们只是路过这里 并不想和我们起冲突 不起冲突 这么人心话的吗 苏洛瞬间感觉 三观都被颠覆了 上学的时候 老师讲课讲的是 所有野兽 都会不顾一切地攻击人类 而人类的敌人 也是野兽 怎么现在踏出校门的感觉 有点不一样了 苏洛又扭头 看了看疾风狼王身后 每一只疾风狼的等级 几乎都达到了50级 若是用来 给骑士做宠物 绝对能提升转职者的战斗力 狼加上骑士的话 怎么也能叫狼骑士 既然狼王能交流那事情 就好办了 苏洛掏出一颗兽灵丹 直接扔到了 疾风狼王面前 然后又对着火凤凰说道 你告诉他 我想用兽灵丹 换取他的族人 并且会善待他们 还能这么操作 火凤凰也愣了一下 然后便直接从虚空掠下 直接落到了 疾风狼王面前 充当起了翻译官 交流了片刻之后 疾风狼王把丹药 吃进嘴里 然后舒服地眯起了眼睛 然后他又和火凤凰交流了起来 主人 他问你是不是跟着 你就一直有兽灵丹吃 听到这话 苏洛眼神瞬间就亮起来了 接下来的过程就简单多了 疾风狼王 直接挑选了 50只体型撞术的狼出来 每一只疾风狼的价格为 1000颗兽灵丹 交易完成后 苏洛的宠物空间 瞬间多了50只疾风狼 有狼王安排 他甚至都不用 和那些疾风狼动手 直接施展训灵 就能完成交换 目前神药节中的兽灵丹 还剩了至少30万克 苏洛本来是打算多交换一些的 但是 人家疾风狼王不愿意 交易完成后 狼群便快速撤离了 苏洛收获了50只疾风狼 然后便心满意足地 朝着小路前进 通过疾风狼王 苏洛也稍微了解了一些 这片空间的规则 这条路 直接通向一座神山 神山上面 有一尊巨大的三族青铜顶 不过旁边有一只 150级实力强大的金刚 魔源守护 就算是这条路上 也有不少实力强大的异兽 他们都是青铜顶的守护者 得知事情真相后 苏洛的第一反应 就是哥这儿玩西天取经呢 9981难 不过就算是千难万险 玄武神哥 也一定要搞到手 随着苏洛不停前进 终于迎来了第一批异兽 是一群长着牛头的人形怪物 每一只怪物手里 都拿着巨大的链锤 数量足足有30只左右 感受到有人靠近 他们立马警惕地看着苏洛 和几只宠物 牛头怪60级传说级 攻击3W 防御2.5W 精神1W 体质6.5W 技能锤杀 旋风之锤 冲锤 锤杀 惊天动地的一锤 技能一旦释放百分百命中 造成300%伤害 旋风之锤 甩动链锤在周围形成屏障 每秒对敌人造120%伤害 冲锤 锋利的犄角顶撞敌人 造成200%伤害 也可以当作位移技能使用 看着牛头怪的属性 苏洛见脸欣喜 立马又从背包里 取出一枚兽灵丹朝着 其中一只牛头怪丢了过去 丹药宛如小石子一般 轻飘飘地落在其中一只 牛头怪的鼻子上 12 牛头怪 苏洛 好 被击中的牛头怪瞬间大怒 狠狠地朝着苏洛冲来 悬水归立马赢了上去 双方瞬间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火凤凰满脸郁闷地看了一眼苏洛 用一种生无可念的语气说道 主人并不是所有异兽 都是中立生物 说完后 他拖着长长的烈焰冲入了战场 牛头怪虽然强大 但苏洛的几只宠物等级压制 天赋压制 一分钟左右 除了苏洛刻意留下的一只牛头怪之外 其余的全体阵亡 苏洛立马对着牛头怪 发动了技能 迅灵 恭喜您 成功驯服牛头怪 系统提示的声音响起 苏洛则是直接把牛头怪收进了宠物空间 虽然他用不上这种等级的宠物 但收起来可以以防万一 等拿到玄武神格之后 多余的宠物还能送给要神帮的人使用 牛头怪阵亡后 地上爆出了一件装备 烈火重剑 传说 剑士 攻击 加1.2W 防御 加1W 使用等级50几 技能 普通攻击对敌人额外造成30%攻击 技能额外造成50%攻击 把装备收入囊中后 苏洛再次带领着几只宠物前进 若不是因为要拿玄武神格 他这次行动早已经回本了 50只疾风狼 再加上烈火重剑 价值至少过亿 就在苏洛击杀了第三批拦路的怪物之后 他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了阵阵声响 紧接着 疾风狼王从草丛中钻了出来 在他身旁还跟着一只斑猎狗 要不是疾风狼王是熟面孔 苏洛直接就一个 既能丢过去了 大半夜的 鬼鬼祟祟跟在别人后面想干什么 特别是 还带了个斑猎狗 这玩意儿跟在屁股后面 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啊 主人 他说那只狗也想你和交易 火风黄语气十分无奈 同为兽族 他也是第一次见到 这么人性化的野兽 竟然还知道主动上来谈生意 交易 苏洛愣了一下 然后便好奇地开始查看斑猎狗的属性 斑猎狗王65级SS级 攻击28000 防御16000 精神8000 体质48000 技能 前行攻击 合击 扑咬 前行攻击 热衷于从后方偷袭敌人 只要是从后面击中 造成300%暴击伤害 合击 方圆百米之内 每多一只猎狗 攻击力增加5% 扑咬 发动技能后 5秒钟之内速度增加80% 攻击力增加200% 属性不错 要是用来 在药神帮打造一只猎狗歧视大军 也不错 可是这只班猎狗王身后 总共就带了20多只猎狗 太少了 就在这时候 班猎狗王和疾风狼王嘴里 发出阵阵 轻微低吼 催促苏洛快点 做决定 火凤凰兢兢业业地当起了翻译 主人 要不要和他们交易 你告诉他们 数量太少了 班猎狗王似乎听懂了苏洛的话 紧接着 一只只眼神泛着绿光的班猎狗出现了 数量庞大 至少有五六千只班猎狗 每一只都是四十几左右 实力强悍且体型壮硕 这么多班猎狗聚在一起 别说捕食了 恐怕连草皮也能啃下去三十点 怪不得班猎狗王会跟上来和自己交易 目前自己手里大概还有二十万颗寿灵丹 宠物们也都用不上了 用来交易的话 倒是能把性比价发挥到极致 确定交易后 接下来的场面就是谈价格了 班猎狗王的要求是 一千颗寿灵丹交换一只班猎狗 但是 苏洛却非要用二十万颗交换三千只 班猎狗王犹豫了片刻之后 嘴角露出了人性化的笑容 狗仔子一窝能生好几个甚至十来个 卖三千只班猎狗换来无穷的实力 这比账不亏 班猎狗王当即就选了三千只班猎狗出来 和苏洛交换 苏洛也不含糊 直接开始大范围施展玉灵士的技能 训灵 收服三千只班猎狗 只用了三分钟左右 你告诉他们 我手里已经没有寿灵丹了 交出两万颗丹药之后 苏洛让火凤凰最后翻译了一句 然后便直接带着众多宠物继续前进 至于三千只班猎狗 已经全部被他收进了宠物空间 感受到宠物空间来了许多新人后 亡灵巫师立马从神药界中钻了出来 主人 你是不是很喜欢收集宠物啊 收集宠物也是变相地壮大自己的实力 苏洛面无波澜地回应了一声 前几天和冷长风决斗的时候 感受到自己有那么多坚实的后盾 他心里很感动 若是要神帮能再强大一点 或许也不会冒出冷飞雪这种无脑女人 来给自己惹事 而顺手收集一些宠物 也是壮大要神帮的一种手段 亡灵巫师脑瓜子转了一下 依旧想不明白这些小喽啰 怎么能强大 不过他的语气很快就变得兴奋起来 主人 我能感觉到前面神格的气息 还有多远 大概很远吧 到底多远 三百米 不对 也有可能是三十里地 你不早说 苏洛当即骑在了玄水归后背上 然后命令所有宠物全速前进 从进入地窟开始到现在 已经过去差不多两个小时了 还剩下最后十个小时 必须得抓紧时间 密林中泥泞的小鹿蜿蜒齐驱 对于几只灵虫来说 根本没任何阻碍 感受着夜间吹拂过的微风 苏洛猛吸了一口夹杂着青草的空气 整个人瞬间精神了不少 很快 第二波怪物出现了 这些怪物的实力 比起之前的任何怪物都要猛 这是一个身穿红衣的骷髅 红衣女拔八十级 传说级 攻击六万五千 防御三万五千 精神两万一千 体质十五万 技能死亡诅咒 阴魂不散 阴气入体 看到女拔的属性版面后 苏白立马将视线放在了 亡灵巫师身上 这算是专业对口了 主人 你看我干嘛 亡灵巫师哆嗦了一下 立马往后靠了靠 补充道 我还小 只是个刚断奶没多久的小亡灵 抓来给你当妃子 靠 你早说啊 哈哈哈哈 亡灵巫师像是受到刺激一样 鬼哭狼嚎着就冲了出去 紧接着就看到 他和女拔相互诅咒了起来 双方身上都在不停地掉血 但是他们还都杠上了 只是使用死亡诅咒 其他技能压根不用 过了两分钟左右 亡灵巫师的品质 比他高了一个等级 所以技能的伤害更高 红衣女拔扛下了六个死亡诅咒 终于扛不住残血了 他嘴里发出一声怒吼 然后便化作一道红色光芒 想要逃走 爱飞哪里走 亡灵巫师阴魂不散 立马一把拉住了女拔的骷髅脚 将她拽了回来 最后迷恋似的 问了问刚刚那只手 妈的 又是一个足控 苏洛心里暗暗吐槽 眼看着红衣女拔血条即将归零 他立马施展了训灵 恭喜您 成功驯服红衣女拔 没有阻碍之后 苏洛直接把红衣女拔 收回宠物空间 继续骑着玄水归赶路 主人 那是我的 爱飞 亡灵巫师欲言又止 虽然他很喜欢那只女拔 可纠结了一会儿 最后还是选择让给主人 穿过森林之后 道路越发宽敞 苏洛的速度却越来越慢 在他前方三百米处 有一座低矮的小山 山上摆放着一尊 巨大的三足青铜顶 山腰处 躺着一只浑身漆黑的大猩猩 主人 应该就是这里了 苏洛抬起头 看着青铜顶里面 散发出来的蓝色光芒 眼神中充满了兴奋 青铜顶 玄武神格他要 这只大猩猩 他也想收入麾下 山体周围 没有任何植物和杂草 苏洛的出现 顿时引起了金刚魔猿的注意 只是一个愚蠢的人类而已 他只是看了两眼 便失去了兴致 硕大的脑袋枕 在石头上 舒服地眯起了眼睛 周围游荡着的 全都是各种各样的怪物 等级基本上 都在80级以上 甚至还有好几只 100级的异兽 而最具有威胁的 还是那只打瞌睡的 金刚魔猿 金刚魔猿 150级 SSS级 攻击 28万 防御 16万 精神 15万 体质 79万 技能 奋起一击 狂暴 凌空铁拳 介绍 体型庞大 血条很厚的家伙 虽然移动速度不是很快 但也是一个无敌的存在 奋起一击 全力挥动右手 砸出一拳 对目标造成400%伤害 狂暴 技能持续三分钟 每一次攻击 都增加200%额外伤害 凌空铁拳 高高跃起 朝着地面砸下 对方圆10米之内的目标 造成300%伤害 看到金刚魔猿的属性版面 苏洛心里 又是兴奋 又是担忧 足足有150级的大家伙 别说玄武神格了 就丹萍收服了这家伙以后 在龙国都能横着走了 恐怕龙国护道者龙老爷子 都拿他没办法 但要是今天失误了 明年的今天 就是自己的忌日 周边的异兽 大概有一千只左右 至少有50种怪物群体 单凭这些异兽 就是巨大的麻烦 再加上金刚魔猿 难搞啊 主人 要不我们还是撤吧 感觉有点打不过呀 亡灵巫师弱弱地说了一句 玄水龟立马不满地吼了一声 对于他来说 玄武神格 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现在退去比杀了他还难受 好 玄水龟发出一声巨大的声音 然后静止朝着山坡冲了上去 这一动静 顿时引来了周边游荡异兽的注意 不过他们都没有攻击玄水龟 而是继续游荡 山坡上 原本闭着眼睛休息的金刚魔猿 听到动静 顿时就睁开了星红的眼睛 然后轻蔑地看着玄水龟 一只乌龟而已 他伸手握住当作枕头的巨石 朝着玄水龟直接砸过去 巨石重达数千斤 若是砸重 估计能直接把龟壳砸碎 好 玄水龟再次发出一声吼叫 然后速度陡然飙升到了一个极快的程度 碰 巨大的石头落在地上 砸出了一个巨大的深坑 而这时候 玄水龟也抵达了金刚魔猿的附近 极寒冰封 他迫不及待的施展技能 可金刚魔猿的体型很大 足足有十多米高 寒冰只凝固到金刚魔猿的大腿处 82 一个渺小的数字漂浮起来 金刚魔猿眼神中露出了轻蔑的神色 然后狠狠朝着玄水龟砸出一拳 这一拳威力巨大 玄水龟却能轻易躲过去 然后再次对他发出攻击 60 玄水龟 苏洛 战场上雷声大雨点小 双方看似打得惊天动地 实际上金刚魔猿七十多万的血条 根本就没有降低多少 苏洛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 顿时就明白玄水龟的意图了 他在用生命证明自己的渴望 同时也试探出了金刚魔猿的深浅 几只宠物中 玄水龟的速度最慢 就连他都能躲过金刚魔猿的攻击 那其他宠物也能轻易躲过 所以 只要解决了周边的异兽 单独对战金刚魔猿 只是时间问题 干吧 苏洛嘴里冷冷地吐出两个字 然后命令所有宠物 朝着金刚魔猿冲去 擒贼先擒王 无论金刚魔猿 能不能命令其他的异兽 只要先把金刚魔猿收服了 其他的异兽自然就不攻自破了 跃跃欲势的幽灵猛虎 瞬间开启了击杀技能 化作一道黑色残影冲入了战场 紧接着火凤凰 三族金屋 精灵炎龙和亡灵巫师 也都相继加入了战场 为了增加效率 苏洛直接把红衣女拔也放了出来 他和亡灵巫师都能施展死亡诅咒 两个技能同时生效 能让金刚魔猿掉不少血 直到现在 距离的枯秘境 试炼结束还剩下最后三个小时 必须要抓紧时间了 苏洛跟着众多宠物来到小山脚下 然后开始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周围随便冲上来一只异兽 他顶不住 万一金刚魔猿一拳砸下来 他更顶不住 想要活得久 就得小心翼翼 为了以防万一 苏洛直接召唤出来了一只速度最快的疾风狼 有了坐骑 就算是打不过也能躲开 主人 这家伙皮好硬啊 亡灵巫师一边打 一边对着苏洛吐槽 三足精巫河火凤凰 以及精灵炎龙 三者在虚空权力输出火力 玄水龟和幽灵猛虎 则是在地面上不停走位 吸引金刚魔猿的注意力 整个小山上面火光冲天 已经化作了一片火海 周边的异兽蠢蠢欲动 时不时地将视线放在金刚魔猿身上 就像是等待大哥命令的小弟一般 看到这一幕 苏洛心里顿时就生出了一股巨大的危机感 不过他也有应对之策 目前神药界中 已经囤积了大概五万之四十几的骷髅战士 万一这些家伙要过来帮忙 自己直接搬救兵 战场上陷入围攻的金刚魔猿 正在不停地掉血 一个又一个数字不停地从他身上冒出来 150 80 120 伤害虽然不高 但胜在火力密集 苏洛大概算了一下 79万的血条 大概两个半小时左右就能搞定 但是最后还得留下充足的时间去取玄武神格 鬼知道里面还有没有什么套路 主人 我有个好办法 亡灵巫师突然扭过头 对着苏洛大喊了一声 补充道 我的骷髅战士都能施展死亡诅咒 全部召唤出来 每人对着这个大块头来一个技能 肯定能起作用 死亡诅咒不仅能掉血 还能产生一些负面作用 比如持续烧伤 减速 降低防御力 一两个死亡诅咒没效果 那一万个呢 想到这里 苏洛毫不犹豫地 从神药界中召唤了一万只骷髅战士出来 原本空旷的山体周围 顿时挤满了密密麻麻的骷髅战士 所有骷髅战士聚集在一起 纷纷朝着金刚魔元甩出了死亡诅咒 站在后排的距离太远释放不了 甚至还拼命地往前几才完成任务 一万的死亡诅咒释放出去 似乎触发了某种法则一样 金刚魔元身上掉血的速度更快了 好 他大吼一声 顿时整个身躯扩大整整一倍 高达十五米左右 随着金刚魔元狂躁起来 速度 力量似乎都跟着增长了 砰砰砰 夹杂着怒火的拳头一下 又一下地朝着几只宠物砸去 但是根本打不到 就连速度最慢的玄水龟都打不到 看到这一幕 苏洛都有些疑惑 金刚魔元力量这么大 速度却这么慢 是凭什么活到一百五十几的 不过 下一秒就释然了 凭着他那超级厚的血条 任何异兽和他单挑 几乎都只能成为手下败将 而现在这种情况 完全是被群殴了的下场 再加上几只宠物天赋都不低 要是一对一 恐怕就连火凤凰也奈何不了他 这时候 成千上万的骷髅战士 也和周边的异兽打成了一团 整片天地仿佛都陷入了无休止的战斗 苏洛骑着疾风狼 不停地躲闪各种飘飞的技能 计算时间的同时 还得观察金刚魔元的血条 主人 差不多了吧 亡灵巫师扭过头 对着苏洛鬼哭狼嚎地喊了一声 之前苏洛已经给他们交代好了 金刚魔元不能杀死 必须得收服 所以 现在他们的地位很难 既想打金刚魔元 又在心里 怕着他别被打死了 我试试吧 苏洛骑着疾风狼不断上前 抵达施法范围之后 立马施展训灵 训化失败 还不够 继续打 苏洛招呼了一声 立马又闪到了一边 论勇猛 玉兽师这个职业 无疑是最耽的一个 全程苏洛几乎没动手 只是骑着疾风狼不断躲闪 这时候 金刚魔元的血量 已经低于五万了 苏洛开始 骑着疾风狼在附近游走 同时不停地施展训灵 训化失败 训化失败 一连串的失败提示响起 苏洛忍不住 皱起了眉头 要是训化不了 就算是成功拿到玄武 神格了也会感觉很遗憾的 毕竟 这可是150世纪的异兽啊 千万别死啊 苏洛心里默默祈祷 同时加快了 施法速度 训化失败 训化失败 在金刚魔元血量 低于三千的时候 苏洛心都悬到嗓子眼了 这他们要是死了 得多亏啊 恭喜您 成功训化金刚魔元 提示响起 这一刻 苏洛感觉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周边战场上那些异兽 现在对于他来说 只不过是小喽啰而已 有金刚魔元在手 完全可以横着走了 再加上几只宠物助阵 就算是龙老爷子 也绝对不是对手 如果龙老爷子 是龙国最强者 收服金刚魔元后 苏洛心里感觉无尽的舒爽 这下子 自己的人生安全 总算是有保障了 如果姐姐需要 自己也能成为 他的一个超级后盾 奄奄一息的金刚魔元 被收入宠物空间之后 苏洛立马又把他召唤出来了 这些异兽 都是你的小弟吗 苏洛指着周边的异兽问道 金刚魔元点了点头 默认了 得到答案后 苏洛没再耽误时间 而是直接收起 剩下的骷髅战士 然后缓缓地朝着山顶的 三足青铜顶走去 青铜顶周边 有一道蓝色的屏障 随着苏洛缓缓靠近 屏障顿时 碎裂成无数气体 消失于天地间 而那尊巨大的三足青铜顶 也开始不断地缩小 最终变成了一个 一米高 紫金色的青铜顶 通体流传着七彩光芒 无比炫目 药神顶 神化级 使用限制 神级炼药师 介绍 药神传承下来的炼药顶 可增加200%成功率 13的产量 青铜顶里面 装着一枚蓝色 六边形模样的小石头 散发着隐隐光芒 宛如冰魄一般 苏洛目光看过去的一瞬间 眼神中 顿时出现了无数的光芒 恭喜您获得玄武神格 提示音响起 玄武神格 竟然缓缓地飘浮了起来 苏洛伸手接过玄武神格 将它放进背包中后 又立马把青铜顶 放进了背包 走吧 任务完成了 苏洛对着众多宠物 挥了挥手 然后缓缓朝着山下走去 众多异兽 看着被驯服的金刚魔猿 眼神中充满了恐惧 对于金刚魔猿的小弟 苏洛自然不会放过 一共剩下八百多只 他全部收入囊中 只要回到燕兜 药神帮的所有骨干人员 每人都可以装配一只 将所有宠物 收回宠物空间后 苏洛直接骑在火凤凰背上 缓缓朝着出口走去 传送门 只能持续三秒钟 但对火凤凰来说 一秒钟就足以 主人 任务完成了吗 帮龙少挥收伏虎女 差不多够用了 一路上火凤凰开路 所有的野怪 想拦也拦不住 苏洛直接冲入了 急隐狐的气息地 急隐狐王 50级 S级 攻击 18000 防御 11000 精神 25000 体质 65000 技能 幻境空间 心灵操控 视星 幻境空间 方圆之内形成幻境 困住目标三秒钟 并在环境破灭的时候 对敌人造成眩晕效果 心灵操控 发动魅惑 操控敌人想任意地方 移动五米距离 视星 发动魅惑 灵敌人气血上头 造成300%伤害效果 看着急隐狐的技能介绍 苏洛感觉脸色微红 龙少挥拿这种宠物干吗 该不会是兴趣 像有点毛病吧 受人之托中人之势 苏洛还是直接 帮他驯服了急隐狐王 然后便立马起着火凤凰 朝秘境出口奔去 虽然时间到了 会自动传送出来 但苏洛担心 自己身上有神格的事 会被人发现 还不如自己出去试在 此时 地窟秘境的出口处 龙少挥和赵小元 已经等候多时了 当得知龙少挥 托苏洛捕捉急隐狐时 赵小元顿时就羡慕地眼睛发红 暗暗决定 就算是死皮赖脸的馋 也要馋一只宠物 就在他考虑该怎么软磨硬泡的时候 地窟秘境出入口处 顿时亮起了一阵红色光芒 紧接着 一只火凤凰横空飞了出来 来了来了 这几个小时时间 我感觉比等了一年还久 赵小元骂骂咧咧的擦了擦鼻子 然后又搓了搓手 脸上露出一副见兮兮的表情 朝苏洛走去 苏大哥 听说你要给龙少宠物啊 咱们三都是朋友 你可不能偏心啊 说到这里 赵小元鼻子一酸 那样子就快要哭出来了 龙少挥满脸无语 四周看了看没什么人 注意他才没有往后退 要是人多 他立马就会做出一副 不认识赵小元的样子 也有你的份儿 行了吧 苏洛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然后直接把激影狐王召唤了出来 激影狐王除了名字 是狐狸和脑袋 是狐狸之外 其余的部分 更像是一个披着狐皮的人 看到激影狐王的瞬间 赵小元眼睛都瞪直了 苏兄弟 不对 义父 我这辈子还没尝试过这样的呢 感谢义父 赵小元说着 就要上前去搞几个动作 但却被龙少挥黑着脸拉开了 这是我的 你也想要的话 让苏洛再去帮你抓一个 说完 他立马用一种催促的眼神 看向苏洛 生怕被赵小元抢了一样 我这还有一只 既然你俩都喜欢 那就一人一只好了 苏洛黑着脸 从宠物空间中 又召唤了一只激影狐 只不过 这只激影狐的实力低了十级 只有四十级左右 他一共就抓了两只 本来打算用来 送给药神帮骨干弟子的 没想到这俩人 都有这个癖好 义父仗义啊 赵小元激动地搂着苏洛 然后又想去研究激影狐 却被他嫌弃地躲开了 宠物契约交给他们之后 赵小元又要求苏洛去家里吃饭 苏洛本想回药神帮的 却被赵小元一声 生意富含的无地自容 只能决定去一趟 临走时 苏洛又从背包里 拿出一只光明神进化药剂 递给龙少辉 交代道 这个就当是我送给龙老爷子的 希望他老人家身子应望 在乎我龙国百年 苏兄弟有心了 我一定转交 结果光明神进化药剂 龙少辉神色严肃地答应了 地窟秘境旁边就是公路 路上停着一辆空间极大的汗马 赵小元兴奋地坐上驾驶室 苏洛却直接坐在了后排 义富 你怎么不坐前面 我不喜欢坐副驾驶 苏洛面无表情地 应了一句 然后便将目光 放在了副驾驶的坐垫上 上面充斥着各种痕迹 似乎记录了许多 关于副驾驶的故事 看到苏洛表情古怪 赵小元脸色一红 立马转移话题 然后开着车往家里赶 作为龙兜世家 赵小元家里就显得朴素了很多 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别墅 除了一家三口之外 还有几个庸人 至于赵家其余人 则是各自分散居住 并没有像龙家那样 集体居住在一起 对于苏洛的到来 赵小元的父母很是欢迎 准备了一大桌子丰盛菜肴 吃完饭后 苏洛又住了一晚上 第二天才坐着传送阵网宴都赶 此时 周铁生 王莽 叶灵月和周兰 正坐在一家奶茶店里 几人都静静地喝着奶茶 沉默不语 最近药神帮在苏洛的影响下 实力正在快速壮大 甚至不少小帮会 也都纷纷解体 自愿融入药神帮 如此恐怖的成长速度 引起了燕多老牌 帮会天地盟的反对 天地盟帮众 足足有二十多万人 而且帮会成员 大多都是燕多名流 和周边县城 有头有脸的人物 论人脉 论实力 论背景 天地盟都比药神帮强太多了 因为药神帮 只有苏洛一个人撑着 根本没什么 其他有话语权的成员 所以 现在药神帮的发展 遇到了阻碍 甚至天地盟 还在暗地里 对药神帮动一些小动作 一时间 药神帮人心惶惶 很多组织秩序都乱套了 作为核心成员 几人聚在这里的目的 就是商讨如何解决问题 可一时间 谁也拿不出好的建议 奶茶店里 喝奶茶的人很多 但只有他们 这一桌安静的可怕 究竟好一会儿 王莽才开口说道 天地盟的人太过分了 要不我们还是 通知洛哥吧 现在苏洛 或许在做重要的事情 要是告诉他了 恐怕会影响到他 周铁生立马摇了摇头 上次在龙兜分别时 他就猜测到 苏洛去龙兜 一定有自己的事情要办 现在要是因为着 点破事耽搁了 那才叫得不偿失 要是不通知他的话 我们也不敢贸然 和天地盟的人产生纠纷啊 王莽满脸愁容 众人立马又陷入了 无话可说的地步 直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出现在奶茶店门口 他们才纷纷站起身来 回来了 周铁生笑着和苏洛打招呼 王莽 叶玲月和周兰 也都纷纷面露微笑 刚回来 这段时间没啥事吧 就是有大麻烦了呀 周铁生愁眉苦脸地 看着苏洛 然后从桌子上 拿出一页纸 上面写了十几个人的名字 怎么了 苏洛看了一眼名单 顿时就皱起了眉头 妈的 天地盟的人看我们不爽 暗地里搞鬼 因了药神帮不少兄弟 周铁生骂骂咧咧地 指着名单说道 这些都是失去生命的兄弟 我们正在讨论 如何补偿家属呢 补偿商量好了吗 苏洛眉头一皱 然后平静地坐在椅子上 眉宇间却已经生出了一股怒火 一家大概赔两百万左右 这些钱帮会里有 可最大的问题就是天地盟 要是不把他们解决了 药神帮始终人心不齐 苏洛静静地听周铁生 讲述这段时间发生的事 也了解了天地盟的背景 得知这件事竟然没人管后 他的眉头反而平静了下来 洛哥 这件事可不能这么算了 看到苏洛心平气和的样子 周铁生顿时就开始着急了 赚不赚钱无所谓 主要是牺牲了这么多兄弟 谁说这件事要算了 苏洛微微一笑 然后说道 就他天地盟的人会搞小动作 我们药神帮就不会吗 啥意思啊 这下轮到周铁生猛逼了 往往 叶灵月和周兰也都满脸疑惑 苏洛再怎么厉害 也只是个年轻后生 拿什么去和人家 提前转职几十年的老家伙 硬碰硬 就是他们杀我们一个人 我们就杀他们十个 你去帮我约一下 天地盟实力最强的人 一会儿晚上八点钟 我苏洛亲自和他们会面 听到苏洛邀约天地盟的人 周铁生等人 一下就愣住了 洛哥 你有把我打赢他们 周铁生眼睛瞪得老大 满脸期待地看着苏洛 打赢算什么 他们要是赶来真的 我还能杀了他们 苏洛霸气放话 此时药神帮正处于流言四起 人心惶惶的时候 自己这个当帮主的不霸气 怎么能震慑人心 叶灵月皱了皱眉头 小声劝解道 苏洛 要不咱们还是再考虑一下吧 是啊 别太冲动了 毕竟天地盟是老牌势力了 根深蒂固 我们无法动摇他们的根基 周篮也在一旁劝说 王莽没说话 只是担忧地看着苏洛 大家放心吧 我从来不打没把握的账 只管去约就行 说完 苏洛对着几人摆手 示意他们跟着自己走 离开奶茶店后 苏洛找了一个空旷无人的区域 然后召唤出来 几只八十几以上的宠物出来 一瞬间 几人都惊呆了 八十以上的宠物啊 特别是周铁生 前几天他从龙都回来 只知道 苏洛收服了一只八十几的火凤凰 甚至为了那只宠物 还和龙都的冷家 起了不死不休的冲突 但是现在 竟然出现这么多啊 自己挑吧 我还有很多 等忙完手头的事情了 给炼药师协会的骨干成员 全都配上 苏洛对着他们挥手 示意赶紧挑选 甚至担心他们挑不到喜欢的 苏洛又召唤了几只 符合女性神魅 比较漂亮的宠物 哎 我那铁皮钢毛猪 才配我不到两个月时间 现在要换了 周铁生故意露出一副惋惜的表情 目光却在现场 众多宠物中间不停地游荡 很快 他就确定了自己的新宠物 铁皮犀牛 八十几 史诗集 似乎对铁皮二字情有独钟 周铁生把铁皮钢毛猪还给苏洛之后 立马契约了铁皮犀牛 王莽则是挑了一只 亡灵大鹏 八十几 史诗集 这一次 叶灵月和周兰眼神中 都露出了震撼的表情 之前他们都没有挑选宠物 但是这次 八十几宠物的诱惑力 实在是太大了 最终 叶灵月挑选了一只 焚天眼鸟 八十五几 史诗集 而周兰挑的则是 幻影一蛇 八十二集 史诗集 苏洛 你怎么这么多宠物啊 其余宠物之后 叶灵月有点不好意思 脸色微红地看着苏洛 周兰则是静静地看着苏洛 和叶灵月的表情 眼神很是微妙 对于两个女人的情绪变化 苏洛并没有发现 她笑着说道 这次去地窟秘境 收获了一个强大的宠物 帮着收服了一些 周铁生两眼放光 立马说道 我知道 就是那个像章鱼触手一样的东西是吧 章鱼触手 幽明懒月花 看到周铁生猜错了 苏洛却没有点破她 而是立马点头 对 就是那玩意儿 实际上 幽明懒月花 已经是她手里排行第二的宠物 植物了 现在实力最强的 当属金刚魔猿 就凭幽明懒月花 那十几分钟的束缚 根本奈何不了金刚魔猿 不过作为底牌 苏洛并没有暴露的打算 简单寒暄了一番之后 苏洛立马开始催促周铁生 和王莽去帮自己约架 这个世界的很多规矩 都是强大的转制者拟定的 只要不滥杀无辜 不针对黎明百姓 上层斗争没人管的 所以天地蒙的人 才敢如此肆无忌惮 苏洛心里 已经想得很明白了 要是他们 真的要和自己为敌 要么就打一架 要么 干脆就杀了 幽明懒月花 加上金刚魔猿 天王老子来了 也能把他垂成一滩烂泥 离开奶茶店后 苏洛便静止 朝着自己的小院子赶去 此时季节已经接近秋天了 校园内黄叶遍地 秋风萧瑟 路上也没有多少行人 当苏洛从操场上路过时 顿时就有不少人 朝着他看去 然后三三两两地开始议论 那个好像是苏洛呀 长得真帅 唉 要不是叶灵月导鬼 他都已经变成我老公了 叶灵月都拿不下 就凭你这二百斤的体格 压死人家是吧 我胖怎么了 说不定人家就喜欢这种吗 众人议论纷纷 苏洛满脸黑线 脚步顿时变得更快了 到了青龙院传送阵的时候 他才微微松了口气 回到院子 里面的卫生 依旧是一尘不染的干净 一切物件摆放 都还是他走之前的样子 青龙院的宝洁阿姨素养真好 看着地上一只朝上一只 朝下明显是洗过了 才这样放着的脱膝 苏洛叹了口气 自己又没有强迫症 就算是整整齐齐 放在旁边也没关系 换好鞋后 苏洛便迫不及待地 进入了神药界 自从得到玄武神格碎片之后 玄水龟便开始了疯狂的嗑药 高级进阶药水 几乎全都给他了 但是现在 玄水龟的品质 一直卡在SS级 丝毫没有进步的样子 主人 您来了 亡灵巫师如同鬼魅一般 从虚空中突然出现 在他身后 还跟着一只红衣女拔 还不和主人打招呼 红衣女拔 还未开灵智 不会说话 他只能对着苏洛 微微蹲下 双手放在小腹前 以试行礼 苏洛惊讶地看了看这家伙 然后便开始问起了正事 最近的药材快成熟没有 最快的一批 估计半个小时之后成熟 炼药师呢 能炼制宗师级 进阶药水的有多少 大概一百个吧 下一批药材 全部种植宗师级 宠物进阶药水 所需要的药材 另外种植灵全单药材的事 也不能停下 渣 王灵巫师应了一声 然后缓缓退后 领着他的老婆溜走了 苏洛瞬间就妈了 这家伙是不知道 杀是什么意思吧 把红衣女拔当作是宫女 自己当成太监 是几个意思 他要这红衣女拔的目的何在 足足过了三分钟苏洛 才缓过来 然后朝着玄水龟 和精灵年龙走了过去 两个家伙 有神格在等着使用 此时嗑药 都是格外的卖力 哪怕是看到苏洛来了 他们也没有停下来休息的想法 火凤凰静地站在一旁 无聊地打着瞌睡 主人 他们的品质 应该快要提升了 看到苏洛没说话 火凤凰开口提示道 你能看出来 作为灵兽 我能感觉到 他们身上的血脉 正在被药水踢穿 苏洛恍然大悟 原来进阶是这个意思吗 既然火凤凰都说了 那苏洛顿时就有兴趣了 在大树下找了一块石头 坐在上面静静地等了起来 主人 估计还有一天时间 看到苏洛眼巴巴地等着 火凤凰又说话了 苏洛 你特么不会直接把话说完啊 苏洛黑着脸起身 又朝着神徒走去 此时的幽冥兰月花 正在里面随风摇摆 那样子 就像是一颗弱小无助的 普通藤蔓一般 看着剩余八块闲置的神土 苏洛心里感觉十分遗憾 这次去地窟秘境 竟然连一株像样的植物都没找到 要是再找到一株 像幽冥兰月花这么腻天的植物 自己的战斗力 绝对还能再翻一倍 退出神药界后 苏洛躺在床上静静地盯着屋顶 开始盘算 自己这次出门的收获 用三十万颗左右的寿灵丹 换了三千只四十级的班猎狗 和五十只五十级的疾风狼 另外还收获了八十级左右的宠物 八百多只 炼药之宝青铜顶一个 以及完整的玄武神格一枚 苏洛嘴角忍不住露出了笑容 这些东西 无论是任何一种 拿到外界去 都能引起各方势力疯强 而自己却不声不响地 拥有了这么多 天地蒙的人 希望能识相吧 不然我就真不客气了 苏洛缓缓叹了口气 不知不觉中 自己好像已经在龙国无敌了 但是别人还不知道 这样一来的话 一些对自己有一心的人 依旧会露出马脚 这样无疑是最好的 隐藏起来才叫麻烦呢 傍晚时分 两道人影走进了苏洛的院子 此时 苏洛正坐在院内的石桌旁边沁茶 看到周铁生带了一个女人过来 他眼神中露出一抹疑惑 关键是这女人貌似还有点熟悉 赵秋月 见过苏帮主 走到苏洛身旁 赵秋月立马单膝下跪行李 标准的帮会礼仪 苏洛却不喜欢这一套 立马摇了摇手 说道 我不讲究这一套 以后不用这样 赵秋月点了点头 眼神中顿时露出了哀求的表情 说道 听说帮主前段时间 帮人炼制过光明神进化药水 求帮主救我母亲一命 赵秋月眼眶微红 眼睛里瞬间蒙上了一层雾气 苏洛瞬间明白了 他加入药神帮 就是听说 自己能炼制光明神进化药水 而他母亲需要这种药剂救命 只要帮主能出手相助 赵秋月愿意为帮主做牛做马 做任何事情 赵秋月抬起头凝视着苏洛的眼睛 只不过说到最后的时候 他脸蛋微微泛起了红韵 对于一个如同猎马一样的女子 提及某些事情的时候 他依旧是娇羞的 一旁的周铁生早就自觉地背过身 蹲在墙角研究 蚂蚁是怎么搬运昆虫尸体了 赵秋月如此开门见山 苏洛顿时老脸一红 立马摇了摇头 你只需要承诺 日后再药神帮踏实一点 不起二星就行了 赵秋月聪明伶俐 听到苏洛这句话 眼神中顿时就露出了一抹喜意 他立马抱拳作一 然后现场启示 我赵秋月今后对药神帮忠心耿耿 如有二星天打雷劈 对于一系列的发誓 苏洛是不怎么信的 但是不这样咋办 让人家今晚过来暖床 这是不可能的 赵秋月说完话后 苏洛便从背包里 拿出了一支通体流转着 五彩光芒的光明神进化药剂递给他 看着手中的药剂 赵秋月宛如做梦一般 他又掐了掐自己的大腿 确定这不是做梦后 又对着苏洛连连道谢 无需多言 赶紧去救你母亲吧 打发走赵秋月后 周铁生那边一群蚂蚁 恰好也把一只螳螂尸体 抬进了洞府 他起身对着苏洛说道 天地蒙的帮主不在宴兜 但是已经收到你的消息了 三天后回来 三天就三天吧 这段时间 如果他们有任何动作 你们就立马还记 打不过就叫你 叫我 周铁生脸上 瞬间露出了狂热的表情 然后转身离开青龙院 邦会的运转 除了高层需要努力之外 底层依旧需要努力 采集各种药剂的药材 又或者是提升实力 带领金主练集 这些都是邦会的产业之一 而采集药材是大自然的馈赠 所以不少势力都开始盘踞山头 占领地盘 如今药神帮占领的三座山头 已经有一座被天地蒙的人抢走了 傍晚时分 周铁生骑着铁皮犀牛 缓缓地出城朝着山林中走去 在他身后还跟着王莽 以及一众药神帮的成员 周铁生如今已经达到了56级 而王莽则是47级 两人拥有80级宠物加持 此时的底气那叫一个足 站住 前面是我们天地蒙的地盘 外人不许进去 这是大自然的馈赠 什么你的地盘我的地盘 周铁生骂骂咧咧的就要往山上走 却再次被拦下 你若是赶紧去 后果自负 拦路的是两名三十级的剑士 虽然等级低 但并不影响他们狐假虎威 天地蒙的名声一放出去 别说周铁生56级 就算是六十级的强者 再验兜也得绕着天地蒙的人走 所以此刻 两人依旧是选择用鼻孔 看周铁生这个药神帮副帮助 完全忽略了他 胯下八十级的铁皮犀牛 自负你骂 周铁生一脚踢出去 直接踢中其中一人的下巴 顿时就传来了牙齿碎裂的声音 你 你瞪着 窝闷 残党夹酒在惨上 一回你四定了 两人捂着下巴 直直无无地威胁着 周铁生却不顾那么多 直接骑着铁皮犀牛上山 王莽虽然没动手 但眼神中 同样露出了一抹兴奋的表情 被天地蒙的人压了这么久 总算是可以扬眉吐气了 除了周铁生的铁皮犀牛之外 他的亡灵大鹏也不是吃素的 两只八十级的宠物 足以把天地蒙三当家 按在地上打成狗 什么人 竟然敢强穿我天地蒙的山头 这时候 山上突然传来一声爆吼 你爷爷周铁生 王莽 他也想和周铁生一样优秀 但不知道 为什么那种骚话 始终说不出口 密林中 一名光头中年男人 带领着三十多个人来势汹汹 冲了下来 光头男子是一名六十五级的剑士 实力强横 之前就是他 带领着天地蒙一众成员 抢了要神帮的山头 为了保住小命 周铁生根本就没和他交手 但是现在 在看到光头大汗时 周铁生眼神中 顿时就露出了兴奋的光芒 看老子不把你屎都打出来 就算你拉得干净 面对天地蒙的人 除了周铁生和王莽之外 其余要神帮成员 则是表情惊恐 周铁生和王莽 都隐藏了宠物的实力 所以此刻 除了他们二人 没有任何人知道 他们敢和天地蒙叫板的勇气 来自于哪里 姓周的 老子给过你机会了 可是你不中用啊 这次竟然还敢找回来 那就别怪爷爷 我不客气了 大鹏鸟呢 给老子弄死他 周铁生扭头 对着旁边的王莽看去 王莽立马点了点头 紧接着 虚空中瞬间出现了一只体型巨大 翅膀张开 足足有三米宽的蓝色大鸟 哼 别以为有两只破宠物就了不起 看老子的裂空就见 光头男子皱着眉头 看向王莲大鹏 没看出实力深浅后 他直接选择了最强技能 裂空就见 无数剑光 在他手中的长剑上酝酿 紧接着 九道剑光冲天而起 朝着王莲大鹏狠狠刺去 给我趴下 王莽脸色涨红 直接憋了一句 王莲大鹏作为八十级异兽 区区六十多级的转职者 释放技能 在他看来就跟玩一样 轻松躲过九道剑气后 王莲大鹏直接一爪子 将光头大喊拍飞出去 狠狠地撞在一棵树上 爽 接下来看我的 周铁生兴奋地大吼了一声 然后骑着铁皮犀牛猛地冲了过去 转职者血条很厚 稍微被大型动物踩几脚 一般也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 主打的就是一个羞辱 青龙院中 苏洛趁着空闲的时间 正在翻看之前 在黑鸭城买的各种书籍传记 通过大量阅读 他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线索 那就是所有书籍中 关于神格的线索 貌似被人为抹掉了 似乎有人在故意隐瞒 神格的事情 想到这里 苏洛不禁感觉头皮发麻 隐瞒这件事情的人 一定是和自己一样 也能收集神格 只要知道的人够少 就能闷声发大财 从教育到书店 再到路边摊 不入流的手闸传记 都能修改 有这种能力的人 一定拥有着极大的势力 一时间苏洛陷入了沉思 整个龙国 目前表面上最强的存在 就是龙老爷子了 150世纪的势力 强悍如斯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 暗地里会不会还有 更加强大的存在 就在苏洛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脑海中突然响起了一道提示音 恭喜您的宠物 品质提升到SSS级 SSS级 所有宠物中 只有玄水龟 目前是SS级 提升的肯定是玄水龟了 终于可以使用玄武神格了 苏洛长欲一口气 立马关好院子大门 然后一头扎进神药界当中 此时 玄水龟正在堆成小山一样的 进阶药水旁边 浑身被一道白色光芒包裹 从远处望去 就像是一颗会发光的巨蛋一样 火凤凰 亡灵巫师 金灵炎龙等宠物 都站在旁边好奇的观望 静静地等待着 同时他心里暗暗祈祷 玄水龟的无尽荣耀 可千万别进化霉了 这玩意儿 可是自己保命的重要手段之一 要是防御力不能共享 自己的防御会大幅度下降 足足过了一个小时左右 光芒开始逐渐消散 玄水龟的体型开始迎风见长 足足达到了三米高 龟壳直径更是达到了七米左右 满背都是黑色散发着幽光的尖刺 尖刺空隙中 是密密麻麻的黑色鳞片 品质提升之后 玄水龟身躯通体颜色 已经变成了暗黑色 身上宛如有裂缝一般 隐隐有蓝色光芒 从裂缝中散发出阿里 就连他的脑袋上 都长出了两只尖锐的长角 长角上闪烁着淡紫色光芒 宛如会放电一般 玄龙龟73级SSS级 神格玄武未使用 攻击48000 防御86000 精神36000 体质128000 技能玄冥冰锥 极寒冰封 被动技能绝对领域 荣耀共享 玄冥冰锥聚集天地寒气 凝聚出拇指大小的冰锥 无法躲闪 对敌人造成300%伤害 极寒 方圆300米之内 所有等级低于自身的敌对目标速度 降低60% 无时间限制 冰封 方圆300米内 所有等级低于自身的敌对目标 瞬间冰冻 造成200%伤害 持续时间5秒 绝对领域 方圆300米之内 强制承担宿主任意伤害 荣耀共享的效果苏洛知道 但是他更喜欢绝对领域这个技能 帮自己扛伤害 这是什么神仙技能 主人 我现在可以使用玄武神格了吗 玄水龟口吐人言 声音却像是稚嫩的小娃娃 苏洛点了点头 迫不及待地把玄武神格取了出来 朝着玄水龟抛去 玄武神格顿时化作一抹光芒 直接钻入玄水龟体内 同时 一道蓝色光芒瞬间将玄水龟包裹 形成了一颗蓝色的巨蛋 与此同时 燕兜城外的山脉当中 周铁生正踩在光头大汗身上 强行把装备 天空中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 咔嚓 一道惊雷猛地劈向一棵大树 吓得周铁生一个哆嗦 立马躲在一块石头下面 开始了骂骂咧咧 燕兜上空 无数的黑色云朵聚集于此 哪怕是晚上了 也依旧能看出这些云朵的异常 怎么回事 五老头站在办公室的窗户口 满脸疑惑地看着天上 不断闪烁的雷霆 如逗大的雨点 霹雳啪啦地砸在道路上 不到一分钟时间 路上就会聚成了一股股小溪流 狂风大作的同时 还伴随着无数的闪电霹雳 宛如末日降临一般 整个燕兜瞬间变得一片死寂 所有人都躲在屋檐 满脸疑惑地 看着这突如其来的大雨 大家快看 天上的云 好像一只巨大的乌龟 幼儿园的玻璃窗户前 一群孩童 指着夜空中的黑云 既害怕又兴奋 苏洛并不知道 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 他只觉得自己倒霉 神药界中无数雷霆闪烁 药田被劈得稀烂 要不是他速度快躲在火凤凰身下 恐怕都能直接被雷霆劈成烤肉 整个神药界都下起了暴雨 所有药田被淹没 河流中发起了洪水 哪怕是亡灵巫师这个戒灵 都束手无策 只能和苏洛一起躲在火凤凰底下 怎么回事 苏洛对着火凤凰问道 这是劫云 每只灵兽成神时 都会有这种异象 火凤凰满脸羡慕地看着 被光木包裹的玄水龟 成神 多么美好的一件事 躲在火凤凰下面的苏洛顿时 就愣住了 成神 自己拥有神级宠物了 那成神以后 玄水龟是不是能满世界乱杀 直接满级了 成神之后 他依旧还是现在的等级 只不过每升一级 都能提升巨大的实力 相当于成神之后 所有的潜力都被激发出来了而已 火凤凰娓娓道来 苏洛这才稍微松了口气 真要是直接无敌了 自己就能直接躺平了 根本就不能体会 转制者的快乐 不过 看着被洪水冲得稀烂的药田 苏洛又满脸肉疼 所有的药材都遭殃了 这下金灵严龙想要进街的话 得重新种植药材了 暴雨只持续了半个小时 燕都市街道上 无数的流水汇聚在街道上 形成了无数的水坑 哪怕已经是半夜了 所有的水属性法师 都被赶出来清理街道 一个个水坑 被他们操控成水流 在虚空中游动 然后落入最近的河道当中 此时此刻 一间不起眼的破旧出租屋里 两名老年人 正看着窗外的场景 小声地交流着 龙国有人疯神了吗 不知道 也有可能是神阁问世了 会不会是最近那名 风头大圣的御寿师 搞出来的动静 不可能 他只是天赋奇特 根本不可能弄到神阁碎片 那要不要汇报 当然要 就说龙国有神阁出现 让族里尽快派抢者过来 准备抢夺 龙老头怎么办 其中一人顿时化作黑色雾气 消散不见 另一人则是勾搂着身子 披上一件雨衣 出门去接孙子放学 神要戒中 雨停了 包裹着玄水龟的蓝色光幕 开始逐渐消失 此时此刻 玄水龟的外貌 已经彻底发生了改变 看得苏洛两眼放光 此时的他外表和之前差不多 但是脑袋 却已经不是乌龟的脑袋了 而是如同龙一般 长了两只梅花鹿一般的鸡脚 而巨大的龟壳上 还缠绕着一只藤蛇模样的东西 像是纹身一般 隐藏在龟壳表面 看到这里 苏洛立马打开了 玄水龟的属性版面 玄武 73级 SSS级 攻击 12万8千 防御 23万 精神 8万6千 体质 66万8千 技能 被动技能 绝对领域 荣耀共享 介绍 神兽玄武 天地间唯一的存在 防御力极强 千万不能招惹它 看着发生翻天地 覆改变的玄水龟 苏洛感觉心脏砰砰直跳 普攻攻击力高达12万8千 现在防御力高达23万 体质更是达到了66万 比起金刚魔炎的防御力 都足足强了两倍 这就是神兽吗 苏洛按按扎折 这趟地窟之行 虽然艰难险阻 但这玄武神格却非常值得 只不过 你的技能呢 苏洛满脸猛逼地看着玄武 主人 我现在会很多技能 你说的是哪个 苏洛 种宠物 这就开始装起来了 几只宠物都露出了郁闷的表情 这家伙拥有神格之后 立马就开始装了 你们别误会啊 我是真的会的很多 不知道主人问的哪一个 看到大家好像是误会了 玄武立马开口解释 但是 好像并没有作用 苏洛强忍着激动的心情 立马退出了神药界 躺在床上 他仰起的嘴角比AK还难压 玄水龟进化成了玄武 以后安全肯定是没问题了 就算是姐姐来暗杀我 也绝对秒杀不了我 苏洛嘴角露出笑容 然后又猛地抽了一下自己的嘴 怎么能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 窗外下着稀里里的小雨 苏洛躺在床上 静静地看着床边窗户外的场景 这时候 一道人影飞快地靠近他的院子 然后砰砰砰地敲门 谁啊 你爷爷 的朋友的孙子 苏洛满脸疑惑地开门 然后目光阴侧侧地看着周铁生 嗨嗨 刚刚去找天地盟的人麻烦 骂顺嘴了 周铁生干咳了两声 然后又小心翼翼说道 我好像闯祸了 怎么了 天地盟的骨干人员 被我的铁皮犀牛一不小心踩死了 虽然知道苏洛很强 但周铁生不认为 苏洛能抗衡整个天地盟 无论是实力还是背景 都无法和天地盟的人比 所以现在 他脸上挂着愧疚又无助的表情 死了就死了 到时候有人找麻烦你 打不过就叫我 苏洛神色平淡 没有丝毫波澜 骂哥 你真能搞定 周铁生表情惊讶 然后仔细地盯着苏洛的眼睛 但是发现 他好像没有说谎的样子 现在我们很强 只要别人不主动惹我们 药神帮 就绝对不能欺负别人 苏洛淡淡地说了一句 然后直接关门 哐荡 门板合在一起 周铁生本能地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然后在脑海里 开始回味苏洛话里的意思 我们很强 对 骂哥强 就是我们强 周铁生脸上露出兴奋的表情 然后带着王莽 再次离开雁东 老周 咱们去干嘛 天地盟的山头 不是有六个吗 咱们再搞两个过来 反正只要他们帮助不出手 我们俩就能横推整个天地盟 骂哥允许了 他说了 只要别人不惹我们就行 但是天地盟惹我们了呀 周铁生满心欢喜 暗暗决定 趁着天地盟帮主 还没回来 把所有山头都抢过来 神要见内 苏洛静静地看着亡灵巫师 指挥着骷髅仆人 重新种植药材 同时也在打量着 神级的玄武 此时的玄武浑身 流转着白色光芒 这还是他可以隐藏之后的效果 如果不隐藏 那浑身就是七彩光芒了 走在大街上 绝对是最招人瞩目的闲眼包 苏洛把剩下的灵拳单拳 都给玄水归吃 想看看 他现在升一级会是什么样的效果 同时 精灵炎龙也在疯狂地吃进阶药水 他现在只是SS级 还需要进阶一次 才能使用神格碎片 除了精灵炎龙之外 幽灵猛虎的品质是最低了了 只有A级 静静地看了一会之后 苏洛打开了自己的属性版面 姓名 苏洛 职业 御灵师 等级 59级 攻击 16000 精神 11000 防御 25万 2W 加23W 体质 86000 装备 黄龙头盔 黄龙胸甲 黄龙护手 宠物 火凤凰 亡灵巫师 玄武 技能 训灵 凤凰涅槃 无尽冰封 三昧真火 59级 防御力25万 体质6万 这种惊人防御力 哪怕是和天帝蒙的人战斗 也绝对不会有生命危险 自己只是站在旁边观看而已 真正的主力军还是宠物 至于是玄武出手 还是金刚魔猿出手 这就要看天帝蒙的帮主 有多厉害了 三天时间一晃而过 这期间里 苏洛去拜访了一次五老头 然后又和冯丽 见了一面 其余的时间都在院子里 或是在神药界中 监督药材种植 三天后 天帝蒙的帮主回来了 当天苏洛 就接到了天帝蒙传来的消息 他们帮主表示 愿意和苏洛去小树林谈判 傍晚时分 苏洛拒绝了周铁生 和王莽陪同的要求 一个人缓缓地出城了 之所以拒绝他们 是因为自己的底牌太多 不太方便暴露 玄武虽然可以隐藏 但战斗力 有多强别人一看就知道 不方便透露 金刚魔猿150级 再加上那彪悍巨大的体型 一看就不是普通宠物 也不方便透露 他们只需要知道 自己很强就行了 离开燕斗城后 苏洛立即骑上了幽灵猛虎 飞快地朝着约定地点赶去 幽灵猛虎的速度极快 在黑暗中 宛如一道黑色的幽灵 在地面上飞驰 苏洛抵达的时候 已经有三个人在等着了 分别是天地盟的帮主赵无极 是魂剑士103级 另外还有两名80级以上的人随同 一个灵动弓箭手 一个后甲骑士 赵无极长发扎成了辫子 身穿一件复古长袍 静静地站着地面 他身后的两人 则是笼罩在黑袍斗篷之内 看不清长相 想不到大名鼎鼎的苏帮主 苏会长竟然是一个 乳秀未干的冒头小子 赵无极大概四五十岁的样子 看到苏洛如此年轻 顿时就露出了嘲讽之意 苏洛依旧是骑在幽灵猛虎身上 冷笑道 赵会长还是开门见山比较好 怎么个开门见山法 为何阻止我要神帮发展 阻止还需要理由吗 赵无极冷冷一笑 身后的两人也发出肆意的笑声 三人都没有把苏洛放在眼里 文明不如见面 但是见了面 他们感觉苏洛真的很惨 只不过是一个五十九级的御兽师而已 就算是传言 他能击杀八十级强者 但现在不一样了 两名八十级强者 再加上赵无极是一百零三级 在三人看来 他们完全能轻易秒杀苏洛 苏洛表情平静 静静地抚摸着幽灵猛虎的毛发 并没有再开口的意思了 赵无极见状 也知道是时候动手了 便轻蔑地说道 我们也不欺负你 我们三个人当中 你随便挑一个对手和你打 是不死不休 还是点到为止 苏洛面无表情地看着赵无极 以及另外两名黑炮人 你想怎么样都可以 赵无极依旧是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 见状 苏洛也不低调了 直接伸手指了指赵无极 怎么 你要和我打 你们三个一起上 说完 苏洛直接从神药界中 取出了幽名懒月花 这是已经暴露过的底牌 无需隐藏 再加上火凤凰和玄武 以及其他的宠物 小子 我劝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 不需要考虑 此时 艳斗大学青龙院内 周铁生往往被叫到了无用的办公室 此时的无用怒火中烧 正在对着二人大发雷霆 你们知不知道天地盟帮主的实力是多少 就敢让苏洛一个人去 要不是我发现了 恐怕这件事后果不堪设想 粗暴的骂人声不断响起 直到办公室门口出现了另一个一个 醉熏熏的老头 无用才骂骂咧咧的起身 你们这两个混小子 要是苏洛没事还好 要是他出事了看老头子我不扒了你们的皮 无用骂骂咧咧地走出门口 直接放出了八十级的三足金屋 然后和老头一起跳上去朝着山林中赶去 似乎觉得不靠谱 无老头又叫上了冯丽和一众七八十级的学院导师 一共二三十个人 密集地站在三足金屋后背上 飞速朝着山林中赶去 隔着很远的距离 都能看到山林中传来的战斗波动 五颜六色的气体 把一株株大树冲得粉碎 或是直接连根拔起 巨大的轰爆声 鸡打声 哪怕是燕兜城内站在原地静静倾听 也能听到一些动静 随着一只浑身燃烧着火焰的三足金屋画 破长空朝着山林中飞去 城内不少人都意识到问题严重了 这大半夜的 无老头都出手了 肯定不是一般的小事 一时间 大部分还没睡的人都纷纷趴在阳台上 或是更高的地方观看 更有一些爱看热闹的人 选择了去更好的地方吃瓜 直接穿着睡衣就往城门口飞奔 燕兜城内 一个巨大的会议室中 一群人正在开会 虽然是开会 但却并没有多少人说话 所有人都静静地盯着大屏幕上的战斗情况 表情不一 苏洛要是赢了怎么办 我们几代人的努力 凭什么要输给他一个十几岁的矛头小子 天地盟绝不会成为药神帮的踏脚石 要是苏洛赢了 那我们只有联合所有帮会成员和药神帮抗衡了 山林中 各种草木 巨石的碎片散落一地 苏洛静静地骑在玄武背上 横扫全场 哪怕赵无极是103级的强者 也根本不敢硬抗 毕竟幽冥懒月花的体型太过于夸张 看起来就让人心理上有种恐惧 更别提硬抗了 再加上这玩意儿斩杀80级强者的传说 赵无极三人根本不敢轻视这根藤蔓 苏洛操控着幽冥懒月花 一人一藤蔓 对战三大强者 虽然赢不了 但也绝对不会说 火凤凰 三族金乌 金灵年龙和幽灵猛狐等宠物 则是在一旁看戏 苏洛刻意想要借助 这次机会测试 不同战斗方式的战斗力 现在效果不就出来了 自己加上幽冥懒月花 至少能抗衡三个80级以上的强者 帮主 这样拖下去不行啊 我们还是攻击这该死的藤蔓吧 那名后甲骑士被打得憋屈 立马开始提意见 他们自然也能看到 幽冥懒月花的部分属性资料 只要有血条 就能打 有人这么一提醒 赵无极也从极度愤怒中冷静下来了 他静静地看了一眼 幽冥懒月花的属性 我们急火攻击 这该死的藤蔓 三人开始疯狂攻击幽冥懒月花 但是三十万的生命力极为强悍 一时间内 苏洛觉得他们 很难对自己造成威胁 但是他腻了 觉得这种战斗很无趣 既然你们要急火了 那我也要火力全开了 就在苏洛打算命令 所有宠物出击的时候 虚空中突然被一阵红色光芒照亮 那是一只体型巨大的三足金屋 浑身燃烧着通红的火焰 三足金屋上 还站着密密麻麻二十多个人 苏洛 你没事吧 逢厉担忧地大喊道 没事 好着呢 三足金屋降落 所有的学院导师 都疑惑地看着现场 老吴 你说 你徒弟快被人打死了 这是什么情况 看样子 好像是苏洛在殴打他们 赵无极是103级见识 竟然被苏洛牵制住了 这苏洛 果真是人如其名啊 我们不该来的 人多恐怕 这小子放不开 众人议论纷纷 苏洛 赵无极等人都愣住了 没想到这大半夜的 竟然还有人来 苏洛 大胆干 有什么事 为时给你扛着 五老头笑眯眯地 对着苏洛摆手 以他的等级 自然一眼 就看出了现场的强弱之分 本来还担心苏洛会吃亏 五老头风风火火 叫上人就来了 看到现场后 他立马就安心了 同时 心里暗暗惊讶 苏洛的成长速度 一个人能抗衡赵无极等三人 那他现在的实力 该有多强 自己八十多级的实力 恐怕也不是这小子的对手了 后生可畏啊 苏洛没想到 五老头会叫人来帮自己 心里感动的同时 又有点犹豫了 这么多人在场 自己要不要暴露实力 苏洛 别以为你们人多 我就怕你们了 我天地蒙在宴兜 甚至整个龙国都还是有些实力的 你有种就动我一个试试 赵无极对着苏洛声色俱立 内心却慌得一批 这么多人全都是苏洛那边的 他要是真起了杀心 自己等人就完蛋了 以后你别出现在药神帮面前 不然下次我必杀你 苏洛话音落下 几只宠物同时发动了强力的杀招 全都精准落在赵无极等人面前 顿时将泥土轰下去一个至少三米深的大坑 赵无极感觉头皮发麻 这些技能要是落在他们身上 至少要丢半条命 他身后的两名副手看到这一幕 均是被吓得冷汗直流 这一刻 他们才意识到苏洛的可怕 关键是 人家刚才还只是用了一根藤腕 而已 要是再加上这些宠物 恐怕他们早已经是冷冰冰的尸体了 听到苏洛无意再战 赵无极故作镇定冷哼一声 嘴上虽然不服软 身体却很诚实地开始跑路了 他立马朝着山下冲去 狼狈地保住了颜面 看着赵无极等人跑路 吴老头和一众烟都大学的老师 脸上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苏洛 你小子厉害啊 现在都能和一百级的强者抗衡了 冯丽咧嘴笑道 对于苏洛 他眼神中的羡慕毫无掩饰 师父 你们其实可以不用来的 苏洛摸了摸鼻子 甘大地看着无老头和一众导师 你师父担心你出事 一路上快马加鞭呢 其中一名中年妇女 笑盈盈地看着苏洛 也遇到 行了 既然没事 那我们就回去吧 无老头面不改色 只是静静地看了苏洛一眼 然后便站在三足金屋背上 带领着众多导师往回走 苏洛也骑上了幽灵猛虎 和飞比起来 他更喜欢在地上跑 这种脚踏实地的感觉 虚空中 一众导师都纷纷羡慕 议论着苏洛的实力 刚刚苏洛露出来那一首 恐怕在场的诸位 没人能接下来吧 我们肯定不行 只能看吴院长和赵前辈 能不能接下来了 听到这话 无老头身旁那名 同样醉醺醺的老头 立马摇头 表示他也接不下来 无老头呵呵一笑 笑道 这小子已经倾出于蓝了 此时 一个隐蔽的会议室内 赵无极带领着下手 气喘吁吁地站在会议室门口 所有人都表情古怪地看着他 诸位 苏洛这小子实力逆天 恐怕我是阻止不了他了 你们要是有什么办法 尽管说出来 赵无极随便找了个位置一坐 然后将烫手山芋甩了出去 赵帮主 当初我们出资帮你成立天地盟 就是为了让你给我们带来利润 现在你说不管 恐怕不合适吧 就是啊 苏洛虽然占领逆天 但他也不是乱来的人 完全可以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不可能 燕多的资源 只够支撑一个大帮会 要神帮和天地盟 要神帮的速度 已经快追上我们了 既然这样 趁着大家都在 那我就带头表个态 我不愿和要神帮为敌 谁要是和我想法一样 就站出来 会议室中议论纷纷 丝毫没注意到 一名身材勾楼的老人 站在门外偷听 天地盟背后的金主们 已经开始逐渐分成了两个派系 有的人坚持要干掉苏洛 干掉要神帮 有的则是不愿与苏洛为敌 选择脱离天地盟 对于这一切 苏洛都毫不知情 第二天一早 所有要神帮的成员 全部在城门口 巨大的空地上聚会 周铁生 王莽 叶灵月 周兰等一众骨干成员 也都纷纷到场 今天 苏洛要干一件大事 他要把自己收集到的宠物 全部都分发给要神帮的人 这一天过后 要神帮的实力 将会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此时 苏洛静静地站在城门口 等待着帮会人员集结 听说要分发宠物 要神帮所有人都被叫来了 一共大概有20万人左右 城门口巨大的空地上 密密麻麻的全都站满了 路过的人都忍不住驻足停留 这么多人聚在一起 是要合天地蒙的决战了 听说是苏洛要给他们发宠物 发个宠物也不用这么多人吧 不知道 但是苏洛的手段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应该宠物很多 我猜绝对不会超过100只 就算他很逆天 也不可能弄到太多宠物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城门口聚集的人也越来越多 城墙上 大树上 石头上 甚至还有人从背包里 取出板凳站在上面观看 其中也包含了一些 前来获取情报的天地蒙的探子 过了足足半个小时 周铁生才满头大汗的 挤到苏洛面前 洛哥都统计好了 骑士一共有6万7千多人 40级以上的骑士 有1万3千多人 其中50级以上的 有3千多人 另一边 王莽 叶灵月和周兰 也都拿着一份名单走过来了 他们分别统计了剑士 法师和弓箭手 60级以上的帮会成员 只有38个 70级的没有 剑撞苏洛心里 稍微有些失望 这么多人 竟然只有38个人 达到了六十级 看来一个帮会的成长速度 是很慢的 洛哥 现在怎么搞 周铁生期待地问道 把50级以上的骑士 叫三千个人出来 得到指令 周铁生立马去叫人 实力按高低分配 排名前三千的骑士 全都兴奋地站了出来 满脸欢喜地看着苏洛 他们虽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 但大智能猜到帮主 应该是要给自己等人发宠物了 但是三千个人 会不会太多了 同时周围的吃瓜群众 也都一轮纷纷 直接叫了三千个骑士 该不会是让他们抢吧 我猜应该是这个意思 咱龙国所有拥有宠物的骑士 加起来 恐怕也达不到三千啊 御寿师被诅咒 别说龙国了 整个世界恐怕都没多少 符合水准的宠物 今天或许咱们 要大开眼界了 在所有人的一轮中 一群人缓缓地混进了吃瓜队伍 吴老头儿和冯丽也在其中 他们都是燕都大学的导师 听说苏洛今天要在北城门口 给药神帮弟子发福利 他们恰好有空 所以就赶过来了 在所有人的瞩目中 药神帮三千名骑士 静静地站在原地 等待着 你们都是 我药神帮的精英骑士 好的骑士 怎么能没有坐骑呢 所以今天 我给你们每人发放一只坐骑 希望日后 你们能好好练及 壮大药神帮 如有需要 也能守卫龙国 苏洛的声音不大 却引起全场寂静 所有人都静静地倾听着 同时揣摩苏洛这些话里的意思 吴老头 你这弟子不简单啊 听到苏洛提及龙国二字 一名上了年纪的导师 立马就露出了笑容 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 就应该顶天立地 大家都是龙国人 所谓龙国 自然是不可推卸的使命 一众导师 纷纷对苏洛做出了最高评价 吴老头只是笑眯眯地看着 苏洛越优秀 他这个当师傅的 也就越开心 虽然没叫到苏洛什么 但也能跟着苏洛 一容俱容 一允俱语 接下来 我给你们每人分发一只 四十级以上的宠物 希望大家炼击之余 好好维护帮回发展 苏洛说完 直接从宠物空间内 把四十级的班猎狗 全部召唤出来 三千只班猎狗都体型巨大 身高足足有一米五 体长两米多 站在地上威武雄壮 班猎狗一出场 顿时给所有人视觉上 造成了震撼的冲击 全场寂静无声 三千只四十级的宠物 这他们是魔鬼吧 他怎么做到的 一时间 所有人看向苏洛的眼神 都充满了疑惑 宴都大学一众导师 也都沉默了 他们见过的天才不少 但是像苏洛这样逆天的 还是头一个 五老头 你能沾光跟着苏洛一起 名垂青史了 老子还没死呢 五老头翻了个白眼 哪怕没喝酒 苍老的脸上 也不禁露出了红韵 人群包裹中 苏洛指令三千只班猎狗 分别站在骑士的右边 整齐划分之后 才缓缓开口道 现在 所有人开始契约吧 班猎狗的名声虽然不好听 但这可不是寻常的班猎狗啊 这特么是四世纪的班猎狗 得到命令 所有骑士 纷纷对着身旁的班猎狗 发出契约请求 而苏洛则是直接统一统一 宠物转让 得到宠物后 有的人满脸痴迷地 抚摸着班猎狗的脑袋 有的人则是直接骑了上去 一人一狗夹起来 战斗力瞬间翻倍 以后 你们就是要神帮的 猎狗骑士大队了 周铁生兴致勃勃地 站在一张椅子上 大声宣布 众多骑士满脸兴奋 对着苏洛抱拳作一 以示感谢 然后便带着心爱的宠物 后退了 接下来 被点名的五十个法师上来 周铁生宛如大喇叭一样 对着人群又喊了一声 五十个法师上来之后 苏洛直接把速度极快的 疾风狼分发给他们 疾风狼速度极快 很大程度增强了 法师位移的短板 疾风狼加法师 战斗力翻倍 真特么让人眼红啊 早知道 我也加入药神帮了 一会儿练完疾 我就去药神帮报名 今天能发宠物 以后肯定还能发宠物 老王 咱俩都是七十几件事 你说 如果我们加入药神帮 有没有机会 获得宠物 看到苏洛是真的发宠物 所有吃瓜群众 都一轮纷纷 甚至一些 艳朵大学的导师 都用一种玩味的眼神 看向五老头 老吴 你说我们能不能 做点兼职 反正苏洛也是你徒弟 肥水不流外人田吗 就在所有人 都以为宠物 分发要结束了的时候 只见周铁生 又开始卖力地喊了一声 咱药神帮 十里排行前五十名的 赶紧站出来 十里排行前五十的站出来 听到这话 周围看热闹的人 顿时就沸腾了 三千只斑猎狗 五十头疾蜂狼还不够 现在又让五十个 十里最强的人出来 用屁股想也知道 这才是真正的主菜啊 一时间 看热闹的人 眼睛都瞪直了 都想看看 这最后压轴的宠物 是什么 药神帮虽然刚成立不久 但帮会里 有十里的人 还是挺多的 除了苏洛和周铁生 几人之外 最强的人实力 已经达到了六十八级 前五十人中 实力最弱的赵秋月 也达到了五十七级 他忐忑地 跟着其他人一起走出来 看向苏洛的眼神 充满了感激 价值连城 有价无视的 光明神进化药剂 他说送就送 现在又要给自己宠物 想到这里 赵秋月眼神中 露出了一抹坚定 他觉得 加入药神帮 是自己这辈子 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洛哥 咱们药神帮 还是不弱吧 看着五十个 等级强悍的转职者 周铁生乐呵呵地 跑到苏洛面前 弱爆了 苏洛淡淡地说了一句 然后从宠物空间中 挑选了一百只八十级的宠物 八十级以上的异兽 几乎和普通的异兽 有天差地别的距离 无论是体型 还是颜色 又或是自带的异象 就算是三岁孩童 看不到任何属性 都能分清等级高的异兽 当这些宠物出场的瞬间 所有人都静待了 八十级啊 这也送 而且还是一百只 你们可以挑选新衣的宠物 其余的人也不用灰心 只要你们好好练集 除了他们五十人之外 其余的人 三个月后排名前五十人 也能获得这种等级的宠物 苏洛淡淡地 对药神帮众多成员宣布 一旦激起千层浪 顿时整个帮会的人 都露出了兴奋的表情 二十万人竞争前五十名 虽然有点难 但是也能间接地 提升自己的实力啊 只要努力 怎么算都不亏 仔细想想的话 相当于是苏洛给了他们一个 努力提升等级的动力 除了药神帮的人之外 周边看热闹的人 也都不淡定了 八十级宠物啊 这特么随随便便 就拿出来一百只 天知道 苏洛还有没有更多宠物 一时间 就连阴都大学的众多导师 都呼吸急促了起来 前段时间 五老头收获了一只 八十级的三族金屋 这可把他们缠坏了 现在希望就在眼前 一些导师 更是直接对着五老头 开始逼宫 老五你痛快点表个态 就是 别以为你是院长就了不起 等我加入药神帮 获得宠物了 要你好看 老五 咱俩实力差不多啊 你要是不允许 我就天天来偷你的酒 众多导师和资深的老前辈 纷纷对着五老头 唾沫横飞 架不住他们人多 五老头只能黑着脸答应了 导师加入学生的帮会 这叫什么事啊 五十人挑选好宠物之后 苏洛立马交一宠物给他们 然后在所有人眼巴巴的目光中 把剩下的五十只宠物 收回了宠物空间 等一下 苏洛 我们也要加入药神帮 一时间 阎都大学众多导师纷纷开口 五老头脸色一黑 立马转身溜走了 他们要宠物他可不要 再待下去的话 就太特么没面子了 王导师 赵长老 你们这是 看到一众学院导师 苏洛满脸猛逼 苏洛 我们的实力 你看都还可以吧 要是加入你们药神帮的话 那个你看 一名中年女导师 神色怪异地指了指 刚刚召唤宠物的地方 其话里的意思不言而喻 诸位导师愿意支持学生 那学生自然是感激不尽的 只要导师们愿意给我面子 统统都有宠物 不低于八十节 意思大致就是 你们给我面子 我就给你们宠物 苏洛看了一眼在场的人 大概有二十多个 每一个导师 至少都是六十集以上 其中还包含冯丽在内 他眼巴巴地看着苏洛 就等着契约宠物了 我急封法师章号 从今日起 不仅是燕都大学的导师 还是药神帮的成员 我邀约法师也一样 我黑魂骑士也一样 俺也一样 一个个闻名艳斗的导师们 当场宣告 周围看热闹的人群看猛了 这样一来 燕都大学的导师和学生 不得都加入药神帮 苏帮主 我们闲散人员 七十级的见识要不要啊 苏帮主 我爸是八十级的骑士 我可不可以给他打电话问一下 一瞬间 现场乱套了 天地盟派来的几个眼线 看到这一幕 纷纷脸色黑了下来 这弗烈 这黛玉 比起天地盟强百倍啊 要不是现在已经有帮会了 他们都想原地加入药神帮 大家只要是 愿意给我苏罗面子的 都有 全都是八十级的宠物 数量很多 大家不用抢 苏罗愣了好一会儿 才开口给大家答复 同时他心里也暗暗庆幸 多亏把金刚魔人的小弟们 全都抓来了 现在 这不就派上用场了 通过目前的趋势来看 七十级以上的转职者 今天至少能招收一百个人 而自己宠物空间 还装着六七百只 八十级以上的宠物 完全够用 一传十十传百 苏罗分发宠物的事情 很快就传遍了整个艳斗 不少实力达到七十级 或是八十级的老家伙们 都纷纷朝着城门口奔去 马路上 街道上 各种加入药神帮的口号 时不时地响起 药神帮的名头在这一刻 彻底响遍了艳斗的每一个角落 一直持续到傍晚 人群才逐渐散去 药神帮的成员中 九十级以上的强者 现在有三人 八十级以上的强者 有四十五人 七十级以上的人 一共九十八个 至于七十级之下的人 苏罗一个没药 倒不是他看不起等级低的人 而是宠物数量有限 只配强者拥有 其他的人想要获得宠物 只能进入药神帮 获得一定贡献夺之后 才会分发宠物 苏罗回到学校的时候 所有人都对他肃然起敬 当初一些看不起苏罗的人 此时也都觉得 苏罗十分顺眼了 开玩笑 导师都得听他号令 谁敢去找不通款 傍晚十分 苏罗正躺在床上 打算规划要神帮发展的时候 接到了赵无极的邀请 天地盟各大势力都到齐了 邀请他去酒楼吃饭 同时商议两大帮派 今后的发展问题 红韵酒楼 演兜最豪华最高端的地方 若是放在以前 苏罗从这门口路过 都会感觉有压力 但是现在 他身上的价值加起来 完全能把整个酒楼买下来 苏罗身后是周铁生 王莽 叶灵月和周澜 他们五个人 算是药神帮的核心人物了 进入酒楼之后 立马就有服务生 带领着苏罗等人 往三楼走去 为了和苏罗谈判 天地盟的人花重金 已经把整个三楼包下来了 进入三楼 顿时就有一种 金碧辉煌的感觉 装潢华丽 高贵 周边来往的服务员 都是身材 极好年轻漂亮的小姑娘 欢迎苏帮主立林 站在门口的服务员 立马露出甜甜的笑容 以示迎接 宴会厅里面 天地盟的众人 也看到了近来的苏罗等人 赵无极身穿一套蓝色西服 笑眯眯地走上前 打招呼道 苏帮主真是人中龙凤啊 这么年轻 就有如此成就 赵帮主客气了 苏罗面无表情地 应了一句 然后便把场面 交给周铁生了 对于这种没有意义的社交和客套 他从来都不感兴趣 叶灵月和周澜 也没怎么说话 只是静静地坐在苏罗身旁 苏罗 这段时间 你的变化可真大 叶灵月小声地对着苏罗说道 语气中多了几分客气 眼神中也多了一些好奇 坐在另一边的周澜 同样满脸的好奇 都说女人的心思最为细腻 但是两女都发现越相处 越觉得苏罗神秘 还好吧 碰到了一些机遇 就在这时候 门口进来了一名 身穿戎装的男子 胸口挂着一枚 墨北战区守卫者勋章 凭着这枚勋章 在大多数场合中 都能畅通无阻 看到战区的人出现 所有人都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今天不是天地盟 和药神帮商谈的场合吗 怎么会出现战区的人 容装男子 缓缓走到大厅中央 看到苏罗之后 便静止走了过去 如今苏罗的杀戮值 已经超过了一些 战区老守卫者 身份地位 自然也跟着长了起来 容装男子 对着苏罗行礼之后 才开口说道 黑鸭城沈长老 给您送来了一封信 麻烦了 送完信件之后 容装男子便静止离去 现场众人 见苏罗和战区的人 都有联系 都感觉有些惊讶 毕竟战区 可不是一个好地方 不过 这也只能算是一个小插曲 很快周铁生 和王莽又代表药神帮 和他们谈了起来 另一边 苏罗对商议内容无感 直接就拆开了信件 想不到你在战区 还颇有建树啊 人家亲自送信 还给你敬礼 叶灵月故意露出 一副崇拜模样 打趣道 然后两个女孩子 便自觉地起身离开 给她留下充足的空间 漠北战区发生异变 铁锁三十六城 所有异兽全部实力提升 黑压城压力太大 暂时没有高手支援 速来 信件中只有短短几句话 内容含量却很大 苏罗默默地把信件 收回背包 然后陷入了沉思 异兽发生变化 整体实力提升 这样一来的话 整个漠北战区 都会压力纵生 会不会又有神格之类的 东西将士 苏罗第一时间 就想到了神格 毕竟 这玩意儿太诱人了 这时候 宴会厅里的议论 也结束了 所有人都将视线 放在了苏罗身上 洛哥 都谈得差不多了 就等你决定了 王莽走到苏罗身旁 同时递上来了一张纸 上面写着各种条条款款 你们决定就好了呀 苏罗接过纸张 看到上面的内容时 表情顿时就变得精彩起来了 内容很简单 但处处都是天地盟的退让 但是有一条内容 要求就是 无论任何情况下 要神帮都不得吞并天地盟 洛哥 你觉得怎么样 王莽和周铁生 之所以没有拍板决定 就是担心 苏罗的胃口太大 想要吞并天地盟 不然 他俩早就答应下来了 就这样吧 简单说了一句之后 苏罗便迫不及待地 起身离开了 对于天地盟 苏罗没啥深仇大恨 而且随着接触 到底东西越来越多 他觉得 自己人不应该为难自己人 都是龙国人 说不准以后 还得共同抵抗一兽 现在没必要 拼个你死我活 如今要神帮的底蕴 是足够让天地盟解体的 看到苏罗如此 轻易就答应了 一时间天地盟的众人 都有些震撼 就提了这么点退让的条件 他就答应了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签合同啊 周铁生骂骂咧咧的 盯着要神帮的人 然后又吐槽道 以为我们洛哥 和你们一样啊 人家是有格局的 回到青龙院之后 苏罗立马 开始收拾东西 临走时 他把习惯性 拖在地上的拖鞋 整齐摆放在床头 然后才关门离开 临走前 自然式的和五老头道个别 又要走 看到苏罗匆匆赶来 五老头立马就猜到了他的来意 同时脸上的表情也很欣慰 这孩子 每次离开时 都会来和自己道别 也算是有心了 嗯 打算去漠北战区转转 常年混迹战区好啊 这不 你格局不就打开了吗 五老头很是欣慰地看着苏罗 又咧嘴笑道 这次天地盟的事 你处理得很好 日后或许龙国 还需要天地盟处理 苏罗愣了愣 问道 龙国和樱花岛 五老头笑了笑 没有说话 苏罗心里瞬间明白 什么意思了 但是 他不死心 又问了一个 看似普通的问题 师父 为什么市面上 关于神格的消息这么少 听到这话 五老头脸上的表情 微微顿了一下 一把年纪了 要是这点问题 都看不透 他也不用活了 你是想给你的宠物 寻找神格吧 这玩意儿 龙国有专业的机构研究 据说世间的神格很少 你要是感兴趣 可以找龙老头打听一下 他权限比我高 懂得也多 简单寒暄了一番之后 苏罗便再次找到 周铁生等人告别 然后便匆匆朝着 黑鸭城赶去了 传送阵处 看着苏罗的身影 逐渐消失 周铁生长长地叹了口气 痛苦道 你这家伙太逆天了 我怎么追不上 你升级的速度 抵达黑鸭城时 已经是傍晚时分了 苏罗刚踏出传送阵 就听到无数的异兽嘶吼声 黑鸭城不大 异兽的动静 几乎传遍了整个城池 苏公子 沈长老交代了 让您过来了 直接去通道的梁棚里找他 传送阵旁边的守卫 看到苏罗前来 立马汇报 此时此刻 苏罗积累的杀戮值 已经够资格提升为队长了 一般的守卫 见了他都很恭敬 朝着通道区域走去的同时 苏罗目光 也在打量着黑鸭城的变化 原本道路上 还能碰到三三两两的守卫者 但是现在竟然很少了 就算是 偶尔碰到一个守卫者 也都是小跑前进 看来这次异兽变动造成的情况 很严重啊 苏罗心里当即就有了判断 而沈刚 叫自己来的目的也很简单 无非就是 降低黑鸭城的压力 若是黑鸭城 周围聚集的异兽过多 城墙面临的压力也就越大 最后 大概率会像高压锅一样被撑爆 杀怪无疑是降低压力 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至于彻底根治 苏罗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做到 但至少在他的认知中 是没人能做到的 在各个通道分岔的路口 修建了一个不大的凉棚 几张迷彩网布搭拉着 勉强能遮挡太阳 沈刚穿着黑色战斗服 坐在一张椅子上 正焦头烂额地捧着一张图纸 看到苏罗的身影后 他脸上顿时就露出了笑容 你小子可算是来了 再不来我可是真顶不住了 苏罗勉腆一笑 又寒暄了两句之后 才一本正经问道 沈长老 这次异兽发生异变 有什么特征吗 前段时间有一群白色的骷髅怪 你之前见过的那种 根据沈刚的表述 大概率就是 死亡属性的神格碎片又出现了 本来就是多了一些骷髅怪而已 但是夜晚的时候 好像有人出现在城外一样 所有异兽发出哀嚎声 他们到地方的时候 异兽已经死了一大片 只剩下几只白骨骷髅 还在原地苟延残喘 老夫不觉得 是人为引起的变化 大半夜出现在城墙外面 至少也要120级以上的实力 见苏罗在思考问题 沈刚摇了摇头 补充道 咱们龙国120级以上的转职者 基本上都很少出现在战区了 沈刚猜测的只是表面现象 苏罗心里却认为这件事 肯定是人为的 神格碎片出现 必然是引起了某些追踪 神格组织的注意 不过看样子 那晚出手的人 应该是没有得手 他肯定还会再回来 短短几分钟 苏罗脑海中 就已经分析出了 接下来大致会发生的事情 沈长老 距离通道换班 还有多久 我去顶一下吧 苏罗不动声色地转移了话题 还有13分钟 咱们就在这等着吧 今晚老夫也要亲自上场了 40级以上的异兽 可不好对付啊 沈刚叹了口气 眼神中露出一抹担忧 以他的年纪来看 再过几年 应该是要退休了 但是现在战区出现了变化 能不能安稳退休 还是个未知数 苏罗看出了沈刚心里的担忧 不过他觉得 沈刚的担心有些多余了 这些异兽 就算是50级 他也没放在眼里 不过这么多异兽 正好可以 让自己好好升级了 这段时间 折腾宠物品质 折腾药神帮的琐事 耽误了太久 这期间 神药界中灵犬丹的药材 也没成熟 苏罗的经验条 直接到了空窗期 换班时间到了 苏罗直接挑选了一个中间的位置 15号通道 苏公子 准备好了吗 瞭望塔上 负责开闸放闸的守卫者 对着苏罗挥了挥手 准备好了 苏罗淡定点头 直接将作战的宠物召唤出来 幽灵猛虎 三族金乌 火凤凰 玄武 亡灵巫师 以及精灵炎龙 六只主战宠物 只要培养好了 潜力无穷 随着青铜大门缓缓开启 成千上万异兽的嘶吼声 瞬间传进通道中 声音不停地 在通道四周墙壁上碰撞 青铜大门完全打开后 无穷无尽的异兽 立马涌了进来 如同潮水一般 烈焰魔雄 五十级 森林之妖 六十五级 红眼巨人 五十四级 异兽们的等级 大多数都是五十级以上 甚至等级最高的 达到了六十八级 这对于普通的守卫者来说 压力无疑是巨大的 但苏罗却没有丝毫畏惧 他表情平静 脸上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几只宠物也都停留在原地 轻蔑地看着冲进来的异兽大军 一百五十级的金刚魔猿 他们都对战过 对付这种五六十级的异兽 就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 杀 随着他一声令下 几只宠物纷纷冲了出去 幽灵猛虎化为一道黑影 瞬间消失在原地 当再次出现时 他已经出现在异兽大军中间了 狠狠一爪子 朝着附近的一只异兽派去 碰 八万五千 秒杀 恭喜您 获得反馈经验值加1500 恭喜您 获得反馈经验值加1200 一连串的经验提示响起 同时 苏洛的经验条 也开始了缓慢的增长 随着等级越高 升级所需要的经验值也更多 但是 战区除了一手多之外 就没有其他优点了 这也是苏洛喜欢这儿的原因之一 恭喜您 获得反馈经验值加1000 恭喜您 获得反馈经验值加1800 恭喜您 恭喜您 等级提升到60级 一道白色光芒在身上闪烁而过 苏洛瞬间升级了 这次 争取在黑鸭城突破到70级 感受着实力增强的感觉 苏洛瞬间觉得 城外那些异兽 看起来不可爱了 一个个宛如活泼的金燕球 不到三分钟时间 通道内的异兽 全部被宠物清空 他毫不犹豫地带着宠物冲了出去 瞭望塔上 老守卫者看到这一幕 顿时露出了黄热的表情 他知道 接下来就是苏洛的个人秀场了 好 轰轰轰 随着苏洛走出城门 顿时在城墙之外 引起了巨大的动静 无数异兽疯狂地朝着扑来 一时间 各种异兽几乎堆成了山 这么多异兽堆叠在一起 丢几个群攻技能 可以直接爽死 瞭望塔上 老守卫者满脸羡慕 苏洛静静地站在玄武背上 居高灵下打量着整个战场 对于那些堆积成山的异兽 他并没有兴趣 他想要找找看这战场上 有没有白骨骷髅 虚空中阴云密布 仿佛这就是战区最常见的天气 苏洛仔细观察了很久 都没有发现白骨骷髅的踪迹 或许是受了惊吓 得缓几天才赶出来 苏洛眼神中露出一抹疑惑 不由得想起了之前 自己抓捕白骨骷髅的场景 他虽然很呆 但不是真的傻 要是碰到生命危险且逃脱了 要么就换地方 要么就有可能是的 等待一段时间才会出现 这时候 周边的异兽聚集在一起 相互拥挤踩 他已经形成了一座座小山丘 精灵炎龙 火凤凰 三足金屋 除了幽灵猛虎之外 其余的宠物都释放出了群弓技能 恭喜您 获得反馈经验值加1000 恭喜您 获得反馈经验值加1800 恭喜您 一连串密集的经验提示响起 苏洛身上瞬间冒起了一阵白色光芒 恭喜您 等级提升到61级 不到一个小时 接连升级两次 瞭望塔上的守卫者 看到苏洛如此逆天的战斗力 羡慕得眼睛发直 这时候 他突然对着苏洛大 喊了一声 快回来 怎么了 苏洛疑惑地 看向瞭望塔上的守卫者 那边有白色骷髅怪过来了 数量很多 守卫者疯狂地大喊 同时伸手指了指远处的山丘 一个个体型壮硕 身躯上穿着黑色铠甲的骷髅 朝着城墙冲来了 他们一手拿战斧 一手抓着盾牌 身高三米左右 看起来威武霸气 数量更是多得惊人 足足有好几千只 苏洛的视线刚好被山丘挡住 并没有看到所谓的白色骷髅 下一秒 手持战斧的骷髅 大军冲过山丘 静止朝着苏洛冲了过来 密密麻麻的巨型骷髅怪 看得苏洛头皮发麻 变异骷髅65级 攻击4万2000 防御69000 精神1万 体质13万 技能跳战 免伤死亡爆炸 跳战 高高跃起从空战砍下去 对敌人造成350%伤害 免伤 举盾进入防御状态 免疫60%伤害 死亡爆炸 死亡后会触发爆炸效果 对方圆10米之内的敌人 造成260%伤害 距离越近 伤害越高 看到变异骷髅怪的属性版面 苏洛顿十眼神火热 亡灵巫师要是也能召唤这玩意儿 无论是当做主力军 还是当做炮灰 绝对是最棒的选择 活着的时候 可以攻击别人 死了都还能爆炸打出伤害 变异骷髅怪的目标是苏洛 但是几只高阶宠物 岂能看不懂他们的意图 早早的就在苏洛面前 防守起来了 苏洛立马把亡灵巫师召唤出俩 让他观摩这些变异骷髅 主人 这些骷髅很厉害啊 看了片刻后 亡灵巫师感慨了一声 苏洛 没有其他想说的吗 没有啊 就这比样还想要神格碎片 苏洛黑着脸 看向亡灵巫师 强忍着揍他的冲动问道 你再仔细看看 他们身上有没有神格碎片的气息 哦 你说这俩 当然有啊 我鼻子一闻就知道 是死亡属性的神格碎片 只不过 拥有神格碎片的那家伙 现在还没出来 这还差不多靠谱点了 苏洛将目光 放在变异骷髅身上 这些骷髅身材高大 力道大的惊人 要不是几只宠物的等级 对他们造成了碾压 恐怕还真有点难办 既然骷髅小怪都出来了 那融合了神格碎片的家伙 应该也快出来了 苏洛紧紧地盯着战场 同时安排亡灵巫师密切巡逻 只要出现死亡属性的神格碎片 哪怕是底牌进出 苏洛也要第一时间把他拿下 毕竟暗中说不准 还有一些觊觎者 在等待渔翁之力 恭喜您 等级提升到62级 随着时间推移 苏洛的等级又升了一级 而此时 变异骷髅的召唤者 依旧没有出现 苏洛静静地等待着 没有丝毫着急 随着等级越来越高 他的身体素质也越来越强 哪怕三天三夜不吃不喝 也没多大影响 为了不让别人截足先登 苏洛打算连续镇守通道 就算是晚上的异兽等级 会变高许多 自己还能派出金刚魔员来抵抗 趁着夜色 正好可以施展一些 平时不方便暴露的手段 很快就到了通道关闭的时候了 瞭望塔上 已经聚集了五六个关站的守卫者 负责关闭闸门的守卫 对着苏洛大声喊道 苏公子 时间差不多了 赶紧回来 苏洛骑着玄水龟 飞速地朝着城内赶去 到了大门口之后才停下来 你们关闭城门就行 我晚上不回去了 此话一出 瞭望塔上的几名守卫者都不淡定了 晚上不回来的话 那就是实死无生了呀 苏公子 夜间一寿会等级飙升 不安全的你 还是赶紧进来吧 我有把握 你们放心 苏洛咧嘴一笑 露出满口白牙 然后转身又朝着战场冲了过去 他记得之前龙老爷子闲聊的时候 说过一次 他曾经独自镇守一城 连续七天没有休息 那时候才一百二十几 而苏洛手里有几只神兽 再加上金刚魔猿 区区夜间不足挂齿 18号通道出口处 沈刚面色红润地从里面走出来 嘴里横着曲儿 今天有了苏洛的加入 各大通道压力顿俭 他心里很是开心 一名守卫者急匆匆地跑到沈刚面前 汇报道 沈城主 苏公子没回来 什么 沈刚眼皮子一颤 瞬间高兴不起来了 开什么玩笑 那可是要死人的 沈刚黑着脸怒骂了一声 然后飞快地朝着苏洛的通道赶去 沈刚抵达15号通道瞭望塔的时候 距离关闭城门的时间 已经超过了五分钟 其余的通道口全部关闭 只剩下15号通道大门没有关 此时 排山倒海一般的翼兽 正疯狂地朝着苏洛的方向涌去 宛如潮水一般秘籍 沈刚站在瞭望塔上 看着这秘籍的翼兽 顿时觉得头皮发麻 特别是这些翼兽的实力 还在随着夜幕降临 而不断地攀高 五世纪的红眼怪人 实力正在不断提升 十秒钟之内 竟然连续升了两级 其他的异兽实力 也都在不断上升 苏洛 快回来 沈刚对着苏洛大声喊话 同时焦急万分 这特么可是刺悦的地点 要是在这黑压城出了事 自己可怎么交代 沈长老放心 我心里有数 苏洛对着他挥了挥手 心里也明白他们的担心 既然你们不信 那我就给你们一点小小的震撼 说完 他直接召唤出了金刚魔猿 看到金刚魔猿的一瞬间 沈刚眼睛瞪得滚圆 包括其他守卫者 也都纷纷感觉头皮发麻 150级的宠物 他什么时候 搞到这要牛逼的宠物了 我早就猜到他肯定有底牌 但是没想到这要牛逼 既然这样 那我今晚也不回去了 就在这守着 小王 你去给我们打饭 沈刚随意交代了一下 然后便 直接坐在了撂望塔的椅子上 150级的宠物 整个龙国 也绝对是第一次出现 看着金刚魔猿魁梧的身材 一众守卫者们 只感觉心头火热 表情更是充满了狂热的崇拜 这大家伙 一拳打下去 别说是七八十级了 估计一百级的异兽 都能直接打成肉泥呀 沈长老 这事儿 要不要记录在日志里 一名带着燕镜的守卫者 表情纠结地看着沈刚 其余人也都纷纷看了过来 这件事若是记录上报 绝对能轰动整个龙国 但是对于苏洛来说 就失去了一个神秘底牌 记录就写正常 沈刚脸色微微下沉 黑着脸扫射着 瞭望塔上的众人 冷声说道 苏洛这孩子天赋高人品好 为人谦逊不骄傲自大 他姐姐还是赐约大人 你们这些小喽喽看了就看了 以后就烂肚子里吧 沈城主放心 我就当做个梦 明天镇守通道 肯定热血沸腾 对对对 今晚大家都是在做梦而已 明天就忘了 众人当即表示 这件事不会外传 沈刚这才同意 他们继续留下来 而此时 黑夜彻底笼罩大地 城门之外 所有的异兽实力 都完成了提升 几乎每一只异兽 至少都提升了二十级的实力 甚至最高的 还提升了四十级 此时的城外 七八十级的异兽满地走 八九十 一百级的异兽 也多如牛毛 看着这一幕 瞭望塔上的众多守卫者 忍不住瑟瑟发抖 要是让他们出去 估计一分钟都撑不住 黑夜 对于转职者来说 影响不大 瞭望塔上的众人 依旧能看清城墙外面 大部分状况 苏洛静静地 骑在玄水龟的后背上 几只宠物围在他身边 疯狂地击杀 恭喜您 获得反馈经验值加4600 恭喜您 获得反馈经验值加8888 恭喜您 收入和风险成正比 异兽的实力提升了 但是获取的经验值 也更多了 感受着经验条 在不断攀升 苏洛心里 这才平衡了不少 其实 刷怪只是他的第二选项 最主要的目的 还是得蹲守神格碎片 万一融合了 神格碎片的怪物出现 恰好又被其他人 杰族先登了自己 不得亏死啊 主人 我感觉到 神格碎片的气息了 但是 好像还有一个 实力强大的转值者 也在靠近这里 玄武小声地说了一句 一时间 苏洛精神紧绷到了极致 就连亡灵巫师 都疯狂地在四周转悠 以防有人突然冒出来 抢他的神格碎片 蕴含神格碎片的怪物 出现了吗 苏洛对着玄水龟问道 还没有 我猜他应该是藏在地底下的 现在正在缓慢地上来 应该快了 融合了玄武神格之后 他已经改变了基因和本能 对于神格的感知 格外敏锐 得到玄武的提示 苏洛顿时就紧张了起来 同时飞快地 把金刚魔猿 收回了宠物空间 若是真的有人 在暗中想要和自己争夺 神格碎片 那自己的底牌 就不能透露出来 为了以防万一 苏洛再次问道 你能感知到 那个人的存在吗 他还没靠近 我分不清具体的位置 那你觉得 他感应到 金刚魔猿的气息了没有 我精通地脉之术 才能感应到 他现在还很远 肯定不知道 金刚魔猿的存在 说到这里时 玄武的语气中 充满了骄傲 一旁的亡灵巫师 顿时就翻了个白眼 特喵的 SSS级 再加上神格 会点旁门左道 有啥好炫耀的 等小爷我集齐了 死亡属性的神格之后 照样能拥有 这种超强感知的能力 亡灵巫师不屑地 哼了一声 略略略 但是你现在没我厉害 要是不服来打架啊 玄武立马吐出舌头 露出一副鬼脸的样子 他的心智 只有四五岁孩子那么大 面临亡灵巫师的挖苦 立马就开始反击了 苏洛兰德理会他们 而是将目光 放在了战斗前线 目前 宠物们的等级 基本都突破到了八十级 火凤凰甚至达到了八十九级 面对众多怪物的群攻 几只宠物都开始逐渐落入了下风 为了等待神格碎片 苏洛立马骑着玄水龟 加入了战场 同时 亡灵巫师和他老婆红衣女拔 也被苏洛召唤出来 加入了战斗 当然 八十级以上的宠物他手里 还有好几百只 但是现在不方便暴露实力 只能先演一场戏 主人 来了 玄武突然扭头看了一眼 旁边山丘上的一棵大树 苏洛心领神会 立马命令他 别看那个方向 继续刷管 主人 那个人实力不怎么样 还不如金刚魔猿 多少集 一百三十集 应该是个刺客 玄水龟 问声问气地交代着 双方距离较远 再加上异兽的嘶吼声 对方不可能听到 但是一百三十集的刺客 若是对方一心想逃跑的话 自己也很难留下 一时间 苏洛开始为难起来了 甚至有点不希望 携带神格碎片的异兽出现 击杀不难 难得是怎么和那个神秘人抢夺 到他那种实力 估计手段 比起冷长风滞流的转值者 强了许多 主人 我能控制住他 似乎感应到苏洛内心的担忧 玄武再次开口了 语气中充满了自信 你怎么控制 苏洛疑惑地问道 我的绝对领域 可以冰冻方圆三公里任意地方 只要我愿意 就连空间也能瞬间冰冻 空间也能冰冻 苏洛瞬间回忆起来了 他现在所有的技能 貌似都没有了 但是比起技能 似乎诱惠了更多的技能 玄武是神兽 能媲美神的存在 随心所欲释放 军事技能 既然这样 一会儿你听我指挥 看到战场上的骷髅怪物越来越多 苏洛心里顿时开始沸腾了 他知道 这绝对是 融合了神格碎片的家伙要出现了 既要击杀异兽 获取神格碎片 又要防止被人下黑手 一时间 苏洛感觉自己的肾上腺素在飙升 这也太刺激了吧 一个不小心 还会命丧黄泉 没有什么能比此刻 更令人注意力集中了 苏洛眼睛微眯 死死地盯着战场 不放过任何的风吹草动 就在这时候 一个身穿黑色长袍的人 突然出现了 他就那么静静地站在山丘之上 仿佛已经出现了很久一样 没有任何动作 却能令人头皮发麻 苏洛尝试着查看他的等级 可惜对方离得太远 什么也看不清 主人 120级的刺客 看到苏洛皱眉 玄武立马贴心地汇报了数据 苏洛点了点头 同时心里也开始疑惑起来 这个人绝对不是龙国的人 要是龙国官方的人 他为什么不光明正大的 取神格碎片 而是要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想来想去 苏洛最终想到了两个可能 要么 这个人就是隐藏在暗处的 某种世家的人 要么就是龙国的敌对方 樱花岛的人 掠夺敌国资源 是他们惯用的手段 不论你是什么人 今天这枚神格碎片 是不可能落入你手中了 苏洛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 然后骑着玄水龟 缓缓后撤了一些 几只正在酣畅 淋漓战斗的宠物 也都被他刻意操控了一下 现在苏洛的位置 和那名黑袍人的位置 恰好隔了众多异兽和宠物 无论他想出手还是暗算 始终都得绕过宠物 此时 瞭望塔上的沈刚 也猛地皱起了眉头 就是这些骷髅怪 今晚又出现了 对于手持斧头盾牌的骷髅怪物 他记忆犹新 其余的守卫者 也都纷纷皱起了眉头 因为这些骷髅怪来得太神秘了 一出现 就导致众多异兽实力提升 沈长老 要不让苏洛回来吧 真要是出了什么事 咱们可担待不起啊 是啊 苏洛要是出事了 血月大人不把咱们这拆了才管 大门还没关 只要他愿意回来 最多一分钟就能倒定 众人看着大开的青铜大门 陷入了沉思 沈刚没有理会他们 七嘴八舌的议论 而是皱着眉头 看向苏洛的布局 虽然看不清具体情况 但他能看出 苏洛似乎在防备什么东西 应该是那天晚上的人出现了 纠结片刻后 沈刚得出了结论 他不知道神哥碎片的事 但是他知道 前段时间有过一个神秘强者 出现在城墙外面 而现在苏洛防备的 绝对就是那个人 可惜瞭望塔上 看不清外面的场景 沈刚也看不清 山丘上到底有没有人 城墙外面 苏洛静静地坐在玄武背上 那名黑衣人 也站在山丘上一动不动 双方竟然就这样对峙起来了 主人 今晚的主角快出来了 玄武小声地提醒道 他的话音刚落下 在众多异兽的干扰下 如果不是刻意注意 地面晃动根本难以察觉 就在这时候 战场中央出现了一个 两米大小的深坑 无数的骷髅战士 如同潮水一般从里面冒了出来 不一会儿功夫 战场上就出现了一具 两米高的白色骷髅巨人 他没有穿铠甲 也没有拿斧头和盾牌 就这么静静地站在那施法 这一幕苏洛非常熟悉 亡灵巫师融合神格碎片之后 召唤骷髅战士也是这样的 出来了 主人我们现在就动手吗 玄武语气中隐隐带着兴奋 再等等 既然对方不打算动手 苏洛也不打算先动手 谁都想做那个 坐收渔翁之力的人 就在这时候 山丘上的黑袍人突然消失了 苏洛头皮发麻 立马命令三足金屋 使用火海禁锢 同时火凤凰也发动了最强杀招 火凤分天 玄水龟早有准备 直接发动技能 绝对领域 众多宠物纷纷出击 而且每一只宠物的技能方向 都不一样 顿时 城门之外的战场上火光冲天 整个战场几乎被全面覆盖 玄武和亡灵屋 视目光紧紧地盯着四周 很快苏洛就发现了端倪 在一只巨大的星星下面 有着一个动作 缓慢的透明人影 要不是冰渣子年 在他身上了 还真不容易看出来 这下看你往哪跑 苏洛眼神中露出一抹冷意 直接命令三足金屋 施展火海禁锢 大范围控制 玄武也发现了黑袍人的身形 浑身顿时散发出一股极寒之气 一道蓝色的冰柱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直接从玄武身上喷吐而出 连接在黑袍人身上 小子 看不出来 你还有点东西啊 黑袍人冰冷的声音传来 似乎是一个老年人一般 紧接着 他就从手中取出了一张黄颜色 类似符传的东西 看你往哪跑 苏洛狠狠一摆手 幽冥懒月花 瞬间落地生根 生长的同时 蜿蜒的藤蔓 也在飞快地朝着黑袍人冲去 与此同时 火海禁锢已经形成 这时候 众多宠物纷纷释放了干扰 或者减速的技能 黑袍人被控制在 原地动弹不得 就算你厉害 但是你也留不住我 见苏洛似乎开始发飙了 黑袍人语气依旧轻蔑无比 丝毫没有把苏洛放在眼里 就在这时候 他手中的符传 已经开始散发出金色光芒了 看着缠绕来的幽冥懒月花 他并没有躲闪的意思 区区一株藤蔓而已 小子 下次再见面你就没这么好运了 他发出节节节的笑声 那道符传的光芒也越来越亮 恰巧这时候 幽冥懒月花到了 顶端的藤蔓瞬间 将黑袍人缠绕住 后续的藤蔓不断跟上 将他越缠越紧 再见 怎么回事 我的虚空 符传怎么失笑了 黑袍人惊恐的语气传来 紧接着就被无数技能淹没 120级的老家伙 没那么容易死 但是必须得先给他点折磨 过了足足一分钟后 苏洛才骑着玄武 缓缓上前 黑袍之下 是一个面孔苍老 身材勾搁楼的老年人 但是他眼神中 却喷吐着浓烈的杀意 这种面相 绝对不是龙国人 苏洛眉头紧皱 看了看远处的撩望塔 然后又看了看 宛如机器人 一般站在原地召唤小弟的那只窟窿 纠结片刻之后 他还是决定 亲自处理这个家伙 苏洛扭头 看了一眼撩望塔 距离至少有200米左右 现在是晚上 再加上众多异兽 身上散发出来的乌烟瘴气 瞭望塔上 根本不可能看清 这里是什么情况 他控制着幽冥懒月花 将老头狠狠锁死之后 才骑着玄武缓缓靠近 小子 放了我 不然你会有大麻烦的 黑袍老头 目光阴郁地看着苏洛 眼神中带着一丝冷漠 放了你我才会有大麻烦吧 苏洛直接无视了 他那威胁的目光 玄武背上的高度 恰好与老头齐平 他抬手就是两个大嘴巴子 啪啪啪啪 一番抽打之后 老头脸上布满了鲜红的掌印 你是什么人 黑袍老头 不说 好吧 苏洛露出阴侧侧的笑容 然后从背包里 取出了一副很久没用过的拳套 碰碰碰 碰碰碰 直拳 左勾拳 右勾拳 上勾拳下勾拳摆拳 打累了苏洛 甚至直接把鞋脱了下来 主人 让我也玩一会儿呗 亡灵巫师好奇地凑了过来 然后从地上抓起了一把 异兽临死前拉的粪便 已经肿成猪头的黑袍老头 看到这一幕 顿时就笑了起来 就算是为我吃屎 我也不可能告诉你们的 说完 他便露出一副 英勇赴死的表情 真特么自恋 谁说我要喂你吃了 一天就知道骗吃骗喝 亡灵巫师冷哼一声 然后直接飞到了 黑袍老头的下面 一个骷髅仆人 被他召唤了出来 然后扒下了老头的裤子 你想干什么 亡灵巫师并没有理会 苏洛静静地看着战场 仿佛丝毫没有 将这些事情放在心上 这时候 骷髅仆人 已经把他的裤子扒下来了 正在用力地 分开老头的两条腿 这时候 亡灵巫师又召唤出来 两个骷髅仆人 三个骷髅挤在一起 明显是要用地上的东西 给老头肚子里添点存货 你们 太可恶了 我做鬼也不放过你们 黑袍老头眼神中 露出一抹恐惧 只用了三秒不到 他便浑身颤抖了起来 你想问什么 我可以都告诉你 但是你 先让这些家伙滚蛋 问什么 我也没有想好 要问什么 苏洛耸了耸肩膀 弹开手 露出一副 无所谓的表情 亡灵巫师发出 节节节的笑声 然后从地上 又捡起了一根 比真差不多粗细的木棍 你 你们 我说 我是樱花岛的人 可以给我一个 痛快了吗 苏洛静静地看着老头 心里瞬间 也明白了一个道理 与其一个一个问题的问 还不如好好折磨一番 受不了的时候 他自然交代的 比啥都清楚 见苏洛没有开口叫停的意思 黑跑老头面如死灰 声音沙哑道 既然你也出现在这里 想必也是 为了神格碎片来吧 我实话和你说吧 我们就是专门来龙国 偷取神格碎片 然后运回樱花岛的 现在你们龙国的 神兽神格 基本上已经被我们偷完了 要不了三年时间 樱花岛的武士刀 必定会杀光你们 眼看着老头交代的 差不多了 苏洛直接召唤出了金刚魔源 看到金刚魔源的一瞬间 老头儿满脸猛逼 我这都被擒住了 还拍一个150级的异兽 出来干什么 下一秒 他就看到一个硕大的拳头 在视线中越来越大 顿时他就明白了 这特么是来送自己归西的 轰隆 金刚魔源狠狠一拳砸下去 整个地面都发出了轻微的晃动 一拳下去 接近30万的攻击力 瞬间让老头儿化 做了一滩肉泥 他死亡之后 身上顿时就爆出了一堆东西 其中还包含了 一块白色的碎片 恭喜你获得死亡 属性神格碎片 系统的提示音响起 苏洛顿时就兴奋起来了 想不到这个老家伙 还是个散财童子 从樱花岛跑过来 帮自己收集神格碎片 要是多有点 这种人就好了 主人 那里还有一块神格碎片呢 别急着高兴啊 看到苏洛拿着神格碎片 在走神 亡灵巫师立马开口提醒 语气酸溜溜的 苏洛回过神来 立马将视线放在那只 骷髅头领身上 他能召唤骷髅战士 杀死之后 肯定也能爆出神格碎片 按照神格碎片碎裂的程度 推算的话 拿到下一枚神格碎片 基本上死亡属性的神格 就凑齐了 到时候 自己就拥有 两只有神格的宠物 想到这里 苏洛立马操控着幽冥 揽月花朝着那只骷髅 席卷而去 原本站在原地 召唤骷髅的那只 白色骷髅头领 此时却像是疯了一样 转身撒鸭子就跑 他的目的很简单 So 虚空中一道金光闪过 精灵炎龙瞬间 出现在白色骷髅面前 直接将他给撞飞了回来 与此同时 三足金乌 玄武也都纷纷出手控制 就在这时候 玄武原本打算冲上去的身形 突然停顿了一下 主人 又有人来了 这次来的人 好像是130级的剑士 撤 苏洛脸色一黑 直接命令所有宠物撤退 用屁股 想也知道来的人和 刚刚那老头是一伙的 要是现在 弄死那只骷髅 苏洛没有100%的把握 能抢到神格碎片 与其承担风险 还不如让神格碎片 回到地下 虚空中 一朵黑色的云层 飞速朝着黑压城靠近 夜色中根本难以擦脚 苏洛飞速地朝着 15号通道狂奔 几只宠物留下来断后 就在这时候 苏洛身上又有一道白光闪烁 恭喜你达到65级 请继续努力 对于升级 苏洛没有丝毫喜悦 反而是 频频将目光看向瞭望塔 这家伙 等到几只宠物也都进来后 他立马拉动闸门 开始关门 几只速度极快的异兽 也跟了进来 眨眼间就被幽灵猛虎拍死 沈长老 今夜城外 或许有人会捣乱 这段时间 黑压城24小时 都在巡逻警戒 苏公子请放心 苏洛没有汇报黑衣人的事 而是直接表明 有人会捣乱 这样一来 外面那人就算是 想打神格碎片的主意 也做不到悄无声息 苏洛心里已经决定了 只要对方敢出手 自己就立马上去干扰 之前血色失恋的时候 那栋居民楼 现在几乎已经成了 苏洛专用的了 他的房间 被沈刚特意保留了 里面的卫生 被人打扫得干干净净 看到这一幕 苏洛感觉心里暖洋洋的 走进房间后 苏洛顿时汗毛直立 立马就召唤出了玄武 角落的阴影中 随即走出来了一名 身材高挑的女子 够警惕的吗 不愧是写词的地点 女子玩味地看着苏洛 然后取出了一枚乳白色的石头 放在桌子上 你是谁 苏洛皱着眉头看向他 已经做好召唤 金刚魔元的准备了 你姐姐派我 来给你送传音时 他有话 要亲自对你说 女子惊讶地看了一眼 苏洛身旁的玄武 然后化作一抹 灰色的雾气 从窗户飞走了 神出鬼没的行为 让苏洛心里震撼无比 直到玄武提醒他人家 已经走远了的时候 他才回过神来 姐姐让人送传音时 莫非是出事了 苏洛表情严肃 关好门之后 立马上前去拿起传音时 然后使用转职者的手段 将传音时激活 随着白色光芒 从传音时上亮起 里面顿时就传来了 苏冰雪的声音 苏洛 你现在在哪里 姐 我在黑压城呢 最近发现了大量樱花岛的人 他们好像在秘密收集什么东西 应该和你有冲突 你得小心一点 万一有什么事 直接传音给我 苏冰雪关切的声音 从里面传来 苏洛感觉鼻子一酸 他是一个重感情的人 姐姐抽不开身 还不远万里 让人送来传音时 他感觉很感动 调整了一番情绪后 苏洛才开口道 姐 你那边还好吧 我这边挺好的 黄龙岛这边 虽然打得激烈 但都是小打小闹 姐 昨天晚上 我杀了一个刺客 大概也是樱花岛的人 那是收集神格碎片的 目前国内 关于神格碎片的消息 已经全面封锁了 有好几批人 都在暗中抢夺神格碎片 你要小心 姐 我知道 还有就是你 尽快提升实力 现在局势有变 说完之后 传音时上的光芒 暗淡下去 预示着那头的苏冰雪 结束了对话 苏洛皱着眉头 想了一下 然后才将传音时 放进背包里 通过姐姐的一番话 也证实了他之前的猜测 是对的 神格碎片 不止一个组织在争夺 即便如此 苏洛也有自信 从众人手中 抢夺神格碎片 目前自己手里 有一只150世纪的金刚魔元 以及拥有完整神格的玄武 只需要重点培养宠物 成长起来之后 绝对能无敌 进入神药界中后 苏洛才从背包里 取出一个黑色的盒子 里面是一盒土壤 中间种植了一株 小小如同黄豆大小的绿植 只有三瓣叶子 宛如剑麻一般 却又比剑麻的叶子更长 剑气草 灵极 神话极植物 生命 100 防御 0 攻击 0 介绍 一种极为罕见的植物 成年的剑气草能叶片 可化作剑气杀人 一株植物 即可可抵挡千军万马 杀伤力强大 果真是遇到宋才童子了 获得神格碎片不说 还得到了这株神话级的植物 苏洛心里莫名一阵兴奋 然后直接把剑气草 种植在神土当中 剑气草进入神土的一瞬间 顿时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生长 根系不断地生长 同时叶片也在不断地增加 五片叶子 八片 十三片 随着叶子的增加 剑气草的根部 也在不断地长高 看起来就像是一条 长满了叶片的树干一样 此时的剑气草 还没有诞生意识 苏洛立马就对着它施展了技能 训灵 恭喜您成功训化剑气草 为了验证剑气草的强大 苏洛直接让亡灵巫师 制造了几只怪物出来 恭喜您击杀红眼兔 获得经验值1200 恭喜您击杀猎眼魔狼 获得经验值1800 所有的经验值 苏洛都分配给了剑气草 足足三万的经验值 瞬间将剑气草的等级飙升了起来 一级 两级 三级 直到最后 剑气草的等级达到了十级 苏洛再次打开了剑气草的属性版面 剑气草 十级神话级植物 生命1500 防御600 攻击1200 觉醒时间 恢复时间24小时 当前剑液48片 介绍 剑气草发出攻击时 造成的伤害百分百暴击 造成200%伤害 觉醒时间会随着等级升高而增加 48道剑气 每次能造成2400的伤害 苏洛皱着眉头 开始换算剑气草的威力 如果现在十级的剑气草 集中火力攻击一个人的话 威力就是48乘以2400 一共能造成十一万五千二百的伤害 这尼玛叫十级 为了验证剑气草的威力 苏洛直接操控着剑气草 对旁边的一座山丘 发起了攻击 无数的叶片 瞬间从剑气草主干脱离 几乎是在瞬间 就化作了一道道 泛着青色光芒的剑光 杀 随着苏洛意念一动 48道青色剑光清潮出洞 眨眼间全部刺在了山丘同一个位置 砰砰砰砰 一片叶子只能击杀一次 剑气消失之后 剑气草主干上的叶片 会再次生长出来 随着金铁香蕉的声音响起 一阵阵白色烟雾 瞬间弥漫开来 雾气散尽后 苏洛看了一眼被攻击的地方 那座植巾至少有20米的山丘 竟然被刺穿了 主人 这猪草的威力很厉害啊 亡灵巫师满脸 好奇地站在神土边缘 打量着剑气草的模样 可惜有24小时的冷却时间 要不然 凭着这猪剑气草 金刚魔源也挡不住 不愧是神话级的植物 值得好好培养 说完 苏洛便再次将视线放在了药田当中 经过上一次玄武蜕变导致的大水灾后 心种下去的药材 现在才长到一半 至少还需要10天左右才能成熟 没有灵犬丹 宠物们的升级速度 顿时就慢了 苏洛也有些遗憾 要是有灵犬丹的话 他有把握让剑气草 尽快提升到更高的等级 就在这时候 苏洛的房间门被人敲响了 他从神药界中回到房间 然后开门 门外站着一名守卫 脸色焦急地说道 苏公子真是料事如神 城外果然有人在击杀异兽 果然有动静了 苏洛心里一喜 立马跟着这名守卫 往15号通道跑去 此时的神药界中 亡灵巫师正在融合 新得到的神格碎片 每多融合一枚神格碎片 他的实力就会增加一些 今晚 或许就有机会 凑齐完整的死亡属性 神格碎片了 想到这里 苏洛内心不禁感觉火热 脚下的步伐 不知不觉中 又加快了几分 抵达15号通道之后 苏洛并没有立马冲出去 而是爬上了撂望塔 查看情况 此时 沈刚正带领着几名守卫者 在观看城外的战斗 看到苏洛到来之后 他只是简单地点了个头 然后又将视线放在了城外 从撂望塔看下去 根本看不清具体情况 只能看到大量的异兽 在朝着某个地方汇聚 除了对方偶尔施展出来的 技能光芒和异兽的技能光芒之外 根本看不清具体情况 城外的战场上 一名浑身笼罩在黑袍中的 狗篓老人缓缓地将目光 放在撂望塔上 黑鬼死了 应该不是这些小虾密动的手 看到其中最高等级的 也不过才78级时 他顿时就失去了兴趣 那只浑身雪白的骷髅 已经被他使用手段禁锢 此时手中的剑光 正不停地朝着骷髅身上劈砍过去 就在这时候 城门下紧闭的青铜大门 突然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正在缓缓打开 黑袍人身形顿了一下 这些蝼蚁在搞什么管 看到城门中冲出来一名 65级的御灵尸时 他依旧不以为意 65级而已 随手可杀 苏洛骑着幽灵猛虎 飞快地穿梭在异兽群中 随着越来越靠近 他也看清了战场的形势 要是自己再晚点出来 说不定这家伙 已经取到神格碎片了 而现在 自己来得刚是时候 既然来了 今天这枚神格 碎片我苏洛要定了 苏洛眼皮微微眯起 然后直接甩出了 缠绕在手腕上的幽冥懒月花 咔嚓 藤曼落地的一瞬间 顿时就钻入地底深处 开始迅速生根发芽 紧接着长长的藤曼 冲天而起 静止朝着那只白色骷髅飞去 小子你找死 黑袍人猛地扭头 看向苏洛 眼神中喷吐着疯狂的杀意 找死的是你 苏洛冷笑一声 直接释放出了所有宠物 除了主要培养的那些宠物之外 金刚魔源的小弟们 也都被放出来了 幽冥懒月花困住白骨骷髅 几只主战宠物和金刚魔源 围攻黑袍人 其他的宠物负责击杀白骨骷髅 和对抗异兽 一切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这时候 瞭望塔上的众多守卫者们 却开始担心起来了 之前战区异兽变异之前 他们可是见识过 黑袍人的强悍 虽然知道苏洛也很厉害 但他们总是忍不住地担心 沈争主 你说苏洛为什么会这么拼命啊 一名守卫 忍不住问出了心里话 为什么会这么拼命啊 沈刚也瞬间愣住了 是啊 他为什么这么拼命 大概率是喜欢杀人夺宝的快感吧 分析了好一会儿 沈刚才结结巴巴地吐出这句话 在场的守卫者们 顿时就笑了起来 转职者一生中 就算是再怎么不耗斗 也会经历几次被人打劫 或者被迫战斗 击杀敌人的经历 而摩世暴装备 就是大家都喜闻乐见的事情 击杀的敌人越强 能爆出来 好东西的概率也就越大 苏洛拥有着很强的底牌 击杀这些鬼鬼祟祟的家伙 获取装备也算合理 可是 他真的是为了杀人夺宝才这么兴奋吗 所有人都不信 但他们想不出更好的解释了 城外 苏洛已经和黑衣人交手了 火凤凰 三足金屋 精灵阎龙和幽灵猛虎冲向黑衣人的时候 他还能平静应付 可看到金刚魔猿登场时 他顿时就不淡定了 你他妈就是个疯子 竟然契约了一只150级的怪物 他怒骂一声 然后飞速后撤 碰 金刚魔猿狠狠一拳 砸在他先前站的位置 顿时尘土飞扬 留下一个三米大小的深坑 他虽然躲过了金刚魔猿的攻击 却躲不过其余几只宠物 八九世纪的宠物 一两只很难对他这种强者造成威胁 但是一下子来四只 而且品质都不低 任谁见了心里都发出 看到战场的局势已经稳定 苏洛这才弃着玄水龟 缓缓靠近白骨骷髅 此时 白骨骷髅的血条已经快要碎了 就在这时候 苏洛突然感觉后背一凉 一柄暗黑色的尖锐刀刃 从他的胸口捅了出来 三万六千八百 高额的伤害瞬间从苏洛头顶冒起 主人小谢 玄武开口提醒 同时全力施展 绝对领域 绝对冰封 偷袭苏洛的那名刺客 立马闪身后退 却还是被玄武控制住了 玄武转身 对着他直接喷出了一道冰柱 将他逼退 小心个鸡毛 苏洛黑着脸从背包里 取出高级体力 恢复药水 同时心里暗暗心惊 自己的防御有玄武加成 现在至少也有25万的防御 在这种情况下 对方还能捅出三万多的伤害 那攻击力 岂不是高达28万多 要是换做其他人 恐怕直接被一刀捅死了 小子 你的防御怎么会这么高 来人是一名身穿灰色长袍 蒙面的人 头发花白 看起来年纪不小 此时 他满脸惊愕地看着苏洛 眼神中 尽是不可置信的表情 主人小心 这是一名140级的刺客 玄武开口提醒 同时身边凝聚出了无数的冰锥 铺天盖地地朝着这名刺客杀去 一时间 两名竞争对手 都被逼得无法靠近 苏洛有心想要弄死他 可是神格碎片马上就要爆了 他只能守在白骨骷髅旁边 妈的 差点被人捅死 看来以后 还得再加强防御力才行 苏洛叫骂了一声 然后又接连喝下了几瓶体力 恢复药水 才将状态恢复到巅峰 咔嚓 不断挣扎的白骨骷髅身上 突然发出一声脆响 紧接着浑身 开始出现裂缝 要死了 看到这一幕 被金刚魔猿追着打的黑衣人和 被玄水龟暴虐的刺客 瞬间眼睛都红了 他们疯狂地反击 同时不断地朝着这边逼近 给老子拦住他们 苏洛对着所有宠物下达命令 自己则是死死地盯着白骨骷髅 碰 恭喜您击杀白骨骷髅 获得经验之家3850 随着白骨骷髅死亡的一瞬间 一枚碎片掉落在地上 散发着灰色光芒 谁他妈都别想抢我的 苏洛一把将神格碎片抓在手中 然后放进背包里 看到这一幕 另外两人已经接近风魔了 手段平出 疯狂地朝着苏洛靠近 你们慢慢玩 我先撤了 苏洛得意一笑 立马命令所有宠物拦截这两人 自己则是骑着幽灵猛虎 飞速冲进了青铜大门 回到房间后 苏洛多有种做梦的感觉 一天之内喜提两枚死亡属性的神格碎片 就算是获得完整 玄武神格碎片那次也没有这次开心 或许之前是自己努力搞到的 而这次是别人帮自己搞到的 所以才会更兴奋吧 苏洛感觉脑袋晕乎乎的 脸色飞红 宛如喝醉了一般 休息了片刻之后 苏洛立马把玄武召唤了出来 经历了九死一生之后 他已经把防御机制提升到了最高档位 在黑鸭城虽然安全 但对于某些强者来说 依旧可以轻易潜入 特别是之前 那名一刀捅出28万伤害的刺客 给苏洛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 主人 什么事啊 看着 狭小的房间 玄武满脸郁闷 无奈只能将体型 缩小成普通乌龟大小的模样 从今以后 你要负责站党的职位了 苏洛交代了一声 然后便一头扎进了神药界中 哈哈哈哈 老子又变强了 主人牛逼啊 亡灵巫师此时 浑身已经化作了红色 宽大的黑袍早已消失不见 此时 如同一个袖珍版的骷髅娃娃一样 在虚空中飞来飞去 碰 或许是高兴过头了 他一头撞在了树干上 但是并没有让他的心情变坏 站起来 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尘 继续显摆 哈哈哈哈 老子又变强了 以后吊打你们这群 看不起我的小拉姐 他太开心了 在空中横冲直撞 直到装上一个柔软的肚子 他才缓缓地睁开眼睛 主人 滚 苏洛脸色胀红 狠狠一巴掌 直接将他抽飞出去 这家伙撞得真特么疼 撞一下 就跟被枪毙一次似的 主人 我变强了 只有半米高的骷髅小人 举起胳膊 似乎再给苏洛炫 他那并不存在的肌肉 那就再变强一点吧 苏洛把刚刚得到的 神格碎片抛出去 亡灵巫师立马一把接住 看清又是死亡属性的 神格碎片后 他顿时双眼通红 义父 兽孩一拜 还是叫主人吧 为啥 我看书里写的义父 不是代表亲情吗 亡灵巫师 最近迷上了人类的小说 三国争霸 在他的认知中 义父就是最高称号 你认识吕布吗 我刚看到貂蟬戏吕布呢 滚 苏洛黑着脸 一脚将它踢开 然后又走到了剑气草旁边 幽冥懒月花和剑气草 占据了两块神土 还剩下七块神土 是空着的 对于这种高等级的植物 苏洛心里很是喜欢 就比如幽冥懒月花 帮自己解决了很多大麻烦 要是神土里种满九种植物 再加上几只宠物 全部成长到巅峰 苏洛不敢想象 到时候 自己的战斗里 绝对能吊炸天 亡灵巫师 获得最后一块死亡属性的 神格碎片后 立马美滋滋地回到了他的宫殿 开始融合 离开神药界的时候 天已经亮了 周边的守卫者 纷纷朝着通道口走去 一路上 众人见了苏洛 都亲切地打招呼 一群四五十岁的操汉子 对于苏洛这个细皮嫩肉的年轻人 很是亲切 苏洛 听说你昨晚累了一夜 白天不休暇 有人对着苏洛开玩笑 苏洛只是笑着摇头 众人走路的时候 也会聊着 昨晚上的女人多火热多殆尽 在这种地方 也有皮肉的生意 对于战区的人来说 上阵杀敌 晚上寻找一个喜欢的温柔香 脑袋 别在裤裆上刀伤火海 这就是他们的日常 为什么要打仗 苏洛心里 感觉有些想不通 就算是没有异兽 人类转职者之间 还是会相互打来打去 苏洛觉得很没意思 通向各个通道的路口旁边 沈刚静静地坐在凉棚里 在凉棚外面 已经聚集了一批守卫者 看到苏洛又来了 先到的守卫者 都有些惊讶 这家伙不用休息的吗 苏洛 你不休息 不休息 我想快点升级 行吧 再这么下去 我这个城主的位置 都要归你了 我也好告老还乡 回家去养老了 沈刚咧嘴一笑 眼神瞥了一眼 苏洛手上的手环 上面记录了 杀戮一手的积分 积分可以在任意战区 城池兑换职物 比如想要兑换城主 就需要一百万积分 战区的职物分为 守卫者 队长 城主 巡查室 战将 店主 目前 苏冰雪的职物 就是战将 我目前还没有 兑换职物的打算 苏洛笑着摸了摸鼻子 然后又默默地 拿起了桌子上 15号通道的号牌 对了 苏洛你有多少积分了 一名老守卫者 笑盈盈地看着苏洛 其余的守卫者们 也都瞬间 露出了八卦的眼神 就算不对换职物 也能兑换其他的资源 战区守卫者们 私下里 也会相互比较 各自的积分 所以此刻 大家都好奇 苏洛这种猛人 有多少积分了 我的积分 苏洛低头看了一眼手环 这手环小巧精致 他几乎都没取下来过 而此时 里面的数字 已经达到了一个 惊人的长度 我大概有350万积分 所有人瞬间实话 350万积分 有的守卫者 一辈子也搞不出来 那么多积分啊 这家伙 才来战区多久 战斗的时间加起来 不超过20天吧 积分竟然超过了350万 回过神来的沈刚 满脸羡慕地看向苏洛 建议到 再囤一点 可以兑换一个巡查史的身份了 又和众人寒暄了一番之后 苏洛才缓缓地 朝着15号通道走去 今天他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疯狂地刷罐 剑气草 需要经验升级 提升战斗力 他自己也需要尽快升级 瞭望塔上负责开门的守卫者 看到是苏洛来了 对着他笑了一下 然后便 直接打开了青铜大门 腥臭的气息扑面而来 异兽们嘶吼着冲了进来 烈焰红猪 45级 虚空螳螂 48级 猎火鸟 这些异兽的实力 白天怎么降低了 看着汹涌冲进来的异兽 苏洛满脸疑惑 异兽的实力降低 对其他守卫者来说 是一件好事 但是苏洛却不觉得多好 实力降低了 提供的经验值 也会跟着降低 不管了 先把剑气草生到五世纪再说 三族金乌 火凤凰 玄武 幽灵猛虎和精灵炎龙 五只宠物 瞬间被苏洛放了出来 这一次 苏洛选择火力全开 他的底牌 几乎已经全都暴露了 再怎么掩饰 也没什么意义 倒不如趁着这个机会 多杀点怪物 主人 今天怎么操作 玄武默默地将视线 放在苏洛身上 等待着安排 在这之前 苏洛每次战斗 都是骑在他身上 而今天 苏洛却没有 而是站在了地上 今天你也去杀怪吧 好好圣洁 交代完毕之后 苏洛便对着异兽群体 开始丢技能 玄武双目冒着金光 嗖的一声 也冲进了怪物堆里 自从觉醒了 荣耀共享之后 他几乎就成了 苏洛的专属做棋 很久没有酣畅淋漓地 打一场了 通道内的异兽 很快清理完毕 苏洛也毫不低调地 从神药界中 取出了幽名懒月花 眨眼间 一根巨大 高达三百多米的藤蔓 就出现在城墙之外 苏洛操控的藤蔓 狠狠往下一拍 然后直接横扫一片 扫过去的时候 方圆半径三百米之内的异兽 全部都被苏洛打成了残血 下一刻 巨大的藤蔓再次横扫回来 宛如高速旋转的螺旋刀一般 弱大的战场瞬间被清空 三十六条通道中 三分之二的通道 瞬间没了异兽 而苏洛的脑海中 则是响起了密集的提示声音 恭喜宁击杀骷髅猎犬 经验值加1500 恭喜宁击杀魔珠 经验值加800 一连串的经验值 瞬间到账 只不过 这些经验值速落并没有用 而是直接转让给了剑气草 战场上异兽被清空后 后方的异兽 再次疯狂地扑了过来 不过他们的速度很慢 至少要等五分钟左右 才能再次大范围击杀 一时间 火凤凰 玄武等神兽 都看得呆住了 你一个人打完了 我们打个屁啊 恭喜宁 剑气草突破到12级 恭喜宁 剑气草突破到18级 恭喜宁 剑气草突破到25级 一连串的升级提示 再次冒出 但是剑气草的经验条 并没有停止 还在疯狂地上涨 这么多的异兽集体死亡 苏洛猜测 剑气草至少能突破到40级 恭喜你 剑气草突破到58级 随着最后一道提示音响起 剑气草的经验值 这才停了下来 苏洛心里也有些震撼 虽然等级越低 升级需要消耗的经验值就越少 但自己只是略微出手 剑气草就直接达到了58级 多少有点显眼了 此时 其余通道的守卫者门舰 突然没有异兽了 纷纷都好奇地走出通道观望 卧槽 战场竟然被清空了 苏洛那条藤腕好牛逼啊 刚刚只听到无数异兽在哀嚎 出来一看就全部死了 我只觉得 苏洛的战斗力很变态 但是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变态 众人议论纷纷 15号通道的撂望塔上面 负责看守通道的守卫和沈刚 也都愣住了 这他妈太逆天了吧 那株巨大的藤腕 就轻飘飘地扫了两下 所有异兽就死光光了 不愧是能收服一百 嘿嘿 很厉害 守卫者话 还没说完 就直接被沈刚的眼神盯住了 苏宾雪曾经一刀 抹了冷家老祖的脖子 若是因为你说错话 给他带来麻烦了 想想你老婆孩子 说完之后 沈刚便转身走下瞭望塔了 不看了 越看只会越觉得自己是废物 知道的越多 麻烦也就越多 见沈刚走了 那名守卫者汗如雨下 顿时坐在原地不去看了 是啊 知道的越多 越容易说漏嘴 还是不知道为好 五分钟左右 周围再次聚集了密密麻麻的异兽 众多镇守通道的守卫者 站在大门口 就这么静静地看着 幽明懒月花巨大的腾万 再次出动了 轰隆隆 巨大的腾万 如同催命的指针一般 从那头旋转到这头 然后再次旋转回去 腾万的直径 足足有四五米粗 对于异兽来说 就像是被一辆大卡车撞过去一样 这一次 苏洛操控着幽明懒月花 足足横扫了三次 才将战场清空 恭喜您 剑气草突破到七十五级 这么快 就七十五级了 差不多了 苏洛心满意足地 将经验值分配 重新调配到自己身上 然后继续开始等待着异兽过来 不是他不想 给剑气草继续升级 而是幽明懒月花的活力最多 只能支撑二十五分钟 自己还要搞点经验升级呢 此时 神药节中 一颗灰色巨大的蛋壳 轰然碎裂 从里面走出来一只浑身雪白 身高一米左右的骷髅 他虽然没有血肉 身上却披着一个红色的披风 看起来颇为滑稽 头骨晶莹剔透的眼眶中 闪烁着两团蓝色火焰 老子又变强了 这次成了民主了 亡灵巫师伸手 看着自己的雪白的手指 眼神中露出了一抹痴迷 然后他便开始试验 起了自己的新能力 傍晚时分 苏洛满载而归 此时此刻他的等级 已经达到了七十级 虽然等级掌幅 没有剑气草快 但是对于普通转职者来说 已经算是 做火箭升级的速度了 当苏洛走出通道的时候 一个熟悉的人影 出现在他视线中 好久不见 也没多久 苏洛微微一笑 伸手拍了拍龙少辉的肩膀 问道 龙家大少爷 来这种小地方干嘛 你就别笑话我了 这次来是找你有事 龙少辉脸上 露出一抹神秘的表情 然后不说话了 苏洛也不说话 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他 你不好奇吗 好奇啊 那你怎么不问我 反正你会说的 真受不了你这个家伙 龙少辉满脸黑线 然后拿出一枚 晶莹剔透的金色菱形石头 黄龙岛你知道吧 龙少辉好奇地看着苏洛 见他点头后 才开始讲述 这次来的目的 黄龙岛出现了一个秘境 这个秘境很是特殊 连接了周边48个国度 其他国度的人 也能通过不同的入口 进入黄龙秘境 而进入秘境的规则 也很苛刻 只能是25岁以下的人 所以 你来是通知我 参加黄龙秘境 苏洛满脸疑惑地看着龙少辉 不是 黄龙秘境 还有一个月才开启 那现在你来找我干嘛 我 我想请你带我们练节 听到龙少辉的话 苏洛整个人都傻了 龙兜天交评出人才积极 竟然要自己带他们练节 我知道 你觉得我在开玩笑 但是这件事情很严重 龙少辉满脸郁闷地看着苏洛 没有丝毫开玩笑的样子 经过一番解释后 苏洛才意识到 这家伙是玩真的 黄龙秘境十年开启一次 连接的地方很多 到时候各国的人 都会派人前往里面探索寻宝 各个国度之间 多少都会有些恩怨存在 再加上寻宝时 万一有人眼红 或者想搞个黑吃黑 这时候就体现出 实力强大的重要性了 所以各国 几乎都是派遣最强的精锐前往 而龙国的高层 已经将前往黄龙秘境的名额 统计好了 至少从龙少辉嘴里 苏洛知道 自己算是一个 主人 黄龙秘境里面 应该是存在一枚 白虎神格的 好像确实有一个 白虎神格 玄武和火凤凰 纷纷通过契约 对着苏洛表示可以去 既然有神格苏洛 就没理由拒绝了 他当即就答应下来了 破军城距离 黑鸭城址 相隔了一个城池 传送阵三分钟就能到 苏洛答应第二天 一早就赶到破军城 龙少辉离开后 苏洛则是回到房间 开始盘点这两天的战利品 神药节中 小巧可爱的亡灵巫师 此时正美滋滋地 游走在各大药田当中 看到他这副鬼样子 苏洛都惊呆了 说他是怪物吧 又有点呆萌 说可爱吧 这家伙又他妈是骨头组成的 无奈鸣神 你竟然敢看不起我 看到苏洛鄙的眼神 亡灵巫师当即大喝了一声 身躯瞬间开始弥漫黑色雾气 眨眼间 他的身体就变成了三米高 身披红色长袍的巨大怪物 浑身骨骼有黑 手中握着一把 闪烁着寒芒的巨大镰刀撞武器 看样子 这家伙已经拥有战斗属性了 苏洛当即就打开了 亡灵巫师的属性版面 冥界之主 87级 神格 死亡 攻击 12万8千 防御 6万4千 精神 6万5千 体质 18万5千 技能 被动 亡灵之主 亡灵之主 所统治的子民 力量 速度 体质 采集 炼药 各项能力 天赋比人类高30% 看着亡灵巫师的属性版面 苏洛心里微微有些惊讶 融合了神格就是不一样 连技能都特么保密了 不过被动技能 似乎增强了许多 子民的天赋 能力比人类增加30% 貌似一副很有前途的样子 苏洛当即又询问了 亡灵巫师会什么 得到的答案 和之前玄武说的话 如出一辙 我会的可多了 玄武会的我会 玄武不会的 我也会 亡灵巫师养着脑袋 鼻孔朝天 对着玄武炫耀道 甚至为了显摆自己的能力 他直接原地召唤出来了 一名骷髅法师 没有任何咒语 也没有任何动作 就这么随意摆了摆手 骷髅法师就出现了 看到这一幕 苏洛都惊呆了 当即开始查看 骷髅法师的属性 骷髅法师67级 攻击58000 防御26000 精神12000 体质46000 技能死亡诅咒 幽民之言 勾魂 介绍 来自地狱的黑暗法师 技能拥有死亡属性 对生命体伤害增加20% 看到亡灵巫师召唤出来的骷髅法师 所有宠物都露出了羡慕的眼神 这家伙打架可能排不到前三 但是论打群架 绝对是顶呱呱啊 还不错 苏洛随意敷衍了一句 然后便直接出现在神土旁边 此时的剑气草又生长了不少 主干足足有三米高左右 四周长满了叶片 看起来像是一个超大的剑马一般 苏洛粗略估计了一下 剑气草现在的叶片 至少达到了300片左右 论攻击力 大概是能威胁到金刚魔源了 这玩意儿 简直就是一个大杀器 苏洛心里安安庆幸 幸亏到了自己手里 要是被那老头弄回樱花岛 不知道以后会给龙国带来怎样的麻烦 作为神药界中的界灵 亡灵巫师变强之后 对于神药界的掌控又增强了几分 原本需要十天才能成熟的药材 现在只需要三天就能成熟 对于亡灵巫师的能力 苏洛很是满意和喜欢 兜兜转转在神药界中逛了一圈后 他才回到房间开始查看自己的属性 经过这两天高调的刷怪 现在他的等级已经达到了70级 姓名 苏洛 职业 御灵师 等级 70级 攻击 48000 精神 22000 防御 265000 2W加23W 体质 12万 装备 黄龙头盔 黄龙胸甲 黄龙护手 宠物 火凤凰 冥界之主 玄武 技能 驯灵 凤凰涅槃 无尽冰封 三昧真火 体质 加上防御达到了差不多38万以上的攻击力 才能够秒杀我 还是不够安全 苏洛皱着眉头想了想 脑海中顿时浮现了两个增强防御的办法 一个是学习防御性的技能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寻找一套更好的装备 两个办法至少还能再增加十万防御力 简单收拾了一番之后 苏洛便开始休息了 洁白的月光透过窗户洒落在床上 他却怎么也睡不着 这两天太顺利了 苏洛觉得自己是不是这辈子的运气 在这两天都用光了 不仅集齐了死亡属性的神格 还获得了神话级的植物剑光草 就算是没有这两样东西 自己等级提升到70级也不亏 加上这两样东西 完全就是血赚 第二天 苏洛早早地就洗漱完毕 然后踏上了离开黑鸭城的传送阵 经过他这两天的折腾 黑鸭城对于易兽的压力已经大幅度降低 完全没必要继续守在这里了 去破军城虽然是组队升级 但自己的等级也能得到大幅度提升 这是双赢的局面 再加上皇龙逆境的诱惑 苏洛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 亡灵巫师和玄武获得神格碎片之后 战斗力几乎翻了好几倍 要是再得到一枚白虎神格 自己的底牌就更厉害了 抵达破军城后 苏洛踏出传送阵那一刻 人妈了 外面竟然站着一堆老熟人 周铁生 周兰 叶灵月 龙少辉 全都在场 你可算来了 我还以为你不来呢 看到苏洛出现的一瞬间 周铁生顿时就咧嘴笑了起来 一旁的周兰和叶灵月 也都纷纷对着苏洛露出了笑容 你 竟然七十级了 看清苏洛的等级之后 周铁生的眼睛瞬间瞪得比鸽子弹还大 脸上更是露出一副见了鬼的样子 叶灵月眼神中露出一抹惊讶 同时还有一丝崇拜 在她的认知中 苏洛不仅品性极佳 就连天赋也很好 最重要的是 她够努力 从来没见过她停下来休息 不是在变墙 就是在变墙的路上 行了 咱们边走边说吧 那边还有几个老朋友在等着我们呢 龙少辉摆了摆手 示意苏洛跟着他们走 走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众人才走到破军城的通道口 破军城同样是三十六条通道 和黑鸭城一模一样 只不过此时 所有通道都是关闭状态 几名年轻人站在路口 正在等着 在他们身旁 站着一名身穿黑色长袍 身材魁梧的中年男人 苏小兄弟 好久不见啊 看到苏洛的一瞬间 龙四海立马就贴了上来 亲切地拉着她的手寒暄 龙四爷不用这么客气吧 苏洛尴尬地抽回自己的手 不动声色地 在后背衣服上擦了擦 这老东西 握手就握手吗 还一个劲地乱摸什么 难不成有什么好龙的习性 这次的事情 少辉应该已经和你说了吧 你可是担负着 咱们龙国的希望啊 龙四海笑眯眯地看着苏洛 眼神中闪烁着一股狡猾的神色 打折随棍上 代表龙国寻宝 那我自己拿过毛线啊 苏洛顿时就有些不乐意了 生死鬼门关前徘徊的是自己等人 最后还是帮别人搞好处 其实也不是你想的那样 黄龙秘境当中有许多黄龙精 我们要做的就是收集黄龙精 其余的东西都是自己分配 看到苏洛脸色不对 龙少辉立马开口解释起来 没事 为龙国处理是我们每个人应有的责任 就算是没有好处我也会鼎力相助的 苏洛咧嘴一笑 露出一副大意凛然的样子 在场的众人顿时都撇了撇嘴 却没人愿意拆穿他 既然都说好了 那你们就看着办吧 距离黄龙秘境开启时间 还有一个月时间 你们要做的 就是在这一个月里 尽可能地提升实力 到时候好好地去 安安全全地回来 说完 龙四海便直接转身躺在了椅子上 旁边的小桌子上 还泡了一壶热茶和一袋瓜子 龙少辉又给苏洛介绍了一些新的队员 这次的队伍搭配很是讲究 除了苏洛 周篮 周铁生 叶灵月 和龙少辉之外 另外还有三个人 加在一起 刚好对应剑士 弓箭手 骑士 黄战士 辅助 法师 刺客 御兽师八个职业 每个人的等级最低都是六十级左右 目前苏洛的等级最高 七十级 虽然之前是龙少辉最有话语权 但现在除了周铁生等人之外 另外的弓箭手 黄战士和刺客 看向苏洛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眼神中有佩服和崇拜 毕竟他们都听说过苏洛的传闻 现在不光是等级比他们高了 战斗力更是绝对能碾压他们任何人 苏大少 现在一切就交给你指挥了 所有人组好队之后 苏洛便缓缓地带着众人出发了 龙四海早已经为他们开辟出了一条出城的小路 众人不用走通道 也能轻易出城 城墙之外 无数异兽堆积成山 在漫无目的地游荡着 感受到有人靠近 他们顿时发出阵阵嚎叫声 甚至还有一些异兽 直接对着众人释放技能 小小异兽 不足挂齿 周铁生豪迈地直接冲到前方 轻轻举起手中的盾牌 顿时 一道暗黑色透明的墙壁出现在众人身前 将异兽的所有攻击隔绝开来 看到周铁生这种手段 苏洛略微有些惊讶 他这个技能的遮挡范围 迟惊都快超过三米了吧 果然任何职业到了后期都不能小觑 所有人先出去吧 苏洛淡淡地说了一声 然后习惯性地把玄水龟召唤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 周铁生立马也把自己的铁皮犀牛召唤出来了 众人都是精锐 各自施展技能 很轻易就杀到了城外 可是情况立马就恶化了 无数的异兽排山倒海般地冲过来 众人一时间内被打得手足无措 龙少辉是剑士 虽然能独挡一面 但异兽太多 他也招架不住 弓箭手 法师在这种情况下 根本就没有位移的条件 唯独周铁生能扛着一些怪物 可也就只能当一面墙 还随时有抵挡不住的风险 一时间 众人手忙脚乱 看得苏洛脑袋都大了 有队伍虽然好 但是一个人潇洒惯了 苏洛还真不习惯这种雷坠的打法 在这种情况下 单凭主战职业 大概率能游走输出一会儿 但是周篮是圣光辅助 叶灵月是脆皮 弓箭手在这种情况下 更是发挥不出完整的战斗力 看得苏洛头都大了 苏洛 你赶紧出手吧 我们也就只能给你打打杂了 叶灵月脸上露出一抹苦笑 伸手拍了拍苏洛的膝盖 苏洛骑在玄水龟背上 叶灵月的脑袋刚好到他膝盖的位置 周篮和周铁生也都同样露出了哀求的目光 这么多异兽怎么打 只能让苏洛出手了 龙绍辉和另外三人听到叶灵月的话 顿时就变得好奇起来 纷纷用一种好奇的眼神看着苏洛 无所谓 我洛哥会出手的 周铁生极其夸张地对着苏洛一阵吹捧 一时间龙绍辉也干脆不打了 学着周篮他们用哀求的眼神看着苏洛 苏大少 你再不出手 我们就要被打死了 看着这群人 苏洛感觉头皮发麻 这特马还去黄龙秘境 无所谓 我会出手的 苏洛当即就将几只宠物召唤出来 幽冥猛虎 速度快 血条虽然不薄 但是真的不脆 而且还自带回血能力 火凤凰 伤害高 范围大 三族金乌 伤害高 范围大 金灵炎龙 亡灵巫师 几只宠物齐齐出手 周边的怪物瞬间被清空 龙少辉等人都直接看待了 这就是御寿师的实力吗 随着一只只异兽死亡 众人的经验条也在缓慢上升 恭喜您击杀三头猎豹 经验直加800 恭喜您击杀黑屁魔猪 经验直加980 恭喜您 一道道系统提示的声音不断响起 苏洛直接骑着玄水龟走了出去 一路索向披靡 凡是他走过的地方 异兽几乎在十秒钟之内 全部清空 这样子 完全不像是来战斗的 更像是来说个经验来了 如此自信的一幕 看得几人都呆了 这外面的异兽 最低都是六十几啊 这玩意儿 苏洛竟然能做到 跟砍瓜切菜一样流畅 一时间 除了龙少灰州铁生等人 另外三人看向苏洛的眼神 都像是见了鬼一样 恭喜您击杀铁踢魔牛 经验直加1200 恭喜您击杀狼鹰 经验直加1100 恭喜您击杀血红骷髅 经验直加1350 一道道经验直 道账的提示音响起 周铁生满脸无语地看着苏洛 眼神中露出一抹颓废 这特么还怎么玩啊 练个屁的等级 进了黄龙秘境以后 只需要跟在这个家伙后面 就妥妥地完事了 不只是周铁生 其余的人 心里也都出现了落差感 在老家里 他们都是百年难遇的天才 无论是等级还是实力 都是一等一的存在 可是和苏洛比起来 太卑微了 他们那些所谓的天才称号 根本就不值一提 破军城外 异兽数量十分庞大 几乎都是60级以上的 就算是同为60级的队伍 想在这种环境下 刷怪也十分危险 但是现在有了苏洛 在场的几人 纷纷有种自己没用的感觉 周篮作为圣光辅助 愣是一次治疗术都没使用过 弓箭手本来还兴致勃勃地拉弓射箭 他一箭射出去 只打出1万2的伤害 而苏洛的宠物 直接一巴掌暴击5万4千 这特么怎么打 特别是周铁生这个家伙 作为队伍中的前排防御 他竟然跟在苏洛后面 手里不知从哪抓来了一把瓜子 洛哥牛逼 那边一兽更多 咱们去那边吧 喝瓜子空余的时间里 周铁生还会和苏洛一起讨论 哪里一兽多 众人本来是靠近城墙的 但很快就被苏洛 带到了一个斜坡上 斜坡上面立着一块巨大的岩石 龙少辉提议道 苏兄 要不我们就在这刷怪吧 你的话 随意安排 怎么样 也可以 我先看看你们的情况 确定你们没问题之后 我再去单刷 这次练及的负责人是苏洛 得到允许后 龙少辉立马组织几人 开始准备战斗 毕竟混的经验太多了 让他感觉很没面子 所有人 列队 龙少辉轻喊了一声 同时握紧了手里赤红色的长剑 法师 射手 圣光辅助 立即走到了巨师后面 周铁生和龙少辉 是骑士和剑士 另外还有狂战士和刺客 四人分别围在了前面 以巨师为后盾 开始招架起来 为了让他们能够敞开杏子炼击 苏洛刻意骑着玄水龟 走远了一些 这样一来 异兽就能将他们完美包裹 也能看出来 小队作战的具体战斗力如何 好好好 一只只异兽疯狂地叫嚣着 不断地朝着小队靠近 周铁生爆喝一声 手中的盾牌 立马形成了一道暗金色的光芒 盾牌看似不大 施展开之后 却宛如铜墙铁壁一般 前方的异兽 无论是攻击还是技能 都无法突破他的防线 龙少辉一个人 占据队伍左侧位置 他手中的赤红色长剑 随着战斗起来 在虚空中留下一道道暗红色的细线 无数异兽接触到细线的一瞬间 顿时就冒出了高额的伤害 队伍的右侧位置 则是那名刺客和狂战士 刺客身法灵敏 甚至还能直接隐身 潜伏在怪物堆里 直接对心仪的异兽抹猴 碰 随着一具异兽倒地 苏洛瞬间看到了 那名刺客打出的伤害 十二万三千八百 这特么是触发暴击了 还是基础攻击就这么高 如果刺客的基础攻击 就这么掉炸天的话 以后还真得多搞几个保命的玩意儿 刺客在队伍周边游走 周铁生一个人挡住了 正前方所有的异兽 黄战士和龙少辉 则是负责左右翼 周篮 叶灵月和另一名弓箭手 则是被围在中间 对着周边异兽火力全开 砰砰砰 一道道技能疯狂地 落在异兽群体中 伤害同样不容小觑 一万六千五百 一万两千 八千九百九十九 一连串密集的伤害瞬间冒出 总共不到十秒钟的时间 他们就已经解决了第一批异兽 恭喜您 获得队伍经验值加1200 恭喜您 获得队伍经验值加800 一连串的提示响起 苏洛静静地看了一会儿 心里还是比较满意的 对于普通转职者来说 单打独斗 肯定是比不过团队 刷怪的 特别是 在这种异兽堆成山的情况下 各种职业的转职者结合起来 就像是拳击手的两只手一样 防护的同时 也可以进攻 单刷就不一样了 需要极强的实力 或者直接找一个老怪单挑 不过很快 苏洛又开始纠结了 他们让自己带着练集 练多少集合式 看着外面五六十级的野怪 苏洛心里有自信 在半分钟之内清理干净 不过等级这玩意儿 多多一善 大家在一起都是朋友 让他们躺一躺 也不是不可以 想清楚之后 苏洛便直接骑着玄水龟 众多宠物开路 跑到了破军城的另一面 队伍组队的距离有五百米 苏洛直接换了一个方向 这样一来 哪怕这边的异兽 清空了也不会干扰到另一边 主人 今天又要开始刷经验了吗 玄武乃生乃气的开口 与其中有些不满意 本来他们宠物击杀的经验 全都是归自己 但是现在苏洛组队了 宠物击杀的经验 还得分给别人 当然 自始至终苏洛那份经验值 都是白嫖的 所以此时 看到苏洛的状态是组队 几只宠物都有些不太乐意 就这一段时间而已 就当是送他们一个人情吧 苏洛解释了一句 然后便直接从神药界中 取出了幽名懒月花 开始准备战斗 要不是龙四海 那个老六战在城墙上偷看 他真想把剑气草 弄出来试一试 铁皮犀牛 65级 血狼 70级 獠牙野猪 68级 一只只异兽不断地 朝着苏洛靠近 几只宠物被苏洛安排着 去远处刷怪了 只留下玄水龟 在这儿以防万一 他的宠物没有距离限制 就算是宠物在这儿刷怪 自己坐飞机出国 都能享受到经验收益 轰咙咙 幽名懒月花 巨大的体积冲天而起 整个地面都开始微微颤抖 带着经验值飙升的快感吧 看到冲天而起的幽名懒月花 周铁生眼神中露出了狂热的表情 之前他和苏洛组过一次队 那时候貌似还没有幽名懒月花 但经验飙升的感觉是真的爽 我们也加把劲 大家要都带够了吧 龙绍辉将目光放在夜灵月 和那名弓箭手身上 带够了 弓箭手是一名年纪稚嫩的少年 他脸色微红地点了点头 抬手就释放了一个大范围技能 剑语 密密麻麻的剑覆盖面积 达到了方圆20米左右的范围 同时他又施展了一个群体 减速技能 寒冰之剑 技能命中之后 方圆20米范围之内的异兽 纷纷被降低了50%的速度 该我了 夜灵月眼神中露出一抹自信 一只手拿着法杖 另一只手抓着一只中型精神恢复药剂 火焰之花 烈焰焚天 岩暴朔 一个个火属性技能在他的控制下 宛如艺术一般 在怪物群体中绽放 18500 16000 15800 技能覆盖之下 高额的伤害不断冒出 队友弓箭手也毫不示弱 一个又一个技能频繁发动 等待技能冷却的同时 还不忘穿插几个普攻 他的攻速极快 几乎达到了一秒钟三剑的速度 输出伤害也极其可观 这时候 一道道密集的提示音 在他们脑海中响起 来自队伍分享的经验值 加699 来自队伍分享的经验值 加1000 来自队伍分享的经验值 加800 无数的经验值 一分钟之内 几乎每一个人都升了一击 太特么爽了 周铁生激动地大喊了一嗓子 让嘴里刻了一瓶体力 恢复药剂之后 又立马刻精神恢复药剂 叶灵月眼神中露出倔强的表情 立马再次发动技能 队伍中每个人都很优异 几乎没怎么掉血 作为圣光辅助 周篮也时不时地在异兽群中 施展他唯一的攻击技能 圣光洗脸 闪耀的光辉照耀在异兽身上 不仅降低了他们的速度 还能造成高额的伤害 888 600 1250 另一边 苏洛操控着幽名蓝月花 开始了他朴实乌华的刷怪操作 巨大而又超长的幽名蓝月花藤曼 在他的操控下 如同闸刀一般不断地左右横扫 16600 15000 12000 恭喜您等级提升到71级 一个横扫之下 覆盖面积直接达到了300米 左右横扫三次 大部分异兽瞬间就变成了经验值 五次之后 苏洛面前300米范围内的异兽 已经被彻底清空 成了真控地带 异兽太少了 苏洛叹了口气 同时又看了一眼队伍的经验条 他们几个人每个人都升了一级 现在都快第二次升级了 自己怎么才升级一次 难道御兽师升级所需要的经验值更高 苏洛皱了皱眉头 然后仔细查看了一下 龙少辉升一级需要的经验是50万左右 叶灵月升一级也差不多要50万左右 他们全都是50万左右的经验值就能够升级 而自己需要足足200万经验值才能升级 这区别待遇有点太明显了吧 苏洛眼神中露出了哀怨的表情 说是自己带他们升级 按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 他们可能到80级了 自己都还没超过75级 算了吧 再过两天零全单应该能炼制出来了 苏洛叹了口气 然后便朝着更远的地方走去 既然决定要带他们升级 那就帮人帮到底 此时 城墙上的龙四海 手里拿了一颗留影石 刚好把刚才的那一幕记录了下来 然后他从背包中取出了一个东西放进去 留影石就凭空消失了 这小子太特么逆天了 要是早生30年 估计都没有老爷子什么事了 忙完手里的活之后 龙四海才再次将目光放到苏洛身上 眼神中满是钦佩的表情 龙国能有苏洛这种天才崛起 将来必定能跟着苏洛越走越高 此时 远在龙都的龙家也在开着秘密会议 会议室不大 除了龙老爷子之外 还有两个人 一名年轻人和一位老者 年轻人身穿黑色长袍 带着和蔼的笑容 在三人面前 是一个巨大的显示仪器 龙老爷子从一个容器中 取出了一枚留影石 然后亲自插进显示仪器旁边的凹槽内 这是破军城刚刚传回来的影像 两位可以看一看 说完之后 他打开了显示仪器的开关 画面中显示 一名身材修长 长相帅气的年轻人 操控着一株极为巨大的藤腕 横扫全场 不到20秒钟 方圆300米之内的一手 全部被清空 留影石上面录制的影像 时间很短 画面播放完成之后 密室中顿时陷入了短暂的安静 这怎么可能啊 赵镇眼神中露出惊骇的表情 然后又看向身旁的老者 问道 这种藤腕好像是植物 它只是御寿师啊 老者乃是龙国当前的最高画石人 此时 他眼神中也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不过更多的还是欣喜 我听说樱花岛那边的人 擅长操控植物 不过他们的等级 也都达不到20级之上 苏洛慈子若是利用的好 必能解我们的燃眉之急 赵兄 我给你推荐的这个人不错吧 龙老爷子笑眯眯地看着老者 眼神中露出一副期待的神色 不错 若是他真能完成任务 那我们就应该奖励他 听到这话 龙老爷子立马就收起了笑容 很是认真的问道 他手里刚好有青龙白虎玄武朱雀 你看送的什么好 青龙神格碎片只有三个 剩下的一个还没找到 只要他完成任务 到时候密库中随他挑选 破军城外 苏洛骑着玄武 站在一处不大的山丘上 幽冥懒月花的活力值消耗完毕 现在只能使用宠物搏杀 要不是龙四海像是落地生根了一样 站在城墙上不走 他都想掏剑气草出来了 刚才短短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 龙少辉等人连升四级 苏洛又升了一级 可惜 幽冥懒月花的活力值用光了 火凤凰 幽灵猛虎 金灵炎龙和三族金屋加起来 刷怪的速度也不算慢 哪怕苏洛的经验条 比普通转值者多了足足四倍 此时也在缓慢地稳定增长 闲来无视 苏洛直接坐在玄武后背上 看起了风景 小山丘地势稍高 远远看去 能看到外面的世界 这个世界似乎充满了异兽 在很遥远 快要模糊看不清的方向 苏洛看到了一个暗黑色 泛着紫光的东西 似乎异兽就是从那里面钻出来的 苏洛当即就把亡灵巫师 从神药界中召唤出来 然后对着他指了指远处 怎么了 亡灵巫师满脸猛逼 骨头形成的脸上 似乎还带着一个鲜红的口红印子 你看那是什么 苏洛指着远处的 试图把那泛着紫光的东西 指给他看 那是地狱巨人 75级 没啥特殊的 亡灵巫师瞥了一眼苏洛指的方向 恰好有一只体型 巨大浑身咕咕冒泡的腐烂巨人 我是说远处那个 泛着紫光的东西是什么 苏洛咬牙切齿 抬手就给他一巴掌 亡灵巫师呲牙咧嘴 然后又看了一眼 立马就摇了摇头 那玩意儿我也不清楚 我从生下来就是在副本里 这是野外 灵犬丹的药材成熟了没有 还有三个小时成熟 似乎想起了什么 亡灵巫师立马期待地看着苏洛 显摆道 现在我弄了几个炼器师 已经达到宗师级了 能锻造传说级的装备 你要不要 传说级装备都能搞出来 苏洛眼睛瞪得滚圆 满脸都是疑问 这家伙从来就是油嘴滑舌的尿性 该不会是骗自己吧 反正骷髅练器师的等级 是达到宗师级了 能练制传说级的装备 不过你要自己找材料 神妖戒太小了 很多材料找不到 你能直接召唤 宗师级的骷髅练器师 不能啊 最多中级锻造师 那你怎么让他们提升品级的 打铁锻造农具啊 现在骷髅仆人的锄头 至少也是精英级别的装备 说着他顺手掏了一把锄头出来 白骨锄头 卓越 攻击 加200 体质 加800 使用等级 十级 介绍 不仅省力 还能打人的锄头 不来一把吗 看到锄头 竟然还有属性版面 苏洛直接惊呆了 这家伙太他妈逆天了吧 不愧是相当皇帝的家伙 竟然懂得自己提升手下的品质 传说级的装备我不需要 不过 你可以多搞点断道士 以后资源足够 我们要神帮装备 就能管够了 好的 得到苏洛的赞赏 亡灵巫师立马哀嚎着 冲进了神耀界中 这时候 天色已经开始 逐渐暗淡 苏洛便骑着玄武 朝龙少灰等人靠近 一路上 他都在挑选装备 低于卓越级别的装备 全都不要 要剪就剪好的 再加上现在自己能锻造装备了 就更没必要剪破烂 占用空间了 击杀怪物掉落的 装备大多数都很普通 这些玩意儿 虽然等级高 但是很普通 但对于五六世纪的转值者来说 普通装备 根本就难以引起他们的注意 普通货色 捡回去用来卖钱 也不值钱 此时此刻 龙少灰等人 也准备撤退了 看到苏洛过来 他脸上顿时就露出了笑容 苏大嫂 今天可是多亏了你啊 我连升三级 我升了四级 周铁生在旁边跟着起哄 叶灵月等人 也都纷纷用一种感激的眼神 看着苏洛 要不是苏洛帮他们升级 恐怕他们今天最多 也就只能升级一次 可现在足足升了四五级 全都是苏洛的功劳 行了 咱们还是赶紧回去吧 眼看着天色越来越暗淡 众人在宠物的掩护下 开始缓缓撤退 安全回到城池之后 众人才松了口气 恭喜你们啊 今天一天就升了这么多节 龙四海早已经在等着他们了 看到众人安全回来 他立马指了指 身后的一辆大巴车 去城里吃饭吧 为了让你们好好练机 这战区已经被清空了 说完龙四海 便一屁股跳到了驾驶位置上 其余几人没说什么 苏洛也默不作声地坐上车 只不过 他心里还是蛮惊讶的 专门清空出来 一个战区城池 就为了用来给这支队伍练机 看来黄龙秘境竞争压力很大 吃完饭后 众人又在城里开了个酒店住下 在各自回房间的时候 龙四海满脸严肃地叫住了苏洛 还有什么事吗 苏洛满脸疑惑 龙四海神神秘秘地说道 你救了老爷子一命 这次让你参加黄龙秘境 实际上是老爷子送你的一个大机缘 什么机缘 苏洛依旧满脸猛逼 你听说过神格吗 说到这里 龙四海更神秘了 脸上露出一副得意的表情 苏洛固坐茫然道 没听说过 神格就是能让你的宠物 变得很厉害的东西 然后呢 龙四海叹了口气 郁闷道 你这孩子怎么一点也不好奇 老爷子已经安排好了 三天之内 只要你能带他们升到八十级 就能让你去国家的库房挑选神格 你应该还没拿过神格 或者神格碎片吧 到时候拿到了 你就知道那玩意儿有多爽了 我们收到消息 黄龙秘境要提前开启 今天已经过了一天了 还有两天时间 就要准备出发去黄龙秘境了 见苏洛脸上 没有因为神格狂喜的表情 龙四海嘀咕着便离开了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苏洛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神格碎片 这玩意儿 他熟啊 一想到能去国家库房挑选神格碎片 苏洛顿时就干劲满满 现在夜灵月的等级是68级 周铁生64级 龙少辉70级 周澜67级 另外三个人也都距离70级不远 全都带上80级 火力全开的话 也就两天的事 这活儿 肯定要干得漂漂亮亮啊 夜里 苏洛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 神格对他来说 有着致命的诱惑 如果龙四海所说的是真的 那他拼了命 也要把几人全都带到80级 但是那样的话 可能就要暴露一些底牌了 思来想去 苏洛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既然是炼节 只要保证大家的安全 距离破军城远一点 也不是不可以 到时候 幽冥懒月花的火力值用光之后 还能使用剑气草 再加上这里的异兽资源很丰富 几只宠物也能火力全开 两天带他们到80级不是什么难事 但是自己想要升到80级 还得需要宠物反馈灵权丹经验值才行 想到这里 苏洛立马就进入了神药界当中 此时此刻 各大药田内的药材已经有半人高了 绿油油的一片看过去 长是喜人 其中一些药材已经成熟了 成片的骷髅仆人正在集中采摘 看着这一幕 苏洛心里非常的有成就感 毕竟这神药界中的一切 也算是自己的江山啊 看来得想办法 再搞几块空间识了 思来想去 苏洛还是觉得 神药界的空间有点小 至少要达到种植一次 勾用半年的地步才行 离开神药界之前 苏洛又招来了亡灵巫师 这个家伙 就相当于是炼制丹药的包工头一样 只要是没丹药了 催他准没错 第二天 龙少辉等人早早地就起床了 在酒店大厅门口 满脸期待地等着 苏洛下楼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竟然是最后一个起床的 那个 苏大少 咱们只有三天时间 所以要抓紧一下 龙少辉小心翼翼地说着 同时伸手 给苏洛递过来几个热气腾腾的包子 咱们边吃边聊吧 走吧走吧 苏洛接过包子咬了一口 然后跟着他们出门 上车 这一次 龙四海没来 不过都在意料之中 练急的事 他已经交代清楚了 根本没必要再去监工 车辆抵达破军城边境 把几人放下之后 司机便很自觉地开车离开了 自始至终都没和几人说话 也没有打听什么 苏洛还在心不在焉地啃着包子 龙少辉等人 却开始兴致勃勃起来了 苏大少 我四处和你说了没 你带我们到八十集 能让你拿到一个好东西 一边说 龙少辉已经在开始甩膀子了 苏洛点了点头 啃包子的同时 也在查看剑气草 和幽冥懒月花的活力值 两天时间 能不能把这几个家伙 带到八十集 就看这两株植物了 今天我们每个人 都准备了四百个精神恢复药剂 今天大开杀戒 对 我老周也要转手为攻了 洛哥你放心 我们肯定不拖你后腿 周铁生咧着嘴 笑嘻嘻地从背包中 取出一面绣针版的盾牌 满脸的自信 看样子 他这个骑士 今天也打算化身为战士了 既然大家热情高涨 那我们就出发吧 啃完最后一口包子 苏洛便带领着大家出发了 众人缓缓地越过城墙的缺口 然后开始击杀异兽 丝毫没有发现云端之上 站着两名老者 老赵 这小子是个好苗子吧 眼看着下方的苏洛 操控着藤蔓植物 开始打开杀戒 龙老爷子顿时就笑起来了 他乐呵呵地对着旁边的老头炫耀 眼神中充满了自豪 这可是 我发现的呀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赵老神穿黑色金龙缠身长袍 目光威严地盯着下方 并没有开口说话 而是皱着眉头 看向那猪藤蔓 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 弟子干净得很 他姐姐是苏冰雪 他姐姐是苏冰雪 赵老眼神中露出一抹惊讶 脸上这才重新恢复了笑容 苏家一门两大天才 这龙国的盛世大家族 是不是该换换血了 赵老看似随意的一句话 若是被外人听到 恐怕只会觉得头皮发麻 大家族换血 至少是血流成河 不过龙老爷子倒是没多大反应 他撇了撇嘴 惆怅道 这姐弟俩 估计和那些老古董不一样 就算你把位置让一让我估计 他们都没兴趣 年轻就是好啊 赵老叹了口气 也不觉得龙老头说 那句话有什么不妥 毕竟两人从小一起长大 相识快一百年了 有什么不能说的 两人看了一会之后 便凭空消失了 地面上 玄武一边喷吐着冰柱击杀一兽 眼神一边往天上瞅 走了 他突然对着苏洛说了一声 这两个老家伙 究竟在搞什么鬼啊 苏洛满脸郁闷 操控着幽冥懒月花 狠狠一边子抽出去 顿时表情变得更郁闷了 他喜欢神个没错 喜欢变强也是真的 可是这种在别人眼皮子底下 过日子的生活 他是真的不喜欢 这才两天时间 就监视多少次了 要是真像姐姐那样 当个什么职务还得了 一瞬间 苏洛就觉得杀戮直不香了 主人别担心 等我再升升级 他们两个也不是我们的对手 他们两个都是一百五世纪的转职者 嗯 那个陌生的老头 好像更厉害一些 玄武之前见过龙老爷子的气息 至于陌生的老头 应该就是承诺给自己神格的那个人了 竟然比龙老爷子还厉害一点 看来龙国也不像表面这么简单啊 苏洛叹了口气 恰好这时候 幽冥懒月花的活力值消耗完毕了 他立马将幽冥懒月花放进神土中 又从里面把剑气草取了出来 玄武确定周边没人偷窥之后 苏洛才开始控制着剑气草 发动攻击 此时此刻的剑气草高达十几米 像是一棵大树一般密密麻麻的 长满了尖锐细长的叶子 随着苏洛的意念融入 剑气叶子瞬间张开 宛如豪猪的刺一样炸开 周边的异兽宛如潮水 再度涌来 为了能够随心所欲地杀得痛快 苏洛直接让所有宠物躲到自己身后 杀 苏洛低喝一声 剑气草庞大的主干瞬间开始旋转起来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风暴 在风暴中 无数尖锐叶片瞬间脱离树干 形成了一道道青色的剑气 成千上万的剑气汇聚成了一条长龙 苏洛手指轻轻一动 剑气长龙瞬间往前刺去 一万八千 一万七千五百 一千六百 无数剑气顿时打出了成片的暴击伤害 剑气长龙所过之处 异兽军士被直接秒杀 看着眼前一幕 苏洛眼神中露出了惊骇的表情 不愧是神话级植物啊 比起幽冥懒月花 完全就是两个档子 再来一招 万剑归宗 剑气草威力强大 苏洛沙的兴起将无数剑气分散开来 飞快朝着前方冲去 他猛地伸手对着前方的怪物群狠狠一指 啾啾啾 无数剑气草划破虚空 携带着不可抵挡之势 密密麻麻地朝着一手冲去 一万六千 一万八千五百 一万三千 高额的伤害冒出 此起彼伏 恭喜您击杀血魂之猪 经验值加1200 恭喜您击杀狼人怪 经验值加1500 恭喜您击杀幽名骷髅 经验值加1000 恭喜您 密密麻麻的经验值 瞬间被苏洛收割 经验条在不断地增长 这种感觉真爽 足足上万道剑气 此时还剩下3000左右 苏洛再次将它们凝聚成一条剑气长龙 操控着在虚空游走 然后不断地降低高度 保持在身边旋转 一万六千 一万四千 一二八零零 每一瞬间 剑气长龙都能打出高额的伤害 看到这一幕 苏洛瞬间陶醉了 剑气草这玩意儿是真好用啊 要是上万道剑气 全部都用来对付一个人的话 恐怕那天晚上那种 老头太一次能杀两个 轰隆 随着最后一道剑气消耗完毕 剑气草的主干 瞬间开始为你不振 缩小成了一株小草模样 剑气草凝聚剑气的时间 和幽冥懒月花差不多 大概也是需要一天时间 才能完整恢复 短短几分钟 苏洛只感觉一犹未尽 这玩意儿 要是多来几株种植在神土里面 战斗时能直接起飞 可惜是神话级别的植物 可遇不可求 主人 该我们上场了 亡灵巫师嚎叫着冲了上来 他手里不知什么时候 捏着一把巨大的镰刀 体型从袖针骷髅 化身成了三米高的凶猛形态 白骨身躯此刻壮硕无比 身上还披着一层暗黑色 散发金属光芒的铠甲 不等周边异兽靠近 亡灵巫师便兴奋地 发出鬼哭狼嚎的叫声 拖着镰刀冲了上去 幽灵猛虎 精灵炎龙 火凤凰 三族金屋也都纷纷出场 几只宠物各自占据一方 各自为战 苏洛从背包里取出一柄 暗黑色传奇级别的长剑装上 然后跳下玄武的后背 跃跃欲试 主人 你要亲自上场吗 玄武满脸好奇 事事见识的感觉 苏洛回应了一句 然后便拎着大剑朝附近的 一只地狱牛腰砍去 砰 长剑落在地狱牛腰身上时 顿时就冒出了一个高额的数字 两万八千 看到这个伤害 苏洛自己都惊呆了 他立马打开了自己的属性版面 姓名 苏洛 职业 御灵师 等级 75级 攻击 48800 精神 23000 防御 345000 6.5W 加28W 体质 15万 装备 黑光战剑 黄龙头盔 黄龙胸甲 黄龙护手 宠物 火凤凰 冥界之主 玄武 技能 驯灵 凤凰涅槃 无尽冰封 三魅真火 原来如此 达到70多级后 就算自己不是剑士职业 普通攻击也能达到4万多 破防之后 一剑还能砍出2万多的伤害 也不错了 苏洛心里顿时无比的满意 玉兽师升级需要的经验值 确实挺多的 但是这综合战斗力 也是真的像啊 此时地狱牛腰对着苏洛发起了冲锋 而苏洛还在查看属性版面 他体型巨大 身高足足有2米多 比起一般的牛 要强壮了好几倍 此时地狱牛腰的机脚 散发着暗黑色金属光芒 朝着苏洛飞速撞来 这一下 肯定是威力不凡的 苏洛刚关闭属性版面 就看到地狱牛腰冲过来了 脸色顿时变得郁闷起来 碰 一 苏洛被撞得晃了晃 地狱牛腰 确实伤害不凡 这伤害值竟然高达一点之多 看到这一幕 苏洛顿时就兴奋了 自己防御力过高 貌似这些异兽很难破防 苏洛立即拍了拍身上 被撞出来的印子 然后拎着黑光战舰冲了上去 看我无敌连环屁 仗着防御力惊人 苏洛在异兽群中 宛如幼童手持长棍劈砍油菜花一般 12000 16800 24000 一个个高额的数字冒出来 苏洛顿时心血来潮 灰剑的中途又施展了一个技能 无尽冰封 空气温度纵然降低 虚空似乎都有了一层蔚蓝的颜色 16500 14000 16000 无尽冰封的效果范围直径高达20米 效果能持续至少三秒钟 趁着异兽动作缓慢 苏洛再次连续劈砍 三秒钟时间即将到达时 他又接了一个技能 三位真火 顿时 密密麻麻的高额伤害又冒了出来 此时此刻 龙少辉等人担心苏洛走太远 小队伍如同坦克一般 在异兽群中缓缓开进 朝着苏洛的方向缓慢靠近 当走过一个小山丘之后 周兰瞬间就看到了异兽群中的苏洛 他顿时就瞪大了眼睛 指着苏洛的方向惊叉道 你们快看苏洛 怎么了 周铁生漫不经心地扭过头 然后瞬间震惊了 卧槽 这家伙怎么还能和异兽弱博 这剑术虽然很烂 但伤害是真高啊 他竟然还能穿插技能 龙少辉看着苏洛的骚操作 顿时感觉刷新了认知 原来剑还可以这样用吗 他用的技能是火属性法师使用的 还有兵属性法师的技能 这怎么做到的 剑术好不好 叶灵月没有点评 但是作为自身法师 他一眼就看出了 苏洛释放的技能 是法师才能施展的 这家伙还能释放法师技能 周篮也满脸惊讶 其余三人也都纷纷停下 满脸惊骇地看向苏洛 一个御兽师宠物逆天 再加上能控制强悍的植物 这已经够反人类了 现在竟然还能和异兽弱博的同时 穿插法师技能 他要是会隐身的话 我以后直接管他叫电 团队中的刺客 是一名二十来岁的黄毛年轻人 他慢悠悠地开口说道 众人对此并没有多想 隐身是刺客得专属技能 苏洛作为御兽师 单屏幕前展示出来的能力 就够逆天了 不可能还会隐身 有众多宠物的庇护 炼击小分队有恃无恐地 在异兽群中刷起了怪物 苏洛砍了一会儿怪物之后 就躺平了 直接躺在玄水规备上 开始休息 看到这一幕 其余人既羡慕又眼红 躺着就能升级 关键是宠物的战斗力 比他们几个加起来还强 当玉兽师也太特么爽了吧 看到这一幕 周铁生立马 也把自己的铁皮犀牛召唤了出来 你们先打 我休息一会儿 说完 周铁生直接一屁股 跳到了铁皮犀牛的后背上 他本身就是负责防御 和拦截异手攻击的 有了铁皮犀牛的加入 周铁生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偷懒 对了 我们都把宠物召唤出来吧 这样能增加战斗力 提升炼击的速度 龙少辉说着 也召唤出了幻影狐王 紧接着 周蓝 叶灵月 也都纷纷召唤出了宠物 刺客 黄战士 弓箭手三人面面相聚 我们 都把宠物召唤出来 我们啥时候 说有宠物了 三人顿时表情变得尴尬至极 黄毛满脸尴尬地看向龙少辉 谄媚道 龙少 你们的宠物是怎么弄到的 教教我 对对对 我们也想要宠物 你也不希望 我们在黄龙秘境里战斗力 低下拖后腿吧 黄战士 是一个圆乎乎比周铁生还胖的胖子 他直接说出了樱花岛电影中 最著名的语录 你也不希望 这句话 怎么这么书写 周铁生皱着眉头 开始沉思 这句话 他似曾相识一时间 却又想不起来 听到这话龙少辉 顿时就开始犯难了 自己的宠物 都是苏洛帮忙捕捉的 这三个人 虽然也是队友 但和苏洛根本就不熟 介绍吧 有不合适 不介绍貌似 又退不过去 看这三个人 都眼巴巴地盯着自己 龙少辉 只能稍微暗示了一下 你们想要宠物 得先去问问周大帮主 然后周帮主兴许 会帮你们想办法 周铁生是帮主 什么帮主 萨尔满脸猛逼 疑惑地将目光 放在五大三粗的周铁生身上 周铁生眼神微眯 一边享受着阳光 一边介绍道 在下不才 正好担任 要神帮父帮主职务 宠物就是帮主帮 我们搞的 说完 周铁生朝着 苏洛挪了奴嘴 事宜苏洛 就是帮主 黄毛手里的匕首 叮当一声 顿时就掉在了地上 他眼睛瞪得滚圆 惊叉道 我听说 过要神帮的大名 也听说过苏洛 但是不是说 他是炼药师协会的人吗 怎么能和要神 帮扯在一起 胖子狂战士 也杂杂呼呼地说道 我倒是知道 他是要神帮帮主 只不过 他能给帮众 发放这么高等级的宠物 一时间 三人看着 八十多级的铁皮犀牛 陷入了沉思 别说是帮众了 对于寻常御寿师来说 这种等级的宠物 就算是亲儿子 也得等到老子死了之后 才能继承吧 胖子心思灵敏 他眼珠子转了一下 立马对着周铁生 露出挑好的笑容 周帮主 您看 我们加入要神帮 能不能搞到宠物 直接千奇约都行 接近八十级实力的 转职者加入帮会 对于一个帮会来说 是天大的好事 另外两人 也都好奇地看着周铁生 这事儿 我得和洛哥上了 我真做不了主 周铁生收起装逼的表情 脸上露出了苦笑 末事没事 你这就去和洛哥提一提 就算是 他不方便也没关系 大家都是朋友嘛 胖子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 同时也给周铁生 和苏洛留下了足够的退路 听到这话 叶灵月和龙少辉等人 看向胖子的眼神 都充满了佩服 吃进退 懂得刘一线退路 不多多逼人 这种人人品 大致还是可以的 看到众人热情高涨 周铁生也不再拒绝 把铁皮犀牛留下之后 他立马举着一面盾牌 费劲地朝着苏洛的方向挤过去 异兽群中 苏洛正躺在玄武背上休息 看到周铁生一脸见兮兮的表情 挤过来 他顿时就翻了个白眼 洛哥 有个好消息 你要不要听 什么好消息 有几个 即将成为八十级猛将的转职者 想要加入我们药神帮 你看 能不能施舍几只宠物 即将成为八十级的猛将 苏洛抬起头 看了一眼远处的几人 发现他们都时不时地 朝这边看时 顿时就明白了 你说的猛将是他们吧 洛哥厉害 一下就猜到了 周铁生咧嘴一笑 然后等待着苏洛的下文 大家都是朋友 家不家帮会都是次要的 一会儿我就过来 说完 苏洛开始召回宠物 周铁生得到消息 立马屁颠辟颠远路返回了 恰好这时候 天色开始暗淡 差不多也该撤退了 傍晚 回城的时候 苏洛时不时地看着三人的面向 然后又开始在心里思索立弊 送他们宠物 交个朋友 到时候去了黄龙秘境 自己要去搞神歌碎片的时候 他们应该也不会介意吧 多个朋友多条路 格局打开 这笔买卖怎么算都不吃亏 如果非要加入 药神帮才送宠物的话 就显得格局小了 而且交易永远得不到人心 交朋友却可以 一路上 大家的氛围比昨天活跃了很多 进入城墙 大巴车司机早已经等候多时了 苏洛却并没有立即上车的意思 而是直接召唤了 二十多只八十级的宠物出来 上次收服金刚魔源的时候 他顺带收的几百只宠物 如今还剩下好几百只 让他们挑三只问题不大 看到这一幕 大巴车司机眼睛都瞪直了 这都要回城了 还召唤宠物干嘛 咱们相见就是缘分 我送你们每人一只宠物 自己挑吧 看上哪只了 直接和我申请契约宠物就行 苏洛脸上露出微笑 对着三人摆手 示意他们赶紧挑选 看到他如此大度 三人激动的都快哭了 苏兄弟如此慷慨 这份情我王雷记下了 狂战士职业的胖子 对着苏洛微微抱拳 然后就迫不及待地 挤进了宠物堆里 日后苏兄的事 就是我孙海的事 孙海是弓箭手 再加上年纪不大 稍微一说话 他就脸红 刺客名叫张天一 他郑重其事地 对着苏洛抱拳行礼 什么话也没说 最后 三人都挑选了满意的宠物 然后才坐上回城的车 苏洛坐在靠窗的位置 看着几人都快到八十级了 他眼神中 顿时就露出了兴奋的光芒 只要明天 把他们都带到八十级 自己就能获得神格碎片了 而且 还是进入国库 随意挑选 第二天 龙兜前往破军城的传送镇边缘 站满了前来送别的人 龙老爷子身穿一身黑色长袍 正在和龙家人告别 这次出门 他要护送龙国代表小队 前往黄龙岛 就在他准备跨入传送镇的时候 突然有人叫住了他 老伙计等一下 赵九霄苍老的身影 出现在人群中 随着他的出现 龙家人立马打招呼 然后拾去地转身离开 老赵 有什么事吗 龙老爷子笑呵呵地看着赵九霄 眼神中却有些疑惑 这老家伙还来干什么 这次前往黄龙秘境 他和这家伙 以及龙国不少高层人员 推演了无数次 现在又冒出来搞什么管 龙老头 我要和你一起去破军城 怎么 不放心 至少要亲自看到他们实力 都很强我才放心 赵九霄苍老的脸上流露出担忧的神色 叹息道 毕竟这次的黄龙经 光乎到整个龙国 未来几年的命运 若是失败了 我就是千古罪人 虽然嘴上没说什么 但赵九霄心里 依旧很担心 这次前往黄龙秘境的各国队伍 都是举国之力 培养出来的精英人选 龙国的队伍虽然也不弱 但他 还是有些担心 毕竟三天时间 想要从六十多级提升到八十级 是一件难如登天的事情 这老家伙的身份和他可不一样 在龙国任何地方都可以横着走 别看他孤身一人 不知道有多少强者 在暗地里保护着这个家伙 随着两人踏入传送阵 周边顿时亮起了十几道光芒 若是董行的人看到 定会惊讶无比 因为那些光芒 是随身携带的传送阵 破军城外 异兽已经被杀得七零八落 苏洛依旧是骑在玄武身上 晃晃悠悠地跟在小队旁边 他眯着眼睛晒太阳 人在这儿躺着分惊艳 心神却早已经进入了神药界中 亡灵巫师此时正在命令 所有骷髅炼药师 加工赶制灵犬丹 在炼药房旁边 是无数个铁匠铺 叮叮当当的敲打声 从里面传出 一个个骷髅锻造师 正在锻造装备 骷髅无论是锻造师 还是炼药师诱 或者是其他职业 全都没有瓶颈 只需要熟练度达标 就可以制作更高品质的东西 此时 灵犬丹已经出产了 30万颗左右 一颗能提供1万点经验值 30万颗就是30万点经验值 苏洛又打开了 自己的属性版面 姓名 苏洛 职业 御灵师 等级 77级 攻击 49000 精神 28000 防御 348000 6.8W 加28W 体质 17万 装备 黑光战剑 黄龙头盔 黄龙胸甲 黄龙护手 宠物 火凤凰 冥界之主 玄武 技能 殉灵 凤凰 涅槃 无尽冰封 三昧真火 经验条还差10万左右的经验 只能升级 而此时此刻 龙少辉 周铁生 叶灵月等人 全都突破达到了80级 甚至龙少辉 已经达到了82级 他们全都突破80级 压力瞬间给到了苏洛这边 看着几人肆意刷怪的流畅感觉 苏洛眼神中满是羡慕 原本他们还是组队杀怪 但是现在等级拉开了 怪物只不过才60多级而已 现在几乎每个人都能实现单刷 就连周兰 也都能轻松在一手中游走 苏洛 你怎么才77级啊 傍晚时分 回城的路上 叶灵月满脸担忧地看着 经过他这么一提醒 众人这才发现 苏洛的等级还没突破80级 一时间 所有人都满脸猛逼 真特么的邪门啊 周铁生瞪大眼睛 看着苏洛的等级 然后抱了句粗口 应该是职业不一样 升级的难度也不一样吧 龙绍辉用一种猜测的眼神 看向苏洛 我升级所需要的经验 是你们的四倍 苏洛面露苦笑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那你之前升级怎么那么快 叶灵月满是疑问地盯着苏洛 之前 可能是运气好 刷的怪物经验值都挺高的 我偶尔也在副本空间里刷怪 苏洛随意找了个借口 众人这才作罢 副本空间对于在座的诸位来说 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 这么说的话 倒也有可能 回到酒店时 酒店大堂经理 站在门口亲自接待 并且把他们全都请到 酒店后面一个僻静的院子里 两名老者坐在石桌旁边对弈 龙四海则是像个乖宝宝一样 站在旁边 手里端着茶水 看到苏洛等人进入院子 他立马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 然后大大咧咧地朝着苏洛说道 赶紧过来拜见我们龙国 龙国实力超群的赵老爷子 龙绍辉是认识赵九霄的 他立马上前恭恭敬敬地 喊了一声赵爷爷 其余人则是尴尬地站在原地行李 总不能跟着上去攀亲戚吧 赵九霄抬起头 先是打量了一眼众人的等级 当看到所有人都达到八十级时 他眼神中顿时就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你就是苏洛呀 龙老头果然没看错人 赵九霄满意之际 但是突然又皱起了眉头 你怎么才七十七节 为了掩饰自己的能力 苏洛只能一本正经地 把之前说过的话术再讲了一遍 赵九霄越听越满意 当即便笑音地说道 等你们从黄龙秘境回来之后 我单独奖励你一枚宠物神格 为什么要回来之后才奖励 苏洛等这个机会等很久了 立马打射随棍上 跟着赵九霄的话接上了 为什么要回来才奖励 这个问题问得好 龙老爷子脸上露出一抹尴尬的表情 解释道 这次前往黄龙秘境危险无比 而神格又是堪比国之重器的珍贵宝物 所以 等你安全回来之后再奖励给你 是怕我死在黄龙秘境里吗 此话一出 整个院子里鸦雀无声 赵九霄调了条眼皮 脸上的表情顿时就变得精彩起来 这孩子 怎么经说实话呢 龙老爷子也眼皮子一抖 全然没料到苏洛会这么直白 看了看苏洛 又看了看赵九霄之后 他才笑眯眯地说道 大概是这个意思 除非你能证明 我们就可以提前奖励你 这要怎样才能提前证明 苏洛满脸猛逼 站在一旁的叶灵月等人也梦了 怎么才能证明自己不会死 当话题突然不受控制之后 场面就一度变得很尴尬了 足足过了好一会儿 赵九霄才开口道 这件事也不是不可以商量 你使用最强杀招 只要能让我觉得满意 我就提前给你奖励 这样你去秘境也能大打增强实力 说完 赵九霄便面带微笑 朝着旁边的空地走去 听到这话 龙老爷子脸色微变 但还是没说什么 这下子轮到苏洛为难了 最强杀招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这是要考验他的战斗力 但是万一不小心 把人家伤到了怎么办 作为龙国护道者 连龙老爷子都毕恭毕敬的人物 说不定就是龙国最高的那位存在 苏洛 尽管出手吧 老夫年纪虽大 也没你们想的那么弱不惊风 见他还在犹豫 赵九霄微微甩了甩衣袖 整个院子里顿时充斥着一股莫名的压力 苏洛纠结地将目光看向龙老爷子 见他点头后 才麻溜地从神药界中取出剑气草 今天早上练集的时候 大家的等级都无限接近八十几了 所以苏洛把剑气草留住了 没想到现在刚好派上用场 看到剑气草 赵九霄眼神一亮 立马说道 尽全力就好 老夫也想见识见识 这玩意儿的威力 这是主动找捏吗 为了能尽快拿到需要的神格 苏洛面无表情地抱拳 作一说道 那就得罪了 随着他意念操控剑气草 原本半人高的剑气草 瞬间开始膨胀起来 足足有十多米高 达到一定高度之后 整株剑气草变开始疯狂旋转 一时间 成千上万的剑气叶片 瞬间从主干脱离下来 化作到寒气逼人的剑气 这整个过程几乎是瞬间完成 看到这一幕 龙少灰等人都惊呆了 他们只知道 苏洛的幽冥懒月花很厉害 能牵制一百多级的转职者 剑气草他们还是第一次见 再加上 大家都年纪差不多 苏洛却能和一百多级的老怪物银钢 这差距未免有些太大了吧 一时间 几人脸色都有些羡慕 另一边照九霄脸上 充满了强烈的战意 放开手大胆来吧 但是感受到那些 剑气的威胁后 他还是谨慎地 取出了一面暗黄的盾牌 装备举在手中 毕竟是要感受攻击力 不能躲的 苏洛面无表情 抬起一只手 微微一握拳 成千上万的剑气 瞬间飞上虚空 在天空中组成了剑龙 我要开始攻击了 前辈小心 话音落下 苏洛伸手 朝着赵九霄狠狠一指 剑气长龙盾时 发出破空而来 发出剧烈的呼啸声 一时间 天地变色 狂风四起 院子中的花草树木 被吹得东倒西歪 见此情形 赵九霄神色凝重 立马爆发出一股 暗红色能量气体 包裹全身 同时举起手中的盾牌防守 下一秒 剑气长龙呼啸而至 哄 剧烈的冲击 使得地面颤动 院墙上寸寸裂开 仅仅是一瞬间 赵九霄就被击退了好几米 双脚在地面上 留下深深的痕迹 然后剑气长龙 还未消耗多少 为了不伤人 苏洛立马抬手 操控着剑气长龙撤离 前辈 我这最强一击可还满夜 苏洛不动声色地 收起剑气草 然后抱拳问候 在外人看来 他剑气长龙 只不过是一击之危 但龙老爷子 和赵九霄却清楚 这些剑气 没消耗完毕之前 都还可以攻击 而刚才苏洛出手 仅仅只是一瞬间 消耗的剑气不过百来到 若是继续下去 还真说不准 之所以没继续 自然是给大家都留下面子 看到苏洛如此行为 赵九霄脸上露出了笑容 然后对着苏洛竖起了大拇指 不错 直到这时候龙老爷子 才松了口气 他知道苏洛很强 同时又担心苏洛是年轻人 下手没轻重 万一真把人伤了 可就麻烦了 现在看来 苏洛很会做事啊 那我能提前拿到奖励吗 苏洛咧嘴一笑 露出了期待的表情 明天早上才出发 去黄龙岛 我现在就带你去拿吧 赵九霄郁闷地 看了一眼苏洛 然后从手中取出一块石头 随着他体内的力量注入 石头顿时散发出一道光芒 照耀在地上 一个临时搭建的传送阵 就构建好了 走吧 苏洛立马跟着赵九霄 踏入传送阵 在众人羡慕的眼神中 消失了 传送阵的光芒消失后 苏洛发现 自己置身在一片草原中 赵九霄脸上 依旧带着郁闷的表情 只见他随手一挥 地面上瞬间就出现了一个洞口 洞口处是一步一步 往下面走的台阶 看样子 下面应该是一个密室 走吧 这就是我龙国的密库了 赵九霄神秘一笑 率先朝着台阶下方走去 进入通道里面 是狭长的地道 没有任何灯光 只有石壁上 时不时地挂着一两盏油灯 提供光线 走了二十米左右后 一座巨大的青铜大门 映入眼帘 随着两人靠近 青铜大门 竟然自动打开了 里面是一间不大的普通密室模样 不过密室中央是一个巨大的光幕 上面刻画着许多苏洛看不懂的符号 赵九霄对着光幕上的符号一顿操作 就像是触屏一样 很快 房间内就亮起了白色光芒 一个个古老的盒子 出现在光芒之中 上面分别刻画着各种动物的图案 这些就是神格和神格碎片了 你自己挑吧 不过只能挑一个盒子 赵九霄对着苏洛摆了摆手 示意他赶紧上前挑选 那我就不客气了 苏洛咧嘴一笑 立马上前去查看 每个盒子上都刻画着不同动物的图案 代表着相应的神格 有类似狗的凶兽 也有类似牛的神兽 一共有28个盒子 苏洛看了一圈 只发现了一个刻画着青龙的盒子 对自己有用 其他的神格 自己也没有合适的宠物 青龙神格碎片只有三枚 缺失了一枚 一直没有找到 见苏洛眼神定格在那个盒子上 赵九霄立马开口介绍 苏洛看向装着青龙神格的盒子时 眼神中顿时就露出了兴奋的光芒 但很快 他就把这种眼神隐藏起来了 青龙神格的碎片当然找不到 因为有一枚碎片 苏冰雪已经给苏洛了 故意出一副纠结的样子 纠结很久之后 苏洛才果断开口道 前辈 我就要青龙神格碎片 既然你确定了 那就给你吧 见苏洛执意要青龙神格碎片 赵九霄也不好再说什么 这些物品看似随意地摆放着 实际上每个盒子外面 都有一层强大的结结 若是稍不注意触碰到 触之即死 赵九霄从腰间取下一枚青铜令牌 对着盒子一照 周边的空气中 顿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蛋壳 蛋壳逐渐开始消融之后 他才拿起盒子递给苏洛 多谢前辈 接过盒子之后 苏洛打开看了一眼 里面摆放着三枚青龙神格碎片 再加上之前姐姐给自己的那一枚 正好凑齐 这次前往黄龙秘境危险万分 你千万要小心 看到苏洛随意地将神格装进背包 赵九霄眼神中露出一抹肉痛的表情 就这三枚碎片 对于龙国来说都是来之不易的宝贝 前辈请放心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收集黄龙精 尽力就好 赵九霄直接在密室中摆放传送阵 将苏洛送回破军城 破军城 城区的酒店内 龙四海等人正在聚餐 距离出发时间 还有一夜的时间 他们不担心苏洛会迟到 饭菜很丰盛 全都是龙四海点的 一群年轻人狼吞虎咽 他则是吃得少说得多 黄龙秘境中 你们会遇到各个国度的人 而这些人中 唯有樱花岛和我们是死敌 不死不休的那种 想当年 樱花岛侵略我们的国度 最后虽然被击退了 但没能彻底灭掉 他们是龙国人最大的遗憾 所以到了秘境中 你们应该知道怎么做吧 哇 虚空中突然亮起一阵白色光芒 苏洛的身影突然出现在院中 院子周边已经被全面封锁 没有一个人影 似乎知道 他会被原地送回来一样 龙绍辉等人在院中的桌子上 留下了一个纸条 告诉他去酒店会合 这么好的独处机会 先把青龙神格碎片融合之后再说 苏洛脸上露出一抹得意的表情 这么好的机会不利用 去了黄龙岛之后 万一时间紧迫 就更没机会了 想到这里 苏洛立马钻进了神药界中 为了节省时间 进入神药界后 苏洛第一时间就将精灵炎龙召唤了出来 精灵炎龙86级SSS级宠物 神格 青龙 已获得 攻击 15万 防御 6万 精神 3万2000 体质 14万5000 技能 炎火天降 精灵穿梭 燃魂 目前 精灵炎龙已经达到了86级 前段时间 没有兽灵丹和灵圈丹的时候 还没达到SSS级的宠物 全都在吃进阶药水 精灵炎龙也达到了SSS级品质 现在刚好可以直接使用神格 哇 看到苏洛手里的神格碎片 精灵炎龙顿时两眼冒光 发出兴奋的吼声 四枚青龙神格碎片相触碰 立即就融为一体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神格 看到这一幕 精灵炎龙更兴奋了 开始不停地在苏洛身上蹭 这玩意儿我可是好不容易才及其的 以后你可得给我好好争气啊 看到这家伙迫不及待的样子 苏洛便直接把青龙神格交给他了 只要精灵炎龙成为青龙之后 四大神兽自己目前就凑齐两个了 目前还缺少猪雀 白虎 不过黄龙秘境中有一枚白虎神格 只要消息没问题 这趟还是有机会的 主人 你又获得一枚神格碎片啊 亡灵巫师突然从虚空中钻出来 语气酸溜溜的 怎么 我获得神格了你不开心啊 苏洛翻了个白眼 这家伙怕不是属狗的吧 闻着神格的味就过来了 嘿嘿 我才没有不开心 人家这不是好久没见你了想你了呀 亡灵巫师脸上的骨头咔咔作响 很快就露出一个粉碎性骨折形成的笑脸 现在已经炼制四十万颗灵圈丹了 咱还缺点啥不 苏洛没有理会他 又将玄武 幽冥猛虎 三族金屋和火凤凰召唤出来 之后可能有一场恶战 在这期间 你们必须使劲吃兽灵丹提升等级了 苏洛对着几只宠物下达了命令 然后开始安排骷髅仆人搬运灵圈丹 四十万颗灵圈丹 全部吃下去 得化就是四亿经验值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 几只宠物的实力还不算很高 现在必须要尽快提升境界 不过唯一的缺点就是 凌全丹没有受凌丹消化快 吃一颗凌全丹消化的时间比较长 此时 精灵颜龙已经将青龙神格吞了进去 浑身被青色的光芒包裹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蛋壳 看到精灵颜龙也在融合神格了 白虎和火凤凰看向苏洛的眼神有些怪异 用人的情绪来描述的话 大概率有吃醋的意思 别着急 你们的神格我也会很快找到的 交代完毕之后 苏洛才离开神药界 去和龙四海等人会合 第二天一早 所有人都早早地起了床 然后前往破军城的传送阵 八个年轻人均是意气风发 英姿萨爽浑身都充斥着一股莫名的气息 不过苏洛却满脸猛逼 这几个家伙怎么感觉身上带着某种情绪 仿佛参加黄龙秘境不是去夺宝 而是去杀人的 虽然好奇 但苏洛并没有问 一路上大家都沉默寡言 破军城传送阵处的工作人员早就接到了通知 所以 此刻的传送阵已经进入了封锁状态 只为他们一行九个人服务 出发吧 所有人都踏入传送阵后 龙四海淡淡开口 工作人员立马启动了传送阵 进入传送阵后 苏洛心里顿时就兴奋起来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姐姐应该也在黄龙岛 这次参加黄龙秘境任务 顺带还能和他见上一面 随着月长大 苏洛觉得自己和姐姐 已经很久没有长时间相处了 上次在墨北城只是匆匆一面 这次在黄龙岛 大概率也是简单见一面吧 留着鼻涕泡 跟在他后面跑的日子 似乎也一去不复返了 一想到这里 情绪顿时变得有些伤感 不过很快 苏洛就调整好了状态 只要实力强大了 自己想干嘛就干嘛 大不了整天跟在姐姐后面就行 就在这时候 传送阵内的光芒 突然暗淡下来 显然是黄龙倒到了 光芒散去 外面密密麻麻围满了人 这些人实力强大 身穿黑色作战服 手中统一拿着黑色长剑 很显然是负责传送阵的守卫 请出示证件 为首的一名守卫 面无表情地看着龙四海 冷漠开口 其余的守卫 也都戒备了起来 大有一言不合就动手的样子 我是龙四海 你们眼瞎了 看到这一幕 龙四海当即就炸毛了 气哄哄地看着那名男子 眼睛瞪得像同龄 现在黄龙倒处于特殊时期 没有证件艳明身份 任何人都不得入内 守卫负责人 依旧是面无表情 拎着长剑的手 也抬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 苏洛等一众年轻人 都微微惊讶 黄龙岛是黄龙战区战士 最吃紧的地方 同时也是龙国四大战区 唯一与敌国来犯 频繁交锋的地方 稍不留神就容易有奸细 混入其中 所以看守也是非常严厉 龙四海深吸了几口气 然后从背包里 取出了一块特殊的白色金石 以他在漠北战区的身份 在黄龙岛也能享有同样待遇 能做到大一级压死人 但是他还是忍住了 毕竟人家也是按规矩办事 守卫接过金石验证没问题之后 脸上这才露出了尴尬的笑容 刚才多有得罪 请龙将军责罚 算了 黄龙岛不能出岔子 你们也是为了黄龙岛 龙四海也没有生气 带着众人离开传送阵 直接坐上了一辆大巴车 黄龙岛是沿海地区 空气中充满了潮湿的味道 风土人情和陆地位置也大不一样 看着抑郁风情 众人的心情也都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龙四爷 我们今天就得进入秘境吗 苏罗忍不住开口问道 对 所以你们要抓紧时间了 黄龙秘境开放一共是半个月的时间 时间一到 你们就会被自动传送出来 前提是 你们还活着 进入秘境以后 你们必须要尽快想办法抓寻保署 重伤状态下的寻保署 会拼尽全力寻找黄龙惊疗伤 接下来的路上 龙四海都在给众人讲解秘境中 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故 抵达地方后 车辆才缓缓停下 下车后 迎面而来的是 一望无际的蔚蓝色大海 微风轻轻从海面吹过 掀起阵阵浪花 在海边一块巨大的岩石下面 有一个容易人通过的山洞 里面散发出阵阵蓝色光芒 在山洞外面 站着十来个身穿黑色作战服的守卫者 很显然 那就是秘境的入口处了 龙四海给了大家半个小时的准备时间 而苏罗则是偷偷走到一旁 拿出了姐姐给的传音石 力量注入 传音石顿时就亮起了微弱的光芒 苏罗 你参加黄龙秘境了 苏冰雪疑惑的声音 顿时从里面传来 语气中带着一丝惊喜 姐 我现在就在海边呢 不过半个小时之后就要进去了 听到姐姐的声音 苏罗顿时感觉沉重的心情好了许多 而传音石里也沉默了许久 过了好一会儿 里面才响起苏冰雪严肃的声音 你们身上应该都带着任务吧 嗯 任务是次要的 最重要的是 你们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我现在只有你这一个亲人了 姐 你也要照顾好自己 简单的对话结束后 时间也差不多了 龙四海手持通行证件 一路畅通无阻地走到了秘境入口处 苏罗被直接任命为这次任务的队长 哦 就在众人即将进入秘境的时候 苏罗身上突然闪出一阵白色光芒 很显然 他升级了 苏罗 你这家伙怎么回事啊 这一路上 你身上就跟闪光灯一样 龙少辉满脸忧怨且又羡慕 在场的人都能看出来 苏罗这是升级了 那个 宠物再吃丹药 我也就靠这个赚了一点点经验而已 苏罗咧嘴一笑 其余人也都羡慕地笑了起来 玉兽师能获得宠物部分经验 这不是什么秘密 但是像苏罗这样 一路上升级好几次的现象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 不过大家都是朋友 也没人嫉妒 龙四爷 半个月后再见 苏罗对着龙四海挥了挥手 然后一步踏入山洞之中 作为队长 也要负责打头阵 山洞内的石壁上 镶嵌着许多蓝色水晶 那些蓝色光芒 便是水晶产生的 进入山洞后 里面是一个狭长的通道 没有任何怪物 但是通道的尽头 却是一个蓝色光幕 踏入这个光幕 就算是彻底进入秘境了 一时间 众人都显得有些兴奋 毕竟 为了这次黄龙秘境的行动 他们都准备了很久 大家都准备好了吧 苏罗扭头看向其余的八人 准备好了 那我们就出发 苏罗当机立断 立马一步跨入光幕之中 紧接着一股狮重感传来 碰 他感觉自己重重地摔在草地上了 碰碰碰 又是几个落地声传来 周铁声块头最大 直接在地上砸出了一个凹槽 卧槽 这入口真特么奇葩啊 周铁声骂骂咧咧的 引得众人一阵哈哈大笑 苏罗则是满脸好奇地 打量着周边的环境 蓝天白云 青山绿水 遥遥望去 似乎还有沙漠 草原 沼泽地等各种环境 各种环境似乎在秘境中很常见一样 有的沙漠中长了参天大树 有的沼泽里燃烧着熊熊大火 这时候 叶灵月突然拉了拉苏罗的衣袖 你看那是什么 顺着叶灵月的视线望去 不远处的一棵大树上 正趴着一只体型金黄 形似松树的动物 寻宝鼠 48级 攻击 18000 防御 26000 精神 8500 体质 45000 被动技能 寻宝 技能 反扑 地盾 介绍 很温和的一种动物 可可爱 没有什么攻击力 寻宝 被动技能 可以寻找到他想要的东西 反扑 遭到攻击后 会奋起反击抓咬目标 造成450%伤害 地盾 可以在图里面快速移动的技能 一次上限500米距离 看到寻宝鼠的声音 众人顿时就兴奋起来了 要不我来吧 他肯定躲不过我的剑 然后我们跟着他 就能找到黄龙精了 身为弓箭手的张天一 立马表示自己有把握 一剑将寻宝鼠射成重伤 苏洛却立马摇头拒绝了 我试试能不能驯服他 重伤的寻宝鼠 需要黄龙精疗伤 自己若是驯服了 他应该也能帮自己寻找吧 40多级的寻宝鼠 对于苏洛来说 想要收服 完全是易如反掌 他直接将幽灵猛虎召唤出来 幽灵猛虎 85级 SSS级宠物 攻击 19万8000 防御 11万8000 精神 24000 体质 被动 嗜血 对敌人造成伤害时 立马索取30%血量 85级的幽灵猛虎 瞬间出击 速度几乎快成了一道闪电 吱吱吱 几乎是瞬间就响起了寻宝鼠的尖叫声 幽灵猛虎并没有攻击他 而是直接将寻宝鼠给叼了过来 真是简单粗暴 看到这一幕 龙少辉等人都满脸的麻木 什么重伤 利用寻宝鼠 寻找黄龙精 在苏洛这儿 统统都是浮云 怪不得御兽师有诅咒 这也太他妈逆天了 一点参与感也没有 估计这次我们能完成任务了 前几次来参加黄龙秘境的人都失败了 大家还是小心一点吧 众人议论纷纷 而此时 苏洛已经开始驯化了 他的等级也远超寻宝鼠 所以直接就朝着寻宝鼠 丢了驯化技能 恭喜你 成功驯服寻宝鼠 驯服寻宝鼠之后 立马就老实了 也不尖叫 也不逃命 反而是用一种呆呆的眼神看着苏洛 那小眼神 要多委屈 有多委屈 苏洛并没有理会他 而是直接打开了他的属性版面 寻宝鼠 48级 攻击 18000 防御 26000 精神 8500 体质 45000 被动技能 寻宝 技能 反扑 地盾 寻宝 被动技能 可以寻找到他想要的东西 黄龙金是不是你想要的 苏洛将目光放在驯服过后的寻宝鼠身上 子子 寻宝鼠摇了摇头 见状 苏洛并不气馁 又从背包里取出几颗灵犬丹 奇特的香味 顿时扑鼻而来 就算是龙少辉等人 闻到灵犬丹的香味 也忍不住咽口水 他是打算实施糖衣泡弹 一时间 众人都满脸 好奇地看着寻宝鼠 吱吱吱 果然他上钩了 刚刚还很生分警惕的寻宝鼠 此时已经化作了一条田狗 围着苏洛的裤腿 开始不断地磨蹭 苏洛手里丢下一枚灵犬丹 寻宝鼠瞬间用嘴接住了 检测到宠物食用灵犬丹 经验值加10000 吃下灵犬丹之后 寻宝鼠顿时就两眼放光 又继续期待地看着苏洛 还想不想吃 子子 那先带我们去寻找黄龙精好不好 子子 寻宝鼠猛点头 然后伸出一只爪扎 朝着某个方向指了指 龙少辉等人看到这一幕 顿时觉得 玉兽师太他妈魔幻了 这一招在黄龙秘境 稍不注意寻宝鼠就直接被秒了 有时候光是寻找寻宝鼠 就得找好几天 而现在见识到苏洛的手段后 众人顿时觉得未来可期 吱吱吱 寻宝鼠朝着一个方向跑去 苏洛立马骑上幽灵猛虎跟了上去 至于周铁生 叶灵月等人也都有宠物 纷纷骑着宠物追赶 辽阔的草地上 一群穿着紫色长袍的队伍 正在追赶受伤的寻宝鼠 突然 他们发现 另一个方向 也有一只寻宝鼠冲了过来 只不过 有一只豪华的队伍 正在追赶着寻宝鼠 轰隆隆 轰隆隆 宠物奔跑的动静很是响亮 苏洛只是轻轻瞥了一眼 对方胸前的勋章 罗斯国的 有军 那就不管了 苏洛选择无视 其余的人 自然也不会找别人的麻烦 一行人直接路过 罗斯国的队伍 顿时就猛逼了 他们队伍里全都有宠物 这么豪华的阵营 追不上一个寻宝鼠 不知道 看样子 他们的宠物也不低啊 这时候 有人发现了端倪 顿时就惊呼了起来 卧槽 你们快看 那寻宝鼠是不是在遛狗啊 他竟然还会等他们 这不科学啊 寻宝鼠怎么不逃命 队长别愣着了 再看我们的寻宝鼠 就要跑路了 靠 快追 两只都在追逐寻宝鼠的人 就这么平安无视地擦身而过了 但这是友军的状况 要是换作敌对国度的队伍 结局就是 只有一只队伍留下来 拥有两只寻宝鼠 赶了半个小时的路程之后 苏洛一行人 来到了一个沼泽地旁边 四周都是看似松软的草皮 其实下面是沼泽 越厉害的舞者 脚下发力就越厉害 在沼泽中 反而会下沉得越快 看着这片沼泽地 众人陷入了沉思 子子 子子 寻宝鼠伸出一只爪子 指了指沼泽中间的一片区域 在那儿没有任何植物 只有一些类似刺球的东西 每一个刺球 都足足有小汽车那么大 看到这一幕 苏洛也不在藏桌了 直接把火凤凰召唤了出来 这家伙对于黄龙秘境 似乎懂得很多 最关键的是要让他教自己 怎么取黄龙精 龙四海那个老家伙 光顾着胶带 杀樱花倒了 对于获取黄龙精 他是只字不提啊 救 嘹亮的鸣叫声划破长空 火凤凰被召唤出来之后 眼神中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随即开始在虚空盘旋 主人 这沼泽地里 好像有一枚黄龙精 见有外人在 火凤凰选择了传音 苏洛回复道 怎么取黄龙精 挖开地皮就行了 寻宝鼠就能做到 不过沼泽中有怪物 所以他不敢去 怪物 沼泽地本来就够危险了 还有怪物 苏洛满脸猛逼 直接命令火凤凰解决掉 救 火凤凰鸣叫一声 嘴里顿时喷出了一个巨大的火球 碰 沼泽上面的巨大刺球 瞬间弹射出来 想要抵抗火球 但是却瞬间被烧成了灰烬 这时候 整个沼泽如同沸腾的开水一般 咕咕地冒着气泡 后退 苏洛直接命令所有人后退 看样子 这沼泽地里的怪物很不简单 几人刚刚后退 一个沾满泥泥 浑身都是刺的东西钻了出来 只不过 它不是动物 而是一种植物 刺球炮筒 35级 传说级植物 生命 13万8千 防御 8万6千 攻击 11万5千 觉醒时间 8分钟 恢复时间24小时 能力 刺球炮击 介绍一 发射出去的刺球威力强大 击中目标后 会将目标牢牢束缚 介绍二 在觉醒时间内 发射的刺球 能瞬间成长 和本体一样实力 无数量限制 看到刺球炮筒的介绍 苏洛满脸惊喜 而一旁的龙绍辉等人 却是无比的好奇 苏洛 你对着这家伙 傻笑干什么 不是御灵师 他们根本看不到 刺球炮筒的属性版面 最多只能看到 这家伙的名字 发现好东西了 苏洛满脸笑意 然后又将三足精 污召唤了出来 虽然地面上战斗 会很艰难 但自己能直接实施 高空降维打击 砰砰砰 刺球炮筒不断地开炮 一个个刺球 发射出去的一瞬间 立马开始不断变大 想要将三足精 污和火凤凰 囚禁其中 但是刺球还未靠近 就被三妹真火 喷成了灰烬 紧接着 两只宠物 开始对刺球炮筒进攻 只不过在苏洛的命令下 他们都保留了 部分杀伤力 36500 12800 一个个数字 不断地从刺球炮筒 本体上冒出来 同时 苏洛也在不停地施展训灵 恭喜你 成功驯服传说及植物 刺球炮筒 不到一分钟时间 刺球炮筒 被刺球炮筒 被刺球全款拿下 被驯服后 刺球炮筒的身躯 开始不断缩小 最终和普通的水桶 一般大小 不错 他的模样 就像是一个树干掏空的水桶一般 只不过发射刺球的部位 全都是密密麻麻的炮眼 苏洛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将刺球炮筒 收入神药界中 然后将它种植到神土里 加上幽名揽月花和剑气草 现在他一共拥有三株植物了 小家伙 去把黄龙精挖出来 然后我会给你很多灵圈弹 苏洛满脸期待地看着寻宝鼠 滋滋 寻宝鼠听到灵圈弹 顿时两眼放光 然后马不停蹄地朝着 刚刚刺球炮筒的位置冲去 噗哧噗哧 悉泥被挖得上下翻飞 寻宝鼠金灿灿的毛发上 也都沾满了泥泥 这时候 另一只寻宝鼠出现了 它是从沼泽地的另一方冲过来的 在它身后 同样跟着两个人 两人胸前挂着心条标志徽章 代表着美丽国度的转职者 龙国的朋友 你们好 这枚黄龙精 是我们先发现的 请你们立即离开 两人靠近后 便立马讲出了 别角的龙国话 卧槽 这明明是我们先发现的 你竟然让我们离开 周铁生顿时就忍不住了 直接对着二人竖起了中指 其余几人 也都面色阴沉了下来 在日常中 美丽国度的人 就经常在龙国耀武扬威 现在到了秘境中 竟然还是这副德行 苏洛也没有说话 只是面无表情地 看着这俩人 朋友 听我讲 黄龙精虽然能帮助你们的国度 但是命是你们自己的 划不划算你们自己思考 另一名美丽国的转职者 也开口了 语气也更狂妄了 苏洛静静地 打量着两人的实力 吸血剑士79级 疾病法师74级 两个70多级的转职者 怎么敢的 周铁生梅雨中 燃烧着怒火 直接将目光 放在了苏洛身上 杀了吧 苏洛淡淡地说了一句 然后便将目光 放在沼泽地里 听到这三个字 美丽国的两人 顿时就瞪大了眼睛 在他们看来 龙国人都是没有勇气的 甚至在秘境之外 美丽国人 无论到了任何地方 都有无穷的优待 这些人竟然还要出手 就不怕被报复吗 但是 周铁生等人 却没给他们过多的考虑时间 身为骑士 周铁生 首当其冲迎面冲了上去 龙少辉面色凝重 直接爆发了 最强的杀招 同时 叶灵月 弓箭守孙海 刺客张天一 狂战士王雷 全都使出了爆发性 最强的技能 你们 你们竟然敢对我们出手 找死 两名美丽国度的转职者 此时还意图使用 他那可笑的优待 眨眼间 两人便直接化作了 冰冷的尸体 随着死亡 他们身上 还爆出了一些好东西 众人并没有立刻捡东西 而是将目光 放在苏洛身上 征求他的意见 龙少辉先收着吧 结束之后 你们平分 孙海 王雷和张天一三人 瞬间就猛逼了 我们平分 那你不要吗 看到三人猛逼的样子 龙少辉笑盈盈解释道 苏兄弟是御寿师 所以他几乎都不参与 瓜分战利品 当然 他收服的宠物 也不会分给我们 王雷当即就笑了起来 双王解释道 我们本来也没帮上忙 苏兄 对我们已经很不错了 谁还厚着脸皮去分宠物啊 对对对 这宠物完全是他一个人收服的 三人都很是谦虚 看到这一幕苏洛心里 才暗暗地松了口气 看来确实是自己 送出去的宠物起作用了 子子子子 这时候 沼泽地 已经被挖下去了一个小坑 里面散发出阵阵金色光芒 那两名美丽国度转职者 带来的寻宝鼠身上正在飙血 此时他双目赤红 正在和苏洛的寻宝鼠争夺 苏大哥 要不要射死他 弓箭手孙海纠结地看着苏洛 同时还扬了扬手里的弓箭 射 就 随着一道剑语破空而去 那只没有边界感的寻宝鼠 瞬间被射死 子子 没了对手的干扰 寻宝鼠立马加快了挖掘的速度 紧接着 他的体型开始变大 身体似乎冲了气一样 开始膨胀 最终变成了一个两米高的巨大圆球模样 最重要的是在沼泽地上 也能如履平地 他伸手在沼泽里面一抓 顿时就掏出了一个足球大小的金色晶体 里面充斥着一道道 如同闪电一般的东西 子子 寻宝鼠将刚挖出来的黄龙精 直接抛给苏洛 然后变化作普通大小 开始蹭裤腿 这叫一块黄龙精 苏洛满脸疑惑地看着龙少辉 比自己脑袋还大 这能叫一块 这确实是一块 龙少辉面露苦笑地解释了一句 然后将目光放在苏洛身后 那里好像还有一块 哦 苏洛扭过头 发现又来了一伙人 这些人身上同样佩戴着星条徽章 显然和刚刚那两人是一伙的 不过这群人正在一边赶路 一边打量着一块黄龙精 这些家伙是宋财童子吧 看到美丽国的队伍又来了 苏洛心情顿时大好 苏洛他们身上都佩戴了代表 龙国身份的徽章 美丽国的人赶到后 看着地上还没来得及处理的尸体 顿时就爆发了 你们竟然敢对我们美丽国的人下手 很好 一名鹰沟比男子恶狠狠地看着夜军等人 但是下一秒 他就被另一名金发男子拉了回去 各位龙国的朋友们 我是美丽国的克莱恩 我想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金发男子眼神中虽然也有木火 但他情绪很稳定 看到这一幕 周铁生等人一下子就愣住了 本以为要打起来 可没想到这群人里竟然还有人会讲道理 夜灵月看了苏洛一眼 见他没什么反应之后 便开口解释道 我们先来这里的 你的铜板想要抢我们的东西 还率先动手了 Oh my God 他们竟然如此自大 金发男子脸上露出了愤怒的表情 然后对着众人又开始表达歉意 这件事是我们的错 还请你们不要生气 说完 他便带着人缓缓后退 然后转身直接离开了 就连苏洛也傻眼了 这些人这么识时误的吗 苏洛 你觉得他们是怎么打算的 同伴死了 就这么算了 不太可能吧 几人议论纷纷 苏洛皱着眉头 看向那些离开的身影 立马摇了摇头 他们不可能不管这件事 或许是觉得 我们现在人多势众 所以选择先离开 美利国的人是自大 但不是傻 这种少人的情况下 再动手的话 几乎就是找死 不过苏洛也没多想 如果只是同等年纪的人 他敢保证自己是包无敌的 就算是那些人去找救兵 也无济于事 大不了到时候 来多少杀多少就行 咕噜咕噜 这时候 沼泽地里突然开始不停地冒跑 似乎有什么东西 从里面钻出来 龙绍辉立马开口解释道 黄龙金对于很多异兽来说 都算是至宝 所以一旦取走黄龙金之后 就会面临这些异兽的疯狂攻击 这时候 沼泽的悉尼里 已经有东西钻出来了 一个个体型大如墨盘的 轻毒挖了出来 只不过 他们的颜色是黑色的 体表散发出阵阵恶臭 沼泽毒挖 76级 攻击 12万8千 防御 8万6千 精神 2万6千 体质 16万8千 技能 毒液喷射 无限反伤 麻醉 毒液喷射 喷射出一条又快又细的毒液 对敌人造成150%伤害 并且持续50秒钟 持续同等伤害 无限反伤 皮肤带有剧毒 接触者会受到持续10分钟的中毒伤害 每秒钟1280 麻醉 毒挖的叫声可通过扇形传播 对区域内的敌人造成麻醉效果 沼泽毒蛙数量庞大 至少有上百只 此时对于苏洛等人来说 完全就是听取蛙声一片 呱呱 一只体型最大的毒蛙头领眼神中带着怒火 只是叫唤了两声 所有毒蛙便倾巢出洞 呱呱 松软的沼泽地对他们来说如履平地 毫不受影响 冲在最前方的毒蛙突然高高跃起 在空中直接喷射出了六道不起眼的毒液 让我来 周铁生手里捏着盾牌 立马一个剑步冲出 挡在众人身前 他高高举起盾牌 然后发动了骑士技能 哇 整个盾牌散发光芒 连带着周边好几米的距离 都成了盾牌遮挡的范围 大家赶紧杀吧 杀完了去下一个地方 苏洛对着众人命令 同时他自己也随手施展了一个三昧真火 终于轮到我们上场了 狂战士王雷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拎着一柄巨大斧头冲了出去 叶灵月 龙少辉 周兰 孙海 张天一也都纷纷开始出手 在进入秘境之前 大家就已经组队了 所以现在 杀敌大家都很卖力 至于苏洛 为什么不使用宠物 秒杀这些毒啊 没人知道 但他们知道 苏洛肯定有他自己的打算 上百只沼泽毒蛙围了过来 叶灵月和孙海 作为主要输出 此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龙少辉和王雷 张天一都被逼了回来 没办法呀 沼泽毒蛙的技能太坑了 浑身都带剧毒 稍微一点技能余波 也能让人掉血 虽然大家带的物资很充足 但大多数都是用来预防其他人的 如果在异兽身上投入太多 后面就会比较难熬 见状 苏洛直接释放了火凤凰出击 至于其他的宠物 苏洛不打算放出来 刚刚美丽国的人如此识趣 苏洛猜测 应该是他们 看到自己的战斗力了 才会那么好说话 虽然减少了麻烦 但也减少了收入来源 那些人不动手 自己也不好出手杀人 但只要有人动手了 他们的黄龙巾 就是自己的了 所以从现在开始 苏洛决定示弱 最好让别人知道 这只队伍弱不禁风才好 呱呱 几只沼泽毒蛙贴 在周铁身外面 开始释放技能 这时候 火凤凰直接开始别打招了 火凤分天 无尽的烈火 组成一只体型巨大的火凤凰 直接朝着毒蛙群飞了过去 双方接触的一刹那 火凤凰开始爆裂 哄 无数火焰直接将毒蛙淹没 叶灵月和孙海健壮 立马也跟着释放了几个技能 十二万八千 三万五千 一二八零零 高额的数字不断飘出 成群结队的沼泽毒蛙 瞬间被消灭了大部分 剩下的几只也先不起浪了 恭喜您 获得来自队伍的经验值 加一二八零 恭喜您 获得来自队伍的 密集的经验值提示响起 苏洛直接将黄龙金 丢给龙少辉保管 然后又给寻宝鼠 丢了一颗灵犬丹 赶紧带我们 去找下一块黄龙金 子子 寻宝鼠一口吞下灵犬丹 然后开始疯狂点头 有预寿师就是方便啊 估计这次我们都完成任务了 龙少辉红光满面 其余人也都咧嘴笑了起来 来的时候 龙四海已经表明态度了 让他们别有压力 因为十块黄龙金的收集任务 以前很少有人完成 不过这次有苏洛在场 应该是没问题的 秘境中 一处密林深处 美丽国的克莱恩 正在和一群身材矮小 嘴唇留着小胡子的人接头 小四先生 你也不希望龙国的人 成功把黄龙金带出去吧 克莱恩笑眯眯的 看着樱花岛的小刺一郎 眼神中带着怂恿之意 克莱恩先生请放心 如有必要的话 我会出手的 小刺一郎满脸自信 然后目光装作不经意间 扫过克莱恩的队伍 发现他们少了两个人后 心里顿时就明白了什么 不过忌惮美丽国的报复 再加上樱花岛和美丽国 有妙不可言的合作关系 所以他也没打算 对克莱恩等人出手 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们先想办法 除掉龙国的队伍 然后再去抢夺其他人的黄龙金 祝我们合作愉快 黄龙秘境 主要是探索采集黄龙金 对于正常人来说 是各自收集 但对克莱恩和小刺一郎 这种人来说 他们的黄龙金有多少 完全取决于被抢的人有多少 秘境中各种环境变化很快 苏洛等人离开沼泽后 不超过20里地 就碰到了一处雪山 鹅毛大雪纷飞 四周白茫茫的一片 关键是雪山前面就是沙漠 这环境能相互不干涉 也算是一绝了 就在这时候 苏洛突然感受到 火凤凰似乎再给自己传递信息 为了稳妥起见 他直接把火凤凰召唤出来 让他化作普通鸟类大小 站立在自己的肩膀上 主人 白虎神哥就在这附近了 只不过拿掉神哥之后 这秘境的空间很有可能会坍塌 火凤凰摇摇看向雪山之巅 苏洛心领神会地朝着山顶看了一眼 这雪山很不寻常 似乎占据了整个秘境最中央的位置 而且面积也十分庞大 既然拿了黄龙巾会导致秘境坍塌 苏洛觉得自己可以稍微缓一缓 至少也得收集到足够的黄龙巾后 再来取神哥碎片 这时候 前方带路的寻宝鼠突然开始加速冲刺 很显然 他已经闻到黄龙巾的味道了 苏洛等人立马紧跟脚步 就在这时候 另外三个方向也有寻宝鼠出现 看到这一幕 众人彻底梦了 一块黄龙巾竟然同时吸引了四个队伍前来 怪不得以前参与过黄龙秘境的人都说 秘境中很危险 原来最危险的不是一手 而是同样收集黄龙巾的人 东南西北 四个方向均有人前往 所有人的目标都是雪地里的一个山洞 山洞口出掌了一朵颜色淡雅的七彩颜色雪莲花 此时四只寻宝鼠已经冲进山洞里了 不过除了苏洛的寻宝鼠之外 其余三只寻宝鼠都是重伤状态 黄龙巾散发出的气味具有很好的疗伤效果 他们需要黄龙巾溢出的味道救命 寻宝鼠倒是冲进山洞里了 四只队伍却是不约而同地放慢了前进的速度 这三只队伍中只有一个队伍是陌生的 其余的两只队伍 一个是罗斯国 一个是美丽国 苏洛 那就是樱花岛的人了 一会儿如果动起手来 别人可以放过 他们可千万别留活口 我四叔说的 看到樱花岛的队伍 龙少辉脸上顿时就露出了煞气 其他人也都纷纷露出仇恨的眼神 放心 我不会让他们有机会逃跑的 苏洛微微点头 同时心里也顿时明白 之前乘坐公交的时候 这群家伙 为什么会满脸杀气了 原来是龙四海给灌输了知识啊 不过对于死敌 一般都不需要留情的 虽然放慢速度 但是大家都还在缓缓地朝着山洞靠近 很快 四只队伍就抵达山洞入口处了 甚至能听到里面的几只寻宝鼠 正在争夺黄龙巾 各位朋友 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罗斯国愿意放弃 罗斯国队伍中 一名身材高大 长着落腮狐的男子 立马开口表明态度 毕竟四只队伍争强 很容易出现伤亡 而黄龙秘境持续半个月 若是少了人 就会很难混 甚至还有被团灭的风险 所以撤离是最好的选择 说完之后 他好奇地看了一眼龙国的队伍 又看了看美丽国和樱花岛队伍的站位 然后便带领着人缓缓后退 随着罗斯国的人越走越远 现场顿时就只剩下三只队伍了 阁下是御寿师 小刺一郎操着一口别角的龙国话 对苏洛问道 你怎么看出来的 你肩膀上的鸟不简单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等级如此之刀的御寿师 想必阁下 就是龙国大名鼎鼎的苏先生了吧 小刺一郎脸上并没有露出任何表情 一双眼睛在不停地打量着苏洛等人的实力 这时候 苏洛也在打量小刺一郎手中端着的花盆 里面种植了一株 带着无数尖刺的仙人掌 但是又不太像普通的仙人掌 传言樱花岛的人 擅长驾驭植物作战 看样子是真的了 小刺先生 要不我们动手吧 黄龙精平分 克莱恩懒得继续伪装了 扭过头对着小刺一郎 发出了动手的邀请 苏洛这边有八个人 而他们美利国 就算是少了两个人 再加上樱花岛 也足足有十四个人 大家实力相当 都是八十级左右 所以动手就是拼人数了 那就动手吧 小刺一郎 贪婪地看了一眼 苏洛肩膀上的火凤凰 然后微微低头行李 苏先生 得罪了 花音落下 小刺一郎 立马将手里的盆栽 放在地面上 仙人掌植物 顿时就跳到了地面上 开始飞快成长 很显然 这仙人掌 不是普通的植物 得罪你马毕 周铁生怒骂一声 然后直接操着盾牌 挡在了前面 苏洛也觉得一阵头痛 这些家伙 是怎么做到 脸皮这么厚的 无冤无仇就开始动手 自己要是有这种脸皮 估计早就发家致富了 不过 扮猪吃老虎 也算是发家致富的一种手段 现在马上就要吃掉它们了 龙少辉等人 都做好了迎战的准备 苏洛却 直接摆了摆手 制止了 你们去那边守着吧 怎么了 龙少辉满脸猛逼 叶灵月也疑惑地看着苏洛 这些蝼蚁 交给我就行 你们还有别的任务 什么任务 为了不暴露实力 需要你们去把风别 让其他队伍靠近 若是靠近了 杀无赦 说完之后 苏洛直接开始释放宠物 把风 看到这一幕 小刺一郎和克莱恩都愣住了 难道他打算一个人 对付两支队伍 洛哥放心 我们肯定不让任何人靠近 见苏洛要放大招了 周铁生顿时兴奋无比 直接拎着盾牌 朝着远处冲去 龙少辉 叶灵月等人迟疑了一会儿 也都纷纷朝着远处冲去 苏洛目前的最强异机能 和赵九霄分庭抗礼 对付这么十来个人 完全就跟娃儿似的 想到这里 他们跑得更快了 一定不能让外人 看到苏洛的真正实力 不然的话以后 谁还来找麻烦 莫人找麻烦的话 怎么杀人夺宝抢黄龙精 身为转职者 没有几个是同情心泛滥的人 几乎都是习惯于弱肉强食 很快 他们七人 就各自占据了一个方位 此时周铁生的位置 那群罗斯国的人还没离开 反而是站在原地打算看戏 朋友 龙国队伍办事 还请你们立即离开 若是看到了我龙国的秘密 不是你们能承担得起的 周铁生操着一口羊吊子 对着罗斯国众人 下达驱逐的意思 罗斯国众人面面相去 其中领头的是一名85级的女性 他笑应地说道 这位帅哥 我们罗斯国和龙国交好 不会对你们有影响的 见着娘们还想留下 周铁生的脸色顿时就沉了下来 冷声说道 我们龙国有个规矩 凡是见过 我们出手的人 都必须要死 这下看你还走不走 不走 就是站在我们对面了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告辞了 女子虽然心有不甘 但还是不敢 和龙国的队伍引刚 周边国度 早就知晓龙国 有一名天才御寿师实力强横 能碾压同级无数 之所以留下来 就是因为想见识一下 既然对方不允许 那走还不行吗 周边清场清的 差不多了 叶军才用炙热的眼神 看向小刺一郎 这两只队伍身上 绝对有龙精 甚至传言樱花岛的人 擅长驾驭植物 或许小刺一郎 刚刚放下去的仙人球 也是个好宝贝 只要杀了他们 仙人球和黄龙精 统统都是自己的了 这些人 注定是要为自己 获得白虎神格 而加快进度了 苏先生 看来你很有自信 小刺一郎 目光紧紧地盯着苏洛 可什么也看不出来 苏洛目前只放出了火凤凰 幽灵猛虎 和三族金屋 三只宠物 现在已经达到九十多级了 在小刺一郎 和克莱恩看来 这三只宠物虽然强横 但还不至于 能和他们分庭抗礼 所以他们猜测 苏洛肯定还有后手 要不然 他的队友 绝对不会这么轻易离开 小刺一郎 你先出手 克莱恩用威胁的眼神 看向樱花岛众人 同时他也朝着自己的队友 使了个眼色 只要樱花岛的人动手 他们也立马动手 急火用最快的速度 杀死这个龙国人 杀 小刺一郎抱贺一声 两只手会合在一起 飞速地摆出手印 一个巨大的仙人球 顿时就破土而出 与此同时 其余的樱花岛众人 也都纷纷出手 火焰 寒冰 利剑 骷髅头 各种杀伤力极强的技能 纷纷破空而来 面对对方强大的攻击 苏洛并没有一丝慌乱 脸上反而露出了轻蔑的笑容 苏先生 很快你就笑不出来了 小刺一郎看到苏洛 竟然还在笑 心里暗自惊讶 语气虽然很礼貌 但下手更黑了 仙人球瞬间开始旋转 狠狠地甩出无数尖刺 尖刺脱离主体的一瞬间 立马变化作一根根金刚长矛 随意刺中一根 也能要人性命 苏洛深呼吸了一口气 然后直接召唤出金刚魔源 好 随着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吼响起 一道巨大的身影 瞬间挡在了苏洛面前 那些充满了杀伤力的技能 在金刚魔源面前 看起来就像是山体之上 爆炸的小烟花一般 金刚魔源 150级SSS级 攻击28万 防御16万 精神15万 体质79万 技能奋起一击 狂暴 凌空铁拳 接近80万的生命值 再加上16万的防御力 金刚魔源轻松抵挡了所有攻击 看到这一幕 小刺一郎和克莱恩都瞪大了眼睛 怎么可能 这 这是150级的宠物 看到金刚魔源的属性版面 美丽国和樱花岛的人都看呆住了 随之而来的便是深深的恐惧 苏先生 这件事应该是一个误会 山洞里的黄龙金我们不争了 让给你怎么样 小刺一郎脸上挤出和善的笑容 就连刚才还满脸高傲的克莱恩 也变得低调起来 附和道 黄龙金归你们龙国 不仅是现在 就连以后如果我们同时发现了 我可以保证绝对不和你们争夺 远处正在放风的龙少辉等人 也都愣住了 150级的金刚魔源 这特么也太逆天了吧 叶灵月 周铁生 周蓝等人也都纷纷愣住了 他们终于知道 为什么苏洛从来不会有恐惧的表情了 手里握着一只金刚魔源 还恐惧个鸡毛啊 最关键的是鬼知道 他手里到底有多少这种等级的神兽 苏先生 这件事真的是个误会 见他还在迟疑 克莱恩立马表示一切好商量 同时他还强调了一遍 若是您对我们的提议不满意 其他的要求你也可以提 其他的要求 苏洛想了想 故意露出了一副感兴趣的表情 说道 我要空间石 三颗空间石换一条命 杀了他们虽然也能得到一些宝贝 但是在秘境里 除了秘境产物之外 其他的一些东西 会跟着他们的背包消失 现在逃出来是最好的选择 空间石 克莱恩表情一愣 然后脸上露出了狂喜的表情 我们队伍里一共是六个人 这里正好有十八块中型空间石 您看够吗 说着克莱恩就逃出了二十四块空间石 朝着苏洛的方向丢去 与此同时 小刺一郎也立马开始查看自己的背包 最终 樱花岛八个人身上 只收出来了十六块空间石 比起克莱恩 小刺一郎终究还是贫穷了些 一共收下了四十块空间石后 苏洛脸上这才露出了笑容 好吧 既然你们这么识趣 那我现在就给你们一个痛快 随着苏洛一声令下 金刚魔元立即出手了 比末盘还大的拳头 一下一下砸过去 威力无穷 小刺一郎和克莱恩等人立马闪躲 可他们的速度虽然快 但人类的速度终究快不过金刚魔元 再加上幽灵猛虎 火凤凰和三足金屋的协助 两群人顿时就落入了下风 苏洛 你别给脸不要脸 若是让我们出去了 第一时间就是让你百倍偿还 克莱恩脸色阴沉 用威胁的眼神看向苏洛 既然这样 那更不能让你们出去了 苏洛嘴角露出淡淡的笑容 并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反而是再次召唤出了 亡灵巫师和玄武 这俩家伙已经融合神格了 苏洛还没见识过他们的能力 现在就是最好的试验机会 克莱恩 闭上你的狗嘴 看到苏洛又加了新的宠物进入战场 小刺一郎脸色发黑 差点没被气晕过去 主人 用最快的速度弄死他们 苏洛淡淡地说了一句 然后便站在一旁看戏 根本没有要亲自出手的意思 不过他出手也增加不了多少杀伤力 放心吧主人 一分钟足矣 亡灵巫师脸上露出邪恶的笑容 眼眶里鬼火闪动 顷刻间就化身死神模样 朝着几人冲去 玄武不甘示弱 体型瞬间暴涨数倍 论体积 比金刚魔猿还要凶悍一些 好 随着玄武一声聚吼 整片空间开始凝固 克莱恩和小刺一郎等人 立马被减慢了速度 碰 恰巧这时候 金刚魔猿一拳朝着 其中一名樱花岛的人砸去 噗哧 暴力的声音传来 似乎无数汤汁被爆僵了 看到这一幕 苏洛感觉心里略微有些不适 便直接被过身去了 不看不就好了吗 姓苏的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小刺一郎恶狠狠地咆哮了一声 但是喉咙里 似乎有什么液体涌上来 很快就没了动静 砰砰砰 金刚魔猿疯狂输出 玄武和其他几只宠物 也都纷纷铁手无情 刹那间 雪地上便开满了红烟烟的花朵 等到场面静止之后 苏洛才对着远处的龙少辉等人摆手 示意他们过来搜刮战礼品 小刺一郎等人身上 爆出了不少装备 还有黄龙精一枚 克莱恩这边 同样也有一枚黄龙精 再加上山洞里的一枚 到目前为止 一天时间 众人就收集到了 足足四枚黄龙精 当然 这一切功劳最大的 还是苏洛 此时此刻 所有的队员都对他心悦成福 苏洛 咱们这进度也太快了吧 把所有黄龙精收入背包之后 龙少辉才咧着嘴 拍了拍苏洛的肩膀 快点收集够了 我还要办我的事 苏洛咧嘴一笑 然后指了指山洞 今晚我们就在这过夜吧 行啊 听你的 秘境中 昼夜温差极大 而且夜间会有未知的风险 找一个安全的庇护所 是最稳妥的做法 山洞中黑压压的 不过众人都随身携带了手电筒 随着八只手电筒缓缓打开 整个山洞亮如白昼 山洞中全是中辱石 以及一些不起眼的蛇虫鼠蚁 为了安全起见 苏洛直接施展了三昧真火 对所有石壁和缝隙进行灼烧 每个人都随身携带了一顶帐篷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便是各自搭建帐篷了 安顿好后 苏洛第一间接便是直接钻进神药界中 去查看精灵烟龙和神格的进度如何了 此时此刻 神药界内正下着绵绵细雨 无数药材在细雨中茁壮成长 一条青色的巨龙在天空飞舞 这些细雨显然就是出自他的手笔 主人 我现在突破成神兽了 青龙嘴里发出亢奋的声音 然后一个神龙摆尾 直接冲到苏洛面前 同时 他还缩小了自己的体型 和普通的大蛇一样 苏洛满意地摸了摸青龙脑袋上的犄角 然后才打开了他的属性版面 青龙89级 神兽 攻击28万5000 防御16万 精神86000 体质21万5000 技能 介绍 擅长速度的神兽 也是龙国的瑞兽圣兽 与神灵一样无所不能 一举一动都能造成极大的杀伤力 看到青龙的属性版面 苏洛满意极了 现在自己手里已经拥有了青龙 玄武两只神兽 再加上亡灵巫师 算是拥有三只神级宠物了 只要好好培养 未来绝对能横扫一方 主人 我最近 让人研究了一种非常厉害的武器 你要不是试试 亡灵巫师屁颠屁颠地朝着苏洛跑来 同时手里拎着一个奇怪的装备 这是什么 装备啊 说着 他还对着青龙的身躯一阵比划 得意到 这是攻击装备 以后青龙要是想挠人 直接装备这个 威力至少能翻三倍 亡灵巫师手里拿的是一个 类似于利爪一样的东西 中间掏空 看样子 大概率能套在青龙的爪子上 不过宠物穿戴装备 这玩意儿从来没听说过啊 主人 我觉得可以试试 青龙眼神中露出了一丝感兴趣的表情 然后微微移动 一只爪子顿时就传进了装备中 超级无敌的龙爪 传说级 攻击 加38000 防御 加18000 使用等级 60 技能 对敌人造成150%的普攻伤害 且造成持续中毒三分钟的效果 每秒钟造成80%伤害 装备属性倒是凑合 在苏洛期待的眼神中 青龙飞快地朝着一根大树冲去 紧接着狠狠一爪子 朝着树干中间抓去 碰 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整个树干顿时爆裂 成了无数碎片 看到这一幕 亡灵巫师顿时就兴奋地大叫了起来 哈哈 我成功了 主人 这玩意儿 好像真的有效果呀 青龙也兴奋地漂浮在苏洛面前 兴奋地直甩尾巴 恨不得四只爪子都装上这玩意儿 那如果是没有融合神格的宠物 能使用这个装备吗 苏洛好奇问道 青龙 亡灵巫师 融合神格之后的神兽别说是使用装备了 就算是化成人形也有可能 但是没有神格的宠物貌似就不太行了 亡灵巫师顿时就颓废了起来 不过 苏洛很快就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既然伸手能穿戴装备 而自己恰好又能和玄武共享防御力 倒不如先帮玄武打造一套防御装备 这样一来自己绝对就无敌了 想到这里 苏洛立马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亡灵巫师 这家伙喜欢鼓刀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听到苏洛的意见 他立马就拍着胸脯表示没问题 主人你放心 我肯定给玄武搞一个非常厉害的装备 防御力非常吊炸天的那种 亡灵巫师唾沫横飞 苏洛则是趁机溜了 这家伙不仅古灵精怪点子多 画大饼貌似也有不错的潜力 要是继续留在这儿 估计自己这个当主人的都要被他洗脑了 帐篷里 苏洛出现的一瞬间 就看到周铁生那张有黑粗糙的大脸 四目相对 大眼瞪小眼 你想干嘛 苏洛猛地往后退了两步 警惕地盯着周铁生 这家伙竟然钻到自己帐篷里来了 嘿嘿 误会 这是个误会 周铁生老脸一红 连忙退出了帐篷 然后说道 他们在烤肉让我过来叫你 我发现你不见 然后就在这儿等着了 苏洛 这借口还真特么的无懈可击 走吧 苏洛叹了口气 跟着周铁生钻出帐篷 山洞里肉香四溢 两个不大的烤架被摆放在平缓的地方 烤架上还有滋滋冒油的肉串 甚至这些家伙还带了辣椒面和滋然粉 洛哥来了 咱们可以开吃了 周铁生语气激动 立马一只手抄起几串肉就往嘴里塞 大家都累了一天了 鸡肠鹿鹿 此时 闻着这烤肉串的香味肚子里 早就咕咕直叫了 是不是藏了什么人在里面 周兰也笑盈盈跟着地打去道 我就在里面种植了点药材 似乎想到了什么 苏洛对着山洞的角落一摆手 顿时就取出来了一堆灵犬丹 足足有七千克 一共分成了七堆 你们有时间了 可以给宠物一点 这样宠物的等级长得快 洛哥仗义 王维学着周铁生的语气大喊了一声 然后立马将其中一堆收入囊中 张天一 孙海两人也朝着苏洛道谢 然后才收取灵犬丹 随时随地随手就能丢出来这么好的东西 在他们看来 苏洛绝对是个能跟随的好大哥 众人围着篝火 吃着美味的烧烤 气氛一时间融洽无比 而这时候 山洞口处又来了一群人 这些人头戴白色围巾 面色又黑 看到苏洛他们在吃烤肉 他们纠结了一会儿 还是走进来了 朋友 你们的食物有多余的没有 可不可以分给我们一鞋 这些人一开口就很豪气 甚至连呼吸都带着金钱的感觉 众人不答话 只是默默地将视线放在苏洛身上 食物是小事 关键是 一会儿这些人顺势要在这儿 过夜的话就不太方便了 你们愿意出什么价格 见这群人都在吞咽口水 再加上他们的打扮 苏洛知道 这些人都是富的流油 而自己这边食物很充足 宰一笔也不是不可以 朋友 只要你愿意卖什么价格都可以 领头的一名男子 手上浮夸地戴着金戒指 脖子上还挂着一串 不知道什么做的金色装备 总之看起来就很有钱 如果在山里走 身后绝对能跟一大群劫匪那种 你自己出价格吧 苏洛语气平静地开口 同时看到周铁生 在不停地冲自己眨眼睛 洛哥 我背包里还有很多肉串 朋友 你们是龙国的人吧 五十万龙币怎么样 让你们吃饱 周铁生挑了挑眉头 嘴角微微扬起 很显然是心动了 不是 你们误会了 五十万龙币一串 要是觉得手 我们还可以再加 怎么样 文言 苏洛等人都骂了 这群人确实有钱 甚至是起了冲突 恐怕开出来的价码 还真能当买命钱 就连在场家境最为富裕的龙少辉 也都只感觉眼皮子狂跳 五十万一串的烤肉 太特么奢侈了 众人这时候 恰好也吃得差不多了 周铁生这个财迷 立马就化身周大厨 开始亲自下厨 其余的人 则是帮忙打打下手 一个小时左右 这群人开始结账了 他们一共八个人 吃了大概五百串 按照五十万一串的价格 大概就是 两亿五千万龙币 朋友 你们的手艺很棒 付了钱 这群人也没在逗留 而是直接离开了 山洞里恢复了安静 八个人面面相去 过了好一会儿 周铁生才开始哈哈大笑 这些人太特么有钱了 早知道 我们应该再卖贵一点 激动之余 周铁生又把钱 直接分成了buffer 咱们平分 周兄 这些钱就当用来建设帮会吧 赵雷三人 相互交流了一下眼神 立马出言拒绝了 他们一拒绝 其他人都算是 苏洛的自己人了 更不可能要这个钱 整个山洞都被雪堵住了 阳光照不进来 导致众人失去时间观念 直接睡到了大中午 不过目前为止 已经收集了四块黄龙巾 苏洛并不着急 别说睡到大中午了 就算是再睡一天 也毫无压力 不过为了尽快完成任务 他还是立马放出了寻宝鼠 加油 今天再找到两块 我给你一百克这个 苏洛对着寻宝鼠的嘴里 丢了一颗灵犬丹 滋滋 吃下灵犬丹后 寻宝鼠顿时激动的浑身颤抖 然后猛地冲破雪墙 开始在雪山之上狂奔 刚踏出雪山区域 迎面来的便是酷暑难耐的沙漠地区 不过对于转职者来说 也不是难以忍受 众人跟着寻宝鼠追了一会儿之后 便默默地放慢了脚步 苏洛皱皱着眉头看向前方 刚好有两伙人在火拼 其中一伙人 正是昨晚上天价吃烤肉的那群头金哥 朋友 帮帮我们 我们愿意给十个亿的龙臂 毕竟这两伙人要是都死了 自己至少也能收集到两枚黄龙筋 洛哥 要不要帮一下 周铁声心动了 龙绍辉也时不时地看向苏洛 十个亿 在场的人 每人至少能分一亿多啊 不帮 为什么啊 就连夜灵月这个不缺钱的大小姐 都忍不住质疑了起来 又不是没有实力赚这个钱 他们应该都有黄龙筋 我们当渔翁 说完之后 苏洛静止找了一块石头坐了下来 看到这一幕龙绍辉等人 也瞬间明白了 这特么是要玩黑吃黑吃黑啊 刺激 黄沙漫天 温度高升 此时正是中午 就连空气都开始隐隐有些扭曲 龙国的队伍就这么静静地站在旁边 距离打斗的地方大概两百米左右 随着时间缓缓流逝 那两个队伍也逐渐停止了斗争 苏洛突然蹭的一下站了起来 洛哥 现在动手吗 只是这石头有点烫屁股 确实 我以为你们不烫一样 周铁声也立马从一块石头上站了起来 同时还呲牙咧嘴地拍了拍屁股 在场的几名男生也都纷纷站了起来 至于夜灵月和周澜 他们本来就没坐着 看到这一幕都不由得无嘴倾向 这时候 那两伙人彻底停下来了 看着苏洛等人这边不停地指指点点 似乎在商量什么 不一会儿功夫 两伙人便各自退开了 洛哥 他们走了 黄龙巾是不是也被拿走了 看到他们离开 周铁声顿时就着急了 寻宝鼠静静静地趴在地上 并没有任何动静 应该还在 苏洛对着寻宝鼠下达指令 这家伙立马变得精神抖擞 朝着刚刚那两伙人交战的地方冲过去 直到这时众人才暗自松了口气 无论能不能做鱼翁 至少要保住一块黄龙巾才好 走了大概两分钟左右 寻宝鼠这才缓缓地停了下来 一双爪子在地上不停地刨 一时间刨的四周尘土飞扬 根据寻宝鼠的反馈消息 就在地底下三米左右 就埋了一块黄龙巾 姿姿 或许是感受到黄龙巾的气息了 寻宝鼠发出一声尖叫 立马又加快了刨坑的速度 这时候沙漠周围又冒出来了三个队伍 除了刚刚争夺黄龙巾的两个队伍以外 又多出了一个陌生的队伍 众人纷纷抬起头 打量着不断靠近的三支队伍 龙国的朋友 你们只要留下身上的黄龙巾 我们就可以放你们离开 白头巾队伍中 领头的男子脸上露出了和善的笑容 手上却很诚实地拔出了一柄金色战剑 大友一言不合就开打的架势 另外两支队伍也都露出了戏谑的表情 三对一 他们吃定了 三支队伍不断地逼近 隐隐形成了包围的形式 姿姿 这时候寻宝鼠突然发出一声尖叫 然后直接把黄龙巾抓出来了 黄龙巾出现的一瞬间 围过来的所有人都加快了脚步 朋友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把黄龙巾还有你那只宠物让给我们 不然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头金哥再度开口 另外两支队伍也都纷纷摆出了战斗的队形 骑士在前 箭矢和狂战士刺客四级行动 法师 弓箭手和辅助走在最后面 三支队伍距离苏洛等人 此时已经不足20米 大战随时有可能打响 周铁生等人却丝毫不慌 他们知道 苏洛会出手的 杀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顿时就有几道箭矢朝着队伍中的苏洛破空袭来 周铁生立马举起盾牌抵挡 洛哥 赶紧出手干掉他们吧 挡住箭矢之后 周铁生才扭头对着苏洛催促道 其他的倒是无所谓 主要是这沙漠里太热了 行 那就干掉他们 苏洛微微一笑 直接召唤出了青龙 玄武和亡灵巫师 三只宠物出现的一瞬间 现场的温度纵然降低了不少 特别是玄武浑身都冒着寒气 宛如移动的巨大空调一般 你们三个 自己挑一个 比赛看看 谁先结束战斗 苏洛对着三只宠物下达命令 他们都已经融合了神格 拥有一定的智慧 只是看了看 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主人 肯定是我先结束啊 亡灵巫师对着苏洛传音 然后直接挑了人数最少 只有七个人的一只队伍 冲了过去 玄武和青龙无奈 只能挑八个人的队伍 之前苏洛给他们交代过 有外人在场的时候 不能开口说话 不然神格的事就暴露了 只要不说话 就算是战斗再怎么逆天 也没人会多想 随着三只宠物冲出去 周铁生直接放下了盾牌 然后化作吃瓜群众 砰砰砰 玄武的战斗方式简单粗暴 仗着皮糙肉后 直接在八人小队中横冲直撞 不一会儿功夫就有一人 死在他巨大的爪子下面 另一边 青龙的战斗方式明显帅气了不少 他速度极快 宛如一道清光在人群中穿梭 每闪烁一次都会爆发出巨额的伤害 结结结 亡灵巫师嘴里发出令人牙酸的声音 手里的大镰刀时不时地舞动一下 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手段 裹着白头巾的队伍在他面前 就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一分钟左右 头巾哥们彻底团灭 爆出了一堆装备和一枚黄龙巾 亡灵巫师对着苏洛露出得意的眼神 然后自己回到神药界中取了 对于他来说 不能开口说话显白 比什么都难受 所以一完成任务 他就迫不及待地溜了 看到这一幕 龙绍辉等人彻底骂了 一只宠物 灭一个小队 那他妈可是八十多级的转值者啊 苏洛的宠物既然不到一分钟 就全部解决了 苏洛 你这宠物不简单啊 龙绍辉满脸羡慕地看着苏洛 其余人也都表情复杂 也就是稍微品质高一点 等级高一点而已 苏洛咧嘴一笑 目光看向了另外两只队伍所在的地方 此时只剩下一地的装备 和两枚黄龙巾了 苏洛把宠物收进空间 恰好龙绍辉等人 也把所有的战利品都收集好了 龙绍辉摊开手掌 里面是六枚中型空间石 和一枚大型空间石 这玩意儿给你吧 我们都用不少 对对对 我们用不上 王伟等三人也都纷纷点头 生怕苏洛不要是的 既然你们不要那我可就要了呀 苏洛咧嘴一笑 知道这是龙绍辉在照顾自己 其他人也都笑了起来 直到现在为止 龙果小队已经获得了八块 距离目标还剩下最后两枚 而时间才过去短短两天 这时候 寻宝鼠突然发出一阵急促的叫声 似乎发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一样 搜的一下爬到了苏洛的肩膀上 怎么回事 苏洛顿时就皱起了眉头 其余人也都立马四处张望 在众人身后沙漠的另一端 黄沙漫天 烟雾弥漫 似乎有千军万马冲过来一般 黄沙中 隐隐可见是一群冰原狼群 只不过此时 他们似乎是在逃命 无数冰原狼目光恐惧 风味一样在沙漠中狂奔 雪白的皮毛和地面的黄沙 形成鲜明的对比 看到这一幕众人都呆住了 冰原狼是冰雪区域的生物 怎么会跑到沙漠区域来 过了几秒钟后 答案瞬间就出来了 在冰原狼群后面 还跟着一群异兽 这些异兽浑身腐烂 甚至有的 只剩下满身白骨和腐肉了 他们嘴里留着黏乎乎的液体 双目赤红 看起来恶心又可怕 在异兽的身后 跟着一只体型高达十余米的巨兽 看起来像是一只野猪 丧尸猪王160级SS级生物 攻击468000 防御26万 精神85000 体质128000 技能毒液喷射 感染 野蛮冲锋 被动 尸毒传播 毒液喷射 喷射出含有尸毒的液体 造成200%伤害 感染 散发出恐怖的毒气 感染周围生物 造成150%伤害 野蛮冲锋 对前方进行直线冲锋 造成300%伤害 介绍 千万别中了它的尸毒 不然你将会变成它的傀儡 看到丧尸猪王的等级 苏洛脸色顿时一沉 至于龙绍辉等人 则是直接吓得小脸煞白 这特门要是被揍一下 直接就能死翘翘了 苏洛 撤退吧 龙绍辉神色凝重 其余人也都面露恐惧 别说是冰原狼群了 像他们这样的队伍 就算是再来十个 也无济于事啊 先撤退吧 苏洛下令 所有人立马朝着旁边撤离 同时预防引起丧尸猪王的注意 冰原狼群飞快地从沙漠中掠过 后面是丧尸异兽大军 和丧尸猪王紧追不舍 直到丧尸猪王离开之后 众人都还心有余悸 看着那硕大的身躯越走越远 苏洛心里不禁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目前金刚魔怨的战斗力虽然强悍 但比起丧尸猪王差远了 几只神兽都还没成长起来 丧尸猪王若是能收入麾下自己手里 就能再多一个底牌 若是以后自己再去战区 直接放出丧尸猪王绝对能横扫全场 苏洛 你该不会想奔上去看看吧 看到苏洛对丧尸猪王似乎有兴趣 叶灵月脸上顿时就露出了担忧的表情 其余人也都紧紧地盯着苏洛 生怕他想不开 我想去看看 你们几个都有宠物 只要不去找麻烦 自保完全没问题 就在这等我 苏洛简单安排了一下 然后便直接召唤出速度最快的青龙跟了上去 青龙飞行的速度很快 不到一分钟时间就追上了丧尸猪王的速度 青龙在虚空飞行 对于地面的丧尸猪王有一定的安全距离 一边跟着 苏洛脑海中也在计算着丧尸猪王的战斗力 他普通攻击就已经高达四十多万 就算是玄武也扛不住两下呀 想要收服 唯一的办法就是像上次收服金刚魔猿那样了 不过这丧尸猪王的速度明显快了许多 需要使用幽冥懒月花控制才行 而现在幽冥懒月花的等级才九十级 想要困住丧尸猪王的话 至少也要一百一十级才行 主人 这只猪的等级太高了 我们应该打不过 青龙对着苏洛提出建议 虽然他已经融合了神格 但不是融合了无敌体制 该认怂就认怂 我已经想到办法了 你别跟丢了 我去一下神耀界 花音落下 苏洛的身影已经从青龙背上消失了 神耀界中 苏洛直接将幽灵猛虎 玄武 三族金乌 火凤凰和亡灵巫师召唤出来 同时苏洛还放出了一百只其他的宠物 主人 什么事 吃丹药 苏洛当机立断 让所有宠物都开始吃灵犬丹 而他自己则是隔断经验值 全部都分给了幽灵懒月花 亡灵巫师虽然心里疑惑 但他从没见过苏洛如此严肃 也只能乖乖照做 上百只宠物一起吃寿灵丹 以下就是一百多万经验值 幽灵懒月花的等级 瞬间开始蹭蹭蹭地往上涨 九十一级 九十二级 仅仅十分钟左右 幽灵懒月花的等级就达到了一百三十级 这时候 苏洛又将目光放在了剑气草上面 既然那只猪皮糙肉后 剑气草也得升级才行 苏洛再次把经验值分配给剑气草 这次只用了八分钟时间 剑气草的等级就达到了一百三十五级 而苏洛自己也升了一些等级 达到了九十八级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 苏洛才离开神药界 再次出现在青龙的后背上 此时此刻 地面上的冰原狼群已经所剩不多了 只剩下十来只还在拼命地跑 大部分冰原狼都中了尸毒 沦为丧尸猪王的傀儡 开始追咬还未感染的冰原狼 看到这一幕 苏洛不禁感觉头皮发麻 这家伙幸亏是在黄龙秘境里面 要是放到外界去 没有一百五十级以上的转职者对抗的话 几乎能让整个世界天翻地覆 而这时候 地面上的冰原狼已经彻底团灭 丧尸猪王自立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开始休息 看到这一幕 苏洛顿时就意识到机会来了 隔空打大 苏洛召唤出三足金屋和火凤凰 同时自己也对着丧尸猪王 施展了三昧真火 轰轰轰 炙热的火焰从高空喷洒下去 在丧尸猪王身上 打出的伤害低得可怜 好 丧尸猪王抬起硕大的头颅 瞬间就发动了毒液喷射技能 一股黑色带着新臭味的液体 飞速喷了上来 青龙一个位移 轻松躲开 三足金屋和火凤凰 立马开始还击 由于双方等级差距过大 所以他们打出来的伤害也很低 对于丧尸猪王来说 就像是挠痒痒一样 主人 他防御力太高了 我们打不动 火凤凰语气无奈说道 打不动就慢慢打 这支丧尸猪王队我有大用 为了增加进度 苏洛又直接把亡灵巫师召唤了出来 主人 这次怎么是在天上 亡灵巫师本想来个帅气的战力 结果脚下一空 差点直接掉下去 苏洛没有废话 直接问道 你现在召唤的骷髅战士 能有多少集 六十集 怎么了 给我召唤出来 去围攻他们 苏洛指了指地面的丧尸异兽 和丧尸猪王 语气兴奋 丧尸猪王的小弟虽然多 但终究是有限的 而自己这边的骷髅战士 只要精神回复药水足够 可以算得上是源源不断 亡灵巫师收到命令 立马朝着下方飞去 苏洛则是 骑在青龙背上 看着几只宠物 被丧尸猪王进行消耗 只要不出意外 就算是他的血条再怎么厚 也能磨下去 同时 苏洛心里也暗暗庆幸 多亏没少让容绍辉 他们一起跟上来 不然的话 自己还得想办法 保护他们几个 无数骷髅战士 被亡灵巫师召唤出来 朝着丧尸异兽杀去 很快 骷髅战士的数量 就达到了一千只左右 数量和丧尸异兽数量差不多 但是亡灵巫师 并没有停止 反而是加快了召唤的速度 只要炮灰够多 就能够消耗丧尸猪王的精神值 一旦被他的精神值耗光 宠物们就能进行近距离消耗了 好 地面上黄沙漫天 无数嘶吼声此起彼伏 丧尸猪王巨大锋利的獠牙 只需要轻轻一拱 就能消灭一大片骷髅战士 一个技能下去 无数骷髅战士 瞬间化作白光消失 但是输出的主力军 依旧是火凤凰和三族金屋 玄武和幽灵猛虎苏落 根本就不敢放出来 要是这两个宠物被感染了他 估计能哭死 所以目前最保险的办法 就是慢慢消耗 过了几分钟后 丧尸猪王的血条 下去了十万左右 还剩下一百一十七万 这时候 丧尸猪王开始愤怒了 他发出一声大叫 身边顿时出现了 源源不断的丧尸异兽 看到这一幕 苏落顿时就瞪大了眼睛 旁边的几只宠物 也都感觉奇怪 这家伙竟然还能释放小店 难道他能和御兽师一样 也拥有某种空间 丧尸猪王似乎开始发怒了 他一口气 释放 出来了接近三千只丧尸异兽 等级从二十级到八十级都有 甚至还有好几只一百级的丧尸异兽 这些丧尸小弟 就像是傀儡一样 对着周边的骷髅战士 发动攻击 1688 12600 13500 一个个高额的伤害 从骷髅战士身上冒出 亡灵巫师持续召唤了二十分钟 就耗尽了所有的精神值 主人 能不能想想办法 这样下去不是个事啊 先消耗着吧 苏洛目光紧紧地盯着地面 同时对着亡灵巫师 甩出几十只大型精神回复要剂 终究 还是我承担了所有 亡灵巫师表情忧怨 结果精神 回复要剂 蹲蹲蹲地狂炫了几口 然后开始继续召唤 骷髅战士 另一边 三足精巫和火凤凰 也在不停地输出 青龙则是时不时地丢几个技能下去支援 过了一个小时左右 苏洛再次开始查看丧尸猪王的属性 丧尸猪王 160级SS级生物 攻击468000 防御26万 精神25600 体质846400 技能 毒液喷射 感染 野蛮冲锋 被动 尸毒传播 目前 丧尸猪王的血条已经下去一半了 还剩下84万左右 看到这里 苏洛顿时 信心大增 只按照现在 这个进度 最多再过一个小时 他就能尝试 开始使用训灵技能了 但是不出意外的话 很快就出意外了 苏洛居高临下 能看到几个小黑点 在不停地靠近 不用猜也知道 是龙少灰他们来了 苏洛 要标帮忙 周铁生 骑在铁皮犀牛上 隔着老远就开始大声喊话 他们全速赶路 速度很快就靠近了战场边缘 而此时 被打得晕头转向的丧尸猪王 似乎找到了发泄对象 立马就对着几人 发动了冲锋技能 哇 他浑身 散发出黑色雾气 巨大的身躯 瞬间冲了出去 快闪开 看到这一幕 苏洛的心瞬间就悬了起来 这几个家伙 要是被击中 几乎是十死无生的地步 就算是不被装死 也绝对会被尸毒感染 自己手里 可就只剩下两个光明神 进化药剂了 也就不了这么多人啊 看到冲锋而来的丧尸猪王 几人顿时脸色大变 卧槽 周铁生脸色煞白 本能地举起盾牌 挡在众人前方 发动最强防御 他浑身泛起阵阵金色光芒 隐隐有一座钢铁堡垒 在虚空中凝结 别费力气了 我们挡不住的 龙少辉叹了口气 满脸心疼地 从背包里 取出了一块蓝色石头 看到这枚石头的时候 苏洛才松了口气 咔嚓 就在丧尸猪王 即将冲到的前一秒 龙少辉刚好捏碎石头 顿时 一道白色光芒 将它们全部包裹 白光闪烁间 几人瞬间消失在原地 出现在另一个 和丧尸猪王相反的方向 轰隆 丧尸猪王的技能 撞击在一个丘陵上 顿时将整个 沙丘状的炸裂开来 黄沙足足弥漫了半边天 你们赶紧走 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 苏洛沉着脸 对几人喊了一声 然后趁着丧尸猪王还没回来 直接释放了幽灵猛虎 和玄水归下去 厮杀丧尸一兽 帮他们分担压力 我就说了不来吧 你们非得让来 周铁生收起盾牌 脸上露出尴尬的表情 我的传颂时啊 龙少辉脸上并没有其他表情 只有一副很心疼的样子 众人打亮了一眼 发现苏洛没问题之后 他们才骑着宠物 迅速逃离战场 本来是兴致勃勃 跑来支援的 结果从道场到 荒不择路地逃跑的过程 只用了一分钟时间不到 足足跑出几百米之后 他们才停下脚步 远远地看着战场的动静 那只丧尸猪王好厉害啊 要是被撞上 估计我们能集体升天 周铁生拍着胸脯 心有余悸说道 丧尸猪王厉害 你们没发现 苏洛也厉害吗 他似乎都没掉血 苏洛已经不能用 平常的目光看待了 他是个变态 他应该是想收服 这只丧尸猪王吧 要是成功了的话 估计能成为龙国第一人了 咱们能被安排 来参加秘境的 都是个方天才吧 和他比起来 连个屁都不如 众人沉默了 苏洛要是收服了 丧尸猪王 以后绝对能随意 大杀四方来去自如 不仅是他们这么想 苏洛自己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这次 苏洛决定豁出去了 就算是有别人在旁边 看也没有关系 只要收服了丧尸猪王 再获得白虎神戈 这次黄龙秘境结束之后 自己就是一个崭新的自己了 此时此刻 丧尸猪王的血条 还剩下最后六十万 苏洛毫不犹豫地 从神药界中 取出了幽名蓝月花和剑气草 直接朝着地上抛去 就算地面全是黄沙 好 感受到自己的威胁越来越大 丧尸猪王开始狂躁起来 他拼了命地想要 把骷髅战士击杀干净 但是任由他怎么杀 都始终杀不干净 这时候 体型庞大的幽名蓝月花 已经生长起来了 长达三百米的巨大藤蔓 在虚空中摇曳 同时剑气草也达到了战斗形态 一片片锋利的叶片 缓缓旋转 只需要缩落一个念头 这些叶片就能脱离主干 成为一道道锋利的剑气 看到幽名蓝月花和剑气草 同时出场 远处观看的龙绍辉等人 已经彻底惊呆了 卧槽 感觉好刺激啊 从来没有见到过苏洛 同时使用这两种宠物啊 话说 这是宠物还是植物 这两个应该是植物吧 不过杀伤力很强 用来对付这只猪再好不过了 这两样东西都出来了 看来要到决战的时刻了 众人议论纷纷 甚至龙绍辉 还取出了刘影石 虽然没经过苏洛的 允许会很冒犯 但这种见证历史的 时刻他不想错过 必须得想办法 记录下来才好 战场上 丧尸猪王似乎嗅到了危机感 他扭头 看了一眼 幽名蓝月花和剑气草 眼神中露出了一抹犹豫 是去把这两个东西拱翻 还是跑落 主人 这只猪的智商似乎很高啊 他竟然打算逃跑了 火凤凰对着苏洛吐槽了一句 然后立马施展了技能 火凤凤天 三族金屋 也拿出了他的拿手技能 火海禁锢 随着一连串密集的伤害冒出来 苏洛知道 时间差不多了 他立马操控着幽名蓝月花 朝着丧尸猪王席卷而去 植物是不会感染湿毒的 只要控制住丧尸猪王不让他逃跑 就已经成功了大半 咔嚓 丧尸猪王狠狠一口咬在 幽名蓝月花的枝干上 顿时就咬了个粉碎 无数花朵也因此碎裂 散发出阵阵黑色烟雾 或许是等级太高 丧尸猪王竟然直接免疫了 幽名蓝月花的负面效果 不过好在把他束缚住了 腾弯不停地衍生 一圈一圈地 直接将丧尸猪王卷了起来 苏洛一心二用 同时又开始操控起了剑气草 他伸手微微一抬 剑气草树干瞬间 就开始高速旋转起来 无数叶片瞬间脱离主干 化作一道道剑气 仔细看去密密麻麻一大片 但是苏洛心里却无比地清楚 这些剑气足足有138,650道 剑气在虚空中 汇聚成为一条巨大的剑气长龙 不断地盘旋 杀 苏洛抬手对着丧尸猪王狠狠一指 剑气长龙瞬间出击 好 这一刻 丧尸猪王才感受到那股浓烈的杀机 但是 他已经被幽名蓝月花彻底捆住了 根本就摆脱不了束缚 只能眼看着剑气长龙冲过来 12600 15000 16800 一连串的伤害密集地从他身上冒出 苏洛紧紧地盯着丧尸猪王的血条 所以打的同时也得留意 求他不要死 就在丧尸猪王还剩下最后三万血量的时候 苏洛飞快地撤回了 还没消耗完的剑气 而此时 地面已经满目疮痍了 地面坑坑洼洼 无数骷髅战士丧尸异兽 全部被剑气撕裂成碎片 看到这一幕亡灵巫师 直接瞪大了眼睛 他倒不是震惊剑气草的威力 而是在心疼自己的劳动成果 辛辛苦苦召唤出来的 一千多只骷髅战士 直接被苏洛吾 差别火力 覆盖霍霍完了 主人 你陪我的骷髅战士 亡灵巫师满脸忧怨 要是有血有肉 现在一定是撅嘴 撒娇的表情 但是 苏洛却没理会他 直接对着丧尸猪王 开始施展技能 训灵 训化失败 训化失败 一连串的失败提示冒起 但是对于一个成熟的御兽师来说 苏洛毫不气馁 直接命令亡灵巫师 对着丧尸猪王 施展了一个死亡诅咒 在叠加了三个死亡诅咒之后 丧尸猪王的血量 终于开始缓慢下降了 而苏洛 则是开始不停地施展训灵 远处 龙少辉恋恋不舍地 将刘尹识收入背包 然后开始仔细地盯着现场情况 现在丧尸猪王 已经被束缚住了 他们都能猜到苏洛现在 是在驯服 不过 他们还是很识趣的 没有靠近 等到腾曼 把丧尸猪王放下 苏洛自己落到地面之后 他们才马不停蹄地胆过去 洛哥 恭喜你啊 又收服了一只 强大的宠物 周铁生脸上的羡慕 毫不掩饰 如果可以废除职业 重新选择的话 他大概率会 毫不犹豫地选择预售师 这次黄龙秘境 没有白来 苏洛脸上久违地露出了笑容 丧尸猪王被驯服之后 已经很自觉地 收起了尸毒气息 就算是近距离接触 也没有任何影响 看着他身高十余米的体型 一时间苏洛感觉 安全感十足 再加上金刚魔源 这两个家伙组合起来 足以无敌于天下 不过 前提是别人没有幽明 懒月花这种束缚 效果逆天的东西 众人羡慕地打量着 丧尸猪王的外表 龙少辉则是满脸纠结的搓手 尴尬到 刚当你战斗的时候 我用刘影识记录了一些画面 你看 莫事儿 记录了 就随便你处置吧 苏洛明白龙少挥什么意思 如果自己不愿意的话 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 把刘影识交出来 去找他们的麻烦 人的名书的影 这就是事 让他们过足了眼影之后 苏洛才将丧尸猪王 收进宠物空间 咱们现在干嘛啊 周铁生满脸茫然地看着苏洛 众人 咱把黄龙秘境干嘛 当然是收集黄龙金啊 黄龙金作为这处 秘境独有的产物 就算是几年开启一次 也数量有限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只会越来越少 毕竟周边几十个国度的人 都会派人进来收集黄龙金 所以 15天时间看似很富裕 实际上一点也不多 众人整备了一下之后 苏洛便再次放出了寻宝鼠 经过几次训练 寻宝鼠对于灵犬丹 已经有了非常强烈的渴望 接受到寻找黄龙金的指令后 他便立马开始四处狂奔 用灵敏的鼻子 和特有的感应能力 寻找黄龙金 众人都有宠物当作骑 倒也勉强跟得上寻宝鼠的速度 足足过了半天时间 寻宝鼠最终停留在了一片森林当中 林中大树参天 树棺遮天蔽日 粗壮的树干遮挡住了大部分视线 站在密林中很难看清远处的场景 大家注意一点 苏洛对着众人提醒了一句 然后才继续命令寻宝鼠前进 毕竟这种地势很容易被人偷袭 如果不小心的话 很容易出现问题 龙绍辉等人紧紧地跟在苏洛身后 又走了十分钟左右 寻宝鼠的速度才慢下来 直到最后 他甚至干脆停下了脚步 怎么了 龙绍辉 周铁生等人都是满脸疑惑 子子 寻宝鼠对着苏洛一阵比划 那焦急的小眼神都急得快说话了 应该是黄龙精被人拿了 所以气味消失了 苏洛心里有些失望 恰巧这时候 前方传来了阵阵打斗的声音 很显然又是一场为了黄龙精的战斗 众人缓缓上前 偷偷地观察着前方的动静 不看不知道 一看下一条 密林前方的一个地洞旁边 竟然有五个小队在相互火拼 现场大概还有三十多个人 五个阵营各自为战 虽然战斗才刚刚开始 但各方人员都有所损伤 很显然各方都是为了争夺黄龙精而引发的战斗 看到这一幕 苏洛心里顿时就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之前没做成渔翁 这次应该总能做成了吧 苏洛 你怎么想的 龙少辉突然扭过头 兴致勃勃地看着苏洛 我们应该想到一块去了 这次咱们黑吃黑 周铁生也兴奋地趴在地上 论实力 他们人手一只宠物 再加上所有人都是巅峰状态 就算是龙少辉他们不出手 苏洛一个人也能碾压这里的所有人 现在要考虑的是 继续看一会儿 还是直接出场结束战斗 再等等吧 苏洛趴在草丛里 静静地看着前方的战斗场面 实际上 他是在观看那些人凶前的勋章 但是 很快苏洛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如果自己落入下风 别人也没多打 可能会放自己一马 既然这样 那就只能落花催手了 走吧 在脑海里脑补了一会儿之后 苏洛直接下达了命令 干 周铁生取出一面盾牌 也兴致勃勃地站了起来 至于周兰 叶灵月两个女生则是没说话 直接用行动证明了他们的观点 随着众人出现 原本混乱的场面顿时就停止了 龙国的人 这里没有你们什么事 赶紧滚蛋 五支队伍对于苏洛等人都不欢迎 眼看着就要分出胜负了 结果又来了一支队伍 你们想活命的 就把身上的黄龙巾和空间石 装备之类的东西全部交出来 第一次干这种业务 苏洛并不是太熟练 甚至连狠话都说得不太像 教你妹 其中一名弓箭手怒骂一声 然后抬手朝着苏洛狠狠一箭射来 箭矢带着强悍的杀伤力 在虚空中传出阵阵破空声 周铁生撇了撇嘴 抬起盾牌轻松挡下 什么档子啊 和我用一样的装备 看到对方竟然敢先出手搞偷袭 孙海顿时就不乐意了 抬手就对着他们的队伍 发出了一个技能 箭阵 密密麻麻的箭矢冲天降 对方的骑士顿时手忙脚乱 开始抵挡 这次是 其他的几支队伍 似乎达成了某种共识 也都纷纷朝着龙国小队发起攻击 看他们的样子 是想先解决掉龙国的队伍 然后在私底下解决他们的矛盾 这是要玩一支对外吗 苏洛撇了撇嘴 直接召唤出了亡灵巫师 明明有一百种秒了他们的方式 但苏洛就想见识 剑矢战士的战斗力 亡灵巫师作为老游子 只是看了一眼 现场就知道这事要打架了 立马对着苏洛传音问道 主人 怎么搞 用骷髅战士堆死他们 够霸气 亡灵巫师眼眶中鬼火闪动 立马就开始召唤骷髅战士 现在的他能一次性召唤一百只 为了效率更高 亡灵巫师直接开始不停地 在各个方向闪烁 一共八个方位 他每闪烁一次 就会多出一百只骷髅战士 不一会儿功夫 就召唤了足足两三千只骷髅战士 看到这一幕 几只队伍明显有些慌望了 这些骷髅战士的等级都是六十级 虽然看起来实力很低 但是数量多啊 再加上 还有一只整装待发的小队 在旁边虎视眈眈 一瞬间 现场的几只小队 都感受到了危机感 龙国的朋友 我愿意交出黄龙金 请让我们安全离开 一只队伍的领头人 看到这一幕 立马表示愿意放弃抵抗 虽然黄龙金关系到国度的某些因素 但命是自己的 死了同样也保不住黄龙金 倒不如提前交出去 可以 苏洛爽快地答应 然后便静静地等待他交黄龙金 我们一共只得到了两枚 那人说完之后 从背包中取出两枚黄龙金 朝着苏洛的方向丢去 苏洛并没有第一时间捡取 而是让寻宝鼠去捡 确定黄龙金没问题后 骷髅大军立马分裂出一道口子 让他们出去 耸淡 现场还剩下四支队伍赋予顽抗 他们一边绞杀骷髅战士 还在试图朝着龙国小队靠近 四支队伍加起来接近三十人左右 正常看来 击杀一个八人队伍还是很轻松的 所以他们信心十足 看到这一幕 周铁生脸上都快笑开花了 洛哥 要不给他们一个痛快吧 慢慢来 索洛不动声色 暗地里却催促亡灵巫师 加大召唤量 不经意间 亡灵巫师从一次召唤一百个骷髅战士 变成了一次召唤两百个 现场的骷髅战士顿时就多了起来 密密麻麻的 将四支队伍周围绕得水泄不通 龙国的朋友 我们也愿意交出黄龙巾 眼看情况不对 又有人开口求饶了 只不过 这次苏洛不打算理会了 直接杀了 同样能拿到黄龙巾 之前已经给过他们机会了 但是他们不中用啊 龙国的人 你们做事 不要太过分了 随着骷髅战士越来越多 四支队伍开始落入下风 不少人都开始对着苏洛骂骂咧咧 试图用道德来绑架一个 不讲道德的人 那就给你们一个痛快吧 苏洛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 然后便直接往后退了几步 叶灵月和孙海登场了 一个法师 一个弓箭手 两人都是远程输出的好手 甚至为了加快速度 苏洛还直接召唤出了火凤凰 三足金屋 青龙 三只宠物进行空中支援 看到这一幕 四支队伍的人都傻眼了 源源不断的骷髅大军就不说了 你压得竟然还搞支援 是怕库罗们赢得太慢吗 过了两分钟左右 现场恢复了安静 只剩下一地的尸体和白骨残骸 龙少辉面前 堆着六枚黄龙巾和一地的装备 苏洛 老规矩 这些东西归你 龙少辉直接把地上的一堆空间石交给苏洛 其他的东西则是全部装进背包 等待结束过后统一分配 经过这次战斗 龙国小队已经收集到了 整整十六枚黄龙巾和众多装备 物资 苏洛才起着青龙 带着火凤凰飞快地朝着冰雪区域赶去 才三天左右就成功完成任务 众人心里都美滋滋的 也纷纷开始朝着之前过夜的那个山洞赶去 冰雪山峰上 苏洛静静地站在上面 火凤凰则是不停地喷涂火焰 灼烧雪山上的挨挨白雪 主人 这下面似乎有什么动静 随着积雪融化 火凤凰顿时就感觉到不对劲 苏洛满脸好奇地朝着地面望去 只见地面上充斥着无数水晶一样的石头 石头透明像是玻璃一般 透过这些石头 能看到地面之下黑漆漆的环境 似乎整个山体里封印了什么东西一样 难不成这里和地窟秘境一样 也有传送门 苏洛满脸疑惑 这时候 整座山体开始不停地摇晃 苏洛被晃得差点顺着雪山滑下去 为了安全起见 苏洛直接把玄武召唤出来 一步跳了上去 主人 地下的东西要出来了 火凤凰语气急促 提醒了一句 便立马飞上了天空 这时候 整座山体晃动得更厉害了 山体之上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裂痕 苏洛心里也瞬间明白了 这哪是晃动啊 分明就是山体要裂开了 他立马驾驭着玄武往雪山下面冲 就在玄武离开山顶的后一秒 整个山顶轰然碎裂 四道白色的身影 瞬间从山体中冲了出来 好 出现的是四只白色猛虎 身高足足有四米左右 体型庞大无比 此时四只猛虎都在对着苏洛呲咧嘴 四十五万八千 防御十八万 精神十六万五千 体质六十五万 技能 隐杀 咆哮震慑 狐影击杀 被动技能 敏锐 隐杀 一分钟内可在方圆二十米内随意闪烁七次 咆哮震慑 发出猛虎咆哮 震慑敌人使其无法做出任何行动 狐影击杀 每次闪烁之后 下次普通攻击造成百分之二百伤害 介绍 黄龙秘境中特有的生物 实力强大 乃并雪山四大虎王 四只老虎的属性版面都差不多 不过看到这些老虎的等级何技能介绍 苏洛心里顿时就震惊了 竟然是一百三十节 要不是自己拥有金刚魔源和丧尸猪王的话 还真没把握搞定这四只虎王 主人 他们四个分别融合四枚白虎神格碎片 只要杀了他们就能掉落神格碎片 白虎神格的碎片一共分为四枚 相当于把眼前这几只老虎全部打死 就能凑齐白虎神格 这次拿神格倒是不费劲 苏洛眼神中露出一抹兴奋 然后直接召唤出了金刚魔源和丧尸猪王 一百二十节的老虎想要打死可不容易 更何况还是四只 所以出手就得王炸才行 杀 苏洛对着丧尸猪王和金刚魔源下达指令 同时也从神耀界中取出了幽冥懒月花和剑气草 此时此刻 苏洛算是火力全开了 光是一百五世纪的金刚魔源和一百六世纪的丧尸猪王就够碾压的了 再加上幽冥懒月花和剑气草 就算这几只老虎再怎么强 也只能有被按在地上摩擦的结果 好 火凤凰率先甩了一个火凤凤天 瞬间就激怒了四只猛虎 这时候苏洛又施展了一个火海禁锢的技能 只不过这几只白虎的实力很强 火海禁锢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丧尸猪王和金刚魔源的速度都不是很快 所以立马就陷入了被几只白虎放风筝的尴尬局面 不过好在还有幽冥懒月狐和剑气草支援 一瞬间四只老虎被打得上蹿下跳 这可是一百二十几的异兽啊 要不是为了他们身上的神格碎片 苏洛还真不忍心把这种级别的异兽打死 这时候 好 四只白虎齐齐发出惊天动地的吼声 然后他们的身影开始闪烁了 一万六千五百 一万五千 八万六千 每闪烁一次 金刚魔源和丧尸猪王的身上就会冒出来一个伤害 不过他们造成的伤害并不算很高 他们能成功无数次 但是只要失败一次 就能被金刚魔源或者丧尸猪王轻易解决 主人 这四只老虎有灵质 得想想办法 不然一会儿他们跑了 虚空中 看到苏洛还没有爆发出全部实力 火凤凰立马开口提醒 易受机会跑路 对于这个问题 苏洛很熟悉 得到火凤凰的体型之后 苏洛立马使用幽冥懒月花 将其中一只白虎卷了起来 杀 随着苏洛手指一横 剑气草的叶片瞬间化作万千剑气 直直地朝着那只被控制住的白虎杀去 当初半血的丧尸猪王都没能扛过剑气长龙一击 更别说半血的血玉灵虎了 剑气长龙催哭拉朽 只是一瞬间被控制住的血玉灵虎直接被秒杀 看到这一幕剩下的三只顿感不妙 开始有撤退的动作了 应付宠物攻击的同时 他们也在尝试着离开包围圈 但是可能吗 苏洛直接操控着幽冥懒月花 朝着另外一只血玉灵虎卷过去 同时命令三族金屋施展火海禁锢 让青龙 亡灵巫师和幽灵猛虎全力攻击 至于丧尸猪王和金刚魔猿 则是缠住了最后一只 现在剩下的三只血玉灵虎几乎全都是半血状态 而剩下的剑气至少还能干掉两只 战场上光芒四射 无数参天大树被击中 直接爆裂化作碎片 不一会儿功夫 幽冥懒月花控制住了第二只血玉灵虎 苏洛抬手一指 剑气长龙再度出击 被卷住的血玉灵虎眼神中露出恐惧之神 对着杀来的剑气长龙吐出一缕极寒之气 试图抵挡 但是根本挡不住 剑气长龙穿过寒气 直接狠狠地刺在血玉灵虎身上 16800 18500 16000 一连串的伤害不停冒出来 眨眼间第二只血玉灵虎也死了 恭喜您击杀血玉灵虎 获得经验值16万5000 随着血玉灵虎死亡 苏洛获得了大量的经验值 同时地面上出现了一枚白色 宛如金属一般的神格碎片 加上之前那枚 现在已经到手两枚了 此时 战场上仅剩的两只血玉灵虎 已经开始只顾着逃命了 根本没有抵抗的想法 但是 其中一只被禁锢 另外一只被丧尸猪王和金刚魔猿围着打 根本没有逃跑的机会 主人 快点来搞定这一只啊 你再不来小金屋就要被他搞死了 亡灵屋事件苏洛这边结束 战斗了 立马开始求救 化身火海的三足精屋 现在正在不停地掉血 哪怕加上大量的骷髅战士 吸收伤害 也无济于事 毕竟是一百三十级的异兽 三足精屋 就算是再厉害 也困不住多久 苏洛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这次 他直接一心而用 操控着幽冥 懒月花朝着被丧尸猪王 和金刚魔猿围着的那只血玉灵虎冲去 同时又操控着 剑气长龙往三足精 屋尽固住的那里杀去 最后两只 苏洛心里不停地念叨 同时对于两株植物的潜力 也发挥到了极致 杀 苏洛喊了一声 体型缩小了好几倍的 剑气长龙 瞬间击中血玉灵虎 同时 亡灵巫师和幽灵猛虎等宠物 也冲了上去 纷纷发动最强的技能 恭喜您击杀血玉灵虎 获得经验值十六万五千 第三只血玉灵虎死亡 而另一边 第四只血玉灵虎 也被幽冥懒月花控制住了 此时众多宠物 全部都围了过去 金刚魔猿和丧尸猪王公激励爆表 只是发动了几次普通攻击 第四只老虎 瞬间被捶成了一滩烂泥 终于搞定了 苏洛松了口气 再次用衣袖 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对战四只130级的异兽 这是他转职以来 经历过最惊心动魄的一场战斗 要不是收服了 丧尸猪王今天很有可能 会放跑一只 导致神格凑不整齐 白色的神格碎片 掉落在地上 幽灵猛虎立马就叼起来 屁颠屁颠地跑到苏洛面前上脚 实际上他心里清楚的 狠这玩意儿是自己的 但是主人没发话之前 还是要聊表心意的 四枚神格碎片放在一起 顿时就冒出了 一阵白色柔和的光芒 眨眼间就融合成了一枚 完整的神格 恭喜您获得白虎神格 系统的提示音响起 苏洛坐在一块石头上面 心里异常兴奋 这他妈可是神格啊 不是大白菜 也不是什么 花钱就能买到的玩意儿 自己竟然这么轻易 就得到了 坐在地上休息了一会儿之后 苏洛才把所有宠物 收回宠物空间 同时自己也钻进了神药界中 吼吼 幽灵猛虎被召唤出来后 顿时就兴奋地 朝着苏洛吼了两声 没吃过猪肉 但他见过猪跑 他心里很清楚 现在是要融合白虎神格了 当初让你跟着我 你还不乐意 现在你的造化来了 苏洛直接将神格 朝着幽灵猛虎丢去 他立马一口咬在嘴里 白虎神格在他嘴里 开始散发光芒 很快光芒就将幽灵猛虎 全部包裹 形成了一个白色的巨蛋 主人 恭喜啊 咱们的事业又强大一步了 亡灵巫师 作为神药界的戒灵 他是能够在宠物空间 和神药界中自由出入的 看到幽灵猛虎 马上就要变成神兽白虎了 他也很兴奋 毕竟苏洛越强 能收集到的资源也就越多 就比如现在 苏洛就取出了几十块空间石 大型 中型 小型的空间石 在苏洛面前摆了一大堆 但是大部分空间 石都是在黄龙秘境中杀人 杀人夺宝来得快 主人 这么多空间石 至少能把现在的神药界 扩大二十倍啊 看到这么多空间石 亡灵巫师顿时就兴奋了起来 作为这一方的戒灵 神药界面积越大 他也能享受到更多的福利 经营他的亡灵帝国 以后 咱们就能实现药材自由了 苏洛与其兴奋 直接把所有的空间石全部使用 哇 地面顿石开始震动起来 甚至就连空气都在不停地抖动 随着无数的空间石缓缓消失 周边顿时就弥漫起了一股白色的雾气 苏洛心里清楚 这是空间要开始扩大了 神药界中的空间本来就不小 现在扩大二十倍之后 已经相当于龙国两个省的面积了 到时候 无论是种植还是挖矿 都能拥有更丰富的资源 而现在他的宠物中 已经有四只宠物融合了神格 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寻找朱雀神格 让火凤凰变成朱雀 到时候战斗时 只要四大神兽一出 水雨争风 离开神药界中后 苏洛骑着青龙 飞快地朝着龙少辉他们的方向赶去 现在神格已经到手了 黄龙金的数量也已经足够了 只需要等待秘境结束即可 此时 龙少辉等人正在雪山上 组队击杀雪怪 本来已经完成任务了 他们完全可以躺平等待秘境时间结束 但是看到苏洛那么优秀 他们都觉得自己没有放松的资格 龙少 你赶紧杀呀 我又引来了一波 周铁生在雪山上狂奔 他身后还跟了一大群雪怪 至少有一百五十只 至于龙少辉他们则是组成了队形 权力和雪怪群体对抗 每一只雪怪都是七十几左右 看到周铁生一下子引来这么多 众人顿感无语 龙少辉满脸忧怨地看着周铁生 抱怨道 你一下子弄来这么多谁受得了啊 哥 你快过来帮忙抵挡一下吧 周岚也开口喊话 没了骑士队伍中 时不时地就有人掉血 他已经连续施展 回血数一个小时了 嘿嘿 我这就来 感觉到自己拉仇恨确实拉过头了 周铁生顿时就尴尬地笑了起来 同时拎起盾牌 开始帮忙抵挡伤害 突然 他们看到虚空中飞来了一条巨龙 苏洛来了 众人脸上顿时就露出了轻松的表情 刚刚如果雪怪太多 他们有可能会死在这里 但是现在就算是雪怪的数量翻十倍 他们也是绝对安全的 骆哥 你这么快就忙完了啊 周铁生对着虚空中 骑在青龙背上的苏洛大喊 苏洛笑着点了点头 你们先刷罐 我在这儿替你们看着 苏洛 你要不要和我们组个队 不用了吧 对于这点经验 苏洛根本就不在乎 现在他的宠物们 正在神药界中赤灵全丹呢 每秒钟经验值999家的那种 剩下的时间里 苏洛直接充当起了保镖的角色 小队的人刷怪 他就直接在旁边守着 又或者是直接找块大石头 躺在上面晒太阳 不知不觉中 黄龙秘境副本的时间到了 黄龙岛秘境入口处的沙滩上 聚集了一大批人 赵九霄 龙四海 苏冰雪 一众人物都神色紧张地 看着秘境出口 他们好奇 小队能带回来多少黄龙金 也更担心小队众人 是否能平安归来 毕竟这八个人都是 龙国层层挑选出来的天才 少一个都是巨大的损失 随着山洞里传出脚步声 沙滩上的众人 顿时都打起了十二分精神 全都平安回来了 赵九霄实力最强 他只是一听脚步声 就能分辨出十几个人 苏冰雪也听出来了 是八个人的脚步声 直到这时候 他心里悬着的石头才落下来 随着八人走出山洞 赵九霄立马就围了上去 笑眯眯地对着苏洛等人慰问道 情况还顺利吧 报告赵前辈 一切顺利 龙少辉立马回答 同时放在背后的手 还对着苏洛竖起了中拇指 刚刚这个家伙 似乎猜到了要发生什么 所以直接让龙少辉走前面 而他自己则是在后面摸鱼 不错 赵九霄脸上的笑容更浓密了 在众人的注视下 龙少辉开始取黄龙金 一共是十六枚 在第三黄灿灿地堆成了一座小山 看到这么多黄龙金 赵九霄脸上露出一抹惊讶 这么多 报告龙前辈 这些都是苏洛的功劳 好 你们都有功劳 我会重重奖赏你们的 赵九霄心情大好 立马就将黄龙金收了起来 这些黄龙金能改变国运 之前龙国只有八枚 而现在多了十六枚 龙国将有机会 一跃成为全球最强的国度 又是一阵简单的寒暄之后 赵九霄离开了 龙四海知道苏洛和苏冰雪的身份 也很快带着龙少辉等人离开 给姐弟二人留下足够的空间 你九十五极了 等到所有人都离开后 苏冰雪才皱着眉头 看向苏洛 她穿着一身黑色运动服 搭配小白鞋 身材匀称 容颜绝美 此时看向苏洛的眼神 充满了溺爱和鼓励 长姐如母 看到苏洛的成长速度如此之快 苏冰雪心里比什么都高兴 姐 我也就是运气好而已 你不也达到一百三十级了吗 苏洛撇嘴 同时也看清了姐姐的等级 想吃什么 姐姐带你去吃 苏冰雪笑着捏了捏苏洛的脸 她想像小时候一样 把苏洛搂在手下面 却发现苏洛现在比她还高了 只能挽着她的手臂 姐 我想吃炸酱面 走吧 这次你在黄龙岛多待一阵子 咱们好好拒绝 听到炸酱面三个字 苏冰雪眼睛微微有些泛红 但脸上上依旧是灿烂的笑容 苏洛也觉得鼻子微微发酸 以前家里穷 姐弟俩很少下馆子沾荤腥 一碗炸酱面 姐弟俩都得分着吃 但是那时候的日子很淳朴 也很幸福 现在哪怕顿顿大鱼大肉 似乎也没有以前的感觉了 到了面馆 苏冰雪直接点了两碗炸酱面 吃着吃着 她的眼眶就红了 苏洛也感觉 眼睛像是进了沙子一样 很快姐弟俩又笑了起来 姐 现在咱们都算是有出息了吧 苏冰雪玩耳一笑 点头道 以后顿顿吃杂酱面都没问题 吃完面后 姐弟二人又在街上转了起来 苏洛好奇地看着姐姐 问道 姐 你在这边主要是干什么 杀人了 还能干什么 苏冰雪挪了奴嘴 前方是一览无余的大海 海面上隐隐能看到一座小岛 她补充道 那座岛上面就是樱花岛的人 他们时不时地会过来骚扰我们 我们也经常派人过去杀他们 说完 苏冰雪又指了指黄龙岛旁边的海面 上面漂浮着几艘巨大的船 宛如海上一栋堡垒一般 那是美丽国的船只 他们和樱花岛一个德性 也是骚扰我们的主要来源 你现在实力还不够 苏冰雪突然停了下来 又小声说道 不过 我也不希望你来这里 就在漠北沙沙一兽就行了 姐你放心吧 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苏洛笑着点头 同时将目光放在了美丽国的大船上面 他在想 如果把金刚魔猿和丧尸猪王 放在那些船上 能不能把敌人全部瓦解 黄龙岛大酒店 是整个岛屿最豪华的酒店 作为龙国最优秀的十大青年 当然是入住这种酒店 而且还不用自掏腰包 房间干净整洁 低调奢华 且充斥着温馨 回到房间之后 苏洛便立马钻进了神耀界当中 想要干掉美丽国的那几艘大船 他至少要准备许多东西 如果准备得不周全的话 很有可能是自讨苦吃 毕竟是国度之间的战争 那些大船上肯定有强者镇守 想要搞掉 就需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神耀界中 幽灵猛虎已经彻底融合神格 化作了一只白色如同猫咪大小的小家伙 身上没有黑色条纹 浑身都是雪白一片 好 感受到苏洛的气息出现 白虎立马就朝着苏洛冲了过来 然后轻易地用脑袋摩擦苏洛的裤腿 你现在能说话吗 苏洛满脸好奇 之前金灵炎龙融合神格之后 都会说话了 听到问话后 白虎立马乖巧地点了点头 那你现在有哪些能力 好 最后浑身毛发根根竖起宛如钢针 体型高达十余米 比起金刚魔猿和丧尸猪王还要大上许多 看到这一幕 苏洛感觉很无语 喵的 你自己表示你会说话 可现在一句话都不说 搁这儿等着 要改口废还是怎么 懒得和他磨叽 苏洛直接开始查看白虎的属性版面 白虎 98级 神兽 攻击48万 防御24000 精神12万 体质58万 技能 介绍 神兽白虎 天地间唯一的存在 攻击力极强 四大神兽中最为凶猛的一个 成为神兽之后 各种技能全部都消失不见了 并不代表他没有技能 而是神兽的潜力 已经开发到极致和神灵一般了 随便放的屁都能成为技能崩死一大片 看到白虎的攻击力后 苏洛心里顿时感觉有些过于逆天了 按照他现在的攻击力来算 金刚魔猿也扛不住多久啊 如果四大神兽神格极其 不知道能有多逆天 想到这里 苏洛心里顿时就有些激动了 宠物越强 只有他融合了神格 主人 有什么事吗 青龙语气诚恳问道 苏洛没有任何客套 开门见山直接就问道 你会隐身术之类的技能吗 隐身术 我会神行术 和隐身术差不多 听到青龙如此笃定的语气 苏洛心里暗暗兴奋 又问道 会被150级的强者发现吗 应该会 毕竟我现在才105级 那多少级才有把握 不让150级的强者发现 至少还要再升5级 得到答案 苏洛心里这才松了口气 一切能用经验值搞定的事 对他来说都不是事 不就是升级吗 多大个事 苏洛立马让王林巫师开始安排 目前神药剑中的灵犬丹药材大丰收 灵犬丹的消耗量 比起生产速度已经慢了太多 完全能支撑众多宠物随便造 很快 苏洛就把主要培养的几只宠物 全都召唤了出来 白虎 玄武 青龙 火凤凰 三族金屋 王林巫师 一共是6只宠物 至于金魔猿和丧尸猪王苏洛 目前不打算培养了 他们的资质不算很高 比起神兽更是差了好几个档次 反正迟早都会被淘汰 现在能凑合就凑合 第二天 酒店那部餐厅里 龙四海带领着众人一起吃早餐 苏洛也被强行叫了过来 苏洛 我们打算今天回龙都了 你看你是留下来多陪陪你姐 还是和我们一起回去 吃饭途中 龙四海开口对着苏洛询问 无论是任何队伍出行 基本都是全部队员集体归队的 但是龙四海 他才不管那么多 苏洛的实力牛逼 就需要给牛逼的待遇 要不你们先回去吧 我在这儿玩两天了再回去 那行 你注意安全 吃完早餐后 众人一一和苏洛道别 然后才乘坐大巴车去传送阵 苏洛则是再次回到房间 进入神药界 目前宠物们升级所需要的经验值 也在大规模的增加 但是今天晚上之前 青龙肯定是能达到110级级的 苏洛心里已经计划好了 今晚就把美丽国的那些大船 干翻 干沉船 然后条件允许的话 明天就去把樱花岛的根据地 直接摧毁 帮姐姐把这些麻烦 全都铲除掉之后 自己再慢慢回去 试了服役去 伸藏功于名 另一边 一栋戒备森严的办公楼里 苏宾雪坐在办公桌前 拿着一份红头文件 正皱着眉头 阅读上面的内容 这是上级的指令 让他明天之前 带人摧毁美丽国 驻扎在旁边的几艘大船 别人或许不知道 但苏宾雪心里很清楚 美丽国的那些船里面 高手如云 至少有两尊 150级的转职者 而黄龙岛这边 目前只有一个 150级的强者坐镇 想要完成这种任务 难度系数很大 纠结了片刻之后 苏宾雪还是决定 着手准备行动 毕竟国与国之间的博弈 任何一个因素 都事关重大 若是因为这件事 导致龙国失败 侵略者将会无情地 越过龙国防线 肆意践踏无数子民的家园 傍晚时分 苏洛穿着一身黑色运动服 悠哉悠哉地走出了酒店大门 黑色的衣服 能更好地与夜色融为一体 现在 青龙和其他几只宠物的等级 差不多都达到110级之上了 今晚上完全可以 拿美丽国的根据地 当魔刀石 走到一个无人的转角处后 苏洛立马召唤出青龙 等到苏洛坐稳后 青龙才开口问道 主人 现在就开始隐身吗 那不然呢 为了更好的隐藏 青龙并没有立即腾空 而是先施展了神行术 一瞬间他的身躯 连带着苏洛都变得透明起来 甚至就连气息也被全部隐藏 苏洛又检查了一番确定 毫无破绽之后 才骑着青龙 往美丽国的根据地飞去 虽然是夜晚 但黄龙岛依旧戒备森严 每隔几十米 就会有专门的守卫 负责监测地面 天空的情况 大多数守卫 都只是七八十级左右 但也有一百二三十级的守卫 在严防死守 果然 安定的生活背后 都有人在负重前行 看着这些人的辛苦付出 苏洛心中感慨万千 就在即将飞离黄龙岛的时候 地面上突然出现了几辆吉普车 从里面走出来了 二十多名身穿黑色夜行衣的人 其中领头的一人 苏洛感觉十分熟悉 一瞬间他就确定了 那是姐姐的身影 行动 随着苏冰雪一声令下 更多的人从旁边的树林中钻了出来 这些人的实力最低也是一百级的 全都是黄龙岛的精锐力量 看到这一幕苏洛心里 也瞬间明白了 他们今晚的目标大概率 也是美丽国根据地了 不过这群人当中 只有一个是150级的强者 实力太弱了 还不如自己去 为了姐姐苏冰雪的安全 苏洛立即命令青龙全速前进 只要自己在他们出发之前 开始发起进攻 他们应该就不会过来了 青龙进入美丽国根据地上空时 几只大船上依旧是歌舞升平 一副完全没有意识到 危机来临的样子 事到如今苏洛 也顾不上他们时不时在史诈了 反正也不是自己亲自上场 下定决心后 他立马就把丧尸珠王 金刚魔元放了下去 好 丧尸珠王本就试杀成性 看着这些先活的小生命 顿时就来了兴趣 想要把他们全都收入麾下 至于金刚魔元则是简单粗暴 刚落地就对着甲板狠狠一拳 砸出了一个大窟窿 有偷袭 随着两个庞然大物突然出现 甲板上突然就乱了起来 无数守卫者纷纷拿起武器 对丧尸珠王和金刚魔元发动攻击 但是他们大多少 都是八九十级的转职者 就算是全力一击 对于这两个大家伙来说 也算是挠痒痒 苏洛静静地坐在青龙的后背上 打量着这一切 还时不时地朝着黄龙岛方向望去 果然那边亮起了 强光朝这边照射过来 似乎在观察这边的情况 这下应该不会来了吧 苏洛松了口气 同时又召唤出了玄武 融合神格之后的玄武 同样能进行玉空飞行 只不过速度是他的短板 此时的玄武体型直径超过五米 后背上背着一个 装着泥土的巨大花盆 苏洛直接一鼓作气 将剑气草取了出来 直接放在玄武后背上的花盆里 这是他在脑海中 演练了无数次的结果 自己的目标是破坏 打完一波破坏掉所有的大船 就可以撤退了 龙国的人竟然这么无耻 一声爆喝响起 紧接着两道身影 突然从一只大船上冲了起来 两人都是金发碧眼的年迈老者 住了局面 苏洛皱着眉头 看清他们的等级之后 顿时就到吸了一口冷气 特么的 竟然有两个150级的转职者 幸亏是自己来了 要是换做其他人 来估计今晚必定要留在这里 不过 他们也只能勉强牵制 铸金刚魔源和丧尸猪王而已 自己还有后手 苏洛又直接将三足金屋 火凤凰 亡灵巫师等一众宠物 全都放了出来 他们的目的不是杀人 而是破坏 随着几只宠物加入战场 美丽国根据地上空 顿时就爆发出 五颜六色的技能光芒 像是过年放烟花一样壮观 此时 黄龙岛海岸线 苏冰雪直愣愣地 看着美丽国根据地的方向 眼神中露出了 若有所思的表情 因为那些宠物 他觉得很熟悉 四月大人 现在进攻美丽国根据地的人 会不会是苏少爷 冷千宁是苏冰雪多年的心腹 他也见过苏洛 所以看到那些宠物时 也猜到了什么 只不过不敢确定 我弟弟现在应该在酒店睡觉 可能是上面派了强者 来资源我们了吧 苏冰雪淡淡地应了一声 然后便扭头 对着众将士下令道 所有人登船 朝樱花国根据地杀过去 是 美丽国根据地那边 已经打起来了 众将士本就热血沸腾 现在兵分两路 直接杀向樱花岛根据地 每个人都感觉浑身灼热 异常兴奋 众人登船之际 苏冰雪再次朝着那些 大船上空看去 虽然看不到什么 但他总能感觉到 苏洛就藏在那片区域 并且现在正在看自己 小洛 你一定注意安全啊 心里默默祈祷 随后苏冰雪便静止踏上了快船 带领着众人 朝另一处岛屿杀去 虚空中 苏洛操控着剑气长龙 朝着其中一只大船中间一只 剑气长龙 顿时就旋转地冲了下去 混蛋 美丽国的两名强大转职者 看到这一幕 顿时气得蹊跷声音 两只一兽 他们就应付不过来了 现在竟然还有人出手 要破坏他们的船只 这些船都是赤巨资造成的 哪怕是损失一艘 也会带来极大的损失 好 金刚魔猿和丧尸猪王 纷纷发动技能 立马朝着美丽国的 两名强大的转职者 发起攻击 在苏洛的教导下 他们的攻击角度十分刁钻 几乎都是从上往下打 如果他们不接招 那遭殃的就是船 如果他们接招 那就是相当于 要以转职者的力量 来和他们硬碰硬 龙国小人 卑鄙无耻 两名美丽国的转职者 气得都快吐血了 他们又要保护船只 又还得保证自身安全 以及其他人的安全 束手束脚的 根本就发挥不出来多少实力 碰 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响起 苏洛操控的剑气长龙 直接将其中一艘大船拦腰阶段 造成了剧烈的爆炸声 看到这一幕 两名转职者 立马就商量好了对策 擎贼先擎王 这段时间 各个国度也都搜集到了 一些关于龙国的消息 知道龙国有一名 年轻强大的御寿师 所以他们心里清楚 只要搞定了苏洛 其他的宠物 就会不攻自破 小子 拿命来 150级的转职者 实力强横至极 几乎是瞬间就冲到苏洛身旁 我等你很久了 苏洛冷笑一声 直接甩出了手腕上 缠绕着的幽冥懒月花 幽冥懒月花 就算是没有土壤 也能坚持很长一段时间 最重要的是 它只是 起到束缚作用 不用支撑点也能行 冲上来的转职者 批了好几件 苏洛脸色顿时就沉了下来 同时操控着幽冥懒月花 加快速度 这是什么东西 感受到一条 像是绳子一样的东西 被自己批了好几件还没断开 美丽国的剑士 眼神中露出一抹恐惧 再结合那两只 150级以上的宠物 它顿时就将幽冥懒月花 归类为同级别的东西了 它愣了一刹那 这也给了苏洛无限的机会 幽冥懒月花 顺利将它缠绕了起来 你以为 这就能束缚住我吗 美丽国剑士 眼神中露出冷笑 它嘴里迅速念动一个神秘的咒语 虚空中 顿时就泛起了一阵阵金色光芒 对于它的手段 苏洛并不在乎 而是直接让所有宠物击火 对着这个倒霉弹释放技能 同时 它自己也操控着 剑气长龙杀了过来 哪怕它是150级强者 也依旧扛不住 轰隆 虚空中 顿时爆发出五颜六色的光芒 无数技能 像是不要钱一样 砸在它身上 剑气长龙 更是直接呼啸着 在它身上洞穿了无数血洞 人类转职者 就算是150级的强者 也只有30多万血量 美丽国剑士 几乎是眨眼间 就直接原地升天 像是种了血条消失树一样 看到这一幕 苏洛自己都有点怀疑人生了 人类这么脆皮的吗 随着剑士死亡 另一名150级的狂战士 顿时就怂了 他似乎施展了某种秘法 浑身闪烁着蓝色光芒 直接跳进了水里 立马安排两只神兽 跟着冲进大海去追杀 没了强者镇守 这些大船在苏洛面前 就像是纸壶的一样 轰轰轰 剑气长龙横冲直撞 每一次都能在船体上 留下一个巨大的窟窿 再加上金刚魔元的丧尸 诸王惊人的破坏力 不到一分钟时间 美丽国的六艘大船 全部击沉 而这时候 青龙和玄武也回来了 两个家伙都受了伤 毕竟是150世纪的强者 哪怕是强弩之末 也不是他们能能搞定的 收起其余的宠物 苏洛骑着青龙 无声无息地回到了酒店中 这一次战斗 虽然没啥收获 但击沉了美丽国几艘大船 其他的小啰啰不说 还杀了一个150世纪的老家伙 这些都是光辉战绩啊 洗了个澡冲掉身上的腥味之后 苏洛才躺在床上准备休息 恰好这时候 房间的门被人敲响了 谁啊 苏冰雪 听到这三个字 苏洛立马就从床上跳起来 飞快地开门 苏冰雪穿着一身黑色作战服 身上血迹斑斑 不过看样子 似乎都是别人的 看到他这副样子 苏洛顿时就心疼了起来 姐 你这是咋了 大半夜还出任务啊 苏洛顾做不知情的样子 你别装了行吗 苏冰雪翻了个白眼 推开苏洛 直接走进房间 作为一名刺客 对于血腥味他 有非常敏锐的感知 哪怕苏洛身上 只沾了一滴血 根本没有味道 但他还是能感觉出来 再加上之前在海边的对视 苏冰雪百分百确定 就是苏洛去搞的鬼 姐 你肯定是有啥事吧 苏洛打开冰箱 从里面拿出一瓶汽水 递给苏冰雪 同时自己也开了一瓶 苏冰雪没说话 只是拿出一张表格看了起来 然后小声说道 击杀地方 140到150级的转职者 会奖励成为战区将军 也就是战将 你感兴趣不 苏冰雪抬起头 眼眸中露出愉悦的表情 姐 你是啥职物 我前段时间 刚提升成为战将 这个职务不低了 仅此于赵前辈的地位 如果能击杀十个 就能成为店主 和赵前辈平起平坐 说到这里 苏冰雪眼神中 闪烁着异样的光芒 很显然 他对店主的位置 很感兴趣 那你来找我的意思是 想让我当将军 苏洛抿着嘴唇 好奇地盯着他 嗯 成为战将也不是没好处 国库中小部分的东西 你都可以随意调用 还能拥有 属于自己的组织 猛虎虽厉害 但终究架不住群狼 苏冰雪继续劝说 看着姐姐的良苦用心 苏洛心里也明白 但是他不喜欢麻烦 姐 成为战将 会不会被强制安排任务 对于实力强的人来说 很多规则 看起来是条条款款 其实是有弹性的 苏冰雪脸上露出 意味深长的表情 苏洛瞬间就懂了 一个普通人触犯规矩 可能就会面临雷霆的打击 但是强者触碰了 雷霆也是会转弯的 苏冰雪又聊了几件事情之后 才离开 而苏洛也答应了 一方面是为了让姐姐安心 另一方面是因为 朱雀神格在樱花岛 龙国需要强者 而他需要神格 成为战将算得上是一石二鸟 答应下来也不算什么 现在白虎神格 也已经搞到手了 目前只需要着重培养 几只宠物就好了 至于朱雀神格 等待时机成熟了再去 现在丧尸猪王合金 刚魔缘虽强 但确实是猛虎 架不住群狼 第二天一早 酒店门口来了一大批 身穿戎装的人 每个人都是八十级的转职者 气息强大 阵容豪华到令人发指 看到这一幕 酒店前台的女员工都惊呆了 黄龙岛作为战区 他们见识过很多大场面 就算是龙国的赵九霄 来了也没这么大场面啊 就在这时候 一名老者缓缓地走进大门 他身材极为高大 刚走进酒店大门 强大的气息直接镇压全场 前辈 您 是住酒店还是吃饭 女员工立马小跑过去 恭恭敬敬地站在老者面前 我找苏洛 龙占天表情平静 声音却如红钟 您稍等 女店员立马通过电脑 查找苏洛的房间号 然后拨打房间电话 联系苏洛 片刻后 苏洛满脸猛逼地 从电梯口出来了 当看到酒店外面 那极为夸张的阵容时 他顿时就骂了 姐姐这么快就给我安排了 你小子不错啊 这么快就荣升到战将了 龙老爷子 正是老头子我 哈哈哈哈 今日起 你便是龙国第十八位战将 虽然是贤侄 但也可以光明正大的 培养你的药神帮了 酒店大厅的沙发上 龙占天笑着拍了拍苏洛的肩膀 同时递给他一个小木盒子 大家都是老熟人了 所以也就简化了许多流程 直接坐下来喝茶 盒子里装着一枚红色的勋章 这枚勋章代表着至高身份 目前在龙国只有十八枚 整个龙国的人几乎都能认出 这枚徽章的身份 就连苏洛以前 也在课本上看到过这徽章的图片 如今拿在手里 苏洛顿时感慨万千 对了 这次黄龙秘境 你们任务完成得很好 到时候拿奖励的时候 可以狠狠地敲一笔 龙战天神神秘秘地对着苏洛说道 密库里的好东西很多 只要你能想到的 里面都有 嗨嗨 苏洛干咳了两声 并没有接这个话题 要是赵九霄 听到龙战天这么直白地 叫苏洛掏空国库 估计能直接吐血 寒暄了几句之后 龙战天便离开了 听说苏洛有资格封战将 他连夜从龙都赶过来的 如今任务完成 龙国又多了一名大将 龙战天离开后 苏冰雪走了进来 看样子 他刚刚似乎就在门外等着的 恭喜你啊 我们苏家的小男孩终于长大了 苏冰雪笑眯眯地捏了捏苏洛的脸蛋 姐 以前都是你保护我 现在我可以保护你了 有啥搞不定的告诉我 苏洛扬了羊胳膊上的肌肉 苏冰雪只是一个劲的笑 离开酒店 姐弟俩去吃了一顿大餐 苏冰雪又递给苏洛一本书 这本书来自于樱花岛 封面上封面上花了许多植物 然后便是离别时刻 苏洛不喜欢杀人 他只喜欢杀一手升级 目前就算是留在黄龙岛 也没什么用 反而耽误时间升级 所以他打算回燕兜了 传送阵外面 苏冰雪满脸认真的说道 小洛 你现在的实力并不算很厉害 以后也得努力啊 姐 放心吧 苏洛笑着挥了挥手 苏冰雪也挥手 随着白色光芒亮起 苏洛的身形瞬间消失了 燕都大学 王莽坐在校内的一家咖啡店里 焦头烂额地看着手上 的报表 眼球上充满了血丝 此时的药神帮 已经成了燕都最强的两大帮会之一 但是树大招风 药神帮飞速崛起 引起了本地最古老的帮会 黑魂门的不满 这段时间 药神帮明里暗里 折损了很多人 而且 黑魂门的人极为神秘 几乎每个帮众都隐藏了身份 很难找到他们 想要报仇 不找不到人 莽哥 刚刚又出事了 山里采药的一个小队伍 又被杀了 吴院长那边怎么说 他已经连续插了三天了 但是好像还没有什么线索 他骂的 王莽狠狠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气得脸色通红 帮会成员每牺牲一个 家属都会拿到两百万的补偿金 再这么下去 药神帮的资金链能直接断掉 最重要的是 现在整个宴都人心惶惶 不少帮众都选择退出了 甚至还有帮会成员提议解散 帮主苏洛不在 副帮主周铁生也不在 一时间 王莽感觉有些崩溃 再这么下去 可如何是好 就在这时候 他面前出现了一个年轻人 王莽不耐烦地抬起头 眼神中顿时就露出了光芒 洛哥 你回来了 我听说帮会出问题了 嗯 出大问题了 黑魂门的人在搞我们 让兄弟们全都留在城内 我来解决 苏洛拍了拍王莽的肩膀 然后便直接走出咖啡店 朝着师傅无用的办公室走去 十分钟之前 踏出传送阵的时候 他已经通过传送阵守卫 知道这些事了 对于黑魂门的存在 苏洛也很疑惑 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这个帮派的名字 之前从来没听说过 甚至苏洛一路上 找了几个实力还行的老人打听 他们也没听说过黑魂门 操场上众多验斗学生看到苏洛 纷纷驻足观看 苏洛在漠北战区的名号 已经彻底传遍整个龙国了 所有人都知道 他在战区的光荣战绩 再加上苏洛的等级 一路遥遥领先 更是直接成了整个艳朵大学 学生崇拜的偶像 洛神怎么这么低调 还隐藏等级了 那不叫低调 那是担心放出等级 会直接吓死我们 最近药神帮出事了 估计他会杀回去吧 你们没感觉 整个操场温度都低了很多吗 只要他在 那个什么黑魂门 也蹦到不了多久了 众人议论纷纷 苏洛充耳不闻 就在这时候 苏洛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突然放慢脚步 目光在人群中扫过 他在找人 众人一脸茫然 苏洛只是看了一眼 然后又加快脚步 朝着无用的办公室走去 刚刚他想到了一个 非常恐怖的事情 那就是之前的神秘组织 曾经还有人邀请过自己加入 就连姐姐也是 被他们逼得 直接放弃学生身份 去了战区 如今的黑魂门 会不会就是那个组织 看来龙国 并不是表面上这么简单 苏洛喃喃自语 然后直接敲响了 无用的办公室 办公室的阳台边上 无用正在用一种金色的米粒 喂养小鸟 对于苏洛的到来 他微微有些惊讶 但是无用更惊讶的是 自己竟然看不透苏洛的等级了 你现在多少级了 苏洛想了想 还是决定说实话 106级 无用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转身去泡茶 苏洛则是静静地站在窗台边缘 同时从背包里 取出一粒灵犬丹 就 丹药的香味散开 窗台上的小鸟 顿时就发出一声鸣叫 然后满脸渴望地看着苏洛 你这玩意儿要是多的话 给我也留点吧 练技太慢了 行 一会儿给你500克 灵犬丹500克 听到这个数字 无用眼皮子微微一跳 他虽然不是练药师 但也认识灵犬丹 知道灵犬丹的价值 不过他 还是故作淡定的 你是想问黑魂门的事情吗 嗯 苏洛点了点头 坐在无用对面 眼神中露出了杀气 我要是晚点回来 估计要神帮就要完了 黑魂门不好找 我估计 他们应该很强 无用满脸担忧 苏洛却满不在乎 只要找到他们了 来多少我杀多少 无用年纪大了 目前也才只不过是85级而已 对于调查黑魂门的事情 他帮不上什么忙 对此苏洛也没有意见 毕竟他已经为要神帮做的够多了 留下一些灵犬丹后 苏洛便直接离开 第二天傍晚 苏洛让王莽发布命令 让药神帮的帮众们再度出发 去山里采药 他自己则是骑着青龙 隐身在虚空中偷偷跟着 为了能勾引到黑魂门的人 这些帮众并不知道苏洛的存在 甚至他们都不知道苏洛回来了 此时寒冬已经降临 夜间寒冷 山里采药 炼击的转职者少了很多 药神帮帮众分为了十个小队 缓缓地朝着山里进发 苏洛静静地盯着 也不着急 亡灵巫师这时候突然也冒了出来 融合死亡属性神阁之后 他也会一些隐身 让人难以察觉的手段 不过苏洛不想骑在一副骨头架子上 主人 情况咋样了 亡灵巫师传音问道 还没动静 亡灵巫师不再说什么 而是盯着下方的帮众 小声说道 这种偷窥的感觉 真叹娘的刺激 苏洛 一直持续了四个小时 周边风平浪静 直到凌晨一点 众多成员都准备离开的时候 黑暗中突然有了动静 虚空中 骑在青龙背上的苏洛 猛然睁开眼睛 看向灵中的一块石板 石板空空如也 但他能看到那上面 有一个透明的人 那人此时 正在从背包里取匕首 也没有隐藏等级 苏洛一眼 就看到他是九十级的刺客 要不是自己等级高 太多还真不容易发现 九十级刺客 隐身竟然这么厉害 苏洛眼神中露出一抹冷笑 就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 另一个方向 又出现了一道相似的气息 很显然 也是打算对药神帮众中下手 我来抓这一个 记住一定要抓活口 苏洛对着亡灵巫师安排了一声 然后立马骑着青龙 往灵中冲去 此时那名刺客握着两柄匕首 正在缓缓朝着 一名采药的药神帮帮众靠近 凭着精良的装备 和高额的攻击力 绝对能一击必杀 只不过 今晚他注定要失败了 一株黑色的藤蔓 突然从虚空中探出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缠住了他的胳膊 谁 刺客低贺了一声 黑暗中 藤蔓的速度并没有停下 而是用更快的速度 将他双手缠绕在身上 直接裹成了粽子 卧槽 又来了 这时候 正在采药的人也看到了这一幕 他眼神中露出一抹惊骇 完蛋了 黑魂门的人又来了 这一嗓子喊出去 顿时就乱套了 上百人在密林中胡乱地逃亡 全都是一盘散沙 看到这一幕 苏洛不由地叹了口气 大家的心理素质 还是有待提高啊 自己都控制住刺客了 他们慌个鸡毛啊 刺客眼神中露出慌乱的表情 朝四周打亮 别说人影了 连鬼影都没看到一个 这也让他更慌了 大颗大颗的汗水 从额头滑落 眨眼间浑身都湿透了 杀人杀得爽吧 苏洛从青龙背上跳下来 现身出现在那名刺客的视线中 虽然不认识苏洛 但看到如此完美的隐身手段后 那名刺客顿时脸色发黑 冷冷说道 你是什么人 药神帮帮主苏洛 刺客眼神中 顿时就露出了一抹讥笑 嘲讽道 区区药神帮而已 我可是黑魂门的人 你最好放我 不然下次来的 可就是一百多级的强者了 区区药神帮 苏洛抬起手 就直接给了他一个大耳瓜子 我让你区区药神帮 电光火石之间 又是一记大耳瓜子上去 顿时将刺客打成了猪头 这时候 一道黑影飞速靠近 看到飞来的 竟然是一具骷髅石 刺客顿时脸色一白 主人 这玩意儿不禁打呀 晕了 亡灵巫师 直接将手里的人形 肉泥丢在地上 脸上还露出一副遗憾的样子 有什么手段 获取他们的记忆吗 主人 我可是明主啊 你也太看不起我了吧 亡灵巫师欲哭无泪 然后非常自信地说道 我只需要敲开他们的头盖骨 然后取出魂魄 就能炼化他们所有的记忆 太特么狠狠毒了 此时唯一清醒的刺客 听到这一番对话 顿时吓得浑身哆嗦 但是他依旧没有服软的样子 看到这里 苏洛心里瞬间明白了 这种人大概率算是死士了 或许是亲人 或者更重要的把柄 被黑魂门握在手里 所以才不敢背叛 自己就算是把十大刑法 全扳出来也没用 弄吧 苏洛对着王灵巫师说了一句 然后便直接背过身去 人不狠站不稳 这家伙收割了自己 帮回那么多鲜活的生命 现在只不过是 他付出代价的时候罢了 王灵巫师得到指令 顿时邪笑一声 取出了他那三米长的大镰刀 片刻后 王灵巫师才缓缓开口道 主人 这个黑魂门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怎么个厉害法 艳斗目前只有一个分布点 但是却有一百五十级的强者作证 黑魂门的一个分门 就有这么大势力 看来龙国的环境 确实不是表面这么简单 他们的总不在哪 不知道 这家伙脑子里 甚至都没有分布点的印象 看样子 他只是一个打杂的 苏洛心里微微惊讶 九十级的刺客 还不知道分布点的位置 这黑魂门逼格还挺高 主人 这个咋者 王灵巫师 又指了指地上的另一个人 要不继续弄吗 弄吧 苏洛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然后朝着山下走去 他打算给龙少辉传音 联系一下龙老爷子 如果连龙老爷子 都不知道黑魂门的存在 那这黑魂门就有点意思了 回到青龙院 简单洗了的澡后 苏洛立马拿出传音时 开始联系龙少辉 黑魂门的事情 苏洛并没有告诉龙少辉 只是让他给龙老爷子传话 当天晚上 龙占天的电话 便直接打到了苏洛的手机上 你小子 有什么事赶紧说 老头子 我还得去打两圈麻将呢 电话一接通 龙占天爽朗的声音 便传了过来 老爷子 你听说过黑魂门没有 苏洛开门见山问道 电话那头 却突然沉默了 过了好一会儿 龙占天才缓缓开口道 那些人可不是啥好人 你碰到了 碰到了 就是想找你打听一下 他们有什么背景 他们背景很大 其中牵扯的东西 也很广泛 据说是一个 不属于任何国家的组织 而黑魂门只 不过这个组织下面的 一个堂口而已 不过 你也别担心 他们一般不会 针对任何人的 挂断电话后 苏洛失眠了 听龙老爷子的口气 黑魂门和他背后的组织 似乎很强大 一般不会针对任何人 但是 为什么偏偏针对药神帮 一群只会暗地里 偷袭的卑鄙家伙 苏洛暗暗骂了一声 然后直接钻进了 神药界中 神药界经过几次拓展之后 面积已经很大了 其中种植的药材 比起整个燕斗的药材都多 在这种情况下 药神帮的人 完全可以放弃 外出采集药材 同时 苏洛也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那就是提升整体 帮重实力以及水平 如果到时候 药神帮遇到麻烦了 至少能拧紧 成为一根绳子 而不是一盘散煞 转职者之间的差距 大概率就只有两样 等级和装备 实力强横 再加上装备精良 神帮的人员 已经达到了八万人左右 规模看似庞大 但只是武装骨干成员 和精英帮众 也不是什么难事 只要持之以恒 药神帮的人 终有一天会全员武装到牙齿 神药界中 现在已经繁华 如同一座小城 铁匠铺 炼丹房 矿山 道路 骷髅马车 各种城市有的东西 大部分都能在这里 看到出行 苏洛静静地站在一个 铁匠铺外面 观察骷髅锻造师 打造装备 这名骷髅锻造师的等级很高 锻造水平 已经达到了宗师级 最高能锻造 出传说级装备 80级到120级的转职者 也能使用 至于更高级的史诗 和神话级装备 还没有人能造得出来 不过 传说级装备 如果能凑齐全套 性比价也非常高 锻造一件传说级装备 需要两天时间 想要批量生产的话太慢了 苏洛叹了口气 恰巧这时候 亡灵巫师坐着一架六匹 骷髅马拉的马车赶了过来 隔着老远 他就从车厢中飞了出来 主人 您来试察 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啊 苏洛没说话 只是静静地 打量着周边的铁匠铺 除了这个宗师级 骷髅锻造师以外 其他还有30多个铁匠铺 每一个铁匠铺 都有一个骷髅锻造师 最低的也是大师级 主人 您有什么指示 看到苏洛不说话 亡灵巫师立马就意识到 不对劲了 与其瞬间 变得谄媚起来 如果要大批梁 生产传说及装备的话 神药界中的 矿石资源足够吗 矿石肯定是没问题的 但是需要一些 罕见的材料 神药界中很难找到 要怎么才能解决 至少还要50块 大型空间时 升级神药界的空间范围 到时候我们就能刷新出 60几集以上的怪物了 一提到壮大规模 亡灵巫师 顿时就孜孜不倦地说了起来 总的来说 就是空间越大 神药界就和外界越相似 而材料一部分 是通过自然环境刷新 另一部分 则是通过异兽掉落 还有的是从秘境生产 但是神药界 想要诞生秘境 还差得太远 50块大型空间是吗 苏洛眼神中 露出一抹纠结 刚刚和龙老爷子 通电话的时候 他也说了 让自己想要什么奖励 就赶紧报上去 到时候赵九霄 会专门派人送过来 只是 一块大型空间时 价值连城 堪比一套传说及装备 50块 不知道赵九霄 舍不舍得给 离开神药界后 苏洛立马上报了 自己想要的奖品 大型空间15时 发送完消息之后 苏洛才躺在床上 沉沉地睡去 第二天 苏洛睁开眼睛 发现窗户外面 站着两个老头 正乐呵呵地 透过玻璃看自己 卧槽 苏洛一个机灵 立马拉过被子 将自己的身子 遮挡起来 外面站着的不是别人 正是吴老头和赵九霄 小子 醒了 就赶紧出来 赵前辈 觉得你这段时间辛苦了 让你睡个安稳觉 不然我早就把你揪起来了 无用瞪了苏洛一眼 然后便亲自招呼着赵九霄 在旁边的石桌坐下 苏洛拉上窗帘 眼神中 顿时就露出一抹兴奋的光芒 自己昨晚刚上报奖励 赵九霄今天就来了 看他那样子 似乎不是来拒绝自己的 不是拒绝 那应该就是 来送奖励哥 火速穿戴整齐之后 苏洛便立马跑了出去 打扰你休息了吧 看到苏洛出来了 赵九霄顿时哈哈大笑 同时从背包里 取出一个一次性储存袋 放在石桌上 这里面是六十枚大型空间石 要是不够你 尽管开口 大型空间石 还是六十枚 无用听到这句话 眼神中露出一抹惊骇之色 但是赵九霄的身份 特殊他也不好意思当面问 老吴啊 你这徒弟在黄龙岛斩杀 美丽薄一名战将 同时还重伤一人 现在已经荣升成为龙国战将了 看到无用似乎还不知情 赵九霄便直接讲述了 苏洛在黄龙岛的光辉战警 听到这些消息 无用眼神中的震惊 再也隐藏不住了 他惊讶地看着苏洛 脸上逐渐地露出了一抹红韵 憋了好一会儿 无用才激动地说道 好好好 有出息就好 老吴 你现在应该还有事吧 赵九霄笑眯眯地看着无用 同时对着苏洛 白手示意他过来坐 看到这一幕 无用瞬间明白了 这特么是要把自己支开啊 但是身份 实力都没有人家高 无用也不是傻子 立马就点头道 对对对 我还有事没办完 你们聊 院子里清静下来后 赵九霄的脸色 顿时就变得凝重起来 他满脸严肃地看着苏洛 郑重其事地说道 苏洛 这个世界恐怕要变了 苏洛满脸猛逼 好奇地盯着赵九霄 等待他继续说 黑魂门本来是这个世界上 最神秘最强大的组织 一般情况下 很少有人知道 但是这段时间 世界各地都在传播 黑魂门的消息 发生什么事了吗 苏洛忍不住开口问道 所有的大型帮会 守卫者组织 或者大型势力 都遭到了黑魂门的阻碍 似乎在阻碍大家发展 但是 最近各国首脑 包括我也收到了 来自黑魂门的一打 三天之后 他们就会彻底开放 仍有大家发展 赵九霄说到这里时 脸色已经变得有些低沉了 对于一个国度的掌门人来说 任何时候 出现了足以威胁到龙国的存在 都不是一件好事 而且 黑魂门的存在 似乎是在牵引各国的走向 赵九霄的心情很不好 又和苏洛聊了一会儿之后 才起身离开 用他的话来说 大概意思是 一场乱斗即将开始了 临走时 赵九霄还递给了苏洛一 封红色的信封 这是一封帮会挑战书 署名是美利国 最大帮会黑手帮 挑战书上明确表示了 两个月之后 约苏洛在黄龙岛外 五百里处的神龙岛对战 双方规定 人数三千人 届时会有全球 三百多个国度组成的 世界联盟负责公正直播 看到黑手帮的挑战书 苏洛顿时 就感觉头皮发麻 黑手帮在美利国扎根已久 发展了一百多年 自己的药神帮建立 才短短一年不到 这种老怪物 来打自己一个 嗷嗷逮捕的小孩 关键是世界公约已经规定了 只要双方规模 相差不大的话 不接挑战书 就会强制解除帮会 哪怕是赵九霄和龙老爷子 出面也保不住 妈的 真当我是泥巴捏的了 苏洛心里暗骂了一声 然后将挑战书完整地收好 不就是黑手帮吗 三千人决战 自己也不是百分百会输 而且两个月时间 足以争取到很大的胜率 三天时间很快过去 苏洛立马叫来了王莽 让他安排帮会里的人 去外面采药 炼击 帮主 黑魂门的事 解决了 听到这个消息 王莽满脸疑惑 解决了 现在他们应该不会来骚扰了 苏洛面色平静 心里却有些忐忑 虽然赵九霄的身份 不会说假话 但苏洛依旧担心 这是别人散播的谣言 看了一眼苏洛的表情 王莽也没再说什么 立马下去安排了 根据苏洛的意思 药神帮的人这次 直接出动了一千人 浩浩荡荡地朝着山里走去 为了避免团灭 一千人分为了一百个小队 分别从燕都的东南西北 四个方向出发 苏洛站在城门口 目送着队伍离开 王莽则是面红耳赤地站在旁边 脸上满是自责的表情 今天发布任务的时候 竟然足足过了三个小时 才凑齐一千人 无非就是黑魂门 给众人的心理压力太大了 被叫到人的不是拉西 就是头晕 总之就是变着花样请假 要是以往药神帮辉煌的时候 只需要十分钟就能搞定 帮主 对不起 我没管理好帮会 王莽满脸纠结 特别是看到苏洛不说话 他心里更是感觉无比的压抑 要不你打我骂我 甚至是杀了我都行 毕竟 这段时间出的事太多了 我以死泄罪也死不足惜 王莽碎碎念 苏洛扭头看了一眼他 顿时就笑了起来 这件事和你无关 是黑魂门的原因 对于黑魂门的事 苏洛没有讲太多 而是直接说道 今天掉链子那些人 全部没收帮会 发放的宠物 装备 然后终身拉入黑名单 是 看到苏洛终于说话了 而且还没有怪罪自己的意思 王莽立马就转身去办事 开除掉链子的人 这也是他一直想办的事 随时都有可能掉链子的人 留下来也没用 而且还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傍晚时分 所有药神帮成员 安然无恙地回来了 苏洛起着火凤凰 分别在四个方向的城门口 和他们见了一面 并且让王莽 记住这些人 以后有机会了重点培养 得到这个承诺 今天冒死 前往野外的一千人 纷纷也都露出了笑容 他们为帮会卖命 帮会也没亏待他们 回到青龙院后 苏洛关闭大门 然后反锁房间门 再将窗帘拉上 然后才进入神药界中 他手里握着六十枚大型空间石 能够将神药界 至少扩大一半 此时 亡灵巫师正坐在 他的白骨宝座上面 左边一个仆人 端着葡萄 右边则是红衣女拔 正在为他吃西瓜 每吃完一口水果之后 亡灵巫师都会释放一个技能 召唤骷髅锻造师 苏洛没有搭理他 直接将五十枚大型空间石 全部跑向空中 轰隆隆 整个天空瞬间阴云密布 无数雷霆在虚空闪烁 随着空间石均匀散开 被空间吸收 整片空间顿时就变得暗沉下来 无数雾气瞬间弥漫而出 遮挡住了空间内 所有生物的眼睛 卧槽 主人你这是用了多少空间石啊 亡灵巫师怪叫一声 立马冲到苏洛面前 大型空间石六十枚 卧槽 亡灵巫师惊叫连连 然后开始享受着空间的变化 十分钟后 空间扩张完成 作为这方世界的戒铃 亡灵巫师能清晰地感受到所有变化 卧槽 主人 矿卖至少增加了八十条 而且能刷新大量七十几 和少量八十几以上的一兽了 现在锻造装备没压力了吧 主人放心 完成任何项目都可以 绝对没压力了 亡灵巫师眼眶中鬼火闪动 激动的就差熬熬叫了 那行 你开始大量锻造装备 越多越好 越是成套的越好 需求这么大吗 亡灵巫师露出一副沉思的模样 似乎在思考 如何达到最高的性价比 黑手帮现在的成员 大概有八九十几 三千人随便找 想要战胜他们 必须要做周全的准备 苏洛退出神药剑 开始了精密的计算 为之后的决战做准备 半个小时后 苏洛得到了三个增加胜率的方案 第一个方案就是 大力培养帮众宠物 到时候除了自己之外 三千名帮众的宠物 也能增加很大的战斗力 另一个就是收集材料 争取给他们多装备上 传说级套装 一套传说级套装 价值完全能比得上 一件史诗级的装备 另外 就是运筹资金 让他们去赴本刷集 对于普通人来说 赴本刷集 无疑是升级最快的办法 第二天 就在苏洛打算叫人做准备的时候 叶灵月和周铁生 周兰三人敲响了院子的大门 这段时间三人都在去领奖励去了 一直到现在才赶回来 一走进院子 周铁生就满脸的担忧 洛哥 帮会出事的消息 我也是刚知道 都解决好了吧 叶灵月 周兰两人也都满脸的自责 作为药神帮主要成员 帮会有事的时候 他们却不在 末事 都解决好了 苏洛笑着转身进屋 从房间里拿出一叶纸 美丽国的黑手帮对我们发起了挑战 这段时间大家应该有的忙吧 说完他方案摆在石桌上 让三人查看 叶灵月和周兰 作为女孩子心思细腻 顺理成章地负责起了统计工作 经过短暂的计算和调查 叶灵月给出了一个准确的数据 苏洛 我们药神帮目前能调用的资金 只有八百亿左右 这么多 苏洛微微惊讶 周铁生则是直接笑了出来 这么多钱 全都用来提升 实力绝对效果显著 按照三千个人 下副本来算的话 这些钱 平均只能支撑每个人 刷六次副本 似乎看穿了 苏洛和周铁生的心思 叶灵月又开口解释道 这些钱看起来多 实际上少得可怜 帮会中的成员中 大部分人都是五六十级 想要提升到九十或者一百级 至少也要下副本数百次 啊 周铁生表情一致 立马又将目光放在苏洛身上 洛哥 咋办 我想想办法吧 苏洛回到房间 躺在床上 开始纠结钱的事 叶灵月他们则是出去 负责挑选人员 当然这三千人 也不是白培养的 还得签订一些 转职者之间专用的契约 不到半天时间 美丽国黑手 帮向药神帮下战术的消息 就传遍了整个艳斗 药神帮内 原本一些动摇的人 此时更是无比担忧 甚至产生了 退出帮会的想法 对于这一切苏洛心理 都无比的清楚 肯定是美丽国 和樱花国的人 在暗中捣鬼 想要让药神帮人员 大幅度降低 这样一来 就算是凑齐 三千个人 也不是精英成员 不过 药神帮几万人 去掉一些怕死鬼 也是件好事 此时 艳斗大学的众多学生 也知道了黑手帮 和药神帮的事 一时间 众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美丽国黑手帮的名号 可谓是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是一个很古老强大的帮会 怎么可能会 挑药神帮挑战 每当有药神帮成员路过 周边的学生 就会立刻三五成群 聚在一起 讨论这件事 这次算是真的完了 苏洛同学 就算是个人能力再强 也不可能 打得过黑手帮的 团战几乎都是比拼 综合实力 药神帮才创建多久啊 这次要凉凉了吗 许多家族都与药神帮 炼药师协会有合作关系 牵一发而动全身 如果药神帮就此陨落 他们也会受到巨大的影响 现在面临的事 选择继续还是退出 在艳斗室内 药神帮的威望 从最高降到了最低 大部分普通人都开始担心 苏洛能否挺过这一关 叶灵月 周兰 周铁生等人 坐在一家咖啡店内 均是满脸愁容 怎么办 这都快一天了 帮会里的钱也用光了 洛哥似乎还没想到好办法 周铁生满脸焦急 王莽从店门口走进来 他这急忙慌地 拿出了一份名单 这段时间 帮会的声望降低 加入的人越来越少 退出的人也开始多了 叶灵月叹了口气 说道 既然大家都不看好药神帮 那我就非要想出一个 好的办法出来 什么办法 我去找我爹 叶灵月说了一声 然后走出了咖啡厅 看到这一幕众人都傻眼了 艳斗叶家虽然实力强大 但想要帮药神帮渡过难关 受着昔日同学的冷漠 如今药神帮陷入巨大危机 不少人都和他拉开了距离 对于这一切 苏洛不以为意 他心里早现在充斥着 一个非常完美的想法 那就是漠北战区36城 36座城 全部加起来 有接近1000多条通道 24小时不停歇的刷怪 笔下副本升级快多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不花钱 洛哥 别纠结了 我们有希望了 周铁生气喘吁吁地 从操场那头 跑到苏洛这边 浑身都想喜悦的气氛 怎么了 也派了代表前来 现在周篮他们 正在学院最大的会议室 接待这些人呢 马上就会举行一场 全国直播形式的资助仪式 有人支持我们 苏洛满脸疑惑 你去了就知道了 周铁生一把拉起苏洛 就往会议室的方向狂奔 会议室中 各大势力的代表 以及电视台记者 全部来了 众人正在为节目 做着最后的准备 看到苏洛走进会议室 所有人都露出了友善的目光 开始 随着主持人发出指令 摄像机立刻打开了 现场直播 这是啥情况啊 苏洛满脸疑惑的 站在会议室门口 而这时候 一名手持话筒的美女主持人 走了进来 苏洛先生你好 我们收到龙腾集团的邀请 特地过来对您进行采访 并且直播雁都 以及龙都 以及全国各地公司企业 对您的赞助流程 您看可以吗 赞助 苏洛心里大概明白怎么回事了 当即就点了点头 虽然升级不需要下副本了 但是钱肯定是越多越好的 有人赞助再好不过 雁都腾辉地产 赞助现金1800万 雁都康药制药厂 赞助大型体力恢复药水1万平 雁都业家 赞助现金5000万 药材精神药剂药材20车 龙都天行者副本 赞助药神邦2000万 以及大型体力恢复药水1000平 药神邦的人两个月内免费 雁都龙公副本有限公司 赞助现金1000万 两个月内对药神邦免费开放 龙都赵家 赞助现金3000万 药材5车 装备 龙都张家 赞助3000万 药材10车 会议室里的画面 通过摄像机 传遍了整个龙国 一时间 所有人似乎都看到了新的了希望 在他们看来 苏罗一个人 或许很难带领药神邦 追上黑手帮的等级 但是有了众多大势力帮忙 就不一样了 甚至不少人都开始自发捐赠 3块5块 10块 短短一个小时之内 龙国兴起了一股 为药神邦捐赠的热潮 我是卡车司机 药神邦要是需要运送货物 我免费 我就在验斗 有一把子力气 只要药神邦需要 我可以去帮忙搬运货物 家里虽然穷 但我还是要给药神邦捐赠100块钱 网络上各种发自肺腑的关爱言论 铺天盖地 苏罗看着这些人对自己的支持 心里无比的感动 而这时候 药神邦的3000名精英 也都挑选出来了 网络上发生的一切 他们都清清楚楚 所以当3000人集结完毕 苏罗出现的时候 他们每一个人脸上都露出了刚毅 视死如归的表情 这一战 若是一去不回 那就一去不回 每个人都做好了必死的决心 所以 接下来无论面临什么困难 他们都有绝对的勇气 验斗广场上 3000名药神邦成员 齐刷刷的排列有序 气息凝重 他们中间 有的是步入中年 有的神色稚嫩 还是大学学生 但是此刻 周边都围着看热闹的人 都露出了鼓励的眼神 叶帮主 我们公司在验斗 一共有38个副本 可以同时容纳1000多人练集 这段时间清场 专门为你们服务 一名穿着西装 身穿矮小的中年男人 笑眯眯地站在旁边 在他旁边 还站着几名开副本的企业家 都纷纷表态 我们海城副本 可以容纳500人 龙都天行者 剩下的全都可以去 面对众人的邀请 苏洛却笑着摇了摇头 谢谢你们的好意 我已经决定了 让所有人都去墨北战区 升级的同时 还能保家卫国 让战区的守卫者们 休息一段时间 说到这里 苏洛取出了那枚 代表着战将身份的 红色勋章挂在胸前 看到那枚勋章 几名企业家 顿时就瞪大了眼睛 战将 他竟然是战将 周边的学生 看向苏洛的眼神时 也都充满了崇拜 一般只有对龙国 做出重大贡献 或者实力强大到 非常恐怖的程度 才有资格被封为战将 没想到 苏洛竟然不声不响 就容身成为了战将 脸上顿时露出了一抹红韵 现场众人知道 苏洛的战将身份后 也都纷纷露出了笑容 战区异兽众多 比起副本虽然危险 但却是提升实力最快的地方 源源不断的异兽 能为转职者提供大量的经验 在十分钟前 苏洛已经得到龙老爷子的回话了 他可以带人过去 随意部署墨北战区 一般战将是没有这种权限的 很显然是赵九霄和龙老爷子 多方面思考 给出来的特权 这也算是变相地提拔了一下药神帮 确定好方案之后 接下来便是执行 燕都负责人 专门安排了几十辆公交车 前往燕都大学 用来作为药神帮这三千人的通勤工具 而传送阵那边龙老爷子 也打过招呼了 这段时间外人一律进入 忧心为药神帮提供便利 所有人都知道 苏洛虽然代表不了龙国 却是龙国不可多得的天才 这一战苏洛若是胜了 那便是一戎俱荣 对于这个安排 没有任何人质疑 不仅如此 甚至赵九霄还专门派了一个高级镇法师 过来布置传送阵 帮忙传送工作 只是半天时间 三千人便成功抵达漠北三十六城 而苏洛则是最后出发 传送阵入口处 叶灵月 周兰 周铁生和王莽等人 都站在传送阵边缘送行 包括炼药师协会的蒋星河等人也来了 不过他们还要留在燕都负责后勤工作 所以不能陪着苏洛去漠北战区 一切都安排好了 叶灵月神色担忧地看着苏洛 同时从手里拿出了一份报告 现在我们手里大概有上百亿现金 所有的药材 装备都能花钱购买 装备就不用买了 苏洛摇了摇头 自信说道 装备我来想办法 你们只负责药材方面就行了 苏会长放心 老夫一定让整个炼药师协会彻底运转起来 蒋星河神色恭敬立马做了军令状 既然这样 那大家就好好准备 苏洛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踏入了传送阵 龙多 作为战区首都 这里来的人也最多 足足有五百个人被安排到这儿来了 此时所有人都还在等待着苏洛的安排 龙少辉 赵小元 张天一等一众老熟人都在传送阵门口接待 看到苏洛的身影出现在传送阵里 所有人都露出了热烈的眼神 苏兄弟 我也是要神帮的一员 这次帮会之战 我要参加 我也要去 赵小元 张天一 王磊等人都纷纷表示要去参战 龙少辉也甘大地笑了起来 弱弱道 还得加我一个 老爷子发话了 让我一定要去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感受着众多朋友的关心和支援 苏洛顿时感觉心里暖洋洋的 这种感觉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 苏洛脸上难得地露出了感动的表情 他笑着说道 好 既然你们都参加 这一战 我们胜率必定是百分之一百 对 我们必胜 打死狗日的黑手帮 咱们还是先去练几吧 三十六座城池之间 相隔并不遥远 哪怕城池之间连成了一条线 苏洛骑着青龙 依旧能在一个小时之内 从这头飞到那头 击杀异兽的所有通道都空了出来 全部留给药神帮的人历练 这一次 药神帮经过层层选拔 才选出来的三千人 每一个几乎都是精英 等级最低的五十多级 最高的神作已经达到了七十级 神作考虑到潜力问题 超过四十岁的人全部都没要 等级高的 立马就被安排进了通道历练 而等级低的 则是在各大副本中练级 将众人安排好 又给有宠物的人 留下了一大批灵犬单之后 苏洛前往地窟秘境 三千人中 只有百来人有宠物 而且他们的宠物等级都不是很高 苏洛打算去地窟秘境中 发现玄武的那片空间 适时运气 有战将勋章在 苏洛进入地窟秘境入口处时 所有守卫者都对他表达了最高的敬意 苏将军 秘境已经清空 您现在就可以进去 守卫者对着苏洛会报道 麻烦了 苏洛对着众人露出笑容 然便毫不犹豫地 走进地窟秘境中 入口处依旧是昏暗的普通山洞模样 越往里面走才 逐渐变得开阔起来 周边的石壁上 天然镶嵌着暗红色的宝石 为周边环境提供了亮度 走了一会之后 苏洛才将火凤凰召唤出来 他身上的羽毛 散发出暗金色的火焰照亮四方 山洞内顿时火光冲天 主人 您来这干什么 打亮着周边环境 火凤凰立马就意识到 这是地窟秘境 你试着感应一下 之前封印玄武神阁的那个空间 还在不在 感应不到 不过去试试也无妨 火凤凰鸣叫一声 立马缩小身形 朝着山洞伸出掠去 一路上拦截的异兽 军士被三昧真火 直接变成了烤肉 路程不远 苏洛选择的不行 同时他也打开了自己的属性版面 姓名 苏洛 职业 御灵师 等级 107级 攻击 96000 精神 3万2000 防御 86万5000 体质 黄龙头盔 黄龙胸甲 黄龙护手 宠物 火凤凰 冥界之主 玄武 技能 训灵 凤凰涅槃 无尽冰封 三昧真火 如今 苏洛已经达到了107级 只是普通攻击 就能打出9万多的伤害 有玄武的加持 防御力高达86万多 在地窟秘境这种地方 哪怕不用宠物 也能毫发无损地杀进去 不过通道内的异兽 全部都被火凤凰清空了 苏洛只需要加快步伐就行 暗红色的岩浆 无比浓稠 一个个灼热的气泡 从里面不停冒出 发出噗哧噗哧的声音 哪怕苏洛只是站在岩浆池边上 能感受到里面灼热的气息 等待了好一会儿 火凤凰依旧在岩浆内寻找 苏洛索性趁着这个空荡 用意念进入神药界当中 此时此刻 神药界内的骷髅仆人数量 已经高达好几万 种植药材 挖掘矿石 搬运 各种体力劳动的职业 他们都能认命 周边的群山大川中 叮叮当当挖矿的声音 此起彼伏 甚至时不时的 还传出一阵阵爆炸声 似乎有人在打斗 苏洛意念靠近一看 顿时就无语了 挖矿的 竟然全是六十级的骷髅战士 不仅如此 他们手里拿的矿稿 都是卓越级别的装备 对于普通人来说 坚硬无比的岩石 在他们的无情铁稿下 就如同豆腐渣一般 甚至有的骷髅战士 还会释放技能 轰击石壁 用来加快挖掘的速度 主人 您来了 感受到苏洛意念的存在 亡灵巫师 立马就屁颠屁颠地出现了 挖矿的速度如何 苏洛开口问道 也就这样 一天差不多能挖好几百吨 而且我还可以加大数量 这不是担心 挖完了无聊吗 亡灵巫师尴尬地笑了起来 矿石虽然也能刷新 但是速度很慢 一下挖完了神药界内的矿石 很有可能会出现空窗期 看到这家伙 还会合理分配资源 苏洛瞬间觉得 装备筹备的事 交给他 绝对没问题 三千套传说级装备 两个月 你能搞定吗 主人 装备这玩意儿 和炼药一样 也有成功率的 三个月好不好 苏洛想了想 两个月还得包括 去神龙岛的时间 所以根本不够两个月 于是他面无表情地补充到 一个半月 卧槽 商量时间 还能越商量越少 亡灵巫师生怕苏洛在砍架 连忙一口答应了下来 这次肯定没问题 一个半月绝对能搞定 不仅是装备 还有灵犬丹 也要同步发展 五天后 至少要足够 三千只一手吃 主人您放心 我肯定能办到 亡灵巫师泪流满面地 举出一堆精神恢复药水 然后开始了疯狂召唤 骷髅战士 骷髅仆人 骷髅炼药师 骷髅锻造师 想要在短时间内 完成丹药和装备供给 他就必须要加大 各种职业的骷髅数量 亡灵巫师一边召唤 一边吐槽道 妈的 干完这一票 我又要受好几斤了 你都只剩下骨头了 还怎么受 苏洛白了他一眼 然后默默地退出神药节 睁开眼 火凤凰已经回来了 他在岩浆池边缘 看样子表情似乎有点郁闷 怎么了 看到苏洛疑惑的样子 火凤凰顿时就快哭出来了 他诉苦道 主人 刚当我好不容易打开传送门 然后 然后就是现在这样了 所以 我这是错过了传送门 苏洛顿时满脸郁闷 搓着手尴尬道 我也不是故意的 我再去一次 主人你这次 可一定要注意动静 千万别走神啊 火凤凰声无可恋地叮嘱了一声 然后再次钻入了岩浆池底部 咕噜咕噜 随着火凤凰进入岩浆池 这次整片岩浆顿时就有了动静 开始不停地冒跑 苏洛紧紧地盯着岩浆池表面 同时还召唤出了三足金屋 一旦传送门出现 他就能第一时间 骑着三足金屋 钻进传送门 主人 注意了 火凤凰鸣叫一声 浑身欲火 飞快地冲出岩浆池 在他身后一道道岩浆 开始漂浮起来 组成炙热且又巨大的门框 随着门框成形 门框中 顿时就出现了一层红色光幕 穿过光幕 周边的环境 顿时就变得阴暗起来 苏洛看了一眼身后 凭空出现的红色光芒 正在缓缓消失 就像是被空间腐蚀了一般 而下方是一片巨大的森林 在森林的外面 是一座小山丘 对于那座山丘 苏洛十分熟悉 就是之前金刚魔员 守护玄武神阁的地方 可惜金刚魔员不能说话 不然就直接弄他出来当导游了 苏洛叹了口气 直接跳到火凤凰后背上 然后收起三足金屋 开始在虚空遨游 为什么要骑火凤凰 因为他高调啊 如今的火凤凰 已经达到了126级 浑身火焰冲天 在虚空中能留下 长长的火红色痕迹 如果苏洛不是他的主人 换做其他人 分分钟就能把骨灰都烧出来 一边走一边看 飞行了足足五分钟 火凤凰巨大的身躯 在虚空中 已经掠出了仅仅好几百里地 但是一只像样的异兽都没发现 就算是发现了 也只是二三世纪的低级小怪 他们一旦察觉到 火凤凰的身影出现 就会拼命地往小树林里钻 对于这一切 苏洛不是很满意 自己是来抓宠物的 全是低级异兽 根本没用啊 主人 那边好像有一只异兽还可演 火凤凰扭头对着苏洛说了一声 然后加快速度 朝着一个山洞俯冲过去 火凤凰在上空盘旋 但是山洞内却没有丝毫动静 或许是火凤凰的等级太高 里面的异兽根本就不愿意出来 能把这座山丘打平吗 苏洛淡淡开口 主人 我只需要一分钟时间 就能轰平这座山丘 火凤凰自信回应 同时张口朝着山丘 喷出了一个巨大的火球 哄 火球击中的一刹那 便如同火药一般爆炸开来 在山丘上 直接打出了一个大坑 为了节省经验值 火凤凰并没有使用威力太大的技能 而是一个接一个的火球 往山丘上吐 苏洛静静地坐在火凤凰后背上 开始查看火凤凰的属性 火凤凰 126级SSS级宠物 神格 朱雀 魏霍德 攻击 三十二万八千 防御 十八万 精神 二十一万 体质 四十一万 被动 凤凰涅槃 技能 三魅神火 火皇扑杀 火皇焚天 火球术 等级提高之后 火凤凰的技能已经变得很多了 甚至就连技能也增加了许多 大大小小 至少有二十种火系技能 苏洛也算是看出来了 如果按照转职者的职业 来定义火凤凰的话 他这精神值绝对能算得 上是异兽中的法师 一个个火球术 像是不要钱一样 从火凤凰嘴里喷出来 眨眼间那硕大的山丘 就被轰成了平地 地面上只留下了一个大大的地洞 地洞并不是很深 里面有一只张牙舞爪 长着翅膀的蜥蜴类异兽 只不过 这只异兽很特殊 浑身都是暗红色 类似恐龙时代的龙一样 它急促呼吸时 鼻孔甚至都能喷出白色的热气 暗影蜥蜴 98级 SS级宠物 攻击 188000 防御 96000 精神 16500 体质 21万 技能 红颜之爪 喷火树 暴衰 介绍 来自于西方的强大生物 是罕见的物理 法术均衡的异兽 红颜之爪 命中后 能同时对目标 造成280%法术伤害和280%物理伤害 喷火树 喷出炙热无形的火焰 对敌人造成每秒钟180%的持续伤害 一共10秒 暴衰 保住敌人之后 天上地下都是它的战场 期间 伤害增加300% 防御力增加300% 看着眼前蜥蜴的属性 苏洛眼神中露出一抹喜悦 这只异兽 要是早点遇到 或许它还会着重培养 但是现在 和几只神兽比起来 显得有点多余 而且自己现在也不太需要这种 适合单兵作战的宠物 但是装备 给帮会成员 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收了 苏洛心里暗暗激动 火凤凰立马对着暗影蜥蜴 喷出一个火球 同时发动技能 火黄扑煞 好 感受到致命危机 暗影蜥蜴发出令人头皮发麻 难听的怪叫声 嘴里也喷出了一道白色的火焰 火焰和火球相接触的一瞬间 周边顿时就化作一片火海 火焰消失后 地面上已经没有了 暗影蜥蜴的身影 主人 这家伙还挺机灵 我去抓住他 火凤凰语气不屑 同时朝着暗影蜥蜴 逃跑的方向追过去 就在这时候 苏洛感受到宠物空间里的白虎 似乎响出来 他立马就将白虎召唤出来 主人 你是不是又想驯化宠物了 怎么了 嘿嘿 我的审判力找技能 可以随心所欲地打出任意伤害 只要我想 就算是别人只剩下一百滴血我 也能留他一滴血 听到白虎的炫耀 苏洛心里暗息 这完全就是相当于给敌人所血 绝对是驯服宠物的不二选择啊 那你去把那只四角蛇弄成残血 就他这速度 我只要一瞬间就能追到 白虎骄傲地抬起头 花音落下时 他的身影已经逐渐在虚空消失了 很显然他的速度已经快到了极致 刚才在原地留下的是残疑 很快 前方的密林中就传来了一声嘶吼 火凤凰立马冲了过去 暗影蜥蜴此时正在地上拼命地挣扎 苏洛看了一眼暗影蜥蜴的血量 顿时感觉头皮发麻 原本十八万八千的血量 现在竟然只剩下一百八十八 白虎的这个技能也太特么恐怖了吧 再也不用担心 打死一兽了 震惊之余 苏洛立马对着暗影蜥蜴施展了技能 迅灵 恭喜您成功驯服暗影蜥蜴 系统的提示音响起 暗影蜥蜴的伤势也瞬间恢复 站起来后他立马躲到苏洛身后 看向白虎的眼神中充满了恐惧 躲得远远的 看来这片空间还是有高等级异兽的 收复暗影蜥蜴之后 苏洛心里这才放下心来 他最担心的就是这片空间没有高等级异兽 但是现在的暗影蜥蜴就是最好的答案 宠物空间中目前还有三百多只宠物 苏洛当即就把所有宠物释放出来 让他们以这里为中心 朝着四面八方蔓延 去吧 帮我寻找八十级以上的异兽 艳斗 街道上所有来往的人都忧心忡忡 一些大家族大企业更是开始了紧急会议 就在两个小时之前 美丽国向龙国网络传送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内容是黑手帮训练的视频 黑手帮五千名帮会成员中大部分都是一百级 哪怕是一百五六十级的异兽 在他们手里也撑不过一分钟 视频一经传播 顿时在龙国引起了轩然大波 目前药神帮已经算是龙国帮会前几名的存在了 但是和黑手帮比起来相差较远 就连龙国最老牌的斧头帮也有人发表了意见 表示斧头帮比不过黑手帮 这样一来 药神帮和黑手帮的战斗孰强孰弱 一眼便知 江城义中 全校师生刷到美丽国黑手帮的视频之后 纷纷就议论了起来 怎么办 黑手帮这么厉害 苏洛危险了 苏洛克是咱们江城义中的骄傲 可不能折啊 也不知道是哪个狗币传播的视频 给药神帮施压 大家别慌 听说已经有组织在抓人了 刚刚收到消息 江城的一些高管已经被砍头了 大块人谢 杀得好 众人议论纷纷 周则和一众导师站在中心广场也都忧心忡忡 周老师 咱们这次募捐还要不要行动 捐 全校师生 只要是愿意的都可以捐 不到最后绝对不能认输 周则眼神中露出一抹坚定 然后从口袋里取出了一个厚厚的信封 塞进捐款箱 周老师 你这是两个月工资了吧 我只能捐半个月工资了 一场对药神帮进行的募捐仪式在江城义中展开 募捐箱出现的刹那 整个江城义中的学生都纷纷捐钱 并且关掉了手机上的视频 不到最后绝不认输 对 不到最后绝不认输 每一个捐款的人 嘴里都在念叨着这一句话 给远在天边的苏洛加油打气 龙斗 龙少辉 赵小元等人站在中心广场 看向广场大荧幕上 关于黑手帮的宣传片时 脸色纷纷都沉了下来 骂了个八子 谁播放的这个视频 龙四海站在中心广场 看到荧幕上的视频顿时脸色发黑 勃然大怒 常年混迹战区 他自然知道这是黑手帮的人 想要乱要神帮的人心 人心不齐 那便是一盘散沙 四叔 人查到了没有 查到了 现在估计尸体都发应了 龙四海冷笑一声 随即眼神中又露出了一抹担忧 整个龙国都在传播这个视频 估计要杀很多人了 该杀就杀 虚空中突然一声爆合响起 赵九霄的身影 突然出现在雁都广场上方 此时 他手里拎着一具 已经被折磨的不像样子的男人 有眼见的人 立马就认出了那人的身份 那不是网络局的大佬赵友田吗 此情此景之下 众人一下就猜出了事情缘由 赵友田私下通敌 恶意传播视频 扰乱军心 按龙国律例 当斩 赵九霄面色冷漠 每说出一个字皆如范茵 在人群中不断跳动 他身着淡金色长袍 身后隐隐有金龙浮现 宛如神明下凡 龙少辉和赵小元 以及周边的众人都看得愣住了 他们只知道龙国最强的是 化石人赵九霄和护道者龙战天 但是没想到赵九霄竟然这么强 竟然能引起天地一向 斩 赵九霄嘴唇微起 随着斩字喊出 虚空中顿时凝结出一柄金色的闸刀 咔嚓 随着闸刀落下 人头应声落地 现场提前准备好的摄影组 立马就将这一画面记录了下来 并且还是以直播的形式进行 随着这一展落下 整个龙国顿时以雷霆之力 掀起了一场雷霆风暴 战区通道 药神帮的三千弟子正在刻苦练节 每个人的背包里 都装满了体力药剂和精神药剂 他们不吃不喝 将体力压榨到了极致 夜晚易受实力大增 只有实力强横的人 才敢进入通道刷罐 而实力稍弱的人 则是乘坐专车 前往市区进入副本炼籍 此时 炼药师协会的工厂里 平日里养尊处优的炼药师们 也都纷纷开始加班 感知要紧 整个工厂24小时轮流值班 无论白天黑夜 军事灯火通明 火车 火车 轮船甚至都在疯狂地运输各种物资 这一刻 整个龙国都因为这一场特殊战斗 全力运转了起来 密境中 苏洛正坐在一块石头上休息 通过传音时 收到外面的消息之后 他心里顿时无味杂陈 这一仗 一定要打得漂漂亮亮的 上到赵九霄和龙战天带头支持 下到小学生都自发地开始了捐款 整个龙国几乎是举国之力 支持药神帮 感受着大家的关怀 苏洛心里也逐渐地冷静了下来 不仅要打鹰 我还要直接碾压他们 团灭黑手帮 下定决心后 苏洛立马决定调整方案 两个月时间只要拼命练剂 药神帮的三千弟子 最多能达到一百一十级左右 能和黑手帮打成五五开 但是每个人都配上一只一百一十级的宠物呢 胜算绝对是百分之百 或许还会有伤亡 但是自己在让亡灵巫师 囤积大量的骷髅战士呢 绝对能对他们进行碾压 想到这里 苏洛立马就钻进了神药界当中 现在神药界中的骷髅炼药师数量 已经提升到了八千名左右 骷髅锻造师至少有五千个 靠近铁浆铺 到处都是叮叮当当的嘈杂声音 亡灵巫师此时正瘫坐在一个角落 仿佛身体已经被掏空了 看到苏洛进来 他立马哀嚎了一声 主人 一滴也没有了 装备的进展如何了 一个半月之后 三千套装备绝对能搞出来 灵犬丹呢 也没问题 现在已经囤积了七十万颗了 后续还在收割药材 苏洛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命令道 你从现在开始 不停地召唤骷髅战士 两个月之后能召唤多少 亡灵巫师 似乎猜到苏洛是什么意思了 亡灵巫师立马就从地上站了起来 语气笃定道 主人 我其实也很猛的 不用召唤那么多骷髅战士 这一场战斗很关键 只要打赢了 我们至少能收获数百颗空间石 苏洛心里很自信 黑手帮到时候派来的 绝对都是精英 他们抱着避营的心态 也肯定不会提前转移物品 精神成员身上的好东西 还会少吗 一听到空间时 亡灵巫师顿时就兴奋了 主人放心 我一天就能召唤好几万骷髅 两个月至少能召唤三百六十万大军 苏洛静静地站在一个小山丘上 等待宠物们追逐翼兽 在山丘的前面 是一片巨大而平坦的沼泽地 此时陆陆续续有翼兽 朝着沼泽地靠近 翼兽之间相处相对来说比较和睦 就算是不同种族 也能暂时挤在一起 看着众多异兽汇聚于此 苏洛心里乐开了花 有万兽之主的天赋 就算玄武相隔千里 他也能获得玄武的防御增幅 再加上自身实力不低 已经不需要玄武贴身保护了 目光所向 四面八方 均是各种炫目的技能颜色 苏洛虽然站在原地 但依旧能通过众多宠物 感应到他们所经历的一切 众多宠物正在释放技能 惊吓或者逼迫野生异兽 朝着沼泽地汇聚过来 主人 差不多就这些了 白虎冲到苏洛面前 语气中充满了骄傲 现场的异兽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 甚至还有不少水里游的都有 只不过等级高了 水里的异兽也能在陆地上生活 苏洛点了点头 眼神中露出满意都被表情 他已经清点清楚了 加上天上火凤凰和三足金屋 现在驱赶过来的六只飞禽 一共是2380只异兽 这些全都是80级以上的 想要给药神帮3000人 全都装备上宠物 排除之前拥有宠物的人之外 至少还有五六百只 不过这么多宠物 一只一只的收服效率 明显太低了 苏洛一下子又泛起了难 似乎猜到主人的心思 火凤凰角落在苏洛旁边 提议道 主人 我们可以吓唬吓唬他们 然后威逼力又应该能解决很多麻烦 目前 朱雀 青龙等宠物的等级 几乎全都到了120级以上 对于八九十级的异兽来说 拥有着极大的震慑力 如果实在不够 丧尸猪王再加上这些本土异兽的老主顾 金刚魔元应该也是够了 毕竟在这之前 疾风狼王和斑猎狗王的行为 足以证明这些异兽已经开支 那行 你给他们翻译一下 主人 怎么翻译 顺我者昌逆我者王 苏洛满脸尴尬地说了一句 青龙立马对着苏洛竖起爪子 主人霸气 啾啾 啾啾 火凤凰没有含火 立马就对着沼泽地上的异兽们 吼叫了起来 随着他翻译完毕 原本躁动不安的异兽 全都盯着苏洛看了起来 滋滋 滋滋 就在这时候 一只体型庞大 却受骨灵循的老鼠钻了出来 主人 他表示他愿意臣服 火凤凰抬起爪子 指了指那只大老鼠 苏洛则是满脸猛逼 这么大的老鼠 他还是第一次见 苏洛立马就开始查看属性版面 地窟鼠王 86级 A级异兽 攻击 128000 防御 56000 精神 34000 体质 185000 被动 听风 技能 鼠王之爪 猎地爪 属意召唤 介绍 成近的老鼠 拥有极强的保命能力和偷窃能力 听风 方圆100米之内 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的耳朵 鼠王之爪 四只爪子释放本命之力 凝结成四只爪子 快速攻击敌人 每次造成200%伤害 一共12次 猎地爪 释放鼠王之爪 在地上挖出陷阱 逃生或困住敌人 鼠翼召唤 召唤鼠群攻击敌人 也可以掩护自己撤离 既然愿意臣服 那就别反抗 苏洛淡淡地说了一句 火凤凰立马开始快速翻译 地窟鼠王似乎明白什么意思 立马点了点头 训灵 苏洛立马施展技能 地窟鼠王身上 瞬间就泛起了一阵白色光芒 恭喜你 成功驯服地窟鼠王 随着驯服成功 地窟鼠王的生死 均是掌握在苏洛手中 而此时 地窟鼠王眼神中 也露出了一抹解脱的表情 他的战斗力并不是很强 在这片空间混 三天基本上能饿九顿 现在认主了 最差也能顿顿吃饱 既然你跟了我 以后这玩意儿 就当粮食事吧 苏洛淡定地从背包里 取出一把灵犬丹丢在地上 示意地窟鼠王过来吃 威逼利诱 现在三十七活了 剩下的就是给出几秒时间 让其他的异兽 有动摇的机会 看到这一幕 地窟鼠王感动得都快哭了 对着苏洛吱吱吱地叫了几声 立马就冲到苏洛面前 开始享用灵犬丹 丹药香气扑鼻 仅仅是散发出的味道 就让周边的异兽们口水直流 再加上地窟鼠王 那满脸享受的模样 更是让不少异兽 都有了沉浮之心 吼吼 就在这时候 一只浑身脏不垃圾的异兽挤了进来 主人 他说他也愿意沉浮 火凤凰语气怪异 苏洛则是满脸郁闷 来的异兽 看向白虎 示意他动手 同时又让火凤凰翻译 我们主人说了 他只需要在场的精英 其他的一律不要 等极高的异兽 都心有傲气 听到火凤凰翻译的话之后 纷纷都扬起了脑袋 同时看向苏洛的眼神 也有善了不少 算你小子识相 几十只异兽 立马发出不同程度的吼叫声 然后朝着前方走了几步 表示愿意沉浮 有异兽领头 其他的异兽 也都纷纷开始跟着前进 很显然 异兽之间也存在跟风的现象 看到这一幕 苏洛顿时眉开眼笑 现在他只需要不停地 释放训灵技能即可 恭喜您 成功驯服幻影魔狼 恭喜您 成功驯服猎魔术装 恭喜您 成功驯服黑狼 一道道提示音不停响起 苏洛的宠物空间内 宠物的数量也在不停地增加 大部分异兽都心甘情愿地臣服 至于小部分不服气的 也先不起什么风浪了 打服就行 主人 够了吗 看到苏洛一口气 收服了两千多只异兽 火凤凰眼神中露出一某好奇 还不够 还缺五六百只 不过这片空间中 还有大量七十几以上的异兽 苏洛立即让宠物们再度出击 陆续驯服了几百只七十几以上的异兽 从进入地窟秘境开始 收服三千只异兽 苏洛只用了三天时间 地窟秘境出口处 苏洛走出洞口 外面的守卫立马上前迎接 一辆战区专用的汉马车 正稳稳当当地停在路边 等候着他的到来 上车后 司机小声地开口询问道 苏将军 我们现在去哪里 先去战区吧 在引擎声的轰鸣中 车辆开始飞速行驶 消失在地窟秘境的山区中 半个小时之后 车辆稳稳地停在战区通道之外的道路上 通道的分插口处有一片 迷彩不搭建的梁棚 此时已经是寒冬 寒气逼人 龙少辉 赵小元两人正围在火筒旁边 打扑克牌 看到苏洛回来 俩人立马就丢了手里的牌 然后上前迎接 回来了 回来了 三人只是相视一笑 然后便各自找了个凳子坐下 寒风呼啸而过 桶里的柴火立马 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 再加上周边通道内 异受的嘶吼声 寻常人在这种情况下 大概率会崩溃 苏洛好奇地看向龙少辉 开口问道 咋样了 情况不太乐观 上次黑手帮发布的那个视频 虽然已经整顿了 但是兄弟们 心里似乎都没啥希望 听到这里 苏洛脸上依旧保持着笑容 不过大家练节 还是很拼命的 现在才过去几天时间 几乎每个人都升了三个等级 那还不错 按这个速度下去 大概率能追上黑手帮了 苏洛满意地点了点头 决定先给弟兄们 一点战胜对手的希望 在这种状态下 他们都能凶猛升级 那如果增加宠物之后 升级的速度 绝对能跟得上黑手帮 到时候 再加上自己的宠物 以及亡灵巫师的骷髅大军 弄死黑手帮 就跟娃似的 傍晚时分 整个战区灯火通明 药神帮三千弟子 静静地站在一起 他们当中 等级最低的也有83级 等级最高的 甚至达到了98级 所有人都好奇地看着苏洛 不明白现在集合干什么 苏洛静静地站在众人面前 时不时地抬起手机 查看时间 就在这时候 旁边的空地上 突然亮起了一阵白色光芒 光芒逐渐形成 一个五角星形状 这是传送阵 如果这时候 有人攻击传送阵 那么传送就会终止 不过众人并没有攻击的想法 因为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龙国的化石人赵九霄 以及龙占天 和一名身材肥胖 宛如弥勒佛一样的光头胖子 三人的出现 引起了众人的好奇 不过 苏洛并没有看他们 而是将目光 放在药神帮众人身上 哪怕龙占天 和赵九霄 这种等级的人物出现 药神帮众人眼神中 并没有多少惊讶 他们宛如麻木的 行尸走肉一般 很显然都觉得 这次和黑手帮交手 会是必死的局面 他们不怕死 只是看不到 洗碗麻木罢了 看着那些表情木讷 空洞的眼神 苏洛内心隐隐作痛 赵前辈 可以开始了吗 苏洛对着赵九霄抱拳行李 紧接着是龙占天 和那名肥胖老者 开始吧 赵九霄表情一宁 然后从怀中 取出一颗黑色的石头 三人齐齐朝着 黑色石头释放力量 虚空中 顿时就笼罩了一层 暗黑色的能量层 看到这一幕 苏洛心里暗暗惊讶 那名光头胖子 竟然也是 150级以上的强者 三人联手之下 竟然直接将这片空间 与天地隔绝了起来 抓紧时间吧 我们撑不了多久 看到苏洛还在好奇 赵九霄立马 开口催促 脸上却又不得不 带着讨好的笑容 毕竟今晚的事 事关重大 如果是真的 那么苏洛的重要性 甚至大于他 这个龙国化世人 时机已到 苏洛也不再隐藏了 要不是场地太小 他能直接释放 3000只异兽 惊爆众人的眼珠子 300只异兽中 等级最低的是72级 最高的 甚至达到了96级 每一只异兽的体型 都很庞大 现场顿时 变得拥挤嘈杂起来 而众人却鸸雀无声 目瞪口呆地盯着 这凭空出现的 300只异兽 就连赵九霄 龙战天和那名光头胖子 都表情震惊 苏洛的大明 整个龙国 几乎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但是亲眼看到 和听说是两码士 太壮观了 这小子 要是能给我弄个 1450级的宠物 当牛做马 我也愿意啊 光头胖子嘀咕了一句 旁边的赵九霄和龙战天 均是脸色一黑 此时 药神帮的3000弟子 看到这些异兽 眼神中都逐渐散发出了光彩 当初 苏洛曾经在燕都城门口 给药神帮的人 发放过一次异兽 这一幕似曾相识 难道 今晚帮主又要开始发放宠物了 但是300也不够分 和黑手帮打起来 也提升不了多少胜率 众人脸上虽然有些高兴 但心里依旧没底 兄弟们 这段时间 你们辛苦了 苏洛站在一个巨大的水桶上 对着众人喊话 通过细微的表情判断 他能猜到这些人的大致想法 于是立马补充道 这300只异兽 只是开胃菜 现在统统按照顺序上来 领取宠物 你们在场3000人 每个人今晚都能拥有宠物 等级不低于70级 随着苏洛话音落下 现场急促沉闷的呼吸声 顿时此起彼伏 有人表情兴奋 有人眼眶发红 也有人喜极而泣 苏洛站在旁边 不停地指挥他们 有序领取宠物 每来一个 他就发放一只 直到300只异兽 发放完毕后 苏洛又释放了 300只宠物出来时 所有人都信了 今晚每人都能拥有宠物 一时间 所有人眼神中 都流露出了亢奋的色彩 在他们看来 就算等级有所差距 现在有了宠物的加持之后 与黑手帮的战斗胜率 至少能提升到八成 看到他们眼神中 有了希望的光芒 苏洛也在心里松了口气 这才哪到哪啊 所有人都契约宠物之后 苏洛才继续开口讲话 除了宠物之外 我还会给你们每个人 发放一千枚灵权丹 这些丹药 你们只能用来提升宠物等级 随着话音落下 听到灵权丹三个字 现场顿时一片死寂 就连赵九霄等人 也都瞪大了眼睛 用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 盯着苏洛 灵权丹是什么 他们都知道 但是每人给一千 那就是三百万枚 富可敌国和他比起来 算个屁啊 宠物分发完毕之后 苏洛毫不避嫌 直接从神药界中 取出了一些灵权丹 丹药堆在地上 成了一座小山 比他人还高 就这么一点 至少有好几十万枚 灵权丹不是普通丹药 散发出的香味 别说是易兽了 就连人类闻着 也会觉得很诱人 一次性看到 这么多宗师级的丹药 在场的人都呆若母鸡 这么多灵权丹 该值多少钱啊 龙国专门生产药剂的 炼药师协会 恐怕也拿不出来这么多吧 这小子 真是让人琢磨不透 赵九霄神色无奈地摇了摇头 心里如遭雷击 这些丹药的价值 完全能比得上半个国库了 若是苏洛说的 每人都有一千美式真话 那么所有丹药的价值加起来 大概率能超过龙国国库了 如此看来 黑手帮再怎么强横 在苏洛面前也不过耳 这时候 苏洛已经在开始分发丹药了 作为转职者 对于数数这种能力 几乎已经开发到了极致 特别是苏洛现在的等级高 一千枚丹药 几乎是随意挥挥手 就能轻易数出来 谢谢帮主 第一个领取到丹药的药神 帮弟子严肃地朝着苏洛鞠了一躬 然后才缓缓离开 紧接着是第二个 第三个 直到所有丹药发放完毕 苏洛又取出第二堆药材时 龙占天等人才意识到 事情的可怕 这小子 真能拿出来三百万克灵圈丹 三人面面相去 但是现在人多嘴杂 他们也不方便询问 只不过看到苏洛一把一把地发出去 好不肉疼的样子时 三人心里大致都有了答案 这小子绝对来路轻松 要不然不可能像发糖一样轻松 谢谢帮主 我李四的命 以后就是帮主的命嘛 随着最后一名 药神帮弟子领取完丹药之后 地上还剩了一大堆 将所有丹药收回神药界后 苏洛立马便安排他们出发去训练 至于空闲的时候 自然是用丹药喂养宠物 有了宠物的加持之后 众人厮杀起来越发凶猛 不一会儿功夫 通道之外便响起了一寿痛苦嘶吼的声音 苏将军 出手阔绰啊 等到所有人都走了之后 赵九霄才笑着开口 龙占天和光头胖子也都满脸 好奇地盯着苏洛 想知道苏洛这些丹药的来源 就凭炼药师协会 就算是三五年 也很难凑齐三百万颗灵圈丹 当然 就算是不说 他们也不会勉强 这些丹药可不简单 都是大有来头呢 苏洛一本正经 笑着对三人拱手 然后便朝着休息的地方走去 看到他洒脱离开的背影 三人都陷入了怀疑人生 大有来头 可不简单 怎么都不简单 你至少要给个话啊 龙占天和光头胖子倒是没什么 只不过二人的目光 都放在了赵九霄身上 看我干嘛 苏将军可是龙国的栋梁之财 别说是丹药来源保密了 就算是让我倒贴点钱 我都愿意 赵九霄翻了个白眼 然后直接原地传送离开了 龙占天和光头胖子也都相识一笑 纷纷离开了原地 时间很快就过了半个月 漠北战区之外的异兽 都被药神帮弟子发泄式的 厮杀干净了 通道的异兽寥寥无几 就连城外的异兽数量也少得可怜 以前的通道只是镇守 所以异兽数量庞大 但这次药神帮花了不少精力主动出击 导致战区的异兽都快屠杀干净了 想要恢复异兽数量 至少也要给他们半个月的汇聚时间 苏洛和龙占天站在一处瞭望塔上 城外零零散散的异兽都在逐渐被屠杀干净 二人的心也都逐渐沉了下来 怎么办 战区的异兽快杀光了 要不要让赵老头出点血 让大家下副本 龙占天眼神中充斥着笑意 他有时诚把握 让赵九霄自掏腰包 花钱给药神帮弟子进副本 国库能支撑多久 龙占天老脸一红 尴尬到最多给每个人升三级左右 这么穷 苏洛尴尬地搓了搓手 脑子里开始整理思路 在最开始的时候 不少副本公司都表示愿意免费为药神帮的人开放副本 但是自从黑手帮的宣传视频发过来之后 不少人都开始装龙作哑了 说到底还是他们信心不足 不想在必败的情况下投钱 但是现在 苏洛有绝大的信心让他们投自己一票 让整个龙国副本企业负责人来战区一趟 我向他们证明 听到这话 龙占天脸色顿时就变得古怪起来 也遇到 咱们虽然没钱 但也不兴玩这种土匪的手段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行 看在你做出这么多贡献的份上 老夫个人为你违规一次 龙占天脸上带着笑眯眯的表情 然后缓缓离开了战区 作为龙国守护者 龙家同样有着不小的震慑力 只要龙占天发话 那些生意人不敢不来 只要他们来了 苏洛就有把握让他们投自己一票 而且这场战役不仅是自己 龙国几乎也动用了很大力气 这种结果眼上 但凡站错了队伍 后果就是相当严重了 第二天傍晚 龙国精英副本项目的大企业 全都派人来了 一共13个人 全都是身价不菲的大人物 得到龙占天的允许之后 苏洛直接把他们 全都带到了战区通道的开阔场地上 药神帮3000弟子 已经站在那里等着了 看到药神帮的人 这些商界大佬并没有太多的惊讶 甚至有的人眼神中还露出了笔 因为药神帮的弟子 和黑手帮的人比起来 还差了至少十个等级 胜利的希望并不大 对于众人的反应 苏洛尽收眼底 但他并没有表现在脸上 而是对着药神帮众人摆了摆手 开始吧 随着苏洛一声令下 所有人都开始召唤宠物 轰轰轰 一道道沉闷的落地声响起 各种体型庞大的异兽 纷纷出现在众人视线中 这些异兽战位有序 整齐划一 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是宠物 怎么可能 看到数量如此庞大的宠物 一众商界大佬都瞪大了眼睛 而这时候 龙战天也来了 他和苏洛有着同样的目的 那就是 想要仔细看看 这些人的反应 不同的是 苏洛只能看看 而龙战天一旦看到不对劲 那可就不是光看了 此时到场的人 均是龙国精英副本的大佬 前些日子那些副本公司 只能算小虾米 想要让大家等级 快速提升 还得需要这些人的支持 战区异兽数量 日益稀少的事 不是秘密了 这些人也不是傻 什么都不用说 只是看到这一幕 他们心里就明白 今天的目的了 13个人中 大多数人看到这些异兽 脸上都露出了震撼的表情 但是 其中两个人表情不对劲 低着头装傻充愣 露出一副绝不表态的样子 似乎看到要神帮的人 变强了反而不开心 苏洛不讲话 龙战天也只是笑眯眯地看着众人 全场寂静 气氛顿时就变得压抑了起来 众多商界大佬 心里都明白苏洛在龙国的地位 如何站队就看今日了 这时候 一名身材肥胖 带着金丝眼镜的男子率先表态道 苏将军果然厉害 而今众兄弟们需要快速练集 我添龙企业旗下的所有副本 对众兄弟免费开放 我蓝天企业的副本也免费提供 还有我八业副本公司 免费为要神帮提供 众人陆续表态 13个人很快就达成了一致 全都愿意免费开放副本 公要神帮众人练集 得到支持 苏洛知道该自己表态了 立马对着众人拱手回应 今日诸位前辈的扶持 苏某铭记于心 滴水治安日后 定会涌全相报 等一下 龙战天缓缓地摆了摆手 面无表情地将目光放在众人身上 苏洛心里明白怎么回事 却故意露出茫然的样子 众多商界大佬 也都满脸猛逼地看着龙战天 这都免费提供副本了 一天至少亏损几千万 还要怎样 冰封和无尽的两位 还是正常营业吧 让他们大出血就够了 龙战天指了指人群中的两个人 这两个家伙刚刚的脸色很不对劲 苏洛猜测他们绝对有问题 但是不重要 以龙老爷子这脾气 他们很快就要倒霉了 龙胜 我们冰封企业 是真心想资助要神帮的兄弟啊 对啊龙胜 给个机会让我们聊表心意吧 被指的两人顿时脸色煞白 汗流加倍 其他人表情古怪 都露出了若有所思的样子 同时脚下也不慢 立马朝着旁边站了站 无形中和这两个人 拉开了一点距离 你们先回去吧 龙战天面 无表情地对着那两人摆手 然后便转身朝着后方的椅子走去 看到这一幕 被孤立的两人顿时就慌了 神色焦急地盯着苏洛 哀求道 苏将军 请给我们一个机会 我们是真心希望 你们能赢了 此话一出 在场的十来个副本负责人都乐了 刚刚大家的表现龙胜都看着呢 现在这番话 不是越描越黑吗 抱歉 我也得听龙前辈的话 苏洛遗憾地摇了摇头 心里却是一阵暗爽 龙老爷子 可真是报仇不隔夜啊 敢对龙国不忠 估计今晚这俩人 就得脑袋搬家 众人散场后 当天下午要神帮的众人 就开始陆续前往 各大城市的副本场地 每一批人离开时 苏洛都亲自送他们上车 在送最后一群人的时候 一名身材瘦小的年轻人 在上车前似乎想到了什么 立马跑到苏洛面前 帮主 我有话想和你说 什么事 苏洛惊讶地看着他 这名年轻人年纪和自己相仿 竟然达到了96级 很不错的苗子 昨天我在城外一公里处 杀翼兽时 看到了一株红色的小草 听到这里 苏洛顿时就来了兴趣 接着说 那小草看似很普通 但是却能释放火焰 一点点火星子 就能诞生出一大片 火焰无差别攻击 详细询问了一番之后 苏洛心里顿时就兴奋了起来 在这之前 他给帮会里的人打过招呼了 凡是碰到奇特的植物 都可以向自己直接汇报 通过描述 他已经能确定 那株草很特殊了 至于到底多特殊 就要亲自看了才知道 所有人都上车后 龙战天也走了 战区顿时变得空旷起来 只留下值班的守卫者 苏洛一步越过城墙 直接朝着刚刚那名 年轻人汇报的位置找去 恶战即将来临 任何能变强的机会 他都不想放过 此时 城外已经是一片荒凉 一受踪迹全无 完全没有之前 被一手包围的紧迫感 苏洛踩在沙漠之上 朝着前方缓缓前进 此时 他又看到了远处的黑色光芒 看似就在天边 但又像是一个巨大的物体 沙漠的那边 究竟是什么 苏洛满脸茫然 却又找不到答案 快速走了大概十分钟左右 周边环境从沙漠 逐渐变成了石块 仔细寻找了半个小时 苏洛才在一块巨大的 岩石顶端缝隙中 找到目标 星火草 65级 神话级植物 生命 68000 防御 85000 攻击 38万 觉醒时间 无限 燃烧持续时间 15秒 介绍 很胆小的植物 散发出一点火星 击中目标后 会造成大范围伤害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看到星火草的属性版面后 苏洛顿时就来了兴趣 这玩意儿的单独杀伤力 或许比不上剑气草 但是绝对是群工的好帮手 星火燎原 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 苏洛缓缓上前 想要试探一下 他的攻击方式 就在这时候 隐藏在石缝中的星火草 似乎也感受到 有东西靠近 体型顿时缩小成黄豆大小 同时 一颗比芝麻还小的火星 从叶片上飘了出来 火星和周边环境比起来 就像是空气中的颗粒 要不是苏洛等级高 根本难以察觉 啪哒 在靠近苏洛还有三米的时候 火星突然炸裂 无数火焰在虚空中 快速蔓延开来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就将苏洛包裹在火海当中 一 一 一连串的伤害 从苏洛身上冒出 不过 有玄武的防御叠加 星火草的攻击 根本就破不开防御 这玩意儿很棒 感受了一番星火草的攻击露数之后 苏洛眼神中 顿时就露出了感兴趣的神色 然后直接朝着星火草走去 这玩意儿 伤害虽然高 就在他再想要不要再捏几下的时候 亡灵巫师从神药界中钻了出来 看到苏洛大费周章的样子 他弱弱说道 主人 其实收服植物根本不用费这么大劲的 只要把它放进神土里 它就会进入生长期 百分之一百能驯化 还能这样操作吗 苏洛心里疑惑 立马就钻进神药界当中 进入神药界时 星火草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立马就不挣扎了 任由苏洛抓着 苏洛站在神土旁边 轻轻地往神土中丢去 星火草立马化作一道红光 钻进土里 紧接着 土壤中开始快速生根发芽 长出了一株红色小草 它生长的速度极快 几乎是眨眼间就长到了半米高 叶片也冒上了许多 浑身充斥着暗红色的经络 看到星火草疯涨 苏洛尝试性地施展了训灵技能 恭喜你 成功驯服星火草 系统提示音响起 苏洛心里这才松了口气 此时的神土中 已经种下了四种植物 幽名懒月花和剑气草的等级最高 其次是刺球炮筒 等级最低的是 刚驯服的星火草 只有65级 或许是十分钟没多少养分 星火草的体积 比起其他三株植物 就像是黄豆和西瓜一样 这四颗植物的作用很大 苏洛也打算重点培养 青龙 白虎 玄武 火凤凰 三足金屋 再加上亡灵巫师 六只宠物 全都被苏洛安排去吃灵犬丹 至于经验值 肯定是先给星火草了 毕竟是神话级植物 培养起来 之后能力不比剑气草弱 到时候和黑手帮对决 可以先用星火草 去大范围消耗一波 再接着使用 亡灵巫师的骷髅战士 打人海战术 此时的神药界中 空地上 山坡上 填砍中间 各种能占人的地方 几乎都密密麻麻 占满了骷髅战士 放眼望去 黑压压的一片 很有震慑力 苏洛随机开始查看 骷髅战士的属性 当看清这些家伙的奇葩属性之后 精神 两万两千 体质 十八万五千 技能 恶战 恶灵斩机 爆裂 介绍 民主座下最忠诚的勇士 一旦发现目标 便是不死不休 恶战 战斗状态 对敌人造成40%减速效果 自身获得40%吸血效果 每秒消耗50精神值 恶灵斩机 透支以损失的生命 发出强有力的斩机 血量越低斩机伤害越高 无需精神值 爆裂 死亡后 对方圆五米内的敌人 造成200%真实伤害 战斗能力 可以说是平平无奇 最多也就和白虎的技能 类似可以回血 但是 最后的爆裂技能 绝对能算是神来之比 竟然能无视防御力 造成200%真实伤害 这玩意儿 要是一群一群的炸 就算是自己这种 防御一流的存在 也顶不住 真特么逆天 苏洛静静地站在神土旁边 观察着星火草的动静 神土本身 就在促进它的生长速度 再加上 众多宠物在反馈经验值 星火草的生长速度 就如同开挂了一样 不到一分钟时间 就直接升了三级 又持续观察了一会儿之后 苏洛才转身朝着 铁匠铺走去 一排排铁匠铺 像是工厂流水线式的 排列整齐 四周都是叮叮当当 敲打的声音 如今的神药界当中 至少有一百多个宗师级 骷髅锻造师 而龙国锻造师协会 也才只有十多个宗师级 锻造师而已 就凭这些 就能调打龙国的锻造师协会 药田 矿山 伐木厂 采石厂 各种流程都仅然有序地进行 这些骷髅锻造师 不吃不喝 也不要工资 更不会累 绝对是世界上最好的劳动力 看着如今神药界中 已经堪比小城市的恢弘场面 苏洛心里暗暗有些骄傲 多亏当初收复了亡灵巫师 这家伙虽然战斗不咋样 但是后勤 这一块绝对是一等一的 就凭现在这些战绩 几乎能碾压世界上一些小国度了 以后有机会了 还得多弄点空间时才行 苏洛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声 然后便离开了神药界 验斗 中心广场街道上 苏洛静静地站在街道上 打量着周边摆地摊等人交易的转职者 这些人大多数都是要神帮的人 要是没了黑魂门的干扰 要神帮也再次恢复了正常运转 至于验斗其他的老牌帮会 在这种情况下都选择让路 一时间再也没人敢找要神帮的麻烦 苏洛站在街道上 看着这一切 不知为何总感觉 心里感觉空落落的 就在这时候 一片晶莹剔透的雪花 从虚空落下 落在他的肩膀上 紧接着是两片 三片 下雪了 街道上有人呢喃 苏洛抬起头往上方看去 大雪纷飞 茫茫无际的雪花 从虚空落下 街道上来往的人 都纷纷紧了锦衣上 然后快步往家里赶 下雪了 要过年了 苏洛眼神空洞地 看着那些飘飞的雪花 行自顿时就沉了下去 这次回燕都 他本来是打算看一眼 要神帮的情况 就走 但是现在竟然下雪了 燕都 只有过年那两天 才会下雪的 苏洛掏出手机 日历上显示距离春节 还有三天时间 苏洛顿时就郁闷了 家在哪 老房子已经被拆了 现在除了青龙院的小院子 自己冒死无家可归 苏帮主 要过年了你 还在街道上闲逛啊 一个女生从他背后响起 苏洛只是定定地望着落雪 没有回应 苏帮主 在想什么呢 那个声音再次响起 苏洛这才转过身去 脸上瞬间就露出了惊喜的表情 姐 你怎么回来了 苏宾雪身上 穿着一件黑色敞开的风衣 下面是黑色的紧身裤 配小皮靴 时常冰冷的容颜此刻 绽放出了笑容 明明才二十多岁的年纪 却给人一种 成熟落落大方的感觉 他喊那两声 同样也引起了别人的注意 周边摆摊的药神 帮弟子立马就围了过来 个个都咧着嘴和苏洛打招呼 帮主好 帮主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啊 众人看向苏冰雪时 脸上也都保持着恭敬的神色 毕竟姐弟俩 还是有些神似的 特别是站在一起 双方对比 越看越像姐弟 也没人敢胡乱开枪 你们忙你们的吧 我就四周转转 苏洛笑着和他们摆了摆手 打发走众人之后 他才和姐姐一起在街头上转悠 边走边聊 当提起江城房子的事 苏冰雪也沉默了 姐弟俩现在相依为命 那房子是父母当初留下来的 也算是最后的家了 可是现在家没了 就算是买个一千平大的别墅 也找不回来曾经的那种感觉 小洛 咱们还是回去看看吧 苏冰雪感慨了一句 然后便拉着苏洛 往传宋镇的方向走 对此苏洛自然不会反对 姐姐三年多没回来了 就算房子不在了 回去祭拜一下父母也好 回到江城之后 姐弟俩先是买东西 去墓地祭拜父母 然后才打车 朝着当初的小区赶去 到地方下车后 苏洛和苏冰雪站在原地 大眼瞪小眼 都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 过了很久苏冰雪 才质疑地看着苏洛 沉怒道 你不是说被人强拆了吗 姐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啊 苏洛耸了耸肩 满脸无辜 走进小区 门口的保安大爷 还是曾经的保安大爷 唯一不同的是 他头发白了许多 张大爷 这是咋回事啊 苏洛趴在门未停窗户口上 对着正在听收音机的张大爷问道 你 你是小洛 小雪 看清来人后 张大爷眼睛瞪得笔直 张大爷 快告诉我 这是怎么回事吧 你们这小区也不可能恢复成这个样子 一提起这件事 张大爷眼神中又难过又伤心 聊了几分钟之后 苏洛总算是明白怎么回事了 当初强拆小区的是海洋地产的人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海洋地产现在又吃巨资 把小区复原了 脑子抽风 苏洛满脸不解 苏冰雪若有所思的看了看保安亭里 正在打电话的张大爷 但也没说什么 房子还是不提房 顺着楼道走上三楼 用张大爷给的钥匙打开房间门 苏洛心里更无语了 这特么哪是重建啊 分明就是我家呀 甚至连桌子上剩下的半碗泡面 都和原来一模一样 看着茶几上的半碗泡面 苏冰雪郁闷地看向苏洛 咋回事 还有人住 我也不清楚 应该是想还我们一个 和当初一样的房子吧 看着房间内一模一样的各种家具 以及同款的用了几十年的老电视机 苏洛感觉很无语 拆都拆了 就不能顺带换个新的吗 就在这时候敲门声响了 苏冰雪在房间里收拾 苏洛正在收拾那半碗泡面 苏先生 我代表海洋地产来给您拜个早年 穿着黑色职业装 黑丝加高跟的冯娇娇站在门外 手里还拎了一个箱子 拜年就不用了 我得感谢你这泡面里没加汤 苏洛郁闷地扬了扬手里的泡面 并没有让他进来 苏先生误会了 当初海洋地产的人是冯海洋和他父亲 冯海洋死了 他父亲现在也死了 现在的海洋地产 希望能得到苏先生的好感 冯娇娇笑着扬了羊手里的箱子 同时还对苏洛露出了一个甜美的表情 成熟女人的那骨子妩媚劲 瞬间散发了出来 没事 家里挺乱的 我就不留你了 苏洛说完之后退后了一个身位 刚好能放下手提箱 看到这一幕 冯娇娇脸上的笑容更欢愉了 放下箱子后立马失去地离开 简单收拾一番之后 屋子里已经焕然一新了 夜间的江城 寒风四略 不过屋内有温暖的火炉 美食和娱乐节目 姐弟俩坐在沙发上 畅聊着这些年的辛酸历程 苏洛偷偷地看了一眼姐姐的属性版面 心里顿时颤了颤 但还是没表露出来 姓名苏冰雪 职业幻影刺客 等级148级 攻击296000 精神92000 防御18000 体质36万 装备不可见 宠物无 技能不可见 攻击力高低苏洛不在乎 他只好骑姐姐是怎么升级的 这么快 竟然就达到了150级 你在看什么 苏冰雪笑音音的扭过头 对着苏洛爷遇到 姐 你都快150级了呀 你不也110级了吗 我 我有自己的小秘密 无论怎样 咱们俩都是血浓于水的姐弟 等什么时候 世界平静了 我再告诉你我的秘密 讲出这些话的时候 他很认真 也很严肃 苏洛爷点了点头 又过了一会儿 苏冰雪似乎想到了什么 开口问道 你在漠北战区待那么长时间了 有没有看到过那种黑色的东西 看到过 其实就是这个 据说这世界上有八大天坛 能刷新异兽和各种材料 你看到的那个就是龙国的圣坛 苏冰雪从背包里取出一张纸 上面描绘着一个类似祭坛的东西 龙国人数众多 靠着这天坛也能勉强维持转制者的消耗 美利国实力这么强 就是因为他们喜欢抢夺别人的圣坛 现在他们盯上我们龙国的圣坛了 而黑手帮挑战你 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索而已 听完这些话 苏洛感觉整个人如遭雷击 圣坛 这玩意儿上学的时候根本就没教过 包括验斗五老头也没讲过这事啊 所以和黑手帮对决 千万不能手软 姐 你就不担心我会输啊 没把握的事你会干吗 你什么德行 我可是知道的清清楚楚 看到苏洛满脸无辜的样子 苏冰雪顿时就翻了个白眼 两个月时间转瞬即逝 黄龙岛党码头 药神帮三千弟子 整整齐齐地站立在空地上 如今每一个人的等级 几乎都达到了一百一十级左右 他们本来还只是 普普通通的药神帮帮重 但是现在 两个月时间如获新生 每一个人 无论是星星还是实力 都发生了天差地别的巨大变化 此时的码头上 除了龙占天 赵九霄等人之外 不少电视台的新闻主持人也都来了 他们是来践行的 苏将军 请问这次前往神龙岛之行 你有多大是胜率呢 时辰把握 苏洛淡淡一笑 这一句话 却让赵九霄等人手心冒汗 电视台是实时直播画面的 主持人不敢问太敏锐的问题 只是含糊地瞎问几个糊弄一下罢了 但是谁能想到 苏洛竟然放出如此 自信地豪言壮语 女主持人表情一致 强笑着解说道 苏将军不愧是年少有为 就凭着勇往直前的斗志 就已经能在气势上压过黑手帮了 说完这句话 女主持人眼神中露出一谋懊悔 气势上压过 那实力上呢 感觉怎么说都不够完美 就在现场气氛快要冷场的时候 苏洛直接接过了他手里的话筒 其实实诚的把握不是我说的 而是我们的实力确实很强 苏洛脸上带着自信的笑容 女主持人表情尴尬 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 龙战天和赵九霄二人也都相识一笑 彼此都能看到对方眼神中的尴尬 这小子今天怎么回事 其实我还有一个秘密武器没有拿出来 今天是我们出发的日子 索性就把这个秘密公开吧 说完 苏洛便直接走到了一处空地上 然后开始从神药界中往外拿东西 经过上次的铁蟹清扫 如今龙国的探子已经处理得差不多了 再加上龙战天会亲自护送 有些东西就算是暴露了也无妨 在这即将出发的日子 至少要让整个龙国 为自己操心的人安心才是 咚咚咚 一个个一次性储存袋被苏洛取了出来 这些袋子看似轻盈 实际上很重 落在地上时不时发出沉闷的声音 众人看得面面相去 这家伙又要搞什么鬼 赵九霄满脸猛逼地看向龙战天 后者立马摇头表示自己也不知道 不一会儿功夫 苏洛面前就摆了一堆塑料袋 随着众人靠近才发现 这些储存袋上竟然写了纸条 法师 弓箭手 什么意思 女主持人看到这一幕 满脸猛逼地看向苏洛 没有言语的回答 苏洛直接打开了一个写着骑士的塑料袋 从里面取出了一套装备 护甲 护手 绑腿 盾牌 斧子 刚好是一整套完整的骑士装备 所有物件都闪烁着金色的光芒 看到这一幕 全场寂静 包括负责活跃气氛的主持人都惊呆了 这竟然是一套传说级的装备 而且看苏洛那神色自信的样子来推断 这些储存袋中的装备 很有可能全都是传说级的 所有人都紧紧地盯着苏洛 想看他到底会怎么说 如果他真的一次性拿出三千套传说级装备 估计能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存在 现在整个龙国都凑不齐三百套传说级装备 三千套是什么概念 相当于八九个强国家在一起 才能凑齐的存在 旁边角落里 苏冰雪看到这一幕 眼神中露出一抹震撼 他只觉得自己的弟弟实力强大 是因为那些宠物的原因 但是现在他发现自己好像看不透这个家伙了 龙战天和赵九霄神色紧张 目光死死地盯着那些袋子 回过神来的主持人语气结巴地问道 苏 苏将军 请问这些袋子里装的都是传说级装备吗 全都是传说级套装 看着众人震撼的表情 苏洛很满意 毕竟这是神药界中一千多名骷髅锻造师 所有人听恋 每次十个人上前领取装备 根据职业选取对应的袋子 苏洛的声音很高昂 很豪气 在众人听来却如同天籁之音 他们立马自觉地有序上前选取袋子 不过传说及套装都是极品 所以也没人过分挑选 只要职业队得上 拿了就立马让下一个人过来 很快 三千名药神帮弟子都拿到了相对应的袋子 刚好过分配 电视台依旧在直播 苏洛直接让他们打开袋子 现场穿戴 随着他们陆续打开袋子 摄影师顿时就脸色朝红 然后急忙暂停了录像 赵胜 龙胜 这 还播不播 摄影师表情为难 因为这些装备都是金光闪闪的套装 而且每一套装备的属性都不一样 播吧 让龙国子民们知道 这次我们的手段有多么强硬 赵九霄豪迈的白手 示意继续直播 他心里都快乐开花了 这么多装备出现在龙国 日后消息 传出去龙国的国际地位 绝对能飙升一减 随着三千人装备穿戴整齐 现场金光闪闪 比起最耀眼的阳光还要刺眼 现场众人看着这一幕 只感觉头皮发麻 心跳加快 如此豪华的阵容 完全可以载入史册了 看着众人震惊的表情 苏洛心里很满意 他相信龙国凡是看到直播的人 都会震撼 但是这还不够 所有人把宠物召唤出来 给支持我们的人一个交代 是 三千人齐齐呐喊 每个人都面色潮红 有的甚至激动得热泪盈眶了 哼 随着他们开始召唤宠物 无数强大的气息降临码头 原本就豪华的阵容 在宠物的加持下 几乎已经成了逆天的阵营 这些宠物每一只 都是一百集以上的存在 再搭配上身穿套装 实力强大的转职者 直接无敌 随着宠物出场 药神帮三千弟子的战役 已经提升到了巅峰 直到这时候 苏洛脸上才露出满意的表情 所有人隐藏属性 装备 宠物 不到万不得已 不可召唤宠物 随着苏洛话音落下 所有人都隐藏了自身等级 属性 装备特效 随着宠物全部收回 他们看起来 和寻常转职者 没什么两样 但是众人都猜到了 苏洛这么做的目的 这是要半猪吃虎的节奏啊 在众人的注视下 苏洛带领着药神帮三千弟子 踏上了巨船 这艘船 和之前他击沉的那些大船一样 只不过这艘船更大 名字叫做黄龙号 黄龙号体型庞大 船上装备了12只大口径炮台 宛如移动的钢铁堡垒 哪怕海面风浪极大 它也能稳稳地飘在水面上 作为这次出行的护送者 龙占天也是全副武装跟着上船了 随着鸣笛声响起 巨船缓缓离开码头 朝着茫茫大海深处驶去 神龙岛距离黄龙岛 大概有1000公里 以巨船的航行速度 需要6个小时 众人都在船上的房间里休息 苏洛却感觉心里不踏实 独自站在船头的甲板上 蓝色的大海一望无际 海面上时不时地有鱼类跃出水面 这是苏洛第一次坐船 他感觉很新鲜 也很忐忑 就在这时候 一只体型巨大 头顶鸡脚的怪鱼 朝着黄龙号逆向游了过来 穿石巨腰 48级 攻击88000 防御46000 精神8500 体质163000 技能撞击 水柱冲击 水之束缚 介绍 潜水层的横冲直撞的霸主 千万不要被他的鸡脚顶到 海里也有一兽 看到这一幕 苏洛顿时明白 为什么心里会有种不安的感觉了 从这里去神龙岛1000公里的航程 期间很有可能困难重重 要是没点能力的 恐怕半路就凉凉了 就 就在这时候 一道白色剑气从苏洛身旁射出 眨眼间那只穿石巨腰 就抱住了一团血污 海里的异兽也不少 所以在抵达目的地之前 还需要防备海里的东西袭击我们 龙战天不知何时出现在甲板上 此时他手里提着一柄暗金色战剑 浑身散发出强大的气息 苏洛点了点头 然后便开始观察水里的其他生物 不看不知道 仔细看去 这水里的大多数生物 竟然都带有属性版面 龙战天静静地站在苏洛旁边 目光平静 只是他手里的剑 依旧没有放下的意思 苏洛笑着说道 龙前辈 您卸着就行了 这些小事 交给我处理就行了 我也想卸着啊 但是这水里的异兽生性好斗 如果不以雷霆手段解决 就会引来更多一手 苏洛刚想说 自己可以 龙战天下一句话 就直接把他的想法堵死了 后面跟了一个大家伙 至少有150斤 要不然我才懒得出来 他好像要动手了 龙战天用手擦拭了一下手里的战剑 然后缓缓转过身 看着船尾 苏洛也连忙跟着转身 只见船后方不知何时 竟然飘起了一道水墓 水墓中间空空如也 没有任何生物存在 却给人一种异常压抑的感觉 这是水妖 一会儿可能你也要出手才行 龙战天神色肃木 缓缓抬起战剑 然后一步步朝着船尾走去 苏洛立马从背包中 取出一个巴掌大小的花盆 然后又从神药界中取出了剑气草 此时的剑气草只有巴掌大小 像是一处密集的松正一样 这是苏洛这一个多月来的研究成果 只要把剑气草种植在花盆里 它就能以迷你形态甩出叶片 叶片看似细小 但威力还是一样大的 反而更加低调 短小金焊不容易被躲避 哗啦啦 水墓突然开始流动起来 无数水花溅落在甲板上 这时候苏洛才看清 水墓中似乎有一个透明的东西 在盯着船上 海洋零妖 158级 攻击39万 防御12万8千 精神18万 体质42万 被动融为一体 技能水龙术 鱼妖之歌 海神之毛 介绍 大海的蠢 天生的水中猎人 会攻击一切他感兴趣的东西 水龙术 一水鸣结成水龙攻击敌人 造成380%伤害 并将敌人冰冻 鱼妖之歌 对敌人造成300%伤害 并麻痹三秒钟 可召唤周围异兽 协助战斗 海神之毛 对目标抛出海神长矛 造成500%伤害 并附带目标生命值10%杀效果 看到海洋零妖的属性版面 苏洛心里暗暗惊讶 单凭属性来说 这家伙的实力 比起金刚魔猿和丧尸猪王都要厉害 怪不得备注是大海的蠢 哗啦啦 就在苏洛愣神的时候 水龙的样子长达20米有余 要是被击中 黄龙号绝对会沉船 雕虫小记也敢搬门弄服 龙战天爆喝一声 整个人身形瞬间扩大了足足一圈 他手中的战剑也散发出盈盈的光芒 下一刻 龙战天出手了 他直接甩出八道金色剑气 朝着那些水龙斩去 二者相互接触的一刹那 水龙立马化作无数蒸汽 直接消散 而剑气的力道也瞬间被消耗一空 就在这时候 水木消散了 从中露出了一个类似人类体型的生物 浑身皮肤蓝白相间 蓝色瞳孔 尖锐的长耳朵 像人又像是妖兽 此时 他正用一种凶狠的眼神盯着龙战天 嘴里发出了各种尖锐的音符 像是在呐喊 又像是在唱歌 很显然 这是他的技能 鱼妖之歌 既然你找死 那就让你尝尝老夫的剑挡八荒 龙战天脸色一沉 手里的战剑顿时光芒大涨 宛如烈阳 那剑体之上的剑气 竟然在不停地延长 刹那间 龙战天出剑了 无数剑气横扫出去 剑气如龙 为了躲避攻击 鱼妖之歌瞬间被打断 动手 龙战天对着苏洛大喊了一声 同时 他再次发出了一个技能 竟然直接将海洋灵妖控制住了 来了 苏洛应了一声 立马操控着剑气草 化作精简版剑气长龙 直接朝着海洋灵妖刺去 好 此时的剑气长龙长度 也就一米左右 就露出了一抹嘲讽的表情 似乎在嘲讽这玩意儿的攻击力不够高 尽情嘲讽吧 苏洛面无表情 只是暗暗地加快了剑气长龙的速度 剑气长龙 连皮操肉厚的丧尸珠王都能干到 这脆皮鱼妖哪来的勇气嘲讽 苏小子 你这玩意儿行不行啊 看到苏洛的剑气长龙小的可爱 不仅是鱼妖 就连龙战天都满脸的质疑 放心吧 苏洛微微一笑 然后伸手对着海洋灵妖狠狠一指 剑气长龙顿时呼啸而去 哄 顿时整个虚空暴响不停 海洋灵妖身上瞬间被刺出无数孔洞 12600 12800 8500 一连串密集的伤害从他身上冒出来 眨眼间海洋灵妖就变得奄奄一息 很棒的招式 龙战天对着苏洛竖起大拇指 同时也发动了他毕生最强的技能 一剑问天 刹那间 整个海面上空阴云密布 黑云压境 一道金色光芒从龙战天手里的战舰上激发出来 穿透云层 耀眼无比 龙前辈等一下 看到这一幕 苏洛震惊的同时也心有不忍 这一剑下去 海洋灵妖估计能立马死的 什么都不剩下 怎么了 龙战天满脸疑惑地看向苏洛 眼神中露出一抹质疑 这家伙该不会这时候圣母心泛滥吧 龙前辈 这种等级的异兽可遇不可求 而且还精通水性 我想试试 听到这话 龙战天拍了拍脑门 懊悔道 我都差点忘了 你这小子是个御寿师 龙前辈放心 我会尽全力的 说完之后 苏洛便立即发动了自己的拿手技能 训灵 训化失败 训化失败 连着两道光芒 从海洋灵妖身上亮起 预示着训化技能失败 看到这一幕 苏洛并不气馁 因为他还有一剂杀手锏没用 白虎 给老子留一滴血 紧急关头 苏洛只感觉豪情万丈 直接就放出了神兽白虎 他拥有索写技能 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什么比他出手更合适的了 好 白虎眼神中 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狠狠一爪 朝着海洋灵妖抓去 扑吃 爪子瞬间没入血肉 原本就奄奄一息的海洋灵妖 此时已经濒临死亡 你小子这只宠物不简单啊 貌似已经拥有 神格了吧 看到白虎的神通之后 龙战天眼神中 露出一抹惊骇的表情 他知道 苏洛在国库中 领取了青龙的神格 但是现在看到这只老虎 竟然也有神格 心里不免有些震惊 龙国国库里的神格 一共也才只有十来个 而苏洛手里 现在就至少有两个 此子若是成长起来 定能站立无双 另一边 苏洛已经再次 对着海洋灵妖 发动了训灵技能 只见一阵金色光芒 将他浑身包裹 紧接着 整个海面瞬间变得风平浪静 恭喜鸣 成功驯服海洋灵妖 系统的提示音响起 海洋灵妖身上的伤势 瞬间恢复 他静静地站在甲板上 看向苏洛的眼神中 充满了郁闷 或许他到现在 也没想到 那倒看似普通的剑气长龙 为什么能打出那么高的伤害 苏小子 今天老头子 可是帮你降服了一头好东西 龙占天表情吃味 双手不断地搓来搓去 想要好处的意图毫不掩饰 苏洛会心一笑 立马应道 龙前辈放心 日后你若是有了心意的异兽 晚辈自然会帮前辈降服 你这小子会做事 收服海洋灵妖之后 苏洛立马让他进入水中 潜伏进入黄龙岛 毕竟这一次出行事关重大 若是美丽国的人先登陆 极有可能会设下埋伏 站在一旁的龙占天 看到苏洛心思如此缜密 眼神中顿时就露出了笑容 龙国后继有人了 此时 整个黄龙号上面都站满了人 刚刚甲板上的战斗动静不小 所有人都看到苏洛 收服了一只实力强大的鱼妖 众人看向苏洛的表情 也越发恭敬了 毕竟苏洛越强 就能带领着他们走得更高更远 龙前辈 现在有鱼妖替我们开路 可以通知驾驶室全速前进了 行 你们做好准备 龙占天点了点头 立即朝着驾驶室走去 苏洛则是静静地站在船头 眺望远方 他在心里盘算着 这次行动的所有步骤 此时众多宠物 正在神药界中 疯狂地吃灵全单 几株植物 获得反馈经验后 等级也在疯狂飙升 幽明懒月花 剑气草 刺球炮筒 新火草 四株植物现在的等级 几乎都已经达到了120级以上 其中 幽明懒月花的等级 甚至达到了150级 达到150级之后 它的速度已经提升了许多 只需要一瞬间的时间 就能束缚任何目标 剑气草可群攻可单体攻击 新火草也能群攻 再加上亡灵巫师 此时囤积的三百多万骷髅战士 甚至在不动用药神帮弟子的情况下 都有希望团灭对方 他们拿什么和自己比 想到这里 原本沉重的心情 顿时就轻松了不少 又在船头站了一会之后 苏洛再次放出了青龙 他的隐身能力 现在几乎已经达到了 炉火纯青的地步 无论是翱翔在虚空 还是潜伏在水里 都能轻易瞒过所有人 水里有海洋灵妖 青龙则是被苏洛安排在了虚空之上 不仅飞得高 同时还全程隐身 为金龙号保驾护航 做完这一切之后 苏洛才觉得万无一失 然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内 主人 他们已经登陆岛屿了 一个陌生的声音 在苏洛脑海中响起 这是海洋灵妖的声音 不过苏洛内心却无比震惊 这鱼妖的声音 竟然和人类少女的声音 一模一样 莫非是收服了一条美人鱼 海洋灵妖只说了一句话之后 便没了动静 似乎对苏洛有什么偏见一样 对此苏洛不以为意 因为青龙也传来了讯息 主人 岛上的人很多啊 有多少 除了黑手帮的三千人之外 扛着奇怪仪器的人 至少都有两千多 他们的等级 大多数都是一百级以上的 听到这句话 苏洛心里顿时就沉了下来 倒不是觉得打不过 而是对于其他国度的人失望 国度与国度之间的帮回挑战 是公平公正的 每个国度拍一两个强者 过来公正就行了 但是这次来了这么多人 显然有着不小的猫腻 主人 怎么办 青龙担忧地问道 不急 若是他们都帮着黑手帮那边的话 大不了全杀了 青龙号码力全开 在海面上掀起了无数惊涛海浪 很快 神龙岛就进入了众人的视野中 苏洛静静地站在甲板上 死死地盯着远处 不断变大的小黑点 龙战天以及药神帮 众多弟子都站在甲板上 神色紧张 龙前辈 怎么办 唉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龙战天表情尴尬 本来大家都以为 这次决战只是登岛 战斗 胜利了 然后回家 但是事情往往不按照计划的那样发展 当得知岛上一共有五千多人时 龙战天也犹豫了 万一那些所谓的公正人和黑手帮 狼狈为奸勾结在一起 上岛之后 龙国的人就危险了 只要不上岛 上下还有周旋的余地 要不直接全杀了吧 你 你想把他们全杀了 龙战天眼睛瞪得滚圆 然后又皱着眉头埋怨倒 别吹牛了 那些人的实力不低 强者更是如云 苏洛表情不变 淡淡说道 登岛之后对我们不利 不登岛的话 你打算怎么做 杀人呗 苏洛风轻云淡 龙战天满脸黑线 但他也相信苏洛不会说空话 一时间心里也有些犹豫了 要不我去看看情况 安全的话 再通知金龙号登岛 说话的同时 龙战天伸手按在腰间悬挂着的战舰上 浑身剑气凌裂 你一个人不太安全吧 苏洛想了想 又直接把亡灵巫师和玄武召唤了出来 带上这两个家伙 就算是谈不好 前辈也能全身而退 你也太小看老夫了 看到这两只宠物只有120级 龙战天顿时就撇了撇嘴 不过他还是很听劝 任由两只宠物化作巴掌大小 站立在自己肩头上 老夫去探路了 龙战天交代了一声之后 便直接腾空而起 朝着神龙岛飞去 苏洛则是站在船头 时刻观察着对面的动静 随着金龙号逐渐靠近黄龙岛 龙战天也对着这边挥了挥手 是以一切安全 登陆 苏洛大手一挥 金龙号立马靠近岛屿 药神帮三千弟子 也都纷纷跟随苏洛下船 神龙岛是一块平整圆润的巨石形成 面积很大 直径至少有一千米左右 此时 黑手帮的人正站立在金龙号对面的另一端 他们都穿着统一的黑色服饰 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玩味的表情 似乎龙国众人已经成了他们的囊中之物 为首的是一名黑色皮肤 身穿壮硕的男人 他腰间挂着两柄蓝色匕首 苏洛打亮了一眼 对方隐藏了等级 只能通过装扮推测是刺客 在中间位置处 站着一群手持摄影机和看热闹的人 这些人加起来足足有两千人左右 但是通过服饰推算 两千人似乎都是出自几个相同国度的人 也就是说 今天的公正人只有几个国度派人来了 情况大概就是这样了 一会按照流程走吧 老夫会在旁边帮你们看着的 龙战天神色交集 同时对中间那群公正人充满了戒备 因为那群人当中 隐藏着至少五名一百五世纪的强者 前辈放心 苏洛点了点头 心里却暗自叹了口气 这种规矩的场面 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自己和黑手帮斗的水深火热 万一旁边那群人突然出手怎么办 而且神药界中囤积的骷髅大军 放还是不放 现在这种局面打起来 反而有些束手束脚的感觉 阁下就是龙国药神帮的帮主苏洛 那名身材魁梧 皮肤有黑的男子站了出来 他是黑手帮帮主格雷特 看到苏洛竟然是个白白嫩嫩的年轻人时 他眼神中顿时就露出了不屑的表情 像你这种病烟烟的家伙 我一刀能捅死三个 格雷特出言嘲讽 苏洛撇了撇嘴没有说话 而是将目光放在了公正人群当中 因为他已经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点子 一会儿开打之后 自己直接放丧尸猪王 感染黑手帮的人 如果这些人都向着黑手帮 那么神药界中的骷髅大军 就完全可以登场 自己也能大手大脚地干 直接火力全开了 这时候 一名穿着金色长袍的白发老人站了出来 他浑身气势宛如铜墙铁壁 让人看不清底细 从气势上看 至少也是150级以上的强者 他只是简单看了一眼苏洛之后 便开始宣布规则 我们现在将会进行实时直播 你们的战斗画面 将会同时传送至美丽国和龙国 除了两大帮会的人之外 其余人一律禁止参加战斗 说到这里时 老人特意看了眼龙战天 行了 时间有限 你们随时可以开始 最后的话音落下 现场的气氛顿时就变得紧张了起来 无数摄像机纷纷开始闪烁灯光 直播几乎也是同步进行着 既然我是预售师 那么召唤宠物不过分吧 想到这里 苏洛直接召唤出了玄武和丧尸猪王两只宠物 玄武的防御力很强 就算是死了也没关系 大不了24小时之后复活 而丧尸猪王只要进入黑手帮人群中 就能释放丧尸气体感染一大群人 到时候导火索点燃了 这旁观的人到底公不公平 就能显现了 好 玄武从龙战天肩膀上跳下来 感应到苏洛的命令后 爆吼一声 体型瞬间暴涨 眨眼间就变成了一只十来米高 体型庞大的巨瘦 同时丧尸猪王也开始了疯狂变大 竟和玄武体型不相上下 去吧 给我弄死他们 两只宠物迈动沉重的脚步 飞快地朝着黑手帮众人冲去 每跑一步 神龙岛就会震动一下 宛如两座会动的大山 看到这一幕 格雷特顿时脸色铁青 而苏洛则是面露微笑 静静地看着他 哼 这种等级的异兽 我们杀了上百只了 两只而已 格雷特冷哼一声 立马安排人手开始猎阵 骑士 战士纷纷上前 而弓箭手 法师 等远程攻击的转值者 则是开始发动技能 一百级以上的转值者 技能伤害非常强悍 特别是单体攻击的伤害更高 刹那间 数百刀威力极大的技能 就砸在了玄武身上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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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八百五十 二百六十 看着各种奇葩的伤害冒出来 黑手帮以及公正的众人 都愣住了 这是什么宠物 防御力这么高 不仅是他们 就连苏洛和龙战天 也露出了一副见鬼的表情 他们的攻击力这么低 丧尸猪王浑身冒着绿色气体 极为猥琐地 跟在玄武后面 吭哧吭哧地跑 前方所有伤害 几乎都被玄武抵挡了 大部分的攻击 根本就破不开他的防御 一千多名远程职业者攻击 加起来每秒钟 才造成一两万伤害 而两只异兽的速度极快 只需要十秒钟左右 他们就能冲入人群中 根本挡不住啊 等一下 就在玄武力挽狂澜 即将带领丧尸猪王 冲进黑手帮范围的时候 站在中间的白发老者 突然开口了 没有主人的命令 玄武是不会停下来的 他依旧带领着丧尸猪王 吭哧吭哧地 往黑手帮众人的方向跑 白发老者看到这一幕 顿时冷哼一声 然后朝着玄武的方向一挥手 整个海岛顿时发出震动 一道厚重无比的石墙 出现在玄武前方 哄 玄武狠狠地撞击在石墙之上 顿时来了的四仰八叉 丧尸猪王也碰了一鼻子灰 白魔老怪 你这是什么意思 龙战天鹰侧侧地 看向那名老者 眼神中带着一丝怒火 特么地说好了 旁人不许插手 现在是什么意思 这两只宠物等级太高 不允许参战 白发老者表情不变 神色坦然 苏洛感觉心里一阵气血翻腾 差点被这老家伙气死 他当即就反对道 那对面那个大黑鬼 等级也不低 我不允许 他隐身可以吗 小子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资格 白发老者 目光冰冷地看向苏洛 眼神中带着威胁之意 苏洛面色不惧 同样用一种 像是看死人的眼神盯着他 一时间 现场火药味十足 其余的公正人员 也都表情古怪地 盯着苏洛和龙占天 在这种情况下 各个摄影师都自觉地 将镜头偏移 避免传出去 引起不好的反应 此时 龙国正在观看 现场直播的观众们 纷纷破口大骂 这些狗屁家伙 公平个鸡毛啊 苏帮主对得好 不许用高等级宠物 那黑手帮的法师 干脆也别用技能呗 干他压的的 这老逼灯真不要脸 这直播个鸡毛啊 擦 直播不仅不对着现场 他们好像还关闭直播了 此时 黄龙岛港口 赵九霄 苏冰雪等人 全都聚集在码头上 看到黑屏的直播间画面 几人脸色都极为冰冷 狗日的黑手帮 竟然勾结了那些中立的人 赵九霄气急败怀怒骂道 同时又将目光 放在了身旁的几人身上 除了苏冰雪 和之前出现过的 那名光头胖子之外 赵九霄身旁 还站着一名灰衣老者 和一名天师打扮的 中年男女人 感受到赵九霄的怒火 两人嘴角都露出苦笑 苏洛是我龙国未来的希望 你们几个怎么想的 赵九霄压抑着怒气问道 干 光头胖子 张嘴吐出来一个字 灰衣老者和老天师 也都点了点头 几位前辈 我也想去 苏冰雪对着几人失利说道 眼神中的杀气凝食 如同寒霜一般溢了出来 他恨不得自己 亲手到了那些不要脸的老东西 就在这时候 又有几道身影 出现在码头之上 他们是直接飞过来的 没有借助任何外物 看到这一幕 苏冰雪眼神中 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除了几个老家伙之外 龙国最强的十八战将 此时竟然一次性来了六个 看到几人表情疑惑 赵九霄眼神中的怒火 这才怦然爆发 他冷哼道 这些年 我龙国还是太低调了 要不是时间紧迫 我根本直接掉击所有火力过去 把他们都灭了 那还等什么 出发吧 光头胖子脸上的表情 依旧是笑嘻嘻的 眼神中却是抑制不住的兴奋 很显然 这又是一位看似温柔 实则残暴至极的存在 出发 龙战天大手一挥 十来个人立马就踏上了 一架大型直升机 最多十分钟就能抵达 神龙岛上 龙战天表情阴沉 苏洛则是抿着嘴唇不讲话 就在刚刚 这群所谓的公正人员 竟然直接将直播设备和摄影设备 全都丢进海里喂鱼了 而且所有人都面色不善 似乎都在集体针对药神帮的人 你们当真要和我龙国为敌 看到这一幕 龙战天直接拔出了腰间的长剑 冷声质问 除了黑手帮之外 白发老头身后的两千多人 纷纷都取出了武器 表情冰冷地看了过来 紧接着 人群中又走出了三个服饰各异的老家伙 三人均是150级以上的强者 再加上白发老头 一共是四个150级以上的强者 针对药神帮 黑手帮加上另外两千人 全都是120级左右的转职者 这等阵容 几乎已经能随意碾压世界上80%的过度 一名金发碧眼的老人 用别角的龙国话说道 龙老头 你们的圣坛交给我们使用吧 你真以为黑手帮看得起药神帮 其实这只是 消耗你们实力的一种而已 没了你这个护道者 龙国实力将会大幅度降低 敌对阵营中 四个老不死 眼神中都露出了绩效的表情 同时 也有人将目光看向苏洛 上次你击杀我美丽国一名强者 这次杀了你 也算是互不相欠了 也都纷纷冲了上来 苏洛 你们赶紧撤退 他们的目标是我 不出半个小时 他们就能赶过来 你们赶紧撤退 龙战天胸膛起伏 早已被气得浑身颤抖 苏洛却立马拍了拍他的肩膀 老爷子别动怒 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苏洛表情冷漠 立马对着药神帮众人下达命令 所有人全速撤退 登陆金龙号 说完之后 苏洛立马命令玄武 和丧尸珠王开始发动技能 哼 区区两只异兽而已 能搅起多大的风浪 白发老者冷哼一声 立马抽出一柄暗红色的长刀 朝着玄武斩去 同时 另外三名150级以上的强者 也都纷纷出手 朝着玄武和丧尸珠王发动攻击 至于药神帮的三千弟子 他们根本没有挽留的意思 杀龙战天和苏洛 才是他们今天最主要的目的 看到这一幕 苏洛嘴角顿时就露出了笑容 这正好符合他的想法 只要药神帮众人上船离开之后 自己就能放开手脚 大干一场了 苏洛 你赶紧走 看到苏洛没有撤退 龙战天眼神中露出一抹焦急 你是龙国未来的希望 谁死你都不能死 赶紧走 说完之后 龙战天就要抬手施展技能 却被苏洛拦住了 龙前辈放心 我有办法 就在这时候 药神帮所有人全部都上了金龙号 开始和神龙岛拉开距离 玄武皮操肉后 再加上他施展防御技能拖延时间 哪怕是150级以上的强者 齐齐出手也没能将他斩杀 而丧尸猪王也在不停地释放丧尸毒气 虽不致死 但也能导致不少黑手帮的人 行动受到限制 直到金龙号离开几十里地之后 玄武才化作一抹白色光芒 进入死亡状态 没了玄武的抵挡 丧尸猪王直接被两剑砍成了死猪 龙老头 现在赶紧上路了 白发老者宁笑一声 和其余三人相互对视了一眼 立马开始齐齐施展技能 龙前辈 你别和他们硬刚 剩下的交给我 苏洛郑重其事地 对着龙战天交代了一句 然后开始召唤宠物 亡灵巫师瞬间出现在虚空之上 紧接着是火凤凰 三足金屋 青龙和白虎 小的们 给我冲啊 得到攻击指令后 亡灵巫师立马兴奋地大吼了一嗓子 他打开了神药界的空间出口 整个虚空瞬间出现了一个 直径二十米大的黑色孔洞 一个个身材高大 浑身冒着黑气的骷髅战士 源源不断地从里面掉落下来 每一只骷髅战士都有七十几左右 虽然等级不高 但是数量极为恐怖 密密麻麻的 就像是蚂蚁一样 眨眼间 整个神龙岛上都布满了骷髅战士 可恶 这是什么鬼东西 一名金发碧眼的老者 看到这一幕 脸上顿时就露出了不悦的表情 他提起手里的战舰劈下去 顿时就砍死了一大片 哄哄哄 随着骷髅战士死亡 整个岛屿上 顿时就发出了剧烈的爆炸声 4680 6850 爆炸余波处碰到一些转值者的时候 顿时就打出了高额的伤害 同时 后方立马就会有新的骷髅战士出现 继续攻击 看到这一幕 神龙岛上的所有人都傻眼了 这些骷髅不仅会爆炸 而且伤害怎么会这么高 小子 你早有准备 几名强者瞬间就将目光锁定在苏洛身上 但是苏洛却丝毫不慌 这就惊讶了 重头戏还在后面呢 说完之后 苏洛抬头看了一眼亡灵巫师 他心领神会 立马就扩大了孔洞的面积 无数骷髅战士清洗而出 眨眼间就堆积成了一座小山丘 整个岛神龙岛上 几乎全都是骷髅战士 就算是他们四个老家伙 齐齐出手 一时间也杀不干净 而且 其他人还有可能会被爆炸的余波直接炸死 毕竟每一只骷髅战士都会爆炸 这么多骷髅 得爆炸多少次 龙国的人 你们当真要攻击我们公正人员 和全世界为敌 就在这时候 一名摄影师突然架起了直播设备 将镜头死死地对准苏洛和龙占天 而此时的画面 正好是苏洛和龙占天在对公正人员出手 如此掐头去尾的视频 若是曝光出去 立马就能帮龙国树敌无数 苏洛表情冰冷 默默地取出了剑气草和新火草 要杀就杀得痛快 这种情况下 他不打算给在场的人留活路了 而龙占天早就气得不行 看到这名摄影师只有120级 他顿时就找到了发泄口 都这时候了还讲道理 讲你妈 一道如虹的剑气瞬间催发 直接就将那名摄影师砍死 连同直播设备都被劈成了两半 现场的战斗瞬间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所有人都乱做了一团 唯独那四名实力最强的老家伙 还能保持冷静 这种层次的战斗在他们看来 不过是小场面而已 擎贼先擎王 现在他们准备联手 先把苏洛击杀掉 四人中 一名是剑士 一名是骑士 还有两名法师 此时四人纷纷对着苏洛出手 他们都是150级以上的强者 此时为了能够将苏洛一击毙命 他们都使用了制强的技能 刹那间 整个神龙岛上方异象平生 云层在不停地翻涌 如同岩浆一般 看到这一幕 苏洛眼神中露出一抹惊讶 四个人联手杀我 竟然还用了大招 真是看得起我了 不过苏洛依旧不慌 大不了进神妖界里躲一躲 不过龙老爷子 恐怕就要遭罪了 为了不让龙老爷子吃亏 苏洛再次操控起了 活力值所剩不多的剑气草 哦 随着剑气草在地面上快速转动 无数叶片瞬间脱离主干 化作剑气 虽然刚刚收服海洋灵妖 消耗了一些剑气 但现在至少还剩四分之三 完全能力拼一下 而且苏洛还有其他的准备 哄 就在这时候 四周水位突然升高 急到水柱带着破空之声 突然朝着四人击射而去 海洋灵妖出手了 甚至他还召唤了不少小弟 前来驻战 海岛周边都升起了无数水木 其中包裹着无数深海异兽 都纷纷释放了技能 与此同时 三族金乌 青龙 火凤凰 亡灵巫师等异兽 也都释放了最强的攻击技能 你小子战斗力可以啊 看到苏洛打算和对面几人火拼 龙老爷子眼神中露出一抹兴奋 同时他也发动了至强技能 一见问天 刹那间 各种技能频出 各种颜色炫目的技能 能将皮肤割破 无数骷髅战士 在这种惊天动地的火拼中 化作了炮灰 轰隆轰隆 骷髅战士死亡的那一刻 如同威力强悍的炸弹般 轰然爆炸 这时候 就轮到黑手帮的人倒霉了 他们等级不算很高 各种技能的余波 再加上骷髅战士的爆炸 一番交手下来 双方打了个平手 而黑手帮的人 直接损失了接近500人 看到苏洛这么厉害 格雷特脸色紧绷 嘴唇已经气得 开始发紫了 明明看起来是碧莹的局面 现在竟然损失了500人 这些可都是花大力气 培养起来的精英啊 害怕吗 这才刚刚开始 苏洛冷笑一声 立马又开始操控达到 130级的神话 及植物星火草 看到苏洛 取出一株拇指大小的 红色植物时 所有人都微微呆滞了一下 那是什么 有人忍不住开口问道 没有人说话 但是苏洛很快就用行动 给了他们一个完美的答案 扑吃 宛如小水泡破灭的声音响起 星火草上 突然冒出了一颗暗红色的小火星 火星只有芝麻大小 毫不起眼 看起来平平无奇 只是不停地朝着黑手帮 众人靠近 扑吃 第二颗火星再次冒出 紧接着是第三颗 第四颗 直到这时候 才有人反应过来猜测 这一定不是什么好事 于是大声喊道 快阻止它 区区小树 不足挂齿 那名白发老者 脸上露出一抹讥笑 随即朝着几颗火星 扇了一巴掌 顿时虚空中狂风大作 白发老者眼神中露出一抹惊讶 却不多 他嘴里念动咒语 虚空中突然出现了一条巨大的水龙 好 水龙咆哮一声 引得虚空嗡嗡作响 无数水气朝着火星蔓延而去 苏小子 你这是什么玩意儿 站在旁边的龙战天看呆了 满脸疑惑地看着苏洛 龙老爷子 您就放心吧 没事的 苏洛咧嘴一笑 然后再次朝着星火草吹了一口气 顿时无数火星蔓延出去 一共38颗火星 全部朝着黑手帮 以及白发老者身后的众人飘去 噗哧 当水气覆盖火星的时候 并没有将之熄灭 反而是蒸腾起了无数水蒸气 火星依旧速度不减 缓缓朝着众人飘去 白发老者冷哼一声 然后伸手狠狠一抓 那条巨大的水龙 顿时朝着其中一颗火星扑去 噗哧 长达十余米的水龙 再次被蒸发成为水蒸气 直到这时候 在场众人眼神中 才露出了惊骇的表情 这是什么鬼东西 看起来好像不简单 我们要不要让骑士拦截 那么小的东西 能造成多大的伤害 有人担忧 也有人面色讥讽 丝毫不觉得这些小火星 能带来多大的伤害 看到众人没有闪避的意思 苏洛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瞧不起这么点小火星吗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当所有火星 全部都飘零到人群上空时 整个海岛的温度瞬间上升 所有的火星 都开始散发出 源源不断的红色光芒 并且在不断地膨胀 快闪 意识到情况不妙 其中一名强者 立马发出撤退的命令 他们虽然不惧这种攻击 但不代表其他人不害怕 要是黑手帮和其他公证人员团灭了 那这次针对龙国的计划 就损失惨重了 碰 碰碰碰 就在声音响起的一瞬间 38颗火星 也发出了沉闷的爆炸声 刹那间 整个神龙岛热浪滔天 无数烈焰凭空出现 席卷而来 将大部分人都包裹在其中 苏洛手持新火草 瞬间出现了一个两米左右的屏障 将它和龙战天包裹在内 至于其他人就惨了 直接被无数烈焰无差别攻击 12680 13500 89000 无数高额的伤害 成片成片的冒出 整个神龙岛顿时哀声一片 这是什么鬼东西 他骂的这苏洛和樱花岛的人 究竟有什么关系 卧槽 那些骷髅也燃烧起来了 快闪开 驾驭植物 只有樱花岛的人才会 这是怎么回事 老子要是活着回去 一定不会放过樱花岛 一时间整个神龙岛上骂声一片 同时还伴随着 无数骷髅战士的爆炸声 不断响起 整个神龙岛瞬间化作了人间炼狱 好小子 你找死 看到这一幕 白发老者胸口起伏 差点直接气得被过气去 他立马对着苏洛斩出一剑 充斥着寒芒的剑气破空袭来 指指苏洛的向上人头 白魔老鬼 你的对手是老子我 一旁的龙战天早就热血沸腾了 如今正好找到了出手的目标 他一剑挡下剑气 立马冲上去 和白发老者斗作一团 而这边苏洛也没闲着 他又从宠物空间内 取出了幽冥懒月花 刺球炮筒 青龙 玄武 白虎 亡灵巫师 火凤凰等宠物 则是围在苏洛周围 对着黑手帮众人展开了屠杀 一时间里 现场中除了最强悍的那四名强者之外 黑手帮和其他的人都宛如杂草一般 被不停地收割生命 卧槽 主任 你这火焰咋回事 怎么无差别攻击啊 青龙在人群中冲杀了一会儿之后 立马又回到了苏洛身旁 他眼神中满是郁闷 身上原本青色发亮的鳞片 此时被烧得乌七码黑 甚至不少地方都被直接烧焦了 那个 你们躲着点 一会儿没烧死的 你们再上去补刀 苏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件事 毕竟星火草威力极大 无差别攻击就有点无解了 那行吧 小爷我不出去了 青龙立马往嘴里扔了几瓶体力恢复药剂 然后便满脸郁闷地停留在苏洛旁边 而这时候 地方的四名强者都在围攻龙战天和海洋灵妖 双方人数差异较大 龙战天和海洋灵妖被打得节节败退 此时龙战天浑身一绝破碎 海洋灵妖也气息萎靡不振 就连他召唤来的不少帮手 都变成了红烧小龙虾和清蒸大闸蟹了 噗哧 白发老者突然挥出一道剑气 直接斩在龙战天胳膊上 虚空中顿时爆出一团血雾 龙战天面色苍白 肩膀上顿时出现了一道 深可见骨触目惊心的伤口 龙老爷子别慌 我来了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苏洛终于把幽冥懒月花和刺球炮筒 种进泥土里了 幽冥懒月花瞬间破土而出 直接冲天起 宛如一条复苏的大蛇 直接高耸入云冲上天际 刺球炮筒也直接膨胀了数十倍 不停地朝着地方四人开火 主人 该我们出手了吧 看到那四人的精力已经消耗过半 亡灵巫师语气中露出了兴奋 好 白虎也伸出舌头 舔了舔爪子 眼神中露出嗜血的光芒 这几只宠物的单体实力 虽然不如一百五世纪的强者 但是连起手来也有很大的希望 感觉时机差不多了 苏洛便毫不犹豫地命令道 去吧 弄死那个白头发老头 随着苏洛一声令下 亡灵巫师 白虎 青龙 火凤凰 和三族金巫等宠物 全都冲了出去 他们速度快 目标也很一致 纷纷都朝着那名白发老者冲去 砰砰砰 刺球炮筒疯狂地喷射出无数刺球 干扰剩下的三名强者 海洋灵妖似乎感受到了苏洛的想法 立即开始施展干扰技能 巨大的幽冥蓝月花 化作巨大的鞭子 宛如天罚一般狠狠拍下 地方四名强者不得不各自退让 毕竟被这玩意儿拍一下 轻则重伤 重则直接被拍成肉泥 刹那间 白发老者和另外三人被隔绝开了 他眼神中露出冷意 对着苏洛讽刺道 就凭你这些歪门邪道 也敢和老夫叫板 说这句话时 他的眼神中突然开始冒出白光 整个眼球都变成了白色 让你尝尝老夫的独门绝技 剑断九周 一时间 整个神龙岛都吹起了飓风 虚空中的云层也都开始不停地旋转 如同海底漩涡一般 几只宠物顿时都被吹得东倒西歪 看到这一幕 苏洛心里顿时就沉了下来 对方可是150级的强转啊 要是这一击挡不住 估计就没有以后了 主人 让我试试吧 白虎突然扭过头看向苏洛 眼神中闪烁出了极致的兴奋神色 四大神兽中 唯有白虎以攻击杀伐为主 此时这种场面 激起了他内心疯狂的战斗欲望 主人 白虎要是顶不住 我肯定能帮你顶住的 放心吧 亡灵巫师立马飘到了苏洛面前 直接化作了一尊50米高 身披厚重铠甲的巨大骷髅怪物 还有我 青龙不甘示弱 发出一声响亮的龙音之后 也直接化作了一条 长达百米的青色巨龙 翱翔虚空 看到这一幕 苏洛心里不禁感觉暖洋洋的 成为御寿师这么久 他是第一次真正的把自己的性命 放在这些宠物身上 此时龙老爷子正在不停地恢复状态 海洋灵妖在一打三 苏洛知道不能再拖了 龙国可能会派人支援 但是美丽国绝对也不是吃素的 必须要速战速决 干吧 苏洛洒脱一笑 然后把手放在了胸口 挂着神药界的珠子上面 万一情况不妙 自己就直接钻进神药界中 苟到天荒地牢 此时 距离神龙岛三百公里之外 直升机螺旋桨呼啸的声音不断响起 在海面上掀起道道浪花 赵九霄 苏宾雪等人正透过窗口 观察着远处神龙岛上空的异象 当看到无数云朵旋转形成漩涡之后 赵九霄当即脸色大变 他骂的 白魔老鬼竟然也出手了 老龙和苏小有威仪 光头胖子满脸悲伤 眼神时不时地瞥向苏冰雪 生怕他向自己发难 诸位前辈 苏洛洛是死了 还请诸位当场将我逐出龙国 苏冰雪很冷静 只是语气中字字都透露着杀机 你想怎么做 道人打扮的老者 无奈地看向苏冰雪 过了好一会儿 赵九霄猛的身手 指向神龙岛上空 惊呼道 你们看那是什么 不像是转职者施展出来的技能 莫非是苏洛的宠物 看来 他们也不一定会落入下风啊 一时间 众人都趴在窗户口 死死地盯着神龙岛方向 只见神龙岛上空 无数云层在旋转 缓缓地形成一柄巨剑 而云层之上 却出现了一只虚拟形成的猛虎 此时猛虎正在扑咬巨剑 看样子 双方似乎斗得难舍难分 神龙岛上 苏洛正在操控着幽名揽月花 追逐美丽国的一名强者 同时也在观察白虎和白发老者的战斗 白虎此时的体型 依旧是寻常猛虎大小 只不过浑身跟毛发炸裂 宛如钢针 浑身都充斥着金属的气息 白发老者虽然等级高了许多 却依旧只能和白虎打成五分 主人 我也去了 青龙嘀吼一声 直接化作一道残影 朝着白发老者扑去 他的战斗力也在疯狂暴涨 看到这一幕 火凤凰眼神中露出一抹悲伤 怎么了 察觉到异常之后 苏洛顿时就疑惑地看向火凤凰 他们通过神格的力量燃烧生命战斗 这次过后可能会虚弱很久 苏洛眉头一沉 又问道 有办法补救吗 有 可能等级会跌下去一半 听到这里 苏洛才松了口气 掉等级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 他苏洛的宠物什么都缺 最不缺的就是经验值 区区等级而已 分分钟就能补回来 扑吃 随着青龙加入战场 白发老者瞬间变得被动起来 胸口被白虎抓出了一个血淋淋的大洞 十二万八千五百 高额的伤害值冒出 白发老者瞬间掉了三分之一的血量 快来帮我 他们自己都顾不过来了 怎么帮你 苏洛脸上露出冷笑 随即操控着幽冥揽月花卷起其中一人 直接砸向地面 地方四名强者瞬间被牵制住了两人 剩下的两人也都被龙战天和海阳灵妖牵制住 扑吃 扑吃 虚空中无数锋利的劲气扑面而来 白发老者眨眼间就被撕成了一堆碎片 趁着白虎和青龙战斗力爆表 苏洛立马操控着幽冥揽月花 将束缚住的那名强者送到两只宠物面前 小子 我是公正人员 你若是敢杀我 金塔国不会放过 你们龙国的 死到临头了说 这些有用吗 苏洛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直接扭头看向了龙战天和海阳灵妖那边 金塔国的强者瞬间也被白虎和青龙撕成了碎片 直到这时候 一直都坚信能碾压苏洛的格雷特终于忍不住了 他一直都躲在大石头后面观战 此时看到情况不妙 直接扑通一声跳进海里 但是很快就被一只体型巨大的螃蟹夹了起来 脑袋刚露出水面 他就看到了一个比死神还可怕的男人 尊敬的格雷特帮主 你怎么跳水了呀 苏洛站在海岸上 看向格雷特的眼神中充满了冷笑 你 你别杀我 以后黑手帮绝对不会和你做对的 你一定要相信我 此时苏洛的表情在格雷特看来 就像是恶魔一样恐怖 他有些慌了 你凭什么觉得我会怕你们黑手帮 只要你别杀我 美丽国以后也不会和你做对的 美丽国 你看你后面是什么 苏洛指了指自己的身后 战场上原本四名强者 此时还剩下最后一人在垂死挣扎 其余人都已经死了 幽冥揽月花 刺球炮筒 海洋灵妖和龙战天正在合力围剿最后一人 看样子 不出五分钟左右 战斗就能彻底结束 看到这一幕 格雷特是真的慌了 他满脸恐惧的张嘴 却又不知道说什么 苏洛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直接命令三足精乌合火凤凰施展技能 送他归西 三分钟之后 随着最后一名敌对强者倒下 整个神龙岛上彻底安静下来了 白虎 青龙和亡灵巫师都自动进入了宠物空间 并且出现了虚弱状态 这种状态不同于死亡 死亡只需要24小时就能复活 而虚弱状态短则半年 长则三五年都有可能 除了自己恢复之外 苏洛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光明神进化药剂 虚弱状态和龙老爷子之前中的毒差不多 需要神级药剂才能根治 但是现在苏洛手里也没有光明神进化药剂 只能等到回龙国之后 再想办法收集药材重新炼制 苏小子好像的 想不到 我们竟然笑到最后了 龙战天浑身浴血 额头上带着一道猙獰的伤疤 正在咕咕流血 但他毫不在乎 反而是满脸兴奋地拍打着苏洛的肩膀 击杀了敌方四名强者 等这次回去 你必定是龙国的大英雄 老爷子也有很大的功劳 苏洛担忧地打量了一下他的伤势 见他并无大碍之后才松了口气 龙战天哈哈大笑 然后一屁股坐在石板上 顺时又躺了下去 这一战他严重投掷了体力 需要好好休息 这时候 是该休息的时候 苏洛却没有闲着 而是直接从神药界中 释放出了几百只骷髅仆人 帮自己打扫战场 今日一战 对方出场的都是美丽国的精英转职者 地面上掉落的装备 宝物 药剂都不是繁品 也能算是收获巨大 但苏洛的目标不是这些 他只想要空间石 药神帮众人登陆岛屿的时候 苏洛已经将整个神龙岛上掉落的空间石 全部收集起来了 大型空间石一共有43克 中型空间石162克 小型空间石就更多了 足足有500多颗 空间石虽然没什么实质性的作用 但是却能用来扩大副本 很多转职者身上都带有这种玩意儿 所以这一战 收获了几百颗空间石苏洛 也觉得心满意足了 最重要的是 干掉了黑手帮和其他国度的精英群体 足以令他们元气打伤 直升机螺旋桨的声音 从海面上传来 听到这道声音 龙占天界背心地抬起头望了一眼 看清是龙国方向飞来的直升机之后 他这才重新躺下 甚至故意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苏洛则是坐在一块大石头上面 命令药神帮弟子打扫战场 直升机上 赵九霄等人看到神龙岛上的场景时 纷纷都瞪大了眼睛 战斗就这么结束了 所有人心里都冒出了大大的问号 最关键的是 药神帮的三千人毫发无损 除了龙占天身受重伤之外 苏洛甚至连发型都没乱 这怎么可能 赵九霄满脸震惊 其他人的目光 则是直接锁定了气息最强的那四具尸体 哪怕是人死了 生前的气息还在 直升机上众人都知道这四人是顶级强者 龙老头绝对不可能一达四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光头胖子脸上肥肉颤抖 满脸都是不可置信的表情 苏冰雪什么也没说 只是静静地打量着下方 正坐在石头上数空间时 一副财迷样子的苏洛 直升机降落之后 众人便立马迫不及待地 冲到了龙占天和苏洛旁边 赵九霄迫不及待地问道 龙老头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快说说看 你们是怎么打赢的 一群人都兴奋地围着龙占天 至于苏洛 则是被苏冰雪紧紧地抱在怀里 众人刻意没去围观 姐弟二人重逢 苏洛 下次你再这样让我担心 我就亲手打死你 苏冰雪语气中带着浓浓的责怪 眼眶中隐隐有几道血丝 直到现场彻底安静下来 苏冰雪扭头发现 大家都看着自己姐弟二人时 这才红着脸慌忙将苏洛放开 苏将军 赶快和我们说说咋回事 以赵九霄为首 龙国一众强者都满脸期待地看着苏洛 刚刚他们逼问龙占天 得到的回答是 我就一个劲地杀 不知不觉中 他们就死了 所以 这才来找苏洛询问答案 诸位前辈 我也不太清楚怎么赢呢 可能是他们不在状态 再加上龙老爷子威猛吧 苏洛咧嘴一笑 并没有把功劳全部抢走 众人翻了个白眼 也不再多问 片刻后 海面上一搜搜战舰出现 这时龙国的大部队也赶来了 船上乌泱乌泱的 全都是龙国战士 其中还包含了一些电视台的人 众人抵达之后 立马就重新开启了直播 给龙国众人 汇报神龙岛战役的最终结果 也算是变相地 给龙国人民汇报平安 同时 赵九霄也在安排人手 清点敌方尸体 毕竟这是一场中高规模的战斗 最低等级的 也是100级以上的转职者 对龙国来说是荣耀 对帝国来说 是天大的损失 每一具尸体 都代表着不低的功勋和收获 半个小时之后 所有敌方尸体数量 盘点完毕 100级以上 130级以下的尸体 一共6350具 另外就是 那四名强者的尸体 他们死得最惨 有的只剩下了一滩烂泥 有的只剩下了部分驱赶 看到神龙岛上 这血腥的一幕 苏洛心里微微动容 倒不是觉得残酷 反而是觉得自己 还不够强大 要是今天自己稍微弱一点点 估计站在这儿 数尸体的 这里就算是回家了 这里不比神龙岛 哪怕其他国度 想要报复回来 也有龙国众多强者 帮着撑腰 一个大型会议势力 赵九霄 龙占天 等一众龙国高层齐聚一堂 包括苏洛在内的 龙国十八战将 也都在场 二三十个人 围坐在一张 大型会议桌旁边 商议着这次 神龙岛战役的利弊关系 我们这次直接杀了 对方四个顶级强者 会不会遭到他们合力报复 兴奋之余 龙占天又开始担心了 单凭美丽国或者樱花岛 他根本没放在眼里 但是再加上金塔国 雄鹰等国度的话 那么压力就很大了 一时间会议室中陷入了沉寂 见大家都不愿意说话 苏冰雪沉思了片刻后 开口说道 我觉得这件事 他们应该不会生长 毕竟这次帮派挑战 是他们违规在先 这件事若是传出去 这些国度在世界上 就没了公信力 赵九霄点了点头 显然是认可苏冰雪的发言 其余人则是若有所思 虽然担忧 但众人还是很快就统一了想法 那就是朋友来了有美酒 豺狼来了有猎枪 只要他们胆敢发起攻击 龙国也不是吃素的 散会后 龙国所有战将 都纷纷和苏洛握手寒暄 从黄龙岛到神龙岛 苏洛以战将的身份 斩杀了这么多顶级强者 论实力虽然排不上号 单论战绩 他几乎已经快要排到十八站 将守卫了 所有人都对苏洛刻刻气气的 并没有因为他年纪小而轻视他 本来这件事就快要过去了 但是谁也没想到 短短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 各种关于药神帮和黑手帮 火拼内幕的重磅消息席卷全球 黑手帮勾结公正人员 袭击药神帮不成反遭团灭 药神帮成员战里逆天 屠杀整个神龙岛 龙国崛起势不可挡 各种流言蜚语层出不穷 苏洛通过手机看到这些网络上的消息时 整个人都是是猛逼的 龙国已经将这件事 设置成了最高保密状态 所有参与人员都三肩齐口 只要不是傻子都不可能说出去 甚至还大肆宣扬 那么这件事 很有可能是外面的人发布的 这些消息传出来的当天 所有国度都对龙国保持了高度的注意 至于是和居心苏洛就不清楚了 他也懒得知道 现在他只想找机会 把几只宠物恢复 然后努力提升实力 傍晚时分 苏洛静静地站在酒店的落地窗前 打亮着天边即将落下的斜阳 他已经给周铁生等人通知了 尽最大能力 收集光明神净化药剂所需要的材料 同时也在权衡利弊火凤凰所说的涅槃之法 涅槃之法 可以让宠物从虚弱状态 恢复至健康状态 但是等级可能会降低至少二十级 达到一百级之后 每升一级都很不容易 二十级看似不多 但就算是吃零全单 也要吃至少一个月时间 就在这时候 苏洛房间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是前台的女服务生打来的 表示有人想要见他一面 此事已经很晚了 苏洛到酒店大厅的时候 并没有人办理入住 酒店大厅中的沙发上 坐着一名中年男子 他穿着黑色大衣 头上戴着一顶大帽子 笼罩了整个脸颊 但依稀能看出来 是个胡子拉叉不休蝙蝠的轮廓 最让人吃惊的 是他整个人浑身都流露出 一股不同寻常的气息 这是强者才有的特征 看到苏洛出现 他脸上立马就露出了友好的笑容 你是哪位 苏洛皱了皱眉头 满脸疑惑地看着他 斧头帮帮主陈老雷 他咧嘴一笑 然后从口袋里 掏出一盒香烟递给苏洛一支 苏洛摆了摆手 同时也感受到了 对方身上的善意 更何况这是黄龙岛 根本不可能有坏人 敢如此不掩饰 气息明目张胆的出现 男人哪有不抽烟的 试试吧 他强塞到苏洛手中 同时拿出打火机 给苏洛点燃 嗨嗨 苏洛抽了一口 然后强忍着痛苦说道 前辈有什么事就说吧 这玩意儿 我是真不会 陈老雷一阵哈哈大笑 并没有说话 只是盯着苏洛一个劲的猛看 直到苏洛怀疑 烟里是不是有迷药时 陈老雷才伸手 从怀里摸出了一枚金色的令牌 这是 看到这枚令牌 苏洛微微皱起了眉头 这是龙国仅有一枚的龙帮令 拥有这个 你能随意调遣龙国任意帮会 做任何事情 多的我就不说了 我们已经老了 希望你能好好利用这个东西吧 陈老雷简单说了一句 便起身离开了 刚走没几步 他又转过身子 把剩下的半盒香烟丢到桌子上 男人要抽烟才帅气 瞅瞅你那样子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个大学生吗 苏洛 我他妈本来就是大学生好不好 回到房间后 周铁生也给苏洛打来了电话 表示龙国境内目前的药材中 很难筹齐三个光明神 进化药剂需要的原材料 如此情况之下 苏洛只能启用第二套方案了 他当即就进入了神药界当中 并且召唤出了火凤凰 主人 确定要使用涅槃之术吗 现在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要是筹集药材 至少也需要一个月时间 还不如早点把三只虚弱的 像是死了一样的宠物 全部恢复 确定好之后 苏洛立马将青龙 白虎和亡灵巫师 从宠物空间中 强制召唤出来 他们的体积 现在还没有一个普通人大 全部都是昏睡状态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火凤凰便开始施展他的技能 随着一声嘹亮的鸣叫声 响彻天地 虚空中顿时就冒出了 无数的暗红色火焰 很快 三只宠物全都被火焰包裹 然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茧子 随着时间流逝 火箭里面传来了旺盛的生命气息 过了三个小时之后 无数火焰已经被逐渐吸收 直到三只宠物 全部暴露在空气当中 小爷 我又回来了 亡灵巫师呐喊一声 立马腾空而起 在虚空中飞来飞去 与此同时 青龙 白虎也纷纷苏醒 君士满脸兴奋地盯着苏洛 主人 快给我们灵圈丹 我要把等级提升回去 听到灵圈丹三个字 亡灵巫师此时 也立马凑了过来 我要安排骷髅仆人 24小时不停地丢往嘴里塞 亡灵巫师 青龙 白虎 三只宠物的等级 都降低了20级 但是看着他们生龙火虎的样子 苏洛心里还是很开心 区区灵圈丹而已 要多少有多少 最重要的是 这些丹药 都是亡灵巫师一手操办的 自己并没有花多少精力 现在等他们宠物恢复 无非就是时间问题 一切都安排好之后 苏洛直接启程 开始往咽斗方向赶路 同时 苏洛也把这次收获的 几百颗空间石 全部都留在了神药界当中 让亡灵巫师自己使用 与此同时 龙多 一间极为隐蔽的密室中 灯光昏暗 气氛压抑 赵九霄 龙占天 以及其余几名老者 各自坐在一个角落 在场的几人 均是150级以上的强者 在他们中间 是一个透明的玻璃盒子 里面漂浮着一张纸条 玻璃盒子旁边 摆放着一纸战书 战书下方的落款处 写着三个字 樱花岛 密室中气氛虽然压抑 但众人脸上 都在强忍着笑意 最终还是龙占天 沉不住气 他率先开口笑骂道 他娘的 等了这么多年 樱花岛的狗东西 终于对我们下战书了 这次 老子一定要扒了他们的皮 那名道人模样的中年男人 则是满脸慈悲道 贫道从不杀生 这次例外 你们高兴得太早了 单凭樱花岛 肯定是没有这个勇气的 背后肯定还有其他人 赵九霄面无表情地 看了众人一眼 然后伸手 对着旁边的大屏幕一指 上面顿时就出现了 一张全球地图 其中有三个国度的地图 被标注成了红色 分别是美丽国 金塔国和雄英国 其余一些 和这三个国度 关系密切的国度 则是被标为了淡红色 樱花岛只是一个烟雾蛋 至于背后 到底有多少人会出战 还是个未知数 看向地图时 赵九霄满脸担忧 目前我龙国隐藏的实力也不低 未必会怕他们 光头胖子笑呵呵的 脸上没有丝毫拒异 青龙院 苏洛刚推开院子的大门 就看到里面坐着一名 身穿紫袍的老者 正笑呵呵地盯着自己 一时间 苏洛都怀疑自己 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当看清这人的模样后 苏洛顿时就露出了 一副头疼的表情 赵前辈 您来之前 能不能稍微打一下招呼 神出鬼没很吓人的 苏洛拍着胸脯 满脸忧愿地关上门 然后坐在石桌旁 等待着赵九霄发话 他知道 这老家伙 基本上没事不会来 来了肯定是有事情 要让自己办 有个好处给你 要不要 赵九霄神秘兮兮地看着苏洛 脸上露出令人 捉摸不透的神秘笑容 不要 嗨嗨 天大的好处 苏洛不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嘿嘿 其实我真的没骗你 这次的好处很大 樱花岛对我们下战输了 这次和帮会争斗 这种小儿科不一样 这次是国战 涉及到一国的生死存亡 只要你帮忙搞定樱花岛 到时候 他们国库里的东西分你一半 甚至可以让你先选 怎么样 国库分一半 听到这种筹码 苏洛顿时就来了兴趣 最重要的是 朱雀神格在樱花岛手里 如果争端了他们的国库 大概率也能拿到朱雀神格 到时候 自己的四大神兽 就能集齐了 陈寅片刻后 苏洛才认真开口道 要我怎么做 你的要神帮如今 实力不容小觑 再加上 你个人的实力也很强 我们想让你潜伏 进入樱花岛去偷袭他们 赵九霄这句话一说出来 苏洛心里的火热 顿时就降低了一半 潜伏去樱花岛偷袭 这他们和毛坑里 打灯笼找死有什么区别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赵九霄神秘一笑 然后拍了拍手 院子中突然出现了一道声音 身高体重外貌 全部和苏洛一模一样 此时他正在用一种警惕的目光 打量着苏洛 过了片刻后 又立马拱手抱拳 在下苏洛 见过赵前辈 苏将军 苏洛心里猛逼 脸上的表情也是满脸猛逼 怎么突然冒出来一个 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樱花岛附近的千鸟秘境 最近快要开启了 千鸟秘境对于骑士转值者 有很大的帮助 世界各地的骑士 大多数都会前往 所以 经过我们一致决定 让你假冒骑士 前往千鸟秘境 然后想办法混入樱花岛 至于这个假冒的苏洛 自然是在这段时间 在艳斗充当替身 然后呢 杀人放火搞破坏 苏洛满脸疑惑 赵九霄微微一笑 压低声音小声说道 然后什么也不用干 和我们里应外合就好 过了片刻之后 赵九霄带领着假苏洛离开了 苏洛回到房间 直接躺在床上 盯着天花板 开始发呆 赵九霄的意思 是让自己通过千鸟秘境 潜入樱花岛 然后等待时机 里应外合覆灭樱花岛 计划倒是不错 但是苏洛觉得太慢了 再过一个月左右 几只宠物大概率 能达到130级左右 再加上收服的海洋灵妖 丧尸猪王等宠物 他完全有把握 强行从樱花岛手里 抢夺猪雀神格 还等什么里应外合 哎 还是低调一点 和他们打配合吧 苏洛叹了口气 直接钻进了神药界当中 再次进入神药界 里面已经焕然一新 整个空间面积 足足扩大了一半不止 现在神药界的面积 加起来 已经能比得上 两个燕都大小了 甚至堪比一些 中小型国度的面积 亡灵巫师 青龙 白狐等宠物 此时都躺在地上 张着嘴 用一种奇葩的姿势 吃灵全单 在他们旁边 有骷髅仆人在不停地喂着 苏洛并没有打扰他们 而是将目光 放在了其他几只宠物身上 如今的玄武等级最高 达到了132级 好奇之下 苏洛直接打开了 他的属性版面 玄武 132级 SSS级 攻击 37万 防御 68万 精神 25万 体质 108 0000 技能 被动技能 无尽守护 介绍 神兽玄武 天地间唯一的存在 防御力极强 千万不能招惹他 无尽守护 与主人共享防御和生命值 看到无尽守护的技能介绍 苏洛呼吸瞬间就急促了 这玄武的技能 也太逆天了吧 如今的玄武防御力 高达68万 体质更是直接破百万了 最重要是的 自己能和他 共享防御力和体质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 完全就是行走的肉盾啊 看着那一串串惊人的树脂 苏洛突然冒出了 一个很大胆的想法 我要是轮流和玄武抗伤害 是不是相当于 有两只玄武 想到这里 苏洛嘴角再也压不住了 在68万防御力之下 几乎很少人能破防了 摸出了一颗小拇指 大小的蓝色石头 这是赵九霄 刚刚送给自己 保命用的神级传送石 只需要意念一动 哪怕在遥远的樱花岛 也能瞬间传送回来 现在这玩意儿 似乎用不上了 可以给姐姐使用 让她也增加一些 保命的手段 在神药界中安排妥当之后 苏洛立马就拿出了 姐姐苏宾雪给的 那块传音石 随着转职者的力量 注入传音石 上面很快就亮起了 一道白色光芒 我这儿现在正忙着呢 姐我这儿 有个好宝贝用不上 你要不要 苏洛满是兴奋地说道 同时手里 也在不停地把玩着赵九霄 给自己的那枚蓝色石头 什么东西 苏宾雪语气有些疑惑 传送符石 赵前辈刚当给我的 但是我感觉我不太需要这个 你肯定能用得上 苏宾雪沉寂了好一会儿 语气怪异道 传送符石每个战将都有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吧 每个战将都有 苏洛顿时满脸郁闷 这样算起来 得化赵九霄 给自己传送符石 算是一鱼两吃了 见苏洛久久不说话 苏冰雪开口问道 怎么了 嘿嘿 那个没事 姐你先忙吧 结束传音后 苏洛黑着脸 立马将传送符石收进了背包 然后郁闷地坐在石桌旁边 他本以为这玩意儿 真的很罕见 果然将还是老的辣 过了好一会儿之后 苏洛才叹了口气回到房间 满脸郁闷地躺在床上 要是换做别人 苏洛高低的撂挑子了 但是谁让人家是赵九霄 而且 这事事关重大 最终能拿到樱花岛国库一半的东西 和朱雀神格 这才是此次行动最大的奖励 调整好心态之后 苏洛才躺在床上沉沉地睡去 一觉醒来 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 起床简单洗漱了一番之后 苏洛才离开青龙院 朝着学院门口的咖啡馆走去 他约了周铁生和王莽在那见面 咖啡厅里 王莽和周铁生 两人正在无聊地玩着手机 在他们面前 摆了五六个空的咖啡杯 看到苏洛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周铁生顿时就开始抱怨了起来 洛哥 你说好的九点钟 现在都快十二点了 王莽什么也没说 只是尴尬地笑了笑 一不小心睡过头了 你们在这儿不也玩得挺嗨吗 苏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然后才坐在椅子上 顺势拿起了单子 你们喝什么 不喝了不喝了 等你的这三个小时里 我们每人至少都喝了八杯咖啡 周铁生满脸痛苦 像是怨妇一样盯着苏洛 满脸都是大写的忧怨 三人相互寒暄了一番之后 苏洛才开始说正事 过段时间 我可能要离开龙国一段时间 苏洛将自己要前往千鸟秘境的事 告诉二人了 并且连替身的事 也一并交代了 毕竟 现在药神帮是苏洛投入心血 最多的一群人 赵九霄虽然是一国之主 但苏洛依旧不愿意 把所有东西都堵在他的人品上 告诉周铁生和王莽 至少自己离开后 药神帮还能正常运转 等到苏洛说完 周铁生眼神中 顿时就露出了担忧的表情 罗哥 你现在都这么无敌了 还去樱花岛那边干嘛 咱们猥琐发育一段时间 直接无敌横推过去 他不香吗 时间来不及了 我们再不出手 别人就要对我们出手了 苏洛并没有解释太多 而是再次交代道 这件事 你们两个一定要守口如瓶 等我回来 周铁生张了张嘴 似乎想说什么 但他很快就想到了 一个更好的表达方式 只见这家伙 从背包里取出了一张白纸 在上面画了一只大黄狗 论画画的功力 他垃圾得一塌糊涂 但是苏洛和王莽都没有讲话 想看看 他到底要搞什么鬼 罗哥 这玩意儿 就当咱们的信物 不然到时候 你回来了 我咋知道你是不是傀儡 说着 周铁生直接把纸张撕成两半 并且中间有无数不规则的火口 将其中一张递给苏洛之后 周铁生才满意地拍了拍手 放心 不会有事的 苏洛满脸嫌弃地瞥了一眼周铁生 但还是把纸张塞进了背包中 讲完正事以后 王莽则是主动汇报起了 药神帮最近的情况 之前参与神龙岛战役的 三千药神帮弟子 此时已经成了 整个帮会的中流砥柱 他们无论是等级还是战斗力 都算是帮内最顶级的 所以 每个人几乎都破格提升了一些待遇 这些东西 你们负责就好 我不太擅长这些东西 对于帮会管理苏洛 并没有发表意见 又简单寒暄了一番之后 他才离开咖啡店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准备了 按照照九霄的意思 苏洛还需要置办一身骑士的行头 至于技能 不出手则已 出手只要把锁人灭口 他假骑士的身份就不会暴露 但是 苏洛可不是一个愿意讲究的人 他直接从神药界中 召唤了一名骷髅战士出来 骷髅战士的技能 大概和骑士差不多 再加上玄武的防御技能 自己大概率能伪装成为一个 资质平平的骑士 骷髅战士70级 攻击188000 防御12万 精神22000 体质285000 技能 血战 恶灵斩杀 爆裂 血战 战斗状态 对敌人造成40%减速效果 自身获得40%吸血 攻速效果 每秒消耗50精神值 恶灵斩杀 透支自己的生命 发出强有力的斩击 透支越多斩击伤害越高 和目标交换血条 爆裂 死亡后 对方圆五米内的敌人 造成200%真实伤害 如今 骷髅战士的技能 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 但是爆裂技能 是肯定不能要的 苏洛直接学习了 血战和恶灵斩杀 这两个技能 学习好两个新技能之后 苏洛立马就打开了 自己的属性版面 姓名 苏洛 职业 玉灵师 等级 118级 攻击 135000 精神 65000 防御 68万 体质 108000 装备 黑光战剑 黄龙头盔 黄龙胸甲 黄龙护手 宠物 火凤凰 冥界之主 玄武 技能 迅灵 血战 恶灵斩杀 三昧真火 血战 战斗状态 对敌人造成40%减速效果 自身获得40%吸血 攻速效果 每秒消耗50精神值 恶灵斩杀 透支自己的生命 发出强有力的斩击 透支越多 斩击伤害越高 和目标交换血条 这段时间 宠物不停地使用寿灵丹 苏洛的等级 已经达到了118级 玄武共享防御和体制之后 他的整体防御 几乎已经能让150级以上的强者 都难以破防了 再加上这两个技能 苏洛心里忍不住兴奋了起来 这俩技能 完全就是给自己量身定做的 血战不仅能减速敌人 还能增加攻速 就算是普攻 也能不要命一样 追着人家砍 再加上恶灵斩杀 透支自己的生命 发出攻击 苏洛的嘴角 忍不住露出了笑容 相当于自己透支1万生命值 就能增加1万的伤害 要是直接透支50万生命值 就算是顶级强者 也能一刀砍死 不错不错 这两个技能 还是很棒的 苏洛当即就朝着铁匠铺走去 召集了十来个高段位的锻造师 既然要冒充骑士 前往千鸟秘境 怎么能少得了合适的装备呢 经过一番思索 苏洛想出了一套 属于自己专属的完美骑士装备 那就是增强攻击力 整套装备什么都可以不要 一定要攻击力够强 只要把攻击力增强到极致 就没有什么怪物 能突破自己的防线 这是苏洛唯一的要求 十来个骷髅锻造师 收到命令之后 立马就开始干活了 铁匠铺里 很快就响起了叮叮当当的声音 主人 你打造骑士装备干嘛 亡灵巫师飘着来到苏洛旁边 他嘴里还塞了无数颗灵犬丹 一边咀嚼 一边含糊不清地对着苏洛问道 当然是有用啊 苏洛神秘一笑 催促几只宠物赶紧升级之后 便毫不犹豫地离开了神药界 作为一个很珍爱自己生命的人 苏洛打算多准备一点东西 所以离开神药界之后 他直接去了炼药师协会总部 炼药师协会办公室里 蒋星河正坐在椅子上 美滋滋地喝着茶水 如今他虽然降低职位 成为副会长 但是苏洛没有管理 掌权的依旧是他 他的小日子依旧过得很滋润 蒋星河也知足了 每天喝喝茶 晒晒太阳听听戏曲 看到苏洛的身影 出现在办公室门口时 蒋星河立马就站了起来 苏会长 您来了 蒋星河老脸上笑出了无数褶皱 像是一朵盛开的老菊花 苏洛点了点头 然后静止走到了办公椅上坐了下来 这段时间情况怎么样 报告会长 一切正常 盈利如何 苏洛抬起头 直勾勾地盯着蒋星河的眼睛 他虽然没有管理炼药师协会 但不代表他没有关注这边的一举一动 感受到苏洛眼神中的质疑 蒋星河心里没来由的一阵慌乱 立马说道 最近协会的收益很好 一个月基本上能赚13个亿左右 苏洛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心里却掀起了轩然大波 13个亿 一年就是一百多亿啊 特么的炼药师这么赚钱的吗 不过 钱不是苏洛来这里的主要目的 药水才是 又询问了一些其他问题之后 苏洛才开口问道 现在库房里 还有多少大型体力恢复药剂 和精神恢复药剂 这是 要考验我的业务能力 蒋星河心里暗暗惊讶 但还是对答如流 立马汇报道 目前库房里的大型体力恢复药剂 有三万多瓶 精神恢复药剂还有五万多瓶 一样 给我来一万瓶 我要带走 就这 蒋星河心里一阵无语 他还以为 苏洛是对自己不满意 来给自己穿小鞋的 没想到他是来进货的 不过 人家试炼药师协会会长 再加上身份地位摆在哪 别说是进货了 就算是把库房搬空了 也没人敢说半个不字 好的会长 您多久要 现在吧 越快越好 那我这就去安排 您先在这儿携着 蒋星河心里暗暗松了口气 又急忙给苏洛泡了一壶茶 然后才马不停蹄地朝着库房赶去 在苏洛的影响下 不仅是药神帮日益壮大 就连炼药师协会也跟着风生水起 最近炼药师协会的人 也从原本的三千多人 扩充到了一万多人 不过大部分人 都是奔着苏洛的名声来的 毕竟 苏洛除了御寿师的身份之外 还有一个神级炼药师的身份 若是能得到一招办事的指点 这辈子都算是吃喝不愁了 听说会长来了 一时间众多炼药师都 纷纷围住了蒋星河 副会长 您可一定要想想办法 让会长教我们点东西啊 是啊 苏会长 神龙见首不见尾 好不容易才见他一次 要是能得到苏会长的指点 这辈子值了 众多炼药师都缠住了蒋星河 想让他去帮忙说情 但是苏洛可是出了名的人 狠话不多 他要是想教早就教了 就算是众人哀求 蒋星河也不敢答应这件事 而此时 苏洛站在办公室的窗户边上 将这一切尽收眼底 甚至就连众人的谈话 他都听得清清楚楚 想要自己传授他们炼制药品的经验 这个问题还真是找对人了 自己炼药 就只是凭借着一个被动技能 神级炼药术而已 论教别人炼药 还真教不了 让我教他们 还不如让神药界的骷髅炼丹师来试试 这个方法似乎可以试一试 苏洛心里想想 然后直接就将亡灵巫师召唤了出来 让他去看看 能不能让骷髅炼药师 写点什么心得体会之类的 主人 您不是神级炼药师吗 听到苏洛提这种奇奇怪怪的要求 亡灵巫师顿时满脸猛逼 但是很快 他的骷髅眼眶中 就闪烁出了智慧的小火苗 我懂了 您肯定是觉得 炼药师协会的人太低级了 懒得亲自上场 十分钟后 苏洛手里多出了一本书籍 炼药师进阶手册 从初级炼药师到 圣级炼药师的心得体会 全都记录在案 这本书是骷髅炼药师 表达出来之后 在由亡灵巫师写出来的 任何人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片刻后 蒋星河来了 他手里拎着一个巨大 二黑色不带子 这是罕见的大型储物带 会长 一万瓶大型体力恢复药剂 和精神恢复药剂 全都在里面了 他气喘吁吁的 将袋子放在旁边 然后便恭恭敬敬地 站在一旁等候吩咐 当他看到桌面上 那本用牛皮纸写的书籍时 立马忍不住仔细看了几言 炼药师进阶手册 这玩意儿 自己办公室里也没有啊 感受到蒋星河疑惑的眼神 苏洛决定让他先看看 毕竟他也算是一个 半不胜级炼药师 只要他都觉得有用 那就肯定有用了 你看看 这书对手底下的炼药师 有没有帮助 说完 苏洛便把炼药师进阶手册 推到蒋星河面前 得到允许 他也不客气 立马就拿起来看了几言 这 这是会长您亲自写的吗 苏洛没有回答 而蒋星河 只是看了一眼 就瞪大了眼睛 脸上的表情 也从平静变成了惊讶 最后是 甚至是直接看的 面色潮红 竟然连圣阶炼药师的 各种进阶方法都写出来了 蒋星河激动得浑身颤抖 忍不住狂喜道 老夫这辈子 终于有机会 踏入圣级炼药师的境界了 苏洛不动声色 心里则是暗暗地松了口气 既然连蒋星河 都觉得这玩意儿有用 那对普通炼药师 来说应该也有大用 这本书尽快复印出来 让所有炼药师协会的人 尽量做到人手一本 苏洛淡淡地说了一句 然后便收起黑色袋子 打算离开 却被蒋星河拦住了 会长 这本手册价值连成 甚至是有价无事的存在 蒋星河满脸纠结 小心翼翼地问道 真要大批量复印出来 无妨 我还有更好的 留下一句话之后 苏洛便禁止离开了 只给蒋星河 留下了一个高深莫测的背影 圣级炼药师而已 就算是传播出去了 最先受益的 还是炼药师协会 而且只要骷髅炼药师中 出现了神级炼药师 那才叫真正的好东西 离开炼药师协会后 苏洛又直接去了一趟附近的大超市 第一次出远门 苏洛心里是忐忑的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他还准备了很多东西 帐篷 食物 饮用水 甚至连火柴苏洛都准备了好几盒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苏洛才坐着传送阵前往黄龙岛 他和赵九霄已经约好了 在黄龙岛会合 然后他秘密潜伏去千鸟秘境 而替身则是大张旗鼓地 从黄龙岛回到燕都青龙院 然后一直带到他回来为止 对于这次行动 龙国采取了最高保密机制 此时 整个黄龙岛彻底进入了警戒状态 随着苏洛踏入黄龙岛的一刹那 无数守卫的目光就朝着他扫了过来 平日里 他们还会和苏洛打招呼 但是此时 众人只是面无表情地朝着苏洛敬礼 然后又进入了警戒状态 苏洛也不掩饰 直接就骑着白虎 飞快地朝着黄龙岛的守卫者 会议厅赶去 会议厅里很冷清 只有赵九霄 龙占天 苏冰雪三人 苏洛抵达之后 赵九霄便立即关上了门 这次情况特殊 所以全程都要进行高度保密 赵九霄笑着站起身来迎接苏洛 然后亲自给他倒了一杯茶水 赵前辈放心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 看到这老头竟然亲自给自己倒水 一时间 苏洛感觉有些受宠落惊了 今天这场会议 主要就是商量各个环节流程问题 几人相互寒暄了几句之后 赵九霄就直接进入了正题 这次前往千鸟秘境不仅要保密 而且还凶险万分 很有可能会出现150级的骑士 所以一旦遇到危险 你尽管捏碎传送符石即可 赵九霄郑重其事地 拍了拍苏洛的肩膀 陈生说道 任务可以失败 但是龙国不能失去你苏洛这个人 听到赵九霄这句话 苏冰雪眼神柔和了些许 但依旧还是担心苏洛的安危 不过这一次 他依旧选择相信苏洛 因为苏洛连传送符石都不打算要 很有可能还有别的保命手段 苏小子 好好干 听到这句话 苏洛心里暗暗惊讶 护道者其实还有另一个称号 护国战神 但是苏洛自己心里也明白 这次任务很危险 整个龙国除了自己 再也找不到其他合适的人 所以 只要任务完成了 自己也有资格接任龙老爷子的位置 只不过身份地位提升得太快了吧 一时间 苏洛感觉脑子里晕乎乎的 小洛 加油 苏冰雪笑盈盈地对着他扬了扬拳头 看着姐姐的笑容 苏洛顿时觉得 心里充满了无穷的动力 姐放心 我会平安回来的 一切商议完毕之后 赵九霄才笑盈盈地对着苏洛说道 黄龙岛往南三十里处 有一艘加满游的大号快艇 你只要能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悄然离开 就算是计划正式开始 龙占天也笑眯眯地看着苏洛 这是他们对他的考验 若是苏洛有能力过了他们这一关 那么去千鸟秘境 甚至是樱花岛 也绝对游刃有余 苏洛耸了耸肩 四周看了一圈之后 笑着说道 那行吧 我去个洗手间 洗手间是开放式的 并没有门 而且会议室的窗户也没有锁死 苏洛很自信 自己能骑着青龙悄然离开 随着他进入卫生间 龙占天立马取出来一个钟表 摆放在桌子上 甚至为了给苏洛打开方便之门 龙占天还特意打开了会议室的大门 和所有的窗户 做完这一切之后 他才兴致勃勃地看向苏冰雪 冰雪 你觉得苏洛能不能办到 他已经走了 苏冰雪看着会议室 角落最不起眼的窗户口 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 然后并直接离开会议室 不可能 我一直都在留意厕所门口呢 龙占天满脸不可置信 赵九霄更是直接冲进厕所 好小子 竟然连我们都能忙过去 黄文岛外三十里处的交视群体中 隐藏着一艘大型快艇 苏洛站在快艇上 满脸郁闷 我特么不会开快艇啊 看着这艘全是高端仪器的高科技快艇 苏洛欲哭无泪 要是手控的他 还能简单学着驾驶一下 但是这玩意儿 全是各种仪器和显示仪 怎么搞 纠结了一两分钟之后 苏洛直接拿出地图看了一眼 从此处前往千鸟秘境 一共有两千三百多公里 就算是不要这艘快艇 骑青龙也能抵达 而且还可以更快捡 苏洛骂骂咧咧的 踢了一脚甲板之后 直接就召唤出了青龙 此时 远处的高楼上 龙占天和赵九霄二人 正拿着望远镜 观察着苏洛的一举一动 当看到苏洛骑着青龙离开时 他们两人顿时就疑惑了起来 他怎么不开快艇啊 快艇能更好地掩饰身份 其宠物不就直接暴露了吗 直到苏洛的身影 消失在天边之后 两人才放下望远镜 开始大眼瞪小眼 哎 我怎么感觉耳朵很烫 苏洛这小子 是不是在骂我们 赵九霄郁闷地 坐在办公椅上 百思不得其解 我感觉耳朵也有点烫烫的 龙战天点了点头 然后又说道 有没有可能是他不会开快艇 赵九霄 我们都忽略了 他不是守卫者出身 而是一个燕都大学的大学生 大学生哪有会开快艇的 而且还是守卫者专用的战斗性快艇 傍晚时分 苏洛骑在青龙的背上 享受着斜阳的余温 哪怕隐藏了气息和体型 但他依旧能清清楚楚地看到 海面上的一切情况 这一路赶来 他看到了许多海岛 商船和捕鱼船 此时路途才不到三分之一 等到太阳彻底从海平面消失之后 苏洛才随处找了个小岛 准备过夜 按照计划赶路的时间是三天 太快抵达的话 反而不是什么好事 小岛面积不大 并没有什么洞穴 苏洛直接找了些杂草铺床 然后放出白虎在周边巡逻 这玩意儿 比牧羊犬厉害多了 别说是寻找野兽 就算是百来级的异兽来了 都能轻易弄死 一瞬间 就变得安全感满满 夜间的海面上并不是很冷 但苏洛还是点燃了一堆篝火 然后才将亡灵巫师召唤了出来 主人 你要的东西来了 苏洛定制的装备 其实早就制作好了 只不过白天他都在赶路 没时间拿出来 亡灵巫师骄傲地取出一套暗黑色装备 上面刻画着无数燃烧着的火焰 燃魂套装 怎么样 够帅气吧 亡灵巫师咧嘴一笑 心里很是自豪 看着地上拉风的装备 苏洛顿时就别了别嘴 这玩意儿传上去 很有可能会受到别人群殴 但他还是好奇地查看起了装备的各项属性 燃魂头盔 传说 骑士 防御 加500 攻击 15000 使用等级 100级 技能 10秒钟内每次普通攻击 叠加10%攻击速度 叠加10%伤害 最高上限叠加300% 燃魂铠甲 传说 骑士 防御 加500 攻击 15000 使用等级 100级 技能 10秒钟内每次普通攻击 叠加10%攻击速度 叠加10%伤害 最高上限叠加300% 战刀 盾牌 护手 绑腿 鞋子 七剑套的装备属性几乎一模一样 七剑装备加起来叠加了10万5000伤害 至于每件装备增加的500防御力 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主人 满意吧 看到苏洛没说话 亡灵巫师又立马显摆了起来 满意是满意 不过这些骷髅断造师是真实诚啊 防御和生命值是一点都不佳 感慨了一番之后 苏洛直接把燃魂套装穿了起来 铠甲很合身 战刀对于他来说也很轻盈 握在手中 手感很好 苏洛尝试性地朝着旁边的岩石一刀劈下 碰 动静不大 岩石直接被劈出了一刀裂缝 套装攻击力再加上苏洛本身的伤害 大概能打出23万左右的伤害 要是稍微再用点力 能直接把这个小岛劈开 很棒的感觉 感受着体内无穷的力量 苏洛满意地点了点头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他才躺在岛上开始思考 接下来有可能会遇到的麻烦 别人都是坐船去的 我要是直接飞过去 立马就会露线 所以得尽快赶到千鸟秘境附近 然后想办法搞搜船才行 思来想去 苏洛心里大致有了目标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 一条青龙便直接腾空而起 离开了这座小岛 天上有青龙 离开之际 苏洛把海洋零妖也召唤了出来 让他在水里跟着自己走 一旦遇到危险了 可以直接两面夹击 毕竟这次行动事关重大 只要有人发现了自己的身份 就必须要以雷霆手段格杀 只有死人才会保守秘密 青龙的速度非常快 中午时分就抵达了千鸟秘境附近的一个小岛上 苏洛直接选择在这里降落 等待有缘人给自己送船来 就在这时候 海面上突然有一艘快艇开了过来 这艘快艇似乎经过特殊手段暴改了一般 速度奇快无比 龙国方向开来的船 看到快艇上龙国的标志 苏洛眼神中顿时就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船上站着一名身材肥胖 留着八字胡的中年男子 他只是淡淡地看了一眼苏洛 然后便驾驭着快艇 朝着千鸟群岛赶去 离开龙国之前 赵九霄给了他一张易容面具 此时就算是苏冰雪来了 也不一定能认出苏洛 只要苏洛不自报身份 就算是龙国的人也认不出来 他是谁 等到中年男子离开后 苏洛才不慌不忙地 从背包里取出一套鱼竿 开始悠闲地吊打螃蟹 为了吃口热乎的 他又从宠物空间里 召唤了一只四世纪的火属性异兽 随着时间推移 周边路过的船只越来越多 大多数人都是淡淡地看了苏洛一眼 选择直接擦肩而过 傍晚时分 海面上依旧是风平浪静 苏洛坐在篝火旁边 静静地吃着一只帝王蟹 这时候他身边的宠物 已经换成了一种会发光的火金兽 轰轰轰 一艘快艇停留在小岛边缘 从上面跳下来两名一百二十几的男子 朋友 你这火金兽卖吗 两人下来之后 眼神便直勾勾地看着苏洛 另一人更是直接拔出了长刀 他们眼神中闪烁着喜悦的光芒 终于等到有缘人了 苏洛脸上也露出了兴奋的表情 热情道 卖 朋友 你这只火金兽打算卖多少刀 看到苏洛热情毫无防备的样子 两人脸上笑容更浓郁了 他们向前走的同时 都暗自摸上了挂在腰间的战刀 刀 美丽国的人 猜出二人的国籍之后 苏洛脸上的笑容更浓郁了 他淡淡地说道 一百刀就行 一百刀太贵了 一刀行不行 此时两人已经近身了 其中一人快速抽刀朝着苏洛砍去 刹那间海岛上就刮起了飓风 另外一个人则是取出斧头朝着下三路袭来 这他妈是要断子绝孙啊 苏洛眼皮一跳 立马朝着后面退了几步 与此同时 他身上也冒出来了一个巨大的水泡 将苏洛直接包裹住 轰隆 四面八方的海水瞬间倾泻而出 不断地朝着海岛上袭来 看到这一幕 两人都脸色大变 吼 海洋灵妖跃出水面 嘴里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叫声 同时苏洛也直接释放了白虎 直到这时候 两人才意识到面前 这个看似人畜无害的男子 是个硬查 朋友 大家出门在外以喝为贵 没必要打打杀杀 杀了 苏洛面无表情地盯着二人 同时对着海洋灵妖和白虎 下达了命令 没必要打打杀杀 这时候认怂有用吗 为了等有缘人 他都吃了一天帝王谢了 怎么可能放这两人离开 如今的白虎已经达到了118级 再加上156级的海洋灵妖联手 这两人就算是骑士也挡不住 只是眨眼间 两人就被撕成了碎片 主人 完事了 白虎脸上露出一个人性化的表情 然后开始清理身上的血迹 海洋灵妖则是静静地看了苏洛一眼 然后又钻入了水中 这家伙似乎智商很高 至今都对苏洛还有些偏见 不过苏洛毫不在乎 以后他尝试到灵犬丹的美妙滋味之后 自然就懂得跟着自己的好处了 两人死亡之后 游艇还漂浮在海岛边缘 苏洛先磨掉了游艇上面的标志 然后又学了一下驾驶技巧 第二天 海面上吹起了狂风 苏洛驾驶着捡来的快艇 歪歪扭扭地在海面上穿梭 朝着千鸟秘境赶去 两个小时左右 一个个宛如海鸟气息的小岛 便出现在了视线中 这就是千鸟秘境了 此时无数海岛都被迷雾笼罩 预示着秘境快要开启了 无数小岛中间 停满了各种颜色的快艇 苏洛抵达的时候 上千个海岛上已经站满了人 这些人几乎都是一百机以上的骑士 有的是单独行动 有的则是成群结队 朋友 到我这里来吧 一名留着八字胡 谢谢 想了想之后 苏洛便直接答应了 他的最终目的也不是千鸟秘境 而是潜入樱花岛 如果和这个小鬼子成了朋友 潜伏就变得很容易了 朋友 一会儿秘境开启之后 我们可以联手 我只要里面的一株植物 收获的骑士之魂可以全部给你 还是平分吧 苏洛不动声色地打亮了眼这个男子 然后淡淡一笑 都可以 他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然后两人便静静地站在小岛上面 等待着秘境开启 对于骑士之魂 苏洛了解的不多 只知道那是一种可以消耗的金石 据说能永久增加骑士的生命值 而且只能给骑士使用 自己这个假冒骑士 很有可能是用不上了 但是收集一些也不是坏事 收集多了 还能给周铁生那个家伙使用 川本一郎站在小岛上 眼神时不时地瞥向其他岛屿 这里距离樱花岛很近 所以樱花岛来了很多骑士 几乎各个岛屿上 都占了一些樱花岛的骑士 这一切苏洛都看在眼里 貌似每个樱花岛的人 都在拉其他国度的人当队友 他们拉队友干嘛 绝对不是好事 但是苏洛也不担心 若是只为了骑士之魂 自己可以稍微放放水 但他们要是做事太过分了 自己也不介意打开杀戒 现在金刚魔猿 丧尸珠王和海洋灵妖 全都是巅峰状态 再加上 他们都是150级以上的异兽 就算在场的所有人加在一起 也不是自己的对手 想到这里 苏洛嘴角忍不住往上扬了起来 他甚至有点期待 樱花岛在憋什么坏水 过了一个小时左右 周边的雾气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浓郁了起来 这是千鸟秘境要开启了 一时间所有人都进入了警戒状态 毕竟进入秘境中有危险 而现在周边的人更危险 人越多竞争就越大 每时每刻都有人在想着 淘汰一些对手 苏洛也从背包中取出了燃魂盾牌 和燃魂战剑开始戒备 唯一不同的是 别人是真紧张 而他是装的 川本一郎看到苏洛紧张的模样 立马开口说道 朋友你不用紧张 要是不放心的话 我们可以进行组队模式 组队之后 队友之间的攻击能免疫 但是会暴露各自的真实信息 苏洛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你放心 我绝对没有恶意的 川本一郎眼神中闪过意外的神色 然后便转身看向了 千鸟群岛中心的位置 雾气虽然浓郁 但是中心位置却爆发出了紫色的光芒 隔着老远都能清晰看到 周边的人开始不停地 朝着中心位置靠近 每个小岛之间的距离并不远 哪怕不用乘船 也能轻易一步跳过去 所有人都疯狂地朝着光芒处冲去 很显然是秘境即将开始了 秘境入口出现了 我们也走吧 川本一郎提醒了一声 然后直接拔出腰间的武士刀冲了上去 樱花岛的人讲究武士精神 哪怕是骑士 也很少有人使用盾牌 苏洛则是夸张地 拎着长刀和盾牌 快速跟在川本一郎后面 群岛中间位置的大型岛屿上 此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紫色传送门 所有人都前赴后继地朝着里面冲去 生怕慢一步 在这种紧要关头 没有人出手袭击别人 毕竟出手了就要耽误 从而失去了先机 别人都不出手 苏洛自然也不会出手 随着船本一郎的身影没入光幕 他立马一步跟了上去 进入千鸟秘境后 苏洛整个人都惊呆了 这个秘境竟然特么在水里 唯一不同的就是 每个人身上都裹了一层紫色的光芒 可以在水里自由地呼吸 行动也不受限制 但是周围环境全都是水 珊瑚 礁石 沉船 要不是有紫色光芒包裹 鱼虾都快游到嘴里来了 众人都踩在泥沙里 飞快地散开 苏洛尝试着走了两步 发现和陆地没什么区别 唯一的区别就是这儿的光线不太好 除此之外 倒也没什么特别的了 朋友 我打算往东方走 你要一起吗 川本一郎站在苏洛旁边 再次对他发起了邀请 那就一起吧 苏洛点了点头 然后跟在川本一郎身后 水里的鱼类生物很多 大多数生物的等级都不是很高 但是比起外来的转值者 五六世纪的鱼虾 几乎是看到人了 就立马跑 不跑留着等死吗 走了大概十来分钟之后 一处珊瑚根部似乎有什么东西 散发着银银的紫光 想不到这么快就碰到了浑石 川本一郎表情一喜 然后飞快地跑到珊瑚处 直接用武士刀 挑出了一块核桃大小 晶莹剔透的紫色石头 浑石内部储存了一缕骑士之魂 浑石给你吧 你一会儿只需要帮我收服一株植物就行了 驾驭植物室 我们樱花岛特有的细缩 川本一郎直接把浑石抛向苏洛 然后继续往前走 看他的样子 似乎对千鸟秘境很熟悉 一路上几乎都不怎么使用地图 胆落的途中 苏洛也在不停地四处寻找浑石 既来之则安之 既然进入千鸟秘境了 苏洛打算多收集一些浑石回去 贼不走空 空手离开不是他的作派 不仅要收集 而且尽可能地多拿点才好 一路走走停停 川本一郎也没耍花样 所有的浑石都直接给了苏洛 很快 二人便来到了一处海底峡谷之中 在峡谷的中间位置 长着一株高达十来米 五颜六色的珊瑚 上面竟然开满了无数金银剔透 拇指大小的紫色花朵 看到这株珊瑚的一瞬间 苏洛眼神中就露出了震撼的表情 因为他也认出这株珊瑚了 这叫南海七彩珊瑚 上面开的是南海神花 是炼制神兽丹最主要的药材 就算是不用来炼制丹药 只用南海神花喂养宠物 也能提升宠物的等级 此时川本一郎正在查看 南海七彩珊瑚的属性 苏洛也立马开始看得起来 南海七彩珊瑚 130级神花级植物 生命100万 防御45万 攻击25万 觉醒时间30分钟 恢复时间24小时 能力 尖刺 介绍 可自称一界诞生出无数尖锐的珊瑚刺 攻击敌人 也是罕见且珍贵的药材 确定是南海七彩珊瑚之后 苏洛立马意识到 这玩意儿自己一定要搞到手 有了七彩珊瑚 就相当于拥有源源不断的南海神花 到时候就可以炼制出神兽丹 一颗神兽丹 可以给宠物增加十万经验值 效率直接翻倍 最重要的是 很多神级药剂都需要使用这种花朵 就在这时候 峡谷边缘又露出现了几人 这些人都是樱花岛的人 他们看向南海七彩珊瑚时 也都露出了狂热的目光 川本一郎 就凭你们两个 也想抢夺这株七彩珊瑚 距离二人不远处的几人 顿时就对着川本一郎嘲讽了起来 很显然他们认识 苏洛不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 川本一郎看了他们一眼 也没有说话 而此时 峡谷周围已经围满了人 至少有一百五六十个 全都是樱花岛的人 苏洛心里总算是明白 为什么刚刚樱花岛的人那么多 并且都在拉帮结派了 原来都是想抢这株南海七彩珊瑚啊 朋友 一会儿 我们最后出手 只要你帮我抢到了这株植物 我帮你弄至少五千颗浑石 川本一郎表情很诚恳 但是樱花岛人的贪婪 是刻进骨子里了 他说话时 无论怎样都掩饰不了野心 若是真信了他的鬼话 恐怕七彩珊瑚归他 浑石最后也得归他 毕竟他也是一名骑士 真要是这么讲道理 就不会没有队友了 猜忌归猜忌 苏洛表面还是笑着答应下来了 现场气氛压抑 一时间谁也不想先出手 毕竟这种情况下 谁先出手 谁就是冤大头 到时候 不仅要承受珊瑚的攻击 还有可能被其他人背后捅刀子 千鸟密尽开放的时间 只有两天 时间紧迫 过了十来分钟左右 立马就有人沉不住气了 一个身穿魁梧的樱花岛骑士 率先发难 他先是对着峡谷中央 甩了一个类似烟雾弹的东西 然后便直接带着十来个人冲了下去 那些烟雾在水中也能四处蔓延 现场顿时硝烟四起 其余人也都纷纷出手 泥沙 淤泥 烟雾 各种杂质在水中扩散 水瞬间就被搅浑了 苏洛和川本一郎 依旧静静地站在峡谷上方等待着 一个在等待合适的机会 收服南海七彩珊瑚 另一个则是在等待合适的机会 把这些人全部灭掉 苏洛心里已经拿定主意了 等到他们打得差不多了 自己再出手 到时候 浑石是自己的 珊瑚也是自己的 南海七彩珊瑚虽然是水里的植物 但是放在神土中也是一样的效果 这玩意儿 它势在必得 峡谷中间 无数转职者都在进行无差别攻击 再加上南海七彩珊瑚也在攻击 眨眼间就只剩下了十来个人 川本一郎依旧站在边缘位置 没有出手的意思 他不发话 苏洛也不打算出手 现在就只剩下三伙人了 这些人全都是樱花岛的人 至于那些被叫来的外人 则是全部都已经葬身海底 四周血气环绕 水里都带着浓烈的腥味 这时候 南海七彩珊瑚的觉醒时间消耗完毕 周边的珊瑚刺开始消失 只要会驯服植物 失去了攻击能力的七彩珊瑚 任何人都可以上去驯服 苏洛心里明白 现在才是关键时刻 就在这时候 川本一郎突然从背包里 取出了一枚黑色的长钉 几乎是眨眼间 长钉就刺穿了苏洛身上的燃魂战甲 你已被控魂术控制 只有光明神进化药剂才能解除 暗红色的小旗 看样子是把苏洛当成消耗品了 不得罪 苏洛冷冷一笑 直接从背包中 取出一瓶光明神进化药剂喝了下去 看到苏洛手中的光明神进化药剂 川本一郎顿时就呆住了 这可是神级药剂啊 神级炼药师已经一百多年没出现过了 现在全世界也搜不出来三瓶 竟然被自己给碰上了 你 你怎么可能会有这个东西 川本一郎满脸震惊地盯着苏洛 其余的人也都微微动容 这可是神级药剂啊 他竟然随身携带了这种药剂 到底是什么来头 这玩意儿 我刚好有一个 苏洛淡淡一笑 拉开位置之后 直接从背包中取出了燃魂盾牌 和燃魂战刀 刚刚这家伙施展的控魂术 是一种很邪门的技能 不仅能直接控制转值者 甚至还能直接把人当作炸弹一样引爆 转值者的等级越高 爆炸的伤害也越高 直到这时候 苏洛心里才明白 这家伙 为什么只找自己一个 原来是想把自己当炸弹使用 够带多 川本先生 是你先动的手 那我也不客气了 苏洛微微一笑 直接施展技能 恶灵斩杀 这一击 苏洛直接选择牺牲50万的血量 再加上自己现有的攻击伤害 足足叠加到了70万 二人相隔距离不远 再加上恶灵斩杀 带有追踪效果 川本一郎根本没地方躲 只能硬扛 你以为你真的吃定我了吗 川本一郎表情猙獰 直接抽出武士刀 朝着苏洛的战刀砍去 如今苏洛的等级是120级 而川本一郎是128级 他很自信 自己能挡住苏洛的攻击 当 清脆的响声响起 武士刀瞬间断成两截 川本一郎 瞳孔猛的一缩 立马就要从背包里 取体力恢复药剂 但是苏洛的战刀 已经落到他身上了 46万5000 高额的伤害 从他身上冒出 川本一郎还来不及做反应 就直接倒在了血泊之中 时不时的有物品 从他身上掉落出来 看到这一幕 周边的人都惊呆了 他们都认识川本一郎 再加上苏洛的等级 并不是很高 所有人都觉得 苏洛要被淘汰了 但是没想到 川本一郎竟然被秒杀了 一时间 所有人都情不自禁地 后退了几步 满脸警惕地盯着苏洛 这他们是什么骑士啊 竟然能一刀砍死一个人 哪怕是同等级的刺客 也绝对不能秒杀 骑士转直转啊 诸位 还要抢吗 苏洛面无表情地看向他们 同时从背包里 取出几个大型体力 恢复药剂 往嘴里关 朋友 你赢了 我们走 众人摸不清苏洛的底细 转身就走 苏洛直接释放了海洋灵妖 杀了他们 不能留活口 海洋灵妖蓝色的瞳孔 静静地盯着 峡谷下方的七彩珊瑚 然后又看了看那群人 只见他轻轻地甩了甩尾巴 身形顿时就出现在 那些人的身后了 竟然是150世纪的异兽 不对 这是宠物 是他的宠物 这么高等级的宠物 他难道是龙国的苏洛 十来个人三言两语 很快就推算出了苏洛的身份 但是海洋灵妖 一点也不给他们面子 直接就出手了 120世纪的骑士转职者 虽然很肉 但对于他来说 依旧不够看 在高等级的压制下 海洋灵妖 几乎能直接无视他们的攻击 更何况在水中 就是他的天下 海洋灵妖火力全开 只是三两下 就解决掉了所有人 一时间 整个峡谷范围内 只剩下苏洛一个活人 但他依旧没有去峡谷里面 而是命令海洋灵妖 召集小弟在周边放哨 同时帮他收集那些 转职者掉落出来的东西 一旦有人靠近 就全部杀死 所有因素都安排妥当之后 他才骑着白虎 飞快地朝着南海七彩珊瑚奔去 作为召唤物 白虎身上也被包裹了一层 可以隔绝水流的紫色光芒 此时的七彩珊瑚体型依旧庞大 上面长满了尖刺和白花 苏洛直接对着他使用技能 驯灵 恭喜您成功驯服南海七彩珊瑚 一次就成功了 听到脑海中的提示 苏洛心里暗暗惊讶 但是动作却丝毫不慢 直接就操控着七彩珊瑚 缩小体型 然后带着他进入神药界当中 此时的神土里 种植了好几株植物 幽明懒月花 剑气草 新火草 刺球炮筒 都在不停地生长 旁边还剩下五个空着的神土 苏洛直接将南海七彩珊瑚 放进了其中一处神土中 在根部接触到神土的一刹那 七彩珊瑚体型瞬间开始膨胀起来 它的本体不停地生长 眨眼间七彩珊瑚的体积 就达到了20米高 宛如一棵粗壮的大树 要不是 神土自带了特殊的空间 恐怕整个山上 都会长满七彩珊瑚 与此同时 珊瑚上面的花朵 也在风中缓缓摇摆 散发出淡淡的清香 只是轻轻地闻 一口就能令人心狂神医 收获很大呀 苏洛站在旁边看了好一会儿 然后才美滋滋地离开神药界 重新回到峡谷当中 此时海洋灵妖 也将所有的东西都收集起来了 一共有三套完整的 传说及骑士套装 其他零散的装备有100多件 空间时一共有200多颗 杂七杂八的药水和其他杂物 直接被堆成了一座小山 另外就是浑石 足足有6000多颗 100多个人就凑出这么多东西 算是很不容易了 将所有东西收入囊中之后 苏洛才美滋滋地离开峡谷 朝着其他方向走去 别人囤俩我囤枪 别人就是我粮仓 苏洛并没有去四处寻找浑石 而是在周边几十米范围之内 埋了数十颗 埋好一个地方之后 他让海洋灵妖留下一些鱼类战岗 然后又往前走 继续重复操作 一直埋了十来个地方之后 苏洛才停下来 主人 你是坏人 看到苏洛这副等人上钩 得意的样子 海洋灵妖直接被气得开口说话了 听声音 像是一个奶兄奶兄的小女孩一样 我怎么就是坏人了 苏洛翻了个白眼 他心里已经计划得很清楚了 别人去挖浑石 自己也去了挖 他们若是见好就收 直接离开 自己也不可能主动留下他们 但要是有人 或者有一群人 对自己感兴趣 嘿嘿 那他们的浑石 就是我的啦 苏洛随意找了块柔软的沙子 直接就往地上一躺 反正一会儿有鱼儿自己上钩 还那么辛苦 到处刨魂石干嘛 海洋灵妖静静地蜷缩在一个石缝中 满脸郁闷地盯着苏洛 宛如被欺负的小女孩一般 你别这么看着我 等以后出去了 给你很多这种好吃的 苏洛从背包里 取出一粒灵犬丹晃了晃 丹药的香味 瞬间在海水中蔓延 浓郁的药香味 瞬间引来一群没有灵质鱼虾讨要 但苏洛很快又收了回去 这要是一直暴露在外面 自己能直接被小杂鱼淹没 闻到灵犬丹的香味之后 海洋灵妖眼神中 顿时就露出了一抹渴望 那你不许骗我 她立马就换成了 一副吃货的表情 谁骗你啊 你有机会了问问其他宠物 看我骗过人吗 那我要一百克 你能不能多要一点 五百克也可以吗 苏洛 蹲守了一会之后 海洋灵妖突然释放了一个水泡 直接将苏洛包裹起来 然后便带着她在海底狂飙 有人来了 嗯 得到答案后 苏洛心里暗暗欢喜 但还是不停地排练演技 到了地方之后 海洋灵妖直接消失不见 只留下苏洛一个人 站在一组珊瑚底下 在她前方 正好有两个人 在吭哧吭哧地挖 她提前藏好的浑石 有活干了 苏洛心里大喜 立马也装作一副路过的样子 然后从脚底下 挖出一枚浑石 哇 这里竟然有这么多浑石 苏洛举着晶莹剔透 冒着紫光的浑石 很夸张地喊了一声 潜伏在远处的海洋灵妖 瞳孔一缩 顿时就无语了 她只知道主人没干好事 但是 这演技也太浮夸了吧 这一嗓子喊出去 别说那两个 正在挖掘浑石的人了 就算是周边方圆 几百米内 都有人听到 小子 赶紧混蛋 这里的浑石 我们先发现的 两名转职者 用看傻子的眼神 盯着苏洛威胁道 这些浑石还没挖出来 谁都可以挖 凭什么只能给你们 苏洛满脸不在乎的辩解 同时还尽可能地 让自己的眼神清澈明亮 像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 看到他这副模样 那两名骑士 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 纷纷都取出了武器 既然你不走 那就别怪我们了 你们真要杀我 难道还和你开玩笑 随着两人缓缓靠近 苏洛也掏出了燃魂战剑 现在这种局面 秒杀这两人 没有任何意义 只有打架的动静才会更大 才能引来更多的人 由于大家都隐藏了个人信息 谁也看不到对方的深浅 但是二打一总会有胜算的 看到苏洛的装备成色似乎不错 两人心里的杀意也越发凝实 小子 下辈子别这么叫战 其中一人举起盾牌 浑身爆发出阵阵白色光芒 直接就朝着苏洛冲了过来 另一人紧随其后 高高举起了手里的战斧 很显然 这是合计之术 苏洛则是不慌不忙地 开启了血战技能 自己拥有玄武的加成 一百万生命力 和六七十万防御力 就算是凭A 也能耗死他们 我和你们拼了 苏洛大喊一声 举起战刀就冲了上去 甚至为了演得像一点 他还举起了手里的盾牌 砰 双方撞击在一起 苏洛瞬间被弹飞了两三米 一 一 一点伤害 是代表没有破开防御 而打出的强制伤害 看着苏洛身上冒起来的高额伤害 那两人顿时就愣住了 怎么回事 我们竟然没能破开防御 两人面面相去 但是他们坚信 这个家伙被撞飞了 肯定也没有多厉害 其中一人举起斧头 恶狠狠说道 小子 我就不信杀不死你 砰 一斧头砍下 苏洛连忙举起盾牌防御 这一次 他做好了准备 只是被砍得往后退了几步 除此之外 就没有任何感觉了 但是战斗的动静依旧不小 隔着老远 都能听到这边打斗的声音 鱼虾 各种水中的生物 开始飞快逃离这片是非之地 苏洛也重新举起了手里的战刀 恶狠狠道 我也和你们拼了 砰砰砰 砰砰砰 他甚至连盾牌都丢了 双手握着战刀 一下一下地往两人身上砍 两万六千八百 一万九千 两万五千六百 每砍一刀 就会飘出一串高昂的伤害 打到最后 两名转职者都傻眼了 我们打你没伤害 你倒是刀刀都罩着肉砍 太特么不公平了 其中一名骑士 骂骂咧咧说道 这家伙绝对有古怪 撤 看到两人想走 苏洛脸上露出了一个遗憾的表情 我都还没打过瘾呢 看着两人逃跑的身影 苏洛并不打算追击 而是朝着远处 正在鄙视自己的海洋 灵妖使了个眼色 为了灵犬丹 他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 然后身形瞬间消失 哗啦啦 激烈的水流声响起 一道蓝色身影 瞬间出现在二人面前 噗哧 噗哧 利沼穿透 骑士身上的盔甲 这两人本就被苏洛砍得 只剩下半血了 现在被海洋灵妖盯上 几乎是直接被秒杀 两人死后 立马爆出了一堆魂石 零散的装备 和其他的杂物 苏洛美滋滋的装备 和杂物收进神药剑 然后才开始清点魂石 经过清点 苏洛才发现 这两个人 竟然足足收集了 1800克魂石 要是自己去找 就算是找到 明天秘境结束 也找不到多少 主人 又有人来了 看到苏洛捧着一堆魂石傻笑 海洋灵妖立马开口提醒 有人来就好 越多越好 将魂石收起来之后 苏洛直接朝着目标位置冲去 苏洛足足收集了 接近两万多克魂石 千鸟秘境不大 进入秘境的人 至少被他杀了一大半 直到第二天 苏洛才心满意足地 离开秘境空间 看着群岛上 寥寥无几的人影 他整个人都骂了 会不会是杀过头了 朋友 你是哪国的人 就在这时候 之前苏洛在岛上等人送船时 路过的那名 肥胖中年男子 找他搭话了 又想黑吃黑 出门在外 对于龙国的人 苏洛是带有亲切感的 但是万一 对方想搞自己 那自己 也只能落手摧花了 距离龙国 不远的地方来的 苏洛淡淡地说道 同时眼神 也紧紧地盯着那名胖子 担心他屎诈 在这种条件下 大部分都会想着杀人越货 从而获得更多浑石 人心隔肚皮 不得不放 龙国不远 中年男人若有所思地 看了一回 然后便转身 跳上了他的快艇 直接离开 秘境开启之前 这岛屿上 至少占了上千人 但是 现在整个岛屿上的人 加起来 也不足一百个 看到这一幕 苏洛心里 暗暗扎舌 看来秘境不能随便参加 这淘汰率 是真的高 有人带头离开 岛上的其他人 也都纷纷选择原路返回 苏洛仔细看了一眼 大部分人 都是选择各回的家 自己要是突兀地 朝着樱花岛方向赶去 十有八九会露出破绽 要是露线了 估计等不到龙老爷子他们过来 自己就先打起来了 想来想去 苏洛还是决定 驾驶着快艇 先离开此地 然后找个无人的地方 直接骑着青龙 进入樱花岛境内靠谱 第二天清晨 苏洛静静地站在一个小城市街头 手里拎着两个大肉包子狂啃 此时 他已经换了一身衣服 只要不开口说龙国话 基本和街道上 其他人看起来没什么两样 樱花岛大部分 都能听懂美丽国的语言 所以 对于苏洛这个学霸来说 一路上都是畅通无阻 找了一家居酒屋坐下后 苏洛才拿出自己刚刚买的书籍开 开始了解樱花岛文化 樱花岛的人 竟然每个人都能控制植物当宠物 看到书籍上的介绍 苏洛眼神中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大部分有等级的植物 战斗力不比异兽差 樱花岛每个人都能控制植物的话 那如果两个国度的人打起来 龙国的人要吃亏一些 这些都是次要的 最令苏洛惊讶的就是 樱花岛的副本 竟然大部分都是植物 就和龙国副本中的异兽一样 得知这个消息 苏洛心里都快乐开花了 当即就开始查询合适的副本 好不容易来樱花岛一次 不捞点好东西 怎么行 朋友 你是第一次来我们南海城吗 就在这时候 一名染着红色头发 尖嘴猴腮的年轻人 坐在苏洛身旁 用跌脚的英文和他打招呼 嗯 苏洛看了他一眼 然后点了点头 自己手里拿着的书籍 是樱花岛最基础的书籍 不难让人猜出 是是小地方的人 或者是刚毕业的学生 看到苏洛点头 哪个 就是那个啊 我们樱花岛最流行的 拍电影啊 只要你出得起价钱 就算是让电影女主 陪你吃饭喝酒 都没问题 苏洛心里微微惊讶 毕竟樱花岛的老师 是全世界男孩子的梦 不心动是假的 但是他对增强战斗力 更感兴趣 不用了 朋友 那你想干什么 我可以给你当导游 听说 你们樱花岛的人 都能控制职务 我想看看 有没有那种 很强大的职务 此话一出 红毛脸上的 又重新露出了笑容 他拍着胸脯 信誓旦旦说道 只要你愿意 给好处 我能带你 去看我们樱花岛 最强悍的植物 苏洛毫不犹豫地 从背包里 取出一达樱花钞 同时也在盯着 红毛的瞳孔 当三达大鹅的樱花钞 拍在桌子上时 红毛的瞳孔 瞬间放大了数倍 够了吧 够了 够了 说完他便起身 示意苏洛跟着自己走 同时说道 这些钱我送你到地方 都可以 苏洛笑而不语 只是静静地跟在他后面 樱花岛和龙国的处境差不多 野外同样充满了 各种强大会攻击人的植物和异兽 出行需要乘坐传送阵 只不过 他们的传送阵样式 和龙国不一样 但大致功能都是一样的 中午时分 苏洛跟随着红毛 来到了一处观景台 周边人山人海 全都是过来看景色的 红毛伸手指了指远处的一座山 上面浓烟滚滚 隐隐可见 有一株体型不小的樱花树 此时正是樱花盛开的日子 半座山头 都被樱花树染成了粉红色 那里是富士山 上面那棵樱花树 就是我们樱花岛的最强悍的植物 据说是神话级的存在 至今都无人能收服 距离太远 苏洛也看不到樱花树的等级和具体信息 但是通过体型判断 红毛应该没有说谎话 红毛又连续交代了一会儿之后 才缓缓离开 神话级植物 而且还没人能驯服 应该很强大吧 看着那株巨大的樱花树 苏洛心里忍不住诞生出一种 想要把它拿走的冲动 龙国和樱花岛有血海深仇 早晚都会开战 就算是拿走了 也不会有任何负罪感 想到这里 苏洛心里顿时就火热了起来 傍晚时分 苏洛再次找了个酒店住下 同时通过传音时和照酒消沟通 得知他们 还有至少半个月才会过来时 苏洛整个人都骂了 第二天 他就找了一个副本店打发时间 这家副本店铺 是整个樱花岛最大最高级的了 最高级的副本甚至有120级 付钱之后 苏洛便直接被传送进了副本 四周一片黑暗 地面上的道路铺满了石板 些许杂草从缝隙中钻出 从环境判断 这大概是一处峡谷 阳长小道顺着山体蜿蜒起伏 颇有点恐怖片的感觉 在苏洛前方是一群太轿子 类似在宋青的队伍 正朝着他缓缓走来 随着苏洛目光接触到那些人 他们的属性版面也瞬间冒了出来 游魂教夫一百级 攻击十七万六千 防御八万五千 精神两万六千 体质二十八万六千 技能勾魂三刀 迷魂 阴魂不散 只是看了一眼苏洛 顿时就警惕了起来 这些教夫和其他人都是小喽啰 坐在轿子里面的才是真正的boss 除了这些教夫之外 周边还有不少藤蔓 杂草在不停地蠕动 看起来这些植物似乎也有生命一般 随着队伍越来越近 甚至能听到他们特有的歌声和乐器声音 苏洛静静地站在原地 无比地纠结 如果自己上去厮杀的话 虽然不会有生命危险 但是效率会大幅度降低 甚至是没有效率 但如果释放宠物 他又担心会被人发现 毕竟谁也不知道 管理者会不会看到副本里面的情况 思前想后 苏洛最终还是决定把王林巫师放出来 毕竟这家伙看起来不太像宠物 就算是被发现了 也不至于暴露自己的身份 主人 要来活了吗 王林巫师兴致勃勃地看着苏洛 同时又将目光看向了 远处不断靠近的宋亲队伍 开始打吧 记住别用力太猛 不然容易暴露身份 苏洛交代了一番之后 便直接拎着燃魂战刀冲了上去 明白 王林巫师兴奋地点了点头 有样学样地 也拎着巨大的镰刀飞了出去 冲刺的途中 苏洛瞥了一眼 开这些教夫的详细信息 游魂教夫 100级 攻击 176000 防御 85000 勾魂不散 勾魂三刀 连续对着目标批出三刀 每一刀造成300%伤害 同时增加200%真伤 迷魂 释放出威力强大的气体 将目标丢进轿子中 每0.5秒钟造成1000%伤害 阴魂不散 追击敌人时 速度增加300% 伤害增加300% 介绍 千万不要被他们扔进轿子里 看到技能介绍后 苏洛心里暗暗有些惊讶 原来这些家伙不是宋亲队伍 而是来抢人了 扑吃 136500 高额的伤害冒出 亡灵巫师瞬间就不乐意了 这些家伙等级不高 防御还挺厚的 有没有可能是你攻击力太低了 苏洛白了他一眼 这家伙太自大了 竟然只用普通攻击 说话的同时 苏洛也对着其中一名教夫 狠狠砍去 主人 那我就不客气了 亡灵巫师嚎了一声 手里的镰刀顿时开始弥漫黑色气体 宛如破伤风之刃一般 在教夫中不断闪烁着寒芒 356000 345000 几乎全都是秒杀 苏洛提着燃魂战刀 同样在怪物群中疯砍 只不过 他的效率慢了一点点 直接无视教夫的各种攻击手段 大概率也要三四秒 才能解决一个教夫 恭喜您击杀游魂教夫 经验值加13600 宠物击杀游魂教夫 获得反馈经验值13600 宠物击杀游魂教夫 一道道密集的提示音响起 感受着这种刷怪的真实感 苏洛嘴角忍不住露出了畅快的笑容 只有刷怪 才能让人感受到进步的真实感受 随着无数游魂教夫被杀死 苏洛的经验条也开始了缓慢的增长 这段时间很少刷怪 再加上宠物们反馈的灵权单经验值 他的等级现在还停留在128级 就在游魂教夫被杀的 还剩下最后两个的时候 苏洛的升级提示就响了起来 恭喜您成功达到129级 请继续努力 129级了 苏洛微微一愣 转职至今才一年时间不到 自己竟然达到129级了 他心里很清楚 这129级至少有90级 都是万寿之主天赋反馈的经验值 真正靠自己升级的时候很少 多少人穷级一生 也没有达到这种高度 而自己一年时间不到 就已经快要130级了 甚至距离赵九霄 龙老爷子这种古老存在的差距 也越来越小了 再这样下去 迟早要被人抓去切片 至少黑魂门就挺神秘强大的 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后 苏洛叹了口气 淡淡道 看来以后等级的严格保密了 除了苏冰雪之外 其余人一律要做到严格保密 就在这时候 亡灵巫师已经杀完了 最后一个游魂教夫 众多教夫排着的大花轿 也缓缓消失了 地面上的尸体正在缓慢消散 除了少数的装备之外 就没有别的东西了 地上一共有三件装备 游魂匕首 传说刺客 攻击加2000 速度正30% 暴击正15% 使用等级100级 介绍 每一次普通攻击都能造成5倍暴击伤害 本装备具有单一性 不可和其他装备同时使用 游魂铠甲 卓越 骑士 防御 加8000 体质 加15000 使用等级100级 介绍 受到普通攻击可叠加10%防御力 最高叠加200%防御 游魂头盔 三件装备只有一件是传说级别的 其他两件装备的效果都不是很好 等级越高战斗方式也越奢侈 几乎都是实用技能 除了异兽之外 很少有人会使用普通攻击 而单独的游魂匕首的实用性也不大 不能和其他装备同时使用 除非能凑齐一套刺客的幽魂套装 才能激发全部实力 蚊子再小也是肉 虽然看不上这三件装备 但苏洛还是将它们全都收进了神药界当中 单凭转职者自带的背包并不是很大 所以苏洛更喜欢往神药界中存放东西 主人 前面那种怪物好像是植物 要不你让火凤凰它们来试试吧 亡灵巫师指着前方的一片草地 那些草看起来和普通的杂草没什么区别 但是周边摆满了各种生物的骸骨 而且个个都带了属性 蚕心草 100级 攻击 12万 防御 8万 体质 45万 技能 连环缠绕 脆毒 蚕心 连环缠绕 其中一株蚕心草受到攻击时 方圆5米范围内的蚕心草会对目标发起蚕绕攻击 直至目标死亡为止 脆毒 受到攻击时 蚕心草周围10米内的同类会释放毒气 对敌人造成持续24小时伤害 每秒钟造成150点伤害 蚕心 所有蚕心草共同束缚目标 对敌人造成灵魂 肉体双重缠绕 同时释放脆毒 直至目标死亡为止 这樱花岛的副本有点意思啊 看到蚕心草的技能介绍 苏洛心里暗暗有些惊讶 其他人就算是组队刷怪 也很难搞定蚕心草这种群体攻击的植物 它们和异兽不一样 它们具有统一性 齐刷刷的攻击一起干过来 谁受得了 主人 这玩意儿必须得用火烧才够酸爽啊 我的镰刀才不要用来割草 亡灵巫师语气酸溜溜的 似乎生怕苏洛让它去割草一般 纠结片刻之后 苏洛还是决定使用新火草 新火草之前 它只在神龙岛使用过一次 而且所有人都灭口了 现在拿出来又没人能知道 而且新火草够隐蔽 也不会暴露自己的身份 吐吃 新火草如同普通黄豆芽一样 装在一个迷你花盆中 被苏洛端在手中 一颗不起眼的火星子 从它身上冒了出来 缓缓地朝着蝉星草草地中飘去 吐吃 又是三颗火星冒出来 一起飘了出去 苏洛一边操控火星 一边紧紧地盯着蝉星草草地 他们似乎也感受到了危机来临 草地上的蝉星草 在不停地摇摆 眨眼间就长到了一米多高 碰 碰碰碰 四颗火星接连爆炸 草地上顿时就爆发出了一片 持续燃烧的火海 12600 15800 13500 无数伤害密密麻麻地从草地上冒起来 那些蝉星草顿时开始不停摇摆 在虚空中不停缠绕 但火海已经弥漫开来 无数草条在虚空中打劫成团 根本找不到攻击目标 恭喜您成功击杀蝉星草 获得经验值加8600 恭喜您成功击杀蝉星草 随着火海清洗而出 大片大片的蝉星草化作灰烬 眨眼间蝉星草地上就成了光秃秃一片 只留下无数黑灰 恭喜您发现蝉星草种子 无数蝉星草被消灭后 地上留下了几颗不起眼 类似黄豆一样的种子 苏洛木光放在种子上时 视线中顿时就浮现出了一型小字 蝉星草种子播种之后 只需要施肥种子就会不停生长 从而提升等级 植物升级不需要经验值 也可缓慢培养 即到提示音消失之后 苏洛心里微微有些错愕 植物升级不需要经验值 怪不得樱花岛的转值者 大多数都会控制植物 原来奥秘在这里 全世界的御兽师都遭到了诅咒 御兽等级成了硬伤 而驾驭植物就没了这个顾虑 所以植物成了樱花岛转值者的一大杀手锏 这玩意儿要是带回药神帮 定能培养一批实力强横的转值者 既然蝉星草会掉落种子 那驯服的植物会不会凝结种子 想到这里 苏洛直接尝试着 对星火草下达结种子的指令 又或者是凝结果实 分根 直到他把所有植物繁衍的方法 都试了个变后 盆栽中顿时就多了一株小绿芽 恭喜您的植物成功繁衍一颗种子 植物每一个月只能繁衍一次 繁衍的种子有50%几率 降低一个品质 听到提示音后 苏洛立马将目光放在了 新长出来的星火草上 星火草 灵级 传说级 攻击 零 防御 零 体质 五 介绍 很胆小的植物散发出一点火星 击中目标后会造成大范围伤害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看着这株刚生长出来的小绿芽 苏洛心里顿时就兴奋了起来 果然能分裂 而且刚刚系统也提示了 剑气草 油明懒月花 各种植物自然也都能繁衍种子 主人 你在傻笑什么啊 看到苏洛嘴角扬起 整个人一副乐不思蜀的模样 王林巫师立马凑到他面前 你眼珠子烫到我了 苏洛瞪了王林巫师一眼 揉了揉被灼烧的通红的脸颊 然后才将目光放在前方 顺着山路往前走 前方有无数大树再来回游走 不是毒气树桩那种 类似树桩的异兽 而是真的大树 一株株长满荆棘的树干体型庞大 宛如保安一样 在道路上来回游荡巡逻 这让苏洛不禁有些无语 这樱花岛的副本真的很奇葩 但一想到击杀植物 有可能会掉落种子 苏洛心里又顿时火热了起来 新火草的觉醒时间无限制 绝对是这个副本的通关利器 苏洛带领着亡灵巫师缓缓上前 那些长满荆棘的大树 顿时就停了下来 枝干上无数尖锐的木刺 都齐刷刷描了过来 同时这些大树的属性版面 也被苏洛一览无余 荆棘神术 115级 卓越级植物 攻击89000 防御 14万 体质 60万 技能 尖刺射击 树根缠绕 一叶障目 尖刺射击 树干 枝叶上的无数尖刺 对敌人集体射击 造成基础伤害 正180%伤害 树根缠绕 方圆20米内 都是它们树根缠绕的领域 一叶障目 无数叶片纷飞 遮住目标的视线 同时射击尖刺造成300%伤害 介绍 浑身都是刺 防御力很厉害的一种植物 还挺聪明的 看到这些大树警惕的模样 苏洛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声 然后直接释放了六颗火星 朝着它们飞去 单凭星火草的伤害 很难杀死这些荆棘神术 苏洛忍不住将目光放在了旁边 坐在石头上斗曲曲的身影上 你也出手吧 要是喜欢看戏 就会神要借中去 苏洛淡淡地看了亡灵巫师一眼 眼神中明显压抑着些许木火 这家伙作为骷髅们的领主是成功的 但当作战宠 明显有点拉胯了 一点也不自觉 主人放心 这次我肯定出手 亡灵巫师嘟囔着 小声抱怨道 砍树也好 至少没有割草掉身架 砰砰砰 几声炸裂声响起 火海瞬间在荆棘神术群体中蔓延开来 通气扭曲 气浪蒸腾 荆棘神术仿佛有生命一般 发出呜呜的怪叫声 咬咬咬 无数大小不一的尖刺 密密麻麻的破空袭来 直接火力全覆盖 将苏洛和亡灵巫师笼罩其中 看到这一幕 苏洛直接傻眼了 这些大树似乎比蝉蝉草厉害 竟然知道攻击目标 主人 我去眼 亡灵巫师吼叫一声 浑身黑气蔓延 瞬间就化作了一尊十几米高 浑身冒着黑气的骷髅战士 咔嚓 咔嚓 亡灵巫师挥舞着手里锋利的镰刀 就像是砍瓜切菜一样 每挥舞一次镰刀 都能劈砍下大量树枝 咬咬咬 随着亡灵巫师加入战场 荆棘神术顿时就找到了攻击的目标 大量的尖刺瞬间弹射出来 朝着亡灵巫师发动攻击 但是作为亡灵 它是不惧疼痛的 即使浑身骨骼中都插满了密密麻麻的尖刺 它也丝毫不受影响 火海中 无数荆棘神术在扭曲挣扎 同时一片片叶子也全部脱离主干 直接将亡灵巫师和苏洛包裹在内 这就是一叶帐木吗 感受着自己被包裹成球了 苏洛满脸猛逼 这技能似乎对一叶帐木这个词语 理解的不是很正确啊 揪揪揪 无数尖锐的木刺瞬间突破树叶 从四面八方袭来 58 63 125 接连的伤害从苏洛身上冒出 看似凶猛无比 但是以苏洛目前的体力和防御力 就算是站在这一整天也问题不大 主人 赶紧想办法呀 我扛不住了 再不解决 他们我就要发动大招了 另一个树叶球里 亡灵巫师声嘶力竭地大声喊了一嗓子 他只是一个辅助类型的宠物 最厉害的手段就是暴兵 让亡灵巫师来干这种歧视的活儿 还真有点为难他了 想了想 苏洛还是决定把亡灵巫师收回神药剑 没了亡灵巫师的哀嚎 整个现场就只剩下无数木刺射击的声音 啾啾啾 树叶被打得千疮百孔 而苏洛没有采取任何防御措施 只是再次拿起了新火草 片刻后 周边再次被火海淹没 而苏洛也瞬间承受了新火草的无差别攻击 和荆棘神术的木刺攻击 在这双重打压下 他身上的血条顿时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再不断下降 神药接中 玄武 他正在美滋滋地吃着灵犬丹 但是却突然感受到自己的血量在飞快地降低 这到底是是咋回事啊 主人在搞什么鬼 就算是共享防御和体制 就算是我防御力很高 但也不能代表直接不防御 玄武内心是崩溃的 对于苏洛的做法他虽然不满意 但也没什么办法 副本中 火海接连不断地叠加 四周全都是霹雳啪啦地燃烧的声音 逐渐地 一颗荆棘神术浑身燃烧了起来 直接就被烧成了灰烬 恭喜您成功击杀荆棘神术 经验值加12500 恭喜您成功击杀荆棘神术 经验值加12000 片刻后 所有荆棘神术死亡 地面上被烧得一片焦黑 黑灰中阴影能看到一些绿色 只有拇指大小的小嫩牙 恭喜您获得荆棘神术种子 系统的提示音响起 苏洛脸上顿时就露出了笑容 荆棘神术很棒 这玩意儿 带回去也能增加药神帮众人的实力 所有荆棘神术一共掉落了8颗种子 将所有种子收集好之后 苏洛才抬头看向副本的前面 密密麻麻的全都是各种植物 而且等级都不低 这些植物要是全都带回去的话 要不了多久 龙国整体实力至少还能在上一层楼 看着这些植物 苏洛心里顿时就变得火热了起来 好不容易来一次樱花岛 一定要多搞点好东西 想到这里 苏洛索性火力全开了 直接钻到神药界中 复刻了三足金屋和火凤凰的技能 自身皮操肉后 再加上火属性技能和新火草 面对各种植物群体 苏洛就像是坦克一样 直接无情碾压 然后收获战利品 此时 外界公司总部的办公室里 一群人围在一个显示仪器前面 满脸震惊地看着仪器上面的数据 这个副本 已经很久没人能连续刷二十波怪物了 究竟是什么团队 我们蓝海城 能达到这个成绩的人 不超过三个队伍 可是他们都去樱花岛总部学习了 要是他能通过这个副本 或许能帮我们打通黑鱼副本 黑鱼副本可是一百三十级的副本 一般团队根本刷不了 到时候再说吧 他都杀到第三十八波怪物了 还剩最后两波 一群人围着一气叽叽喳喳讨论不停 而此时 副本中的苏洛 正在美滋滋地收取种子 他有一次烧了一大片巨型石人花 能拿经验值不说 还能捡到大量的种子 物以稀为贵 这种子要是在龙国 比起装备更让人心动 就算是卖给一些世家弟子 也能卖个天价 半个小时后 整个副本中的植物群 被苏洛一扫而空 虚空中突然亮起了一道光芒 笼罩在他身上 刷过无数次副本的苏洛心理明白 这是副本结束了 而此时 副本的出口处密密麻麻围满了人 所有人都想看看 究竟是什么什么团队 竟然能通关120级的副本 出来了出来了 少废话 我们自己会看 嗯 好像是指一个人 传送光芒亮起 当光芒完全消失后 只有一名长相清秀的年轻人 站在原地时 现场顿时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他竟然一个人刷通了整个副本 究竟是多少级的存在 有人小声呢喃道 众人业无比的震惊 他竟然一个人刷通了整个副本 蓝海城 只是樱花岛的一个小城市 突然冒出来这种神秘强者 大家都很好奇 也很崇拜 人群中 两名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 也在静静地打量着苏洛的外表 当看出他不是本地人的时候 他们也不在意 毕竟樱花岛有很多地区的人 生活习俗都不一样 不是本地人正常 但是令他们疑惑地势 自己130级的实力 竟然看不穿这名年轻人的实力 这就奇怪了 难道他的等级远超我们之上 一名戴着眼镜的男子 小声问道 太年轻了 不太可能 我觉得他身上 肯定是有某种隐藏等级的装备 算了 只要能帮我们打通黑鱼副本 就能解决我们的大麻烦 两人商量了一番之后 便立马挤到前方 和苏洛搭话 先生您好 您好 苏洛操着一口美丽国语言回应 美丽国的人 看到苏洛的长相 虽然不太像 但他们更愿意相信 苏洛是来自美丽国的 两名戴着眼镜的男子 眼神中顿时就露出了狂喜的表情 先生您好 我们是千鸟副本公司的人 想请您帮我们一个忙 其中一名男子 立马用别角的美丽国语言 和苏洛搭话 同时 脸上也露出了谄媚的表情 对于美丽国这种大国来说 樱花岛就是小弟弟而已 所以他不敢得罪苏洛 什么忙 苏洛挑了挑眉毛 同时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四周 我们公司的一个副本资 至今都没有团队能够通关 想请先生您帮忙看看 苏洛沉默了 我特么一个人 你让我去挑战团队的高难度副本 虽然知道 自己有这个能力 但是苏洛心里更清楚 目前还不能轻易暴露身份 我应该帮不了 我只是一个人 并没有合适的队伍 苏洛耸了耸肩 婉拒道 先生 您能通过现在这个副本 肯定也能通过黑鱼副本的 只要您愿意帮忙 我们愿意给先生任何好处 谢谢 不过我不需要 苏洛摆了摆手 直接就往人群中挤了出去 他现在背包里物资丰富 神药界中更是堪比一个小城镇 钱 装备 什么好处对他来说 都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了 就在苏洛即将离开的时候 那两名戴着眼镜的男人 又追了出来 先生 您恨龙国人吗 两人气喘吁吁地说道 同时满脸期待地看着苏洛 怎么了 其中一人神秘兮兮地说道 只要您愿意帮我们 您的报酬就是龙国的把柄 以后龙国就算是想对付你 也得对你忌惮三分 什么意思 苏洛挑了挑眉头 眼神中顿时就露出了感兴趣的表情 龙国四大神兽您知道吧 好像听说过这个说法 看到苏洛感兴趣 两人相互交流了一下眼神 各自眼神中都露出狂喜的表情 于是又对着苏洛解释道 四大神兽神格 在这世间每一个都是孤品 而其中的朱雀神格 就在我们手中 只要先生 您愿意帮我们打通副本 朱雀神格就是您的报酬 但是 你得向我们天皇保证 绝对不会把它交给龙国 苏洛满脸猛逼 他心心念念的朱雀神格 竟然会自己找上门来 难道这就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即使心里已经很心动了 但苏洛还是装作一副 难为情的样子 故作迟疑道 神格虽然罕见 但是对普通人来说 并没有什么用 您要是嫌少 我们还可以给您一千万美刀 三千万 两人迟疑了一会儿 然后才点头答应了 好 那就朱雀神格 再加上三千万美刀 看到苏洛答应 他们心里也十分欢喜 其实他们并不傻 只是觉得龙国日益壮大 朱雀神格放在手里不安全 现在送给一个美丽国的人当报酬 日后龙国就算是想 以此为借口开战也没辙 因为到时候 神格已经在美丽国了 与他们无关 合作谈成了 三个人的心情都很好 当即苏洛 就跟着他们去了 所谓的黑鱼副本处 这是一个新开的副本 因为创建空间阵法的时候 出现了一些差错 其中很多异兽实力都很强 需要有强者清扫 但是副本的入口处阵法 只能容许130级以下的 转职者通过 一旦有更强的人进入 整个副本就会坍塌 功亏一篑 当然 在这期间 苏洛也在反复地旁敲侧击 当确定他们没有手段 监控副本里面的情况时 苏洛才安心答应 之前 他还能凭借新火草刷副本 但是 这个什么黑鱼副本 明显就是战斗力爆表的存在 不动用大量宠物 根本难以通过 汤姆先生您放心 到时候我们会给您一颗神迹传送时 一旦您遇到危险就捏碎石头 肯定不会遇到危险的 看到苏洛满脸担忧的表情 两人立马开口安慰 生怕苏洛临时反悔 而汤姆正是苏洛随口胡扯的名字 出门在外 还是用小号更安全一些 那就麻烦你们了 苏洛脸上露出笑容 心里却早就乐开了花 为了演得很逼真 他刚刚甚至 还故意表现出一副 死要面子活受罪的表情 把这两个家伙 骗得晕头转向 汤姆先生客气了 应该是我们麻烦您才对 看到苏洛眼神中 逐渐露出自信的神色 两人这才稍微安心下来 毕竟创建黑鱼副本 正好可以解决他们的麻烦 在众人的围观中 苏洛跟着两人离开了 所谓的黑鱼副本 在他们看来很厉害 里面的异兽 至少也有150级 但是在苏洛看来也就那样 150级 不是给自己家菜送福利吗 半个小时后 苏洛成功抵达了 另一处秘境入口处 正是所谓的黑鱼副本 甚至为了展示诚意 让苏洛竭尽全力 两人甚至还提前 把报酬都给了苏洛 毕竟副本是他们的 就算是苏洛死了 东西他们也有办法拿回来 所以他们无所畏惧 当然 苏洛也无所畏惧 拿了东西之后 他便立马钻进了 黑鱼副本的入口处 他前脚刚消失 后面一大群副本公司的人 就议论了起来 他真的行吗 不知道 应该会成为葬身副本的 第三百多个人吧 以前的那些团队 都全部死了 他估计也不行了 还是韩总的手段高啊 先给报酬 万一他死了报酬 还可以从副本中拿出来 众人对着其中一名 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 竖起大拇指 他只是微微一笑 然后抬手推了推眼镜 并没有说什么 此时 苏洛已经成功抵达副本中了 四周黑压压的 光线十分暗淡 就像是之前获取 玄武神阁的那片空间一样 甚至这里 比起那片空间更加恶劣 周边游荡着一只只野狼 虽然都有属性 但也就只有四五世纪 至于更远的地方 什么也看不到 怎么回事 这不太像 他们说的那么可怕 就在苏洛满脸疑惑的时候 他眼前突然冒出来了一行字 恭喜挑战者 进入黑鱼副本 请挑战者在十个小时之内通过 否则将会挑战失败 除了这两句话之外 就没有任何东西了 看着如此简洁的提示 苏洛瞬间就猛逼了 十个小时之内通过 你倒是告诉我 怎么通过啊 苏洛骂骂咧咧地扭过头 打亮着周边游荡的翼兽 同时又将目光看向了更远处 整片天地 似乎都陷入了 某种压抑的状态 周边除了狼群 很有可能会丧命于此 但是在开始办事之前 他还有一件事情要做 苏洛直接召唤出火凤凰 然后又从背包里 取出了一个小木盒 打开盒子 里面是一枚红色灵星的金石 里面似乎装了一缕小小的火苗 在金石内缓缓燃烧 火凤凰看到 这枚金石的一瞬间 眼神中就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主人 您是从哪弄到的朱雀神格 凤凰一族实力本就不低 但如果能融合朱雀神格 实力将会更上一个档次 不仅如此 朱雀还具有唯一性 四大神兽的名号 可不是浪得虚传的 这是真的朱雀神格吗 苏洛将朱雀神格 丢到火凤凰嘴里 让他辨认 是真的 千真万确 火凤凰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 甚至激动地想要当场融合 是真的就好 你去神药界里 尽快融合吧 说完苏洛 就直接将火凤凰收进了神药界当中 同时眼神中露出了狂喜的表情 此时此刻 四大神兽的神格 他已经全部收集完毕了 如果是单挑一对一的话 全世界他都无惧任何人 现在自己的潜力 差不多算是已经全部激发 只需要再发育一下 成为龙国最强者 几乎没什么大的悬念 既然神格没问题 那我就可以开始干活了 苏洛召唤出宠物 然后直接骑着青龙 在虚空中翱翔了起来 足足过了一个小时之后 苏洛才回到原地 这个副本空间很大 但是异兽 除了那几十只野狼之外 就没有任何生物了 甚至连杂草 也都只是一些最普通的杂草 看样子 只能先把这些狼杀掉了 苏洛打量着其中一只狼 疾风青狼 五十级 卓越级 攻击四万两千 防御两万四千 精神 一万一千五百 体质八万六千 技能 扑咬 狼形 视魂之牙 扑咬 闪烁至敌人身后 对敌人造成三次百分之三百的伤害 狼行 发动技能后增加自身速度 百分之二百持续十秒 同时增加百分之二百攻击力 视魂之牙 每一次攻击目标都能造成肉体 灵魂双重打击 如今 四五十级的异兽 在苏洛眼中就如同小鸡仔一样 没有丝毫危险 再加上副本中 别人发现不了他的战斗方式 所以这次苏洛决定不低调 不委屈自己了 直接火力全开 青龙 弄死他们 苏洛淡淡地说了一句 青龙收到命令 立马就一个闪烁 冲入了疾风青狼当中 而他自己则是站在原地静静地看着 噗哧噗哧 疾风青狼的速度很快 但青龙的速度更快 再加上绝对的等级压制 青龙几乎不需要使用任何技能 就能碾压这些青狼 检测到您的宠物 击杀疾风青狼 获得反馈经验值加1600 检测到您的宠物击杀 随着青龙全力出手 无数经验值瞬间到账 但是这么点经验值 对于如今的苏洛来说 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 杀一头青狼 甚至都不如宠物吃灵犬 单反馈的经验多 要不是为了通关 平日里这种等级的异兽 他都懒得看一眼 下一波生物 还有十秒钟降临战场 请挑战者做好准备 就在所有的疾风青狼 都被杀死之后 苏洛眼前立马就出现了新的提示 苏洛眼睛顿时就亮了起来 原来通关条件是这样的 我倒是想看看 究竟有多厉害 一想到最后的异兽会越来越强 苏洛内心就火热了起来 他心里期待 能多出现些150级以上的强悍异兽 这样自己的实力也能因此提升 轰动 就在这时候 虚空中突然亮起无数光芒 但是仔细看去 却是一颗颗陨石 这些陨石的轨迹 很巧妙地避开苏洛 最终全部砸在周边的地面上 咔嚓咔嚓 陨石接触地面的一瞬间 顿时就破碎开来 露出了里面的东西 咔嚓咔嚓 最先落地的陨石 破碎速度最快 露出了暗黑色的皮肤 这些皮肤上 带着一些绿色斑点 在不停地蠕动 随着所有石块脱离 一条三米长 类似棉虫的生物 出现在了苏洛面前 看到这些异兽的样子 苏洛眼神中 露出了震撼的表情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这种生物 樱花岛的人果然玩的花呀 就连副本里的异兽 都闻所未闻 苏洛感慨了一句 然后开始打量着 这些大虫的属性 域外魔虫 六十级 传说级 攻击八万四千 防御六万五千 精神两万三千五百 体质二十四万五千 技能 粘液腐蚀 死亡分身 幻虫大阵 介绍 一种很难缠的生物 千万不要招惹它们 粘液腐蚀 喷射出物状的粘液 腐蚀一切生命体 并且造成百分之三百的持续伤害 直至目标死亡为止 死亡分身 魔虫死亡后 会爆裂出更多魔虫 被敌人造成攻击 幻虫大阵 魔虫死亡后 会化身一个传送阵 召唤出 源源不断的魔虫 持续三小时 这特么哪是异兽啊 完全就是开挂了吧 看到域外魔虫的属性版面 苏洛感觉 整个人都骂了 杀死了 不仅能分身成更多虫 甚至还能搞一个 持续三小时的召唤阵 这特么源源不断的 怎么杀得完 但是 这是针对于普通转职者 苏洛有信心将它们秒杀 三族金屋 白虎 星火草 玄武 青龙 丧尸珠王 金刚魔源 除了幽名揽月花 和剑气草之外 苏洛把自己能拿得出手的宠物 全都搬出来了 既然是十个小时之内通关 再加上难度未知 就必须要全力应对 而现在 把丧尸珠王弄出来 是最好的办法 因为 他能把敌方目标感染 成为丧尸 成为自己的小弟 到时候 域外魔虫越多 丧尸也就越多 虽然打不出什么大的伤害 但也聊胜于无了 干吧 苏洛默默对着丧尸珠王 下达命令 他立马红着眼睛就冲了出去 轰隆隆 刹那间地动山摇 无数与外魔虫被撞得粉身碎骨 与此同时 丧尸珠王身上 冒出了无数绿色的气体 丧尸气体就像是雾气一样 很快就笼罩了整个战场 而与外魔虫 是不死不休的设定 根本不知道逃跑 只是追着丧尸珠王打 咔嚓 第一只与外魔虫倒下了 检测到宠物击杀丧尸魔虫 获得经验值 加1850 与外魔虫倒下后 身躯瞬间分裂出无数缝隙 从里面爬出来了一些细小的虫子 同时在身躯下方 逐渐出现了一个绿色的光圈 看样子应该是传送阵了 细小的虫子出现后 在短短几秒钟之内 就变成了体型两米长的大虫 然后接着战斗 这些分裂出来的虫子数据版面 和最开始的虫子 没什么区别 直到这时候苏洛才明白 为什么没有团队能通过了 就算是120级的团队 面对这些源源不断的虫子 至于最后挑战失败 到底是传送出去 还是死亡 这就不得而知了 狗屁的樱花岛人 想坑老子 苏洛心里也明白了 进了这个副本 就像是进了斗兽场 要么站着出去 要么直接死在这里 噗哧噗哧 丧尸猪王的病毒气体 在战场上蔓延 大量的域外魔虫 也在不停地分裂 形成传送阵 整个现场用乌烟瘴气 来形容是最好不过的了 看起来无比的混乱 随着时间推移 被感染的丧尸魔虫 也越来越多 第一批降临的域外魔虫 全部死亡之后 苏洛脑海中 又响起了提示音 下一波生物 还有十秒钟降临战场 请挑战者做好准备 什么鬼 丧尸魔虫还没死完呢 苏洛忍不住喊了一声 然后满脸猛逼地 打量着周围的环境 想看下一波生物 到底是什么 众多宠物 则是茫然地看着苏洛 不就是区区几十级的异兽吗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哄咚咚 虚空中再次出现无数亮光 像是流星雨袭来 异兽如此华丽的登场 直接给苏洛干无语了 但很快 他就下定了结论 这个副本不正常 自己独自一人在异国他乡 必须要小心谨慎 第二批降临的异兽 是七十级的丛林虎 一共136只 虽然等级高 但对于丧尸猪王来说 比域外魔虫还要好对付 只是一分钟时间不到 所有丛林虎全部阵亡 检测到宠物击杀丛林虎 反馈经验值加2560 检测到宠物击杀 经验值加2400 检测到宠物击杀 域外魔虫 经验值加1566 下一波生物 还有十秒钟降临战场 请挑战者做好准备 密密麻麻的经验值提示音响起时 伴随着还有副本的提示音 苏洛懒得朝天上看了 直接找了一块大石头坐了下来 反正这些陨石砸不到人 还不如全都交给宠物搞定 自己躺赢 过了两个小时之后 降临的异兽等级 已经达到了110级左右 经过轮番车轮战 众多宠物的精神值都消耗了大半 苏洛不得不从背包里 取出大量精神恢复药水 给他们使用 就在这时候 苏洛突然感应到 背包里的传音石有了动静 他立马拿出传音石 然后将之激活 这枚传音石是他离开之前 赵九霄特意给他的 当看到此时赵九霄 要给自己通话时 他心里也猜到了原因 苏洛 你那边方便吗 传音石里 响起赵九霄严肃的声音 方便 我们打算三天后动手 你到时候赶到 樱花岛的首都东京 和我们林外合就行 记得要注意安全 实在不行 就是用传送神识 哐当 就在这时候 一只狂暴魔猿的头颅 突然掉落在苏洛旁边 引起了巨大的动静 苏洛伸手散了散灰尘 然后才问道 我应该怎么做 你那边在干什么 刷副本啊 你可真是不安分的家伙 赵九霄语气中充满了无奈 然后才继续说道 最先出场的是 战斗机轮番轰炸 然后我们龙国的转职者 就会登场 到时候 你使出全力搞破坏阻碍 阻碍他们就行 对了 这次行动 可以把要神帮那三千人 安排上吗 安排上吧 这种实战的机会不多 让他们磨练磨练也行 对话结束后 苏洛才忐忑地 将传音石放进背包中 战斗状态下的玄武 如今体型高达三十米 浑身闪烁着蓝色光芒 像是一座大山似的 助力在苏洛旁边 从远处看去 苏洛刚好坐在 玄武的肚子下面 要不是这样战斗鱼波 早就让他狼狈不堪了 玄武站在原地看得无聊 便对着苏洛问道 主人 这些异兽还有多少 我也不知道 苏洛摇了摇头 然后把手放到腿上 撑着下巴 无聊地盯着周边的战斗状况 白虎 亡灵巫师 青龙 三足金巫 天上地下 全都是各种威力庞大的技能在绽放 就像是放烟花一样 而苏洛就在战场边缘 用玄武庞大的身躯 抵挡这些技能余波 倒不是他挡不住这些技能 而是身上的衣服挡不住 又过了两个小时之后 时间已经过半了 此时的战场上 异兽的数量越来越少 等级却越来越高 四十多只 一百三十级的云影神猴 和苏洛的宠物 斗得难舍难分 看着这些云影 神猴苏洛脸上有些遗憾 要是等级在高点 还能驯服几只 但是 一百三十级太低了 他看不上 所有的云影神猴死亡之后 虚空中顿时就没了动静 过了好一会儿 苏洛才站起身来 离开玄武的庇护 然后抬头朝虚空看去 上空雾蒙蒙的一片 什么也没有 众多宠物也在趁机 大口大口地 炫体力恢复 药剂和精神恢复药剂 苏洛茫然地打量着周边 疑惑道 难道通关了 通关了好啊 我这么快累死了 亡灵巫师踢了一脚 地上的大镰刀 满脸抱怨 他身上的战袍 已经损坏了 浑身沾满了 各种异兽的血迹 作为辅助型宠物 他很少有过 这种高强度大战斗 咔嚓 就在这时候 一声翠响响起 众多宠物 立马警觉了起来 苏洛也朝着四周打量 主人 在底下 白虎突然抬起爪子 朝着地面拍了一招 轰隆隆 在众多异兽前方的空地 突然凹陷下去 形成了一道 巨大的裂缝 随着裂缝缝隙 越来越大 最后竟然形成了一个 巨大的深坑 好 惊天洞地的咆哮声 从洞内传来 不禁让人头皮发麻 光是这声音的位置 似乎就很遥远 但只是一声 巨吼就是正耳欲聋 很显然 这声音的主人更厉害 极有可能 这只不知名的怪物 就是副本最后的一波怪物 主人 下面这个怪物 似乎很厉害啊 要不我们撤吧 亡灵巫师浑身哆嗦了一下 身为死鬼 死物 他竟然是最怕死的 撤个鸡毛啊 打了这么久 等的就是这一刻了 苏洛白了他一眼 然后立马往后退了退 宠物死了 还可以复活 自己要是被秒了 可就彻底完蛋了 就在这时候 苏洛感觉到神药界中 似乎有动静 很有可能是火凤凰融合完成了 一想到朱雀即将问世 苏洛心里顿时激动无比 立马就用意识钻进了 神药界中 作为神药界的主人 他可以在两个空间内来 去自如 一个巨大的红色巨蛋 屹立在一片空地上 地面开裂 虚空扭曲 此时的整个神药界中 平均温度 至少已经达到了60度左右 药田中的药材全部都粘了 要是再持续下去 所有药材都会被烘干 成为中药材了 就在这时候 红色的巨蛋 传来了一声细微的动静 咔嚓 咔嚓咔嚓 蛋壳破碎 一只暗红透着金色的大鸟 从里面钻了出来 救 他对着苏洛明叫了一声 立马便震翅 高飞直入云霄 直到这时候 空间中的温度 才开始缓缓下降 而苏洛则是静静地 站在原地打量着 朱雀的属性版面 朱雀 139级 神级宠物 攻击 68万 防御 28万 精神 36万 体质 86万5千 技能 被动技能 涅槃 涅槃 朱雀护主 可对主人使用一次凤凰涅槃 只限一次 看到涅槃的技能介绍时 苏洛感动得都快哭了 像这种宠物 要是多来几只 那就更棒了 而此时 朱雀还在虚空中翱翔 享受着新生的快感 他浑身羽毛 散发着淡金色光芒 在虚空中 留下一道长长的火焰痕迹 所过之处 虚空扭曲 云层消散 主人 我感觉 我又变强了 朱雀对着苏洛口吐人言 语气中 是止不住的兴奋 苏洛心里 也十分高兴 但眼下还有个大麻烦没解决 他只能对着朱雀说道 既然融合了 就赶紧调整一下心态吧 我们可能有大麻烦了 说完苏洛 便直接退出了神药界 并且直接将朱雀 也召唤了出来 随着朱雀登场 地面上枯黄的杂草 瞬间就化为了灰烬 就连地面 也裂开了无数缝隙 金刚魔源 和丧尸猪王身上的毛发 瞬间都变得焦黑起来 一时间内 亡灵巫师 白虎 玄武 等一众宠物 都眼神古怪地看着朱雀 大家都是神兽 他们自然知道 这是融合了 朱雀神格的火凤凰 金刚魔源和丧尸猪王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他们也明白 这只怪鸟 和之前的火凤凰气息很像 只是不知道 为什么这个家伙 要把温度变这么高 那个 不好意思 刚刚融合神格 没控制住 感受到大家怪异的眼神 火凤凰尴尬地用爪子 直抠地面 就在这时候 地洞内又传来了一声吼叫 只不过这次声音 明显进了许多 似乎那只怪物 已经快要冲出来了 震耳欲聋的巨大动静 立马就引起了 众多宠物的警觉 主人 这是什么怪物 看起来好像很强 白虎的语气中充满了惊讶 四大圣兽中 只有他对杀伐最为敏锐 此时 他能清晰感受到地坑内 不断接近的怪物身上 杀气很重 甚至白虎 还能通过杀气的浓郁程度 来分析对方实力 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 大家打起十二分精神吧 苏洛叹了口气 心里也有些窝火 越到最后 他越感觉自己 被那两个眼镜难坑了 看起来彬彬有礼 实际上却不干人事 说什么肯定能通关 实际上就是忽悠自己过来送死的 好 随着一声巨大的吼叫声响起 周边顿时刮起了狂风 原本就阴沉的天空 顿时阴云密布 无数云层在虚空不停扭曲 洞口处 苏洛只感觉眼前一黑 就有一道黑影 直接冲出深渊 直上云霄 主人小谢 他很强 玄武立马挡在苏洛面前 同时体型开始暴涨 直接进入了战斗状态 最大的状态 一时间 所有宠物都如临大敌 只有苏洛还蒙在鼓里 什么情况 苏洛满脸猛逼地 从旁边探出脑袋 朝着天上观看 但只是看了一眼 他就惊呆了 天上竟然飞着一条黑色的大蟒蛇 看似蛇 但他头上有鸡脚 背后还长着四对尖锐的翅膀 目测至少有白米有鱼 无论是体型还是气势 都能力压苏洛的任何一只宠物 苏洛好奇地打量着这只大蛇 同时也在查看他的属性版面 八异大蛇 175级 传说极异兽 攻击 85万6千 防御 64万 精神 40万 体质 155 0000 技能 银月破空 八闪猎神杀 魔蛇之吻 被动技能 吞魂 当前已累计 12 银月破空 尾部甩出如圆月般的利刃 瞬间击中途径上的目标 造成250%伤害 无冷却时间 八闪猎神杀 在任意位置闪烁八次 每次对敌人造成150%伤害 每次恢复自身20%生命 魔蛇之吻 瞬间出现在目标身前 对敌人造成150%伤害 如果成功击杀敌人 则可再次释放 吞魂 吞是一个同类 可永久性叠加1万点 急促伤害值 看到八异大蛇的一瞬间 苏洛顿时脸都黑了 这特么可是175级的异兽啊 恐怕整个樱花岛 都不见得能降服 这个狗壁 副本就是个坑人的东西 现在这种情况 要么殊死一搏 要么就只能捏碎神级传送时了 八异大蛇在云端穿梭 同时也在不停地打量着 地面上几只目标的实力 当看到都是些低等疾异兽时 他眼神中顿时就露出了轻蔑的表情 当即就狠狠地甩了一下尾巴 救 一道白色如同圆月般的光芒 瞬间从他尾部释放 朝着白虎斩杀而去 地面上 白虎早已提前感受到浓烈的危机感 浑身毛发根根炸立 在八异大蛇甩尾的一瞬间 他就直接跳离了原地 碰 白虎刚离开原地 在他之前站立的位置 顿时就被斩出了一条深不见底的裂痕 看似裂痕 实际上却是一条长达五六米的缝隙 若是被击中 白虎或许会被直接开膛破肚 看到这只大蛇如此猖狂 苏洛心里虽然无力 但就这么回去他又不甘心 正所谓富贵险中求 苏洛心一狠 当即就黑着脸怒骂了一句 妈的 拼一把 幽名懒月花被他瞬间取出 同时又是剑气草和星火草 以及气球炮筒 与此同时 丧尸猪王 金刚魔猿和海洋灵妖 也全部被苏洛安排上了 这三只宠物 是他手里目前等级最高的宠物 自然是要用来打头阵 拖延时间的 只要找到机会 让幽名懒月花束缚八异大蛇 那么一切就还有希望 八异大蛇战斗力爆表 且速度极快 要是束缚不住 就只能用传送式回家了 好 感受到八异大蛇挑衅的目光 丧尸猪王张开嘴 立马就喷出一团丧尸气体 朝着虚空急速飞去 金刚魔猿也弯腰从地上 捡起了一块巨石 狠狠一扔 巨石瞬间带着音爆声 砸向上方 海洋灵妖 原本蓝色的瞳孔 瞬间变得漆黑如墨 他张嘴的瞬间 嘴里立马就露出了无数尖牙 一连串尖锐的音符瞬间爆发 这是他的干扰技能 鱼妖之歌 云层中 正在不停穿梭的八异大蛇 看到如此攻击 眼神中的嘲讽意味更加浓郁了 他只是轻轻的一个甩尾 身形顿时消失不见 轻易躲过了所有攻击 就在这时候 幽冥蓝月花已经开始膨胀了 长达三百米的藤蔓破土而出 论体型比八异大蛇庞大了好几倍 但是苏洛并没有操控着 幽冥蓝月花立马上前 毕竟 这是自己翻身的唯一机会 要是直接冲上去 和白给没什么区别 你们也上吧 尽量拖延住他 给我控制的机会 苏洛对着身旁的四大神兽命令到 同时 他自己也深吸了一口气 操纵着剑气草 开始划为剑气长龙 好 作为东方正统的青龙 他对一切不尊重自己的蛇 蟒 蛟之类的生物都充满了敌意 王者威严 不容挑衅 青龙怒吼一声 体型瞬间暴涨 竟然和八异大蛇相差无几 他瞬间冲入云端 直接就朝着八异大蛇施展了技能 精灵穿梭 与此同时 白虎 玄武 朱雀 三族金屋 和亡灵巫师 也都纷纷腾空而起 顿时整片天地都吹起了狂风 二百斤的巨石 被吹得不断滚动 苏洛双脚死死地定在泥地里 操控着幽冥兰蓝月 花在旁边寻找机会 好 感受到低等级异兽对自己的挑衅 八异大蛇眼神中 瞬间闪烁出一抹红色光芒 他愤怒了 只见他身躯瞬间消失 紧接着闪烁出现在青龙面前 同时尾巴狠狠地甩了出来 这是他的技能 八闪猎神杀 二十四万六千 仅仅是一击 青龙的血量瞬间被打掉了 大概三分之二 这种等级的战斗体力恢复要剂 已经没有意义了 每分每秒都决定着生死存亡 青龙暗暗吃痛 立马退至一旁 这时候 玄武出动了 他吼叫一声 直接冲到青龙身旁保护 就在他刚刚抵达位置的时候 八异大蛇的第二闪也到了 主人 就是现在这个机会 三族金屋对着苏洛喊了一声 瞬间施展技能 火海禁锢 苏洛直接控制着幽冥懒月花 瞬间出击 直接冲上云端 直指八异大蛇的位置 碰 玄武硬抗了八异大蛇的攻击 身形只是晃了晃 血量也只降低了十六万 并无大碍 八异大蛇眼神轻灭 立马开始第三次闪烁 结果周边已经形成了一片禁锢火海 无限冰封 玄武吼叫一声 瞬间对着八异大蛇 施展控制技能 而白狐也直接冲了上去 死死地拖住八异大蛇的尾巴 不让他动弹 就是这个机会 苏洛眼神一鸣 幽冥懒月花 瞬间缠绕上了八异大蛇的身躯 并且开始不停地反复缠绕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控制啊 苏洛对着海洋灵妖喊了一声 寻常的控制技能 对八异大蛇作用很低 但是海洋灵妖的等级 只比八异大蛇第二十级左右 鱼妖之歌能起到一些作用 凶什么凶吗 海洋灵妖满脸委屈地 看了一眼苏洛 然后才对着八异大蛇 施展鱼妖之歌 搞定了 感受到八异大蛇 已经被彻底控制住后 苏洛立马操控着幽冥懒月花 将它拖到地面上 因为金刚魔元 丧尸诸王已经等候许久了 他们俩的品质不是很高 不能在虚空战斗 所以直接把战场搬到地上来 能让伤害实现最大化 幽冥懒月花 紧紧地锁住八异大蛇 任凭它怎么攻击都不松开 直到这时候 被裹成粽子的八异大蛇 眼神中才流露出惊恐的神色 它不停地释放技能 可全都被无敌状态下的 幽冥懒月花全部拦截 它想甩尾巴释放技能时才发现 尾巴竟然也被控制住了 浑身密密麻麻的藤腕 直接给缠得像是毛线球一样 砰砰砰 八异大蛇刚到地面 金刚魔元立马就冲上去 对着它的脑袋一顿乱锤 丧尸珠王也一阵暴怒 操起两颗锋利的獠牙 就是一顿乱拱 别急别急 大家都有份 把战线拉长一点 别光让你们打呀 王林巫师看热闹 不嫌事大 直接站在旁边组织秩序 砰砰砰砰 刹那间各种五颜六色的 技能原地绽放 白虎 金刚魔元则是站在旁边 不停地攻击 就算八异大蛇防御 血量都很高 但也架不住这么折磨 刹那间它就成了残血状态 大家都停一停吧 让白虎来索写吧 苏洛满脸期待地 看着奄奄一戏的八异大蛇 要是把这玩意儿收入囊中 区区樱花岛 自己一个人就能掀翻 地面上 八异大蛇被幽名懒月花 紧紧缠住 只露出了一个脑袋 此时 它的脑袋已经血肉模糊 鳞片掉了一地 充满血丝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苏洛 口吐人言道 我乃是樱花岛的护岛神兽 凡是对我有想法的樱花岛人 没一个有好下场 你莫非还想杀我不成 我不杀你 只是驯服你而已 苏洛面无表情地看着八异大蛇 而白虎 此时已经抬起锋利的爪子了 扑吃 他锋利巨大的爪子无情拍下 八异大蛇两眼翻白 直接晕死了过去 苏洛抓住机会 立马施展技能 训灵 恭喜您 成功驯服传说 及异兽八异大蛇 系统的提示音响起 八异大蛇的身躯 也瞬间化作了无数白色光点 缓缓消失 同时 苏洛的宠物空间中 再次多出了一只 强有力的八异大蛇宠物 就在这时候 整片天地突然变得晴亡起来 原本阴云密布的虚空 瞬间晴空万里 地面上长满了青草 鲜花和大树 周边有挡着一群群 七八十级的异兽 很显然 黑鱼副本已经开始正常运转了 看到这一幕 苏洛心里才松了口气 您幸运的挑战者 恭喜您挑战成功 随着一道白色光芒亮起 苏洛立马被传送出副本空间 与此同时 副本外面 松山一和 以及松山二和 看到黑鱼副本被人打通了 眼神中 顿时就露出了震撼的表情 他们两兄弟 只是看那个年轻的外国人比较厉害 才让他来试试 没想到 竟然真的成功了 大哥 龙国的神格 可是全天下仅此一枚啊 真打算让他带走吗 松山二和脸上露出一副不舍的表情 看着自家大哥 眼神中闪烁着冰冷的目光 他能打穿黑鱼副本 实力不容小觑 神格虽然稀有 但得罪这等强者 也不是什么好事啊 我已经通知千人帮的枝田了 加上他们的话 你觉得能不能留下此人 两人密谋了片刻 最终还是决定观察一段时间 如果确定 这个年轻人 是孤身一人来到樱花岛的话 那就直接出手 哦 副本出口处 突然亮起了白色光芒 松山一和两兄弟脸上 顿时露出笑眯眯的表情 前往传送阵旁边等待 苏洛现身的一刹那 他们脸上的笑容 顿时就更灿烂了 恭喜汤姆先生 成为打通黑鱼副本的第一人 我们在福岛酒店 订了全鱼宴 犒劳先生 两人脸上的笑容太热情了 甚至热情倒让人不适应 无视线殷勤 非奸即到 苏洛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们一眼 然后才用美丽国语言说道 不用了 我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办 既然汤姆先生忙 那我们也就不担当先生了 松山一郎脸上的笑容依旧浓郁 恭恭敬敬地宋叶军离开副本公司 然后才收起脸上的笑容 离开副本公司之后 苏洛心里都快乐开花了 帮他们打副本 可谓是一十二鸟 不仅拿到了朱雀神格 还收服了一只175级的八异大蛇 这种凶猛的宠物可是稀罕货色 只有少量的副本内才有机会诞生 而且如今八异大蛇在手 苏洛完全有信心 以一人之力掀翻整个樱花岛 在街上随意转了一圈之后 苏洛才乘坐传送阵前往京都 三天之后龙国就要动手了 如果在他们之前能够把樱花神术收入囊中 这就算是自己的个人战利品 不用上缴 一旦他们来了 战利品可就得被剥削了 樱花术距离京都不远 所以苏洛这次的目标很明确 我要把樱花术 如今收服八异大蛇之后 苏洛的实力 已经能够同时碾压好几个 150级以上的强者 所以就算是光明正大的抢夺樱花术 也不是没有机会 抵达京都时 已经是傍晚了 苏洛随意找了一家酒店入住之后 才拿出传音石给赵九霄汇报情况 怎么了小苏 随着传音石被激活 里面立马就响起了赵九霄略带疲惫的声音 赵前辈 你们都安排好了吗 苏洛尴尬地开口问道 都安排好了 后天傍晚八点钟 准时动手把樱花岛纳入龙国版图 那我能不能提前两个小时动手 我想解决一些事情 赵九霄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才语气怪异地说道 你该不会是想趁我们没来 多洗劫点宝贝吧 没事 你只要能保证自己的安全 能抢多少东西都不用上脚 算你个人的 那就谢谢赵前辈了 得到赵九霄的首肯之后 苏洛心里才松了口气 毕竟这是大事 不会报的话 万一出了差错 可是要担责任的 酒店很高端 苏洛把传音石放进背包 又休息了一会儿之后 才走进浴室开始洗澡 就在他洗澡的时候 房间门却突然被人打开了 先生您好 请问需要伺候您洗澡吗 门打开的一瞬间 一个甜美的女人声音就传了过来 很显然 这是特色酒店才有的服务 不要了 你出去吧 好的 先生如果有需要 可随时拨打酒店前台电话 说完 女人便关上了房门 乘坐下楼后 她静止走向了酒店大堂 松山一合 以及松山二合 已经等候多时了 看到女人前来 两人立马就露出了期待的表情 问道 怎么样 就她一个人 房间里并没有其他人 听到这话 松山一合顿时就好奇了起来 眼神中充满了疑惑 她一个130级的骑士 有什么特殊能力 能打通黑于副本 以前有过140级的队伍挑战都失败了 这小子肯定不简单 松山二合撇了撇嘴 不屑说道 有什么不简单的 很有可能是她 擅长寻找副本漏洞 所以才这么好运通关了 这段时间 我们密切跟踪 一旦她离开酒店 什么秘密都无所遁行了 就在二人密谋的时候 苏洛已经钻进神药界里了 八一大蛇 此时化成了一条两米长左右的小蛇 正满脸不服气地盯着苏洛 虽然被驯服了 不会背叛 以及做出对主人不利的事情 但作为高等级异兽 她依旧有自己的傲骨 对于异兽这种排斥行为 苏洛早就戏意为常了 她立马就让骷髅仆人 搬来上万颗灵犬丹堆在地上 看到堆积如山的灵犬丹 八一大蛇眼神中露出了震撼的表情 但自尊依旧让她保持头颅高昂 只是那桀骜不逊的意志 已经再无形地摇摆了 看到八一大蛇倔强的模样 苏洛心里了然 立马让所有宠物开始吃丹药 大家赶紧提升一下实力 要不然以后你们就要被淘汰了 说完 苏洛又让骷髅仆人 源源不断地往外搬运 无数灵犬丹堆成了一座座小山丘 现场至少摆了几十万枚 苏洛很自信 八一大蛇会抵下高贵的头颅 因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 目前来说最高级的御寿师了 而灵犬丹是高等级御寿师 才能研究出来的东西 寻常炼药师根本不可能炼制出来 检测到宠物实用灵犬丹 经验值反馈加1000 检测到宠物实用灵犬丹 一道道经验值 道账的提示音响起 苏洛身心愉悦 原地找了一块干净的草地坐了下来 距离龙国众人到来 还有大概两天的时间 现在他并不着急 作为高等级异兽 八一大蛇能清楚地闻到 虚空中灵犬丹的药香味 他也能清晰地感受到 白虎 青龙等宠物 每吃下一颗灵犬丹 实力就会增强一分 这丹药提升实力 不比打打杀杀来得快 咕噜噜 八一大蛇的肚子 顿时就传出了饥饿的声音 众多宠物吃丹药的动作 戛然而止 都齐刷刷地将目光 放在八一大蛇身上 他低垂着头颅 看那样子尴尬地 似乎想找个地方钻进去一样 给我们的新伙伴也来一堆吧 苏洛对着亡灵乌师安排 立马就有骷髅仆人 开始给八一大蛇 搬运灵犬丹 他抬起头看了苏洛一眼 身上的戾气顿时削减了不少 看到火候差不多了 苏洛才淡淡地说道 这种丹药已经快被我淘汰了 等这段时间忙完了 我就开始练制更高级的丹药 真的吗 主人你真好 这灵犬丹的效果 已经不太明显了 轮环更厉害的 最好不过了 一众宠物激动得语无人次 八一大蛇则是满脸疑惑 同时不停地甩动尾巴 精确地将丹药一颗一颗地 拍进自己嘴里 这丹药玩太好了 吃一颗就能增加一万点经验值 他们竟然还不知足 看到宠物们嫌弃的表情 八一大蛇顿时也对他们 露出了嫌弃的表情 在他看来 这些宠物就是太年轻 没吃过苦 他在黑鱼腹本里 摸爬滚打了数千年 才达到现在的等级 现在吃一口 就能增加一万经验值 这些宠物竟然嫌弃 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想到这里 八一大蛇科零全丹的速度 就更快了 在几只宠物的经验值反馈下 苏洛的等级很快就突破了 恭喜您 等级突破到131级 请继续努力 温馨提示 150级后可进行第三次转值 听到系统的提示音响起 苏洛心里暗暗有些兴奋 不知不觉就达到131级了 这种速度 就算是别人从转值开始 不吃不喝多刷怪 也不可能有自己快 兴奋劲过了之后 苏洛才打开自己的属性版面 姓名 苏洛 职业 御灵师 等级 131级 攻击 185,000 精神 21万 防御 915,000 体制 1465300 装备 燃魂战剑 燃魂头盔 燃魂胸甲 燃魂护手 宠物 朱雀 青龙 白虎 玄武 冥界之主 技能 火皇扑杀 凤凰凤天 三昧真火 万物灼伤 在玄武共享防御和体制的加持下 如今 苏洛的防御力高达91万 即将破百 而体制更是高达146万多 这种逆天属性 要是被外人看到 估计能直接这个世界 到底是不是真实的 以前人人都嘲讽我是个玉兽师 可惜了 他们不知道 当玉兽师有多爽 苏洛脸上露出淡淡的笑容 同时目光看向了周边的宠物们 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四大神兽此时的体型 虽然缩小了很多 但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依旧与其他宠物不一样 那是祥瑞 令人清静的气息 而丧尸珠王 金刚魔猿 海洋灵妖等宠物 虽然不如四大神兽 但都各有千秋 凭着这些宠物 苏洛感觉自己 现在已经是单挑无敌的存在了 再继续下去 这天地间将很难碰到 实力相当的对手 无敌的感觉果然很寂寞 苏洛叹了口气 然后才朝着铁匠铺的方向走去 前段时间 亡灵巫师锻造好燃魂套装之后 他给亡灵巫师 提过一嘴刺客的装备 如今自己宠物 装备众多 苏洛想着 弄点最好的宠物和装备 送给姐姐 这样一来 也能让他更安全一点 撑当当 靠近铁匠铺外围时 立马就能听到 密集的锻造敲打声音 苏洛进去了 众多铁匠铺中间的库房 所有骷髅锻造师 制作出来的装备 都会放在这里 而此时 众多货架上 摆放了很多装备 全都是传说级的套装 众多套装中 没有任何装备是雷同的 全都各有千秋 直到最后 苏洛才看到一套 很特别的装备 这装备 像是面团丢进了水里一样 似乎要融化在空间里了 主人真是好眼光啊 这就是我特意 让人帮你姐姐设计的装备 幻影套装 亡灵巫师 如同鬼魅一般 突然出现在苏洛身旁 然后满脸骄傲地 从肩膀的骨骼当中 抽出了两柄暗黑色锋利的匕首 这匕首很不错的 能穿自我的骨头 而且名字还叫做黑色浪漫 很棒的名字吧 说完他便拿着匕首 随意朝着一个货架削去 金铁打造的货架栏杆 瞬间被像是切豆腐一样削开 削铁如泥 倒是不错 苏洛看了一眼这些装备 然后郑重其事地 将幻影套装和黑色浪漫 装进背包 见到姐姐之后 他要第一时间把这套装备给他 这样就能大幅度增加 姐姐酥冰雪的战斗力 同时 苏洛还打听到了 樱花树上 住着一只很厉害 能增加速度的异兽石空灵猫 到时候 这只猫也可以一并送给出去 休息了一晚上之后 苏洛吃完早餐 立马又钻进了神药界当中 目前还剩下一天时间 他想把神兽丹的事办好 目前南海七彩珊瑚已经到手了 其他的药材亡灵巫师能搞到 早点将药材种下 还能早点收获 神药界中 众多宠物依旧在卖里的食用灵权丹 一晚上时间 苏洛的等级足足增加了三级 已经达到了134级 等级最低的亡灵巫师 也达到了138级 其余的宠物都增加了很多等级 巴异大蛇此时看到苏洛时 已经没有敌意了 只是一个劲地往嘴里塞丹药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往好处发展 看到这一幕 苏洛感觉心里很踏实 这些宠物虽然不是人类 但却是他最忠诚的伙伴 也是他最大的医长 一荣俱荣 一允俱允 四周看了看之后 苏洛才直接把亡灵巫师叫了过来 主人 什么事 王灵巫师屁颠屁颠地跑到苏洛跟前 咧嘴问道 你看看 上面的这些种子 你能搞到吗 苏洛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 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 炼制神兽丹所需要的各种药材 足足有上千种 神兽丹是属于神级丹药 一颗就能增加20万经验值 目前骷髅炼药师当中 还没有神级炼药师 所以 药材出来了 也只能是苏洛亲自炼制 同时等待骷髅炼药师突破之后 才能量产 不过先做好准备 比什么都强 王灵巫师拿过单子 只是简单看了一眼 顿时就激动无比 眼光里蓝色的鬼火不断闪烁 主人 这是神兽丹配方吗 你先看看 能不能搞到药材再说 苏洛翻了个白眼 这个家伙总是喜欢答非所问 偶尔让人想抱走 药材有点罕见 但也不是没有 王灵巫师指了指旁边的白骨宫殿 说道 我的宝库里什么好东西都有 说着 他便对着苏洛白手示意 跟着一起去 四周都是农田和各种建筑 只有王灵巫师的白骨行宫 显得很突兀 孙孙的白骨阴气逼人 若是寻常人看见 定然会被吓得双腿哆嗦 苏洛心里也在猜测 如果自己当初没有收服王灵巫师 以这家伙的尿性 估计也会偷没着发育 或许千百年之后 又是和巴异大蛇一样的强悍存在 踏上宫殿 里面是清一色的白色地板 走到四通八达 比起皇帝行宫 还要有派头 主人这边请 王灵巫师亲自带路 朝着库房走去 推开库房的大门 里面摆放着各种颜色的海骨以及石头 看起来一文不值 但王灵巫师却满脸兴奋地介绍道 主人 这些骨头可都是宝贝啊 这是七彩巨龙的头骨碎片 只要收集到足够的数量 我就能让七彩巨龙复活 这是西海苍龙的骨头 他喋喋不休地介绍各种骨头的用处 苏洛左耳近右耳出 直接将目光定格在了一个巨大的货架上面 货架上摆放着密密麻麻装着种子的箱子 上面还写了种子的名字 主人 这就是种子了 目前收集了2300多种 不错吧 王灵巫师用手摸着脑袋 满脸的自豪 看到这么多种子 苏洛心里也非常震撼 就算是国库里 也拿不出2000多种药材的种子啊 不错 苏洛满意地拍了拍王灵巫师的肩膀 安排到 那就按照药材单子上面的种植就行了 另外可以再增加一些骷髅炼药师 数量多了 才能更容易出现神级炼药师 主人放心 包在我身上 王灵巫师立马拍胸脯 保证没问题 他当即就召唤了上百个骷髅仆人出来 开始搬运药材种子 同时又远程命令骷髅仆人 收割已经成熟的药材 腾出空地 如今神药界中的面积很大 单论种植药材 足够支撑好几个大城市的消耗 但目前全都只为苏洛一个人 以及他的宠物们服务 离开神药界中 外界已经是下午了 天边斜阳照射在酒店的落地窗上 透过窗户照进来 把整个房间蕴染成了金色 苏洛静静地躺床上 脑子里开始思索 抢劫樱花术的流程 既然是抢劫 肯定是使用强硬手段 成为转职者这么久以来 这还是苏洛第一次抢劫 心脏忍不住碰碰直跳 抢劫果然是个刺激的活儿 一般人真不能干 苏洛感慨了一句 然后起床走到桌子旁边 金刚魔源 丧尸猪王和海洋灵妖 四只强悍的宠物 就足够樱花岛喝一壶了 再加上其余的青龙白虎猪雀等宠物 几乎能对樱花岛造成碾压了 我苏洛要取樱花树 就算是整个樱花岛的强者加起来 也不能阻拦我 一时间苏洛心里豪情万丈 然后哼着曲儿 躺在床上睡着了 三天时间很快过去 这一天苏洛早早地就起了床 简单地吃完早餐之后 就禁止离开酒店 前往樱花树所在的富士山 一路上苏洛都格外的流行眼 毕竟下午龙国的人就会打过来 自己作为内应 要帮他们观察樱花岛的动作 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 都要立即汇报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而此时 苏洛的身后也跟着不少探子 这些人各自都不认识 宛如路人一般 让人难以觉察 一辆劳斯来斯里 松山二合静静地坐在后排 手里捧着一个笔记本 里面不停地传来苏洛的照片 我花钱过了四个情报组织跟踪你 不信你能跑得掉 看着照片里 苏洛毫无防备的样子 松山二合忍不住露出了笑意 龙国唯一的朱雀神格 国际市面上价值超过五十亿 这种等级的宝物 寻常人一辈子也不可能看见 所以松山家族已经下达命令了 不惜一切代价 都要将朱雀神格拿回来 就在这时候 松山二合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大哥 有什么事吗 他现在的方向还是富士山吗 对的 龙国人都是一个德行 来了我们樱花岛不都是 要去富士山看樱花树吗 那行 你派人仔细跟着 我们在富士山做埋伏 放心吧 他跑不了 富士山上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 供游客观光浏览使用 而此时 富士山脚下 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都在购买门票 前来观看富士山的游客 络绎不绝 隐藏个人版面的苏洛 像是普通游客一般 在景点售票区买了门票之后 才不急不慢地走进闸机 朝着山上缓缓走去 一边走苏洛 一边打量着富士山 看到富士山顶端 正在冒出淡淡的黑烟时 他心里顿时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听说富士山是火火山 如果想办法把火山引爆 估计樱花岛立马就会自乱阵脚 到时候 自己在四季寻找机会下手 成功率能再提高很多 就这么办 苏洛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仿佛在感慨景点的美观一样 就在这时候 一名老年人 伸手拍了拍苏洛的肩膀 年轻人 你是哪个国度的人 美丽国加州来的 苏洛面无表情地看着老头 眼神中露出了一抹高傲 倒不是他高傲 而是美丽国的人都是这样 他要是装得不像就露馅了 原来是美丽国的贵客 怎么样 我们的富士山和樱花树不错吧 老人伸手指着山上 常年四季都开着粉红色的樱花树 感叹道 当年我们出征龙国 就是在樱花树下做的世事大会 只不过龙国人口众多 转职者也多 我们失败了 老人眼神中露出一抹悲凉 苏洛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并没有说话 樱花岛入侵龙国 杀杀抢掠无所不作 这件事 是令所有龙国人都愤怒的事情 苏洛没有直接出手 已经算是很能克制的了 看到苏洛面无表情 老头自嘲一笑 很快脸上又恢复了激动的表情 说道 我们虽然没有入侵成功 但从龙国也获得了大量宝贵的资源 将来的某一天 我的子孙一定会再次踏上龙国的土地 老年人豪情万丈 眼神中流露出一抹自豪 他选择视而不见 还想再次踏上龙国土地 完全就是做梦 再过几个小时 樱花岛就会彻底在这个世界消失 版图也会纳入龙国 这是他们以前犯下的因果 而现在只不过是偿还的时候罢了 山顶上并没开放 全都是火山石灰和乌烟瘴气的雾霾 游客们只走到一半差不多 就开始往回走了 苏洛手里拿着登山杖 不急不慢地朝着山顶继续进发 爬山的途中 他还时不时地留意时间 龙国的人大概下午八点钟抵达 他最早也只能在五点钟开始动手 现在是下午四点二十分钟 爬到山顶时间差不多正好 朋友 等我一下 我也想去山顶近距离再看一眼樱花 一个声音突然响起 叫住了苏洛 他扭过头一看 才发现是刚才和自己吹嘘的那个老头 他并没有隐藏身上的信息 能清楚地看到 他是一名六十级木系法师 苏洛脸上挤出一丝微笑 然后站在原地开始等他 一会儿动起手来 这老头如果不识相的话 自己也不介意送他去见那什么狗屁天皇 朋友 你也打算去山顶吗 最近火山又小规模爆发了一次 环境应该不是很好 老头追上苏洛后 才气喘吁吁地说道 没事 我就是去看看火山是什么样子 苏洛咧嘴一笑 脑海中瞬间诞生了一个点子 火凤凰之前就能在岩浆池中随意穿梭 如今融合猪雀神歌了 引爆一座火火山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 如果有必要 直接把火山都掀起来 一想到这里 苏洛嘴角忍不住露出了笑意 然后和老头一起朝着山顶进发 此时 富士山顶上 浩浩荡荡的两百多个人 早已经乘坐直升飞机抵达山顶了 他们静静地站立在原地 每个人身上都流露出强悍的气势 这些人当中 等级最低的也是120级的转职者 每个人都身穿黑色夜行服 很显然 除了转职者的身份之外 他们还是精通忍述的存在 松山一和静静地坐在一张椅子上 在他前方摆了桌子 红酒 牛排 点心 此时都已经被吃下去一半了 但他要等的人还没来 松山一和抬起手腕看了看 顿时就不耐烦了起来 这都下午4点50分了 怎么还没到 在松山一和身旁 站着一名身穿西装的男人 他立马笑着开口解释道 松山君别着急 我的人刚刚传来消息 他已经陪着汤姆上山了 十分钟之内肯定能到 那行 我就在等十分钟 还不来就让人杀下去 松山一和躺在椅子上 抬头就能看到枝叶茂盛的樱花 樱花树虽然很强悍 但并不会主动攻击 因为他的年份很久远 已经不如了老年期 一般情况下都在休眠状态 能帮我打通黑鱼副本 把他葬在这樱花树下 倒也不算委屈他了 看着满树的樱花 松山一和脸上顿时就露出了笑容 黑鱼副本打通后 他立马就投入了使用 不仅能赚到更多的钱 还能帮樱花岛培育更多强者 一箭双雕 报告 他们来了 就在这时候 松山一和面前的空地上 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影 是刺客转职者中 最常见的隐身术 既然来了就准备 听到消息 松山一和眼神大喜 他身旁的几个男人 也立马开始发好失令 现场两百多个人 顿时就进入了隐身状态 同时所有人都在准备技能 富士山顶 是一个小小的平台 爬上山顶 需要像爬楼梯一样往上爬 按照松山一和的吩咐 只要汤姆一冒头 他们就立马发动攻击 所以此刻 所有人都全神贯注 年轻人 谢谢你陪我这个老头子聊这么多 不过现在该上路了 一路上都谈笑丰盛的老头 突然莫名其妙说了一句话 刚踏上富士山顶 苏洛就感觉自己的双腿 被不知名的藤蔓束缚住了 苏洛顿时满脸猛逼 什么情况 下一刻 虚空中突然绽放出 无数杀气凛凛的技能 全都是朝着苏洛杀来的 看到这一幕 苏洛顿时目瞪口呆 这特么的又是什么情况 轰咆咆 无数技能瞬间袭来 苏洛没有一点防备 6366 8500 10600 一个个惊人的数字 从苏洛身上冒起 松山一和从虚空中出现 看到苏洛所站之处 浓烟四起 俨然已经成了一片废墟时 他顿时心情大好 哈哈 人你强又怎么样 现在还不是要死在群躬之下 众人纷纷现身 甚至有人猜测 苏洛在这种等级的攻击下 肯定尸骨无存了 松山一和端起桌上的红酒杯 轻轻摇晃 然后惬意地抿了一口 直至烟尘散尽 他才抬头朝着废墟处望去 小头目也都目瞪口呆 在这种攻击之下 竟然还能够完好无损 此时断不可溜 刚刚所有的攻击加起来 就算是150级的强者 也不见得能挡下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一时间 所有人都直勾勾地盯着苏洛发呆 你们在搞什么鬼 苏洛拍了拍衣服上的灰尘 然后被呛得咳嗽了起来 小子 把朱雀神格交出来 看到苏洛毫发无损 松山一和立马就站了起来 面颅威胁地盯着他 神格 你不是已经给我了吗 价值连城的东西 怎么可能给你 松山一和冷冷一笑 立马对着身后的众人 做了个攻击的手势 刹那间 两百多名转职者 立马再次发动技能 这次是为了伏击苏洛他 刻意挑选的远程转职者 全都是法师 弓箭手之类的远程职业者 强大的能量波动 瞬间在整个富士山顶蔓延酝酿 松山一和则是淡定地看着苏洛 想看看 他究竟是怎么挡下攻击的 此时 宠物空间中 玄武突然感觉浑身刺痛 紧接着一百多万的血量 瞬间降低了一半 怎么回事 玄武满脸猛逼 他很想告诉苏洛 自己是血量多 不代表不会死 既然你们都选择翻脸 那我也只能摊牌了 苏洛无所畏惧地耸了耸肩 然后直接从宠物空间中 召唤出了金刚魔猿和丧尸猪王 两尊气势澎湃的异兽 出现在富士山顶 身高二三十米的巨大体型 瞬间就引起了无数人的注意 那是什么 该不会是电视里的怪兽吧 异兽 那是很强大的异兽 应该是有转职者 在富士山上打架吧 赶紧去看看情况 我们樱花岛 好像没有人拥有这么强大的异兽啊 有转职者看到这一幕 立马就施展能力 朝着富士山顶飞了上去 一些实力不是很高的转职者 也施展力量 全力奔向富士山顶 此时 富士山上 看到眼前的汤姆 竟然释放了两只实力强大的异兽 松山一合 顿时就皱起了眉头 眼神中露出惊骇的表情 整个美丽国的各个强者 他都听说过 但是没听说 谁又有这么强大的异兽啊 你是龙国的苏洛 想了好一会儿 松山一合才突然想起来 龙国最近出现了一个天赋逆天 拥有150级以上异兽的御兽师 现在和这个汤姆对比起来 越看越觉得像是龙国的苏洛 正是在下 苏洛淡淡一笑 直接对丧尸珠王和金刚魔元 下达了进攻指令 丧尸珠王直接使用冲撞技能 朝着松山一合等人冲去 而金刚魔元则是高高跃起 直接凌空落下 就在这时候 松山一合那边的 中毒转制者技能也施展出来了 无数刀光火箭瞬间出现 朝着金刚魔元和丧尸珠王攻去 看到这一幕 苏洛眼神中露出了一抹青面 虽然他们都是精英 但在金刚魔元和丧尸珠王面前 依旧不够看 你们挡住 我给樱花岛总部发送消息 要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来支援我们 看到情况不妙 松山一合对着众人喊了一声 就打算撤退 就在这时候 苏洛直接从神药界中 取出了星火草 砰砰砰 无数细微不起眼的火星子 瞬间从星火草上分裂出来 直接朝着敌方众多转制者飞去 刹那间 火海开始在富士山顶蔓延 而金刚魔元则是狠狠一拳 朝着松山一合砸去 真的我是好欺负的 看到气势汹汹的金刚魔元 松山一合顿时脸色低沉 怒吼一声 淡黄色的光芒 瞬间将他整个人包裹在内 同时 他的两只手里 分别出现了一面盾牌 和一柄战斧 很显然 松山一合是一名骑士转职者 碰 随着金刚魔元一拳砸下 地面上瞬间被砸出了一个巨大的窟窿 而松山一合 早已消失在十余米之外 撒腿狂奔 小子 不出十分钟 等樱花岛高层 来了你必死无疑 松山一合一边跑一边回头 对着苏洛放出狠话 我死不死还是个未知数 但是你今天肯定是活不了了 苏洛面无表情地盯着松山一合的背影 然后从宠物空间中再次召唤了一只宠物 白虎 好 得到命令 白虎瞬间化作一道残影 朝着松山一合追去 人类是跑不过异兽的 就算松山一合是强大的转职者 但白虎也是强大的异兽 眨眼间 扑吃 刹那间 松山一合的后背就被抓出一道印子 紧接着 白虎就开始了单方面的虐杀 直到这时候 现场的阵型已经全乱了 丧尸珠王毒气一开 再加上厚实的血条和横冲直闯 几乎没几个人类能经得起这种折腾 管事的都跑了 他们这些小喽啰也没必要拼命 一时间全都哀嚎着逃命去了 苏洛也没有成圣追击 而是直接将目光放在了山下 此时浩浩荡荡的吃瓜群众正在赶来的路上 天上 地下 全都是低等级的转职者 对于这些人 苏洛只是一扫而过 然后将目光放在了不远处 赫然升起的信号弹上面 很显然松山一和已经将消息传递出去了 再过不久 樱花岛的强者就会降临富士山 看来要抓紧时间了 苏洛收回新神后 立马将目光放在樱花树上 随着苏洛目光处碰到樱花树的一瞬间 无数信息瞬间就出现在他的视野中 樱花神术 160级神话级植物 生命 168 0000 防御 85万 攻击 5 治疗 88000秒 觉醒时间 无限 技能 百花之怒 被动天赋 治疗 百花之怒 受到致命伤害时 爆发百花之怒 以花瓣形成飓风 对敌对目标 实施打击 治疗 樱花树所在之处 方圆50米距离之内的有方目标 可受到持续治疗 治疗数量无限制 看到樱花神术的天赋之后 苏洛顿时就呼吸急促了起来 每秒钟增加88000的治疗效果 而且还不限制数量 这玩意儿 比起辅助转值者的效果 还要厉害 要是收服了樱花神术 只要不离开樱花神术的覆盖范围 完全就能无敌 就在这时候 樱花岛的众人也都赶了过来 看到苏洛似乎在打樱花树的主意 他们立马就露出了敌意 朋友 樱花树是我们的国术 请你立即离开 要是你敢做什么出格的事 我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信号弹已经发出去了 请你立即离开 滚出我们樱花岛 一个个樱花岛的居民 对着苏洛口诛笔伐 但却没有一个人动手 因为金刚魔源和丧尸猪王 以及白虎都站在苏洛身旁 苏洛虽然隐藏了等级 但这些宠物可没有 樱花岛众人不是傻子 以卵击食的事情 他们才不会做 苏洛没有理会他们 而是禁止朝着樱花神术 释放了一个技能 三昧真火 无效 樱花神术目前还在休眠状态 可以免疫各种攻击 主人得想办法 把他唤醒才行 白虎看到樱花神术 竟然能免疫技能 立马就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但是攻击都无效 能怎么唤醒 无知的龙国人 真以为你能对神术造成伤害吗 人群中有人嘲讽了一句 苏洛则是静静地看着樱花树干 然后默默地对着他施展了 迅灵技能 一阵白色光芒 从苏洛身上冒出来 然后直接将整颗樱花神术包裹 迅化失败 系统的提示音响起 但是樱花神术 也开始发生了剧烈的晃动 无数樱花花瓣 从树枝掉落 在地面形成了小范围的飓风 花瓣在风中飞速旋转 宛如一把把锋利的小刀 看到这一幕 苏洛顿时就笑了起来 攻击无法唤醒他 但是驯服技能却可以 果然还是嘲讽这种方式最有用 花瓣风暴袭来 苏洛直接再次召唤出玄武 对于樱花树的百花之怒 苏洛并不打算躲避 而是硬抗 哄 玄武巨大的体型降临富士山顶 瞬间踏出了无数灰尘 一时间 富士山上尘土四溢 再加上樱花树的技能 百花之怒 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龙卷风 整个富士山顶 像是火山喷发一样 方圆几百米之内 都能闻到刺鼻的灰尘味 主人 这技能挺少见啊 已经吃体力恢复 药水满血的玄武 看着不断靠近的巨风 眼神中露出一某好奇 确实挺少见的 先试试他的威力如何 苏洛往后退了几步 同时又看了看虚空发现 没有可疑人员之后 才再次盯着樱花树 而这时候 巨风已经和玄武碰撞在一起了 无数叮叮当当的声音 在玄武身上响起 1263 1333 1546 一片片密集的 伤害瞬间绽放 玄武的血条 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降低 并且巨风还在持续 并没有变入的趋势 看到这一幕 苏洛心里暗暗惊讶 要是玄武一直站着不动 估计不到三分钟 就能被百花之怒杀死 如果换作人类转职者 就算是骑士 也扛不住三秒 不愧是神话级植物 果然厉害 感觉差不多可以动手了 苏洛才从神药界中 取出了一把巨大的斧头 光是伏饼 就有成年人的妖粗 苏洛立马命令金刚 魔猿拿着斧头砍树 然后丧尸猪王和白虎 则是释放技能攻击樱花树 任何形式的伤害 都能够降低樱花树的血量 当然 直接砍断的话 会让他元气大伤 这事苏洛不可能做 最多也就是弄个 要断不断的情况 富士山顶旁边 一众樱花岛人 看到那只体型庞大的猩猩 竟然提着斧头要砍树 顿时就怒了 但是他们也是敢怒不敢言 毕竟这种凶猛的异兽 随便来一下 都不是他们能扛得住的 随着众多异兽开始攻击 樱花树血量开始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往下掉 它只是辅助能力逆天 并不代表不会死 在这期间 苏洛不停地释放殉灵技能 但全都是以失败告终 但是苏洛并不着急 因为他的血条很厚 无数人匆忙朝着国际会议室走去 警报都几十年 没想过这次是因为什么事 听说是有人想打樱花树的主意 樱花树可是岛主都驯服不了的存在 谁打樱花树的主意 那不是找死吗 不知道 一会儿去看看 不就知道了 巨大的会议室中 樱花岛现任岛主川岛秦子 怒气冲冲地坐在位置上 在他下方 是几名身穿黑色长袍的老者 均是150级以上的强者 更下方则是更多的人 都是140级的强者 等到所有人都到齐之后 川岛秦子才从会议室的大屏幕上 点开一个文件夹 里面是一小段群众发回来的视频 视频中显示 一名龙国年轻人正在富士山顶 召唤宠物攻击樱花树 看到这一幕 在场的人均是怒气冲冲 毕竟樱花树在他们心里 仅次于神圣的天皇陛下 而现在竟然有人打樱花树的主意 刀主 让我去弄死他吧 这小子太可恶了 一名中年男子猛然站了起来 他是156级的顶级强者 看到视频中的画面 顿时就被气得浑身发抖 川岛秦子看起来只有30多岁 风韵犹存 他淡淡地看了一眼众人 然后才说道 这名年轻人叫做苏洛 是龙国最新崛起的御兽师天才 他手下拥有很多顶级御兽 岛主放心 我肯定能杀了他 男子怒不可遏地说道 我的意思是 尽量活捉 让他为我们所用 此时此刻 龙国边境黄龙岛 八两巨大的战舰 整齐停靠在港口 众多高等级的远程转职者 纷纷登陆战舰 后方到黄龙岛战机基地 上百架战斗机正在添加燃油 此时 龙国诸多强者正在进行适时大会 赵九霄静静地站在基地旁边的空地上 在他面前 站立着浩浩荡荡上千人 龙国八大殿主 十八战将以及六个护国团队 全部集结完毕 八大殿主 全是战功赫赫等级 都在一百五十级之上的强者 十八战将也都是战区有名的强者 实力最弱也有一百三十级 苏宾雪此时赫然站在十八战将之首位 从小苏宾雪就是一个要强的人 哪怕身为龙国战将地位显赫 他依旧喜欢不吃不喝没日没夜的刷副本 如今 他已经达到了一百四十二级 成为龙国十八位战将之中 实力最强的一位 此时 要看樱花岛方向时 苏宾雪眼神中露出了一抹担忧 他也得到了 苏洛想要抢夺樱花岛国树的消息 虽然苏洛很强 但是抢夺樱花树 就会面临整个樱花岛的围攻 他很担心 甚至恨不得立马冲到樱花岛去帮助苏洛 赵九霄静静地站在原地 打量着龙国这些中间力量 眼神中露出了自豪的表情 在他身旁 是几十名扛着摄影机 在现场直播的地方电视台记者 攻打樱花岛将会在龙国进行全程直播 而且来回一共也就一天时间 龙国已经计划好了 就算是别人有这个心思 也得有这个胆量才行 如果胆敢踏入龙国一寸土地 他们必将迎来无尽的报复 看着这严阵以待的豪华阵营 赵九霄忍不住眼眶有些发红 酝酿了许久 他才沉声开口说道 诸位同胞 将士们 历史上的血战 我们今天即将还回去 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我希望大家不要大意 一定要做到全力以赴 歼灭敌人 曾经失去的文物 宝藏 我们要亲自将它拿回来 赵九霄声音不大 一条一条树说着 樱花岛犯下的罪恶 直至最后 龙国上空 甚至已经出现了一团 金色的云彩 所有人立刻就位 十分钟后 我们出发樱花岛 随着赵九霄最后 一句话喊出 现场众人早已激动得浑身颤抖 恨不得立刻冲到樱花岛 去抱着血海深仇 十分钟后 八大战舰一字排开 全速朝着樱花岛进发 在海面上掀起了一道道 惊涛海浪 续空中 无数直升机 战斗机为八大战舰 保驾护航 发动机轰鸣的声音 不绝于耳 所有人都静静地 站立在甲板上 遥看远方 眼神中都露出了 冷烈的煞气 此时 樱花岛富士山顶 樱花神术的血条 已经被消磨下去一半了 但是苏洛 却不慌不忙地 坐在旁边的石头上 仿佛是在看戏一样 看到他这副姿态 围观的人群 顿时就更愤怒了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敢出头 唯一不同的是 他们骂得更凶了 这家伙真变态啊 惹了大祸 竟然还不慌不忙的 一会儿 我们樱花岛的强者 来了他就知道错了 这家伙不是傻子 就是笨蛋 到底是想收服樱花树 还是想毁了樱花树 历史上想要尝试 收服樱花树的强者数不胜数 但是没有人像他这样 他应该是想毁了樱花树 面对众人的口诛笔伐 苏洛毫不在意 只是悠哉悠哉地 拿出手机查看时间 此时 已经是下午7点10分了 所有火力都给自己一个人吸收了 到时候别人还打个屁啊 混集战区一段时间后 苏洛已经摸清楚了 众多守卫者的性格 凡是能混功勋的机会 都不能独吞 要不然别人会有意见 所以此时 苏洛就算是有把握 能一个人单挑樱花岛 但也得忍着这种冲动 毕竟樱花岛之战 不单单是功勋问题 还是家仇国恨 让大家一起释放情绪 才是最好的选择 就在这时候 整个樱花岛都响起了防空警报声 虚空中三道人影踏空而来 每个人头顶都笼罩着一片片祥云 看到这一幕 众多樱花岛人纷纷展颜欢笑 苏洛则是满脸不屑地撇了撇嘴 不就是150级的转职者吗 有什么好嘚瑟的 对于来临的三人 苏洛并没有任何惧怕 他们要是识去 不破坏自己收服樱花树的进展还好 要是不识去 连他们一起灭了 苏洛 我们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 请你立即停止你的行为 并且束手就轻 三人抵达富士山顶后 并没有立即动手 而是打量起了金刚魔猿 和丧尸珠王以及白虎的实力 当看到这些异兽实力都很强 时他们脸上都露出了震撼的表情 本来还打算派一个人过来 现在好了 三个人都不一定能拿下这个家伙 看到情况不妙 其中一人立马就给总部发送了消息 苏洛淡淡地看了他们一眼 并没有停止攻击樱花树 反而是让金刚魔猿和白虎加快了速度 而丧尸珠王则是退了回来 庞大的身躯直接站立在苏洛身旁 这个家伙原来是龙国的人 他一个人就来樱花岛 真不知道死字是怎么写的 我们樱花岛的三大护法来了 现在苏洛必死无疑 护法 杀了他 我们樱花岛和龙国人势不两立 众人纷纷叫嚣要杀了苏洛 但三大强者却站在原地汗流加倍 啥 这特么的怎么杀啊 那三只异兽就实力不低 还听说苏洛也能控制某种强大的植物 这要是底牌进出 他们三个老家伙都得留在这儿 护法 杀了他 樱花岛不容侵犯 一个樱花岛子民突然大喊了一声 住嘴 三人中最为年迈的一名老者顿时勃然大怒 呵斥住了群众之后 他才将目光放在苏洛身上 苏洛小友果然天资一饼 我们樱花岛对你是没有恶意的 一会儿岛主就会亲自前来和小友交涉 说完他便站在原地闭上了眼睛 露出一副你不动手 我也绝对不动手的样子 三个耸祸 苏洛淡淡地看着三人 然后又扭头看了一眼樱花树的属性版面 樱花神术 160级 神话级植物 生命 68万5300 防御 85万 攻击 无 治疗 88000秒 觉醒时间 无限 技能 百花之怒 被动天赋 治疗 原本樱花神术160万的血量 现在已经被消耗了100万血量 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7点半 苏洛觉得 时间差不多了 背包内转音时 也时不时地传来动静 苏洛知道 这是龙国众人快要到了 而此时 虚空中又出现了阵阵波纹 很显然是樱花岛的援军来了 眨眼间 富士山顶的虚空中 就弥漫起了一阵灰色淡淡的雾气 雾气散去 山顶又多了几道人影 为首的是一名长相漂亮 略显封尘的女子 在他身后 还站了三名男子和两个老狱 几人均是150级以上的强者 再加上先来的三人 一共是九个顶级强者 大概率樱花岛算是清朝出动了 川岛情子出现的一瞬间 目光就放在了苏洛身上 打量了好一会儿之后 他才淡淡开口道 苏洛 只要你愿意臣服于我樱花岛 金钱 女人你都可以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不必了 我还是喜欢龙国 苏洛面无表情地瞥了他一眼 然后又不停地 观察着樱花神术的血条 驯化失败 驯化失败 随着苏洛不停释放驯灵技能 失败的提示音也在不断响起 此时 苏洛感觉很无奈 一边要提防着川岛情子等人袭击 吃法酒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苏洛的心思 现在已经是人尽皆知了 川岛情子自然不可能放人不管 随着他话音落下 周边的强者顿时齐齐出动 以包围之势 将苏洛围了起来 其中两人掏出了藤蔓 类似的植物开始攻击 其余人则是站在一旁观看 看到这一幕 苏洛最后又拿出手机看了一眼 7点40分 就算是提前开战 应该也能等到他们前来了吧 放下手机后 苏洛立马从宠物空间中 将火凤凰 站立在山下的城市中 玄武静静地驻立在苏洛跟前 至于巴异大蛇和其他宠物 则是将目标对准了川岛情子 情贼先情王 如果打起来了 第一时间击杀川岛情子 看着苏洛一口气释放这么多宠物 现场众人直接麻木了 巴异大蛇给他们造成的压迫感最强 当看到巴异大蛇178级的数字之后 川岛情子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快窒息了 再加上其他宠物也有好几只150级的 如果真打起来 自己这边完全没多大把握能赢 一时间 众人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地步 虚空中 原本掏出藤蔓的两个强者 看到这一幕 一时间也开始犯难了 这要是打 一出手就意味着双方立马就开始火拼 不打的话 樱花树迟早要落入他手中 可是他死的是宠物 樱花岛这边死的可是人啊 一时间 现场陷入了一种古怪的状态 双方谁也不说话了 都这么静静地盯着对方 战又不战 退又不退 你们这是为什么 看到他们似乎怂了 苏洛顿时就咧嘴笑了起来 就在这时候 樱花神术的血条已经降低到了一万左右 苏洛立马就叫来了白虎所写 导主 他想要收服樱花神术 一名樱花岛强者看到情况不对 立马就大喊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 穿倒琴子也开始着急了 立马对着苏洛威胁道 你若是敢收服樱花神术 我们樱花岛绝对会和你不死不休 一众强者对苏洛大声呵斥 他却不管不顾地走到樱花树旁边 驯服吧 驯灵技能一经释放 苏洛身上顿时就分裂出一团白色光芒 进入樱花神术当中 恭喜您成功驯服樱花神术 刹那间 樱花神术就被苏洛收入手中 并且已经恢复了所有血条 紧接着苏洛将它放在面前的土壤中 樱花神术立马开始生根发芽 变成了高达50米的大树 在樱花神术的覆盖范围中 所有宠物身上都泛起了一层绿色光芒 很显然 这是樱花神术的能力在生效了 现在这些宠物 就算是权力火拼 也能拥有每秒钟八万八的回血速度 特别是对于玄武这种高防御高血量的存在来说 几乎算是不死之身了 除了苏洛满脸喜色之外 其余的人脸色都变成了青色 当着川岛琴子的面 直接强行收服樱花树 这种行为太过分了 几名樱花岛的强者 都被气得脸色发绿 嘴唇发紫 川岛琴子看到这一幕 感觉脑子里嗡嗡作响 一股无名怒火 陡然从心里爆发出来 他再也忍不住了 大喊了一声 混蛋 所有樱花岛强者听令 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杀死这个龙国的家伙 随着一声令下 几名强者纷纷出手 富士山下也有无数高级转职者 密密麻麻地朝着山顶涌来 这一刻 苏洛彻底激怒了整个樱花岛的人 所有人都红着眼睛 想要杀他 这一刻 苏洛一人独占樱花岛 我估计能被载入史册了 面对众多强敌来袭 苏洛不慌不忙 然后直接打开了神药界的出口 瞬间密密麻麻的骷髅战士 从空间跌落 直接朝着那些樱花岛转职者砸去 与此同时 八翼大蛇也动了 两条对着苏洛袭来的藤蔓 在即将抵达之时 直接被八翼大蛇 甩出两轮圆月 切成碎片 白虎 青龙 猪雀等宠物 纷纷火力全开 对着山顶的几人 进行无差别攻击 哄 就在这时候 一声巨大的爆炸声猛然响起 紧接着 虚空中突然出现了 无数直升机和战斗机 隐隐还能看到 无数导弹骑射而来 怎么回事 川岛琴子脸色发白 不可置信地看着天上的战斗机 应该是龙国的人来了 有人喃喃自语 所有人听练 给我杀了苏洛 看到天上出现战机的一瞬间 川岛琴子就意识到 事情不对了 他表情阴沉地 从背包中取出一个遥控器 按下遥控器后 整个樱花岛 都响起了急促的警报声 什么情况 这是樱花岛一级 自卫警报啊 没看到天上出现战机了吗 应该是龙国打过来了 勇士们 保护家园的时刻来了 为了樱花岛战 无数人纷纷穿上装备 等级低的人 则是直接拿起了 各种武器时刻 准备反击 虚空中 一架架战斗机 不停地在虚空盘旋 同时对着人群中 不停轰炸 海岸线上 龙国的战舰 已经开始对樱花岛的战舰 进行毁灭性打击 龙国将士 英勇无畏 果断的装填一枚枚 带着无尽怒火的弹药 从通红的炮管中发射 每一次都能摧毁一艘敌军战舰 樱花岛自卫队 战舰规模本就不大 短短三分钟时间 所有战舰就被全部摧毁 登陆 随着龙战天一声令下 几艘战舰立马靠岸 船上实力强悍的转职者们 纷纷跳下甲板 排列成整齐有序的方阵 朝着富士山进发 只要拿下京都 整个樱花岛的核心 便被收入囊中 京都距离富士山不远 这样也能看看 苏洛那边的情况 龙前辈 我想去看看苏洛 登陆后 苏冰雪立马就找到了龙战天 面路恳求地看着他 对于苏洛这个 不让人省心的家伙 龙战天心里也很无奈 只能点头答应 去吧 注意安全 如果有突发情况 就赶紧发射信号弹 前辈放心 我们一定会平安没事的 苏冰雪点了点头 然后直接进入隐身状态 朝着富士山方向 飞奔而去 等到苏冰雪离开之后 龙战天才恶狠狠地对着 龙国众多转职者命令道 所有人听着 现在我们已经踏入樱花岛了 所有人都给老子狠狠地杀 血海深仇今日报 听到这句话 众多将士顿时就红了眼睛 杀 杀 杀 所有人齐声呐喊 飞快地朝着前方冲击 药神帮三千弟子 更是直接召唤出了宠物 冲击在最前方 一路上神党杀神 英勇无比 樱花岛防线上 一个个自卫队成员 看到气势汹汹冲来的龙国战士 顿时就慌了神 队长 怎么办 以前我们侵略过他们的家园 今天他们来报仇来了 这些人都是一百多级的转职者 还有实力强大的宠物 我们怎么打 队长 要不我们投降吧 樱花岛自卫队的成员 看到这一幕 纷纷都乱成了一锅粥 这种被绝对碾压的情况下 拿什么打 算了 撤退 等岛主命令 自卫队长立马命令众人撤退 飞快地朝着京都方向冲去 刚刚接到消息 富士山有龙国的人在捣乱 现在龙国大军压境 一时间整个樱花岛的人都人心惶惶 龙国八大殿主 十八战将全部兵分四路 朝着各个方向进发 短短五分钟之内 就已经彻底掌控了登陆地点的海岸防线 富士山顶 一阵阵巨大的爆炸声 时不时从山顶传来 八亿大蛇 以一敌二 丧尸诛王 金刚魔元和海洋灵妖 也能一对一攻击 樱花岛的顶级强者 光是他们四个 就拖住了五个顶级强者 再加上四大神兽 苏洛几乎是以一人之力 拖住了樱花岛的顶层力量 苏洛静静地站在原地 眼神细血地盯着川岛情子 此时 川岛情子时不时地收到 樱花岛各地区沦陷的消息 但是樱花岛的强者 全都被自己拖住了 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樱花岛 被快速蚕食殆尽 绝望之际 川岛情子眼神 恳求地看着苏洛 诚恳道 苏洛 只要你愿意放过我们 以后樱花岛可以以你为主 抱歉 我不太需要 你们樱花岛以我为主 苏洛面无表情 直接拒绝了这种奇葩要求 此时的虚空中 八亿大蛇身体 足足有两百米长 盘旋在富士山顶 尾部轻轻一甩 就是一道圆月般的光芒射出 砰砰砰 樱花岛的一名强者 无力抵挡 瞬间被八亿大蛇撕成碎片 看到这一幕 川岛情子脸色苍白 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眼神中满是绝望 随着一名强者死亡 樱花岛的几名顶级强者 立马就陷入了被动的局面 苏洛曼悠悠地走到樱花树下面 对于身后的杀戮视而不见 倒不是因为他血腥 而是天地规则就是如此 如果不是自己实力够强大 现在死的肯定就是自己 这就是现实 苏洛 你没事吧 一道声音从虚空传来 看到苏洛平安无事 苏冰雪这才松了口气 姐 我没事 苏洛咧嘴一笑 姐弟两人立马拥抱在一起 看到姐姐身上的装备有些落后了 苏洛立马想起来 神药界中的装备 和樱花树上住着的时空灵猫 时空灵猫和樱花树是半生关系 刚刚收服樱花神术的时候 时空灵猫也被收服了 姐 给你看到好东西 想到这里 苏洛立马就把时空灵猫召唤了出来 时空灵猫 140级 传说级 攻击 36万 防御 18万 精神 25万 体质 48万 技能 潜行 灵猫之吻 灵猫加成 被动技能 九死 介绍 一种只有辅助效果的宠物 天地间只有这一只 潜行 让自己的主人潜行更加敏锐 最大高于自身五世纪的目标都不会被发现 灵猫之吻 增加主人的速度 在原有的速度上增加六倍 灵猫加成 将自身伤害以200%的效果 叠加到主人身上 时空灵猫如同普通猫咪大小 但它浑身都是混色的 呆呆萌萌 看起来很可爱 苏冰雪原本只以为这是一只普通的宠物 可看到时空灵猫的技能介绍后 它眼神中顿时就露出了一抹震撼 如果拥有这只时空灵猫 它有信心一击秒杀同等级强者 虽然心动 但苏冰雪还是拒绝了 小洛 这只猫要不还是给你吧 我本来就可以隐身 没必要再用这只猫咪了 姐你放心 我还有呢 这只宠物是专门留给你的 苏洛脸上露出了笑容 然后开始提交契约请求 同时他又从神药界中 拿出了那套幻影战衣 看到幻影战衣的一瞬间 苏冰雪眼神中已经变成了震撼 他惊讶道 小洛 你从哪搞来这么多好东西 姐你就放心拿着吧 我好东西还有很多呢 以后再给你换 那我就不客气了 看到苏洛如此自信的样子 苏冰雪也不再怀疑 直接当场就装备上了幻影战衣 拥有幻影战衣 和时空灵猫的加持 苏冰雪感觉自己现在 实力至少翻了一倍 他对着苏洛神秘笑道 小洛 想不想看看 姐姐现在的攻击力达到多少了 苏洛脸嘴笑了起来 然后开始查看姐姐的属性版面 姓名 苏冰雪 职业 急影刺客 等级 142级 攻击 33万 暴击率 100% 最大暴击伤害 翻十倍最小两倍 精神 31万 防御 28万5000 体质 58万 装备 幻影护手 宠物 时空灵猫 技能 前行 致命一击 闪烁七杀 闪灵步 前行 进入前行状态后 自身隐匿于空间中 免疫任何伤害 增加200%移动速度 致命一击 全力爆发攻击 对敌人造成10倍暴击伤害 闪烁七杀 闪烁七次每次 对敌人造成150%伤害 闪烁期间免疫一切控制 闪灵步 一步可跳跃20米距离 落地后增加300%速度 持续三秒 看着姐姐的属性版面 苏洛立马就对着她 竖起了大拇指 姐 你现在的伤害随便 都能秒杀顶级强者了 苏宾雪脸上 也露出了开心的表情 抚摸着苏洛的脑袋说道 这些都是靠你的 装备加持起来的 姐弟二人寒暄片刻后 富士山上的樱花岛强者 已经死得七七八八了 此时 只剩下一名老狱 和川岛勤子 呆呆地站在原地 八亿大蛇 白虎等宠物 将他们二人包围在中间 并没有立即动手 这些都是苏洛特意安排的 姐 去试试 试试吧 苏宾雪笑着点了点头 然后脸上的表情 逐渐变得冰冷 身体瞬间消失在原地 导主小夕 看到苏宾雪 消失的一瞬间 挡在川岛勤子身前的老玉 顿时脸色大变 可是这么近的距离 对于苏宾雪来说 瞬息即到 在老玉声音还没喊完时 川岛勤子的身后 已经出现了一柄匕首 不仅是川岛勤子 就连苏洛也愣住了 因为匕首并不是攻击 而是已经攻击完了 随着匕首消失 川岛勤子身上 才冒出来一个巨额的数字 826500 碰 随着一阵白色光芒 将川岛勤子包裹起来 他整个身躯 立马就重重地倒在地上 一击秒杀 看到这一幕 身下的那名老玉 顿时脸色大变 立马施展出火系技能 将自己浑身都布满火焰 与此同时 他的身躯周围 还围绕了一层巨大的火焰弹壳 将他护得严严实实 苏洛死死地盯着老夫人 生怕错过了精彩瞬间 就在这时候 虚空中突然传来了苏冰雪的声音 小洛看好了 我要动手了 声音落下时 老玉身后的空间中 一柄匕首突然从虚空中出现 在匕首出现的一瞬间 顿时就化作一缕寒芒 直指老夫人的后脑勺 只会隐藏在暗处的卑鄙家伙 感受到身后传来的阵阵寒意 老玉脸色一白 立马又要施展技能 但是幻影匕首已经刺穿了他的眉心 这种战斗太简单了 一般情况下 我都懒得动手 让别人来练手的 苏冰雪出现在原地 同时手里不知何时 已经拿起了一块白布 正在擦拭手里的匕首 看着姐姐如此强横 苏洛心里也暗暗有些惊讶 行了 咱们下山吧 龙前辈他们现在应该也差不多了 收起匕首之后 苏冰雪才对着苏洛伸出手 走吧 苏洛收起宠物后 立马将自己的手递了过去 就像是小时候一样 任由姐姐拉着自己往前走 这一刻 他感觉自己心里 拥有着满满的安全感 樱花很美 可惜却被苏洛收入囊中了 此时的富士山顶 已经成了一片废墟 苏洛扭头看着富士山顶 缓缓冒出的黑烟 似乎心有所感 直接将朱雀放了 出来 小洛 你还想干什么 放得大烟花 苏洛淡淡一笑 然后继续牵着苏冰雪往山下走 只有朱雀飞快地朝着火山口靠近 二人抵达山下的时候 整个地面突然开始晃动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 龙占天等一众强者 都用怪异的眼神 看着苏冰雪和苏洛 龙占天皱着眉头 满脸苦笑道 你们把富士山引爆了 引爆一个富士山而已 你们要是觉得不满足 我还可以把樱花倒沉海 苏冰雪强势地挡在苏洛面前 哪怕是面对龙占天和龙国八大店主 他依旧没有半点讨好的意思 你这小丫头 我们又没有怪你们的意思 真是个冰块一样的家伙 人群中一名店主笑着说道 同时其余的人也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众人都了解苏冰雪的脾气 除了对苏洛之外 对任何人他都冷冰冰的 甚至来之前 赵九霄不让他单独行动 他还和一国之主赵九霄杠了起来 龙前辈 如果要把樱花倒沉海的话 我倒是能注意一臂之力 苏洛脸上露出了笑容 同时伸手召唤出了海洋灵妖 海洋灵妖是谁属性宠物 毁掉一个樱花岛 只是时间问题 算了 我们该报的仇已经报了 现在这个岛 该跟我们龙国地图合二为一了 那现在咱们做什么 回去 有人开口问道 龙战天顿时就大笑了起来 对着所有人呵斥道 你们是不是傻子 咱们这么辛苦 除了报仇之外 你们就不能想点别的 想什么 当然是樱花岛的国库 提到樱花岛的国库 所有人都变得兴致勃勃起来 包括苏洛心里 也暗暗有些激动 毕竟当初赵九霄对自己承诺过了 只要拿下樱花岛国库 可以让自己优先挑选 而这一战 自己立了大功 优先挑选战利品 是理所当然的 此时的富士山脚下 整个京都街头已经空无一人 所有樱花岛援助居民 都躲在家里不敢出来 其中有一些老兵 都想到了之前侵略龙国时 自己等人的所作所为 所以此刻 所有樱花岛人都担心 龙国以牙还牙 像他们以前那样报复回来 这些小日子 还真是胆小如鼠啊 原本还以为有一场血战呢 没想到这么轻松就拿下了 龙战天走在街头 骂骂咧咧地 拿着一块破布 擦拭着手里的战剑 身后则是跟着一众战士 这时候 那名光头胖子 顿时就别嘴讽刺道 今天这么顺利 你难道还没发现 有什么问题吗 什么问题 龙战天满脸猛逼 这时候 苏洛见过一面的那名 道人模样的强者也开口了 他很认真地说道 今天能这么顺利 多亏了苏洛小友 我估计樱花岛的强者 全部都是他解决的吧 此话一出 现场顿时就安静了下来 只剩下密密麻麻走路的声音 一些没见过苏洛本人的强者 纷纷侧目 看向苏洛 同时又将目光放在龙战天身上 想看看这件事是不是真的 对啊 龙战天一拍脑门 恍然醒悟到 今天确实没看到樱花岛的强者 反应过来后 龙战天立马将目光放在苏洛身上 问道 小苏 樱花岛的强者 是不是全被你解决了 大部分是 我姐后来帮忙杀了两个 苏洛咧嘴笑了起来 露出了满口的白牙 听到这话 周边众人顿时就瞪大了眼睛 想要查看苏洛的属性版面 却发现他已经隐藏了 苏小有距离现在 觉醒才一年不到吧 早就听闻苏将军大明了 今日一战 算是给我开了眼了 龙国有苏洛 算是我们龙国的福气啊 一会儿拿了樱花岛的国库 一定要让老赵多给小苏分点东西 一众强者都对着苏洛 露出了友好的笑容 面对大家的好意 苏洛都一一回应 同时他也知道了 那名道人模样的老者 名为赵仙和 而那名酷似弥勒佛一样的男子 叫做王大仙 这个名字比较奇特 苏洛只是谦虚地叫了一声 王前辈 赵前辈 此时 整个樱花岛都已经被龙国的 众多强者控制住了 国库的位置也被调查出来了 就在京都会议大厦的地下室 只不过没有钥匙 很难打开国库的大门 一行人盯着那扇厚重无比的大门 开始郁闷了 这扇大门看似脆弱 但若是强行破坏 里面的宝物要么被转移走 要么就会被自动摧毁 拿不到钥匙 就只能望阳心探 怎么办 王大仙皱着眉头 看向龙战天 妈的 樱花岛的人真他妈不是东西 龙战天骂骂咧咧咧地 跺着脚竿着急 赵仙和作为人群中 最为年迈的老者 他略加思索 立马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只不过是苦肉计 我有个办法 可能要见血才行 赵仙和目光灼灼地 看向周边的居民区 老赵 你特么有玩苦肉计啊 龙战天脸上露出一抹笑意 然后吐了口唾沫冷笑道 不过在这个地方 玩玩苦肉计也是应该的 听着几个老家伙的对话 苏洛和一众年轻的战将 都满脸猛逼 神特么苦肉计 现在这种情况下 龙国拥有绝对的优势 干啥要用苦肉计 嘿嘿 你们不懂吧 龙战天看到苏洛 和一些年轻人 满脸猛逼的样子 顿时就笑了起来 来人 去吧周边的居民 全部都聚集过来 随着龙战天一声令下 无数龙国转职者 纷纷出动 同时分布在 樱花岛各个城市的战士 都收到了同样的命令 足足过了两个小时左右 京都樱花岛子民 几乎全都被聚集在了 一片空地上 所有人被龙国战士围在其中 一旦有人反抗 立马就会被打成肉泥 这样的情景 不停地在樱花岛各个城市上演 直到人都聚集得差不多了的时候 龙战天才冷冷地对着 众多樱花岛人宣布说道 所有人都听好了 我们是龙国的人 不想滥杀无辜 现在只要你们交出 国库大门的钥匙 就放你们一条生路 要不然国库 我们就不要了 直接把你们杀光 说着龙战天 更是直接朝着前方 横着劈了一剑 犀利的剑气 顿时就将前方 十来个樱花岛人拦腰截断 如此血腥的场景 顿时吓得周边的人 连连打哆嗦 整个现场一片凝重 但却没有人开口说话 看来确实要给你们点好果子 吃吃才行了 龙战天冷冷一笑 然后转身看向了周边的部下 直接命令道 从现在开始 各个城市 每隔一分钟杀十个 直到他们 愿意交出钥匙为止 十分钟之后 要是还没人交出钥匙 就特么全部杀了 狗日的小日子 苏洛和几个年轻的战将 均是面面相去 苦肉计 原来是在别人身上 施展苦肉计 只是老大爷脱衣服 一套又一套啊 等等 就在龙战天下达命令后 立马就有人举起了双手 我知道要是在哪里 一名二十来岁的小姑娘 从人群中挤了出来 此时的她 脸上挂满了泪水 看向龙博众人时 眼神中 更是露出了疯狂的仇恨 要是实力允许 估计她绝对不会 这样束手就擒 龙战天和几个老伙计 相互交流了一番眼神后 才冷冷地看向那名女孩 冷声问道 要是在哪里 在楼顶 女孩伸手指了指挥一大厦 又说道 就在岛主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带路 龙战天战舰 直接架在她脖子上 没有丝毫的怜香惜玉 在女孩的带领下 众人很顺利 就拿到了国库大门的钥匙 轰隆 随着一声巨响 樱花岛的国库大门 算是正式打开了 映入眼帘的不是宝物 而是各种各样的通道 每一个通道上方 都写了不同的分类 装备 药材 材料 药水 各个通道都代表了 各种不同的资源 龙战天当场就让几个店主 带领着人 涌入了不同的通道 本来她也给苏洛安排了一个通道 但是对于搜刮财物 苏洛并不感兴趣 现在她该有的都有了 樱花岛国库里的东西 她也不是很稀罕 等到众人走远后 龙战天才小声地 对苏洛吐槽道 你傻呀 这种都是捞油水的时候 你要是去了 看上什么随便拿 看到苏洛满脸平静 龙战天顿时就露出了 恨铁不成钢的表情 看到龙战天那 快要喷火的眼神 苏洛顿时就苦笑了起来 龙老爷子的心思我知道 但是我现在感觉不缺什么 苏洛脸上露出尴尬的表情 但是很快 她又意识到这句话不对 似乎有点装逼的成分 龙战天上下打亮了苏洛一眼 虽然看不到苏洛背包里的东西 但她能看到苏洛身上的装备品质 过了片刻后 她才目瞪口呆地看着苏洛 质问道 你一个玉兽师穿着骑士套装 哦我想起来了 前段时间千鸟秘境 需要穿骑士套装 但是 你刚刚在富士山顶 都是穿的这个 很快 龙战天又意识到了不对劲 用一种看怪物的眼神 看着苏洛 玉兽师就算不是主战职业 但也得远程施展点法术技能 辅助一下宠物吧 这家伙竟然穿一套骑士装备 硬砍 一时间 龙战天发现 苏洛不简单 苏宾雪也不简单 这苏家姐弟俩人 就没有一个是简单的 半个小时之后 所有搜刮东西的将士们 都出来了 龙战天取出了一个 特殊的仪器摆在门口 可以检测到所有人的背包 以防有人私藏 把所有东西汇聚在一起之后 众人才缓缓地 退出国库大门 苏宾雪静静地 走在苏洛旁边 同时不动声响地 触碰到了苏洛的手背 他小声说道 给你个好东西 就能够在任意地方激活 然后传送到提前定位好的地方 神级传送时也很稀有 任意一个国度都拿不出20枚 可见其罕见程度 姐 你从哪弄到的 苏洛好奇地盯着苏宾雪 刚刚龙战天在门口检测 他也是从仪器扫描中经过的 龙老爷子开了后门 不过里面实在是没啥好东西了 我才拿了几个这个 几个 苏洛眼神中露出一抹惊讶 然后又笑了起来 姐姐果然也不是善良的茶 这样我就放心了 回城的路上欢快了许多 苏洛和药神帮的众多人待在一起 苏宾雪则是站在旁边静静地看着海面 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甲板上 打了圣仗的将士们欢快地唱着歌 庆祝着这次的凯旋 至于樱花岛 赵九霄已经安排人过来接手了 从今以后 樱花岛就是龙国的领土范围 回到龙国后 苏洛和姐姐待了一天之后 便立马回到燕兜了 如今的他已经容身成为大二的学长 抵达学校的时候 正好看到无数大一新生前来报到 对于这一切 苏洛只是稍有感慨 然后便立马钻进了青龙院 回来了 院子里 无用正捧着一个茶壶 在往里面关热水泡茶 似乎知道苏洛会回来一样 在无用旁边 还坐着一个身影 赵九霄 此时他看向苏洛的眼神已经变了 满脸都是笑容 完全没有一个国主该有的气势 这次樱花岛之战的事儿 我听说了 你可是有大功劳啊 以一人之力 斩杀了樱花岛六七个顶级强者 搅了他也浑然不知 一个人斩杀六七个顶级强者 是150级以上的吗 无用两只眼睛瞪的滚圆 目光不停地在苏洛和赵九霄身上徘徊 赵九霄笑眯眯地不说话 也将视线放在了苏洛身上 师尊 赵前辈 我也就是运气好而已 苏洛尴尬地笑了笑 对着两人行礼之后 才坐在旁边的凳子上 两个老头都没有说话 只是眼神中露出了震撼的表情 运气好能斩杀顶级强者 而且还是六七个 从背包里取出一个崭新的茶壶重新弃茶 赵九霄则是笑着拍了拍苏洛的肩膀 赞叹道 这次行动 你算是让我们一众老家伙 看清了你的实力啊 以你的功勋 可风占江 过几天就给你举行大会吧 啪哒 无用手里的茶壶又碎了一地 苏洛也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但很快 他就想到了赵九霄的目的 无非就是想用钱拳 来稳住自己安心在龙国 不然的话 上次樱花倒开的筹码也很诱人 那我就确实不公了 为了让赵九霄安心 苏洛也没反对 立马就点头答应了 闲聊了一会之后 赵九霄便起身离开了 而无用则是眼巴巴地看着苏洛 大笑道 小洛 你手里的零售单还有没有 我打算去冲击一下副本 试试 还能不能突破 说到突破二字时 无用眼神中露出了一抹悲凉 转职者提升实力的巅峰时期 几乎全都是在年轻的时候 到了老年 系统机制下经验职汇变得很少 甚至完全没有 所以 这也导致了一众老一辈的强者 大多数都止步不前 师父 你就安心养老吧 一切还有我呢 苏洛笑着安慰了一句 但也没有吝啬 直接从背包里取出了一个袋子 里面有一万颗零全单 每一颗能为宠物增加一万点经验值 又让你破费了 无用尴尬一笑 摸了摸口袋发现 没什么好拿得出手的 便善善一笑 立马离开了院子 如今 他已经达到了八十九级 三足金屋才 只有八十一级 这些灵圈单 能给三足金屋提升 很大一部分等级 无用离开后 苏洛又在院子里转悠了一圈 然后才回到房间 开始倒顾神兽单的事 此时的神药界中 已经和外界 现实世界 没什么两样了 蓝天白云 青山绿水 一切环境应有尽有 苏洛静静地站在河流边缘 打量着神药界中的环境 无数流水一条条 整齐有序的水渠 被引入药田灌溉药材 这一切 都是亡灵巫师分布的 作为神药界中的界灵 他能够轻松划分 甚至是设计神药界中的 一草一木 这也多亏了 骷髅仆人没有自主意识 要是换做普通人 恐怕立马地 给他立个神坛供起来 药田周边 全都是骷髅仆人 来往忙碌的身影 大多数都扛着锄头 或是水桶 心情操劳 虽然刚开始苏洛觉得 骷髅仆人相貌丑陋 但现在 看着他们 却有种莫名的亲切感 仿佛他们就是自己的子民一样 这个世界 越来越有意思了 苏洛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然后才缓缓地朝着 炼药房区域走去 炼药房区域 宛如外界的工厂一样 一个个房间 整齐有序排列整齐 每一个窟窿 炼药师都拥有单独的房间 在房间外面 还有一个巨大的橱柜 柜子里 摆满了各种药材 现在大多数炼药师 都还在炼制零全单 大型体力恢复 药剂和大型精神恢复药剂 每炼制一次 他们就能够提升一些熟炼度 没有瓶颈限制 只要炼制的药剂 够多熟炼度充足 这些骷髅 炼药师早晚都能突破 成为神级炼药师 苏洛心情十分愉悦 走到旁边一间 空着的炼药房时 才停下参观 静止走了进去 主人 你要开始炼制神兽丹了吗 亡灵巫师被召唤出来后 立马就兴奋地围着苏洛飘了起来 药材都准备好了吗 苏洛静静地看着他 同时自己也从背包里 取出了炼药所用的药顶 最先种下的一批药材 已经快成熟了 不过 我能利用特殊的力量 加速立马成熟几套药材 亡灵巫师说完便飘了出去 不到一分钟时间又冲了进来 进入房间的刹那 他立马就取出了一大堆新鲜的药材 主人 一共催熟了六套药材 您先试试呗 说话时 亡灵巫师嘴里 流出了晶莹剔透的液体 这哪是试试啊 分明就是 你小子嘴馋了 苏洛翻了个白眼 没有戳穿他的心思 苏洛取出早已准备好的 几株南海七彩珊瑚花 然后直接开始施展神级炼药术 随着神级炼药术施展开来 苏洛整个人 立马进入了一种平和的状态 仿佛炼药天赋 是与生俱来就会一样 在这种状态下的苏洛 在炼药界 几乎是巅峰存在 区区神兽丹不过二 取药 烘干 墨粉 各种流程 行云流水般顺畅 上千种药材 很快就被全部初步加工完毕 紧接着是逐步添加 药材融合 整个炼丹房内 逐渐飘起了一阵震药香味 馋的亡灵巫师 几乎是晕头转向了 随着一朵 南海七彩珊瑚花的加入 房间内的药香味顿时 就升华到了一个 极为浓郁的地步 太他妈的折磨人了 亡灵巫师 暗暗骂了一声 然后转身 就冲到了药田里 开始干起了浓活 一直持续到傍晚 所有神兽丹才加工完毕 苏洛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然后摇晃了一下 手里的玻璃瓶 里面装着七颗 淡金色拇指大小的药丸 隐隐中能看到 这些药丸身上 似乎在冒热气一样 成功率太小了 不愧是神级药丸 看着手里的七颗神兽丹 苏洛心里 感觉成就感满满 这七颗虽然少 但拿到外面去卖 加起来 至少也能卖出一个亿 虽然只能给宠物 增加140万经验值 但物以细为贵 除了这七颗 恐怕整个世界 也找不出几颗了 主人 成了没 感觉到那折磨人的香味消失了 亡灵巫师 才兴致勃勃地 冲到苏洛面前 舔着脸问道 成了 苏洛白了他一眼 然后又走到了中间的空地上 八异大蛇 依旧在滋滋不倦地 吃着灵犬丹 其余的宠物 也都在不停地增加经验值 看到苏洛过来 他们心里 都猜到大概是什么事了 都眼巴巴地望着苏洛 心生反骨的八异大蛇 此时也和其余宠物差不多 原本凶猛无比的一双树桶 此时充满了期待的神色 这是我新炼制出来的神兽丹 你们尝尝吧 说完苏洛 便给每只宠物都丢了一颗 主人 还有我 我的呢 亡灵巫师立马就冲到了苏洛面前 双手插腰质问道 青龙 白虎 玄武 朱雀 三足金乌 海洋零 八异大蛇 这几只宠物都有 唯独他没有 只有七颗 你等下次吧 苏洛一巴掌将他拍飞 然后静静地等待着 检测到宠物 实用神兽丹 反馈经验值加200000 检测到宠物实用 恭喜您 等级突破到135级 无数系统提示声音响起 苏洛心里就毫无波澜 不就是升个级吗 自己现在有时间了 想要升级 还不是轻轻松松 不过 苏洛还是开始 查看自己的属性版面 毕竟现在135级了 距离150级越来越近 到时候进行三转之后 能让战斗力 变得更加强横 姓名 苏洛 职业 御灵师 等级 135级 攻击 21万 精神 22万 防御 108 5000 体质 1675300 装备 燃魂战剑 燃魂头盔 燃魂胸甲 燃魂护手 宠物 朱雀 青龙 白虎 玄武 冥界之主 技能 火皇扑杀 凤凰焚天 三昧真火 万物灼伤 状态 加防御 加体质 加8800秒 体质恢复 状态来源 玄武 樱花神术 看到属性版面 更新了状态 显示之后 苏洛心里暗暗扎折 防御和体质共享也就罢了 樱花神术每秒 恢复8万多的血量 比喝什么体质 恢复药水都逆天 这要是被别人看到了 不得极度的双眼发红 王林巫师依旧在叫嚣着 要让苏洛给他也练制一颗 苏洛却再次给了他一巴掌 这家伙浑身都是骨头 扇一巴掌 苏洛感觉自己手都快废了 你赶紧想办法 把药材弄好 等下次直接给你们管保 苏洛留下一句话后 便直接离开了神药街 砰砰砰 苏洛的身影刚出现在房间内 就听到门外传来了一阵敲门声 打开门时 外面站着一个皮肤有黑 身材魁梧的年轻人 这特么不是周铁生吗 他什么时候 还学会敲门这么礼貌的行为了 苏洛黑着脸开门之后 便直接转身在院中的石桌旁边坐下 盯着他笑眯眯道 咋回事啊 敲门也不吭声 我还以为是来讨债的呢 嘿嘿 罗哥 最近不是听说你回来了吗 我打算让你来接管帮派 我得出一趟远门 周铁生咧嘴一笑 然后又站在原地不吭声了 咋回事啊 苏洛脸上依旧带着笑容 同时从背包中取出了之前 他画的那张撕了一半的纸丢在桌面上 周铁生看到纸张时 眼神中露出一抹茫然 但依旧笑嘻嘻地看着苏洛 直到这时候 苏洛心里也明白了 这家伙十有八九也是周铁生弄的替身 按照周铁生的尿性 要是真是本人在场的话 估计他恨不得拿出放大镜 来对比一下纸张的契合度 但是现在 这个周铁生似乎不知道 这半张纸是咋回事 默默地把纸张拿回手里之后 苏洛脸上立马就露出了 更加热情的笑容 说道 行了我明白了 你这小子是想偷懒吗 嘿嘿 洛哥我是真的有事 那你去吧 以后帮会的事我先管着 周铁生咧嘴一笑 然后转身就走 临走时还不忘帮着 苏洛把门重新关上 看到这里 苏洛心里顿时就更加确定了 这家伙一定是替身 之前自己去樱花岛的时候 也是替身 不过苏洛明确规定了 替身只能待在炼药施工会 外人问起 就说是在炼药 而现在自己回来了 那句替身也被赵九霄叫走了 周铁生这家伙也够神秘的呀 之前在千鸟秘境碰到的那个胖子 该不会就是他吧 不过这么久了 就算是他乔装打扮参加千鸟秘境 现在也应该早就到家了呀 苏洛揉着脑袋露出了头疼的表情 然后又拿出手机 给王莽叶灵月等人发消息 约他们在学校门口的咖啡店见面 苏洛到地方的时候 王莽叶灵月和周兰三人 已经到了点好咖啡就等着他了 看到苏洛出现 三人脸上都露出了激动的表情 叶灵月满脸不乐意地说道 你这家伙怎么回事啊 上个月我过生日叫你来 你竟然死活都要待在炼丹坊 太让本小姐伤心了 说出这话时 叶灵月脸上虽然带着笑容 但眼神中却有一抹失落 对呀苏洛 是不是没把我们当朋友 周兰也立马开口打去 作为女人 她能敏锐地察觉到叶灵月的情绪变化 苏洛甘尬地笑了笑 然后坐在旁边捧起咖啡 喝了一口 然后才开口说道 抱歉啊灵月 我这段时间都没在演奏 放屁 你明明就在练药师公会 那天晚上你怎么说的 说什么 在研究一个很重要的药方 我让你亲我一下 作为生日礼物 你都不愿意 说到这时 叶灵月也懒得掩饰了 眼神直勾勾地盯着苏洛 满是失望至极的表情 呃 亲哪 苏洛顿时尴尬了起来 那只是个替身而已 她要是敢做出越界的行为 别说自己不会放过她 估计赵九霄 都能亲自弄死她几百次 咱们是朋友 你还想亲哪 看到苏洛语气缓和 并没有那天那么强硬 叶灵月脸上 顿时就露出了一丝红韵 要不这样吧 晚上我请你们吃饭 咱们重新聚一聚 为了表示歉意 这也是苏洛最大限度能做的了 叶灵月的心思他明白 但是苏洛却还没有谈恋爱的打算 为了让大家心里不产生误会 苏洛也直接将自己卧底 樱花岛的事说了出来 他和我们打招呼了说 要离开燕斗一段时间 还说你允许了呀 叶灵月满脸茫然 然后又震撼地盯着周兰 问道 你现在这个哥哥 该不会也是个替身吧 一时间 所有人的目光都凝聚在周兰身上 他眼神闪烁 最终还是架不住逼问 无奈道 我哥也去了千鸟秘境 和你时间差不多 那他怎么还没回来 苏洛满脸疑惑 同时也更加确定了 上次千鸟秘境碰到的 那个龙国胖子 就是周铁生 估计是事情还没办完吧 周兰叹了口气 对于自己哥哥周铁生的事 他知道的也不是很多 众人沉默了一会儿之后 苏洛便带领着他们 去了一家饭店聚餐 吃完饭即将告别时 叶灵月才满脸严肃地 对着苏洛说道 对了 刚刚有件事忘了告诉你 一说到这里 站在旁边的周来也走了过来 眼神中是止不住的兴奋 什么事啊 最近昆仑山那边 有个流云秘境即将开启 对法师和辅助 有很大的经验加成 我和兰兰都打算去试试 对啊 要是我们再不努力 就要被你越甩越远了 周兰也意味深长地说道 放心吧 无论如何 我都是曾经那个我 苏洛咧嘴一笑 又交代道 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回到青龙院时 天色已经开始逐渐暗淡了 学校操场上 到处都是来回穿梭的新生 林荫下则是一对对约会的小情侣 苏洛一边打量着学校的变化 一边快步朝着自己的宿舍走去 推开院子的大门 苏洛顿时就露出了生无可恋的表情 因为此时院子里开着灯 石桌旁边还坐着一个人 此时正在慢悠悠地拿着围棋在自己玩 看他那样子似乎来了好一会儿了 赵前辈有什么事 给手机上通知我一下就行了呀 不用这么麻烦的 苏洛满脸无奈地说道 实际上心里已经在暗暗骂娘了 感情这大门 这院子都是装饰品啊 你这小子 让老夫等你等的好苦啊 赵九霄摁下一枚棋子后 才兴致勃勃地问道 会不会下 来一局 既然是赵前辈相邀 那就来一局吧 下棋途中 两人时不时地也会闲聊一下 大门并未关闭 来往的新生中 也有人住进了青龙院 当看到有学长 在陪一名老年人下棋时 他们都不以为意 可有人却看出了不平凡 你们快看 那个前辈 好像书上的一个人啊 有人惊讶地开口说道 像谁啊 我们龙国的现任国主赵 赵前辈 你别说 还真挺像的 据说赵前辈 偶尔会来验斗 找大名鼎鼎的苏学长谈事 那个年轻人 该不会就是苏学长吧 应该是了 看起来好年轻的样子啊 瞎说什么呢 人家本来也才该大二好不好 路过的新人 用崇拜的眼神 看着苏洛 然后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当然 这些新生中 大多数都是主战职业 御寿师职业的转职者 一个也没有 毕竟不是谁都能 以御寿师的身份 杀进青龙院来住 下了一会儿气之后 天色已经彻底寂静下来了 赵九霄从背包里 取出一张报纸 放在桌上 这是什么 索罗满脸疑惑地拿了起来 借着院子里 微弱的灯光 能看到上面的文字 大致意思是 美利国联合了西边七个国度 打算拿下龙国 用他们不讲理的方式来说的话 大概意思就是龙国动了樱花岛 那么其他国家 也有资格讨伐龙国 现在国外已经传开了 不久他们就会杀过来 三个国度打头阵 美利国联合其他四个强国 作为后手出击 说到这里时 赵九霄脸上出现了一抹焦虑 双手撑在石桌上揉着太阳穴 露出了一副头疼的样子 那我们要怎么做 苏洛抬起头 满脸认真的看着赵九霄 我们怎么做 赵九霄脸上露出苦笑 解释道 现在龙国人心不齐 八大殿主没有一个人 愿意带头冲锋 他们都老了 想着安稳活到退休 真到了打打杀杀的时候 不少人都会打退堂鼓 说到这里 赵九霄从背包里 拿出了一壶茶叶 然后凭空就往里面倒入了开水 不化院子里就茶香四溢 但他却没有心思喝茶 苏洛低着头盯着棋盘山的残局 脑子里却在飞速运转 他知道赵九霄不会平白无故地告诉自己这么多 说出来 很显然是希望自己能帮他排忧解难 兵来将党水来土掩 总不可能什么也不做吧 苏洛皱着眉头看向赵九霄 堂堂龙国若干人数的大国 那么多年都过来了 现在兵强马壮人才辈出的时候 怎么可能会认输 对啊 不能什么都不做 赵九霄脸上挤出一次笑容 然后用开玩笑的口吻说道 现在你是龙国的最强者 所以我希望你能挑起这个大量 苏洛挑了挑眉头 心里暗暗有些惊讶 不过很快他就释然了 老一辈的转职者 大多数都只有一百五十多几 论实力论心气都已经老了 现在论战斗力 还真没人能比得过自己了 如此泱泱大国八大殿主 十八大战将近无一人能挑起这个大量 一时间苏洛感觉气血有些上头 内心更是充斥着一股无名目火 视若就要挨打 如果自己都不愿意站起来 那一辈子就很难站起来了 如今危机在即 自己就算是再怎么怕麻烦 也不能不站出来了 沉思片刻后 苏洛才目光沉稳地看向赵九霄 问道 我要怎么做 大型战争需要筹备很多事情 西方八国目前还不可能冲过来 我们还有充足的时间准备 过几日我找个合适的日子 直接将你任命为龙国第九大殿主 到时候无论是权力还是便利 你都仅次于我之下 只要是对抗有力的 无需问我 说完赵九霄便起身缓缓地走出院子 留下苏洛愣在原地了 仅次于赵九霄之下 听起来貌似权力很大 实际上赵九霄做什么事情 也需要八大殿主商议 并不是他的一言堂 算了 到时候再说吧 苏洛叹了口气 把桌子收拾干净之后 又关好门之后 才回到房间休息 夜里月色如水 苏洛躺在床上 却怎么也睡不着 打开灯后 他从背包里取出了一张表格 上面密密麻麻 记载了一些东西 这是神药界中 骷髅炼药师 各个等级数量的名单 目前所有骷髅炼药师中 圣级炼药师不超过十个 神级炼药师更是一个都没有 就算最快 也要一个月 才有可能诞生出一名 神级骷髅炼药师 再加上炼药师协会中的人境界 也十分低下 想要提升大家的综合战斗力的话 药剂这方面 是绝对跟不上的 一时间苏洛不经 也感觉有些头痛 本来他只需要管好 自己就行了 但是现在 被赵九霄予以重任之后 不得不考虑其他人了 天亮后 苏洛立马赶到了炼药师协会总部 蒋星河正在办公室 对着众多管理层人员开会 看到苏洛来了 他立马停止会议 一路小跑 从主席台走到了门口 会长来了 有什么指示吗 如今苏洛的名声 在龙国越传越大 蒋星河对苏洛的态度 也越来越谄媚 别看一把老骨头了 点头哈腰溜须拍马 这一套 在苏洛认识的人当中 战区的人 都在我们工厂下了大量订单 我在研究 怎么快速完成这些单量呢 蒋星河一五一时地交代着 苏洛点了点头 让他继续开会 自己则是静职 去会长办公室等他 半个小时后 蒋星河一路小跑 屁颠屁颠地 跑到了炼药师协会会长办公室 如今的办公室 已经被装修得焕然一新 甚至桌子上 还放了一套 崭新未拆封的茶壶 进门后 蒋星河也不说话 只是拿着茶壶 开始泡茶 西方组织了一个 屠龙联盟的事 你听说了没有 苏洛手上拽着圆珠笔 眼神平静地 看着蒋星河 听说了一些 但是为了避免 引起恐慌 所以这件事 很少有人知道 那如果我想创建 炼药师学校的话 你觉得这件事 成功率有多大 创建专门的炼药师学校 这是苏洛早 就想做的事情了 药剂昂贵 一般的普通人 根本就消耗不起 所以导致很多 经济条件差的 学生实力 提升速度极慢 想要大幅度提升 综合实力 就必须从药剂开始 听到苏洛想创建 炼药师协会 蒋星河身体 顿时就哆嗦了一下 会长 不是我说啊 创建学校这种事情 太大了 而且这些蛋糕 大部分都是一些 大人物的 蒋星河欲言又止 看到苏洛面无表情 他索性也就直说了 除了龙国四大学府之外 其余的大学 基本上都是私人学校 或者一些 有权利的大人物创建的 其他人想要创建学院 无疑就是 动了这些人的蛋糕 哪怕是苏洛 在蒋星河看来 也成功率不大 那些所谓的大人物 有多大 苏洛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静静地看着蒋星河 直到将他看得 心里发毛之后 苏洛才收回目光 那些人物 有的是战将 其实战将还好 但是一些店主 就不是我们能惹得起的了 店主势力庞大 甚至能和国主较量 说到这里时 蒋星河的声音降低了许多 生怕隔墙有耳 被外人听到了 那如果过几天之后 我即将成为 龙国第九位店主呢 说出这些话时 苏洛脸上的笑容更浓了 那些老一辈的店主 虽然根深蒂固 但在这种紧要关头 想必他们也会卖 自己一个面子 如果非要阻拦 自己也只能用备用方案了 拥有各种高等级的 骷髅炼药师 可以让他们记录出 各种炼药技巧 这种便利 不用就是暴殿天物 总之 炼药师学院必须得建立起来 听到苏洛即将成为 龙国第九位店主 蒋星河脸上的笑容 瞬间凝固了 取而代之的是震惊 但很快他眼神中 又露出了狂喜的表情 那老夫就提前恭喜苏店主了 蒋星河乐呵呵地笑 了起来 一旦苏洛成为第九位店主 他蒋星河对于苏洛来说 虽然不算什么心腹 但自己的身份 也能跟着长一长 这就是所谓的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苏洛坐在椅子上 端起桌上的茶杯抿了一口 然后才将目光 放在蒋星河身上问道 那现在你觉得 开办恋药师学院的话 还需要准备什么 钱的话 我们应该也够 主要是选址问题 这个得找燕斗市长 或者直接找国主都可以 此时的蒋星河 脸上已经换了一副笑容 说到这儿时 更是露出了笑意 毕竟苏洛和赵九霄的关系 不是秘密 有头有脸的人几乎都知道 选址问题 只要苏洛开口 这根本就不是事 那行 我现在就去找他吧 将茶水一饮而尽后 苏洛便起身离开了 龙都 传送镇出口处 随着苏洛的身影 出现在传送镇门口 众多守卫者 立马对他恭恭敬敬地行礼 见过苏将军 你们辛苦了 苏洛没有摆架子 对着众人微微一笑 然后便跟着其中一名守卫者 朝着旁边的专车走去 像他这种身份的人 无论在哪里 只要是龙国范围内 都能得到特殊的照顾 上车后 守卫恭敬开口问道 苏将军 咱们现在去哪 我想去找赵前辈 国主的住处很隐秘 我们不知道 要不我们先去龙家 龙老爷子 肯定能帮您找到国主 行 随着车辆启动 苏洛很快就被送到了龙家 半山腰豪华的别墅门口 站着一排排守卫者 里三层外三层地 将整个别墅包围了起来 苏洛抵达的时候 众多守卫者 立马就戒备了起来 怎么回事 车里坐着的是苏将军 你们赶紧让开 开车的守卫 对着拦路的众人大声呵斥 同时他也在挤眉弄眼 大家都是同僚 没必要真的呵斥 也就做做样子罢了 毕竟龙战天和苏洛的来头都很大 两头他们都得罪不起 苏将军 带头拦路的守卫队 这微微一愣 然后立马就跑到了车窗旁边 尴尬说道 苏将军要不在这儿等半个小时吧 龙老爷子发话了 这段时间 任何人都不能进入龙家 发生什么事了 据说是前几天半夜的事 有神秘人出现 然后龙老爷子的病又开始犯了 不过现在正在用药 行 你们去好好守着 我在这儿等一会儿吧 对于等待一会儿 苏洛并不介意 同时他也更好奇了 龙战天可是158级的强者 还是战士职业 别墅中强者如云 怎么可能又被人暗算了 越来越有意思了 苏洛脸上忍不住露出了一丝笑意 随着越来越强大 他才发现 这个世界似乎真的没有那么简单 就像当初姐姐说的那样 不过苏洛也不打算想那么多 兵来将党水来土野 只要自己强大了 总能解决各种妖魔鬼怪 半个小时过后 龙家别墅大门打开 龙老爷子带领着一众龙家族人 亲自走了出来 看到这么大的阵势 苏洛也立马下车 苏小友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让你在这儿等这么久 龙老爷子热情地上前 搂着苏洛的肩膀 同时带着他往别墅里面走 一众龙家人 也都对苏洛路出友好的笑容 毕竟这次龙老爷子 能够化险为夷 全靠了苏洛之前 炼制的光明神进化药剂 要不然 恐怕今天龙家众人 就得屁麻带笑了 老爷子现在身体无恙了吧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要不是你小子留了些药剂 老头子恐怕撑不过昨晚了 马勒隔壁的 这次我算是看出来 那些人是什么人了 估计就是黑魂门的人 一提到黑魂门 龙占天顿时就开始 破口大骂了起来 毕竟被吓了两次毒 别说骂了 挖他祖坟的心思都有了 这家伙无事不登三宝殿 这次来龙都有啥事 我想见见赵前辈 见他的马 早上刚走 有点事和他商量 同时也想请龙老爷子 帮我参谋参谋 看到苏洛谦虚的样子 龙占天立马就对着一众 龙家族人摆了摆手 行了 你们都下去吧 我和苏小友说几句话 大厅内安静下来后 龙占天才满脸严肃地对着 苏洛问道 你想做什么 我想创办炼药师学院 听到苏洛想要创建炼药师学院 龙占天脸上表情 顿时就变得古怪了起来 但更多的还是兴奋 你等着 留下一句话后 他便起身走到旁边的桌子上 用坐机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响了两声 后他便挂断了 然后又开始气查 片刻后 大厅内亮起了白色的光芒 看到这苏洛也算是明白了 龙老爷子 这是直接通知赵九霄 让他过来亲自谈这件事 老龙 昨晚我才刚回去 你现在又叫我什么事 赵九霄满脸郁闷地看着龙占天 当视线落到苏洛身上时 他脸上顿时就变得愉悦了起来 笑道 小洛 你怎么也在这儿 他来这儿是想找你商量 创建炼药师学院的事 不等苏洛回答 龙占天便率先开口了 赵九霄甘尬地笑了笑 然后一屁股坐在苏洛身旁的位置 一时间也没说什么 随着三杯热茶摆在桌子上 三人的谈话 这才算是正式开始 小洛 你为什么突然想到 要创办学校 都是这么操作的 他作为国主 也都是选择性的看不见 但是苏洛这家伙 竟然当面问自己 这不是让自己难堪吗 赵前辈 龙前辈 你们觉得 我们龙国这么多人 为什么天才很少 两个老人 相互交流了一下眼神 沉默着不说话了 为什么 无非就是资源问题 很多有天赋的平民子弟 虽然觉醒了主战职业 但大部分 都只能在野外刷怪练集 效率低下不说 还充满了各种危险 而有钱有势的公子小姐们 则是可以下副本 各种体力药剂 精神药剂 全都管够 差距也就渐渐地出现了 赵九霄脸上 露出一抹惭愧的表情 白手道 啥也别说了 我可以支持你 但是龙国 目前资金 大部分都要用来 准备战略物资 所以 钱的事我能解决 只希望赵前辈 能帮我规划几块地就行 几块 听到苏洛的口气 赵九霄和龙占天 顿时就傻眼了 二人都惊讶地看着苏洛 你打算创办多少学校 至少要四所学校才行 如果效果好的话 后期会加大力度 那你先说说 你的想法吧 苏洛的天赋 大家都能看到 对于这种天才少年 提出的大胆想法 两人都没有选择反驳 看到他们没有反对 苏洛也就大胆地 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目前 龙国虽然有炼药师协会 但也就勉强能供应上市场的需求 就是因为数量不多 从而导致了各种药剂价贵 不少年轻人 都做不到敞开胆子去炼击 创建炼药师学院之后 苏洛打算用每一所学校 对应创建一座炼药工厂 这样 学校的炼药师学生们 不仅可以上课 还可以周末的时候 去工厂实习 增加药剂数量 毕竟 只有炼药师越多 各个职业的转职者的道路 才能更加坦荡 至于药材 野外的药材已经足够食用了 再加上龙国有大量的药田 每年都要往外出口几千亿吨 这些药材留下来 自己用刚刚好 听完苏洛的提议之后 龙占天眼神中露出了一抹新味 这个建议在他看来是很完美的 甚至早就该实施了 不然龙国绝对不止现在这种样子 这个方法可行 你还有没有其他的想法 赵九霄兴致勃勃地看着苏洛 眼神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其他的想法 苏洛皱了皱眉头 然后从背包里取出了一把暗红色的种子 这是什么 樱花岛的特产植物 御寿师可以使用植物 而且植物没有任何等级束缚 这种也可以大力培养 说完 苏洛又陆续取出了一大堆各种植物的种子 一共加起来足有上千克 种类有一百多种 赵九霄和龙占天 各自拿起植物的种子看了起来 赵九霄眼神中更是露出了惊骇的表情 原来如此 怪不得樱花岛那种弹丸之地 也敢和我们叫板 原来是有这种东西 你还有没有别的想法或者东西 兴奋之余 赵九霄又用炙热的眼神盯着苏洛 没了 苏洛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心里暗暗鄙比试 真当我是白宝箱呢 就这些也足够了 不错不错 我立马就下令下去 一会儿就有人过来 24小时随时替你安排 赵九霄咧嘴笑了起来 然后又从背包里 取出了一个暗红色的旗帜 旗帜上面描绘着龙国目前的地图 不过此时 上面还增加了樱花岛的领土面积 这是神级镇法旗 全世界只有三个 我们龙国有两个 现在这个闺女了 神级镇法旗 需要神级镇法师才能制作 只不过现在这个年头 已经许多年 没有出现过镇法师职业了 你就在这儿等着 最多三个小时 就有人来找你 龙占天迫不及待地交代了一声 然后便立马离开了龙家别墅 他的离开方式依旧很离谱 直接原地消失 苏洛满脸 好奇地打量着镇法旗 一旁的龙占天笑着说道 镇法旗一天 可以使用三个来回 龙国领土范围内 任意地方都可以来去自如 这玩意儿 我这辈子也就用过几天 你小子立了大功 估计这玩意儿是送你了 苏洛笑而不语 目光好奇地打量着 镇法旗的属性版面 镇法传送旗 神级 防御 加1000000 体质 加1000000 传送次数 66 使用等级 零级 生效范围可放入背包使用 介绍 来自于强大的神级镇法师所制作 可在规定区域内任意传送 没施展一次 需要消耗一万点精神值 传送功能虽然简单 但还额外增加了防御和体质 放在背包里就能使用 她的心情很好 但是很快 她的心情又不好了 因为大厅门口走进来了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她还认识 进来的人是冯娇娇 此时的她 穿着纯黑的丝袜 一身黑色职业装 长发扎成了高马尾 略显干脸 随着高跟鞋哒哒哒地走进来 龙老爷子立马给苏洛小声地说了一句 这个女娃子 是海洋地产现在的掌门人 接管海洋地产不到一年时间 直接把公司做大了三倍 现在老赵 让她来和你做搭档 海洋地产算是乘风破浪了 走进大厅 冯娇娇看到苏洛坐在龙占天身边 二人关系似乎很好 使她眼神中露出一抹惊讶 但很快便从容不迫地 对着两人打招呼 冯娇娇见过龙胜 见过苏将军 龙占天笑着摆了摆手 指了指旁边的空位 说道 自己找地方做吧 至于茶水 以冯娇娇目前的身份 能进龙家就不错了 还不够资格喝到龙占天的茶 苏将军 赵前辈让我协助你 创建学院的事 落座后 冯娇娇解明恶药 说出了自己的来意 很显然 在创建学院这方面 二人以后就是搭档了 赵前辈怎么跟你说的 苏洛疑惑问道 同时不动声响地 看了一眼冯娇娇的等级 他本来是水系法师 目前的等级 也达到了四十多级 不算很高 海洋地产旗下的所有产业 都会全力配合苏将军 赵前辈已经给我了一大笔资金 您只需要指点一下 剩下的事我会亲自去办 苏洛点了点头 便不再说话了 赵九霄估计是征用了 海洋地产以及冯娇娇 让这么一个干练的女人 当助手倒也不算太差 苏洛当即就表示了自己的想法 按照龙国面积 城市繁荣程度来平均推算 需要均匀地建造四座 炼药师学院以及工厂 这样一来龙国任意位置的 炼药师转职者 都能够赶往最近的炼药师学院 为龙国药寄库存天砖加瓦 赵前辈已经和我说过了 目前我整了三套方案 冯娇娇笑容不变 直接从手提包里 取出了一个文件夹 三个方案均有验斗 其余的三座城市 相互间隔差距不大 甚至冯娇娇 还刻意把每一个目标城市周边的人口 也都统计了起来 赵前辈还说了 炼药师学院正常运转以后 龙国所有大学的炼药师转职者 都可以无偿转学 阻碍者视为叛国 听到这话 苏洛眼皮子顿时就跳了一下 赵九霄这算是要把宝鸭 在自己身上 一旁的龙占天依旧是笑眯眯的 显然对赵九霄这种做法 十分满意 离开龙家之后 苏洛便直接带着冯娇娇回了雁东 用冯娇娇自己的话来说 他现在就是苏洛的专职助理 他的工作就是跟着苏洛 24小时随时准备执行各种命令 对于这种略带暧昧的话题 苏洛并不截查 只是随意选了一套方案 让他去选择规划地盘 最简单的教学楼 宿舍 办公楼 仓库 炼药房 光是这些东西就要占用不少资源 另外 苏洛还规划了每一所学校 至少要容纳一万人才行 龙国地大物博人也多 四所学校 只是先打头阵 试试效果 如果情况好的话 他会立马加大炼药师学院的规模 争取让每一个转职者 都能有充足的药剂 冯娇娇离开后 苏洛便进直回到青龙院 钻进了神药界中 主人 第一批神兽丹的药材 已经全部催熟了 我是异地能量 也没有了啊 亡灵巫师晃晃悠悠地 走到苏洛面前 他浑身的白骨 由原来的晶莹剔透 变成了现在干扁 暗淡无光 仿佛身体被掏空 大概能炼制多少 一共是八万六千三百多套 另外骷髅炼药师里的 圣级炼药师 已经达到九个了 神迹的目前还没有 药材全部放在库房了 我要去休息一下 说完之后 亡灵巫师便 这两天 红衣女把实力突破了 亡灵巫师这家伙 天天都待在行宫里 不知道在搞什么 白虎语气古怪 其余的宠物们眼神中 也都微微透露出羞涩的表情 很显然不知道 搞什么是假的 具体是搞什么 他们都清楚得很 而亡灵巫师身体被掏空 也是真的 这家伙爱好还挺广泛 苏洛撇了撇嘴 然后便朝着炼药工坊走去 这么多神兽单元材料 他是不打算自己炼制的 自己忙到死 也不可能炼制出多少 苏洛现在只希望能快点出几个 神级骷髅炼药师 这样不仅能帮自己炼制单药 还能给炼药师学生们 留下一些炼药技巧 骷髅炼药师虽然没有感情 但论起炼药 他们却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通过亡灵巫师翻译 对于人族炼药师来说 也有极大的帮助 第二天 苏洛刚起床 就收到了无数条短信 全都是周铁生 叶灵月 龙少辉等熟人发来的消息 苏洛 听说你要创建学校 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为啥突然想起创建学校了 难道你想要创建学校 然后名垂青史 你这家伙虽然会炼药 但是你是个预售师啊 专业不对口 啥时候开业 我把表弟介绍到你们那去 面对众多询问的好友 苏洛并没有给他们回应 而是好奇地打开了 手机网页信息页面 网络各大论坛上 全都是铺天盖地的 炼药师学院即将建造的消息 而且宣传标题是 炼药师学院10天之内就会开张 让所有炼药师转职者 尽快报名 而且炼药师学院的福利 也很强悍 第一 学费全免 伙食全免 第二 没有年龄限制 只要是炼药师 无论年纪大小 一视同仁 第三 采取已公代学制度 炼制的药品学院会基于补贴 第四 没有学年制度 只要成为宗师级炼药师 即可自主选择毕业 或是继续留下 炼药师学院的消息一出 顿时就引起了无数人的拥护 甚至还有人表示 只要开学 一定会第一时间赶去报名 因为炼药师职业 本身就是个烧钱 且前途不是很大的职业 炼药师学院的诞生 对于无数炼药师转职者来说 绝对是天大的喜讯 一夜之间 事情进展就这么快 苏洛脸上忍不住露出了笑容 笑道 这个冯娇娇 有点意思 炼药师学院即将创办的消息 如同飓风一般 在龙国四处蔓延 铺天盖地的广告 打得让人头皮发麻 公交车 地铁站 公交站 甚至各个城市的大楼上 都打上了炼药师学院的广告 之前的地产广告 有多么强悍 现在的炼药师学院广告 就有多么霸道 哪怕是苏洛本人出门逛街 看到这铺天盖地的广告 都要对冯娇娇刮目相看 这女人做地产驱财了 要是早点发现 她有这能耐 挖到炼药师协会的工厂去做营销 估计能让炼药师协会的财富 翻好多倍 广告打出来了 在众多普通人中 顿时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炼药师在这个世界时 并不是罕见的职业 由于培养炼药师 需要大量的财力物理 所以这个职业 也逐渐地有了隐形的门槛 一些穷人家的孩子 一旦转职成为炼药师 就意味着这辈子 注定陆入无为 燕都郊区的平民区里 一个浑身脏兮兮的女孩 正在垃圾堆里 翻找值钱的物品 当她从一张报纸上面 看到炼药师学院的消息时 顿时就激动了起来 她叫阿梅 家里很穷 上学本就压榨 干了家里所剩不多的钱财 一年前转职成为炼药师之后 更是气得家里人 直接将她赶了出来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 没钱没背景 转职炼药师不能炼击 也没有钱培养 找不到工作 相当于陷入了恶性循环 被赶出来后 她就只能减破烂维持生计 甚至存下的积蓄 还被父亲时不时地过来搜刮干净 拿去支援弟弟了 而现在炼药师学院 不要任何费用 就能让她去上学 接受好的培养 无疑是天赐良计 能有苏将军这种人出现 是众多炼药师的复兴 看着报纸上的报名网址 阿梅立马就拿出伤痕累累的手机 登陆网站开始报名 就在这时候 一名村夫打扮的中年男人 捂着鼻子走了过来 阿梅就住在垃圾站 整个城市的垃圾 都会丢在这里统一处理 所以周边的空气臭气熏天 阿梅 伸出手摊着要钱 爸 这几天有个新创建的炼药师学院 正在收学生 不要任何费用 我想去试试 阿梅兴奋地举起手机 给自己的父亲看 手机屏幕中 现实已经报名成功 啪哒 手机瞬间被张大海拍落在地上 直接甩成了两半 他满脸愤怒地盯着阿梅吼道 赚钱就好好赚钱 别一天东想西想的 等你弟弟以后 赚钱有出息了 说不准可以允许你回家住 看你这个鬼样子 臭死了 张大海强忍着恶臭的味道 伸手去阿梅的口袋里 摸出一达皱巴巴的灵钱 随后扬长而去 阿梅脸上的表情凝固了 依旧是笑容 但眼眶中 却有无数泪水在打转 他低下头看着地上 摔成两半的手机 又摸了摸空空如也的口袋 看向张大海离去的背影时 阿梅的眼神 逐渐变得冷漠了起来 你生下了我 现在我也算是还干净了 以后你再敢拿我的东西 我肯定会杀死你 杀你全家 哈哈 阿梅坐在地上大笑 随后又搂着那张报纸 痛哭了起来 阿梅 你怎么了 一个小男孩听到动静 走到阿梅身旁 关切地问道 小孩叫大牛 同样也是 这附近的拾荒者 只不过 他有个疼爱他 剪破烂的爷爷 阿梅没理会他 只是抱头痛哭 阿梅姐姐 你别哭了 以后我一直都叫你姐姐 我再也不欺负你了 给你糖吃 放下一颗糖果之后 大牛离开了 阿梅也起身离开了 从这里走到市区报名的地方 有六十里地 虽然很远 但他一定要去 人麻木得久了 大多数人都不愿意 天上会掉馅饼 对于炼药师学院的事 大部分底层的炼药师转职者 都抱有怀疑的态度 但是龙国人口众多 每所学校一万个名额 很快就被填满了 此时 苏洛正在江城自己的家里 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同时通过手机 查看冯娇娇的各种进展汇报 炼药师学院新生名额已经爆满 四所学校的地点和基础设施 也已经准备齐全了 所有炼药师学院的导师 都是工会的人 再准备几天就能够开始运转了 对于冯娇娇的办事能力 苏洛很是喜欢 这时候 苏冰雪端着一个果盘 从厨房走了过来 看到苏洛脸上洋溢着的笑容 立马也遇到 看把你乐的 我还很少看到你这么开心呢 学院的事总算是有眉目了 我能不开心吗 苏洛咧嘴笑了起来 开心的恐怕不是学院 而是看上了某个人吧 姐 咱可不心开那种玩笑啊 小风挺不错的 办事能力强人 也温柔体贴 你要是看上了老姐 我肯定也没意见 我还小呢 都快要被封店主了 还小什么呀 苏冰雪白了他一眼 苏洛满脸尴尬也不回应了 直接闷着头 拿水果吃了起来 这两天 他和姐姐回江城 是因为收到了赵九霄的消息 店主册封仪式 必须在家乡举行 意味着光中药祖 光药门眉 所以 苏洛和苏冰雪 才有时间回到家里 享受着这难得的慢节奏生活 第二天一早 整个小区门口 都放起了噼里啪啦的鞭炮 紧接着便是 无数带着红花的守卫者 敲锣打鼓地进入了小区里面 周围不知情的街坊 邻居们都还在睡觉 只能睡意朦胧地 趴在窗户上 看望这一幕 大清早的 这是啥情况 要是普通人 大早上放鞭炮 估计得被骂死 这些人可就不同了 人家放个鞭炮咋啦 没看到他们中间的牌匾 上面写着 第九店主两个字呢 店主 卧槽 第九店主 咱们龙国 又有人信封店主了 还是咱们小区的 苏洛和他姐姐 前两天不是回来了吗 众人议论纷纷 但是脚步却很统一 都纷纷朝着楼下冲去 想看看 究竟是苏冰雪 还是苏洛被封店主 毕竟苏家 这姐弟俩人 都不是寻常人能比的 人群中 龙战天手里 拿着信封 和一枚淡紫色印章 满脸好奇地 朝着楼道走去 这就是苏洛的家 地方虽然偏僻了点 但是姐弟俩 都是人中龙凤啊 对于龙战天 这种身份的人来说 已经很多年 没有爬过楼梯了 但是此刻 他却心甘情愿 每爬一层楼 心里都会更加喜悦 因为他是代表龙国 来给苏洛册封店主身份的 随着守卫者 敲响了苏洛家的防盗门 龙战天的心情 顿时就提到了嗓子眼 倒不是因为别的 而是激动 认识苏洛这么久以来 从第一天开始 他就觉得 苏洛肯定能有大作为 如今也算是 自己没看错人 随着铁门缓缓打开 住在苏洛对面的人 也在偷偷地通过猫眼 观看外面的情况 至于为什么不开门看 因为他们不敢 龙前辈 诸位 辛苦了 苏洛穿着一套灰色运动服 神色平静地站在门口 想要迎接他们进去 龙战天却摆了摆手 满脸严肃地 打开了手里的任命书 宣布道 我代表龙国 正式宣布 今日起 封苏洛为第九位店主 维护龙国 守护一方平安 随着龙战天的声音落下 一名守卫者 立马就上前去交接 代表店主身份的印章 苏洛微微躬身 双手接过那枚店主印章 心里是止不住的激动 拿过这枚印章 就代表着他的身份 从此以后在龙国 几乎已经算是站在巅峰了 同时还背负了巨大的使命 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听到苏洛被侧峰为店主了 小区内的人都快激动坏了 有的人甚至直接激动地晕了过去 虽然店主不是他们而是苏洛 但是和店主一个小区 日后出去吹牛 也能高人一等 恭喜你啊小苏 以后有空了再聚 龙战天伸手拍了拍苏洛的肩膀 然后便带着人转身离开 他这次来江城 算是刻意为了侧峰苏洛而来 还得回去汇报工作 所以不能久留 离开小区门口的时候 整个小区已经被围绕得水泄不通了 大家别看了 让一让吧 龙战天笑呵呵地对着众人摆手 他的画像是有神奇的魔力一样 堵在路中间的人群 情不自禁地就让开了道路 刚刚那个老人是谁 看起来好眼熟啊 等到队伍走远后 才有人反应过来 应该是我们龙国的守护者龙老爷子吧 卧槽 我既然见到了老爷子本人 妈妈我出去了 你这算傻呀 我还和苏店主一个小区呢 我就住苏店主对门呢 一个男人兴奋地喊了一嗓子 同时骄傲地扬起了头颅 准备享受着众人羡慕的眼光 但事情并不按照他想的那样发展 哥妈 你房子卖给我吧 这小区五十万一套 哥直接给你一百万 我出两百万 我出一千万 现在就转账都可以 房间内 苏洛坐在沙发上 把玩着手里的紫色印章 心里很是激动 这他妈 可是从战将身份容生成为店主了呀 全天下估计找不出几个人会不激动 恭喜你啊小洛 要是爸妈还在的话 估计会激动地晕过去 苏冰雪坐在一旁 感慨着说道 但更多的还是激动 苏洛成为店主了 哪怕啥也不管 日后也算是一事无忧 不用他操心了 姐 再过不久 相信你也能拿到这个训章了 能拿就拿 拿不到就算了 苏冰雪笑盈盈地搂着苏洛的脑袋 心味道 我弟弟有出息了 以后再也不需要 我保护了 姐 以后我保护你 苏洛册封成为店主的事 像是风暴一样 迅速在各个城市蔓延 一些报了名餐家 练药师学院的人都乐疯了 原本他们还以为 苏洛只是个战将 创建学院可能是为了赚钱 但现在苏洛的身份是店主了 那就绝对不太可能是为了赚钱了 店主的身份在某种意义上 也代表着整个龙国 一言祭出四马难追 此时 艳都交去的村庄内 张大海一家子正在吃饭看电视 电视机里播放着苏洛 任命店主的画面 看到这一幕 张小松脸上顿时就露出了复杂的情绪 他还这么年轻 就当上店主了 我以后 也一定要成为一个强大的骑士 当上店主 对对对 我儿子最棒了 肯定也能成为店主 看到儿子有如此雄心壮志 张大海心里都快乐开花了 爸 我同学约我下个月去刷副本 要六千块钱 六千 这么多 张大海满脸潮红 摸了摸口袋 却只摸出来八百多块钱 这时候 电视机上恰好有开始播放 炼药师学院的招生简章 一家人都看着电视机不说话 旁边一直在忙碌的妇人 这时候开口了 她乐呵呵说道 你不是说阿梅 报名要去炼药师学院吗 这个学院可以以供代学 还能拿工钱 以后小松的学费 可算是有着落了 对对对 她要是愿意供小松上学 以后还能让她喊我们一声爹娘 要是不愿意 我死也不会让她好过的 一个女娃子能有多大能耐 她赚的再多 也是我们家小松 妇人脸上露出鄙夷的神色 张小松也没有反驳 只是大口地吃着肉 还剩下最后五分钟的时候 阿梅才气喘吁吁地 跑到燕兜莲药师学院门口 她身上穿着一件 不合身的白色卫衣 身上的鞋子 裤子都很不合身 当看到新生报 到处光鲜亮丽的众人时 她立马就低下了头 抱歉 我来晚了 周边的人都嫌弃 她身上的味道 但逢娇娇 却面不改色 手里拿着新生报道名单 开始检查 片刻后 她才开口问道 你叫阿梅 先跟我去洗个澡吧 一会儿我再带你 去买几件新衣服 听到这话 原本以为会被拒绝的阿梅顿时 就仰起了头 在她眼神中 绽放出了希望的光芒 报完名后 冯娇娇毫不犹豫地 带着阿梅去了自己的宿舍 先是带她去洗了个澡 然后换了一身 像样的衣服之后 才带着她去商城买衣服 买衣服回来的路上 阿梅已经换上了一套 合身的衣服 此时她眼眶中 布满了一层雾气 紧紧地盯着冯娇娇的背影 姐姐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最终她还是忍不住开口了 同时眼眶中的泪水 也夺目而出 这是阿梅从小到大 第一次穿新衣服 冯娇娇转过身 看到哭得一塌糊涂的阿梅 眼眶也跟着红了起来 她伸手摸了摸阿梅的脑袋 解释道 在你身上 我看到了曾经的我 你以后要好好努力 争取别让姐姐失望 嗯 我一定会努力的 还有苏店主 这一切苏店主 也有很大的功劳 我知道 她是我这辈子 最崇拜的英雄 提到苏洛时 阿梅眼神中 绽放出了一缕炙热的光芒 那也是希望的光芒 此时 苏洛正在神药界中 满脸惊喜地盯着一名浑身 散发着金光 骨头都成了金色的骷髅 炼药师 亡灵巫师 也兴奋地在虚空中 不停地转圈 终于诞生一名神级 炼药师了 主人 以后 我们是不是能实现 神兽丹自由了 自由 一个神级炼药师 你觉得能炼制多少神兽丹 苏洛翻了个白眼 然后仔细地查看着 骷髅炼药师的属性版面 骷髅炼药师 等级 神级 攻击 5 防御 48万 体质 86万 技能 炼药 当前可炼制 初级药剂 中级药剂 神级药剂 介绍 来自幽名的骷髅炼药师 别看他弱不经风 只要不出现意外 他就能成为 神级骷髅炼药师 果然是不出意外 就能成为 神级炼药师 看着属性版面的介绍 苏洛顿时觉得 心情大好 整个世界 恐怕也找不出几个 神级炼药师 至少龙国 现在是没有的 其他国度 应该也很少 甚至是没有 而自己手上 目前就出现了一个 而且以后 还会出现更多的 神级骷髅炼药师 或许龙国碾压事件 命运的齿轮就在这一刻 开始转动了 先让他炼制一下神兽丹 看看产量吧 苏洛提议 亡灵巫师 自然是没什么意见 当即就对着 骷髅炼药师 下达了命令 至于其余的 骷髅炼药师 苏洛也没让他们闲着 反而是命令 他们竭尽全力的 炼制药剂 各种精神恢复药剂 体力恢复 药剂之类的 只要是 能增加熟炼度的药剂 全都可以炼制 离开神药界时 外面已经是傍晚了 苏洛去食堂 简单地吃了个晚饭之后 才回到院子 开始查看 冯娇娇发来的信息 就在这时候 院子的大门 被人敲响了 苏洛皱了皱眉头 收起手机之后 才缓缓走到门口 他本以为是 周铁生或者汪莽 但是来人很罕见 门外站着的 竟然是龙国 目前九大店主之一 王大仙 恭喜你啊 终于提升成为店主了 现在我们算是 平起平坐了 王大仙乐呵呵地说道 同时手里 还拎着一小捆 报纸包着的东西 苏洛愣了一下 然后立马伸手 接过那一小包东西 客道道 王前辈 你有事直接打个招呼就行啊 不用亲自上门的 不亲自上门 怎么祝贺你啊 王大仙笑呵呵地推开门 看了看院子的布局 发现没有客厅之后 便直接坐在了石凳上面 人家千里迢迢 前来祝贺自己 也不能冷落了人家不是 苏洛忙前忙后的端茶倒水 又洗了两盘水果之后 才坐下来 小苏啊 其实我来是想给你提个醒 王大仙满脸严肃 然后抓起一粒葡萄丢进嘴里 这才慢悠悠地说道 你创办恋药师学院的事 赵仙和对你意见很大 以往有人想要创建学校 或者做什么生意 都要内部智慧一下 但是你这事不声不响就做起来了 估计不仅是赵仙和 其余人也有不少意见 他们有什么意见 苏洛忙脸猛逼地盯着王大仙 当然是觉得你不守规矩 同时也不尊重他们 我可是很支持你的呀 无论如何 我都站你这边 说完之后 王大仙咧嘴一笑 又拿着苹果啃了起来 苏洛的脸色 则是逐渐阴沉了下来 王大仙这种笑面服 基本上都是人惊了 一般情况下 不会轻易说什么 他来这儿 或许就是帮忙传话 该说的我已经说了 不过我还是觉得 你小子能干 日后能成大事 那个 我就先走了 你不用送 看到苏洛脸色越来越难看 王大仙尴尬地摸了摸脑袋 又抓了一个苹果之后 才起身离开 苏洛将他送到门口 直到看不见背影了才关门 然后神色阴沉地回到房间里 马勒哥逼得一群老家伙 有事的时候 一个个装死不露头 现在看到我混好了 就开始论姿排呗 排你妹 苏洛感觉自己快要炸了 他甚至觉得 赵仙和这种人 最好是明面上和自己起冲突 然后打起来 这样 自己就能光明正大的 替龙国做掉一只吸血虫 但是事与愿违 这些人不到万不得已 肯定是不会亲自露面的 郁闷了好一会之后 苏洛才重新拿出手机 查看冯娇娇发来的汇报情况 目前 艳兜炼药师学院 已经开始正式启动了 一万名报名的炼药师 全部到位 导师 药材 教学资料 全部都到位了 从明天开始 就能正常上课 另外三个学校 进度大概也能跟上 最多不会超过三天时间 甚至冯娇娇还贴心地 统计了所有学生的炼药等级 大部分都是初始状态 只是初级炼药师 只有一小部分人 达到了中级炼药师水平 整体水平较低 但是也意味着潜力无穷 给他们最好的教程 最好的炼药环境 最好的导师教学 不出一个月 各种天才便能够斩头鹿脚 出路征容 坐到石凳上后 苏洛才想起来 王大仙给自己送的礼物 那一小包 被报纸包裹起来的东西挺沉的 至少有三十斤 以他的身份 送出手的绝对不是凡物 苏洛怀着激动的心情打开 顿时就傻眼了 里面竟然是整整齐齐的 一摞金条 果然不是凡物啊 傍晚时分 就在苏洛打算睡觉的时候 院子的大门又被人敲响了 这次苏洛选择装睡 直接闭着眼睛不理会 但是片刻后他就炸毛了 因为敲门的人 竟然翻墙进来了 洛哥 你睡了吗 一个十分猥琐的声音 从窗户边缘响起 苏洛睁开眼的时候 恰好能看到一个圆胖的脑袋 处在窗户玻璃上 鼻孔直接处成了猪鼻扣的造型 苏洛面无表情地 看着窗外的猪头 内心顿时虽然有些不爽 但也挺无奈的 谁叫这家伙是周铁生呢 洛哥 你咋不说话 我不就是有事耽搁了一段时间吗 难道你有别的好兄弟了 周铁生依旧处在窗户玻璃上 随着开口讲话 雾气蒙上了玻璃 苏洛面无表情地看了很久 然后才无奈骂道 你这家伙有什么事 就不能明天再说吗 非要大晚上翻墙进来 嘿嘿 我都打听过了 你在青楼院我才来的 你要是不在 我还不来了呢 苏洛无奈地起床 打开院子的电灯 然后满脸无语地坐在石凳上 送你个好东西 周铁生咧嘴一笑 直接从背包里 取出了一个巴掌大小的金色大蛋 以苏洛目前的实力 能清晰感觉到这枚蛋是有生命的 似乎还在孕育 随着苏洛的目光放在蛋上 一个简易的属性版面 立马就出现在他的视线中 千星兽蛋 神级 目前状态 孕育中 介绍 遨游于星空中的异兽 成年后的千星兽 能熟练感知到星球中的任何宝物 但是千星兽成长周期漫长 这是他唯一的弊端 看到千星兽蛋的介绍后 苏洛瞬间就挑了挑眉头 对着周铁生审问道 从哪弄来的 嘿嘿 看到苏洛感兴趣 周铁生顿时就咧嘴笑了起来 然后夸张地说道 我去千鸟秘境回来的时候捡到的 当时三十多个人火拼 我好不容易才捡漏 然后又被人追杀了接近半个月 说着他还撸起袖子 展示自己胳膊上的伤口 虽然已经痊愈了 但依旧还有淡淡的疤痕 你果然去千鸟秘境了 苏洛满脸无语地看着周铁生 然后直接把自己背包中的浑石 全部都取了出来 两万六千多颗浑石 在院子里足足摆满了一大堆 直接将周铁生看得愣住了 妈的 你简直不是人啊 周铁生露出一副痛苦的表情 满脸委屈道 我在里面拼死拼活 才拿到三千多颗 你 这是直接去进货去了 只是用了点策略而已 也不轻松 苏洛淡淡一笑 深藏功与名 同时 他也不禁回忆起了 自己在千鸟秘境留下的光荣战绩 这要是传出去 自己指不定 要被人扣上什么老肉的标签 洛哥你太好了 周铁生满脸感动地看着苏洛 胆怯道 我给你送这个蛋 只是想着祝贺你成为店主 但是没想到 你竟然这么有人情味 还给回礼 那我就不客气了 花音落下时 周铁生已经化作一道残硬 在院子里飞快地收取浑石了 浑石对于骑士来说有价无事 一颗浑石就能卖出十几万的刀架 而现在院子里 足足两万多颗浑石 价值连城 本来就是打算给你的 抢什么抢 苏洛白了他一眼 然后美滋滋的地 将千辛兽蛋收入囊中 浑石对他来说没啥用 但是这千辛兽蛋的价值 比起四大圣兽都不相上下 只要把千辛兽培养至成年期 整个世界的奇珍异宝 在自己面前将会无处遁形 就跟画了地图一样 可以轻松找到 而且这千辛兽蛋已经开始孵化了 能省下很多功夫 这个世界的宠物蛋和鸡蛋不太一样 只是开始孵化的时候比较麻烦 就像是一台机器一样 只要激活开始孵化了 就不需要一直孵化 它自动就会破壳而出 周铁生离开后 苏洛也没心情睡觉了 直接就钻进了神药界当中 然后把手里的几只宠物 全都召化了出来 你们谁能看出来 这只蛋还有多久才能破壳 苏洛站在众多宠物中间 指着地上的千辛兽蛋问道 一时间众多宠物都面面相去 王陵巫师更是干脆白烂说道 主人 我是男的 也没生过蛋 这事你得专门问朱雀 小骷髅 你最近越来越放肆了 我说的是实话 实在不行 问三足金屋也行 娇娇 三足金屋发出愤怒的声音 然后 王陵巫师身上的战袍 瞬间燃烧了起来 足足过了好一会儿 众多宠物才安静下来 朱雀和三足金屋 仔细地打量着千辛兽蛋 最终得出了结论 主人 这不是秦内的蛋 应该是兽蛋 我们也看不出来 兽还会下蛋吗 苏洛人妈了 但是这玩意儿 还没孵化出来 就不能直接驯化 最后 苏洛只能把千辛兽蛋收了起来 然后命令他们 全部取吃灵犬丹 之前囤积的灵犬丹 现在还剩下至少三十万颗 全部吃下去 至少也能升一两级 此时 燕都炼药师学院教室里 蒋星河正在亲自上课 所谓的上课 无非就是 教他们炼制药剂 每当有人炼制失败时 炼药炉都会传来一阵爆炸声 同时还会飘散出 无数黑烟 在场的学生们 大多数都是新手 整个炼药房乌烟瘴气 比起战场 还要狼狈 蒋老师 今天的药剂我炼制好了 滚滚浓烟中 阿梅虽然被熏得满脸去黑 但她还是兴致勃勃地 走上了讲台 然后把一瓶中型加速药剂 放在蒋星河面前 你 这么快又炼制 中型加速药剂 蒋星河神色惊讶地 看着面前的小女孩 然后立马拿起药剂 开始检查 这种加速药剂 需要高级炼药师 才能炼制出来 阿梅刚开始上课的时候 还只是初级炼药师水准 可是昨天只上了一天课 她就晋升 成为了中级炼药师 现在又炼制出了这种药剂 很显然 已经成为一名高级炼药师了 这种天赋 她上次看到 还是在苏洛的身上 而现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姑娘 很有可能会追上她的步伐 老师 怎么了 是不是炼制得不好 看到蒋星河盯着药剂不说话 阿梅顿时感觉心里有些发慌 虽然从小到大 都在辱骂和责怪中长大 但是在这儿她害怕被嫌弃 更害怕被赶出炼药师学院 看着阿梅炼制出来的药剂 蒋星河激动的浑身 忍不住颤抖了起来 成为炼药师几十年了 她从来没见过 有谁能够几天 就成为高级炼药师的 除了苏洛之外 她认为阿梅是自己这辈子 遇到过天赋最高的炼药师 直到这时候 蒋星河才明白 苏洛执意要创建炼药师协会的意图 天才 这不就挖掘出来了吗 阿梅 你炼制的药剂很好 是老师失态了 你先去稳定一下 继续炼制高级药剂 明天老师带你去见一个人 蒋星河仓促交代了几句之后 便飞快地朝着仓库跑去 她要亲自挑选一些药剂来考考她 而且像阿梅这种天才 她也不敢随意教导 具体还需要问一下苏洛的意思 第二天一早 蒋星河就带着阿梅来到了艳斗大学 拥有炼药师协会副会长的身份 她很顺利地就进入了青龙院 并且还有人贴心地将一老一少 带到苏洛的院子门口 叶学长在吗 有人找你 进来吧 苏洛此时正在房间内 统计窟窟窿炼药师的境界进度 当看到蒋星河领着一个女生进来时 她顿时就皱起了眉头 觉醒职业的孩子几乎已经18岁了 而阿梅如今已经19岁 她只是一个高级炼药师 在苏洛看来平平无奇 所以才会皱眉头 会长 我有事想和你汇报 蒋星河脸上的笑容如同菊花盛开一般 眼神中更是隐隐有些显摆的样子 进来吧 苏洛隔着门框摆了摆手 同时又深深地看了一眼阿梅 确实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啊 这老头儿在搞什么拐 一时间苏洛也有些迷茫了 蒋星河进屋后又转身把门关上 然后才笑着说道 会长 咱们艳斗炼药师学院出现了一个顶级天才 就是刚刚那个女孩 苏洛好奇问道 对 她只用一天时间就从初级炼药师提升到中级 三天时间内直接提升到了高级炼药师 现在她已经能够稳定炼制高级药剂了 估计再过不久就能直接成为大师级炼药师 三天时间直接从初级提升到高级炼药师 苏洛瞬间就来了兴趣 隔着窗户打量着阿梅 然后才问道 这是真的 千真万确啊 蒋星河连连保证 苏洛这才点了点头 心里也暗暗有些惊讶 这种逆天的成长速度 已经不能用天才来形容了 甚至可以称得上是逆天 就算是酷炼炼药师不吃不喝 只需要熟练度就能升级 也没有阿梅的速度快 这等天才若是全力培养 以后绝对有概率能成为神级炼药师 蒋星河静静地站在苏洛对面 同时也在打量着他的表情 此时他很担心苏洛极度阿梅的天赋 从而直接把阿梅扼杀在摇篮中 毕竟这种现象在这个社会很普遍 打压能力比自己强的人 才能一直稳坐原位 这样吧 苏洛拿着纸和笔在桌子上写了一下 淡淡说道 以后给他配一个专业的助理 帮忙取各种药材 然后炼药师协会的所有书籍 都给他免费看 过段时间 我会拿一些神级炼药师的心得体会出来 优先给阿梅看 说完之后 苏洛便直接把纸塞到蒋星河手里 然后推着他出门了 会长竟然 竟然还有别的神级炼药师的心得体会 蒋星河瞳孔放大 整个人被震惊地宛如麻木了一般 甚至被苏洛推出门后 他就一直呆呆地站在原地 根本没有知觉 蒋老师 您 没事吧 阿梅尴尬地上前询问 同时透过蒋星河的身形 通过门框打开的缝隙 偷偷打量着房间内 正在服案写东西的那个男人 我没事 我没事 蒋星河高一脚低一脚地 往院子外面走 阿梅静静地退出院子 关上门之后 才跟上蒋星河的步伐 他刚刚已经认出来了 房间内的人 就是炼药师协会会长 药神帮帮主 同时也是龙国 目前的九大店主之一 虽然没能和苏洛说话 但只是近距离看一眼 阿梅也感觉心满意足了 毕竟 那可是自己的偶像 走出校门口 蒋星河打算带着阿梅 回炼药师学院时 却被三个人挡住了去路 妈 我们不是走错路了吗 怎么会在这遇到他 别管那么多 那车看起来不便宜 他现在跟着这个死老头 肯定是绑上大款了 张大海一家三口 挡在蒋星河和阿梅前面 气势汹汹地看着两人 看到他们的一刹那 阿梅脸上的笑容 顿时就凝固了 随之表现出的是愤怒 是冷卧 你没有什么事吗 蒋星河疑惑地 看着张大海等人 臭老头儿 你包养我女儿 还不认识你老丈母娘吗 妇人恶狠狠地一把 拽住蒋星河的袖子 随即又说道 今天你给我们十万 不然别想走 包养 丈母娘 蒋星河脑子里 微微一转就猜测到 这是阿梅的家人 而且他们误会了 但是 这态度貌似不太好 很显然误会很深 就在这时候 站在旁边的张小松 也开口了 他小声对着蒋星河威胁道 看你这样子 应该是大学教授吧 包养这事可不光荣 我劝你 还是先给点彩礼钱 让我们花花 实话告诉你吧 我就在研究上学 你要是不给钱 我随便说说 都能让你身败名恋 一家三口 死扭着蒋星河不松手 站在旁边的阿梅 脸色已经变成灰色的了 好不容易开始了新的生活 可现在又被这一家人搅黄了 甚至还给最尊敬的导师 扣上了包养的帽子 这下就算是脾气再好 自己天赋再高 估计人家 也不会让自己继续 留在炼药师学院了 阿梅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眼眶中泪水夺目而出 她没有出声 只是脸上的血色越来越淡 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阿梅 你和你父母解释一下吧 蒋星河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扭过头 看向阿梅时 才发现 她已经晕在地上了 看到这一幕 蒋星河顿时头皮发麻 感觉脑袋都快炸了 这丫头 可是会长点名 要重点培养的苗子 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自己这把老骨头 估计都保不住 蒋星河立马从背包里 拿出药剂给阿梅胃 却被张大海一把拦住了 老东西 你一声不吭 是什么意思 真到我们张家好惹 张大海狠狠一拳 砸在蒋星河脸上 同时另一边的张小松 也在打电话通知郊区的 七大姑八大一了 路边的劳斯莱斯中 司机本以为是一场误会 但是看到有人动手 他立马就从车上冲了下来 住手 八十级骑士的一声怒吼 顿时将张大海等人镇住了 但是周边看戏 看热闹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 事态正在不断地恶化 副会长 怎么办 周围封锁 等阿梅醒了再说 蒋星河眼神中 冒出一丝丝寒气 只是轻飘飘的一句话 周边的道路上 立马就冲过来了几辆车 一个个七八十级的保镖 从车内走出 很快就控制住了现场 再加上他们胸前 都挂了炼药师协会的会长 没人敢不给面子 等到阿梅醒来时 蒋星河已经汗流加倍了 甚至直接通知了苏洛 毕竟阿梅不是普通人 他也不敢轻易做主 苏洛到了地方后 张大海一家三口 立马老实了不守 不过张大海夫妇 还是扭着蒋星河不放 看到这一幕 苏洛也挺无语的 直接坐在车里 等待阿梅醒来 再商量怎么处理这三个人 妈 要不算了吧 就算是不要钱 我们以后也能飞黄腾达 张小松作为艳朵的新生 他是认识苏洛的 甚至在网络上 也看到过苏洛的画像 本来是想额一笔钱改善生活的 但是没想到 额到店主头上了 此时张小松肠子都快悔清了 暗暗后悔 就不该怂恿爸妈来宴 都找姐姐的麻烦 但是张大海夫妇 平日里不看电视 也不了解网络 不仅缠着蒋星河不放 甚至还对车里的苏洛都 开始骂了起来 直到这时候 张小松才开始汗流加倍 妈 别骂了 他是店主 张小松小声提醒道 店主怎么了 店主就能让人欺负我闺女 夫人已经红眼了 如同疯了一样大喊大叫 大家快来看 这么大一个国度 竟然有人光天化日之下 欺负一个老太太 还有没有天理了 周围虽然已经被封锁 但远远的还是能看到能听到 来往的人 都是艳朵的学生 和周边的本地人 远远的就能看到这一幕 他们不仅不看 还远远的躲开了 蒋星河都特没一把年纪了 还包养个鬼啊 而且这事 苏店主都出面了 谁敢多看 足足过了半个小时之后 面无血色的阿梅才苏醒过来 苏洛亲自扶着他下车 然后指着旁边的张大海等人问道 这是你的家人 以前是 现在不是了 阿梅看向张大海等人时 眼神中透露着一股杀意 如果他是主战职业 此时定会毫不留情地 直接出手大意灭青 这件事你打算怎么解决 苏洛淡淡问道 我不知道 阿梅眼神中露出一丝慌乱 然后又低着头往旁边退了几步 自卑使他不敢和苏洛站在一起 他觉得自己不配 你也不用多想 以你的炼药天赋 以后肯定能成为 龙国炼药界的传奇人物 所以无论如何 我都会支持你的 这样吧 我给你配一个保镖 他会绝对听从你的任何命令 你想让他干什么 他就干什么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几个字 苏洛咬得很重 话音还没落下 他就对着在场等级最高的一个保镖 摆了摆手 当场将他安排给了阿梅 十分钟之后 我们在炼药师学院等你 苏洛语气平静地交代了一声 然后便带着人朝炼药师学院走去 张大海和妇人本来还不愿意撒手的 但却被在场的保镖轻易按倒在地上 随着车队离开 现场立马就剩下阿梅和他的保镖 以及张大海等三人 车厢里 蒋星和不停地拿手卷擦拭着额头 脸色已经战红 成了猪肝色 让会长见笑了 我从来没想到过会发生这种事情 苏洛淡淡地笑了笑 说道 没什么丢不丢人的 天才的成长都是坎坷离奇的 说话的同时 苏洛通过后视进朝着后方看了一眼 几人似乎已经开始动手了 阿梅的保镖是九十级狂战士 绝对不会出任何问题 抵达炼药师学院门口后 苏洛下了车 然后静静地坐在学校门口的椅子上 打亮着炼药师学院的大门 蒋星河带领着一众保镖也跟了过来 静静地站在旁边不敢开口说话 看到他们一副如灵大敌的样子 苏洛忍不住哑然一笑 自己靠着实力厮杀成为店主的人 需要保护吗 他淡淡地摆手道 你让他们都回去吧 我在这儿没人敢乱来 蒋星河尴尬一笑 立马让众多保镖离开了 过了半个小时左右 一辆黑色的商务车缓缓开来 最终停在了苏洛和蒋星河旁边 阿梅脸色苍白地从车上下来 同时苏洛也暗有些可怜 他既然动手了 说明那些人做的事 也足以令他甘愿背负大义灭清 千夫所指的骂名 还不等苏洛起身 阿梅就直接跪在了苏洛面前 磕头道 以后苏会长就是阿梅的恩人 阿梅这一辈子当牛做马 来偿还苏会长的恩情 好了 以后努力提升炼药水准就行 苏洛上前去 亲自将阿梅扶了起来 同时心里也暗暗感叹 这丫头的心性很厉害 无论是炼药师还是觉醒 其他职业都绝对不会是 碌碌无为之呗 送阿梅回到学院之后 苏洛又跟着蒋星河 在周边视察了一下 一直持续到傍晚 他才回到青龙院 主人 好消息好消息 刚回到青龙院 亡灵巫师就迫不及待地 从神药界中冲了出来 什么好消息 苏洛挑了挑眉头 满脸疑惑 在我精明伟大的领导下 骷髅炼药师中 又诞生了一名神级炼药师 确实是好消息 花音落下 苏洛已经迫不及待地 钻进了神药界当中 炼药房区域 苏洛刚进入神药界中 隔着老远就能看到 其中两个房间内 散发出淡淡的金光 看到这一幕 苏洛内心是兴奋的 两名神级骷髅炼药师 可谓是价值连城 若是消息走漏出去 绝对能引起很大的风波 主人 现在有了他们的带动 很快就能拥有更多 神级炼药师了 王林巫师兴致勃勃地 规划着未来 苏洛心里也想着 两名骷髅炼药师 有没有不一样的炼药心得 如果是一样的 对于人族炼药师来说 帮助就不是很大了 但要是不一样 就意味着以后的 神级骷髅炼药师 每增加一个 都能让人族的炼药资料 更充实一份 你刚进击的炼药师 把他的炼药技巧写出来 然后你再翻译成文字 好的主任 我这就去办 王林巫师扭动着 骨头咔咔作响 飞快地朝着 其中一间炼药房跑去 苏洛则是静静地 走到了神土旁边 此时的神土中 刺球炮筒 已经算是低端植物了 比起幽名蓝月花 樱花树 南海七彩珊瑚 星火草 这些高端植物 刺球炮筒 看起来更加平平无奇 目前神土中 一共种植了六种植物 还剩下三块空地 其中樱花树的等级最高 已经达到了168级 南海七彩珊瑚 位居第二 159级 刺球炮筒的等级最低 只有108级 看到这一幕 苏洛心里 暗暗做了决定 等有机会了 就把刺球炮筒 也一并送给赵九霄 这种低端的植物 种植在神土里 占面积已经是一种积累了 倒不如用来充实国库 在周边转了一圈之后 苏洛才朝着炼药区域旁边的 储物仓库走去 仓库中最顶层的货架上 摆放着两个特制的盒子 其中一个盒子里 装着183颗神兽丹 另一个盒子里 则是装着26颗 很显然都是两个神级骷髅 炼药师的生产结果 一天炼制100多 10个神级炼药师一天 就是1000多颗 苏洛皱着眉头算了一下 一枚神兽丹 能够提供20万经验值 按照180颗来算的话 就是3600万经验值 相当于一个神级骷髅 炼药师一天 能为一只宠物 提升3600万经验值 哪怕是八一大蛇 也能轻易生的四五级 片刻后 亡灵巫师如同鬼魅一般 直接从苏洛身旁冒了出来 主人 搞定了 说着他就从身后 拿出了一叠纸张 这些纸全都是神药界 自己生产的草纸 极为粗糙 只不过字符写得很特殊 倒也勉强凑合能看 苏洛没有立马看纸张 而是看起了 亡灵巫师的属性版面 这家伙总是神出鬼没 最近实力又增强了不少 冥界之主 146级 神级 神格 死亡神格 攻击 388000 防御 464000 精神 265000 体质 85万 技能 未知 神级生物 没有技能概念 被动 亡灵之主 亡灵之主 所统治的子民 力量 速度 体质 采集 炼药 各项能力 天赋比人类高30% 看到亡灵巫师 都快达到150级了 苏洛心里 还是有些惊讶的 毕竟当初这家伙 才跟着自己的时候 等级还很低 这才没过多久 达到146级了 回过神后 苏洛这才拿着 手上的纸张 看了起来 亡灵巫师 甚至还贴心地 用两种颜色 记录内容 很轻易就能看出 两个神级骷髅 炼药师各自的炼药技巧 片刻后 苏洛脸上露出了笑容 看来真的和我想的一样 他们也是单独的 并不是统一模式 上面记录的 炼药技巧 都各不相同 这样一来 对于人族炼药师来说 就相当于 有两种学习的途径 不仅如此 以后还会越来越多 行了 你们抓紧 把剩下的灵犬单犬 都吃了吧 我出去一趟 苏洛拿着纸张 离开神药界时 外面的天已经黑了 正当他准备 洗个澡睡觉时 才发现院子里 坐着两道人影 洛哥 你咋老是 往副本空间里钻啊 是不是里面 藏了什么秘密 周铁生咧着嘴 笑嘻嘻地盯着苏洛 在他身旁 还坐着一名 身穿灰色长袍浑身 气势聪明的老者 此时老者也对苏洛露 出了友好的笑容 你这家伙 每次都是这样 苏洛翻了个白眼 竭尽全力地压制着心里 想要胖揍周铁 生一顿的感觉 要不是 还带来的老年人 他真想 狠狠地让周铁生 知道知道 私闯明宅的后果 苏店主果然一表人才 老夫周家老祖周伯通 特地前来祝贺苏店主荣生 等到苏洛走出门口后 老者才笑眯眯地站起身 然后顺势提起了一个小包裹 这个包裹 是用报纸包起来的 只有拳头大小 和王大仙送的金条有些类似 看到包裹时 苏洛顿时有些错愕 难道这些老年人 都喜欢送黄金 周前辈客气了 虽然心里疑惑 但苏洛还是不动声色地 将小包裹接了过来 老夫这次前来 是代表周家感谢苏店主的 那些浑石 对这不成器的小子 有很大的帮助 日后苏店主 就是我们周家的恩人 无论任何事情 我们周家都愿意鼎力相助 老者表情诚恳 语气铿锵有力 很显然是话里有话 也表明了他们周家的立场 苏洛笑着应了一声 然后不动声色地 开始查看周铁生的等级 姓名周铁生 职业 圣魂骑士 等级 141级 攻击 25万 精神 21万 防御 68万5000 体质 116 5300 装备 宠物 铁皮犀牛 技能 不错嘛 你这等级提升得挺快啊 苏洛眼神中露出一抹惊讶 然后对着他竖起了大拇指 这家伙使用大量的魂石之后 等级直线上升 都快追上自己了 嘿嘿 还好 你现在都152级了 我差你差远了 周铁生一本正经地应付着 但那想要翘起来的嘴角 却怎么也压不住 寒暄了一会之后 周伯通才满脸 严肃地看向苏洛 说道 苏店主 听闻漠北战区 有大量异族侵略 这件事您打算怎么办 从苏洛开始大张旗鼓 创建炼药师学院之后 所有人都将苏洛 当成了主心骨 至少在抵御外族 或者大部分事情上 这些事都是归苏洛管的 毕竟他现在在龙国的权力很大 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一族 难道是西方的屠龙联盟 苏洛皱着眉头疑惑问道 就是他们 据说这次 他们派遣了十个顶级强者 而且还是来探情报的 不知道苏店主有何打算 周伯通神色平静 眼神却时不时地看向苏洛 显然是在考验他的态度 现在赵前辈将这个责任交给我 我自然是要全力以赴的 苏洛面露苦笑 随后便冷冷说道 他们敢来 我就敢让他们有来无回 如今苏洛的等级 已经达到了152级 机身进入了顶级强者之列 只是一句话 院子中的温度 便立马下降了许多 周伯通眼神中露出一抹惊讶 随即便开口大笑了起来 赞叹道 苏店主果然不是一般人 我昆仑周家 愿听苏店主调遣 周前辈想要出手 恐怕这次没机会了 以后肯定会有机会的 苏洛淡淡一笑 既表示了自己的接受 也代表了自己的态度 这一次屠龙联盟的人 他有信心 自己就能解决 听到苏洛想要自己出手 周铁生顿时就坐不住了 站起来拍着苏洛的肩膀提醒道 洛哥 对方是十个顶级强者啊 你可别搞错了 你放心 我心里有把握 苏洛淡淡一笑 并没有多说什么 等到周铁生和周伯通离开之后 他才坐在院子里 开始沉思起来 他主要好奇的 不是屠龙联盟的强者 而是周铁生的身份 这家伙藏得够深啊 昆仑的家族 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昆仑是一个古城 很偏僻 也很少有人提起 但是 周家的实力 绝对不比燕斗 或者龙斗的施加弱 思来想去 苏洛嘴角忍不住 露出了一抹鄙夷的神色 回想起曾经觉醒职业的时候 他那傻憨憨的样子 完全没有一点公子哥的气质 但是 从今天周伯通的气质来看 周铁生的身份底蕴 至少能和赵小元之流的 顽固弟子相差不大 但是这家伙 看起来却像个村夫一样 很快 苏洛的思绪 又牵扯到了漠北战区上 他就这么静静地 坐在院子里 直到明月高挂才回到房间 神药节中 无数骷髅练药师 正在不停歇地炼制药剂 众多宠物们 也都吃完了灵犬丹 此时正躺在地上 晒太阳 苏洛没有打扰他们 而是一个个地 查看起了他们的等级 八一大蛇 177级 SSS级 攻击 88万 防御 65万 精神 40万 体质 155 0000 技能 银月破空 八闪猎神杀 魔蛇之吻 被动技能 吞魂 当前已累计 16 银月破空 尾部甩出如圆月般的利刃 瞬间击中途径上的目标 造成250%伤害 无冷却时间 八闪猎神杀 在任意位置闪烁八次 每次对敌人造成150%伤害 每次恢复自身20%生命 魔蛇之吻 瞬间出现在目标身前 对敌人造成150%伤害 如果成功击杀敌人 则可再次释放 吞魂 吞是一个同类 可永久性叠加1万点基础伤害值 玄武 151级 神级 攻击 42万 防御 81万 精神 31万 体质 178 0000 技能 被动技能 无尽守护 介绍 神兽玄武 天地间唯一的存在 防御力极强 千万不能招惹它 无尽守护 与主人共享防御和生命值 朱雀 158级 神级 白虎 160级 神级 青龙 154级 神级 三足金屋 146级 SSS级 包括亡灵屋师在内 苏洛目前手中 可媲美顶级强者的宠物 一共有刚好时之 再加上幽名懒月花 樱花树 剑气草 星火草等植物的加持 几乎已经是无敌的存在了 而对方只派来了 区区式的顶级强者 对苏洛来说 没有任何压力 既然他们想玩 那就陪他们好好玩玩 苏洛脸上露出一丝冷笑 然后直接离开了神耀街当中 第二天一早 苏洛直接使用阵法旗 穿梭到漠北战区龙都 此时的龙都 已经进入了全面戒备状态 三步一港五步一哨 街道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 巡逻的守卫者 看到苏洛突然出现 他们立马就警惕了起来 苏店主 很抱歉 请出示一下身份牌 一名巡逻队长面露歉意 其余的守卫者 也都紧紧地握住了手里的警报器 一旦不对劲 他们就会立即发警报 毕竟这是特殊时期 而且对方来的 都还是顶级强者 与其动手 还不如发警报更有用 什么是身份牌 苏洛满脸疑惑 呃 代表您身份的印章 守卫队长眼神中露出一抹惊讶 但他已经猜测到 眼前的苏洛就是真的了 因为苏洛刚当店主没多久 再加上草根出身 对于这些道道 根本不是很了解 这玩意儿嘛 苏洛从背包里 取出一枚淡紫色的印章 巡逻队长并没有说话 而是拿起了腰间的一枚令牌 按在印章上面 插那间 淡紫色的印章 就爆发出了一阵紫色光芒 直到这时候 现场的守卫者们 才纷纷面露愧疚 直接对着苏洛行礼道 苏店主请责罚 没事 你们也是执行公务 我现在可以走了吧 苏店主要去哪 我打算去战区看看 如果苏店主不嫌弃的话 我等可以护送您过去 不然这一路上 盘查挺多的 对于这种优待 苏洛没有拒绝 要是碰到一支队伍 就要证明一次身份 也挺麻烦的 在队伍的护送下 苏洛很快就抵达了 龙都的边境城墙内部 36条通道内 依旧有守卫者在镇守 只不过此时的城墙上 站满了许多人 就连龙老爷子也亲自坐镇 在一个凉棚中 百无聊赖地喝着茶水 你小子可算是来了 看到苏洛的身影 龙占天脸上 立马就露出了笑容 对于龙占天来说 有苏洛过来 顶着他就轻松了许多 这种打打杀杀的事情 让年轻人去做更好 龙前辈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苏洛伸手指了指城墙外面 除了异兽的嘶吼声 几乎听不到别的声音 可城外黑云压境 雾气缭绕 一看就不正常 情况不妙啊 龙占天叹了口气 指着远处的雾气说道 估计他们就潜伏在那雾气之中 现在之所以没动手 大概是在找完美的进攻方案 说到这里时 龙占天满脸的担忧 寒暄了一会儿之后 苏洛便正式接受了 漠北战区的工作 手里拥有阵法棋 他能随意出现在 漠北战区任意位置 而目前敌人所处位置 是龙东 他镇守在这里 倒也正好合适 城墙外面 笼罩着一片阴沉的雾气 视线看不过去 只有无数翼兽 如同潮水一般朝着 城墙方向涌来 整个战区四周全面封锁 城墙上 无数守卫正在使用 各种设备仪器监视雾气 苏洛静静地站在 瞭望塔上 打量着雾气的情况 可是一直过了两天时间 雾气中都没有任何动静 苏电竹 您歇一会儿吧 一名战将爬上瞭望塔 满脸诚恳地劝道 哪怕苏洛如今 已经成为了顶级强者 连续熬两三天 依旧有些吃力 行 你在这盯着吧 有任何动静 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 交代好一切之后 苏洛才缓缓起身 朝着瞭望塔下方走去 可走了没两步 他就猛然停下脚步了 苏电竹怎么了 你说那雾气 会不会只是虚张声势 它们真正的目的 并不是龙东 一语惊醒梦中 那名战将眼神中 也露出一抹惊骇 不确定道 这件事 我不敢轻易下结论 算了 去看看 不就知道了 苏洛立马从宠物空间中 召唤出朱雀 命令他朝着雾气区域飞去 随着朱雀的出现 整个城墙周边温度迅速上升 就连那些雾气 似乎都被驱散了不少 随着朱雀 发出一声嘹亮的鸣叫 一道烈焰 顿时从他嘴里喷出 朝着远处的雾气席卷而去 轰隆隆 火焰与雾气相互接触 顿时传出了阵阵爆炸声 与此同时 朱雀也飞快地 冲入了雾气当中 主人 里面没有人 朱雀语气惊讶 收到消息的苏洛 也满脸惊讶 这是被摆一道了 就在这时候 瞭望塔下方的空地上 突然有一道白色光芒亮起 光芒逐渐形成了一个 五角星图案 很快就有一道身影 出现在光芒之中 苏洛 我们中计了 他们的目标 根本就不是龙兜 而是我们龙国的圣坛 赵九霄此时 急得满头大汗 脸上战红一片 圣坛光乎到龙国术 以异计转值者的未来 如果出现了差错 这庞大的国度 就要遗落千丈了 现在怎么办 苏洛皱着眉头问道 他们的前锋目标是圣坛 而且后继部队十天之后 也会抵达黄龙岛 到时候才是真正攻打战区的时候 赵九霄急得满头大汗 一时间却又想不到 该如何招架 漠北战区附近 距离圣坛很近 而黄龙岛沿海 方便行军作战 大规模的战斗 几乎都是从沿海开始的 如此一来 龙国已经陷入了 被两面夹击的困境 时间时间来得及 我们现在去圣坛 三天不见踪影 他心里已经跌了很大一股火气 甚至恨不得立马 就把那些人送往西方极乐 黄龙岛可能也有强者潜伏 我们目前人手不足 难以应付 赵九霄面无血色 整个人瞬间苍老了许多 甚至就连说话也没有底气了 龙国目前只有九大殿主 就算是一些 隐藏在民间的顶级强者 全都召集起来 也绝对不会超过十五个人 而对方来势汹汹 无论是顶级强者 还是高手人数 都能碾压龙国 再加上他们的大部队 即将抵达 赵九霄顿时有种无力回天的感觉 小苏 这件事 你觉得该怎么办才好 此时的赵九霄感觉浑身无力 他觉得无论如何抉择 似乎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但是 他却忽略了苏洛的战斗力 我觉得 苏洛咧嘴笑了起来 但但说道 我觉得这件事很好解决 现在我们用最快的速度 赶到圣坛的位置 然后打抱他们 我们 打抱他们 赵九霄眼珠紫瞪的滚员 用一种不可置信的眼神 看着苏洛 强调道 我知道你很厉害 但是这次 他们是十个顶级强者 不比樱花岛那次 赵前辈放心 我能打十个 声音不大 但是这一刻的苏洛 霸气外放 就连赵九霄也感觉有些呆了 他觉得这一刻开始 自己似乎已经看不透苏洛了 行 我这就施展秘法 看到苏洛如此自信 赵九霄当即点了点头 此时 龙国末北边境外六百里处 一尊高达十余米 宛如泡菜坛子一样 巨大物体 屹立在沙漠之中 他浑身散发着紫光 不停地朝着周边 辐射出暗紫色光芒 在光芒中 源源不断地产生了 大量的异兽 幻影魔狼 红眼兔 嗜血魔珠 铁皮犀牛 无数异兽 似乎收到了某种指引一样 朝着周边扩散 这就是龙国的圣坛吗 不愧是十大圣坛 排行第三的存在 不远处的一处巨石上 站立着一群人 这些人浑身都散发着 顶级强者的气息 而说话的是一名 金发碧眼的中年男人 他是这次行动的领队 名为金格力 同时也是一名 160级的圣火法师 在看向那灰红巨大的圣坛时 金格力眼神中 露出了贪婪的表情 只要把圣坛带回去 我们就能力投攻了 队长 想要搬运这么大的东西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人群中一名皮肤有黑 头发微卷的人 满脸纠结 其余人也都满脸猛逼 他们虽然是顶级强者 但是想要搬着这么大的东西 去大洋彼岸 根本不现实 我手里有一件宝贝 能容纳整个圣坛 就在这时候 众多异兽群中 突然冒起了一阵白色光芒 众多队员立马好奇地 看着那道光芒 唯有金格力满脸猛逼 我的宝贝还没放出来呢 队长 你这是什么宝贝啊 感觉和传送阵有点相似 看到现场众人 面面相去的样子 金格力感觉肺都快气炸了 怒斥道 这特么就是传送阵 听到咆哮声后 在场众人才意识到 事情不简单 而这时候 传送阵已经完成了 光芒中出现了 一老一少两道身影 正准备全力出击的联盟成员 看到这一幕 也都愣住了 他们以为 龙国会派很多人过来 但是只有两个人 四大的家伙 看到赵九霄的一瞬间 金格力脸上 顿时就露出了冷笑 同时对着身旁的队员们 使了个眼色 众人立马从巨石上一跃而下 承包围之势 将赵九霄和苏洛围在中间 周边的异兽 似乎感受到了危机 立马朝着四处逃窜 赵国主 你要是分得清局面的话 我劝你还是赶紧离开 不然我们就不客气了 金格力警惕地打量着四周 在场十余人中 竟没有一个人轻敌 在他们看来 龙国的人都是狡猾的 绝对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 他们表面上只来了两个人 暗地里不知道 还有什么手段隐藏着 苏洛 现在怎么办 赵九霄没有理会金格力 而是纠结地看着苏洛 这种局面要是打起来 他心里还是十分没有把握的 干就完了 苏洛淡淡笑了一下 然后直接大步向前 朝着屠龙联盟的众人走去 看到这一幕 赵九霄惊呆了 这个家伙吃了豹子胆了吗 对面那么多人 他竟然不害怕 金格力看到这一幕 脸色也顿时沉了下来 立马下令到 先杀了他 哄 就在这时候 虚空中凭空出现了一尊 体型庞大 浑身长着棕色毛发的巨兽 金刚魔源158集 哄 又是一声巨响传来 又是一头体型庞大的巨兽降临 丧尸猪王157集 紧接着便是更多的宠物 全都被苏洛释放了出来 三族金屋 亡灵巫师 朱雀 玄武 白虎 青龙 海洋灵妖 八亿大蛇 全部加起来刚好实质 其中等级最高的是八亿大蛇 等级几乎已经快达到180集了 怪不得这小子如此自信 原来藏了这么多底牌 看到这么多顶级宠物 赵九霄暗暗惊讶的同时 心里也顿时松了一口气 脸上重新恢复了血色 而另一边 屠龙联盟的人也顿时明白 苏洛的身份了 你就是龙国的苏洛 金格力皱着眉头看向苏洛 眼神飘忽不定 特别是看到八亿大蛇时 他心里更是没来由的一阵慌乱 苏洛没有回应 只是对所有宠物下达了攻击的命令 救 朱雀率先出击 直接张嘴就朝着金格力等人 喷了一道赤金色的火焰 这是三昧真火 不仅威力极大 且速度极快 伤人于无形之中 原本还觉得 胜券在握的金格力等人 顿时脸色大变 立马朝着四周分散 妈的 和他们拼了 金格力怒骂一声 立马下达攻击命令 在他看来 苏洛也就是这些宠物强势而已 只需要联手击杀了苏洛 这些宠物就成了无主之物 杀 能成为顶级强者的人类转值者 几乎都是尸山血海中杀过来的 虽然苏洛目前占据绝对优势 但他们也依旧没有害怕 反击的力度反而更加凶猛 八翼大蛇生性凶猛 一出手就直接追着金格力权力输出 作为圣火法师 金格力肉搏根本就不占据优势 但如果他们组合成为队伍 更容易被众多宠物围攻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对一单挑 但是法师单挑一兽 几乎只有逃命的份 轰隆隆 随着双方激烈交战 地面顿时就传来了一阵轻微的晃动 巨大的圣坛屹立在原地 也跟着轻微的晃了晃 苏洛顺是从背包里取出一个苹果 啃了起来 这几天他没怎么吃饭 此时竟然有些饿了 宠物们单方面碾压这些屠龙联盟的人 很下饭 作为第一次看到苏洛的战斗方式 赵九霄此时惊讶的下巴都快合不拢了 他瞪着眼睛时不时地看看这儿 然后又看看那儿 甚至恨不得多长出几双眼睛来 苏洛 我要不要上去帮忙 那只三族金屋似乎快要撑不住了 赵九霄身手指了只续空中的三族金屋 和他对战的是一名剑士转职者 因为天赋原因以及剑士的爆发力很强 三族金屋并没有讨到多大的好处 每一次交锋 赵九霄都感觉胆战心惊 生怕这些宠物们败下阵来 撑得住 苏洛嘴里依旧在啃苹果 意念却早已钻进了神药界当中 从里面取出了幽名懒月花缠绕在手腕上 同时他又取出了樱花神术 框档 樱花神术的本体巨大 哪怕此时已经缩小了很多 也比寻常的大树更高大 随着樱花神术被苏洛放在地上 众多宠物 包括赵九霄和苏洛自己身上 全都散发出了一道道淡绿色的光芒 加八八零零 加八八零零 在这种血战中 樱花神术每秒钟回复八万八的血量 顿时起到了碾压性的作用 特别是玄武 金刚魔源这种防御 交后的宠物本身就没掉多少血 随着樱花神术的加持降临 他们几乎已经达到不掉血的存在了 该死的 他怎么会有樱花神术 看到苏洛又掏出一张底牌 金格力此时肠子都快毁清了 早知道会这样就抓紧时间搬运圣坛了 现在不仅圣坛任务没完成 自己等人还有可能要丧命于此 撤退 金格力对着众人大喊了一声 然后自己立马从背包中 取出一枚白色的石头捏碎 咔嚓 随着白色石头捏碎的一瞬间 一根手臂粗细的黑色藤蔓 瞬间缠绕在了他身上 其余的屠龙联盟成员 也都纷纷取出传送神石捏碎 他们身上同样也有黑色藤蔓缠绕 你们很好 下一次希望 你们还能这么厉害 金格力恶狠狠地盯着苏洛 然后等待传送神石的降临 实际上 此时他身上已经冒起了白色光芒 能起到免疫任何攻击的效果 所以他才有心思放狠话 哦 虚空中传来震动的声音 白色光芒一闪而逝 金格力和他的部下顿时都愣住了 传送神石怎么没起作用 怎么回事啊 看到传送神石没有作用 一众屠龙联盟的人都目瞪口呆 像是见了鬼一样 小子 你究竟用了什么东西 看到传送神石失去作用 金格力顿时就气急败坏地吼了起来 整个人气的浑身哆嗦了起来 苏洛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脸上带着一抹满足的微笑 幽冥揽月花随着等级提升 已经比起之前强悍了许多 现在的他不仅保留了之前的禁锢能力 而且还可以像树枝一样分裂 最大程度甚至能同时禁锢三十个目标 而现在这些人才只有区区十个 对于苏洛来说轻轻松松 这些人之前有多嚣张 现在就有多狼狈 大部分人都面如死灰 甚至还有不服气的人 再次取出了传送的物品使用 全部都能成功激活 但是全都没有任何作用 幽冥揽月花的藤蔓死死地缠住他们 任何传送手段都起不到作用 一旁的赵九霄直接看傻眼了 他从来没想过 这世界上竟然还有人能如此逆天的玉兽师 我似乎知道为什么玉兽师会遭到诅咒了 赵九霄感慨了一声 看向苏洛的眼神充满了好奇 赵前辈 这些人怎么出脸 杀了吧 不然留着也没什么作用 自始至终 苏洛的表情都很平静 哪怕是赵九霄让他全杀了 他也没有丝毫表情波动 杀个人而已 一如反掌 特别还是已经被自己囚禁的人 苏洛当即就对众多宠物 下达了击杀的命令 刹那间 所有宠物都发动了最强悍的技能 随着宠物们的技能 发出莫大的威能 整片天地顿时异响其出 狂风 暴雨 飓风 雷电 在屠龙联盟众人眼中 他们的上方和脚下 仿佛已经是世界末日了一样 别杀我 就算是为奴为仆 我也认了 只要你们愿意放过我 我愿意帮你们对抗屠龙联盟 人群中 有些怕死的人纷纷开口求饶 但也有比较硬气的 不过此时脸色都不好看 比如金格力 一群怕死的家伙 金格力咬牙切齿 却又无可奈何 因为大势已去 求饶也没用 轰隆隆 轰轰轰 随着一阵阵地动山摇 幽冥懒月花的藤蔓 直接被轰得差点全部粉碎 但它有十分逆天的再生能力 几分钟之内就能恢复原样 随着地面的烟雾散去 地面上全都是残枝断壁 又或是已经被轰成一滩滩的肉酱 但也被火焰烤成了黑炭 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 就连圣坛周边诞生出来的异兽 也都惊恐地看着这边 然后纷纷朝着远处散去 它们诞生的使命 似乎就是攻击人类生存的城市 所以很快就离开了原地 苏洛好奇地打量着圣坛 眼神中露出了一谋好奇 就是这玩意儿诞生了源源不断的异兽 使得转职者可以通过野外的异兽刷集 但是副本内的异兽又是怎么诞生的 一时间苏洛心里充满了疑惑 小子 你肯定在想 这玩意儿是怎么来的吧 这东西究竟是怎么来的 苏洛好奇问道 这东西究竟是怎么来的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龙国历史上就存在了 据说是在上古时期 天地一变降临了十颗陨石 而这些陨石中都包裹着不一样的东西 这圣坛便是其中之一 圣坛诞生源源不断的异兽 占据领土 攻击人类 后来人族可以通过这些异兽升级 于是一直持续到了现在 说完之后 赵九霄叹了口气 看向圣坛的目光也充满了敬畏 那为何不想办法摧毁这些圣坛 摧毁 赵九霄无奈地笑了笑 叹息道 其实这圣坛是对我们人类有益的 那十颗陨石不仅降临了圣坛 还化作无数黑色气体钻入地表 四处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出现强大的异兽 如果没有圣坛刷新的低等级异兽 让人类提升实力 恐怕人族早就灭亡了 简短的三言两语 苏洛却仿佛经历了几个世纪 怪不得西方众都国度 会想着联合起来争夺龙国的圣坛 毕竟这玩意儿就是一个天然的刷经验神器 拥有的越多 国度的综合战斗力就会越强 而龙国若是失去了圣坛 后果不堪设想 就在这时候 地面的烟尘彻底平静了 露出了一些散发着各种光泽的物品 列帝铠甲 史诗 战士 天赋 未激活 防御 加9800 体质 加18000 使用等级 150级 技能 生命值突破10万之后 每一万生命值可增加1000伤害 黑魂战剑 传说 剑士 攻击 加6500 防御 加12000 使用等级 150级 技能 每次对敌人造成的伤害或技能 有45%几率造成暴击 吞天大口袋 传说级 状态 未激活 用途 可容纳特殊物品 内部空间极大 天地间只有一个 每个只能使用一次 消耗之后24小时 会在全世界各地 随机出现一个新的吞天大口袋 除了装备物品之外 地面上还有一些稀有的药剂 但苏洛已经不感兴趣了 反而是将那个金色的 宛如迷你版的小布袋子看上了 吞天大口袋 看样子 这就是对方打算用来装圣坛的 一旁没有说话的赵九霄 也将目光看向了吞天大口袋 此时 他眼神中闪烁出一抹兴奋 同时看了看苏洛 然后露出了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赵前辈 您知道这大口袋的用法 苏洛好奇问道 这东西 世间仅有一个 据说是30年前 在金塔国度出现的兜兜转转几十年 没想到今天出现了 那赵前辈 想要如何利用这只吞天大口袋 听到苏洛问自己 赵九霄脸上 顿时就露出了尴尬的表情 愁愁道 这次战斗胜利 全都是你的功劳 我用这东西不合适 有什么不合适的 赵前辈 难道不想 让圣诞距离龙国更近一点 苏洛脸上露出一副神秘的笑容 赵九霄 顿时就愣了一下 吞天大口袋 若是能将圣坛搬到龙国境内 对于龙国来说 绝对是天大的好事 虽然吞天大口袋 被穿得神乎其神 但具体能不能搬运 圣坛没人知道 毕竟这吞天大口袋的消息 我们龙国知道的很少 赵九霄既兴奋又紧张 他很担心 吞天大口袋不能用 到时候白高兴一场 因为有传闻说过了 吞天大口袋 是消耗性物品 专门为了搬运圣坛而诞生的 但是要是搬运不了圣坛 就可惜了 毕竟谁也不知道 下一个吞天大口袋 会出现在哪 就在赵九霄纠结的时候 苏洛已经把战场打理干净了 所有装备 物品都被他收入囊中 此时 苏洛手里掂量着吞天大口袋 目光好奇地打量着 面前巨大的圣坛 苏洛 你真打算试试 这一刻 赵九霄第一次觉得自己老了 甚至连原本的魄力都没有了 还不如苏洛一个年轻人 试试吧 苏洛点了点头 笑着说道 反正这玩意儿也是捡的 要是万一白费了 就当没捡到呗 听到他这么说 赵九霄也觉得豁然开朗 脸上激动地生起了一抹红韵 笑着说道 对对对 试试就是试 随着时间的流逝 周边的异兽又开始嘶吼了起来 宛如行尸走肉 一般朝着远处扩散 其中不少异兽都朝着苏洛和赵九霄冲来 但全都被赵九霄一巴掌拍死 他是狂战士职业 再加上等级碾压 哪怕是不用武器 在这种只有几十级的异兽群中 也能一巴掌打死一大片 苏洛则是走到神坛边缘 直接将吞天大口袋贴在圣坛之上 检测到您正在使用吞天大口袋 此物品为消耗物品 只能存取一次 请问是否使用 使用 苏洛毫不犹豫地决定使用 刹那间 吞天大口袋上散发出了一阵耀眼的光芒 哪怕苏洛的等级已经达到了152级 依旧被这道光芒刺得睁不开眼睛 一旁的赵九霄本来想 好好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但是刺眼的金光 直接将他刺的双目流泪 短暂失明了 就在这时 虚空中传来阵阵异响 金色的光芒似乎包含了恐怖的温度 苏洛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 快被融化的玻璃瓶一样脆弱 等到温度恢复平静 金色光芒消失后 苏洛才试探性地睁开眼睛 而这时候 周边已经彻底安静下来了 圣坛原地消失不见 就连那些异兽也都不知所踪 只有先前诞生的异兽 在遥远的地方游荡 此时 苏洛在将目光看向通天大口袋时 页面已经发生了变化 吞天大口袋 传说集 状态 以激活 用途 可容纳特殊物品 内部空间极大 天地间只有一个 每个只能使用一次 消耗之后 24小时会在全世界各地随机出现一个 新的吞天大口袋 友情提示 吞天大口袋激活之后 6小时后会自动失效 装载物品自动出现 看到这一幕 苏洛心里清楚 只是吞天大口袋生效了 搬运圣坛 这是多么疯狂的事啊 苏洛脸上露出了激动的表情 然后又看了看旁边的赵九霄 此时他还在表情痛苦地揉着眼睛 丝毫没意识到 圣坛已经消失了 赵前辈 你没事吧 苏洛关切问道 要是眼睛严重的话 他背包里 还有几瓶高级进化药水 应该能起到作用 我没事 赵九霄摇了摇头 然后本能式地 朝着圣坛的位置看去 当看到原地空空如也时 他顿时就瞪大了眼睛 满脸震撼地 看向苏洛问道 成了 成了 苏洛淡淡一笑 提问道 赵前辈觉得 圣坛放在哪合适 得到答案后 赵九霄眼神中 露出了激动的表情 然后皱眉沉思 过了片刻后才说道 就放在漠北一带吧 那边人烟稀少 刚好合适 那我们现在就启程吧 这玩意儿 只能剩下六个小时 苏洛抛了抛手里的口袋 是以赵九霄带他去地方 虽然他有镇法旗 但这地方并不在龙国领土之内 而是一个三无地带 因为圣坛的缘故 相邻的三个国度 各自都规定了 不许任何人侵占这里 行 我们现在就走 赵九霄红光满面 立即就从背包中 取出一面紫色的镇法旗 然后开始激活 这紫色的镇法旗 也十分稀有 是罕见的一次性 消耗道具 具体用途和传送神识差不多 但是比起传送神识更快捷 随着紫色镇法旗 出现的一刹那 苏洛和赵九霄 就被光芒包裹 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这东西的传送速度 比起传送神识快了许多 此时 距离龙国1400里之外 猴子国边境 高大巍峨的城墙上方 两个人正在打量着 外面异兽的变化 一个是猴国国主 另一个是殿国国主 作为和龙国相邻的国度 两人清楚地知道 现在龙国正在遭遇什么 当看到异兽数量 在开始减少时 他们脸上 顿时都露出了激动的笑容 成了 这件事终于成功了 以后我们两个国度的资源 将会大幅度增加 是啊 这些年龙国 距离圣坛位置很近 分走了大量的异兽 现在屠龙联盟出手 圣坛的位置该缓一缓了 以后我们两个国度 虽然分不到太多异兽 但要不了多久 实力就能超越龙国 说到这里 两人相互对视了一眼 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实力超越龙国之后 下一步计划 自然是吞并龙国 虽然异兽的诞生数量 和圣坛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野外也能刷新异兽 拥有的国土面积越大 资源就越丰富 药材 秘境 异兽 各种土石木材料 都将会大幅度提升 侯国国王 此时已经激动得红光满面 他豪气地说道 等一会儿 金队长回来了 我必定要大赦宴席 好好款待他们 现在咱们和金队长 拿好关系 说不准日后 我们两个小国也有机会 此时 沙漠中央还站立着一群人 全都是龙国高层 赵九霄和苏洛 在中途商量了一下 之所以把圣坛的位置 设立在龙国境内 就是为了让异兽资源最大化 而漠北边境的城墙 就能起到铁桶的作用 尽可能地让一只异兽 也别想跑出去 老赵 你这么着急 让我们过来有什么事 别卖关子了 赶紧说说到底有什么事 荒郊野岭的来这干什么 老赵赶紧说吧 都一把年纪了 还跟他孩子似的 一群人对着赵九霄 开口催促 赵九霄却抿着嘴只是笑 根本不说话 见他不打算讲话 众人又开始围攻苏洛 小苏 快告诉我们看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在场的 都是苏洛的老熟人 龙战天 王大仙 苏兵 全都是一众店主 和权威的战将们 此时全都好奇地看着苏洛 直到这时候 掉足了胃口的赵九霄 才笑眯眯地开口道 诸位就别为难 叶小友了 听到赵九霄对苏洛的称呼 人群中有人微微变色 但却不说话 只是竖着耳朵 等待着下文 其实 我和叶小友 刚刚在境外 击败了西方屠龙联盟的 众多顶级强者 把圣坛搬运回来了 此话一出 现场众人顿时就瞪大了眼睛 就连苏冰雪 也好奇地看向苏洛 他知道 自己的弟弟很强 但是没想到过会这么强 屠龙联盟 可是来了十个顶级强者啊 苏洛一个人 就能搞定 而赵九霄还没停止 他笑眯眯地说道 自始至终老夫都没有出手 全是苏小友一人搞定的 说到这儿时 众人已经彻底实话 纷纷用一种看怪物的眼神 盯着苏洛 足足过了好一会儿 赵九霄指着其中一个位置 是以苏洛释放圣坛时 众人才回过神来 苏洛 就放在这儿吧 只要这件事成了 你就是龙国的大功臣 赵九霄红光满面 苏洛只是笑着点头 然后从背包中 取出了吞天大口袋 现场的都是龙国顶级强者 见识过很多东西 以及图鉴 当看到苏洛手里的 吞天大口袋时 纷纷都瞪大了眼睛 这东西是 吞天大口袋 我看应该是 怪不得老赵说 把圣坛搬运回来了 原来是有这种宝贝 以后龙国 可就飞黄腾达了 在众人激动的讨论中 苏洛已经拿着 吞天大口袋 走到了指定的位置 请问 是否释放吞天大口袋 苏洛脑海中 响起了系统的提示声音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释放 随着苏洛做出选择 吞天大口袋上 顿时就冒出了 刺眼的金色光芒 看到这一幕 有过一次惊艳的赵九霄 和苏洛 纷纷都闭上了眼睛 至于其他的人 则是努力地睁大眼睛 想要查看吞天大口袋 是怎么放出圣坛的 哦 随着光芒越来越亮 越来越刺眼 地面上 似乎有什么沉重的东西 落下来一般 开始不断地地动山摇 只是眨眼间 刺眼的光芒就消失了 吞天大口袋也消失了 地面多出了一个高几十米 体型巨大无比的巨大坛子 圣坛上散发着 阵阵淡紫色的光芒 传播出去 足足数百米远 此时无数异兽 正在光芒中诞生 嘶吼 成了 苏洛激动地看着圣坛 狠狠地挥了一下拳头 一旁的赵九霄等人 也都激动地看着圣坛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这一切都是苏小友的功劳 苏洛是我们龙国的大功臣 以后无论是任何事情 我都希望诸位能够明白 这件事 赵九霄身为一国之主 言语间自带威严 说出这句话时 现场众人重无一不绝地 心中震撼 虽然很多人心里不满 却不敢表现在脸上 毕竟现在的苏洛 已经是龙国不可多得的香波波了 谁愿意和他作对 就是找死 看到众人不说话 赵九霄也懒得磨叽了 直接开口命令 在场的众人潜兵吊将 开始计划管理诞生出来的异兽 直到最后 现场只剩下苏洛和苏冰雪 没有任务 苏洛对着赵九霄苦笑道 赵前辈 有没有什么事让我做呀 你这小子 赵九霄咧嘴乐呵呵地笑了起来 心未到 你这种人不是用来办事的 你只需要在需要你的时候 用用脑子就行了 今年这事你办得很好 剩下的交给我们一众老家伙就行了 你和你姐姐回去休息吧 赵九霄说完之后 直接取出阵法旗 玩起了原地消失术 留下苏洛和苏冰雪 两人面面相去 姐 这圣坛你了解吗 苏洛好奇地对着苏冰雪问道 我也不太了解 但是圣坛刷新的异兽 对于龙国来说很重要 这次你运气好得到了 吞天大口带这种东西 搬运圣坛 估计能名流青史了 苏冰雪脸上带着微笑 如同盛开的鲜花 又看了一会儿圣坛后 苏洛也带着苏冰雪 离开了沙漠地区 直接赶往了艳多的炼药师学院 苏洛 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我又不是炼药师 看到辉红大气的炼药师学院大门 苏冰雪眼神中露出了一谋好奇 姐 我想给你介绍一个好苗子 说不准日后 能对你起到大作用 说完之后 苏洛便直接拉着苏冰雪 去了校长办公室 他不仅仅是炼药师协会会长 如今的苏洛 还同时担任着四家 炼药师学院校长的身份 苏洛快要抵达办公室的时候 蒋星河已经带着阿梅 在办公室里等着了 等到苏洛进入办公室时 阿梅和蒋星河立马站在一边 等待着吩咐 苏洛只是看了一眼 心里就暗暗有些惊讶了 这才没多久时间 阿梅的炼药水平 似乎又提升了一些 因为他浑身上下 都透露着自信的气场 你叫阿梅 苏冰雪站在阿梅身边 一双目光如同扫描仪一般 静静地打量着阿梅全身上下 是 由于苏冰雪的气场太过于强大 阿梅回答很小声 甚至都不敢抬头看苏冰雪和苏洛 蒋星河是认识苏冰雪的 看到他在盘问阿梅 脸上顿时就露出了兴奋的表情 他猜测到 阿梅有这么高的炼药天赋 未来绝对会一飞冲天 至少现在已经甩出 普通炼药师一大劫了 很不错 苏冰雪眼神中露出一抹赞赏的神色 然后便静静地 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不说话了 阿梅 你以后就是苏将军的专用炼药师了 无论是资源还是各种要求 只要你想 说出来我们就会满足你 谢谢苏店主 阿梅眼神中露出一抹惊讶 这才小心翼翼地抬起头 打量着苏冰雪 苏洛抿了一口茶水之后 才淡淡地看向蒋星河 意味深长说道 阿梅的天赋很好 希望你以后全力培养他 等到阿梅成为高段位炼药师了 你也是大功一剑 苏店主和苏战将请放心 老夫自然是竭尽全力 蒋星河微微躬身 眼神中露出一抹狂喜之色 阿梅的事情也算是彻底办好了 苏洛又简单交代了一下之后 便静止回到了青龙院 因为刚刚亡灵巫师 已经给他传来消息了 神药界中又出现了几名 神级骷髅炼药师 如今的神药界 已经迎来了飞跃的发展 各个炼药师等级都在飞快提升 最终会诞生多少 神级炼药师苏洛不清楚 但是绝对不会少 我是一只小小鸟 飞来飞去没烦恼 神药界中 亡灵巫师兴奋地 在虚空中飞来飞去 嘴里还哼着歌 无比的痛快 看到亡灵巫师这副模样 苏洛忍不住皱起眉头 捂住了眼睛 堂堂冥界之主 竟然这副模样 真是太没眼看了 特么的还一只小小鸟 主人 您来了 亡灵巫师兴奋地 冲到苏洛面前 像是等待夸奖的孩子一样 这段时间 诞生了多少神级炼药师 现在神药界中 一共有六个神级炼药师了 而且其余的炼药师水平 也都在平稳上升 一名神级炼药炼药师 24小时内 大概能炼制180颗神兽丹 如今六名炼药师 一天大概能炼制出1080颗 而且随着炼制神兽丹的熟练度增加 他们的速度还能提升到更快 不错 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 苏洛笑着拍了拍亡灵巫师的脑袋 然后在神药界中游逛了起来 外界全都是药田于忙碌的 骷髅仆人 现场全是一片祥和的景象 药田中 无数药材正在茁壮成长 无数药材聚集在一起 散发着淡淡的药香 令人闻着只感觉心情舒适 骷髅仆人们 则是在田间地头心情劳作 静心呵护着药材的成长 这段时间 灵犬丹全都吃光了 神兽丹也还没达到量产的地步 所以 宠物们全都在宠物空间里闲着 对了 差点忘了这段时间的战利品了 在药田边缘走了一会之后 苏洛猛然拍了拍脑袋 然后从背包中取出了一堆空间石 这些全都是他这段时间收获的战利品 大型空间石360克 中型空间石682克 小型空间石足足有1800多克 全部都用了吧 作为神药界的主人 苏洛在这方空间 也拥有着呼风唤雨的特殊能力 他直接抬手 无数空间石 瞬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托起 然后朝着高空飞去 开始和空间融合 感受到神药界内的异象 亡灵巫师立马又冲到了苏洛身边 卧槽 主人 您从哪搞来的这么多空间石啊 太棒了 这么多空间石 大概又能让整个神药界扩大一倍了 亡灵巫师唧唧喳喳地吼叫着 苏洛无语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静止离开了神药界 对于空间扩大这种事情 他经历了很多次了 如今哪怕是如此数量的 空间石同时使用 他也没了观看的兴趣 离开神药界后 苏洛给自己泡了一杯淡茶 然后坐在院中的石凳上 慢悠悠地喝了起来 如今 他感觉自己的心情已经改变了许多 似乎 有点喜欢这种养身一样的生活了 此时正是黄昏 夕阳飞红的光芒 慵懒地洒在院内 将院中的一切都映照成淡金色 充满了祥和气息 就在这时候 门口走进来了一名老人 他身穿着火红色的长袍 肩膀上站着一只细小的三足小鸟 苏洛 你这家伙最近是越来越忙了 学院里很难看到你的身影了 无用走到苏洛面前 又是喜爱 又是无奈地看着苏洛 师尊见谅 我这段时间确实挺忙的 苏洛尴尬地笑了笑 然后站起身 又给无用七叉 拿出点心款待 坐了一会儿之后 无用才笑眯眯地看着苏洛问道 徒儿这次出门 是为何事啊 就是收到赵前辈的命令 去办点事 听说屠龙联盟的人 要对我们的圣坛下手了 你可得注意安全啊 无用乐呵呵地说道 脸上的笑容宛如岩师慈父一般 多谢师尊关心 他们肯定没机会争夺圣坛的 苏洛不动声色地点头回应 心里却暗暗有些疑惑 屠龙联盟的人对圣坛动手 这件事似乎没传开 目前只有龙国高层知道 无用大法师是怎么知道的 就在苏洛疑惑的时候 无用又笑眯眯地开口问道 徒儿太自信了 听说屠龙联盟的人 出动了十个顶级强者 这一战很艰难啊 听到这儿 苏洛心里已经对无用起了防备之心 虽然他是自己的师尊 但这些事儿 似乎不是他这个身份能知道的 诸多国度垂涎龙国已久 四周随时都有可能潜伏进来探子 想到这里 苏洛顿时就痛苦地皱起了眉头 他不愿意相信 一向和蔼的无用会是敌国探子 但是警惕的本能 还是让他想要试探一番 师尊 你是不知道啊 赵前辈竟然将这件事 全权交给我处理 压力很大 说完这句话后 苏洛目光便若有若无地 开始观察无用的神色变化 那你打算怎么办 你现在可是龙国的最强者了 要是你也没办法 那龙国可就难了 无用皱着眉头叹气 眼神中也没有什么不对劲 但是苏洛却总感觉 他心里想的和嘴里说的 好像不太一样 但是苏洛一时间也拿不出证据 只能简单应付到 师尊放心 这件事我已经有办法了 说完之后 苏洛便闷着头开始喝茶 等待着无用的反应 无用看到苏洛焦头烂额的样子 顿时就来了兴趣 好奇问道 敌人这么强悍 那徒儿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 说这句话时 无用的眼神中明显露出了一丝喜意 只不过他隐藏得很好 不用心看根本看不出来 走一步看一步吧 苏洛应了一声 发自内心的叹了口气 心里更是觉得很伤感 苏洛自认为 自己可以做到沙发果断 但也是一个有感情的人 作为曾经支持过自己的恩师 他是很不愿意怀疑无用的 但是他的行为似乎有些异常 让人不得不怀疑 在离别之际 苏洛再次从背包中 搜刮了一些残留的灵犬丹 一共368颗 全部都送给了无用 这下子 他身上算是真的一颗灵犬丹也没有了 送无用离开之后 苏洛感觉心里有些难受 如果师尊真的有问题 自己该怎么办才好 纠结了许久 苏洛才缓缓地叹了口气 算了吧 事情还没成为事实 没必要自己和自己精神内耗 放下这件事后 苏洛才缓缓地回到院子 然后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静静地品味人生 在他身旁 漂浮着一个白色晶莹剔透的骷髅 他身后飘荡着暗红色的披风 戴蒙中又透露着一丝凶猛 亡灵屋师眼眶中鬼火无聊地闪动着 随着苏洛再一次放下茶杯 他终于忍不住爆发了 主人 你这都喝了三壶茶了 是不是上火了 上你妹 苏洛白了他一眼 没好气地问道 最近神药界中炼制多少神兽丹了 差不多有两千颗了 给兄弟们分一份 全都吃了吧 把剩下的药剂全都搬出来 搬出来干嘛呀 那可是我的私人财产 感受到苏洛杀气腾腾的眼神之后 他立马尴尬地解释道 我的意思是我是主人的 我的私人财产也是主人的 说完这家伙 便一溜烟消失在了院子中 再次出现时 地面上顿时出现了 无数一次性储存袋 这些袋子每一个 都能装一百瓶 大型体力恢复药剂 或者精神恢复药剂 而现场足足摆满了 一千多个储物袋 代表着十多万的药剂 主人 这些全都是存货了 体力恢复药剂 精神恢复药剂 还有净化药水 行了 你回去吧 苏洛淡淡地点了点头 然后直接拨通了王莽的电话 让他过来拿东西 如今圣坛已经搬运回龙国了 龙国所有人的实力 都会迎来一个小幅度的飞跃 如果药神帮的人不努力修炼 或许有可能被别人追赶上 自己目前身为龙国店主 如果没有强悍的麾下 是很难有幸福力的 等到王莽把所有药剂拿走之后 苏洛才直接钻进了神药界当中 开始查看如今神药界的变化 从高处看去 整个神药界宛如一个真实世界一样 四周全是山川河流与平原 此时无数骷髅仆人 正在开垦农田 或是建造各种建筑物 一片欣欣向荣的场景 这么多药田 如果只是种植药材的话 或许有点可惜了 倒是能分一些田地 出来种植其他的药材 至于外界 似乎也要同步发展药田才行了 不然炼药师大批量崛起之后 很有可能会面临药材匮乏的情况 窥一巴尔之全豹 通过神药界苏洛 就能轻易推算出龙国的问题 想到这里后 他立马就退出了神药界 然后联系到了燕都的总负责人张世和 这人是燕都市负责人 除了苏洛之外 他代表着燕都最高权力 不过和苏洛比起来 他就像是一只蚂蚁一样弱小 接受到苏洛的传讯 张世和连夜赶往了苏洛的院子 并且手上还拎着两大包茶叶 苏店主 这是我老婆家中的铁观音 我也不太会喝茶 就想着给你品鉴品鉴 张世和手里提着茶叶 笑眯眯地走进了院子 年近五十左右的外表 整个人却神采奕奕 精神抖擞 同时还是一位120级的骑士转职者 张世和走进院子 把茶叶放在石桌上后 立马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 满心忐忑地等待着苏洛的下文 虽然苏洛目前的身份 也是燕都大学的大二学生 但是他却丝毫不敢怠慢 行了 不用这么客气 苏洛把茶叶收下之后 摆了摆手 示意他坐下说话 直到这时候 张世和才松了口气 欢喜地坐在苏洛旁边的位置上 满脸都是谄媚的笑容 我找你来 是想和你商量一件事 苏店主请说 张世和立马回应道 我这样牛逼吗 看到张世和完全一副舔狗的样子 苏洛忍不住有些无语 立马就开口道 你公事公办就行了 我只是提议 你也有权质疑我 好的苏店主 张世和再次爽快回应 心里却暗暗叫苦 质疑 拿命去质疑吗 看到张世和这个样子 苏洛暗暗无语 沉饮片刻后才开口说道 最近我创建的四所炼药师学院 都有些成绩 要不了多久 龙国的炼药师就会多起来 而现在龙国药材资源虽然丰富 但是距离彻底支撑龙国的消耗 还远远不够 所以我想提议 现在燕都市行药田开垦 如果燕都能实现自给自足 到时候在全国推行 种药材 张世和微微愣了一下 脸上立马就露出了一副狂喜的表情 他表情郑重地说道 实不相瞒 属下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 但是种植药材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 如今有苏店主带头做事 燕都的群众有福了 小心翼翼地打量着苏洛的表情 苏洛感觉自己后槽牙都快咬碎了 叫他来是参考这件事的可行度有多少 不是来吹捧自己的 但是这张世和貌似就是这种性格 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 让他参考 甚至还不如找亡灵巫师 沉寂片刻后 苏洛当即就拍板决定了 那你就从明天开始着手准备这件事 在燕都大力开垦药田 着重种植精神恢复药剂 和体力恢复药剂的原材料 看到苏洛下决定了 张世和立马站了起来 毕恭毕敬地行礼应道 属下领命 没事了 你走吧 送走张世和之后 苏洛才默默地拿出传音石 开始呼叫赵九霄 苏洛心里明白 以自己的权利 在燕都推广种植药田 完全没问题 但是这种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还是要让赵九霄知道的 随着传音石亮起光芒 赵九霄开心的声音 立马就从里面传了出来 小苏 我刚打算联系你呢 没想到你这小子立马就联系我了 赵九霄哈哈大笑 苏洛则是谦虚地和他寒暄了一会儿 然后才说起了正事 对于燕都世行开肯耀田 赵九霄是全力支持的 但是很快话题就进入了正轨 他语气严肃地说道 小苏 咱们龙国或许要出现大机缘了 但是这个机缘我们把握不住 需要你出手才行 一听到这话 苏洛顿时就鄙夷了起来 赵九霄的话 虽然听起来很舒服 但是严谨一概 就是需要自己出手了 赵前辈 什么大事 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圣坛出现在龙国境内之后 四处开始频频出现秘境 其他秘境还好 一般人都能进行探索 镇压 但是这段时间出现了一个秘境 老夫以及其他诸多店主 都联合出手试过了 全都是以失败告终 所以我才说 这件事只有你才能把握 说完之后 赵九霄又给苏洛详细讲解了 那个强悍秘境的情况 那个秘境在龙国 一共有八个出入口 里面的异兽等级 更是无比奇特 目前我们已知的等级 是从一级到一百八十三级 至于还有没有 更高等级的异兽还不知道 哪怕我们和一些店主 组合成了队伍 都无济于是 纷纷败在秘境当中了 事到如今 我想着 恐怕只有你 才能出手镇压这件事了 赵九霄说完之后 苏洛心里顿时就惊讶了起来 从一级到一百八十三级 这异兽的包含量挺大的 别说等级间隔详细且庞大 就单是 想要刷通这个副本 就需要不少时间 而秘境想要加工成为副本 你有没有把握 见苏洛久久不回应 赵九霄顿时就急得催促了起来 赵前辈 我再过一段时间去试试吧 苏洛并没有给确定的时间 毕竟里面包含了一百八十三级的异兽 自己如果不准备充分 挑战失败了的话 对龙国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至少会失去这个绝佳的副本机会 你打算准备多久 这个秘境 如果不稳固的话 最多还能六天左右 六天时间够了 到时候我会来龙都 和赵前辈会合的 结束和赵九霄的交流之后 苏洛立马就冲进了神药界当中 苏洛第一时间查看了 八一大蛇的属性版面 八一大蛇 179级 SSS级异兽 攻击 91万6千 防御 75万 精神 49万 体质 185 0000 技能 银月破空 八闪猎神沙 魔蛇之吻 被动技能 吞魂 当前已累计 14 银月破空 尾部甩出如圆月般的利刃 瞬间击中途径上的目标 造成250%伤害 无冷却时间 八闪猎神沙 在任意位置闪烁八次 每次对敌人造成150%伤害 每次恢复自身20%生命 魔蛇之吻 瞬间出现在目标身前 对敌人造成150%伤害 如果成功击杀敌人 则可再次释放 吞魂 吞是一个同类 可永久性叠加1万点 急促伤害值 八一大蛇是目前所有宠物中 等级最高的异兽 但也只有179级 根据赵九霄所说 那只183级的异兽 是单独行动的 如果再加上幽明揽月花 对付它轻轻松松 但是谁也不知道 后面还会不会有 更高等级的异兽 单凭一个八一大蛇 还是不太稳定的 想到这里 苏洛立马又将目光 放在了玄武身上 玄武 151级SSS级 攻击 68万8千 防御 68万 精神 18万6千 体质 286 8000 技能 被动技能 绝对领域 荣耀共享 介绍 神兽玄武 天地间唯一的存在 防御力极强 千万不能招惹它 其余的猪雀 白虎 青龙 等级也都全在 150级之上 如果它们四个联手 倒也有机会 和180多级的异兽碰一碰 但是 为了保险起见 还是得想办法 提升一下实力 此时 几只宠物 正在神药界仓库外面 眼巴巴地看着 王林巫师 一颗一颗地分配着神兽丹 一颗神兽丹 能增加20万经验值 10颗就是200万 100颗就是2000万 吃一颗神兽丹的效果 能直接顶得上20颗 不仅能更快增加经验 还变相地增加了 嗑药的速度 看到最后 苏洛又打开了 自己的属性版面 姓名 苏洛 职业 御灵师 等级 158级 攻击 26万5000 精神 25万 防御 94万5000 体质 316 5000 装备 燃魂战剑 燃魂头盔 燃魂胸甲 燃魂护手 宠物 朱雀 青龙 白虎 玄武 冥界之主 技能 火皇扑杀 凤皇焚天 三昧真火 万物灼伤 在玄武的加持下 苏洛的防御力突破94万 体质更是高达300万 这样庞大的血条 再加上樱花神术 绝对能成为不死的存在 但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虽然已经显得很有把握了 但苏洛还是不太放心 打算催促神纪骷髅 炼药师多搞点神兽丹出来 于是 整个神药界再次掀起了一股炼药狂潮 苏洛则是坐享其成 直接躺着享受 众多宠物使用丹药反馈的经验值 检测到朱雀 使用神兽丹 获得经验反馈 经验值加200000 检测到丧尸珠王 使用灵犬丹 获得经验反馈 加100000 检测到青龙使用兽神丹 经验值加200000 所有宠物都在权力科药 一道道系统的提示音不断响起 苏洛的等级也迎来了飞速增长 恭喜您 等级突破到159级 恭喜您 等级突破到160级 直到这时候 苏洛才停止接受宠物的经验值 然后将目光放在了神药界中的神徒里 他的等级需要提升 而这些植物们更需要经验值 才能增强战斗力 宣布一下更规则 第一个 每天礼物超过300个 增加一更 现在有几万人在看 只需要100个人 每天送三个爱发店就可以了 第二个 催更每日突破以前增加一更 这两个数据 大家都可以通过送礼物页面 看到每月累计收到的礼物数量 催更就更不用说了 也能看到 绝不耍赖 剑气草 148级 神话级植物 生命 86万5000 防御 18万6000 攻击 46000 觉醒时间 一小时 恢复时间24小时 当前剑叶 36850片 介绍 剑气草发出攻击时 造成的伤害百分百暴击 造成200%伤害 每片叶子可造成一次伤害 可叠加 觉醒时间会随着等级升高而增加 新火草 136级 神话级植物 生命 46万5000 防御 146000 攻击 49万 觉醒时间 无限 燃烧持续时间60秒 介绍 很胆小的植物 散发出一点火星 击中目标后会造成大范围伤害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众多植物中 只有幽明兰月花的等级最高 已经达到了158级 幽明兰月花 158级 传说级植物 生命力 100万 攻击力 356000 防御力 215000 活力值 11000 被动技能 束缚免疫 以解锁 介绍 不能长时间脱离土壤 一点活力值可持续战斗10秒钟 活力值每小时恢复3点 藤万最大可束缚超过自身50级的目标 5分钟内免疫束缚目标任何伤害 束缚目标同时包括身躯 灵魂 空间 一旦被它束缚住 任何手段都无法逃离 除了这些植物之外 苏洛手里还有樱花神术 刺球炮筒 星火草 以及南海七彩珊瑚这几种植物 不过刺球炮筒苏洛已经不打算要了 现在自己手里植物 宠物众多 要培养就养点厉害的 像刺球炮筒这种一般的植物 养着用处不大 反而占据了神土宝贵的资源 倒不如用来分裂种子 然后送给更合适的人 毕竟现在龙国面临着巨大危机 能否渡过难关不仅仅是靠自己一个人 在神土旁边看了一圈之后 苏洛最终决定把所有经验值 都给星火草和剑气草 这两种植物等级都很高 星火草获得经验值加2000000 随着苏洛经验重新分配之后 剑气草和星火草的经验条 立马开始上涨 此时众多宠物都在悠哉悠哉地 啃食神兽丹 苏洛则是美滋滋地离开了神药界 忙碌了这么久的时间 他还没空去转直台进行三转 如今赵九霄想让自己去探索一个 强悍且未知的秘境 最需要做的就是让自己强大起来 转直 对于任何转直者来说 都是能够增强战斗力的最好方式 对于已经有过一次 转直经历的苏洛来说 现在在转直 他已经是轻车熟路了 当苏洛进直来到学院的转直台旁边时 转直台旁边依旧有人在等候 只不过这一次转直的人比较多 大概有五六十个人 他们都在相互交流着等级 提升的喜悦感 这一个月内我连升五级 这种感觉真的爽翻了 切 你连升五级算什么 我连升八级 这一切都多亏了练药师协会 降低了药剂价格 不然我们这种普通人 可耍不起多少艺术 传闻说 苏殿主已经决定 在咱们宴兜 世行药田种植了 估计以后 我们能实现药剂自由吧 药剂自由以后 小爷我要连续刷一个月的等级 众人议论纷纷 丝毫没注意到人群中 带着鸭舌帽的苏洛 听到别人对自己的评价都很友好 苏洛感觉 心里顿时有种酸爽的感觉 他们的好评 也就意味着自己做的事 得到了认可 也给了苏洛无尽的动力 在队伍的前方 是一块巨大的转值神石 每一个转值者 只需要站上去神兽 触摸神石就能够进行转值 二转对于大部分转值者来说 都是改变命运的机会 相当于一棵大树 从树干到了枝干 二转决定了他们日后如何发展 而三转 则是意味着 能将转值者的力量发挥到极致 随着转值的人越来越少 苏洛也能够清晰看到 转值台上的情况了 不过对于这一切 他都丝毫不在乎 区区二转而已 同学 导师站在转值神石旁边 面无表情地对着苏洛催促 由于他戴了帽子 脑袋很低 所以在神石旁边 指手的导师并没有认出苏洛 反而是将他看作了一个 害怕转值的懦夫 好 苏洛只是淡淡地 应了一声 然后直接踏上了转值台 伸手摸向转值神石 能否一飞冲天 就看这一次了 随着双手彻底触摸转值神石 苏洛立马就听到了 脑海中的回应声音 恭喜您 成功转值成为圣灵之主 恭喜您获得新技能 寄生 恭喜您成功进行第三次转值 天赋已全部打开 您可以复制每一只宠物的任意技能 复制数量无上限 技能数量无限制 随着白色光芒消失后 苏洛立马转身 朝着转值台下方走去 转值台旁边的导师 看到有人匆忙离去 脸上顿时就露出了鄙夷的神色 在他看来 那种不敢声张的人 大概率都是觉醒的垃圾职业 如果真有人觉醒了很厉害的职业 十有八九回原地装毙 而此时的苏洛 只想尽快查看自己的属性版面 和之前到底有什么不同 就在他刚刚走到青龙院的时候 才发现门口似乎多了一个信封 里面装着一个纸条 这张纸条被一个普普通通的信封包裹着 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是外表却散发着淡淡金色的光芒 很势不凡 谁弄的这玩意儿 看到纸条所记录内容的一瞬间 苏洛立马就猜测 这是谁弄的恶作剧 毕竟整个燕都大学的人都知道自己的住处 经过我们多方位的考察 你已获得黑魂门入门资格 请于十天之后前往昆仑山顶 纸条上面的内容很简单 大概就是黑魂门的人 邀请苏洛参加某种比赛 如果赢了 或许有机会加入黑魂门 但如果说输了的话 后果就没人知道了 毕竟黑魂门实力强大 神秘无比 真想找自己麻烦 他们似乎也能找得出办法 而苏洛一直以来 最想要的就是一个隐藏自己的身份 但是现在看来 自己在某些人眼里 似乎没有秘密可言 苏洛自认为自己的实力 放眼整个世界 几乎都能算得上是翘楚了 黑魂门的人居然表示 自己才达到入门资格 这就太离谱了 多少有点让人觉得无力 但是苏洛却不想管那么多 他随手将纸条正成碎片 冷横道 不管那么多了 到时候再看看黑魂门的水 到底有多什么 进入院子 苏洛的第一反应 是关好院子大门 然后又检查了一番院墙上 新添加的特制玻璃碎片 一切没有问题之后 他才缓缓地回到房间 然后锁上房门 拉上窗帘 开始查看自己的属性版面 姓名 苏洛 职业 圣灵之主 等级 160级 攻击 356000 精神 31万 防御 108 0000 体质 321 5000 装备 燃魂战剑 燃魂头盔 燃魂胸甲 燃魂护手 宠物 朱雀 青龙 白虎 玄武 冥界之主 技能1 火皇扑杀 凤凰凡天 三位真火 万物灼伤 技能2 信仰灌输 寄生 技能复刻 信仰灌输 全力施展技能 可感化动物 植物 人类等一切天地生灵 低于自身等级 十级以下的目标 可直接感化 成为自己的信徒宠物 寄生 可挑选一只宠物 作为寄生目标 寄生目标不死 自身可维持不死不灭状态 10分钟 冷却24小时 技能复刻 可复制挥下宠物 任意一个技能 数量无限制 看到自己转职 成为圣灵之主后的 属性版面 苏洛顿时 感觉浑身热血沸腾 这也太特么 逆天了吧 以前还是单纯的 御寿师或者御灵师 现在三传之后 竟然连着万兽之主的天赋 也都嫁进来了 每只宠物复刻一个技能 而他手里 现在足足有 十来之强悍的宠物 所有宠物的大杀招 全部复刻之后 直接一股脑砸出去 估计顶级强者 也能瞬间打成渣渣 想不到御寿师职业这么完美 从今以后 我命由我不由天了 苏洛脸上 顿时就露出了一个 满意的笑容 然后直接钻进了 神药界当中 寄生技能苏洛 直接选择了玄武 这家伙无论是防御 还是体质 都是一流水准 再加上 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如果遇到激烈的战斗 再加上 樱花神术 几乎就是无敌的存在 而自己寄生 在他身上 完全是安全感十足 至于技能方面 苏洛也有了调整的打算 正好可以从宠物中 挑选一些杀伤力强悍的技能 首先是八异大蛇的拿手技能 银月破空 再是玄武诸多技能中的 顶级控制技能 冰封三剑 复制完宠物的技能之后 苏洛再次将目光 放在了旁边的神土中 樱花树在神土中 微微摇动着枝叶 时不时的有樱花 从树上掉落 不知道能不能复刻植物的技能 苏洛尝试性地 打开了樱花神术的属性版面 樱花神术 一百六十级神话级植物 生命 168 0000 防御 85万 攻击 5 治疗 88000秒 觉醒时间 无限 技能 百花之怒 被动天赋 治疗 百花之怒 受到致命伤害时 爆发百花之怒 以花瓣形成巨峰 对敌对目标实施打击 治疗 樱花树所在之处 方圆50米距离之内的 有方目标可受到持续治疗 治疗数量无限制 樱花神术 有一个技能百花之怒 和一个天赋治疗 攻击技能 苏洛感觉自己不需要了 如果能复刻樱花神术的 治疗天赋 战斗的时候 自己施展出来 再加上樱花神术的叠加 有军立马就能达到 每秒钟增加 176000的卸量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 无论是多么脆皮的宠物 或者转值者 只要不被秒杀 几乎几秒钟 就能恢复到满血状态 这不比辅助回血来的凶猛 试试吧 纠结了片刻之后 苏洛还是对着樱花神术 使用了技能复刻的能力 恭喜您 成功复刻治疗技能 系统清脆的提示音响起 苏洛脸上的神色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红润了起来 竟然还能复刻植物的技能 或者天赋 这下算是发达了 感受着新增的景能 苏洛恨不得让手下的宠物 分成两派相互干一架 但遗憾的是 全都是他的宠物 并没有允许内斗的机制 所以宠物们 不可能自己打起来 具体治疗效果如何 还得在实战中 才能实践出来 不过 苏洛一点也不着急 因为他感觉自己复刻的技能 和樱花神术的功能相差不大 甚至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激动之余 苏洛又直接复刻了 剑气草和星火草的能力 甚至连幽名懒月花的束缚能力 苏洛也复刻了 复刻完幽名懒月花之后 他就迫不及待地 在神药界中实验了起来 随着苏洛使用技能 他感觉自己的双手 顿时就变得有些陌生了 似乎自己的一双手臂 就像是藤蔓一样 可以无限延长 伸缩 直到苏洛看见自己的双手 无限延伸 将一座山头包裹起来之后 他才立马收起技能 不停地拍打 砰砰作响的小心脏 哪怕如今的他 已经达到160级了 但是对于这种震撼的场面 依旧有种不可抑制的激动情绪 主人 你这是使用了什么技能啊 怎么看起来怪怪的 亡灵巫师看到 苏洛双手的奇异变化 立马就围了上来 其余一众宠物 也都好奇地看着苏洛 像是看怪物一般 等一段时间你们就知道了 苏洛神秘一笑 并没有说为什么 而是直接离开神药界 朝着龙都赶去 现在他感觉自己 完全有能力 去探索那未知 且强悍的秘境了 龙都市中心 一间巨大的会议室中 足足容纳了两三百人 这些人全都是 130级以上的转制者 其中还包括了龙战天 王大仙等顶级强者 会议室宛如一个巨大的电影院 所有人都能清楚地 看到前方讲台上 正焦头烂额的龙国国主赵九霄 人数众多的会议室中 此时鸦雀无声 落真可闻 所有人都低着头不讲话 诸位 还有谁愿意去试一试神龙秘境 沉映了许久之后 赵九霄才抬起头 看向在场的众人 眼神中的神色 已然是不抱希望了 在这之前 龙国的顶级强者组合 成了一个六人小队 探索神龙秘境 可是都失败了 一提到这个秘境 所有人都感觉头疼 神龙秘境 对于在场中人而言 目前已知的是 里面的异兽 有180几的 而且还只是 探索到的情况 至于还有没有更厉害的 就不得而知了 而一个秘境 想要彻底稳固 就需要将它打穿才行 如果没人 能够打穿神龙秘境 或许再过不久 这个秘境就会自然消失 对于龙国而言 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这种级别的秘境 如果消失 至少会影响 龙国六成的发展速度 坐在前排位置的龙老爷子 此时正面无表情地看着茶杯 突然他猛地抬起头 将视线放在赵九霄身上 老赵 通知过苏洛了吗 龙占天的声音不大 却让整个会议室的气息 都凝重了起来 一些见识过苏洛手段的人 都充满了好奇 没见过苏洛的人 则是充满了疑惑 他们都知道苏洛很厉害 但是这神龙秘境 可是顶级强者组队 都打不穿的存在 就凭苏洛 他也配 刹那间 整个会议室无形之中 划分成了两派 一些人觉得苏洛可以试试 但更多的人 却觉得这个 叫苏洛的家伙不太行 就算他是天之骄子 一个人也别想碰刺神龙秘境 感受到众人复杂的目光 赵九霄脸上表情一阵变动 最终还是叹了口气 前几天我已经通知过他了 但是这小子没给准信 说完这句话 赵九霄脸上的表情更颓然了 仿佛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毕竟神龙秘境 对于龙国来说 是一个大机缘 可是只能就这么眼睁睁地 看着他消失 这一刻 赵九霄感觉 内心有种深深的无力感 咔嚓 就在这时候 会议室的大门被人推开了 众人视线循着声音望去 只见门口进来了一名 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相貌清秀 却不是刚毅 整个人看起来炯炯有神 身上只穿着淡紫色运动服 脚下踩着一双灰色运动鞋 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身上却流淌着一股尊贵的气息 让人一看就能感觉到 这不是普通人 但是他却隐藏了等级 看起来真的很普通 这小子谁啊 不知道 这是龙都最高层会议吗 人群中 有人小声嘀咕了一句 立马就引起了不少人的议论 估计是会议室打杂的 太不懂规矩了 这种级别的会议也敢捣乱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负责管理会议室的老曹 这次要栽了 竟然放闲杂人等进来 一众不认识苏洛的人 纷纷吐槽 似乎把刚刚的压抑情绪 知道的 看起来人畜无害 实际上没人 能从他手里讨到便宜 主席台上 赵九霄看到苏洛进来 脸上顿时就露出了一丝笑容 而这时候 整个会议室都处于哄闹之中 没人注意到赵九霄的神色变化 当听到一些人 越说越过分时 赵九霄的脸顿时就阴沉了下来 对着众人呵斥道 行了 大家近一见 赵九霄的声音不大 却动用了转职者的力量 顿时就将整个会议室的气氛 压制了下来 原本还在议论的众人 顿时感觉被扫了面子 却又不敢爆发 毕竟赵九霄的实力 和身份摆在哪 没人敢找不痛快 等到所有人都安静下来之后 赵九霄才笑眯眯地亲自走到门口 把苏洛拉到了主席台上 对着众人介绍道 可能有人还不认识 他就是我们龙国第九位店主 苏洛 龙国能够诞生神龙秘境 完全取决于 我们成功搬运了圣坛 而能够从屠龙联盟 众多强者手中夺过圣坛 这一切都归功于苏洛 随着赵九霄简单的介绍 原本还对苏洛不满的人 纷纷脸色尴尬了起来 苏洛的实力他们听说过 知道苏洛很强 但是完全没想到 过会这么强啊 搬运圣坛的时候 据说屠龙联盟 折损了十余名顶级强者 那意思岂不是 这些人都是折损 在苏洛手里的 整个会议室内 除了几名顶级强者之外 其余的人都默不作声 静静地看着这个年轻人 小苏 你来这儿 是有什么事吗 赵九霄完全忽略了 现场的龙国高手 与其温和 小心翼翼地看着苏洛 如此态度 更是让不知情的人 大跌眼镜 这可是威严无比的赵九霄啊 竟然会对一个年轻人如此 柔和 我是想来试一试神龙秘境的 但是守卫者 交代需要走 最高级机密的文件流程 所以我就找到这儿来了 苏洛淡淡地说道 同时目光扫向了会议室后方 刚刚议论自己 最凶的那些人身上 凡是和苏洛 目光碰上的人 都纷纷低下了头 完全不敢和他对视 苏洛的目光 就像是有特殊的魔力一般 但凡有人和他对视超过三秒 都会立即心生俱异 恨不得把头低进裤裆里 单凭一个目光没这么厉害 苏洛知道 这是自己技能信仰灌输的影响 既然小苏院以前往神龙秘境 那我倒是觉得 还可以再试一试 龙战天也直接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同时从手里拿出了一枚金色 盾牌模样的令牌 我同意 让苏洛进入神龙秘境 谁赞成 谁反对 随着龙战天带头 整个会议室压曲无声 毕竟 今天这场会议的目的是 要不要提前透支神龙秘境能量 增强其余副本 原本已经大概敲定了 把神龙秘境的能量 灌输给其他的副本 但是现在突然又要保留秘境 让苏洛去试试 招令西改可是大忌 一时间 然后也取出了代表自己店主身份的徽章 高高举起 我也同意 道人模样的赵仙和也站了起来 表示自己愿意让苏洛去神龙秘境再试试 龙国除了国主和护道者身份最高之外 排行第二的就是店主了 而目前除了赵九霄和龙战天之外 已经有两名店主答应了 就算剩下的五名店主不答应 最大限度也是五五分 除非是其余人全都不答应 我也同意 我同意 实力越强的人 越懂的人情世故 不到一分钟时间 剩下的店主全都表态同意 让苏洛进入神龙秘境 刹那间 整个会议是两百多人 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苏洛 所有人脑袋里都有些疑惑 这个苏洛究竟有什么能耐 竟然能让龙国国主 护道者 甚至是八大店主全都站在他那边 主席台上 赵九霄已经乐得合不拢嘴了 本以为有人会反对 但是现在龙国的所有店主 竟然全票通过 他心里很清楚 这并不是自己多有威慑 完全是苏洛 这小子心狠手辣 没人愿意得罪他 自己只要扶持好苏洛 这龙国就乱不了 他当即就开口宣布道 既然诸位店主都同意了 那我们便让苏洛去试一试 不仅要试 而且还是以投影回馈的方式 让大家都现场看一看 苏洛 你看怎么样 赵九霄说完之后 立马就对着苏洛一阵挤眉弄眼 仿佛在说 我的面子以后就靠你照住了 我没问题的 苏洛笑着点了点头 同意赵九霄的做法 毕竟现在 自己已经被黑回门的人盯上了 就算是龙国众人知道 知道了 没什么大不了 行 那你带着这个 然后老夫亲自送你 取龙都的神龙秘境入口处 赵九霄迫不及待地 从背包里 取出一枚投影手环地给苏洛 然后又取出了阵法棋 同时 他还对着会议室的大屏幕 释放了三颗投影石 可以将苏洛身上发生的一切 全都以画面的形式投影出来 这样一来 算是有现场直播可以看了 原本还死气沉沉的会议室 顿时就活跃了起来 所有人都表情期待地看着苏洛 众人都想知道 一个能让八大老牌店主 都卖面子的人 能有多厉害 一切都准备就绪之后 赵九霄便带着苏洛 直接离开了会议室 龙都市中心北方 三十里外的森林中 一块巨大的平地 四周全都是 身穿紫色战衣的守卫者 这些侍卫 全都是赵九霄的贴身护卫 由他统一管理 同时也只认可他的命令 不然就算是店主来了也不好使 看到赵九霄出现的一瞬间 所有守卫者立马单膝下跪 在众多侍卫守护的中间 是一道白色的能量屏障 隐隐可见 屏障后面似乎还有一层紫色的光芒 赵九霄指着白色能量屏障说道 那里就是入口处了 像这样的入口 整个龙国足足有五个 目前还不知道 五个入口是分开的 还是合在一起的 里面的异兽等级都是从异级开始 至于最高等级的异兽是多少 目前还没人知道 赵九霄详细介绍完毕之后 立马就让在场的侍卫 解开能量屏障 露出了秘境的入口 那是一道道宛如水波一样的紫色光芒 只要跳进光芒之中 立马就能进入神龙秘境 不过此时的赵九霄却心情忐忑 再次对着苏洛交代道 实在不行的话就退出来 秘境虽然珍贵 但你也是不可复制的 赵前辈放心 没有把握 肯定不会硬闯的 但受到赵九霄的关心 苏洛心里一暖 暗暗决定一定要竭尽全力 尽可能地帮龙国留下这个不可多得的秘境 做好一切准备之后 再次睁开眼睛 它已经掉入了一片草地上 蓝天白云四周是辽阔无垠的大草原 地面上全都是在啃食杂草的绵羊或者野牛 还有草丛中不断啃食僵果的小白兔 灭灭羊 1级 普通 攻击 15 防御 8 生命 150 技能 冲撞 被动 食草 冲撞 对敌人造成200%的伤害 食草 吃草时每秒钟可增加1%的生命值 野生大水牛 2级 普通 攻击 20 防御 15 生命 300 技能 踩踏 被动 疯狂 踩踏 发动技能时 四只脚宛如刀锋一般连续出击 对敌人造成每秒钟150%的基础伤害 持续3秒 疯狂 防御 速度 生命增加200% 苏洛静静地打量着周边动物的属性版面 心里暗暗扎舌 这神龙秘境还真有点意思 如果这个秘境真能控制成为副本的话 以后的转职者可以在这个副本中从零开始练及 绝对会是很完美的副本 考虑到会议室中能看到自己的战斗投影 苏洛并不打算立马火力全开 区区一击一兽而已 只需要一只宠物就能搞定了 权衡一番之后 苏洛直接召唤出了白虎 白虎出现在草地上的一瞬间 立马就用疑惑的眼神看着苏洛 这要是神要剑他还不好奇 可这明显不是神要剑 而是某种秘境 此时的白虎很疑惑 怎么会有这么奇葩的秘境 关键是苏洛竟然会进这么低等级的秘境 太不合理了吧 别管那么多 干活越快越好 苏洛直接对白虎下达了命令 好 白虎疑惑地点了点头 然后张开嘴猛地咆哮了一声 恭喜您击杀咩咩羊 经验直加一 恭喜您击杀僵狗兔子 经验直加一 恭喜您击杀咩咩羊 白虎并没有动手 只是一个咆哮 其中蕴含的攻击力 就直接干翻了一群脆弱的小可怜 随着草原上的异兽 全部死亡 虚空中顿时就冒出了无数白色光芒 宛如流星一般 看到这一幕 苏洛顿时就笑了起来 这种模式和他在樱花岛时 帮别人打副本的情况一模一样 虚空中无数流星画下 白色的光芒一闪而逝 直接抵达了地面 砰砰砰 无数光芒撞击在地上 仿佛陨石撞击一般 地面不断地晃动 但杂草却没受到丝毫影响 随着光芒消失 地面上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生物 神龙秘镜内面积极大 比起一座小县城也不曾多让 新的异兽出现后 苏洛脸上的表情也越来越兴奋 他刷过许多副本 但是觉得只有这种副本是最高效 最安全的 每一次出现的怪物 都只比之前的怪物强悍一点点 如果觉得自己不太行 也可以安然离去 不会遭受到太强悍的攻击 这个秘境 我一定要让他留下来 苏洛心里暗暗决定 同时朝着周边的异兽望去 各项属性指标 在他眼中根本就无处遁形 地枯魔虫 三级 普通 攻击 38 防御 16 生命 500 技能 粘液喷射 被动 分裂 粘液喷射 喷射出粘液降低敌人的移动速度 并造成200%伤害 分裂 每只的枯魔虫分裂成为两只小型的枯魔虫 每只能分裂一次 分裂后各项属降低45% 烈火狐 四级 普通 攻击 45 防御 15 生命 450 技能 火球术 引燃术 被动 火之怒 火球术 施法后 释放一枚火球攻击目标造成150%伤害 引燃术 引燃目标后 对目标造成50%伤害 持续十次 火之怒 技能伤害增加30% 查看了一圈之后 苏洛确定草原上只有地窟魔虫和烈火狐两种异兽 于是 他再次将目光看向了一旁的白虎 主人 杀这些异兽干嘛 每次只能增加一点经验值 根本没用 白虎满脸茫然地看着苏洛 脸上写满了不情愿的表情 有功夫废致近他 觉得还不如安稳地睡一觉 这个秘境和别的不一样 异兽等级是从低到高排列的 苏洛淡淡解释完之后 又鼓励道 只要你杀得够快 很快就能遇到旗鼓相当的对手 甚至还有比你更强的存在 主人 你早这么说我多好啊 一听到还有更强的对手 白虎眼神中 顿时就冒出了一道白色的光芒 那是兴奋的眼神 好 白虎大声发出一阵咆哮 瞬间震死了一大片地枯魔虫和猎火狐 同时 他飞快地在草原上驰骋 身躯竟然直接一分为七 四处掠杀 看到白虎透露了技能 苏洛脸上顿时就露出了无语的表情 要知道 现在神龙秘境内的一举一动 外界龙都会议室里是能看到的 底牌倒也不是不能暴露 而是不能暴露太早 随着白虎竭尽全力的厮杀 地面上的地枯魔虫和猎火狐 很快就被猎杀一空 紧接着 虚空中再次亮起了一道道白色光芒 很快 地面上又出现了无数异兽 种类依旧是两种 等级也是五级和六级的 只是白虎就能够轻易过关 如今 白虎在人类转职者中 已经算是顶级强者了 如此低等级的难度 几乎只需要五分钟 就能够清空地面所有异兽 苏洛只需要站在原地 静静地等待 异兽等级越来越高就行了 龙都 会议室内 众人正在吃东西解闷 或是喝水 又或是吃水果 但是随着时间缓缓地流逝 整个会议室中的人 也从茶花灰的状态 逐渐地凝重了起来 所有人都时不时地 看向会议室前方的光幕 通过光幕 他们能清晰地看到 神龙秘境内发生的一切 甚至赵九霄还特意坐在旁边 负责亲自调整角度 只为了让大家能更清楚地看到 秘境内的一切 当异兽等级 逐渐达到七八十级之后 苏洛才释放出第二只宠物 朱雀 不是因为难度太大 而是为了节约时间 从等级一级的难度到八十级 苏洛清空异兽的时间 几乎全程都保持在五分钟之内 在这期间 宠物们释放技能 就像是不要钱一样 不停地释放技能 地面上 苏洛早已摆满了一堆精神恢复药剂 供宠物使用 而他自己则是悠哉悠哉地坐在草地上 甚至还在客瓜子姐们 看到这一幕 会议室中的众多强者 纷纷露出了羡慕的表情 御兽师的战斗风格 果然和我们不一样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苏店主实战 真羡慕苏店主啊 我有个子儿也是御兽师 可惜他没能打破御兽师的诅咒 太让人眼红了吧 就坐在地上磕磕瓜子 战斗完全与他无关啊 怪不得苏洛升级快 哪个副本能顶得住他这样搞啊 会议室中 无数龙国强者看得眼睛通红 甚至恨不得自己也变成御兽师 倒不是羡慕苏洛多厉害 而是羡慕这种战斗方式 自己磕瓜子 其余的全都交给宠物 这种战斗方式 谁不羡慕啊 就算是遇到强敌了 宠物在前面顶着 自己也能完全有充分的时间 捏碎传送时 大家安静 异兽的等级越来越高了 秘境中异兽等级达到130级之后 赵九霄立马抬手 示意大家安静 因为在这之前 很多人都是折损在这个紧要关头的 神龙秘境和其他的副本不一样 这个秘境一次性只出现两种异兽 但是一旦出手攻击 所有异兽都会蜂拥而至 130级的异兽 如同潮水一般涌来 就算是顶级强者组成的队伍也够呛 会议室中顿时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紧紧地盯着前方的光幕 而此时 神龙秘境中 苏洛淡定地坐在地上 看着虚空中滑落的流行 然后拿着小本本看了一眼 这一波异兽 该是134级和135级了吧 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 已经出现过的异兽等级 同时还有他们的攻击特点 此时 苏洛已经释放了四只宠物出来 青龙 白虎 猪雀 和丧尸猪王 丧尸猪王是苏洛放出来的第二只宠物 倒不是因为他的攻击力多么优秀 而是这家伙能感染异兽成为小弟 此时 丧尸猪王的身旁 已经浩浩荡荡挡挤满了丧尸一兽 从40级到100多级的异兽都有 足足有2000多只 这么多丧尸一兽联合起来 清理野怪的速度也能增加很多 轰隆隆 随着无数光芒 如同流星一般撞击在地上 无数异兽的嘶吼声立马就传了出来 苏洛拍了拍手上粘连的瓜子壳 然后缓缓地站了起来 开始打量着新出现的两种异兽 猎雀鸟 134级 普通 攻击 126800 防御 53000 精神 38000 生命 216000 技能 猎雁咽咆哮 火星陨落 死亡光环 被动 神速 猎雁咆哮 猎雁鸟张嘴咆哮喷出三位真火 对敌人造成300%伤害 火星陨落 召唤陨石攻击敌人造成200%伤害 陨石落地后 方圆10米之内燃烧火焰 每秒对敌人造成150%伤害 持续10秒 死亡光环 引燃敌人的魂魄 在周边形成磁力圆圈囚禁敌人 在此期间猎火鸟的技能伤害增加200% 神速 施展技能期间猎火鸟增加150%伤害 洪流珠王 135级 普通 攻击 11万5000 防御 8万6000 精神 3万2000 生命 325000 技能 巨石洪流 致命冲刺 皮甲反弹 被动 山洪爆发 巨石洪流 在前方范围内引发巨石洪流 冲击敌人造成150%减速效果和200%伤害 致命冲刺 自身被洪流包裹 朝着前方目标冲刺造成250%伤害 每冲刺5米 伤害增加1倍 皮甲反弹 技能触发后 将受到的伤害以真伤形式反弹 对敌人造成3%的伤害 山洪爆发 并不会消失 持续释放3次后 方圆30米之内 将会引发被动山洪爆发 看到洪流猪王的技能之后 苏洛脸上露出了一抹惊讶的表情 这种玩意儿单体战斗力 看起来不是很厉害 但是成群结队的洪流猪王 如果能够抗住几波攻击 将会有大面积的山洪爆发 绝对是群攻力气 苏洛越看越喜欢 眼神中露出了兴奋的光芒 不过片刻后 他就没了兴趣 虽然看起来很厉害 但是范围太小了 我也没那么多精力培养太多 轰咚咚 就在这时候 虚空飞行的烈焰鸟群 已经发动了攻击 一颗颗陨石不断地砸在地上 以烈焰鸟的实力 虽然砸不到几只宠物 但丧失猪王的小弟们 一下子就损失了上百只 苏洛立马放出了第五只宠物 三足金乌 和四大圣兽们比起来 他的等级目前有些逊色 但是猎杀猎火鸟 绝对是绰绰有余 给我清理掉它们 速战速决 苏洛对着所有宠物下达指令 朱雀和三足金乌盾时 发出了嘹亮的声音 然后朝着烈焰鸟群俯冲而去 地面上 丧失猪王 白虎和青龙 也在不停地猎杀红流猪王 龙兜 高层会议室中 无数强者看着荧幕上的战斗画面 纷纷择舌不已 一众高手 此时早已经瞪大了眼睛嘴 更是张得老大 足足能塞进去一枚鸡蛋 就连坐在会议室前方位置上的 几大店主也都纷纷变色 这小子的战斗力太逆天了 当初我们面对红流猪王 和猎火鸟都很棘手 没想到 他竟然这么轻松 估计这小子能闯到最后吧 众人议论纷纷 神龙秘境内的异兽 虽然等级越来越高 但数量也在逐渐减少 这也微妙地 和挑战者达成了某种平衡 此时 龙战天和赵九霄 只是静静地看着屏幕 均是笑而不语 别人或许不清楚 但他们两人都很清楚 区区180级的异兽算什么 这种等级的异兽 苏洛手里也有 王大仙乐呵呵地捧着一杯热茶 扭过头看向身旁的赵仙和 问道 老赵 你觉得这小子怎么样 清出于兰儿胜于兰 赵仙和笑着回应了一句 同时伸手 理了理自己身上的道袍 王大仙却紧盯着他不放 继续说道 咱们都是龙国人 好不容易出了个好苗子 要护着 你什么意思啊 你帮着这小子一点 日后有你的好处 吧 你以为你送那包金子 就是帮他了 赵仙和吃笑一声 表情不屑地瞥了一眼王大仙 然后自顾自地抓了一颗花生 扔进嘴里 那只是聊表心意而已 对这小子我可是无微不至啊 老夫不用你来叫 赵仙和冷冷地看了王大仙一眼 然后自顾自地又喝起了茶 王大仙深深地看了赵仙和一眼 这才扭过头去 脸上依旧是笑呵呵 宛如弥勒佛一样的表情 此时 神龙蜜境内 苏洛的光芒也越来越少 只是越来越刺眼了 为了增加效率 苏洛索性一口气 把玄武 亡灵巫师 海洋灵妖和金刚魔元 也都召唤了出来 除了等级已经达到 180级的八亿大蛇和植物之外 宠物苏洛算是底牌出的差不多了 这次应该是150级了吧 只有30来个 倒也不算很难 他站在草地上 静静地仰望星空上的光芒 同时心里也好奇 龙国那些老古董们 是怎么坚持到180级的 按照六人一组的队伍来算 现在是30个150级的异兽 相当于是一个队伍 对阵五个队伍 实力悬殊很大 但是龙国的人 竟然都能撑过去 看来 他们也不像是表面这么简单啊 苏洛心里暗暗留了的心眼 然后静静地等待异兽降临 好 虚空中 无数光芒炸裂 一道道庞大的身影 撕裂光芒 直接从高空跳了下来 降临的异兽竟然只有一种 而且还是力量型的大猩猩 但从外表来看 和金刚魔源几乎是一模一样 看到这一幕 苏洛只感觉头皮发麻 太特么夸张了吧 这么多金刚魔源 可不太好打呀 砰砰砰 就在苏洛愣神的时候 金刚魔源已经降临了 30只金刚魔源 分布在地面上 倒也不算密集 不过 苏洛心里清楚 一旦动起手来 这些家伙 就会立马冲过来 算上距离 几乎是三分钟之内 就会开启团战 这种异兽各项属性 分布均衡 更重要的是 体型庞大皮糙弱厚 不是很好打 苏洛忍不住瞥了一眼旁边 属于自己的金刚魔源 此时他也很茫然 怎么会突然冒出来 这么多铜类 这到底是打还是不打 一时间 金刚魔源猛逼了 丝毫没注意到 苏洛头疼的表情 主人 还打不打呀 看到苏洛在走神 亡灵巫尸 从地面上缓缓飘了起来 刚刚他被异兽 捶成了纸一样薄的玩意 估计这家伙觉得 这样好玩 到现在还没恢复原样 打 十来只宠物的等级 全都达到了150级以上 机身进入顶级强者的境界 对付130级的金刚魔源 可以轻易拿捏 八亿大蛇等级最高 对付这些异兽 几乎都不用很费劲 平均三秒钟 就能击杀一头金刚魔源 这一波异兽 很快就被苏洛再次消灭 哪怕神龙秘境中的 异兽等级越来越高 但苏洛刷怪的速度 依旧没有半点缓慢 龙兜会议室里 一众龙国强者已经看呆了 按照苏洛这种凶猛的程度 估计真有可能会冲到最后 在这个关键时刻 整个会议是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顾不上吃东西了 都死死地盯着荧幕上的画面 此时 最兴奋的莫过于赵九霄了 苏洛的崛起 不仅让龙国后继有人 而且还镇压了某些店主 不切实际的想法 毕竟顶级强者 在整个世界上 都是非常受欢迎的 如果一个国度逐渐落魄 普通人或许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但是顶级强者不会 过更好的生活 身为国主 这是赵九霄不愿意看到的 但是他也不能采取强制措施 但是现在好了 苏洛崛起了 一旦有人起了异心 至少还能让苏洛一铁鞋手段 清理门户 大家好好看看苏店主的战斗方式 兴许对你们有用 赵九霄乐呵呵地指着荧幕 对着所有人提醒了一句 同时还将目光看向了赵仙河 感受到赵九霄大有深意的目光后 赵仙河脸色顿时变得苍白无比 立马正经微作了起来 时间一晃 距离苏洛进入神龙秘境 已经是两天之后了 会议室中 众人不仅没有疲倦 反而越来越兴奋 所有人都死死地盯着荧幕 攥紧了拳头 满心期待地看着画面中的苏洛 赵九霄和龙占天也都满脸紧张 能不能成就看这一次了 无论成与不成 我龙国有苏洛 都不会衰败 此时 苏洛已经击杀了无数异兽 冲刺到了最紧要的关头 此时他面对的异兽 是198级的异兽 只有一只 但苏洛却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物力 宠物们也都疲倦不堪 耗尽了体力 此时 在苏洛面前的 是一只体型和人类差不多大小的异兽 浑身有黑长着长毛 身后伸出了八只宛如蜘蛛爪子一样的生物 暗黑鬼猪 198级 S 攻击 968000 防御 68万 精神 45万 生命 416 0000 技能 幻影分身 暗黑亡灵 鬼猪附体 被动 自愈 幻影分身 分裂出三道分身攻击目标 分身破灭之前 本体不受任何伤害 暗黑亡灵 进入亡灵前行状态 每次必定会造成暴击伤害 鬼猪附体 在目标体内种下蛊虫 使其每秒钟 降低当前血量10% 自愈 损失10%精神值 可恢复伤势 看到暗黑鬼猪的属性版面后 苏洛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 这可是198级的异兽 此刻他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生死危机 高达百万的攻击 普通宠物几乎能被暗黑鬼猪 直接普通杀死 击杀当前目标后 您将成为守卫 通关本秘境的人 就在这时候 系统的提示音姗姗来迟 在苏洛脑海中响起了 苏洛心里 却是一阵无语 这是不是最后的目标 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玩意儿太强了 好 暗黑鬼猪宛如猿猴一般 半蹲在地上 双手触底的同时 身后的八只爪子 也在不停地抓闹地面草皮 他双目心红宛如蛇童 正在打量着苏洛和众多宠物 随时都有发动攻击的可能 看到这一幕 苏洛忍不住叹了口气 是放弃 还是继续 主人 要不咱别打了吧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等级的事 亡灵巫师打了个哆嗦 立马就飘到了苏洛身旁 小声抱怨道 之前都是咱碾压异兽 现在已经被异兽碾压了 撤吧 其余宠物没说话 都静静地等待着苏洛的指令 他们虽然是宠物 但也有自己的灵智 知道眼前的这只异兽不好惹 都坚持到这儿了 再干一场吧 大不了回头再重新练剂 苏洛叹了口气 然后暗暗打量着在场的宠物 八亿大蛇如果透支潜力 大概率能和暗影鬼猪的实力差不多 其余的宠物透支潜力后 也不至于被暗影鬼猪碾压 至少还能给八亿大蛇充当帮手 反正都是最后一战了 哪怕是透支潜力也没关系 这事儿 只要自己不开口说出去 就算是龙国的众多强者 看现场直播 他们也不会知道 自己在透支宠物的等级 主人 又要透支了吗 白虎眼神中露出了兴奋的神色 作为四大胜兽的白虎 他拥有着极强的好战基因 特别是暗黑鬼猪这种强大的对手 既然到这种地步了 那就透支潜力吧 苏洛脸上的表情一宁 心里暗暗对着所有宠物下达了指令 不过在这之前 为了保险起见 他还是让每只宠物 都装模作样地喝了一瓶 很罕见的药水 实际上这全都是 蒙蔽赵九霄等人的障眼法而已 吼吼吼 在场的众多宠物 装模作样 喝完没有任何作用的药水之后 纷纷开始了透支潜能 刹那间 整片天都掀起了一道道恐怖的飓风 丧尸猪王 金刚魔猿 玄武 白虎 一种宠物的体型开始暴涨 就连气势 也比起之前全盛时期 凝食了许多 其中以八亿大蛇的实力增长最为恐怖 此时他的气势 几乎能和暗黑鬼猪分庭抗礼了 朱雀 青龙 三族金屋 在虚空翱翔 隐隐以铁三角的方式 将暗黑鬼猪包围在中间 而其余的 则是在地面和他对峙 其中 防御力最强悍的玄武 此时防御力已经增长到了120万 体质更是达到了260万 不仅能挡住暗黑鬼猪的攻击 甚至加上樱花神术的加持 还能游刃有余 感受到众多宠物全都变强了 苏洛心里却在滴血 虽然这一仗看似打赢了 实则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估计八亿大蛇能直接跌到160级左右 血亏 干吧 调整好情绪之后 苏洛对着所有宠物下达攻击指令 同时 自己也全力施展了樱花神术的治疗功能 在双重治疗作用下 每只宠物每秒钟都能增加17万多的血量 安全度大大增加 好 暗黑鬼猪感受到危机来临 嘴里顿时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吼叫声 同时 在他身躯周边的空间 顿时如潮水一样 开始不停地波动 刹那间三道分身从空间中跳跃出来 而暗黑鬼猪的本体 则是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苏洛心里明白 这是他施展的技能 幻影分身 分身后的暗黑鬼猪速度不减反增 直接一个闪烁就突破了玄武 直接来到了亡灵巫师身后 咔嚓 一声脆响声音传出 亡灵巫师本身就是全身骨头 整个头颅瞬间就被抓掉了一半 465800 只是一招 亡灵巫师就进入了残血状态 与此同时 另外两道身影也分别出现在了 海洋灵妖和苏洛身旁 865600 宠物海洋灵妖进入死亡状态 24小时后复活 提示音响起的刹那 苏洛感觉浑身一痛 然后就感觉整个人被拍的往后 飞了出去 268860 苏洛拥有玄武的超强防御加成 和体质加成 暗黑鬼猪的这一击没能秒杀 只打掉了苏洛五分之一左右的血量 感受到暗黑鬼猪的强大 对着剩下的宠物怒吼道 给老子干它 在之前的战斗里 幽冥懒月花和剑气草的活力值 全部使用掉了 但是苏洛还能自己上场 他双手朝着虚空狠狠一抓 顿时凭空出现了无数剑气 这是剑气草的天赋 眨眼间 一道长打百丈的剑气长龙 出现在虚空中 引起阵阵风暴 八亿大蛇 金刚魔猿和白虎等宠物 也都纷纷出手 朝着三道分身扑去 轰隆隆 随着近身搏斗开始 地面顿时开始了不停的颤抖 宛如地震来临一般 主人 我直接杀他 王陵巫师被抓掉半边脑袋后 很快又复原了 只不过血量依旧很低 此时的他已经愤怒到了极致 眼眶中的鬼火 已经从蓝色变成了新红色 同时身后 还有一个手持镰刀的黑暗虚影 给我去死吧 王陵巫师怒吼一声 整个身躯瞬间化作一道黑烟 飞快地朝着 其中一道暗黑鬼珠分身袭去 那巨大的镰刀虚影 也跟着闪烁过去 咔嚓 双方接触的一瞬间 暗黑鬼珠的分身瞬间 被镰刀拦腰斩断 同时王陵巫师 也直接回到了苏洛身旁 砰的一下 瘫软在地上 我不行了 感觉身体被掏空了 他哀嚎了一声 然后便开始抓起 体力恢复 药剂和精神恢复 药剂疯狂地往嘴里灌 足足过了五分钟左右 剩下的两道暗影鬼珠分身材 被彻底击杀 三道分身消亡之后 暗影鬼珠的本体 再次出现在苏洛身旁不远处 此时他的瞳孔里 充满了震惊 警惕地打量着苏洛 但是苏洛已经杀红眼了 看到暗影鬼珠的一瞬间 就直接伸出了另一只手 直接插进了地面的土壤里 咔嚓咔嚓 随着苏洛的手触 碰到土壤的一瞬间 一株遮天蔽日的巨大藤蔓 瞬间破土而出 同时狠狠地朝着暗黑鬼珠拍去 好 白虎 金刚魔猿等宠物 也都趁着这个机会 发动了疯狂的攻击 兴许是感受到 苏洛心态崩溃 暗黑鬼珠眼神中露出一抹讥讽 后背的爪子突然开始延伸 朝着幽冥懒月花斩去 想砍断幽冥懒月花藤蔓 苏洛嘴角扬起 同时加快了藤蔓延伸的速度 在暗黑鬼珠的爪子 接触到藤蔓本体的一瞬间 直接发出了金铁香蕉的声音 而整颗幽冥懒月花 因为幽冥懒月花束缚目标之后 拥有一段无敌时间 就是现在 你的死期到了 苏洛脸上露出一抹冷笑 直接操控着剑气长龙俯冲下来 与此同时 猪雀 白虎 青龙 三足金乌等宠物 也都纷纷发动了攻击 十二万六千八百 八六五零零 十二万三千 一道道伤害 不停地从暗黑鬼珠身上冒出 他的眼神从愤怒变为了震惊 最后转化成了恐惧 那是对死亡的恐惧 既然你让我损失这么大 就成为我最忠诚的信徒吧 索罗咬牙操控剑气长龙 和幽冥懒月花的同时 又对着暗黑鬼珠 施展了圣灵之主的专用技能 信仰灌输 虽然名字看起来很高端 实际上功能和之前差不多 就是高级版本的驯服 只不过能直接驯服 等级低于自己的异兽而已 驯化失败 驯化失败 暗黑鬼珠拥有四百多万的生命 剑气长龙竭尽全力 也才打掉了他八十万血量 暗黑鬼珠还剩下一百八十六万血量 不过苏洛并不着急 因为时间很充足 就凭几只宠物消耗也完全足够 恭喜您成功通关秘境 十秒钟后将会开启自动传送 秘境内同样有时间流逝 不知不觉中天亮了 苏洛静静地站在一旁 打亮着暗黑鬼珠的体型 此时暗黑鬼珠已经被收服了 他也在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苏洛 仿佛不相信一个人类御寿师 竟然有这么厉害 怎么 不服气 苏洛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咧嘴一笑露出满口白牙 仿佛人畜无害一般 福气 福气 暗黑鬼珠声音沙哑 立马把脑袋点成了小鸡竹米 直到这时候 苏洛才心满意足地 把其余的宠物全都收回宠物空间内 唯独留下了暗黑鬼珠 宠物一旦收服就会服服贴贴 如果有一心 那么就会立即死亡 所以别说是暗黑鬼珠了 就算是等级更高的存在 苏洛也不怕 就在这时候 虚空中一道光芒从天而降 直接笼罩在苏洛身上 见状 苏洛立马就将暗黑鬼珠 收进了宠物空间 此时 神龙蜜进出口处 龙国一众高层 全部抵达了此处 看向出口 那道紫色光幕时 所有人都神色素木 露出了尊敬的表情 其中也包括了一众店主 全都对苏洛肃然起敬 随着一道光芒亮起 苏洛的身影 立马就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中 看到他的一瞬间 所有人都露出了好奇的表情 但是赵九霄 已经带着六名高阶阵法师 等候多时了 苏洛出来后 几名阵法师立马就冲了进去 秘境被打通之后 里面的异兽 需要五分钟时间才能恢复 这就是建立副本的黄金五分钟 时间紧迫 等到所有阵法师都进入副本之后 赵九霄等人 才将目光放在苏洛身上 快快快 让大家见识见识 接近两百集的宠物 是什么样子 就是 荧幕上根本看不清 能亲眼看看 死了也值了 龙战天和另一个豪迈的店主 立马就开口了 其余人也都期待地看着苏洛 既然大家都想看 那就看看吧 苏洛咧嘴一笑 然后将暗影鬼猪召唤了出来 暗黑鬼猪 198级 S 攻击 96万8千 防御 68万 精神 45万 生命 416 0000 技能 幻影分身 暗黑亡灵 鬼猪附体 被动 自愈 幻影分身 分裂出三道分身攻击目标 分身破灭之前 本体不受任何伤害 暗黑亡灵 进入亡灵前行状态 每次必定会造成暴击伤害 鬼猪附体 在目标体内种下蛊虫 使其每秒钟 降低当前血量10% 自愈 损失10%精神值 可恢复伤势 随着暗影鬼猪出场 所有人都只是 看了一眼他的属性版面 然后立马围了上来 好奇地打量着他的长相 又或者是 后背的那八根爪子 赵九霄走到苏洛身旁 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然后也朝着人群中挤了进去 原本高高在上的强者 店主 此时全都没了昔日的风度 都恨不得能挤到最里面 去看个清楚 苏小子 你这宠物卖不卖 龙战天激动得脸色胀红 扯着嗓子 对苏洛问道 听到这话 全场鸭雀无声 王大仙顿时就撇了撇嘴嘲讽道 龙老头 你以为这是什么商品啊 这是接近200集的宠物 你拿什么买 呃 我就是开个玩笑嘛 龙战天拍了拍额头 然后又对着苏洛说道 以后你小子就是我们龙国 当之无愧的最强者了 谁敢和你作对 直接大嘴巴子抽他 自始至终 苏洛都是面带笑容 没有回应他们的话 虽然大家都是店主 身份相差不大 但大大咧咧 那不是苏洛的性格 好了 大家都别开玩笑了 我说个事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 赵九霄站在苏洛身旁 神色严肃地开口了 要说什么事 现场再度安静了下来 都齐刷刷地朝着赵九霄看去 不少聪明人已经猜到什么了 但还是好奇他到底会说什么事 今天我只说一个事 赵九霄表情严肃地看着众人 冷冷说道 今天的事谁也不许说出去 如果谁传出去了 是为叛国处理 听到赵九霄说的话 众人纷纷变了脸色 叛国者诸连九族 任何人都可以杀之 这是一个很重的罪名 目前龙国还没有任何事 是需要保密的 而苏洛还是头一个 被这么重视的人 行了 事情大概就是这样 大家散了吧 看到没人在这种时候 畅反掉赵九霄脸色 才缓和了不少 又恢复了往日的祥和 恭喜苏殿主啊 苏殿主果然厉害 不愧是 我们龙国的天才 恭喜苏殿主 诸位客气了 一众强者 纷纷对着苏洛道喜 所有人都很自觉地 没有提案黑鬼猪的事 对于众人的祝贺 苏洛都笑着一一回应 并没有因此而自大自狂 其实收复暗影鬼猪 在他看来并不值得多么开心 无非就是多了一只宠物而已 甚至为了暗影鬼猪 让众多宠物 全都透支了潜能 算得上是 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离开神龙秘境后 苏洛又被赵九霄 拉着和几位龙国店主一起吃饭 饭局上 所有人都对苏洛 表达了友好的意思 包括赵仙和 在吃饭的途中 他甚至接连干了两杯酒 表示敬意 吃完饭后 苏洛便直接离开龙兜了 对于这种没什么目的的饭局和聚会 他是不感兴趣的 离开饭局之后 苏洛直接使用正法旗 回到了青龙院 这次去神龙秘境 虽然收获很大 但所有宠物 除了刚收服的暗影鬼珠之外 其余的都陷入了 兵临死亡的状态 唯独朱雀被苏洛刻意留了下来 因为他能力特殊 还有涅槃的能力 留着涅槃的能力 有大作用 进入房间后 苏洛立马就进入了神药界 此时的神药界 依旧是一片惺惺向荣的场景 只不过没了亡灵巫师 和一众宠物的存在 看起来总让人觉得 少了点什么 苏洛直接召唤出了朱雀 主人 这一战 我们损失惨重啊 朱雀现身后 立马就感慨了一句 同时又看向了地上 陷入昏迷的宠物们 白虎 玄武 三足金屋 所有宠物都因为透支潜能 此时进入了虚弱状态 唯独使用凤凰涅槃 才能让他们解除虚弱状态 同时也是性价比最高的做法 能搞定吧 苏洛指着地上陷入沉睡的宠物们 好奇地看向朱雀 能搞定 不过等级可能又要降低 二三十级左右 降就降吧 苏洛瞥了一眼身后的炼药区域 自信满满说道 就算是等级降了 也能很快升上来 这一波整体算下来不亏 虽然宠物们等级降低了 但是收获了一只高等级一兽啊 198级 这种等级放眼整个世界 几乎都算得上是 无敌的存在了 主人 那我开始了呀 朱雀交代了一声之后 便直接开始施展灭盘之术 地面上昏睡的宠物们 很快就被火焰包裹 形成了一个个巨大的弹状东西 趁着这个空荡 苏洛直接走向了 神药界中的炼药区域 作为一介之主 他能清晰感知到 这片天地的一切 此时神药界中的炼药师 已经有13位神级炼药师了 随着他们的熟练度越来越高 炼制丹药的速度 也会越来越快 按照现在的水准来算 就算是炼制神兽丹 一天也能炼制 大概5000克左右 想要把所有宠物 都恢复到巅峰状态 最多一个月就能达到 这种速度 已经算是火箭是飙升了 再加上外面 还有炼药师学院 到时候 如果诞生了神级炼药师 也可以让他们 帮忙炼制神兽丹 这一切 都是苏洛布置的一场大局 不仅对自己有利 对龙国也有利 第二天 神龙秘境 已经成功被控制成了神龙副本 预计三天之后 就能够开放使用 而且 神龙副本采用了 最先进最高级的技术 可以同时容纳100个队伍 进入其中炼级 一个队伍 按照战士 骑士 剑士 狂战士 法师 辅助 御寿师来算 差不多就是7个人 同时容纳100个队伍 就是700个人 在整个龙国 都可以说是 最巅峰的副本了 再加上赵九霄 对神龙副本格外重视 在整个龙国 开放了27个入口 再加上铺天盖地的宣传 短短半天时间 神龙副本 在整个龙国 就已经人尽皆知了 上至八旬老人 下到三岁小孩 都知道龙国 拥有了一个 逆天的副本 只要能坚持住 能在里面 从灵级升级 成为顶级强者 甚至还能更厉害 对于这个说法 苏洛并不反驳 因为他亲身经历过 知道副本内的 异兽有多少 平均每一波异兽的数量 几乎都能够支撑 一个队伍升级一次 可以说 神龙副本的诞生 是龙国崛起的 巨大推进器 此时 他坐在宴斗大学 校门口的咖啡厅里 静静地喝着咖啡 同时观摩着一份报表 王莽则是静静地 坐在一旁 又惊又喜地 看着手机 上神龙副本的消息 直到苏洛放下报表之后 他才好奇问道 帮主 这神龙副本 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差不多吧 苏洛笑着点了点头 看样子赵九霄 为了保密 并没有宣布 太多关于自己的事 保密工作 做得不错 咱们宴斗 刚好也有一个副本入口处 要不带兄弟们去试试 听到苏洛的评价后 王莽顿时就来了兴趣 如今 他的实力在药神帮算起来 已经算是平平无奇了 所以一看到 有提升实力的机会 他顿时就来了兴趣 名额太少了 还是老老实实 去刷其他的副本吧 苏洛笑着抿了一口咖啡 然后看着王莽 很认真的说道 只要把帮会管理好了 我不会亏待你的 帮主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管理药神帮的 听到苏洛的承诺 王莽瞬间懂了 脸上顿时就露出了激动的笑容 如今苏洛已经是龙国店主 同时也是龙国顶级强者中的佼佼者 最关键的是他还年轻 日后的前途大有可为 哪怕 只是跟在他身后 也能平步青云 行了 你去忙吧 我一个人在这静一静 苏洛笑着摆了摆手 打发王莽走之后 他便静静地喝着咖啡 然后将目光放在了外面 来往的路人身上 这段时间 叶灵月和周兰走了 周铁生这家伙 也不知道去哪了 整个艳朵的熟人 差不多都跑光了 他一个人怪无聊的 算了 去炼药师学院看看吧 坐了一会之后 苏洛掏出一百块钱 放在桌子上 然后直接当着众人的面 消失在了原地 炼药师学院 此时整个学院的规模 已经扩大到了两万学院 整个校园中 都充斥着一缕缕药香味 比起香水好闻 而且还对身体有益 苏洛静静地走在校园中 周边过往的学生看到他 纷纷都露出了尊敬的表情 频频对着他行礼 苏店主好 苏校长好 一众炼药师学生很有礼貌 对苏洛权 都是发自内心的尊重 毕竟要不是苏洛 他们或许现在正在某个大学 最不受重视的炼药系里混日子 但是在炼药师学院 他们看到了拼搏的方向 也看到了这个职业的希望 走过充满灵营的操场之后 苏洛静止去了办公室 此时 蒋星河正坐在办公桌旁边 焦头烂额地看着一大堆资料 就连苏洛走到他身后了 也没注意到 怎么了 苏洛开口问道 还不是因为药材不够的问题 让他们种植药材 可是施工进度太慢了 烦死了 蒋星河头也不回地抱怨着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惊奇地扭过头 会长 药材不够吗 苏洛笑盈盈地看着蒋星河 后者顿时就局促了起来 尴尬地直挠头 确实有点捉惊见肘了 现在好多学生都没有药材练手了 而且 我资格不够 调动不了那么多药材 需要多少 苏洛淡淡问道 从低到高 各种药剂都需要 带我去仓库 说着 苏洛就转身朝着门口走去 神药界中 之前还剩下不少低等级的药材 如果再不够 他也能想到办法 整个偌大的龙国 难道还供应不了四所炼药师学院 艳斗炼药师学院的仓库很大 占地足足有2000个平方 原本这就是一家 小型超市的仓库 后来被收购 成为了炼药师学院的仓库 里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药材货架 只不过现在 大部分都已经空了 看到这一幕 蒋星和眼神中露出了激动的神色 他知道苏洛从来不开玩笑 既然在座 说明他有药材 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说完之后 苏洛就直接原地消失 进入神药界中了 此时 神药界中空闲着的骷髅仆人们 全都被苏洛召集了起来 主人 您来了呀 一张黑白相见的巨大纸片人 瞬间漂浮在苏洛面前 关键是他还像是被风吹一样 在不停地摆动 要是不注意 还真容易被这玩意儿吓一跳 你这家伙 苏洛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咬牙切齿刀 你是不能变回来 还是怎么回事 嘿嘿 这样好玩 像一棵海草 随风飘摇 王林巫师咧嘴一笑 整个纸片身体 又在虚空中扭动了起来 啊 主人你干嘛 王林巫师突然发出一声惨叫 然后就直接被苏洛踩在了地上 等到大脚消失后 他脸上立马就多了一个鞋印 引得一众宠物哈哈大笑 哼 有什么好笑的 我就不变回来 王林巫师傲娇地养着脑袋 然后又被金刚魔人玩似的捏在手里 直接折成了一只铅指鹤 王林巫师就像是剑皮子一样 不仅不反对 反而还享受了起来 兴奋地喊着 哇 还可以这样玩 对于众多宠物的玩闹 苏洛并没有理睬 而是命令骷髅仆人们 尽快装药材 神药界炼药区域的仓库里 除了大部分的药剂之外 还有各种杂气杂八 数量惊人的药材 除了炼制神兽丹需要的药材之外 苏洛全部都让他们打包装进袋子里 做完这一切之后 才离开了神药界 仓库内 看到苏洛出现后 蒋星河顿时就变得期待了起来 这些药材应该能解决一些麻烦 然后剩下的我会想办法 苏洛面无表情地打开神药界的出口 宛如竹筒倒豆子一般 一堆堆装满药材的 一次性储物带立马就被盗了出来 这些药材全都是神药界中剩下的 足足将仓库填满了三分之一 看到这么多药材 蒋星河脸上乐开了花 不过依旧带着一丝愁容 不仅是艳斗炼药师学院 另外三所学院全都缺少药材了 剩下的我来想办法 一天之内应该能搞定 说完之后 苏洛就直接离开了 身为龙国店主 如果这点事都办不到的话 也不叫龙国店主了 这个职位每个月都有大量的工资 而且办事的时候 只需要提交申请 就能够获得上面的拨款 在这方面 苏洛更是拥有着绝对的特权 离开炼药师学院之后 苏洛直接拨通了赵九霄的私人电话 这是从龙都离开时 赵九霄主动存的电话 特意交代了 让他有任何事都可以拨打电话 苏洛也不是一个客气的人 所以就直接打过去了 小洛 有什么事吗 赵前辈 炼药师学院药材告急 需要尽快补充药材 苏洛开门见山 直接说了自己的诉求 赵九霄也没含糊 立马问道 要我怎么帮你 给钱 还是直接给药材 都行 那这样吧 我先就进调动药材 然后给你手里一笔钱 用来购买药材 你需要什么类型的药材 一会儿直接发到我手机上 我让小风安排 说完之后 赵九霄直接挂断了电话 五分钟之内 苏洛就把炼药师学院 需要用到的药材类型 全部发了过去 赵九霄那边也没闲着 就在苏洛短信发出去的时候 银行卡账户上 已经多了五十亿资金 这笔钱 是让他用来购买药材的 至于怎么购买 要不要报销 赵九霄没有说 苏洛也懒得问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人情世故 还是懂一点的 接下来的半天时间里 一辆辆装满包裹的大卡车 直接开进了炼药师学院 甚至冯娇娇 还特意去了一趟 艳斗炼药师学院 直接又把仓库 扩大了好几倍 傍晚时分 他才风尘扑扑地 敲开苏洛青龙院的大门 苏店主 这么晚了 不会打扰到你吧 他脸上化着淡妆 笑起来很甜 此时更是充满了询问的意味 如果苏洛表示不方便 他会毫不犹豫地离开 不打扰 冯娇娇立马从背包里 拿出一份文件打开 然后递给了苏洛 同时汇报道 我就是来给你送一份文件 这是最近各大学院 炼药师等级的统计图 孩子们都很努力 平均三天就会变动一次 咱们的炼药师学院 可以说很成功 现在整个市场上的药剂 也都开始逐步充盈了 甚至快要开始盈利了 又交代了一些事情之后 冯娇娇便自觉地离开了 苏洛回到房间后 才仔细地查看文件 上面全都是统计的各个段位 炼药师的数量 炼药师等级分为 学徒 初级 中级 高级 大师级 宗师级 圣级 神级 一共八个段位 目前四所学校大概十万炼药师学生 其中等级最高的已经达到了宗师级 不过 只有阿梅一个人达到了宗师级 其余的大部分都还停留在初级和中级的段位 虽然看起来大家的等级都很低 但是这个速度也算是很逆天了 毕竟炼药师学院开学才不到一个月时间 如果长时间保持这样的进度 将来龙国的神级炼药师将会多如牛某 再过一段时间 应该就可以全国推广药田的事了 放下报表后 苏洛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神色 毕竟炼药师数量起来了 转职者们无论是下副本 还是去野外刷集 都会拥有聪明的药剂 最重要的是 这些药剂都是清明价格 每个人都能用得起 甚至为了保证普通人的利益 赵九霄还特意定了规矩 谁要是敢倒卖药剂 直接杀无赦 就在这时候 亡灵巫师的声音 在苏洛脑海中响了起来 主人 我们全部都苏醒了 大家实力都降低了 现在怎么搞啊 实力降低了怎么搞 当然是提升实力了啊 苏洛黑着脸进入神药界那时 亡灵巫师还是之前千纸鹤的模样 在虚空中和三族金无比试 谁飞得更快 看到这一幕 苏洛感觉肺度快气炸了 这家伙身为一介之灵 竟然一点也不操心药材的事 反而问自己怎么搞 真特么的想把他当厕纸 冲进下水道算了 主人 你这么快就来了啊 千纸鹤铺扑上着翅膀 飞到苏洛面前 脑袋上还带着一个脚印 苏洛眼皮子挑了挑 强忍着一把火 将他烧成灰烬的想法 咬牙切齿道 赶紧去搞丹药啊 我又不会炼制丹药 这不是 还得等炼药师炼制吗 你就不能去药材数量够不够 不能去看看 丹药炼制了多少吗 啊 貌似也是啊 王林巫师烹的一下恢复原样 尴尬地挠了挠后脑勺 然后才晃悠悠地 朝着炼药区域飞去 此时的神药界中 几乎已经成了药材的田地 放眼望去 无论是平原还是山川 全都被开啃成了药田 空气中都弥漫着药材的味道 而此时 神级骷髅炼药师 也一共诞生了13个 每天能产生大量的神兽丹出来 虽然不能让宠物们敞开肚子吃 但是再加上源源不断的灵犬丹 也算是能让他们用最快的速度 恢复实力了 似乎想到了什么 苏罗又把暗黑鬼猪召唤了出来 这种实力极强的宠物 一般都有反骨 不如让他先到神药界里 见识见识世面 让他那可怜的自尊心 一点点被消磨掉 就如同当初的八亿大蛇一样 刚来的时候 兴许会高 但是现在 还不是一条整天缠着 想吃神兽丹的赖皮蛇 这 这是哪 竟然有如此浓郁的药香味 暗黑鬼猪出现在神药界中的一刹那 他脸上就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这是神药界 是我用无数空间时 开拓出来的私人副本 听到苏罗的话后 暗黑鬼猪并没有说话 只是惊奇地 打量着周边的环境 当看到无数骷髅仆人在种地时 他脸上更是露出了震撼的表情 喃喃自语道 亡灵巫师 再加上私人副本 简直是绝配啊 很显然 身为高段位宠物 他是知道 亡灵巫师有什么能力的 也知道 按照这样发展下去 神药界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所以 现在还觉得 跟着我会委屈你吗 看到他震撼的模样 苏罗脸上 顿时就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 这倒是不会 我败在你手里 我心服口服 暗黑鬼猪叹了口气 似乎突然发现了什么 他轻轻地耸动了一下鼻子 然后问道 这些骷髅炼要是能炼制神兽丹 这有什么稀奇的 苏罗表情风轻云淡 一众宠物也都用看傻子的眼神 看向暗黑鬼猪 这家伙能打有什么用 还不是一样 没见识 可是 神兽丹的配方 在很久以前就失传了 你怎么会有 此时暗黑鬼猪看向苏罗时 眼神中已经充满了狂热和崇拜 毕竟神兽丹对于异兽来说 就如同仙丹一样 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以后你就会懂了 苏罗故作高深地说了一句 然后便朝着神徒走了过去 虽然暗黑鬼猪是自己的宠物了 但他还是不喜欢 把自己的所有秘密都讲出来 毕竟很多东西 藏在自己心里 才是最安全的 特别是亡灵巫师这种大嘴巴家伙 嘴巴比酷腰带还松 此时 药田里的植物们 生长速度已经缓慢了不少 特别是樱花神术这种高等级的植物 几乎没有增长等级了 除非是外来经验 滋补它才会突破 不然单凭着自然生长 估计要几十上百年 才能升一级 最终 苏洛将目光放在了剑气草身上 剑气草 158级 神话级植物 生命 326000 防御 185600 攻击 4200 觉醒时间 15分钟 恢复时间24小时 当前剑叶 145000片 介绍 剑气草发出攻击时 造成的伤害百分百暴击 造成200%伤害 觉醒时间会随着等级升高而增加 目前 剑气草的单个叶片攻击力 已经达到了4200 再加上所有叶片叠加起来 伤害几乎已经达到了一个恐怖的数字 这家伙的实力很强 杀伤力彪悍 需要重点培养 傍晚时分 苏洛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赵九霄打来的 挂断电话后 苏洛便走到了校门口 然后打量着街道上不断来往的车辆 这些车全都是龙国守卫者专用的 此时密密麻麻的 全都在运输战略物资 因为有可能要开战了 有消息说 西方屠龙联盟的人 已经准备直接总攻了 龙国必须得时刻做好防护措施 具体他们会出动多少强者 又或者是全面推进 都还没有确切的消息 不过空学不来风 既然有消息传出来 那就说明 他们应该是有动静了 哥哥 买花吗 就在这时候 一名捧着花的小男孩 停在了苏洛面前 正仰着头看他 男孩手里的 全都是包装好的单枝玫瑰花 看到苏洛在看花 男孩立马笑着说道 一只花只要五块钱 那边有个姐姐看你很久了 买一只送给他吧 小男孩说着 就从怀里抽出一朵 盛开的最好看的花 递给苏洛 而此时 苏洛也看清小男孩指的方向了 苏冰雪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 此时的他 穿着一身迷彩作战服 长发扎成了高马尾 整个人看起来略显干脸 再加上他实力强横 整个人往那一站 和街道上过往的路人 显得格格不入 有种出尘的感觉 目光相互汇聚的一刹那 姐弟俩都不由地笑了起来 哥哥 买一只花吧 姐姐都对你笑了 小男孩趁机再次开口 语气中充满了哀求 好 那就买一只吧 苏洛从口袋里 掏出十块钱递给他 结果花后 便直接消失在了人群中 哥哥 还没找你钱呢 小男孩抬起头时 人群中的大哥哥和大姐姐都消失了 似乎从来不曾出现过一样 街道的另一头 苏冰雪满脸鄙夷地 拿着苏洛递过来的玫瑰花 满是溺爱地敲了一下他的脑袋 沉怒道 你就送我这个 他手里只有玫瑰花呀 苏洛尴尬地笑了起来 露出满口白牙 行了 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吧 顺便和你说点事 与此同时 黄龙岛边境 波兰撞扣的大海上 一艘快艇正在飞速朝着黄龙岛驶来 船上坐着两名中年男子 都是剑士职业 120级左右的实力 此时 两人都面色惨白 浑身布满了鲜血 赶落的同时 他们还不忘回头看看 有没有人追过来 而此时黄龙岛边境上 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手 赵九霄 龙湛天等人也在其中 一共聚集了六位顶级强者 看到快艇进入黄龙岛范围了 他们才齐刷刷地松了口气 这次不容易啊 派出去一百多个人 只回来了两个 龙湛天表情感慨 看着那两人狼狈的模样 忍不住叹了口气 赵九霄也神色冰冷 自我安慰道 没事 这次打探到的消息 也算是值了 随着快递越来越近 黄龙岛上立马就进入了 最高戒备状态 怎么样 两人上岸后 一群人立马就围了上去 周边身份地位较低的人 也都纷纷自觉地 往后退了一段距离 毕竟这种机密 他们是没资格听到的 国主 诸位殿主 这次屠龙联盟的人 应该是打算进行总攻了 他们一共计划了 上百名顶级强者 再加上各种海陆空部队 全部都在筹备 预计两个月之内 就会动手 一人说完之后 另一人又进行了信息补充 随着两人说完之后 现场的气氛 已经凝重无比 所有人都神色紧绷 众多国度联手就不说了 单凭那上百位顶级强者 龙国就难以对付 就算是加上苏洛 也不一定能稳赢 他奶奶的 真是欺人太善 龙占天怒骂了一声 然后转身走了 继续留在这儿 他怕忍不住想冲到另一端 去直接开战 作为龙国护道者 他是有这个权限的 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 必须得冷静 燕斗 一家规格极高的饭店内 苏洛和苏冰雪 正在品尝着大厨制作的美食 两人都没说什么 只是说着小时候的往事 然后静静地享受着 这种温馨的时光 吃饱之后 苏冰雪才拿起 纸巾优雅地擦了擦嘴 笑盈盈地看向苏洛问道 最近怎么样 压力大不大 还行吧 也没什么压力 苏洛淡淡地笑了起来 然后缓缓抬头 看了看苏冰雪的头发 转职者能改善人的各项能力 如今苏洛身为顶级强者 一眼就能看到 姐姐的头发中夹杂着一根白发 在看什么 你长白头发了 白头发而已 你姐我都快三十岁了 苏冰雪白了苏洛一眼 然后才神色严肃说道 最近龙国可能要进入备战状态了 你有什么打算 什么什么打算 这一战 龙国压力巨大 屠龙联盟聚集了西方几十个国度 光是顶级强者 至少就能碾压我们 说到这里 苏冰雪脸上露出了焦虑的表情 然后神秘兮兮地对着苏洛说道 你猜 我们龙国一共有多少顶级强者 有多少 苏洛抬起眼皮 露出了好奇的表情 自从机身成为龙国顶流以后 他才逐渐地发现 龙国并不光是店主 才是顶级强者 或许一些顶级强者就隐藏在身边 比如周铁生那家伙的背后 至少就有一位顶级强者 我们龙国 一共有二十八位顶级强者 听到这个数字 苏洛心里感觉有些意外 他以前猜测 最多也就十多个 没想到龙国底蕴 竟然这么丰厚 以前的副本条件不好 再加上药剂 炼级经验 各方面都落后 这才导致了顶级强者稀缺 随着副本越来越多 今后的顶级强者 也会越来越年轻化 越来越多 不过这都是以后的事了 这一次 龙国能不能撑过眼前的难关 还是个未知数 苏洛静静地端着果汁抿了一口 没有说话 他在计算着 龙国的潜力 还有多少没有激发出来 如果按照两个月时间来推算 龙国大概率 还能快速诞生一些顶级强者 到时候再加上自己 龙国未必会输 你那个炼药师学院的想法不错 至少现在龙国的平均实力 已经在缓慢攀升了 先好好干吧 兵来降挡 水来土野 苏冰雪站起身来 笑眯眯地拍了拍苏洛的肩膀 然后转身离开了 苏洛起身离开饭店之后 便立即拨通了蒋星河的电话 会长 有什么安排吗 你预计多久能诞生神级炼药师 啊 蒋星河顿时就惊呼了一声 蒋星河甚至都没想过 会长 出什么事了吗 深呼吸了几口气之后 蒋星河才小心翼翼地问道 时间紧迫 我给了你们那么多神级炼药师的手册 都是干什么吃的 苏洛语气冰冷地质问道 他感觉这个蒋老头就是癞蛤蟆 不踢他一脚 根本不知道自己跳 那个 我尽快催促 给学生们早自习晚自习都安排上 这样您看行吗 不要我看 你自己决定 两个月之内 龙国必须要有神级炼药师 越多越好 这这 他要扩大药材种植规模 龙国人口众多 除了转职者之外 还有大部分老百姓蜷缩在城中 如果给他们配上转职者当保镖 将会开垦出大量的药田来种植药材 一方面要扩展药材 另一方面 苏洛也打算扩张炼药师学院了 大战在即 炼药师数量上来了 药剂才能充足 无论是作为战略物资 还是日常消耗 都能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苏洛的想法全部讲出来之后 立马就得到了赵九霄的大力支持 战争即将来临 龙国必须要上下一心 像是硕大的机器一样 齐齐运转起来才行 小苏你放开手去干 我现在就下命令 开启一级备战模式 所有城池规划药田 自行负责药材生产 哦对了 还有副本公司 必须降低进入副本的费用 直到这时候 苏洛嘴角才露出笑容 区区屠龙联盟而已 真以为龙国弱不禁风吗 大洋彼岸 美丽国会议大楼 此时正在召开紧急会议 整个会议室空间极大 足足汇聚了数十个国度的首脑人物 此时 他们正在讨论 如何讨伐龙国的事情 那天跑掉的那两个人 会不会走漏消息 让龙国有所防备 突然有人提了一嘴 整个会议室的气氛 顿时就停顿了一下 但很快又是一片嘲讽的声音 走漏了消息 又如何 区区龙国而已 还能翻天不成 这次我们这么多人 联手瓜分蛋糕 一个国度 就算是出动一名顶级强者 这么多人加起来 也能让龙国寸草不生 区区龙国不值一提 众人议论纷纷 而会议室前面的荧幕上 写满了各种兵种筹备 会议室前方的讲台上 站着一名金发碧眼 脸颊凹陷的男人 他身穿黑色西服 整个人看起来彬彬有礼 此时脸上更是带着礼貌的微笑 他是美丽国现任国主克里斯 等到众人讨论的差不多了 他才缓缓开口道 诸位放心 这次我们的计划 是彻底抹出龙国 所以在座的各位 至少要出动两名顶级强者 在场的人 全都是来自各地国度的代表人物 加起来一共是42个大小国 每个国度出动两名顶级强者 就是80多人 而且还没算上美丽国的人 作为第一大强国 美丽国的顶级强者人数众多 更是这次屠龙联盟的发起人 拥有着绝对的话语权 一听到每个国度 要出战两名顶级强者 一些小国度的代表人 立马就变了脸色 因为他们只有两名顶级强者 全都派走了 没人镇守国门 多多少少都会被仇家惦记 但是面对克里斯的压制 他们也不敢说什么 我赞成 我也赞成 龙国地大物博 只要拿下那片土地 我们就能获得大量的资源 还有圣坛 要把圣坛抢过来 会议室中顿时就热闹了起来 所有人都有着绝对的自信 充满了雄心壮志 克里斯只是轻轻地压了压手 现场立马就安静了下来 诸位 因为我们这次是要全面接管龙国 所以这次出兵 需要集结大量的粮草 还要筹备很多事情 两个月之后 希望诸位准时派人过来就好 克里斯脸上带着温柔的笑容 眼神中闪烁着贪婪的目光 特别是看向一些弱小国度代表人时 他脸上的笑意更浓了 拿下龙国之后 再顺势接管一些弱小国度 算得上是一鱼两吃了 阴都大学会议室 苏洛正在给药神帮的人开会 目前药神帮人数规模 已经达到了30万人左右 都是药神帮骨干弟子 王莽则是静静地站在苏洛身旁 打着下手 帮主 这是咱们药神帮目前的实力统计图 王莽拿出一张统计图递给苏洛 上面记录了药神帮 目前各个等级区间有多少人 全都详细记录在案 目前等级最低最多的16世纪 等级越往上人数越少 130级以上的人竟然达到了18个 除此之外 还有另一份统计图 是之前随着苏洛前往神龙岛的那些人 此时他们的等级 几乎是药神帮最高的了 实力最低的都有120级 这要是放在以前 这些人已经是一股不弱的势力了 但是现在还不够看 苏洛在看资料 众多药神帮骨干成员 则是目光灼热地看着他 在场上百人 无一人开口喧哗讨论 甚至都没人乱动 毕竟现在苏洛在整个艳斗 乃至龙国都已经成为了神话一般的人物 仅仅二十来岁 就已经问鼎巅峰 成为顶级强者 这等成就 已经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了 好了 我给大家说个事 放下资料后 苏洛抬起头看向众人 所有目光瞬间就凝聚在了他身上 最近有人传闻龙国 可能会经历一场恶战 我想说的是 这不是谣言 我的身份你们也知道 现在是龙国第九位店主 而药神帮是我一手创建的 所以 你们也相当于是我的亲卫 我们和龙国一荣俱荣一允俱云 所以这次 需要大家努力提升实力 争取在战争到来之前强大自身 然后击杀敌人 苏洛的声音不大 却在会议室中不断地回荡 在每个人的脑海中回荡 所有人眼神中都露出了炙热的光芒 生当做人杰 死亦为鬼凶 这段时间内 药神帮放弃一切活动 等级太低的就全力做好后援工作 实力达到一百级之上的人 全都要不惜一切代价提升实力 所有开支由帮会承担 如果不够 我个人承担 这一战 势必要让屠龙联盟的人全部陨落于此 随着最后的话音落下 会议室中的气氛已经达到了巅峰 所有人都激动得脸色战红 心情亢奋 帮主放心 我们会努力的 对 您怎么安排 我们就怎么做 一定不会让屠龙联盟好过 帮主放心 众人纷纷回应 所有人都红了眼睛 毕竟这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行了 散会吧 苏洛站起身来 对着众人摆了白手 然后表情淡定地离开了会议室 消失在众人眼中 回到青龙院后 苏洛静静地坐在石桌旁边 然后从背包里拿出了一张纸条 经过我们多方位的考察 您已获得黑魂门入门资格 请于十天之后前往昆仑山顶 距离纸条上的约定时间 如今还剩下一天左右 这一夜之后 就是约定时间了 昆仑山就在龙国境内 苏洛拥有传送其眨眼之间便可抵达 但是此刻他的心情却忐忑了起来 毕竟黑魂门的水看起来很深 如果轻易去了 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过了片刻后 苏洛眼神中便露出了一抹冷笑 伸出手指狠狠地按蓝桌面 冷横道 如今我拥有暗黑鬼珠 宠物们的实力也差不多快要恢复了 在家诸多植物 看你们能带我喝 说完之后 苏洛的身影瞬间就消失在了院子中 明天就要赴约了 他要去神药界中好好准备一下 神药界中 八一大蛇等一众宠物 正在使用灵犬丹和神兽丹 苏洛出现的后脑海中 立马就响起了无数秘籍的提示音 检测到宠物使用灵犬丹 经验值加10000 检测到宠物使用神兽丹 经验值加200000 检测到经验值加 密密麻麻的经验值到杖声音响起 苏洛看了一眼自己的经验条 顿时就瞪大了眼睛 喵的 竟然一不小心竟然又变强了 现在等级竟然达到168级了 如果单凭等级来算 自己现在应该是龙国当之无愧的最强者了 激动之余 苏洛立马就打开了自己的属性版面 姓名 苏洛 职业 圣灵之主 等级 168级 攻击 416000 精神 36万 防御 118 0000 体质 3615000 装备 燃魂战剑 燃魂头盔 燃魂胸甲 燃魂护手 宠物 朱雀 青龙 白虎 玄武 冥界之主 技能哀 火皇扑杀 凤皇焚天 三昧真火 万物灼伤 技能二 信仰灌输 技生 技能复刻 转职之后真相 苏洛感慨了一句 然后才将目光放在旁边 目瞪口呆的暗影鬼珠身上 此时 他正在用一种古怪的眼神 看着苏洛 作为快要达到200级的异兽 暗影鬼珠 能清晰地感觉到 苏洛什么也没干 然后 就变强了 那个 主人 你 你怎么啥也不干 就变强了 暗影鬼珠好奇地盯着苏洛 同时眼神中露出了一抹娇羞的表情 因为他是母的 在异兽的世界里 对于强者有着天生的崇拜 和爱慕之情 所以 越是了解苏洛 暗影鬼珠的脾气 也就越是温柔 这是我的秘密 以后你就懂了 由于他的眼神 没有丝毫掩饰 苏洛尴尬地 应了一声之后 便立即走开了 被异兽 用这种爱慕的眼神盯着 苏洛感觉 实在是有些别扭 其余的宠物 则是乐呵呵地看着这一幕 同时不停地 往嘴里塞丹药 此时他们的实力 都还没有恢复至巅峰状态 不过苏洛丝毫不担心 自己还有幽明兰月花 剑气草等植物 实在不行 还有樱花神术兜底 再加上玄武的防御 和体质叠加 就算是两百级的强者 也不一定能留下自己 一切准备就绪了 明天就去会一会 黑魂门的人吧 第二天一早 苏洛如同普通的大学生一样 头戴黑色鸭舌帽 身穿灰色运动服 从食堂买来一份 早餐吃完之后 他才缓缓地回到青龙院 然后繁锁大门 苏洛拥有阵法棋 只是眨眼之间身躯 就消失在了院子中 此时 位于龙国中间位置的 辽阔山脉中 古树参天 群山起伏 林子中时不时地 传出一阵异兽的嘶吼声 在群山之中 一座山川挺拔直入云霄 不见其有多高 只觉得像是进入了云层深处 那便是龙国神秘的昆仑神山 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 昆仑神山的神秘面纱 也越来越少 直到最后 除了山市显耀之外 和其他的大山比起来 已经彻底摸了什么名气 山顶处面积很小 只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 周边长满了奇花一草 周边云雾缭绕 一座低矮的茅草屋 静静住立在一旁 在茅草屋前方 摆放着一张 被风霜雕标过的木桌 有身穿黑色长袍 头发用木簪挽起来的白发老者 正在泡茶 就在这时候 老者面前突然亮起了一道光芒 但他依旧在淡定的泡茶 甚至连水杯都没有晃动一下 直到光芒消散 从中走出来一名年轻人时 他才笑眯眯地抬起头 而此时 热腾腾充斥着茶香味的茶水 也正好倒了出来 你还挺手实的 快来尝尝老夫的四季霸王茶 似乎对苏洛很熟悉一般 老者笑眯眯地端起茶杯递过去 没有任何陌生的感觉 前辈是黑魂门的人 苏洛皱皱着眉头 看向面前的老者 同时暗暗打量周边的环境 除了茅草屋之外 就只剩下这名老者了 而且这老人家还没有隐藏实力 此时苏洛能清清楚楚地看到 他只是一名160级的法师 只不过这老团的属性版面很奇怪 青红交加 看起来像是罕见的双属性法师转职者 先喝茶 这些事我们一会儿再看 老者依旧乐呵呵地举着茶杯 语气不及不许 有意思 苏洛脸上露出一抹抢笑 然后走上前去接过茶杯 不动声色地放在面前 见状老者也不以为意 反而是乐呵呵地给自己倒了一杯 然后美滋滋地喝了起来 苏洛就这么静静地坐着 整个昆仑山顶 除了来往的鸟鸣声之外 再无其他的声音 这茶的味道一年比一年淡了 老者喝完一杯茶之后 意犹未尽地放下杯子 然后从袖子里 摸出了一枚黑色的木牌 此时的他宛如换了个人似的 整个人身上都流露着锋利的气势 宛如一柄人行利刃 加入黑魂门 可保龙国万世太平 老者的语气充满了毋庸置疑 同时看向苏洛的眼神 也充斥着一股犀利 像是威胁 又像是个人风格 总之态度极为强硬 看到这一幕 苏洛挑了挑眉吗 单单问道 如果不加入呢 你会怎么做 不加入 那你们就等着死吧 老者翻了个白眼 整个人似乎又恢复了刚才的状态 周边全是鸟群 翱翔赶路 扑朔翅膀的声音 苏洛就这么静静地坐着 也不讲话 又过了好一会儿 老者才不耐烦地开口道 你这小子就不好奇 我们黑魂门是什么来头 不好奇 苏洛语气平淡 然后自顾自地 从背包里拿出茶壶 茶叶 然后自己泡茶 这一举动 顿时将老者气的眼皮子狂跳 却又不好发作 他咬牙切齿道 你这小子 怪称得住气的 行了 老夫就大发慈悲告诉你吧 其实我们黑魂门的高层 不是人 苏洛 嘿嘿 不是那个意思 我想说的是 黑魂门的来历不简单 现在这个世界 正在发生一种改变 如果你不加入黑魂门 最后可能会死 怎么个死法 苏洛依旧没答应 只是惬意地喝了一口 自己泡的茶 你知道 这世界上 为什么会有战争吗 老者笑眯眯地看着苏洛 露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容 为什么 苏洛不为所动 因为暗黑鬼珠 已经潜伏在旁边了 如果这老头儿 有一点点的越界行为 那么 他的脑袋和身体 将会在瞬间分离 因为这是天意 如果不这样 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更快 到时候 所有人都难逃一死 我们黑魂门的使命 就是不断地发动战争 让各个地方的人 加速循环 只有这样 才能让世界改变得慢一点 如果世界改变了 所有人都将会变成傀儡 如同行尸走肉一样的存在 到时候 就不是转职者在副本刷怪 而是怪物 进副本来刷我们了 老者陆陆续续讲了许多 大致意思就是 转职者如果一直和平共处 资源就会面临不够分配 而且还会加速 世界法则的消散 到时候 没了世界法则庇护 在这个世界之外的 另一个文明 就会降临 到时候 所有人都会变成 如同副本中的异兽一样 成为给别人 源源不断提供好处的机器 加入黑魂门之后 我要做些什么 好不容易等到老头 喋喋不休讲完了 苏洛才开口说话 老者似乎料到过 苏洛会问这个问题 立马就骄傲地说道 你只需要为我们 黑魂门的人做事就行了 如果不加入 后续的纷争不会停止 直到最后 可能只有你一个人战斗 也有可能所有人 都会围攻龙国 我可以考虑一段时间吗 想回去商量了 再做决定了 很抱歉 那些土鸡娃狗 没资格发表意见 那我拒绝 苏洛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谈了这么多 他算是看明白了 黑魂门可能很强大 但绝对不是什么好人 现在 如果沦为他们的爪牙 后期也不一定会有善终 机会只有一次 你确定吗 老者脸上露出一抹古怪的笑容 继续对着苏洛威胁道 如果你选错了 以后可就没有后悔的机会了 我确定 那行 我们门主特意让我考考你 如果你撑不过去 那他就替你接管龙国了 老者脸上突然露出了扭曲的笑容 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时 拍了一下桌子 上面放着的黑色木牌 瞬间就变成了一个漩涡 将苏洛直接吸了进去 在幽暗的环境中 苏洛缓缓睁开了眼睛 他感觉自己的身躯轻飘飘的 似乎轻轻一蹦 就能跳出去很远 这是一片有黑的土地 上面长满了黑色的杂草 旁边是一条河流 里面全都是星红的液体 在不断咕噜冒泡 时不时的会有一些残肢断骸漂浮起来 在苏洛面前 是有长长的拱桥 通向河流的另一面 桥梁中央 苍劲有力地刻着几个大字 黄泉奈何 这奈何桥 苏洛顿时就皱起了眉头 然后狠狠地掐了掐自己的大腿 刹那间 苏洛感觉自己脑海一片空白 因为他竟然感觉不到疼痛 王陵巫师 给我出来 苏洛尝试性地召唤王陵巫师 在他面前 立马就出现了一道 身材魁梧 手持镰刀的白骨骷髅 主人 什么事 直到这时候 苏洛才松了口气 只要宠物还在 自己就不算弱不禁风 要是宠物都没了的话 还不如顺路去投个好胎算了 看到苏洛不讲话 王陵巫师也好奇地 打量着四周的环境 河流对岸的天空 同样是有黑的 不过河岸上 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杂草 开满了暗红色的花蕊 桥头处站着一名身穿粗布麻衣 手持木勺的老太太 她正在给来往的行人咬汤 那汤水有黑发黄 里面漂浮着大块大块的黑色 类似果冻的东西 看得苏洛头皮发麻 这他妈是哪儿啊 苏洛对着王陵巫师问道 后者顿时就打了个哆嗦 然后尴尬地说道 主人 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一片不归我管 开公司的 都能和同行说几句 你这家伙 作为王陵之主 就没点法子 还真没有 由于片刻后 苏洛算是看明白了 那老头肯定因自己了 把自己困在这个地方 如果出不去 或许就终身出不去了 真特么卑鄙 思来想去 苏洛最终还是决定闯一闯 轰咚咚 随着一尊尊体型庞大的宠物 被苏洛召唤出来 周边来往的行人 都露出了好奇的表情 特别是一些小鬼 看向苏洛时 更是露出了恐惧的眼神 因为他们大多数 都只有134世纪 而苏洛召唤出来的这些宠物 全都是这个等级 其中 苏洛和暗黑鬼珠的实力 更是深不可测 拥有众多宠物护体 苏洛胆气瞬间就充足了不少 直接迈开步子 朝着桥那边走去 在路过老太太的时候 他突然将木勺拦在了苏洛面前 这位客官 还没喝汤吗 说完的时候 老太太的脸 已经变得铁青 整个人如同金属一样 散发着悠悠的黑气 喝你妹 苏洛伸手一拍 那木勺瞬间 被苏洛拍得断裂开来 而这时候 周边来往的小鬼 路人都纷纷停下了脚步 用看白痴的眼神 看向苏洛 这家伙是谁啊 竟然敢惹孟婆 不知道 看样子似乎挺厉害的呀 在上面的时候 没听说谁这么厉害啊 会不会是这几年的英雄人物 几年 你也不看看这年轻人多厉害 是几年时间就能培养出来的 一时间 整个黄泉河旁边的气氛 压抑了下来 苏洛则是面无表情地 继续往前面走 拥有这么多宠物守护 就算是这老太太实力强横 也强不过八亿大蛇 而且 苏洛之所以敢这么放肆 就是因为 他看穿了这老太太实力 一个150级的辅助而已 谁给他的勇气 就在这时候 老太太的身影突然闪烁了一下 直接拦在了苏洛面前 你拍断了我的勺子 留下来陪我吧 留下来陪你 老牛想吃嫩草 苏洛面无表情 直接从背包中 抽出了燃魂战剑 当我折死 自己只是尊老爱幼 不代表不会出手 很多年 没有人敢对老婆子动手了 他脸上露出一抹冷笑 浑身瞬间化作一缕黑色烟雾 直接融入了虚空之中 刹那间 天上的风云就变动了起来 装神弄鬼 苏洛冷哼一声 八亿大蛇瞬间腾空而起 直接钻进了天上的云层之中 河边原本祥和的场景 立马就发生了变化 周边的小鬼 行人 全都化作了一个个恐怖的怪物 石石鬼 124级 普通 攻击 218000 防御 83000 精神 135000 生命 216000 技能 被动 石石 游魂 140级 普通 攻击 286000 防御 165000 精神 15万 生命 26万 技能 被动 伤害免疫 河岸上全是游魂和石石鬼 他们嘴里发出结结结的声音 不断地朝着苏洛逼近 看到这一幕 苏洛丝毫不慌 他身边此时已经占满了宠物 别说是这些小鬼了 就算是天上那个老太婆下来 也得被打成肉酱 小子 拿命来 一道声音突然从云层中传来 紧接着整个黑压压的云层 突然被一只大手搅散 露出了云层后面的场景 此时的孟婆 已经变成了另一个样貌 浑身密布着黑色的气体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身高体型 巨大黑压压的怪物 就算是金刚魔元 和他比起来也是小巫见大巫 游魂领主 180级 精英 攻击 86万5000 防御 42万 精神 36万5800 生命 184 0000 技能 灵魂冲击 黑化游魂 尸爆源泉 被动 伤害免疫 灵魂冲击 发出无影无形的攻击波 对敌人造成60%真实伤害 黑化游魂 体型暴增 普通攻击 防御 生命增加50% 尸爆源泉 引爆附近的尸体 造成150%范围伤害 并回复自身5%生命 区区游魂 竟然冒充孟婆 这黑魂门究竟是什么玩意儿 苏洛眉头紧锁 同时直接从神药界中 取出了樱花神术 插在地上 这游魂领主的灵魂 冲击攻击角度刁钻 自己必须要全力以赴 不仅如此 苏洛自己也施展了 樱花神术的能力 在这种状态下 各个宠物 包括他自己 都能享受到 每秒钟增加176000的血量 就算是游魂领主 再厉害 也不可能秒杀谁 此时的天上 长达上百米的八亿大蛇 正在攻击游魂领主 由于他的实力 还没恢复到巅峰状态 所以也达不到 击杀游魂领主的程度 一时间 双方斗得难舍难分 如果没有外人干扰 这场战斗 很难分出胜负 碰 虚空中 传来巨大的爆炸声 八亿大蛇 和游魂领主 也各自拉开了身形 就在这时候 一道目光 突然锁定在苏洛身上 臭小子 拿命来 游魂领主嘴里 发出尖锐的嘶吼 大手直接朝着 苏洛隔空抓来 只是凭空一抓 双方相隔很远 但却给人一种 很不舒服的感觉 刹那间 苏洛感觉眼皮子狂跳 心里发毛 只觉得自己的心脏 仿佛被人用手捏住了 下一刻他身上 就冒出了一串 高额的数字 489500 仅仅只是一瞬间 苏洛的血条 就以肉眼可见的趋势 下去了一小节 这就是灵魂冲击吗 苏洛脸色发白 他的血条很厚 但并没有受到致命的伤害 像这种水平的攻击 再来几次也扛得住 在两个回血增益的加持下 几秒钟之内 苏洛的血量又加了回去 这怎么可能 看到苏洛的回血速度 如此逆天 游魂领主的声音中 充满了不可置信 但是 苏洛已经不打算再担得下去了 他直接对着所有宠物命令道 杀吧 啾啾 猪雀和三族金屋 纷纷发出嘹亮的声音 化作两道火焰冲上天际 大部分宠物都冲到天上去了 唯有丧尸猪王 金刚魔元等宠物在地上厮杀 宠物击杀石屎鬼 获得经验值反馈 加68500 宠物击杀游魂 获得经验值反馈 加72600 随着战斗爆发 苏洛的经验值 也开始了缓慢的上升 虚空中 游魂领主被宠物们围攻 很快就开始节节败退 苏洛眉头紧锁 死死地盯着游魂领主 如今 龙国即将面临一场纷争 如果能收服 这只游魂领主 将会变成今后的一大助力 几十级上百级的苏洛 虽然不感兴趣 但是对于这种 实力强横的顶级存在 他还是很喜欢的 在众多宠物攻击的时候 苏洛直接开始施展 自己圣灵之主职业的 专属技能 信仰灌输 驯化失败 目标正在挣扎 驯化失败 目标正在挣扎 接连的失败提示音响起 苏洛却丝毫不气馁 对于一个成熟的玉兽师来说 这都只是小场面 轰隆隆 虚空中突然爆发出 无数的火焰 这是朱雀和三族精 巫同时出手了 无数弹金色的三昧真火 在虚空爆发蔓延开来 直接将游魂领主 覆盖在其中 施行全方位打击 苏洛在不停施展信仰 灌输的同时 也在观察周边的变化 毕竟这个地方不是副本 而是那死老头搞出来的东西 自己的防备 还有其他的变数 恭喜您 成功驯服游魂领主 就在这时候 苏洛的脑海中 突然响起一道声音 整个天空安静下来了 游魂领主被驯服之后 已经进入了宠物空间 地面上的怪物 也被杀得七七八八了 随着所有宠物 齐齐联手 地面上的石石鬼 和游魂小怪 很快就被击杀殆尽 此时 整个黄泉河边上 弥漫着无数血腥味 臭气滔天 苏洛静静地打量着前方 那蜿蜒泥泞小路 同时又转身 看了他后面 算是大致看出了一些规则 大概率就是要让自己 往前面走 如果能走到头 就算是击溃了这片空间 如果自己失败了 或许就如那老头所说 将会永远地停留在 这片空间内 真烦人 苏洛感觉心里有些烦躁 那老头不按规矩办事 早知道 就直接将他超度了 可惜 现在自己被困住 估计他压得早就跑得 无影无踪了 苏洛将樱花树收起来 变成迷你小树之后 拖在手里 然后继续朝着前方逼近 走了大概一分钟之后 他面前突然多了一个女人 看清这女人的面孔之后 苏洛顿时就愣了愣 然后停下了步伐 挡在他面前的不是别人 正是曾经不停作死 最后被苏洛斩杀的周文文 只不过 此时他看起来楚楚可怜 脸上更是哭得梨花带雨 周边不知何时 已经下起了牛毛细雨 他只穿了一件单薄的长裙 深情地望着 苏洛问道 苏洛 你真的没有喜欢过吗 即使眼前的周文文 再怎么深情 苏洛心里也明白 他不是真人 因为真正的周文文已经死了 只不过这片空间 怎么可能会出现周文文 难道是他的魂魄 又或者是自己的心魔 一时间苏洛有些迷茫了 转职者又特么的不是修宪 怎么可能有心魔 最重要的是 这个空间 怎么可能会这妖巧 和出现周文文 下一个挡路的又是谁 思索片刻后 苏洛对着周文文说道 麻烦你让一让 我不想杀你第二次 苏洛 你好狠啊 周文文依旧是哭得梨花带雨的表情 只不过 他眼神中 已经浮现出了一抹怨毒 我曾经做的一切 都是因为喜欢你 没想到 你竟然这么狠心 说着说着 他的表情越来越疯狂 甚至身体表面 已经弥漫起了一层淡淡的黑色气体 看到这儿苏洛算是明白了 又要变身了是吧 与其被动 还不如主动一点 苏洛当即就黑着脸 对所有宠物命令道 杀了他 主人你早说啊 心中无缘 拔刀自然神 亡灵巫师兴奋地笑了起来 手持大镰刀 直接朝着周文文飞去 巴异大蛇眼神不屑 只是轻轻地甩了甩尾巴 释放了一道圆月攻击 砰砰砰 无数技能攻击在周文文体表的黑烟上 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像是被吸收了一样 几秒钟过后 苏洛面前已经出现了 源源不断的黑色烟雾 他们在沸腾 在虚空中不停地扭曲 这时候 三足精乌和朱雀 不声不响地 直接喷出了三昧真火 带着恐怖高温的炙热火焰 接触到黑烟的刹那 就如同烈日融化冬雪一般 发出了滋滋作响的声音 黑烟不停地扭曲挣扎 想要逃离火海 但是三足精乌又直接施展了一个火海禁锢 随着等级提升 如今他已经能够瞬间施展技能了 一道道火墙 从四面八方出现 瞬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牢笼 将所有黑烟包裹起来 苏洛 你好歹毒啊 黑烟中传来阵阵凄厉的惨叫 苏洛脸色顿时就黑了下来 这家伙真特么有点意思 自己没招惹谁 去你妈的 苏洛骂了一句 然后直接也施展了技能三昧真火 朝着火海球龙中喷去 仅剩不多的黑雾刹那间 就被烧得烟消云散 就在这时候 天上突然传来了亮光 蓝天白云 还有不停飞翔的小鸟 紧接着 无数白色雾气瞬间弥漫了进来 苏洛感觉周边的场景在不停地转变 他立马就打起了精神保持警戒 主人 我们好像出来了 亡灵巫师小声地说了一句 苏洛没有说话 只是扭头看了朱雀 他立马会议 浑身瞬间燃烧起无数火焰 然后朝着天上飞去 雾气瞬间被蒸发开来 周边的视线也越来越辽阔 此时周边的环境已经恢复了正常 苏洛这才留意到自己站在山顶上 四周光秃秃的 只有一堆乱石 之前的茅草屋和那老头 早已经消失不见 主人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貌似是龙国的昆仑山 虚空中 朱雀对着苏洛传音说道 难道刚刚一开始 我就进入了某种幻境 苏洛满脸茫然 然后直接取出镇法旗 回到了青龙院 这次出行 虽然收获了一只游魂领主 但苏洛心里依旧开心不起来 因为他已经摸到了 黑魂门的一些实力 一个等级低 那么多的老头都能摆自己一道 想必黑魂门 应该拥有很多稀奇古怪的玩意 而且 黑魂门的实力绝对不弱 以后要多长几个心眼才行 直到回青龙院后 苏洛感觉整个人都浑浑噩噩的 甚至都有点分不清 到底是现实还是幻境了 喝了足足两壶 查他都没想清楚自己 究竟是怎么被人赢的 镇法旗不可能出错 难道是他提前将昆仑山笼罩了 想来想去 苏洛觉得只有这个想法最靠谱 还过境之后 他才进入神药界中 无论外界怎么样 神药界始终不会发生变化 只会稳定发展 除非亡灵巫师永久死亡 但是 他是自己的宠物 就算是死了也能复活 进入神药界中后 苏洛才感受到一丝安全感 毕竟这是自己完全主宰的天地 主人 卧槽 亡灵巫师突然惊呼了一声 巨大的音量 直接震的虚空都开始扭曲了 但是 他却丝毫没注意到 直接兴奋地吼道 咱们的神级炼药师突破30个了 以后的神兽丹 可以多得多了 你小声点行不行 杂杂呼呼的 苏洛踢了他一脚 然后进入了炼丹区域 经过短暂的缓冲此时 药材仓库里 已经囤了接近1万颗神兽丹 就算是亡灵巫师不管 神药界内的骷髅们 也会按照安排好的流程发展 主人 这次新晋升的神级炼药师 要不要让他们写检讨 检讨 苏洛愣了一下 很快就反应过来 这家伙说的应该是炼药技巧和心得 亡灵巫师这家伙 貌似文化程度不高 谢 交代完之后 苏洛便直接离开神药界了 再次回到院子 他整个人已经彻底恢复精神 从昆仑山的阴影中走出来了 苏洛静静地坐在院子里喝茶 然后从宠物空间中 召唤出了一只体型娇小的宠物 寻宝鼠 这只宠物好久没用了 但是苏洛一直都把它留着 虽然玄武也拥有寻宝的功能 但终究比不过寻宝鼠这种专业的宠物 如果好好培养 寻宝鼠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滋滋 感受到苏洛的实力似乎很强悍 寻宝鼠立马就露出了产妹的表情 轻易不停地拱苏洛的裤腿 希望你别让我失望 苏洛小声地说了一句 然后取出了一堆灵犬丹 放在寻宝鼠面前 灵犬丹散发出的香味很诱人 就连人类闻到了 也会口水直流 嘶嘶嘶嘶嘶 寻宝鼠嘴里发出激动的声音 一双只有黄豆大小的眼睛 可怜巴巴地看着苏洛 仿佛在询问 这是给我的吗 是吧 如果你钱里好的话 以后每天都有 苏洛笑着抚摸了一下寻宝鼠的脑袋 示意他敞开肚子吃 得到同意后 寻宝鼠立马抓了一颗灵犬丹 丢进嘴里嚼了起来 检测到宠物食用灵犬丹 反馈经验值加1000 检测到宠物食用灵犬丹 苏洛只是抓了十来颗灵犬丹 全部吃完之后 寻宝鼠身上顿时就冒起了一阵白色光芒 他眼神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然后又一游未尽 眼巴巴地看着苏洛 吃吧吃吧 不过以后 你可得帮我好好找东西 说完之后 苏洛又取了更多的灵犬丹 放在地上 同时开始查看寻宝鼠的属性版面 寻宝鼠49级 攻击28500 防御36000 精神12000 体质86000 被动技能寻宝 技能反扑地盾 介绍 很温和的一种动物 可可爱 没有什么攻击力 但是寻宝他是专业的 寻宝 被动技能可以寻找到他想要的东西 随着等级提升 寻宝的范围也会增大 反扑 遭到攻击后 会奋起反击抓咬目标 造成450%伤害 地盾 可以在图里面快速移动的技能 一次上限550米距离 寻宝鼠是苏洛之前在秘境里抓到的 他记得当时这家伙的地盾 一次是500米 如今财神一级就增加了50米 看来潜力很大 不过 苏洛培养寻宝鼠的目的并不是让他战斗 而是帮自己寻宝 根据古籍记载 寻宝鼠的等级达到顶级强者境界之后 寻宝能力将会大幅度提升 甚至能感应到方圆千里之内的任何宝物 苏洛本来不打算培养寻宝鼠的 但是昆仑山之行给他留下了阴影 有时候实力并不代表一切 如果寻宝鼠能帮自己 找到各种稀奇古怪的宝物 那么以后的路将会更加顺畅 寻宝鼠比起普通的松鼠 只大了那么一点点 浑身毛发金黄 尾巴是赤红色的 看起来萌 苏洛取出了一大堆灵犬丹 给他慢慢吃 一人一鼠 就这么在院子里晒起了太阳 休息了一会儿之后 苏洛才把王莽叫了过来 此时距离屠龙联盟抵达的时间 还有两个月左右 虽然屠龙联盟对龙国威胁不大 但苏洛觉得自己应该早点做准备了 毕竟黑魂门就像是 阴魂不散的索命鬼差一样 加入他们 就会成为任人百步的傀儡 不加入他们 双方就算是成了对立的存在 有强敌虎视眈眈 自己必须要做点防御措施 帮主 有什么事吗 一走进院子 王莽就开口问道 同时手里还拎着两杯奶茶 我想和你聊聊天 苏洛叹息说道 同时打开奶茶盖子 微微抿了一口 洛哥 出什么事吗 看到这个男人叹气 王莽顿时就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以苏洛现在的身份地位 应该很少焦虑才对啊 你觉得这个世界上 除了国度之外 还有没有更强大的存在 苏洛抬起头好奇地看着王莽 后者脸上的表情 顿时就变得古怪了起来 随意说道 或许有吧 有可能是几百级的异兽 也有可能是几百级的人类强者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 嗯 毕竟这世界上很多东西 都是道听途说 就比如 我们 现在虽然比起大部分人都厉害 实际上 依旧有很多东西没见过 说完之后 王莽尴尬地咳了一下 然后默默地打开奶茶喝了起来 其实他想说的是 苏洛有很多东西还没见过 但是又不敢直说 苏洛对此也没在意 单单说道 我这次找你来 就是因为这件事 真有几百级的异兽 那倒不是 苏洛摇了摇头 继续说道 黑魂门你知道吧 这个组织似乎不简单 听到黑魂门三个字 王莽脸上顿时就露出了轻蔑的表情 骄傲说道 洛哥放心 现在我们不怕他们了 之前跟你去过神龙岛的那三千个兄弟 拥有宠物加持 现在的实力都很强了 黑魂门的人要是赶来 我绝对有把握 让他们有来无回 说到这儿时 王莽更是激动得脸色潮红 之前药神帮吃了不少黑魂门的亏 现在一提到黑魂门 几乎没人不愤怒 不过苏洛却再次叹了口气 解释道 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我们还是太弱了 洛哥 你是太谦虚了 现在你差不多是我们龙国的最强者了 可以适当的不用那么谦虚 听到这话 苏洛瞬间就反应过来了 这是让我装逼 装逼可是要挨雷劈的 纠结了一会之后 苏洛还是决定告诉王莽真相 毕竟大部分时间都是他在管理药神帮 如果管理者狂妄自大幕中无人 早晚会出事情 今天早上的时候 我去了一趟昆仑山 随后 苏洛就直接把自己收到黑魂门邀请的事情说了出来 不过隐瞒了收服游魂领主的事实 说完之后 王莽原本还兴致勃勃的表情 顿时就粘了下来 缓了一会之后 他才重新将目光放在苏洛身上 好奇问道 现在我们要怎么做 一边要应对屠龙联盟 另一边我们也要暗自发育 甚至还要做到隐藏实力 我找你来 就是想看看 怎么发展才好 说完之后 苏洛又指了指脚下 正在不停嘎 崩嘎崩举交零全弹的寻宝说 说道 这是寻宝鼠 培养起来之后 能寻找很多奇珍异宝 你暗地在帮会中 挑选一些靠得住的人 然后专门给帮会里寻找宝物 洛哥放心 这事儿我一定办妥当 另外帮会 可以适当地扩大一下规模了 我们现在战斗能力虽然充足 但后勤方面还不够充足 王莽是个聪明的人 一点就透 当即就明白该怎么做了 屠龙联盟的事情 此事已经传遍了 整个龙国的人 都听说了西方美丽国 组织屠龙联盟的事情 面对数十个国度 联手发起的进攻 所有人都感觉很担心 一时间流言四起 大家人心惶惶 在绝对实力镇压面前 虽然没有人敢做什么 和说什么消极的言论 但众人心里都有数 对此赵九霄也毫无办法 虽然知道苏洛很强 但他心里也没有底 到底能不能赢 作为龙国化石人 他既要安抚 大家又不能透露苏洛的实力 一时间赵九霄 陷入了两难的地步 所以这件事只能拖着 等到屠龙联盟的人来了 被击溃了 或许那时候 才能告诉众人真相 如果现在就透露了苏洛的实力 虽然能安抚人心 但也有可能走漏消息 导致地方会派 更强大的阵容过来 到时候就是真的完蛋了 作为化石人 这点利弊他还是能想到的 清晨 苏洛关好院子大门之后 才提着一个袋子 缓缓地朝着学校门口走去 袋子里装着一达资料 全都是亡灵巫师翻译的 新晋神级骷髅炼药师 写出来的炼药技巧 这些资料 对于人族炼药师来说 是非常宝贵的资料 苏洛打算去 艳斗炼药师学院转转 把这些资料全都送过去 顺带看看阿梅 最近怎么样了 如今 整个世界上都没有 神级炼药师的消息 当然 除了自己 不过苏洛觉得 自己在炼药这一块 并没有什么权威 毕竟自己是业余的 周边修建起了围墙 将整个学院和外界彻底隔离 学院内 一个个炼药师学生们来去匆匆 每个人脸上都透露着 坚韧执着的表情 更重要的是 他们身上都充满了干劲 丝毫没有其他学校大学生 那种松散悠闲的感觉 毕竟炼药师学院的规定很奇葩 只有炼药实力达到某种程度 或者对学院做出多大贡献了 才能毕业 所以 一年毕业还是十年毕业 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努力程度 就跟工厂里寄建工和包月工的区别一样 路过操场的时候 苏洛随意看了一眼周边来往的学生 他们当中大部分都还停留在 中级和高级炼药师的水平 不算太低 但也不算高 苏校长 您来了 一名年迈的老头 手里捧着保温杯 气宇轩昂地从操场上路过 看到苏洛的身影时 他立马就露出了谄媚的表情 拱着身子打招呼 嗯 刚来 蒋星河在办公室吧 他还没来 那个我先带您过去吧 梅三丰对于苏洛很是崇拜 立马就走在苏洛旁边带路 炼药师学院的导师 大多数都是原本炼药师工会的资深成员 基本上都认识苏洛 而梅三丰正是最崇拜苏洛炼药手段的人之一 同时也是一名宗师级炼药师 他这一开口 顿时就引起了周边操场上不少人的注意 由于苏洛刚成为店主没多久 再加上最近发生的大事比较多 原本应该宣传苏洛的电视台也没有宣布 所以这也导致了认识苏洛的人不少很多 看到他竟然和梅三丰并排行走 不知情的学生们顿时就好奇地讨论了起来 那个年轻人是谁啊 竟然和梅教授一起走 看那样子是去副校长办公室吧 估计是关系户吧 他好像不是炼药师 咱们这儿可是炼药师学院啊 校长是苏洛 哪个关系户敢在咱们这儿撒眼 管他是不是关系户 我还得去研究高级万灵水呢 对对对 昨天我炼制的初级光明精华药剂 快要成功了 今天一定要搞出来 众人讨论了 一会儿就很快散开了 而此时 校长办公室里 梅三丰已经泡好了一壶热腾腾香味扑鼻的热茶 等到苏洛喝上了 他才小心翼翼地站在一旁 尴尬地直搓手 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梅前辈 你停留在宗师级这个段位很久了吧 叫我小梅就行 梅三丰脸色胀红 顿时有些受宠落惊了 区区称呼而已 苏洛并不在意 他指了指旁边客用沙发上的布袋子 对着梅三丰说道 那里面的资料 你先研究研究 然后和蒋星河一起商量着 怎么快速传播到其他三所学校 说完之后 苏洛又继续喝茶 而梅三丰的眼睛却突然亮了起来 他激动地走到沙发旁边拿起袋子 然后对着苏洛招呼了一声 才转身离开 走出办公室的门口后 梅三丰激动的浑身都颤抖了起来 因为袋子里装着十几张粗糙的草纸 按照以往的经历来算 这十几张纸 大概率就是十几个神级炼药师 写出来的炼药技巧和心得体会 如今 苏洛让自己先拿去研究 很显然是 有意提拔自己 一想到这里 梅三丰顿时更激动了 几乎是跑着冲向了自己的宿舍 他要用最快的速度 看完这些内容 然后尝试着消化内容 此时 艳斗的别墅区 一栋装修金碧辉煌的别墅内 坐着几名衣冠楚楚的中年人 和一名身穿灰色道袍的老者 几人默不作声地喝着茶 等待着摆放早点到仆人离开后 才有人开口说道 赵先生 都过去这么久了 你想清楚了吧 说话的是一名身穿西装 肥头大耳的中年男人 他脖子上挂着拇指簇的金链子 留着落腮胡 如果有外人在场 定能认出 这是龙国商界名流楚腾飞 其余的几人 也都是龙国赫赫有名的人物 几乎遍布了各个行业 他们都是转职者 但是实力并不高 只有几十级 在场的人员当中 只有赵先生和实力最高 达到了158级 但是此刻只有他的表情最为举措 我考虑好了 但是你们答应我的事情吗 赵先生和抬起头 看向楚腾飞 眼神中露出一抹质疑 答应你的事情 肯定没问题 楚腾飞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伸手从口袋里 取出了一张蓝色 散发着淡淡光芒的卡片 等到赵先生和将卡片收起来之后 其余几人脸上 这才露出笑容 楚腾飞笑着问道 那我们可以开始商量正事了吧 赵先生和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 手里不断地把玩着蓝色的小卡片 这张卡片不是什么宝物 只是美丽国对外开放的 永久居住权利而已 拥有这张卡片 赵先生和就能够去美丽国了 谈谈吧 你们想知道什么 你们究竟有多少顶级强者 苏洛的战斗力如何 楚腾飞笑眯眯地看着赵先生和 其余几人漠不作声 都端起茶水喝了起来 龙国的顶级强者 并不止表面上那么多 老夫知道的就有二十多个 暗地里或许还有一些 大概不超过四十个 赵先生和想了一会儿之后 才说出了一个模糊的数字 倒不是他有意隐瞒 而是他只知道这么多 龙国具体有多少顶级强者 恐怕也只有赵九霄知道了 那苏洛的实力如何 上次抢夺圣坛的时候 他一个人能顶十个 而且龙国的神龙秘境 也是他一个人打穿的 初步预计 他一个人应该能打二十个顶级强者 赵先生和语气很平静 但是在场的楚腾飞几人 顿时就瞪大了眼睛 甚至还有人直接一口茶水喷了出来 一个人顶得上二十个顶级强者 这是什么逆天的战斗力 赵先生 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实话实说 楚腾飞脸上挤出一丝僵硬的笑容 明显不相信苏洛的战斗力有这么厉害 你们不相信 赵先河愣了一下 然后又淡淡说道 198级的暗影鬼珠 你们见过没有 没见过 神龙秘境里有一只 198级的暗影鬼珠 有资格进龙国 高级会议室的人都通过投影见过了 苏洛一个人将暗影鬼珠收服 你说 他一个人能不能打二十个顶级强者 此话一出 现场几人军事脸色大变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苏洛现在的战斗力该有多那天 单凭之前的恐怖实力就不提了 还收服了198级的暗影鬼珠 这更是如虎天意了呀 一时间李楚腾飞和其余的几人 相互交流了一下眼神 谁也没说话 只是脸色变得难看了起来 如果苏洛这么厉害 再加上龙国的顶级强者 这次美丽国出动的实力 还真不是温赢 怎么办 其中一名身材瘦小的人 将目光放在楚腾飞身上 与其中有些郁闷 之前美丽国计划出动多少势力 全都是根据他们提供的情报预估的 而现在情报出错了 他们也有责任 如实汇报吧 如果到时候出了差错 我们都再见难逃 那另外一件事呢 言论控制 楚腾飞脸上露出一抹笑意 然后又将目光放在赵仙和身上 笑着说道 这件事还得麻烦赵先生啊 嗯 赵仙和面无表情地应了一声 然后起身离开了 根据屠龙联盟的计划 他们现在在这种紧要关头 需要发布言论 让大家人心惶惶 这样一来 就能大幅度地降低 大家求生的希望 而且赵仙和 以及楚腾飞等人 心里也清楚 现在赵九霄 不可能把苏洛的真正实力 拿出来安抚人心 一旦有言论抛出来 艳斗炼药师学院的炼药教室里 炼药房空间极大 足足能容纳三十个人 同时施展炼药 空气中全是浓郁的药香味 同时还夹杂着一丝丝 糊了的胶味 炼药成功的人 脸上都会露出喜悦的表情 而失败的人则是满脸颓废 但很快就会振作起来 进行第二次炼药 苏洛和蒋星河站在门口 静静地打量着教室里的学生 但是两人的目光 大部分时间都是停留在一名女孩身上 她穿着灰色的运动服 正在专注的网药顶里 加入各种药材 周边站着一些围观的学生 全都是用崇拜的眼神盯着她看 阿梅师姐太厉害了 这个慕之灵要是炼制成功了 她就算是圣级炼药师了吧 昨天她已经炼制了火之灵和其他的 今天慕之灵要是炼制成功 五行属性就算是凑齐了 师姐真厉害 估计能吊打所有炼药师学院的人了 学生们都在议论着 丝毫没注意到苏洛和蒋星河的到来 看到阿梅正在炼制慕之灵 苏洛和蒋星河相互对视了一眼 各自眼神中都露出了尴尬的表情 因为当初苏洛第一次和蒋星河打交道 就是鄙视的火之灵 看到阿梅如今这么快就能炼制慕之灵 这等圣洁物品了 苏洛心里不由得有些震撼 但是更震撼的还是蒋星河 身为炼药师 她是知道炼药师境间难度有多大的 而阿梅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就能把炼药水准提升到接近圣级 真逆天的炼药天赋 比起苏洛的战斗力天赋 也不曾多让了 过了足足半个小时之后 阿梅将最后一味药材 加入药顶之中 然后开始全力施展炼药术 就在这时候 整个教室里都弥漫起了一股淡淡的清香 成了 刹那间 药顶内散发出一缕青色光芒 紧接着 一团清纯至极被无数青光包裹 犹如果冻一般的东西 飘浮了起来 这就是对木系法师 有着大补作用的木之灵 学姐真厉害 阿梅学姐 你教教我 怎么炼制大型体力恢复药剂吧 你那玩意儿也让学姐教 还不如教教我们 炼制光明药剂 你们别吵 只要是我会的 我都教你们 但是一会儿吃完饭我 还得看书 时间有限 对于众人的要求阿梅都没有拒绝 一个个都答应下来了 当她看到人群外面的蒋星河 苏洛时 脸上顿时就露出了飞红的红晕 然后飞快地挤出人群 阿梅见过苏店主 蒋校长 随着她开口 原本还沉浸在喜悦中的众多学生 也都纷纷反应过来了 都露出了崇拜的眼神 看着苏洛 现在快到饭点了 我们出去吃饭吧 苏洛笑着对阿梅招了招手 然后才朝着外面走去 看到这一幕 蒋星河脸上 立马就露出了兴奋的光芒 屁颠屁颠地跟了上去 她记得阿梅曾经说过 一个月之内要突破到神级境 要不然就对不起苏洛的栽培 她想看苏洛会不会被这件事惊讶到 一家普通的饭店里 苏洛 蒋星河和阿梅三人围在桌子上 都在一股脑地享用着美食 不过比起苏洛和蒋星河 阿梅作为女孩子就斯文得多 她细嚼慢咽 吃饭也竟是挑唆地吃 等到吃得差不多了 苏洛才将目光放在阿梅身上 笑着问道 你现在是圣级练药师了 应该算是吧 前两天才刚能练至圣级要紧 阿梅显得有些紧张 说完话后就直接低下了头 这可把一旁的蒋星河急坏了 她连忙开口催促道 阿梅顿时就将头捶得更厉害了 苏洛也嘴笑了起来 对着蒋星河问道 她说什么了 嘿嘿 蒋星河得意笑道 这丫头说一个月之内 争取晋升到神级练药师 那个 我只是说尽量 阿梅红着脸辩解道 这丫头 想一个月之内练至神级药剂 苏洛挑了挑眼皮子 眼神中露出一抹惊讶 但是 看到阿梅那紧张的模样之后 立马就笑着对阿梅安抚道 末事 做不到也不用自责 你已经很优秀了 苏店主 我一定会做到的 阿梅抬起头 脸上露出了倔强的表情 这次苏洛没有说话了 只是露出一个鼓励的表情 如果她真的做到了 那么对于广大炼药师来说 将会是很好的榜样 这样一来 药剂就能加快速度 充实整个龙国市场 所有转职者 都能够肆无忌惮地 进入副本炼级 距离屠龙联盟的到来 如今已经不足两个月时间了 必须要抓紧 离开饭店后 蒋星河并没有送阿梅回去 而是屁颠屁颠地 跟在苏洛身后 起初她还没注意 但是走了足足上百米后 蒋星河还像是 狗皮高药一样跟着 苏洛顿时 就扭过头疑惑地看着她 嘿嘿 苏会长 有个好消息告诉你 蒋星河神秘兮兮的 同时展开了自己的属性版面 姓名 蒋星河 职业 炼药师 等级 神级 炼药属性 火 蒋星河这简略的属性版面 直接给苏洛看得愣住了 这老头竟然突破成为神级 炼药师了 会长 前两天刚突破的 本来打算特意过来 告诉你这个好消息 但是一直没空 今天刚好 就趁着这个机会 告诉你了 蒋星河咧着嘴直笑 同时眼神中 还露出了一抹得意的眼神 你既然成为神级炼药师了 那这会长的位置 要不要你来做 苏洛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 看着她 不不不 蒋星河顿时脸色大变 急忙摇头道 谁不知道会长 您早就能炼制神级药材了 这会长的位置还是您来 这段时间 我都习惯这种日子了 蒋星河脸色通红 甚至急得额头 都开始冒汗了 对于苏洛的炼药手段 他至今都还没摸头 但是唯一能确定的是 苏洛早就能炼制神级药剂了 如今炼药手段 到底有多厉害 他也不知道 再加上苏洛的身份 和实力摆在这 就算是神级炼药师 在他面前 也如同蝼蚁 看到蒋星河没有装逼的意思 药师学院扩充的事 也要抓紧一点 会长放心 我一定全力以赴 蒋星河如同小鸡灼米一般 不停地点头 等到苏洛离开之后 他才缓缓地松了口气 艳斗的街道上 人来人往 甚至不少人手里 都拿着各式各样的报纸 苏洛随意走进一家便利店 他本来想买一瓶水 可店主此时 正和几个大妈在吹牛 你们听说了吧 那个什么屠龙联盟 至少有200个顶级强者 能打十个龙国了 我听说 好像是300个顶级强者 这报纸上不是写了吗 要是我们打不过怎么办 打不过就躲呗 这段时间 大家躲吞点东西在家 不要出门了 几个大妈手里拿着报纸 脚下还摆放着一大堆 刚刚买回来的物资 看到这一幕 苏洛顿时就皱起了眉头 屠龙联盟 出动两三百个顶级强者 就算他们有这么多人 但是美丽国这种国度 树敌无数 清朝出动是不打算守家了 而且这报纸也不对吧 龙国有这么弱吗 苏洛写眼看了一下 那几张报纸都是 来自于同一家报社 很显然是有人故意在造谣 小伙子 你也是爱买东西的吧 米卖完了 盐还有三袋 你要不要 不用了 我就要一瓶水 买完水后 苏洛什么也没多说 直接就离开了便利店 然后掏出手机 给赵九霄打电话 这种谣言 要是一旦传开了 那影响是非常大的 必须要看看 赵九霄之 不知道这件事 小苏 什么事啊 赵九霄疲倦的声音 立马就从电话 貌似在散发一些不好的言论 苏洛隐晦的说道 什么言论 说美利国的火力 能打我们十个龙国 貌似在散布谣言 操 赵九霄顿时就气得爆了粗口 然后怒骂道 这些家伙还真敢冒头 那我就只能杀无赦了 说完之后 赵九霄直接对着旁边的人小声 说了几句 至于说的什么 苏洛听不清 但能猜到轻鸟 报社马上就要遭遇雷霆之怒了 过了一会儿 赵九霄才平静下来 无奈叹气道 谣言早晚会有 但是我们现在 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好消息 安抚大家 小苏 我们要不要 把你的实力宣布出去 这样一来 大家可能会安心不少 应该不用吧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赵九霄无奈问道 苏洛皱了皱眉头 顿时就明白他的用意了 但是击破这些谣言 他有更好的办法 有一个大块人心的好消息 可以公布 不过这个消息 最好是现在 不要暴露 苏洛淡淡说道 为什么 因为再过一段时间 这个好消息 说不定能在数量上 再翻一倍 说到这里时 苏洛的嘴角 已经扬了起来 因为除了自己这个 隐藏在暗地里的 神级炼药师之外 蒋星河的消息 一旦透露 所有人都将会知道 龙国拥有神级炼药师了 要是过段时间 阿梅也能晋级 那么这个消息 必定引起剧烈的轰动 区区谣言而已 到时候 必会不攻自破 人心是最近不起推敲的 短短一天时间 整个龙国 已经遍布各种流言蜚语 街道上 马路上 商场中 全都是抢各种疯狂 抢物资的人 整得像是世界末日了一样 对于这一切 楚腾飞和赵仙河等人 都十分的满意 这正是他们 想要看到的 这样一来 等到屠龙联盟抵达的时候 这些底层的人 就能直接不攻自破了 赵先生 您为我们提供的便利 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到时候 我们会向上面汇报的 酒楼里 楚腾飞等人 正围着一张巨大的圆桌 享用美食 同时也算是庆祝 这一次行动的成功 几人都红光满面 唯独赵仙河 脸色有些发黑 就算是大家举杯庆祝 他也只是勉强地笑了一下 青鸟报社 是他管辖范围之内的报社 所以 这次散播的言论 也算是他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才造成了这么大面积的扩散 如今 龙国虽然看起来 没有采取措施 但他心里明白 赵九孝暗地里 肯定已经派人在查了 如果查到自己头上 这事也不太好交代 赵先生 你是在担心身份暴露的问题吗 楚腾飞笑眯眯地看着赵仙河 然后解释道 你的担心是多余的 就算是他们怀疑你的立场 但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也不会对你动手的 对啊 老赵别担心 现在龙国的顶级强者数量稀少 他们肯定不会为了这点事 和你撕破脸皮的 来来来 喝酒 几人纷纷开口安抚 很快赵仙河就释然了 目前这种情况 赵九孝就算是猜到了 也不会撕破脸皮 不然龙国就会损失 一位顶级强者 干杯 想通了之后 赵仙河脸上顿时就露出了笑容 举起了手里的酒杯 此时 艳斗炼药师学院 最高级别的炼药房里 阿梅正在专注地炼制着 神级药丸神兽丹 他之所以选择这个 是因为苏洛是御寿师 他想要炼制出神兽丹 来帮助苏洛的宠物提升实力 如果成功了 苏店主应该会很开心吧 阿梅心里暗暗想着 同时手上的动作 也更加小心翼翼了 旁边还坐着几位炼药师协会的长老 以及蒋星河 几人都在观摩阿梅的炼药手法 几人中最过于激动的 就是蒋星河了 因为他心里清楚 最近龙国流言蜚语传遍了 也没见龙国有什么动作 兴许就是在等阿梅 一大阿梅也成为神级炼药师 再加上自己和苏洛 三个神级炼药师的诞生 足以令其他国度引起轰动 所有的谣言更是能不攻自破 而此刻 苏洛正在艳斗神龙秘境副本的入口处 他在药神帮中 亲自挑选了一支队伍 打算用来当作心腹培养 而这次进入副本 一方面是为了代代他们 更主要的是 苏洛想看看副本里的高等级异兽 还会不会刷新 如果可以 再收集一只像暗影鬼猪这种异兽 到时候 自己就能够轻松面对屠龙联盟 在苏洛的后面 站着一群和他年纪差不多大小的年轻人 不过所有人都清一色地 穿上了黑色的战斗服 其中蕴含了狂战士 大地骑士 虚空刺客 飞雪剑士 炎火法师 幻影弓箭手 和森林之女辅助 再加上苏洛这个预售师 一共是八个人 这些队员 全都是药神帮精挑细选出来的最强者 清一色全部都是130级以上的存在 全都进行了职业三转 因为身份特殊 苏洛等人的队伍 很快就被开了后门 然后静止朝着入口处走去 凭什么让他们插队 就在这时候 转过身去看向刚刚说话的人 原本走在他后面的队员 也都齐刷刷转身 目光冰冷地看着 你们凭什么插队 大家都在排队你们 为什么不排队 一名30岁左右的红发男子 愤怒地盯着苏洛 站在男子身旁的队员们 此时也都露出了不满的表情 放肆 这神龙副本 可是苏店主打通的 不仅是现在 就是未来 他也拥有着永久优先使用权 瞎了你的狗眼 站在旁边的守护者队长 闻声赶来 立马就对着那红发男子 劈头盖眼一顿臭骂 张天和 那可是苏店主 你是不是昨晚没睡好啊 人群中 有人伸手拉了拉红发男子提醒他 但张天和依旧不依不饶 冷笑道 凭什么让他先进去 他身为店主 为龙国打通秘境 是理所当然的事 要不然龙国养他干什么 听到这话 现场的众人 纷纷都用一种看白痴的眼神 看着张天和 暗暗骂他疯了 你对我有什么偏见吗 苏洛目光平静地看着张天和 语气不及不许问道 我对你有意见 大家都觉得 你是龙国的天才 我看你是占用了大量公共资源 才能把等级提升得这么快 现在龙国流言蜚语都传遍了 屠龙联盟即将来袭 怎么没见 你们这些店主赶站出来 表个态的 张天和眼神中的不屑之色 越来越浓郁 同时这句话 也引起了不少人的深思 是啊 谣言都传得这么厉害了 怎么没见龙国出来辟谣 所以 你的想法是什么 苏洛脸上的表情依旧很平静 只不过心里已经有些怒火了 我要你排队 和我们一样 听到这话 苏洛脸上顿时就露出了玩味的表情 似笑非笑地问道 那如果屠龙联盟的人来了 我这个当店主 是不是也要排队去抵抗 这 张天和表情一致 顿时就没了反驳的借口 这个世界自古以来的纷争 都是强者先上 就算是屠龙联盟的人来了 也是店主 守卫者们先上 但是张天和依旧不甘心 他咬牙切齿道 我不管 你就要排队 先来后倒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规矩 看到这一幕 众人的表情顿时就尴尬了起来 这个家伙 是要当着大伙的面 撒泼耍横 为难苏洛呀 不过 作为历史上最年轻的店主 大家都认为 苏洛的脾气很好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 今天苏洛应该是会被这个小人物难住的时候 苏洛开口了 他淡淡地对着张天和问道 如果我不排队呢 如果我不排队呢 简单的一句话 全场瞬间冷静了下来 张天和瞪着眼睛看向苏洛 依旧不服输说道 你不排队 你就不配做我们龙国的店主 我们就不认可你 此话一出 周边看热闹的转职者们 顿时就不干了 纷纷反驳道 可别 你代表不了我 去你妈的吧 我还是相当认可苏店主的 要是没有苏店主 就没有神龙副本 让他优先使用理所应当 谁他妈给你的脸皮 让你代表我们大家的 一旦激起千层浪 但张天和却斯毫不在乎 店主 要不让我出手吧 今天要是不解决他 估计我们是进不去了 就在这时候 苏洛身后的一名长发男子 走了出来 他是队伍中的刺客 名为陆离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这张天和是在堵苏洛身为店主 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 对同族动手 所以才敢如此嚣张 张天和只不过是 八十五级剑士而已 陆离对付他 绰绰有余 怎么 自己不敢动手 派下面的人来动手 张天和眼里的嘲讽之意 更浓郁了 此时 人群外面 楚腾飞穿着便装 戴着墨镜 坐在车里观看着这一幕 眼神中也露出了期待的表情 这一切 他们都已经计划好了 只要苏洛敢动手杀人 那么他就会暗中推波助澜 让这件事迅速发酵酿 再加上赵先和也会出手针对 有九成的把握 能将苏洛逼出店主之位 到时候 龙国的战斗力 就算是彻底被瓦解了 人群中央 众人都目光灼灼地看着苏洛 一时间所有人都用愤怒的眼神 看着张天和 虽然他们都觉得张天和该死 但在龙国 守护者杀人都是大忌 更别提店主了 现在 只能祈祷其余的守卫者 赶紧过来支援 然后将张天和抓起来 毕竟苏洛的人不出手 单凭一两个守卫 还真拿不下张天和 店主 让我去吧 陆里咬牙切齿 眼神中散发着寒冷的气息 就连其他的队员 也都面色胜红 恨不得将张天和 直接撕成碎片 苏洛摆了摆手 将陆里推了回去 然后将目光放在了众人身上 四在回忆 一般淡淡说道 我苏洛自称为转职者以来 都是靠着自己努力 刷怪炼击 甚至因为御寿师身份 受到了不少白眼和嘲讽 曾经在野外炼击的时候 有人想要杀我的人 抢我的东西 但全都被我杀了 这些年来 我手上沾染的人命 至少已经上千了 当然这其中 大部分都是敌人 说完之后 众人眼神中 不仅没有愤怒 反而是崇拜 毕竟当初 神龙岛一战 苏洛直接将药神帮的名声 打响了 甚至还除掉了 美丽国不少精锐 接下来的圣坛之战 更是苏洛力挽狂澜 紧接着成立炼药师学院 打通神龙副本 这些都是巨大的功劳 感受到所有人的情绪 都平静了 苏洛这才将目光 放在张天和身上 淡淡说道 我给你十秒钟时间逃跑 听到这话 张天和顿时打了个哆嗦 脸色变得苍白 但他还是大声地喊道 你不敢杀我 还剩八秒 你要是杀了我 你会被国主责罚 还剩六秒 看到苏洛脸上的表情 越来越冰冷 张天和感觉心底发凉 他又扭头 看了看人群外面 那辆黑色的车 此时正在摇上车窗 准备离开 张天和顿时眼神一慌 直接跪在了地上 苏店主 我错了 时间到了 苏洛直接抬手 朝着虚空一指 张天和身后 顿时就出现了一柄 萦绕着黑气的巨大镰刀 咔嚓 镰刀无情划过 那还带着恐惧表情的头颅 瞬间就滚落在了地上 张天和身旁的队友们 看到这一幕 纷纷都往后推了几步 表示自己的立场 同时一个个都低着头 不敢看苏洛的眼睛 众人看着这一幕 没有任何慌乱 反而有人小声地说着 杀得好 就在这时候 苏洛却突然召唤出了八亿大蛇 如今的八亿大蛇 实力已经恢复到了180级 庞大的身躯遮天蔽日 瞬间就挡住了上方所有的阳光 看到苏洛又放出了宠物 在场的人顿时就猛逼了 张天和不是死了吗 还要干嘛 好 八亿大蛇发出一声嘶吼 直接朝着旁边的公路飞去 然后拦下了一辆黑色的商务车 又要发生大事了 在场的转职者们都不是傻子 苏洛不可能无缘无故 放出宠物去拦路 既然他这么做 就一定有他的道理 一瞬间 所有人都朝着马路边缘冲了过去 而苏洛则是缓缓地 朝着那辆黑色的商务车走去 此时 楚腾飞也冲车上下来了 看到虎视眈眈的八亿大蛇 楚腾飞只感觉自己的心脏 都快被吓停了 他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然后恭敬地对着苏洛行李道 苏店主 您拦下我们的车 是有什么安排吗 我楚腾飞肯定全力支持苏店主的任何交代 看了这么久 让你失望了 还是让你的愿望达成了 苏洛冷冷地看着他 眼神中露出了冰冷的笑容 刚刚他就感觉张天和不对劲 像是疯了一样找自己的麻烦 要不是他目光频频看向这辆黑车 还真猜不到事情的来龙去脉 不过现在苏洛明白了 这个楚腾飞 应该就是龙国隐藏的诸多间隙之一 苏店主 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 不知道没关系 很快就就有人让你知道了 说完之后 苏洛直接拿出手机 拨打了赵九霄的电话 看到这一幕 楚腾飞额头上的汗珠越来越多了 但他心里清楚 一旦自己交代了 就必死无疑 不交代 或许只是面对一些审问 所以宁死也不能交代 不到一分钟时间 商务车旁边就亮起了一道 白色泛着金光的光芒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苏洛一个电话 竟然直接叫来了国主 这究竟是多大的面子 要是刚刚张天和知道 苏洛的面子这么大 估计再给他几个胆子 也不敢和苏洛作对吧 此时的楚腾飞也傻眼了 他原本还觉得 凭借舆论能让龙国 罢免苏洛店主的职位 但是人家一个电话 就叫来了赵九霄 这种权限 别说是杀一个张天和了 就算是连他一起杀了 都不会受到半点责罚 楚腾飞作为龙国的商界名流 在龙国已经大红大责了很多年 不少人都认识他 楚先生 跟我走一趟吧 赵九霄乐呵呵地看着楚腾飞 暗暗对着苏洛 露出了一个赞赏的表情 这么多年来 楚腾飞早已积攒下了惊人的财富 如今只需要细细地盘问 到时候 他的一切都会用于充实国库 等一下 我还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赵九霄诧意地抬了抬眼皮 你们凭什么抓我 我想知道 我犯了什么错 谁说要抓你了 老夫只是请你去陪我喝杯茶 我拒绝 楚腾飞此时也顾不上什么国主了 直接黑着脸拿出手机打电话 苏洛忍不住叹了口气 他猜测 这个家伙应该是要叫人了 但是叫来了 也只能和他一起被捉 看到这一幕 赵九霄乐呵呵地站在原地没有动 楚腾飞叫的人越多 他就越兴奋 过了十分钟左右 就在众人都等不及的时候 一道人影直接从天上降落下来 来人是龙国九大店主之一 赵仙和 他穿着一身淡灰色道袍 手里拿着一串珠子 不停地念动 整个人看起来容光焕发 看到赵仙和现身 赵九霄顿时脸都黑了 他知道龙国有蛛虫 但是没想到 这虫子还挺大 竟然和赵仙和有关系 这可是龙国店主 广大群众的精神之干啊 国主 楚先生是我的朋友 出什么事了 一到现场 赵仙和就先入为主 对着赵九霄提问 楚腾飞故意只是 别人扰乱纪律 而且阻拦的还是苏洛 你说呢 这其中是不是有误会 赵仙和脸色依旧 仿佛没有料到 事情的严重性 看到这一幕 苏洛都感觉有点上头了 要不是身份摆在这 他真想直接 送这俩人下地狱 你的意思是 打算怎么处理 赵九霄冷冷地 看着赵仙和 老夫认为这是个误会 要不就算了吧 赵仙和笑着霍西尼说道 而赵九霄一时间 也不好发作 就算是 他掌握了赵仙和 和楚腾飞的一些证据 但是此刻 若是斩了一名店主 整个龙国 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 一时间思绪万千 赵九霄感觉无从下手 习惯性地将目光 放在苏洛身上 让我出手 苏洛皱了皱眉头 特别是赵九霄 此时满脸怒意 眼神中隐藏的杀意 更是抑制不住 苏洛瞬间明白了 这是让自己 先杀楚腾飞 再请赵仙和 想到这儿 苏洛脸上瞬间 我奉国主之命 今日斩杀当场 说完之后 苏洛瞬间朝着楚腾飞 伸手一指 在他身后 顿时就凝聚出了一柄 巨大的镰刀须翼 咔嚓 还不带众人反应 那镰刀便直接化作一缕 黑色从楚腾飞身上 拦腰划过 你 你敢杀我 楚腾飞双目瞪的滚圆 可下一秒 就直接滑倒在地 血水和排泄物流了一地 看到这一幕 赵仙和和赵九霄都惊呆了 赵仙和觉得 苏洛太霸道了 既然什么罪名 都没审问出来 就动手杀人 赵九霄则是觉得 苏洛这事办的 利落 不过 我什么时候 让他砍人了 赵九霄满脸猛逼 然后又将目光 放在了赵仙和脸上 此时赵仙和脸色发黑 胸口不停地起伏 显然是被苏洛气得不轻 但是一时间 他也不敢拿苏洛怎么样 杀得好 人群中有人喊了出来 紧接着更多的人 都举起了手不停的鼓掌 苏店主英明啊 这处腾飞在我们宴都 肆意脸猜 我们早就猜到他有问题了 杀得太好了 他早就该死了 可惜了 给他的一个痛快 眼看着众人呼声很高 苏洛心情越发舒适 直接释放出幽明懒月花 你想干什么 看到苏洛还没停手 赵仙和脸色瞬间煞白 呜呜呜 幽明懒月花落地的一瞬间 直接开始无限延伸 速度太快 甚至在虚空中 传出了无数震动 赵仙和脸色一黑 直接取出一柄淡青色的法杖 小子 你未免有点太猖狂了 刹那间虚空中 凝结出了无数拳头大小的冰锥 同时周边的温度也在急剧下降 眨眼间就出现了一堵冰墙 挡在赵仙和身前 苏洛 你在干什么 赵九霄满脸猛逼地 走到苏洛身旁问道 不是你让我动手的吗 我只是问你怎么办 赵九霄露出一副头疼的表情 拍了拍额头 但是现在都动手了 还能怎么办 只能将错就错了 反正这个赵仙和 早就该审问了 下病决心后 赵九霄从手里 取出一枚金色令牌 然后直接飞上了虚空 今日 无以国主的身份 宣判玻璃 赵仙和店主身份 听从审问 如敢反抗 格杀勿论 此时的赵九霄浑身金光四射 威严无比 直到这时候 周边围观的群众们 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纷纷惶恐不安起来 赵九霄 老夫一生为 龙国征战无数 你好歹多 不就是你运气好 坐上那个位置吗 有什么了不起 一旦激活 就能释放出一道 强大的雷霆之力 其恐怖的威能 几乎能秒杀 任意一名顶级强者 看到紫雷浑的一瞬间 赵九霄脸色微变 立马向苏洛求助 区区紫雷浑而已 苏洛满脸不屑 直接让八异大蛇顶了上去 这紫雷浑能秒杀 顶级强者 却秒不了180级的八异大蛇 轰隆隆 紫雷浑瞬间被激活 刹那间就释放出了 一道耀眼的紫色雷霆 八异大蛇眼神中 露出一谋畏惧 但很快又露出了 不屑的表情 直接使用一招神龙摆尾 朝着紫色雷霆拍去 轰隆 巨大的炸裂声响起 要不是周边的围观群众 跑得快 恐怕此时已经殃及吃鱼了 而此时 赵仙河还打算施法 却被苏洛施展技能打断 直接用幽冥懒月花捆了起来 你们凭什么抓我 我可是龙国殿主 没了我 屠龙联盟的人来了 大家就直接等死吧 赵仙河愤怒地咆哮着 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他很自信 赵九霄不敢杀自己 要是杀了自己 之前的所有谣言后劲都会爆发 再加上龙国现在没有什么底牌 安抚民心了 所以一旦杀了自己 就是引爆了这个巨大的炸药桶 就在这时候 苏洛裤兜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他拿起手机一看 脸上顿时就露出了笑容 苏洛笑眯眯地对着赵仙河说道 如果不出所料的话 这个电话通报的是个好消息 也是催你命的好消息 所长 好消息 好消息 电话一接通 传音筒立马就响起了 蒋星河激动的声音 全场寂静无声 所有人都立马竖起了耳朵 因为苏洛打开了扬声器 周边的人都能听到 就算是站在远处的人 也能听到对话内容 什么好消息 苏洛明知故问 淡淡开口 阿梅这丫头太争气了 竟然炼制出神兽单了 甚至为了验证她的水平 我们还让她试了试 别的神级要解 这丫头都炼制出来了 此话一出 赵九霄脸上 顿时就弥漫起了一层红韵 更是直接咧嘴笑了起来 毫无威严的样子 人群中 众人也都惊呆了 阿梅竟然成了神级炼丹师 不过 阿梅是谁 管她呢 虽然不认识阿梅是谁 但得知她是神级炼丹师时 周边的人呼吸都急错了起来 龙国终于有神级炼丹师了 被绑成粽子的赵仙河 可是现在龙国出现了神级炼丹师 这个消息 可以安抚人心了 行了我知道了 你们先巩固巩固实力 然后让阿梅培训别人吧 苏洛交代了一句之后 才挂断电话 然后对着赵九霄说道 赵前辈 告诉你个好消息 现在龙国包括我在内 一共有三名神级炼丹师了 什么 三名神级炼丹师 赵九霄呼吸一致 眼神中更是浮现出 抑制不住的狂喜姿色 他再也顾不上什么国主威严了 直接一个闪身 出现在苏洛面前 激动地抓着苏洛的肩膀问道 除了你和阿梅之外 还有谁是神级炼丹师 蒋星河那老家伙也突破了 蒋星河讲大师 听到蒋星河的名字 赵九霄眼神中更惊喜了 因为他对蒋星河 也算是知根知底 这一刻 赵九霄感觉自己的心脏 砰砰直跳 压抑了自己许久的烦恼 竟然一下子让苏洛全解决了 甚至他还带来了一个 足以震撼龙国的好消息 龙国拥有三名神级炼药师的消息 一旦传出去 整个龙国绝对会举国欢呼 甚至屠龙联盟大概率 也会感受到压力 从而拖延一些时间 行了 这个老皮肤就交流吧 你们快去副本 别当的了 激动之余 赵九霄不忘从背包中 取出一根特制的绳索 亲自将赵仙河捆了起来 此时 众人看向苏洛的眼神 也都变成了疯狂的崇拜 之前创建炼药师学院的时候 他们很不解 苏洛为什么会这样做 但是现在 他们似乎明白了 耗费大量代价 创建炼药师学院 不仅仅是为了充赢药剂市场 更主要的是 孵化神级炼药师 那我就走了 苏洛收起幽冥懒月花 然后转身朝着神龙副本 入口处走去 所有人都立马让出了一条道路 并且都纷纷攻下了身躯 表示对苏洛的尊重 跟在苏洛身后的陆里等人 此时也都纷纷露出了激动的把表情 昂首挺胸的 从众人跟前路过 直到进入了副本后 他们才收起狐家虎卫的表情 神龙副本中依旧是蓝天白云 地面上是青翠玉地的青草 四周游荡着无数绵绵羊和红眼兔 看到这一幕 陆里等人都露出了兴奋的表情 因为这次刷副本 可不是单纯的刷副本 而是有大人物带着刷啊 你们在这等等吧 这些低级异兽 没什么好刷的 苏洛对着众人交代了一句 然后开始从宠物空间中召唤宠物 这一次 苏洛打算直接火力全开 四大圣兽 八异大蛇 亡灵巫师 三足金屋 暗影鬼猪 金刚魔猿 丧尸猪王和海洋灵妖 全部都被苏洛一股脑地召唤了出来 足足十一只宠物 只是落地的一瞬间 地面就引起了轻微的震动 就在这时候 一道红色的虚影凭空出现 苏洛看到这抹红色的影子 整个人顿时就愣了 主人 他说神药界里面太闷了 也想出来溜带一下 亡灵巫师立马飘到苏洛面前解释 而苏洛则是直接无视了亡灵巫师 然后开始打亮着眼前的红衣女拔的属性版面 不知道亡灵巫师这家伙 给他多少好东西 现在这只红衣女拔的实力 竟然达到了152级 红衣女拔 152级 传说级 攻击 36万5000 防御 18万5000 精神 18万 体质 86万 技能 死亡诅咒 阴魂不散 阴气入体 被动 鬼灵之体 鬼灵之体 感觉这女鬼的天赋还不错 也不算太差 加上红衣女拔 现场就算是有足足12只宠物了 看到这一幕 陆里等人只感觉看得头皮发麻 就差激动地放声尖叫起来了 动手吧 苏洛淡淡地说了一句 所有宠物包括红衣女拔 也都被亡灵巫师拉着冲了出去 甚至苏洛还能断断续续地听到 亡灵巫师在给他的爱妃解释 为什么这些异兽的等级会这么低 目前的等级太低 不仅是苏洛 就连他带来的团队 都没有出手的欲望 毕竟这片空间面积还是挺大的 真要是一个个的杀 估计不知道要杀到啥时候 不过好在苏洛的宠物多且实力强 几乎只是一个吼叫 就能吓死一片红眼兔和咩咩羊 陆里等人此时都毕恭毕敬地站着 看到他们这副拘警的样子 苏洛顿时就无语了 无奈地开口说道 你们都歇会吧 就把我当你们帮主就行了 还和以前一样 谢谢帮主 陆里笑着开口说了一句 直接跟着苏洛坐在草地上 其余人也都纷纷收起了拘警 然后各自开始了聊天 团队中狂战士 大地骑士 虚空刺客和炎火法师都是男的 而飞雪剑士和幻影公手 以及森林之女都是女孩子 大家年纪差不多 很快就聊了起来 过了一个小时左右 苏洛又从背包里取出了一只烤鸡腿 香喷喷的 很诱人 你们就别吃了 现在差不多可以动手了 看到陆里等人眼巴巴地瞅着自己 苏洛直接翻了个白眼 指了指远处的异兽 让他们历练一下了 帮主放心 我们肯定会竭尽全力的 几人都齐齐对着苏洛保证 然后便各自从背包中取出武器 开始准备战斗 目前的异兽水准并不高 他们不需要猎阵也能打 这样能提高效率 众多宠物们则是被苏洛直接召唤了回来 围在苏洛身边 以防有异兽冲过来打扰他吃鸡腿 主人 怎么让我们停了 正杀得起劲呢 王林巫师不满地抱怨着 同时搂着红衣女巴的手 还一点也不老实 可惜红衣女巴身上也全都是骨头 这次是想试试他们的战斗力 我们根本不需要练剂了 苏洛淡淡地说了一句 然后继续啃起了鸡腿 只是目光却时不时地朝着各个方向看去 观察着众人的战斗力 目前这一波怪物只有90级 对他们的威胁并不大 陆离作为虚空刺客 他拥有着隐身和加速的特殊能力 整个草地上都没有他的身影 只是时不时有一兽身上冒出高额伤害时 才能看到一丝陆离的身影 只不过他的身法很诡异 每次攻击现身的地方 和他实际上的位置是相反的 对于这种手段 苏洛还是相当满意的 虽然在自己眼里 这些技巧漏洞较大 但是同级别战斗中 陆离已经算是天花板级别了 另一边 狂战士张浪和大地骑士张海 则是选择了相互配合战斗 张浪的攻击爆发力很高 他的武器是一柄中长的双刃开山斧 战斗时大斧头挥舞起来 呼呼作响 每一次命中都能造成高额爆击 而张海作为的大地骑士 战斗方式则是防御加反伤 以及减速 同级别中 任何的异兽群 他都能冲锋陷阵来去自如 此时 俩人来回出击 减速加爆击的配合打法 异兽几乎是一片片的死 他们是亲兄弟 正所谓上阵亲兄弟打虎父子兵 基本上俩人都是在一起的 所以对于这种战斗方式 苏洛也不排斥 砰砰砰 就在这时候 周边突然有一阵阵炸裂的声音响起 整片天空都是密密麻麻的箭矢 每一道箭矢落下 都会产生小范围爆炸 12680 13850 每一次爆炸 几乎都是暴击伤害 而出手的 正是团队中的女孩子 幻影攻守苏丽 她身材高挑 整个人浑身散发着一股肃杀之气 战斗时的她 进入了弓箭手职业专属的专注状态 几乎目光所到之处 均是箭矢横飞 炎火法师冯远 飞雪剑士周青青 森林辅助王莉莉 几人的战斗力都非同凡响 王莉莉作为辅助 但是战斗中 她同样拥有着不俗的伤害 一个个星空召唤阵 在她法杖召唤下 不断地在地面成形 大颗大颗的陨石落下 攻击力比起法师 也不遑多让 辅助的战斗力 也这么厉害吗 苏洛看得有些惊讶 这还是她第一次 认真的看辅助职业的战斗方式 不过 辅助终究是辅助 王莉莉只有这一个战斗技能 空闲之余 她还能游刃有余地 给其他人恢复状态 几人虽然现在是各自战斗 但相互之间也有一些配合 谁面临的压力大了 立马就会有人丢一个技能过来支援 来自队伍的经验值分享 经验值加8656 来自队伍的经验值分享 一道道经验值到账的声音响起 这要是普通人 估计早就高兴坏了 但苏洛却没有丝毫感觉 击杀一只异兽瓜分的经验值 甚至还没有一颗灵犬单多 不过这也是来自队友们的奉献 他也没有瞧不起 只是不激动罢了 而苏洛的表情 在陆里等人看来 却变了个意思 帮主怎么面无表情啊 有人小声开口问道 不知道 估计是觉得我们的效率太低了吧 毕竟他的那些异兽 速度都挺快的 大家加快速度吧 尽量让帮主看到我们的价值 辅助王莉莉 顺手给幻影攻守苏莉 加了一个攻击增幅的技能 行 你们精神恢复药剂带够了吧 现在精神恢复药剂这么便宜 我早就囤够一个月的量了 那就放开手干吧 战场上画风突变 所有人都频频释放技能 只要冷却到了 基本上就是毫不犹豫的杂技能 整个副本内五光十色的技能 瞬间渲染全场 这一波怪物 在几人的努力下 只用了半个小时左右 就清空了 苏洛虽然没有参与战斗 但他还是在观察异兽的种类 同时对于几人的表现 他也全都看在眼里 这次出现的异兽种类 和上次的差不多啊 就是不知道 暗影鬼猪还有没有 想到这里 苏洛眼神中露出了兴奋的表情 神龙是目前世界上 已知异兽等级最高的副本 如果这里面的异兽不具备为异性 那么就可以无限刷新 自己也能进行大批量收服 到时候屠龙联盟的人来了 一定能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惊喜 苏洛一边吃着零食 一边观看着众人的战斗 白虎等异兽 则是百般无聊地趴在地上 无聊地用鼻息吹动杂草 就在这时候 异兽的等级已经达到了110级 陆里等人分开刷怪 已经很吃力了 所有人都开始逐渐靠近 组成战斗队伍 合作分工 这时候才丢下一个鸡腿骨头 然后拍了拍手起身准备战斗 不过苏洛也不打算立即出手 而是想看看他们的极限在哪里 如果现在自己就出手 那么他们就如同温室里的花朵一样 至少要让所有人都激发出潜力了 自己再出手 这样既魔力了他们 又不会让他们被副本淘汰掉 帮主放心 我们还能撑 大帝骑士张海看到苏洛站起来了 立马就开口表示自己还行 苏洛则是笑着点了点头 下一波异兽就是比较难缠 他不相信张海他们能顶得住 就算是他们的队伍如铁桶一块 也会被异兽包围蚕食 所以无论任何时候 让敌人没有能力靠近 才算是真正的强悍 轰隆隆 随着最后一只异兽倒地身亡 天空中立马就出现了无数光芒 每一束光芒都声势浩大 其中包裹着实力更强的异兽 而此时张海陆里等人的体能 已经消耗大半 苏洛知道他们撑不过这一波 所以自己也得时刻准备动手 龙国燕都 炼药师学院门口 一辆辆巨大的卡车 拉着无数药材开了进来 蒋星河和其余的学院负责人 看到这一幕都满脸疑惑 因为这些药材太多了 从学院开张以来 就没有收到过这么多的药材 这是怎么回事啊 蒋星河疑惑地看着冯娇娇 因为这些装满药材的卡车 就是他带来的 这些药材 全都是各地的药材商免费送的 咱们只管收下就行 冯娇娇穿着一身OL职业装 身材匀衬 腿上裹着一层薄薄的丝袜 大方却又不显生硬 脸上未施粉带 却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此时他心里很开心 甚至现在连手里的海洋地产股份 都全部丢给家里人处理了 他只想安心地做好炼药师学院的事 对于冯娇娇的选择 现在的冯家也表示了权力的支持 甚至得知苏洛要扩建炼药师学院 海洋地产还愿意直接提供免费的施工 不仅是冯娇娇 就连现在的冯家掌门人心里都门清 只要巴结上了炼药师学院 就算是和苏洛站在一条船上了 能和苏洛攀上关系 这比赚多少钱都有意义 小冯 咱们学院的学生人数 这两天在大规模扩大 前来报名的新生更是络绎不绝 究竟是怎么回事 蒋星河指着旁边的广场满脸疑惑 此时的广场上至少聚集了上千个炼药师 全都在排队报名 难道是你又加大宣传力度了 看到冯娇娇脸上激动的笑容 蒋星河依旧是满脸不解 其实我没宣传 是苏校长和你 还有阿梅的宣传效应 冯娇娇笑着说道 昨天下午的时候 苏校长亲口宣布了 龙国拥有三名神级炼药师的事 而且赵国主还特意加大力度 宣传了这件事 听到这儿蒋星河才明白 这两天前来报名的人 怎么突然暴增了 原来是这样 目前龙国的实力 除了九大店主和一些影视世家之外 几乎没什么权威性的实力了 但是神级炼药师的消息 一旦透露出去 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 无数炼药师也会引以为傲 都幻想着自己能成为 下一个神级炼药师 若是以前 想要成为神级炼药师的难度很大 但是 现在蒋星河很自信 炼药师学院拥有造神的能力 毕竟现在炼药师学院 已经拥有数十位神级炼药师的炼药技巧和新的 这相当于是把神级炼药师的知识 硬生生往学生们的脑袋里灌了 这样也好 老夫必定全力以赴 让龙国的各种药剂陷入饱和状态 得到答案后 蒋星河脸上也露出了自豪的笑容 同时他心里也暗暗决定了 在屠龙联盟来临之前 龙国的药剂一定要达到非常饱和的状态 除了燕兜之外 龙兜 青山城 江城 各大城市的人都一改往日的颓废 全都紧锣密鼓地行动了起来 龙国拥有三名神级炼药师的消息一传开 所有人的眼神中都有了希望的光芒 所有人心里都明白 一旦拥有了神级炼药师 就代表各种稀缺的药剂能得到缓冲 甚至一名神级炼药师 还能有机会带动更多的炼药师晋级 而龙国一下子拥有三名 这可是颇天的富贵啊 所有人都表示愿意响应号召 愿意成为志愿者开垦药田种植药材 一时间 有车的开车 有力气的出力气 有实力的转职者 则是去山里开荒河站岗 负责击杀刷新的异兽 以免伤了普通老百姓 野外异兽虽然不多 但也绝对不少 需要人24小时站岗和巡逻 对于炼药师学院扩大规模的事 冯娇娇早就安排好了 他计划的是一代四的标准 之前龙国的四所学院 全都是地理位置相互较远的 如果以每一所学校为中心 重新建立四所分校 围绕最先建造的学校 这样一来 就能一下子多出16所学校 只要成功建立 基本上就能解决 整个龙国的药剂问题了 此时 神龙副本中 尖叫声和唏嘘声不断地起伏 现在的异兽等级 已经达到140级的水准了 苏洛直接接管了整个战场 陆离 张海等人静静地站在远处 甚至苏洛还安排了金刚魔元保护他们 同时又在他们的位置上 插上了樱花神术 帮主好厉害 这是什么发暴啊 每秒钟加8万多的血量 我感觉快爽死了 作为骑士 最担心的就是 后方辅助回血不及时 而现在 感受到樱花神术的威力之后 张海感觉 这就是自己的天堂 你们快看那只老虎 每一爪子都是暴击 直接秒杀啊 孤陋寡闻了吧 你们猜猜 那只长了八个手的宠物 是多少结 陆离用一种看白痴的表情 看向周边的小伙伴 同时伸手 指了指虚空中不断闪烁 击杀怪物的暗影鬼珠 经过他这一提醒 所有人顿时就瞪大了眼睛 卧槽 这只宠物的等级该有多高 我们竟然看不到 它的属性和等级 高于40级或是50级就看不到了 它至少有180级左右 王莉莉分析道 差不多吧 感觉它的气息最为强大 帮主是怎么收服这种宠物的 太厉害了 几人像是刚从乡下进城的孩子一样 对一切都感觉很新鲜 时不时地看看这只宠物 时不时地又看向那只宠物 每一只宠物的战斗力 对于他们来说 都是难以逾越的鸿沟 不过他们更羡慕的是 苏洛的战斗方式 因为现在虽然是苏洛接手了战场 但是他依旧在嗑瓜子 而且还是悠闲地用手包好了 往嘴里丢 这哪是战斗啊 完全就是来副本里六宠物的 来自队伍的经验值分享 经验值加68688 来自队伍的经验值加75600 海量的经验值到账提示音响起时 所有人更是激动地面色朝红 看向苏洛的眼神都快冒猩猩了 张海满脸羡慕地说道 我要是女孩子 这辈子就一个目标 啥目标 王莉莉鄙的皱起了眉头 做女人 就要做帮主的女人 不知不觉中 神龙副本中 异兽的等级已经达到160级了 苏洛静静地看着面前这一批异兽 心里有些忐忑 这一批异兽是六尔妖猴 一对一的话不具任何人类强者 但是苏洛又担心 把他们收服之后 神龙副本里 就不会再刷新这个等级的异兽了 想到这里 苏洛不由地将目光 放在了暗影鬼珠身上 毕竟他算是这个副本中土著 应该能知道些什么 怎么了 主人 感受到苏洛的目光 暗影鬼珠 立马就闪烁到苏洛身旁 如果我把这些六尔妖猴收服了 以后还会刷新这种异兽吗 苏洛直接开口问道 您是担心收服之后 副本里就没有这种异兽了吗 暗影鬼珠眼神中露出一抹笑意 然后开口解释道 其实主人完全不用担心 这些都只是低端异兽而已 要多少有多少 只不过 像我这个等级的异兽就很少了 这个副本内 我的等级最高 说到这里时 他眼神中露出了自豪 那就好 得到答案之后 苏洛心里的焦虑 立马就一扫而空 当即就对所有宠物下达命令 留活口 因为他要开始干活了 作为一名开了挂的御兽师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不大批量的近货 绝对是脑子进水了 不过苏洛还是迟疑地 看了一眼身后的陆里等人 毕竟是有外人在场 今天差不多就到这儿了 你们先回去吧 苏洛对着他们淡淡说道 大家都聪明人 苏洛的职业是御兽师 现在让他们回去 实则是让他们避嫌罢了 那我们就先走了 帮主您注意安全啊 陆里等人很快就反应过来了 纷纷都拿出传送时 直接离开了副本 直到这时候 苏洛才命令宠物们开始动作 目前的六尔妖猴 一共有68只 苏洛打算全部收服 好 白虎发出惊天动地的咆哮声 直接朝着众多六尔妖猴冲了过去 八一大蛇 青龙 朱雀 包括暗淫鬼猪等宠物 全都冲了出去 暗淫鬼猪的等级是198级 单凭强悍的气息 就能压得众多六尔妖猴 瑟瑟发抖 他只是随意地释放一个技能 几只六尔妖猴 瞬间就被打成了拼死状态 这还是暗淫鬼猪 刻意收了大部分力道的结果 如果他全力以赴 能瞬间将这些六尔妖猴 打得灰飞烟灭 差点就打死了 主人你快收服吧 看到几只异兽 差点被自己打死 暗淫鬼猪 心里顿时提心吊胆起来 就差跪在地上求他们别死了 苏洛点了点头 立马开始施展自己的技能 信仰灌输 恭喜您 成功驯服六尔妖猴 恭喜您 成功驯服六尔妖猴 恭喜您 一道道驯服成功的提示音响起 预示着苏洛手下的得力干将 又增加了许多 而这时候 白虎和八一大蛇 他们也打了一大片残血的六尔妖猴 不一会儿功夫 六十八只六尔妖猴 全部被苏洛收入囊中 虚空中异象再次出现 无数光束穿破云层 直奔地面而来 苏洛则是不慌不忙地 从背包中召唤出了一只六尔妖猴 想要看看他的属性版面 六尔妖猴 一百六十级 S级异兽 攻击 二十八万六千 防御 十九万六千 精神 十九万五千 体质 五十八万五千 乾坤拳向前方释放出威力巨大的乾坤连环拳 每一次攻击都会对敌人造成减速效果 对敌人造成百分之三百伤害 持续六次 迷宗拳 释放技能时六尔妖猴的速度增加百分之三百 每次挥拳对敌人造成百分之二百五十伤害 持续二十秒钟 试魂诅咒 对等级低于自己的敌人进行灵魂诅咒 造成三秒钟的麻痹效果 同时减少对方百分之六十防御效果 魔法减伤 免疫魔法攻击百分之四十伤害 看着六尔妖猴的属性版面 苏洛感觉很满意 一共六十八只 再加上之前拥有的宠物 苏洛很自信 自己一个人就能抵挡百人的顶级强者团队 单凭这样就能够抵抗屠龙联盟了 但是苏洛并不是一个见好就收的人 屠龙联盟既然来犯龙国 那自己也可以去攻击他们 就算是赵九霄没有这个想法 但苏洛心里早就有了 寻宝鼠培养出来之后 就能够进行大范围无死角的搜刮宝物 到时候离开龙国随便找个地方一钻 就能收获大量宝物 想想都刺激 苏洛嘴角扬起一抹笑容 然后期待地看向虚空中即将落下的光芒 此时 龙国边境漠北战区 黑鸭城上空 一朵朵黑色的云彩不停地飘过来 停留在黑鸭城城墙上方 自从圣坛被搬进龙国境内后 边境位置就没了异数的骚扰 守卫者数量也被调离了此地 只留下不足两百人的队伍在此镇守 天上的云似乎有些不对劲啊 瞭望塔上 两名守卫者正在点火抽烟 其中一人看到虚空的异象 立马警觉了起来 应该是天气变化吧 这样子是要下雨了呀 另一人深吸了一口烟 然后吐出了长长的烟雾 对虚空中的变化 没有丝毫介意 感觉不对劲啊 就算是要下雨也没这么快 最先发现 不对劲的守卫皱着眉头 由于在三后 他还是抬手拉响了警铃 急促的警报声瞬间划破长空 瞬间就传遍了整个黑压城 沈刚此时正坐在办公室里喝茶 听到警报声响起 顿时就皱起了眉头 怎么回事 队长 不好了 城墙的方向好像打起来了 应该是有人偷袭 一名守卫者冲进沈刚的办公室 神色焦急会报道 现在该怎么办 打呀 还能怎么办 沈刚的眉毛粗了而浓郁 此时高高地挑了起来 他立马按响了座子上的红色按钮 然后才跟着侍卫 一起朝着城墙方向冲去 此时 无数身穿夜行衣的人 已经入侵了黑压城 正从围墙方向冲过来 而黑压城方向 也有零零散散的守卫者 在迅速聚集 看到这一幕 沈刚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 马勒戈毕德 本来还打算过几年退休了 回老家安稳养老 现在看来是要提前了 话音落下 沈刚脸上瞬间弥漫起了 无尽的杀意 他手里握着一柄巨大的黑色战舰 直接站在了最前面 主委兄弟听着 我们一定要守住黑压城 让这些狗贼们 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 虚空中 一共漂浮着三朵黑云 这是一种隐蔽赶路的特质装备 每一朵黑云 能容纳两百人 其中两朵黑云已经消散 显然是被使用者收起来了 但第三朵黑云 还漂浮在空中 此时 黑压城的围墙 已经被来犯占领了 这些人足足五百多人 每一个都身穿黑色夜行衣 浩浩荡荡地朝着黑压城袭来 这些人每个都是 一百级左右的转职者 而沈刚这边的守卫者们 大多数都是老弱病残 且实力只有九十多级 虽然阵营弱了 但沈刚却丝毫没有退缩的意思 他静静地站在营地前方 目光死死地锁定了那些黑衣人 兄弟们 给我杀 等到双方距离差不多了 沈刚才发出一声咆哮 刹那间刀光剑影 无数剑士 火球铺天盖地地被释放出来 双方都同时出手了 第一波交手时 沈刚身后就倒下了两人 血腥味瞬间弥漫整个战场 却无一人退缩 骑士 战士 剑士 全部给老子冲 沈刚沉着冷静 再次下达命令后 便直接提着战舰冲了上去 如今 他已经是一百二十级的剑士了 但是敌军中同样有强者 双方交战 刹那间就有大量的生命 被无情收割 就在这时候 虚空中突然亮起了一道金色光芒 看到这道光芒 黑压城众多守卫者们 纷纷都露出了激动的表情 他们知道 这是国主赵九霄来了 整个龙国 只有他才拥有这种 泛着金色光芒的传送旗 放肆 金色光芒出现的一瞬间 就响起了赵九霄的怒吼 紧接着 无数剑气凭空出现 直直朝着那些来犯者劈去 结结结 这么多年没见 赵兄还是那么容易发怒 黑云中突然爆发出一道道金色火球 直接挡住了赵九霄的剑气 黑色的云层逐渐消失 从中露出了一名身材消� 看清这名老者相貌的一瞬间 赵九霄脸上就浮现出了一丝怒意 山羊老头 我们龙国和你们殿国可是联盟啊 你怎么偷袭我黑鸭城 联盟 老者脸上露出了不屑的表情 冷笑道 狗屁联盟 我们殿国和猴国 已经打算加入西方的组织了 这次来这儿 就是为了证明 我们联盟的事 已经成为过去事了 既然来了 总之要干点什么吧 老者脸上露出一抹微笑 然后直接对着周边的人使了个眼色 黑衣人们立马就朝着城墙后方退去 似乎就这么放弃了 就在这时候 赵九霄的手机突然响了 国主 清风城被人偷袭了 您现在方便吗 混蛋 你们赶紧尝试一下联系苏洛 赵九霄挂断电话后 抬起战舰狠狠地就朝山羊老者批了一件 质问道 清风城也是你们搞的鬼吧 今天老夫定斩你于剑下 此时的赵九霄双目赤红 他感觉自己肺都快气炸了 曾经的联盟国度 现在既然双双来犯龙国边境 侯国和殿国很显然是清楚 龙国只有自己拥有随机传送的手段 所以他们选择了双管齐下 这样 无论自己去哪 另一方都能趁机动手 看到赵九霄暴怒 山羊老者得意一笑 直接一个闪身往后退了数十米 他一边擦拭着法杖 一边开口说道 这是你的地盘 我就不和你打了 再和你聊两分钟 老头子差不多就可以撤退了 草你大眼 赵九霄浑身气息暴涨 整个人如同愤怒的熊士一样 朝着他冲去 丹山羊老头的身法很灵活 时不时地释放几个技能干扰 一时间双方斗得旗鼓相当 谁也奈何不了谁 此时 验兜神龙副本入口处 在此处守护的守卫者们 接收到上级指令 要联系苏洛 可苏洛早已经进入副本中了 一时间 众人都急得直冒汗 要是强制关闭副本 耽误了苏洛的事也不太好 怎么办 守卫者对着脸色涨红 却又不知如何是后 一边是得罪不起的苏洛 另一边是清风城 现在正在被攻击 两个都很重要 谁要是有苏洛的电话就好了 不然我们只能强制关闭副本了 你们联系苏洛干什么 人群中一名身材魁梧 浑身有黑的年轻人走了出来 他身上穿着厚厚的淡金色铠甲 显然是一名歧视转职者 这位小兄弟 你有苏洛苏店主的联系方式吗 十万火急啊 出什么事了 周铁生满脸疑惑地 看着眼前的守卫者 有人同时攻打清风城和黑鸭城 国主赶到黑鸭城才知道 被调虎离山了 现在整个龙国只有苏店主拥有传送旗 守卫者队长此时都快急哭了 等到他再看去时 周铁生已经拿出了一枚传音石 此时 神龙副本里 苏洛正在收服一批190级的异兽 突然感觉到背包里一枚传音石在震动 他顿时就无语了 这枚传音石是药神帮专用的 只有王莽和周铁生能给自己传音 我特么在现在正忙着呢 这些家伙搞什么费劫 苏洛骂骂咧咧地拿出传音石 激活后 他刚准备说自己在忙 那头的周铁生就先开口说话了 苏兄弟 全世界的人都在找你 现在清风城需要你去一趟 赶紧出来 听到这话 苏洛顿时就皱起了眉头 冷冷地问道 出什么事了 有人特么地玩吊虎离山 同时攻打清风城和黑鸭城 现在赵前辈在黑鸭城被人拖住了 只能让你尽快去清风城了 他骂的 苏洛按骂了一句 然后立马将刚刚收复的八只猎空狼 收入宠物空间 然后又取出了一枚传送石 现在他手里实力在150级以上的异兽数量 已经快要超过800只了 对付屠龙联盟足矣 所以苏洛毫不犹豫地使用了传送石 离开神龙副本 此时 副本出口处 一大群人早已经在等着了 看到苏洛现身 那名守卫者队长 立马就汇报了清风城的事 你们别担心 我这就去 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我也要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 苏洛语气冰冷 他又转过身 对着周铁声点了点头 算是打招呼了 然后他便立马使用了传送旗 身上瞬间被白色光芒包裹了起来 清风城是末北战区36座城池中 最偏僻的一座城池 此时整个城池都散发着滔天的血腥味 苏洛抵达地方的时候 周边还时不时地 响起阵阵厮杀的声音 一群群身穿黑色夜行衣的人 正在大肆挥舞着屠刀 对城内的居民动手 而龙国的守卫者 早已经被杀得七七八八了 街道上全都是尸体 看到这一幕 苏洛的眼睛瞬间就红了 给我杀他们 说话的同时 宠物们都被苏洛释放了出来 四大圣兽 金刚魔猿 八翼大蛇等宠物 接到指令 立马就扑向了来犯者 而此时 清风城靠近城墙附近的上方 悬浮着一只体型庞大的怪鸟 鸟背上 骑着一名身穿白色衣服的光头男子 此时他正闭着双眼 看起来慈眉善目 但凡下方龙国的人中 有人反抗激烈 他就会伸手一指 甩出一道雷霆 将之击杀 雷属性法师 算是天赋一禀了 可惜今天 要折损在我手里了 苏洛面色冰冷 直接一个剑步 朝着那名光头男子 冲了过去 此时 乘坐在鸟背上的光头男子 也注意到了苏洛的存在 当看到周边不断厮杀 体型庞大的宠物时 他就认出了苏洛的身份 该死的 怎么会来得这么快 刹那间 光头男子眼神中 露出了一抹惊讶 撤 花音落下 他驾驭着大鸟 想要转身就跑 但就在大鸟翅膀 还没扑朔几下时 苏洛已经凌厉在虚空之上 挡在前方了 来了就想走吗 苏洛面无表情地 看着光头男子 眼神冰冷 就仿佛是看死人一样 哼 真以为你无敌了 光头男子脸色一冷 直接从背包里 取出了一只淡紫色的法杖 随着他伸手握住法杖 浑身顿时发出了 滋滋作响的声音 让你尝尝本尊的千军覆面 花音落下时 整个上空顿时乌云密布 一道道紫色雷霆 在云层中酝酿 而这时候 地面上存活不多的 龙国守卫者们 也注意到了虚空的异象 当认出苏洛的身份时 所有人眼神中 都露出了兴奋的表情 苏店主来了 我们有救了 苏店主 砍死这帮狗贼 侯国的人背信弃义 不得好死 溃不成军 此时都拼命地往外面逃 龙国剩下的转职者们 都纷纷追杀了上去 有仇的报仇 有冤的报冤 所有人都毫不留情地 释放着内心的怒火 而这时候 苏洛也打算动手了 他抬头看了看虚空的雷霆 又不屑地看向光头男子 你是猴国的人吧 如果你只有这点手段 那么我可就不留你了 花音落下时 苏洛的身影瞬间一分为三 这是暗影鬼珠的技能 幻影分身 技能施展出的分身 能继承本体70%的能力 其中包括技能 恢复状态等等 对于这个技能 苏洛很满意 相当于一个技能 可以同时使用三次 就算只有70%的威力 三次加起来 也有210%了 此时 苏洛的三道分身 以三角之势 将光头男子包围在中间 都同时释放了剑气草的技能 轰隆隆 就在这时候 一道道紫色雷霆 宛如箭矢一般 从云层射出 直接朝着苏洛的三道分身覆盖而来 既然不夺我的千军覆面 就算你再怎么逆天 也死定了 看到苏洛没有躲闪 也不打算做防御措施 光头男子脸上 顿时就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他感觉自己 仿佛已经看到 苏洛被雷霆 劈成木炭的画面了 那我们就逼逼谁先死吧 苏洛的三道分身 军事面无表情 只是琪琪控制着剑气长龙 直接朝着光头男子杀去 轰隆隆 雷霆落在苏洛分身上的一刹那 剑气长龙也抵达了 光头男子身外有一层蓝色的光盾 但一秒钟都没撑住 就直接被撕成了碎片 紧接着 剑气长龙直接洞穿了他的躯体 苏洛的分身虽然受到雷霆伤害 但分身也变相地拥有 玄武70%的生命和防御力 区区一个156级的雷系法师 还不至于能秒掉自己的分身 随着光头男子死亡 他坐下的大鸟也瞬间陨落 直直地朝着地面坠落 原本还在抵抗的侯国转职者们 看到这一幕 脸上都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护国大法师死了 有人不敢置信地喊了一声 其余人都纷纷面露惊恐 队伍中的顶级强者都死了 他们这种123世纪的转职者 更加没有抵抗的希望了 一时间 强烈的恐惧感瞬间袭上心头 不少侯国转职者 都纷纷放下了武器 特别是看到苏洛将目光看过来时 一些胆小的人 更是差点就跪在地上求饶了 我们愿意投降 所有人放下武器 我们投降就行 侯国的人群中 依旧有领头的人在组织秩序 原本还打得不可开交的两伙人 瞬间就安静下来了 龙国的转职者们 都纷纷将目光放在了苏洛身上 毕竟对方投降了 按照公约是不可以再动手的 一旦动手还会受到惩罚 所以此刻 清风承重人虽然觉得心里憋屈 却又没有办法 苏先生 我们投降了 请你立刻联系我们侯国的人 准备交接工作就行了 至于你们的损失 我们会赔的 侯国队伍中 一名中年男人 满脸傲气地看着苏洛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才是胜利者 特别是此时 他们中的一些人 眼神中还充满了嘲讽 似乎投降 就是他们最大的保命符一般 看到这一幕 苏洛脸上顿时就露出了冷笑 同时对所有宠物 都下达了进攻指令 舅舅 就在这时候 朱雀和三族金乌等 会飞行的宠物 全都聚集在了侯国众人的上方 炙热的火焰 瞬间喷洒下来 龙国的人不要不是好胆 我们已经投降了 你还想怎样 不接受投降 苏洛淡淡地说了一句 同时直接对着他们 施展了一个范围性的攻击 所有人愿意丢技能的 就使劲丢 别让这些家伙好过 苏洛扭头对着 还在旁观的龙国转职者们 说了一句 听到这话 原本还满脸憋屈的众人 此刻都露出了冰冷的笑意 无数技能铺天盖地地 朝着后方众人砸去 他们只能苦苦抵抗 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你们既然敢为被公约 一定会遭到联盟的制裁的 人群中有人大声地喊了一句 苏洛脸上 顿时就露出了古怪的表情 淡淡道 大家放心打 反正现在屠龙联盟 已经打算和我们开战了 区区联盟算什么 对 狮子多了不怕痒 兄弟们干 众人的怒火 足足持续了十来分钟才停止 而原本侯国众人所站的地方 已经被轰下去 成了一个大坑 黑鸭城此时已经安静下来了 赵九霄站立在虚空 看着整个城池的狼狈模样 脸色阴沉的可怕 但是现在龙国即将面临 屠龙联盟的攻打 他也没什么心思 去报复侯国和殿国了 刚刚殿国的顶级强者 已经带着人撤了 他一个人也没有能力 将他们全都留下来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逃跑 这时候 龙占天 王大仙等人 全都赶到了黑鸭城 因为他们知道苏洛的实力 苏洛只要去了清风城 那些侯国的人 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所以现在全都来支援赵九霄了 看到狼狈的城池 所有人的脸色都冰冷如水 老赵 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龙占天满脸怒火 狠狠地拍了几下赵九霄的肩膀 恶狠狠地说道 等苏洛小子来了 我们直接过去 灭了侯国和殿国 老夫也觉得这件事可行 王大仙此时也收起了 平日慈眉善目的表情 眼神中很是愤怒 龙国 侯国和殿国三个国度结盟多年 从来没有任何摩擦 但是现在却出现这种事 谁能不愤怒 我也想过立马报复回来 但是谁知道 这是不是屠龙联盟的阴谋 想要把我们都引过去 赵九霄看到众人都一份填膺 忍不住叹了口气 无奈说道 这件事需要好好考虑 万一出了差错 龙国就完了 就在这时候 众人面前的空地上 突然泛起了白色光芒 随着光芒越来越强烈 一道光柱 直接从天而降 看到这一幕 在场的人脸色都稍微缓和了一些 他们都知道 这是苏洛过来了 光芒消失 苏洛的身影出现在空地上时 龙战天立马就迎了上去 期待地问道 苏小子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苏洛面色平静地说道 他们想投降 但是我全都杀了 此话一出 赵九霄的脸色顿时就好了许多 他笑着对苏洛竖起了大拇指 一众赶来的顶级强者 也都纷纷对苏洛竖起拇指 表示赞赏 头鸡毛啊 他们想投降 都别给他们机会 我们实在是来晚了 要是早点来 这边的战场上 也能把人全部留下 太可恶了 这件事 要是不解决 我今晚睡觉都不踏实 众人议论纷纷 赵九霄却面色为难 毕竟他是一国之主 掌握着整个龙国的未来方向 一旦他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万一带着人冲出去重计了 到时候整个龙国就全完了 足足过了好一会儿 现场才安静下来 所有人都情不自禁地 将目光放在苏洛和赵九霄身上 等待着他们做决定 苏洛 这件事你怎么看 眼看着大家情绪上来了 赵九霄也不太好 阻止他们的想法 只能将决定权放在苏洛身上 我看这事好办 直接冲过去 杀人 抢东西 死 原本还叫嚣着 要报仇的龙战天和王大仙 两人也都迅速冷静下来了 他们本以为苏洛想的 是过去他们边境骚扰一下 但是没想到苏洛这么耿直啊 真就是人狠话不多呗 这样的话 可能会掀起三个国度之间的乱战吧 赵九霄满脸担忧 其余的顶级强者 也都满脸猛逼的看着苏洛 终究还是年轻人 口气太大了 就算侯国和殿国的综合实力 比不上龙国 但他们也绝对不是任人拿捏 杀人 抢东西 这和直接开战有什么区别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很好办 看到众人都面露难色 苏洛也猜到了他们的想法 于是解释道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到时候绝对能给你们带来好消息 苏洛 你可千万别这样 龙战天脸色一变 直接伸手拉着苏洛走到一旁 小声说道 我知道 你小子实力强 但是我们的敌人很多 不仅是屠龙联盟这些 还有黑魂门我知道 不只是黑魂门 龙战天脸上露出一抹感慨 他伸手摸了摸脸上的白胡子 然后才小声说道 龙国传承了这么多年 早已经有了流水的国度铁打的世界的说法 在龙国没有彻底接触危机之前 你的所有底牌 还是尽量不要暴露出来为好 说话时 龙战天脸上露出了一副意味深长的表情 但是苏洛却丝毫不担心 暴露底牌 肯定就有我的打算 实在不行 你们就等我好消息吧 我自己去打秋风去了 说完之后 苏洛便对着众人拱了拱手 然后直接召唤出猪鹊骑了上去 苏洛你干什么 看到苏洛的举动 赵九霄满脸担忧 其余的顶级强者 也都面色疑惑地看着龙战天 好奇他到底给苏洛说了什么 那个 这小子不听劝 非要去报仇 这可如何是好啊 龙战天尴尬地搓了搓手 故意露出一副为难的表情 要不 我们也去 我们就算了 一把老骨头 没有人家年轻人动作快 还是让他去吧 说着 龙战天就直接往回走了 看得众人原地实化 不知道他和苏洛葫芦里 到底是卖的什么药 此时 苏洛正骑在猪鹊背上 朝着猴国的方向飞去 目前炼药师协会和炼药师学院 都缺少各种稀有药材 而这些药材 一直都是从猴国和殿国进口的 这段时间 这俩国家 齐齐对龙国进行药材封锁 打劫这种事 苏洛已经想了很久 才终于等到这个合适的机会 对了 让老周他们准备一些东西 要干就干点大的 想到这里 苏洛又直接拿出手机 给周铁生和王莽发送信息 安排他们做一些准备工作 朱雀在虚空中划破长空 留下长长的红色痕迹 宛如把虚空划分为了两半 苏洛其在朱雀身上 任由芬扶过脸颊 此时他感觉心里无比的惬意 对于殿国和侯国 苏洛丝毫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 就算是屠龙联盟所有人集齐了 苏洛觉得自己也能与之一战 姓名 苏洛 职业 圣灵之主 等级 170级 攻击 43万8千 精神 37万5千 防御 146 0000 体质 402 5000 装备 燃魂战剑 燃魂头盔 燃魂胸甲 燃魂护手 宠物 朱雀 青龙 白虎 玄武 冥界之主 技能I 火皇扑杀 凤皇焚天 三昧真火 万物灼伤 技能II 信仰灌输 寄生 技能复刻 赶路途中 苏洛无聊地查看了一下自己的属性版面 目前他的防御力已经快要达到150万了 而体质更是高达400万 寻常的顶级强者就算是骑士职业 体质最高也不会超过100万 防御力最高也不会超过50万 而苏洛现在的防御和体质 几乎已经算是转职者中的天花板存在了 高体质 高防御 高攻击 三高加起来能做到直接同级别无敌 再加上苏洛现在手里 有接近800只顶级强者级别之上的宠物 别说是屠龙联盟了 只要他愿意 现在去美利国那边转转 也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 苏洛不想轻易暴露自己的底牌 毕竟屠龙联盟只能算是明面上的敌人 暗地里还有一个黑魂门 苏洛心里非常清楚 无论是什么时代 如果想要活得长 就必须要学会藏好自己的底牌 这样才能在每一次量身定做的危机中 全省而退 如果底牌进出了 那在遇到危险时 恐怕就没有机会活下去了 先拿猴国和电国试试锋芒 倒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还能一时二秒 刺激一下黑魂门的动作 想到自己宠物空间里的众多宠物 苏洛瞬间感觉安全感十足 自己现在去搞电国和猴国 不仅能出恶气 打秋风 还能给黑魂门释放一个烟雾弹 让他们误以为自己 已经用出了所有底牌 一举三得 距离龙国最近的是电国 双方之间只间隔了一片荒漠 此时电国边境处 在众人的前方 是电国国主和猴国国主 其余的则是两大国主带来的侍卫 看到山羊老者狼狈归来 电国国主顿时就皱起了眉头 对着山羊老者问道 情况怎么样 不妙 山羊老者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同时还时不时地往后看 他眼神中露出了深深的恐惧之色 因为在出发之前 山羊老者和被白衣光头 相互交换了一枚传音石 他之所以狼狈逃离 就是发现光头的传音石没有动静了 对于顶级强者来说 传音石没有反应 那就一定是遇害了 而龙国有如此速度赶到清风城 又能迅速斩杀光头的 肯定就是苏洛了 所以这一路上山羊老者 都是用最快的速度在赶路 生怕苏洛追上来 你回来了 那我的护国大法师呢 看到山羊老者狼狈的模样 侯国国主此时脸色铁青 都快起风了 他 他应该是死了 怎么可能 龙国只有赵九霄 才能做到快速赶到边境 其余的人 怎么可能这么快抵达清风城 两大国主都脸色难看 虽然损失的只是侯国的护国法师 但对于殿国来说 也算是减弱了同盟的实力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不是好消息 估计是苏洛也拥有传送旗吧 凭他的实力 赵九霄什么宝贝 可能都会给他使用 一时间 整个现场鸦雀无声 苏洛这个名字 对于他们来说 就像是恶魔一般 不愿提及 算了 现在这种紧要关头 相信他们也不敢乱来 我们就在这边 等着屠龙联盟的人 过来就好了 侯国国主长叹了一口气 然后跟着殿国国主 一起坐上了一辆考斯特 缓缓离开了边境 两人都是顶级强者的实力 虽然对情绪把控能力很强 但此刻却都高兴不起来 本来他们还想着骚扰一下龙国 给龙国添点乱子 但是没想到偷鸡不成十把米 反倒是把自己搭进去了 随着两大国主离开 边境处原本浩浩荡荡的护卫们 也都跟着离开了 只剩下了部分站岗的守卫 你们看 那边好像有东西过来了 一名站在瞭望塔上的殿国守卫 指着远方天边的一个细小红点说道 他这一喊 顿时就引起了更多人的注意 好像确实是朝我们这边过来了 红红的一个小点 该不会是陨石吧 难道是龙国的人反击 但是那个小红点 不像是什么装载人的宝贝啊 你们觉不觉得 那像是一只鸟 就在众人议论的时候 朱雀的身影 在他们视线中也越来越清晰了 当看清朱雀身影时 殿国的护卫们顿时就慌了 因为他们认出了这是朱雀 而这世界上目前已知的 只有苏洛一个人拥有这种宠物 苏洛来了 警戒 突然有人反应过来了 随着警报拉响 刹那间急促的警报声 就响遍了整个连亚城 还没走远的侯国和殿国国主 也都听到了这警报声 纷纷都露出了狐疑的神色 怎么回事 我问问 殿国国主名为斯利 是一名158级的金属性法师 侯国国主名为杜利平 是160级的暴猎射手 两人听到警报声的同时 竖起了耳朵 特别是杜利 此时他的脸色很不好看 毕竟这是自己统治的地方 而现在警报却拉响了 斯利拿起手机 就立马拨通了一个电话 随着下属将内容汇报上来 他脸上的表情也越来越阴沉 怎么了 杜利平脸上露出一谋好奇 催促道 发生什么事了 苏洛来了 两人都没有说话 只是相互交流着眼神 片刻后 他们都默契地拿出了各自行李箱中 装着的卫星电话 只是一刹那 他们就达成了共识 既然苏洛来到他们两国交际的地盘 那就一定要想办法留下他 不凶 我殿国现在能调动11位顶级强者 你那边能调动多少 斯利好奇地看向杜利平 眼神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又补充道 之前争夺圣坛的时候 听说苏洛能一个打10个 我们至少要召集两国所有强者才行 我们侯国 现在还剩下9位顶级强者了 他们需要半个小时才能赶到 20个顶级强者 再加上你我 差不多够了 斯利兴奋地点了点头 然后指挥着车队继续开车 在两国抢者没有汇聚之前露面 无异于是在找死 所以他打算现在先不露面 等到两边人手凑齐了 再去一举拿下苏洛 斯利和杜利平此时都很兴奋 因为只要拿下了苏洛 到时候 无论是献给屠龙联盟 还是直接杀了 都算是他们 机身加入屠龙联盟的入门券 此时 苏洛已经抵达连亚城上空了 朱雀身上散发出的炙热高温 直接将空气都烤得扭曲了起来 地面上的守卫者们 虽然都130级的实力 但看到苏洛时 他们仍然没有动手的勇气 只是保持警戒的状态 紧紧地盯着他 我不伤及你们性命 前提是你们别反抗 我只是来取点东西 说完之后 苏洛直接骑着朱雀 往殿国中心飞去 此时地面上的守卫们 顿时就左右为难了 放苏洛过去了 他们难逃一死 但是不放的话 也要死 兄弟们 和他拼了吧 对 不然我们就是卖国贼了 生当做人杰 死亦为鬼兄 拼了 殿国的守卫们纷纷呐喊 与此同时 法师 弓箭手都纷纷使用了技能 朝着朱雀杀去 五光十色的技能 带着强大的杀伤力 朝着朱雀袭去 此不量力 对于这一幕 苏洛眼皮子都没有抬下 朱雀的翅膀轻轻一扇 整个身躯瞬间就消失在原地 直接出现在众人上方 如今的朱雀等级 已经达到了160级 对于地面上殿国守护者来说 完全就是降维打击 救 他鸣叫一声 紧接着就有无数火焰 朝着地面席卷而去 整片天空瞬间都被灼烧成了红色 明明是中午时分 此刻却如同夕阳一般 映红了半边天 为了节约时间 苏洛再次从宠物空间中 召唤出了白虎和青龙 以及寻宝鼠 去吧 杀了他们 苏洛淡淡地下达命令 然后便抱着寻宝鼠问道 哪儿的宝贝多 子子 寻宝鼠抬起爪子 指了指一个方向 苏洛顿时就露出了兴奋的表情 不出手则也 一出手 必然是能拿的都拿了 朱雀 赶紧走吧 咱们来都来了 听到这话 朱雀眼神中露出一抹惊讶 他本以为苏洛是来给龙国众人报仇的 没想到他竟然还给自己搞了增值业务 附带打劫 啾啾 朱雀发出兴奋的鸣叫声 然后顺着寻宝鼠指的方向飞了过去 那未知正好是殿国的国库 同时也在殿国最繁华的城市 殿都 此时 斯利和杜丽萍正在殿都一间屋子里喝茶 屋子四面墙壁上全都是监控画面 这些画面很平静 给两人都带来了很大的安全感 这是殿都的安全中心 两人都在忐忑地等待两国强者汇聚 斯利兄弟 你看那是什么 杜丽萍正在喝茶 却突然发现最角落的监控画面里显示出的异常 街道上原本还在平静逛街的人们 突然都惊恐地看着上空 似乎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出现 听到提醒 斯利立马就拿起了遥控器 操控着监控画面朝上方看去 新的画面很快就呈现在二人眼中 画面中显示 苏洛此时正骑在珠雀背上 朝着殿都赶来 而他的位置正好是殿国国库 这小子还真是贪得无厌啊 竟然盯上了我殿国的国库 看到这一幕 斯利眼神中顿时就露出了一抹冷笑 他对于殿国国库的安全系数很自信 就算是苏洛没有钥匙 也绝对打不开国库的大门 片刻后 监控画面显示苏洛停留在一个停车场上空了 这停车场是整个殿都最大规模的停车场 除了少数几人之外 根本没人知道停车场下方是殿都的国库 看到苏洛如此精准 就找到了国库位置所在时 斯利脸色微微沉了下来 杜立平好奇问道 斯利兄 难道你们的国库就在那停车场下方 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的 斯利脸色难看 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 却又拿苏洛没有办法 停车场上方 苏洛怀里的寻宝鼠 正在滋滋叉叉叉地叫唤 不停地用爪子比划 作为圣灵之主 如今苏洛已经能听懂大部分的授语了 听到寻宝鼠确定位置后 他立马就命令一路跟随的白虎和青龙 对地面进行攻击 主人 这下没有好东西吗 青龙和白虎都满联猛逼 但是迟疑了片刻后 他们都纷纷发动了技能 对着停车场其中一片空地 发起了攻击 轰隆隆 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无数汽车遭受攻击 有的直接爆炸 有的则是燃烧了起来 滚滚的浓烟鸟鸟生起 苏洛则是静静地打量着四周 他心里大概清楚 殿国卫为什么没派强者出手 应该是在等援军 不过苏洛不在乎 援军越多 爆的装备也就越多 能拿到的好处也就越多 给我狠狠地打 我就不信打不穿他们的国库 感觉不过瘾 苏洛又把剩下的宠物召唤了出来 除了刚在神龙副本收服的 大量异兽之外 之前的宠物他全都放了出来 八异大蛇 玄武 海洋灵妖等 十来只异兽的实力 全都在顶级强者之上 此时一个个都火力全开 疯狂地对着停车场攻击 剧烈的动静 引得周边的人 直接落荒而逃 都没人敢驻足观看 整个停车场 全都是混凝土 加巨大的钢筋胶筋而成 但是在苏洛的宠物面前 这些玩意儿 就像是豆腐扎一样脆弱 眨眼间 整个停车场 就被轰下去了一个巨大的深坑 露出了一层蓝色的光芒 很显然 这就是殿国国库 最后的一层守护了 此时 龙都 龙家的别墅里 一群人都挤在龙家会客厅 满脸兴奋地围着赵九霄 催促他赶紧联系苏洛 问问事情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全都是五六十岁的老人 顶级强者的实力 但是此刻却像是孩子 围着要糖吃一样 站在旁边 只陪端茶倒水的龙少辉 听到他们的对话内容 整个人都快呆住了 他小心翼翼地 拍了拍龙占天的后背 问道 爷爷 你们说苏洛 一个人去殿国讨公道去了 不知道 应该是去打架去了吧 龙占天不耐烦地应了一声 然后几个老古董一样的存在 就硬生生将赵九霄 按倒在沙发上 从他裤兜里掏出了手机 龙少辉感觉整个人都快无语了 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店主和国主 现在看起来 和小孩子也没什么区别吗 你不说话我可说了 我开口可就不是单纯的问问 而是让这小子放开手脚干了 在龙占天的威胁下 赵九霄才红着脸 满脸不情愿地接过电话 在他看来 老一辈的人不愿意出手 让年轻人去报仇 本来就够丢人了 现在还打电话问 小洛 你那边没遇到麻烦吧 电话接通后 赵九霄立马就装作一副语气 轻松的样子 一边还要推着点几个 恨不得把耳朵贴在手机上的老家伙 赵前辈放心吧 我马上就要打开 电锅的国库大门了 前辈 我让药神帮的人 已经准备好接应了 你们不用担心 赵前辈 怎么不说话了 那我先挂了呀 有人来找我麻烦了 我要处理一下 你放心 一切尽在我掌控之中 赵九霄此时 眼睛瞪得老大 直到电话挂断了 他都还没回过神来 周边的几个老家伙 也都感觉无比震撼 有的伸手捏桌脚 有的用力地揉搓脸颊 每个人都在 用自己的方式解压 特别是龙少辉 此时他感觉 自己已经算是废物了 大家都是一样大的 苏洛现在已经能 一个人去抢别人国库了 而自己还只能 在这端茶送水 这小子说 他快要打开 电锅国库了 过了好一会儿 赵九霄才满脸呆滞的 将目光放在 几个老家伙身上 嗯 应该是这样吧 少辉 你年轻应该不会听错吧 龙战天扭过头 满脸疑惑地 看着龙少辉 嗯 他确实是这样说的 你们没听错 龙少辉一张脸逼得通红 恨不得立马 把手里的茶壶丢了 冲进副本里去炼击 电国国主 应该不会给他钥匙吧 不知道 以苏洛的性格 兴许是强行打穿呢 他去国库的话 这趟算是要成爆发户了 此时 距离龙国千里之外的连亚城 一道道人影 漂浮在虚空 将苏洛全方位 无死角地包围了起来 能遇空飞行 这是150级以上 等级强者的标志 一直没有现身的 电国国主司力 和侯国国主杜立平 此时也都纷纷现身了 他们站在包围圈后面 满脸冷笑地看着苏洛 看到自己家国库 差点被打穿 司力脸色阴沉到了极致 现在两国的强者 全都赶过来了 他索性就直接爆发了 小子 束手就擒的话 我们可以饶你一命 但你要是抵抗的话 我们就只能让你变成尸体了 废话真多 苏洛面无表情 直接张开双手 开始施展剑气草的天赋 同时 宠物们也都围了过来 周边大概有20个顶级强者 但苏洛依旧没有 把他们放在眼里 毕竟现在的八亿大蛇实力 已经恢复到了183级 再加上暗影鬼珠 就凭这两只宠物火力全开 就够他们喝一壶了 再加上其他宠物 能直接让他们知道 花儿为啥那样红 看到苏洛如此在施展技能 人群中一名身材高大 浑身穿着黑色铠甲的男人 直接冲到了前面 开始施展防御技能 因为他们的命令 是尽可能地活着苏洛 献给屠龙联盟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 不会杀死 他冷笑道 小子 一会儿希望你 还能这么猖狂 苏洛没有回应 只是平静地 看了看他的属性版面 姓名 桑昆 职业 大帝骑士 等级 155级 攻击 265800 精神 188000 防御 286500 体质 426000 装备 黑龙战甲 黑龙头盔 黑龙护手 宠物 无 技能 大帝守护 钢铁堡垒 天降泰坦 荣耀冲锋 大帝守护 汲取大帝的力量 与大帝融为一体 在身体面前 构成一道土墙 削弱80%伤害 持续100秒 钢铁堡垒 化身钢铁堡垒 守护队友 对周边有方目标 施加钢铁守护 减免队友50%伤害 持续300秒 天降泰坦 施展技能后 从天而降 对方圆20米范围内的敌人 造成200%伤害 和200%减速效果 荣耀冲锋 施展技能 为队友增加200%速度 同时为队友 增加一次位移机会 看清了这人的属性版面后 苏洛心里顿时明白了 这是想要让骑士先出手 试试自己的攻击力 不过苏洛可不是一般的小白鼠 不出手 则已 一旦出手了他 可是手下不留情的 看到桑鲁如此自信 直接施展大帝守护 想要硬抗自己的攻击 苏洛笑了 减免80%伤害又如何 为了公平起见 也为了起到震慑作用 苏洛也没打算让宠物们动手 而是自己亲自上阵 此时苏洛身边 已经凝聚出了一道道剑气 拇指大小的剑气 密密麻麻 如同潮水一般 别人不清楚这攻击的威力 但是苏洛却十分清楚 这里有足足有接近50万道剑气 每一击都能对敌人 造成好几千的伤害 小子赶紧来吧 让老子见识一下你的实力 看到苏洛还没出手 桑葵直接开口催促了 在他面前凝聚出了一道 古老的城墙虚影 看样子坚不可催 其余的人也都没有出手的意思 只是紧紧地盯着苏洛的动作 呼呼呼 一道道剑气 在苏洛意识的操控下 如同潮水一般涌动了起来 由于速度过快 甚至发出了撕裂虚空的声音 最终形成了一条东方巨龙的形状 好 剑气长龙发出一声嘶吼 在苏洛的操控下 直直地朝着桑昆撞去 680 550 这怎么可能 这小子不是御兽师吗 攻击力怎么会如此可怕 桑昆可是大帝骑士啊 防御力不至于这么弱吧 这小子究竟是什么来头 手段太古怪了 看到苏洛打出来的伤害 周围的顶级强者 都露出了震撼的表情 现在最难受的 就是当事人桑昆了 感受到这剑气长龙巨额的伤害 桑昆瞬间脸色发白 心里顿时就涌出了不好的预感 但是剑气长龙 没给他反应的时间 他头上的血条瞬间消失 土墙也直接破裂 无数剑气瞬间融化了他身上的铠甲 紧接着直接洞穿了他的身躯 不到一秒钟时间 桑昆直接被击败了 身体更是被扎成了马蜂窝一样的形状 而剑气长龙的体型 只缩小了五分之一左右 还有余威 你们是一个一个来 还是一起上 苏洛淡淡地看着众人 神色平静 杀了他 斯力此时眼眶里充满了血丝 直接下令让所有人一起出手 不仅是所有强者出手 斯力和杜力平也打算出手围剿苏洛 刹那间 所有顶级强者都开始行动了 纷纷施展技能 剑士 骑士 狂战士 刺客 纷纷开始了行动 斯力乃是158级的金属性法师 他施展的技能全都是兵器或是球龙 金属性法师乃是稀有职业 杀伤力极强 而杜力平作为暴裂射手 也是输出非常凶猛的职业 他射出来的箭矢 不仅拥有高额的暴击伤害 甚至还能在命中目标后 造成范围爆炸伤害 两人联手 一个打算困住苏洛 另一个则是直接打算射死苏洛 刹那间 铺天盖地的技能都朝着苏洛席卷而去 同时 其中的两名刺客也都直接隐身 寻找机会对他一击致命 奶奶个腿 真当我们在看戏啊 原本还在周边看戏的宠物们 此时也都纷纷冲了上来 好 玄武直接冲到苏洛身旁 瞬间体型暴涨 将苏洛覆盖在肚子下面 身上更是冒出一道道蓝色光芒 形成玄武虚眼 亡灵巫师扛着大镰刀 直接瞄准了一名等级最低的法师 作为宠物中最聪明的他 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 能秒杀脆皮的情况下 就绝对不会去追着骑士看 而白虎和青龙则不一样 他们伤害高拥有回血技能 就喜欢追着骑士 剑士这样的职业一顿输出 随着双方战斗爆发 整个连亚城上空 顿时就响起了一阵阵激烈的爆炸声 地面上 无数殿国子民看到这一幕 纷纷都露出了兴奋的表情 听说龙国的苏洛很厉害 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 我们殿国和猴国的顶级强者联手 肯定能干死他 大家等着看好戏吧 杀了苏洛以后 我们就能加入屠龙联盟了 打得好 地面上的众人 看不清天上的具体情况 只知道打得很厉害 他们也会自动脑补为几方强者 正在将苏洛按在地上摩擦 殊不知此时 苏洛已经在摩擦 两大国度的顶级强者了 碰碰碰 随着打斗越来越激烈 逐渐的有一道道身影 从虚空坠落 那些人全都是殿国和猴国的强者 看到这一幕 地面上的殿国居民直接惊呆了 我们殿国最强骑士桑昆怎么掉下来了 看他的样子 死得好惨啊 什么情况 猴国的炎火尊者竟然也陨落了 殿国最强法师大帝法师也掉下来了 你们看 那个无头尸体 好像是活骨的清风剑神 随着一道道尸体从天空掉落下来 原本还叽叽喳喳 兴奋无比的观众们纷纷傻眼了 逐渐的 所有人都安静下来了 只是默默地看着虚空中的打斗 直到掉下来的人越来越多 打斗的动静越来越小 围观的群众们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我感觉我们快完了 人群中有人轻声说了一句 然后扭头就往家里跑 其余的人也都纷纷回过神来 开始四处逃窜 这一日 殿国上方 血染长空 这一日 苏洛以一人之力 足足斩了殿国和侯国二十名顶级强者 所有人殿国人都意识到了苏洛的可怕 而苏洛也应了赵九霄的要求 将刚刚的打斗画面 全都用刘影石记录下来 并且通过阵法 将刘影石传送到了赵九霄手里 此时 整个虚空之上 原本二十多个顶级强者 现在就只剩下了斯利和杜立平两人 虽然苏洛没有杀他们 但两人也不好受 都受了重伤 奄奄一息 两人已经没了刚才的意气风发 都低垂着头颅 宛如丧家之犬 你们是想死 还是想活着 苏洛淡淡地看着他们开口问道 斯利脸色发白 看着周边还未散去的血污 整个人如同丢了魂一样 没有半点生气 而杜立平则是磕磕盼盼地 对着苏洛问道 活是怎么个活法 活下去很简单 以后你们的国度 就是我的粮仓 不想活的话 我自己击穿你们的国库 然后重新选一个人管理就行 苏洛的意思很简单 要么侯国和殿国 成为自己的私人花园 要么杀了他们 再选个人帮自己管理花园就行了 我想活 杜立平立马就表态 同时还直接从手里 抛出了一枚蓝色拇指大小 如同模仿一样的东西 这是我侯国的国库钥匙 它能带你自动锁定 侯国国库的方位 苏洛没有接钥匙 而是直接将目光 放在了斯利身上 我 我也不想死 感受到冰冷的目光 斯利顿时浑身一颤 脸上露出了畏惧的表情 不想死就打开国库吧 我 我没带钥匙 去拿 在苏洛的阴韵下 斯利这才颤颤巍巍地离开了现场 不到十分钟左右 他就回来了 手里 还拎着一个巴掌大小的箱子 能坐上国主位置的人 都不是傻子 他知道自己现在无路可逃 配合苏洛打开国库 兴许还能活下去 继续当国主 要是逃 估计只能死路一条 所以他回来了 斯利 如今已经年过五十 但身材依旧高大挺拔 只是被苏洛如此拿捏 此时整个人已经失去了之前的野心 整个人看起来 就如同一个普通的老人 就是那儿了 他一手拿着钥匙 一手指着停车场旁边的 一个不起眼的小山包 苏洛和杜丽萍都静静地跟在他身后 斯利也没有犹豫 直接打开了国库的结件 小山包瞬间被一个巨大的铁盒子顶开 露出了一个金属制造 宛如集装箱一样的东西 大铁盒子缓缓打开 里面亮起了无数灯光 看到这一幕苏洛心里有些惊讶 倒不是好奇这国库的安全性 他只是惊讶 这国库的布局 竟然和龙国的布局差不多 都是一样的进入方式 走前面吧 为了安全起见 苏洛直接让斯利在前面带路 他缓缓地跟在后面 踩着斯利踩过的地方 通道内是一个下行的楼梯 进入里面则是没什么讲究 就如同大超市的仓库一样 只是简单地做了分类处理 药材 装备 宝物 任用品等等 巨大的仓库一望无际 放眼望去 全是一排排整齐有序的货架 如此庞大的物资 饶是见多识广的苏洛 看了也觉得心里震撼 殿国在亚洲算起来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国度 但是这国库却非常充实 就算是千年世家比起来 也差太远了 这就是我殿国国库了 你要什么随便拿吧 斯利面色颓废地叹了口气 然后对着苏洛 做出了一个请便的手势 一旁的杜立平没有说话 只是好奇地打量着苏洛 想看他究竟要什么 殿国和侯国 虽然侵犯了龙国的两座小城市 但绝对犯不上苏洛 如此大动干戈 除非是他有什么目的 而且殿国国现在遭殃了 下一个就是侯国 杜立平现在很好奇 苏洛究竟会拿多少东西 放心 我不会全拿走的 毕竟你们殿国和侯国以后 就算是我的领地了 苏洛淡淡地说了一句 然后便直接走到了 装着药材的货架区域 哦 随着空间传来震动 苏洛身旁突然就冒出了 一个黑色的洞口 看到这一幕 斯利和杜立平瞬间傻眼了 这特么连私人空间都用上了 还说不全部拿走 就在二人觉得 苏洛要开始搬运的时候 接下来的画面 又一次刷新了他们的三观 只见黑色洞口中 走出了密密麻麻的高大骷髅 身高足足有两米左右 此时 这些骷髅正整齐有序地 朝着各个摆放药材的货架走去 货架上摆放的 全都是装满了药材的大型 一次性储存袋 一袋子就足足有上千斤药材 而装进储存袋后 就算是普通人 也能轻易一下子拎四五个袋子 更别说这些力大无比的骷髅了 大包小包的各种药材 全都被骷髅仆人们搬运进了黑洞里 看到这一幕 斯利只觉得完了 殿国的药材要是被搬空了 以后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随着药材区域的货架快要搬空 斯利的眼神也越发空洞 但他却敢怒不敢言 这种情况下要是阻止 只会赔了夫人又折兵 倒不如好好活着 毕竟钱没了可以再赚 命没了可就是真的没了 苏洛丝毫没有在意斯利的感受 在骷髅仆人搬运物资的时候 他则是一个人在装备区域转悠了起来 装备区域中 一排紫色摆放装备的货架 顿时引起了苏洛的注意 因为这个货架和其他的货架不一样 嗯 这个是我们殿国数百年前传承下来的装备 只有150级以上的团队才能穿戴 看到苏洛对这些装备感兴趣 斯利立马就走了过来 同时脸上也恢复了一丝血色 哦 那你们怎么不用起来 防御 加84000 体质 加185000 使用等级 150级 备注 诸神队伍套装 技能 免一百分之七十任意伤害 每次施展技能自动给队友增加 能抵挡三万伤害的护盾 诸神战甲 使诗 骑士 攻击 加6800 防御 加84000 体质 加185000 使用等级 150级 备注 诸神队伍套装 技能 诸神套装一共有六件 分为头盔 护甲 护手 护腿 战靴 和防御攻击的装备 除了骑士职业的诸神套装之外 另外还有弓箭手 法师 剑士 战士 刺客 辅助 加起来一共是七套 看到史诗级的套装 而且还是能一次性装备 一个队伍的装备 苏洛心里顿时就火热了起来 这些装备 虽然自己没什么用 但要是给陆利他们 到时候绝对能成为自己手下强有力的小队 你要是喜欢 这些装备你可以拿走 但是别的东西 能不能给我留点 斯利愁眉苦脸的看着苏洛 脸上露出了一丝哀求的表情 那你说说 这些装备这么好 为什么你自己不用 苏洛皱着眉头看向他 眼神中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装备的基础信息看起来很厉害 使用要求也是150级 而殿国之前那么多150级的选手 如果他们穿上 实力能增强很多 哎 这些装备是非常罕见的队伍装备 全世界一共就只有两套 斯利叹了口气 看到苏洛不明白 他也就索性直接交代了 几百年前 一名超越神级的练气师 耗尽一生精力 打造了两个队伍的装备 一个是诸神队伍套装 一是风魔队伍套装 而穿戴队伍套装的要求非常苛刻 必须要团队穿戴才行 而且每个人一生 只有一次穿戴机会 只要其中一个人脱下装备 其余人的装备也会失去作用 再加上150级的队伍很少 所以这些装备 就逐渐地脱离了众人的视线 殿国虽然拥有完整的诸神队伍套装 但却没有合适穿戴的人 顶级强者中 大多都是主战职业 哪怕是130级以上的辅助 都很少见 所以想要组成队伍 无疑是难上加难 等到司力讲述完之后 苏洛的眼神中却亮起了光芒 前段时间 他从药神帮众多精英中挑选出来的队伍 他正好打算全力培养 而这些诸神队伍套装 就像是为他们量身打造的一样 兄弟们今天有点事 和对象吵架了 一更哈 诸神队伍套装这种好东西 苏洛自然是不会放过的 苏洛当即就亲自将货架上 摆放着的七套装备 全部都收入了神药节当中 这时候 殿国国库里的药材 差不多也被搬运一空了 此时 整个国库内还剩下了大部分东西 但是苏洛都没有兴趣了 虽然能抢夺一空 但是现在殿国已经是自己的了 搬运的太厉害的话 只能算是自己坑自己 但是药材这玩意儿 必须要一网打尽 带我去见识见识 你们殿国的药材供应商吧 苏洛面无表情地看着斯利 眼神中闪烁着似笑非笑的光芒 听到苏洛还要继续搜刮药材 斯利叹了口气 然后便百般不愿地带着苏洛离开了国库 在寻宝鼠和斯利的带领下 苏洛很快就用强横的实力 将整个殿国的药材都搜刮一空 此时 他正站在殿国最繁华的药材市场仓库内 看着空空如也的货架心满意足 其余的东西就留给你们吧 现在我要去侯国了 你要是感兴趣 可以跟着去看看 说完之后 苏洛便直接朝着外面走去 直到这时候 一直忐忑不安的斯利才松了口气 终于走了 要是继续留下来 估计整个殿国非得被搬空不可 殿国国主斯利的表情是轻松了 但侯国国主杜丽萍的心情 却开始紧张起来了 经过刚才的观察 他已经猜测到苏洛是为药材而来了 殿国是综合性发展的国度 药材虽然不丰富 但绝对够用 就算是国库和各大仓库被搬空了 也能很快恢复 但侯国就不同了 侯国的药材一直都是靠着进口维持 因为大部分侯国人都太懒了 只是靠着国度补贴过日子 根本不会去苦哈哈地采集药材 杜丽萍心里虽然着急 但却又不敢说什么 如果连一点药材都不愿意给 自己还活着有什么用 苏店主 我现在就带您去我们侯国的国库 为了表示自己的立场 杜丽萍直接飞上虚空 表示愿意带路 苏店主 我一起去吧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您 尽管开口 为了能去侯国看戏 私利也顾不得收拾烂摊子了 直接跟在杜丽萍身后 要一同前往侯国 你们太慢了 上来吧 苏洛直接召唤出青龙 静静地站在龙头之上 青龙168级 神兽 神格 青龙 攻击 58万5000 防御 316000 精神 246000 体质 115 5000 技能 未知 介绍 擅长速度的神兽 也是龙国的锐兽圣兽 与神灵一样无所不能 一举一动都能造成极大的杀伤力 看到青龙的属性版面时 杜丽萍和私利眼神中 都露出了震撼的表情 单凭一只宠物的实力 就能够碾压寻常的顶级强者 而苏洛足足拥有十来只宠物 要是全部出手 那该有多强 具体多强 他们无法想象 但苏洛能轻松斩杀20余名顶级强者 实力绝对会比20名顶级强者强得多 一时间 杜丽萍和私利心里 都暗暗庆幸自己的选择 如果选择负于顽抗 估计现在的殿国和侯国 已经是一片人间炼狱了 看到青龙强横的实力之后 私利和杜丽萍对于苏洛更加崇拜了 得到邀请 两人立马就毫不犹豫地 飞到青龙背上 小心翼翼地站立着 苏洛命令青龙往侯国的方向飞去 同时通过怀里的寻宝鼠 不断调整方位 青龙的速度很快 音爆声时不时地响起 更是在虚空中留下了一道道白色痕迹 当进入侯国边境后 顿时就有不少侯国的守卫者 开始侦查青龙是什么来头 但苏洛却没有丝毫停顿 直接命令青龙 往侯国的国库方向飞去 苏洛身后的杜丽萍 正准备说自己去带路 但很快 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因为青龙现在飞行的方向 正是侯国国库 杜丽萍和私利相互交流了一下眼神 均能看到对方眼神中的震撼 他怎么什么都不用问 就知道侯国国库所在 一时间 两人的态度越发恭敬了 毕竟他们现在已经算是苏洛的人了 将来苏洛越厉害 他们也就能跟着水涨穿高 苏店主 下方就是我侯国国库了 等到青龙停下后 杜丽萍立马伸手指了指下方的一座大厦 侯国的国库位于一座大楼下方 这座大楼是侯国高级国际会议中心 无论是安全性还是安保力度 都是最顶级的 青龙刚刚抵达的一瞬间 下方就冲出来了一道道身影 这些人都是会议中心的安保人员 每一个至少都是130级以上的实力 你们不必担忧 是我 看到下方的人马上就要开始攻击了 吓得杜丽萍浑身冷汗直冒 不得不站出来开口说话 要是一不小心打起来了 对于侯国来说又是一场无望之灾 国主 您怎么带着龙国的人回来了 下方的守卫者们纷纷疑惑地看向杜丽萍 同时还不忘警戒 预防苏洛突然动手 放肆 苏殿主乃是我侯国的大恩人 从今以后 苏殿主就是我们侯国的庇护神 杜丽萍义正言辞地对着下属骂了一声 捧高苏洛的同时 又不忘拉近侯国和苏洛的关系 整个下方侯国的守卫者们都是一头雾水 但是大概意思他们还是懂的 总之 苏洛不是外人就行了 苏殿主 我这就打开国库大门 手下的人不懂事 您不要介意 场面控制下来后 杜丽萍立马自觉地从背包里取出钥匙 而此时 龙国燕都大学 除了赵九霄龙占天之外 还有龙国的各大殿主 苏冰雪以及吴勇全都在场 他们都很期待苏洛会不会满载而归 所以提前来燕都大学等着了 毕竟在这儿能拿到一首消息 等一等绝对划算 当看到画面中 苏洛一个人 斩杀了侯国和殿国的二十位顶级强者后 整个会议室中的人都呼吸急促了起来 这特么可是二十个顶级强者啊 苏洛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了 此时 坐在角落里的吴勇 正在乐呵呵地喝茶 当看到苏洛以一人之力 斩杀诸位强敌的画面时 他的脸色顿时就变得复杂了起来 以一人之力直接抢劫两个国度 苏洛好样的 太特么彪悍了 这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吧 我们有苏洛撑场子 估计屠龙联盟的人来了 也不一定是我们龙国的对手 虽然画面中的主角是苏洛 但在场的店主们依旧兴奋无比 比自己实力突破了还高兴 因为苏洛是龙国的人 是在场诸位的战友 然后又把战斗画面重新播放了一次 这下众人看得更清楚了 苏洛只是斩杀了地方的顶级强者 对于普通人根本没有出手 难道他想说服店国和侯国 一个可怕的想法在众人心里萌生 纷纷用纠结的目光看着赵九霄 自立为王这种做法 对于一个国度的主导者来说可是大忌 如果苏洛统治了店国和侯国 以他不俗的战斗力 就算是把龙国要过去也不是不可能 大家别乱猜 我相信苏洛这小子 看到众人都用古怪的眼神看向自己 土生土长的龙国人 老夫退休以后 这国主的位置迟早是他的 就算是他现在想要一些地盘 以后老夫退休了 也能扩大一下龙国的版图 话音落下 在场众人都对赵九霄露出了佩服的表情 他竟然甘心让位于苏洛 这样一来龙国还是龙国 而苏洛也还是正儿八经的龙国人 反倒是收服了侯国和殿国 这个做法完全算得上是一石三鸟 非常完美的解决方式 我弟弟不是那种人 坐在中间位置的苏冰雪淡淡地说了一句 然后便继续闭目沉养神 对于这些喜欢胡乱脑补的老家话 他很无语 要不是想着在这儿等苏洛回来 他真的一秒也不想在这儿待着了 嗯 对对对 苏洛肯定不是那种人 龙占天打来的圆场 哈哈大笑了起来 就在这时候 会议室桌面上的一块淡灰色的石头 突然亮起了一道光芒 看到石头上的异想 会议室中众人顿时就急切地站了起来 老赵 快看他这小子回哪儿了 龙占天催促问道 别慌 我仔细看看 赵九霄满脸兴奋地拿起石头打量 片刻后便直接锁定了苏洛的位置 这家伙去了艳斗炼药师学院 快快快 去看看这小子究竟干了什么好事 龙占天兴奋的声音立马响起 等到众人听到声音回过神时 他的身影已经冲出了会议室的大门 得到苏洛的具体位置后 众人纷纷走出会议室 朝着艳斗炼药师学院冲去 此时 苏洛政战在艳斗炼药师学院操场上 并且叫来了冯娇娇和蒋星河 以及周铁生等人 整个偌大的操场空无一人 周边全都拉上了警戒线 任何人不得踏入操场一步 看着这个巨大无比的操场 苏洛依旧有点担心 毕竟神药界中装着的药材太多了 这个操场不一定能装得下 苏洛 究竟什么事 你整得这么严肃 周铁生满脸疑惑地看着苏洛 刚刚拉警戒线的时候 他就非常好奇 现在他再也忍不住了 索性就直接开口问了 其余人也都满脸好奇 但是他们不敢像周铁生这样开口问话 马上你们就知道了 苏洛笑着回应了一句 然后便直接飞上高空 毫不犹豫地打开了神药界的空间 轰隆隆 只见虚空中有一个巨大的黑色窟窿出现 紧接着涌出了无数灰白色的东西 如同潮水一样涌了出来 仔细一看 这些涌出来的东西 全都是一次性储存袋 片刻间 整个操场上的一次性储存袋 直接堆成了一座大山 就算是几十辆卡车也拉不完 但是那黑色的窟窿中 依旧有圆圆不断的袋子被倒出来 看着这么多药材 炼药师学院的众人直接呆若母亲 这 这些都是药材 蒋星河以及冯娇娇看到这一幕 瞬间就猜到里面装着的是药材了 就算是调集整个龙国的药材 也聚集不了这么多 苏洛上哪去弄了这么多药材 轰隆隆 药材袋子的倾泻依旧没有停止 苏洛不停地移动着位置 整个操场上都堆积了厚厚的一次性储存袋 就在这时候 赵九霄和龙湛天等人也都赶了过来 刚走到校门口 他们就看到了苏洛的行为 当看到袋子里装着的是药材的时候 龙湛天顿时就咧嘴笑了起来 这家伙果然是打击了侯国和殿国的药材资源 现在这种关键时刻 药材资源大于一切 苏洛眼光毒辣 有了这些药材 再加上龙国已经种植的药材 我们的药剂市场算是充盈了 一众店主们对于苏洛的行为都十分满意 唯独赵九霄满脸惭愧 因为苏洛倒腾炼药师学院 至今他都没有出过多大力 才导致了药材一直处于亏空状态 看到苏洛去抢劫了这么多药材回来 他更是面色通红 感觉到惭愧 这时候 神药界内的囤积的药材终于全部搬出来了 整个巨大的操场上 全都铺满了装着药材的一次性储存袋 边缘处都足足有三四米那么厚 中间位置更是直接堆成了一座大山 赵前辈 你们来了 苏洛走到赵九霄和一众店主面前 面色红润 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笑容 这些药材论数量 论价值都足以令任何人兴奋 侯国和店国虽然是小国 但两个小国的药材加起来 就算是龙国也不一定比他们多 所以 苏洛这次是真的兴奋了 你小子好样的 立了大功啊 赵九霄重重地拍了拍苏洛的肩膀 眼神中露出了赞赏的神色 一众店主也都纷纷上前表示祝贺 苏宾雪只是站在旁边 对着苏洛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候 赵九霄突然满脸严肃地 对着苏洛说道 小洛 我有事想和你说 赵前辈直说就行 啊 那个 我想把龙国国主的位置传给你 这是我们统一商量好的结果 听到要让自己当龙国国主 苏洛的表情顿时就凝固了 赵前辈 我拒绝您这个安排 拒绝 为什么 赵九霄一下子愣住了 不仅是他 就连在场的蒋星河 其他的店主 以及苏宾雪都愣住了 国主代表着至高无上的荣耀和权力 是许多人追求一生都渴望而不可及的位置 苏洛竟然拒绝了 为什么 龙战天表情麻木 王大仙则是用一种看傻子的眼神看着 就连苏宾雪也满脸不解 我很感谢诸位前辈对我的厚爱 但是这个位置 我真的无法胜任 苏洛满脸苦笑 然后指了指操场上的药材 直接转移话题说道 诸位前辈 要是没有别的事 要问的话 我就先去忙了 你这小子 赵九霄叹了口气 然后又好奇地问道 你是不是把侯国和殿国都收入 你的麾下了呀 似乎担心苏洛误会 他又补充道 我没别的意思 如果你想当国主的话 龙国国主的位置 随时都等着你 赵九霄的诚意已经非常明显了 甚至有点沉甸甸的 对于侯国和殿国的事 苏洛也没有隐瞒 说出了自己的打算 别人囤俩我囤墙 别人就是我粮仓 对于苏洛的这个做法 在场没有人反驳 又寒暄了一会之后 赵九霄等人 才离开炼药师学院 只有苏冰雪 还静静地站在原地 你为什么要拒绝 很显然 他对于苏洛的做法 有些好奇 姐 我现在已经够忙了 实在是不想担这个责任啊 苏洛指着操场上的烂摊子 满脸苦笑 行吧 苏冰雪点了点头 然后转身就走 只不过刚走没两步 他又停下了 等到屠龙联盟来过之后 如果我还活着的话 我想和普通人一样生活了 苏冰雪没有回头 这一次 他是背对着苏洛的 让人感觉有些陌生 姐你想干什么 就放手去做吧 以后 我就是你最坚硬的护盾 那我记住你这句话了 你也好好保重 说完之后 苏冰雪便静止离开了 一直走到艳斗炼药师学院门口时 苏冰雪才停下脚步 瑶瑶看了一眼 正在忙碌安排 人手搬运药材的苏洛 此刻的他 眼眶有些泛红 其实 刚刚苏洛拒绝担任国主的时候 苏冰雪就知道弟弟的打算了 如果接手龙国 就代表着 他愿意停下脚步过日子 但是苏洛拒绝了 就说明 他的志向远远不止如此 后面的路可没有那么好走 姐姐只能 助你一路顺风了 对于这一切 苏冰雪似乎看得很透彻 喃喃自语了一番后 便直接离开了 操场上 苏洛正在指挥着众人搬运药材 眼神却时不时地 看向校门口 那倒逐渐消失的倩影 随着姐姐的背影 消失在视线中 苏洛的眼眶 也略微地红了起来 他知道 姐姐这是在给自己表明态度了 如果就此 收手接受现在的生活 那么姐弟俩 可以是快乐的姐弟俩 如果自己不甘心如此 还要继续向前探索 这个世界的话 以后他就算是相帮 也有心无力了 苏校长 这批一级药材 怎么处理 就在苏洛暗自伤神的时候 一名学生打断了他的思绪 这些药材 还是像刚刚那样 分成四份 回过神后 苏洛揉了揉有些泛红的眼睛 然后直接叫上冯娇娇和蒋星河 朝着校长办公室走了过去 如今药材方面算是解决了 接下来只要合理分配 龙国的药材市场 就能达到一个非常饱和的状态 苏店主 您能弄到这么多药材 真是厉害啊 冯娇娇扭捏着封印的身躯 频频对着苏洛秋波暗送 这句真厉害 也算是一语双关了 旁边的蒋星河 装作什么也不懂的样子 处在原地没有坑声 行了 这次叫你们来是有事安排的 店主请吩咐 一听到苏洛有事要安排 冯娇娇立马就变得正经了起来 他知道自己配不上苏洛 所以也只是调戏调戏罢了 真让他上台反倒是没有勇气了 现在龙国的各种药材 差不多算是充足了 而且现在各个城市的人 都在种植药材 要不要多久 所有药材都会达到饱和状态 药剂就能跟着饱和 药神帮的人每一个 都是经过筛选才进入帮会的 越是骨干成员 潜力也就越大 说到这儿苏洛就没接着往下说了 而是端起茶水喝了起来 冯娇娇眼神中露出一抹狐疑 但很快就绽放出聪慧的光芒 他拍着胸脯保证道 苏店主放心 我冯娇娇跟着你办事 无论是人家的心还是 嗨嗨都是你的 见冯娇娇都表态了 蒋星河也当即表明立场 严肃道 会长请放心 这些都是老夫分内的事 见俩人都是聪明人 苏洛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又交代了一些事情之后 才慢悠悠地朝着燕都大学赶去 用身份来说话的话 他现在也算是燕都大学大二的学生 再加上苏洛也没什么虚荣心 在燕都只有青龙院一个落脚的地方 因为苏洛的影响 此时的燕都大学繁华程度 已经超越大部分名校 直接机身进入第一流 校园内大部分学生 都对苏洛保持着崇拜的心态 一路上只要是认出苏洛的人 都会毕恭毕敬地叫上一声 苏学长好 对于这些身上充满了 躁气蓬勃的年轻人们 苏洛也没有摆架子 全都是一一回应 走到青龙院的传送阵时 苏洛被一名头发花白 身材矮小 穿着紫色长袍的老妇人 给拦了下来 对于这个老人 苏洛有印象 当初自己第一次转职的时候 就是他主持的 没想到 现在又换了一个更清闲的活 前辈 有什么事吗 苏洛恭敬地抱拳行礼 哪怕一眼就能看出 这老妇人 只是一名92级的木系法师 但他依旧保持着敬畏之心 苏店主如今身份不一样了 老朽可担不起如此大礼 老妇人横跨一步 躲开了苏洛的行李 然后抬手指了指旁边 通往校长办公室的小道 笑眯眯地说道 吴老头让我给你传个话 让你有空了 去找他一趟 师尊找我 苏洛眼神中露出一抹疑惑 但很快 他就做出了决定 既然双方可能存在 一定的立场问题 那倒不如坦然面对 直接把这件事解决了更好 如今的无用 从大门进入 能看到两旁贯穿一体的鱼塘 清澈见底的水中 能清晰看到鱼儿在游动 觅食 此时的无用 正躺在院子里晒太阳 悠闲地给肩膀上的三足金屋 喂食玉米粒 看到苏洛前来 他笑着指了指旁边的躺椅 示意苏洛和他一起躺下 徒儿苏洛 拜见师尊 苏洛并不是那种一点就炸的人 虽然对无用已经有了猜忌 但表面功夫该做的他 还是没有忘记 你现在的身份 可不比以前了 可以稍微高调一点了 无用乐呵呵地笑了笑 然后躺在椅子上 感受着阳光照射 甚至还舒服地眯起了眼睛 如此温馨的场景 苏洛也不愿主动打破 静静地在旁边的椅子上躺了下来 师徒二人 就这么静静地晒着太阳 场面异常和谐 足足过了好几分钟 无用才长长地叹了口气 苏洛 老头子我本来是真心实意 想说你做徒弟的 但是你翅膀太硬了 飞到了我都不曾到达的高度 其实今天叫你来 我是想和你说点掏心窝子的话 师尊但说无妨 苏洛依旧是眯着眼睛 享受着日光玉 仿佛什么都不在乎似的 见状 无用也懒得掩饰了 直接开口说道 你现在的实力已经很强了 引起了某些人的注意 今后的日子注定会不平静 如果你想要过安稳日子 为师的建议是 尽量离开龙国 带着你姐姐有多远走多远 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 你们姐弟俩 依旧能重新安家过安稳的日子 像你这种情况 还不用拖家带口 岂不妙哉 听到这话 苏洛好奇地扭过头 看了一眼无用 眼神中闪过一抹疑惑 但他还是掩饰住了 师尊为什么这样说 除了屠龙联盟 还有谁想对付我 你这小子 无用咧嘴笑了起来 叹气道 老夫吃的盐 比你吃过的饭都多 就别想着从我嘴里掏话了 总之 老夫对你是真情实义 如果你相信老夫 就按照我说的做 其他的你问了 我也不能告诉你 说完之后 无用又眯起了眼睛 轻轻地摇晃着椅子 似乎刚刚和苏洛聊的 只是些寻常话题一样 感谢师尊教会 那徒儿就先告退了 苏洛神色平静地起身 离开院子 然后默默地 朝着青龙院 自己的宿舍走去 对于无用的身份 苏洛至今都没猜透 但无论怎样 他都不觉得 无用这个老头 只是个普通的导师 不过苏洛也想明白了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只要无用不对 自己露出獠牙 自己倒也不是那种 多管闲事的人 管他是什么人 回到青龙院后 苏洛并没有闲着 而是立马进入了 神药界当中 这段时间 他很少收获空间石了 只是在击杀侯国 和殿国强者的时候 收获了一下 一想到空间石 苏洛顿时就拍了拍额头 大意了 应该把他们的空间石 也全部锁刮过来的 现在侯国和殿国 都在我掌握之中 随时都可以去取 不着急 苏洛自我安慰了一番之后 便直接将收获来的空间石 融入神药界当中 然后才开始查看 最近神药界中的变化 如今整个神药界 几乎都是绿油油的药材 足足有接近2000种药材 看似药材众多 实际上 这些加起来 只能够炼制神兽丹一种药剂 而神兽丹 也是苏洛目前为止 最为需要的 距离屠龙联盟到来的日子 越来越近了 无论是为大家 还是为小家 苏洛都必须要 尽快提升实力 主人 您终于有空来看我了 王林巫师从 至少神兽丹 至少十万颗 让咱们全都提升几十几 完全没有压力 那神级骷髅炼药师 有多少了 说到这儿时 苏洛眼皮子 朝着炼药区域瞥了一眼 顿时就心知肚明了 嘿嘿 一提到神级炼药师 王林巫师顿时就尴尬地笑了起来 满是不自在地挠了挠后挠勺 也才一百来个 全力炼制的话 一天大概能炼制一万枚神兽丹 不少了 一万枚神兽丹 加起来提供的经验值 堪比海量 对于这个数据 苏洛相当满足了 安排所有神级炼药师 全力炼制神兽丹之后 苏洛又朝着神土中走了过去 随着神药界中的药材越来越多 里面蕴含的能量 也越来越精纯 如今的神土中 众多植物全都提升了一个档次 等级也都各自有所突破 幽明懒月花 190级 传说级植物 生命力 2100000 攻击力 365,000 防御力 356,0000 絕省时间 EHEH 介绍 不能长时间脱离土壤 一点活力值 可持续战斗10秒钟 活力值每小时恢复3点 藤蔓最大 可束缚超过自身五世级的目标 束缚目标 同时包括身躯 灵魂 空间 一旦被它束缚住 任何手段都无法逃离 如今的幽明懒月花等级 已经达到了190级 所有植物中 除了樱花神术之外 等级最高的 就是幽明懒月花了 剑气草 星火草 南海七彩珊瑚等植物中 苏洛又挑虫点培养了剑气草 至于星火草和南海七彩珊瑚 以及樱花树 苏洛都将它们放在了 培养中心的第二梯队 毕竟现在这个时刻 他迫切需要提升自己的战斗力 辅助能力的植物 只能稍微放一放了 到时候宠物们进食神兽丹的时候 稍微分一点经验 就能让幽明懒月花 和剑气草的等级疯涨 就在这时候 遥远的大洋另一边 无数强者在虚空飞行 所有人都朝着美利国的方向聚集 一艘艘巨大的战舰在海面集结 无数战机在虚空咆哮 这些战舰和战机上 都挂着一面鲜艳的旗帜 上面更是写着两个醒目的大字 屠龙 克里斯站在一处极高的建筑物上 使用望远镜看着周边不断聚集的人马 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短短一天时间不到 屠龙联盟的百万大军 就已经集结完毕了 这些人全都是一百级以上的转职者 拥有着精良的武器 以及默契的团队配合能力 所有人都精神抖擞 眼神中透露着嗜血的光芒 对于他们来说 东方龙国是一个神秘的国度 地大物博物资富柔 占领那片土地 对于他们来说不仅是荣耀 还有一种特殊的使命感 无数屠龙联盟的守卫者 在海岸线上集结 而克里斯的空中城堡上 也不断地有人飞了上来 凡是飞上来的人 实力等级全都在一百五世纪之上 属于顶级强者的慰廉 这些人或是主动或是被动 但无一例外 都是屠龙联盟的成员 集结与此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 那就是 拿下龙国 看着越来越多的顶级强者 汇聚于此 克里斯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浓郁 此时 在他身后站着的 正是殿国和侯国的国主 斯利和杜利平两人 你们确定 苏洛的实力 至少能一个人对抗五十个顶级强者 克里斯扭过头 目光冰冷地看着两人 说到苏洛的战斗力时 他眼皮子更是止不住地狂跳 克里斯先生 您放心 我们绝对会说假话的 斯利低着头 如同小鸡灼米一般 疯狂地点头 杜利平更是求生欲满满 直接抱怨道 苏洛这狗贼抢了我们的国库 这辈子不杀他 我势不为人 很好 虽然在这之前 已经确定了无数次 但在此一次确定苏洛的真正实力 克里斯还是忍不住心情大好 他笑眯眯地看着斯利和杜利平说道 既然两位和苏洛都有私仇 那这次我们联盟大军出动 你们应该也不反对出一份力吧 不反对不反对 这是应该的 两人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 同时自信满满地 看了一眼周边聚集过来的顶级强者 现在整个空中城堡上 就已经聚集了至少80位顶级强者 而且下方还有人 在源源不断地飞上来 这么多人讨伐龙国 绝对是轻而易举 此时 龙国燕都 炼药师学院门口 最后一辆装载药材的卡车 也离开操场了 整个炼药师学院的人 立马就开了全校师生大会 这是蒋星河的意思 也是按照苏洛的要求来办的 现在龙国药材已经充足了 接下来就是整个炼药系统 全力运转了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此时距离屠龙联盟来袭 大概还有10天左右 药剂必须要达到空前的充足状态 诸位学生 各位导师 我是艳斗炼药师学院的 副校长蒋星河 在这里 我隆重宣布一件事 从今天起 整个炼药师学院全体 进入炼药模式 全校师生 无论身份高低 一律开始炼制药剂 蒋星河站在讲台上 对着所有人下达了 接下来的行动指令 此时 燕兜中兴广场也挤满了人 这是燕兜有史以来 人流量最大的一次 夸张到整个偌大的中兴广场 周边几公里 全都挤满了人 因为所有人都收到了消息 药神帮的人 今天在这聚会 苏洛会清零此地 为了一赌龙国最年轻 最天才 新进店主的容颜 众人都挤破了头想 见识一下苏洛的风采 当然这也只是 其中原因之一 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消息 就是有人猜测 屠龙联盟的人 可能不日就要抵达了 毕竟从双方宣战开始 距离现在 两个月时间 已经剩下没多少了 而药神帮 也从来没有开过 如此大规模的会议 只要能挤到里面 去听到三言两语 对于普通人来说 就能很轻松地选择 接下来该如何应对 从而避免盲目猜测 让一让 这是我之二 药神帮的精英成员 大家让他进去一下 人群中 有人扯着嘶哑的嗓子 喊了一句 原本喧闹的人群 顿时就安静了片刻 紧接着所有人 都不约而同地往两边挤 药神帮的人过来了 兄弟们给个面子 给他们让路吧 要是别人说什么 我也不让 但是药神帮的人来了 我特么必须让 众人都很自觉地 朝着两边挤 硬是把水泄不通的人 堆挤出了一条 狭小的过道 如今药神帮的人数 总规模 已经达到了50万左右 不过今天苏洛志 召集了10万人 他特意给王莽 和周铁生交代过了 宁缺无滥 这次行动 和针对屠龙联盟有关 所以来的人 必须是精英成员 老弱病残 一律不在考虑之内 只要壮年和青年 毕竟药 毕竟药 培养他们也是 需要付出代价的 而培养青壮年的性比价 无疑能达到最高 等到符合要求的 所有人都到齐的时候 整个宴都中心广场上 已经彻底地 被人堆堵死了 有人期待 有人兴奋 有人更是激动地直颤抖 因为他们 心里都清楚 在这种紧要关头 苏洛选择 给药神帮精英人员开会 绝对是把他们 当作内部人员培养了 而苏洛是龙国 最年轻的店主 新时代最先登顶神迹的炼药师 战斗力最强的御手师 绝对是天命之子 一般的存在 就算是来了十万人 他们也觉得 比给其他老牌店主 当心服要强得多 跟着其他店主 虽然很稳妥 但跟着苏洛 可是有机会登峰造极啊 哪怕几率很渺茫 但也足够了 在所有人热切的目光中 苏洛直接召唤出了青龙 然后站在他头上 缓缓地漂浮在虚空中 诸位 静一静 苏洛的声音不是很大 却能让每一个人 都听得清清楚楚 这就是顶级强者的威严 整个喧闹的中心广场 瞬间就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眼巴巴地盯着他 屠龙联盟和我龙国宣战的事 不是秘密了 而今大战在即 屠龙联盟不日便会抵达龙国边境 在这个紧要关头 我再次恳求诸位父老乡亲 给我苏洛一个面子 我代表今日到场的 所有药神帮成员保证 自今日起不吃不喝 疯狂练及 直至大战前夕 曹操几句话 直接给广场外围的众人 说得眼眶红了 曾经和药神帮众人 争抢过副本名额的人 更是情不自禁地低下了头颅 苏洛虽然没有明说 但意思已经很明确了 屠龙联盟的人发起进攻后 他苏洛先上 药神帮先上 单凭这个 就让所有人没了反驳的理由 就在这时候 一名胡子拉叉的汉子 脸色憋得胜红 他直接踩在一张凳子上 高声呐喊道 宿电主请放心 从今天开始 我一定会把一切获取经验值的渠道权 都交给药神帮的人 此时 距离屠龙联盟到来 还有十天左右 龙国众人 虽然人心惶惶 但依旧卯足了力气 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修为 无数药神帮的人身上穿着装备 背包里只装了少量的食物 剩下的空间 全都用来装满了各种药剂 各大副本入口出排队的队伍 已经没有了 普通人们都很自觉地 给需要上战场的转职者让路 在这个紧要关头 整个龙国空前的团结 不仅是药神帮的人 龙国其他帮会 一些大人物的私人武力 以及龙国的守卫者们 全都一股脑地 开始了战斗前的最后训练 普通居民们 对于这种场景都喜闻乐见 将士们训练得越辛苦 他们就觉得 越有机会 撑过这一场浩劫 家家户户的人 也都没闲着 家里有车的 全都在街道上溜达 凡是看到高等级的转职者 就免费接送 一些家里有多余药剂的人 也都将药剂摆在街上 以市场架出售 为的就是让这些 无谓付出的勇士们 能第一时间拿到补给物 所有人都出钱出力 尽自己所能帮助身边的人 众人石柴火焰高 短短半天时间 就有大批量的转职者等级提升 整个龙国 像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巨大机器 在这个危机时刻 有条不紊地运转了起来 第二天清晨 苏洛早早地起床 然后在院子里 缓缓地练起了太极拳 他平时不注重养身的 但是打这套拳法 能让他感觉心情平静 保持绝对清醒的头脑 就在这时候 门口浩浩荡荡 来了一群年轻人 刚走到门口时 他们又突然停下了脚步 怎么回事 帮主正在练拳呢 现在进去打断他 估计要挨骂 陆里面无表情地 对着身后的人说了一句 然后便一手拎着早餐 一手撑在门上 默默地看着苏洛的姿势 虽然苏洛的一招仪式 都打得稀烂 但他们也只能忍着头皮看下去 毕竟苏洛的身份不同 不太适合他们嘲笑 算了 不练了 陆里像是没有感情的机器人一样 一丝不苟地 把豆浆和五个肉包子放在桌上 其余人则是满脸 好奇地看着苏洛 毕竟昨天晚上 苏洛就给他们传话了 让他们今天一早就过来 肯定是 有什么事情要安排 今天叫你们来是 有个重要的事情 和你们宣布 我这里有几套很特殊的装备 需要你们同时穿戴 才能有效 而且一个人一辈子只能穿戴一次 一旦取下了 就没有效果了 整个队伍也会丧失穿戴效果 这个装备 你们要不要穿可以考虑一下了告诉我 说完之后 苏洛便端起豆浆喝了一口 然后又拿起肉包子啃了起来 看到苏洛这事 在给自己等人商量的时间 陆里等人顿时就面面相去了起来 迟疑了片刻后 队伍中的辅助王莉莉开口了 能让帮主这么用心的装备 肯定不是什么次品 我是没问题的 穿一辈子就穿一辈子 说完之后 王莉莉脸上便露出了好奇的表情 盯着其他人 转职者的装备 就算是穿戴在身上 平时非战斗的时间里 会自动融入空间中 不会影响任何正常生活 但是对于一个转职者来说 终身不换装备 还是有点难的 我也没问题 这辈子我就跟着帮主了 第二个说话的是陆里 他眼神中 依旧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这种心态 对于一个刺客转职者来说 是最佳的星星 我也没问题 帮主 倒不是我不愿意啊 我想看看 这装备啥呀 狂战士张海开口了 他脸色憋得通红 满是为难的说道 我和陆里兄弟一样 这辈子肯定是跟着药神帮混了 但是 一辈子不换装备 这对转职者来说 后期有可能 有可能会鸡肋是吧 苏洛将最后一点包子塞进嘴里 然后又喝完了最后一口豆浆 最后才拍拍手站了起来 先给你们看看装备了再说吧 苏洛拍拍手 直接从背包里 把装备给取了出来 随着诸神队伍套装 被苏洛摆在地上 整个院子里 顿时就变成了一片紫色 陆里等人顿时目瞪口呆 紫色的装备是史诗级的 在这个世界 史诗级的装备 比传说级装备更厉害 仅次于神装之下 史诗级的装备 就算是龙国也拿不出三套 像美丽国那种强大的国度 也不过只有八套史诗级套装而已 但是现在苏洛一下子就拿出来了七套 绝对是妥妥的大手笔啊 卧槽 这骑士的装备好牛逼啊 队伍中的大帝骑士张海 抱着诸神头盔看了起来 48000 防御 加84000 体质 加185000 使用等级 150几 备注 诸神队伍套装 技能 免一百分之七十任意伤害 每次施展技能 自动给队友增加 能抵挡三万伤害的护盾 另一边 王莉莉也好奇地拿起了 诸神队伍套装中的辅助装备 看得起来 辅助装备中有一个紫色小巧玲珑的法杖 他拿到手里看了一眼 顿时就瞪大了眼睛 诸神全杖 史诗 辅助 攻击 加9800 精神 加36500 体质 加125000 使用等级 150几 备注 诸神队伍套装 技能 如沐春风 技能介绍 开启技能后 每秒钟消耗一百点精神值 每两秒钟给队友恢复百分之五的体力值 看到这套装备的属性 王莉莉脸上激动地升起了一抹红韵 这装备要是穿在身上 就算是只用装备技能 都能吊打他现在的转制者技能了 苏洛也好奇地瞥了一眼辅助装备的技能 这个技能和樱花神术的技能差不多 虽然很强 但比樱花神术差了点 但是对于一个小队来说也算是够用了 更何况王莉莉还有辅助的技能 其余的人看到王莉莉和张海的表情 都纷纷找到了自己对应的装备 看了起来 诸神法杖 史诗 法师 攻击 加216800 精神 加188888 体质 加6500 使用等级 150几 备注 诸神队伍套装 技能 无限暴击 技能介绍 对同一个目标施展技能会标注暴击印记 第二次攻击必定造成1000%的暴击伤害 诸神匕首 实施 刺客 攻击 加265000 速度 正150% 体质 加125000 使用等级 150几 备注 诸神队伍套装 技能 神形 技能介绍 神形状态下 每秒钟消耗50点精神值进入隐身状态 期间无视任意攻击和负面效果 诸神战剑 实施 剑士 诸神之锤 史诗 狂战士 一个个职业装备的技能 看得几人头皮发麻 特别是骑士的辅助的装备 竟然能给队友增幅 这种装备 谁能不爱 一时间几人都爱不释手地摸着手里的装备 根本舍不得放下来 帮主 你要是早说是这种装备 我刚刚还问那么多干嘛呀 狂战士张海满脸懊悔不已的表情 此时脸色更红了 猴子屁股比其他逊色的多 其余几人也都是用一种激动的眼神盯着苏洛 在场的众人都是聪明人 他们心里都很清楚 虽然自己是要神帮的人 而且还是苏洛特意挑选出来的组合 但是这种量级的装备 一般情况下肯定不是这么好拿的 一定还有别的条件 帮主 如果想要这些装备的话 是不是还有别的条件 队伍中最冷静的陆离开口了 哪怕是他 此时也有些上头了 手里把玩着诸神匕首 眼神中露出了狂喜的表情 这些装备是免费给你们的 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 苏洛淡淡地说道 以后你们必须听我的 为我笑命 这个要求说高不高 说低也不低 现场沉默了片刻后 陆离当即就点头答应 张海和张浪两兄弟也立马点头答应 这次他们学乖了 知道犹豫就会败北 没了自己苏洛还能找别人 但是成为苏洛轻卫 就相当于是一步登天了 这种机会下 谁犹豫谁是傻子 帮主放心 我们这辈子肯定会给你的 几人都兴奋不已 苏洛脸上露出了笑容 又补充道 放心 我不是滥杀无辜之人 也不会让你们做一些有被道德的事情 花音落下 陆离立马就反应过来了 直接当场宣誓 愿意这辈子 鞭前马后追随苏洛 绝不背叛 这个世界虽然是转职者的世界 但誓言同样拥有很强的效果 甚至人类的誓言 和御寿师签订的宠物契约一样 具有抹杀的权利 一旦违背誓言 就会遭受神秘力量抹杀 有了陆离的带头 其余几人也都纷纷立下誓言 表示忠心 行了 你们现在算是我的人了 你们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绝对的保密 效忠于我这件事 任何人都不能透露 咱们还是和以前一样 包括装备的事 也不能透露 不能被外人知晓 帮主放心 我们知道该怎么做 行了 你们赶紧把装备收起来 然后去神龙副本里提升等级吧 得到应允后 几人立马就把诸神套装收了起来 现在几人都是130多级的转职者 达到穿戴要求后 除非是有等级高于他们50级的强者 要不然绝对窥探不了他们的信息 收下装备后 陆离等人顿时就跃跃欲试了起来 对着苏洛行了一礼之后 便立马朝着神龙副本赶去 而苏洛则是坐在石凳上 将亡灵巫师召唤了出来 主人 什么事 亡灵巫师漂浮在苏洛对面 打着哈欠一副还没睡醒的样子 当看到桌子上还剩下一个肉包子时 他立马就冲了过去 然后化作一道残影 直接抢了那个肉包子 嗯 人类的食物味道还是不错的 就是有点割牙 刚刚掉地上了 不然我早就吃了 亡灵巫师 要不是担心被揍 他真想立马吐出来 看到他出球 苏洛顿时就咧嘴笑了起来 开口问道 现在神药界内的药材 全都成熟了吧 全都成熟了 珊瑚花的数量 也采摘得差不多了 行吧 现在开始全力炼制神兽丹 然后你们几个平分了吃 说完之后 苏洛摆了摆手 直接让他回去了 炼药这种事 根本用不上自己亲力亲为 有亡灵巫师代办就行了 诸神小队 现在算是成立了 此时 龙国龙都 一间极为神秘的会议室内 赵九霄站在会议室的角落 满脸毕恭毕敬 像是乖宝宝一样站着 在他面前 是一名浑身笼罩在黑袍之下的人 看不清男女 屠龙联盟的人要到了吗 黑袍人开口说话了 声音沙哑 仿佛是经过变音器处理了一样 声音也听不出来是男士女 前辈 屠龙联盟的人估计还有八天时间 就会抵达黄龙岛 到时候万一顶不住的话 顶得住 他们的老家伙还没出动 或许是以为我死了吧 黑袍人沙哑的声音响起 语气中透露着一抹愤怒 随即他转过身来 黑袍中露出来的不是面孔 而是无尽的黑气 仿佛整个黑袍里全都雾气一样 龙国不是有个年轻强者吗 这次我们对付屠龙联盟应该没有问题 这个年轻人应该也能为龙国挑起大量 前辈 前段时间我想过要传他国主之位 但是他拒绝了 拒绝 看来这小子能冲到一个新的高度 说完之后 黑袍人变化作无尽的黑烟 直接从房间内消失了 如此神秘的消失手段 绝非是转制者的手段能做到的 足足过了一分钟之后 赵九霄才松了口气 然后抬手擦了擦额头上密集的汗珠 直接摊坐在椅子上 走出会议室的大门 赵九霄整个人才进入了放松的状态 老龙王这段时间越来越暴躁了 不知道是为什么 想到这里 赵九霄忍不住叹了口气 那黑袍人究竟什么来历 赵九霄也不清楚 他只知道自己成为国主的时候 这人就存在了 至今过了几十年 那黑袍人还是那么神秘 只不过 他的脾气越来越大了 态度也越来越不好 这让赵九霄十分苦恼 毕竟上一任国主临终前交代过 这位老龙王身份不凡 乃是龙国的庇护神 一旦龙国面临灭顶之灾 老龙王可拯救龙国于水火之中 除了有大事发生 需要向他汇报之外 赵九霄就没再听说过 任何关于老龙王的事迹了 所以对于这个人的存在 他也不是很了解 明面上他是一国之主 但赵九霄心里明白 自己头上还压着一个喜怒无常的老龙王 离开会议室后 赵九霄便静止朝着自己的办公室走去 此时 办公室内已经有好几个人在那等着了 国主 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充足了 一旦那些人过来 绝对会第一时间给他们雷霆一击 办公室内 王大仙早早地就在等候了 等到赵九霄走进办公室 他更是第一个开口说话汇报情况 除了王大仙之外 其他的店主们也都来了 九大店主中只有苏洛没来 因为苏洛手中没有守卫者 所以不用来 国主放心 我们青鸾军也都全部准备好出击了 就算是玉石俱焚 也完全没问题 我这边98艘海生号 全部加够了燃料 随时可以全力出击 我这边的18万守卫者 全部紧急召唤了 三天之内可全部抵达 一个个店主都在汇报自己的情况 唯独龙占天 站在办公室内的窗户边上 脸上愁云密布 满是胶着 怎么了老火箭 赵九霄笑眯眯的拍了拍他的肩膀 眼神中也露出了担忧的表情 虽然他心里知道 龙国还有老龙王 但是凭着老龙王的直言骗语 他也能猜到 别的国库肯定还有老不死的存在 所以单靠老龙王 龙国也不一定安稳 老赵 龙国这边 我只找到了46个顶级强者 加上咱们一共也才56个 这可如何是好啊 龙占天忍不住叹了口气 脸上晶莹剔透的胡须 也在此刻摇摇欲坠 似乎已经抵达了生命的最后关头 他叹息道 哎 不知道龙国能不能撑过这次战争 真是多时之秋啊 其他的树木也都开始速速地往下掉叶子 整个山头都被渲染成了淡红色 会议室内 几名店主都沉默寡言 屠龙联盟至少聚集了上百位顶级强者 就凭他们这点人远远不够 苏罗那边怎么样了 赵九霄好奇地朝着龙占天问道 那小子最近在捣咕药神帮的人 虽然一个个都是壮年小伙 可终究是等级太低了 而且数量也很少 赵九霄眼皮子挑了挑 尴尬地看了龙占天一眼之后 便直接坐在了椅子上 他很想说 我问的不是这个 此时龙占天正在看着窗外景色触景生情 哪有空看他的脸色 赵九霄只好干咳了两声 继续问道 我想问的是 苏罗的战斗力如何 能以一敌几 刹那间 会议室内众多店主 都将目光凝聚在了龙占天身上 苏罗究竟能以一敌几 这是所有人一直都很好奇的答案 我也不清楚 不过这小子 一个打三十来个应该是没问题 不知道他最近又变强了没有 提到苏罗 所有人的都知道他的性格 这家伙老是喜欢不声不响的做事 收服了什么异兽 宠物之类的 根本不带半点炫耀 别说仇家了 就算是他的朋友 也摸不清他到底有多强 一时间众人都有些惆怅了 同问店主 大家本应该是知根知底 但是他们现在竟然不知道 苏罗到底有多强 这样算下来 我龙国倒也未尝不能 和屠龙联盟较量一下了 听到苏罗能一个打三十都没问题 赵九霄脸上的焦虑 顿时就减少了些许 在场的几位 店主脸上也逐渐多了些血色 毕竟 毕书和有可能会输示 两个截然相反的情况 此时 苏罗正在神药界中 查看神级骷髅 炼药师的工作进展 目前神兽丹 一天能生产差不多 一万三千克左右 亡灵巫师 八亿大蛇 暗银鬼珠 四大圣兽等宠物瓜分下来 每只宠物都能分到 大概一千多颗 一颗神兽丹 可以提供二十万经验值 一千多颗 就是一个多亿的经验值 众多宠物 此刻正在炼药房外面的空地上 各自吃着各自分到的丹药 检测到宠物实用神兽丹 反馈经验值加200000 检测到宠物实用神兽丹 一道道经验值反馈的提示音响起 苏罗的经验条也在飞快地上升 不一会儿功夫 苏罗的身上就亮起了一道白色的光芒 这时又升级了 恭喜您 等级突破到171级 感受到自己的等级又提升了 苏罗脸上并没有多少喜悦的表情 自己是御寿师 等级提升并不能提升多少战斗力 此时 他只希望众多宠物能多升级一下 想到这里 苏罗立马就将自己反馈所得的经验值分配 改为平均支配给剑气草 幽冥兰蓝月花和星火草 本来他不打算培养星火草的 但是考虑到屠龙联盟带了很多人过来 到时候 星火草可以直接大范围攻击 能节省许多利己 哇 恭喜您 星火草等级提升到142级 哇 恭喜您 星火草等级提升到143级 随着苏罗将反馈的经验值转移到植物上面 等级最低的星火草 瞬间就开始了连续升级的模式 而剑气草和幽冥兰蓝月花的经验条 也在飞速上升 恭喜您 幽冥兰蓝月花等级提升到168级 恭喜您 剑气草等级提升到171级 一道道升级的提示响起 苏罗心里顿时就乐开了花 植物和宠物们一样 等级越高 攻击力越高 战斗力也就越厉害 特别是幽冥兰蓝月花 可以困住等级高于他50级之内的敌人 就算是地方拥有200级的强者 到时候自己也能轻松拿念 看样子 这两天我的战斗力能引来飞速增长啊 苏罗看着地上还剩下大量的神兽丹 脸上忍不住露出了喜悦的表情 检测到宠物实用神兽丹 反馈经验值加200000 检测到宠物实用神兽丹 一道道提示的声音响起 对于苏罗来说 这是世间最美妙的声音 此时他正躺在青龙院宿舍的大床上 感受着冉冉升起的朝阳 任由阳光照耀在脸上 心里是无尽的舒适 恭喜名 等级突破至190级 随着一道光芒流转全身 苏罗的实力迎来了再一次的加强 这么快就190级了 要是让别人知道我的等级 估计他们能被吓死 苏罗自言自语了一番 然后直接打开了自己的属性版面 姓名 苏罗 职业 圣灵之主 等级 190级 攻击 68万8千 精神 39万5千 防御 198 6000 体质 562 5000 装备 燃魂战剑 燃魂头盔 燃魂胸甲 燃魂护手 宠物 朱雀 青龙 白虎 玄武 冥界之主 技能I 火皇扑杀 凤凰凤天 三昧真火 万物灼伤 技能2 信仰灌输 寄生 技能复刻 达到190世纪之后 苏罗的防御力加上玄武的防御力 已经达到了接近200万的程度 而体质更是高达500多万 面对寻常的顶级强者 几乎能做到直接无视了 就算是站在那儿 让别人打也很难打出伤害 200万左右的防御力 一般人根本破不开防御 玄武这下子 可算是起到大作用了 这世间 应该再也没有刺客 能直接秒杀我了吧 感受着高额的防御力和体质 苏罗感觉安全十足 自己虽然是预售师 但是现在的攻击力 已经达到了68万 只是随便一个普通攻击 就能秒杀大部分顶级强者 这种感觉真是太爽了 苏罗躺在床上 长长的伸了的懒腰 有种想要大喊一声的冲动 就在这时候 有光芒突然从院子中亮起 看到那光芒的一刹那 苏罗的第一反应 是屏蔽自己的属性版面 然后赶紧将所有反馈的经验值 都转移到剑气草 和幽名懒月花 以及星火草上面 因为这道光芒 他太熟悉了 绝对是赵九霄来了 这家伙 老是喜欢不声不响地 直接抵达别人家后院 要是一会儿 自己突然升级了 估计能直接把赵九霄 给当场送走 随着光芒逐渐恢复正常 院子里果然多了一道人意 苏罗见壮丽马庄 做一副呼呼大睡的模样 会不会是我来得太早了 赵九霄本来兴致勃勃地想来 和苏罗讨论 一下如何应对屠龙联盟 但人家只是店主 不是牛马 看到苏罗现在还没起床 他又不好意思打扰人家睡觉 纠结了片刻后 赵九霄便默默地坐在石桌旁 尝试着查看苏罗的属性版面 很快他脸上 就露出了无奈的表情 这小子够谨慎啊 睡觉都将属性版面屏蔽了 甚至连姓名都全部屏蔽了 赵前辈 您什么时候来的 苏罗睁开眼睛 隔着窗户 故作惊奇地看着赵九霄 然后立马穿着睡衣 就走了出来 刚来没一会儿 看你睡得正香 不好意思打扰你 苏罗尴尬地笑了笑没说话 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窗户内 这叫不好意思打扰 我今天来找你 主要是想和你说一声 屠龙联盟的人 估计再过几天 就会陆续开始进攻了 你这边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前辈希望 我们有什么办法 苏罗尴尬地耸了耸肩 然后坐在凳子上 直接从背包里 取出茶具 开始弃茶 作为转职者的好处 就是可以用被包装东西 生活里的瓶瓶罐罐 全都能往里面装 关键是还能保温 你小子怎么老是喜欢卖关子 赵九霄满脸无语地看着苏罗 然后又说道 有人传言 说 你一个人能打五六十个顶级强者 这是真的吗 我能打五六十个顶级强者 苏罗顿时就瞪大了眼睛 满脸震惊地看着赵九霄 我这么厉害吗 我怎么不知道 赵前辈 您可别听人家胡乱讲话呀 我最多只能打十来个 对于苏罗的实力 抢夺圣坛那次赵九霄就见识到了 那时候的他 就能打十来个顶级强者 对着苏罗又是一阵嘘寒问暖之后 才转身离开 确定赵九霄离开之后 苏罗才从房间内拿出一张纸 开始在上面不断地写着各种标记 上次在神龙秘境 他收服了大概八百只左右的异兽 全到苏顶级强者的水准 另外还有八一大蛇 暗影鬼珠等这种巅峰级别的异兽 别说五十个顶级强者 就算是五百个顶级强者苏罗 也丝毫不会把他们放在眼中 现实苏罗唯一忌惮的 就是黑魂门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 他是不会暴露自己全部实力的 统计好自己的所有战斗力后 苏罗又从背包里拿出了一个文件夹 这是昨天王莽刚送过来的药神帮资料 上面记载着整个药神帮 稍微厉害一些的转职者 为了方便越南 王莽还让人很贴心地做了一份统计图 整个药神帮实力强若一眼便知 一百五十级之上的强者 竟然有三个了 不错 苏罗嘴角微微上扬 然后又看了第二个梯队 一百四十级以上的转职者 足足有八十多个 一百三十级以上的就更多了 足足有好几百个 拥有炼药师学院的鼎力支持 只要给他们一些时间发育 要不了多久 这些人都会成为一百五十级的存在 想到这里 苏罗又直接给陆里等人发送了一条消息 询问他们升级怎么样了 虽然他们现在都有诸神队伍套装 但等级不达标也只能干看着 没有任何作用 现在距离 屠龙联盟法际攻击还有几天时间 如果他们还差得远 苏罗打算自己亲自再带一带他们 十分钟后 苏罗蹲在院子里刷牙洗脸时 放在石桌上的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 上面是陆里回复的消息 帮主放心 我们都达到了一百四十七级 三天之内 绝对能升级到一百五十级 清晨 海面的微风吹过大海 卷起了一道道细小的浪花 海边的椰子树也跟着响起了沙沙声 整个沙滩上隔三差五地站着巡逻戒备的守卫者 三步一岗十步一哨 由于现在是非常时期 这段时间龙国的警戒力度 直接加到了最大规格 正在站岗的龙国守卫者们 此时也到了快要换岗的日子 一个个都疲倦得不行 你们看 好像有东西靠过来了 突然有人喊了一嗓子 顿时让整个沙滩上的人都惊上了起来 好像是木头 但是不可能这么多木头一起飘过来 应该是垃圾吧 这段时间风浪大 张哥你拿望远镜看一看 众人聚在一起讨论着 张晓松也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拿起望远镜朝着海平面上看过去 重重地摔在沙滩上 他整个人脸色发白 浑身更是止不住地哆嗦了起来 只剩下右手还紧紧地握着武器 这是紧张到极致 只剩下本能战斗的反应 张哥怎么了 穿 好多穿 张晓松此时嘴唇已经开始泛白了 回过神后 他更是直接吹响了口哨 有人好奇地捡起望远镜朝着海面望去 顿时也都吓傻眼了 整个海平面上密密麻麻的全是战船 一艘接一艘 就像是有一块大陆飘浮过来一样 这些战船上都插着统一制式的旗帜 是一柄利剑展在龙头上的图案 怎么回事 口哨声响起不到十秒钟 一名身材魁梧 皮肤有黑的中年男人 就直接冲到了张晓松面前 报告队长 我们发现屠龙联盟的大军正在靠近 张晓松大声会报道 此时的他脸上已经恢复了一些血色 骂了个八子的 不是说还有两天时间吗 中年男人狠狠地骂了一句 然后打算从身后的侍卫手里拿望远镜 但是很快他就收回了手 因为海岸上已经能看到一些密密麻麻的小黑点了 常年在海面战斗的守卫者 一眼就能认出那是战船正在靠近 还看得鸡毛啊 这都快到跟前了 直接拉响警报 中年男人一声令下 急促的警报声顿时响彻整个海滩 紧接着是更多的警报声 不到十秒钟时间 整个黄龙岛都响起了急促的警报 此时此刻 苏洛依旧在青龙院宿舍院子里休养身息 这段时间的他格外踏实 除了吃吃喝喝就是渐渐要神帮的人 处理一下日常琐事 外人看起来苏洛很闲 实际上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 自己是在等屠龙联盟的人 因为该准备的也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就在苏洛拿着花洒浇花的时候 放在石桌上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是赵九霄打来的 这家伙平时都是直接传送过来 今天怎么有空打电话 只是片刻苏洛就想到了大概发生了什么 于是立马就接通了电话 苏洛 战争的号角已经吹响了 电话一接通 立马就响起了赵九霄急促的声音 其他的店主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你刚晋升店主没多久 手下没有守卫者 就不用参与前面的战斗了 后面打得火热的时候 黄龙岛和漠北战区 你随便选一个支援就行了 好 嗯 你也注意安全 大家一起共度难关 赵九霄匆匆说完之后 便直接挂断了电话 对于屠龙联盟的到来 苏洛并没有丝毫担心 放下手机后 他又继续教起了话 过了三分钟左右 苏洛身上突然亮起了一道白色光芒 经久不散 恭喜您 等级突破达到两百级 恭喜您获得守护者称号 成为龙国的守护者 恭喜您成为龙国第一个 等级突破两百级的转职者 系统奖励进入登天峡谷一次 等级达到两百级之后 系统的声音开始接二连三地响起 连苏洛自己都愣住了 他只以为等级突破了 无非就是比别人高一些 真没想过还有这么多便利 登天峡谷是什么东西 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苏洛皱皱着眉头沉思了许久 作为学生时期的三好学生 苏洛可以肯定 关于转职者的书籍 和各种课外书他都看完了 但是登天峡谷这个词 还是第一次听说 为了不暴露等级 苏洛也不敢轻易问别人 只能先将这件事压在心里 苏洛达到两百级之后 除了大批量收服的那些宠物之外 亡灵巫师 海洋灵妖等宠物的等级 都达到了一百九十级左右 其中八亿大蛇的实力 直接突破到了二百零三级 暗影鬼珠的实力 更是高达二百一十级 单凭这两只宠物 就能碾压不少顶级强者 苏洛放下花洒 不由得感叹了起来 曾几何时 顶级强者对他来说 都是一个遥远的存在 而现在 任何顶级强者 自己都能轻易拿捏 咚咚咚 铁门突然被人敲响了 苏洛早就习惯了 随时随地隐藏个人信息的习惯 所以没有丝毫紧张 你们怎么来了 开门后 看到门外站着的是陆里等人时 苏洛眼神中露出一抹惊讶 帮主 你看看我们的等级 几人此时均是脸色战红 眼神中洋溢着喜悦的表情 苏洛好奇地看了看陆里的属性版面 陆里 虚空刺客 等级 151级 张海 大地骑士 等级 150级 苏力 幻影攻守 等级 153级 整个诸神小队的等级 都突破到了150级 这个消息要是传出去 绝对能引起巨大的轰动 因为现在 这个时期情况特殊 每增加一个顶级强者 对于龙国来说 胜算就能增加很多 更何况是一下子增加7个 你们这么快就达到要求了 不错 苏洛脸上浮现出一抹欣赏的表情 大概十天的时间 升了十几级 在普通人中 是非常逆天的存在了 不像自己 一天一夜的功夫 就升了30级 看到苏洛淡淡的夸赞 没有丝毫欣喜若狂的样子 小队所有人火热的心情 顿时就削减了几分 张浪更是忍不住问道 帮主 你不觉得 我们升级的速度快吗 不过 问出这句话后 张浪就后悔了 其他人也后悔有过想要 让苏洛夸奖的想法了 快也要看跟谁比 想要跟眼前这个人物比快 估计世间难有 作为一名合格的转职者 背包里随时随地都是有凳子的 院子里十凳只有四个 苏洛只能让他们自己 拿凳子出来做 然后自己则是拿出了一本 异兽小百科 在上面不停翻着 只是偶尔才会撕下一页纸 帮主 现在我们应该 能穿戴诸神装备了吧 在升级速度上吃了瘪 张浪只能用穿戴装备 来弥补一下自己脆弱的心灵了 看到苏洛翻书 翻得悠然自得 他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众人今天来一方面是 为了炫耀自己的等级 另一方面 就是想征求苏洛的意见 看能不能穿戴装备 穿吧 苏洛回应了一句 然后接着翻书 得到答案后 几人脸上都露出了狂喜的表情 陆离作为团队中 最沉着冷静的人 此时他还是尽可能 保留了清醒的头脑 从背包里拿出一个东西 摆放在地上之后 才开始穿戴诸神套装 这时候 苏洛灿停下来了 桌子上摆放着六张 撕下来的纸 和一本异兽小百科 他好奇地打凉拙 陆离等人 穿上诸神队伍套装的效果 姓名 陆离 职业 虚空刺客 等级 151级 攻击 58万8千 精神 12万5千 防御 18万6千 体质 46万2千 装备 诸神匕首 诸神头盔 诸神胸甲 诸神护手 宠物 5 技能 击杀 淫血之刃 姓名 苏裂 等级 153级 职业 幻影弓手 等级 153级 攻击 49万6千5百 精神 8万5千 防御 9万8千6百7十 体质 362 5000 装备 诸神七星弓 诸神头盔 诸神护甲 宠物 5 技能 无尽暴击 箭矢风暴 几人穿戴上诸神队伍套装之后 装备的加成效果立马就出来了 攻击职业的增加攻击力 防御和辅助职业的也都是增加的相对应的能力 现在几人的综合实力已经能比得上大部分老牌顶级强者了 如果是同等级之间较量的话 苏洛的诸神小队能缅压至少三个同级别的团队 卧槽 这装备绝了呀 我现在的防御力已经到46万了 体质更是高达百万 几人都在各自欣赏着身边人的属性版面 对于他们的兴奋 苏洛表示很正常 如果他们见过300多万的防御力和700多万的体质 估计就不会这么少见多怪了 当看到地上摆放着的灵雾石时 苏洛对陆黎又增添了一份欣赏 进步太快 人是最容易飘的 而陆黎的性格各方面都很完美 前段时间苏洛也让往往暗地里调查过几人的身份 虽然是大家子弟出身 曾经各自都有凑毛病 但主要是身份干净 可以放心用 看到苏洛淡定地坐在石桌上喝茶 几人很快就摆脱了那股兴奋的劲儿 纷纷开始隐藏装备 属性 毕竟在这之前每个人都立下了誓言 现在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谨记于心 帮主 听说屠龙联盟的人已经抵达黄龙岛了 现在我们要做什么 还没打起来就不需要你们做什么 苏洛放下茶杯 然后指了指桌子上的一兽小百科 满脸不情愿地说道 你们过来挑宠物吧 今天开始 你们就算是我真正意义上的下属了 有了宠物的助战 能帮你们降低很多风险 挑宠物 听到苏洛的话 张海顿时就瞪大了眼睛 然后满脸兴奋地搓着手冲到了苏洛面前 帮主 是让我们在这几支里面选吗 不知道为什么 张海本能反应是 直接拿着苏洛撕下来的那几张纸 除了撕下来的一兽我没有之外 整本书都可以挑 除了撕下来的没有 整本书都有 一时间在场的人都愣住了 陆里眼神中也露出了一缕震撼 一兽小百科全书记载的一兽虽然不多 但也有好几十种了 在场的几人家族都很强大 从小都见过各种名场面 他们也都一直觉得苏洛很厉害 所以才来的要神帮 但是 从来没想到过苏洛会这么财大气粗 这份魄力 估计国主赵九霄都没有 毕竟高等级的宠物 现在在世界上可是非常罕见的存在 在这之前 他们也听说过苏洛会给帮回成员送宠物 没想到 今天自己就遇上了 帮主大气 张海郑重其事地对着苏洛鞠了一躬 我张海今生今世 绝不会背叛帮主 说完之后 他才平复下心情 露出一本正经的模样 开始翻找心仪的宠物 可嘴角却比什么都难压 等到所有人都挑选好宠物之后 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 帮主 我们都挑好了 此时此刻 诸神小队里的每个人 手里都拿着一张纸 满脸期待地看着苏洛 行 你们等我一会儿 苏洛淡定地从背包里 拿出一块紫色的石头 上面全是千疮百孔 大小不一的孔洞 有篮球那么大 看到这块灵物石的体积 陆立即就不动声色地 将自己那颗小小的石头收了起来 灵物石的体积越大 屏蔽效果就越好 超过全头大小的灵物石 就足以屏蔽气息 声音和画面了 像苏洛这种巨型灵物石 就更厉害了 除了苏洛允许之外 其余人就算是趴在围墙上看 也只会觉得院子里雾蒙蒙的 什么也看不清楚 一个个来吧 张海你小子最撑不住气 你先来 摆好灵物石之后 苏洛便皮笑若不笑地 对张海摆了摆手 被指沉不住气 张海顿时老脸一红 像是战败的攻击一样 拉松着脑袋走了过去 既然已经立下誓言 要跟着苏洛戎马一声 就算是自己人了 本来张海还想问问 宠物都是什么等级 但此刻张海也不好意思问了 老老实实地站在原地等待着 哇 随着虚空中 传来阵阵颤动的声音 众人立马就打起了精神 紧紧地盯着 轰隆隆 一个淡金色干瘪的树桩 出现在虚空 似乎是本能 他生出无数根须 立马就想要往地下钻 却被苏洛直接一脚踢得老实了 卧槽 这事是护甲藤妖 怎么和资料上显示的不一样 护甲藤妖不应该是小小的藤蔓吗 这树桩是什么鬼 所有人都满脸猛逼地看着苏洛 那眼神毫无隐瞒 都在质疑他是不是搞错了 苏洛瞥了一眼 心里顿时就明白了 原来是自己 隐藏了护甲藤妖的等级 苏洛立即就将护甲藤妖公开显示 你现在再看看 这是不是你要的护甲藤妖 护甲藤180级 精英 攻击12万5千 防御31万6千 体质85万5千 技能 金刚守护 藤条缠绕 金刚守护 进入防御状态 魔法 物理防御效果增强50% 藤条缠绕 生长出藤条困住敌人 防御力是本体的50% 最大限度可缠绕30人 介绍 认主后 护甲藤妖拥有附体效果 可缠绕在铠甲之上 吸收伤害 看到护甲藤妖 是180级的宠物之后 整个诸神小队的人都惊呆了 怪不得资料上记载的护甲藤妖 只是一根藤腕 原来是等级差太多了 此时张海愣在原地 已经快要激动得疯了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契约认主吧 苏洛催促了一声 他才回过神来 在契约护甲藤妖的时候 张海更是浑身激动的 开始哆嗦了起来 180级的异兽 在现实生活里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张海这小子太没出息了 看他激动的那样子 太丢人了 那一会儿轮到你的时候 你可别出洋相 站在后面的几人 纷纷讨论着 但看向张海的眼神 都充满了羡慕 不过 很快他们就不羡慕了 因为苏洛给出来的宠物 几乎全都是170级 到180多级的 所有人都契约宠物之后 整个诸神小队的实力 整体又上升了一个台阶 陆里等人 全都契约宠物之后 都纷纷激动了起来 开始摩拳擦掌 恨不得原地切磋一番 几人都是龙国的世家子弟 从小到大养尊处优 但是此刻 一个个高兴地 像得三岁孩子 都美滋滋地打量着 自己的装备和宠物 众人又逗留了一会儿 才离开青龙院 在他们离开之前 苏洛又交代了一番 依旧是让他们 隐藏在暗地里 不过 现在几人都有宠物 和诸神装备了 苏洛又给他们 增加了一条规定 不能轻易在外人面前出手 就算是 在野外刷怪被人看到了 也要第一时间 让对方闭嘴 彻底清静下来之后 苏洛才开始清点 神药界内的情况 之前囤积的神兽丹 已经被吃得差不多了 不过现在 宠物们的实力也很强 没那么紧迫了 此时的苏洛 算得上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就在这时候 背包里的店主印章 突然传出了 阵阵异动 苏洛眼神中露出一抹惊讶 立即就将店主印章 取了出来 难道开战了 他好奇地拿着印章 一幅图案 顿时就映入眼帘 这是店主印章 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只要其中一个店主 将情况 传送到他拿着的印章内 其余的店主 都能通过印章收到消息 这幅图案很惊喜 大到山川河流 小到房屋车辆 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而此时 黄龙岛外面 已经是一片红色光芒 漠北战区附近 更是笼罩着一大片 红的发黑的光芒 这代表着那边的 敌人数量更多 更强 屠龙联盟 并没有选择一处进攻 而是选择了双管旗下 至于他们在哪里 发起总攻 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他们究竟有多少兵力 诸位朋友 我们这次拿下龙国之后 倒不如一鼓作气 将整个崖州 全部拿下 到时候所有资源 大家按照之前的比例 重新分配 你们看我这个计划如何 一个巨大 装潢华丽的帐篷内 克里斯兴致勃勃地 发表着自己的意见 帐篷内只做了十来个人 全都是屠龙联盟内 实力强横的国度 至于一些更小的国度 则是没有参与资格 只需要出力就行了 拿下崖州 我觉得不是难事 只要我们屠龙联盟团结一心 完全能算是横扫一切了 听完克里斯的发言后 一名光头汉子 立马就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听闻龙国盛产美女 老夫没有别的爱好 资源可以少分一点 但是美女我必须的全都拿下 我们国度要材稀缺 要材我们占大头如何 众人议论着 如何瓜分龙国的财产 看到这一幕 克里斯差点笑出声了 龙国地大五博 幅员辽阔 资源多不胜数 他早就计划着 如何进攻龙国了 这次苏洛的崛起 正好给了他举起大旗的名义 而在场的众人 虽然都是联盟中的人 但克里斯 依旧没有把他们 当做真正的朋友 等拿下了龙国 你们的日子也不远了 看着越说越尽兴的众人 克里斯脸上的笑容 也越来越浓郁 傍晚时分 苏洛拎着一袋子零食 慢悠悠地穿过校园操场 静止朝着自己的院子走去 一路上众多艳斗学子 见了他都纷纷点头问候 同时他们也很疑惑 不是马上要打仗了吗 他怎么还留在艳斗 不过他们最多 也就只敢在心里疑惑一下 没人敢当着苏洛的面问出来 毕竟这家伙 连国主都要给他几分面子 到自己的院子前面 苏洛才淡定地拿出钥匙 打开院子的大门 在他肩膀上 只有八掌大小的寻宝鼠 此时已经达到了150级 这小家伙体型虽然不大 但寻宝的能力 却越来越厉害了 比如薯片和虎皮鸡爪 他一眼就知道鸡爪更好吃 就在大门打开的一瞬间 一点寒芒 顿时顺着门缝刺出 直指苏洛眉心 那是一道杀意凌然的剑矢 苏洛没有任何躲闪动作 箭矢叮当一声 撞击在苏洛额头上 发出金铁香蕉的声音 叮当 又是一声脆响 箭矢的箭头位置 瞬间撞得扁平 直接掉在地上 苏洛并没有慌张 如今的他 就算是不出手 寻常的攻击手段 也伤不了他了 淡定地伸手摸了摸 额头上的印子后 苏洛才淡定地抬起头 院内站着一名 身穿黑色长袍的老者 他手里握着一根木质 龙头拐杖 正面无表情地 站在房间门口 前辈 我们也算是熟人了 怎么还搞偷袭啊 苏洛淡淡看着老者 眼神深处 一出一丝寒气 这老头 正是当初在昆仑山上 算计他的那老家伙 只是当初被他给跑掉了 想不到一段时间不见 你的实力又增强了 真是个怪物 看到对方淡定自若的模样 老者眼神中露出一抹震撼 刚刚的攻击他心里非常清楚 虽然不至于杀死苏洛 但绝对能将之重伤 但是天不遂人愿 这老头的实力并不强 但苏洛清楚 他身上有一种很厉害的传送石 能通过念头控制 只要意识到危险 就会立即传送离开 前辈 有什么话 咱们还是等会再聊吧 苏洛咧嘴一笑 然后轻轻地拍了拍肩膀上 正在啃击爪的寻宝鼠 感受到主人的命令 寻宝鼠瞬间就化作一抹金光 朝着黑袍老者冲了过去 看到寻宝鼠冲过来 黑袍老者脸上 顿时就露出了一抹笑意 你小子够聪明啊 竟然知道用寻宝鼠 探查老夫身上的秘宝 老夫身上 确实有心灵传送神识 只不过你这只寻宝鼠差了点 看到寻宝鼠朝着自己冲来 老者眼神中 顿时就露出了轻蔑的表情 苏洛没有说话 只是淡定地朝着石桌走去 黑袍老者 只当这是寻常的寻宝鼠 只是随意地施展了一道红色光芒 来抵挡寻宝鼠的攻击 可是他嘀咕苏洛了 也低估寻宝鼠了 这只寻宝鼠 可是实打实的150多级的异兽 无论是寻宝还是探宝能力 都相当解除 凡是被他盯上的东西 就算是转职者的背包内 他也能轻易拿出来 随着空间一阵波动 寻宝鼠瞬间穿过红色光芒 就如同穿过水面一样简单 下一刻他手中就拿起了一颗淡红色 晶莹剔透的石头 这便是心灵传送神识 可恶 你这只寻宝鼠究竟是多少集的 看到自己身上的保命东西 都被掏出来了 黑袍老者顿时脸色大变 当即就要施展秘法顿走 老前辈 来都来了 你有什么遗言 还是好好交代一下吧 苏洛坐在石凳上 面无表情地盯着老者 眼神中露出了一抹冷笑 因为一根淡紫色 浑身泛着黑色光芒的藤腕 已经缠住了黑袍老者的脚 就算是他的位移技能施展成功 也逃不出幽名懒月花的禁锢 一股强烈的危机感 瞬间弥漫心头 黑袍老者的脸色 已经变成了铁青色 但他眼神中 还是露出了威胁的表情 小子 我劝你 还是赶紧归于我们黑魂门吧 你以为屠龙联盟是凭空出现的 就算 你有通天的本事赢了这次 但是还有下次 下一次 直到你死为止 而且 我记得 你好像还有个天赋不低的姐姐吧 她的天赋和你比起来普通多了 所以我们也就不打算管她了 如果你再拒绝我们黑魂门 那下次事情 可就没这么简单了 黑袍老者喋喋不休地威胁着 苏洛的脸色也逐渐地沉了下来 有什么事 你们尽管找我 可是你们不应该威胁我的家人 花音落下 苏洛已经拎着一柄匕首 冲到了黑袍老者面前 感受到扑面来的杀气 黑袍老者冷笑一声 沉声道 我就算是死也不会让你好过 花音落下时 他嘴里瞬间喷射出来 一柄拇指大小淡红色的菱形晶体 苏洛并没有理会 甚至都没有躲闪 直接狠狠一下 将匕首刺入黑袍老者的下腹 血水咕咕地往下流 那枚菱形晶体 也瞬间没入了苏洛的眉心 扑哧扑哧扑哧 匕首被苏洛接二连三的挥动 每次扎下刀柄 都完整地没入了血肉当中 但是苏洛的手法很特殊 哪怕对方已经快被砸成筛子了 依旧还有一口气流着 扑哧 又是干净利落的一刀 一块类似鼻子的东西 瞬间掉在地上 黑袍老者嘴里发出了凄惨的声音 小子 你中了老夫费尽 毕生精力研究出来的火毒 从今以后 天上地下 没人能救得到你 是吗 一道声音突然从黑袍老者身后响起 而先前出现的苏洛 则是扭曲了一下 直接化作了碎片 然后彻底消失不见 你 你的等级究竟到了什么地步 什么地步我不能告诉你 我只能很遗憾地告诉你 你毕生精力研究的东西白费了 苏洛面无表情地抬起手 刚刚那枚暗红色菱形晶体 正好被他握在手中 看到这一幕 黑袍老者眼神中露出一抹绝望 紧接着便感觉到脖子凉嗖嗖的 然后开始天旋地转 隐约间 他看到了自己熟悉的身躯 随着砰的一声滚落几圈之后 他便再也没有意识了 黑魂们 你们接二连三地逼我 看来我不能坐以待毙了 苏洛拿着纸巾擦了擦手上的血迹 然后直接从背包里取出一瓶绿色的液体 倒在黑袍老者的尸体上 随着药水滴落在血肉上 地面上顿时就发出了滋滋作响的声音 紧接着 苏洛又释放了三昧真火 直接将刚刚发生的一切 烧得干干净净 做完这一切之后 苏洛才回到房间洗了个澡 换了一套衣服后 才躺在床上开始发呆 他清楚地记得 姐姐曾对自己说过 这次过后 想要过平静的生活了 万万不能让黑魂门 扰了他的的清静 主人 有什么事吗 感受到苏洛心情低落情绪不高 亡灵巫师瞬间就出现在了天花板上 你知道黑魂门吗 看到这家伙出来了 苏洛便尝试性地问道 毕竟亡灵巫师 算是所有宠物中比较古老 存活时间也比较长的一个存在了 不知道 亡灵巫师果断地摇了摇头 随即又补充道 不过 我你说的黑魂门肯定很神秘吧 苏洛没说话 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其实在人类生活的世界上 还有另一个更厉害的地方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 是一个巨大的副本 很多人达到200之后 就会获得进入登天峡谷的机会 只要在里面的表现良好 就能进入这个巨大的副本 相当于是另一个世界 苏洛疑惑地皱起了眉头 狗屁另一个世界 无非就是一个巨大的副本罢了 和这个世界还是有些区别的 亡灵巫师叹了口气 瞬间又闪烁到了窗外 他张开双臂 享受着阳光的照射 感慨道 比如太阳 在那个世界就没有太阳 只有月亮东升西落 苏洛没再多问 他心里已经大概明白一些东西了 黑魂门应该就是那个副本里的组织 而他们也在筛选一些等级高天赋高 有几率进入登天峡谷的人 估计也是为了补充新鲜血液 至于为什么发动战争 这个苏洛就不知道了 但是 只需要知道刚刚的内容 黑魂门对于他来说 就已经不再神秘了 第二天清晨 苏洛刚刚起床的时候 就接到了赵九霄的电话 苏洛 他们已经开始派普通转职者发起攻击了 两个战区 你随便找个地方支援一下 赵九霄匆忙交代了一些东西之后 便挂断了电话 从他交代的内容来看 屠龙联盟并没有直接开始发动总攻 似乎在试探龙国的实力 同时也是想用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 给龙国众人施加压力 收到消息后 苏洛直接去了墨北战区 因为那边敌人的数量众多 如果后期战斗进入白热化时期 这里最为困难 黄龙岛 只不过是屠龙联盟的幌子而已 他们想要的 就是分散龙国的火力 此时 墨北战区已经热闹非凡 无数龙国守卫者 佣兵和后勤队伍聚集于此 人虽然多起来了 但整个墨北三十六成 都充斥着压抑的气氛 屠龙联盟的低等级转职者 时不时的会发起冲锋 这种小规模战斗 龙国虽然能轻松应对 但所有人都清楚 真正的难题还在后面 毕竟顶级强者不出 战斗便分不了胜负 苏洛直接去了墨北战区的中心城市 龙都 这里也是屠龙联盟聚集人数最多的地方 苏洛到龙都的消息一传开 整个龙都的人都增添了几分生气 凡是看到苏洛本尊的龙国人都兴奋无比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苏洛的实力在龙国有可能已经位列第一了 有这样一尊强者坐镇 至少龙都的安全问题有保障了 苏洛兄弟 你有没有把握啊 我家老爷子也去了黄龙岛 龙都这边看似敌人众多 实际上就派了三个电竹过来 现在加上你 我心里总算是稍微安稳一些了 作为接应 龙少辉一路上都在给苏洛介绍龙 都现在的具体情况 此时两人正徒步朝着边境方向走去 对于龙少辉的担忧 苏洛并没有表态自己行不行 只是露出一个淡淡的微笑 进入边境区域后 龙少辉便立即带着苏洛和三名店主会合 目前整个漠北战区 一共就只有四名顶级强者镇守 当然这是秘密 很少有人知道 苏店主 您可真是大忙人啊 这战斗都打响两天了您才先生 店主营长钟 一名店主对着苏洛发起了嘲讽 其余两人也都面色不善 三位店主辛苦了 苏某没能及时奔赴战场 还望三位能够见谅 对于店主们的讽刺 苏洛并不打算给予理会 只是静静地喝着茶 然后目光平静地看着他们 哎 算了 其中一名店主叹了口气 又对着苏洛说道 我们四人镇守漠北 大家都需要公平处理 一会儿下午他们 应该就会发动规模稍大一些的战斗了 到时候属于你的那一波敌人 你要自己想办法解决 话音落下 另外两名店主都面 无表情地看着苏洛 很显然这是他们商量好的 又或者 是老一辈人当中留存下来的陋席 莫问题 对于这个做法 苏洛更是没有任何意见 直接点头答应 同时他眼神中 也露出了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 苏店主 你在笑什么 苏洛淡淡道 如果对方的顶级强者打过来了 我们要不要也分开了打 你 三名店主顿时脸色铁青 气得说不出话来 谁都知道 苏洛的战斗力很强 很久之前争夺圣坛时 就能做到以异敌时 要是分开对抗敌方顶级强者 苏洛绝对是没有压力的 小子 顶级强者之战事关重大 这些先锋小喽啰 只不过是热身罢了 你作为年轻人 吃点亏不好吗 一名老者淡淡开口 苏洛感觉看不清他的长相 因为他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浑身发着精光很耀眼 到时候再说吧 苏洛面无表情地应了一句 然后直接转身走出营帐 除了空空如也的草地 什么也没有 苏洛 你等着我 后方的龙少辉一边追一边喊 很快他就追了上来 你打算搭建营帐 这里的守卫者都是他们的亲卫 咱们都没有侍卫 所以自己动手吧 看到现在窘迫的状况 龙少辉脸色也有些难看 但是不自己搭 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营帐而已 小问题 苏洛直接从背包里取出桌子 板凳和茶壶 以及各种瓜果点心 摆放在桌子上 紧接着 他便直接打开了神药界的通道 一个个体型高大的骷髅 从神药界中走了出来 他们的手里 也都拿着各色各样的材料 这些骷髅 全都是神药界内的锻造大师 而且段位不低 不到十分钟时间 就打造起了一个 金碧辉煌极为华丽的营帐 而且 这所营帐的材料特殊 完全能抵挡一百级以下 转职者的攻击 看到这一幕 龙少辉眼睛都瞪圆了 直接目瞪口呆 对着苏洛竖起了大拇指 你这天赋牛掰啊 要是这些骷髅仆人再多一点 完全可以一人成军了 苏洛淡淡地笑了一下 并没有回应这个问题 因为这些 他早已做好了周全的准备 此时神药界内 早已经准备好了 两百万骷髅战士 而且每一个都是 一百二十级的骷髅战士 这些全都是亡灵巫师 辛苦操劳的结晶 一人成军 这根本就不是梦好吧 苏洛入住漠北战区 龙都城之后 整个漠北战区 便陷入了安静祥和的氛围 傍晚时分 两道人影鬼鬼祟祟地 溜进了苏洛的营帐 在这两道人影身后 还跟着七个人 为首的两人是斯利和杜立平 此时他们都穿着夜行衣 一副小偷模样 而跟在他们后面的 正是诸神小队的陆里等人 他们收到苏洛的消息后 就立刻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 顺带还完成了 绑架杜立平和斯利的任务 苏店主 我们来了 两人进入营帐之后 立马就露出了谄媚的笑容 对于斯利和杜立平的到来 苏洛还是有些意外的 毕竟当初他离开殿国的时候 曾经给两人交代过 如果屠龙联盟的人来了 他们一切行动 按照本能做就行了 今天让诸神小队 去城外接他们时 苏洛本来已经不抱希望了 因为屠龙联盟的实力雄厚 再加上苏洛并没有 让他们立下誓言之类的 斯利和杜立平 有很大的几率会背叛自己 不过 苏洛也有自己的打算 就算他们实话 告诉屠龙联盟自己的实力 那也只是当时的实力而已 现在的自己 可不拘任何人了 只是没想到的是 这两个家伙竟然来了 屠龙联盟的主导者是谁 这是苏洛要问的第一件事 毕竟屠龙联盟后面 有黑魂门的影子 那这件事的发起人 很有可能也和黑魂门有关 听到苏洛要问话 斯利和杜立平 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 他们知道 这是要立功的时候到了 报告苏店主 屠龙联盟一直都是 美利国的克里斯主导的 而且这次进攻龙国 美利国出动了很强的阵容 屠龙联盟 一共有三百多个顶级强者 其中有一百二十多人 都是美利国的人 斯利和杜立平一人说了一句 听到这个数字 陆离和张海等人 顿时就陷入了沉默 包括苏洛心里也有些惊讶 顶级强者 就算是对于龙国来说 也是十分少见的存在 没想到 他们一下子聚集了三百多人 营帐内鸦雀无声 苏洛在思考着什么 而斯利和杜立 则是暗暗地打量着苏洛的表情 当看到苏洛只是惊讶 龙国这次有很大的把握 能赢 店主 这么多人 要不要赶紧通知赵前辈他们 站在营帐门口的张海等人 却沉不住气了 满脸担忧地看向苏洛 不用了 告诉他们 也只能添加烦恼 打起来了再说吧 苏洛淡淡地摆了摆手 这时候 营帐外面传来了脚步声 龙少辉一手拎着保温盒 一手提着一个巨大的石盒走了进来 当他掀开营帐的那一刻 顿时就惊讶了起来 呃 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 看到营帐内的几人 全都是陌生面孔 且实力强横 类似顶级强者 龙少辉立即就打算退出去 不用了 你进来吧 苏洛对着他摆了摆手 然后又对着斯利和杜立平交代道 这段时间就委屈 你和他们住一起了 等到屠龙联盟的事过去了 你们再回去 这话一语双关 既表示了斯利和杜立平这段时间的安排 也表示 他们现在该离开了 陆离对着苏洛点了点头 然后淡淡地看了一眼龙少辉 便带着众人离开了营帐 我没打扰你吧 等到所有人出了营帐之后 龙少辉才朝着苏洛走去 同时将手里的吃食摆放在桌子上 没打扰 刚好谈完话 他们不都说你除了药神帮之外 就没有别的势力了 难道那几位都是药神帮内的精英 嗯 算是吧 这件事你别转出去了 放心吧 我知道你的性格 龙少辉咧嘴一笑 然后把最后一碗红烧肉摆在桌子上 又递给了苏洛一双筷子 他本来是给苏洛送饭的 没想到撞见了这么大的秘密 同时龙少辉心里也总算清楚 为什么众多店主对他的势力评价那么低了 因为苏洛低调 手底下管理者这么多强者都不摆在明面上 谁见了不说一声菜鸡啊 偏偏苏洛就是这种弄性格 也可以说是半猪吃虎 两人一边闲聊 一边吃着饭 恰好这时候外面的警报声响了起来 两人便立马朝着外面的战区走去 只见龙都之外的沙漠上 密密麻麻的全是屠龙联盟的转职者 成千上万的人都在快速朝着龙都靠近 这么多人 一旦靠近城墙 那便是巨大的灾难 此时龙国这边的诸多守卫者也都到齐了 镇守漠北战区的另外三位店主 也全部站在一处空地上 看到苏洛过来 他们三人立马就对着苏洛 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 苏店主 现在敌人打来了 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安排才公平 有人对着苏洛提问 看似是在问他意见 实则是想借机为难苏洛一下 毕竟 这种大规模的战斗是 需要大量人数来火拼的 看到现场充斥着淡淡的火药味 龙少辉这次 没有上前当何事老的打算了 只是笑而不语 等着看几人的笑话 你们想怎么安排 苏洛神色平静地 看向他们三人 这次冲锋的敌人 大概是一万人 我们四个店主平分下来 每人两千五百个左右 你看怎么样 没问题 既然三位前辈喜欢分工合作 那我们便分工合作 苏洛淡淡一笑 然后直接拿出手机 给陆里打电话 让他们过来准备战斗 既然是分工 那对方顶级强者来了 自己高低 也得和他们平分才行 看到苏洛面不改色地 答应了分工 三名店主的脸色 都不同程度地黑了下来 因为苏洛想到的问题 他们也想到了 很快 三人就离开现场 开始安排人手迎战 足足上万人拉的战线很长 而他们三人的人 也都陆续出动了 只有接近四分之一的位置 还没人迎战 很显然 这就是特意给苏洛留的了 此时 龙都外面的沙漠中 克里斯和一众顶级强者 看着战场上的变化 都纷纷疑惑了起来 我们出动了上万人 他们怎么回事 还留下了四分之一的战线 没有人处理 难道是打算放水了 既然打算放水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看到龙国似乎放弃抵抗了 克里斯眼神中 顿时就露出了兴奋的光芒 阿然 再给我派两万人过去 今晚我就要冲破龙国的防线 克里斯满脸兴奋地 对着身后 一名浑身皮肤有黑 头发微卷的男子命令道 是 大家放心吧 苏洛这小子 虽然天赋很高 但终究是个孩子 吃亏了 也只能往肚子里咽下 龙都的城墙上 三名年迈的老者 正笑盈盈地看着前方的战线 刚刚说话的名为孙淼 是龙国最早的店主 同时也是一名160级强者 因为苏洛表现惊人 屡屡得到赵九霄重视 这让他起了极度之心 所以才想着 趁此机会刁难苏洛一番 毕竟身为店主 在这种小规模战斗里 还需要亲自上阵 算不得是光彩的事 听到孙淼的话 另外两人 立即就露出了不屑的表情 就算他对我们有意见又如何 他还敢杀人不成 别说杀人了 但凡他敢对我们动手 就是与整个龙国为敌 到时候 整个龙国绝对没有他的落脚之处 所以他但凡是个聪明人 都不会有对我们动手的想法 三人你一言我一语 不知不觉间 已经忘了观看战场上的变化 此时龙都之外的沙漠上 朝着屠龙联盟的方向前进 此时 苏洛静静地站在城墙上 在他身后站着的是龙少辉 斯利和杜立平 诸神小队的人 则是站在城外等候地方的大军来临 主人 他们又增加兵力了 大概增添了两万人 虚空中 朱雀化作普通鸟类大小 正在苏洛头顶盘旋 他就像是天眼一样 时刻都在准确地 为苏洛提供情报 又增加了 莫非他们今晚就想破城 苏洛皱皱着眉头 眼神中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什么增加了 听到苏洛喃喃自语 一旁的龙少辉等人 都露出了好奇的目光 他们增加兵力了 从原来的一万人 增加到三万人了 家就家呗 只要有你在 击败他们是迟早的事 龙少辉撇了撇嘴 丝毫不慌地从背包里 取出了桌椅板凳 以及各种好酒好菜 苏大店主 咱们一起吃宵夜吧 还有斯大哥 杜大哥 咱们一起吃点 等即追不上苏洛 天赋更是被 年轻一代的人比下去了 此时的龙少辉 已经不再追求实力了 而是想着 活络一下人际关系 成就吃吧 反正这种级别的战斗 看着也没意思 苏洛挽了挽袖子 然后直接坐在了主位上 这个位置 能清晰地看到 城外的任何动静 看到苏洛没有意见 斯利和杜丽萍 也甘笑了两声 然后忐忑地坐在了苏洛旁边 此时 龙都城墙下方 陆离 张海等人都站在夜色下 百般无聊地等待着 妈的 怎么还不来啊 我感觉有点冷 他们早点到我也好活动活动身子 黑夜中 张海浑身不停地抖动着 不知道是真冷还是激动 其余几人也都满脸火热 如同恶狼一般紧盯着前方 快要靠近的敌人 帮主交代了 我们不可以用宠物 大家一会儿 千万别忘记了这个规矩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 第一次执行任务 所有人都有些激动 但陆离 还是忍不住提醒了一遍 知道了 你当我们是三岁小孩 王莉莉撇嘴回应了一声 同时也握紧了手里的法杖 轰隆隆 就在这时候 虚空中忽然轰隆隆地起了雷声 无数闪电隔着云层不停地闪烁 绽放出无数电光照耀着整个墨北边境 四周的气氛都很压抑 没有人讲话 只有屠龙联盟冲锋的声音 噗哧 虚空中有人释放了一个火龙树 巨大的火龙冲天而起 朝着龙都城墙方向飞去 宣布着战斗正式打响 杀 冲啊 罗黎作为150多级的幻影刺客 早在战斗打响之前 就已经去侦查了对方的大概实力 他们全都是100级左右的转职者 大家不用担心 准备战斗 陆离轻声说了一句 整个人便彻底消失在虚空中 整个队伍如同配合默契的机器一般 瞬间开启了战斗状态 如同巨大的绞肉机一般 在整个战场横冲直撞 苏洛那边是什么人出手了 另一边的城墙上 孙苗等人看到苏洛那边的动静 顿时都瞪大了眼睛 凭着他们毒辣的眼光 一眼就能猜到出手的人实力不凡 极有可能是顶级强者的水平 而且不只是一个人 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团队 不知道 之前没听说苏洛有这么厉害的下属啊 看来这小子隐藏了一些实力啊 不过现在就出动顶级强者 正好是对方想看到的 几人只是微微惊讶了一番 很快又开始窃喜 毕竟人不是机器 精力有限 现在就出动顶级强者 无疑是用上等马 比别人的下等马 白白浪费实力 此时 屠龙联盟的大本营内 正在关注战斗的克里斯 此时脸色有些难看 镇守龙多的究竟是什么人 这么早就出动顶级强者 罐子里究竟是卖的什么药 克里斯先生先消消气 据我们收到的情报来看 苏洛很有可能也在龙多 苏洛也在龙多 西装革履的克里斯顿时 就眯起了狭长的眼睛 脸上闪烁着阴毒的表情 既然他在这儿 那我们就一不做二不休 今晚发起总弓吧 今夜过后龙国 就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了 克里斯对着银杖内的 诸多国度负责人打起了鸡血 等到所有人都离开后 他才转身对着身后的 魁梧男子吩咐道 阿然 你带领一百个他们的人去攻城 我们的人留着我亲自带领 黄龙岛那边怎么办 一起打 等到所有人离开后 克里斯才优雅地端起一杯红酒 眼神中闪烁着自信的光芒 龙兜和黄龙岛双管齐下 一起进攻 如此强势的攻击 龙国拿什么来等 在克里斯看来 现在的龙国 已经是他的掌中之物了 五光十色的技能 将整片天空点亮 虚空中不知何时下起了牛毛细雨 将无数技能的光芒 渲染成了七彩颜色 这是后半夜龙兜的景色 华丽中透露着死亡的气息 尸横遍野 双方死伤无数 天边刚刚亮起一抹 雨堵白的时候 双方火拼异常激烈 人数开始锐减 就在这时候 虚空中突然黑压压 来了一群人 此时 雨下的更大了 整个龙兜 顿时弥漫起了一层层黑色的乌云 他们会飞 这些全都是顶级强者吗 人群中有人喃喃自语 一时间龙兜阵营愁云漫天 气氛压抑的可怕 孙苗等人看到这种阵仗 一时间脸色都黑了下来 我们赌错了 他们发起总攻的位置 不是黄龙岛 而是龙兜 看到这屠龙联盟的 无数顶级强者缓缓飞来 三人顿时脸色铁青 之前龙国高层 分析过他们的布局 龙兜人数众多 他们猜测这只是假象 因为决定胜负的关键不在于人数 最关键的是顶级强者的数量 所以龙国的大部分强者 都埋伏在黄龙岛 此时龙兜突然冒出来 这么多顶级强者 谁能顶得住 撤退 三人相互交流了一下眼神 孙苗当机立断 对着所有还在厮杀的守卫者们下令 孙殿主 您身为殿主 就是这么守城的吗 苏洛静静地站在三人身后 眼神中充满了讥讽的意味 你 你少在这说风凉话 这种情况还不撤退 等着送死吗 孙苗旁边的店主顿时就不乐意了 黑着脸看向苏洛 冷笑道 少在这装 人家不是十个人 而是一百个 你怎么打 怎么打 苏洛眼神中的笑意更浓了 平日里你们养尊处优 整个龙国的百姓 供养着你们 尊你们一生店主 现在危机来临了 你们就打算抛弃城中 百姓独自逃命 要你们这样的店主 有何用 苏洛的声音不大 但侮辱性极强 此时孙苗等三人的脸色 一阵轻一阵子 气得差点吐血 我们只是战略性撤退 苏店主怎么能说我们是逃命 孙苗因沉着脸盯着苏洛 一双眼珠子都差点喷火了 你们还是老了 苏洛淡淡地叹了口气 然后静静地走到城墙前方 你们若是想逃就逃吧 日后我定会 如是向龙国百姓交代情况 说完后他便副手而立 静静地等待着 屠龙联盟的顶级强者到来 看到这一幕 孙苗感觉自己快要气炸了 这小子仗着自己实力强横 竟然想拉自己等人下水 关键是这家伙扣起帽子 来势真狠啊 走也不是不走 也不是 一时间三人都陷入了两难的处境 我现在就请示国主 看他怎么说 没有说过话的那名灰衣老者 拿出传音时就打算联系赵九霄 但是苏洛却没有丝毫阻止的意思 随着时间的流逝 屠龙联盟的顶级强者 已经抵达了城墙上方 上百人直勾勾地盯着苏洛和孙苗等人 一百人对四人 屠龙联盟那边的众人眼神中 都露出了兴奋的光芒 奇怪了 传音时怎么没有反应 灰衣老者额头上 已经冒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孙苗等人脸色胀红 各自都拿出传音时 打算联系赵九霄 可恶 我的传音时也坏了 屠龙联盟这群狗日的 竟然连屏蔽传音的东西都用上了 城墙下方 龙绍辉满脸无语地 抱着一块充满孔洞的石头 脸上充满了不服气 苏洛这家伙不知道怎么想的 竟然要用这种石头 是担心敌人搬救兵吗 对于这块石头的用处 龙绍辉心里很清楚 刚当他第一眼看到这石头的时候 也惊讶无比 因为这么大的灵雾石 足以屏蔽顶级强者的任意通讯手段 唉 真特么的憋屈 不能上去看好戏了 龙绍辉叹了口气 似乎担心屠龙联盟的人求救 他又搭起桌椅板凳 然后直接将灵雾石举了起来 这样就能距离城墙顶部更近 屏蔽效果更好 信苏的 我们念你天赋得来不易 要不你投了 我们留你一命 一名浑身皮肤有黑 身材高大 头发微卷的男人 操着一口不太流利的龙国语言 对着苏洛喊话 这是克里斯特意交代过的 如果苏洛愿意投降就最好 实在不行再开战 苏洛没有回应 直接爬上了城墙看台上面 淡淡道 要打就打吧 此时的他 穿着一身白色衣服 束手而立 仿佛整个人 与古朴厚重的城墙融为一体 那淡定从容的气魄 竟轻松应对了 上百顶级强者的压迫感 苏洛你要死自己死 别拉上我们 孙苗等人 还在不停地尝试联系赵九霄 有人拿手机 有人拿卫星电话 但是 似乎并没有什么效果 此时 三人的脸色 已经仗成了猪肝色 就差直接跑路了 分配敌人的打法 是你们教我的 现在敌人来了 三位 请吧 苏洛抬起手 对着孙苗等人 做出一副邀请的动作 欺人太甚 孙苗咬牙切齿 恶狠狠地盯着苏洛 其余两人 也都脸色阴沉地盯着苏洛 既然你们不愿意打 那我就先出手了 一会儿 你们可得保护好自己啊 苏洛咧嘴笑了起来 露出了满口纯洁无瑕的白牙 等一下 孙苗突然大喊一声 但是为时已晚 因为苏洛已经出手了 轰隆隆 苏洛身边的空间 瞬间不停地颤动 无数剑气在他身边成形 只是眨眼间 就形成了一条 长达百余米的剑气长龙 苏洛 你住手 只要不出手 一切还有得商量 千万别打 看到剑气长龙成形 三人的胆汁都快吓出来了 但是苏洛并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伸手 指着刚刚的那名卷发男子 从余光中 苏洛可以看到孙苗等人 脸色乌黑的模样 似乎自己的攻击 是只像他们一样 不过看到他们这么狼狈 怕死的模样 苏洛心里没来由的一阵兴奋 自己不是个小气的人 但是个礼尚往来的人 之前他们斤斤计较 现在屠龙联盟 这么多顶级强者在这儿 这种大好的机会 苏洛怎么可能会放过 这些老家喜欢分工明系 这次苏洛打算好好分一下 就算是没有他们 苏洛也很自信 能够守住城池 城墙之上 苏洛一袭白衣 神色冷漠地 站在后中的围墙之上 你真以为我是吃素的吗 阿然冷笑一声 由于脸上皮肤太黑 笑起来只剩下白色的牙齿 引人注目 他浑身瞬间闪烁着青色光芒 然后整个人直接横溢了十多米远 剑气长龙扑了个空 贼不走空 这是苏洛随时随地都谨记的法则 剑气长龙威力丝毫不减 笔直地冲入后方的人群当中 操 不好 快闪开 后方的顶级强者们 纷纷脸色聚变 有人释放技能抵挡 有人飞快地闪身 13685 11581 23650 一道道高额的伤害值 直接从人群中冒了出来 如今 苏洛的等级已经达到了200级 战斗力完全能碾压任何顶级强者 剑气长龙冲入人群 直接消耗了一半的能量 但是苏洛这一击 也直接击杀了地方13个顶级强者 重伤了20多个 看到这一幕 站在后方的孙秒三人 眼里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 屠龙联盟的强者们 也都纷纷打了个寒战 这小子唾磨的是怪胎啊 只是一招就秒杀了一大片顶级强者 照这么打下去 估计今天还真有可能会被龙国翻盘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一起上啊 躲过一劫的阿然本来还挺得意 但是看到苏洛直接动手杀人了 他脸色顿时阴沉如水 剩下的人也都反应过来了 纷纷对着龙都城墙内的众人释放技能 进行了全方位无差别攻击 看到这一幕 苏洛淡淡地瞥了一眼孙秒等人 然后直接朝着阿然追了过去 无数技能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城墙上低等级的守卫们早已经撤离 此时只剩下孙秒等人还在犹豫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得出手了 要不然只能被无数技能活生生打死 可恶 孙秒盯着苏洛的背影怒骂一声 只能无奈出手应战 但是现在战场上龙国这边 只有他们四个顶级强者 不知道苏洛是不是故意的 他还飞快地跑去追人了 一时间只剩下孙秒三人留守 这小子是故意的 他想害死我们 一名店主脸色铁青地喊了一句 紧接着一柄箭矢就插入了他的手臂当中 先想办法活下来再说 孙秒冷哼一声 然后直接释放了他最强的一技法师技能 白鸟嘲讽 但是胳膊怎能拧得过大腿 屠龙联盟那边的众人在苏洛出手之后 就已经红眼了 此时的技能一个比一个杀伤力强 凶猛的技能眨眼间就将他们吞噬其中 尸骨无存 此时 虚空之上 正在假惺惺追杀阿然的苏洛 看到孙秒等人死了 脸上这才露出满意的微笑 小子 你追不上我的 看到苏洛在观察下方的战况 阿然立马就露出了嘲讽的表情 苏洛淡淡地瞥了一眼 只见对方并没有隐藏属性版面 姓名 阿然 职业 神风剑士 等级 162级 攻击 488000 精神 195000 防御 286000 体质 521000 装备 青光神剑 追封头盔 追封胸甲 追封护手 宠物 5 技能 神风9次 夺命一剑 风灵附体 神风9次 施展技能后 可从任意角度迅速对目标发动9次攻击 每一次造成300%伤害 夺命一剑 5秒钟短暂蓄力后 锁定敌人刺出一道剑气 对敌人造成600%伤害 如果敌人体质低于10%则直接击杀 风灵附体 开启技能后 每秒钟消耗15000点精神值 速度增加200% 普通攻击伤害增加120% 看完他的属性版面后 苏洛顿时就撇了撇嘴 追不上你 刚刚我是懒得追你 苏洛撇了撇嘴 然后直接召唤宠物 巴异大蛇 此时的巴异大蛇已经达到了203级 对付阿然完全就是牛刀杀技 随着空间一阵扭曲 一条接近20米长 后背长着翅膀的黑色大蛇出现在虚空中 巴异大蛇的体型虽然不是很大 但造成的压迫感是极强的 看到苏洛召唤的宠物 阿然脸色顿时就更黑了 之前他只是把苏洛当作寻常转职者对付了 完全忘记了这家伙 还是个御寿师啊 现在人家宠物出来了 这还怎么打 不陪你玩了 一路走好 苏洛淡淡地说了一句 然后便直接俯身朝着下方的城墙冲去 在俯冲过程中 苏洛再次将玄武 白虎 青龙等十余只宠物 全都召唤了出来 至于暗影鬼珠 苏洛早已经安排他去做另一件事情了 此时 龙国这边除了苏洛之外 另外三名店主此时已经尸骨无存 整个龙都城墙已经彻底被屠龙联盟的人占领 无数低等级的转职者们纷纷冲了过来 一个个飞跃而上 城门被打开了 在顶级强者的庇护下 屠龙联盟的人就像是潮水一般涌入城池 完了完了 我们沦陷了 远处撤离的龙国守卫者们看到这一幕 都面无血色 对面拥有顶级强者掠阵 再加上其他级别的转职者数量众多 一旦入了城 就如同狼入羊群 必将是血流成河 你们看 苏殿主还活着 突然有人伸手指了指虚空上的小黑点 只见一个穿着白衣 模样清秀的男子正在快速下降 在他身旁还围绕着无数宠物 苏殿主还在 我们有希望了 不过对方那么多人 苏殿主能撑得住吗 不管苏殿主行不行 我们都应该和他一起并肩作战 人群中有人举起了手里的武器 对 并肩作战 越来越多的人举起武器 打算和屠龙联盟的人进行死战 所有人都红了眼睛 眼神中透露着疯狂的神色 法师 弓箭手等职业的守卫者 更是直接打开了几瓶精神恢复药剂 挂在腰上 这是即将面临恶战的通用做法 就是为了能在战斗时 用最快的时间 恢复精神值 所有人听练 集体后撤一公里 这里 由我全面负责 苏洛抵达地面后 立即就对着所有龙国阵营的守卫者 下达了他的第一道命令 所有人往后撤 听到苏洛的命令 大部分守卫都愣住了 这是什么操作 难道他想一个人 抵抗屠龙联盟这么多人 关键是 这些人不仅仅的低等级转职者 其中还剩下了 接近八十多个顶级强者呀 苏殿主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想拖延时间 让我们逃 我们绝对不是那种 贪生怕死的人 众人义愤填膺 突然有人小声地回忆到 刚刚 苏殿主似乎一招 就秒了十多个顶级强者 一时间现场沉寂了 回过神后 龙国这边仅存的 一千多名守卫者 纷纷转身 不约而同地朝着后方撤离 这一刻 他们才明白苏洛的用心良苦 因为他们留在这儿 反而有可能会成为苏洛的阻碍 让他放不开手脚 一旦场地清空 就能进行全方位火力覆盖 无差别攻击了 看到龙国的守卫者全部撤离 只留下苏洛一人 屠龙联盟的众多顶级强者 也都明白了 苏洛这是打算 一个人挡住这波攻击 看着苏洛单薄的身躯 没有人敢小觑他的实力 八十多名顶级强者 立马按照职业站位 即使 剑士 黄战士纷纷顶在最前面 法师和弓箭手 辅助则是站在后方 至于刺客 苏洛突然感觉后背发凉 他忽略了刺客的存在 就在这一刹那 虚空中突然刺出了一个小黑点 紧接着越来越打 这是一柄匕首 迅捷而凶猛 角度刁钻 直至苏洛的后脑勺 若是击中 绝对能一击致命 小子 和你辉煌的人生说再见吧 虚空中想起了一道冰冷的声音 语气中充满了骄傲 但是苏洛却没有任何惊慌 只是淡定地闭上了双眼 感受着这一击的威力 同时也在寻找这名刺客的踪影 叮当 匕首狠狠地刺在苏洛的后脑勺 1658 红色的伤害值瞬间冒了出来 但是匕首却没能伤到苏洛一根汗毛 这一千多的伤害值 也仅仅是无视防御的真伤而已 对于苏洛几百万的血量来说 这点伤害就是九牛一谋 怎么可能 虚空中的声音充满了震撼 站在前方对峙的屠龙联盟众人 也都惊呆了 这怎么可能 出手的可是美丽国一流的金牌刺客 能单杀160级骑士的存在 现在竟然没能破开苏洛的防御 我找到你了 苏洛宁笑一声 直接伸手朝着虚空狠狠一抓 同时直接释放了幽冥懒月花的技能 他的双手瞬间化作一根细小的黑色藤腕 在虚空中缠绕了起来 逐渐的 一道人形虚影被捆起来了 但他依旧没现身 看起来幽冥懒月花 就像是困住一个人形透明空间一样 怎么可能 我这一击足足有八十万的伤害 你的防御值究竟有多高 刺客现身了 他身材消瘦 穿着一套灰色运动服 此时满脸的不可思议之色 同时还在不停地挣扎 试图挣脱苏洛的束缚 我已经很久没有掉血了 你让我掉了一千多血 还是不错的 苏洛对着他竖起大拇指 然后看了一眼这家伙的属性版面 姓名 迪斯 职业 空间刺客 等级 160级 攻击 518000 精神 165000 防御 196000 体质 461000 装备 暴击匕首 狂暴头套 狂暴胸甲 狂暴护手 宠物 无 技能 隐秘 瞬机 闪烁之刺 原来是穿的暴击装备 怪不得能打出那么高的伤害 看到他穿戴的都是暴击装备后 苏洛心里这才明白 为什么这家伙能打出这么高的伤害了 这家伙是个人才 可惜 站错了队 如果你是龙国人 我绝对会让你帮我做事 可惜你不是 苏洛叹了口气 然后直接从背包内取出了一柄巨大带着无数尖刺的铁锤 黑暗铁锤 史诗 战士 暴击率 正80% 暴击伤害 正80% 使用等级 150几 技能 5 这件装备是他之前击杀抢夺圣坛那一批人使剪刀的 当时一直没怎么用 而今天这种情况下 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你想干什么 看到苏洛取出一件战士的装备穿戴在身上 此刻狄死眼神中立马就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御兽师穿戴战士装备 屠龙联盟的人和后方的龙国众多守卫者也都看得愣住了 苏洛这是想干嘛 难道他想活生生捶死这个刺杀他的刺客吗 太残忍了吧 穿戴好黑暗铁锤后 苏洛便立即适应了一下铁锤的手感 要杀就给个痛快 你这是想折磨我吗 看到苏洛举着铁锤走过来 刺客敌死眼神中露出了一抹嘲讽 冷笑道 你若是敢折磨我 克里斯大人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狗东西 真当我们是空气啊 站在远处的屠龙联盟众人也都纷纷回过神来 开始飞快地朝着苏洛冲锋 只要苏洛敢继续杀人 他们就打算开始血战了 这是一种威胁 也是源自于实力强大的一种自信 对于我来说 你们就是空气 苏洛淡淡地看了一眼冲过来的众人 然后直接举起铁锤 狠狠地朝着迪斯砸去 噗哧 一声西瓜破裂的声音响起 紧接着迪斯身上 就冒出了一串紫色的数字 四十六万一千 紫色的数字 代表着秒杀 大家只需要困住他就行了 克里斯大人 已经带着剩下的所有强者 冲过来了 屠龙联盟阵营中 突然有人喊了一声 原本还在冲锋的顶级强者们 立即就放慢了脚步 法师 弓箭手等职业 立即开始远程输出 刺客转职者 则是进入隐秘状态 寻找机会 骚扰苏洛 一群土鸡娃狗 苏洛面无表情地 看着迎面而来的各种技能 然后直接命令 众多宠物进行反击 有玄武挡在前面 他根本无拘任何人 此时 八一大蛇也下来支援了 别说是攻击 屠龙联盟的顶级强者 连保持阵型 都有些勉强 那些只有 一百二三十级的转职者们 更是被殃及持鱼 随便一个技能 只要将它们覆盖了 就是非死即伤 就在这时候 一直在观察战场的苏洛嘴角 突然扬起了笑容 因为他感觉到 一大片强横的气息 在飞速靠近 既然全都来了 那这件事 就很好办了 很显然 现在屠龙联盟 在发起总攻了 此时雨下的更大了 呼啸的风声 席卷着雨点 在虚空中 形成一片又一片的幕布 整个战场被雨水包裹 只剩下一兽 与人类强者的厮杀 苏洛静静地站在雨水之中 无数雨点落 在他身体上空半米处时 就自动滑到了旁边 仿佛他身上 有什么特殊的护照一样 你们快看 那是不是屠龙联盟的援军到了 龙国这边 撤退的守卫者人群中 有人突然喊了一嗓子 所有人立马就将视线转移过去 只见虚空中 又飞来了一群 黑压压的顶级强者 人数至少有120人 这次来的不仅是顶级强者 地面上还有无数人在涌动 规模比起之前的人数 多了好几倍 密集的人群 拥挤着朝着龙都方向冲刺 光是嘈杂的脚步声 就已经令大的发出了轻微的颤抖 看到这一幕 苏洛顿时就皱起了眉头 看来斯利和杜立平这两个家伙 没有骗我 屠龙联盟果然触动了 接近百万人 外加两三百个顶级强者 如今苏洛的等级 比起在场所有人都高 只需要一眼 他就能看出 屠龙联盟现在在场的人数 大概有80多万 剩下的顶级强者 和二三十万大军 很明显就是在黄龙岛了 此时苏洛丝毫不担心 黄龙岛会沦陷 因为那里已经聚集了 龙国大批量的顶级强者和守卫者 而屠龙联盟 将所有的压力 都压在了漠北战区龙都 只要自己顶住 龙国就固若金汤 克里斯五官棱角分明 梳着大背头 身上穿着一身造价昂贵的西装 整个人打扮得一丝不苟 看起来很是英俊帅气 他带领着众多强者 抵达战场后 并没有直接对着苏洛发起攻击 而是看向闲着没事干的苏洛 再次抛出了橄榄枝 苏洛先生 我们屠龙联盟的实力 你也看到了 只要你加入我们 金钱 女人 权力 都应有尽有 现在 我想让您再考虑一下 要不要加入我们屠龙联盟 若双方不是在战场相遇 而是在一家餐厅 苏洛相信自己大概率 会被这家伙的人格魅力所征服 但是 这是战场 人命关天 血流成河的战场 任何花言巧语 都有可能是敌方设下的圈套 所以 苏洛根本就不理会克里斯 而是直接打量起了他的属性版面 因为斯利之前交代过了 克里斯不仅心计过人 还是一名很强的见识 你在看我的实力 感受到那略带侵略性的目光 克里斯脸上依旧带着微笑 他摊着手说道 没关系 你想看就看吧 说到这儿时 他索性直接给苏洛时间 查看自己的属性 如此平和的一幕 与一旁宠物和屠龙联盟 顶级强者生死搏斗的画面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随着苏洛注意力放在克里斯身上 他的属性版面顿时映入眼帘 姓名 克里斯 职业 嗜血见识 等级 168级 攻击 498000 精神 185000 防御 216000 体质 561000 装备 食人魔之魔剑 食人魔护甲 食人魔头盔 宠物 嗜血魔珠 技能 嗜血见识职业 本身就是一个回血能力很强的职业 而且 克里斯的装备全都是吸血属性的 所以战斗起来的话 同级别 他也算是一个相当难缠的家伙 但是苏洛依旧不屑 他之所以看对方的属性版面 是想看看 这家伙的血条有多厚而已 看能不能让自己一锤子敲死 而且 这家伙看似大大方方地让自己看 实际上却隐藏了技能 目光后 克里斯才再次开口催促 咔嚓 就在这时候 虚空中突然响起了一道 金属被刺破的声音 紧接着 克里斯身后的人群中 就有两道身影 笔直地朝着地面坠落下来 一下子秒杀地方两名顶级强者 看到这一幕 无论是敌我双方都彻底愣住了 大家小心 他们有高段位的刺客 克里斯脸色一黑 立马大喊了一声 同时他自己 则是进入全面防御状态 原先温文尔雅的状态 彻底消失不见 细微的声音传入苏洛耳中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苏洛眼里顿时就露出了感动的神色 这时 姐姐苏冰雪来了 她本来在万里之外的黄龙岛 但是不知为何 却突然出现在此地 当然 最重要的原因是她还牵挂着自己 姐 放心吧 我可以的 你照顾好自己 苏洛回应了一声 然后心里默默地发送了一个指令 暴雨滂沱 随着苏冰雪 击杀了敌方两名顶级强者 屠龙联盟的人彻底忍不住了 克里斯一声令下 所有人都开始了攻击 屠龙联盟两百多名顶级强者 数十万转职者大军 全都熙熙攘攘地 朝着龙都这边冲了过来 如此庞大的数量 就算是用人数堆 也能把龙都堆下来 远处正在观战 仅存的龙国守卫者们 看到这一幕 脸上都没了血色 纷纷开始担忧起来 但是这时候 地面突然开始了一阵剧烈的晃动 却没人注意 只以为这是正常现象 先杀了苏洛 再取龙都 刹那间 无数技能铺天盖地地朝着苏洛砸去 玄武 青龙 八翼大蛇等宠物 全都围在苏洛身旁 帮他抵挡着四面八方的攻击 虚空中 屠龙联盟的顶级强者 每隔几夕就会死掉一个 这是苏冰雪的手笔 无论他们怎么防御都防不住 他那夺命的屠刀 就在这时候 地面晃动更厉害了 只见龙都城墙之外的远处 沉烟四起 哪怕是暴雨之下 也抵挡不住那股烟尘 什么情况 克里斯眼神中露出一抹疑惑 当然 那些好像是苏洛的宠物 等到烟尘弥漫地近了 才有人看清里面的东西 那些全都是异兽 每一只异兽的等级 都在150级之上 足足有接近300只 看到数量如此庞大的异兽群 克里斯很是疑惑 因为这些异兽群 都是野生状态 并不是谁的宠物 随着异兽群越来越近 打斗双方都不约而同地停下了战斗 这些异兽都是野生状态 大家撤退 看到异兽群的方向 几乎是擦着城墙边远走的 克里斯眼神中 顿时就露出了惊喜的表情 如果稍加运用 说不准能利用这些异兽 给龙国造成破坏 现在这种情况 完全可以借刀杀人 众多顶级强者和屠龙联盟的守卫者 各个都是聪明人 听说这些异兽是野生的 顿时就知道 克里斯想要怎么操作了 所有人纷纷后退 看到这一幕 龙国众人也都处于猛逼状态 屠龙联盟的人还没解决 现在又来了一波强大的异兽 苏冰雪的身影 突然出现在苏洛身旁 他静静地看着那些 靠近的强大异兽 眼神中露出了担忧的表情 苏洛 现在怎么办 姐 这些异兽都是我的 苏洛笑着拍了拍苏冰雪的肩膀 脸上露出了一缕笑意 你的 可这些异兽都是野生状态 野生状态的异兽 也是我的 苏洛咧嘴一笑 退到了城墙外面 他们在等待时机 这些异兽等级强大 高耸厚重的城墙 在他们面前就跟纸糊的一样 所以利用异兽破城 绝对是最后 最狂野的办法 不一会儿功夫 异兽群就临近众人中间位置了 克里斯露出狂喜之色 当即就所有顶级强者下达了命令 所有人开始攻击 把异兽群赶到城内去 刹那间铺天盖地的技能倾泻而出 弓箭手 法师的技能 如同潮水一般朝着异兽群涌去 足足200多名顶级强者同时出手 引得空间都开始频繁出现波纹 龙国这边 无数人目光呆滞地看着这一幕 眼神中露出了绝望的表情 因为这些异兽的等级很强大 一旦进入城池 天知道他们会不会继续朝着 龙国腹地冲刺 一旦进入龙国内部 必将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苏洛则是目光平静地看着这一幕 眼神中没有丝毫情绪波动 好 就在这时候 异兽群中的暗影 鬼珠突然发出一声巨大的吼声 刹那间所有异兽开始调转方向 直接变向屠龙联盟的人 有的异兽释放技能防御 有的则是直接开始攻击屠龙联盟的人 这些异兽等级强大 比起顶级强者都还要强很多 只是刹那间 屠龙联盟的人就出现了伤亡 怎么会这样 这怎么可能 人群后方 克里斯目光呆滞地看着这一幕 额头上青筋不断地跳动 突然他恶狠狠地将目光放在苏洛身上 咬牙切齿道 一定是你搞的鬼 苏洛脸上带着微笑 正如当初克里斯那般温文尔雅的微笑 该死的 这家伙一个人就能抵抗 我们准备联盟了 克里斯怒骂一声 眼神深处闪过一抹惊恐 然后直接转身朝着后方顿去 这种情况下再不走 说不准就走不掉了 苏洛 有人想跑 看到克里斯转身的一瞬间 苏冰雪就反应过来了 他当即就打算进入隐身状态去追 但是却被苏洛拉住了 他跑不掉的 今天所有人都得留在这儿 说完之后 苏洛便直接转身朝着之前的桌子走去 在大雨伞的遮挡之下 桌面的韭菜都还冒着热气 就在这时候 龙少辉捧着林雾石从城墙地下爬了上来 满脸忧怨地对着苏洛问道 好了没有啊 这石头举的我手都算了 举 苏洛挑了挑眼皮 露出了意外的表情 他只是让龙少辉将林雾石 放在城墙下方的屋子里 这家伙竟然举着 是担心这种等级的林雾石 屏蔽效果不够好吗 没事了 你可以上来休息了 累死我了 龙少辉拍了拍手 然后直接将林雾石还给苏洛 直接一屁股坐在了桌子上 此时 虚空中的克里斯 已经逃出了三公里之外 他面色惊恐地看了一眼 龙都方向的战场 然后拿出一枚传送石 打算离开 就在这时候 虚空中突然出现了一道裂缝 然后从中走出了一个 拥有八只爪子的人形怪物 咕噜噜 暗影鬼猪嘴里发出一声怪叫 然后直接施展技能 开始不停闪烁 就在克里斯激活传送神石之前的一瞬间 几道暗黑色光芒 瞬间在他身上闪烁了一下 我 我不 甘心 已经分散成肉块的克里斯 这时候才被光芒包裹住 直接消失在原地 暗影鬼猪则是再次发出一声怪叫 然后朝着战场冲了过去 此时 黄龙岛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只不过比起龙都 这里的战斗就轻松了许多 龙国足足聚集了50多名顶级强者 而屠龙联盟 只派了80多个顶级强者在这进攻 因为地理位置问题 龙国这边哪怕人数少了许多 也占据了绝大部分的优势 赵九霄和龙占天站在战场边缘 双方眼神中都露出了担忧的表情 因为在10分钟之前 他们和镇守龙都的三名店主失去了联系 虽然苏洛也去了龙都 但苏洛也联系不上了 老孙和老赵还没有回消息 不知道是不是出事了 苏洛那小子不应该出事了 但是怎么也没有回消息 龙占天满脸担忧地看向赵九霄 催促道 要不你传送过去看看 赵九霄无奈地耸了耸肩 叹息道 传送期每天只能传送三个来回 今天的次数已经用完了 随后 两人便将目光放在了一旁的空地上 那里有阵法师正在布置传送阵 赵九霄已经决定好了 黄龙岛的战斗 还有十分钟应该就能结束 到时候 所有人乘坐传送阵 直接去龙都支援 势必要抵挡住屠龙联盟的攻势 国主大人 武器已经准备好了 一名身穿迷彩的守卫者 手里拿着一个遥控器 满脸激动地走到赵九霄面前 这是龙国研发的高科技武器 威力强大 能秒杀顶级强者 一炮出去 能打出一百多万的伤害 就算是顶级骑士 也抵挡不住 这种武器不方便搬运 但是在黄龙岛进行守卫战 算是天时地利人和 都站齐了 绝对没问题 准备好了 就找机会使用嘛 一定要尽快结束战斗 随着屠龙联盟的总攻开始 关乎龙国命运的时刻到了 整个龙国的人 都格外关注这场战斗 无论是漠北战区 还是黄龙战区 都有记者在远程进行拍摄报道 当龙都三名店主被技能覆盖 整个城池差点被占领时 得到消息的人们都放声痛哭 当看到苏洛仪以一人之力 挡住了屠龙联盟来饭时 他们又开始欢呼雀跃 苏店主神威盖世 这一战足以成为流传千古的佳话了 龙国有他是万幸啊 要是没有苏店主 估计我们现在已经完了 大部分人都将注意力 放在了龙都的战役上 至于黄龙岛 双方势均力敌 沦陷的几率并不大 所以没多少人担心 现在他们只担心 苏洛一个人 能不能抵挡住屠龙联盟的铁蹄 当看到无数异兽冲出来 开始攻击屠龙联盟的时候 所有人都猜到了 这一定是苏洛的手笔 因为苏洛不仅仅是店主 还是一个含有的高等级御兽师 凡是异兽有特殊行为的情况下 他们第一反应就是苏洛 这一战之后 苏洛的名字 必定传遍整个龙国 人静皆知 此时 墨北战区龙都城外 苏洛静静地站在城墙上 观看着战场上众人的一举一动 众多异兽皮糙肉厚 再加上他们的等级 都高于顶级强者 就算是数量相当 也能轻易碾压屠龙联盟 此时 屠龙联盟的人 已经被打得节节败退 开始想要撤退 但是苏洛已经给暗影鬼猪 发出命令了 全部消灭 虽然异兽们 已经被苏洛解除契约 成了野生状态 但有暗影鬼猪这种 重量级异兽压轴 他们相当于 还是要听命于苏洛 哎 希望这么做 能隐藏住我的实力吧 苏洛淡淡地叹了口气 眼神中露出了一抹担忧的表情 如今屠龙联盟对他来说 就如砍瓜切菜般简单 真正的大敌 还是黑魂门 苏洛之所以要 解除这些异兽的契约 就是为了隐藏自己 让人误以为 这次龙国能赢 完全是歪打正招 区区三百只异兽而已 苏洛真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毕竟现在自己宠物空间中 还躺着五百只左右 实在数量不够的话 还可以去神龙副本里再抓一匹 现在舍弃这三百来只异兽 保住自己的底牌 性比较很高 城墙后方 苏宾雪静静地坐在凳子上 手里端着一杯果汁 目光复杂地打亮着苏洛的后背 随着苏洛越来越强悍 他越发觉得自己这个弟弟 有些神秘了 因为他强得有些离谱了 姐 你在想什么 苏洛扭过头 满脸疑惑地看着苏宾雪 他已经看了自己 足足快有十分钟了 要是再不打断 估计他还能看下去 小洛 我觉得我越来越看不透你了 感觉你和曾经 跟在我屁股后面的那个小鼻涕虫 就像是两个人一样 苏宾雪眼神中露出一抹惆怅 有种焕然若失的感觉 听到这话 苏洛眼里顿时就露出了无语的表情 姐 我还是那个我啊 只不过现在我想成为天底下最想的男人 这样就能保护你了 我打不过 还跑不过呀 道你是 实力越强 招惹的敌人也就越强 你可得小心一点 苏洛点了点头 然后转过身去 洋装再看战场 实际上他心里还是有些惊讶的 虽然是穿越者 但是苏洛已经把苏宾雪真正的当姐姐 当亲人看待了 但是苏宾雪竟然能感觉出来 自己和曾经小时候的苏洛不一样 这就有些离谱了 对了姐 你听说过登天峡谷吗 安静了片刻后 苏洛突然扭头看向苏宾雪问道 毕竟他进入社会比自己早 接触的东西更多 说不准懂得也更多 登天峡谷 苏宾雪翘脸一红 当即就露出了震撼的表情 你达到 两百集了 说后面那句话时 他特意看了看周围没人后 才小声问道 苏洛没说话 只是笑着点了点头 登天峡谷 我也只是听一个朋友提过一嘴 不过我也不清楚 没事 我以后应该就明白了 不过 我可以想办法帮你问道这个消息 你等我 说完之后 激动的小脸通红的苏宾雪 就直接消失在了虚空之中 很显然是帮苏洛打听消息去了 苏宾雪在惊讶苏洛的等级 而苏洛也在惊讶姐姐的圈子 竟然连登天峡谷都知道 这时候 战场上的打斗已经进入了尾声 屠龙联盟的顶级强者们 被杀得七零八落 几十万大军也被打成了残兵败将 此时正在四处逃窜 对于这些小虾米 苏洛根本就没有追杀的兴趣 他的目标是这些顶级强者 这些人一旦放回去 就是放虎归山 所以今天必须得全都留下 此时 龙都城内的营地当中 一块巨大的空地上 突然亮起了五星芒 这是有传送阵抵达此处的征兆 站在远处的龙都守卫者们 将着这一幕看得清清楚楚 要是早点看到 兴许他们还会兴奋地呐喊援军来了 但是现在 战斗都接近尾声了 才看到传送阵的光芒 现场无一人惊喜 片刻后 传送阵的光芒越来越耀眼 但是站在旁边的众人 却都站在制高点 纷纷朝着城墙外面看去 怎么回事啊 赵九霄带领着一众强者 出现在传送阵后 看到现场的情景 顿时眉头就皱了起来 因为四周很安静 而且这些守卫者 不像是打仗的 更像是看戏的 骂了个八子 该不会是屠龙联盟的人 调虎离山 搞鬼了吧 龙占天抱了个粗口 脸色气得战红 龙盛 赵国主 你们快看那边 就在这时候 一名飞在高空观察情况的 顶级强者立马开口 指着城墙外面表情略显夸张 大惊小怪 龙占天骂骂咧咧地飞上高空 当他看清外面的场景时 顿时一个亮枪 差点跌下来 龙都外面的沙漠上 一片废墟 烟火四起 伴随着满地的尸骸 让人内心忍不住作呕 那密集的尸体 和满地闪闪发光的装备 全都证明着 这里刚刚发生了一场 规模庞大的战斗 我们来晚了 赵九霄满脸震撼 单凭现场的尸体 他就知道 屠龙联盟将大部分兵力 都布置在这儿了 但是这么多敌人 凭着龙都薄弱的防御力量 就算是有疏弱 也不太可能会赢了 此时 战场上只剩下了满地的尸体 和闪闪发光各种品质的装备 整个屠龙联盟的顶级强者 全部陨落 八十多万大军死伤惨重 只剩下一些残兵败将 朝着荒漠中逃走了 对于这些人 苏洛并不感兴趣 他们飘洋过海来到这里 想要凭着自己的能力回家 更是难上加难 就算是现在逃走 也没多大几率能活下去 而现在 就到了喜闻乐剑 收集装备的时候了 对于普通的装备 苏洛根本不感兴趣 他只让骷髅仆人们 去捡顶级强者们 掉落下来的装备 一件件高级装备 被骷髅仆人堆成了小山丘 苏洛唯一需要做的 就是将这些装备 装进神药界中 至于背包 在这种情况下 显得有些小了 趁着龙国的高层们还没来 苏洛打算先多搞点东西 到自己口袋里再说 苏洛 你一个人 挡住了屠龙联盟的主力军 赵九霄等人来到战场边缘 看到苏洛正在捡取装备时 一个个都目瞪口呆 像是看怪物一样盯着他 赵前辈 你们来了 屠龙联盟的人已经搞定了 不过不是我的功劳 苏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然后指着远处游荡的异兽说道 都是那些异兽群的功劳 异兽群的功劳 赵九霄眉头一皱 立马就将视线看了过去 只见荒漠当中 无数实力强横的异兽 正在相互撕咬 或是四处游荡 这些异兽正在朝着四面八方 扩散开来 数量足足有两三百只 而且每一只都有 一百七十以上的实力 苏小子 你可别夯我们啊 这些异兽真有这么配合 龙占天满脸鄙夷地盯着苏洛 故作生气道 这些异兽虽然是野生的 但总不可能听你的命令 专打屠龙联盟的人吧 此话一出 在场的店主 强者们都纷纷用异样的目光 看向苏洛 在这之前 他们就听闻了龙国第九位店主的性格 据说苏洛一直都很小心谨慎且低调 现在看来 传言是真的呀 诸位真的误会了 苏洛满脸无奈地指着城墙方向 补充道 你们看那儿 异兽刚开始就是贴着城墙跑过来的 正打算进城呢 结果这时候 屠龙联盟想要借刀杀人 异兽群受到攻击 立马就朝着他们追过去了 然后我再从中作梗 这场战斗就大获全胜了 不管他们信不信 苏洛至少是一本正经的说着谎话 少辉 你说说看 就在众人尴尬之际 龙占天突然将目光放在了龙少辉身上 他了解自己孙子的尿性 但凡他撒谎 自己也一定能看出来 爷爷 苏兄 苏店主说的是真的 这些异兽攻击真的只是巧合 至于是不是巧合 龙少辉是真的不清楚 他从城墙下方的小房间上来时 战斗就差不多快要结束了 他说是真的 只不过是凭着不能对苏洛的信任罢了 算了算了 不管怎么赢的 这次能消灭屠龙联盟苏洛战大功 不过这些装备 赵九霄脸上的表情 顿时就变得为难了起来 为了对抗屠龙联盟 整个龙国都出钱出力 损失惨重 而顶级装备 要是全都被苏洛收了的话 龙国有点亏啊 赵前辈多虑了 这些装备都是你们的 我只不过是给你们收集起来罢了 身为一个龙国人 我理应当将国家放在第一位 苏洛义不容辞地说道 同时指了指旁边的一堆装备 示意赵九霄派人来收取 看到地面上堆积如山的顶级装备 赵九霄看向苏洛的眼神 顿时就有了变化 他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才郑重其事地说道 你放心 我们不会亏待你的 一时间 所有店主 强者都纷纷对苏洛刮目相看 吃进退 十大体 关键是天赋还贼厉害人又年轻 未来前途不可限量 但是没人知道 苏洛早在之前 就已经先收了一些装备 至于留下来的这些 都是他看不上的 此时苏洛神药界内 至少保存了一百多件 史诗级装备 就连神话级装备都有一件 苏洛自己心里也清楚 龙国为了屠龙联盟 做出了不少开支 这些战利品自己独吞的话 赵九霄就没法玩了 得到苏洛的表态后 赵九霄立马就开始 安排人员统计 收取地上的装备 而一众店主 顶级强者 则是相互寒暄了起来 和商界名流 在宴会厅里的社交方式 如出一辙 大部分人都围着苏洛打招呼 有点痛苦 既然屠龙联盟 这个大麻烦解决了 那大家就各自散了吧 过几天庆功宴的时间定下来了 老夫再一一邀请诸位 寒暄了片刻后 龙占天便直接代替赵九霄 发布了散会的消息 龙占天堂堂龙胜 是有资格代替 发布这种命令的 直到这时候 苏洛才松了口气 又和龙占天寒暄了一会儿之后 才拖着疲倦的身躯 朝着城内走去 而此时 诸神小队 已经在旁边等候多时了 作为新进的顶级强者 特别是没人知道的时候 他们是没什么地位可言的 所以只能在此地等候 不过陆里等人 也能听到一众店主 顶级强者的谈话 等到苏洛走到跟前时 陆里脸上 立马就露出了好奇的表情 帮主 那些异兽 真不是你操控的 张海等人 也都好奇地盯着苏洛 想知道答案 但是他们注定听不到真话 因为苏洛是下定决心 要隐藏自己的实力 野生的异兽 我哪有那个能力啊 要是被我驯服的 还差不多 苏洛故作遗憾地叹了口气 看到他的样子 不像是说假话 陆里等人也不再问了 但是看向苏洛的眼神中 依旧充满了崇拜 毕竟刚刚苏洛的那十来只宠物 可是战斗力十足 完全算得上师立了大功 反倒是苏洛 没有怎么参加战斗 完全就是靠着宠物们躺赢 想到这里 众人内心又是忍不住叫苦连天 羡慕苏洛御寿师的职业 回到青龙院后 让我给你留个话 阉都大学门口的咖啡厅里 王莽手里端着一杯咖啡 低着头看起来心不在焉的样子 什么话 苏洛好奇地抬起头 手里也捧着一杯咖啡 他们说是先回家族了 让您忙完了通知他们一声 大家拒一拒 说到这儿 王莽的脸色更黑了 看起来似乎很紧张局促一样 也是时候该拒一拒了 大家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苏洛点了点头 然后又将目光放在他身上 好奇问道 你怎么了 脸色这么难看 和他们吵架了 帮主 王莽脸色顿时憋得战红 吞吞吐吐地说道 他们的等级 全都达到150级以上了 当初一起认识的那批人里 现在只有我的等级最低 说到这儿时 王莽脑袋都快低到裤裆里了 像是战败的攻击一样 浑身有气无力的 苏洛没有说话 只是眯着眼睛 看了一眼王莽的属性版 姓名 王莽 职业 狂暴战士 等级 79级 攻击 85600 精神 12000 防御 116000 体质 165000 装备 黑化战甲 黑化战锤 黑化头盔 宠物 暗夜蝙蝠 65级 技能 炎火战体 无敌战体 狂暴之锤 看完王莽的属性版面后 苏洛心里也暗暗叹了口气 老是让他管理药神帮 还真忘了这家伙 没时间练及的事了 现在大家相互见面 虽然明面上没有什么 但是大家的等级都突飞猛进 只留下 他一人原地踏步 这种滋味 确实有些不好说 你别怕 我会帮你想办法的 苏洛叹了口气 然后又端起咖啡喝了一口 然后抬起大拇指 摩擦着咖啡杯 淡淡说道 咱们帮会里有个等级不错的队伍 我安排一下 然后你跟着他们练练等级吧 不过在这之前 帮会里的事情 你得找人安排好 现在药神帮到了现在这种进度 很多事情 已经不需要你亲力亲为了 你只需要发号施令就行 苏洛隐晦地点拨了几句 王莽眼神中 顿时就有了亮光 以前的他 就是太呆板了 什么事都要自己亲力亲为去完成 导致根本没有时间去练剂 有时候 他自己都快忘了自己 还是转职者的事了 谢谢帮主 王莽眼眶微微泛红 眼神中充满了感激 咱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别这么客气 苏洛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然后拿出手机 直接给诸神小队发了个信息 因为陆里等人隐藏了等级 所以王莽也不知道 他们几个人的实力 而现在苏洛安排好了 到时候 他只需要躺平被带飞就行了 队伍中 虽然各个职业都齐全了 但是多增加一点人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性比较不高 愿意这样做的人很少 不过苏洛发话了 别说只是带王莽 就算是让诸神小队 带一个刚转职的家伙去练剂 也完全没问题 不过请顶级强者 帮着练剂这种豪横的事情 龙国估计 苏洛还是第一个 傍晚时分 苏洛才缓缓地离开咖啡店 朝着学校内走去 一出门 苏洛便立即给周铁生 周兰和叶灵月三人发送了消息 让他们有时间了 来学校找自己玩 对于三人的做法 苏洛也理解 之所以不给自己发信息 或是打电话 可能他们是不想 让自己分心吧 回到青龙院时 天色已经很晚了 苏洛走到大门口时 隐约能感觉到院子内 有一阵阵异样的能量波动 很显然之不对劲 难道又是黑魂门的人 苏洛皱皱眹眉头 然后警惕地打开大门 院内空空如也 但苏洛却多了一种 被人注视的感觉 这让他感觉很不舒服 不对劲啊 之前的老头已经给我解决了 这么快又派人过来了 苏洛瞬间警惕了起来 就在他准备召唤宠物的时候 虚空中突然响起了一道熟悉 却又略显冰冷的声音 我这隐身术怎么样 苏冰雪的声音中 带着一丝骄傲的气息 随后他的身形 缓缓出现在石凳上 今天的他并没有穿做战服 而是穿着一身 黑色修身的休闲服 脚上踩着黑色圆头小皮鞋 浑身都散发着青春气息 姐 你这隐身术一流 你要是不现身 我根本就找不到你 看清是姐姐之后 苏洛这才松了口气 要是他再不出现 估计自己就要召唤宠物 对院子内进行全方位火力覆盖了 嘿嘿 苏冰雪 罕见的咧嘴笑了起来 然后骄傲的说道 能让两百级的转职者 都发现不了我的位置 看来我现在能刺杀 一百七十级的脆皮法师 和弓箭手了 刺杀一百七十级 姐 你是不是也达到两百级了 苏洛满脸好奇地看着苏冰雪 我现在才一百六十五级 差得远呢 苏冰雪撇了撇嘴 但是苏洛听到这环内心 是震撼的 自己依仗着神机炼药师 和万兽之主的天赋 才达到两百级 而姐姐竟然达到了一百六十五级 这天赋看起来似乎也不低啊 迟早也能达到两百级 那件事我问清楚了 说到这这时 苏冰雪目光朝着围墙外看了一眼 然后直接从手里射出一道匕首 虚空中顿时就爆发出一团血雾 同时响起了一道惨叫声 姐 你杀了干嘛 我还想着一会儿跟踪过去 看看是谁的眼线呢 苏洛满脸无语地盯着苏冰雪 却又拿他没有办法 这件事情很严肃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苏冰雪神色凝重 然后淡淡地从背包里取出了一张复古的纸 上面画着一个地球的图片 但是海洋区域却加上了很深的颜色 你之前应该去过千鸟秘境吧 苏冰雪满脸好奇地问道 去过 怎么了 登天峡谷就在千鸟秘境里面 不过这地方很特殊 说到这儿时 苏冰雪的神色顿时就惆怅了起来 怎么个特殊法 根据苏冰雪的描述 登天峡谷其实就是各大秘境串联起来的一个地方 秘境之所以固定时间开启 就是因为受登天峡谷的控制 一旦进入登天峡谷 并且成功闯关 就能够进入海底世界 相当于是地球上的另一个位置世界 海底世界同样有人类强者居住 只是他们不轻易出现在海洋表面水层 更别说离开海洋了 听完苏冰雪的解释 苏罗顿时就变得惆怅了起来 按照这样推算 一旦进入海底世界 可能会受到某种机制影响 导致里面的人不会轻易出来 到时候再想回到地面 回到龙国就困难了 姐 那你知道通过登天峡谷的考核之后 能有什么好处吗 苏罗满脸期待地看着姐姐 眼神中也露出了纠结的表情 如果没什么好处的话 她打算放弃使用登天峡谷试炼的机会了 傻弟弟 怎么可能会没有好处呢 苏冰雪笑着拍了一下苏罗的脑袋 然后耐心地解释道 我那个朋友知道的不多 但是如果能进入海底世界 是绝对有好处的 最直接的好处 就是那里的异兽能够提供大量经验值 而且海底世界的转职者们足够强大 让你能拥有更广阔的天地 如果在海底世界成为一方强者 甚至还有机会能够直接被世界选中 成为真正的神 拥有毁天灭地 无所不能的力量 说到这时 苏冰雪眼神中露出了向往的表情 毕竟想要进入海底世界还是有门槛的 不然她也想去看看 照这么说的话也还行 一时间苏罗沉默了 目前这个世界上除了姐姐之外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放不下得了 而且去海底世界也不代表没有机会回来 如果现在自己留下 在龙国只会在这种被人人敬仰的日子中 磨灭所有斗志 到时候只会成为一个养尊处优的人 实力也会逐渐被后面的人超越 你考虑好了吗 苏冰雪伸手抚摸着苏罗的脑袋 眼神中露出了溺爱的表情 姐 你不是说等解决屠龙联盟的事情之后 想要过安稳的日子吗 是不是有对象了 苏罗咧嘴笑着问道 你以后会有机会见到她的 不过我还在考虑当中 苏冰雪脸色有些泛红 但更多的是对苏罗的不舍 从刚刚的简单对话中 她其实已经猜到苏罗的决定了 或许是她想在临走之前 看到自己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吧 离开青龙院后 苏冰雪忍不住叹了口气 然后从背包里取出了一条蓝色项链 项链很细 中间挂着一块蓝色的水晶石 流光溢彩 上面甚至折射出了五颜六色的光芒 若是有外人看到 定能知道这条项链 是价值不菲的海洋之星 俗称第二名 因为她拥有起死回生的能力 能帮佩戴者抵挡致命一击 并且瞬间恢复所有伤势和负面效果 青龙院中 苏罗静静地坐在石凳上 满脸纠结地看着桌子 上面摆放着一堆 关于炼药师学院 协会和药神帮的资料 除了姐姐苏冰雪之外 这些算是 她在龙国最后的牵挂了 就在苏罗万般纠结的时候 她突然想到了 亡灵巫师这个家伙 她出现的时间很早 存活的时间也很长 见识过很多次时代的洗礼 说不定她能知道 海洋世界的事 想到这里 苏罗立马就将亡灵巫师 从神药界中召唤了出来 主人 什么事啊 亡灵巫师打着哈欠 同时做出了 提裤子的动作 像是刚刚进行了 不可描述的事情一样 我想问你一个事 你知道海洋世界吗 海洋世界 亡灵巫师手一抖 差点点就跳了起来 不过她还是 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然后趴在地上 疯狂地锤打着 侵蚀地板 足足过了好几分钟 她才逐渐安定下来 主人 海洋世界 我的家 亡灵巫师激动地说话 都有些不利索了 一双眼眶中 鬼火不停地闪烁 苏洛顿时也忍不住 跟着兴奋了起来 在很久很久以前 我还是一个小亡灵的时候 看到这家伙 有打算开始长篇大论 讲述他的身世 苏洛忍不住 直接一脚踢在了他的腰子上 催促他快点讲 根据亡灵巫师的描述 海洋世界 其实就在海底 但是没有特殊的通道 根本进不去 而海洋世界 只是名字叫海洋世界 其实和陆地上的现实环境 没什么两样 不过海洋世界的各种力量 更为强悍和纯粹 同时也分布了人 妖 兽 死灵 怪物等种族 各个种族之间相互斗争 除了实力 比起这个世界强横之外 其余的生活方式 都还是最原始的 而亡灵巫师之前 就是死灵一族的少族长 只不过被妖族的人暗算 然后跌跌撞撞流落到了副本之中 然后碰到了苏洛 除此之外 海洋世界还拥有风神的能力 每隔一百年 就会有一次风神之战 只要成为风神之战中的最强者 就能够突破自我枷锁 直接成神 死灵一族直接把你带飞 听到苏洛对海洋世界的事情感兴趣 亡灵巫师顿时激动不已 不停地搓手 甚至连手掌中的骨粉都搓出来了 我可能会有机会去海洋世界 到时候你们自然也能去 那太好了 咱们现在就出发吧 出发你妹 苏洛白了亡灵巫师一眼 然后直接将他送回神药界了 在去海洋世界之前 他还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 按照亡灵巫师所说 至少基本的物资 在那个世界就很罕见 甚至连盐 食物等东西都非常稀有 而那个世界的东西 都很具有地方特色 一般人根本吃不惯 除了准备自己的东西之外 苏洛还打算 看着姐姐的事有结果 然后将恋药师学院 和药神帮安排妥当了 才能做到安然离开 对了 主人 如果你真打算去海洋世界的话 还需要准备一样东西 到时候去了海洋世界 我保你爽翻天 亡灵巫师 突然从神药界中又钻了出来 露出一副贼兮兮的表情 什么东西 苏洛眉头一皱 他猜测这个家伙 又是想要让自己 帮着搞什么东西了 要是之前 苏洛还不会多想 但是亡灵巫师 在海洋世界 可是死灵足少组长的身份 来到这个世界游了一圈 不得搞点好东西回去 其实也不难 就是收集一些云铁 这玩意儿 要是在海洋世界 用来打造装备 有几率能打造出神器 神器 一时间苏洛有些梦了 神器和神话级装备的区别 他是非常清楚的 一个在天上 一个在地底下 完全就是云泥之别 神话级装备虽然很强 但算不上多逆天 最多能支撑一个 150级强者和200级强者战斗 跨度最多有50级 而神器就不一样了 这东西只在传说中有过 不过后来神器很少出现 再加上损耗过度 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 好几万年了 据说一个普通人拿着神器 能够一刀劈死顶级强者 战斗力仅次于神之下 如果真能用云铁打造神器 到时候就算是在海洋世界 自己也能大杀特杀 不过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既然海洋世界有几率 能够打造出神器 那现在海洋世界 会不会神器多如狗 那个云铁 在海洋世界很罕见吗 苏洛皱皱着眉头 看向亡灵巫师 眼神中充满了疑惑 王灵巫师顿时就哈哈大笑了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用颤抖的语气说道 海洋世界根本就没有星空的说法 所以也从来就没有过云铁 要是我们能带一些云铁过去 别说是神器了 就算是把云铁卖了 也能过得风生水起 听到亡灵巫师的话 苏洛瞬间也来了兴趣 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多搞点云铁 傍晚时分 赵九霄给龙国所有店主 以及已知的顶级强者们 全都发送了两天后 参加庆功宴的邀请函 只不过所有人都知道 这次庆功宴并不是单纯的庆祝 美丽国组织的屠龙联盟 几乎全都折损在这边了 这种时候龙国还需要做点事情 做事情当然需要大家帮忙做 当然 以赵九霄的尿性帮他做事 自己绝对要抢到立功的机会 因为他清楚地记得 之前自己跟着他去国库 领取神歌的时候 看到过云铁两个字 只是不知道龙国国库中 有多少云铁 另外 侯国和殿国国库中 貌似也有天外云铁的分类 发达了 这是苏洛心里的第一个念头 他当即就拿出手机 给斯利和杜立平发了一条消息 询问云铁的事 不到一分钟时间 斯利就直接给苏洛回了电话 苏店主 您询问云铁是打算要吗 电话一接通 斯利产妹的声音 就立马传了出来 不过很快就让苏洛扫兴了 因为电话国库中 根本就没有云铁 那个云铁分类 也只是按照常规分类建设的 仓库分类而已 不过也有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侯国国库中 拥有一块黑色的云铁 这是三十年前获得的 不过 云铁在这个世界也十分罕见 所以杜立平 一直都将云铁隐藏得很好 就是担心被强国盯上 毕竟越是稀有的东西就越珍贵 这点道理 他还是知道的 得知苏洛感兴趣 杜立平当即就表示 随时都可以将侯国的云铁 交给苏洛 联络完两人之后 苏洛心里 这才微微有了一丝底气 侯国这种小国 都有一块云铁 那龙国国库中的云铁 肯定也不少 到时候自己啥都不要 只要云铁 反正放在哪儿也是放着 还不如让自己带去海洋世界 搏一搏看能不能锻造成为神器 当然 这些事苏洛也不打算暴露 毕竟太过于惊世害俗了 傍晚时分 心情大好的苏洛 直接出门去校门口的烧烤 摊点了烧烤和啤酒 深秋的晚风有些冷 苏洛的内心却是火热的 因为 他已经找到了自己新的方向和希望 烧烤是路边摊 人来人往 其中有人认出了苏洛 都纷纷站在远处张望 对于这些人的反应 苏洛也不在意 只是自顾自地吃着串 喝着啤酒 就在这时候 一道身影停在了他的桌子旁边 你要不要请你的师父喝一杯 苍老的声音响起 苏洛抬头才发现 是自己的师父 无用大法师 自从苏洛成为顶级强者之后 两人已经很久没有碰面了 所以如今再次相见 显得有些陌生 师父 坐吧 苏洛站起身来拉开一张凳子 等到无用坐下之后 他才坐回自己的位置 对于无用 他一直都是心怀感激 毕竟当初 自己和冷家决斗时 他骑着三足精 巫作骑直接去给自己撑场子 苏洛永远都记得 当初他那霸气的一面 你现在长大了 也变强了 无用似感慨一般 但脸上却带着微笑 他不紧不慢地 伸手拿起一串烤肉 往嘴里塞了一口 然后又直接抓起了 腰间的酒葫芦 自顾自地喝了一起来 师父 咱们今晚好好吃一顿吧 苏洛笑了笑 知道无用大概想要说什么 但是苏洛却不想破坏 现在这份平静 等到苏洛又点了一些菜之后 无用才忐忑地看着苏洛 满脸严肃地说道 你现在已经被黑魂门的人盯上了 我劝你 还是赶紧带着你姐姐消失吧 说完之后 无用目光柔和地看着苏洛 眼神中流露着慈祥的目光 就像是一位足中长辈 对晚辈的溺爱一般 为什么 看到无用那曾经熟悉的目光 苏洛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哎 你这孩子什么都好 就是性格倔强 见苏洛似乎不死心 不相信自己的话 无用叹了口气 然后缓缓地掀开衣袖 又掏出一瓶药水 直接涂在了手腕上 不到三秒钟时间 无用的手腕上 露出了一个黑色的标记 这是个鸽子弹大小的 黑色到三角刺青 看起来很精美 对于这个标记 苏洛也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就凭这个 这是什么 黑魂门的标记 看到师傅 无用手腕上的标记后 苏洛顿时就感觉头皮发麻 怪不得黑魂门的人 对自己掌握这么清楚 原来自己曾经最信任的人 就是黑魂门的人 看到苏洛脸色变得难看 无用顿时就叹了口气 只不过你的光芒实在是太耀眼了 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不仅是我 黑魂门还安排了很多人监视你 现在你应该明白 我为什么多次劝说 让你离开龙国了吧 师傅 黑魂门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苏洛皱着眉头看向无用 眼神中露出了好奇之色 黑魂门不属于这个世界 说完之后 无用再次叹了口气 然后便直接从背包中 取出一个泡着茶叶的保温杯 喝了起来 听到无用的话 苏洛心里一阵惊讶 然后故意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一时间师徒二人都没有说话 一个喝着茶水 一个喝着咖啡 看到苏洛对黑魂门不死心 无用放下保温杯后 再次叹了口气 小声说道 其实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东西 无论是你们上学的课本 还是社会中的人 都不知道 这和黑魂门有关系吗 关系大着呢 无用神秘一笑 然后直接从背包中 取出了一颗鸡蛋大小的灵雾石 摆在桌子上 然后才小声说道 其实这片天地之中 除了我们这个世界之外 还有另一个世界 叫做海底世界 那里虽然叫海底世界 也存在于海底 但是那里的日常环境 和我们这边差不多 而黑魂门 就是海底世界的组织 不过 海底世界的综合实力 比我们这里要强太多了 所以黑魂门 才会在我们这个世界 寻找天赋异禀的人 万一有人能够进入海底世界 就会成为黑魂门的新人 黑魂门也在海底世界 而且让自己加入黑魂门 仅仅是为了扩充人数 而已 一时间苏洛更疑惑了 为什么他们能和外界联系 让黑魂门的名号 响彻整个世界 而海底世界的 其他组织不这样做 以你的天赋 是很有机会 进入海底世界的 我用叹了口气 意味深长地看着苏洛说道 你好好考虑清楚吧 我能告诉你的 也就这么多了 说完之后 他便直接伸手 将桌面上的灵雾石 收了起来 然后起身离开了咖啡店 看似师徒二人之间 简单地叙旧 却在苏洛内心 掀起了惊涛海浪 这个世界的转职者 实力达到150级 就已经算是人中龙凤了 170级的强者 更是少之又少 如凤毛麟角一般罕见 更别提200级了 对于海底世界来说 转职者实力达到200级 才仅仅算是 够进入海底世界的资格 如此看来 无论黑魂门 在海底世界 算不算一流组织 但在这个世界 都能对任何人 造成降维打击 加入黑魂门 似乎也不是一件坏事 但如果 他们要让我失去自由怎么办 一时间 苏洛有些犹豫了 虽然亡灵巫师 是海底世界死灵族的少族长 但是现在时光近迁 死灵族还认不认他 都是个问题 如果有黑魂门 作为落脚点 也算是最好的选择了 但是苏洛唯一担心的 就是黑魂门 会对加入的新人 进行契约 这样的话 自己以后就没得玩了 两天后 安顿好练药师学院 和药神帮的苏洛 准时踏上了 前往龙多的旅程 所有事情苏洛 几乎都已经安排好了 所以这次参加庆功宴 无论还有多艰难的任务 苏洛浑身顿时就被光芒覆盖 然后直接消失在原地 下一秒 他的身形 就出现在了龙多的 一条空旷巷子中 苏洛一直都不喜欢高调形式 哪怕是使用传送旗 他也不会光明正大的使用 毕竟这种东西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说不准到时候 还会有出乎意料的惊喜 此时 整个龙多都沉浸在 一片欢声笑语中 大街上的副本店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多了 而售卖药剂的店铺 也都数量暴增 几乎每隔几十米 就会有一家药材店铺 而这些店铺 全都是炼药师学院的标志 街道上 来往的人群大多数 都是转职者 其中炼药师职业的转职者 虽然没有战斗力 但都昂首挺胸 生怕别人看不到 自己胸口的炼药师徽章 看着龙国的生活环境 正在逐步变好 苏洛的心情 也莫名其妙地轻松了起来 兴许这就是看不见 摸不着的归属感在作祟吧 生是龙国的人 死是龙国的鬼 如今看着龙国日益变强 作为龙国人 自然是很自豪的 哪怕赵九霄没有透露 但苏洛也猜到了一些内幕 这次庆功宴之后安排的事情 十有八九世 抢夺其余国度的圣坛 毕竟这东西珍贵无比 龙国大难不死 现在必然要以雷霆之势 将美丽国等国度的圣坛收入囊中 只有这样才能大幅度提升综合战斗力 让龙国的后起之秀 源源不断地崛起 苏店主 这边请 龙都中心地段的黄龙大厦入口处 经过专业训练的守卫 一眼就认出了苏洛的身份 根本就不需要艳名正身 直接带着苏洛朝大厦内部走去 那就有劳了 苏洛点了点头 然后静静地跟在守卫后面 大厦内部面积很大 修建的也很繁华 没有专门的人带路 很有可能会在里面迷路 电梯抵达二十八楼后 就停了下来 守卫走在电梯门口 贴心地伸手挡住电梯门 然后对着苏洛恭敬说道 苏店主 这里面就是宴会厅了 赵国主在里面 我就只能送您到这儿了 谢谢 走出电梯门 迎面来的是 铺天盖地的红色和金色 四周被布置得喜气洋洋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大户人家 在此地举行婚礼 四周都摆满了瓜果点心 酒水和各种地方小吃 每个地方都站着一名身穿旗袍 礼仪端庄 五官清秀的服务员 此时 宴会厅内已经有几十人到场了 赵九霄正在和他们寒暄 当苏洛踏进宴会厅的那一刻 所有人的目光都凝聚在了苏洛身上 其中有人敬佩 有人欣赏 当然 也有人妒忌 你小子可算是来了 我还以为以你的性格 又会不来呢 此时 赵九霄手里端着一杯酒 红光满面地朝着电梯口走去 然后热情地拍了拍苏洛的肩膀 只是最普通的寒暄 却让在场的人觉得不可思议 以他的性格 又会不来 这小子 难道从来就是这么随心的吗 就连国主亲自迎接他也只是笑笑 未免有点太不把国主放在眼里了吧 不过转眼间就有人释然了 毕竟凭着苏洛的惊人战斗力 别说是不给国主面子了 就算是今日到场的所有人加起来 也不是他的义和之将 而他苏洛愿意给国主面子 才叫一声国主 要是不给面子 完全可以随时让国主的位置换一换人 赵前辈 这次庆功宴可不只是庆功宴吧 苏洛咧嘴笑着问道 同时顺手从旁边气泡服务员手中的托盘上 端过一杯红酒品了起来 我就知道 你小子是不见兔子不撒鹰 赵九霄脸上露出无奈的表情 小声说道 龙国被屠龙联盟这么欺负 这口气我是真厌不下 所以我打算派点人过去 把他们的圣坛抢过来 如果顺利的话 龙国还能再增加两个圣坛 到时候 无论是副本还是秘境数量都能够暴增 你小子可别急着跑啊 两个圣坛 无论如何 都要让你接手一个才行 其他人我不放心 简单说完之后 赵九霄又转身去应付别的人了 苏洛静静地站在角落里 没人和他搭讪 虽然他是龙国的最强者 但只要他不生出反骨 对于在场的诸位来说就是安全的 而在场的众人 对于苏洛来说都是前辈 所以他们中大多数都不愿意舔着脸 来和一个晚辈主动打招呼 对于这一切 苏洛都不在乎 只是脑海中 在思索屠龙联盟中 覆盖的两座圣坛的位置 片刻后 所有人到齐了 众人举备欢庆 相互闲聊 苏洛 龙占天 王大仙等人聚成了一波 其余的人又三三两两的 各自都形成了圈子 等到众人聊得差不多的时候 赵九霄才站在宴会厅最高的位置 对着所有人宣布了接下来的打算 诸位 经过这次屠龙联盟的事件之后 我想大家心里已经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了 那就是落后就要 所以趁着现在西方众多国度实力空虚 老夫想借着这个机会 直接杀他们一个回马枪 将西方距离我们最近的两座圣坛抢夺过来 此话一出 整个宴会厅顿时鸦雀无声 大部分人都兴奋无比 只有小部分 人低着头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毕竟龙国现在的综合实力较低 但是自从上次将圣坛搬运回来之后 龙国的转职者们 实力提升速度都有明显的加快 如果再次增加两座圣坛 到时候估计龙国的综合实力会越来越强 甚至达到顶级强者满地走的地步 对于一些石骨不化 固不自封的老顽固来说 这无疑是威胁到了他们的地位 毕竟现在一个苏洛崛起 就已经抢掉了他们大部分光环 要是再增加两座圣坛 那还得了 但是这种情况下 却没有人敢开口畅反调 毕竟没人能抵挡住历史的车轮转动 谁敢在这个时候冒头 绝对是在和整个龙国作对 国主 抢夺圣坛的事 老夫愿意带队 就在赵九霄话音落下的下一秒 一名身穿灰色长袍 手里拎着一根暗红色水晶法杖的老者就开口了 他乃是荣国的第八位店主 同时也是荣国目前最顶级的火系法师 沈长骏 沈长骏乃是165级的火系法师 在战场上就是赤裸裸的生命收割机 战斗力爆表 如果有他带队 那么抢夺圣坛的行动 就会变得更加轻松 有人带头 本来是好事 按照规矩 众人都应该鼓掌叫好 但是现在 却没有人之声 因为苏洛还在这儿了 谁敢大言不惭去抢夺带队的功劳 有时候 抢夺任务也算是抢功劳 很容易得罪人 所以 这种时候根本就没人吭声 表示答应让沈长骏带队 嗯 赵九霄满脸为难 当他在人群中寻找那道身影的时候 苏洛的声音突然就响了起来 国主 我一个人就可以将两座圣坛取回来 而且不费龙国一兵一族 苏洛的声音很大 干脆而肯定 掷地有声 刹那间 宴会厅里的气氛就变得古怪了起来 众人的视线也在苏洛和沈长骏之间不断地徘徊 很明显 这俩人都想要投工 而且 苏洛还是打算独吞功劳 听到苏洛愿意一个人去收两座圣坛 赵九霄心里都快乐开花了 但为了不得罪人 他还是故意露出了一副为难的表情 对着众人问道 诸位 你们觉得老夫应该怎么做才好 一时间 众人面面相去 谁也不愿意先开口 不过赵九霄 王大仙等人却不怕沈长骏 他们开口了 既然苏殿主有这个自信 那就让苏殿主去好了 我们刚刚经历一场大战经费有限 让苏洛去世最节省成本的 好 那就由苏洛负责收取圣坛的事 赵九霄当即就拍板决定了 宴会厅内的众人却表情精彩 这特么哪是伤辣 完全就是走个形势 还不如直接宣布 让苏洛去完成这个任务来的痛快 而此时 沈长骏的脸色已经变成绿色了 但是面对龙国的第一强者 他又不敢表现出很愤怒的样子 傍晚时分 准备就绪的苏洛 直接使用传送旗抵达了黄龙岛 在那里 已经有人给他准备好了快艇和基础物资 毕竟这次出行是去抢夺圣坛 究竟多久回来没人知道 所以物资和燃油 都是按照最高规格准备的 我等拜见苏殿主 随着苏洛的身影出现在黄龙岛沙滩上 一众站岗的守卫者 纷纷对着苏洛鞠躬行礼 苏冰雪静静站在一旁 对着苏洛介绍道 这是我们龙国最新研发的破浪 巅峰时速可达到400公里每小时 大概10个小时就能抵达金塔国 姐 放心吧 屠龙联盟那边的国度现在 全都是残兵败将了 没什么能对我造成威胁 说完之后 苏洛直接驾驭着快艇离开黄龙岛 在茫茫大海中朝着金塔国的方向赶去 站在快艇之上 苏洛只觉得心里很是畅快 让他忍不住大喊 圣坛 我来了 出发之前 苏洛已经和赵九萧谈好了 只要苏洛能成功将两座圣坛拿回来 龙国国库内的八块云铁全都可以奖励给他 惊喜之余 苏洛内心其实也有点疑惑 偌大的龙国竟然都只有八块云铁 那说明就算是在这个世界 云铁也不是烂打结的东西 毕竟这东西要等着天上掉下来 在地面上是不可再生的资源 稀有也算是合理 主人您放心 云铁绝对能在海底世界大放一彩 快艇上 云铃巫师又在不停地给苏洛保证 甚至他都恨不得能立马带着云铁进入海底世界 海底世界云铁这么稀有 为什么黑魂门的人不让人多带点过去 苏洛撇了撇嘴 对云铃巫师的话并不是很相信 毕竟这家伙还是死灵族族长 虽然有可能会有私心 但绝对不会对自己有负面想法 而云铁 苏洛也觉得算是帮云铃巫师一个忙 毕竟他现在是自己的宠物了 到时候他若是能重新成为死灵族族长 自己这个当主人的也能跟着 狐假虎威 看到苏洛还在怀疑 云铃巫师直接瘫软在甲板上 有气无力地说道 你以为云铁在海底世界为什么这么稀有 因为转职者的背包根本就带不过去 寻常的空间也隐藏不了 传送的时候一旦感应到云铁的气息 海底世界的法则就会将云铁抹掉 而宠物空间则是这天地间唯一特殊的地方 只有御寿师的宠物空间 才能将云铁带到海底世界 而这个世界上已经多少年没有御寿师了 你应该知道吧 亡灵巫师瞥了一眼苏洛 眼神中露出一抹傲娇的眼神 行吧 那听你的 主人 咱们尽快把圣坛搬运回去 然后拿着云铁直接就冲登天峡谷 苏洛皱了皱眉头 满脸不屑地问道 难道你只打算要龙过的八块云铁 那不然呢 海对岸的国度 拼拼凑凑也能找到一些云铁吧 打劫众多国度 亡灵巫师蹭地一下站了起来 又开始兴奋地手搓骨粉 经过十来个小时的奔波 苏洛的快艇很快就进入了靠岸的区域 海面上漂浮着一艘搜巡查船只 这是基于国度 一个比殿国和侯国大了不知多少的国度 但比起龙国还是稍稍逊色了一些 此水域禁止闯入 请立即离开 当看到有陌生的快艇驶入视线中时 巡逻的船只立马就对苏洛发起了警告 而此时 苏洛正站在船头 打量着对面的戒备程度 他是来抢劫的 不是来旅游的 所以苏洛也不打算客气 亡灵巫师坐在地面上 不停地用手臂摩擦镰刀刃 听到船只的警告声 他立即就站了起来 主人 这些国度的人可真特么牛逼啊 论防御手段 比起你们龙国可强多了 废话 我们这是进入了人家的守卫者基地 苏洛淡淡地指了指远方海岸上的一块大石碑 上面写着 金鱼国海岸守卫者基地 随着快艇越来越靠近海岸 无数船只立马成包围之势 朝着苏洛快速开了过来 与此同时 海岸上也聚集了不少转职者 苏洛摇摇看了一眼 对方全都是一些一百级左右的转职者 这种等级的转职者 对他来说 就跟小鱼小虾一样渺小 此处禁止靠岸 请立即离开 否则我们就要 话音还没说完 王林巫师直接挥出一道黑刃 披在了最近的一艘船上 直接将那只船披成了两截 废话真多 王林巫师伸手扣了扣耳朵 露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苏洛则是对着他竖起了大拇指 同时自己也取出了黑暗大铁锤 之前屠龙联盟战役的时候 他没能亲自上场 这一次 苏洛打算尝试一下掠夺的快感 毕竟这些人都是屠龙联盟中的附属国 是敌人 对他们根本不用手下留情 随着王林巫师一出手 整个海域顿时就响起了急促的警报声 刹那间 无数船只朝着苏洛的快艇开火 与此同时 一道道气息强横的身影 也在沙滩上快速集结等待着 因为他们也发现了 这个外来者的目标好像是上岸 所以他们打算在沙滩上 将这个外来者击毙 主人 交给我吧 这些都是小菜机而言 一想到能放肆掠夺云铁 王林巫师就激动的不能自理 直接离开快艇 朝着附近的船只冲了过去 无数导弹袭来 苏洛面临的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挡下攻击保住快艇 要么直接丢鞠宝帅 毕竟这玩意儿 也不是不可替代的东西 哄 随着苏洛飞上高空 无数攻击瞬间砸在快艇上 直接将之打爆 海面上顿时就燃起了熊熊大火 虚空中 苏洛快速地朝着沙滩冲去 虽然身为御寿师 但是现在苏洛的等级达到了200几 各方面属性强的离谱 完全能随意碾压这些小虾米 这是顶级强者 大家小心 快去请老左 看到外来者竟然能飞 所有人都知道苏洛的身份了 因为只有达到150几之后的 转职者才能飞 刹那间 整个沙滩的阵营乱作一团 所有人都慌忙撤退 根本没有阻拦苏洛的打算 毕竟双方实力悬殊过大 若是一味的抵挡 只能白白送死 这些家伙 还真是实实我 苏洛感慨了一句 然后直接从宠物空间中 将寻宝鼠召唤了出来 子子 寻宝鼠一出现 立马就讨好地蹭了 蹭苏洛的裤腿 然后用那种可怜巴巴地看着它 帮我找找他们的国库吧 苏洛抬手指了指金鱼国的方向 寻宝鼠立马就抬手指了一个方向 寻宝鼠的正常等级 一般是100级 就到他们受寝正中的年纪了 但是苏洛这只寻宝鼠 现在还是青壮年 就被培养到了150级 如今 它能够自动搜索大范围的宝物 大概2000公里之内都能搜寻 将来如果继续成长 搜索范围应该还能扩大 主人 这小家伙还真厉害 我们赶紧去取云铁吧 解决掉所有船只的亡灵巫师过来时 刚好看到寻宝鼠在指路 不要太激动了 万一这个国度没有云铁呢 那也没事 咱们还可以打劫药材 空间石之类的东西 苏洛 虚空中 寻宝鼠在前方不停地用鼻子 嗅着空气中的气息 然后飞快地赶路 它的速度很快 哪怕是苏洛和亡灵巫师 也得全力赶路 才能跟得上寻宝鼠的速度 一人 一鼠 一个披着黑袍的骷髅 当这种奇葩的组合 从城市高空掠过 且顺手砍死一个150级的强者之后 地面上顿时就引起了无数人恐惧的尖叫 这是哪来的人 太TM强了吧 竟然敢入侵 我们金鱼国 这些家伙死定了 盘山老祖一定不会放过他们的 刚刚死的 就是盘山老祖 我们国度的顶级强者 全都去攻打龙国了 至今还没消息 要不然这三个家伙 绝对会被用来当成于饲料 众人议论纷纷 但却无一人敢追击 因为金鱼国的大部分强者 全都去攻打龙国了 现在武力值正是空窗期 别说是苏洛了 就算是几个普通的顶级强者 都能直接将他们灭过 众人一边咒骂 一边期盼着 屠龙联盟众人 能够快点凯旋归来 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 屠龙联盟几乎已经全军覆灭了 此时 在寻宝鼠的带领下 苏洛和亡灵巫师 直接跟到了一处山谷当中 四周古树参天 枝繁叶茂 中间还能看到 不少低等级的转职者 正在击杀野生异兽炼击 子子 寻宝鼠降落到地面后 直接伸出爪子 指了指一处凹陷下去的山体 四周看起来很普通 只是山体凭空凹陷进去了两三米 看起来像是一个镶嵌进去的大铁锅 山体之外 有一个很深的水潭 笔波荡漾 里面有无数大鱼 正在随意地游动 当苏洛靠近山体凹陷出时 水中突然响起了阵阵水花 紧接着 一个鱼头人身的怪物 就直接出现在了水面上 你们是什么人 鱼妖出现在的一刹那 当即就开始查看 苏洛和亡灵巫师的属性版面 而苏洛此时也在打量他的信息 远古水灵 165级 攻击 328000 防御 165000 精神 142000 体质 418500 技能 水暴术 水龙之怒 五行水杀阵 水暴术 凝聚水球对地方进行精准打击 造成150%物理伤害后 再次造成180%爆炸伤害 水球自动锁定100%命中 水龙之怒 操控大量水元素形成水龙之怒 180秒之内对敌人进行不间断攻击 直至水龙被击杀 五行水杀阵 操控水元素形成五行水杀阵 有20%几率百分百命中敌人 对敌人造成450%伤害 精准命中目标时造成800%伤害 及其五行杀阵可融合成为神级技能 五行诸神阵命中率可叠加至100% 看到这头鱼妖的技能介绍 苏洛瞬间就对五行诸杀阵有了兴趣 同时他心里也暗暗猜测 击杀这头鱼妖能不能掉落技能卷轴 这玩意儿大部分转职者都经常使用 只不过苏洛的职业特殊 再加上能复制宠物技能 所以一直都没有使用过技能卷轴 但是现在 苏洛第一次对技能卷轴有了兴趣 苏洛看到了远古水灵的属性 而远古水灵却看不到他的属性 甚至连亡灵巫师的属性他也看不到 远古水灵的表情顿时就变得扭曲了起来 同时也意识到了 这对奇怪的组合是个硬茬子 这里是金鱼国禁地 还请这位朋友行得方便 金鱼国加入屠龙联盟攻击东方龙国的事情 你知道吗 苏洛面无表情地看着鱼妖 没有半点行方便的意思 嗯 知道一点点 这件事和阁下有关系吗 鱼妖的语气顿时就变得生硬了起来 同时心里也有种不好的预感 我就是龙国人 所以我现在来金鱼国的国库 转一转不过分吧 苏洛脸上洋溢着淡淡的笑容 宛如人畜无害的阳光大男孩一般 远古水灵没有说话 又淡淡地看了一眼苏洛脚下的寻宝鼠 瞬间就意识到了苏洛是有备而来 请便 吐出两个字后 鱼妖脚下瞬间出现一道巨大的漩涡 然后身躯直接沉入了水底 看到这一幕 亡灵巫师直接气得破口大骂 而苏洛也看得呆住了 这特么是金鱼国的护国神兽 就这 一言不合就直接跑路了 有这么给人看门的吗 还有没有公德心 淡淡的失落赶从心底涌起 但是苏洛却无可奈何 因为这家伙跑得太快了 算了 先开门吧 苏洛叹了口气 然后直接拎起暗黑铁锤 狠狠一下砸在山体之上 先看看国库里面有没有云铁 然后再去水潭找那头鱼妖 轰咚咚 整个山体瞬间摇晃了起来 被砸中的地方泥土翻飞 直接露出了里面一层已经有裂缝的青石板 这层石板不是普通的石板 面对苏洛如此重击 也不过才出现几道裂缝 不愧是国库的大门 苏洛再次拎起暗黑铁锤 一下一下地往上面砸 不一会儿 功夫就直接将青石板砸成碎片 青石板破碎之后 露出了里面蓝色的一层能量护盾 很显然 这就是金鱼国国库最后一层防护措施了 我这么厉害的吗 苏洛满脸疑惑地看了看暗黑铁锤 我现在的普通攻击伤害竟然高达88万 看着那一连串高额的攻击数字 苏洛心里忍不住有些震撼 是的 他自己被自己震撼到了 突破两百级之后 苏洛这还是第一次查看自己的属性版面 在这之前都在忙碌 没怎么查看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他升级太容易了 都没把等级当回事 主人 继续啊 你再砸几下 这防护罩也能给他直接干碎 看到苏洛停下来了 亡灵巫师立马就开始催促了起来 就在这时候 寻宝鼠却突然动了 他化作一道光芒 直接冲到防护罩上 啃食了起来 这家伙想干嘛 难道想凭着牙齿 直接咬开防护罩 看到这一幕 苏洛和亡灵巫师相互看了一眼 都愣住了 国库使用的防护罩 一般都是顶级阵法大师布置的 就算是苏洛 现在是两百级的实力 普通攻击高达八十多万 也很难打开 子子 感受到苏洛不信任的眼神 寻宝鼠回头露出一个自信的眼神 然后继续对着防护罩啃食了起来 咔嚓咔嚓 一道道令人牙酸的声音响起 苏洛和亡灵巫师都忍不住往后退了几步 这声音实在是太折磨人了 咔嚓咔嚓 寻宝鼠滋滋不倦地啃食着 似乎这防护罩 对他来说是大补之物一样 作为寻宝鼠的主人 苏洛能明显感觉到 寻宝鼠每啃食一次都能增强一点点 难道这家伙能吸收防护罩的力量 提升自己的实力 好奇之余 苏洛忍不住往前走了几步 当看到寻宝鼠正在啃食的位置 已经出现了一个小裂缝时 他直接愣住了 这特别太逆天了吧 这种国库级别的防护罩都能啃开 自己就是想着把它培养成为一个工具宠物 专门用来寻找宝物 没想到这家伙竟然这么逆甜 咔嚓咔嚓 不到三分钟时间 防护罩直接被啃出了苹果大小的一个孔洞 寻宝鼠就像是牙虫吃菜叶一样 不断地蚕食这巨大的防护罩 而且苏洛发现寻宝鼠的能力似乎有些特殊 因为这些防护罩被他啃食之后 并不会自动恢复 看来以后各大国库的防护罩 我可以直接无视了 苏洛脸上露出了开心的表情 擅长钻动的宠物他也有 到时候看谁不爽 直接钻到他家宝库下面 然后让寻宝鼠啃出一个窟窿 这玩意儿 简直就是杀人越货居家打劫的好帮手 咔嚓咔嚓 随着寻宝鼠不断啃食 防护罩已经被啃出了一个 足够让人通过的祸口 看到这一幕 亡灵巫师直接看呆住了 寻宝鼠看起来小小的憨憨的 牙扣竟然这么好 还愣着干什么 进去吧 苏洛对着亡灵巫师催促了一声 然后直接钻进了金玉国的国库 进入防护罩之后 里面是一条狭长的通道 由于不是使用正规手段进来的 苏洛直接召唤出了一群骷髅仆人 在前方探怒 穿过通道便直接来到了一个巨大的房间内 四周装潢华丽 内部全都镀了金 看起来闪闪发光 房间内除了通道之外 还有几扇巨大的铁门 铁门上刻画着各种不一样的图案符号 主人 云铁是这个大门 见多识广的亡灵巫师 当即就指着最中间的一扇门 然后直接狠狠一连刀劈了上去 啃呛 金铁香蕉的声音响起 那看似巨大坚硬的铁门 瞬间被劈成了两半 进入大门 穿过一条走道之后 一座巨大的仓库便直接映入眼帘 一排排规格很高的货架 摆放在仓库内 像是书架一样 镶嵌在墙壁中 不过这些货架十有八九都是空着的 只有最中央位置的架子上 摆放着两个暗红色的铁盒 嘿嘿 云铁呀云铁 我来了 王林巫师激动地搓着手 直接朝着货架冲了过去 揪揪揪 就在他抵达货架面前 打算伸手拿盒子的时候 两旁的石壁中 突然就射出来了几道暗黑色的光芒 刹那间 王林巫师的脑袋 胸腔 胳膊和大腿上 全都插满了泛着绿光的箭矢 很显然 这些箭矢还带了毒属性 他妈的 真陰险啊 王林巫师怒骂了一声 然后伸手 把身上的箭矢一一拔下 继续伸手拿盒子 苏洛则是站在原地 没有动弹 虽然这些级别的机关伤不了他 但是 苏洛不想像王林巫师那样狼狈 主人 你快看 这儿有两块云铁 一块寒铁 一块赤铁石 王林巫师兴奋地 举着两枚拳头大小 形状各异的石头 递到苏洛面前 恭喜您获得其实 以解锁套装方案 就在苏洛接过寒铁 和赤铁石的时候 脑海中突然响起了系统的声音 自从等级突破200级之后 苏洛感觉自己已经很久 没有听到过系统的声音了 套装方案是什么 苏洛皱皱了皱眉头 然后直接打开了 自己的属性版面 开始查看 混沌套装方案已解锁 当前可使用 混沌套装 套装 紧接着 几张图纸 就直接出现在了苏洛的背包中 他好奇地拿出 其中一张看了起来 然后直接就瞪大了眼睛 混沌之锤 神器 玉兽师 使用等级 250几 伤害 未知 技能 未知 神器 牛逼 从不爆粗口的苏洛 此时也直接忍不住骂了一句 然后又接连着拿出了 另外的图纸 玉兽师 使用等级 250几 伤害 未知 技能 未知 混沌项链 神器 玉兽师 使用等级 250几 伤害 未知 技能 未知 很显然混沌之锤 混沌之靴 混沌项链等 几张图纸是套装 而且还是玉兽师的专用套装 主人 神器可没这么好练制 海底世界 强大的转制者很多 都获得了神器图纸 但是很少有人 能练制出神器 就算是只练制出一件的人 也都是凤毛麟角的存在了 看到苏洛激动的原地发呆 亡灵巫师忍不住 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为什么他们 炼制不出来 苏洛心里顿时就疑惑了起来 接着问道 难道炼制装备 还需要自己 亲手炼制 材料不够啊 炼制神器 需要很多稀有材料 基本上 只炼制一件神器 就需要一个千年世家 积攒数百年了 人生能有几个百年 那如果再加上 你们死灵族呢 苏洛撇嘴问道 嗨嗨 我们死灵族虽然强大 但是 如果能恢复到死灵族巅峰时期 说不定十年之内 就能凑齐一套神器装备 十年太久了 主人 你要是能让我当上死灵族组长 再把死灵族培养到 上古时期的规模 一年一件神器也不难 怎么培养 听到亡灵巫师的话 苏洛顿时就眯起了眼睛 露出了感兴趣的表情 很简单 我们需要风神药剂 越多越好 等到死灵族强大了 绝对能帮主人您 收取大量的材料 亡灵巫师话音落下 苏洛立即就翻了个白眼 风神药剂可一点都不好搞 就算是神级 炼药师也有 接近99%的人炼制不出来 因为这玩意儿 相当于是赌命 炼制这东西时 需要给风神药剂注入生命力 青壮年炼药师兴许 可以试一试 要是老人家炼制 估计能直接被风神药剂 吸成一具干尸 主人 您不是和玄虎有共享被动吗 到时候玄武的生命值 肯定会越来越高 您别说炼制风神药剂了 就算是一次性炼制十个 也是手拿把架 看到苏洛似乎在犹豫 亡灵巫师当即 又开始游说了起来 这一颗似乎云铁 对他来说都不香了 只想着劝说苏洛答应 炼制风神药剂 这家伙 还真是个有责任性的骷髅啊 苏洛翻了个白眼 冷冷说道 不过我得给你签订契约 如果我被吸死了 你也得给我陪葬 好 那我以后的神兽单全 都让给玄武大哥吃吧 苏洛的国库中转悠了起来 药材 日常装备 这些苏洛统统都不感兴趣 拿了也只会像是垃圾堆一样占地方 苏洛重点照顾了一些珍稀的药剂 和罕见的药剂 然后又直接将所有的空间石收了起来 金玉国的国库内 小型空间石一共有3682枚 中型空间石1560枚 大型空间石863枚 有了这些空间石 能将神药界内的空间 足足再扩大一倍 半个小时后 苏洛才心满意足地退出国库 而此时 入口处的寻宝鼠 依旧在孜孜不倦地啃食着防护罩 此时 防护罩已经被他啃出了一个大窟窿 在外面的水潭边 站着几名转职者 正在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当看到一个年轻人 和一具身穿黑袍会动的骷髅走出来时 那几名年轻人当即就回过神来了 开始警惕地往后退 这位前辈 我们只是路过此地 无意冒犯 还请前辈恕罪 其中一名身材火辣的女孩 发现看不穿苏洛的等级后 当即就低着头 开始赔罪 行了 你们走吧 苏洛面无表情地对着他们摆了摆手 几人如蒙大射 再次对着苏洛拜了拜然后才离开 等到他们走远之后 苏洛才收起寻宝鼠 和骷髅仆人 又召唤出了八一大蛇 作为蛇类生物 八一大蛇是精通水性的 一切准备就绪后 一人一蛇直接钻入水潭 朝着水潭下方快速游去 水中光线暗淡 一条条体型庞大的鱼类 在水中游动 这些鱼虽然是最普通的野生鱼类 但它们生长的年份极强 似乎知道 苏洛和八一大蛇不好惹 都会远远地躲开 当然 碰到不知道躲避的憨憨鱼 八一大蛇则是张开血盆大口 直接将之吞进肚子里 主人 你要找的那个家伙 似乎距离不远了 八一大蛇口土人言 对着苏洛汇报了一句 同时伸出巨大的蛇性子 指了指黑暗中的一个方向 黑压压的苏洛根本看不太清 只能跟在八一大蛇后面 朋友 我愿意臣服 苏洛还没靠近 黑暗中就响起了那头鱼妖的声音 这就臣服了 这下连苏洛也笑了 成为转职者至今 杀过的异兽 没有一万也有八千了 还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耸的野生异兽 甚至就连红眼兔这种低级异兽 都比他有骨气 主人 他愿意臣服 八一大蛇的声音中充满了遗憾 与此同时 远古水灵的身形 也直接出现在了苏洛的视野中 既然选择投降 那就规规矩矩地投降 我愿意臣服 你直接签订契约吧 远古水灵昂首挺胸地站在苏洛面前 眼神中似乎还有一些骄傲 似乎自己不是投降 而是投奔来了一样 苏洛也不再犹豫 直接对着远古水灵施展技能 信仰灌输 刹那间 苏洛身上就浮现出一道道金色光芒 这些光芒化作斑点 直接将远古水灵包裹 这个技能如果没有击中目标 就类似于法师的范围攻击 只要是在技能覆盖范围内 都能对范围内的目标造成伤害 但如果锁定目标了 那么将会在目标身上 标记一个蓝色小光点 然后目标周围会出现一道道光圈 光圈上密密麻麻 全都是蓝色小剑 会在刹那间集火攻击 以锁定的目标 无论目标如何位移逃窜 都能做到百分百命中 五行水杀阵和剑气草有点类似 但是增加了一个锁定功能 如果能收集五行杀阵的话 潜力可谓是极大的 目的达成后 苏洛便满意地骑着八翼大蛇 朝着另一个方向赶去 距离金鱼国不远处就是美利国 在那儿不仅有一座丰富的国库 等着他去探索 而且还有一座圣坛 虚空中 苏洛脸上洋溢着微笑 任由狂风拍打在脸上 这次抵达金鱼国 不仅获得了五行水杀阵 还收获了两枚云铁和大量的空间石 就给亡灵巫师发布了命令 让他在神耀界中 直接把所有空间石拳都使用了 如果神耀界的空间足够大 到时候里面也会诞生一些稀有的材料 对于以后炼制神器有很大的帮助 主人 前方应该就是美利国了 八翼大蛇在云层中穿梭 他的速度很快 只用了十分钟左右 就出现在了美利国边境上空 地面上没有高耸的城墙 只有规模极大的守卫者和各种高科技武器 看到这一幕 苏洛瞬间就明白 美利国为什么这么强大了 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里面是弓 而不是手 直接去圣坛位置 停留片刻后 苏洛直接离开了此地 朝着美利国境内的圣坛方向赶去 九山市是美利国转职者 人均等级最高的一座城市 同时也是最为偏僻的一座城市 因为这里安放着一座巨大的圣坛 一个巨大高达30米左右 花瓶模样的石头 屹立在地面之上 铜体散发着暗黑色的光芒 这巨大花瓶便是美利国的圣坛了 世界上十大圣坛的形状都各有特色 所以龙国的圣坛是坛子 而美利国的圣坛是花瓶 至于其他的圣坛 还有其他的花样 圣坛内每时每刻都会诞生出无数异兽 朝着四面八方扩散出去 而这里的守卫者们 只要是愿意去刷怪 都能获得源源不断的经验值 同时 这里也是戒备最为森严的一座城市 因为这段时间以来 各个圣坛似乎都不太稳定 出现的异兽实力波动很大 有时候是五六十级的异兽 有时候也有可能会刷新出 一百级左右的异兽 如果没有大量强者镇压 九山市很有可能会阴灭在兽巢之中 此时 苏洛正在云端之上 打亮着地面上的圣坛 如果就这么出手的话 美利国残留的强者 肯定会出手阻拦 倒不如先把他们解决了来得清静 下去吧 看看有没有能打的 苏洛骑在八翼大蛇的后背上 面色平静地盯着地面 随着八翼大蛇的高度降低 地面上的美利国人 也都发现了这一人一兽的身影 卧槽 这只一兽好帅啊 我们美利国 什么时候浮现这种一兽了 据说龙国的苏洛 也拥有这种宠物 这条大蛇和苏洛的宠物好像啊 有没有可能 这就是苏洛 一时间地面上众人都在看热闹 感慨八翼大蛇威武霸气的外表 毕竟没人知道苏洛的身份 再加上大多数人的等级都很低 觉得看不清苏洛的属性版面很正常 但是驻留在九山市的顶级强者们 就不一样了 当感应到苏洛身上强大的气息时 他们都脸色大变 此时 九山市一栋别墅区内 几道人影匆忙聚集于此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个个都是表情苍白 这个人是谁 会不会是苏洛 刚刚收到消息 金鱼国国库被人抢劫了 我们屠龙联盟三百多名顶级强者 去攻打龙国 苏洛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里 这家伙最多也就一百六七十级 再加上宠物厉害了点 我们几人联手足也 商量好计策之后 几人当即就信心满满地 朝着圣坛方向飞去 当然 他们和众多被苏洛斩杀的倒霉蛋一样 全都忽略了苏洛的成长速度 上一次他们收到消息的时候 也许苏洛是一百五十级 但是这次 他已经两百级了 圣坛上空 苏洛骑着八亿大蛇 闭目养神 对于地面上叽叽喳喳讨论的人群 他丝毫不理会 因为这些人实在是太弱了 根本吸引不起他的兴趣 来者何人 还不速速报上明来 竟然觊觎我国圣坛 其最当桌 十二道顶级强者的身影 出现在圣坛上方 看清苏洛的一刹那 几人便开始对着苏洛口诛笔伐 苏洛不说话 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 同时又从背包中 取出了暗黑大铁锤 这种等级的顶级强者 他能一锤子敲死一个 小子 实际地就速速离开 不然休怪我们无情 人群当中 最为年迈的老者 发现自己 看不透苏洛的实力 当即就皱起了眉头 打算将苏洛劝退 但是其余的人 却不这么想了 龙国苏洛的名声 几乎已经传遍整个世界了 如果能将他斩杀 必定是大功一剑 来了可就别想走了 大家一起上 老者 虽然无语 但是已至此 众多强者还是呈包围之士 将苏洛围了起来 只不过关系到圣坛 这些人都格外谨慎 法师开始提前施法 而剑士等近战职业 则是缓慢地朝着苏洛靠近 同时不停地 打量着八翼大蛇的反应 虽然八翼大蛇隐藏了等级 他们看不穿 但也能通过八翼大蛇的反应 来推算实力 全部交给我吧 好久没有亲自出手了 苏洛淡淡地说了一句 然后直接站在了 八翼大蛇的脑袋上 他身上穿着一套灰色运动服 一手拎着铁锤 另一只手直接背了起来 苏洛的身材匀称而修长 此时看起来有种莫名的 潇洒和帅气 仿佛此时对面站着的不是对手 而是普通的小鱼小虾一样 太特么气人了 一名剑士脸色发黑 直接使用一个突刺技能 朝着苏洛冲去 在靠近苏洛之后 他的身影突然开始 快速闪烁了起来 每闪烁一次 都会对苏洛造成一次伤害 18 1 花里胡哨的技能 一点用也没有 当地的可怜的数字 从苏洛身上冒出时 在场的众人都直接傻眼了 那名剑士 也意识到苏洛的恐怖之处 眼神中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但是此时 苏洛已经预判到他的位置 举起了暗黑铁锤 直接对着他 狠狠地砸了下去 碰 486,550 一锤下去 那名剑士身上 顿时就冒出了一串红色数字 整个人宛如一滩难泥般 从高空坠落 苏洛这一击 直接秒杀 这 怎么可能 看到这一幕 九山式助手的顶级强者们 全都愣住了 此时他们在看向苏洛的眼神中 已经充满了恐惧 再没有半点 想要对抗的心思 就连一旁观战的八翼大蛇 心里已暗暗惊讶 主人作为一名预售师 这战斗力 未免有些太夸张了吧 刚刚那名剑士 拥有四十多万的血条 至少也有二十万左右的防御 相当于苏洛这一击 直接打出了六十多万的高额伤害 太逆天了 现场没人说话 剩下的十一名顶级强者 相互交流了一下眼神 然后直接化作光芒 朝着各个方向 快速逃走 地面上 原本还在欢呼雀跃的美丽国众 人们也都纷纷沉默了 不过 他们没有逃 毕竟苏洛的实力摆在这 他们这种等级的人 逃也没用 一群胆小鬼 苏洛看着众人 逃窜的方向撇了撇嘴 然后直接将目光 放在了圣坛之上 在离开龙国之前 赵九霄给了苏洛两个 吞天大口袋 用来装圣坛 当看到吞天大口袋的时候 苏洛心里是非常惊讶的 毕竟自己第一次 拿吞天大口袋 搬运圣坛回龙国的时候 赵九霄只是吹嘘了这玩意儿 有多么珍贵 多么难得 但是到了需要的时候 龙国国库中 竟然能一次性 拿出两个 这也变相地说明龙国 并没有表面这么简单 现在就来把这第一个圣坛 装起来吧 苏洛淡淡地说了一句 强忍着内心的激动 直接对着美丽国的花瓶 圣坛使用了吞天大口袋 哇 虚空中瞬间传来震动的声音 吞天大口袋 上面散发 出阵阵光芒 直接将整个圣坛包裹 眨眼间 圣坛就被苏洛收入囊中 而原本摆放圣坛的位置 此时空空如也 只剩下一个巨大的深坑 搬运完圣坛之后 苏洛这才拿出寻宝鼠 让他带路 朝着美丽国的方向赶去 等到苏洛离开之后 美丽国众人 看着原本摆放圣坛的位置 现在已经空空如也了 所有人脸色都变得苍白无力 之前美丽国之所以能够称霸一方 甚至是俯瞰整个世界 就是因为拥有圣坛的缘故 而现在 圣坛被人夺走了 以后美丽国的转职者 想要升级 就只能去野外刷怪了 到时候人多怪少 升级速度也会大幅度下降 圣坛没了 我们美丽国完了 龙国的人真是狼子野心 竟然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哎 当初屠龙联盟成立的时候 我就预感不好 现在好了吧 啥也没有了 大家放心 克里斯大人一定会把圣坛 重新夺回来的 对 克里斯大人带领了那么多 顶级强者出征龙国 一定能把龙国的圣坛抢回来 所有人高呼克里斯的名字 但是没人知道 他早已经被苏洛的暗影鬼珠斩杀 虽然身躯被传送回来了 但是却传送到了一片沙漠之上 他的尸体正在腐烂 却无人知晓 此时 寻宝鼠正在虚空中 不停地耸动着鼻子 寻找美丽国国库的方位 寻宝鼠作为异兽中 战斗力最低的中立性生物 他唯一的能力就是探寻宝物 无论是药材 装备 药剂还是其他稀有的东西 寻宝鼠都能轻松感应到 而寻找国库 对他来说就是最简单的事情 因为国库里面储存着大量的物资 寻找起来相当方便快捷 子子 离开九山市之后 在经过一片沙漠的时候 寻宝鼠突然伸出爪子 指了指下方的一个山丘 上面淋淋散散地 散落着一些腐烂发臭的肉块 能看得出来这是人的尸体 只不过不知是何种原因 尸体被异受啃尸的惨不忍睹 怎么 那里有报备 苏洛挑了挑眼皮 满脸好奇地看向寻宝鼠 子子 寻宝鼠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然后飞快地朝着下方沙漠冲去 苏洛力急紧随气候跟了上去 落地后 寻宝鼠满脸嫌弃地指了指尸体的手指 隐隐可见其中 一个手指上戴着一枚暗红色戒指 由于被大量已经干涸的血液沾染 这枚戒指并不显眼 一枚很特殊的戒指 兴许是什么地方的钥匙 当苏洛目光放在那枚戒指上的时候 一行小字立马浮现在眼中 看到这一幕 苏洛顿时就意识到了 这枚戒指的不凡之处 他直接施展了一个水球术 将那只手掌连带着戒指冲洗得干干净净之后 才从背包中取出一柄匕首 将戒指取了出来 这是不是打开美丽国国库的大门 子子 寻宝鼠点了点头 然后又伸出爪子指了指下方的沙漠 示意国库就在这片沙漠下面 如此轻易就找到了美丽国的国库 苏洛心里暗暗有些不敢相信 既然金玉国的国库都有守护者 那美丽国的国库应该也有守护者吧 想到这里 苏洛不由地警惕了起来 开始仔细观察四周 可沙漠上除了漫天黄沙 和一些干枯的植物之外 就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了 我就不信你不出来 苏洛脸上带着一抹冷笑 然后直接召唤出了亡灵巫师 命令他开始攻击下方的沙漠 轰轰轰 亡灵巫师二话不说 直接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整片沙漠都开始不停地颤抖 可四周依旧没有任何动静 主人 这沙子不太好操作啊 要不我直接让骷髅大军挖坑吧 连续施展了几次技能之后 亡灵巫师直接将镰刀往地上一丢 喘着气苦 哈哈地问道 我这儿有钥匙 苏洛淡定地扬了羊手里的戒指 亡灵巫师 你有钥匙你不早说 让我白费力气 算了 既然不出现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苏洛将戒指拿在手中 尝试着激活戒指 打开美丽国国库大门 刹那间 苏洛脚下的沙漠 开始发生轻微的震动 无数沙子像是流水 一般朝着四周涌动 然后露出了沙漠掩盖之下的蓝色护盾 只不过这护盾比起之前 金鱼国的国库护盾厚实了好几倍 要是使用武力强行闯入 估计要花费不少力气 轰隆隆 随着阵阵意想传来 那蓝色护盾中间 瞬间就裂开了一道口子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蛋 裂开了缝隙一样 主人 差不多可以进去了 亡灵巫师兴奋地嚎叫了一声 直接一马当仙冲了进去 寻宝鼠机灵地朝着四周看了看 确定没危险之后也跟了上去 梭洛则是走在最后面 毕竟这些宠物死了还能复活 自己要是死了可就有点麻烦了 凡事还是小心谨慎为好 进入护盾之后 里面是一片透明光照 仿佛是与沙漠隔绝 却又没有遮住视野的一片空间 当然 这都是护盾阵法的特殊作用 从里面能看到外面 但是外面却看不到里面 穿过护盾 再次进入透明光照之后 里面的天地瞬间无所遁形 各种分类 整齐的区域全部映入眼帘 一排排摆放 整齐的货架和整个弱大的仓库比起来 就像是仓库中的米粒一般 看着美丽国这个巨大无比的国库 就连一只星平气和的苏洛 此时都忍不住呼吸急促了起来 这特么可是美丽国的国库啊 世界上最强悍国度的国库 现在就在自己面前任由索取 成千上万的货架 全都摆满了各种物品 此时的苏洛就像是上帝一般 能俯瞰到整个国库内的货架 一时间也给苏洛造成了一些麻烦 他猜测美丽国国库的物品 一定是按照某种特殊规则摆放的 如果想要进入国库 寻找某样东西 就必须要地图 如果只是四处寻找 估计每隔一两年 是找不到想要的东西的 就算是数百人全力搬运 至少也要搬运一个月 才能将这座国库搬空 主人 这么多货架 我们该怎么着 不会真打算 把这些垃圾也搬走吧 亡灵巫师满脸茫然地看着苏洛 同时顺手 从一个货架上 拿出一个储物袋打开 从里面抓了一把药材出来 然后丢在地上嫌弃地 用脚踩了几下 这些药材虽然罕见 但是对于药材方面 一直遥遥领先的神药界来说 根本就不算什么 只能算垃圾 找东西还不简单 就算是没人带路 也难不倒我们 此时苏洛的心情 已经平静下来了 他低头看了一眼脚下 正在等待夸奖的寻宝鼠 淡淡说道 去把这里面的云铁 全都找出来 子子 寻宝鼠并没有立即行动 而是睁着一双有黑的大眼睛 可怜巴巴地看着苏洛 奖励你一百颗神兽丹 子子 听到奖励一百颗神兽丹 寻宝鼠眼神中 顿时就露出了兴奋的光芒 然后直接化作一道流光 朝着远处的货架冲去 不到十秒钟时间 他就拎着一个 一次性储存袋回来了 袋子沉甸甸的 看起来分量很足 苏洛打开袋子看了看 里面一共装着三十多块 形态割一的云铁 有的散发着灼热的气息 有的则是散发着阵阵黑气 也有的能扭曲周围的空间 看起来各个云铁的属性 都不一样 苏洛仔细数了数 一共有三十六块云铁 再加上之前 收获的两枚云铁 现在苏洛手里 已经有三十八枚云铁了 太特么的棒了 这一下子 我们去了海底世界 绝对能成就一番大实验 亡灵巫师激动的手舞足蹈 苏洛心里 也忍不住跟着激动了起来 这些云铁 如果真如亡灵巫师说的那样的话 自己带着这么多云铁 去了海底世界巷 基本上就等于是开挂了 之前亡灵巫师已经讲过了 云铁的属性虽然各不一样 但可以通过特殊的手段 改变云铁的属性 所以属性问题根本不需要担心 只要数量足够 去了海底世界之后 想要任何神器都能搞定 将所有云铁收进背包后 苏洛又按照常规操作 开始搜刮空间石 以及一些其他值钱的东西 这次苏洛学聪明了 只要是值钱的东西 比如珍惜药剂 药材 装备通通不放过 苏洛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自己搜刮多余的装备 可以给要神帮的人加强等级 实在不行 还可以迈出去 增加龙国人均综合实力 经过这次洗礼 继续加快速度 对其余的国度 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扫 同时还马不停蹄地朝着 屠龙联盟附属国范围内的 第二座圣坛方向赶去 十天后 龙国雁都 街道上车水马龙 经历了屠龙联盟一战之后 所有转职者和普通人都相处融洽 整个国度所有人都在有条不紊地 进行着自己的事情 其乐融融 赵九霄 龙占天两人此时 正坐在一间茶楼内 品尝着今年刚出来的新茶 二人所坐的位置很特别 透过旁边的窗户 就能看到外面不远处的雁都大学 赵九霄端起茶杯 抿了一口 然后才将目光放在雁都大学方向 感慨道 最近我这左眼皮子一直在跳 应该是苏罗那小子 收获颇风啊 苏罗出马你就放一百个心吧 从他担任店主以来 什么时候让咱们失望过 也对 赵九霄苦笑了一下 眼神中不禁露出了忧愁的表情 怎么 有心事 看到赵九霄愁容满面 龙占天忍不住 皱起了眉头 两人从小就是一个院子长大的 一直都是好朋友 现在一人当了国主 一人当了龙国护道者 身份不相上下 交情更是默地说 看到赵九霄有心事 龙占天总感觉 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 老龙 你还记得曾经我们在 抚越茶楼玩弹珠那次吗 赵九霄颇有感慨地说道 记得 那年我们都只有七八岁吧 童年的孩子都去上学了 就我俩最调皮 我说的不是这个 赵九霄翻了个白眼 解释道 我想说的是 咱们在那个包房外面 听到的谈话内容 听到这话 龙占天脸色顿时 就变得苍白了起来 小声说道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他们说突破两百级之后 就能去另一个地方继续闯荡 而且那个地方 叫什么来着 龙占天一边扣着后脑勺 一边沉思苦想 可偏偏就是想不起来 我也忘记了 我只记得两百级 这才是我焦虑的地方 赵九霄叹了口气 心里那种患得患失的感觉 越发清晰 你是担心 苏洛这小子会离开龙国 嗯 他有两百级了吗 不清楚 但是肯定相距不远了 怕鸡毛啊 只要这小子回来了 我们龙国就能拥有三座圣坛 这天底下 谁还能和我们龙国相比啊 就算这小子 想要去别的地方闯荡 我们龙国也只会越来越强 你焦虑个什么 龙占天撇了撇嘴 对着赵九霄露出鄙夷的神色 后者听到这句话 心里也暗暗叹了口气 然后逐渐的释然了 是啊 龙国即将拥有三座圣坛 焦虑个鸡毛 就在这时候 赵九霄突然脸色一变 然后直接从背包中 取出了一部正在振动的手机 谁的电话 苏洛打来的 莫非这小子这么快就回来了 赵九霄满脸疑惑 坐在对面的龙占天 一听到是苏洛打来的电话 顿时就提起了兴趣 直接又从背包中 取出一颗灵雾石 摆在桌子上 开免提 赵九霄翻了个白眼 然后直接接通电话 你小子打电话 有啥事啊 接通电话后 赵九霄故意装作 一副轻松的语气 赵前辈 我已经回到龙都了 您看要不要过来一趟 看看把圣坛安放在哪里 过来一趟 看看把圣坛放在哪 听到苏洛轻飘飘的话 赵九霄手里的手机 啪哒一声 直接掉在了地上 正在给自己倒茶的龙占天 一时间也忘了手里的茶壶 水从桌面溢出来了 也没有反应 足足过了三秒钟之后 两人才缓缓地回过神来 相互对视一眼之后 赵九霄毫不犹豫地 抓住了龙占天的肩膀 随后茶楼内冒出一阵白色光芒 眨眼间 两人的身影就彻底消失了 老板 老板有人逃弹 一旁的服务员 看到窗户口的 两名老者不见了 立马慌张地喊了起来 逃你妈 柜台内的老板 看到俩人消失时的光芒 就知道这俩人身份不凡 被服务员喊这一嗓子 直接把脸不下白了 此时 龙都龙家的山庄内 苏洛坐在椅子上 慢悠悠地喝着茶水 而龙绍辉 则是一丝不苟地 直接给苏洛把茶水蓄上 每当苏洛喝一口 他就会守在旁边 贴心地给天上一点 喝了好几个回合之后 苏洛沉不住气了 尴尬地看着龙绍辉 辉哥 别这么客气 我们还能是好朋友 嘿嘿 你不是我们家的贵客吗 我这守着伺候你 满意吧 龙绍辉露出贼兮兮的笑容 然后又一丝不苟地 把茶水蓄了个气氛满 你肯定是跟着周铁生 那小子学坏了 看到这一幕 苏洛直接翻了个白眼 坐在原地开始等待 吞天大口袋的 有效时间是24小时 苏洛从大洋彼岸到这里 一共花了4个小时不到 现在还剩下20个小时 时间很充裕 所以他也不着急 随着时间的推迟 龙绍辉也觉得无趣了 好奇地问道 洛哥 你说 你在这儿等我们家老爷子和赵国主 他们多久到 如果不出意料的话 最多三分钟 他们就会出现了 苏洛淡淡地看向门外 就不能收纳进背包 或者其他空间 只能随身携带 苏洛相信 在圣坛的诱惑下 赵九霄和龙绍天 无论是在干什么 都会立马放下手里的事 然后马不停蹄地赶过来 就在这时候 大厅内突然亮起了一道白色光芒 这是赵九霄的传送器光芒 一秒钟过后 两道身影便直接出现在了龙家会客厅内 苏店主果然厉害 马到工程啊 刚站稳脚的赵九霄 看到苏洛淡定地坐在沙发上时 脸上立马就洋溢着浓郁的微笑 大不留心地朝着苏洛走去 就连苏洛没有起身 迎接他也没有丝毫在意 反而是舔着脸坐在苏洛身旁 直接伸手搭在了苏洛的肩上 苏小子好样的 龙绍天也乐呵呵地 朝着苏洛的另一边走去 当探到一旁端着茶水的龙绍辉时 他的脸色一下子就板了下来 你出去玩吧 这里没你事了 龙绍辉 目前龙都附近已经拥有了一座圣坛 而现在的两座圣坛摆放位置 经过赵九霄和龙占天的一致决定 都觉得以三角形的形式 平均分布在龙国境内比较好 这样一来 龙国境内的异兽副本就能够大量增加 让所有转职者都拥有炼击的条件 不用再为了炼击而去荒山野岭寻找异兽 对于摆放圣坛 苏洛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索性当场就把两个吞天大口袋交给了赵九霄 拿过吞天大口袋之后 赵九霄浑身激动地颤抖了起来 他重重地拍着苏洛的肩膀 苏洛 你是我们龙国的大功臣啊 这是我应该做的 苏洛尴尬一笑 然后直接学着亡灵巫师的招牌动作 搓起了手 看到这一幕龙占天瞬间明白 他笑着说道 老赵 人家小苏的任务完成了 你的承诺是不是也该兑现了 差点忘了这茬了 赵九霄猛地一拍额头 然后直接从背包里取出了八个沉甸甸的盒子 等到苏洛将云铁收下之后 他才兴高采烈地补充道 苏洛 以后你有任何要求 尽管提 我们能帮到你的 绝对一不容辞 那就多谢了 苏洛笑眯眯地对着赵九霄和龙 战天拱了拱手 然后便直接和他们道别 打算回燕都 但是刚走到门口的时候 他却被满脸忧怨的龙少辉 给直接拉住了 此时的龙少辉浑身都是怨气 像是新婚夜死了丈夫的寡妇一般 洛哥 我还是打算好好练剑 龙少辉一本正经地看着苏洛 眼神中露出了一抹火热 练剑是好事啊 你加油 你是不是打算去另一个世界 听到这话 苏洛脸色微微变了一下 虽然龙少辉没有说明 但是很显然 海底世界的事不只是自己清楚 一时间苏洛的心思变得复杂了起来 也不知道要不要和龙少辉坦白 洛哥你就别瞒着我了 我都听我们家老爷子说了 他们说 你很有可能会达到两百级 然后去另一个世界 但是到底是去哪他们没说 毕竟这种事情 只有当事人才知道 说完之后 龙少辉的目光更加灼热了 甚至是恨不得现在 就直接冲进赋本去刷怪 龙兄 希望你好好练节 我们能一直做朋友 苏洛一语双关 深深地看了龙少辉一眼之后 才转身离去 放心吧 我一定会追上你的步伐的 龙少辉对着苏洛的身影大喊 然后也转身朝着离家的方向走去 龙国宴都大学 青龙院 苏洛回到学校不超过半个小时 院子的房间门直接就被人敲响了 药神帮的人看到苏洛回来了 朝着苏洛的宿舍赶了过来 就在往往到地方不超过五分钟时间 院子的大门又再次被人敲响了 这次来的人比较多 周铁生 周兰 叶灵月三人全都来了 他们手里拿着吃的喝的 很显然是有备而来 龙少辉也站在旁边咧着嘴直笑 同时脸上的表情有些尴尬 苏洛 你小子 这次别想跑 我可是带了酒了 周铁生一进门 就直接从背包内搬出了两箱啤酒 而龙少辉手里 则是拎着两瓶珍贵的白酒 很显然是偷的龙老爷子的 叶灵月和周兰 只是朝着苏洛笑了笑 然后便开始在桌子上摆放食物 等到众人都坐下来时 周铁生才表情严肃地看向苏洛 洛哥 听说你要走了 我要走了 苏洛皱了皱眉头 满脸茫然地看着众人 同时也发现了 站在旁边的龙少辉此时 满脸歉意 很显然 是他把他自己的猜想告诉大家了 然后闹了个乌龙 看到苏洛满脸茫然的样子 周铁生立马就爽朗地笑了起来 洛哥你就别装了 你放心 就算是你要走了 我们也能很快下来陪你的 呸呸呸 哥你这话说得有毛病啊 什么叫下去陪 众人哈哈大笑 周铁生则是闹了得大红脸 等到笑声平静之后 龙少辉才满脸 严肃地对着苏洛说道 其实这事怪我 如果你要怪罪的话 就怪我一个人就好了 怪你什么 苏洛翻了个白眼 直接端起面前的啤酒 微微抿了一口 周铁生等人没说话 只是一个个表情严肃 表示自己一定会守口如瓶 你们误会了 苏洛叹了口气 然后直接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对于他来说这些事情 告不告诉周铁生 他们其实都无所谓 但是知道的越多麻烦 也就越多 如果他们也有希望达到200级 但凡只是个苗头 都有可能会被黑魂门盯上 自己孤家寡人一个 而他们不同 每一个几乎都是拖家带口 算了 洛哥不打算说 我们也就不问了 周铁生笑着举起酒杯 和苏洛碰了一下 然后直接仰头一口干了 对对对 该问的问 不该问的绝对不问 喝酒 龙少辉咧嘴一笑 直接提议道 既然大家好不容易到齐了 今天我们不醉不归 好 在龙少辉的带动下 现场气氛瞬间活跃了起来 众人都一杯接一杯地喝着 但是苏洛心里 却微微叹了口气 他知道 从这一刻起 大家的感情似乎都变味了 或许在他们心里 自己已经不是从前那个自己了 但是对于这一切 苏洛都不打算解释了 毕竟自己确实是即将要离开这里 如果能解决掉黑魂门的麻烦 到时候 再大大方方告诉他们 也不迟 酒过三巡后 以周铁生 叶灵月等人的实力 是根本不会醉的 但是 每个人都没有动用转职者的力量 此时几人都喝得鸣鼎大醉 脸色通红 浑身冒着酒气 在场的各位 都是我苏洛的好朋友 很多话 我不能说并不是我有私心 而是你们知道的越多 越会害的你们 以后 大家就个忙个的吧 算是一种离别 但在周铁生等人听来 却像是苏洛对他们的一种 刻意疏怨 虽然他们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也没人打算问了 好 大家相识一场 再喝一杯 周铁生眼眶微红 兴高采烈地 举起手里的酒杯 苏洛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 对于众人的敬酒 毫不躲闪 叶灵月 周篮俩人则是低着头 看着墙角的花花草草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酒喝完了 话也说得差不多了 几人纷纷对着苏洛告别 然后离开了青龙院 只剩下王莽一人 还留在院中 不知所措 帮主 我怎么办 此时的王莽眼神中 充满了无助的表情 他和苏洛的认识 是源于一场误会 但是现在 他已经成为了 药神帮的副帮主之一 而眼下苏洛的意思 是要离开此地了 药神帮是继续运转 还是解散 什么你怎么办 苏洛满脸茫然 王莽低着头 语气低沉道 您不是要走了吗 以后 谁照抚药神帮 谁说我要走了 我只是出一趟远门 并不代表 我不回来 苏洛脸上带着苦笑 他摸了摸额头之后 才沉声说道 放心吧 我离开抚药神帮 同样能好好的 以后你就当帮主了 说完之后 苏洛便直接回到了 自己的房间 而王莽 则是满脸疑惑地 开始往回走 人离相见 物离相跪 他想不通苏洛 为什么会放下 这好好的日子不过 非要离开这里 等到所有人都离开之后 姐姐去上大学 离开时的情绪 一模一样 忽然 苏洛感觉一种 非常难过的情绪 涌上了心头 紧接着 整个人就忍不住 想要抱头痛哭 怎么回事 苏洛眉头紧锁 眼泪却控制不住地 往下流 妈的 我就是个穿越者 就算是要离开这里 也用不了这么难过呀 苏洛心里安骂 此时正对着窗户的后背 却突然感觉有些寒意 吭腔 金铁香蕉的声音响起 苏洛猛地回过神来 三十九万六千五百八十 苏洛只感觉 后背像是 被什么刺中了一样 血条也瞬间下降了一小格 他想也不想 直接朝着后背 释放了一道技能 火黄扑煞 在他释放技能的时候 虚空又恢复了平静 苏洛的技能 直接扑了个空 隔着窗户 能清楚地 看到院中的石凳上 坐着一名 身穿黑衣的男人 看起来二十五六岁 皮肤白皙 五官棱角分明 很是帅气 此时他脸上 更是带着郁闷的表情 手里不断地 转动着什么东西 苏洛仔细看去 那男人手中 似乎有一柄 透明的匕首 在他的手指上旋转 你是苏洛 他隔着窗户问道 我是苏洛 阁下有何贵干 苏洛淡淡地看着他 眼神中露出了一抹杀意 这家伙 竟然想偷袭自己 绝对不可能 让他活着离开 我是黑魂门的凌风 奉命前来击杀你 想不到你的血条 可真特么厚 凌风发了个白眼 同时又从虚空中 抓住了另一个东西 看起来 好像还是一柄 透明的匕首 你们不是一直想要 让我加入黑魂门吗 怎么现在 改变计划了 苏洛打开房间门 站在门口 面色平静地看着凌风 同时不动声色地 使用了 幽冥懒月花的技能 一根细微的藤蔓 直接顺着他的脚下 钻入地下 缓缓地朝着院子中靠近 凌风瞥了一眼 地面的青石板 脸上露出一抹不屑 然后直接飞上了虚空 淡淡说道 想要收服你的是 另一伙人 而我只想杀掉你 看到凌风 竟然能预判自己的攻击 苏洛心里有些吃惊 同时他心里 也对凌风的实力 有了个大概的评估 这家伙的实力 绝对很强 甚至有可能 超过了至今 为止遇到过的任何人 既然你也是黑魂门的人 为何和别人的意见不一样 苏洛淡淡问道 同时直接将 巴翼大蛇和暗影鬼珠 召唤了出来 既然是黑魂门的人 而且实力非常强横 就单凭这两点 就足够让苏洛火力全开了 所以此时 苏洛也不打算留守了 巴翼大蛇出现的一刹那 浑身黑气暴涨 直接将整个院子 都覆盖其中 而暗影鬼珠 则是趁此机会 直接顿入虚空 等待着苏洛的指令 如今的暗影 鬼珠实力高达215级 就算是不能秒杀凌风 至少也能让他不好过 至于巴翼大蛇 完全是用来吸引火力的 你很厉害 是至今为止 我遇到的对手中 最强的一个 不过我还是要杀你 看到巴翼大蛇时 凌风眼神中露出一抹惊讶 同时又朝着虚空中的某处 看了一眼 但浑身杀意依旧不见 直到这时候 苏洛才开始对这家伙感兴趣 为啥就一个劲的要杀自己 你在好奇 嗯 因为我不能让你进入黑魂门 要不然我就会离开这个世界 说到这里时 凌风眼神中露出了一抹痛苦的表情 离开 回海底世界 你怎么知道 你都知道 我凭什么不知道 苏洛翻了个白眼 然后直接在石凳上坐了下来 事情发生到现在这个地步 他已经不急着杀凌风了 反而对这个家伙产生了兴趣 这人是黑魂门的人 对于海底世界的了解 肯定比自己和现在的亡灵屋势多 如果能从他嘴里掏到消息 对日后绝对有很大的帮助 黑魂门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了一个分门 真正的地点实际上是在海底世界 而分门的任务 就是为了给总部吸纳新鲜血液 一旦找到人进入海底世界 我的历练就算是结束了 所以 你杀我是不想让我加入黑魂门 因为我爱上了一个女孩 她很漂亮 只要没人加入黑魂门 我就能一直留在这儿 凌风脸上的表情越发深情 就差韩晴默默手持玫瑰 对着他心仪的女孩子表白了 甚至这家伙脸上还露出了一抹红韵 似在害羞一般 趁他病要他命 就在凌风深情款款的时候 苏洛直接命令暗中的暗影 鬼珠对着凌风发动了袭击 三道破空声响起 几道黑色的利刃直接破开虚空 朝着凌风所站之处斩杀而去 你不讲武德 竟然搞偷袭 凌风脸色微变 直接朝着后方一个闪烁 躲过了所有黑色利刃 却被其中一道利刃划破了衣袖 连筒里面的皮肤也被割伤了一点 186500 高额的伤害数值从他身上飘起 苏洛皱皱着眉头 看向这串数字 心里暗暗惊讶 这家伙竟然没被暗影鬼珠秒杀 继续 苏洛不动声色 再次对着暗影鬼珠和八翼大蛇 发出攻击指令 而此时的凌风站立在虚空之上 鲜红的血液顺着手臂往下滴落 此时青龙院周边 已经围满了看热闹的人 人也越来越多 好小子 你有种 咱们下次再院 感受到后背再次传来阵阵寒意 凌风直接一个闪身 没入了虚空中 只留下声音 还在原地回荡 看着凌风从眼前消失 苏洛心里暗暗 有些遗憾 但也有些高兴 兴许这也算是戚风对手吧 一味的无敌 只会让人觉得寂寞 至少在离开之前 还能拿他荡一荡魔刀石 随着打斗结束 青龙院周边吃瓜的人群 也逐渐散去 毕竟如今的苏洛 已经经非西比了 没人敢轻易打扰他 全当作是免费观摩高手过招了 院子内并没有因为 打斗破坏多少东西 毕竟两人的攻击 都没有花里胡哨 恩怨分明 没有波及到多少其他的东西 苏洛静静地坐在桌子上 然后从背包里取出一个苹果 砍了起来 他在思考林峰的来历 思考的时候 苏洛喜欢嘴里嚼点东西 这是他一直以来都很少用的办法 恰好就在这时候 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来电显示是苏冰雪打来的 对于姐姐的电话 苏洛祥也没想直接接通了 小洛你现在在验斗吗 电话一接通 立马就传来了苏冰雪喜悦的声音 似乎有什么很开心的事 我在验斗 怎么了姐 那个人来验都了 我想让你们见一面 也算是帮姐姐我把把关 说到这里时 苏冰雪语气中透露着一股羞涩 我随时都有空啊姐 姐夫来了 你咋不早点通知我 对于恋爱的酸臭味 格外敏感的苏洛来说 一听就知道 姐姐这是恋爱了 或者快要恋爱了的节奏 不过他心里还是由衷的为姐姐开心 这样吧 一会儿下午六点钟 我们在洪福酒楼碰头吧 好 挂断电话后 苏洛心里突然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就像是压在心里的石头 一下子被挪开了 这是心结解开了的感觉吗 兴奋之余 苏洛也不忘对前往海底世界的事情做准备 如今 他已经收集到了足足218块云铁 各种珍稀药材 药剂更是数不胜数 不过苏洛还是觉得不够 于是又把亡灵巫师召唤了出来 经过一番询问后 苏洛彻底抹了 同时对海底世界也有了大致的模糊印象 因为亡灵巫师说 海底世界没有美食和现代服饰之类的东西 大概和原始时期差不多 按照他所说的来看 去了海底之界之后 就再也和这个世界的东西无缘了 除非是能够成神归来 看来我得多准备点东西才行 苏洛心里暗暗叹气 同时给冯娇娇拨通了一个电话 让他明天来青龙院一趟 自己有事情需要他办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天色也逐渐暗淡下来了 苏洛换了一身新衣服之后 才出门搭了个车 朝着洪府酒楼赶去 而此时 洪府酒楼已经被人赤具自包下来了 从外面的台阶开始 到整个巨大的酒楼 都被人摆满了鲜艳的玫瑰花 洪府酒楼本来就高端大气 再经过精心点缀 此时更是充满了浪漫气息 苏洛刚走到酒楼门口 就有西装革履搭扮的 一丝不苟的工作人员迎了上来 苏店主您好 请问您是来 我是来敷宴的 我姐在里面 苏洛淡淡地应了一句 同时目光不停地上下打量 眼前的工作人员和酒楼四周的环境 这布置 怎么看都有些别扭 已经有点超越亲情范围了吧 就在苏洛迷茫的时候 门童也有些迷茫了 但他只能硬着头皮解释 今天酒楼被一位先生包下了 当然 另一位苏店主也在里面 负责接待的是 洪府酒楼的大堂经理 脑袋反应很快就做了决定 根据包下酒楼的那位先生所说 今日宴会是三个人 我这就带您过去 在大堂经理的带领下 苏洛很快就被带到了一间包厢里 包厢面积很大 里面摆放了精致的餐桌 和各种装饰品 充斥着浪漫的气息 此时 苏冰雪穿着一身淡蓝色长裙 长发披肩 整个人身上都散发着一股特有的魅力 就像是清冷的玫瑰花一样 看到苏洛进入包厢时 苏冰雪脸上微微有些泛红 姐 你这是闹什么幺蛾子啊 等到大堂经理离开之后 苏洛才满脸疑惑地看着苏冰雪 你还记得之前我和你说过的事吗 苏冰雪表情有些忐忑道 今天我是打算让你们见一面的 没想到这个家伙 非要当着你的面和我求婚 说到这儿时 苏冰雪脸上彻底布满了红蕴 眼神中露出了不好意思的神色 苏洛皱了皱眉头 包厢内除了他和苏冰雪 也没别人了 他好像有些紧张 去上厕所去了 好吧 苏洛不动声色地坐在苏冰雪旁边 目光频频朝着包厢门口看去 他倒是想看看 是哪个男人能获得姐姐的芳心 如果对方只是个普通人 或者不学无数之辈 今天自己高低都不会答应这门婚事 嘎吱 就在苏洛沉思之际 包厢的门被人推开了 随即便是一道穿着西装革履 体型修长的身影走了进来 冰雪 你弟弟还没 到了 进来的男人看清苏洛的长相时 脸色顿时就黑了下来 而苏洛也瞬间眯起了眼睛 身上爆发出一股强烈的敌意 在门被人推开之前 苏洛把龙国数十位优秀的单身未婚男子都想过 可偏偏没料到 这人竟是凌风 怎么 你们认识 感受到俩人一见面就打算干家的感觉 苏冰雪立马走到了中间 挡住他们的视线 冰雪 你不是说你弟弟叫苏小铁 化名周铁生吗 这个家伙叫苏洛啊 林峰此时满脸黑线 还有些淡淡的 郁闷 苏洛也有些摸不清头脑 什么苏小铁 什么周铁生 看样子 周铁生这家伙 才是最后赢家呗 苏冰雪笑着打断了林峰的吐槽 解释道 之前小洛实力并不强 我是为了保护 他才随意说的一个名字 现在他实力差不多够了 我才打算让你们见个面底 说到这儿时 苏冰雪脸上露出了一抹愧疚 同时又溺爱地看了一眼苏洛 完了完了 感受到苏冰雪对苏洛的溺爱眼神之后 林峰感觉脑子里乱糟糟的 一片空白 哪怕他实力超强 一人能独挡八面来敌 但是现在也感觉有些慌乱 那个 苏洛兄弟 之前的事是个误会 要是早知道你是冰雪的弟弟 说什么 我也不会用那种方式和你见面 说到这儿时 林峰尴尬地走到桌子旁边 立马给自己倒了满满一大杯白酒 我自罚一杯 说完他直接咕咚咕咚 喝完了一大杯白酒 而此时 苏冰雪的脸色也微微黑了下来 他抬起毛子看向林峰 淡淡问道 你们见过了 林峰低头不语 苏洛淡淡笑道 见过了 要不是我血条够硬 估计现在已经在进行火化流程了 林峰 刹那间 包厢内的氛围就变得尴尬了起来 林峰尴尬地搓着手 解释道 冰雪 苏洛兄弟 这都是误会 我是真不知道啊 周铁生那家伙 现在我已经安排他 进入了一个上古秘境 估计这小子出来之后 直接就能达到两百级 林峰苦着脸解释 此时他感觉自己比痘鹅还冤 那个 实在不行我再安排一次 让苏洛兄弟 嗨嗨 他现在应该已经达到两百级了 说到这儿时 林峰的表情都快要哭了 一边是挚爱 一边是刺杀失败的苏洛 苏冰雪没说话 只是用询问的目光 看向了苏洛 苏洛又将目光 放在了林峰身上 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 林峰只能将之前 和苏洛的事情说了出来 等到他说完之后 苏冰雪才将目光 放在苏洛身上 淡淡问道 小洛 现在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这本来就是个误会 你们该咋地就咋地 听到苏洛不计较了 林峰立马就松了口气 然后满怀感激到 苏洛兄弟大气 对此 苏洛只是淡淡一笑 然后重新坐了下来 去掉林峰的身份不说 单看他这个人 还是不坏的 实力强 人品也不算太坏 能屈能伸 最重要的是 他是真心的 为了姐姐A苏冰雪 林峰甘愿向低头 如果自己再端着 兴许就要让姐姐为难了 苏洛兄弟 既然那个 你不拒绝 我和你姐姐的事 一向果断的林峰此时 变得扭扭捏捏了起来 同时他还伸手 套了套裤兜 露出了一个 暗红色的戒指包装盒 你看 林峰立马抓住机会 直接取出戒指 双膝跪地 直接跪在了地上 苏冰雪 苏洛 哥这儿竟笑呢 嗯 抱歉 太激动了 感受到姐弟二人怪异的目光 林峰立马抬起一只脚 改为了单膝跪地求婚 苏冰雪 脸色微微泛红 用询问的眼神 看向了苏洛 但是此时的苏洛却只是 低着头喝茶 并没有理会姐姐的视线 在这个决定 终生大事的时刻 他不想干预姐姐的选择 冰雪 你愿意加丢吗 说到这儿时 林天又把戒指 往上凑了凑 脸上的表情 更是生怕对方不愿意一样 我 我愿意 苏冰雪 扭扭捏捏捏地回应了一句 脸上 布满了幸福的笑容 等到他回过神来时 手指上 已经被套上了一枚 闪烁着粉色光芒的戒指 修长匀称的手指 搭配上粉色精致的戒指 显得格外惊艳 苏洛好奇地抬头 看了一眼 看到这枚戒指的一瞬间 他就不淡定了 花神之类 神器 无职业限制 体质加灵 攻击加灵 介绍 佩戴者死亡之后 可选择记忆中 任意地点重生 100%不掉落 任何装备 每三个月 只能生效一次 看到花神之类戒指的介绍后 苏洛心里很是震惊 这枚戒指相当于 是给佩戴者 增加了第二条生命 而且还是可以重复使用 堪称绝世罕见的宝贝 惊讶之余 苏洛好奇地看了看姐姐的表情 但是此时的苏冰雪 很淡定 根本没有去看花神之类 很显然 在这之前 他已经看到过 这没戒指的介绍了 只是不知道 为什么没有收下 嘿嘿 那个苏洛兄弟 现在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那个 要不咱们安排上菜 先前意气风发的灵天 此时变得很是和情 脸上更是挤满了谄媚的笑容 嗯 苏洛点了点头 目光偶尔在苏冰雪 和灵天身上来回打量 直到确定二人 是真心相爱之后 苏冰雪吃得很斯文 灵天则是担心 在苏冰雪和苏洛面前丢了面子 吃得那叫一个慢条斯理 只有苏洛风卷残云 对着一堆美食大块躲一 等到九族饭饱 大家都吃得差不多的时候 灵天才恢复了一些之前的状态 他好奇地打量着苏洛 问道 那个 小苏 你为啥要去海底世界 那地方可不是好地方 之前苏冰雪 向他打听过海底世界的事 所以灵天知道 苏洛的实力足够前往登天峡谷了 此时询问 只是尽作为姐夫的关心而已 那里能让我变得更强 苏洛头也不抬 只是低着头 无聊地包大闸蟹腿 你为什么还想着变强 以你的实力 在这个世界 已经算是顶尖了 因为 我得保护我和我姐的安全 说到这儿时 苏洛抬起头 看了灵天一眼 眼神中露出了意味深长的表情 灵天是个聪明人 瞬间就明白苏洛的意思了 无非就是暗示 自己不要辜负她姐 你放心 以后我也会保护你姐和你的 嘿嘿 灵天解释了一句 然后才各自分开 在这期间苏洛和灵天 姐姐苏冰雪都聊了很多事 一个是关于登天峡谷 和海底世界的事 另一个就是 关于婚礼的事 苏冰雪已经明确表态了 如果苏洛一天 不从海底世界回来 她就一天不结婚 只要苏洛回来了 立马就请她回来吃喜 离开酒楼后 已经是凌晨了 苏洛回到青龙院时 已经是大中午了 而冯娇娇 已经在门口等候多时 看到苏洛时 她立马打起精神 对着苏洛打了个招呼 苏店主 您怎么从外面回来了 我以为您在宿舍呢 此时的她 穿着一身黑色OL职业装 整个人打扮得很实干练 但是此时 脸上却略显疲惫 显然是在这儿等很久了 昨晚有点事 就出去了一趟 让你久等了 苏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然后拿出钥匙开门 进门后 冯娇娇很干练地 从手提包里 拿出了一打资料 摆放在石桌上 苏店主 这些都是您让我收集的东西 数量和种类全都足够 不过 您收集这么多东西 是世界末日要来临了吗 冯娇娇好奇地看着苏洛 但是此刻某人 已经拿着资料看了起来 老坛酸菜 牛肉面一千香 双龙淀粉 火腿肠一千香 爽口可乐一千香 脆皮五花肉 一万条 时尚男装五百套 盐一千代 清单里的东西很全面 吃和拉撒 衣食住行 全面都包括了 全都是现代化的东西 就算是转职者的背包 也绝对装不了这么多东西 但是 苏洛拥有宠物空间 每一个宠物空间 都能装一定数量的东西 而他有无数个宠物空间 足以装下清单上所有的东西 对于冯娇娇的问话苏洛 并没有正面回答 只是让他将这些东西 装进了一个仓库 然后自己再去 将所有物资 全都装进宠物空间内 下午三点 苏洛准时抵达 掩渡最大的物流仓库 只不过整个仓库内 都装满了他需要的东西 周边的工作人员 全都被支开了 整个仓库中 只有他在疯狂地装东西 等到所有物资 都装完之后 他才长叙了一口气 希望这些东西 能有用吧 苏洛类地 直接坐在仓库角落的板凳上 而亡灵巫师 则是兴奋地坐在一旁 激动地 用手挫脑袋 白色的粉末 不停地从他的手掌中落下 同时还伴随着 一阵兴奋的怪叫 嘿嘿 主人 等我们去了海底世界 单凭这批物资 就能吸收很大一笔财富 苏洛并没有说话 只是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按照亡灵巫师和灵天的说法 苏洛已经相信 海底世界 是一个强大的原始世界了 那里的人和各种种族 或许很强大 但是他们的生活环境很落后 风餐露宿如毛饮血 各种条件都没有现代生活好 几乎和原始人没什么两样 这些物资带过去之后 绝对能引起很大的震动 行了 现在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主人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登天峡谷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亡灵巫师激动地 看向苏洛 骷髅头中的鬼火 也在发出呜呜的声音 一会儿吧 我先和他们道个别 说完之后 苏洛直接拿出手机编辑短信 然后分别群发给了苏冰雪 周铁生 叶灵月 龙占天等人 苏洛并没有向他们透露 自己要走了 只是表示自己会离开一段时间 可能一两年就回来 也有可能十来年 当然 具体多久他也不清楚 等到发送完短信之后 他才直接将视线 放在了自己的属性版面上 请问是否立即前往登天峡谷 立即前往 硕大的仓库中 只有苏洛一个人 但是 随着空间荡起一阵阵涟漣 苏洛的身形 也逐渐消失在仓库里 此时的苏洛只感觉自己 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外界的视线 变得越来越模糊 一切都安排好了 现在就让我见识见识 登天峡谷是什么难度吧 苏洛轻轻地说了一句 心里顿时感觉十分轻松 似乎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事情都与他无关了 他现在需要做的 就是去登天峡谷 去海底世界 如果失败 你将会面临死亡 四周依旧是黑压压的一片 而系统的声音 却断断续续地 传入了苏洛的脑海中 听到会死 苏洛顿时就皱起了眉头 特喵的 这玩意儿临天没说 就连亡灵巫师也没说啊 早知道 就将姐姐那枚花神之泪拿来了 苏洛啊啊叹了口气 昨天晚上离开的时候 苏冰雪打算让苏洛带上花神之泪 但是苏洛拒绝了 现在苏洛感觉有点后悔 但是后悔貌似没什么用 随着时间的流逝 周边黑暗的空间 逐渐有了一丝丝光亮 隐隐能听到一些流水的声音 紧接着 周边的视野越来越清晰 苏洛能轻易看清外面的景象 登天峡谷如其名一般 真的是一个巨大的峡谷 此时 苏洛就站在峡谷的最下方 所谓的峡谷 其实就像是一座巨大的山体 被人一分为二 中间只留下了狭小的缝隙 而此时 苏洛就在这缝隙当中 峡谷中的光线并不明亮 只能看到 上方犹如白色丝线一般的田穹 而峡谷的石壁上 刻画着一道道奇异的符文 此时苏洛就站在 距离最近的一个符号旁边 靠近符号图案 即可开启挑战 就在这时候 系统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听到声音后 苏洛立马抬头往上看去 石壁上刻画着 一个个颜色各异 形态不同的符号 很显然 想要登上登天峡谷 就要冲过这里的所有关卡 如果被卡在某一关过不去 就会死 妈的 感觉被坑了 苏洛直接将亡灵巫师召唤了出来 满脸郁闷地看着他 嗯 主人 您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啊 挺吓人的 你当初怂恶我来登天峡谷的时候 也没见你这么怂啊 苏洛瞪了他一眼 嘿嘿 主人别担心 登天峡谷对于普通人来说比较难 但是对于主人您来说 这玩意儿就跟玩儿一样 听到亡灵巫师的话 苏洛心里才暗暗平静了一些 寻常的转职者挑战关卡 就是这儿巴金的一个人 但是自己是御寿师 既然亡灵巫师都还存在 那其他的宠物肯定也没有问题 闯过登天峡谷也不算是难事 回过神后 苏洛打开自己的背包查看了一下 空空如也 上到高级药剂 下到初级药材 全都被传送的空间力量全部抹除 因为进入登天峡谷 就算是进入海底世界的大门了 惊叹世界之力强大的同时 苏洛又立马打开了宠物空间 查看自己存放的物资 药剂 药材 云铁 生活用品 各种物品 全都完完整整地储存在里面 直到这时候 苏洛才松了口气 怪不得登天峡谷 对于寻常转职者来说 是地狱级别的难度 空间里的补给都没了 想要经过这些关卡的车轮站 无异于是单方面找虐 既然一切都没问题 那就开始吧 苏洛目光坚定地看向旁边的图案 然后直接走了过去 当距离图案还有一不知遥的时候 整个山洞内 突然亮起了一道微弱的光芒 光芒是从苏洛前方的图案上传来的 随着光芒亮起 一只背着台阶的异兽 出现在了裂缝中 好 异兽出现的一瞬间 立马就对着苏洛 发出了凶猛的咆哮声 震得两边山体落下无数灰尘 难道是要击败这异兽 然后获得他身后的台阶来登上去 苏洛再次抬头 朝着上方第二个符号看了一眼 然后才将目光放在前方的异兽身上 八臂魔源 187级 A级 攻击49万8千 防御55万 精神 23万1000 生命 125 0000 技能 星空之锤 金刚怒吼 狂暴 被动 愤怒 战斗开始三分钟后 八臂魔源进入愤怒状态 所有攻击增加30%伤害 星空之锤 八臂魔源召唤星空陨石附体 每一击造成450%伤害 持续十次 金刚怒吼 八臂魔源发出怒吼 增加自身30%伤害 同时降低对手80%防御值 狂暴 八臂魔源进入狂暴状态 速度 攻击 防御增加50% 可与愤怒状态叠加 看到八臂魔源的技能介绍 苏洛感觉心里有些震撼 因为这只异兽的技能 实在是太逆天了 就像是专门为了破坏输出 而搭配的一样 简直就是完美无瑕 拥有这种完美的 配套技能的异兽 在现实世界它 从来没有见过 不知道 在这里可不可以驯服 苏洛暗扎舌 就在这时候 八臂魔源已经发出了一声 震耳欲聋的怒吼 作为等级 接近200级的异兽 发动技能 这一吼 直接就是地动山摇 地面崩裂 要不是登天峡谷 是特殊地方 恐怕山地 都会被直接震得坍塌下来 吼 看到苏洛站在原地没有动弹 八臂魔源嘶吼一声 浑身泛起阵阵青色光芒 直接朝着苏洛冲了过来 还是风属性的 这个世界的异兽 竟然还附带属性 看到这一幕 苏洛心里顿时又惊又喜 直接将自己手里 实力最强的暗影鬼珠 召唤了出来 嘶嘶嘶 暗影鬼珠出现的一刹那 就感受到了八臂魔源的存在 他嘴里发出阵阵威胁的声音 同时用询问的目光 看向苏洛 要死的 还是要活的 看懂暗影鬼珠的眼神之后 苏洛立马摆了摆手 别打死了 我试试能不能收服 嘶嘶嘶 暗影鬼珠眼神中 泛起红色光芒 双腿微微弯曲 紧接着便直接弹射了出去 哄 又是一道沉闷的声音 暗影鬼珠和八臂魔源 瞬间就打到了一起 118 6500 随着暗影鬼珠和八臂魔源交手 刹那间八臂魔源身上 就冒出了一个高额的数字 八臂魔源的身躯被击中 瞬间就宛如炮弹一般 直接砸在了后方的石壁当中 轰隆隆 零零散散的碎石蟹掉落下来 砸在八臂魔源的身躯上 他的血条一共也只有125万 经受这一击之后 已经算是残血状态了 但是此时的八臂魔源 依旧不受任何影响 直接再次站了起来 当我在这看戏呢 苏洛冷哼一声 直接站了出来 对着八臂魔源 施展了自己的专属技能 信仰灌输 刹那间 一道道白色光柱 从苏洛手心释放 直接笼罩在八臂魔源身上 如今苏洛的等级高达206级 虽然战斗力可能比不上八臂魔源 但是作为预寿师 对于益寿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随着信仰灌输彻底释放 八臂魔源彻底失去了抵抗力 驯化失败 恭喜您 成功击杀八臂魔源 获得经验值加38655 系统的声音突然响起 苏洛整个人直接梦了 驯服技能失效 就意味着在登天峡谷内 不能收服一兽 但是直接击杀是什么鬼 难道信仰灌输 还能当作攻击技能使用 苏洛妈了 就连一旁的亡灵巫师 和暗影鬼猪也满脸疑惑 此时 两只宠物都用惊讶的眼神看着苏洛 不是正在进行驯服吗 怎么突然把人家给弄死了 而且怎么出的手 自己竟然没看清楚 这里应该不能驯服 你们直接杀吧 苏洛叹了口气 然后将目光放在了 八臂魔源的尸体上 此时八臂魔源浑身散发出 淡淡的白色光芒 然后直接融入了石壁当中 而他身后背着的巨大台阶 也缓缓地漂浮了起来 直接垫在地面上 形成了一条向上的台阶 镜头处刚好是第二个 浮温图案的位置 看到这儿苏洛瞬间明白了 只有战斗胜利之后 才能获得通往下一关的台阶 而这些台阶收集起来 大概率就能直接爬上登天峡谷 从而实现一步登天 主人 继续吧 亡灵巫师满脸兴奋地 对着苏洛摆了摆手 示意他赶紧登上台阶 通往下一个关卡 苏洛皱皱着眉头看了看 如果想要登上登天峡谷 不知道要通过多少个关卡 而一向喜欢在空中 飘来飘去的亡灵巫师 此时都老老实实地站在地上 很显然 这峡谷之中存在着某种静止 并不能飞上去 继续吧 观察清楚之后 苏洛便毫不犹豫地 踏上十台阶 朝着第二个关卡走去 幽灵巫后 190级S级 攻击 528000 防御 416000 精神 321000 生命 895 0000 技能 风群召唤 炸裂祈祷 独针攻击 被动 风后 每一次攻击或者释放技能 都能召唤三只幽灵巫 风群召唤 幽灵巫后 施展技能后 对制定目标造成锁定 同时召唤出十只幽灵巫 攻击锁定目标 幽灵巫拥有 风后80%的属性 炸裂祈祷 幽灵巫 兵临死亡之际 风后可祈祷幽灵巫 发生剧烈爆炸 对敌人造成500%伤害 爆炸伤害对同类无效 毒针攻击 幽灵巫后 使用毒针攻击 对锁定目标 造成100%命中率 和300%伤害 对锁定目标 额外造成200%伤害 看到幽灵巫后的属性后 苏洛瞬间明白了 这种异兽 完全就是越战越勇的品种 如果拖延着打下去 大概率后面 整个登天峡谷之内 都是幽灵巫 唯一最干脆利落的打法 就是直接速战速决 主人 要不要秒了这家伙 王灵巫师挥舞着手里 散发着寒气的大镰刀 满脸轻锋地问道 秒了吧 现在我们需要 尽快登上登天峡谷 你就看我表现就完事了 王灵巫师呼啸一声 99899 随着王灵巫师发起攻击 他就像是无数鬼魅化身一般 在幽灵巫后四周不停地闪烁 每闪烁一次 都能对幽灵巫后造成巨额攻击 暗影鬼猪则是站在旁边 好奇地打量着四周的环境 至于幽灵巫后 还不至于让他看在眼里 检测到宠物击杀幽灵巫后 获得经验值反馈 加29856 恭喜您 等级提升到207级 请继续努力 系统的提示音响起 苏洛则是暗暗有些惊讶 自己现在的等级达到了207级 哪怕是在海底世界 至少也不算是垫底的存在了 而且再加上众多宠物 哪怕是按照王灵巫师所说 帮扶死灵一族 也不是没有机会 主人怎么样 王灵巫师扛着巨大的镰刀 满脸嘚瑟地走到苏洛面前 不做 继续努力 苏洛淡淡地点了点头 然后直接根据幽灵封后 爆出来的台阶 朝着上面走了一小节 抵达了第三处符文图案 有了之前的经验 这一次苏洛已经对关卡 没有任何好奇了 直接让王灵巫师和暗淫鬼猪出手秒杀 而他自己则是在观察 自己的属性版面 姓名 苏洛 职业 圣灵之主 等级 207级 攻击 84万6千 精神 41万5千 防御 246 600 体质 653 4000 装备 暗黑铁锤 燃魂头盔 燃魂胸甲 燃魂护手 宠物 朱雀 青龙 白虎 玄武 冥界之主 技能I 火皇扑杀 凤凰焚天 三昧真火 万物灼伤 技能2 信仰灌输 寄生 技能复刻 普通攻击高达80多万 再加上暗黑铁锤 我似乎也没那么弱不惊风啊 看完属性版面后 苏洛忍不住感慨了一句 然后直接一个闪身 朝着前方的一只异兽冲去 他不知道现在自己闯到什么高度了 只是想试试自己的攻占斗力 而此时 苏洛面前的异兽 是一只类似于大黄牛一样的异兽 头伸双脚 嘴里长着长长的獠牙 好 感受到苏洛靠近 异兽嘴里顿时就爆发出一阵怒吼 然后也直接发动了攻击 126 5800 暗红色的数字飘了出来 苏洛整个人直接愣住了 暗黑铁锤是增加暴击几率和暴击伤害的 和自己的基础伤害叠加起来 伤害竟然这么高 我还是这么厉害的吗 看着被自己一锤敲死的异兽 苏洛忍不住小声感慨了一句 然后又直接朝着下一个关卡走了过去 而此时 苏洛感觉头顶的光芒越来越亮 似乎距离登天峡谷的终点不远了 登天峡谷从下 往上看起来就像是只有一条细小的裂缝 但是随着距离顶端越来越近 苏洛才看清整个登天峡谷的面貌 两边之间间隔了至少50米远 而击败每一关的异兽之后 所获得的台阶也有10米宽 40多米长 要不是众多宠物站在台阶之上 苏洛忍不停的掉落 上百只异兽围着十来只异兽疯狂进攻 数量少的异方原本还十分勇猛 但是双方交手的一瞬间 他们就落入了下风 苏洛站在后方 眯着眼睛观看着一批异兽的实力 这些异兽的等级已经达到了198级 并且数量也有18只 如果只是寻常的转职者 恐怕会有很大几率葬身此地 苏洛也只是仗着宠物众多 一路横推才来到了这里 怪不得林天说 登天峡谷难如登天 原来奥秘就在这里 看着即将通过眼下的关卡 苏洛心里也瞬间释然了 直接朝着另一个符文图案走去 目前 他距离登天峡谷的顶端 只剩下一公六个关卡 对于这些关卡苏洛 没有丝毫担忧 毕竟现在 自己只放出来了200只异兽 而且巴异大蛇和暗影鬼珠 这两只实力最为强横的宠物 都被他收回去 养精蓄锐了 就算后面的关卡有难度 大不了将巴异大蛇和暗影鬼珠召唤出来 一切都不是事 地面上是一望无际的草原 无数体型巨大的野牛在草地上吃草 偶尔有一两头野牛发生打斗 立马就会将草皮掀翻 将地面顶出一个个深坑 而此时 一群身着蓝色服饰的人马 正在飞快地朝着一个方向赶路 这些人身上穿着古老的服饰 无论男女 卫尸粉带 却都有一种纯天然的美感 为首的是一名骑着独角战马的女子 她身穿蓝色长衫 头发编织成了无数小辫子 披在身后 此时脸上更是充满了焦急的表情 大队长不用着急 我们晚去一会儿也没关系 前几次黑魂门的人 没去都没有什么损失 女子身后的一名操汉子 表情轻松地说道 听到这话 女人目光顿时就冰冷地扫尸了一眼男人 冷冷道 放屁 准时准点办事 是我们千花门的规矩 你们若是觉得麻烦 随时可以退出 前段时间二队长偷懒 也没见被责罚 大队长 您就是太 男子话还没说完 就被女人一个眼神瞪了回去 紧接着 她抬手狠狠一排脚下的战马 整个人身上 顿时就爆发出一股强大的气流 整个人瞬间朝着前方冲去 身形很快就消失在了众人的视野中 女子飞行的速度极快 很快就抵达了一处山巅之上 而此时 山巅上还聚集着另一群人 他们身穿黑衣 全都聚精会神 满脸兴奋地盯着前方的石碑 那块石碑高两米左右 此时正闪烁着的一道道五彩光芒 看到这一幕 一月之七已到 现在登天山应该由我们千花门接管了 花玲珑 这登天山都多少年没人成功过了 看你那冷冰冰的样子 活该你嫁出去 人群中一名脸色粉嫩的男人开口嘲讽 同时目光却时不时地瞥向石碑 眼神中露出了一抹贪婪之色 登天峡谷在这个世界叫做登天山 其他世界的人可以通过闯山抵达这个世界 而登天山一共由四个组织轮流接管 其中就包含了千花门 黑魂门 天机门和神隐门 而上一个坚守登天山的组织就是黑魂门 入境一月之七已到 理应由千花门接管 别人兴许不知道 但是陈峰却看得清清楚楚 这石碑一共闪烁了三天三夜了 如果再过一会儿 极有可能会有人从另一个世界降临到这个世界 虽然来的人实力都很弱 但是他们的潜力极大 稍加培养就能够成为一方霸主 所以陈峰已经下定决心要赖在这里了 毕竟登天山上百年没人成功过了 这次如果真有人成功 一定要纳入黑魂门 陈峰 你知道坏了规矩是什么后果吗 花玲珑脸色冰冷地看着陈峰 以及黑魂门众人 我实话告诉你吧 里面闯山的人已经连续进行三天三夜了 按照闯山时间来说 他应该是属于我们黑魂门的 至于规矩 我的规矩就是规矩 陈峰身材消瘦皮肤白嫩 此时却变得面色通红 一道道黑色的经络在脸上尽数浮现 看起来无比猙獰 你真以为我会怕你 花玲珑脸色一愣 张开双手的同时 浑身瞬间浮现出 无数花瓣漂浮在虚空 将他整个人彻底包裹 只需要轻轻一挥手 成千上万的花瓣 就会立即化作 刀刃朝着前方杀去 就在二人拔剑弩张之际 登天山上的裂缝中 突然飞出来了一个人影 两人瞬间就愣住了 纷纷收手朝着 山顶上的那道人影看去 只是越看两人的表情 就越精彩 这人怎么这么快 就闯山成功了 123年前闯山的人 据说是闯了25天才通关 这人怎么这么快 这怎么可能 此时最惊骇的 莫过于尘封了 他可是亲眼看着三天之前 石碑才开始闪烁的 可是这人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此时 山巅之上 苏洛静静地漂浮在空中 张开手满脸陶醉地 享受着久违的自由 毕竟在登天峡谷当中 存在着某种压制力量 根本无法飞行 而现在成功通过登天峡谷的考验 他才算是彻底自由 能够发挥出任意能力 恭喜您 成功通过登天峡谷 进入海底世界 恭喜您成功解锁新技能 反补 海底世界是一个极为古老 强悍的世界 一道道系统提示的声音响起 苏洛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看到下方 有数十道气息强横的人 朝着自己飞了过来 刚降临海底世界 就被人盯上了 看到那些人面色不善的样子 苏洛瞬间就郁闷了起来 此时的苏洛 已经彻底被人围住了 他穿着灰色运动套装 脚下踩着一双黑色运动鞋 手上还带着一串檀木小手串 充满了现代化气息 反观周围的那些人 却大不一样 他们要么穿着粗布麻衣 踩着一双酸臭味十足的烂草鞋 要么穿着绸缎长袍 和做工简陋的靴子 而且无论男女都留着长发 和龙国古代的人类差不多 在下黑魂门陈锋 乃是这片世界 小有名气的强者 请问朋友如何称呼 看到苏洛似乎很茫然 陈锋立马朝着苏洛靠近了一些 然后直接拱手行李 谈到自己是小有名气的强者时 他还刻意敞开了自己的属性版面 姓名 陈锋 职业 疾风剑士 属性 风 等级 218级 攻击 781600 精神 295000 防御 486000 体质 825600 装备 未知 宠物 未知 技能 未知 看到陈锋的属性版面时 苏洛顿势感觉头大 这家伙是218级的转职者 并且还多了一个风属性 战斗力应该比灵天还要强不少 这绝对是个难缠的对手 而且再加上周边全都是他的小弟 今日危险了呀 苏洛心里暗暗叹了口气 只是警惕地打量着周边的环境 并没有搭理陈锋 就在这时候 花玲珑也朝着苏洛靠近了一些 这位小兄弟 想必是通过登天山才来到这儿的吧 我是千花门的花玲珑 只要你愿意加入我们千花门 日后便可永久受我千花门庇护 一些土鸡娃狗之辈 绝对不能伤你分好 说到这儿时 花玲珑目光冷冷地扫了一眼陈锋 似乎生怕他不知道被骂了一样 在下苏洛 陈鹰片刻后 苏洛还是选择回应 经过简短的直言片语 他也算是勉强了解了一下 这些人的目的 至少陈锋和花玲珑就不是一伙的 而两人的目标 都是想要自己加入他们的组织 对于黑魂门苏洛是没有好感的 就算是要加入 他也会选择千花门 苏洛公子请放心 奴家定会护宁周全 得到回应了 花玲珑脸上的表情 顿时就变得愉悦了起来 更是充斥着一丝丝欢喜的笑意 反观黑魂门的人 此时一个个都脸色铁青 陈锋更是被气得咬牙切齿 直接毫不犹豫地抽出了 腰间的青色长剑 就在这时候 一只白色 披着暗红色斗空的骷髅 怪出现在苏洛身旁 王林巫师用一种哀求的声音说道 主人您可别被美色骗了 他们可不单单是想让你加入 他们是想控制你 让你当做他们的傀儡 王林巫师说完之后 现场三方人都脸色巨变 苏洛立马将注意力 放在了宠物空间上 一旦情况不妙 就立即将所有宠物释放出来 除了主要培养的十来只宠物 能勉强和他们一战之外 其余的宠物虽然弱了点 但也能当做挡箭牌使用 但是 花玲珑和陈锋的表情 却出奇的一致 此时二人都很安静 甚至安静的有些可怕 你们在看什么 看到他们都在用古怪的眼神 盯着自己 苏洛瞬间感觉头皮发麻 这种眼神就像是上学时期 全班都对着自己起哄 你闯祸了 一样 你竟然敢和死灵族有瓜葛 你死定了 花玲珑怜悯地看了苏洛眼 然后直接转身 用最快的速度离开 只剩下黑魂门众人 还呆呆地站在原地 片刻后 现场瞬间就热闹了起来 死灵族已经有上百年 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出现过了 想不到今天又能见到一次 死灵族就长这样吗 感觉也不是很凶啊 一只小骷髅也能惹大祸的 大家就等着瞧吧 兽人族要是收到消息 绝对不会放过这家伙的 尘封目光冷漠地看了一眼苏洛 淡淡说道 就当我们从来没见过 撤退 说完之后 黑魂门的众人 也都纷纷使出全力 离开了此地 看他们的样子 似乎害怕的不是苏洛 而是害怕死灵族的敌人 生怕走慢了 被剑一身血一般 他骂的 苏洛暗暗骂了一声 然后用一种郁闷的眼神 盯着亡灵巫师 刚刚经历刀山火海 没想到现在又进入了另一个火坑 此时的苏洛 也生出了和亡灵巫师 划清界限的想法 直接和花玲珑 他们一样果断跑路 主人 我冤枉啊 亡灵巫师眨了一下眼睛 满脸无辜地说道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兽人族很厉害吗 苏洛郁闷地问道 此时他已经不想听亡灵巫师狡辩了 只想知道 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兽人族和我们死灵族的实力差不多 只不过 他们拥有一件 能让人起死回生的神器 而那件神器在最开始是死灵族的 所以死灵族一直都想抢回来 经过亡灵巫师的描述 苏洛大概猜测到了 大概率应该是死灵族获得了神器 但也损失惨重 所以直接玩起了失踪 现在亡灵巫师出现在世界上 绝对会被兽人族疯狂追杀 主人别担心 我有办法 亡灵巫师直接从神药界中 抓出了一道紫色的光团放在地上 随着光团触碰到地面后 顿时就化作了一道淡紫色的五角星芒阵 苏洛知道这图案是传送阵的意思 由于片刻后 拉着亡灵巫师就直接冲了进去 无论去哪 总比留在这儿等死枪 而且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登天峡谷也只能出不能进 根本没有任何藏身之处 跑路才是最好的选择 五分钟后 一条充斥着尿骚味的巷子中 苏洛满脸郁闷地踢了一脚亡灵巫师 然后飞快地走出了巷子 此时的他已经使用一些高级装备 换掉了衣服鞋子 往大街上一站 完全没人能看出来 他是来自于另一个世界的人 为了避免引起麻烦 亡灵巫师也被苏洛给塞进了神药界中 只允许他通过宠物契约向自己传音 主人 我也找不到死灵族在哪了 不过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提升实力 提升实力应该去哪儿刷罐 当目光看到大街上偶尔游走着 带着属性版面的兽人时 苏洛就忍不住 想要拿出暗黑铁锤敲一下子 毕竟要提升实力的话 这些可都是活生生的经验啊 咱们这儿没有副本 只能去帮人打架 不仅能变强 还能获得报酬 当然 你要是野心够大也可以去找个地方当山贼 只不过那样可能会死得很快 城池当中 街道上无数人川流不息 来往的人都是步行 或是乘坐长相奇异的马车 苏洛静静地站在街道角落 打亮着周边的环境 眼神中露出了别有意味的神色 这街道上来往的人中 也有普通人 又或者是一百级左右的转职者 只不过他们的日子都过得很惨 要么是强者的家仆 要么是店铺的杂役 过着没有尊严的生活 通过周边来往人群的闲聊 苏洛也粗略了解了 以下这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上 只要等级达到一百五十级之上 就能勉强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要是实力达到两百级之上 就能勉强成为一些帮派组织的成员 对普通人可以一五合六 不过苏洛的打算很简单 就凭着倒卖宠物空间内的物资 他也能过得很滋润 而且还不加上实力提升带来的福利 兄弟 组队吗 我们这边目前还缺一个法师 你 隐藏属性版面干嘛 兄弟你是骑士吗 我们这边还差一个肉短 急去一个弓箭手输出的位置 两百级的车队 赵家大公子亲自带队 当苏洛踏入城池边缘的一片空地上时 立马就有三四个人围了过来 除了这些人之外 空地上还有不少人都在吆喝着 看起来像是叫卖 实际上全都是在寻找队友 而围过来的几个人 本来是想看看苏洛是什么职业 但是 这家伙竟然隐藏了等级 你们需要预售师吗 苏洛淡淡地问道 同时目光放在了旁边队伍的预售师身上 一路上苏洛看到了不少等级超过一百级的预售师 甚至其中最厉害的预售师等级超过了一百五十级 要不是这样 苏洛还真不打算暴露自己的职业 但是这个世界的预售师不罕见 暴露一下自己的职业也无妨 哥们 你是多少级的预售师 一听说苏洛是预售师 先前热情的几人 脸色顿时就冷淡了下来 态度直接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反转 我是两百级的 苏洛看着自己的属性版面 直接来了个睁眼说瞎话 毕竟这个世界超过两百级的转职者 就已经算是人中翘楚了 每增加一级都能够提升不同程度的社会地位 所以说两百级算是一个重肯的等级 你 你说 你说两百级的预售师 距离苏洛最近的一名男子顿时就瞪大了眼睛 目瞪口呆地看着苏洛 随着他一声惊呼 整条街道几乎都瞬间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好奇地打量着苏洛 这家伙怎么可能是两百级的预售师 预售师都多少年没有两百级强者了 培养宠物的同时还得升级 现在最厉害的预售师 大概就是精灵族的山之子了吧 山之子也只有197级 估计得明年才能突破两百级 这家伙十有八九在吹牛逼 大家不用打理他 众人议论纷纷 但是大部分依旧站在原地 想要看看苏洛究竟是不是两百级的预售师 兄弟 咱要是个男人 就直接把属性版面打开 其中带着一丝强烈的好奇 苏洛并没有理会他们的起哄 只是询问了一下亡灵巫师的意见 毕竟在这个世界 亡灵巫师才算是老江湖 得到亡灵巫师的回答之后 苏洛才对着众人露出一丝笑意 勉强道 行吧 那我就直接公开属性版面了 说完苏洛也不含糊 直接就关闭了属性版面隐藏功能 姓名 苏洛 职业 圣灵之主 属性 未知 等级 208级 攻击 在闯登天峡谷的时候 苏洛的等级已经从原本的206级 又提升了两级 现在他已经是一名 208级的御寿师了 抛开战斗力 到底利不利还不说 就凭这个等级 在现场已经算是数一数二的高等级强者了 当看清苏洛的等级和职业之后 现场顿时就陷入了安静 所有人都如同见鬼了一样 死死地盯着苏洛 足足过了好一会儿 他们才回过神来 咱们这什么时候出现了这样一名御寿师强者 不知道 看样子是生面孔啊 开玩笑 咱这古园城战地面积极大 你去街上 转一圈全都是生面孔 这家伙怪不得隐藏属性版面 要是敞开了看 还不让人当猴子围挂 经过短暂的安静之后 现场顿时就热闹了起来 所有人都对着苏洛指指点点 最开始打算招揽苏洛的那名男子 此时脸上表情殷勤不定 又惊又喜 经过短暂的思索之后 他竟然朝着后面退了几步 和苏洛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兄弟 你的实力很强 应该有更好的去处才是 另外两人也都满脸遗憾地转身离开 同时目光放在了 旁边的一名白衣男子身上 那名男子身穿白色衣服 长发扎在脑后 皮肤白嫩 具又不是阳刚之气 无论是穿着打扮还是气质 都不是寻常人可比拟的 兴许是在等待这个机会 他面带笑容 静止朝着苏洛走了过来 在夏天圆城赵家赵兴 高兴得兴 苏兄弟要是不嫌弃 可以来我们赵家做事 每个月可以给你一万枚新海币 你的工作也很简单 就是带领赵氏族人练集就行 兄弟不仅可以获得新海币 还可以提升实力 赵兴带着满满的诚意 站在苏洛身旁 眼神中更是露出了得意的表情 毕竟每个月一万新海币的酬劳 已经不是小数目了 想必苏大哥不是缺钱的人 我天圆城苏家拥有一个祖传的秘境 可帮苏大哥大幅度提升实力 算起来我们也算是本家 苏大哥若是不嫌弃 我苏家愿让苏大哥当组长 就在这时候 一名十五六岁的小女孩站了出来 她穿着一身淡蓝色长裙 虽然年纪不大 但却已经是一名九十五级的火系法师了 看到这名女孩出现 赵兴脸上顿时就露出了不屑的表情 冷笑道 你们苏家算什么东西 一个快要被灭族的小家族 也敢来招惹苏大哥 赶紧给老子滚 苏家和赵家一出场 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 还有几个年轻人都在跃跃欲试 但是看到赵兴似乎发火了 此时也都没了动静 此时只剩下苏洛的表情最为精彩 周边聚集的人越来越多 纷纷都用看怪物的眼神看着苏洛 毕竟一个两百级的御寿师 实在是太罕见了 完全可以算得上是百年难得一见 听说精灵族的天才御寿师山之子 是个很骄傲的人 一旦得到苏洛的消息 恐怕会立即赶来吧 不知道 不过他挑战这家伙是迟早的事 苏家和赵家都抛出橄榄枝了 接下来应该是陈家和周家了吧 众人议论纷纷 目光不停地在赵兴 苏小畔以及场外的几名年轻人身上停留 古元城四大家族几乎全都到齐了 其余的大家族也都尽数在此 因为今天是古元城红颜逆境开启的日子 不仅聚集了古元城众多青年才俊 也来了不少看客 而苏洛的出现 无疑是给众多天才队伍增加了压力 因为御寿师职业特殊 可以拥有六只宠物 无论是加入哪一只队伍 对于其他队伍来说 都能造成巨大的压力 苏公子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赵家愿意给苏公子三万星海帝的酬劳 另外苏公子可成为我赵家长老 拥有享知不尽的荣华富贵 看到周边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赵新脸上的骄傲之色也越来越浓郁 虽然他表面上恭恭敬敬 但是内心却对苏洛不屑一顾 强龙压不住地头蛇 区区一个御寿师强者又如何 难不成还能抵挡一个 拥有数百年传承的家族 苏兄弟 我古元城周家愿意让苏兄弟成为家族大长老 每月可开支十万星海币 人群外围 一名身材肥胖的少年开口了 他满脸骄傲地抬起一只手 伸出了五个手指 由于片刻后又抬起了另外一只手掌 我古元城城家愿意给苏公子每个月二十万星海币 可以给苏公子一片封底自行通侠 又是一名顽固弟子开口了 只不过这次抛出的筹码含金量很高 直接表示给弟 这要是放在古代 到底是个王爷的待遇了 随着后续几人开口 原本兴致勃勃的赵星脸色瞬间就黑了下来 当然 脸色随之发黑的 还有苏洛 因为别人的条件越是优越 就代表着之前赵星给出的条件有多么抠门 嘿 太特么黑了 苏洛目光尴尬地瞥了赵星一眼 直接对所谓的赵家队伍失去了兴趣 这家伙 简直比金刚魔猿的勾钉子还黑 跟这种人打交道没啥意思 看到苏洛脸色变了 赵星又硬着头皮解释道 苏大哥 您是有所不知啊 我们赵家在整个古元城都是数一数二的家族 您要是来了赵家 以后在这天元城看上什么几乎都不用给钱 因为这城中大部分产业都是我们赵家的 谢谢赵公子的美意 苏洛淡淡一笑 然后直接转身朝着旁边的空白角落走去 这儿是出古元城的路口之一 同时也是古元城去野外刷怪的唯一途径 升不升级是次要的 苏洛主要是想先见识一下 这个世界的益寿实力和区别 至于要不要组队或者加入某个势力也是次要的 而且 他们开出来的筹码实在是太烂了 刚刚苏洛路过一家商行时 进入随意看了一眼 一桶来自于三百年前的老坛牛肉面都能卖五千新海币 一件现代化牛仔长库更是卖出了十万新海币的天价 这些东西苏洛的宠物空间内放了许多 要是缺钱的话 随便想的办法卖出去都能解决自己问题 所以 这没必要理会他们这种闹着玩儿一样的筹码 苏大哥 我们家族祖传的死灵之海 秘境很厉害的 只要能坚持下去 就可以一直提升等级 而且一年只有个名额 只要你愿意加入我的队伍 今年剩下的两个名额全都给你 看到苏洛似乎对所有人抛出的筹码都没有兴趣 苏小畔顿时就急了 古元城苏家目前虽然还在四大家族之列 但是已经快被另外三大家族连根拔起了 各大世家的传人几乎都有自己专属的练级小队 而他却一直没有合适的队伍 就算是家族长辈愿意带他 但事务繁忙 也总不能天天都带他吧 此刻的苏小畔是真的急了 把苏洛当做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一个秘境和一个快要灭亡的家族 这些因素加起来对苏洛依旧没有任何吸引力 他依旧静静地站在空地上 准备等着大部队出发时自己就跟着出城 大不了自己一个人刷怪就是了 现场几大家族的弟子看到苏洛没有加入任何一支队伍 也都纷纷平静了下来 毕竟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灵 我得不到 别人也得不到 这就相当于什么事也没有 主人 死灵之海啊 这可是我心心念念的老家啊 想不到这么多年了 还能碰到 主人求你了 答应这个小妮子吧 只要我去了死灵之海 死灵族就有救了 亡灵巫师疯狂地给苏洛传音 要不是现在情况特殊 他甚至都想直接飘出来了 听到亡灵巫师的传音 苏洛也愣了一下 他虽然不知道死灵之海是什么样子 但却了解亡灵巫师 这家伙一个人的能力就如此逆天了 如果再多上几百个亡灵巫师 那岂不是能直接打造一个 拥有源源不断骷髅大军的骷髅帝国 虽然心里震撼 但苏洛表面功夫也做得十分到位 只是目光疑惑地打量着苏小畔 毕竟人在他相走 不得不多留点心眼 苏大哥 人家也是没有办法了 才将家族最后的底蕴拿出来了 您可一定要帮帮我呀 只要您愿意办公 怎么这都成 苏小畔颇有几分姿色 此时露出的娇羞模样 更是有倾国倾城的意思 尹德现场众人都忍不住两眼放光 怎么这都成 郑愁没有机会搭话的苏洛 直接顺着这个话题接了上去 对 怎么这都成 看到苏洛心动了 苏小畔心里大喜 立马就羞红着脸走到苏洛身旁 小声道 一会儿出城刷怪 还希望苏大哥多帮帮我才行 苏大哥 您这样做就有点不妥当了吧 是啊 在场这么多人 你就只看得起苏家 难道看不起我们赵家 周家和陈家等人了吗 看到苏洛答应加入苏家 赵新脸色顿时就沉了下来 抱着得不到也要毁掉的心态 苏洛直接当众给苏洛拉了一波仇恨 花音落下 果然周家和陈家的弟子都脸色难看了起来 大家族的人什么都不在乎 唯独在乎脸面 苏洛这样做 无疑是将他们的面子直接无视了 变相地采了他们的尊严 你算什么东西 苏洛眯着眼睛看向赵新 浑身气势爆发 宛如折服的野兽苏醒一般 沉闷而又暗藏凶猛 赵新只不过是一名165级的剑士 就算是主战职业 也经不住苏洛如此压迫 在巨大等级差距的压制下 刹那间他的脸色就不受控制 变得雪白了起来 你 你竟然敢威胁我 回过神后赵新脸色通红 指着苏洛却又不敢当场放狠话 他仗着赵家家大业大 从来不让家族派人保护自己 如今面对苏洛的压迫 却又不得不忍着 万一惹怒了 对方指不定就要血剑当场 威胁你怎么了 苏洛冷冷地瞪了他一眼 恰好这时候苏小畔伸手拉拉拉他 苏大哥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出城了 别和这种人一般见识 行吧 要是换个地方 你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 苏洛冷冷地看了赵新一眼 然后便直接跟着苏小畔的队伍 朝着城外走去 出城的不仅是苏家 还有一众自由组队的转职者 也都浩浩荡荡地朝着城外走去 毕竟每天练集 几乎已经成了这个世界 每个转职者的生活习惯 赵公子 现在怎么办 所有人都走了 只剩下赵新的队伍 以及和他交好的几个狐朋狗友 还留在原地 众人脸色都不好看 纷纷黑着个脸 目光阴沉地 看向苏家队伍中的苏洛 还能怎么办 回去搬救兵 我要让这家伙活不过今晚 赵新咬牙切齿 挤出一句话之后 便起哄哄地回家了 对于他来说 练集什么的都没有报复 别人更重要 此时 苏洛正跟随着苏小畔的队伍 缓缓地朝着野外进发 古园城外的景色 和雁都城外的景色 比起来大不一样 这里相对来说 更加原始 山川 树木 河流 各种环境 都充斥着一股原始气息 寻常的树干直径 足足有两三米 真正意义上 做到了高耸入云 林间穿行的异兽 实力也都格外强横 就连最普通的野牛 和石草兔的等级 都最高达到了六七十几 而且 这还是最普通的 一些狮子 猎豹等凶猛性异兽的实力 更是高达一百五六十几 不过这些异兽的智商 也很高 看到成群结队的人类靠近时 他们会主动避让 随着出城之后 越走越远 原本浩浩荡荡的人群 也越走越分散 从他们闲聊中 苏洛猜测这些人 组队刷怪 大概率都会有 自己的秘密基地 比如苏家今天的目标 就是一群 一百四十几左右的黑羽鹰 苏小畔 带领的一共有六个人 除了他自己是法师之外 另外还有两个骑士 两个弓箭手 和一个辅助 途中 而是靠着惊人的繁殖能力 和世界法则 就算是 只有一只异兽 几天之后 也能诞生出一群 实力强大的 同类型异兽 所以根本不缺经验资源 众人的赶路速度极快 出了城之后 苏小畔更是不知道 从哪弄来了几匹 长着翅膀的独角马 独角马速度极快 不到半个小时 就抵达了目的地 苏大哥 前面就是怒风峡谷了 一会儿 还请苏大哥多多照顾 苏小畔声音 柔柔懦懦的 说话时 似乎带着刻意撒娇的成分 令苏洛有几分不适 行 你们正常刷怪就行 剩下的我来负责吧 苏洛淡淡地点了点头 操控着独角马 不动声色地和苏小畔 拉开了一个身位 要是不离远点 这娘们能直接贴上来 久是穿长的毒 色是刮骨的刀 更何况 像苏小畔这种 目的性极强的女人 就更加让人反感了 交易就是交易 整个跟恋爱一样 就挺别扭的 在快要靠近 怒风峡谷的时候 众人下马开始不行 独角马则是被 拴在了一片林子中 怒风峡谷 是一个巨大的盆地形状 四处都是怪石灵巡 以及一片高耸入云 只剩下半个的石壁 石壁上坑坑洼洼 全是大小不一的小黑点 若是仔细看去 就能发现 这些小黑点 全都是密密麻麻的巢穴 虚空中 一只只体型庞大的黑羽鹰 正在不断盘旋 审视着这群靠近的人类 同时他自己也站在了 队伍的最中间 毕竟整支队伍中 只有他才算是 真正的核心人物 其他人都是苏家花钱 或是用其他条件请来的而已 苏大哥 其他的就靠你了 安排好一切之后 苏小畔才扭过头 看向苏洛 同时眼神中 也露出了一抹好奇之色 他很想知道 作为208级的预售师 会用什么样的宠物 我知道了 放心吧 苏洛淡淡地应了一声 随即在苏小畔好奇的目光下 直接把金刚魔源 和三足金屋召唤了出来 目前的金刚魔源 等级达到了186级 三足金屋的实力 更是达到了190级 之所以只召唤这两只宠物 是因为苏洛海 对这个世界的人不了解 万一把朱雀 青龙等神兽弄出来 直接又引起疯狂的讨论 可就不好了 苏大哥果然厉害 竟然拥有两只 这么强横的宠物 今天我们肯定能解决这黑羽鹰 看到金刚魔源 和三足金屋的等级 苏小畔的眼角 顿时就笑成了 弯月一般模样 这两只宠物 无论是品质还是等级 都算是重归重矩 不是很逆天 也不是很差 御寿师可以契约六只宠物 而苏洛才只召唤了两只 相比剩下的四只 也不会差 得想个办法 摸摸他的脑底才行 苏小畔目光流转 在看向虚空时 眼神中充满了思索之色 嗖嗖嗖 随着几道带着狂暴之力的箭矢 飞上虚空 瞬间就精准命中了 虚空中的几只黑羽鹰 这群黑羽鹰的数量庞大 足足有两百多只 大家小心了 黑羽鹰冲下来了 苏小畔对着所有人叮嘱了一声 然后立马开始施展火属性攻击技能 黑羽鹰俯冲下来 攻击敌人的时候 也是击杀他们最佳的时机 如果三次俯冲 都无法将所有黑羽鹰留下来 那么剩下的黑羽鹰 就会有很大几率逃走 这是他们的生存法则 事不过三 所以 留给大家的攻击机会 也只有三次 嗖嗖嗖 哄哄哄 随着黑羽鹰群的距离越来越近 队伍中的弓箭手和法师们 都纷纷试展技能 朝着黑羽鹰群砸去 作为火力担当 弓箭手和法师这两个职业 也不曾让人失望 无数箭矢在虚空产生裂变 一分二 二分四 而法师技能也均是大范围覆盖的技能 嗖嗖嗖 俯冲到一定位置的时候 黑羽鹰群也发动了攻击 无数黑色气流形成的气体 从他们嘴里喷出 直接朝着队伍中众人砸来 两名骑士看到这一幕 纷纷发动技能抵挡 但却忽略了站在后方的苏洛 一 一 一 无数攻击打在苏洛身上 并没有造成伤害 只是出现了一点的强制伤害 攻击完毕之后 黑羽鹰群一个上升 再次朝着虚空飞去 代表着这一波攻击结束 而这次俯冲中 虽然有无数黑羽鹰受到创伤 但还未到致命的程度 按照众人目前的攻击力 三次俯冲之中 想要将它们全部留下 更是没有多大希望 大家准备好 他们即将开始第二轮俯冲了 苏小畔脸上露出一丝郁闷 同时目光也放在了苏洛身上 似乎有点好奇 苏洛为什么不出手 面对他那略带责怪的表情 苏洛只是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然后才将目光放在虚空中 准备第二次俯冲的黑羽鹰群上 啾啾啾 一道道嘹亮的声音响彻峡谷 数百道体型庞大的黑羽鹰 再次冲了下来 只不过这一次 每一只黑羽鹰的爪子 都亮起了银白色光芒 鹰爪宛如金铁锁住一般锋利 算了 随便出手表现一下吧 苏洛暗暗叹了口气 毕竟自己 还需要去苏家的死灵之海 不出力怎么行 轰咆咆 就在黑羽鹰群即将靠近地面时 金刚魔猿从地上抓起巨大的石块 猛地朝着它们砸去 金刚魔猿的力量十分强悍 再加上攻击力强大 每丢一次石块 几乎都能砸死两三只黑羽鹰 苏大哥威武 看到苏洛的宠物总算是出手了 苏小畔这才松了口气 眼神中再次充斥着笑容 还没完呢 苏洛目光淡淡地瞥了 三族金屋一眼 示意他也表示表示 救 得到指令后 三族金屋鸣叫一声 瞬间腾飞而起 漂浮在队伍上方 等待着黑羽鹰群的到来 他不让宠物防御的吗 看到苏洛如此动作 现场几人纷纷都愣住了 就算三族金屋的等级再怎么高 也不至于这么拖大把 黑羽鹰群的俯冲群体技能力爪 可是连两百几箭矢都能撕碎的 这完全不设防 是什么鬼操作 苏小畔等人虽然疑惑 但此时面临黑羽鹰群冲锋 却又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应付 噗哧噗哧 黑羽鹰群冲下来了 无数力爪抓在骑士的防御盾牌上 顿时就将防御光盾 撕出了一道道口子 虽然不至于破防 但两名骑士此时都不好受 就在这时候 三族金屋出手了 三妹真火 火还禁锢 他一下子释放了两个技能 刹那间 整个怒风峡谷火光冲天 一道道密集的伤害 不停地从黑羽鹰群上方冒了出来 与此同时 苏洛也直接飞上了虚空 跟着释放了一记三妹真火 368000 298700 356580 苏洛一出手 瞬间就打出了高额的伤害 因为他本身的基础攻击力就十分高 再加上学习了三妹真火的技能 此时更是直接来了的浑水摸鱼 让众人只以为这是三族金屋的技能 恭喜您成功击杀黑羽鹰 获得经验值加13650 恭喜您成功击杀黑羽鹰 检测到宠物击杀黑羽鹰 获得经验值反馈加13650 一道道经验值倒账的声音响起 与此同时 队伍中除了苏洛之外 所有人身上都亮起了白色光芒 作为经验值占比最大的苏小畔 此时身上更是亮起了两道光芒 连升两接 火海消失之后 所有黑羽鹰群全都被消灭了 地面上只爆出了几件低等级的装备 对于装备 苏小畔是不屑一顾的 此时他还震惊在连升两极的喜悦当中 苏大哥 你的宠物实在是太厉害了 竟然能秒杀一群黑羽鹰 回过神后 苏小畔当即就对苏洛露出了崇拜的眼神 一瓶的三族金屋听到这话 顿时就羞愧地将脑袋埋在了翅膀里 他心里是非常清楚的 要不是苏洛出手相助 他根本不可能秒杀黑羽鹰群 还好吧 可能是运气比较好 苏洛笑着应付了一句 心里却暗暗有些鄙视 亡灵巫师把这个世界的战斗力 吹嘘得多牛逼多厉害 但是 现在苏洛才觉得 这个世界的战斗力和自己比起来也就这样 自己依旧是同等级当中无敌的存在 回城的路上 一处极高的山顶 赵星此时正带领着几名强者 静静地观看着下方骑马经过的苏洛等人 眼神中露出了一丝丝冷笑 在他身后站着的 都赵家这些年供养的两百级之上的强者 一旦他们出手 苏洛和苏小畔等人今日必死无疑 赵公子 现在是最佳出手时机了 要标动手 一名穿着黑色服饰 满脸胡须的中年男子沉闷开口道 赵星淡淡一笑 长嘘一口说道 本公子改变主意了 今天不打算杀他了 赵公子 之前你不是 很生气 一定要杀了他吗 我已经收到精灵族的消息了 山之子已经出发朝古猿城赶来了 先让山之子和这家伙斗上一斗再说 到时候 本公子坐收渔翁之力 回去的路上 苏洛漫不经心的骑着马 同时和亡灵巫师计划着以后的方向 按照亡灵巫师所说 死灵之海是他的老家 最开始也并不是副本 而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地方 只是不知道 为什么会变成了一个小城池小家族的副本了 但是无论如何 总的来说 还是死灵族落魄了 甚至都到了被灭族的程度了 而亡灵巫师已经计划好了 等到这次去了死灵之海 就直接成为死灵族新的王 统治所有死灵族高调付出 毕竟现在亡灵巫师的等级也达到了203级 再加上苏洛还有其他宠物 在这个世界上也算是能挤进高层了 苏家 今日苏家热闹非凡 所有苏家族人都聚在一起 等待着御寿师苏洛的到来 在这之前 苏家已经收到苏小畔传回来的消息了 知道有一名208级的御寿师强者 愿意帮助苏家时 所有人都是兴奋的 此时的苏家大门口张灯结彩 地面上更是奢侈地铺上了一层红布 格外喜庆 当看到苏小畔的队伍逐渐靠近时 苏家所有人都挤到了大门口 想要一睹御寿师强者的风采 老夫苏家家主苏超 欢迎苏公子来到苏家 作为苏家家主 李英第一个站出来迎接 苏超年纪40左右 穿着一身黑色金线苗边长袍 略显贵气 在他身旁 还站着一名30多岁的妇人 脸上涂脂抹粉 散发着一道道浓郁的属于女人的味道 此时看向苏小畔和苏洛时 妇人的眼神流转着别样的身材 若是让小畔嫁给这位强者 我苏家也算是能增加一名强者抵运了吧 就在众人让路之际 妇人脑海中已经描绘出了大好红图 苏家族人过百 全都熙熙攘攘地站在院中 像是看猴一样 将苏洛直接为了个水泄不通 面对众人好奇的眼光 苏洛只能硬着头皮去承受 不过 此时他已经关闭了属性版面 他们再怎么看 也只能看到苏洛的帅气 其他的一律别想看到 苏公子一路上辛苦了 老夫备了些粗茶淡饭 还望苏公子不要嫌弃 苏超红光满面 激动地带领着苏洛往吃饭的地方走 而他身旁的妇人 则是拉着苏小畔走到了一旁 之前都是通过传讯联系 如今见面了 苏家众人自然是想商议一下 具体该如何应付 更何况现在的苏洛 已经隐藏了属性版面 他们也只能通过苏小畔等人 来了解这名御术师的实力 饭桌上有酒有肉 很是丰盛 苏超盛情款待 接连拙想找苏洛推杯换盏 小兄弟 今日可算是帮了我苏家的大忙啊 今夜 我们一定要喝个痛款 抱歉啊 我不会喝酒 苏洛摸着鼻子尴尬地笑了笑 末事没事 喝酒误事 不喝酒才是好样的呢 苏超丝毫没有在意 又拿起筷子吃菜 其实苏洛是会喝酒的 只是分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 他不仅不敢喝酒 还不敢盲目地吃东西 就算是吃菜 也都只是照着苏超夹过的菜吃 他怕有毒 毕竟这种原始的世界 下毒的手段 几乎是很常见的东西 万一被下药了 可就麻烦了 苏洛的动作很随意也很隐晦 苏超根本没有看出来 苏洛的防备之心 这一天 苏洛在苏家得到了热情款待 而此时 在外面的众多苏家人 也都在疯狂地打听着苏洛的底细 当得知苏洛 是208级预售师时 整个苏家更是有不少人撮合 让苏小洛和苏洛订婚 让苏洛又当足长 又能娶了苏小洛 这样大家也算是 肥水不流外人田了 恰好这时候 苏洛和苏超 以及一众作陪的苏家骨干成员 也吃完饭了 一众苏家人 立马就红闹着挤了进来 一边走 还在吹嘘着马屁 苏大哥这么年轻 就有了如此地位 真当是人中龙凤啊 我们家小洛实力也不弱啊 只是运气不好 一直没有合适的队伍罢了 以后他们俩 要是一起组队刷馆 小洛的实力 肯定也能飞速上涨 众人聊的话题越来越偏 苏洛脸色也越来越黑 苏小兄弟 你要是不嫌弃 咱们今天就把婚事定下来吧 人群中突然有人大声地说了一句 现场瞬间鸦雀无声 苏洛的眼皮子 也猛地抖了一下 定青 特喵的自己 就是为了死灵之海 才答应帮苏小洛和苏家的 现在竟然发展到了定青的环节 未免有些太快了吧 看来苏小兄弟还没准备好 这样吧 三长老 你先带领苏小兄弟去家族地库 让他见识见识我苏家祖传的秘境死灵之海 我们这边也好准备准备定青环节 看到苏洛脸色不对 苏超立马就转移了话题 苏家祖传的秘境死灵之海 对于任何等级的强者来说 都是一个天大的诱惑 只不过苏家虽然弱 但在这古园城中 也不是谁都能欺负的 所以一直守护着死灵之海 而如今古园城中其他的一些家族 之所以排挤苏家 就是想要打死灵之海的秘境 当然 关于死灵之海的秘密 只有苏家利任家主才知道 外面的人 只知道苏家有一个祖传的秘境 苏公子 请跟我来 就在苏洛不知所措之际 一名身材矮小的老者 笑盈盈地对着苏洛摆了白手 示意苏洛蹲上自己的步伐 好 苏洛应了一声 连忙跟着老者离开了众人的包围 同时苏洛也在打量着苏家的整体实力 苏超至少是200级以上的实力 而现在带路的这名老者 至少也是200级以上的实力 再加上一些还没露过面的人 总的来说苏家不算示弱 只能说是目前在古园城示弱 苏洛跟着三长老一路畅行无阻 直接进入了一个地下通道 走了十分钟左右 两人才来到了一个 类似祭坛模样的地方 在祭坛中央 是一个和门框 差不多大小的蓝色光幕 光幕正在缓缓旋转 看起来很是神秘 苏公子 这边是我苏家祖传的秘境 死灵之海 死灵之海一年之内 只能进去三个人 苏公子是今年第二个 进入死灵之海的人 还望苏公子能多多坚持 三长老简单地介绍了一番之后 才拿出一块蓝色 菱形晶莹剔透的石头 摆放在祭坛上 卧槽 这是我死灵族的 生物死灵魂石啊 怎么在这个老鬼身上 看到蓝色石头的一刹那 亡灵巫师颤抖的声音 就瞬间响了起来 死灵魂石 苏洛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感觉面前的蓝色光幕 传来了一阵巨大的犀利 很显然 这是传送开始生效了 苏公子抓紧 进入死灵之海吧 机会难得 看到苏洛还在犹豫 旁边的三长老面露 焦急之色催促 毕竟死灵之海一年 只有三次机会 若是这样浪费一次 那可是天大的损失 听到三长老催促 苏洛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直接一头扎进了光幕里 刹那间 苏洛就感受到 一阵轻微的摇晃感传来 怎么回事 苏洛瞪大眼睛 仔细查看 才发现 自己竟然出现在了 一艘小木船上面 四周是茫茫无际的 暗蓝色海洋 除此之外 还有树枝不尽的岛屿 海面中 时不时的有骷髅鱼儿 游来游去 其中掺杂了不少 其他海洋生物 但此时都是骷髅的形态 这些骷髅怪物 有大有小 每一个怪物身上 都带着不弱的能量波动 骷髅巨杀 120级 普通 攻击 42万6千 防御 31万 精神 15万6千 体质 79万 技能 死亡波浪 野蛮冲锋 亡灵召唤 被动 免疫 免疫70%魔法攻击 死亡波浪 随机召唤出 1-6道波浪攻击敌人 每道波浪 对敌人造成350%攻击 野蛮冲锋 骷髅巨杀 依靠自身 极快的速度 形成冲锋状态 对撞击到的敌人 造成100%命中 且造成400%伤害 和3秒钟眩晕效果 亡灵召唤 召唤出300条 骷髅使人鱼攻击目标 每条骷髅使人鱼 造成100至1000点伤害 除了骷髅巨杀之外 还有骷髅金枪鱼 骷髅章鱼 骷髅海龟等等 奇形怪状的生物 只不过这些骷髅的实力 都不是很厉害 苏洛有种直觉 他总觉得海洋里面 还有更厉害的家伙 而此时 小船正在海面上 不停地前进 似乎冥冥之中 受到了什么牵引一样 明明没有任何动力 小船却能在大海上 缓缓前进 苏洛随手挥出一道技能 小船旁边的骷髅巨杀 瞬间就直接被秒杀 恭喜您击杀骷髅巨杀 经验值 加6550 经验值到账的声音 瞬间响起 但是整个风平浪静的海面上 瞬间就变得 波涛汹涌了起来 无数海洋生物 朝着苏洛的小船 冲了过来 感受到情况不妙 亡灵巫师 立即就从宠物空间中 钻了出来 我靠 这死灵之海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亡灵巫师满脸震惊地 看着海面 而苏洛则是表情疑惑 似乎自己刚刚击杀了 一头骷髅鲨鱼 间接性地打开了 死灵之海的开关 现在周边 几百米范围之内的海洋生物 都在朝着自己靠近 而且小船 也在不停地前进 就像是贪吃蛇一样 骷髅生物只会越举越多 怪不对苏家的人说 只要能坚持住 就能获得意想不到的好处 原来奥秘在这儿 看清了死灵之海的玩法之后 苏洛心里也有底了 不过他也有些犹豫 毕竟这是亡灵巫师的老家 要是大开杀戒的话 会不会有什么负面影响 这些家伙也太迅了吧 实力既然这么低 简直是给我们死灵族丢脸啊 亡灵巫师破口大骂 同时挥舞着镰刀 直接横切了一下 获得反馈经验值加1655 检测到宠物击杀骷髅海马 获得反馈经验值加2560 检测到宠物击杀骷髅海龟 苏洛 老乡见老乡 不应该两眼泪汪汪吗 亡灵巫师这是在搞什么鬼 就在苏洛疑惑之际 亡灵巫师却一屁股坐在了甲板上 表现出一副颓废的样子 怎么了 苏洛好奇问道 唉 死灵族是真的落魄了 什么骷髅都容得下 亡灵巫师满脸身无可恋的表情 语气中更是失望至极 以前的死灵之海 随便抓一条生物出来 都至少是200级以上的存在 在整个世界 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凶之地 更是被无数种族称之为禁忌之地 但是现在 唉 那你的意思是 这些家伙 我可以拿来当经验值了 这种玩意儿 我随便召唤都能召唤出来 亡灵巫师摆了摆手 对着苏洛 做出了一副请编的手势 等级突破200级之后 亡灵巫师召唤的骷髅 已经不局限于骷髅战士 和骷髅仆人了 只要是生物 他都能召唤出骷髅形态 甚至苏洛 还见过他召唤了一只冰霜骷髅巨龙 只不过 等级太低了 被亡灵巫师自己超度了 既然现在亡灵巫师 已经不在乎了 苏洛也不打算 放弃这种获取经验值的机会 直接把青龙 白虎 玄武朱雀 等宠物 全都召唤了出来 众多宠物 或是缩小体型 留在船上攻击海洋里的骷髅 又或是直接下水 要么就直接飞在天上火力覆盖 顿时整个沉浸的死灵之海 就变得热闹了起来 四周都是水爆声 合技能爆炸的声音 检测到宠物 击杀骷髅乌乌贼 获得反馈经验值加1968 检测到宠物 击杀骷髅巨鳄 获得反馈经验值加3650 海洋中拥有无数骷髅生物 而周边密密麻麻的海岛上 也聚集着大批量的骷髅生物 虽然异兽众多 但这些全都不用苏洛动手 十多只宠物此时 已经对死灵之海的生物 形成了降维打击 一道道反馈的经验值 自动到账 苏洛自己则是和亡灵巫师 站在船头 打量着海洋深处 这只船为什么会自己前进 苏洛好奇问道 死灵之海拥有一种特殊的法则 一旦有人靠近 就会牵引到海洋中心处 这点速度才算哪到哪啊 我们死灵族最巅峰的时候 海洋中心的牵引力 听完亡灵巫师的诉苦 苏洛这才发现 人族实在是太弱了 因为各大种族出现 并且提升等级的时候 人类还光着屁股蹲在草原上 学习钻木取火 不过现在今非昔比 人类已经成为了一个大种族 你是不是觉得 人类现在很厉害了 看到苏洛脸上的自信表情 亡灵巫师顿时就露出了一个 嘲讽的眼神 这家伙找超呢 苏洛眯着眼睛 看了亡灵巫师一眼 然后深吸了一口气 才压住了内心的冲动 人类现在虽然很强 但是面对一些强大的种族 依旧不太够大 比如传说中的巨龙族 或者兽人族 这些种族出现的年代很久远 底蕴很强悍 不是人类能够比对的 你们死灵族 在各大种族里 排行怎么样 苏洛故意露出一副 好奇的表情问道 一说起这个 亡灵巫师瞬间就来劲了 一边搓着脑袋 一边兴奋地说道 这可就说来话长了 我们死灵族当初 可是排行前三 为什么是当初啊 不带他话讲完 苏洛就直接打断了 因为现在死灵族落魄了呀 要不是我还在 就差点被灭族 看到苏洛脸上 带着似有似无的笑意 亡灵巫师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立马就闭上了嘴 说呀 怎么不说了 苏洛故意装作 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嘿嘿 不就是贬低了几句 你们人族吗 用得着说我的伤心事吗 咱俩的关系 不至于闹这么僵硬吧 亡灵巫师尴尬地笑道 苏洛咧嘴一笑 也不再说什么了 只是抬头 看向海洋中新的方向 只可惜 海面上光线不好 越往远处看 越是看不清 只能看到黑漆漆的一片 就像是起了大雾一样 而周边的骷髅怪物等级 也越来越高 甚至都快达到两百级了 这种情况下 苏洛不得不请出 八翼大蛇和暗影 鬼猪出来护驾 此时 苏家帝哭中 苏超和一众家族长老 正神情肃穆地 后面的三长老脸色红润道 到现在已经是 第八驻乡的时间了 此子实力竟然如此超群 就连家族老祖 也只能坚持五驻乡的功夫 果然是天佑我苏家 有了苏洛的加入 日后我苏家定能重新回到 古元城四大家族之首的位置 众多苏家人 纷纷激动不已 毕竟他们已经打算 把苏小畔嫁给苏洛 并且让他继承 苏家族长的位置了 现在苏洛越强 也就侧面代表着 苏家越厉害 就在这时候 地库的大门 被一名管事打开了 所有人都目光不善地盯着 那名管事 现场气氛 顿时就变得压抑了起来 近来的管事 感受到树道目光 同时凝聚在自己身上 顿时感觉汗毛直立 但他还是鼓起勇气回报道 家主 诸位长老 大事不好了 有屁就放 一惊一乍的成河体统 苏超冷冷地哼了一声 其余人也表情不满 在这种高兴的时候 突然被人打断 还说大事不好 这不是扫兴吗 家主 山 山之子来了 精灵族的那个天 才预售诗山之子 嗯 管事硬着头皮点了点头 地库中众人瞬间就陷入了沉思 整个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 精灵族的山之子 为人歹毒自尊性极强 且极为好斗 听到苏洛的名声之后 赶过来也不奇怪 但此时令苏超为难的事 该如何取舍 山之子的实力 比起苏洛 虽然略逊一筹 但他背后是整个精灵族 两边都不好得罪啊 诸位长老 这种情况下 他这个当家主的 要是不去见一见山之子 恐怕人家 能把苏家都给直接拆了 此时 死灵之海海面上 苏洛已经抵达了海洋中心 这是一个巨大的岛屿 由无数白色海骨组成 放眼看去 就像是一座白色的城堡一样 越看苏洛越觉得 这岛屿有些眼熟 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 呃 你看我干嘛 感受到苏洛怪异的目光 亡灵巫师立马就挠了挠后脑勺 装作一副没事人一样的表情 这岛屿的形状 你不觉得熟悉吗 苏洛若有所思地问道 这是我老家 我当然熟悉啊 至于你肯定是在梦里见过 才会觉得熟悉 亡灵巫师怪叫一声 然后直接化作一道黑影 飞上了骷髅岛 此时 巴翼大蛇和暗影鬼珠 还在抵挡周边的骷髅生物 就算是他们实力超群 但是面对源源不断的骷髅大军 此时也有些吃力了 要不是众多宠物的任务 只是保护苏洛一个人 恐怕此时早已经宣布战败了 随着船只越来越靠近骷髅岛 苏洛索性也不装了 直接一个跳跃 朝着骷髅岛飞了过去 当他站在骷髅岛上的一刹那 整个海面瞬间又恢复了 风平浪静的状态 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只剩下众多宠物 还漂浮在原地 不知所措 算了 先收工吧 苏洛叹了口气 直接将所有宠物 收回宠物空间恢复状态 但是轮到玄武的时候 他却表现出了抗拒的样子 主人 我闻到了神气的味道 玄武沉闷的声音响起 苏洛顿时就眯起了眼睛 他并没有兴奋 而是不动声色地 打量着周边的环境 因为神气这种东西 可谓是极其稀有 就算是普通两百级的强者 穷其一生 也未必能见到神气 而现在 玄武却表示 这骷髅岛上有神气的气息 很显然 这骷髅岛不简单 亡灵巫师此时 站在一个类似大象的骨架上 不停地打量着周围的环境 而他脚下的骨头已经腐朽了 只需要轻轻地晃动 就有无数骨粉掉落 主人 怎么 因为主仆契约的存在 亡灵巫师能很敏锐地感受到 苏洛戒备的状态 这岛上应该还有家伙 而且绝对不弱 为什么这么说 这可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 我觉得这上面现在 鸟不拉屎 除了我们和无数骨头之外 啥也没有 亡灵巫师无所谓地耸了耸肩 眼眶中的鬼火闪烁 似乎有些伤感 苏洛默不作声 直接将寻宝鼠放了出来 如果说玄武能寻找宝贝的话 那么寻宝鼠 绝对是寻找宝贝里的顶尖高手 滋滋 寻宝鼠接收到苏洛的指令后 金色的鼻子 只是轻轻地闻了闻 立马就抬起爪子 指向了骷髅岛边缘处的一块巨大石碑 这块石碑很大 足足有十多米高 但是像这样的石碑 整个骷髅岛上有24块 你是说那块石碑里面别有洞天 苏洛眯着眼睛看向寻宝鼠 一旁的亡灵巫师也凑了过来 看清寻宝鼠指着的方向时 他眼眶中蓝色的火焰瞬间变成了红色 而那块石碑在亡灵巫师的注视下 瞬间荡起了阵阵空间涟漪 随着石碑传来阵阵波动 整个岛屿瞬间发生了变化 原本四处都是白骨的岛屿 此时竟然慢慢地长满了青苔 同时还附上了一些泥土 在那些白骨之上 竟然慢慢地长出了杂草 和不知名的野化 一个个奇形怪状的骷髅怪物 正在岛屿上游荡 当他们看到苏洛和亡灵巫师时 都纷纷愣住了 苏洛也愣住了 这岛上不是空无一物吗 怎么因为亡灵巫师看了一眼石碑 就凭空变出了这么多东西 诸位兄弟姐妹们 是我呀 十个数千年 我又回来了 感受到众多死灵族族人怪异的目光 亡灵巫师立马激动地大喊 同时兴奋地朝族人跑了过去 这些死灵族族人的实力都不弱 一个个至少都是180级以上 其中好几个骷髅的实力 更是达到了210级左右 碰 就在亡灵巫师快要靠近族人的时候 一道黑色火焰瞬间砸在他面前的地面上 将无数草皮掀翻 直接砸出了一个大坑 要是他速度再快一点 这火球绝对能砸到亡灵巫师身上 卧槽 就算是好久不见 也不用这样激动吧 亡灵巫师满脸疑惑地看向四周 试图找出那个攻击自己的家伙 你回去吧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远处的白骨洞穴中 突然走出了一道身影 这是一个身高 接近两米左右的人形骷髅 但不同的是 他后方还拖着一条长长的骷髅尾巴 他头上戴着淡蓝色的皇冠 手中更是拿着一根半黑色的法杖 只不过法杖上端 出现了一个凹陷的区域 似乎原本是镶嵌着什么东西 你一个下等死灵族 也敢带死灵族皇者之冠 看清这道身影后 亡灵巫师的语气 顿时就变得冰冷了起来 同时还伴随着无尽的怒气 苏洛皱着眉头 看着这一幕 没有丝毫犹豫 紧紧地跟在亡灵巫师后面 当然 他心里也有些疑惑 他从来没见过亡灵巫师这样愤怒过 很显然 今天又是一场恶战逃不了了 亡灵巫师的嘴 从来就是得理不饶人的 只是一两句话 就将那只骷髅激怒了 他冷冷地 注视着亡灵巫师 冷笑道 今时不同往日了 现在的死灵族 我说了算 说话时 他还不忘伸出骷髅手掌 去摩擦挂在腰间的罐子 那罐子同体是紫色和绿色 像是香炉 一般只有巴掌大小 看到罐子的一刹那 寻宝鼠立马就滋滋滋的叫了起来 这就是神器吗 苏洛眯着眼睛 打量着那只罐子 一行信息 顿时就涌入了他的脑海当中 死灵之罐 神器 无职业限制 体质加灵 攻击加灵 用途 将死者身上任意的东西 放入罐中 即可复活 关于死灵之罐的介绍很简单 但是用处也很逆天 相当于是起死回生了 这种玩意儿 要是戴在身上 虽然对自己没用 但是对队友来说 可就有大作用了 要是队友死了 立马把一根头发丢入罐子里 立马就能复活队友 此时亡灵巫师已经气得浑身发抖了 苏洛则是眯着眼睛 打量着那具骷髅的属性 死灵之王 210级SS级 神格 5 攻击 68万8千 防御 56万4千 精神 26万5千 体质 165 0000 技能 死灵召唤 古刺召唤 古刺天降 无尽寒冬 被动 死灵之王 通知所有死灵族族人 向自己忠心耿耿 看到死灵之王的属性版面 苏洛差点就笑出声了 死灵族果然是落魄了 这家伙的等级 竟然只有210级 怪不得只能躲在这岛屿上 不敢去外面的世界溜达 主人 我要干它 王灵巫师扭过头 对着苏洛说了一声 然后整个人就直接飞了出去 王灵巫师乃是死灵族当中的 皇族血脉 对于普通骷髅怪 有着天生的压制性 哪怕死灵之王此时 命令现场 众多骷髅攻击 但他们也都只是 原地躁动不安 不敢对王灵巫师 有丝毫不尽 更别说攻击了 就凭你一个下等货色 也敢充当死灵之王 老子今天打爆你 王灵巫师恶狠狠地拎着镰刀 从虚空 在狠狠地斩下 看到这一幕 死灵之王顿时慌了 虽然他的战斗力 和王灵巫师平分秋色 但是此时 此刻骷髅岛上 又出现了另一批家伙 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 这些家伙身上 竟然有神格的气息 感受到阵容 收到了碾压 死灵之王更是无心面战 只想着如何逃走 想跑 没门 王灵巫师恶狠狠地喊了一嗓子 瞬间化作 成百上千道身影 从四面八方 朝着死灵之王斩杀而去 在气势的压迫下 死灵之王的攻击力 根本发挥不出来 最多也就发挥了 寻常的八成水平 眨眼间现场的胜负 就已经快要明了 但是 在这时候 死灵之王却突然拎起了 腰间的骷髅罐子 威胁道 你最好放我离开 要不然我就直接将 这死灵族的神器 摔成碎片 这罐子是瓷器 上面更是布满了无数裂缝 别说是摔了 恐怕只是轻轻地晃动几下 都有碎裂的风险 神器可不能这么回来啊 苏洛的心 也跟着揪了起来 就在他考虑 要不要让暗影鬼珠帮忙时 亡灵巫师的身形 再次动了 无数分身 继续开始对着死灵之王攻击 同时还伴随着这一阵冷笑 你就尽情地摔吧 这东西 我小时候可没少摔 就算是 把你摔烂了它 也不会烂 花音落下 无数镰刀 从四面八方 砍在死灵之王的身上 那原本高大无比的骨架 瞬间被砍出了无数缝隙 站在风中摇摇欲坠 作为210级的死灵之王本 该不会这么弱的 但是亡灵巫师太强了 再加上拥有血脉压制 所以秒杀死灵之王也算合理 哄 随着海面上一阵微风轻轻吹过 死灵之王高大的身躯 瞬间化作无数骨片坍塌在地上 检测到宠物击杀死灵之王 获得反馈经验值加86900 这特么都能获得经验值 苏洛微微一愣 然后便直接朝着前方走去 打算开始清理战场 法杖 皇冠这些玩意儿 苏洛不感兴趣 全丢给亡灵巫师了 至于死灵之罐 苏洛还是蛮感兴趣的 毕竟这玩意儿 可是货真价实的神器啊 主人 死灵之罐 可是我死灵族的圣物啊 没了圣物啊 可怎么活啊 亡灵巫师看到苏洛拿着罐子 满脸感兴趣的样子 顿时就开始哀嚎了起来 就差泪流满面了 你要用的时候 再找我要不就行了吗 苏洛爱不释手的 摩擦着死灵之罐 又淡淡说道 你不也是我的 嗯 好像也对啊 亡灵巫师幡然悔悟 又小声说道 但是 你这样说 有点暧昧了吧 我和你可是单纯的契约关系啊 没有那种不清不楚的关系 苏洛翻了个白眼 没有理会他 只是静静地 打量着周边的骷髅生物 随着亡灵巫师 将皇冠带在头上 无数骷髅 顿时就对着亡灵巫师 就行了一个古怪的礼仪 这些残留的骷髅中 两百级以上的 足足有十个 但都没有超过两百一十几 两百级之下的 大概有三十多个 其他的就没了 主人 这罐子要不让我借用一下 我想先复苏死灵族 亡灵巫师 小心翼翼地搓着手 像是即将闯祸的孩子一般 怎么复苏 亡灵巫师没有说话 只是伸手指了指脚下的岛屿 这些矮矮白骨 起码数以万计 或是更多 如果全都复活 死灵族算是达到 能重出江湖的水准了 现在寿人族 不是在追杀你们吗 现在就搞会不会太莽撞了 苏洛咒没看着周围 眼神中露出一谋担忧 他本来是打算到海底世界 来提升自己等级的 但是现在 似乎不是单纯的提升等级 已经卷到死灵族 和寿人族的恩怨当中了 不过 苏洛也不后悔 毕竟亡灵巫师 这个死灵族族长 都是自己的宠物 壮大死灵族 对于自己来说 也算是好事 区区寿人族而已 只要拿到死灵之时 我就能尽快地 让死灵族恢复巅峰时刻 花音落下之后 亡灵巫师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直接从苏洛手中接过罐子 然后轻轻地挥了挥手 整个岛屿瞬间地动山摇 无数海骨拳 都脱离出了拇指大小的骨片 漂浮在虚空之上 随着亡灵巫师再次挥手 无数骨片成群结队地 飞入了罐子当中 刹那间 整个岛屿的骷髅 开始逐渐减少 每消失一具骸骨 就会多出来一尊死灵族族人 这些死灵族群 都是骷髅形态 有人 有动物 有长着翅膀的飞龙 也有体型硕大的巨龙 数量之多 完全颠覆了苏洛的认知 他不得不将青龙等宠物 全都收入宠物空间之中 要不然 这岛屿上 还真没办法容纳那么多生物 随着亡灵巫师操控死灵之冠 复活死灵族人 岛屿上强横的气息 也越来越多 其中等级最高的 具体有多厉害 苏洛不知道 只知道 那是一尊 身高三十多米 身穿铠甲的巨人 骷髅护卫 精英 攻击 防御 精神 体质 技能 被动技能 无尽守护 无尽守护 方圆一百米之内 所有同类遭受到攻击 降低百分之八十 自身遭受的攻击 降低百分之九十 等级和其他数据看不清 只能看到被动技能 但是 但凭着被动技能苏洛 就能猜测到 这只骷髅护卫的实力不弱 绝对很逆天 甚至有可能是 死灵族战力担当的那种 但是 很快苏洛又改变了这个想法 因为 看不到属性版面的骷髅生物 还有很多 有体型庞大 长着骷髅翅膀浑身 都是蓝色的骷髅 寒冰巨龙 也有和正常人大小 背着剑带 手握弓箭的弓箭手 这些骷髅生物的属性版面 并没有隐藏 只是他们的等级 领先苏洛 至少五十级以上 所以苏洛才看不清 他们的具体属性 过了足足半个小时之后 岛屿上已经没有白骨了 只剩下满地的死灵族族人 在场的死灵族族 人目测之上 有三千左右 而且每一个都实力强大 至少是两百级以上的实力 参见巫王 所有死灵族族人复活之后 都纷纷对着亡灵 巫师丹膝下跪行李 而此时 亡灵巫师也收起了平日里 嬉皮笑脸的风格 直接淡淡地 对众多骷髅摆手 然后冷冷道 你们沉睡了多久 回禀巫王 我沉睡了六千五百年 骷髅冰霜巨龙 沉闷达到 回禀巫王 我沉睡了三千八百年 我是最后陷入沉睡的 沉睡了一千九百年 众多死灵族纷纷回话 苏洛则是站在一旁 无聊的 就岔扣手上的死皮了 王灵巫师叹了口气 他们陷入沉睡 自己也被困进了副本里 死灵族可谓是命徒多舛啊 回过神后 王灵巫师才一字一句说道 你们再次等候本王的召唤 本王一定会带领死灵族 重回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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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数死灵族族人跟着呐喊 每个骷髅都激动得浑身颤抖 这时候 王灵巫师才重新回到苏洛身旁 咧嘴笑道 主人 咱们没什么事的话 差不多就可以去想办法 把死灵魂石弄回来了 死灵族这么强大 为什么之前那家伙 不讲死灵族的族人复活 苏洛就没问到 这是他心里的疑惑 从见到死灵之冠开始 就产生了这样的疑问 那家伙 在死灵族 不过是低等种族罢了 就算是复活了死灵族族人 大家也不认可他 王灵巫师咧嘴笑了起来 做出了一副骄傲的表情 苏洛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然后不动声色地 将死灵之冠 从王灵巫师手中拿过来 直接装进了宠物空间中 王灵巫师 ad it仅耗人民币百分号 百分号百分号 行了 往回走吧 要是继续在这练节 我都不好意思了 苏洛叹了口气 打算跳上木船往回走 但却被王灵巫师叫住了 主人 这些可是白来的经验啊 不要白不要 王灵巫师直接抬起法杖 轻轻地点了一下死灵之海 顿时整个海面上 就掀起了一道道巨大的风浪 海中的无数骷髅生物 瞬间朝着岛屿方向集结 看到这一幕 苏洛都傻眼了 这特么都是死灵族的族人 自己怎么好意思下手 主人 这些骷髅都最低级的骷髅 别说是我了 就连他们也能随意召唤出来 这些怪犬都杀了 我们大概能升个十几左右 说完之后 王灵巫师再次点了一下法杖 瞬间 整个海面的风暴更厉害了 无论等级高低 所有的海洋生物 都疯狂地朝着岛屿靠近 看到这一幕 苏洛都快傻眼了 这么多异兽冲过来 就算是自己把所有宠物召唤出来 全部人范围技能也够呛吧 要不还是算了吧 苏洛叹了口气 在这单个久了 不知道会不会引起苏家的怀疑 而且这些骷髅生物 想要全部杀死 时间是最大的成本 相比起来 苏洛觉得还真没必要搜刮这点经验 主人是担心时间不够用 王灵巫师抬起头 眼眶中的蓝色火焰不停闪烁 竟然变成了一个爱心形状 嗯 我是他们的王 我要他们 生他们就生 我要他们 他们就得死 王灵巫师霸气地说了一声 然后直接指了指苏洛 刹那间 苏洛就感觉自己 被大量注意力盯上了 你想干什么 嗯 主人别误会 他们平白无故的死 可能没有经验 但是攻击你了 就不一样了 话音落下的刹那间 整个海洋中 都爆发出了无数古谋 古刺和技能 有的技能相隔遥远 在虚空中 就直接爆炸了 而有的 骷髅怪物距离较近 技能就直接飞过来了 苏洛不得不召唤出 玄武抵挡攻击 虽然这些技能 伤害不到他 但是身上的衣服 弄坏了 可就不好处理了 好了 时间差不多了 亡灵巫师淡淡地说了一声 然后直接搓手打了个响指 死 轰咚咚 整个海面瞬间 产生了剧烈的爆炸声 无数骷髅怪物 直接炸成了碎片 恭喜您 成功击杀骷髅轻鱼 获得经验值 加1250 恭喜您 成功击杀骷髅鰻鱼 获得经验值 加3600 恭喜您 密集的经验值 倒仗的声音响起 苏洛顿时感觉头皮发麻 这种感觉 实在是太爽了 哪怕是宠物 集体使用寿灵丹反馈的经验值 也没有这么快 这些经验值 虽然丹体量不大 但是数量 却十分惊人 恭喜您 等级达到209级 恭喜您 等级达到210级 恭喜您 等级 苏洛就这么 站在原地啥也不做 身上升级的白色光芒 却在不停地闪烁 恭喜您 等级达到217级 直到这时候 经验值上涨的速度 才停下来 他也有个非常逆天的想法 如果让死灵族 帮自己召唤骷髅 然后再由亡灵巫师 这样操作的话 岂不是比炼制神兽丹的速度 还要快 呃 主人我知道 你在想什么了 看到苏洛怪异的眼神 亡灵巫师心里 顿时就有了不好的预感 直接秒懂了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那你觉得 这个计划可行吗 苏洛笑着问道 不可以的 亡灵巫师指了指 身后的众多死灵族精英群体 惨兮兮到 任何一个种族的族群 死灵族可就真发展不起来了 我也只是想想而已 苏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然后直接一步跳到了小船上 现在死灵之海的所有经验值 几乎全都被收割了 留在这儿也没有任何意义 你们就在这儿等着 等我召唤你们的时候 就是我们死灵族 重现江湖之时了 亡灵巫师扭过头 对着众多强大的死灵族 交代了一声 然后也跟着苏洛跳上了小船 此时亡灵巫师 拥有死灵王冠和权杖 已经成了死灵族族长 自然不受海洋牵引力的控制 小牧船也开始 缓缓地朝着来时的方向返回 只不过苏洛觉得 这种返回的方式太慢了 直接捏碎了手腕上的白色光环 这光环是来时副本中的保护机制 一旦遇到危险 立即捏碎这枚光环 就能够立即传送出副本 主人果然聪明啊 看到苏洛捏碎了光环 亡灵巫师立马就对着苏洛 竖起了大拇指 此时苏家帝枯空无一人 香炉中的香也熄灭了 只留下满地的香灰 苏洛的身影出现在祭坛上 只是一瞬间 他就感觉不太对劲 既然这死灵之海 对于苏家如此重要 现在怎么可能没人守护 究竟是怎么回事 苏洛喃喃自语 同时朝着外面走了出去 走出地窟大门时 苏洛才在门口看到了两个守卫 只不过此时 他们对苏洛熟视无睹 完全没有了来世的恭敬之色 两位 我想问问苏家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这地窟中人手减少了 强忍着心里的好奇 苏洛还是开口对着守卫询问道 明日是我苏家大小姐 和精灵族少族长订婚之日 所有空闲人员都去帮忙了 一名守卫淡淡说道 同时看向苏洛的眼神略显古怪 听到这话 苏洛的脸色顿时就黑了下来 苏家和精灵族少族长订婚 之前不是说和自己订婚吗 虽然自己没答应 但是这差别也太大了吧 苏洛满脸疑惑地朝着外面走去 张灯结彩的苏家后院 瞬间映入眼帘 有人看到苏洛出现 立马就跑去给苏超报信了 一路上没人和苏洛搭话 凡是他所到之处 所有人都退避三射 像是在躲瘟疫一样 看到这一幕 苏洛心里顿时明了 苏家无非就是想找一个强大的人 当作靠山而已 精灵族少族长 应该就是山之子了 山之子天赋一柄 再加上精灵族 确实足够苏家倒贴了 哎 这个世界真疯狂啊 昨天还说要把女儿嫁给我 今天就要和别人订婚了 既然苏家已经将橄榄枝 抛向了精灵族少族长 那自己就不参与这件事了 至于苏小判 苏洛从来就没把他 当作暧昧的对象 甚至连朋友都算不上 等一下 就在苏洛靠近大门 即将离开之际 一道洪亮的声音突然响起 站在门口的苏家侍卫 更是直接挡住了苏洛的去路 苏超冷冷地看着苏洛 眯着眼睛说道 苏公子 你进了我们苏家的秘境 现在又打算 就这样平白无故地走 难不成是把我们苏家 当作任人拿捏的软势子了吗 此时苏超的态度 和之前的态度 已经判若两人 包括站在他旁边的苏小判 已经那名富人 全都冷落冰霜 仿佛看苏洛 就像是看蝼蚁一般 当初进入副本 是你们亲自带我去的 怎么 现在又反悔了 苏洛眯着眼睛 仔细地打量着苏家众人 同时他也注意到了苏超旁边 还站着一名年轻男子 他身穿白衣 整个人宛若惊鸿 双耳长且尖锐 整个人都带着 温文尔雅的斯文气质 但是此时 看向苏洛的目光中 充满了敌意 兴许是为了展示 自己的主动权 他竟然当着苏家众人的面 直接将苏小判搂进了怀里 另一只手抬手 就要往苏小判衣领里伸 公子 这么多人在呢 晚上行吗 苏小判脸色通红 看向这男子的眼神中 更是充满了爱慕之意 好 晚上你不从 我吐了苏家 男子冷冷说了一句 如此一幕 直接给他整得不会了 地狱寿师 的女人 就凭苏小判这种姿色和品德 什么时候够资格 成为自己的女人了 虽然心里如此想 但苏洛的脸色 还是忍不住黑了下来 虽然自己确实不喜欢苏小判 但他们现在的行为 是在侮辱自己 苏洛 这位可是精灵族少族长山之子 见到精灵族少族长 还不快点跪下 苏小判冷冷地 对着苏洛威胁 眼神中同样露出了鄙视的神色 全然没有当初 那副崇拜模样 看到这一幕 直接给苏洛气笑了 精灵族少族长 很厉害吗 主人放心 这种情况下 别说是精灵族少族长了 就算是巨龙族族长在这儿 也应该给他们剥皮抽筋 现在我已经成了死灵族族长 虽然死灵族的实力 大不如从前 但也不是精灵族能够挑衅的 王灵巫师恶狠狠地硬道 很显然 他在宠物空间中 也感应到了外界的事 精灵族少族长 很厉害吗 这句话 本来是苏洛打算问王灵巫师的 但是在场的众人听到后 顿时就笑了起来 姓苏的 你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 连精灵族都不知道 你该不会是深山野灵中 冒出来的香巴佬吧 放心 山公子 这次来就是针对你来的 很快你就知道 精灵族少族长到底力不厉害了 他现在下跪 应该是没机会了吧 众人议论纷纷 无意不适在嘲讽苏洛 少族长 这件事 您看要不要 我们苏家出手帮您解决了这个废物 日后他也算是山之子的岳父了 到时候 古元城什么赵家臣家 统统都要向苏家臣服 不用 山之子淡淡地吐出两个字 然后直接推开苏小畔 朝着前面的空地上走了两步 和苏洛对峙了起来 在一再二地被人欺辱 此时苏洛已经没了耐心 他直接召唤出了暗影鬼珠 杀了他的二殿 苏洛淡淡地说了一句 只见虚空中瞬间闪烁出无数黑影 朝着山之子冲去 同时 苏洛也在打量着 这位所谓的精灵族哨族长的等级 姓名 山之子 SSS级 属性 木 职业 御寿师 等级 198级 攻击 58万8千 精神 29万5千 防御 35万6千 体质 72万5千 装备 圣灵皮甲 圣灵护手 圣灵之靴 精灵权杖 宠物 陆地离火龟 青鸾 冰霜巨龙 技能 驯化 精灵长矛 圣灵回复 看完山之子的属性版面后 苏洛瞬间就没了兴趣 区区一个200级 都不到的弱鸡而已 有什么可狂的 别说杀了他二弟了 就算是杀了他 今天也是轻轻松松 不过苏洛 不想让他就这么死去 杀了他的二弟 并且把他二弟悬挂天原城门三天 此时 暗影鬼珠 已经临近山之子了 作为精灵族 山之子的反应 也很敏捷 只是他很疑惑苏洛的作派 一言不合就动手 山之子眉头微微促起 很快也召唤了两只宠物 环绕四周 试图抵挡苏洛的攻击 毕竟暗影鬼珠的速度太快了 山之子分不清 那黑影到底是苏洛发出的攻击 还是他召唤的宠物 一只体型巨大 浑身燃烧着淡紫色火焰的乌龟 直接挡在山之子面前 戒备地看着临近的黑影 另一只则是一条蛇的模样 直接以盘绕的形式 将山之子围绕在中间位置 那只陆地离火龟 只有196级 而那条藤蛇也只有200级 虽然是二对一 但是他们的实力 比起暗影鬼珠 还是差太多了 根本没有抵挡的机会 噗哧 刀片切开血肉的声音响起 紧接着 整个苏家就响起了一阵 惊天动地的惨叫声 啊 山之子仰天长笑 额头一根根青筋鼓动 脸色更是憋得通红 浑身止不住的颤抖 少组长 捏 捏 苏小畔第一个冲了过来 他本想关心山之子哪受伤了 但是看到他当部血肉模糊的场景时 瞬间就脸色苍白 杀了他 回过神后 山之子的脸色已经仗成了猪肝色 全然没有之前那副风度翩翩的样子 在他身旁 瞬间又多出了几只气息强大的宠物 收到指令后 山之子的六只宠物 全都朝着苏洛冲了过来 但是苏洛却丝毫不慌 山之子的等级没有突破200级 他的宠物自然也突破不了 区区六只宠物而已 暗影鬼珠就能够全部搞定 随着双方宠物交手 苏家院子中瞬间就乱作了一团 而此时 苏家众人纷纷感觉脑袋发热 甚至有的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宠物的战斗只持续了不到一分钟 山之子完败 暗影鬼珠静静地站在苏洛身旁 身后的一只爪子上 还满是嫌弃的拎着一根细小的草绳 而草绳的另一端 赫然便是那团割下来的血肉 看到这一幕 苏超只感觉浑身哆嗦 嘴唇瞬间变成了紫色 完了 全完了 少组长在苏家出事了 这可怎么办 所有苏家族人听令 给我杀了苏洛 替少组长报仇 鼓园承接道上 来往的路人听到动静 纷纷聚集在苏家外面 好奇地看着热闹 发生什么事了 不知道 苏洛是谁 怪不得昨天山之子会去苏家 原来是苏洛的原因 有路人知道苏洛的来头 立马就开始了原地宣传苏洛的身份 经过简单的讲解 众人瞬间明白了 苏洛什么也没做 就凭着御寿师的身份 就能让山之子眼红 从而对他进行报复 现在就是最好的证明 哄 苏家的院墙轰然倒塌 一只体型庞大 身高二十多米的黑猩猩 从苏家直接站了起来 开始肆意地破坏房屋 与此同时 苏家众多强者 也都纷纷飞上虚空 开始围剿苏洛的宠物 但是对于这一切 苏洛都不太关注 因为苏家和山之子惨败 这是必然的 完全没有什么看透 苏洛淡定地从苏家大门走出 寻宝鼠吱吱吱地跟在他后面 爪子上还满是嫌弃的 拎着那根绑着血肉的细小草绳 哐荡 苏洛前脚刚走出大门 那山大门也轰然倒塌 整个苏家上空烟尘四起 打斗声和惨叫声不断响起 狗贼哪里跑 虚空中突然传来一声爆喝 紧接着一柄蓝色匕首 瞬间刺破虚空 朝着苏洛的胸口位置刺去 叮当 一声脆响声响起 紧接着苏洛身上 看热闹的路人们也傻眼了 这苏家都特么派来的是什么刺客 竟然破不了对方的防御 这怎么可能 虚空中的声音再度响起 苏洛却不慌不忙地 取出了一柄巨大的黑色铁锤 看起来就像是铁匠使用的铁锤一般 平平无奇 紫紫 寻宝鼠对着一片空地 随意地指了个方向 苏洛瞬间会议 直接冲上去狠狠一锤敲下去 噗哧 西瓜暴力的声音响起 那名刺客的身形还没显现出来 身上的伤害数字已经冒出来了 四十六万八千 巨额的红色数字冒出 代表着一击秒杀 扑通 一道血肉模糊的身影从空地上出现 然后直接瘫倒在地上 苏洛再次转身 朝着谷原城城门口走去 脸上的表情自始至终都很平静 他让山之子活着 并且还要把他二弟挂在城墙三天三夜 至于苏家 没必要存在了 苏洛所到之处 所有人都纷纷避让 毕竟他透露出来的208级的实力 在街道上已经算是顶尖的实力了 再加上现在以一人之力 对抗整个苏家河山之子 而不落下风 甚至还能呈现碾压姿态 这就让人更加不敢惹他了 随着苏洛的身影越走越远 一些胆子大的路人远远地跟了上去 想看看他不跑路 这么慢悠悠地走 还要干什么 而一部分则是等到苏洛走远了 才小声地开口议论 苏家完了 这名刺客的实力显然不低啊 竟然都被秒杀了 人家以一人之力 对抗整个苏家能弱吗 我看今天苏家是要被灭门了 真是惨啊 放着一个强者不去维护 偏偏要选择情绪不稳定的山之子 山之子背后可是整个精灵族啊 这事儿估计还没完 众人议论纷纷 赵星和一众狐朋狗友站在远处 此时脸色有些发黑 同时他心里也有些暗暗庆幸 苏洛如此强大 当初如果他带领着赵家的几名强者出手 心血还真不够堪的 现在看来 让山之子探怒这个做法 还是相当明智的 赵哥 咱们就这么放他走啊 他就算是再厉害 也双拳难敌四手啊 咱们要不通知各家的强者 把他围剿了 赵星身边的几名同伴 都在七嘴八舌地出主意 只有赵星表情殷勤不定 眼看着苏家内部的惨叫声越来越弱 而苏洛的那些宠物还越战越猛 现在他对于苏洛已经有些惧怕了 至于杀了苏洛以伯精灵族的好感这种做法 在赵星看来是完全没必要的 获得精灵族的好感又如何 精灵族傲慢自大 也不一定会感激自己等人 万一要是杀不了苏洛 古元城四大家族 恐怕是要被他杀个精光 回报和风险根本就不成正比 这种事儿谁做谁傻子 赵哥 里面没动静了 你赶紧做决定啊 我们都听你的 旁边的几人看到赵星没有反应 立马又开始催促了起来 你们想死就去吧 我还是觉得 把安稳稳做古元城的纹固弟子比较好 赵星面无表情地哼了一声 然后转身朝着自家的方向走去 其余几人面面相去看了一会儿 也都立马跟着赵星离开了 毕竟赵家都不敢惹的存在 他们就更不敢了 而此时 苏家已经成了一片废墟 其内的所有人 更是被金刚魔源 暗影鬼珠 白狐等宠物杀得鸡犬不留 此时地面上血流成河 无数狗眼看人地的苏家人 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 完全没有了丝毫生命气息 只有山之子浑身颤抖 站在原地呆呆地 看着苏洛的宠物飞上天际 直到一切都安静下来了 他才目光怨毒地低下头 看向自己已经失去知觉的胯部 苏洛 我要你生不如死 再高一点 找根杆子 把那面牌子挂起来 而此时 古园城东面城门口 苏洛正在指挥寻宝署挂山之子的二弟 和一面牌子 牌子上赫然写着几个字 阎人山之子 主人牛啊 亡灵巫师暗地里给苏洛传音 语气中是压抑不止的兴奋 这有啥的 一会儿啊 要是赶从这儿出来 他还能把他抓来 让他和他二弟一起吊在这里 苏洛淡淡说了一句 同时又对着亡灵巫师问道 你确定精灵族不强 而且精灵族的至宝是神器 放心吧主人 以咱们的实力 虐精灵族就是毛毛雨一样的存在 亡灵巫师语气中充满了不屑 苏洛这才稍微安心了一些 毕竟把人家二弟悬挂在城门口三天三夜 还有名有姓地挂上了牌子 这仇可就结大了呀 不过不大也不行 山之子想要侮辱自己 自己也盯上了他们精灵族的神器 至于现在 究竟是谁胜谁负就看手段了 主人 咱们该不会就在这儿等吧 看到苏洛没有丝毫打算离开的样子 亡灵巫师的语气有些发慌 就在这儿等 等族三天三夜再说 苏洛霸气地喊了一声 顿时就惹得周围的人表情呆滞 挂人家二弟不说 还要在这儿等 等什么 等报复吗 主人 精灵族虽然不强 但是咱们现在也不强啊 要不咱们先避其锋芒 等到本族长 把死灵族发育起来了 咱们再去抢他们的图神功 看到苏洛真打算在这儿守三天三夜 亡灵巫师瞬间就慌了 他死倒是无所谓 自己可是和他签订了主仆契约啊 鼠子死了 当仆人的也活不了啊 谁说我要坐以待毙了 苏洛表面上并没有作声 而是朝着旁边的一栋茅草屋走了过去 那里是守城的守卫休息的地方 地方虽然不大 但五脏俱全 里面吃喝拉撒 一饮俱全 最重要的是能关门 苏洛已经打算好了 这三天之内 自己就待在茅草屋里等着 同时还能催促神药界中的炼药师们 抓紧炼制神兽丹 毕竟经过这么久 神药界内的神兽丹 已经囤积到了一定程度 神级骷髅炼药师的数量 也突破达到了2000名 现在只需要让他们全力运转 然后宠物们大批量吃兽灵丹就可以了 一旦自己主要培养的宠物们的实力 提升到230级时 区区精灵族苏洛也无所畏惧 毕竟青龙白虎 还有亡灵巫师这些宠物 可都是有神格的 230级的实力 相当于普通300级的异兽 无论是战斗力还是潜力 都不是普通异兽能比拟的 到时候不仅能绊猪吃虎 还能重创精灵族 虽然有私心 但这也是苏洛想到的 两全其美的办法了 一旦击溃精灵族 自己也算是在这一片 打出了名号了 到时候要做什么事 也没那么多苍蝇 来打扰自己 最重要的是 刚刚和苏家众人战斗时 苏洛发现了一个秘密 那就是和这个世界的人战斗 也和副本异兽 没什么两样 击杀他们 同样能获得大量经验值 所以精灵族 在苏洛看来 就算是一群送经验的而已 主人 既然你想好了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我先去安排炼弹 王灵巫师嘀咕了一句 然后直接从宠物空间 溜进了神药界 苏洛关上门后 留下百虎原地守门 自己也直接钻进了 神药界中 当初从登天峡谷传送时 神药界内的药材 全都被抹除了 好在骷髅仆人 和骷髅炼药师 没有被抹除 而且这段时间 所有重新种下的药材 也开始陆续成熟 可以炼制神兽丹了 要是没有这些 苏洛还真不敢叫板精灵族 不过 山之子落的如此地步 全都是他旧游自取 装逼找谁装不好 非得找苏洛 这才落得个人鸟 两空的悲惨下场 此时 神药界中 一片片药材 正在绿油油地 茁壮成长 成千上万的骷髅仆人 正在药材地里 采集药材 四处的空地上 全都堆满了采集的药材 而炼药区域此时 更是浓烟滚滚 无数神级骷髅 炼药师全都 在快速地炼制神兽丹 主人 怎么样 亡灵巫师得意洋洋地 飘到苏洛面前 眼神中露出了骄傲的神色 毕竟这整个神药界 除了扩大空间 是苏洛收集空间室之外 其余的 几乎都是他的功劳 不错 苏洛淡淡地点了点头 然后 走到了药材仓库中 此时仓库里 已经堆满了大量的神兽丹 一枚丹药能为宠物 增加一万点经验值 这密密麻麻的丹药 就相当于 是密密麻麻的经验值 苏洛毫不犹豫地将青龙 白虎 玄乎 猪雀 八亿大蛇 金刚魔猿 和暗影鬼猪 召唤了出来 至于其余的宠物 苏洛打算慢慢培养 或者以后碰到 合适的宠物了 直接将它们取代掉 毕竟自己手里宠物太多了 如果全都要惊醒 培养的话 就算是再来几个神药界 也撑不住 主人 又要开始吃这玩意儿了吗 白虎满脸嫌弃地站在地上 看到仓库中 密密麻麻的神兽丹时 他脸上顿时就露出了 厌倦的表情 不仅是他 就连其余的宠物 也都表情古怪 虽然第一次吃神兽丹的 感觉很美好 但这种美好的次数 太多了变成 机械化一样的循环行为之后 就有些厌倦了 吃吧 毕竟不吃你们 就只能去外面辛苦刷怪了 刷怪区区那点经验 也不够你们升级的 苏洛苦口婆心的安慰 同时心里也有些无语 毕竟他自己看到 这么多神兽丹都有些疲倦 更别说 这些宠物要全都吃下去了 估计吃到最后 能原封不动地拉出来 我是要尽快吃了 毕竟今天这场 战斗我打出来的伤害太低了 玄武反思似的说了一句 然后便直接一张嘴 吸了无数神兽 单进嘴里 慢慢咀嚼 朱雀 八亿大蛇等宠物 则是面面相去 玄武没打出多少伤害 是因为他是防御性宠物 虽然他打出来的伤害很低 但是今天可是一点血都没掉啊 算了算了 赶紧吃吧 亡灵巫师叹了口气 也直接抓起一把神兽丹 开始往嘴里丢 检测到宠物使用神兽丹 获得反馈经验值加1000 检测到宠物使用神兽丹 获得反馈经验值加1000 检测到宠物使用 密集的经验值道障声音 瞬间响起 苏洛忍不住眯起了眼睛 啊 这该死的熟悉的快感啊 又回来了 拥有经验值反馈能力之后 就像是赚钱一样的道理 别人需要辛苦搬砖 才能获得经验值 而自己完全可以拥有税后收益 这就是差距 简单看了一圈之后 苏洛才缓缓地朝着神土方向走去 幽明懒月花 樱花神树 剑气草 星火草这些植物 他都好久没使用过了 不过苏洛也觉得庆幸 毕竟这些植物算是自己最后的底牌了 如果频繁使用这些植物 那就说明自己太弱了 越是不试用这些东西 反而有种安心的感觉 可惜啊 或许再过两天 就要让你们登场了 苏洛叹了口气 伸手抚摸了一下 幽明懒月花的枝叶 同时又拍了拍星火草的叶子 这些植物在神土中生长的速度很快 此时的星火草 已经不再是当初那颗 只有两片嫩芽的小草了 如今它已经长了一米多高 身上接触了无数暗红色 类似于草莓一样的果子 这些果子上 凝聚着成千上万的红色小斑点 苏洛非常清楚 每一个小斑点都代表星火草的一次攻击 如果星火草全力爆发 攻击范围至少能笼罩整个古原城 此时站在神药界中 苏洛感觉自己就是这片天地的王 拥有无数强大的宠物 并且还拥有如此多的强悍之物 就算是250级的强者来了 也得给自己坐下 这种感觉可真美妙啊 苏洛眯着眼睛仰天 做了个拥抱自然的动作 整个人瞬间陶醉在这种强者的感觉中 不过很快 他又恢复了平静和理智 毕竟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一味地自负只会让自己跌入深渊 就在这时候 苏洛身上突然又亮起了一道 代表升级的白色光芒 感受到升级的快感 苏洛顿时忍不住惊讶了一下 这次升级怎么这么快 恭喜您 等级达到218级 等到系统提示音响起后 苏洛立马就迫不及待地 打开了自己的属性版面 姓名 苏洛 职业 圣灵之主 等级 218级 攻击 108 5000 精神 56万5000 防御 315 600 体质 692 5000 装备 暗黑铁锤 燃魂头盔 燃魂胸甲 燃魂护手 宠物 朱雀 青龙 白虎 玄武 冥界之主 技能哀 火皇扑杀 凤皇焚天 三昧真火 万物灼伤 技能二 信仰灌输 寄生 技能复刻 和玄武叠加之后 如今我的体质 竟然达到了接近700万 防御也达到了300万 看到如此变态的防御和体质 苏洛整个人都骂了 这要是被别人看到了 恐怕会直接喊上一声妖怪吧 要不是就发生在自己身上 苏洛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体质 竟然这妖牛逼 按照这样发展下去 估计以后打架 就算是再强大的刺客 基本上都不用担心了 就算是站着让他们刺杀 也完全没有危险 而且自己 还拥有寄生技能 就算是一时大意死了 只要玄武不死 自己就能立即复活 相当于额外多了一条生命 血条不超过骑士的玉兽师 不是好战士 苏洛满足地感慨了一句 自己现在虽然是玉兽师 但是防御和体质 已经吊打任何骑士 战路的战斗力 更是能随意碾压任何战士 这种感觉可真好 回到炼药师区域之后 苏洛心里甚至有些期待 精灵族快点到来了 毕竟精灵族 可是拥有着攻击型神器图神弓 这玩意儿 虽然只能弓箭手使用 但毕竟是一件神器 如果精灵族同样作死的话 苏洛不介意把图神弓 也收入囊中 虽然自己用不了 但是药神帮 还有那么多嗷嗷代补的人等着呢 嗡 嗡嗡嗡 就在这时候 亡灵巫师 朱雀玄武等宠物身上 也都接连冒出了 王灵巫师兴奋的原地 不停地飘来飘去 玄武抬头看了看一眼 然后又继续磕起了神兽单 苏洛瞥了一眼 王灵巫师的等级属性 这家伙作为死灵族组长 也拥有神格 每升一级属性提升的 也相当可观 虽然只是210级 但是战斗力 相当于230级左右的普通一兽 青龙 218级 神兽 朱雀 221级 神兽 玄武 213级 神兽 白虎 219级 传说 此时的神兽丹也吃得差不多了 一众宠物的等级 几乎全都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特别是暗影鬼珠的等级 已经达到了238级 另一边的神徒里 幽冥懒月花 剑气草等植物的等级 几乎也都达到了200级左右 其中幽冥懒月花的等级 更是被苏洛刻意培养到了220级 随着等级的提升 幽冥懒月花的攻击形态 也在不停地发生变化 如今 它已经能做到悄无声息的 束缚任意强者 为此 苏洛还刻意拿暗影鬼珠试验了一下 就算是他 也无法逃脱和躲避幽冥懒月花的束缚 如此一来 就算是有270级的强者来了 也能直接将之束缚 然后击杀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苏洛才离开神耀间 而此时 外界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 茅草屋外面已经人山人海 四面八方全都是看热闹的人 古园城中 几大家族和一些大势力的人 全都拍了眼线过来看情况 并且还不止派了一拨人 而是每家派了至少十多拨人 打探情况 这种特殊时刻 他们是不敢露面的 一来是担心得罪苏洛 二来是 担心精灵族的人来了 四处找人发火 所以 此刻在这围观 很有可能被殃及吃鱼 咳之 苏洛推开茅草屋的小门 淡淡地瞥了一眼城墙上的牌子 和那坨血肉 发现一切都还在时 他又缓缓地退到了里面的凳子旁边 直接淡定地坐了下来 这家伙 还真是胆子大 废了 精灵族山只子不说 竟然还不跑路 这下有好戏看了 话说 咱们要不要站远点 怕啥 怕见你一身血啊 见一身血倒是小事 主要是怕见一身伤害 言之有理 稍微有些聪明的人见识不对 立马就朝着人群外围解了几 万一打起来 德华也有退路 此时 森林山脉中央 精灵族领地中 巨大的树屋内 精灵族高层全都聚集于此 一个个精灵族高层 全都气息强横 且身材高大 每一个人身后 都背着剑袋和弓箭 气势不凡 混账东西 区区一个人族 竟然敢对我们精灵族动手 族长 要不我们连夜赶到谷原城 将那家伙 碎尸万段 废了少族长不说 竟然还做出如此侮辱人的行为 这件事 绝对不能把休 一种精灵族骨干 全都愤怒不已 而此时 精灵族的老族常山原子 看到自己亲生儿子 如此悲惨的模样 更是气得脸色发黑 目光阴沉如水 他坐在树凳上 另一只手 处着精灵族代表 至高无上权力的森林神障 低头不语 爹 你可一定要替我报仇啊 山之子表情阴沉 此时说话时 更是带着几分阴柔之气 完全没有了以前的阳刚气息 山原子双目 逐渐变得赤红 他缓缓抬起头 看向众多精灵族长老命领导 你们现在去准备一试 今晚连夜请突身宫 明天我要古元城 鸡犬不留 图神宫乃是精灵族 自古时候传承下来的神器 更是一件杀伤力极强的神器 图神宫只有230级以上的 弓箭守之业者才能使用 而且这还只是入门级别 根本无法发挥出 图神宫的全部威力 但是就算是230级的人使用 也能够秒杀同级别任意职业 就算是同等级的巨龙族 也扛不住图神宫一剑 所以这一次 精灵族是真的怒了 夜晚 整个森林山脉 搭建起了巨大的祭坛 升起了无数篝火 所有精灵族人 都在低声凝唱着古老的咒语 这是取出图神宫必备的仪式 山之子静静地站在远处 目光阴沉地看着这一切 当神手摸到空荡荡的当步时 他目光中更是露出了无尽的愤怒 苏洛 我也要你生不如死 咬牙切齿间 山之子更是忍不住 露出了争鸣的笑容 次日 清晨的雾气还未散去 古元城城门口 便已经是人山人海 所有至高点处 全都站满了人 有的是想看看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竟然感验了精灵族少族长 还有的人则是想看看 今天精灵族的人 会不会来这报仇 毕竟苏洛的做法 已经算是把精灵族的尊严 踩在地上摩擦了 这家伙该不会是疯了吧 竟然真在这等了一晚上还不走 当有人看到苏洛 还静静地坐在茅草屋内 甚至还在淡定地喝着茶水时 顿时感觉三观都被震碎了 这家伙不怕死的吗 我可是知道得清清楚楚 从这人在古原城露面我就知道了 有知情人士 立马就开始显摆起了他的小道消息 据说是苏家为了讨好苏洛 答应把女儿嫁给他 不过后来山之子闻讯赶来 抢了原本该属于他的苏小畔 估计是为情节的仇吧 噓 山之子是什么人 你们不知道吗 得理不饶人的家伙 我觉得被烟得好 小声点 今天精灵族的人 应该会有动静了吧 要是今天再不出来讨个说法 估计以后精灵族 就别想在这片大陆混了 众人议论纷纷 古原城的各大势力 更是心急如焚 毕竟精灵族不是某个势力 而是一个种族 若是他们想踏平古原城 完全就是轻松就能实现 所以现在古原城各大家族 各大势力比起苏洛 更关心精灵族的人 到底来没来 甚至不少家族的人 还派出探子去外面放哨 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 就立即通知城内的人做好准备 而此时 古原城内 作为当前城内最大的势力 赵家理所当然 成了这次事件的领头羊 所有势力的头目 都齐聚赵家 想让赵家的人帮忙拿定主意 我们已经收到最新消息了 精灵族的人 现在已经从森林山脉出发了 我们该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精灵族的人来了 自然是要选择一方才行 如果不站队 到时候就是被殃及的驰鱼 现场中人都是聪明人 精灵族和区区一个苏洛 到底该如何取舍 瞬间便有了答案 经过短暂的商议之后 整个古原城各大家族 都拿定了主意 一旦精灵族动手 各大家族 势力的人都派出顶尖强者 前去助阵 就算是不需要 也得做做样子 毕竟山之子 是在古原城出的事 要是不维护好关系 很有可能被牵扯到 那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 到时候精灵族一旦动手 我们便出手帮忙镇压苏洛 区区一个厉害点的 玉兽师二爷 我不相信 还能反了天了 精灵族肯定能碾压苏洛 我们只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 众人心思各异 时间不知不觉间 就已经到了中午 现场围观的人们 不仅没有减少 反而越来越多了 不少人手里 捧着烧饼 馒头 一边啃 一边伸长脖子看热闹 生怕错过了 一心半点八卦画面 而苏洛 则是静静地 坐在茅草屋当中 一边喝着茶 一边和亡灵巫师商议对策 根据直觉判断 苏洛猜测 精灵族肯定是要来的 而此时 他也准备好一切应付手段了 好不及 站在外面等候的吃瓜群众们 却已经心急如焚了 怎么还不来啊 等得花都快谢了 古园城外是一片巨大的空地 看过去 一眼望得到天际 但是现在 除了正在低头吃草 或是捕猎的异兽之外 便没了任何动静 画面安静地可怕 众人眼巴巴地看着远方 眼神中身上 生出了不耐烦的表情 苏洛淡淡地 打量着人群中的众人 有人冷漠 有人嘲讽 还有人用看傻子的眼神看自己 只不过 当他们对上苏洛的眼神后 就会立马转移视线 或是低下头颅 毕竟以苏洛的实力 足以秒杀他们当中任何人 来了 人群中突然有人喊了一声 只见草原上阴沉四起 四肢体型巨大 形似猛虎的异兽 拖着巨大的马车 飞快地从远处朝古园城赶来 那异兽身高二十多米 体型宛如一座移动的小城堡 其身后的马车 更是巨大的 如同宅院一般 而此时 为首的 一头异兽头顶 更是站着几十道 身穿绿色长袍的人 精灵族中 只有实力达到200级以上的人 才配穿这种颜色的衣服 很显然 这一次 精灵族是清朝出动了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感觉到 一股窒息感扑面而来 仿佛来的不是精灵族 而是锁魂的无常 苏洛小儿 出来受死了 就在巨兽马车 即将靠近的时候 一道带着狂暴气息的箭矢 划破长空 静止朝着古园城飞来 这道箭矢 带着撕裂虚空的力量 直接射在了城门口的空地上 有人躲闪不及时 就被这道箭矢附带的力量 撕成了碎片 看到这一幕 苏洛心里暗暗惊讶 主人 这箭矢就是图神宫射出来的 怎么样 够近吧 亡灵巫师 暗中对着苏洛传音 没有丝毫惧怕 反而有些兴奋 毕竟他可是知道的清清楚楚 苏洛是预售师 使用不了图神宫 要是今天能抢过来 短时间内 这玩意儿 肯定是要鬼死灵族使用的 碰 箭矢没入地面 直接炸出了一个巨大的深坑 周围的人 比起之前的人更惨 直接就炸成了血雾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惊恐地朝着后方退去 清灵族 怎么这么霸道 一言不合就杀人 真当我们人族 没有强者了吗 兄弟小声点 人族强者 不会为了我们这种蝼蚁 和精灵族撕破脸皮的 众人一边后退 一边埋怨 城门口 很快就形成了真空地带 直到这时候 此时的他身穿一袭黑色长袍 就这么一个人 赤手空拳地等着精灵族 他身材消瘦 看起来虽然不是很强壮 但是在这种画面渲染下 他的身影竟有种一人 足以抗衡整个世界的感觉 爹 就是他 就是他把我 挂在城门上的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一瘦头颅上 山之子再次看到苏洛时 眼神中的怒火 几乎快要化作实质性的火焰 喷射出来了 山原子目光 冷冷地瞥向苏洛 同时仰了仰手里的图神弓 眼神中露出了不屑的表情 仿佛苏洛现在 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这就是图神弓吗 精灵族 众多强者 在打量苏洛的同时 苏洛也在打量他们 图神弓长达一米 通体散发着 淡淡的蓝色光芒 看起来就像是寒冰打造一般 上面充斥着无数勾壳 勾壳中 营绕着无数绿色光芒 而弓弦则则是白色的 刚刚山原子 射出的那一剑 并没有搭剑士 只需要拉动弓弦发射 图神弓就会射出强悍的剑士 这边是攻击型神器的强悍之处 看完图神弓之后 苏洛又忍不住 将目光放在了异兽头顶 气息最为强大的那名老者身上 山原子 231级 属性 木 职业 弓箭手 攻击 115 8000 防御 65万4000 精神 54万6000 体质 89万6500 装备 图神弓 神风木甲 神风护手 神风项链 宠物 试魂圣兽 技能 未知 众多精灵族强者中 只有山原子的实力是最强的 同时他手里还拥有神器图神弓 很显然这个老家伙 才是最棘手的存在 不过暗影鬼珠倒是能和他周旋一二 实在不行 还有幽冥懒月花 虽然山原子拥有图神弓加持 战斗力爆表 但是他本是始终只有231级的实力 照样躲不过幽冥懒月花的束缚 苏洛 你今天死定了 我要让你生不如死 他恶狠狠道 我也要让你尝尝我的滋味 我要把你挂在城门口 千刀万剐 我要把你的头颅做成尿壶 日日夜夜用来装肮脏的液体 苏洛什么也没说 只是静静地站在原地 根本没有半点和他废话的意思 毕竟打架可不是靠着嘴皮子厉害 而是看谁的拳头硬 本来他还担心精灵族不带图神弓过来 现在看来完全是自己多虑了 今日一战就先夺了精灵族的图神弓 反正这个世界对于真正的世界来说 也只能算是一个较大的副本而已 苏洛小贼 出来受死 精灵族族长山元子站在异兽头颅上 眼神轻蔑地盯着苏洛 同时也举起了图神弓 看到这一幕 周边围观的群众瞬间化作鸟兽散开 毕竟刚刚他们已经见识过图神弓的厉害了 现在眼看着双方又要交手 这种情况下稍微跑慢了 都会变成炮灰 那看你们有没有这个实力了 苏洛淡淡一笑 此时他也不打算藏着掖着了 直接将玄武召唤了出来 玄武 213级 神兽 攻击 123 6000 防御 618 6500 精神 895600 体质 872 5000 技能 被动技能 极含领域 荣耀共享 极含领域 方圆100米内 所有中立生物无法隐藏 敌对生物速度降低30% 攻速降低30% 荣耀共享 方圆100米内 所有有方目标防御力增加50% 玄武体型庞大 身高足足有30米高 体型更是宛如一只 吞天巨龟一般强悍 身上还缠绕着一条 暗黑色 类似蛇一样的黑色气流 轮微武霸气 论体型 统统都比起精灵族 拉车的异兽 强悍得多 神兽 看到玄武的一瞬间 山原子顿时 就皱起了眉头 站在旁边 原本还期待着苏洛慧 被一箭射死的山枝子 此时脸都绿了 他原本还觉得 苏洛打败自己是 仗着实力比自己强 等级比自己高 但是 看到玄武这一刻 他才意识到 苏洛对付自己时 根本就没有付出权力 不仅是精灵族 就连古元城这边的 众多人族都愣住了 他们虽然听说过 神兽玄武的名头 但是从来没听说过 这世界上 竟然还真的存在神兽啊 但是现在 这玩意儿 就真真切切地站在那儿啊 怎么办 看到玄武后 精灵族的几名长老 都将目光 放在了山原子身上 众人都清楚 玄武最著名的 不是攻击力多强悍 而是防御力很强 现在 苏洛基出了玄武 精灵族这边 就算是有图神弓 也不一定能对付得了 哼 我倒要看看 究竟是神兽厉害 还是我手上 这把图神弓厉害 山原子 很快就下定了决心 自己有图神弓在手 怕什么 他抬起图神弓 做出弯弓搭建的动作 弓弦上 瞬间就凝聚出了一道蓝色 锋利无比的箭矢 碰 随着箭矢射出 图神弓上 甚至还发出了轻微的爆响声 草原上的草地 瞬间被这股力道掀翻起来 露出了光秃秃的泥土 砰砰砰 作为拥有丰富战斗经验的精灵族族长 山原子显然是不想 给玄武喘息的机会 直接又连射了三道箭矢出去 刹那间整个地面 风起云涌 天原城上空阴云密布 宛如众神在哀嚎 毕竟这把图神弓 可是射杀过无数神灵的存在 真就这么自信吗 苏洛淡淡地撇了撇嘴 然后从神药界中 再次取出了樱花神术 虽然玄武防御力逆天 但他还是不打算轻敌 图神弓的威力十分强悍 每一道箭矢 几乎都能轻易秒杀 两百几左右的转职者 面对图神弓的攻击 玄武也不打算轻敌 他深吸了一口气 浑身瞬间爆发出了 阵阵蓝色光芒 在体表外面形成了蓝色护盾 不仅如此 他身上缠绕着的黑色气体 也直接脱体而出 在蓝色护盾之外 形成了一面暗黑色的精致小盾牌 作为玄武的主人 苏洛能感觉到 玄武这算是进入最佳状态 防御之力直接拉满了 此时 无论是精灵族 还是古元城的人族 全都聚精会神地 盯着那面黑色盾牌 想看看这玩意儿 究竟能抵挡多久 砰砰砰 三道箭矢瞬息将至 接连射在黑色盾牌上面 玄武的身形 瞬间被这股巨大的力道冲击 朝着后方滑行了十几米之后 才停下 186500 19600 185430 三道伤害数字 从玄武身上冒出 而他身上光芒依旧明亮 蓝色护盾完好无损 只有那黑色的盾牌 此时正在缓缓消散 一同消散的 还有三道图神宫射出来的箭矢 玄武虽然只掉了一点点血 但是很快 又被樱花神术给补回了状态 看到这一幕 众人都傻眼了 玄武不仅接住了 三道图神宫的箭矢 而且连轻伤都没有出现 只是掉了点血 这怎么可能啊 他的宠物 怎么可能硬抗图神宫的攻击 此时最不能接受的 就是山之子了 他的骄傲和自负 不允许有人的御兽 比自己厉害 看到苏洛召唤出玄武 本来就让他心里难受了 但是现在玄武还能挡下 图神宫的攻击 这让他几乎抓狂 此时 山原子也觉得脸色发烫 眼神不禁有些阴沉 今日精灵族 算是拿出最强战斗力了 要是连一个小小的人类 御兽师都搞不定 那精灵族以后 也不用混了 小子 你的宠物很厉害 但是接下来这一击你 绝对挡不住 深吸一口气之后 山原子再次抬起图神宫 只不过这一次 他浑身都冒出了绿色的光芒 整个人仿佛和图神宫融为一体 刹那间 整片天地的时光流逝 似乎都变得缓慢了起来 你该不会真以为 我召唤玄武 是来给你当活靶子的吧 苏洛发了个白眼 然后直接对着山原子狠狠一抓 冷冷道 给我绑起来 揪揪揪 无数绳索收缩的声音响起 刹那间山原子 就被捆成了一个大粽子 而图神宫也被亡灵巫师 抢了过来 嘎嘎嘎 以后这玩意儿就要归 我们死灵族使用了 亡灵巫师披着暗红色披风 站在虚空中 兴奋地拿着黑袍 擦拭图神宫 试图把他擦得闪闪发光 此时山原子已经彻底被困住了 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 然后山原子就被一根细小的 黑色藤蔓捆住 直接送到了苏洛面前 而图神宫则是被一具骷髅抢走了 他 他是死灵族的人 看清亡灵巫师的长相之后 现场瞬间一片寂静 同时安静下来的 还有苏洛 他只是淡淡地看向亡灵巫师 嗯 这玩意儿 还是给主人安排比较好 正在兴奋擦拭图神宫的亡灵巫师 感受到苏洛的目光后 立马就灰溜溜地 把图神宫送了下来 主人您拿好啊 这玩意儿 还是有点重的 苏洛点了点头 然后接过图神宫 感受了一下分量 完全算得上是 分量十足 苏洛小儿 还不快点放了我们组长 赶紧把图神宫乖乖地送回来 不然天涯海角 都没有你的葬身之地 眼看着苏洛 就要将图神宫收入背包 精灵族其余的人 瞬间就沉不住气了 纷纷朝着苏洛围了上来 数十名两百级之上的强者 同时出动 压迫力十足 面对精灵族的威胁 苏洛却丝毫不在意 反而是直接从背包中 取出了暗黑铁锤 这玩意儿伤害家常一般 但是暴击率很高 基本上什么 都是一锤子买卖 挖草 主人要不咱们 只拿图神宫就好了 你杀了这老头的话 恐怕咱们以后 就真的麻烦了 看到苏洛拿出暗黑铁锤 亡灵巫师瞬间就急了 不杀他照样有麻烦 苏洛淡淡地说了一句 然后直接扬起了手里的大铁锤 碰 碰碰碰 一顿连击 精灵族组长 甚至都没来得及反应 就直接被敲死 恭喜您成功击杀精灵族组长 获得经验值 加1365000 收获了大量的经验值之后 苏洛瞬间就更加肯定 自己的想法了 这个事件 兴许真的只是一个巨大的副本 不然德化绝对不会提供经验值 杀了他 看到自己的父亲 死在自己面前 山之子此时双目通红 直接一口气召唤了六只宠物 虽然山之子的等级 还没突破到200级 但是他的宠物 全都是森林山脉的精英异兽 实力强悍 小子 我们精灵族和你不共戴天 一众精灵族长老 纷纷对着苏洛发起了攻击 刹那间整个城门口 就被无数技能淹没 城墙高处 赵家和一众城内势力 此时正在上面围观 此时 他们的表情都很复杂 本来是约定好的 一起出手降服苏洛 但是刚刚精灵族族长出手太快 他们还没来得及支援 刚开始 还有人遗憾 出手慢了 但是现在 他们十分庆幸自己 没有出手 不然的话 估计整个古原城 恐怕是要变天了 赵家主 我们 现在该怎么办 眼看着城门口的战斗 越大越厉害 人群中突然有人开口问了一句 还能怎么办 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赵家主说完之后 便直接带着赵家的人离开了 而此时 赵新脸上布满了淡淡的红韵 满脸都是兴奋的表情 此时 他又一次开始庆幸自己 没有和苏洛结仇 不然的话 现在赵家 估计已经和苏家一样了 走了一会儿之后 赵新见其他家族的人还没跟来 便抱怨道 爹 要不我回去看看 苏洛到底能不能打赢 看什么看 没看过大祸临头吗 死灵族的人都能当做宠物 这个姓苏的 绝对不会这么简单 而且 精灵族的人 也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而且 死灵族和兽人族水火不容 知道的越多 也就越危险 听完父亲的话后 赵新脸上顿时就露出了后怕的表情 是啊 知道的越多 就越危险 古元城外 数十名精灵族顶级强者 对苏洛发起了强烈的攻击 同时周边 还有其他的精灵族精英成员掠阵 看样子 就像是几百个人 围攻苏洛一个人一样 但是 面对这种情况 苏洛却丝毫不慌 之所以 直到现在还没出手 是因为 他心里还有一丝理智 在危险即将来临之际 玄武直接冲到正前方 替苏洛挡下了所有攻击 诸位 今日之事 完全是因为 山之子而起 如今我已取得图神功 这件事 我愿意既往不救 如果你们执意要送死 我苏洛 也不是心思手软之辈 苏洛 直接一个跳跃飞上虚空 对着众多精灵族人 冷冷说道 还我们的图神功 替族长报仇 此时一众精灵族族人 全都失去了理智 势必要把苏洛碎尸万段 甚至就连山之子 也加入了战斗 看到这一幕 苏洛忍不住叹了口气 这一切都是你们逼我的 既然如此 那就毁灭吧 话音落下之时 苏洛再次释放出了一些宠物 八翼大蛇 猪雀 白虎 青龙 三族金屋 十来只宠物 此时都没有压制自己的气息 每一个体型都格外庞大 看到这么多异兽 突然降临战场 无论是精灵族 还是一旁观望的人 全都愣住了 他怎么可能拥有这么多宠物 玉兽师 不是只能驯服六只吗 他怎么一下子 释放出来这么多 此子妖孽啊 众人小声地议论着 苏洛则是面无表情的 凌空而立 注视着下方的战场 好 白虎化作一道道残影 不断地在精灵族当中穿梭 宛如幽灵一般没闪烁一次 都能对精灵族造成巨额伤害 朱雀 青龙更是直接施展起了范围攻击 至于八翼大蛇和暗影鬼珠实力较高 则是应付着精灵族的高等级强者 检测到宠物击杀精灵族 获得经验值反馈加36800 检测到宠物击杀精灵族 获得经验值反馈加48500 检测到 随着战斗打响 一道道经验值到账的提示音 也跟着响了起来 苏洛淡淡地看着这一幕 心里没有丝毫波澜 毕竟自己已经给过他们机会了 是他们自己不要的 精灵族的人不多 众多宠物战斗力凶猛 只是刹那间就将精灵族打得落花流水 苏洛则是拎着暗黑铁锤 目光缓缓地锁定在了山之子身上 正所谓俘获相依 要不是 这家伙自己也不会提前暴露这么走 但也正是因为山之子 让自己收获了一件神器 杀了他 替族长报仇 山之子的宠物 此时全都进入了宠物空间 他浑水墨浴般喊了一嗓子 然后身形开始不停地 朝着战场后方撤退 殊不知 苏洛在天上将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想走恐怕没那么容易了 苏洛脸上露出冷漠的表情 然后直接拎着暗黑铁锤 冲到了山之子背后 你 你放我 以后精灵族以你为尊 感受到身后传来的阵阵杀意 山之子扭过头 满脸惊恐地看着苏洛 眼神中露出了哀求之色 面对生与死时 他只想活着 现在的精灵族 我还真看不上 苏洛撇了撇嘴 无情地举起了手里的暗黑铁锤 碰 89600 一道暗红色的数字飘了起来 山之子身子一个只棱 然后便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恭喜您成功击杀精灵族 获得经验值加6500 系统的提示音响起后 地面上山之子的尸体 也在缓缓消失 同时还出现了一件淡紫色的项链 树神项链 传说 弓箭手 暴击 正75% 暴击效果 正500% 使用等级 180级 技能 连续攻击三次之后 暴击几率会越来越高 看到地面上爆出来的装备 苏洛感觉有点头大 难道这个世界 真的只是一个副本 杀死精灵族哨族长 竟然还爆出了一件装备 苏洛扭过头 看向了刚刚山园子死的地方 果然哪里的草地上 也静静地躺着一枚淡紫色的戒指 还真能爆装备 苏洛疑惑地皱起了眉头 然后三两步走过去 将戒指捡了起来 树神戒指 传说 弓箭手 暴击 正75% 暴击效果 正500% 使用等级 180级 技能 连续攻击三次之后 暴击击率会越来越高 装备暴击效果 可叠加 能叠加暴击效果的装备苏洛 还是第一次见 不过对于这种装备 他是打进牙里喜欢 自己现在 100万左右的基础伤害 戴上树神项链和戒指之后 就算是触发不了装备技能 但暴击效果 也能增加500% 相当于有75%的机会 能下打出500万的伤害 这他妈谁扛得住啊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以后还是小心低调一点比较好 兴奋之余 苏洛又回过神来了 毕竟这种装备不少见 万一碰到高暴击的刺客 一刀给自己秒了怎么办 之前苏洛还仗着自己防御高体制高 打算找机会 让刺客战录一下试试 但现在看来 那种想法完全是作死行为 而此时 精灵族的人死伤惨重 苏洛的宠物们却是越战越勇 从战斗打响到彻底结束 大概只用了三分钟时间左右 很快古园城城门口 便是血流满地 地面上爆出了无数的装备 这些装备 要么是史诗级的 要么是传说级的 在地面上闪闪发光 要不是苏洛的几只宠物还在原地 估计旁边看热闹的人 都会忍不住过来疯抢 精灵族这下子算是完了 人群中有人小声感叹了一句 所有人沉默不语 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毕竟今天可算得上是 改变历史的一天了 苏洛没有理会众人 直接命令寻宝署将所有装备 都收集成一堆 然后直接装进了神药界中 主人 现在我们去哪儿 亡灵巫师漂浮在苏洛旁边 满是兴奋地问道 去兽人峡谷吧 苏洛淡淡地说了一句 然后将其余的宠物 收起来之后 便直接跳上了青龙的后背 命令他朝着 其中一个方向飞去 之前 按照亡灵巫师所说 兽人峡谷 差不多算是兽人的大本营 聚集了大量的兽人 同时也是人族实力 强大之辈 常去炼击的地方 既然这个世界是个 巨大的副本 那么他就要想办法 快点回龙国了 毕竟这个世界 和龙国比起来 实在是太无趣了